同索银城剑石允,践踏山河九长川 天炉玄奥辖克翼,桥头东南坐北望 金戈铁马燕都城,天地肃清泥孝琛 携际万军灌天谷,斩敌十万级英魂 这是形容大渊国燕城的景象,经历无数战火 迎来百年盛世,城墙斑驳的剑矢痕迹 再告诉后人,当年这里经历了残酷的战斗 太平盛世持续百年,网荒出现暴乱 西域,东周,北域处处在燃烧战火 大渊国第一战神赤也后奉命前往边陲 率领百万雄兵,镇守蛮荒,凭战乱,灭妖族 十年时间,赤也侯斩杀妖族不下百万 真正的尸山血海,血流成河 整个蛮荒,提到赤也侯,无不谈虎色变,上下站立 而燕城,处于大渊国燕侯部位 出城便是连绵万里的山脉 想要进入大渊国,燕城是必经要塞 秋天的燕城,充满萧涩 几片枯黄的树叶从空中旋转 飘落在地面上,行人踩上去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些孩童 捡起枯黄的叶子,互相比较谁的叶子更大 街上人流如汁,车水马龙 商铺传来的讨价还价声 酒楼传来的嘈杂声,好一派繁华盛士 赤也侯的儿子在擂台被人打死了 快去看看,街上突然传来突兀的大喊声 百姓放下手里的活计 飞速朝燕城中央跑去 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杀死赤也侯的儿子 他父亲可是我们大渊国的守护战神 一酒楼伙计,肩上搭着一白色毛巾 边跑边说,表情气愤 跟着人群一起,涌向出事地点 赤也侯三年没有归来,传言已经死在边陲 侯府风光,一去不返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擂台上只留下一堆血迹 赤也侯的儿子早已被人抬走 送回赤也侯府 真儿,一座精致的院子 里面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女人喊叫声 梁大夫,求求你舅舅小儿 说完无力地滑坐在床边 旁边站着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无奈地叹息 夫人,柿子头部遭受重击,伤及脑髓 老朽最多只能保他三日性命 除非有奇迹出现 听到这个消息,夫人身躯微微发抖 一阵血运袭来,犹如天旋地转 身后丫鬟快步上前,将夫人扶住 大床上躺着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 面色蜡黄,双眼紧闭 一看静气少出气多,离一段气不远了 在他后脑上的位置,出现一个碗口大的伤疤 被顿悟袭击 凌儿,去帐房领十两银子给梁大夫 夫人擦掉眼泪,朝身边丫鬟吩咐道 夫人保重,老者劝慰一句 不愿意打击眼前满脸风霜的夫人 摇了摇头,银子也没拿,离开房间 屋子陷入短暂的寂静 正儿,你快醒醒,不要丢下娘一个人 夫人语气哽咽 恍恍惚惚,陈正好像听到母亲的呼唤声 四远四近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听到娘亲的声音 陈正的意识在慢慢恢复 听到一名夫人在轻轻地抽气 让他心揪了起来 想要强行睁开双眼 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 脑海之中传来无数碎片信息 大脑遭受重疮,很混乱 强大的信念让他睁开双眼 一道模糊的身影映入眼帘 柔和的光线从窗外照射进来 一名美妇出现在陈正的眼中 他坐在床边,眉头紧簇 带着一丝愧疚看着自己 妇人三十多岁的样子 体态雷若 白皙的皮肤上却因为愁容 刻下了一些烙印 此时满脸挨愁 因为无措 滑到额下的泪水也不知擦拭 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生怕失去这个儿子 娘 陈正正正地看着眼前美妇 梦一般喊出一个字 哪怕这是一场梦 就让梦继续做下去 永远不要醒过来 真儿,你终于醒了 听到呼唤 妇人连忙擦掉脸上挂着的泪水 柳眉也舒展开来 脸上露出笑意 娘 我又闯祸 让您担心了 吐蛇做出一个调皮的样子 后脑勺传来的疼痛 让她嘴角抽了抽 真儿 你刚醒 需要多休息 我让林儿给你炖了深烫 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母亲悄悄眼面擦泪 陈正心里一酸 娘 您去休息吧 我想自己躺会 那你好好休息 过会我再来看你 说完 母亲离开了屋子 屋子里只剩下陈正一人 双目目讹地盯着天花板 桌子上点着檀香 淡淡的香气 让她头脑慢慢清醒过来 望着两条瘦弱的胳膊 苦笑地摇了摇头 因为早产的关系 从小体弱多病 五道意图 似乎跟她无关 赤野猴的儿子 不懂得修炼 早已成为 烟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都说虎门无犬子 自己却是一个例外 十五岁未能开启五脉 按照舞者等级划分 等同于一个废物 没有实力 只会任人欺凌 这次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整个大陆 五道成风 强大的舞者 可搬山 倒海 耳闻以斗 吞气壁鼓 舞者修炼 有诸多等级 普通人皆为后天 一到九重 打破后天束缚 进入开脉 吸收天地之灵气 融入经脉 存于丹田 开脉竟跟后天一样 分为九重 美重的变化 非常复杂 陈征之道不是很多 开脉之上 则是天罡 达到此境 已经算是高人 焉成寥寥无几 天罡之上 凝聚天象 达到这个级别 可以呼风唤雨 成就一番霸业 父亲陈玉 早已达到天象境 大渊国百姓 心目中的战神 母亲杨素 莫成杨家大小贤 曾经也是天之娇女 二十岁嫁给陈玉 郎才女貌 成为一桩美坛外界传言 陈玉在边陲 遭到妖族袭击 命丧蛮荒 传言如猛虎 仅仅几日 传遍整个大渊国 就连母亲家族 得知消息 派人前来 抢走家里 最值钱的经营首饰 她亲眼目睹这一切 却无能为力 母亲伤心了三天三夜 滴水未尽 自那以后 母亲再也没有回过杨氏家族 一人在燕城抚养自己 短短几年 侯府地位一落千丈 母亲托人打听过父亲下落 一直没有消息 到底父亲是生是死 谁也不知道 三年过去 杳无音讯 关于赤野后的消息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封锁住了 是赤野后主动不归 还是有人在暗中操作一切 如同谜团 燕城表面风平浪静 却早已暗流涌动 这些年 因为身体的原因 被母亲保护得很好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但这次受伤 足够让自己清醒了 深吸一口气 眸中暴射出一团杀气 天通 你羞辱我母亲 他日我必定亲手将你斩杀 这次他遭人暗算 是有预谋 辱骂他是野种 还骂他不是赤野后之子 等于羞辱他母亲不忠 一气之下 走上擂台 被田家弟子重伤头部 抬回来 已经奄奄一息 按照大渊国律法 侯爷三年生死不明 子嗣是习侯爷爵位 陈玉只有陈征一个子嗣 已满三年 年方十六 继承爵位 本无可厚非 却有不少人 暗中打着爵位的主意 只要陈征主动放弃 爵位即可由其他占亲之人替代 母亲宗族 已经派人前来好几次 商谈陈家让出爵位 由杨氏中人继承 结果被杨素严厉拒绝 三年前 他们不念亲情 将侯爷府掠夺一空 彻底断绝了关系 武力 唯有强大的武力 才能守住自己的尊严 保护母亲不受欺辱 陈征内心在狂吼 后脑勺传来阵阵剧痛 被人开了瓢 露出一个血窟窿 鲜血渗出 染红了纱布 眼前一黑 在他快要晕过去的时候 脑袋里面突然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 混沌神鼎 可吞天地万物 练世间之精 化万物之灵 声音还没结束 彻底晕了过去 都是一阵剧烈的头痛 这种感觉持续不是很长 大概数息左右 疼痛感很快消失 我昏迷的时候 好像听到大脑中传来一个声音 难道是我出现了幻觉 陈征错了醋眉 疑惑地说道 没等他继续思考 多出来的记忆 瞬间霸占他的脑海 无奈之下 只好读取这些记忆 大量的文字 犹如金色蝌蚪 在他脑海中不断盘旋 随即化为金色篇幅 混沌神天诀 五个大字 栩栩如生 宛如刻印在陈征浑海之中 更可怕的是 在他浑海深处 出现一吨金色小鼎 无时无刻不在吞噬周围的一切 陈征清晰地感受到 屋内大量的灵气 被金色小鼎吞噬进去 奇怪 这座小鼎 不是自己很小的时候 父亲送给我的礼物吗 后来一次玩耍 就不知所踪 以为丢了 怎么会跑到自己的浑海中来 望着浑海中的金色小鼎 陈征整个人正在原地 目光继续看向金色小鼎 发现里面出现几滴金色的液体 出于好奇 陈征意识一动 试试是否能操控金色小鼎 问 金色小鼎中的液体 轻松倒出来一滴 瞬间流遍陈征的四肢百骸 一股狂暴的能量 在他身躯之中炸开 每一条经脉 疯狂吞噬 只有一滴 却能覆盖全身 这是什么液体 要比父亲带回来的炼体液 不知强横多少倍 更可怕的是 对金脉的伤害降到最低 形成一层保护膜 让经脉在承受范围之内 陈征一脸震撼地说道 正如他所料 市面上的那些炼体液 跟他无法相提并论 金色小鼎中的液体 却能保护他的身体 撕裂感很轻 冲入经脉 里面的淤泥 一点点溶解 短短几分钟 一整条五脉 被清理疏通 他的体质本来就弱 经脉之中 淤泥堵塞 属于天生残废体 这种体质 不适合修炼 炼体液修复之后 经脉不断被拖宽 干枯的身体 犹如得到甘铃浇灌 每一个细胞都在苏醒 欢快地跳跃 发出愉悦的伸展声 好精妙的金色液体 里面暴力的冲击力 被完美地化解 哪怕是天残体 都可以吸收 炼化一滴 效果如此之妙 陈征睁开双眼 满脸吃惊 一脸不敢置信 小小的一滴液体 竟然可以改善一个人的资质 三年前 父亲带回来十几瓶链体液 陈征服用下去 毫无效果 每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金脉细发如丝 杂质污垢造成拥堵 还有四肢百骸 极其柔弱 属于天残体质 而刚才这一滴 完全不同 仅仅是浓郁的香气 就让它浑身毛孔大开 通体舒坦 一条条五脉 犹如贪婪的蝉虫 迫不及待 想要蚕食那金色液体 可见这低液体品质之高 超出它的想象 放到外面 价格一定不菲 体质改善之后 金脉上面覆盖 一层淡淡的光泽 这些都是金色液体 形成的防护罩 金脉还很弱 起码可以修炼了 剩下几滴 没有着急炼化 而是钻研那金色篇章 花费一炷香时间 将整篇功法 仔细阅读一遍 好高深的功法 要比父亲留下的长春诀 精妙无数倍 越看越经 侯府虽然落寞 父亲留下的书籍 却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这几年 陈征没少阅读父亲 让他尝试过好几种功法 一直没有效果 每次修炼 金脉传来的灼伤感 让他痛不欲生 按照混沌神天觉的指引 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没反应 陈征一头雾水 混沌神天觉很精妙 修炼半天 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这本功法有问题 没有妥协 继续修炼 这一次速度加快 猛然 一股剧烈的痛苦 袭遍全身 金脉差点断裂 噗 一口鲜血喷射出来 身体险些炸开 应该是第一次修炼 许多地方还不熟悉 才出现金脉撕裂感 按照功法指示修炼 这一次小心很多 四周淡淡的灵气 被引入过来 进入到身体之中 陈征猛然睁开双眼 这是什么功法 后天境 竟然能引灵入体 陈征眸中流露出不敢置信 这混沌神天觉 远远超出他的期望 一般功法修炼 真气游走经脉 形成的撕裂感 每次痛得他 想要死去 他的体质 承受不住真气冲击 十几年过去 修炼一直停留在后天一重 混沌神天觉则不同 吸收淡淡的灵气 宛如一只无形的大手 轻轻地抚摸他的经脉 疏通里面的淤泥 虽有疼痛 还在承受范围之内 难道这是玄阶功法 陈征眸中闪烁出一团金光 仿佛行走在沙漠的独行客 可得快要窒息 突然有人送来一杯水 混沌神天觉 就是一杯水 让饥渴的他 疯狂喝下去 功法也有等级 分为天 地 玄 黄四个品阶 黄阶最低 天阶最高 放眼整个大渊国 找不到一本天阶功法 父亲留下的几本功法 好几年过去 毫无进展 更别提引来灵气入体 只有达到开脉镜 方可吸收天地灵气 存入丹田 真气像是一缕发丝 穿梭于经脉之中 浑身暖洋洋的 毛孔被唤醒 吸取天地中游离的灵气 滋润他的身体 好厉害的功法 利用灵气洗涤身躯 我身体的杂质 很快就能清理一空 沉寂多年的境界 蠢蠢欲动 混沌神天爵运转起来 气势节节攀升 花费半个时辰 突破到后天二重 如此之快的突破速度 堪称匪夷所思 正要继续修炼 母亲这时候敲了敲门 随后推门而入 无奈之下 陈征只好放弃修炼 有了神秘液体 加上混沌神天爵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成为一代强者 甚至扬明大冤国 隔织 房门打开 母亲端着参汤走进来 脸色要比早上好了很多 娘 您来了 修复伤口 突破后天二重 脸上气色红润你这孩子 身体还没好 快躺下 需要多休息 关切之情 异于言表 手里端着参汤 放到陈征面前 真儿 快趁热喝下参汤 调养身体 陈家并不富裕 每年只能靠拿微薄的俸禄度日 一定是花空家底 买来一株山餐 娘 我身体没事了 这碗参汤您喝了吧 看着母亲定脚的白发 心里莫名一痛 这几年 母亲日夜操劳 父亲渺无音讯 家里好几口人等着吃饭 所有的担子 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早就积累成疾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以前少不更事 经历这次磨难成长很多 你这傻孩子 赶紧趁热喝了 只要你好好的 娘什么都不怕 母亲强行将参汤 放到陈征嘴边 一日凌晨 陈征早早起来 陈家没几个人 除了母亲跟灵儿之外 就几个下人 跟一个奇怪的二叔 陈征从小到大 见过不超过三次 母亲不在 陈征跟灵儿打了一个招呼 离开陈家 朝城外走去 每天早上 都会习惯性锻炼身体 今日也不例外 世子 你的伤还没 好 陈征早就化作青烟 消失在街头 哪里像是有伤的样子 生龙活虎 混沌神天诀 帮助陈征打好了根基 神秘液体冲击一整条五脉 其他五脉在蠢蠢欲动 似乎有开脉的迹象 直到日上三竿 陈征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跨入烟城 刚拐过街角 看到一个熟悉背影 一个大大的当字 出现在陈征面前 母亲从里面刚走出来 掌柜的 刚才那位夫人 是不是当什么东西了 这几年 陈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很多时候 母亲都要靠当一些首饰来度日 掌柜的扒拉着算盘 瞄了一眼 站在柜台外面的陈征 头部抬眼不睁 一看就是那种泼赖 开档铺心不黑 不耍泼赖是赚不到银子的 掌柜的行得方便 这是小小意思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道理走到哪里都通用 掌柜的掂量了一下 手里的碎银子 从柜台后面 拿出一个银簪子 扔到了陈征面前 熟悉的簪子 陈征鼻子有些发酸 这是父亲送给娘亲的定情信物 是死当还是活当 放下簪子 陈征收敛表情 死当是一次性父亲 从此两不向欠 活当有个期限 掌柜的收起簪子 不再理会陈征 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这一路上 陈征做了很多规划 发现都显得苍白无力 还没到家 远远看到大门外 停着一辆马车 四匹骏马打着响鼻 绝对是那种 千里梁居车栓上 雕刻精美的图案 不是普通人家 只有燕城大户 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在马车四周转了一圈 陈征眉头紧皱 彭家的马车 他们来做什么 大渊国由三十六城组成 燕城排名居末 城中不只有陈家 还有田家 彭家 以及史家 跟皇城多少沾泻关系 从车栏上的标记 陈征认出 这是燕城彭家的马车 为何出现在自家门口 转身走进陈家 发现下人都不在 直奔陈家大地儿去 陈征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能猜到 彭家为何前来 说起来 陈家跟彭家还有一些牵连 陈征的一位姨娘 也是母亲的堂姐 嫁给了彭家族长 两家多少沾亲待故 只要陈征愿意放弃 世袭爵位 可以修书一封 禀告天下 愿意放弃世袭爵位 由彭家世子 继承他的位置 陈家大殿 陈夫人 你们陈家什么状况 无需我多言 如果你们陈家愿意让出爵位 我们彭家 愿意用一百金币 吃紧食品 两田十亩作为酬献 曹管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气得阳素郊躯发抖 陈家虽穷 可也绝不能靠卖掉爵位来度日 这关乎陈家将来的命运 没有爵位 陈征永远都是一个普通人 进不了皇城宣灵院学习 享受不到皇室待遇 只能活在父亲的余音之下 曹管家 风诀是我们陈家应得 不必再说了 我们不会放弃 杨素当场拒绝 如果爵位丢掉 夫君若回来 如何跟他交代 这是夫君用战功换来的位置 陈夫人想过没有 令狼天生经脉闭塞 再有一月就是秋季狩猎 想要拿到世袭爵位 首先要度过秋裂这一关 以令狼的天资 恐怕 想到自己儿子无法修炼 杨素粉拳紧捏 我知道陈夫人担心什么 失去爵位 将来陈家后继无人 只要你们答应 把爵位让给我们彭家 我们愿意跟陈家结为亲家 在我们彭家的庇佑之下 绝对能保你们母子平安 杨素捏紧的双拳 慢慢地放松了 曹管家露出脚狭之色 你们彭家哪位小姐 愿意嫁到我们陈家 杨素内心起了波动 如果用一个爵位 换来陈征一生平安 他认为值得 三小姐 冰冷的声音 从曹管家的嘴里说出来 刚放松的粉拳 这一次捏得更紧 指甲都陷入到肉里 杨素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彭家三小姐天生痴呆 头大如斗 二十多岁 连穿衣吃饭都无法自理 大小便需要专人伺候 阉承无人不知 这不是来谈条件 而是践踏陈家的尊严 陈家在落寞 不容三番五次地戏弄 娶一个傻子进陈家 赤野侯一世英明近毁 难怪杨素如此生气 曹管家 你们欺人太甚 杨素粉拳松开 鲜血顺着他的指尖低落 三小姐虽然智力有些问题 配你们家废物柿子 还绰绰有余 就凭他也想世西风诀 只要我们动动手 能不能从秋季狩猎 狩猎活着出来 都是未知数 刚才只是嘲讽 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威胁 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如若不然 在狩猎比赛 让陈征死在里面 陈夫人 曹管家的话操理不操 想要拿到爵位 首先要在秋猎上 拿到前五名才可以 不想令狼死在秋季狩猎上 你别无选择 一名十六七岁少年 坐在一旁 一直没说话 这才懒洋洋地打断他们 彭家少年天才 名叫彭宇 年仅十七岁 达到后天八品 实力非常之强 在阎城 名气如日中天 听说他已经被 皇城绣灵院内定一个名额 不用考核 直接加入 绣灵院会聚大渊国 所有年轻才俊 十七岁之前 达到后天七品 都有资格加入 不仅有完善的修炼系统 还有专门导师指点 进入绣灵院修炼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从踏入陈家开始 一脸高傲之色 俨然把自己 当成这里的主人一般 这时 陈征大步而入 秋季狩猎会去参加 世袭爵位 谁也休想从我手里夺走 拿着你们的脏东西 滚出陈家 他们的谈论声 相隔很远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双拳紧捏 目光落在彭宇身上 陈征 彭宇眼神一缩 眸光一凝 露出一丝惊意 外界传言 赤野猴的儿子是废物 胆小陌入 此刻看来 外界传言也不进食 仿佛天才光环 遭到挑衅 彭宇目光之中 散发出一缕强烈杀气 所有人一愣 没想到一直软弱无能的陈征 会突然站出来 陈征 距离秋季 只有一月之期 你一个废物 也敢大放厥词 彭宇站起身子 双眸散发出一道冷冽杀意 自始至终 没把陈征这个废物放在眼里 认为他不过秋后的蚂蚱 再做最后的挣扎罢了 一月之后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 现在你们可以滚了 陈家不欢迎你们 只要获得大量神秘液体 加上混沌神天诀 自己定能突飞猛进 提升修为 秋季狩猎 鹿死水手 尚未可知 小杂种 你死到临头 还敢大言不惭 曹管家怒急反笑 彻底撕破脸皮 辱骂陈征是小杂种 严惩有许多言论 暗中疯传陈征 并非赤野猴之子 说他母亲 跟某个野男人生下来的野种 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他 侮辱他可以 侮辱母亲 死 哄 毫无征兆 陈征的身体 突然消失在原地 一拳狠狠地击中 曹管家的胸口 后者躺在地面上 可些苟杖人士的人渣 仗着彭宇在场 耀武扬威 怒而出手 加之出其不意 曹管家被他一拳打飞 你再说一个字 信不信我一脚踩死你 此刻 陈征犹如一头凶兽 浑身散发出极强的杀气 杨素站在一旁 处于呆滞状态 吞服一滴液体 加上一夜修炼 境界攀升到后天二重巅峰 打通了一条五脉 随时都能踏入后天三重 小 曹管家正要说话 胸口突然一紧 陈征加大了力道 让他面露聚色 不敢造次 他不过后天三重而已 这种货色 烟成一抓一大把 修炼混沌神天诀 服用炼体液 力量大增 超越一般后天三重 出其不意之下 轻松将他擒住 右脚越来越用力 曹管家急得说不出话来 脸上变成了朱干涩 呼吸困难 快要死去 目光朝彭宇看过去 陈征 你好大的胆子 袭击曹管家 立即给我放开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彭宇有些慌乱 被陈征杀法果断的性格惊到了 发出一声力喝 让他赶紧放了曹管家 他不是无法修炼的废物吗 刚才爆发出来的力量 堪比后天三重 彭宇眼眸之中 露出一丝凝重 杀我 陈征转过身子 朝彭宇看过去 眸中闪烁出一丝嘲讽 这条老狗三番五次侮辱我母亲 按照大渊国律法 贱民侮辱贵族 轻者阔嘴 重者当斩 你说我现在杀了他 依照国法 我会不会有罪 陈征说出这番话来 连杨素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儿子真的长大了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大渊国律法 陈征三岁就能倒背如流 如若不知 怎敢下重手 赤野侯的威名还在 田家也好 彭家也罢 不敢做得太过分 最多暗中搞些小动作 他们还不敢光明正大 诛杀陈征 况且 这里是赤野侯府 无论从道义还是国法上 此刻 陈征占据上风 一番话将彭宇问住了 曹管家看起来风光无比 并非名门之后 更不是王侯将相之子 一介贱名而已 陈征 赶紧放了曹管家 刚才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语气放缓 没有刚才那么强硬 忍着怒气 暗暗发痕 不知道在打着什么主意 杨素一脸紧张 打了曹管家耳光 彭家忌惮赤野后 不敢造次 真的杀了他 事情就闹大了 传言赤野后死在边陲 并无实据 陈家手里百万雄兵 依旧镇守边陲 让人不得不忌惮 向我母亲道歉 我可以留你一条见命 陈征并非真的想要杀人 只想给他一个教训 等他实力大成 再一个个找回来 踩在脚底 曹管家目录凶光 让他道歉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平常一直高高在上 右脚一点点用力 脸色由红转白 窒息赶袭来 死亡的恐惧 充斥胸腔 一股暖流 从他当下 顺延到裤腿处 我道歉 每个人都怕死 巨大的死亡笼罩 终于让他妥协 彭与拳头越捏越紧 强行压制身体中的杀意 三个字脱口出 身体一松 被陈征丢在大殿外 滚吧 让他们滚出陈家 言辞犀利 陈征 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 希望你好好活着 一个月之后 别让我失望 赤裸裸的威胁 临走之际 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呵 忘了告诉你们 末期少年穷 今日之辱 来日我必定十倍还之 陈征冷笑连连 看着陈征的模样 杨素岳家担心了 儿子这次受伤之后 变得疯疯癫癫 刚才的样子 把他吓坏了 赶走彭家的人 陈家暂时平静下来 娘 以后这样的人在上门 全部撵出去 一概不见 趁着母亲还没开口 陈征先说话 刚才的模样 确实有些失常 免得母亲担心 恢复往常的样子 彭家跟田家沆瀣一气 都不是好东西 暗暗记在心里 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清楚 正儿 你跟娘说实话 你的伤真的没事了吗 绝位杨素看得很开 纵然得到 没有绝对的实力 反而是个烫手山芋 只要陈征能开心 长大就好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在梦中指点我 教我修行之法 现在已经脱掉废物之名 父亲不在家 以后这个家 就由我撑起来 陈征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突然能修炼了 身体不仅没事 还活蹦乱跳 杨素心里也不踏实 真武大陆 什么离奇古怪的事情 没发生过 陈征所说 虽然怪诞 倒也牵强 杨素没有细问下去 儿子没事就好 回到院子 关上房门 禁止其他人前来打搅 回到屋子 陈征盘息坐在床上 家族陷入窘境 已经入不敷出 要尽快赚取大量的金币才可以 仅凭神秘小鼎中的液体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修炼离不开彩女法地 如果能获得大量金币 便能够买修炼所需的丹药 以及上好的兵器 陈征心中暗存 思量挣钱之法 母亲这些年 为她操碎了心 不能让她继续操劳了 这个责任 自然落到自己身上 神秘小鼎中 还有几滴金色液体 每一滴要比市面上的链体液 好上几百倍 如果将其稀释 当成链体液卖出去 岂不是能赚一大批资源 陈征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想做就做 陈征从屋子里面 扒拉几个破旧的磁瓶 一年操控 两滴液体出现在磁瓶中 拿来清水 将神秘液体稀释 很快变成了六瓶 为了测试效果 陈征吞服了一瓶 效果依旧比市面上的链体液 好上不少 按照市场价格 一瓶链体液 应该能卖到一万到三万金币 换上一套黑袍 只留下一双大眼睛在外面 直奔情歌拍卖场 严成最大的一家拍卖场 每个月都会开放一次 不仅贩卖功法 也贩卖其他东西 比如丹药之类 招待她的是一名十七八岁少女 长相甜美 能进入情歌拍卖行 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 得知陈征要拍卖东西 很客气地把她引到一处包间 你有东西 想要在我们情歌拍卖行 进行拍卖 老夫贺兰 负责接待公子 看不见陈征容貌 贺兰还是很客气 从门外走进来 对待每一位客人 情歌拍卖场 都以礼相待 不会因为年龄 相貌 忽视对方 没错 我手里有几瓶炼体液 想要尽快地卖出去 不知道情歌拍卖行 切不及这桩生意 烟成拍卖行不止一家 情歌的口碑以及规模 都排在第一 陈征才会选择这里 听到炼体液 贺兰眼神一缩 炼体液在烟成 可是非常吃香的东西 整个烟成 炼药师非常吸收 能不能把炼体液 拿给我看看 贺兰需要鉴定一下 如果真的是炼体液 需要禀告上层 以免错过一尊伟大的炼药师 可以 对方要求验货 这很正常 炼体液不是普通东西 必须要见到食物 拿出一瓶 放在了桌子上 贺兰也是见多识广之人 打开瓶子 放到鼻子边闻了闻 脸色顿湿一变 这瓶炼体液 是你调制的吗 陈征拿出来的炼体液 纯度明显要高出 市面上的普通炼体液 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贺兰才有此疑问 这个不方便透露 如果情歌拍卖行能接 最快多久 将这瓶炼体液能卖出去 陈征有些不耐烦 他何尝不知道 炼体液的珍贵 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拿出来 您稍等一下 我去请一下高层 炼体液市面 上半年没有销售了 往常出现 最多只有一瓶 各大势力争相哄抢 可以说是功不应求 陈征一次拿出五瓶出来 难怪贺兰露出震惊之色 快步离开 通知高层 最重要的是 他想留住陈征 能拉拢一名炼药师 情歌拍卖场以后 可以垄断整个炼体液的市场了 等了约莫展查时间 包间大门第二次被打开 进来一名满头白发老人 还有一名约莫278美丽少妇 满头花白的老者 陈征不陌生 情歌拍卖场 唯一一名二品炼药师 人称火打师 女子陈征没见过 从她妖娄的身段 妩媚的姿态 以及弥死人不要命的双眼 应该是情歌拍卖行 首席拍卖师 人称妖精爱琳娜高耸的双风 呼之欲出 仿佛能称爆衣服 随时都能蹦出来 进来之后 坐在了陈征身边 一股香气扑鼻 傲人的身材 曲线起伏 一直顶着废物头衔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极品美女 那深深的勾痕 让陈征狠狠地寡了一眼 是你要拍卖炼体液吗 吐气如蓝 精致的小脸 几乎要贴到陈征的脸上 要不是脸部 藏在黑袍下面 一定闹一个大红脸 是 收敛心神 还是离这个妖精远一点 先把东西卖出去再说 霍大师已经开始检测炼体液 在她手中 出现一枚奇怪的镜子 这是 这是星空炼制手法 而且还是上品炼体液 霍大师放下手里的磁瓶 发出一声惊呼 炼体液虽然是最低等的一品灵药 同样分为上中下三品 并不是人人都能炼制 最起码霍大师 她炼制不出这么高的品阶 星空炼制手法 艾琳娜也惊讶了 陈征一脸无语 这哪里是什么星空炼制手法 只是从神秘小顶中倒出来两滴 经过稀释 才变成这个样子 罕见 太罕见了 传言星空炼制手法 早已失传 霍大师目光露出一丝火热 不断地研究手里的炼体液 恨不能跟陈征好好交流一番 其实霍大师还不知道 陈征吞服的液体 比这个高级数百倍 称之为绝品中的绝品也不为过 小兄弟 你想怎么拍卖 霍大师语气有些激动 拍卖一般分为好多种 第一种是直接卖给拍卖场 以后卖出多少 跟陈征没有多大的关系 第二种是寄卖 由拍卖场操作 卖出去之后 抽取相应的报酬 这样陈征获利能稍大一些 不过时间不固定 最快什么时候能卖出去 不管哪一种 陈征急迫需要金币 将母亲的簪子赎回来 缓解家族眼前的危机 听小兄弟的口气 非常着急 把这几瓶链体验卖出去 不如这样吧 两瓶卖给我们秦哥拍卖场 剩下三瓶进行拍卖如何 正好三天之后 秦哥有一场规模 还算不错的拍卖会 陈征还是太着急了 被这只狡猾的老狐狸 看到一丝端倪 沉吟了一下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先卖出去两瓶再说 好 按照你说的办 很快做出决定 答应艾琳娜的要求 爽快 既然小兄弟 看好我们秦哥拍卖场 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 一瓶按照一万金币给你 先付两万 剩下三瓶等拍卖之后 扣出报酬 剩余金币再给你 一万金币价格不低了 但也不高 一瓶上瓶链体验 拍卖五万金币也有人买 谁让陈征着急用钱小兄弟 不知道怎么称呼 霍大师打断了 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 朝陈征问道 陈 陈征没有爆出全名 只是一个姓氏 这样足矣 这些炼体验品质相当不错 一万金币对你来说确实吃亏 听你口气 急需一批金币 我可以私自做主 既卖的三瓶 每瓶先预付一万金币给你 等三瓶拍卖之后 多退少补如何 这样加在一起 陈征能拿到五万金币 霍大师赤裸裸地想要 拉拢陈征了 许诺一些好处 希望跟陈征拉近关系 艾琳娜很快反应过来 拉拢一名 懂得星空炼制手法的炼药师 对秦歌拍卖场意味着什么 她比谁都清楚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还是霍大师看得久远 好 陈征已经猜到霍大师的意图 误认为自己是炼药师了 既然如此 也懒得拆穿 使了一个眼色 很快有人准备金币去了 陈大师是烟城人士吗 趁着去取金币的功夫 艾琳娜又凑了上来 想要套出陈征的底细 秦歌拍卖场 喜欢打听客人的底细吗 巧妙地回答 暂时不宜暴露身份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打算低调行事 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闲聊了一些其他 一名侍女手中 捧着一枚玉盘 上面放着一张绿色金卡 这是大渊国通用卡片 白色卡片最低 能储存一万到十万金币 绿色居中 能储存十万到百万金币 最高是金色 能储存一百万到千万金币 听说还有钻石卡片 能储存一千万以上金币 烟城还没出现过 这是五万金币 艾琳娜拿起卡片 递到陈征手里 故意往前迈了一步 那高耸的双风 都挤到了陈征怀里 目的是 想要看看陈征的真实面目 多谢了 陈征早就料到她 会有此一出 故意低下脑袋 差点被巨大的高峰所淹没 有了金币 没做过多逗留 大步离开情歌拍卖场 霍大师 这些练体液 有可能是她练制的吗 先预付金币 情歌拍卖场还是第一次 艾琳娜做出一个慵懒的姿势 优雅地蜷缩在一起 暂时还不确定 看练体液的水准 绝对是大师手法 没有三十年炼药水平 无法炼制出来 这么高级的炼体液 霍大师在烟城待了也有几十年 这种高级炼体液 还从未见过 也就是说 这种炼体液 并不是烟城炼药师所提炼出来 我相信霍大师的眼睛 要是能拉拢一位强大的炼药师 我在家族的地位 可以更上一层楼了 艾琳娜伸缩了一下身体 姿态优雅 迈着连布离开包间 转过一处街角 脱掉黑袍 露出本来面目 彭家野心勃勃 这次被撵出去 一定会暗中报复 想要活下去 唯一的办法 努力提升境界 御膳堂 烟城有名的医药师家 这里不仅治病救人 兼饭卖普通灵药 因为是下午 这里的客人很多 母亲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 陈征打算买一株百年灵药回去 好好给母亲补一下身体 掌柜的 我要买百年成分灵药 麻烦你拿出来 陈征说的有些急迫 声音难免有些大 超过百年灵药 一般都作为镇点之宝 极少拿出来销售 而且能买得起的人也没几个 几十道目光 齐刷刷地聚集在陈征身上 一个个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哎哟 这不是我们陈家的大少爷吗 你个废物 也有资格过来买灵药 极度讽刺的声音 传遍每一个角落 几名年轻男女 穿过人群 走到陈征面前 这次死里逃生 变得更加成熟 脸上看不出什么波动 露出跟他这个年龄 不匹配的成熟跟老恋 左侧少年名叫彭良 彭家嫡系弟子 右侧少年叫史浩 史家弟子 另外一男一女不认识 下人装扮 都是一丘之和 你家住海边吗 管得那么宽 陈征没有表现出来怒意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不愿意跟他们有过多纠缠 两人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陈征骂他们管闲事 管得太宽了 你个废物 也想买百年灵药 你要笑死我吗 彭良一脸狂笑 百年灵药价值几万金币 连他们彭家 不敢说轻易购买 废物服用再多的灵药 那也是废物 十号跟着搭枪 四方传来一阵哄笑 赤野猴的儿子不能修炼 早已成为众人口中的笑柄 我听说你们陈家穷的 都快借不开锅了 还有钱出来买灵药 真的是乐死我了 彭良肆无忌惮的大笑 陈家的禁欲 不过我们可以赞助点 十号说完 丢下十枚金币在自己脚下 朝陈正招了招手 这些金币捡起来 就是你的了 彭良等人笑得更胜了 这是羞辱 陈正如果真的低下身子去捡 会被他们踩在脚下 你们嘲讽够了吗 够了就滚 拳头陡然松开 目光中流露出森寒的杀意 让十号还有彭良等人身体一正 大家看看 废物也变得伶牙利齿了 你要是能买得起百年灵药 我跪在这里 给你刻三个想通 十号双手还胸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连他都买不起 别说穷得叮当响的陈家陈正 眼神一亮 露出一抹坏笑 磕头不必 如果我能买得起 你们一人付我一万金币即可 他现在很缺金币 非常的缺 磕几个头有什么用 还是金币实在点 至于他们的嘲讽 早就被抛到脑后 陈正 你还真是不死心 依你所说 如果你买不出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跪在我们面前 学三声狗叫如何 赤野猴的儿子 要是学了狗叫 以后别想再严惩立足了 赤野猴一世英明尽毁 鹏良好歹毒的心啊 玉扇堂聚集很多人 在私下窃窃议论 赤野猴的儿子 不是废物吗 看他模样 不像是废物的表现 言辞犀利 面对史浩等人嘲讽 居然能隐忍下来 往常这个时候 陈正遭人嘲讽 第一是躲避 第二是回击 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次就被打死 是神秘小鼎中的液体 才侥幸活命 我看他是装的 废物这个头衔 岂是那么容易摆脱 他经脉天生淤色 纵然是千年灵药 无法帮他打通淤脉 面对一阵阵冷嘲热讽 陈正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让很多人一脸无语 有人摇头 二十岁之前不能开脉 一辈子都没希望了 陈正快十六岁 还在后天二重 希望几乎渺茫 师兄 既然这个废物要求 我们是不是应该成全他 鹏良带着细虐的口吻 条件是陈正提出来的 如果他们两人不答应 丢脸的 反而是他们鹏家 废物既然主动要求 我们就配合配合他 记住买几张记忆服 我要把他狗叫的样子 记录下来 以后可以天天观摩 陈玉这些年在朝中 得罪了很多人 田家跟鹏家就是其中之一 事业后刚正不阿 不屑于萧小同流合污 陈家没有什么产业 子嗣只有陈正一人 才有今日这般境遇 其他三大家族 人丁兴旺 有属于自己产业 家大业大 敢不敢赌 不敢赌就给我滚远一点 到底谁才是废物 赌不起就滚回家去 陈正急言立色 毫不客气 时间就是他的生命 他耗不起 不愿意跟他们废话下去 陈正 既然你自找羞辱 我们成全你 彭良眼神一冷 散发出浓浓杀气 今天彭家 去陈家被撵出来的事情 彭良自然知晓 彭家要是能拿到这个爵位 受益者正是彭良 可以凭靠爵位 一辈子吃喝不愁 享受皇家福利 口说无凭 拿出两万金币出来 彭某人一会输了赖账 一万金币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两人身上凑在一起 不一定有 所以陈正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废物 还以为你真的能赢啊 彭良大笑 十号跟另外一男一女 一起捧腹 被陈正逗乐了 一株百年灵药 价值一万多金币 这个废物也能买得起 我能不能赢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原来彭家大公子 是言而无信的小人 今日真是让我大开眼见 跟我这个废物相比 你们两个 连废物都不如 陈正的一番话非常恶毒 把彭家 说成言而无信的小人 反过来羞辱他们 连废物都不如 这要是坐实了 对彭家名誉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典型的装逼不成反背草 彭良跟十号脸色阴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一个废物反嘲讽一顿 感到颜面尽失 陈正 很好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如你所愿 四周传来阵阵讥笑声 刁难是你们提出来的 现在轮到陈正反驳 彭家居然无法应对 有些丢人现眼 我随时吼叫 先准备两万金币 再过来跟我谈 别在这里磨磨叽叽 老子没时间跟你们先扯淡 陈正反而不着急了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一副笑眯眯的眼神 盯着他们两个 面对两人的冷嘲热讽 陈正不仅没有动怒 反而三言两语 把被动变成主动 不少老人暗中思量 这个人还是之前 顶着废物头衔的陈正吗 你们两个 去彭家商铺 拿着我的令牌 兑换两万金币过来 没有金币 陈正不会跟他赌 彭良已经骑虎难下 不赌也得赌 不然他就输了 彭家在燕城有很多产业 作为彭家四公子 预知一些金币 还是可以的 一男一女离开了 彭良跟史浩 也找个地方坐下来 目光狠狠地瞪了眼陈正 后者居然无动于衷 一副眼观鼻 鼻观心 不论四周多少眼神 看向自己 都表现处之泰然 表情波澜不惊 单凭陈正这份星星 就引来很多人赞赏 史兄 他学狗叫的时候 要好好地记录下来 这样好事 一定会成为 烟成一个新的笑点 彭良喝了一口 御膳糖送过来的香名 没有避回任何人 放心彭兄 我已经病人 送来三张记录符 保证360度无死角记录 史号彭父大笑 围观的人摇了摇头 相比起心性跟定力 他们两人跟陈正相比 相差太多了 等了约莫斩茶时间 一男一女去而复返 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 里面装着两万金币 卡片不是人人都能拥有 两万金币 足足一麻袋 寻常百姓家 几辈子都花不完 彭家一月的收入 最多也就十万金币 公子 金币拿来了 打开袋子 一团金光从里面爆射出来 照亮整个御膳糖 四周传来 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很多人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金币 双眼露出火热之色 却不敢放肆 金币比成人拇指指甲盖略大一圈 比金业要厚一些 应该是纯金打造 上面雕刻大渊国的国灰 是一尊七头神鸟 看到金币 陈征眼神露出一丝火热 手里虽然有五万金币 毕竟只有一张卡片 没有这一麻袋金币看的直观 视觉冲击力更强 陈征 金币拿来了 现在开始赌吧 彭良已经通知御膳糖 百年成分的灵药拿出来 如果陈征买不起 当着众人的面 跪下来给他们两人磕头血狗叫 御膳糖是老牌药商 肯定有储存百年灵药 平常极少有人购买 放在仓库 一名轻衣小丝 匆匆跑进御膳糖仓库 去拿百年山餐 掌柜的 我需要三猪 麻烦一次拿出来 不用来回这么跑了 陈征还是很客气 三猪不仅可以医治母亲的身体 自己吞服 也能强身健体 增加体魄 从陈征清澈的眼神当中 掌柜的看不到一丝细虐 反而是真诚 点了点头 小丝很快跑进去 一次购买三猪百年成分的灵药 御膳糖好久没出现了 陈征 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 三猪百年灵药 看你会怎么死 十号发出阵阵冷笑 四方围观的那些人 眉头紧皱 如果购买一猪 倒有可能 一次三猪 难度却是太大了 最少需要四万多金币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 而不是真的有购买能力 陈征嗤之以鼻 今天就狠狠地扇他们一耳光 以报这些年羞辱之仇 请以小丝手里捧着玉盘 上面摆放 三猪百年成分的灵药 一株山餐 一株青羊果 还有一枚蓝骨草 陈公子 这是三枚超过百年成分的灵药 一共价值四万七千金币 掌柜很实在 没有因为他们赌斗 干涉行情 以最普通的价格 卖给了陈征 多谢掌柜的 这里有五万金币 在众人视线当中 陈征缓缓地掏出一枚绿色卡片 彭良还有使号 心里咯噔一声 意识到了不妙 卡片只有皇亲贵族才能使用 彭良身为彭家嫡系子弟 身上也没有卡片这种东西 出门带的都是金币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忽略了 陈征空手进来 身上最多只能装几十枚金币 谁会料到 他身上有绿色卡片这种东西 掌柜的也是一愣 能持有绿色卡片 非富即贵 都是烟成有头有脸的人物 难道陈征从哪里捡到的吗 哈哈 我知道了 这枚卡片一定是你偷来的 彭良突然大笑起来 污蔑陈征的卡片是偷来的 一个废物身上 突然多了五万金币 这太不符合逻辑了 陈征像是看白痴一样盯着他 如果是偷来的 一经使用 主人立即能发现 美媒卡片制作之初 是空白的 正式使用之后 必须由主人留下灵魂印记 以免被人盗用这么白痴的想法 也只有彭家的人才能想出来 在下佩服佩服 陈征一副嘲弄之色 现在轮到他反击了 当然要狠狠地把他们踩在脚下 堵住换成金币 陈征也是经过深思熟虑 输了让他们磕头 显然不可能 那样 彭家跟史家丢进脸面 弄不好会斗鸡跳墙 目前 陈征还不便跟他们硬碰硬 赢了赌斗又如何 他们两人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离开玉扇堂 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陈征目前实力 拦不住他们两人 将堵住换成金币 非常合适 恰好陈征急需金币购买灵药 彭良脸上红一阵轻一阵 十号手里还捏着记忆服 已经开始记忆 事情并非朝着他们想的方向发展 围观众人 发出鼻声 卡片这个东西 哪怕是当今人皇 也做不得假 谁敢盗用 除非不想活了 彭良刚才也是一时口误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被陈征狠狠地嘲讽一顿 不可能 你们陈家砸锅卖铁 也凑不出来一万金币 这没卡片 你从何而来 彭良生思竭力 脸上长成了猪肝色 这两万金币 是彭家的周转资金 只能临时动用 一旦输掉 彭家资金会陷入困境 两万金币 只想让陈征开开眼界 谁会料到 陈征真的能买得起 三株百年灵药 一股凉气 从脚底渗透到几两股 彭良身体打了一个哆嗦 时号也傻眼了 脸色一片煞白 这可是两万金币啊 说了怎么跟父亲交代 虽然是彭良垫付 堵住一人一万 时号也逃不掉 肯定会付给彭良一万金币 时号的身体 仿佛被掏空 吓得无力坐在椅子上 跟刚才趾高气扬的模样 判若两人 四方围观的众人 有惊恶也有诧异 这反转也太刺激了 陈征顶着废物头衔这么多年 突然能拿出五万金币出来 有些匪夷所思 有意思了 两万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彭家每月收入不少 养活那么多的下人 也是一笔不匪的开支 少了这些金币 彭家接下来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只能缩水开支了 暗中有人幸灾乐祸 彭家的口碑在言成不是很好 彭良吃扁 很多人还是乐意见到 往往有时候 同情弱者 也是人的天性 从一开始 大家对陈征 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 金币怎么来的 恕我不能奉告 反正不是你所说 卡片我偷来的 感谢二位慷慨解囊 两万金币我就笑纳了 赢了金币 陈征还不忘打击一句 陈公子 三枚灵药已经给您装好 掌柜的拿出一个袋子 里面放着三株灵药 卡片也还给了陈征 里面还剩下三千金币 背着金币 陈征大摇大摆地离开玉扇堂 嘴里还吹着口哨 留下一脸傻眼的众人 直到陈征背影消失 这才反应过来气死我了 彭良气得狠狠地 把手中杯子摔在了地面上 溅起一地的碎片 那些看热闹的人 纷纷离去 很快茶楼酒馆 传来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 赤野猴的废物儿子 在玉扇堂 赢了彭家两万金币 这个消息一出 轰动整个烟城 落过当铺的时候 花了十个金币 将母亲当掉的玉三子 赎了回来 顺便买了一些卤味 回到陈家 天色已经黑下来 到了吃饭时间 灵儿找遍整个陈家 不见陈征的踪迹 世子 赶紧吃饭 夫人等你半天了 见陈征背着一个麻袋 灵儿赶紧跑上前来 刚接过麻袋 差点压完小身板 只好屁颠地跟在身后 走 吃饭去 今天夹菜 陈征活了十几年 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 满面红光 背着金币走到餐厅 杨素已经等候多时 娘 我回来晚了 放下麻袋 走到桌子边 忙活了一天 肚子早就饿得呱呱叫 桌子上只有几个素食 非常清淡 你这笔猴子 一下午跑到哪里去了 杨素哭笑不得 只要儿子回来就好 倒不是很在意 灵儿 袋子里有两万金币 拿到账房去 以后我们不用天天吃素了 陈征满口都是米饭 含糊不清地说道 还是被杨素跟灵儿听清了 光荡 杨素刚端起的碗 突然掉在桌子上 米饭撒了一地 正儿 你说什么 你拿了两万金币回来 杨素冲到了麻袋边 解开一看 金光闪闪 照亮了整个餐厅 灵儿像是魔政了一般 傻乎乎地捧着金币傻笑 娘 以后你们不用再靠缝衣服 贴补家用啊 这个家以后 由我来照顾 陈家没有产业 靠母亲跟灵儿两人 接一些缝缝补补补的活 勉强度日 俸禄养活 陈家根本不够 正儿 你老实说 这些金币从何而来 是不是你把爵位卖了 杨素脸色铁青 像是审犯人一样 爵位是陈玉用命换来的 要是卖掉 夫君回来 如何交代 娘 您就放心吧 爵位谁也休想从我手里夺走 这些金币 是我用本事赚回来的 你们放心用 以后我会拿更多的金币回来 陈家也该修缮修缮了 多添一些吓人 陈征在规划以后的日子 在陈征发誓之下 这些金币来路光明正大 杨素才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吃完饭 陈征回到自己的院子 吩咐灵儿 任何人不得踏入 虽然今日赢了彭家两万金币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唯有实力才是一切 我要尽快提升修为跟战斗力 陈征心里很清楚 今日能赢彭梁跟史后 全因为他们大意了 下次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父亲离开之前 留下一座修炼室 以前不能修炼 修炼室一直闲置 如今可以修炼了 正好借助修炼室 魔力自己的武技 陈征暗暗说道 从床底下搬出来一个箱子 上面布满厚厚的一层灰尘 轻轻打开 里面摆放两本书籍 这是父亲三年前留下 希望他有一天能修炼的时候 派上用场 翻开第一本书 一幅幅图像出现在陈征面前 刘云刀 黄街中品 接着翻开第二本书籍 一个个活脱脱的影子 在他面前闪烁 书籍里面的人物 像是活过来一般 鬼影七步 黄街中品 这些都是陈征三年前留下 希望儿子有朝一日 疏通经脉 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 父爱如山 陈征岩脚有些湿润 抽出墙壁上挂着的一把长刀 随即摘下 离开院子 来到一处暗室 打开机关 石门缓缓打开 一股潮湿之气 扑面而来 很快 进入一座巨大石室 里面没有任何陈设 修炼室中 可以模拟各种景象修炼 走到石壁一侧 上面多出一个按钮 摁下去就能开启镜像投影 陈征还不清楚 镜像投影的具体作用 下面出现许多文字 介绍关于镜像投影的各种功能 模仿真实世界 魔力5G 模拟真人对战 提升境界 分为三个等级 简单 困难 恶魔 后面两个还没激活 是灰白色 开启镜像投影 四周景象顿时一变 陈征站在一片荒漠之中 四周刮起了阵阵狂风 黄沙漫天 遮挡住了她的双眼 单向选择 多向选择 界面弹出来 一个单向 一个多向 这个陈征不难理解 分为单一场景 跟多向场景 单向比如一种世界 多向会出现好几种世界 多向 选择多向 打算多魔力一段时间 选择挑战的种类跟数量 最多不能超过三种 界面上出现许许多的物种 大的身躯如大象一般 小的只有八掌大的老鼠 有些陈征认识 有些不认识 上面标着文字 它们的战斗力分析等等 第一种选择鼠类 第二种选择狼类 第三种选择人族 实力从后天二重到后天四重不等 一次递增 留给她的时间不多 尽一切可能 提升境界 镜像投影已经开启 陈征手握长刀 准备迎敌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像是万马奔腾 黑影靠近 一群低级妖兽 个头大概有家猫那么大 长着尖锐的爪子 吐蕃鼠 陈征选择的第一种物种 数量控制在一千头左右 陈征还是第一次跟妖兽交手 心里有些紧张 手持长刀 冲了上去斩 简简单单的一刀 却包含好几个变化 陈征以前修炼过 一直不得其门 能否修炼到圆满境 需要她不断地去磨练 鲜血横飞 土拨鼠作为一级妖兽 实力最低的一种 攻击力相对较弱 正好适合陈征这种菜鸟 滚烫的鲜血 喷射到陈征的脸上 完全是真实的世界 陈征甚至感觉到 鲜血散发出的腥味 长刀上面都是血迹 连杀十几头土拨鼠 一阵疲乏袭来 运转混沌神天诀 不断压榨身体 杀戮是最好的修炼方式 肉身得到极大的压榨 距离后天三重 越来越近 昨天吞服神秘液体的能量 还未彻底消失 隐藏在血肉下面 成功斩杀六十只土拨鼠 肌肉传来一阵鼓荡 境界逐渐攀升 跨入后天三重 实力发生了惊人变化 特别是流云刀 开始需要挥舞五刀 才能斩杀一头土拨鼠 达到后天三重 三刀就可以斩杀 速度明显提升很多 在猎杀的过程中 鬼影七步也逐渐熟练 神法飘逸 如同一道鬼影 随意地穿梭 摸不清楚 下一次出现在何处 土拨鼠被杀光之后 景象跟着变化 切换到第二场景 陈征站在一处草原上 选择的第二物种 狐狼 数量控制在一百头 几十头狐狼冲过来 露出獠牙 已经具备攻击力 神法更快 一个不慎 陈征左臂被一头狐狼爪子抓中 四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在镜像投影里面 疼痛也是真实的 完全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来不及包扎伤口 冲向狐狼 战斗到一起 陈征缺少实战经验 有些手忙脚乱 经过不断的磨合 鬼影七步跟流云刀的配合 越来越默契 陈征也克制住了内心恐惧 流云斩 手中长刀一个斜撩 做出诡异的姿势 连他自己都是一愣 这流云刀里面 包含太多的变化 有种无刀胜有刀的意境 咔嚓 一头狐狼冲过来 被陈征一刀破腹 鲜血混合长子流的到处都是 这更是刺激到剩余狐狼 一起扑向陈征 场面惊险万分 每头狐狼都具备后天三重的实力 力量消散得极快 这样下去 会被活活地累死 田家的阴谋 彭家的冥强 危机迫在眉睫 不敢浪费时间 倒入神秘液体 狠狠地咬了咬牙 将最后一滴液体倒入身体 一口吞浮下去 狂暴的力量 从神区之中迸射出去 力量节节攀升 神秘液体功效太强大了 好处是陈征的经脉 越来越宽 身体表层布满一层厚厚的污泥 都是从经脉之中逼出来 他的体质太弱了 换成其他人 早已将经脉之中的淤泥 清理干净 累了就休息一会 运转混沌神天诀 拓宽经脉 务必在三天之内 修炼到后天五重大圆满 将流云刀 还有鬼影七步 修炼到小城休息一个时辰 继续投入到战斗当中去 脚步连连晃动 那些狐狼不断扑空 陈征抓到机会 每一刀都能巧妙地落下 摆头狐狼耗费大半天时间 全部斩杀 气势也在节节攀升 准备突破 斩杀这么多狐狼 加上吞浮一滴神秘液体 经脉越来越宽 短短大半天 冲开两条经脉 全力冲击后天四重 更加强大的气势 横扫出去 终于跨入后天四重 陈征犹如梦中一般 连续突破两个境界 肉身的力量 依旧充盈 继续 开启镜像投影 已经两天时间 经历了无数次残酷厮杀 刀法还有身法 每天都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他的体质不好 智商却不低 两套武技 在他参悟之下 越来越熟练 场景又切换了 这一次不是荒漠 不是平原 而是一座人类城市 陈征站在街道上 在他面前出现十名男子 一个个身穿黑衣 手持长剑 第三个物种 人足 数量十 跟妖兽交手 对方智力不如人类 第三个场景 模仿人类世界 陈征双手握紧长刀 杀 时间紧迫 陈征主动杀了上去 鬼影七步已经娴熟 流云刀一出 四周到处都是刀影 十名黑衣人 应该也在后天四重 实力跟陈征相仿 黑衣人也动了 他们的速度一点不弱 他们懂得武技 一起配合 给陈征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是 一次中陈征大腿 鲜血淋漓 来不及处理伤口 另外一名黑衣人也到了 常见直逼陈征脖子而来 好狠 陈征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流云斩 突然拔刀一米 离地而起 长刀凌空斩下 做出数十个变化 笼罩十名黑衣人 陈征也是一愣 这流云刀竟然招中藏招 吞服两滴神秘液体 陈征的经脉 已经变成筷子粗细 里面的杂质 也看不到多少了 肉身还在不断变化 刀光灵力 划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陈征发现 他对战斗的意识 掌控能力越来越强 黑衣人显然没想到 陈征的刀法 变化如此之多 还有那鬼魅般的步伐 令人捉摸不透 烟城大部分人 修炼都是黄杰夏品 能修炼中品 绝对出自大家族 至于上品 非常极少 想要修炼黄杰吉品 只能去皇城了 那里才有 大部分都被皇室收藏 只有做出对皇家有贡献的事情 才能赐予修炼 刘云刀作为皇杰中品 充分体现了他的价值 出刀速度还是轨迹 都不是下品武技所能比拟 缥缈的刀法 让人捉摸不透 急速掠下 突然虚晃一招 右边三名黑衣人躲避不及 被刘云刀刺中 吃吃吃 鲜血喷射 三人脖子上留下一道细细的伤口 捂着脖子不甘地倒下 再来 脚步一踏 化为一道残影 经历了几番厮杀 身上多了几股血腥之气 只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少了三人 陈征压力大减 以他目前实力 应该可以抗衡后天五重了 继续磨练 刘云刀的熟练程度 还有待提高 看似一刀 里面包含的变化 远远超出陈征的预料 虚晃一步 避开左侧三名黑衣人的夹击 长剑几乎贴着他的身体划过 惊出一身冷汗 真的以为 老子奈何不了你们吗 一个蹦射 陈征脚踏七星 鬼影七步彻底掌握 化为道道残影 黑衣人已经扑捉不到陈征的影子 咔嚓 一人脑袋被斩飞 鲜血喷射足有三米多高 染红了陈征一惊 滚烫的血液 刺激到陈征的大脑神经 身体晃动 犹如豹子急行 手中长刀突然斜屁而下 演变成一道弧线 封锁住了三名黑衣人的去路 陈征对战斗的把控越来越高 吃吃 又是两人死在长刀之下 地面上到处都是鲜血 还剩下四名黑衣人 一脸疲倦 连续高强度战斗 体力消耗极其严重 拼了 陈征疯狂了 三天时间 打算连续突破三个境界 感觉自己的小腹 像是有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经脉传来死扯的痛楚 忍着剧痛 只有战斗 才能将之前的药效 全部融入到身体当中去 提到而上 这一次气势更盛 距离后天五重越来越近 已经过去两天之久 换成常人这样高强度的战斗 早就累趴下 残余的液体化为清泉 冲刷经脉 隐藏在暗中的一些细小经脉 都得到了锤炼 其经八脉已经显露出来 全部打通 就可以脉入开脉境 剩下四人陈征并不着急杀死 而是利用他们 继续磨练自己的刀法 出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角度也变得更加刁钻 每一刀出去 捉摸不到陈征到底刺向何处 让黑衣人顾此失彼 一道诡异的弧线 身后一名黑衣人 被斩断了双腿 倒在了血泊之中 腰之一扭 从三名黑衣人中间穿过去 出现在他们后背 尝到一个横切 三颗鲜红的头颅飞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气势陡然爆发 一股澎湃的力量 从他身体内部迸射出去 想要仰天怒吼 这就是后天五重的实力 短短三天时间 从一个废物 变成一名真正的舞者 陈征眼眶有些湿润 景象消失 陈征回到自己房间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三天时间 检查一下身体 突然大笑起来 经脉被拓宽的 犹如滔滔大河 里面血液奔流不息 相比一天之前 完全是天上地下不错 虽然是后天五品 经脉被拓宽之后 配合流云刀 后天七品 未必是我对手 陈征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收起长刀 换了一身衣服 浑身沾满从经脉当中 清理出来的污垢 有些难受 田家 一座偏店 里面站着三人 致命 鬼知道这样还能活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 田同很不理解 当日激怒陈征 逼着他擂台交战 被他一拳打碎了后炉 必死无疑 爹相信你 这次不死 还真是一个麻烦 田经义对自己儿子很相信 不会撒谎 更不会欺骗自己 爹 是不是陈御回来了 能击败曹管家 逼着他道歉 很不正常 彭家要挟陈家的事情 田家早就收到消息 陈征不仅没死 还能活蹦乱跳 事情有些诡异 田一灵眉头微皱 说出自己观点 燕城田家 是皇城田丞相的祖家 家主田不惠 生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田经义 二儿子田无极 小儿子田恋 家族大小事情 都由田经义经管 他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田山 在轩陵院学习 已经突破开迈进 二儿子田同 三日前 擂台打死陈征 三儿子田院 基本就是一个废物 每天就吃喝嫖赌 小儿子田一灵 天赋奇高 跟彭宇齐名 已经被轩陵院录取 无需考核 只等秋季狩猎结束 秋季狩猎 三十六座大城 每年都会有一次 获得前十 方有资格 进入轩陵院学习 你叔叔传递回来信息 陈御应该还在边陲 好像出现重大变故 无法脱身 具体信息 还不清楚 我们要加快脚步 只有杀了他儿子 才能逼他造反 借助人皇的手 消灭赤野后 从此我们田家 独霸朝纲 他们口中的叔叔 正是田无极 天赋奇高 文韬武略 短短几年功夫 做到这种高位 绝非一般人 田家排行老二 连田经义 见到他这个二弟 都要客客气气 父亲 传言赤野后死了 到底是真是假 田一灵很好奇 三年了 传言赤野后已死 没有一个准确消息 具体信息 你二叔也没告诉我 此事 你们不要多问 我们要做的 尽可能逼他造反 田经义沉印一下 关于赤野后的消息 他知道也不多 如果赤野后已经死了 我们这么做 岂不是多余 田同插了一句 连二叔都不知道 赤野后具体下落 杀不杀陈征 意义不大 就算真的死了 也要按照计划行事 他手底下的百万雄兵 只服从他一人命令 那个小杂种 顺利继承爵位 即可掌握一部分兵权 绝不能让他得逞 田经义说出重点 陈家大军 只服从陈玉一人 陈征只要拿到爵位 即可接过父亲手里的兵权 对田家来说 不是好消息 父亲 我听说人皇已经老了 唯一的儿子 还是废物一个 只要我们灭掉赤野后 手里大军 从此以后 整个大冤国 落入我们田家 田一龄既然说出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 父子三人 没有一丝愧疚 反而觉得理所应当 此事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眼前最要紧的事情 逼着赤野后造反 田经义挥了挥手 让田一龄注意 有些话不要乱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人皇再老 在位几十年 培养大批心腹 这几年田无极没少笼落 依旧不够 最大的障碍 正是来自赤野后 手里握冰百万 父亲 要不要我再去做到他 田同站出来 欲要第二次出手 灭掉陈征 不接 明天秦哥拍卖场 会有一场拍卖会 听说有炼体液出售 这是一次机会 一龄已经被轩灵怨入取 你二叔的孩子 早已突破开卖镜后期 你们也要抓紧了 谁不想望子成龙 大儿子已经不用操心 突破开卖镜 三儿子废物一个 已经放弃 田一龄天赋其高 不必担心 唯一让他操心 只有田同了 买到炼体液 争取最后一个月 帮助田同突破后天七重 炼体液无疑是最好的提升媒介 听说有炼体液销售 放弃手里所有事情 参与争夺 听到炼体液 田同眼神一亮 他卡在后天六重 已经有段时间 欠缺一个契机 想要进入轩灵院 唯有达到后天七重才有机会 炼体液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一共就二十个名额 彭家 史家 还有田家瓜分 去掉几个内定名额 今年的争斗 尤为激烈 一日凌晨 陈征从修炼当中退出来 今天是炼体液拍卖的日子 匆匆吃完早饭 穿好衣服 神清气爽 大步朝秦歌拍卖场赶去 三大家族都收到消息 一早赶往秦歌拍卖场 还有许多富豪以及商户 纷纷赶往 炼体液市面上很少见 除了田家 彭家 以及史家 燕城还有很多小贵族 纷纷参与进来 能得到一瓶 有很大的机会 让子嗣后代 进入轩灵院学习 光宗耀祖 陈征赶到的时候 秦歌拍卖场已经人满为患 低估了炼体液的价值 找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坐下 大部分地方都被人占据 尤其田家 霸占一大片区域 碍于田家地位 大家敢怒不敢言 彭家跟史家 霸占一片区域 留给其他人的地方 所剩不多 还没开始 阵阵嘈杂声 从四方涌过来我听说 今天秦歌拍卖场 拿出三瓶炼体液拍卖 我记得上次拍卖 还是三个月之前吧 在陈征不远处 坐着几名青年 身穿绫罗绸缎 并非王侯将相之子 应该是燕成一些商户子嗣 没有地位 手里却有大批金币 没错 只要我能得到一瓶 即可突破后天七重 争取秋后狩猎 获取一个名额 成为轩灵院学员 三人谈得火热 陈征的到来熟视无睹 陈征大名 燕成无人不知 认识他的人 还真不多 平常他很少出门 穿着粗布罗衫 就算遇到 也认为是普通人 太难了 我听说田家发下狠话 势在必得 最少要买到一瓶 中间男子叹息一声 他们虽然不缺钱 身份地位 跟这些大家族相比 相差甚远 真的抢夺 还是低人一等 看情况再说吧 一共就三瓶 他们三家抢夺 必定正得头破血流 我们看热闹就行 也不枉此行 右侧青年看得很开 买不到炼体验 能凑凑热闹 还是很不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田家大人物 纷纷降临 田精益带着田童 还有田一灵 出现在众人视线当中 看到田童的那一刻 陈征眼神一缩 一缕不经意的杀意 倾泻而出 当日就是他 在擂台上击中自己后炉 险些死掉 这个仇一定要报 接着 彭家还有史家 大人物纷纷赶到 彭承亲自前来 彭宇跟在身后 让陈征有些震惊 彭家最可怕的人物 正是这个彭承 实力极强 达到开麦境后期 彭宇是他小儿子 当日来到陈家 三番五次羞辱 结果被陈征 强横反击回去 史家阵容也不弱 史真前来 他是史号的父亲 输掉一万金币 很是震怒 差点杀到陈家 除了他之外 史家还来了不少人 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为了能得到练体业 高手进出 中间灯光一点点亮起 爱玲娜身着旗袍 犹如一只成了金的狐狸 身上散发出极其魅惑之力 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 出现的那一刻 很多人呼吸突然变得急促 场面一瞬间静下来 长相并非那种绝世美女 也是万中无一 她的身材绝对是极品 上次陈征已经领教过一番 火辣的身材 穿着暴露一些 撩动病发 四方爆发一阵阵吞咽唾液的声音 欢迎大家前来捧场 情歌拍卖场 有好些日子没有开启了 今天拍卖的东西 大家想必都知道 除了三瓶炼体液 还会拍卖一些小东西 拍卖现在开始 目光横扫一圈 身后走出来几名侍女 手里托着盘子 摆放着次要拍卖的物品 陈征的三瓶炼体液 正在其中 闲话少说 不耽误大家宝贵时间 现在正式开拍 第一件商品 120年成分灵药 起价1万金币 倒也不贵 价格很合理 100多年成分的灵药 很珍贵了 能生筋骨 活白肉 一番竞争 最终被田家 以2万金币拿下 彭家跟史家的目标 试炼体液 百年灵药 他们不缺 第二件商品 是一把短剑 应该是繁器极品 被一名富商买走 欣喜若狂 兵器也分等级 普通人使用 大部分都是繁器 达到开卖镜 可以炼制利器 吹锚断发 神兵利刃 至于天刚镜 需要打造钢器 才能承受内力外放 东西一件件减手 陈征从未出手 因为她没钱 迎来的金币 2万金币 全部给了母亲 当作家用 现在起拍炼体液 抵价2万金币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00 爱琳娜拿出链体液 围着台子走了一圈 美目流转 引来无数口哨声 3万 话音一落 田津义漫不惊心地 爆出一个价格 陈征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价格越高 当然越合适 她得到的金币更多 3万5 彭城同样是漫不惊心 加了5000金币 三大家族 每年的收益 都在几十万上百万之间 除掉开销 还剩下不少 4万 使真说话了 买到链体液 意味着使家 有机会争夺更多的名额 让家族弟子 进入轩灵院学习 出人头地 三人你争我夺 谁也不肯相让 短短几分钟时间 价格飙升到6万大关 彭家退出 已经超出链体液的价值 好的链体液 价格基本在3万到5万之间 临近秋季狩猎 为了让家族弟子 更好地夺取 进入轩灵院学习的名额 竞争激烈 卖到6万 倒也说得过去 我出7万 突然一道声音 打断了田经义 跟史珍的竞价 是燕城第一富翁 他竟然也来了 突然冒出来的声音 引起了所有人注意 坐在陈征前面三名青年 发出一声惊呼 甲百万 没想到你也要横插一脚 田经义有些不高兴 甲百万号称燕城最富有 城中大部分产业 跟他都有关系 本身修为也不低 出身不好 并非贵族 手底下养着很多侍卫 除了地位不如三大家族 论财力 燕城当属第一 田兄说笑了 既然是拍卖会 价高者得 甲百万很胖 一个人坐着两个位子 身边还坐着两名侍女 往他嘴里送着水果 无法想象 这样一个胖子 居然是开卖镜 7万5 田经义狠狠瞪了一眼 继续加价 已经是天价了 陈征心里笑开了花 拍卖还在继续 最终第一瓶炼体液 被甲百万获得 花费了十万金币 不愧是财大气粗 接下来是第二枚炼体液 失去一次机会 只剩下两瓶 三大家足红了眼 跟刚才一样 起拍价还是两万 我出五万 田经义豁出去了 来的时候夸下海口 买下两瓶 六万 彭家也意识到 炼体液珍贵 秋季狩猎 不容有失 往年田家名额最多 这次一定要找回来 七万 史珍说话了 价格一升再升 除了甲百万之外 无人喊价 一直是他们三人在争斗 八万 田经义继续加价 接近底线了 八万一 毕竟金币不是大水冲来的 史珍加了一千 惹来一阵阵笔一声 彭家退出 不愿意冲当冤大头 田经义突然放弃竞争 让很多人一头雾水 第二瓶链体液被史珍买到 恭喜史珍获得第二瓶链体液 史珍很开心 八万一的价格 要比第一瓶便宜很多 比正常价格高 比第一瓶便宜 还是觉得赚到了 这就是人性 人的心理 你吃亏 我比你少吃亏 这就是赚了 现在拍卖第三瓶链体液 史珍买到一瓶 第三瓶退出竞争 只剩下田家跟彭家 看彭家的意思 购买的欲望不是很强烈 每次都半到退出 估计最后一瓶 花落田家 田经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我出三万 这次很奇怪 田经义加价一万 史珍退出 只剩下彭家跟他抬价 彭兄 这一瓶我势在必得 如果你放弃 我称你一个人情 只要彭城退出 田经义以最低价 买到一瓶炼体液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何主动放弃第二瓶 他已经看出来 彭家并无购买之意 不愧是一家之主 果然够老了 人群在窃窃私语 放弃前面两瓶竞争 只要搞定了彭家 在场之人 谁敢跟他竞价 真是老谋深算 这瓶不出意外 将会以最底价成交 虽不满 面对强横的田家 又能如何 燕城 田家说一不二 彭家跟史珍 都要仰仗他们鼻息 谁让田家出现 田无极这个大人物 好说好说 得到田经义一个人情 价值还在炼体液之上 彭城居然真的放弃了 这一幕 让艾琳娜露出一丝错愕 拍卖出三万 只是一个低价 很不理想 她的预料 不会低于五万 拍卖会 公平竞争 人人都有资格 参与竞价 艾琳娜声音很有魅惑 一番话说出来 还真有不少人蠢蠢欲动 那可是炼体液啊 帮助他们打凹肉身 争取最后一个月 净升一步 田经义目光横扫一圈 那些有想法的商铺老板 还有些小贵族 纷纷低头 换成鹏家跟史家 也许会竞争 田家还是算了前些日子 有个商铺老板 得罪了田家 听说第二天 酒楼换成了田家招牌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价格定格在三万 无一人继续加价 艾琳娜女士 没有人继续加价 是不是可以落锤了 田经义催促到 赶紧结束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三万第一次 按照流程 需要询问三次 确认无人继续加价 才能落锤 三万第二次 四周静悄悄的 许多人陆陆续续 朝外面走去 拍卖会即将结束 不出意外 最后一瓶花落田家 三万第三 我出五万 锤子停在半空 正要落下 一道声音响起 打断了艾琳娜 百道目光 齐刷刷朝一个角落看过去 包括艾琳娜 还有田经义 锤子不落下 竞价就有效 这是规则 陈征 竟然是他 坐在角落 一直被人忽视 坐在他身边的几人 并不认识他 田同发出尖叫 一眼认出来 被他打碎后炉的那个人 为何还能好好地坐在这里 陈征 谁是陈征 众人疑惑 并不知道陈征是谁 不会是那个废物陈征吗 严惩除了那个废物陈 难道还有第二人吗 无数嘲讽声 从四面八方袭来 陈征无动于衷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想要三万买走练体验 他第一个不同意 开什么玩笑 他一个废物 哪里来的金币 我听说陈家穷的 都要吃不起饭了 一名锦衣少年 发出一声冷笑 一副高高在上 语气充满嘲讽 那是老黄历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就在前几天 他花费五万金币 在御膳堂购买了 三株百年灵药 当日在场的人 纷纷站起来 这个消息并未传遍 整个烟城 在小范围扩散 听到五万金币 结合当天送来的炼体液 艾琳娜嘴角 露出一丝迷缘的笑容 嘶嘶嘶 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从四周响起 单凭拿出五万金币 还是手持卡片 这就不简单 那些讥讽沉争的人 犹如吃了臭鸭蛋一样 臭不可闻啊 嘴巴张得老大 许多人这几日不在烟城 对几日前发生的事情 自然也不知晓 不会吧 难道是赤野猴回来了 提及赤野猴 嘲讽的声音小了很多 切 赤野猴死了三年了 怎么可能回来 有人嗤之以鼻 三年没有回来 一定凶多吉少 猴府三年前多么风光 才三年光景 沦落到不如一户普通人家 陈正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跟我们田家竞价 别人怕赤野猴 他们田家却不怕 田同站起来大声呵斥 一个废物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得到一枚卡片 目光落在田同身上 杀意涌出 田同 我们的账仪会慢慢算 拍卖会结束 还是三日前的擂台 签下生死状 生死不论 如果你们田家怕我竞价 尽管放弃 没有人会嘲笑你们 陈正深吸一口气 牙抑心里怒火 等拍卖会结束 诛杀田同 好 谁不来就是孬肿 田同笑了 正愁着没有机会 上次被他侥幸活命 这次绝对不会再给他机会 签下生死状 就算赤野猴回来 也奈何不了 一场拍卖会 引发了生死之战 谁也没有预料到 陈正最后一句话很恶毒 田家放弃竞价 没有人会嘲讽你 刚才田经义夸下海口 势在必得 拿下最后一瓶炼体液 七万 田经义加价了 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田家丢不起这个人 一旦传出去 对田无极名望很不利 陈正就抓到这一点 不论加价多少 田家都会跟 这关乎面子 传到京城 对田家名望 产生极大冲击 八万 九万 价格飙升到九万 陈正在加价 那就是十万 十万 犹豫了一下 还是加价了 跟甲百万买到的价格一模一样 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这小子疯了 十万金币 陈家砸锅卖铁也买不起吧 都认为陈正疯了 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三大家族 一般人还真拿不出来 十一万 田经义咬牙切齿地爆出这三个字 心都在滴血 恭喜你 他是你得了 陈正突然叹了贪手 一副你赢了的样子 让很多人意识到不对劲 这是给田家挖坑啊 陈正 你混蛋 胡乱抬价 田同发现不对劲 陈正压根就没打算购买 故意哄抬价格 让田家花费天价购买 不好意思 刚发现今天出门没带金币 陈正话音一落 雷倒一群人 妈 没你这么玩人的 身上没金币 你掺和什么 让田家白白花了十一万购买链体验 无数人憋着笑 脸色都憋红了 哈哈 终于有人忍不住 放声大笑 谁会料到是这种结局 田家被人挖坑了 关键挖了坑 他们还自愿跳进去 作弊 他作弊 没有金币 参与竞价 应该逐出去 做不得数 田童站起来 让爱琳娜将他清理出去 此人扰乱秩序 田家不在乎十一万金币 在乎的是名声 这是耻辱 被小小的蝼蚁设计陷害 如何咽得下着口气传出去 田家名誉扫地 田精一双拳紧捏 杀一凛然 不好意思 我们情歌拍卖场 从未清除过一人 拍卖自由竞价 如果这位陈公子 属世拿不出金币 我们情歌拍卖场 自会追究他的责任 爱琳娜微微一笑 目光落在陈正脸上的时候 做出一个俏皮的表情 让陈正一愣 难道这个妖精 发现什么了吗 当日两人靠得很近 希望没有识破他的身份 这番话说出来 合情合理 竞价到最后一刻 如果陈正赢了 拿不出金币 秦歌拍卖场 自会追究 情况反过来了 田家获得竞价权 成功购买炼体业 田家虽然狂妄 对秦歌拍卖场 却很忌惮 田童还想再说什么 被田精一摁住 让他不要继续说话了 这个世界 有一种职业 非常稀少 那就是炼药师 恰好 秦歌拍卖场 有一尊炼药大师 不受任何皇权约束 就算是皇朝 都要极力拉拢 这年头谁修炼 不受个伤 丹药自然成了 最受欢迎的宝物 更加可怕 秦歌拍卖场 背后站着炼药工会 别人不懂 田精一却无比清楚 这些信息 都是二弟传回来 谁能得罪 谁不能得罪 记得比谁都清楚 炼药工会每个国家都有 是每个国家必争的势力 想要让一个国家强大 但要必不可缺 在炼城 秦歌拍卖场规模并不大 田家忌惮是他背后的势力 而不是秦歌拍卖场 心不甘 秦不愿地拿出十一万金币 高出市场五倍的价格 买到最后一瓶炼体液 拍卖结束 陈征 一个时辰之后 我们擂台见 田家第一个退出拍卖场 临走之际 田同大声呵斥一句 转身离开拍卖场 前往擂台 陈征急迫约战 不是没有道理 不杀田同 心里这口恶气 无法消除出去 让他很难受 这会影响他修炼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跟田家已经不死不休 多杀一个是一个 这小子疯了吧 前几日被田同差点打死 还要约战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好不容易活下来 不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吗 怨不得他 上次差点被人杀死 换成是我 也会找回来 有仇不报废君子 支持陈征的人较多 不论生死 这深骨气 值得他们尊重 刚出拍卖场 迎面走来一人 跟他轻轻触碰一下 转身离开 陈征也没在意 人太多了 相互触碰倒也正常 找到一处无人之地 换上一身黑袍 转头回到拍卖场 接待他的 还是贺兰 斩查时间 艾琳娜换了一套衣服 出现在陈征面前 你们出去吧 挥了挥手 侍女跟贺兰走出包间 留下他们两人 陈征坐在皮质椅子上 艾琳娜突然靠近 坐在她身边 香气扑鼻 很是好闻光滑细腻的 大长腿 突然朝陈征靠近 轻轻地在陈征腿部摩擦 咕咚 陈征咽了一口唾液 挪了挪身体 两人之间隔开一段距离 长话短说 练体也应该卖出去吧 我是来拿剩下的金币 压低声音 掩盖掉原本稚嫩的声调 你这么着急 拿到金币 艾琳娜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坐在一旁 优美的姿态 配合完美的线条 太有视觉冲击力 尤其那饱满的位置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是我们之间约定 我还赶时间 陈征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她开始怀疑 艾琳娜是不是妖精转世 放心 金币少不了你 为了庆祝我们第一次合作 这次我们情歌拍卖场 不收取任何费用 拍卖得来的所有金币 尽数归你 艾琳娜站起来 拿起高脚杯 倒满红色的液体 淡淡的酒香 在屋子里面弥漫 来 庆祝我们第一次合作 那时候露出半截手掌 艾琳娜突然笑了 成年人手掌 跟少年手掌 一眼便知 陈大师 能告诉我 上次拿走的五万金币 做什么用途了吗 放下杯子 艾琳娜询问道 金币迟迟迟没送过来 让陈征很是焦急 这是我的私事 不便奉告 站起身子 她跟田同还有约战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 那好 我就不耽误陈大师过多时间 拍了拍手 包间大门打开 侍女手里端着盘子 放着一枚绿色卡片 这次获得所有金币 全部在里面 里面一共是三十万金币 我凑了一个整数 毕竟我们还是占便宜了 剩余两瓶 艾琳娜并未拿出来拍卖 他们琴歌拍卖场 的确赚了很多 先预付的三万定金 并未扣除 还多付了陈征不少金币 五瓶炼体液 一共拿到三十五万金币 远远高出陈征的预料 也没客气 拿起卡片 告辞 抱了抱拳 转身离开 距离一个时辰 越来越近 离开不久 包间另外一扇大门打开 霍大师走出来 霍大师 是那个小子吗 艾琳娜表情突然变化 一脸正惊 身上的魅惑之气 消失得一干二净 九成是他 他退出拍卖场的时候 我故意安排人 在他身上撒下一滴暗夜香 常人闻不到 刚才进来的时候 他身上的确散发出暗夜香的味道 霍大师郑重地说道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这小子隐藏得还真深 外界传言他是废物 他这几日的表现 有些超乎常理 一定有人暗中帮他 可能是一尊伟大的炼药师 才能让废物变成天才 艾琳娜说完 将杯中的红酒 一口喝下 炼药师分为很多等级 霍大师只能算是炼药师中最低等 我很奇怪 严惩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不可能引来强大的炼药师 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资质 最少需要弃品炼药师身份 这是霍大师最疑惑的地方 想不通 也想不明白 卸掉黑袍 陈震万万想不到 他的身份已经泄露出去 反正以后没打算 继续跟情歌拍卖场合作 得到三十万金币 够他使用一段时间 距离一个时辰 还有一炷香时间 距离比斗时间越来越近 飞速朝擂台赶去 武道成风 避免不了打斗之类事情发生 在烟城许多地方 修建不少擂台 方便那些有恩怨的舞者 登上擂台 公平决斗 分为两种 一种单纯解决恩怨 另外一种 则是生死决斗 不死不休 上次稀里糊涂 被田同激怒 签下生死书 被他一拳击中后脑勺 险些死掉 擂台四周 聚集数千人 听说有人决斗 从远处赶来 陈征那个废物 又要跟田同约斗 拍卖场发生的一幕 除了在场一百来人知道 大部分人并不清楚 是谁登台决战 这个废物命还真大 上次那样都没死 大量的冷笑声 在四周响起 田同已经登上擂台 田经义并不在现场 田一林还有田家一名长者 留在此地 以免发生突发情况 加快脚步 时间快到了 迫不及待地 想要杀死田同 陈征有种错觉 有股怨念缠着他 可能是来自对田同的怨恨 只有杀了田同 这股怨气才能消失 彻彻底底 重火一回 这是他主动约战的 最直接原因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 这废物 不会是害怕不敢来了吧 大量的嘲讽声 在擂台周围响起 废物就是废物 走了狗屎运而已 他敢来 肯定是死路一条 支持田同的人很多 更多是拍马屁 跟田家搞好关系 陈征来自某个小贵族的公子 一直在巴结田家 是吗 那我这种走了狗屎运的人 是不是可以教训你一顿 一道冰冷的声音 突然在锦衣少年身后响起 接着飞起一脚 锦衣少年飞出去 憋了一个狗吃屎 我认你很久了 三番五次的嘲讽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鬼影七步化为一道残影 站在锦衣少年面前 右脚狠狠地踩下去 一口鲜血喷射 是陈征 他来了 还未登台 四周阵阵嘲讽声 差点将他淹没 尤其是这名锦衣少年 口口声声说他是废物 在拍卖场连续蹦出来好几次 嗨嗨 一口口鲜血 从锦衣少年口中喷出 脸色为敏 他疯了吗 上来就伤人 人群自动让开 腾出一块空地 只有陈征跟锦衣少年 一个站着 一个躺着 你嘲讽我这么多次 来而不往非理也 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吧 右脚一点点地踩下去 锦衣少年露出满脸惊恐 陈 陈公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是混蛋 您大人大量 求求您饶过我 我可以给您磕头 太晚了 强横的气静冲击下去 丹田破裂 从此以后只能做一个废人 锦衣少年吓得屎尿七出 身体犹如筛糠一样 瑟瑟发抖 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惊了无数人 这一幕 连台上的田童露出一丝吃惊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陈征突然杀出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锦衣躺在地面上 双眼空洞 失去丹田 意味着永远都是废物 转身朝擂台走去 至于锦衣少年 只是一个插曲罢了 算是杀鸡儆猴 自始至终 田童没有说话 田一灵目光露出浓厚的杀意 坐在擂台一角 这是生死状 一旦签订 双方不死不休 下了擂台 不准找对方任何麻烦 给你们一分钟的思考时间 一尊老者站出来 手中拿着两份生死状 每座擂台 都有专人打理 并非想上就上 比如这座擂台 使用者需要交付一定的金币 作为擂台维修费用 这是城主定下的规矩 每年擂台破损太严重 城主府没那么多经费修缮 规矩一出 打斗的事情减少了 燕城的治安 在十六成 算是最好的一个 一举两得 不仅提升燕城的治安情况 还多了一笔修缮资金 不得不说 城主的确是一个经营天才 属于陈征的金币 田童一并交了 因为他怕陈征交不起费用 错过这场生死战 不用考虑了 陈征接过生死状 签上自己的名字 交给老者 田童同样如此 并未犹豫 收起生死状 一股冥冥之力 笼罩下来 降临擂台 生死决斗 正式开始 陈征 你还真是命打 上次伤得那么重 还能活下来 今天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会拧断你的脖子 田童揉了揉拳头 后天六重 力量超过千斤 可土虎 杀狼 加上田童本身又是很辣之辈 这一战 没有人看好陈征 面无表情 面对田童的嘲讽跟冷笑 无动于衷 出手吧 不愿意跟田童过多废话 必须一个月突破后天八重 才能在秋季狩猎活下来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废物 就算你走了狗屎运 还是废物 田童发出讥笑 身躯一动 拳头袭来 直奔陈征面门 的确心狠手辣 杀了他 快点杀了他 全境形成的那一刻 擂台下面爆发出强烈的大叫声 让田童赶紧杀了陈征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演绎得淋漓尽致 如果不是赤眼猴之子 恐怕早已死在烟城 真武大陆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力量才是一切 在某些时候 当力量超过一切 凌驾于黄泉之上 拳头眨眼急到 发出一连串的破空声 奇快无比 擂台用坚硬的轻石打造 一般的力量 无法伤其分毫 田童弹势而起的那一刻 轻石上留下几道淡淡的脚印 雷霆之势 一击致命 眼神一冷 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气 从陈征双眸爆射出去 他等这一天太久了 压抑在心底的怨恨 一股脑地爆发出来 从今天起 我要将嘲讽 侮辱我的那些人 永远踩在脚底下 就从你开始 凌力的气势 喷不而出 肆意蹦射 他 他竟然突破之后天五重 人群传来阵阵惊呼 包括田童 露出一丝意外 拳头已经到了空中 无法撤退 田一灵眼神一缩 没想到陈征隐藏这么深 折服这么久 到底是为了什么 哼 突破后天五重又如何 我照样杀你 后天境界 每突破一次 力量都会提升很多 两人看似相差一重 在力量上 五重跟六重 相差三百斤到五百斤左右 田童牛高马大 从小得到极好培养 绝对是后天六重当中佼佼者 同等境界 击败他的人不是很多 杀我 陈征发出冷笑声 脚踏七星 犹如一道彩蝶 穿梭在擂台之上 巧妙地避开 田童绝杀一击 碰 空气传来一阵波动 拳法落空 陈征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一招落空 继续攻击 施展田家绝学大风拳 拳法一出 犹如阵阵狂风 在擂台肆意呼啸 吐起胡落 大风拳刚靠近 陈征的身体再次消失不见 毫无征兆 鬼影七步越来越娴熟 碰碰碰 一拳连着一拳 拳拳落空 陈征依旧在躲避 他要适应后天五重 突破之后 还未真正战斗一场 陈征 你这个孬种 有本事出手啊 擂台下的嘲讽声 还在继续 一浪高四一浪 田童很憋屈 在台上转悠了半天 头昏眼花 还没摸到对方影子 内心很是焦急 后天六重 也不过如此 残影一点点合并 陈征脸不红 气不喘 让田童恨得咬牙切齿 刚才只是试探 自己跟后天六重差 去在哪里经过一番较量 对后天六重的力量 还有技巧 全部掌握 你这个废物 仗着修炼一门身法 就觉得了不起 让你知道 我大风拳真正威力 田童面目猙獰 整个人看起来 如同一头发了狂的野兽 四方意论声消失 方圆百米 陷入死一般寂静 双手合并 手臂上肌肉一块块隆起 大风拳最厉害的一招 力量凝聚一起 施展出来 犹如狂风过境 大风归系 田童的头发 自己炸开 在他周围 出现一股狂风 吹得陈征衣服 烈烈作响 已经无法闪避 擂台之上 到处都是田童的残影 突然消失 双拳碾压而下 废物 受死吧 怒吼一声 可怕的飓风 吹乱了陈征的发迹 一头长发甩落 搭在肩上 整个人显得更是玉鼠凌风 身影眨眼极致 奇怪的是 这一次 陈征没有选择闪避 静静地等待这一拳 这小子疯了吗 刚才一直闪避 遭遇大风归息 居然站在原地不动 众人看不懂 到底陈征葫芦里面 卖的什么药 这几年死在这一拳下的武者 不知反击 田童的身体 一点点在陈征瞳孔之中放大 两人相隔不到三米 你可以死了 陈征平淡无奇地说出五个字 没有一丝气息波动 双拳举起来 混沌神天觉运转 恐怖的距离 蹦射四野 笼罩整个擂台 好可怕的气势 众人骇然 皆是震惊 围观的那些人 处于震惊状态 陈征的气势 怎么会如此之强 一股澎湃的神力 从他身体迸射而出 田童意识到不妙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处于战场中心 第一个感受到 从陈征身体里面 爆射出一股 让他骇然的力量 哄 两人身体陡然冲击在一起 溅起了无尽的气浪 朝四周涌去 形成的狂风 让擂台四周观战之人 无法睁开眼睛 如同强风过境 所过之处 碎石乱飞 地面上的侵蚀 被震碎好几块 咔嚓 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在擂台上空响起 接着是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我的手 田童的双手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骨头 上面的血肉 化为积粉 被全境震碎 钻心的痛苦 让每个人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的一幕 他们无法接受 手臂上的骨头 一寸寸裂开 正常人早就痛得晕过去 田童还在咬牙坚持 刚才一拳 仿佛击中一尊大山 反馈回来的力量 轻松击碎他的血肉 经脉锻炼 被混沌神天爵改造过的身体 服用神秘小顶中的液体 陈征的肉身 堪比后天巴重 垃圾 受死吧 得势不饶人 既然是生死战 当然不死不休不杀田童 势不罢休 一脚狠狠地踢在田童的丹田上 一切来得太快 等田一灵反应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咔嚓 犹如鸡蛋碎裂 失去丹田 这辈子田童不可能修炼到开麦境 永远是一个废物 让你尝尝做废物的滋味 身体犹如弯曲的大虾 被踢中小腹之后 身体卷缩在一起 爬在擂台上 直不起身体 痛得泪水都流下来 双手除了森森白骨 一点不剩 手臂的骨头断裂 无法支撑身体 只能这样跪在陈征面前 突如其来的一幕 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怎么会这样 田童败了 败得很彻底 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被陈征无情地毁灭 田一灵的脑袋嗡嗡的 一时半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哥哥败了 丹田被碎 双臂断裂 从此以后 只能做一个废人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大 为何几天前被田童吊打 众人这才回过未来 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符合常理 废物逆袭了 一步步朝田童走过去 犹如死神脚步 每一步靠近 田童的心就会揪起来 陈征 你给我站住 敢杀我哥哥 我要废了你 田一灵大声吼道 要让陈征站住 这是生死擂台 一旦签订 任何人不得干涉 负责看守擂台的老者 看了一眼田一灵 只要他不登台 正常说话 不予理会 田一灵在台下叫嚣 四方围观的群众 处于呆滞状态 田童输了 三日之前 同样的擂台 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对手 三日之后 还是相同的地方 对手不变 连战况都惊人的相似 只不过 情况反过来 田童这一次 被踩在脚下 咔嚓 一脚踩在田童的胸口上 令人牙酸的骨头断裂声 在众人耳边回荡 田童胸前的骨头 一寸寸裂开 嘴里喷射血沫 进气少出气多 离死不远了 这一幕 震害了无数人 陈征残酷手段 让刚才嘲讽他的那些人 打了一个冷战 宛如一阵冷风 吹过他们几两骨 不自觉浑身哆嗦 田一灵还在凄厉地吼叫 嗓子都哑了 犹如一头野兽 在原地咆哮 远处 出现一男一女 女的身材高挑 长相绝美 穿着紧身旗袍 引来无数路人驻足观望 小家伙 有点意思 你背后到底站着谁 让你如此大胆 敢伤害田童义的儿子 爱玲娜眼眸中 流露出一丝赞赏 佩服陈征的胆量跟手段 他还是太操之过急了 隐忍这么多年 应该再忍一个月 认为陈征太莽撞 在隐忍一个月 拿到进入轩灵院资格 等于拿到了护身符数千人 静静地看着田童一点点死去 胸前塌陷 被陈征活生生踩碎 田童的目光 带着不甘还有悔恨 缓缓闭上 跟这个世界彻底说再见 田敬义正在处理手里的文件 眉心突然一跳 手掌一抖 摆放在桌子边缘的水杯 突然掉在地面上 光荡 水杯四分五裂 茶水见得的到处都是 嗖的一声站起来 感觉身体被人挖走一块肉 童二 第一时间 他想到 儿子还在跟人比斗 还是生死斗 三日之前 田童能杀死陈征 三日之后 不过相同的一幕 继续上演一次 所以 他并未亲自前去 一只蝼蚁而已 蹦跌得再厉害 终究还是蝼蚁 这一刻 他的信心产生了动摇 那只不经意的蝼蚁 让他多花七八万金币 吃了一个大亏 杀死田童 一股怨气 从陈征身体里面散发 随着空气 烟消云散 大仇得报 轻松 真的太轻松了 陈征仰天怒吼 从未这样轻松过 压抑在胸前的一块大石 终于卸掉 就在这一刻 奇妙的一幕出现了 澎湃的气势 从他身上蹦射出去 渐渐猛然突破 释放掉心中怨气 心结打开 突破后天六重 一切水到渠成 这股怨气释放 念头通达 突破顺理成章 田童不死 困扰在他心头的石头 无法放下 长此下去 影响他的修炼 接下来的变化 让他大为惊讶 他的听觉还有视觉 提升一大截 大量的议论声 进入耳朵 轻松地将它们分辨出来 难道说 我的灵魂变强了 只有这种可能 武者修炼 身体天赋是一方面 灵魂强大 更是决定将来高度 站在台上傻笑 第一次笑得如此开心 很快被一缕剑气惊醒 从傻笑当中退出来 田一灵双拳紧捏 在田一灵死亡的那一刻 突然冲出去 擂台四周那些看客 有些麻木了 田一灵死了 真的死了 死在曾经被他们嘲讽 无数次的废物手里 陈征 我要你死 田一灵的身体 出现在擂台上 手持长剑 一步步逼近 眼眸一冷 田一灵死了 身体放松 突破后天六重 实力大增 正好会回这个田一灵 看守擂台的老者 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田一灵可是后天八重 实力强大 长剑凌空斩下 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 直奔陈征的脖子 刁钻无比 杀了陈征 就算触犯了规矩又如何 谁会为一个死人 得罪如日中天的天才 见其越来越近 陈征必无可避 无数人凭住了呼吸 不愿意错过这致命意见 小姐 我们要不要出手帮她一把 贺兰轻轻说了一句 小姐亲自前来 绝不是无聊地 观看一群孩子打架不及 还没到时候 艾琳娜美目静静地 落在陈征身上 想要知道 她身上还有多少秘密 如果她背后 真的站着一尊强大的炼药师 对我们家族 有巨大帮助 才能化解家族危机 小姐想要从她身上着手 找到那尊炼药师吗 贺兰登在小姐身后十几年了 两人早已达成默契 强大的炼药师 岂能那么容易见到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不会放弃 说到此处 艾琳娜眼神闪过一丝落寞 十几年时间 她便许多地方 寻找强大炼药师 这么多年过去 一无所获 剑光在陈征的眼睛里面 一点点变大 还有田一灵那猙獰的面孔 刀来 抽出后背长刀 四剑飞剑 四刀飞刀 单面开刃的长刀 微微上敲的弧度 陈征长刀出现的那一刻 引起许多人关注 表纸苍穹 做出一个诡异的姿势 左腿突然前倾 身躯微微弯曲 陈征 你给我死 田一灵嘶吼 所有的力气 灌注这一剑 杀了此子 为死去的哥哥报仇 千军一发之急 艾琳娜扣在掌心的暗镖 正要发射出去 擂台上空 划出一道精益刀光 再次撼动所有人神经 犹如天外飞仙 无懈可击的一刀 从苍穹滑落 流云刀 刀如流云 势如破竹 镜像投影之中 魔力了无数次 实战当中 还是第一次运用 令人窒息的力量 以陈征为中心 朝四周不断蔓延 田一灵的剑快 陈征的刀 比他还要快十倍 短短一个呼吸时间 陈征出刀十七次 其中击中田一灵十二次 枪 吃吃 肌肤被割开的声音 在擂台上空回荡 田一灵的身体 一个倒卷 落在擂台一角 白色长袍上 留下十二道星红的刀痕 并没有致命伤 毕竟是后天八重 关键时刻 守住了致命部位 就算这样 看起来还是很狼狈 他可是堂堂后天八重 被人一刀击中十二次 意味着什么 对手实力 最少在后天九重 嘶嘶嘶 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在四周响起 无数人惊呆了 他 还是我们认识的废物吗 一名青年双腿在打战 战力不稳 差点一头栽倒 果然是虎腹无犬子啊 嘲讽声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是害怕 颤抖 惊骇 田一灵深吸一口气 一步步朝陈征走过来 刚才他大意了 怒中出剑 才会留下破绽 恐怖的杀意 笼罩而下 陈征 你隐藏的好身 瞒过了所有人 你这个废物 突破后天六重又如何 我一样能杀了你 田一灵再度逼近 每走一步 地面上留下一滩血迹 双腿上被陈征刺中四刀 四目凝视 无尽的杀气 从彼此眼眸之中释放出去 艾琳娜收起玩味的笑容 手中暗标紧面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不敢大意 运转混沌神天诀 强横的力量从他身上涌出 震得脚底下侵蚀 一寸寸裂开 后天六重 对战后天八重 对他小觑 烈日剑 田家一门极其厉害的剑术 黄杰中品 初剑的那一刻 犹如一团烈日 照耀擂台 来得好 陈征身体一晃 施展鬼影七步 消失在原地 长刀举起 咬指苍穹 你来我往 擂台上已经看不到人影 分辨不出谁是陈征 谁是田一灵 高手交战 稍纵即逝 枪枪枪 他的身体得到超级炼体液改造 力量上已经不弱于后天八品 配合刘云刀 跟鬼影七步 两人站得旗鼓相当 你来我往 交战数百招 陈征几次显向还生 凭着强大信念 神出鬼没的身法 一时难分胜负 四周观战的那些舞者 早已麻木 烟诚要变天了 田同死了 心源崛起 这一届的秋季狩猎 一定很精彩 许多老辈难难自语 烟诚沉寂了太多年 电闪雷鸣 两人连续碰撞数百次 陡然分开 站立擂台一脚 都在大口喘着粗气 田一灵收起脸上的骄傲 长剑指地 又闭上多了一道伤口 鲜血顺着她的虎口 一滴滴滑落 滴在地面上 陈征胸前 留下一道伤口 鲜血淋漓 平分秋色 越级挑战 她竟然能做到越级挑战 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 不论这一战谁赢谁输 陈征彻底摆脱掉废物之名 从此以后 谁敢说她是废物 任何一名舞者 非常清楚 想要越级挑战 多么困难 很好 你能逼我使出杀手锏 可以死了 田一灵双手握剑 一丝丝巨风在她周围形成 脚底下的侵蚀 急速炸开 窒息的力量 在她周围酝酿 可怕的气浪 形成星云 盘踞在擂台上空 这时力量演变 配合田家大风拳 融入剑法之中 将两种武技 完美的兼容 陈征眉头紧皱 她的力量 很难再进行突破 能抗衡后天八重 已是极限 想要将她彻底击杀 有些难度 长剑之上 缠绕大量的剑气 发出滋滋声 四周气流变的混乱 田一灵双脚陡然弹射 化为一道残影 直奔陈征而来 绝杀一剑 陈征危险了 没有人能在这一剑活下来 除非是真正后天九重 人群爆发出惊呼声 这一剑的力量 逼近后天九重 必死无疑 艾琳娜手心按标浮现 蓄势待发 十米距离 眨眼即到 三角灌注力量 暴射出去 犹如猎豹 同样化为一道残影 两人身体急速拉近 怎么回事 这小子疯了吗 不选择躲避 主动迎上去 这是自寻死路啊 想要活下来 最好的办法 选择闪避 寻找一丝缝隙 从容避开致命部位 这样主动迎上去 只会死得更快 被长剑彻底笼罩 失去退路 只有艾琳娜 眼神露出一丝惊异 嘴角露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电光石火之间 两人碰撞到一起 田一灵的长剑 贴着陈征夜下穿过 带起一盆血雨 凭靠鬼影漆步 避开了要害部位 刘云杀 就在这一刻 拼着受伤 施展领悟出来的新的招式 诡异丢钻 爆发出一团强光 田一灵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想要避开 已经来不及了 两人靠得太近 陈征用自残的方式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靠近她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 是 长刀穿透田一灵前胸 两人身体陡然分开 从空中跌落 回到擂台上 扑扑扑 大口鲜血喷射 夹杂内脏碎块 田一灵落地的那一刻 一头栽斗 浑身颤抖 白色长袍上 被血迹覆盖 身体抽搐 鲜血犹如喷泉一样 从伤口涌出 陈征也不好受 夜下被长剑刺中 鲜血狂喷 将衣服撕碎 绑在伤口处 拿出前几日买的百年灵药 陈征就这样吃了下去 百年灵药可以起死骨 生白肉 纵然是剩下一口气 也能救回来 反观田一灵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被长剑刺中胸口 伤及五脏六腑 受伤极重 胸前他线一大块 肋骨断裂四根 怎么回事 他的刀法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观战的那些舞者一脸猛逼 陈征突然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堪比后天九重 有些不可思议 赶紧溜吧 这些年 我们没少嘲讽他 被他知道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有人开始溜掉 不敢再看下去 那又如何 赤也后不回来 他还是死路一条 田家不会放过他 杀死田同 击败田一灵 必死无疑 有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希望陈征赶紧死 猛烈的咳嗽声 打断了大家一轮 田一灵身体在抽搐 鲜血喷射 气息很微弱 不及时治疗 只能等死 所有的骄傲 消失得无影无踪 童儿 一二 这时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田精一眼皮子一直在挑 感觉不对劲 冲出家族 朝生死台冲来 等他快赶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这一幕 田一灵被击飞 口喷鲜血 内脏破裂 需要大量丹药 才能修复 犹如苍蝇落下 伸手将田一灵抱在怀里 大声地呼叫 一二 一二 你不要昏迷 田一灵的气息越来越弱 父亲 孩儿对不起您 先走一步了 刚一说话 大口鲜血喷射 染红了田精一的衣袖 我不会让你死 我给你带来了丹药 田精一说完 从怀里拿出一枚蜡丸 捏碎之后 浓烈的丹香 在擂台挥散 闻一口 浑身舒坦 这是大桓丹 可以起死回生 一枚价值一百万金饼 人群爆发出惊呼声 烟尘不可能出现 应该从京城买到的 大桓丹吞服下去 田一灵的气色好了很多 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一二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 我立即写信给你二叔 他认识人多 请来高手 为你治疗伤势 生命体征稳定下来 田精一眼神逐渐变化 恐怖的杀意 从他身上蹦射出去 弥漫整个擂台 将田一灵交给一起 前来的家族长老 小心翼翼抬下去 至于田同的尸体 则被拖走 彻底死绝 看着自己儿子 一个死掉 一个掩掩一息 处于死亡边缘 田精一无法在压制心中的怒火 小杂种 我要你死 田精一几乎是吼出来 顾不得什么身份 什么面子 他可是堂堂九重开脉镜 说出这等话来 杀死田同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不后悔 田同不死 心口的怨气发泄不掉 永远无法突破后天六重 一个月之后 还是死路一条 这条路 他必须要走 已经死过一次 不在乎再死一次 有些事情 明知道没有回头路 还是要做 田精一步步走过来 恐怖的杀意笼罩 恨不能拧下陈征的脖子 喝干他的鲜血 小杂种 临死之前 还有什么一眼吗 站在陈征时不知外 以他的境界 一只手都能捏死陈征 整个烟城 三个字是他逆灵 任何人触碰都要死 老杂狗 今天我不死 来而我必定踏平整个田甲 陈征一字一顿地说出来 无情的仇恨之气 在他身边酝酿 发誓要踏平田甲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死吧 不知道为何 陈征刚才发誓的时候 田精一内心一灵 一股寒意从脚底冒出 田精一的杀气 凝聚成实质 田一灵是他最得意的小儿子 最有希望 走出大渊国 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他很清楚 就是活生生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少年 恨得咬牙切齿 童而不会骗他 当日一战 击中脑炉 伤及脑髓 就算是大罗金仙 无法将他救活 最多活三日 一大一小 直立地站在原地 当杀意形成一条直线 陈征知道 关键时刻到了 双拳凝聚 战死 也要光荣体面地死去 开脉剑 打通全身经脉 吸收天地灵气 储存丹田之中 修炼出来内力 那家真力 简称内力 要比肉身力量 强横何止百倍 可碎石 披木 断流 力大无穷 可以劈开水缸大小的石头 陈征肉体再强 不及这么大巨石 被劈中 必定四分五裂 强横的那家真力涌出 练部周深 手掌发出一团暗色红光 田敬义应该修炼一门火属性功法 内力之中 蕴含火焰之气 凌空碾压下来 恐怖的气浪在翻腾 笼罩整个擂台 陈征必无可避 相差太多境界 况且他伤口刚修复 不敢调动所有力量 更不是敌手 飓风袭来 形成一股风暴 陈征站在风暴中心 面对强横的狂风暴雨 犹如一夜孤舟 漂浮不定 随时都能被风暴吞噬 这就是开迈进 加持内力之后 后天舞者 无法与其匹敌 更无法抗衡 黑暗笼罩 陈征牙自欲裂 我不能死 还要守护母妾 守护我的家人 一声怒吼 迸发出所有力量 刘云刀斩下 他不会闭目等死 那是懦夫的行为 面对可怕的狂风咒语 刘云刀轻松被撕裂 化为无数刀器 消失在空气之中 剧长压下 出现在陈征头顶之上 化为恐怖猛虎 张开巨口 形一眼化 田精一的天赋很高 一直忙于达理家族 才导致境界 一直停留在开迈进 领悟形一眼化 有很大机会 突破天刚径 身体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骨骼传来咔咔的响声 如同一座巨山碾压下来 陈征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垂死挣扎 终于体验到 什么叫死亡恐惧 剧长距离他 还有一米之窑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面前 带过来一阵香风 很是好闻 哄 头顶上多了一道掌印 拦截下田精一的恐怖剧长 一股强横气浪 从头顶上蹦射出去 冲击四面八荒 站在擂台下面的那些普通修士 身体站立不稳 冲飞出去数十米 东倒西歪 气静消失 擂台上多了一个人 站在陈征面前 抵挡住绝杀一掌 艾琳娜 你什么意思 为何要阻止我杀人 看到来人 田精一眼神阴冷 收住身体 质问艾琳娜 为何阻止他报仇爱子死的死 伤的伤 眼看就要大仇得报 突然杀出一人 阻止他斩杀陈征 语气很不好 换成常人阻拦 早就暴怒 你还不能杀他 艾琳娜语气平平淡淡 没有一丝波澜 给我一个理由 田精一需要理由 陈征跟情歌拍卖场 并无任何关联 甚至不久前 还出演捣乱一次 按理说 情歌拍卖场 应该将陈征列为黑名单 他是我弟弟 这个理由够吗 艾琳娜转过身子 摸了摸陈征脑袋 要比他还要矮半个脑袋 这个理由 不知道够不够 站在一起 的确像是姐弟俩 艾琳娜岁数不小了 27、8岁 成熟的年纪 陈征比他小很多 他是你弟弟 田精一愣了 心里很清楚 艾琳娜在欺骗他 所谓的弟弟 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没错 他是我刚收的干弟弟 艾琳娜微微一笑 露出两个小酒窝 陈征一头雾水 还处于猛逼状态 早不收晚不收 我要杀他 你站出来收他为干弟弟 诚心跟我田家作对是不是 真以为我们田家怕了你不成 杀子之仇 不得不报 就算得罪情歌拍卖场 也要诛杀陈征 我相信田家主的话 我们情歌拍卖场 出来乍到 跟田家不能相提并论 希望看在小女子的面子上 暂且放过他 艾琳娜不想跟田精一闹得太僵 情歌拍卖场来到燕城 不过几年时间而已 田家驻扎燕城几百年了 不行 他杀我儿子 废我爱子 此仇不报 不共戴天 田精一口回绝 忌惮情歌拍卖场 不代表害怕 无论如何 今天必须斩杀陈征 此子隐藏得太深了 后天六重 击伤后天八重 任由他成长下去 那还了得 那我如果执意要保住他呢 艾琳娜突然笑了 笑得很美 台下无数观战者 痴痴地看着 还有人流下口水 妖娆的身段 让任何男人 都想上去捏一把 双方僵持住 艾琳娜执意要保住陈征 田精一发誓 要杀死陈征 两人谁不相让 很好 既然如此 那就手底下见真仗 说不通道理 只有一个办法 交战 你先退到一旁 艾琳娜转过身子 很温柔地对陈征说话 让他先退到擂台边 跟他没有任何交集 两次见面 身着黑袍 并不知道他真实身份收敛表情 艾琳娜如同换了一个人 浑身散发出灵力之势 令人窒息的力量 朝田精一笼罩而下 田家主 多有得罪了 话音一落 身体弹射出去 绝美的手掌 凌空碾压 看似软弱无力 田精一眼神一缩 这是厉害的天棉掌 厉害无比 不敢大意 身体弹射而起 迎了上去 简单直接 力量碰撞 两股内力 在空中交锋 哄 气浪冲击 两人身体同时在空中落下来 艾琳娜很平稳 依旧站在刚才的地方 田精一的身体倒飞出去 落在擂台一角 关键时刻 艾琳娜收力了 不然又是一番光景 胜负之分 高下立判 田精一的脸色很难看 低估了艾琳娜的实力 隐藏的极身 至于真实境界 没有人知道 我们走 艾琳娜抓住陈征的肩膀 从擂台落下 几个纵射 消失在人群之中 一处偏僻之地 将陈征放下来 仔仔细细打量一番 身高 气味 还是手掌 全部过滤一遍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艾姑娘 多谢救命之恩 陈征弯腰行礼 今天没有她 已经死在田精一的手里 你就不好奇 我为什么要救你 艾琳娜俏皮地问了一句 救她 可不仅仅为了一句感谢的话 还请艾姑娘明示 陈征的确很好奇 他们之间 无缘无故 包括炼体业销瘦 隐匿的身份 应该算是萍水相逢才对 让你成我一个人情 将来有大用 我这么说 你相信吗 这个说辞 让陈征一愣 她不过小小后天六众 要什么没什么 我不懂 陈征摇了摇头 她真的不懂 以后你会懂得 外面的世界很大 要比烟城大一万倍 一亿倍 是你无法想象的世界 艾琳娜目光变得哀怨 许多事情 不愿意提及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不涉及原则的事情 将来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义无反顾 陈征点头答应 救命之恩 当永泉相报 她不是那种 忘恩负义之人 我相信你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我能护你一时 不能护你太久 田家一定会反扑 艾琳娜露出一丝担忧 不可能一直保护陈征 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打算离开燕城 等秋季狩猎再回来 一定会让他们刮目相看 陈征咬牙 时间紧急 燕城没有必要逗留 进入山脉修炼 争取一个月之内 突破后天八重 面对田家反扑 也有应对能力 放心去历练吧 你母亲我会替你照顾 保证不让田家的人 伤害她分好 等你回来为止 艾琳娜从陈征眼神之中 看到一丝担忧 她孤身一人 可以闯荡世界 母亲留在燕城 迟早都会被田家算计 多谢爱姑娘 大恩不言谢 这份恩情 我牢记在心 母亲是她最大的羁绊 一直没有离开燕城 很大一部分原因 怕母亲担心 以后叫我姐姐吧 希望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 让我重新认识你 摸了摸陈征脑袋 像是大姐姐一样 温柔地说道 一定的 双拳捏紧 转过身子 快步朝城外赶去 趁着田家的队伍 还未赶来 离开燕城 小姐 你为何不直接问她 背后的炼药师身在何处 得罪了田家 我们接下来寸步难行 情歌拍卖场 无法在燕城立足 贺兰走出来 不解地问道 他们一直寻找强大的炼药师 机会就在眼前 为何错过 刚才擂台上 你也看到了 生死关键时刻 背后的炼药师都没出现 显然不想现身 时机还未到 我们慢慢等吧 这么多年都等了 不在乎多等一段时间 看着渐行渐远的身体 彻底消失街道 主仆两人才转身离开 燕城北面 连绵的山脉 如同匍匐在大地上的巨龙 大渊国三面都有山脉 其中最出名的 还是魔兽山脉 里面住着无数魔兽 是燕城一些弟子 喜欢历练之地 进入山脉 可以猎杀魔兽 获取妖丹 还能提升实力 是武道修炼绝佳的好地方 陈征想要快速提升实力 进入魔兽山脉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魔兽山脉 充满无数的危机 多少武者进去 葬身魔兽口中 变成他们的食物 危险也伴随着利益 一枚一接妖兽内单 可以卖到一千金币 甚至更多 我的人生 就从这里开始吧 说完 一头扎入魔兽山脉 燕城暂时回不去了 争取最快时间 突破后天八重 砰 一拳轰在冲过来的野猪脑袋上 一接一重普通妖兽 实力很低 相当于后天一重 抽出拳头 脑浆泵裂 沉蒸肉身 达到非常恐怖的程度 混沌神天诀 每天都在改造它的身躯 经脉中的淤泥所剩无几 开始有灵气在里面汇聚 只要不断地修炼混沌神天诀 神秘小顶中 又会出现神秘液体 短短一天时间 里面又多了好几滴 在外围转悠一天时间 击杀石头一接一重魔兽 获得三枚妖丹 喝了几口吸水 踏着步伐 继续往里深入 希望遇到一些高阶妖兽 约百步左右 传来沙沙沙的响声 一股浓郁的妖气迎面来 立即做出防御姿态 压低身子 一头正在觅食的斑斑虎 浑身都是蓝色 在它头顶上 还有一个独角 要是被刺中 必定长穿肚烂一接四重妖兽 斑斑虎也发现了眼前这个人类 发出一声吼叫 四提飞踏 直奔沉征而来 妖兽皮操肉后 人类极难破开它的防御 锋利的爪子 还有尖锐的獠牙 让人有种无从下口的感觉 脚步一踏 侧身闪避 斑斑虎扑空 出现在它右侧 全径凝聚成拳 哄 结结实实的一拳 击中斑斑虎的右侧小腹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毛皮虽硬 小腹还是它的软肋 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 斑斑虎吃痛 发出愤怒咆哮 反而露出一个巨大空门 流云刀 长刀出现 发出破空声 凝聚一枚枚气悬 狠狠地划开斑斑虎的肚子 5 斑斑虎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抽出几下不动了 一刀切中要害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匕首 划开斑斑虎的肚子 一枚鸡蛋大小的腰单 散发出淡金色的光芒 把斑斑虎的皮囊也包下来 回去能卖不少金币 做好一切 盘膝坐下 准备修炼 连续战斗 肉身一直在高强度消耗 境界不断攀升 距离后天七重越来越近 混沌神天绝运转起来 四周灵气飞速靠近 要比烟城的灵气浓郁许多倍 进入经脉 继续清理淤泥 力量节节攀升 境界依然卡在后天六重 还没达到极限 经脉疼痛感来袭 犹如一枚枚刀子 清理经脉中的污垢 经过一夜修炼 境界攀升到后天六重巅峰 距离七重 只有一步之遥 睁开双眼 一缕金芒从双眸射出 后天六重达到两千金神力 这要是传出去 必定惊动整个炎城 人类身体有严格的限制 达到某个临界点 很难再进一步 除非突破修为 力量大增 继续往里深入 碰到一阶四重妖兽 全部击杀 竟如厨子 动如托兔 陈征趴在一处草丛中 在他前面几十米处 出现一条几十米长的巨蛇 石炎蛇 一阶七重妖兽 喜欢极鹰之地 一般会半生鹰灵草 脑子蹦出一连串的消息 妖兽至上 都有详细的介绍 一阶七重 堪比后天七重舞者 高于陈征一个境界 仗着鬼影七步 还有流云刀 胜算很大 他的力量 已经超越后天七重 So 距离拉近 只有十米左右的时候 陈征动了 犹如拖兔一般 出现在石炎蛇的面前 流云刀发出一声凝笑 石炎蛇反应不及 想要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侧身避开脑袋 要害部位 露出脖子 碰 一刀刺中 带出一盆血雨 几十米长的石炎蛇 被陈征一刀震飞 摔在远处崖壁上 一阶七重妖兽 肉身要比一阶四重强横许多 一刀只是刺穿他的身体 无法击杀 一个弹跳 犹如离弦之剑 突然凌空压下 石炎蛇正要抬起脑袋 流云刀第二次袭来 更加刁钻 恐怖的刀器 形成石炎 出现在石炎蛇的面前 獠牙还没张开 长刀没入脑袋 一切都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 哄 石炎蛇的脑袋突然炸开 连番战斗 肉身被压缩到极致 一条条五脉 强行被冲开 战斗果然是最好的提升方式 经脉传来鼓荡 这又是要突破的征兆 混沌神天局的强横 远远超出陈征的预料 绝不止黄阶 有可能达到玄阶 兴奋地想要大吼 不敢迟疑 此刻是突破的绝佳机会 轰隆 臂杖被冲开 达到后天七重 力量继续攀升 撕裂的细胞 飞速重组 近乎朝完美的方向靠近 后天七重 力量极限2000到2500之间 陈征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一脸不敢置信 身体上每一根线条 非常的完美 脱掉衣服 不算太强壮的身体 找不出一块多余的坠肉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发出虎银声 内脏变得坚硬如铁 对上后天八重 一招就能秒杀 施展一遍流云刀 后天七重境界稳固下来 把食盐蛇的皮囊处理干净 寻找阴灵草 大部分妖兽 都会有半生灵药 达到一阶七重 有一定的道横 这样极阴之地 一定会出现阴灵草这种东西 寻找方圆百米 终于在崖壁下面 移出裂缝之中 找到一株半尺高的灵药 不错 一百二十年成分 灵药的年份越久 价格越高 五十年都极少遇到 达到一百年 更是难得 六片叶子 根筋扎入岩壁下面 只能破除崖壁 才能挖出来 蹲下身子 准备挖出英灵草 咻 一枚冷剑 突然射向陈真后背 幸亏他一直防范四周 一个侧闪 避开冷剑 射在崖壁上 枪 冷剑断裂 从中折断 在他身后 出现了两男一女 其中一人手里 拿着短弓 冷剑从他手里射出 一股杀气冒出 三人应该才到不久 隐藏在暗中 趁他不注意 突然偷袭 魔兽山脉 不仅要防范妖兽 更可怕是人类 杀人越货 抢夺宝物的事情 层出不穷 三人也看中了英灵草 一百年成分 价值三万金币 寻常百姓家 一辈子都赚不到 这么多的金币 你们是谁 陈真声音很冷 幸亏灵魂强大 经过这五天苦休 精神状态时刻绷紧 如若不然 刚才冷剑 必定将他射杀 三人好歹毒的心肠 小子 乖乖地跪在这里 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英灵草是我们的了 放下短弓 右侧男子发出冰冷的声音 仿佛看待死人一样 完全不把陈真放在眼里 毕竟实力相差悬殊 说话的男子身穿紫衣 后天八重 左侧男子身穿轻衣 后天九重 实力极强 跟使情一个级别 中间女子身穿白色长袍 后天八重 他们很陌生 并非烟城中人 应该来自某个大家族 在此地历练 三人没有多余的废话 开口就要英灵草 想要英灵草 你们还不够资格 陈真脸色阴沉下来 他守在这里小半天时间 顺利击杀石炎蛇 怎么可能轻易地 把英灵草让给他们 看三人架势 打算杀人灭口 白衣女子冷漠地 看了一眼陈真 目光中看不到一丝感情 紫衣青年会议 身体一个蹦射 出现在陈真面前 死 没有废话 紫衣男子 直接对着陈真一掌劈下 咻 掌风凌厉 发出破空之声 陈真瞳孔一缩 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掌 竟然带给他颇大压力 田一灵便已经是 烟城少有的天骄 眼前这人 虽然跟田一灵一样 同为后天八重 但紫衣男子 明显要强得多 这三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哄 掌风已静 刮得陈真面如刀割 陈真压下心中思绪 虽惊未乱 紫衣男子 虽然要比田一灵更强 但陈真诛杀田一灵时 不过才后天六重 如今更进一步 面对后天八重 他更没有畏惧的道理 撑 伴随一阵刀鸣 陈真长刀宛如流云飘落 举重若轻 格挡在身前 枪 紫衣男子 一掌拍在刀身 强大的力量 直接让刀身弯折成弧形 随即又猛然崩直 陈真就像是受不住力一般 被瞬间弹飞 咦 对于陈真能挡下自己一掌 紫衣男子显得有些惊讶 但他依旧没将陈真放在眼里 直到身后传来骂声 白痴 他的目标是阴灵草 说话的是轻衣男子 紫衣男子一惊 朝着陈真名神看去 这才发现 陈真看似狼狈的身影 其实自称章法 根本不乱 原来陈真并不是被紫衣男子打飞 只是顺势而为 眼看被叫破心思 陈真也不装了 身形稳定 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宛如鬼魅一般 瞬间来到阴灵草前 碰 危急关头 陈真也顾不上会不会破坏灵药 直接一拳轰入地面 半只手臂没入 然后猛的一抽 阴灵草便直接被陈真连根拔起 紧接着 陈真将阴灵草揣入怀里 便要逃走 单对单 便是跟那修为最高的轻衣男子 对上他也不拒 不过要被三人围攻 陈真觉得自己胜算不大 君子不立威强 自然走为上策 你走得掉吗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轻衣男子不知何时 已经拦在了陈真的退路上 脸上满是讥讽之色 他既然看破了陈真的小心思 又怎么可能被陈真逃脱 混账 你敢耍我 紫衣男子也朝着陈真靠近 脸上带着些许怒色 那是你自己蠢 陈真一边嘲讽 目光不停看向四方 寻求活路 小子 交出阴灵草 我给你一个痛快如何 轻衣男子眉眼笑道 犹如猫戏老鼠 但回应他的 是一道灵力刀光 伴随着陈真冰冷的话语声落下 我说了 你们还不够资格 刷 看着痞恋一般的刀光 轻衣男子笑容收敛 眼中多了些许冷意 好胆 正 轻衣男子腰间长剑出窍 璀璨的剑花 瞬间将陈真的刀光瓶灭 你就这点手段 轻衣男子失笑 但很快 他笑容僵住 因为陈真调转身形 直奔高冷的白衣女子而去 找死 这下 轻衣男子跟紫衣男子 都是暴怒 一掌一剑 皆是朝着陈真后背而来 但让两人惊讶的是 陈真竟然不管不顾 身上更是杀意隐瞒 仿佛铁了心 要跟白衣女子同归于尽 刚才跟轻衣男子一交手 陈真便意识到 自己哪怕单对单 都不一定是轻衣男子的对手 所以他单粹转移目标 通过短暂的观察 陈真确定 白衣女子在三人之中的地位最高 白衣女子若是陷入险境 其他两人必然会优先来救 但我是好欺负的 白衣女子看见陈真公来 冷漠的脸上泛起一丝恼怒 她抬手一扬 一柄紫色长边从她袖口滑落 带着凌厉的气静 朝着陈真狠狠抽来 见状 陈真松了口气 我的判断没错 这白衣女人的实力果然最弱 弱的不再修为 而是对敌的本事 白衣女子这一边在她眼中 简直破绽百出 不再犹豫 陈真浑身气血涌动 力量爆发到极致 手中长刀瞬间爆发出无数刀影 恐怖的杀意蔓延 刘云杀 定 白衣女子的长边 直接被斩飞出去 宛如旋风一般的刀影 不受影响 继续朝着白衣女子笼罩而去 白衣女子仿佛被吓傻了一般 面色苍白地定在原地 该死 住手 轻衣男子跟紫衣男子交集大吼 纷纷变招 不变招 他们虽然能诛杀陈真 但是白衣女子也必死无疑 而陈真猜得没错 三人乃是来自大渊国皇城 白衣女子更是出自皇城大族犯家 他们来这烟城边境 本就是互为白衣女子历练 白衣女子若死 他们回去也得受罚 脱层皮都算轻的 一阵金铁交鸣声响起 两人合力 终于拦下陈真的杀招 刀影只在白衣女人喉咙间 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 但陈真并不觉得可惜 杀人本就不是她的主要目的 轻衣男子跟紫衣男子救人心切 现在已经失去了何为之事 陈真抓住机会 强忍着气血翻涌 借着反振之力身形翻滚 几个起落间便找到平衡 在两人尚未反应过来之前 便一头窜进丛林之中 等暴怒的两人想要追杀陈真 却早已失去了陈真的踪命 就在两人犹豫要不要追击的时候 一旁的白衣女子像是才反应过来 哇得一下痛哭起来 作为皇城犯家的掌上明珠 她何时有过如此惊险的体验 脖尖传来的隐隐痛感 更是在不断提醒她 刚才距离死亡 不过一寸的距离 我要回皇城 我要回家 被吓破了胆子的白衣女子 不负高冷的姿态 哭哭啼啼地转身就跑 罢了 一个只会逃跑的鼠辈 后面再找她算账 先送云妹回皇城 轻衣男子跟紫衣男子对视一眼 连忙向白衣女子追去 另一边 陈真不敢停留 一路跑到魔兽山脉深处才停下 确定身后没人追来 陈真松了口气 开始注意其周遭环境 魔兽山脉深处不同于外围 虽然魔兽数量变少 但是魔兽的实力普遍更强 甚至还会有二阶的魔兽存在 以陈真现在的实力 一旦碰上 十死无生 但外围也不能呆了 陈真脸色难看 如果再遇上那三人 可未必 还有这次这么好的运气 不过富贵险中求 危险也伴随着机遇 我若能在这山脉深处撑住 实力必然大涨 陈真宽慰着自己 如今 陈家四面还敌 一群豺狼虎 一群豺狼虎狼 一头高约两丈 长约四丈的魔虎 发出震天吼声 另外一头 则是浑身覆盖着七黑灵甲 长有七八丈 直径约半丈的恐怖巨蟒 此时 黑色巨蟒已经将魔虎身躯缠绕 身子正在不断紧缩 明显想将魔虎剿杀 但魔虎也不是吃素的 吃痛之下开始发狂 血喷大口开始疯狂撕咬 黑色巨蟒坚硬如铁的鳞片 在魔虎的立尺之下 宛如纸壶一般 鲜血不断飙射 嘶嘶 黑色巨蟒 发出尖锐的丝鸣 缠绕的蟒身 反而更加紧绷感受到死亡的危机 魔虎开始翻动身躯 两头魔兽交缠在一起 宛如一颗巨大的肉球球 开始来回翻滚 哄 碰 所到之处 水桶粗的巨木不断倒塌 大地更是被战斗余波 拉出一道道沟壑 而此时 一双眼睛 正藏在不远处 一颗古墓蜜叶之间 注视着战场 这两头都是一阶巅峰级别的魔兽 居然会立刻停止战斗 到时候 陈征别说做收鱼翁之力 连性命都未必能够保住 而现在 陈征只需要等待 等到两头魔兽分出胜负 他在最后收割战场即可 到时候 他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得到两颗一阶巅峰的腰单 不仅如此 陈征视线不断扫视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一般来说 诞生灵制的魔兽 很少会跟同级别的存在死斗 除非是有什么值得他们拼命的东西 陈征的搜索 在枯树的顶端 挂着一颗红桶桶 大概有孩童 拳头大小的果实 是灵果 陈征内心振奋 灵果不同于灵药 灵药还需要炼药试炼化之后 才能发挥实诚的功效 但灵果不同 灵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 而且效果往往都比较神器强大 价值要远胜灵药 陈征虽然没有认出 那红色灵果到底是什么品种 但能让两头一阶巅峰的魔兽 拼命争夺 必然不是反品 别慌 再等等 越是这个时候 陈征反而显得愈发冷静 密灵间 两头魔兽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最终还是黑色巨蟒占据了上风 魔虎挣扎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 但黑色巨蟒明显也不好过 一身黑色灵甲已经支离破碎 有些地方甚至能隐隐看见带血的白骨 就是现在 陈征目光一凝 凝气瓶神 趁着两头魔兽在做最后挣扎的时候 缓缓靠近 终于 咔嚓 已经历劫的魔虎 再也无法承受黑色巨蟒的绞杀 一身虎骨瞬间断裂 炙热的受血 从魔虎舞翘流出 碰 完成最终一击的黑色巨蟒也坚持不住 蟒头重重砸落在地 缠绕的蟒区也渐渐松缓下来 但他冰冷的树桶 却不离远处巨大枯树钉上的灵果 泛起一抹人性化的渴望 他不知道那灵果为何物 但是来自肉身本能的渴望在提醒着他 只要吃下那枚灵果 他就能突破到二界魔兽 成为方圆一地的绝对霸主 而现在 他唯一的对手已经被他干掉 也是时候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黑色巨蟒努力地支起舌头 莽生缓慢地朝着巨大枯树滑动 就在黑色巨蟒沉浸在自己霸主美梦中时 一声刀银声将他唤醒 黑色巨蟒舌头上翻肩 不知何时 一道人影已经出现在他上方 双手握刀 刀光璀璨 恐怖的杀意将他笼罩 感受到死亡的阴影笼罩 黑色巨蟒张开嘴巴 发出一声不甘的嘶鸣 他想要反击 但他伤得实在太重了 刘云沙 叙事已久的一刀 斩出了陈征至今威力最强的一刀 再加上陈征又是专门挑选的黑色巨蟒伤口 刷 刀光滑过 宛如巨石一般的猙獰蛇头轰然落地 喷涌的鲜血宛如喷泉一般洒落满地 一刀得手后 陈征依旧不敢大意 脚踏鬼影七步 迅速跟巨蟒尸身拉开距离 蛇类生命本就极其顽强 更何况是这已经一阶巅峰的巨蟒 即便被斩首 身体也不会瞬间失去活力 哄 砰砰砰 正如陈征所料那般 断头的蟒身 宛如翻滚的地龙一般 开始对着四周无差别攻击 煞时间碎石与断木齐飞 恐怖的威力 让陈征一阵侧目 也让他心中警醒 若是单独遇上 无论对上那魔虎 还是这巨蟒 他都不可能有任何胜算 但最终 胜利者依旧是他 实力是根本 但也不能因为实力而盲目 否则也有可能阴沟里翻船 得神鼎 得神功 越境界杀敌 短短几天 陈征的生活天翻地覆 也让他生出了些许骄傲的心思 但此刻 他心中的那点骄傲的苗头 被他亲手掐灭 越强大 就越不能懈怠 越该谨慎 在大渊国 不成天象 忠为蝼蚁 我还没有骄傲的资格 即便是像父亲这般的天象精高手 如今依旧身陷胡伦 生死不明 如今臣腐与母亲的安危 皆细于我一身 以后行事 我该更加周密谨慎才是 自省一番后 陈征对自己以后的路 也有了清晰的认知 此时 巨蟒已经彻底失去了动静 陈征深吸一口气 没有急着去挖腰丹 而是绕过两头魔兽尸体 直奔红色灵果而去 几个起落间 陈征便攀登到了枯木顶峰 看着近在咫尺的灵果 却又犯起了难 采摘灵果也需要特殊手法 否则容易在摘落的瞬间 损害灵果的灵性 看来我以后 还得多学习一下 相关方面的知识才行 免得暴殿天物 陈征摇了摇头 既然无法 便也不纠结 直接采摘了便是 但他刚伸手 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小悠且慢 陈征心下一惊 连忙转身 只见一个身穿青色道衣的男人 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瞬间 陈征浑身冷汗直流 不是这男人长相有多可怕 而是他发现自己 动不了了 高手 陈征瞬间有了判断 仅凭一身气势 便能让自己动弹不得 眼前之人的实力 肯定不只是开脉镜 天刚镜 还是 天象镜 陈征心中焦急 努力思索着破局之法 但却绝望地发现 根本没有办法 他现在连跟指头都动弹不得 又能做些什么 小悠无需惊慌 在下单臣子 乃是一方外野士 途径此地 察觉到这哭羊果出事 才来此一看 男人笑呵呵地说道 倒是不见恶意 但一来就将陈征定住 连话都说不了 要说他是什么好人 陈征也不信 不过此时人为刀组 陈征只能尽量保持镇定 看着陈征平静的样子 单臣子露出一丝意外 继续道 这哭羊果是小悠先发现 平道本不该夺人所爱 但此物我有大用 不知小悠能否割爱 等了片刻 见陈征没有回应 他才恍然大悟 瞧我这记性 只见单臣子挥了挥手 陈征便发现自己 能够说话了 陈征压下内心的愤怒 挤出笑容道 道长言重了 这本就是无主之物 即是道长所需 尽管拿去便是 这倒是真要问他意见 就不会将他定住了 此刻无非就是威胁罢了 但这倒是实力强决 陈征也只能认了 这可不行 单臣子皱起眉头 一脸苦恼道 平道做事向来公欲 此非平道知道 这样吧 我与小悠做个交易如何 陈征只能顺着单臣子话说 道长轻降 单臣子笑道 平道最得意 就是自己这一身单竹 哦 用你们凡俗的话来说 就是炼药师 平道便用自己这一身单竹 来换这颗枯羊骨 想来 小悠是不会吃亏的 不等陈征拒绝 单臣子便步步高升 朝着陈征踏空而来 陈征同同猛缩 心中越发绝望 欲空 这可是连天象镜高手 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眼前这道事 到底是哪来的怪物 单臣子还在喋喋不休 小悠无须惊慌 平道做这样的交易 也不是一策了 跟我做过交易的 就没人说一个坏字 说吧 单臣子已经站到陈征面前 陈征连忙道 单臣子道长 这灵国你拿去便是 就当我是赠予你的 无须交易 这单臣子说得好听 但陈征笃定 这所谓的交易 绝非好事 哎呀 这可不行 平道向来不喜欢欠人人情 单臣子摇了摇头 抬手按在了陈征肩上 何须的神色 犯起了一丝嘲弄 而且平道可没说 你可以拒绝 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量 撞入陈征脑海 无数有关单数的知识 在陈征脑海之中爆炸 但这知识 实在是太多了 以陈征如今的实力 根本经受不住这样的传书 陈征只感觉眼前发黑 煞时间 五窍之内皆有血污流出 看见陈征的脑子 竟然没有瞬间炸开 单臣子露出惊讶之色 脸上更是露出变态的诡异笑容 好极 好极 竟然还是一个 天生神魂强大的良才 好啊 俗世也能出真龙 我单臣子最喜欢天才了 也只有天才 才能让我感觉虐杀起来 更有快感 单臣子笑容灿烂 双手拍掌喝彩 宛如一个疯子 碰 陈征从树上坠落在地 不仅是五窍 就连浑身毛孔都开始渗出鲜血 生机正在逐渐减弱 可惜啊 平道给你的服务员 你戒不住 这可怪不得平道啊 平道向来童走无期 单臣子笑得癫狂 他没有说谎 他这一身积累千年的丹师知识 全部打包传进了陈征脑海 只不过这些知识 别说一个凡俗的后天静 便是天向静 也未必能够承受 而且与他做过交易的 的确没有人说他一个坏字 因为那些人都已经死了 有趣 实在有趣 没想到来这凡俗一趟 不仅找到了自己急需的枯氧果 还能体验一番乐趣 不许此行啊 单臣子摇头晃脑 笑得极为开心 一挥手 枯树尖上的灵果 便被他收进袖间 然后他看也不看 已经濒临死亡的陈征 只留下一句 评到单臣子 你下辈子若是想报仇 记得来神殿门找我 哈哈 话落 单臣子身影冲天气 瞬间消失在云层之间 地上 陈征还在苦苦挣扎 我不能死 母亲不能没有我 臣府不能没有我 陈征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但是庞大的精神力 根本不是他靠毅力就能支撑 很快 陈征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迷迷糊糊间 陈征仿佛感觉眼前有金光流转 耳边传来阵阵泛音 混沌神天诀 开始疯狂运转 神魂之内 混沌神鼎金光大作 开始吸收单臣子 注入陈征脑海中的庞大精神力量 然后又化作道道符文 仿佛封印一般 镇刻在陈征神魂之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征猛然清醒过来 耳边传来阵阵咀嚼的声音 我没死 陈征欣喜若狂 但只激动了瞬间 便被一股危机感压下 一阵腥风袭来 伴随着一阵腐肉恶臭 来不及多想 陈征已经下意识地做出反应 他脚下一瞪 身形瞬间起飞 落在一颗断幕之上 好 一头浑身漆黑的魔豹 扑击在陈征刚才所造地方 地面瞬间炸开一座小坑 一接八重魔兽 四周 两头一接巅峰魔兽的 尸体之剩下了一地白骨 显然是被眼前的魔豹 吞噬陈征心中庆幸 还好魔豹没有从一开始 就朝自己下手 陈征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他感觉自己的脑海中 似乎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还来不及地查看 好 魔豹已然再次朝着陈征扑咬而来 但让陈征意外的是 魔豹汹涌凌厉地扑咬 落在他眼中 竟然变成了慢动作 魔豹的每一处细节 都被陈征禁收眼底 然后陈征只是身子微微一倾斜 便以毫厘之差 避过了黑豹的攻击 手掌顺手一抓 便掰断了断木的残留的枝丫 然后再轻轻一送 扑吃 尖锐的短肢 直接扎进了黑豹的眼睛 滚烫的受血见识出 哦 尸痛的黑豹 静止衰落出去 而做成这一切的陈征 却有些茫然 一接八重的魔兽 什么时候这么弱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陈征翻身落下 顺势将掉落在一旁的长刀捡起 眼睛受伤的魔豹 变得愈发狂暴 翻身而起 他身子低腹 喉咙间发出阵阵低吼 只剩下一只的眼睛 狠狠瞪着陈征 围着陈征来回踱步 寻找致命一扑的机会 而陈征也在打两招魔豹 魔豹的每个动作 表情落在他眼中 都无比清晰 他甚至能借此隐约推断出 魔豹的下一步动作 这是 陈征脑海中冒出一阵信息 精神力量 这是要将肉身打磨至极致 突破开脉镜时 才会诞生的特殊力量 开脉镜为何强大 不仅仅是因为凝聚了内力 还因为有精神力量 以前陈征还不能理解 为什么无论后天镜 再怎么强大 都不是开脉镜一盒之敌 现在 他算是有了一些名物 好 魔豹环绕着陈征转了几圈 终于按捺不住 再次发出攻击 这一次 魔豹的进攻更加凶狠 甚至带起了一阵无形飓风 但落在陈征眼中 依旧满是破绽 刷 长刀灰落 陈征并没有动用杀招 只是流云刀法中普通的仪式 在长刀灰落的过程中 陈征发现 自己以为已经在生死间磨练的 炉火纯青的流云刀法 竟然还有颇多错落的地方 出刀的发力 气血之力的控制 挥刀的角度 劈砍的时机 这一切 都在陈征强大的精神力量下 愈发清晰 陈征顺势做出调整后 顿时让原本平平无奇的一刀 有了一种大巧不公 举重若轻的运感 而落在黑豹眼中 陈征这明明不快的一刀 却有种避无可避的感觉 嗷 魔暴发出一阵惨嚎 陈征这一刀 精准落在了他身上最薄弱的地方 紧接着 陈征手腕发力 刀速骤然爆发 恐怖的杀伤力 在这一刻 净险无一刷 一颗争獰鲍 手冲天而起 陈征身子一让 魔暴无手的尸体 便从他身旁滑落 重重砸落在地 扬起一地尘土 鲜血如泉涌 血腥味蔓延开来 陈征站在一旁 没有关注魔暴的尸体 而是在仔细回味 自己那一刀的韵味 普通一刀 就爆发出杀招的威力 这是他以前 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 好 好 四周兽吼声此起彼伏 有远极劲来 打断了陈征的思考 感受到地面的震动 陈征没有犹豫 大步来到魔暴尸体前 将妖丹挖出后 转身就走 他得找个足够安静 且安全的地方 理清楚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变成了一具白骨 一处隐蔽山洞中 陈征正盘腿而坐 这是一只一阶 巅峰魔熊的洞穴 不过已经被废弃 只是洞口周围残存的魔熊气息 依旧能够让诸多魔兽主动绕开 陈征缓缓睁开眼睛 神色间难掩激动 他已经弄清楚了 自己身上的变化 首先是暴涨的精神力量 是因为那单臣子 强塞进他脑子里的那些单数知识 破开了他 本该在突破开脉进时 才会开启的精神之门 正常来说 精神之门被强行破开 人不死也会变成疯子 但陈征因为有混沌神鼎外加 混沌神天觉的护持 没有损伤到根本的灵智 从而因祸得福 现在他不仅在后天境 就掌控了精神力量 以后在突破开脉进时 他的精神力量 还能得到二次增强 也就是说 同镜之下 因为他打的底子更厚 所以精神力量会远超其他人 而且这种差距 会伴随着实力增强 变得更加明显 其次 是他脑海中多出的那些单数知识 只说理论知识 陈征如今堪称五品炼药师 单臣子的传输给他的单数 不仅仅只是炼药 还包括了食药 药品的培育护理 药液的提炼融合 可谓包罗万象 之所以只是五品 也是因为 以陈征现在的承受极限 只能接受这么多知识 剩下的那些单数技艺 被混沌神鼎炼化封印 等他实力突破到一定境界后 才能解封 至于具体能到什么程度 陈征也暂且不知 不过炼药师身份尊贵 哪怕只称五品炼药师 也是别人苦苦求不来的机缘 最后 就是混沌神鼎的变化 陈征将意识沉入神魂之中 只见混沌神鼎内 除了积累的金色液体之外 还有一滴血色液体正在成型 这血色液体 是陈征在斩杀魔兽的瞬间 混沌神鼎会吸收魔兽的血气精华 最终凝聚而成 跟金色液体不同的是 血色液体无法增强陈征的修为 但是能增强陈征的气血力量 直到肉身极限 只要有足够多的血色液体 那么陈征的每一境界 都能达到传说中肉身圆满之境 而在这种状态下突破修为 得到的益处是无穷的 这个功能 本该等陈征突破开麦境后 混沌神鼎才能使用 只是因为意外提前开启了精神之门 这也让混沌神鼎提前开启了一些权限 斩杀一头一接八重魔兽 正常来说 是能凝聚一到两滴血色液体的 只是因为只开启了一些权限 导致功能不完善 便只凝聚了大半滴 效率减弱了至少一半 陈征收回心神 有些感叹 随即他又失笑 贪心不足蛇吞象 这本该是开麦境才能享受的待遇 被我提前开启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摇了摇头 陈征甩开了心中杂念 他脑海中闪过丹臣子那张和煦的脸 眼中不由闪烁起汹涌的杀意 虽然他现在的这些变化 都是拜丹臣子所赐 但这丹臣子从一开始 就是奔着弄死他来的 陈征可不会感激 不过此人来历神秘 实力强大 他想报仇 恐怕也不是一事 这个仇 且先记下 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只要他继续强大下去 总有一天能报今日之仇 压下心中的恨意后 陈征从怀中掏出英灵草来 如今他空有一身炼药师的理论知识 但具体操作如何 还有待验证 此时正好试试 炼药师身份尊贵 如果陈征能取得炼药师身份 即便不仰仗父亲赤野后的威名 也足以保陈府平安 算是一条不错的退路 而且成为了炼药师 他就能自己炼药 不仅节省一大笔修炼资源 还能赚钱 最重要的是 以后他在冒用炼药师的身份 就不怕被拆穿 真一假诗假一针 那情歌拍卖场的爱琳娜 之所以冒险帮助自己 不就是误认为自己身后 站着一位强大的炼药师吗 那自己干脆就做实了这件事 扯一扯虎皮 不仅能让一些肖小头鼠忌器 更能获得不少利益 总而言之一句话 成为炼药师 一处无穷 正常来说 炼药师炼药 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比如炼药的器皿 合适的丹火 但这荒郊野外 陈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不过 陈征也有办法 在丹臣子的丹竹记忆中 有着一种特殊的炼药法门 正是被那情歌拍卖场 二品炼药师提及过 已经失传的炼药法门 星空炼制法 这门炼药法门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 无需要炉丹火 而是以天地为炉 精神力量为火 从而达到炼药的目的 当然 这只是普通的使用手法 若是要炼制真正的宝药 还需引动星空之力 只是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至少也得是 无品炼药师的水准 陈征如今虽然理论知识足够 但实力还远远不足 陈征将阴灵草放在掌间 精神力量附着其上 开始驱动法门 煞世间 只见阴灵草的周边 泛起点点荧光 宛如星灰洒落 阴灵草在沾染星灰之后 开始渐渐消融 一些杂质被剔除 化作屡屡黑烟飘散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陈征头上已经泛起丝丝汗迹 以他如今的精神力量 使用星空炼制法 还是有些勉强 一刻钟后 两滴颜色暗沉 确显晶莹的液体 出现在陈征掌间 陈征仔细观察一番 发现这两滴阴灵液 都有着上品的品质 这还是陈征操作 不太熟练的结果 等到熟练之后 陈征说不定有机会 练成极品灵液 试试效果 陈征抬手 将两滴阴灵液 吞入腹中 阴灵液 除了能够增强气血修为之外 还有着滋养神魂 养护经脉的效果 瞬间 陈征感觉到一股清凉 感顺着经脉传遍全身 原本因为精神之门 被强行破开 而有些受损的神魂 犹如酒缝干露 陈征只感觉 身上像是卸下了一层 无形的压力 爽 陈征心情也变得开阔起来 突然 陈征五脉鼓动 隐隐有了要突破的迹象 经历一番生死 外加金色液体 还有阴灵液的滋养 才让陈征有了突破的契机 但 陈征放弃了 他强行压下突破的欲望 要是没有那血色液体也就算了 如今既然有将肉身 打磨圆满的机会 他为什么要错过 现在底子打得越好 对于未来的溢处更大 陈征可不想因小失大 但我也压制不了几天 必须抓紧时间 陈征深吸一口气 也顾不上休息 拿起一旁的长刀 杀意盎然 直奔山洞外而去 凝练血色液体 需要猎杀魔兽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为啥也 三日后 魔兽山脉深处 密林间 一头有着白色斑纹 长约四丈的霸气白色 变异魔虎扑附在地 身旁 还有着一头魔兽的残骨 明显才刚刚进食完毕 突然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 双耳竖起 粗壮的前肢撑起身子 霸气的虎目 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一道人影 游远极近飞奔而来 少年双眼血红 仿佛是在忍耐着什么 浑身衣衫破碎 露出坚实的肌肉 手中一柄金刚长刀 有着不少活口 破碎的衣衫处 更是浸染着不少鲜红 但那明显不是少年的鲜血 在看见少年的瞬间 白色魔虎 仿佛看见了什么恐怖之物 浑身白毛乍起 他呜咽一声 竟然转身想溜 来人正是陈征 看见白色魔虎想跑 陈征顿时大吉 他双腿弯曲 猛然一瞪 整个人如陨石飞起 朝着白色魔虎杂落而去 还差一个 就差一个 他口中默念 宛如风魔一般三天的时间 陈征斩杀了不下五十头魔兽 混沌神鼎中 凝练出二十五滴血色液体 全都被他吞服 寻常后天七重 肉身极限力量 就在二千五百斤左右 但这并不陈征 经过混沌神鼎 还有混沌神天诀 改造后肉身的极限 吞服了二十五滴血色液体之后 单论肉身力量 陈征已经达到了七千斤 而正常后天九重的舞者 极限力量 也就只有这个水平 陈征有预感 只需要最后一滴血色液体 他后天七重的肉身 便可彻底圆满 死 灵力的刀器击射而出 奔逃的白色魔虎 直接被拦腰斩断 混沌神鼎中 一滴新的血色液体凝聚 陈征直接取出吞服而下 力量再次增长 陈征也感受到 肉身传来的那种圆绒感 与此同时 陈征也放开了 苦苦压制的五脉要力 喷勃的力量 瞬间贯通 一切仿佛水到渠成 后天八重 成 而修为突破后 陈征的力量再次暴涨 八千斤 九千斤 一万斤 陈征脸色振奋 这就是肉身圆满后突破的强大 才刚突破关爱 空气瞬间被挤压暴明 陈征正想找个地方 实验一下自己突破后的战力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交谈声 陈征侧耳听了一阵后 嘴角不由泛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丛林间 三道身影成三角之势 一边警惕注视着四方 一边向前推进 领头一人体型高大 面容略显阴质 有着后天九重的修为 身后两人一高一矮 也有着后天八重的修为 三人身着黑衣 胸口都印着一个大大的填字 正是田家之人 三人是奉了田经义的命令 专门进山搜捕 逃入魔兽山脉的陈征 而且田经义还是给他们下的死命令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呸 那该死的陈家咋种 跑到这魔兽山脉来送死 害得咱们搜索了这么多天 我身上这味都快搜了 矮个男人嘴里骂骂咧咧 高个男人看向领头的英智男人 飞哥 我看那小子早就成为魔兽肚子的粪便了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矮个男人点头 就是 外围咱们都找遍了 看不见人影 至于这深处 以那小子的本事 能活这么久 我反正是不信的 英智男人名为田飞 是田家的一个庞系族人 因为天赋还行 所以被招到田家主卖 剩下两人 则是田家的 花钱供养的死士 田飞神色平静 再找两天 大爷的儿子死了一个 伤了一个 你们是知道大爷脾气的 咱们要是不把样子做足了 回去后 死的就该是我们 高矮两个男人 闻言神情一领 点了点头 不再抱怨矮的男人叹息道 要我说 直接去那城府 抓了那赤野侯夫人 那小子不是个孝子吗 他真要活着 我就不信他不出面 高个男人看白痴一样看他 你也知道那是赤野侯夫人 城府就算再落魄 也没人敢在明面上做什么 真当大渊国王室是摆设 矮个男人不屑一笑 哼 在二爷面前 可不就是 前方的田飞猛然回头 神色很利道 闭嘴 祸从口出 你不知道吗 还是你就这么想死 有些话 他们这些坐下人的心里 自觉失言 连忙道歉 是我多嘴了 田飞冷哼一声 现在若非只有我们三人 这话要是被大爷听见 你现在已经人头落地 被送往皇城了 矮个男人不敢还嘴 高个男人在一旁嘲笑 继续找 都别废话了 田飞重新转身 神情不由一正 你们是在找我吗 一道身影从前方丛林大步走出 脸上挂着森冷的笑意 陈征 田飞先是惊恶 随即又是大喜 你竟然还活着 田经义为了追拿陈征 可是设下重赏 魔兽山脉生存这么久 但现在 这坡天的富贵 竟然就这么砸到他们头上 好好好 田飞大笑出声 身后高矮两个男人 同样露出兴奋的笑意 这小子既然活着 却不知道好好隐藏自己 还敢主动出现在他们面前 简直愚蠢 陈征没有理会田经义 目光落在矮个男人身上 眼神满是冰寒 你想抓我母亲 矮个男人愣了一下 但看着陈征满是杀意的目光 不由吃笑 是又如何 你不会真以为 胜过了一灵少爷 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吧 他看过陈征跟田一灵的战斗 陈征虽然胜了 但也不过显胜而已 田一灵是天才 但终究实战不足 虽然同为后天八重 但矮个男人预估 如果当时擂台上战的是自己 斩杀这小子 最多不用超过十招 不如何 取你狗命而已 手中捂了一个刀花 陈征大步而出 直奔矮个男人而去 矮个男人不屑一笑 也是主动站出 还不忘对身旁两个同伴说道 这小子交给我 你们谁也别出手 田飞跟高个男人 自然没有意见 不用动手 还有功劳拿 何乐而不为 高个男人笑道 速度快点 解决这小子 咱们也好早点回去 这么久 没去脆香楼 老子都快憋疯了 矮个男人自信一笑 放心 此时 陈征已然靠近 长刀落下 看着平平无奇 矮个男人提刀格挡 脸上笑容愈发讥讽 口气这么大 结果这么点本事 废物 等杀了你 我定要找个机会 将你母亲诞骗出来 我倒真想尝尝 吃野猴的女人 玩起来又有什么不同 哈哈 这种事 矮个男人当然不敢做 但这也不妨碍 他用这种办法 来激怒陈征 他就喜欢看别人 无能狂怒的表情 但让矮个男人意外的是 陈征神情平静 根本不受干扰 跟一个死人 有什么好气的 枪 两刀触碰 刀器纵横 剑射一阵花火 本来满脸惊笑的矮个男人 面色大变 他只感觉自己的刀锋 像是压上了一座大山 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啊 惊慌之余 矮个男人发出怒吼 调动全身气血 想要反击 只可惜 完全没用 别玩了 高个男人皱眉 还没意识到不对 田飞看着矮个男人战红 甚至变得有些亲子的脸 微微挑眉 这可不太像是装的 救命 矮个男人看着不断逼近的刀锋 终于放下尊严呼救 田飞正要动手 就见陈征原本还缓缓落下的刀锋 骤然加速 带着豁口的长刀 瞬间压下矮个男人手中长刀 刷 仿佛切菜一般丝滑 一颗大好头颅坠落在地 咔 陈征手中长刀也终于达到极限 顺着最深的一处豁口断开 陈征随手将刀丢下 然后从矮个男人 正在向后扬倒的无头尸体手中 接过他手中的长刀 赠 陈征屈指一弹 刀身发出一阵轻盈声 好刀 陈征满一点头 碰 无头尸体摔落 洒落一地鲜血 陈征抬头看向满脸惊恶的田飞 还有高个男人 视线在两人之间流转 仿佛是在挑选下一个猎物 后天八重 已经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了 对付矮个男人 他只是单纯运用了自己的力量 便已经完成碾压 刀法 步法 打法 都还没来得及施展 太弱了 陈征叹息一声 想了想 他干脆一把将刀插入地面 然后对着二人说道 要不你们一起上 别担心 我徒手陪你们玩玩 田飞跟高个男人的脸色 瞬间无比难看 这废物也太猖狂了 他已经突破后天八重了 田飞一口叫破了陈征的修为 高个男人瞬间心里一松 这小子能以后天六重 就战胜后天八重的田一灵 如今已经是后天八重 一刀干掉大意的矮个男人 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很快 他又意识到不对 后天八重 这小子进入魔兽山脉 也没超过十天吧 怎么就后天八重了 田飞眯眼盯着陈征 看来在魔兽山脉这段时间 这小子有奇遇啊 这是他唯一觉得有可能的解释 怎么办 高个男人看向田飞 心中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他跟那矮个男人的实力 只在伯仲之间 这小子既然能一刀宰了矮个男人 杀他恐怕也用不了几刀 呼叫支援吧 咱们只要需要将这小子拖住就好 田飞沉声说道 陈征展现出来的实力 大大超乎他的意料 即便是他这位后天九重 心里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好在 近山搜人的队伍 可不止他们一个 除了他们田家之外 还有史家跟彭家的人 这件事情 严格来说 本来跟另外两家没什么关系 但是田精益只用一句话 就说动了他们 慈子死后 赤野猴后继无人 大家便都有机会 谁若帮我杀了慈子 那么我可以修书一封丢二弟 支持他做上赤野猴之位 此话一出 两家再无意见 纷纷派出高手 说起积极信来 其他两家队伍远比他们更高 只要将另外两只搜寻队伍叫来 合力之下 这小子就算再强 也得隐恨迭血 高个男人点了点头 只是将人拖住 他还是有几分信心的 他将手摸向腰后 拿出一个三寸长短的烟花场馆来 只需要按动机关 烟花冲天而起 其他队伍看见信号 便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高个男人正要按动机关 突然 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这是什么 高个男人悚然一惊 惊恐地抬头看去 只见陈征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前 什么时候 高个男人冷汗直溜 陈征这宛如鬼魅一般的速度 真要袭杀他 岂不是轻而易举 他刚刚升起了些许自信 瞬间荡然无存 刷 高个男人只觉眼前一花 手中的烟花馆已然易主 陈征脚踏七星 身形宛如鬼魅一般 又瞬间跟两人拉开距离 力量大增 让陈征的身体强度 还有速度 同样水涨船高 如今再使用鬼影七步 就让陈征一举一动 看起来 真如鬼魅横行 肉眼难辨 陈征的速度 就算在田飞这位后天九重的高手眼中 也是恐怖至极 浑身不由 慎起了冷汗 看见被陈征夺走的烟花场馆 田飞自觉知缘无望 暗暗向高个男人递了一个眼神 已经做好了逃跑的打算 他必须活着回去 将这小子的情况汇报上去 否则真让这小子参加狩猎大会 谁能阻挡 等这小子进了轩灵院 那就更难杀了高个男人收到眼神 暗暗点头 就在两人想要转身开溜的时候 骤然 咻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在天空中轰然炸开 哪怕是白天 彩色的火花依旧清晰可见 巨大的轰鸣声更是传遍四方 田飞两人愣住 看着暗下机关的陈征 两人心中一头雾水 这是 暗错了 惊恶之余 又是狂喜 如此一来 他们只需要撑到支援到来 便能将这小子围杀 陈征看着满脸惊喜的两人 神色平静 随手将手中的烟花场馆丢掉 但笑问道 进山来搜寻我的 应该不止你们三人吧 田飞没有回答 陈征便继续道 陈征平淡的口气 让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你什么意思 这小子 莫非不是大意暗倒的 高个男人 没有田飞这么多心思 闻言直接冷笑 是又如何 小子 你还真是愚蠢 竟然不小心误出了机关 看来老天爷也要你死 现在你主动扶诛 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等其他两家的人过来 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说这些 当然不是为了激怒陈征 而是想要拖延时间 但让他意外的是 陈征不禁返笑 还有其他两家的人 看来想让我死的人 还真不少啊 高个男人 心中莫名有些不安 冷声道 你笑什么 陈征诞声道 当然是笑你们愚蠢 谁说我是误处机关 我就是故意的 高个男人吃笑一声 根本不信 除非这小子疯了 否则主动将其他人引来 对他有什么好处不成 另一边 田飞看见陈征主动承认 心中的不安感愈发强烈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小子将其他人也引过来 莫非是想他们 一网打尽 他怎么敢啊 田飞心中慌乱的同时 又生气一股怒意 这废物 压根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田飞将手握向了腰间长剑 一身灵力 气势不断攀升 眼中隐隐有杀意闪现 陈征平静的视线扫来 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从来不是弱者来界定 田飞冷笑一声 狂妄 所以在你看来 我们是弱者 你才是猎人 陈征摇头 你说对了一半 我的确是猎人 但你们 充其量算个诱饵 连个猎物都算不上 深吸一口气 陈征神情转冷 好了 陪着你们拖延这么久的时间 其他人也该到了 你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 现在该上路了 话落 哄 空气发出一阵暴鸣 陈征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原地 田飞瞳孔一缩 以她的目力 也只能捕捉到 陈征飞掠而出的道道残意 不敢犹豫 田飞叙事已久的一剑 骤然出窍 炼狱杀 这是她所修剑法的杀招 剑出如炼狱 乃是困杀之招 同静难敌 正 只听一阵刚鸣 摧探的剑气宛如炸药一般爆开 配合田飞后天九重的强大威势 就连四周空气都被切割 发出痴痴的破空之声 灵力的剑光 终于将陈征逼停 显出身形 恐怖的剑气 瞬间朝着陈征笼罩而去 仿佛要将陈征绞碎 这一刻 田飞心中产生了一种这小子 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嘴角不自觉翘起 不远处 高个男人见田飞如此凶猛 顿时大喜 好 飞哥 宰了这小子 陈征神情镇定 精神力开始高度集中 然后田飞这绚烂的一剑 顿时在她眼中无限放慢 下一刻 陈征一掌轰出 气血之力在她体内翻滚 发出宛如潮汐一般的声音 有如雷鸣 这是 气血如潮 原本信心满满的田飞 听见这动静 陡然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后天大圆满 在将肉身锤炼到极致后 才有可能诞生的特殊韵力之法 气血如潮汐 原本十分的力量 也能爆发十二分的威力 你的剑法不行啊 有破绽 迅猛的一掌 带起汹涌的气浪 瞬间粉碎了田飞绚烂的剑花 田飞瞪着眼睛 看着陈征一掌 精准拍在了她长剑剑身之上 宛如炼狱一般的剑气 顿时如冰雪消融 此刻 田飞也感受到了 矮个男人死前的绝望 超过万斤的气力 迅猛无比的速度 让田飞根本做不出 丝毫抵抗的动作 碰 长剑弯折成半圆状 连同陈征的手掌一起 印在田飞心口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鼓裂声 田飞面露痛苦 口中鲜血喷涌而出 下一刻 长剑回弹 再加上陈征强奏的掌力 田飞瞬间弹飞出去 足足砸断了两个巨数 才停了下来 但人早已失去生命气息 陈真回过头 看向已经被吓傻的高个男人 该你了 与此同时 丛林间 一个四人小队 正在丛林之中穿梭 领头一人背后背着一道宽刀 身材雄壮 气势豪放 正是彭家的派来搜寻的领队 彭家旁系一脉的高手彭力虎 后天九重高手 身后三人也都有着后天八重修为 他们都是看见了田家的烟花信号 特意赶来 突然 彭力虎骤然站定 左手高举 示意队伍停下 怎么了虎哥 身后一个同伴问道 彭力虎没有回答 而是将手握向背后刀柄 转头朝着左边看去 谁 出来 剩下三人健壮 也是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哈哈 彭力虎 你胆子也太小了 要是怕了 不妨先回去 那废物的命 就让我们史家来收好了 伴随着一阵大笑 三道身形出现 领头一人手上戴着金刚拳套 脸上充满了皮腻的笑容 浑身筋肉宛如岩石铸就 光是站在那里 就带给人强大的压迫感 看见男人 彭力虎眉头紧锁 韩生道 史天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史天南跟彭力虎身份相当 都是各自旁系一脉的刚顶者 只是两者实力有着差距 史天南要比彭力虎更强 已经是后天大圆满的舞者 距离开脉镜 也不过一步之遥 史天南冷笑一声 浑然没将彭力虎 这位后天九重放在眼里 他身后跟着两人 一位后天九重 一位后天八重 都是史家培养的门客 彭力虎 男哥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有数 史家那位后天九重的舞者 出声嘲笑 史天南更是直接出声警告 先说好 一会儿 你要是爱手爱脚 我不介意先解决了你 说吧 他挥了挥手 直接带着两个门客离去 虎哥 这史天南也太嚣张了 彭力虎身边 一个胖子不奋道 彭力虎眼中冷意流转 却强压下怒气 无妨 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大家各凭本事就是了 他距离后天大圆满 也不过只有一线之格 也不会怕了那史天南 走吧 彭力虎指挥手下赶路 还不忘低声叮嘱 一会儿看好了 若是陈家那废物 先被史家的人宰了 那咱们就找机会偷袭 直接宰了史家的人 田家的人 只想那废物死 其他都不会在意 身后三人紧了紧手中武器 点头称 是 但等史家跟彭家两支队伍 一前一后赶到烟花位置的时候 陈真跟田家的战斗已经结束 人呐 史天南皱眉观察着左右 这里有血解 后天九重的门客 指向一颗断裂的巨木 史天南焦急道 那小子受伤了 快追 说吧 他直接带着人手 朝着血迹方向追去 如果陈真直接被田家的人给宰了 那他们岂不是白忙活这么几天 跟上 彭力虎见状 直接跟在了史家队伍的后面 但他们还没跑几步 便都停了下来 吃惊地看着前方 这事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在不远处的一棵巨树之上 田飞跟矮个男人的尸体 宛如一团烂肉般堆放在树底 高个男人的尸体 则是被长剑洞穿 直接钉在了树身之上 这是田家的人 怎么都死了 谁干的 史家跟彭家的人都没将这件事情 往陈真的身上 想在他们的印象之中 陈真不过是一个后天六重的小角色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干的 细血的声音在众人头顶响起 几人悚然一惊 纷纷抬头看去 只见巨树树间之上 正蹲着一道身影 少年雪亮的毛子 像是在打量猎物一般盯着他们 陈真 这废物 田家的人是他杀的 怎么可能 史家跟彭家的心中 都在翻江倒海 不敢相信 这小子肯定还有帮手 注意周围 史天南跟彭丽虎立刻反应过来 提醒着手下之人 然后众人便疑神疑鬼地左右张望 企图寻找出陈真那个 根本就不存在的帮手 这一幕 直接把陈真给看乐了 你们已经浪费了我太多时间 我就不陪你们慢慢玩了 趁天还没黑 送你们早些上路 摇了摇头 陈真兼抗从矮个男人那儿抢来的长刀 身形宛如大鹏一般 从树间俯冲而下 田家的人已经验证了他现在的实力 所以他也不需要更多的验证 接下来 只管痛快地狩猎就好 但即便到了此刻 史家跟彭家的人都依旧不认为 是陈真杀了田家三人 看着陈真落下 只当是陈真想要当耳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好让藏在暗中的高手出手 可笑的把戏 史天南心中冷笑 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在陈真身上 只等陈真到了一定距离 不管那暗中之人会不会出手 他都有把握将其一拳轰杀 直到 透着寒意的刀光在他眼前绽放 刘云刀法 落地的瞬间 陈真长刀滑落 瞬间斩出三刀 混合着刀器的刀影 宛如刘云一般 让人不知道下一刻会落在何处 只是刘云不会杀人 但陈真的刀会 刷 鲜血见射 史家三人中 后天八重的门客瞬间身孕 从头到尾被一分为二 史天南不愧为后天大圆满的高手 再加上一直关注着陈真 所以在紧要关头 一拳轰出 灵力的拳劲抵挡住了陈真的刀影 甚至还有余力 拉旁边的同伴一把 只是他连退几步 跟陈真拉开距离后才发现 被他拉到身后的后天九重手下 也只剩下一半的身子 这让他脸色无比难看 身后 彭家的人因为距离原因 并不在陈真的攻击范围之内 但此刻也都是一副呆滞的表情 这真的是陈真吗 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强 他们无法理解 明明陈真之前在擂台上 打赢田一灵都那么吃力 现在不过就短短十天时间 便已经有了顺杀后天九重的实力废物 你是在找死 史天南怒吼一声 眼中充满了无尽杀意 且先不论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但有一点 他非常明白 绝对不能让这小子继续成长下去 当初天骄之名 响彻大渊国的赤野猴 也不过如此吧 必须在这小子成长起来之前 将之扼杀 燕城 绝对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赤野猴 死 史天南带着金刚拳套的拳头 静直朝着陈真头颅轰去 陈真展现出来的实力虽强 但还不至于 让他这位后天大圆满的高手退窃 一出招 便是必杀技 恐怖的气浪在史天南拳间汇聚 在挤压到极致之后 又轰然爆开 气爆拳 这一门拳法 已然被史天南练到炉火纯青 长长拳位置 敌人已经被压缩的气浪搅碎 感受到脚杀而来的汹涌气浪 陈真神色平静 脚掌微抬 身形宛如闪电一般 飞掠而出 鬼影七步 鬼魅一般的身影并未避站 反而是跟史天南拉近了距离 这小子疯了 后方观战的彭丽虎大喜 最好这两人都个两败俱伤 或者史天南直接杀了陈真 他们再将史天南围杀 到时候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带着陈真的头颅回田家交差 想跟我硬碰硬 那就来 史天南看见陈真的动作 凝笑一声 浑身气血激荡 全静变得愈发凌厉几分 方圆数米之地 尼尘都被带动飞扬 面对气势害人的史天南 陈真只是一刀披落 刀锋直接以奇特的方位 切入史天南全静之中 史天南作为后天大圆满的舞者 只说气力 其实只比现在的陈真弱上一筹 所以决定两者胜负的关键 就落在记上 而拥有强大精神力的陈真 只是片刻间 就找出了史天南全法的破绽 在史天南眼前绽放 原本还信心满满的史天南 在这一刻 骤然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发现 随着陈真这一刀落下 他的全静 泄了 这种感觉 史天南脑海中闪过一个片段 是他在史家时 跟史家的一位开脉镜高手求教 那位高手也是如陈真一般 只是随意一招 就破开了他的全静 陈真此时给他感觉 竟然跟那位开脉镜强者 有些相似 但陈真 不过才是后天八重啊 虽然陈真绽放的气血力量 十分害人 但是其身上的气息 不会骗人 确确实实只是后天八重 怎么可能啊 史天南满眼都是惊骇 心中尽是迷茫 妖念 这世上 怎么会存在这种妖念 刷 刀光先斩断了史天南的臂膀 紧接着 就落向史天南的脖梗顿时 鲜血如喷泉洒落 史天南最后的视线 定格在不断拉长的地面 碰 无头尸体坠地 扬起一地碎叶 陈真长刀一甩 刀身鲜血荡尽 又是一片清亮 他视线落向彭家四人 跑 彭丽虎顿时如同炸了毛的猫 浑身汗毛树立 无尽的含义跟恐惧 在他心间滋生 只留下一句 也不再管三个手下 直接转身便跑 一刀斩了史天南的陈真 杀他只会更加容易 此刻他已经顾不得探究 陈真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强大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活命 他不想死 剩下三人得到提醒 同样仓皇 转身逃命 怪物 这绝对不是陈真 莫非这陈真 也太过害人了 几人被陈真吓破了胆子 甚至说起了胡话 陈真看着狼狈逃窜的四人 小腿微曲 然后猛然崩直 嗡 汹涌的气浪 在陈真脚下爆开 再配合陈真鬼影七步的身法 整个人宛如流光一般划过 瞬间追上彭家四人 在陈真身形穿过四人的瞬间 一抹刀光绽放 宛如沉溪 一闪而逝 下一刻 陈真收刀站定 逃跑四人仿佛没受影响一般 依旧向前奔驰 哈哈 没事 彭丽虎大喜 但紧接着 他像是感应到什么 将手摸向脖子 却发现空无一物 空的 而且我的视线 怎么在反转 砰砰砰砰 四颗面容定格着疑惑的头颅 摔落在地 隆重的血腥味道 在丛林之间散开 陈真在几具尸体间摸索一番 将值钱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返回落脚的魔熊山洞后 陈真将手中东西随手丢下 看着已经堆叠成一座小山的魔兽毛皮 陈真挠了挠头 有些烦恼 这么多东西 到时候要怎么带出山去 阎城 田家 田飞他们已经有三天 没传回消息了 听着下人汇报 田精义面沉似水 彭家跟史家那边是什么情况 也是一样 从三天前就没了音讯 一旁 面色苍白的田一灵 神色音艺 怎么可能 三家基本都是后天八九重的高手 史家更是派出了一位 后天大圆满 他们又是分头行动 总不可能都碰上了二阶魔兽 全军覆没吧 田精义眯起眼睛 这是有蹊跷 父亲 我不管什么蹊跷 我只要那废物去死 他一定要死 田一灵壮弱癫狂 满目猙獰 被陈真一个人人皆知的废物给废掉 哪怕他的伤势能够恢复 但陈真只要活着 就是他一辈子的污点 还有可能成为他五道之路的心魔 唯有用陈真的血 才能洗刷这一切 田精义没有搭话 此时 一道高大身影从门口踏入 浑身散发着暴虐的气息 大哥 要不我走一趟 三弟 三叔 看见来人 田精义跟田一灵都露出惊喜之色 来人正是田家三爷 田精义的弟弟 有着奔雷枪之称的开麦竞武重高手 田烈 三爷 下人恭敬向田烈行礼 田烈摆了摆手 你先出去吧 是 下人不敢废话 恭敬退走 等到房间中只剩下三人 田烈才向着田精义父子露出笑容 大哥 一灵侄儿 好久不见 他前段时间被派往皇城 为二哥田无极办事 如今是听说燕城这边出了变故 这才赶了回来 田精义皱眉道 三爹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田烈笑道 是二哥派我回来的 我听说陈玉的那个废物儿子 突然之冷起来了 不仅杀了田童 连一灵侄都被废掉 田精义脸色阴沉下来 但还是点头道 却有此事 这废物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 着实古怪 田烈摇了摇头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从一开始 这废物就在藏桌 直到如今 陈玉生死不明 他才不敢继续隐藏 想要以此获取皇室的注意 保全自己跟陈家 说到这儿 田烈顿了一下 又或者 那陈玉未雨绸缪 提前就在自己儿子身上留了手段 田精义看了田烈一眼 但声道 这些话 都是二弟说的吧 田烈性格暴躁 最不喜欢动脑 可不会想这些东西 见被拆穿 田烈也不尴尬 爽朗一笑 还是大哥聪明 说着 他笑容收敛 满脸杀鸡 二哥说了 无论是什么原因 那废物都必须要死 如今 他逃入魔兽山脉 就是最好的机会 即便事后皇室想要追查 也绝对查不到什么 田精义点了点头 所以 二弟想怎么做 田烈直接道 还请大哥给我找几个 擅长追踪寻人的高手 由我亲自带队 诛杀那个废物 此次狩猎大会 轩灵院派来燕城的监考官 曾经受过那沉誉的恩惠 若是等他到达燕城 咱们在他眼皮子地下 可不一定再有动手的机会 可以 田精义爽快硬下 毕竟田烈的语气 可不像是在跟他商量 那就多谢大哥了 还请大哥尽快安排 今日我就要进山 免得夜长梦多 陈征的事情 从他回来之后 便已经打听清楚 也包括三家队伍失联的事情 但田烈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管那陈玉给自己儿子 留了什么底牌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不过只是一场笑话 朝着田精义拱了拱手后 田烈便转身离开 田烈灵满脸兴奋 好啊 三叔亲自出手 任那废物有三头六臂 也必死无疑 但看着田精义阴沉似水的脸 田烈灵渐渐平静下来 不解道 父亲 怎么 你莫非不想那废物死 当然不是 田精义摇头 他语气悠悠道 咱们田家没有开麦进高手吗 田烈灵愣了一下 自然是有的 田精义自嘲一笑 对啊 有 那你二叔 为什么还要派你三叔 亲自回来走一趟 这分明是在敲打他 在表达对他的不满 田精义看向一脸不解的田烈灵 与众心肠道 烈灵 以后对你二叔 敬重一定要有 但切不可太过交心 从一开始 田精义就知道自己这位二弟 天赋极强 心思极深 野心极大 但 对于情感的观念 也极其淡漠 在他这位二弟的眼中 身边一切都不过是 实现他心中霸业的工具 而一旦失去价值 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舍弃 自己这位被视为 田家忠心之人的二弟 眼里其实从未有过田家 这也是他选择留在 燕城管理祖业 而不是前往皇城 追随田无极的原因 对于自己的二弟 田精义心中的畏惧 要远大于敬意 本就心思灵巧的田一灵 此时冷静下来 也读懂了父亲话语间的含义 只见他本就苍白的面色 变得愈发苍白 儿子明白了 山中无岁月 魔雄洞中 陈征用碎石在墙壁上 划下一道痕迹 看着墙壁上 道道分明的刻痕 陈征心中叹息 都快一个月了呀 他在这魔兽山脉中 已经待了差不多 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洞内 原本宽敞的空间 已经彻底被各种魔兽的皮毛塞满 粗略数趣不在摆头之下 而陈征的修为 也来到了后天八重巅峰 距离突破后天九重 不过一步之遥 其实有着混沌神顶中的金色液体 外加这么多的魔兽腰单 再加上时不时挖掘一两株灵药 陈征的修为 早在一周之前便可突破 但都被陈征压了下来 在尝试过肉身大圆满的好处之后 陈征不将肉身打磨至大圆满境界 怎么舍得突破 在血色液体的强化下 陈征如今的力量 已经超过一万六千斤 要远胜于后天大圆满 而距离后天八重的肉身圆满 也只仅有一步之遥 陈征从混沌神顶中 取出一滴血色液体吞浮 在力量增长的同时 陈征再一次感受到了 肉身传来的圆容感 肉身圆满 撑 但陈征依旧没有选择突破 明天就是秋季狩猎的日子 我要在狩猎大会上 给那些一直盼望着自己死的家伙 一个惊喜 陈征嘴角泛起争鸣的笑意 他沉下心神 没有选择修炼 也没有外出狩猎 而是直接躺倒在皮毛之中 像个普通人一样 陷入沉眠 最后一天 他想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清晨 清醒过来的陈征 只感觉神清气爽 身子都清淫了许多 啃了几口昨天剩下的烤魔兽肉 喝了几口提前接好的山泉水 陈征走出魔雄山洞 金色的橙晨溪 透过树叶缝隙 洒落在少年俊秀的脸上 一个月的山林薄杀 让少年身上多了几分汗勇杀伐之气 该出山了 陈征吐出一口浊气 背起长刀 大步朝着魔兽山脉外走去 魔兽山脉外 前往秋季狩猎的必经之路 已经被田家直接封锁 不准任何外人靠近 查棚下 田烈躺在堂椅上 一旁有后天九重的门客 为他侦查 三爷 那废物 真的会出现吗 在召集人手之后的当天 田烈便带人前往魔兽山脉搜寻 但那时 陈征已经进入更深层的山脉历练 而且 魔兽山脉实在太大了 在苦苦搜寻几天无果之后 田烈便改变了策略 开始了守住待兔 当然 这也是田无极给他的策略 三弟 如果找不到赤野猴的儿子 也无需着急 只需堵在前往秋季狩猎的必经之路便可 当时 田烈也问了跟这位门客一样的问题 田烈嘴角挂起一抹淡淡笑意 模仿着自家二哥说话时的那种淡然语气 除非那小子不准备参加秋季狩猎 否则必然会出现 但如果他放弃秋季狩猎 错过了进入轩灵院的机会 那么他就只能待在烟城等死 没有轩灵院的庇佑 想杀他 只会更加容易 门客满脸叹服 三爷心思缜密 我等粗人不能及也 田烈捧不住笑脸 大笑道 不算什么 我也只学到了王二哥身上的一点皮毛而已 看着地道眼前的茶碗 田烈满意地看了身旁的门客一眼 好好做事 这次回去 说不定我能带你一起去皇城 门客顿时大喜 表现得愈发殷切恭敬 田烈喝了一口茶水 目光看向远处的上路 嘴角泛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不仅是这里 其他路口他都派了人守着 只要发现那小子便会第一时间发送信号 他请客便能到达 反正那废物只要敢出现 就必死无疑 时间流逝 太阳高升 温度也渐渐变得炙热起来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以极快的速度 从山路间不断往下 安插在路口的田家探子 直接按下手中烟花管的开关 咻 碰 灿烂的烟花在天空炸开 田烈第一时间起身 身形宛如闪电一般飞掠而出 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就算一直在身旁侍奉的后天九重门客 也没能看清田烈的动作 这就是开迈进 门客一脸星驰神网 招呼着其他人 朝着烟花爆开的地方追去 而听见动静的陈征 也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是田家的人 他一眼就发现了 探子藏匿身形的地方 脚踏七星间 人如鬼魅一般飞翼而出 这些家伙 还真是阴魂不散 啊 只听一声惨叫 探子直接从藏匿的地方横飞而出 胸口塌陷一大块 眼看就是活不成了 解决完探子 陈征也已经被包围起来 四个后天八九重的田家门客 手握力气 组成阵势将陈征牢牢困住 实力更弱一些的门客 则是落在四个高手后面 随时准备补位 陈征深吸一口气 将手握向身后刀柄 神情冷冽 他急着去参加秋季狩猎 可没时间陪着这些家伙浪费 田烈猜得没错 这次秋季狩猎 对陈征而言非常重要 不仅是为了寻求庇护 而是到了皇城 他才能有机会 调查父亲的消息 而不用像现在在燕城这般 两眼一抹黑 挡路者 死 陈征心中杀鸡大圣 对于田家的人 他根本不存在什么怜悯 刷 拔刀的瞬间 刀光宛如光运一般 飞速荡开 灵力的刀器连空气都被切割 发出一阵刚鸣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四个田家门客 还是被陈征这一刀惊艳 但紧接着 就是惊恐 陈征这一刀太快 快到哪怕他们没有眨眼 也完全捕捉不到刀影的诡计 只能下意识地胡乱举起武器格挡 但陈征恐怖的洞察力 瞬间将他们的动作看穿 是 四颗头颅冲天起 脸上油渍带着惊恐之色 剩下众人也被陈征害人的实力惊重 忍不住连连后退 陈征懒得跟他们浪费时间 不想死的 就滚 一声力喝 混合着陈征浑厚的气血之力 宛如闷雷一般炸开 田家的门客们 只感觉耳膜一阵刺痛 忍不住捂住双耳 但鲜血依旧炯炯从五指缝间流出 陈征没有理会哀嚎的众人 脚下一踏 气浪炸开 就要冲出重围 你想去哪儿 一道饱含怒意的声音 在陈征耳边炸响 恐怖的压力 朝着陈征倾袭而来这种感觉 隐隐让陈征有种 当时以普通人之躯 站上擂台上 面对田同时候的感觉 无力 恐惧 绝望 给我死 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陈征身旁的田猎 朝着陈征头颅一掌拍下 哄 恐怖的气浪挤压浓缩 仿佛将空气都要搅碎 开脉镜 陈征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以他如今的实力 也只有开脉镜 能带给他这般 近乎不可抵挡的压力 生死危机下 陈征不敢再隐藏实力 五脉瞬间破开 修为瞬间突破到后天九重 气力也瞬间大涨 一万七千斤 一万八千斤 两万斤 即便是开脉镜一重的武者 极限力量也不过两万五千斤 还不够 陈征面色略显猙獰 在田烈恐怖的压力下 他连举刀的时间都没有 只能撑起没有握刀的左手 轰然拍出 轰隆隆 气血潮汐声传出 陈征力量再次暴涨两成 气血如潮 看着还妄图挣扎的陈征 田烈面露诧异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会相信 以前那个连修炼都不能的废物 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陈御到底给他留了什么宝贝 这一刻 田烈心中生起一丝贪念 但很快 他脑海中闪现出 田无极在他离去时候的叮嘱 三弟 成大使者 得能压制内心的欲望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希望你能清楚 当时 田无极看他的目光极为淡漠 淡漠的 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即便现在想来 田烈都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二哥在那个时候 便已经猜到了 我此时的想法嘛 田烈心中生起一股寒意 也压下了心中的贪念 算了 你还是去死吧 田烈眼中杀意大掌 掌尖力量又重几分 四面都掀起阵阵飓风 三爷威武 差点被陈征吓破胆子的田家门客们 兴奋大叫 此刻陈征在他们眼中 俨然已经是一个死人 因为哪怕最弱的开脉镜 打后天大圆满 也如杀鸡一般简单 这是铁掠 至今为止 还从未被人打破过 陈征精神力高度集中 想要寻找出田烈的破绽 但针对后天镜几乎无敌的力气 在田烈这位开脉镜身上 也彻底失去了作用 即便拼尽全力 陈征也只找到了田烈落掌的轨迹 碰 两掌相交 恐怖的力量对轰 形成一阵气浪 向着四方激荡 一群后天镜都忍不住连连后退 嗯 田烈眼中第二次露出惊讶之色 陈征闷哼一声 身形宛如陨石一般衰落出去 姿态虽然狼狈 但他确实是挡住了 怎么可能 田烈眯起眼睛 他这一掌 虽然未尽全力 也绝对不该 是一个后天镜能够挡住的 更别说 还是一个临时突破的后天九重 他心中的贪念再次被勾动 冷眼看向奋力站起的陈征 小子 陈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东西 你要是愿意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陈征心中一灵 还以为是混沌神鼎的事情暴露了 但看田烈的表情 却又不像 他压抑着体内翻滚不停的气血 强行将奔涌到咽喉的溺血咽了下去 故作犹豫道 那保药我也只剩下一半 可以改善我的资质 提升修为 我可以给你 但你能不能放我一马 这话是试探 也是拖延 陈征也没想到 田家竟然会直接派田烈过来 哪怕来的是个开麦境一重 他拼死都还有逃命的机会 但对上开麦境五重的田烈 差距实在太大 他必须得想其他办法才行 而且刚才硬拼一掌 陈征看似没事 实则浑身筋骨都在隐隐作痛 他需要恢复的时间 保药 田烈眼睛一亮 倒也不宜有他 赤野猴常年征战在外 缴获无数 得到一两样宝物也是正常 再结合陈征这段时间的变化 陈征这个解释并无破绽 你觉得 现在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田烈讥笑一声 交出宝药 我给你痛快 否则 我定要让你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也算是给我那两位好侄报仇了 陈征心中一定 看来田烈并不知道 混沌神鼎的事情 他继续拖延时间 苦笑一声 罢了 事已至此 看来是天要往我沉嫁 临死之前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情 我父亲赤眼猴 如今到底是生是死 田烈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冷声道 小子 我警告过你 你不过是我暗板上肉 没有跟我提问的资格 看来 还得给你一些教训 说吧 田烈身形闪烁而出 浑身静力激荡 一刨顿时无风自动 带着比刚才还要恐怖的压力 朝着陈征清洗而来 后天断体 开脉练进气 当人体肉身被开发到极致 破除关爱之后 精神之门洞开 便可有力化进气 力只是死力气 而进气 更具备杀伤力 开脉进武者 一旦进气加深 一举一动 都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顷刻之间 田烈便已来到陈征身前 依旧是一掌拍下 刚才那一掌 田烈还只是动用了力量 并未使劲 但这一次 他没有再留守 陈征一身距离来的古怪 田烈性格急到暴虐 但经过田无忌一段时间的调教 也学到了不少 就比如 想要问话的之前 得先了却后顾之忧 先废掉这小子 再慢慢逼问保药的下落也不迟 感受到比刚才 还要恐怖的压力袭来 已经缓过一口气的陈征 并未惊慌 因为他清楚 惊慌无用 田烈很强 他几乎没有胜算 但陈征并不打算 就这么束手待毙 在击杀田同 还有废掉田一林的时候 陈征就已经下过决心 活 就要好好活着 死 也得站着死 陈征瞪着眼睛 精神力急速运转 眼睛中瞬间爬满了血丝 他握刀的右手 以一种极快且独特的姿势滑落 递出了自己积蓄已久的一刀 刘云杀 出自黄杰中品刘云刀法的杀招 在陈征精神力 以及不属于开脉镜一重的恐怖力量加持下 展出了至今为止 最为璀璨的一刀 刷刷刷 带着寒光的刀影 宛如潮汐一般荡开 就像油白转黑的刘云 带着风雨欲来的杀击 即便田烈已经很高看陈征 但此刻 陈征爆发的实力 依旧出乎了他的意料 掌镜压下 竟然无法泯灭 陈征绽放的刀器 反而是他的手掌血花绽放 出现无数刀痕 但 也仅此而已了 陈征面露绝望 他本想逼退田烈 然后逃命 这已经是他最强一击 但哪怕赌上一切 也不过只是勉强破了田烈的防御而已 甚至连轻伤都算不上 根本没有创造出给他逃命时间 开脉镜五重 实在是强得离谱 田烈脸上也无得意 他堂堂开脉镜五重的高手 被一个后天镜九重舞者伤到 这是要是传出去 恐怕得被人笑掉大牙 以后最弱开脉镜的称号 恐怕也非他莫属 废物 你是在找死 田烈怒吼一声 眼中满是杀意 但是对于陈征说的那宝药 也愈发期待起来 吃了那宝药 连一个废物都能成长到这种地步 他比这废物可要强多了 若是能吃掉剩下一半宝药 效果肯定会更好 甚至直接突破天罡镜 也不是没有可能 田烈心中火热 也不管掌尖滑落的鲜血 尽力鼓动间 再次朝着陈征一掌落去 小子 到此为止了 他看得出来 陈征斩出刚才那一刀 便已经力竭 接下来 就该让这废物 尝尝忤逆自己的下场了 陈征心中不甘 脸上依旧不见半点距异 他调动浑身最后的力量 想要继续挥刀 哼 毅力可加 田烈讥笑一声 但不行 就是不行 掌风落下 压得陈征睁不开眼 陈征心中没有畏惧 只有遗憾 但等了一会儿 陈征疑惑得睁眼 因为预想之中的一掌并未落下 就连破人的掌风都消散于无 陈征睁眼的瞬间 只见田烈的手掌 距离自己不过三寸的距离 但仿佛就像是被定格一般 没有落下 阵阵惨叫声响起 都是来自田家的门客 陈征虽然心中疑惑 却不会错过这活命的机会 身形向后一滚 立刻跟田烈拉开距离 退开之后 陈征才扫了一眼周围 田烈此时满头大汗 脸上更是充斥着惊恐之色 眼神涣散 仿佛陷入了某种恐怖境地 另一边 田家门客们已经全部倒下 一道身形注立在尸体中心 看见那道身影 陈征不由一正 来人身着一身赤红盔甲 身材纤细高挑 单手握着一杆红鹰长枪 枪间红鹰上 此刻还有鲜血低落 乌黑的长发梳成马尾 扎在脑后 精致却不失阴气的面容冰冷 眼中满是煞气 任谁见了 都得赞一句 好个女将军 女人看年龄 不过二十几岁 但一身气势 丝毫不在开迈进五重的田烈之下 甚至能将田烈稳稳压制在原地 无法动弹 陈征脸上露出喜色 更难掩激动之情 她不认识这女人 却认得女人身上的盔甲 那是她父亲赤野猴麾下最强战力 赤甲军的装扮 在盔甲的中心 还印有赤字标记 少主 红鹰救驾来迟 一会儿再向您请罪 属下已经见过主母 也知少主心中有许多疑惑 不过还请少主稍等 且待属下斩了此人 鹰气女人语气冷硬 但陈征听得出来 这已经是她所能展现出 最温和的态度 不等陈征回应 鹰气女人已经将目光落向田烈 声音更是如蜡月寒冬 话语间杀气肆意 让人不寒而栗 我主在驻守边境 保家卫国 你等渣子 不知感恩 还想残害主母跟少主 罪该万死 此刻 田烈终于挣脱了 鹰气女人的气势封锁 也顾不上陈征 如灵大敌的丁相女人 你是陈御的人 陈御回来了 她眼中泛着一股浓浓的忌惮 光凭气势便能将她压制 眼前这人 至少也是开迈进大圆满的修为 甚至 有可能是天刚静 田烈虽然是在问话 但是身形不停地向后退去 明显是有了开溜的念头 鹰气女人一眼便看出了田烈的打算 神色冷漠的 无胆鼠背 刚才不是欺我少主年弱吗 现在知道怕了 田烈面色胀红 谁怕了 我是看你一见女流 懒得跟你计较 鹰气女人挥动手中红鹰枪 阵阵破空声如雷鸣 强大的气势朝着田烈镇压而去 你的外号叫奔雷枪 练的应该是快枪吧 与我一战 若是能挡得住我一枪 我便放你离开 田烈眼睛微眯 当真 鹰气女人诞声道 我赤甲军 向来说一不二 好 只是接下一枪 田烈自认还是有几分机会的 最重要的是 这女人的精神力量 一直锁定着自己 她根本就跑不掉 若是将后背留给这个女人 自己只会死得更快 那还不如搏一搏 陈征在一旁静静看着 并未插话 她不知道眼前这女将有多强 但她信任自己父亲的赤甲军 准备好了吗 鹰气女人抬枪咬指田烈 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田烈也取下背后 银亮长枪 握在手中 她目光阴沉地看着女人 等等 我 田烈仿佛要说什么 但话到一半 浑身静气瞬间凝结 手中长枪视如奔雷 身随枪洞 顷客之间 便攻到鹰气女人面门 枪间更是绽放一抹紫电 声势害人 仿佛要吞噬一切 卑鄙 见状 陈征忍不住骂了一声 田烈满脸不屑 生死面前 哪还顾得上什么 卑鄙不卑鄙 眼前女人带给她的压力 实在太大 哪怕是一枪 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接下 那就干脆以攻为首 攻其不备 鹰气女人脸色 并没有因为田烈的突袭 而有丝毫变化 朱唇轻气 透着一股嘲弄 勇气可佳 但不行 就是不行 田烈愣了一下 这话 让她隐隐觉得有些熟悉 但就很快 她就顾不得思考这么多了 因为一点寒芒在她身前绽放 几乎瞬间击溃了 她枪尖子电 然后在她眼中无限放大 死亡的阴影笼罩 田烈脸上泛起惊恐之色 不 我二个是 话音未落 一点寒芒已经在她面前炸开 恐怖的力量瞬间轰碎了她的头颅 碰 无头尸体坠地 堂堂开麦竞武虫高手 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陈征也被鹰气女人这一枪震撼 久久无法言语 属下陈红英 拜见少主 等她过神来 女人就仿佛只是 斩了路边一颗野草般 魂不在意 丹西跪倒在她身前 陈征深吸一口气 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我父亲 还活着吗 鹰气女人一板一眼地回道 主上当然活着 虽然陷入了一些麻烦 但是主上很快便能解决 是主上收到密报 说少主跟夫人正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才让红英率先回来 保护少主跟主母 陈征心中一块大石落下 上前将陈红英扶起 越是靠近 陈征就越是惊艳 这陈红英若是患上一身红妆 必然也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只是身上那股冷漠肃杀的气质 让她缺少了几分女人特有的温婉 但也多了一股 女中豪杰的特质 以后 我就叫你红英姐吧 陈红英皱眉道 这不妥 属下指示 陈征挥手将她打断 这里不是军中 称呼罢了 无需在意 陈红英这才点头硬下 陈征来到田猎身边 抬脚将田猎的银亮长枪勾起 出言问道 红英姐 你见过我母亲了 她可还好 主母无恙 就是很担心少主 红英连忙回道 陈征点了点头 笑道 那就好 等参加完秋季狩猎 再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 说着 她随手将银亮长枪丢给陈红英 这枪不错 现在是你的了 若是用不惯 就容了重打一个 陈红英伸手接住 直接背到身后 谢少主 耽误了许久时间 陈征也懒得摸尸 带着陈红英直奔秋季狩猎的地点赶去 路上 陈征看着英姿洒爽的陈红英 忍不住问了一嘴 红英姐 你是什么修为 陈征好奇地问道 开脉进大圆满 陈红英没有隐瞒自己的境界 开脉进大圆满 都像你这么强吗 陈征看得出来 诛杀田烈那一枪 陈红英只是随意一枪 而田烈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占了偷袭的便宜 陈红英摇了摇头 语气依旧淡漠 用轻描淡写的语气 给出了一个极为嚣张的回答 像是田烈这种的垃圾 即便有着大圆满修为 属下杀他 也用不到第二枪 田烈既然能得个奔雷枪的称号 自然不会是垃圾 但陈征也没反驳陈红英 带入他自身 陈征早就明白一件事情 不仅普通人跟天才之间有差距 天才跟天才之间也是一样 而且这差距只会更大 看见陈征沉默 陈红英还以为陈征不信 又解释了一句 属下这么说 并非是因为属下自大 在赤甲军的时候 属下便已经斩杀过不少 开迈进大圆满境界的蛮子 那田烈的枪术还算可以 但身上少了几分杀伐之气 属下沙榻 也只用了开迈进五重的力量跟修为 陈红英一脸自傲之色 红英姐你无需解释 我不是不信 陈征面带微笑 随后又询问了许多 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 陈红英也是知无不言 陈征这才知晓 父亲之所以这么久咬无音讯 是中了敌人圈套 被人围了起来 并且截断了父亲所有退路 妄图逼迫父亲投降 主上其实有冲杀出来的机会 但是主上放弃了 陈红英眼中闪烁着寒光 为什么 陈征不解问道 因为主上发现 大渊国朝廷中 有那些蛮子的内影 主上想要借此机会 引诱这些人上钩 然后再配合朝廷 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这些人狡猾得很 若是不让他们看见希望 恐怕不会露出马脚 陈红英面露寒霜 一股淡淡的杀意 横扫而出 陈征瞬间明悟 父亲赤野猴 如今看似身陷险境 实则只是 演给其他人看的一场戏 只带机会成熟 便会亮出屠刀 不过那些人非常谨慎 即便主上身陷胡伦 他们依旧还要一次次的试探 甚至还要对主母跟少主出手 主上得知后 就派我暗中回来 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途中遭遇了好几次袭杀 耽误了不少日子 才让少主跟主母受了那三家之辱 陈红英继续说道 说到这儿 陈红英像是松了口气般 语气柔和不少 还好少主洪福齐天 弥补了身体缺陷 瓦解了那田家阴谋 否则红英这次回来 只能血洗田家 然后一死谢罪了 陈红英说得云淡风轻 但陈征却看得出来 如果自己死了 这女人恐怕真的会这样做 虽然知道陈红英是因为 受了自己父亲的命令 但听见有人愿意 为自己毫不犹豫地赴死报仇 陈征一旧有些感动 这些年来 尝尽了人情冷暖 对每一份善意 都有为珍惜 红英姐 你的命 可比田家那些渣子重要多了 陈征笑谈一声 然后转口道 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少主轻将 陈红英一脸正色 陈征满脸笑意 我需要你 接下来什么都不做 陈红英皱起眉头 以她的性格 等到秋季狩猎之后 必然会召集赤野猴 在朝廷的力量报仇 虽然对付不了那天无极 但是在燕城的这几家 必然要他们吃尽苦头 方能泄恨 但她并未直接反驳 而是摇头道 属下不见 陈征笑道 红英姐 你想一想 若是父亲在 会如何 陈红英眼露金光 面上满是崇拜之色 笃定道 以他们三家这些年 对主母跟少主做下的事情 主上必轻率赤甲军 踏平三家 没错 陈征点头 赤野猴身为大渊国军神 手握百万兵权 坐视公寓 却也极为霸道 更非常互端 但现在的问题是 父亲已经不在了呀 陈征看向陈红英的眼睛 一有所指 天才的脑子都是不蠢的 只是大多数时候 他们都懒得用 陈红英瞬间反应过来 少主是想 陈征点头笑道 父亲耗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甚至连母亲跟我都骗过了 我又怎么能让父亲的谋划功亏一篑 他也不再卖什么关子 继续往下说道 等秋季狩猎之后 其他人看见你 必然会派人过来试探 当然 挑衅的 你可以直接宰了 至于更多的 就不用做了 咱们就要 让那些隐藏在阴沟里的老鼠 猜不透 看不清 然后 他们自然会小心翼翼地伸出脑袋 陈红英的出现 必然会让其他人猜忌父亲的具体情况 表现得太强势 会吓退不少人 只有表现得恰到好处 才能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 不管信与不信 至少也会出手试探一番 严惩的这些家伙 不过就是些小骂者而已 真正的大鱼 还藏在黄城那座痴人的深渊之中 秋季狩猎之后 我会前往黄城训灵院 到时候 我会将这些家伙 一个个揪出来 也好让父亲知道 刀该落相何处 陈真目光伶俐 哪里像是只有十五六岁的孩童 少主 陈红英看向陈真的目光中 带着些许亚然 却又觉得理所当然 这可是赤野猴的儿子 虎父岂有犬子 你这样会很危险 陈红英有些不忍 恰恰相反 等到了训灵院 我才会更加安全 有些家伙想对我下手 也会更加忌惮 或许这就是 田家迫切地 想要在这里杀死我的原因 尤其是 在有些人无法确定 我父亲到底会不会死的情况下 陈真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地说道 属下明白了 一切全听少主安排 陈红英点了点头 同意少主的安排 我要你留在烟城 这一切 都要建立在 保证我母亲安全的情况下 一旦危机到我母亲 你什么计划都不用管 尽管出手 不要犹豫 陈真最后又交代了一句 是 陈红英身体挺直 脸上表情放松了不少 对了 没有 陈红英摇了摇头 外人都以为陈真的转变 是因为陈玉留下的后手 但陈红英知道 在他离开军中之前 主上都还在担忧自己儿子身交体弱 能不能抗住各家算计 陈红英自然也好奇陈真的变化 但这不是他需要知道的事情 陈真不说 他就不会问 陈真点了点头 停下步子 抬眼看向不远处的山脉 到地方了 魔兽山脉内 有着一处被人为管控的猎场 作为每年秋季狩猎的场地 此时 阎城各大大小小的家族齐聚 无数年轻人更是翘首以盼 一处由青竹搭建的会台上 各族代表分裂两旁 坐在中间主位的中年男人扫视一圈 不由皱眉 陈府的人 怎么还没到 听见男人问话 各大家族代表对视一眼 无人说话 许先生 那陈府内 赤野猴之子 不过是个无法修炼的废人 来与不来 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终 还是田静义站了出来 微笑着 对着上手一名中年男子说道 彭家一方 怕丢赤野猴子的脸吧 史家也有人出声 就是 一介废人 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 虽然陈征废物之名 已经被洗刷 但是既然田静义不提 他们自然也不会多嘴 就当那小子 还是个废物好了 而且 那小子已经消失这么长时间 田家更是派出田列 这位开迈进五重高手 搜山截杀 那小子就算不被魔兽吃掉 也必死无疑 所以即便事后被拆穿 也无所谓了 其他小族 皆是一复在三家之下 自然更不敢乱说 纷纷出声附和 就是 那废物 简直丢了赤野猴的脸 虎腹犬子 奈之若何 听见众人言论 中年男人眼中 闪过一丝不喜 他全名许汉良 乃是轩灵院下派拐的考官 曾经受过赤野猴的恩惠 如今恩人之子 被人如此侮辱 他心中自然不快 但他今早才到燕城 还没来得及去陈府拜访 便被田家人 直接带来猎场 陈征废人之名 人尽皆知 这些人虽然说得难听 但也是实话 许汉良倒也没法反驳什么 肃静 他冷喝一声 声音中蕴含着魂厚静力 现场顿时净声 许先生 这天色也不早了 人也到齐了 不如直接开始考核吧 我等已经在明香楼 备好韭菜 许先生一路过来周车劳顿 早些结束 您也能早些休息 田精一脸上堆满着笑意 许汉良看了一眼天色 正要应下 一道娇媚声音突然响起 怎么 陈公子斩杀田同 又废了田一灵 这样的人 在田家大叶耳中 都成了废物 那您那两个儿子 又算什么 废物都不如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作为末端 穿着一身紫色旗袍 美颜不可方悟的艾琳娜 正手卧圆扇半遮面 一双美眸仿佛会笑一般 勾动一种男人心弦 如此盛事 情歌拍卖场 作为烟城第一拍卖场 自然要派人到场 艾小姐 可知祸从口出 田精一面色一沉 眼眸中杀出森寒的杀气 艾琳娜咯咯一笑 大爷好重的杀气 莫非是在威胁 我情歌拍卖场 小女子一见女流 真是怕得紧哪 她本不愿做这个出头鸟 但是她已经在 陈真身上投资了不少 总不能连个水花 都看不见吧 虽然陈真背后 那位神秘炼药师 在陈真陷入死局 都不愿露面 但或许只是因为觉得 要救陈真 就要得罪田家 太过麻烦 而陈真一旦进了轩灵院 就有了保命的机会 到时候 那位炼药师 说不定会重新找上陈真 即便可能性不大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艾琳娜都不想错过 而且这一个月来 田家不断打压 情歌拍卖场 艾琳娜也着实有些脑了 既然堵了 那就更彻底一些 许汉良皱起眉头 什么情况 艾琳娜无视田家 要杀人的目光 直接将陈真之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叙述一遍 哦 许汉良眼睛一亮 既然如此 那便再等等吧 她也看出来了 陈家的人在燕城的日子 恐怕并不好过 既然陈真有这个本事 能跳出泥潭 她于情于理 都该帮上一把 看见许汉良的态度 艾琳娜心中松了口气 果然 即便陈府落魄 但赤野猴的人情还在 只要陈真能进入轩灵院 以她展现出来的天赋 未必没有重振 陈家的可能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陈真背后 隐藏的那位大脸药师 健壮 田青一反而冷静下来 她目光玩味地看向艾琳娜 艾小姐 就这么看好那废物吗 那我跟你打个赌如何 艾琳娜眉头微跳 赌什么 就赌你情歌拍卖场好了 我赢了 你情歌拍卖场以后 就归我添加所有 至于艾小姐你 必须免费 为我添加服务三年 如果你赢了 我便放你情歌拍卖场一马 以往恩怨 也一笔勾销 如何 田青一置住在握地说道 大爷可真会开玩笑 先不说赌什么 明着赢了 赢下我情歌拍卖场所有 我要赢了 却什么都得不到 这样的赌局可不公平 艾琳娜眯起眼睛 娇笑道 是吗 田青一笑容愈发灿烂 却像是一头是人的恶狼 那我再免费送爱小姐 一个信息好了 霍大师已经接受 我们田家的邀请 不时将前往皇城 为我二弟做事 田青一嘴角浮现 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老狐狸的尾巴 终于露出来了 艾琳娜眉头紧锁 不可能 情歌拍卖场 能有今天的规模 有一半都是仰仗了 霍大师这位二品炼药师 拍卖场也带霍大师不薄 她没有背叛的理由 至于田家的威胁 她倒没那么担心 她虽然管理着情歌拍卖场 但这也不过是 她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真要待不下去 直接开溜便是 而看着艾琳娜沉默的样子 还以为她是怕了 田青一心中 只觉一阵快意 当初要不是这女人阻拦 在擂台上 她就打死了那个废物 哪里还有后面诸多麻烦 至于霍大师的事情 她其实也很意外 怎么办到的 她也不清楚 只知道 田烈寿田无极的命令 给那位霍大师赚了一句话 然后当天夜里 霍大师便来到田家 跟她谈起了合作 天下兮兮 皆为历来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田青一脸不屑地说道 你要怎么赌 艾琳娜看着田青一 仿佛吃定了她的眼神 神色逐渐淡漠 冷声道 你竟然对那废物这么有信心 那我们就赌一赌 在规定时间内 那废物到底能不能出现 我赌不能 田青一风轻云淡地说道 看着田家众人脸上 泛起的自信笑容 艾琳娜心中 升起一股浓烈的不安感 莫非那沉争已惊 就在此时 艾琳娜的侍女 突然跑到艾琳娜身边 在她耳边雨一震 艾琳娜的面色 突然古怪起来 但她神色转换很快 面露愤恨 看向田青一 你这是吃定我了 那不如再赌大一些 其他不便 但再加上一条 你若赢了 我任你处置 但我若赢了 你得额外支付我200万金币 敢不敢 最后三个字 不对劲 毕书的局 哪还有人主动加码呢 怎么 不敢 艾琳娜嘻笑一声 父亲 跟她赌 这女人就是想炸你 一旁的田一玲低声说道 看向艾琳娜的目光 带着几分热气 这艾琳娜 作为阴城第一美人 可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田经义 你要是不敢赌 我来跟艾小姐赌好了 此时彭家一方 彭家三爷彭城大笑说道 眼中同样带着热气之色 算我史家一个 史家二爷史全同样开口 无论是情歌拍卖场 还是艾琳娜这个人 都值得他们好赌一场 更别说 他们早就知道 田家跟陈征的事情 根本没有输的可能 田经义面色一沉 此时也由不得她多想了 沉声道 好 艾小姐的确是这个价 我赌了 倒嘴的肉 她怎么可能让给别人 艾琳嘴角泛起一抹笑容 转头看向许汉良 还请许先生帮忙做个见证 许汉良皱起眉头 没有拒绝 可 田经义心中愈发有些不安 但此时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她也不好露窃 自信孝道 有许先生当裁判 自然最好不过 但事有轻重 总不好因小事大 咱们便以一刻中为限 免得耽误了秋季受恋 即便不觉得自己会输 但田经义也要将可能性降到最低 许汉良看向艾琳娜 艾琳娜爽快应下 好 许汉良诞声道 既然双方都没有意见 便以一刻中为限 小侯爷若是不能赶到 便是田家圣 若规定时间赶到 便是爱小解胜 双方不得反悔 她心里是向着陈征的 愿意见证这个赌局 本意也是给陈征拖延一些时间 否则错过秋季狩猎 便得再等一年 轩林苑规矩森严 便是她这位考官 也是没法给陈府开后门的 那便等着吧 田经义重新落座 脸上满是圣圈在握的笑容 其他两家叹息一声 颇有些惋惜 只是田家势大 他们也无可奈何 史家跟田家的代表对视一眼 神色都有些阴逸 他们倒不在乎 情歌拍卖场的生死 但是情歌拍卖场 被田家接手之后 本就强他们一筹的田家势力 必然进一步扩张 他们只会更加艰难 想要出头 也彻底没了机会 以后恐怕都得看田家的脸色做事 众人心思各异 但并不影响 艾琳娜笑的愈发灿烂 不用一刻钟 她像是看小丑一般 看着田经义 怎么 爱小姐想直接认输 田经义眯起眼睛 针锋相对 田恋那边没有消息传来 那就应该是一切顺利才对 至于田恋那边全军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陈真真要有这个本事 又何必躲进魔兽山脉 艾琳娜没再理会田经义 转身看向下方人群 娇笑道 陈公子 你再不出来 人家可就要被欺负死了 人群顿时一阵骚动 左顾右盼 陈真来了 在哪 尤其是三家子弟 都知道一些内幕 此时更是惊讶 那废物还活着 不可能吧 看着艾琳娜自信的样子 田经义也紧张起来 向着下方张望 但并没有发现陈真真意 一旁田一灵是笑道 艾小姐莫非是魔障了 这女人嘴里口口声声都是陈真 让田一灵非常不爽 等着女人被她田家收服 她非得好好调教一番不可 想到这儿 田一灵脸上的笑容都猥琐了几分 田一灵 你笑得那么蠢 莫非是被我打坏脑子 突然一道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 语气间满是嘲弄 田一灵神情一正 满脸震惊地站起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陈真 人群自动分散开 各种不同的视线落在陈真身上 这废物还活着 彭时两家的人满脸不解地看向田家 田家到底在搞什么 但最震惊的还是田家 不可能 这废物怎么可能还活着 爹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田一灵状若癫狂 这些日子 她盼着陈真死都快盼魔障了 她三叔都出手了 那可是开麦进五冲的高手啊 这小子为什么还活着 本就心境受损的田一灵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此刻只感觉一股郁节之气沉在心底 扑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一灵 田经义连忙伸手 将田一灵按回座位 她心中同样翻江倒海 看来这场赌约 是我赢了 艾琳娜的声音传来 讥讽的笑声更是让田经义难受 她能感受到四周古怪的视线 刚才信誓旦旦 结果却成了个小丑 田经义也想吐血 但她终究要比自己儿子沉得住气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眼中充斥着杀意 艾小姐技高一筹 田某佩服 艾琳娜明媚一笑 大爷谦虚了 小女子只是侥幸而已 不过那两百万金币 田家应该不会来账吧 许汉良的目光落在田经义身上 田经义抢笑道 这是自然 不过两百万金币罢了 我田家还输得起 她心在低血 但许汉良当面 田经义可不敢毁约 否则传入皇城 她田家必成笑柄 不说这许汉良 到时候田无极就不会放过她 好好好 不愧是田家 才大气粗 陈征拍手笑道 一副十分佩服的样子 说着 陈征已经来到了艾琳娜的身边 笑道 多谢艾小姐配合 这两百万金币 就按照咱们说好的八二分账 艾琳娜笑颜如花 那小女子就多谢了 陈征摇了摇头 偏头看向田经义 嘲弄道 不 咱们都得谢谢她才对 陈征其实早就到场 眼看田经义设下赌局 便顺势设计坑她一把 混账 你别太嚣张了 田经义终于忍耐不住 阴沉着脸喝道 哄 恐怖的气势 宛如大山一般 朝着陈征压去 陈征当着她的面分杖 还出言嘲讽 这跟站在她头上拉屎 有什么区别 面对威压 陈征神色平静 浑然没将田经义 这位开脉进高手放在眼里 住手 许汉良跟艾琳娜怒吓一声 正要出手 却像是感应到什么 又同时收了气势 刷 一杆银亮长枪 宛如流光飞来 瞬间冲散了田经义的威压 枪尖插入地面 枪尾晃动不止 我家少主就是嚣张 你不服 淡漠的女声响起 一道火红身影闪现上台 嗡 恐怖的杀意宛如排山倒海 向着田经义狠狠压去 田经义闷哼一声 身形连连后退 脸上满是惊惧之色 四周 看见陈红英 更是泛起阵阵骚乱 那身盔甲 是赤甲军 赤野猴回来了 陈征没死 要说最慌的 一股寒意 爹 田一灵也惊慌地 看向田经义 赤野猴若是回归 第一个要收拾的 肯定就是他们田家 二叔不在 何人能挡 脸慌 相比较起来 田经义就要镇定得多 因为他清楚 赤野猴身陷重围 根本就不可能赶回来 就算能回来 也肯定逃不过田无极的视线 田无极一定会事先提醒 但看见插入地面的长枪 田经义指不住 心中一颤着龙胆枪 一旁的田一灵也认了出来 这是三叔的武器 他惊声叫道 陈征从陈红英身后 探出脑袋 笑道 哦 你们田家认的这武器 不认识 田经义面色微变 按住了想要想要开口的田一灵 断然否认 陈征挑了挑眉 但笑道 不认识就好 这一个月 我在魔兽山脉历练 今天才刚下山 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群匪人 竟然妄图 谋害我的性命 田经义不露声色 淡淡道 是吗 那这些匪人 还真是胆大包天 但好在这些人太废物 尤其是领头的那个 不过一招就被我红英姐宰了 你 田一灵目光血红 气得直喘粗气 陈征看他一眼 惊讶道 田一灵 你这么激动 莫非认识那群匪人 田经义接话道 小侯爷说笑了 我田家乃是燕城大族 向来奉公守法 怎么会跟一群匪人认识 他心中同样气得发狂 但有些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可以 却绝对不能承认 这口气 他田家必须忍了 陈征嘲弄一笑 也是 田家人才急急 应该也没那么废物 无视田家人要吃人的目光 陈征对着陈红英道 红英姐 把这长枪收好 既然无人认领 那便算你的战利品好了 陈红英伸手 直接将银亮长枪拔起 背负在身后 一身恐怖气势 依旧压得田家众人喘不过气来 彭使两家那边 心中复杂 又喜又忧 喜得自然是田家吃亏 没有赢得情歌拍卖场 忧的是赤甲军的人出现 是不是代表着赤野猴 还在 这可就麻烦了呀 在陈红英的恐怖气势笼罩下 田家众人苦不堪言 却又不愿低头 只能咬牙强撑着 看着摇摇欲坠的田家众人 田经义压下怒火 看向许汉良 拱手道 许先生 既然人到齐了 便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吧 哦 许汉良像是才反应过来一般 点头道 那就开始吧 陈征拍了拍陈红英肩膀 陈红英便顺势收起了气势 在下陈征 见过许先生 陈征向许汉良行了一礼 刚才田经义对他出手 许汉良就有出手帮自己的打算 但是陈红英对田家众人出手 许汉良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全然不管 不管这份善意从何而来 陈征都不会怠慢 小侯爷客气了 许汉良朝陈征点了点头 态度算不上热情 他作为宣灵院考官 不管心里如何想 至少面上得避嫌 免得洛人口舌见词 陈征也不再多言 许汉良朗声道 所有参赛者 前往猎场入口 领取克鲁名牌 走吧 陈征看也不看田家人一眼 转身带着陈红英跟艾琳娜 朝着猎场入口走去 路上 艾琳娜凑到陈征身边 满脸忧怨道 我的好弟弟 你可担心死姐姐了 现在为了你 我可是把田家得罪死了 说着 他满脸期待地看着陈征 如今我情歌拍卖场 唯一的炼药师 也被田家拐走 算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你应该也不忍心 跟在一边的陈红英眉头微皱 仿佛有所感应一般 艾琳娜回头看了陈红英一眼 两人都是角色 只是一个热情如火 一个高冷如雪 气场仿佛天生不和 陈征察觉到气氛不对 先是跟艾琳娜拉开距离 然后承诺道 艾小姐放心 情歌拍卖场的事情 我能解决 不过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 你若信我 等到秋季狩猎之后 咱们再相谈 艾琳娜眼睛一亮 姐姐当然是信你的 那就一会儿再说 她差不多已经是明知是好了 陈征既然应下 莫非隐藏在她身后的 那位炼药大师 终于要出现了 艾琳娜满怀期待地离开 看着艾琳娜远去 陈红英开口道 少主 这个女人很危险 哦 陈征有些意外 能让陈红英说出危险 那就证明 艾琳娜真的很强 比你如何 陈征好奇道 陈红英想了想 给出答 我们两个都是开脉进 大圆满修为 若只论胜负 属下也无法确定 但论生死 她死我生 陈征哈哈一笑 不愧是红英姐 另一边 彭史田三家人走在一起 庞大的队伍却气氛沉闷 仿佛头上有一团 巨大阴云笼罩 田精义 你田家是怎么搞的 就是 我们两家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结果这小子还活着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彭城跟史家代表史权 率先朝田精义发难 付出了那么多后天进高手 不仅目的没达成 还把人彻底得罪死了 现在他们是肠子都毁清了 交代 田精义气急而笑 面色猙獰的看着两人 我田家付出的代价 就小了 彭城跟史权顿时沉默 真要说损失 田家才是亏到姥姥家了 不仅死了大批后 田进门客 就连田烈这位开麦镜 都死了田精义深吸一口气 面色逐渐平静下来 但是目光却遇险疯狂 要交代 也该找陈府那废物 彭城跟史权没有接话 田精义也不在意 陈生道 我这儿有个提议 你们有没有兴趣听听 彭城跟史权对视一眼 依旧没有接话 明显是有了退意 不过一个赤甲军的小兵 就把你们给吓住了 田精义冷哼一声 彭城冷笑道 你这话口气真不小 人家一个小兵 就能压得你田家人抬不起头来 史权同样不给面子 就是 一个小兵就这么厉害 等赤野猴回来 还得了 说到底 他们怕的不是赤甲军 是陈玉 那可是天向近级别高手 杀他们如土狗 田精义接连被挤兑 眼中怒意暴闪 但此刻有求于人 他强行忍了下来 也懒得跟这两个人磨叽 我就直说了 我需要你们两家在猎场内 将那废物干掉 田精义此话一出 彭城跟史权都瞪大了眼睛 你疯了 赤甲军的人都来了 你还要动手 你要找死 可别拉上我们 二人连连摇头 田精义沉声道 那我就给你们两个交个底 陈玉 回不来了 彭时二人心中一动 这我没道 我们凭什么信念 田精义长呼一口气 如果陈玉能回来 我敢对他儿子动手 而且动你们的脑子 好好想想 陈玉真要能回来 此刻咱们三家 怕是已经被他踏平 哪还有在这废话的机会 彭时二人默然 依旧没有松口 田精义继续施压道 想想你们做的那些事情 莫非觉得自己还有退路 那陈玉是什么性格 你们不知道 他会给你们解释的机会 二人心中一灵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 田精义再许以利用 我向你们保证 只要杀了那小子 赤野猴的位置 必定落在你们两家头上 至于谁能得到 事后你们可以自己商量 彭成跟史全顿时有些动心 田家如今 跟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似乎也没有骗他们的必要 可是那小子那么强 怎么杀 彭成皱着眉头 史全也点头道 没错 田精义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们两人 你们不会到现在还以为 咱们三家的人 是被那小子给宰掉的吧 彭成下意识地回道 不是他还能有 骤然 他想起了陈红英 是那女人 史全如梦初醒般 田精义点头 没错 陈正那废物 差点被童儿在擂台上打死 后来奇迹复生不说 还突然从一介废物 变成了天才 那女人 应该就是在那时候回来的 说到田童 田精义脸上闪过一抹仇恨 但现在不是 计较这些的时候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给两人分析 那女人故意不现身 就是为了算计咱们三家 因为削弱咱们三家的实力 二维拖延时间 田精义言辞凿凿地 看着彭氏二人 你们想想看 以赤野猴的脾气 对付咱们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算计 既然连咱们都要算计 那岂不是更说明了 陈玉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那个女人 不过是他们陈家 现在唯一还能依靠的力量 田精义一通分析下来 说得有理有据 彭承跟史全都听得点头不已 所以那小子根本没那么强 史全疑惑道 这就对了 那小子进入魔兽山脉之前 也不过才后天六重的修为 肯定是那赤甲军的女人 提前隐藏在魔兽山脉 诛杀了咱们三家之人 田精义点头 这就说得通了 彭承汗了汗手 二人顺着田精义的话 逐渐理清了思路 他们自觉看清了真相 心中的底气也足了起来 田精义一连笃定道 那小子离开燕城的时候 不过刚突破后天六重 如今才过去一个月 就算他再妖孽 修为也绝不会超过后天九重 彭承挑眉道 但那小子能够做到月计挑战 就咱们三家这些人 怕是不够他打的吧 史权也点头道 没错 而且 轩灵院的考官不是摆设 秋季狩猎不准内斗 若是被发现 永久取消入轩灵院的资格 我们可不敢轻易冒险 二人的意思很明确 他们动手可以 但是田精义必须给出完善的方案 对此 田精义早有准备 笑容恶毒道 你们放心 我自由打算 你们按我说的做便是 另一边 陈征已经在猎场入口 领取了自己的克鲁名牌 整座猎场 一共有方圆二十里之地 里面的魔兽 都被为了一种特殊的药物 只要被携带名牌人斩杀 名牌便会自动记录分数 一接三重以下魔兽不计分 四重计一分 五重计两分 六重计四分 七重计八分 以此推类 去掉几个内定名额 计分排名最高的15人 可获得进入轩灵院的机会 陈征环视一圈 大概估算了一下 参赛者至少超过500人 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当然 以陈征的实力 根本不用担心这些 他过来 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就在陈征默默等待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犯起一阵骚动 彭宇也要参加 他不是已经获得内定名额 可以免试了吗 还要史天昊 他也是内定选手 珠海 孙盛 他们怎么都来了 五个内定选手 除了被废掉 尚未完全恢复的田一玲 此时全部到达猎场入口 领取了刻度名牌 四人领取名牌之后 不约而同地朝着陈征看去 尤其是彭宇跟史天昊 眼中杀意毫不掩饰 众人瞬间鸣雾 他们都是冲着陈征去的 我听说彭宇前几天 已经突破后天九重 史天昊也突破了后天九重 那陈征可就惨了 他就算能跃及战斗 也不可能一下子打过四人吧 议论纷纷间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陈征身上 观战人群中 艾琳娜带着贺兰来到陈红英身边 忧心忡忡道 田家看来是打算不要脸了 你家少主扛不扛得住啊 他的想法其实跟田经义差不多 当初陈征营田一灵都那么吃力 不过一个月时间 陈征的战力即便有所增长 但也肯定有限 现在以一敌四只怕更加艰难 对此 陈红英根本懒得搭理 目光扫过三家阵营 眼中有杀意闪现 但想起陈征的交代 杀意又渐渐手收敛 而被万众瞩目的陈征 脸上并不见半点慌张 反而露出灿烂笑容 只见他伸手点了点四人 然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仿佛是在说 不怕死的 就来 陈征其实很意外 这三家在他手上死那么多人了 现在还把自家天才 送到自己的刀下 他也不解 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看见陈征如此嚣张的回应 朱海跟孙胜都顺势收回视线 让人猜不透想法 彭宇跟史天浩眼中 则是杀意更甚 冷笑不止 其他人也都乐得看热闹 有觉得三家无耻的 也有觉得陈征蠢的 有可怜陈征倒霉的 更有幸灾乐祸的 众生百相 各不相同 但对陈征而言 心中根本犯不起丝毫波澜 看台上 徐翰良看向田精义三人 冷声道 你们三家是什么意思 田精义笑着回应 没什么意思 我烟成天骄 受到狩猎大会气氛感染 一时手痒 也想参与一下 当然 他们既然参赛 原本的内定名额 肯定是不作数了 史泉跟彭成也是点头附和 徐翰良面色微沉 你们当我是傻子 三家针对陈征针对得这么明显 他又不是看不出来 田精义依旧是一脸笑容 徐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下实在听不明白 而且他们这么做 也没破坏规矩吧 相反 他们还算是 给了其他人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彭使二人也跟着接枪 没错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看着装风卖傻的三人 徐翰良虽然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入猎场 随着徐翰良一声令下 陈征身形一闪 第一个冲入猎场 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众人视野之外 彭与四人也不着急 猎场就这么大 他们并不担心 陈征会藏起来 走吧 伴随着四人入场 剩下的也蜂拥而入 各自分散 拉开距离 陈征穿行在丛林之间 听着四周受吼阵阵 脸上满是惬意 他在魔兽山脉待了足足一个月 早已熟悉山林间的一切 突然 陈征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身后密铃 你打算跟多久 随着陈征话音落下 一道身影缓缓走去 一身轻衣 身材壮硕 背后背着一柄大刀 面容看起来 要比实际年龄成熟 正是四个免试者之一 朱海 陈征神色冷漠 田家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心甘情愿来赴死 面对嘲弄 朱海并未动怒 而是摇头道 我不是来杀你的 他目光复杂地看着陈征 但田家的命令 我不能不听 说吧 在陈征意外的目光中 朱海反手打了自己一掌 口中顿时有鲜血一出 你什么意思 陈征皱起眉头 朱海无奈道 我敬佩赤野猴 但我朱家小门小户 为了家族安宁 我也没法捂逆田家的命令 便只能这般了 他朝陈征挥了挥手 你走吧 不过小心 田家的谋划 应该不止我们四人 陈征挑了挑眉 并未动身 你还不走 朱海焦急催促 陈征摇了摇头 看向朱海身后 嘿嘿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伴随着一阵冷笑 又是一道身影闪烁而出 看见来人 朱海面色大变 孙盛 你怎么会过来 孙盛省眯眼笑道 朱海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忤逆田家大爷的命令 我一定会将这件事情 原原本本禀报田家 到时候 你朱家满门都要遭殃 作为跟朱海齐名的小族天才 两者性格天差地别 朱海始终觉得 做人要留底线 但孙盛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两家是竞争关系 二人之间 也常常会被别人拿出来比较 关系是同水火一般 你在威胁我 朱海面色一沉 将手握向背后 眼中杀意高涨 孙盛魂不在意 失笑道 你这蠢货 现在不过半废状态 还想跟我动手不成 朱海为了不再彭使 两家人的面前穿帮 刚才那一掌可没有流利 已经伤及心脉 一身实力 至少去了五成 朱海也自知 这种状态下的自己 不会是孙盛的对手 但他并不慌张小侯爷 你跟我联手 一定不能放他离开 朱海直接招呼陈征 在他看来 陈征能废掉田一灵 现在加上受伤的自己 留下一个孙盛 应该也不成问题 孙盛讥笑道 他凭什么帮你 说着 孙盛看向一脸 漠然的陈征 小侯爷 我说的对吧 你们联手 未必也留得下我 还不如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你继续逃命 我抓了这蠢货 回去交差 朱海急到 小侯爷 别听他的 我已经半废 对你造成不了危险 你我联手杀了他 你还能少一个强劲对手 孙盛黑黑冷笑 小侯爷 使天昊跟彭宇 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若是愿意浪费时间 也可以试试看 他对自己的实力 十分自信 说话间 孙盛浑身气势绽放 后天九重的修为 展露无遗 你说完了 陈征目光平静地看着孙盛 不等孙盛回应 便继续道 那你可以上路了 文言 孙盛不由审笑 废物 叫你一声 小侯爷是看得起你 你还真传上了 一个将死之人 也敢口出狂 话音未落 刷 一抹璀璨刀光 在他眼中无限放大 孙盛声音戛然而止 瞪着眼睛 面露惊恐 瞳孔不断放大 怎 是 在一旁朱海茫然的目光中 孙盛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被一分为二 鲜血内脏洒落一地 这 看着平静收到的陈征 朱海心中生起一阵寒意 陈征竟然这么强 他瞪着眼睛看着陈征 一时间竟然不知该怎么开口 陈征目光落向他 但笑道 朱兄 有没有兴趣 跟我合作一把 朱海忍不住咽了一口口试 颤声道 我可以拒绝吗 陈征点头 当然可以 不过跟我合作 有利无害 你确定不先听一听 对于对自己抱有善意之人 陈征向来宽容 看着陈征握刀的手 朱海最终还是点头 那就听一听 几分钟后 两道气势强大的身影 一前一后穿过山林而来 人哪 彭宇皱眉环顾四周 史天号鼻尖耸动 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血腥气血 在那边 史天号瞬间锁定了方位 大步而去 彭宇见状也是紧跟在后 只是两人还尚未靠近血腥气味的源头 便见一道身影跌跌撞撞而来 捂着心口 嘴角一血 气势为民 朱海 史天号瞳孔一缩 连忙上前将人扶住 还不等两人发问 朱海满脸愤怒地吼道 你们怎么才来 孙圣死了 什么 两人一惊 朱海脸上泛起后怕之色 我刚才将陈诚那个废物截住不久 孙圣就赶来了 他说 你们很快就能赶到 我就想着 跟他合理拖出那废物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史天号皱眉道 没想到那小子竟然拿出一个刀匣 那刀匣放出一刀恐怖刀器 孙圣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分成两半 我拼死跟那小子换了一掌 这才逃命 朱海说的煞有其事 能放出刀器的刀匣 那又是什么东西 彭宇满脸怀疑 那废物手里还有这样的宝贝 史天号眯起眼睛 出声安慰道 别着急 有我们在这儿 那小子不敢追来 说话间 他似乎无一般 将手搭在朱海的手腕 又很快收回 然后隐晦地朝着彭宇摇了摇头 伤是真的 而且这朱海还伤得不轻 彭宇神色稍缓 也上前宽慰道 没错 有我们在 定能保你周全 对了 孙圣的尸体在哪 你带我们去看看 朱海面色大变 满脸抗拒道 就在前面不远 要去你们自己去 那废物 已经是后天九重了 而且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我不是他的对手 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后天九重 那小子 已经后天九重了 彭宇惊讶道 他跟史天号对视一眼 心中无比庆幸 先让朱海跟孙圣来打头阵 本来就是出于谨慎考虑 现在看来 他们的决定是对的 当然 这样的话 肯定不能说给朱海听 史天号笑道 朱兄 行了 你不愿意去就算了 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也不知道 不过那刀侠似乎一次只能放出一道刀器 而且没办法连续发射 否则 我肯定是逃不掉的 文言 史天号二人顿时放心不守 朱兄 那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跟彭宇过去看看 史天号拍了拍朱海的肩膀 然后留下一瓶伤药 便带着彭宇走了 看着二人的背影 朱海脸上的畏惧痛苦 渐渐松缓 暗暗叹了口气 走远后 史天号沉身问道 你怎么看 彭宇摇了摇头 朱海应该没有骗咱们的必要 而且仔细想想也正常 那小子明知道我们在针对他 还敢参加狩猎 手里没点依仗 怎么可能 说着 彭宇脸上闪过一丝不爽 不过这小子已经后天九重了 我倒是真没想到 绝对不能再放任他成长下去 否则到了轩灵院 咱们两个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史天号认同地点了点头 很快 他们便看见不远处的地上 一具被一分为二的尸体 正在被一头野狼魔兽啃石刷 灵力的剑光闪过 魔狼被瞬间消首 兽血洒落一地 没有理会刻度名牌上 多出的三点积分 彭宇收剑归翘 皱着眉头来到尸体面前 史天号也紧随其后 蹲下仔细观察 虽然半张脸都被啃食 但隐约还是能看出孙圣的模样 的确是被一刀毙命 如此干脆利落 让后天进九重的孙圣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至少也得是后天大圆满的水准 史天号给出推断 彭宇迷眼道 如此利器 使用条件肯定你有限制 否则那废物 应该也不会放珠海逃走 史天号叹了口气 但这终究是个麻烦 毕竟你我谁也不敢确定 那废物手中的刀匣 到底还有没有斩出一刀的可能 彭宇点头 计划一是行不通了 直接进行计划二吧 所谓计划一 就是集合四人之力 直接斩杀陈征 但现在一死一伤 陈征更是身怀利器 他们不愿意再冒险 没有给孙圣收尸的打算 两人原路返回 找到了在大树间 隐藏疗伤的珠海 看着两人归来 珠海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要退出 那废物根本没你们说的 那么好对付 对此 史天号笑道 朱兄无需惊慌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 兵不血刃 便可除掉那废物 说着 史天号上前 在珠海耳边低语一阵 珠海听完后 不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如何 朱兄 现在只需要找到那废物 你这一掌之仇 轻松可报 不仅如此 之前添加承诺 你的好处 如今孙胜已死 你一人便可读得两份 我跟彭兄 都会为你作证 史天号笑呵呵地退开 出言利诱 珠海面露犹豫 仿佛动心一般 咬牙点头 行吧 就再信你们一次 史天号 满意笑道 好 那咱们三人先各自分开 无论谁先碰到那小子 都先按计划行事 剩下两人让感知到动静 也得第一时间前往 他看了彭宇一眼 彭宇点了点头 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 递给珠海 面色严肃地叮嘱道 朱兄 一定要把东西收好 谨慎使用 否则我们连给你收拾的机会 都不一定有 珠海伸手接过 三人也不再废话 各自选定一个方向 搜寻陈征下落 穿梭在密林间 朱海在确认 已经甩开两人后 直接调转方向 朝着北方前进 走了没一会儿 便在一棵大树下站定 朱兄 一道声音在朱海头顶响起 朱海抬头看去 正是陈征 陈征从树上落下 朱海连忙道 麻烦了小侯爷 彭宇跟史天昊 打算发动兽巢来对付你 陈征挑眉道 发动兽巢 他们有这个本事 朱海小心翼翼地 掏出彭宇 交给他的小瓶子 他们有这个 陈征伸手接过 这是 朱海脸上 闪过一丝畏惧 龙魔香 陈征面色微变 龙魔香乃是 北方蛮子操控魔兽的 重要手段 只需几滴 就足以让整个猎场中的 魔兽发狂 朱海继续道 将你吞得连渣都不胜 陈征心中发寒 冷笑道 他们倒是看得起我 当初那些北方蛮子 就用过这种办法 算计过他父亲 数十万魔兽 将陈御困于山谷 其中还不乏 三四街魔兽的存在 陈御为了保证 手下的安全 愣是选择独自应战 那一战 陈御杀了三天三夜 整个山谷血流成河 但最终 还是陈御活了下来 也是那一战 奠定了陈御无敌 赤野猴的威名 北方蛮子 文之色变 这件事迹被广为传送 整个大渊国 上至王宫 下至普通百姓 无人不知 只是这龙魔香制作困难 北方蛮子存了几十年 也不过只有一瓶的量 龙魔香无色无味 对人而言 也没有任何毒性 反而大有弊异 但对魔兽而言 哪怕香格树里 也能感应得到 然后让他们陷入疯狂 当初北方蛮子 就是将这龙魔香 掺进酒里 让陈御全部喝了 这东西 北方蛮子手里 都不一定还有 田家竟然还能 拿出来对付陈征 由不得陈征不怀疑 看来北方蛮子的内营 就是田家 陈征心中猜测着 只可惜 他没有证据 摇了摇头 陈征压下心中念头 盯着手中的小平 思索着 下一步该怎么走 朱海在一旁说道 小侯燕 以你现在的实力 我直接将彭宇 跟史天号引来 你我联手 直接将他们斩杀便是 何必这么麻烦 陈征笑了笑 杀他们简单 我其实也不怕 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 杀了他们 你该怎么办 我 朱海愣了一下 陈征点头道 没错 你们四人奉命来杀我 结果其他三人都死了 就你给我活着 你觉得田家 他们那些人会怎么想 朱海顿时面色煞白 明白了 陈征摇头道 我必须想个办法 既能让他们付出代价 又能将你摘出来 最好还能获得三家 尤其是田家的信任 朱海有些感动 没想到 陈征都是在为他着想 陈征摆了摆手 笑道 你先别急着感动 我帮你 也是在帮自己 等到了训令院 田家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与其千日防贼 不如直接在他们内部 定一颗钉子 很显然 朱海就是陈征准备的那颗钉子 这也是 他跟朱海谈到的合作 只要操作得当 不仅陈征能够获得情报来源 朱海也能从中获得不少利益 当然 一旦被发现 朱海也会死得很惨 除非他真的愿意背叛陈征 只是涉及到信任问题 那便只能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朱海之所以答应 则是因为这是 他能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同时也能保全自己家族的唯一办法 而且 陈征向他承诺 等到赤野猴回归 陈征会将他举荐给赤野猴 加入赤甲军 小侯爷 你直接说怎么做吧 朱海是个粗人 动不来脑筋 朱海直接道 陈征收好龙魔香 笑道 不急 在这之前 咱们先去狩猎 至少得保证自己 能获得前往训令院的资格 他们各自的刻度名牌 以具体名额为准 排名靠前的 便能获得前往轩灵院的资格 是 朱海爽快应下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但是朱海知道一点 陈征的脑子要比他好使 既然已经决定合作 他也懒得多想 陈征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在进入正常的猎杀节奏后 以二人的实力 狩猎魔兽 只能用屠杀来形容 两人的分数 都以恐怖的速度开始飙升 另一边 彭宇跟史天昊也是一样 他们一边搜寻着陈征的踪迹 一边沿路猎杀魔兽 诛杀陈征虽然重要 但他们 可不会因此放弃 前往轩灵院的资格 随着时间流逝 距离狩猎结束 已经不足一个时辰 彭宇跟史天昊两人 差不多将整个猎场走了个遍 却一直没有发现陈征的踪迹 这废物 不会提前出猎场了吧 彭宇一箭斩杀 一头一接七重魔兽 心中逐渐焦躁起来 突然 他察觉到地面震动起来 震震受吼声此起彼伏 仿佛意识到什么 彭宇闪身上树 很快 一头头魔兽奔腾而来 从他下方经过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在这些魔兽的眼眸 正犯着不易察觉的诡异红光 龙魔想起作用了 有人发现他废物了 彭宇顿时振奋 他顺着魔兽群奔腾的方向 一路赶去 怎么回事 这些魔兽疯了 他们要去哪里 其他参与狩猎的成员 察觉到魔兽们的异动 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知道一点 此刻的魔兽 似乎变得更加危险 半路上 彭宇遇到了 同样顺着兽群而来的史天号 彭兄 史兄 两人汇聚 打了声招呼 不是你 两人一口同声 又同时停下 史天号笑道 看来留着那珠海 是正确的选择 我找遍了猎场 都没发现那小子的踪迹 最后却被他给找到了 彭宇点头 我也是 我都以为那废物提前出去了 两人一边闲聊 一边加快的速度 不亲眼看见陈征 他们终究不能放心 很快 两人便接近了兽朝的源头 不约而同地放缓了速度 彭兄 史兄 一道声音将他们二人叫住 两人偏头看去 只见朱海正隐藏在 一颗巨树之鸭之间 朝着他们招手 彭宇跟史天号对视一眼 同时朝着朱海飞跃而去 朱兄 你成功了 史天号笑道 朱海点头兴奋道 没错 我找到这废物后 按照你们的计谋 向他示弱 并且表示 可以跟他合作 引诱你们过来 那小子报仇心切 果然上当 我便趁机将龙魔香弄他身上了 说着 他指向远处 那废物就在那边 已经被发狂的魔兽给围死了 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 朱海停顿了一下 一脸后怕到 不过小子的刀侠还真是厉害 接连斩杀了好几头一阶九重魔兽 还好我溜得快 随即他又笑道 不过现在那刀侠 也被魔兽们毁了 最多一刻钟 那小子就会撕得粉碎 文言 两人心中一动 纷纷朝着朱海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重重兽围中 陈征姿态狼狈 挥舞着手中长刀 已经陷入险象还生的境地 仿佛下一刻 就要被发狂的魔兽爪牙撕碎 彭兄 使兄 咱们走吧 如此便足以跟田家交代了吧 朱海出声道 二人对视一眼 同时摇头 你们先离开吧 我要亲眼看着这小子死 才能放心 彭宇率先说道 使天昊摇头笑道 不不不 这点小事 何须劳烦彭兄 交给我就是了 两人目光对视 仿佛有无形的火光剑舍 赤野猴的位置 只有一个 如果能亲自割下 陈正的头颅带回去 那位置自然就是谁的 现在 可是最好的机会 彭兄真不愿意退走 使天昊皱眉问道 彭宇也不装了 冷笑道 你怎么不走 说吧 两人同时回头看向朱海 我走 朱海像是被吓住一样 连忙说道 那就劳烦朱兄先出去报信 使天昊笑道 彭宇也在点头 朱海这个第三者在 他们动手也不太方便 朱海也不废话 直接转身离开 只是背过身后 朱海原本惶恐的脸色 多了几分讥讽 目送着朱海离开后 使天昊再次看向彭宇 彭兄 你我君知道彼此所想 那就各凭本事吧 彭宇冷笑一声 怕你不成 说吧 彭宇拔剑出鞘 身形飞掠而出 直奔陈正而去 使天昊脆了一口 连忙跟上 碰 此时 陈正对着 一头一接八重魔兽 提刀欲砍 却像是历劫一般 动作慢了几分 便被瘦爪一掌拍飞出去 撞到了一棵大树之上 陈正嘴里 一口鲜血喷出 顺势上述 想要获得喘息时间 只见他摇摇欲坠 巨树之下群兽发狂 最多再有十几秒 巨树便会倒塌 到时候 陈正必然丧生受口 陈正 一声冷鹤声传来 仿佛带着无尽讥讽 陈正抬头看去 只见彭宇手提立剑 身形宛如大鹏一般飞跃而来 我早就说过 陈正在彭宇身后的史天昊 暗骂不已 比起身法 他竟然要慢着彭宇一筹 再加上彭宇抢占先机 他现在竟然慢了彭宇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正 被彭宇斩杀 问 空气发出一阵颤鸣声 彭宇手中之剑 顿时爆发一阵璀璨剑光 阵阵寒光四溢 充斥着绝强的杀伤力 这一剑 比起在擂台上 石田一灵那一剑招杀招 还要强出两倍不止 给我死 彭宇兴奋大吼 手中剑光愈发璀璨 他仿佛已经看见 赤野猴的宝座 在向自己招手 剑光临近 陈正脸上的金黄之色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一脸嘲讽 你们还真来了呀 他身上那股穷途陌路的气质 也随之转变 令彭宇大跌眼镜的 恐怖气势蔓延开来 你 彭宇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 恐怖的刀器 宛如风暴一般袭来 瞬间击溃了他的剑光 刷 第二刀紧随而至 森白的刀光 在他眼中无限放大 是 我说过 末期少年穷 当日之辱 今日 就拿你的命来偿还 伴随着陈正话音落下 彭宇充满惊恶不甘的头颅 冲天起 朝着下方坠落 然后被疯狂的魔兽们 瞬间吞噬 陈正则是抓住彭宇的身子 退进大树之内 手在他浑身口袋摸了个遍 终于找到了盛放龙摸香的瓶子 而且还是两瓶 多出来的一瓶 原本应该是给孙胜准备的 后方 看着彭宇被一刀削手 史天号被吓得连忙定身 退到一旁巨树之上 不是说 这小子刀侠已经毁坏了吗 莫非他有两个 因为彭宇在前面阻挡了视线 所以他并未看见陈正出刀 只见有一道恐怖刀光闪现 史天号心中又惊又喜 惊得自然是 陈正竟然还留有余力 喜的是 这彭宇愚蠢 帮自己烫了这个雷 现在彭宇被杀 他就在无竞争对手上 还是不上 看着退进巨树的陈正 身形亮枪 仿佛下一刻就要栽倒下去 只是目光凶狠 一看就是在虚张声势 他可记得珠海说过 这废物的刀侠 无法连续使用 现在就是他的机会 这废物想象助我 那他可想多了 史天号冷笑一声 握住手中钢枪 富贵险中球 堵了 他用的是长枪 所谓一寸长一寸墙 只要足够小心 即便这小子的刀侠还能使用 在保持警觉之下 他觉得自己躲过一刀没有问题 而只要躲过那一刀 自己长枪足以穿透那废物的脑袋 不再犹豫 史天号身形飞跃 浑身气血涌动 一身力量全部汇聚掌尖 然后传递于钢枪之上 请客间 史天号手中的钢枪 就像是活过来一般 气血之力蔓延之下 银色的长枪 竟然泛起淡淡血红 宛如毒龙一般 朝着陈正脑子狠狠扎去 毒龙杀 史天号立刻一声 直接使出了自己的绝杀手段 这一枪有两个好处 首先 这一招足够强 其次 这一招的攻击范围足够远 可以让他跟陈正保持安全距离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史天号得意一笑 似乎对自己的安排十分满意 眼看枪光袭来 陈正面色顿时变得古怪 他就是尝试性的钓鱼 没想到这史天号 还真的会上钩 也不知道该说他是自信 还是蠢 当然 这对于陈正来说 却是好事 还省下了他追杀的力气 碰 陈正随手将彭宇的无头尸身丢出 瞬间被史天号长枪力量炸得粉碎 哼 不过是白费力气 史天号冷笑之后 却是愣住 因为在他的视野之中 竟然失去了陈正的踪迹 人呐 史天号心中突然泛起一阵不安 你在找我吗 弹幕的声音从他下方传来 史天号低头看去 只见陈正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落向地面 一脚 直接踏在一头一接九重魔兽的 巨大头颅上 碰 重打两万多斤的力量 直接让魔兽的头颅炸得粉碎 与此同时 陈正借着反冲之力 冲天而起 手中长刀反向数举 在靠近史天号的瞬间 提速上撩 史天号浑身汗毛树立 找死 他朝着下方一枪捅出 但陈正就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身形微偏 就躲过了这仓促一枪 下一刻 两人错身而过 刀光一闪而逝 陈正收刀 看了一眼手中多出来的小瓶 满一点头 落在树尖之上 史天号满脸惊愕 一抹血线 自他身躯由下而上绽放 将他一分为二 不是刀侠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史天号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只可惜 吃了吼 吼 坠落的尸体 瞬间被发狂的魔兽们分食 一双双血红的兽童 再次盯上了陈正 一些低阶魔兽 更是不要命的一般冲击巨术 终于 咔嚓 巨术断裂 陈正身形也向下坠落而来 面对发狂的魔兽们 陈正并未退让 刚才 装出不敌的模样 也只是演给彭宇 跟史天号看而已 如今两人已死 陈正自然也不需要装了 刘云杀 在陈正身边 骤然绽放无数刀影 周遭数米之地 鲜血见射 魔兽最快纷飞 瞬间被清出一片空地 陈正借势落下 然后猛然一踏 身形再次飞起 朝着猎场入口飞掠而去 田家人想借这些魔兽之手 围杀陈正 但他们 却错过了陈正的实力 不是二届魔兽 根本无法对陈正造成威胁 而这猎场中最强的魔兽 也不过就一劫九重 陈正要杀 不过一刀而已 但他还不想过多暴露实力 所以没有选择继续跟这些魔兽拼杀 只要这边的动静 引起考官的注意 许汉良必然会出面干预 陈正脚踏鬼影七步 宛如遛狗一般 溜着身后魔兽 猎场之外 有人出来了 有人发出惊呼 顿时吸引了众人注意 距离结束 还有接近一个时辰 现在出来干什么 有人不解 是珠海 有人眼尖 看清来人 看台上 田家 彭家 史家三方都直起了身子 朝着猎场入口看去 不好了 不好了 猎场魔兽都发狂了 珠海惊声大叫 紧随其后的 还有另外一些参加狩猎的选手 他们都是珠海在回来路上 顺手救下的 这些人实力只在后天五六重左右 面对魔兽朝 哪怕兽朝并不是针对他们 他们都差点丢了性命 被吓破胆子他们 此时也是跟着大叫 魔兽们都发狂了 实力倍增 成群结队根本无法猎杀 在里面 我们反而变成了猎物 太凶险了 文言 现场观众直接炸了 什么 这不是形成寿巢了吗 玉儿还没出来 他没事吧 寿巢 是寿巢啊 考官大人 请终止考核吧 救人啊 现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尤其是有家人参与其中的 都是纷纷向着看台求救 许汉良面色一沉 看了三家一眼 本来还面露兴奋之色的三家 顿时收敛笑容 露出眼观鼻鼻关心的无辜模样 许汉良自然看出问题 但现在也没时间跟三家掰扯 脚下一踏 身形飞跃 直奔猎场内而去 看来他们成功了 不过那小子真有这么强 让他们不得不选择第二方案 彭成跟史权兴奋之余 都露出疑惑之色 田径一心头一块大石落下 脸上泛起笑脸 问问不就知道了 说着 他朝着珠海招了招手 珠海连忙小跑过来 原本惶恐的脸上也露出笑容 大雁 信不辱命 田径一灵在一旁兴奋问道 那废物死了没有 珠海一脸自信 肯定死了 田径一摆了摆手 打断其他人 诞生道 说说吧 到底什么情况 是 珠海恭敬应了一声 然后将事情经过复述一遍 这个场景 他已经跟陈征在猎场内 模拟过无数遍 所以此时说起来毫无晦涩 更不见半点破绽 能发出刀气的刀侠 孙圣一开始就死了 难怪你们要采取第二方案 哈哈 那废物这次还不死 听完珠海的描述 除了田径一灵外 最激动的 自然要属彭石两家 珠海 你可看见 那废物是死在了谁的手上 一定是彭于对吧 彭成目光赤裂 沉声问道 放屁 史全冷哼一声 朱沙那小子的 自然是我史家之人 珠海 我说的没错吧 两位开脉镜的威压清洗而来 珠海瞬间面色煞白 满脸惶恐道 我不知道啊 彭兄跟史兄两人 让我先出来报信 我并未看见他们出手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直接看着那小子死 最为稳妥 根本没必要以身犯险吧 珠海装出一脸不解的模样 好了 田径一此时站了出来 抗下了两人的压力 是谁杀的 到时候等你们两家之人出来 自见分晓 说吧 他回身拍了拍珠海的肩膀 赞道 此事你当记守公 既然孙圣死了 那么承诺 给他的东西 便一并给你好了 珠海顿时露出感激之色 单膝跪地抱拳 一脸正色道 多谢大爷 我朱家自当为田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田径一露出满意志色 撇了一旁的田一灵一眼 田一灵立马会议 满脸笑意地上前 将珠海搀扶起来 朱兄何须如此 你为我田家做事 你我便是兄弟 等以后到了轩灵院 你我也要互相扶持才是 朱海一副感激涕灵的样子 承蒙田兄看得起 以后我必为田兄你马首是瞻 没有理会田家在那收满人心 彭石两人一直紧盯着猎场入口 期待着自己人赶紧出现猎场内 陈征溜着兽群 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 但如果真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非要过来凑热闹 那死了也怪不了他 眼看就要到出口 遇到的人越来越多 陈征有开始演戏 姿态狼狈 仿佛下一刻就要丧生受口 外人见了 都是连忙跟陈征拉开距离 唯恐被殃及 但有一人除外 陈征 他怎么还活着 彭良一脸愕然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他知道 三家为了诛杀陈征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心中滋生 我要是能亲手杀了这废物 那赤野猴之味 岂不就能落在我的头上 越想 彭良的心头就越是火热 靠着族上爵位吃香喝辣当然好 但哪里有自己直接当猴也来的爽快 退一万步讲 即便爵位落不到自己头上 他也必受重伤 上一次跟陈征对赌 痛施两万金币 他回去之后 可是被痛斥了一顿 现在也正好报仇 可谓一举己得 这废物 也有取死之道 眼中杀鸡盾起 彭良手握长刀 朝着陈征悄悄摸去 提前藏在了陈征路线前方 此时魔兽们愈发狂暴 根本不理会 除了陈征之外的其他人 这倒是更给了彭良靠近的机会 就是现在 等到陈征靠近 彭良满脸兴奋 手中长刀猛然斩出 就在彭良满脸兴奋 认为自己要得手的时候 身形亮腔的陈征一刀斩出 刷 刺 彭良的刀甚至还没落下 一道森寒刀光 已经从他脖梗穿过 陈征从头到尾 甚至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砰 定格着兴奋的头颅坠落 彭良无头尸身血如泉涌 栽倒在地 然后下一刻 被数不尽的魔兽 践踏成血液 而这一幕 恰好被赶来许汉良看在眼里 陈征似有所感一般 抬头看去 正好与飞跃而来的许汉良 目光对上 啊 陈征只是愣了一瞬 便继续装作狼狈的样子 大声呼救 许先生救我 许汉良嘴角抽了抽 这小子 他刚才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小子分明就是装的 摇了摇头 许汉良嘴角泛起笑容 不愧是赤野猴的种 看破不说破 许汉良闪身降落到陈征身后 看着汹涌而来的兽巢 抬手一掌 无量神涛 恐怖的长径 在许汉良掌间汇聚 四周掀起一阵狂风 无形的刚气 宛如汹涌的波涛 朝着兽群翻滚而去 哄 陈征回头看去 眼中不由露出惊悚之色 只见仿佛没有边际的兽巢 在许汉良这一掌下 直接化作了阵阵血舞 浓郁的血腥气味 自丛林间飘散开来 只是一掌 数以万计的魔兽 直接被清空了三分之一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这就是静气外放 练进陈刚 陈征心神震动 这位许先生 竟然是天刚静 还愣着干什么 下一刻 许汉良直接拎着陈征的衣领 像是拎着小猫小狗一般 身形在丛林间快速穿梭 恐怖的风浪 差点让陈征睁不开眼睛 这速度 陈征即便全力 也不及万一 怎么回事 许汉良沉声问道 陈征没有回答 只是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丢下 后方穷追不舍的魔兽们 顿时不再追逐两人 而是对着陈征丢下的破衣服 疯狂撕咬 是龙魔香吗 许汉良皱起眉头 陈征依旧没有答话 虽然许汉良对他展示了善意 但有些事情 陈征无法完全信任许汉良 干脆双眼一番 选择装死 看着昏死过去的陈征 徐汉良哭笑不得 但是对于陈征谨慎的态度 他还是认可的 而且 即便知道是龙魔香 他又能做什么吗 他什么也做不了 既然那三家敢用 就肯定有万全的脱身之法 这本事无解的局 也亏了这小子够强 许汉良能做的 就是不说破 不拆穿 让这小子继续狗下去 猎场外 越来越多的人逃了出来 一个个都是惊魂未定的模样 彭承跟史全两人都皱起眉头 心中渐渐焦躁起来 不应该啊 怎么还没出来 田逸林心中泛起一丝不安 皱眉看向珠海 珠兄 你亲眼看见那小子死了吗 珠海摇头 这倒是没有 不过我走的时候 那废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而且有彭兄跟史兄在 那小子不可能活得下来吧 闻言 田逸林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 没有亲眼看见 那就有可能出意外 父亲 田经义神色镇定 藏在绣袍之下的手 却已经死死钻井 不可能 他都设下必死之局了 那废物不可能活得下来 出来了 人群中响起一阵骚动 三家之人精神一阵 纷纷凝神看去 满脸七代之色 但很快 他们脸上的七代变得凝固 出来的自然不是彭宇跟史天昊 是许先生 他手里的是谁 陈征 是陈征 人群中响起阵阵惊呼 但是三家阵营之中 却是一片死寂 碰 田经义屁股下的竹椅轰然炸开 一旁的田一灵也血红着双眼 一脸不愿接受的样子 这废物为什么还活着 他为什么还不死 他该去死啊 田一灵歇斯底里的样子 如同一个疯子 一旁 彭使两家的人也是一脸茫然 不是说 这小子必死无疑了吗 彭宇呢 彭承面色阴沉 这废物都活着回来了 彭宇去哪了 对啊 史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我儿子呢 天昊怎么没出来 两人的目光 同时转头看向朱海 朱海此时也是一副震惊的模样 声音颤抖道 我 我不知道啊 彭承跟史泉对视一眼 也顾不上其他 身形飞略而起 落到许汉良面前 许先生 可看见我彭家的彭宇 还有我儿史天昊 他还没有出来 两人焦急道 这可是他们两家这一代 最杰出的天才了 这要是死了 祖里得闹翻天 许汉良摇头 但声道 里面已经没有活人了 如果没出来 那就应该出不来了 不可能 这废物都能活 我儿子怎么可能死 史泉血红着眼睛 面色猙獰 恨恨地盯着陈征 但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气势 落到二人身上 冰冷的话语声 在二人耳边回荡 怎么 你们是在质问我 碰 承受不住压力 两位开麦境的高手 竟然直接跪倒了地上 不敢 许先生误管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两人冷静下来 连连赔罪 许汉良冷哼一声 这猎场一向 由你们三家看护管理 如今出了这样的变故 该我向你们问罪才对 许先生息怒 田经义大步而来 转移话题道 他们痛失两位家族英才 一时情绪失控 还请许先生理解 而且我听出来的人说 那猎场中魔兽暴动 跟赤眼猴之子有关 不妨将他弄醒 问个明白 田经义虽然心中 同样恨得发狂 但此时他必须稳住局面 至少 得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他也很想知道 这废物 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许汉良眉头微挑 直接将陈征丢下 但声道 我见这小子的时候 他差点就被授寻撕碎 但凡我挽去一秒 他都活不成了 有什么话 你们自己问吧 文言 田经义差点郁闷地吐血 他心中傲弄 早知道 就该再多拖延着 许汉良一会儿 碰 陈征摔落在地 眉头轻皱 然后缓缓睁眼 一副刚醒的模样 滚开 他翻身站起 面容金具 胡乱地挥舞着手中长刀 仿佛还没从 寿巢的阴影中走出 看着这一幕 徐汉良眼角微抽这小子 演得还挺真 我活下来了 下一刻 陈征如梦初醒般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徐汉良冷声道 小侯爷 你为什么会被那么多魔兽追击 猎场中的兽巢 是不是你引起的 冤枉啊 陈征满脸愤恨 不是我 有人暗算我 说吧 他视线看向隐藏在人群中的珠海 面色猙獰道 是他 他暗算我 还朝我身上捣了什么东西 那些魔兽的就发狂了 珠海连忙否认 我没有 你是赤野猴之子 也不能信口开河呀 你放屁 陈征脸色胀红 提刀叫暴走 却被彭承拦下 陈征 彭宇呢 你应该见过他吧 史玄景跟在后 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还有我儿天昊 你把他怎么了 陈征嘴角泛起讥笑 见过 当然见过 说起来我能活下来 还得多亏了他们两个呢 他转头看向许汉良 还请许先生为我做主啊 那彭宇跟史天昊 见我身陷受危 还想落井下尸杀我 那彭宇本来都要得手了 也是我命不该绝 两人竟然起了内讧 史天昊被背后偷袭 差点一枪扎碎了彭宇的脑子 彭宇临死之际 朝着史天昊丢出两个瓶子 说到这儿 陈征顿了一下 愤恨地看向珠海 就是珠海朝我身上倒的东西 本来死定我的魔兽 又盯上了史天昊 我正好趁机杀出一条血路 一路奔逃出来 对了 还有那孙圣 一开始就跟着珠海一起 想要围杀我 好在我父亲留下了剑宝贝 才没让他们得手 陈征说的声泪俱下 满目猙獰 情真一切 四周看戏的众人 都露出恍然之色 也无人怀疑 几家觊觎侯爵之位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难怪那四个明明免试 还非要参加秋季狩猎 原来是想找陈征的麻烦 这陈征能活下来 也是命大 可是史天昊跟彭宇 为什么要内讧呢 阵阵议论声传出 彭室田三家人的脸色 都黑成了锅底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陈征能活下来 竟然是因为 他们自己内讧 为什么 珠海满脸不解的震惊模样 田经义跟田义林父子 都是恨恨地 朝彭室两家看去 一群猪队友 还特抹的能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赤野猴的爵位 他们没有怀疑陈征的话 因为陈征的解释 是完全符合常理的 而且在逻辑方面 也能说得通 反正肯定要比陈征 直接斩杀两人 然后顶着寿巢 一路杀出来要说的通鹏城 跟史权两人 此时心里也郁闷地要死 但在那种情况下 面对机会 换做是他们 恐怕也会做出一样选择 许先生 还请替我做主啊 这田家彭家史家 岂我父亲赤野猴不在 在燕城时 对我陈家就常有欺啊 如今更是要害我幸免 其心当诛啊 陈征眼中挤出血泪 一副委屈凄惨的模样 看见许汉良冰冷的视线扫来 彭使两家之人 面色大变 你放屁 我彭家与你无冤无仇 彭宇为什么要杀你 就是 我看分明就是你居心不良 污蔑我史家 彭承跟史权 此时也顾不得悲痛 连忙站出来否认 妄图谋害侯爵之子 这个罪名 他们两家可背不起 田精义也压下恨你 沉声道 小侯爷 你说出的话 可是要负责任的 你说我们针对你 你有证据吗 我 我 陈正一时哑口无言 脸色战红 见状 田精义心中多了几分快意 看来这次虽然没能杀了这小子 却也让这小子吓破了胆 许先生 陈正满脸期望地看向许汉良 许汉良脸色难看 摇了摇头 没有证据的话 我也不能判定你说的就是真的 虽然无奈 但这就是事实 田家是大 没有证据 即便他是宣灵院的高级教习 也什么都做不了 若是赤也猴在 许汉良轻叹一声 你们 你们 陈正喘着粗气 话不成声 面色扭曲 配合他此时狼狈的姿态 看着着实心酸 朱海此时站出来 暗戳戳地道 小侯爷 你满口胡言 莫不是想借此博取宣灵院的同情 这一切 不过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吧 你 陈正目光血红 找死 话落 陈正身形闪烁而出 刀光绽放 直奔朱海面门而去 杀意赤裂如火 放肆 田精义冷喝一声 身形一闪便挡在朱海面前 抬手一掌 静力鼓动间 直接破除陈正刀光 陈正长刀脱手 喷血倒飞而回 田精义眯起眼睛 心中顿时有数 陈正这一刀 实力的确远胜一般后天九重 但也绝对无法 诛杀彭宇跟史天昊两人 更不可能在发狂的兽巢中 杀出一条血路 如此说来 还真是这小子命好 你才放肆 一道冷喝传来 犹如腊月寒冬 话音间充斥着无尽杀意 哄 一柄长枪 宛如大龙奔腾 直奔田精义面门而来 田精义面色大变 在这恐怖的契机下 他竟然连反击都做不到 无命休矣 田精义心中绝望 骤然 一只手掌探出 刚原战放下 直接锁死了袭击枪头 将枪尖紧紧握在掌尖 够了 许汉良沉声喝道 你要拦我 即便面对许汉良这位天刚静 陈红英依旧杀意不减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的意思 算了红英姐 今日之辱 且先记下 来日方长 我必让他们百倍还之 陈征的声音传来 此时他仿佛 连战的力气都没有了 被赶来的爱琳娜 拦腰抱在怀里 陈红英这才收枪 转身朝着陈征走去 许先生 这是我的刻度名牌 至少在轩林院名额上 给我一个公平 陈征伸手将记录分数 红得发紫的令牌丢下 然后招呼着陈红英等人离开 碰 大难不死的田精义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浑身已然被汗水浸透 徐汉良看着陈征几人离去的背影 心中忍不住叹息 这小子 是真慧眼啊 陈征几人一路出了魔兽山脉 爱琳娜有些疼惜地看着怀中陈征 小小年纪便承受这么多磨难 就算比起自己也不慌多让了 田家那些人真是太可恨了 就在爱琳娜伤感的时候 突然听见陈征中气十足的声音 爱小姐 松一点 你抱得太紧了 只见陈征耳朵通红 神色间有些不自然 实在是爱琳娜的身材太过火辣 尤其是胸口压在陈征脸上 让她有些呼吸不畅 你没事 爱琳娜惊讶到 陈征此时 哪里有半点虚弱的样子 没事 都傻子玩呢 爱小姐 还多谢你配合了 陈征低声笑道 她省略了一些细节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给爱琳娜说了一遍 如今爱琳娜跟她算是 一条船上的人 值得信任 爱琳娜面露惊讶 所以从头到尾 都是你在演戏 陈征摇头 也不算是 我只是将计救计而已 田家的却给我不下死局 只是他们错过了我的实力 厉害 爱琳娜娇笑一声 风情万种 但手上不仅没有松开 反而更紧了几分 怎么样 被姐姐抱着 舒不舒服 看着能将三家玩弄于鼓掌的少年 在自己面前如此窘迫 爱琳娜也觉得有趣 爱小姐 别 陈征顿时脸色涨红 从小到大 她哪里受过这般刺激 陈红英回头看了一眼 嘴角微翘 没有理会 突然 爱琳娜惊叫一声 哎哟 她突然感觉 怀里的陈征 像是变成了一个火球 恐怖的气血 宛如轰炉燃烧一般 压不住了 在爱琳娜惊恶的目光中 陈征身形一跃 从她怀里挣脱 落在地上 一身气血波动 宛如潮汐拍暗 隆隆作响 气血如潮 肉身大圆满 爱琳娜嘀呼一声 这可是传说中才有的境界 难怪她能诛杀朋友三人 陈征连忙盘坐在地 紧闭双眼 处理着体内气血 在猎场的时候 她一路杀一路跑 然后一路炼化吸收 混沌神顶形成了血色液体 一不小心杀得太多 炼化得太快 她后天九重的肉身 现在竟然直接大圆满了 距离她肉身上一次圆满 也不过才几天时间而已 连续突破 这才让她的气血之力 有些失控 看来不到万不得已 那血色液体 也不能一下子吸收得太多 肉身成长得太快 自身无法适应的话 也是一个麻烦 最好是修为跟肉身成长 齐头并尽 对于以后的修炼 陈征此刻有了更深的感悟 她不能一味地求快 还得求稳才行 几分钟后 陈征梳梳理好气血 体内意向渐渐平息 她看了一眼爱琳娜 终究没好意思 让她继续抱着 转头对着陈红英道 红英姐 你背着我 演戏得演全套才行 好 陈红英自然不会拒绝 曲腿弯下身子 陈征顺势朝她后背趴了上去 一行人匆匆朝着烟城而去 与此同时 猎场外 徐翰良已经将所有人的刻度 名牌回收 虽然提前了半个时辰结束 但徐翰良也没有要重考一次的打算 意外 也可以看作是考核的一项 而且 在面对意外时得来的成绩 反而最有含金量 除了彭田史三家之外 其他人的心情还算平和 毕竟除了几个别的倒霉蛋之外 死在寿朝中的人并没有几个 彭宇 史天昊 孙胜都死了 对于他们来说 反而是好事 多出三个名额 他们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然后跟我一同前往大元皇都 徐翰良朗声说道 混合刚元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人群也渐渐散了 你们 徐翰良目光落向田经义几人 声音冰寒道 猎场的事情我会商报上去 到时候 轩灵院会派专人下来调查 你们最好别让我找到证据 说吧 也不理三家难看的脸色 徐翰良冷哼一声 闪身消失 连基本的体面也不给了 至此 猎场外就只剩下了三家之人 彭城跟史全 再也压抑不住怒火 田经义 这就是你说的死局 狗屁的万无一失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史全满脸悲痛 没错 我天好孩儿 本该有锦绣前程 若不是因为听信了你的鬼话 怎么会死 面对两人的发难 本就心情烦躁的田经义 直接气炸了 目光凶狠地看着两人交代 要不是你们两家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那废物 已经成了魔兽肚子里的粪便了 现在你们还有脸找我要交代 这一次 为了诛杀陈征 他不惜得罪许汉良 还冒着被轩灵院彻查的风险 甚至还拿出了无比珍贵的龙魔香 为的就是绝杀 本来都要成功了 却因为这两家真功功亏一篑 这事情要是传到自己二弟那边 恐怕会对自己更加失望 说不定还要降下责罚 想起田无极的手段 田经义心中就止不住发寒 放屁 这关我彭家什么事情 分明是史家妒忌心太强 那小子也说了 是那史天好偷袭的彭宇 你才放屁 天好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看肯定是彭宇不守规矩 想要独占功劳 我天好孩儿迫不得已才会出手 你再说一遍 事实如此 你史家想找死吗 怕你不成 彭成跟史权面色战红 互不相让 两家成员也在互喷 火气渐浓 都给我闭嘴 田经义怒喝一声 打断了两家 他神色阴沉道 这件事情 我会原原本本地上报给我二弟 到时候 谁该为这事负责 自有分枪 说吧 也懒得理会两家 带着田家族人拂袖而走 彭室两家也是不花而散 大爷 你可要救救我呀 那陈正现在恨我入骨 身边又有高手在 我若回去 必死无疑 回去的路上 珠海满脸金句地凑到田经义跟前 放心 启程前往轩林院前 你就住在我田家 那小子再狂 也绝不敢来我田家找你麻烦 面对珠海 田经义还算和气 这次虽然功亏一篑 但珠海表现不错 而且 珠海天赋不错 背后又没靠山 如今又得罪了陈正 只要自己稍加培养 就能成为田家手下一条不错的猎犬 多谢大爷 珠海一脸感激不已的模样 好好为我田家做事 我田家不会亏待你的 这几天 你就安心在我田家待着 我会给你修炼物资 争取让你离开燕城之前 实力更进一步 田经义拍了拍珠海肩膀 一副憨厚长者的模样 田一玲也上来收买人心 笑着道 即便是到了轩林院 珠兄也不必担心 我大哥就在轩林院 如今突破开麦境 已经是终极学员 有他罩着你 陈正那废物也奈何你不得 珠海连连点头 多谢大爷田兄 你们带我这般 我朱海以后的命 就是你们的了 说着 他面露愤恨之色 陈正那废物这次没死 下一次 我一定要亲手杀他 如果有机会 大爷跟田兄 一定不要忘记 告诉我 田一玲面色也变得着猙獰起来 放心 我也巴不得那废物去死呢 另一边 陈正几人已经返回燕城 爱玲娜带着赫兰率先离开 霍大师被田家收买 秦歌拍卖场 失去炼药师庇护 现在说不定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他得赶紧回去主持大局才行 等他处理完秦歌拍卖场的事情 就会去陈府拜访 陈正自无不可 回陈府的路上 看见趴在陈红英背上的陈正 街边路人都指指点点 是陈正 老天有眼 让赤野猴之子平安归来 他好了 城内平民 看见陈正竟然活着回来 都露出高兴之色 看着陈红英一身赤红甲皱 更是激动不已 这是赤甲军的盔甲 是猴爷回来了吗 自从陈玉失去消息 燕城逐渐被三家把持 底层平民的日子 也过得越来越苦 他们无不期盼着赤野猴回归 众人虽然激动 但看陈正一副虚弱的样子 都没有上前打扰 只是用期盼的眼神 望着他们离开 主上的威望很高啊 陈红英有些惊讶 陈正低声道 这是当然 父亲在时 亲父税重生产 城内治安 更是可以用夜不庇护 陆不时宜来形容 陈红英不解 既然他们如此推崇主上 少主跟夫人 为何会过得如此 凄惨 陈正苦笑道 他们不过是一群 在底层挣扎的苦命人 就算想帮我跟娘亲 又能做到了什么呢 但即便如此 在我跟母亲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也偷偷给府内丢过米面 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总是以最低的价格 卖给我们 这些 陈正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这个世道 武力才是一切 靠人不如靠己 两人刚到陈府 忐忑等待两久的杨素 跟灵儿就迎了上来 看见陈红英背后 赤裸着上身 浑身血污 神色憔悴的陈正 杨素眼中的泪水 便止不住掉落 这儿 我的这儿啊 看杨素哭得伤心 陈正连忙从陈红英背上下来 快步上前搀扶住母亲 笑着解释道 娘你别哭 儿子是演给外人看的 儿子没事 不信你打我几下 看着生龙活虎的儿子 杨素也止住了泪水 闻言 陈正一脸黑线 伸手敲了她脑袋一下 灵儿哀悠一声 抱头痛呼 乱说什么拒拒 给我准备一身干净衣服 再烧点热水 我要沐浴 看着陈正一脸嫌弃的模样 灵儿顿时破涕而笑 也相信陈正不是回光返照了 毕竟哪有死人 还惦记着洗澡的 被灵儿这么一闹 气氛也缓和了不少 陈正搀扶着杨素 一边进屋 一边向杨素说着 自己这一个月来发生的事情 只是隐去了几次 险向还生的禁语 专挑轻松地说 也渐渐将母亲哄得开心起来 娘 这次我通过轩灵院的选拔 你跟灵儿也跟我一起去黄肠吧 这是陈正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她本来想着 把母亲留在燕城 再由陈红英保护 但这次猎场发生的事情 让陈正改变了想法 田家这些人 做起坏事来 没有下陷 母亲不在身边 她实在无法放心 黄肠的水虽然更深 但有各方势力制衡 又是在大冤皇室眼下 有着赤野侯夫人的身份 母亲说不定会更加安全 至少在明面上 大家会有所顾忌 而且母亲在身边 万一到了需要逃命的时候 陈正也可以直接带上母亲开溜 不用有所顾忌 杨肃摸了摸陈正的脑袋 好啊 这儿在哪儿 娘就在哪儿 就算是死 我们母子也得死在一块 体验过一次失去儿子的感觉 她绝对不想再尝试第二次了 陈正笑道 娘你多虑了 咱们去黄城可是享福的 父亲暂时不能回来 且看儿子为你挣一份富贵 第二天到了放榜的日子 一大早 墙头便挤满了想要看榜的人 怎么还没放榜 还要等多久啊 众人心情焦躁起来 尤其是一些平民天才 进入轩灵院 可是他们一步登天的最好机会 日上三端的时候 咻 也不见人来 一赶长枪破空而来 刺入墙面 一块巨大幕布 自枪杆散落而下 来了 公布排名了 别挤啊 今年二十个名额 除去内定的 还能剩多少 上面写了 取钱十九名 看着幕布上的排名 在每个名字的最后 还有他们各自狩猎所得的积分 完全公开公正 若是有疑虑的 也可提出 但若是有人故意找查 就会被永久取消 进入轩灵院的资格 啊 我才二十六名 可恶 要不是因为受潮 别好了 大家都一样 谁没有被受潮影响 二十名 该死 就差六分啊 我当时要是再大胆一些 啊呀 十九名 我是十九名 我进了 现场嘈杂 有欣喜 有怒骂 还有有懊恼 禁者欢呼 落者流泪 尤其是一些到了年龄上线的 这一次 便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相比起参与者 其他看热闹的平民 倒是显得非常淡定 他们只好奇 一件事情 第一名是谁 是田家的人 还是彭家的人 我觉得是史家的人 众人纷纷猜测 往年的同名 都是在三家诞生 从无例外 想来这次也是一样 此时 一个几道里层的小贩 看清了最顶上的排名 不由惊呼 不对 都不对 第一名是赤野猴之子 陈征 陈征 怎么会是他 假的吧 不少人露出诧异之色 虽然陈征 已经摆脱废物之名 但是一下子 就获得秋季狩猎第一 这也太出乎众人的意料了 怎么 你们还不知道 昨天猎场的事情 那陈征 已经有后天九重的修为了 史天昊 彭宇 朱海 孙胜四人 放弃免事资格 就为了进猎场诛杀陈征 结果人家陈征没事 史天昊他们四个死的 只剩下朱海一人 也多亏死了几个 本来只剩十六个名额 现在多出三个 我当时就在现场 三家那脸都绿了 一些昨天去猎场看热闹 还有参赛成员兴趣盎然的 跟其他人科普 脸上满是幸灾乐祸 众人虽然畏惧三家 但也苦三家久矣 看着三家倒霉 他们自然高兴 文言 人群间响起阵阵惊呼 说起来 这次一共二十个名额 除了免事的田一龄之外 好像三家一个都没进啊 嘿 还真是 往年榜单 他们至少占据大半 今天连一个都没有 哈哈 难怪今天没有三家的人来看榜 小侯爷牛逼 不愧是赤野猴之子啊 因为放榜 整个烟城热闹得像是过年 有人欢喜有人愁 而关于陈征的消息 也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成为众人讨论的中心 有人好奇 陈征是怎么从一个废材变天才的 也有人高兴三家吃扁 陈征这一次 算是踩在三家的脸上 好好出了一口恶气 而此时陈征 已经乔装来到情歌拍卖场 贺兰亲自接待 将陈征往贵宾室里面领 一路走来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陈征总感觉情歌拍卖场冷清了许多 不少工作人员的脸上 都布满了愁苦之色 看来缺少了一位二品炼药师 对情歌拍卖场的打击真的很大 陈征心中叹息 对于炼药师的重要性 更多了几分了解 小侯爷 自从霍大师离开 现在满城都在传我们情歌拍卖场 得罪了甜价 很快就会覆灭工作人员走了不少 连一些之前求着跟我们合作的家伙 也弃我们而去 很多人也不敢把东西 再放到我们这儿来拍卖了 原本定在下周的拍卖会 恐怕也办不起来了 贺兰满脸挫败 语气凄苦 一副要哭的样子 陈征健壮点了点头 放心吧 这些事情我能解决 他这次过来 就是跟情歌拍卖场 说得更准确一点 是跟爱玲娜谈合作的 得到陈征的保证 贺兰顿时转优为喜 陈征眉头微调 这是在试探他 来到贵宾室 贺兰给陈征端上 几盘水果茶点后 就离开了 陈征等了不到几分钟 房门便被人一把推开 穿着一身红色旗袍 身材火辣的爱玲娜 迈着修长眉腿走了进来 一双眉眸看起来 有些憔悴疲惫 但依旧有着勾人的魅力 我的好地点 我还以为 你把姐姐我忘了吗 爱玲娜一屁股坐到陈征边上 满脸哀怨地看着陈征 就好像陈征是个 屎乱中气的复兴人 陈征尴尴尬一笑 爱小姐说笑了 昨天你说会来找我 结果你没来 我担心你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一早 可是连早饭都没吃 就匆匆过来看你了 是吗 我闻闻 爱玲娜猛然朝陈征靠近 小巧的鼻尖嗅了嗅 一阵相风扑鼻 爱玲娜差不多整个身子都压了过来 手臂间传来一阵柔软的触感 让陈征如遭电机一般 看着陈征窘迫的样子 爱玲娜调笑道 我的好弟弟 这就不行了 以后要是碰见心动的姑娘 岂不是要找个地方 把自己埋起来 陈征倾咳一声 摇头道 爱小姐别说笑了 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你现在的困境 我也大概了解了 所以 你打算怎么办 爱玲娜火热的目光 看向陈征 陈征没有回答 却是话音一转 爱小姐有没有兴趣 跟我一起去皇城 我的意思是 连同这情歌拍卖场一起 搬到皇城去 爱玲娜皱起眉头 这是你背后那位钥匙的条件 陈征心中一动 这爱玲娜果然以为 自己背后有高人 陈征摇头道 这不是师父的条件 只是我个人的邀请 爱玲娜见陈征承认 心中愈发热切起来 她没有回应陈征的邀请 而是问道 那能不能让我跟你师父见一面 陈征沉映了一会儿 那爱小姐能不能先告诉我 为什么想见我师尊 话聊到这份上 爱玲娜也不隐瞒了 这是关我家族存亡 非大炼钥匙不能救 陈征皱眉道 大炼钥匙 得是什么水平 爱玲娜少有的严肃 陈生道 至少无品 小侯爷 你若是能帮我 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你 无品 陈征在心中权衡起来 最终开口道 爱小姐 你救过我性命 又帮我这么多 甚至不惜得罪田家 于情于理 我都该帮你 爱玲娜没有接话 等着陈征的但是 陈征叹息一声 但是我师父已经离开了 爱玲娜不由皱眉 但也没有怀疑 既然陈征都称呼 那位大炼钥匙为师父了 那自己之前的猜测 就是错误的 陈征差点被杀 并非是被后 那位大炼钥匙不肯出手 或者害怕麻烦 而是当时就已经离开了 这就说得通了 那你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爱玲娜问道 陈征继续叹息道 短则三年 长则五年 她一定会回来找我 而且我师父现在 还只是四品巅峰的炼钥匙 不过她也说了 这次出去 就是寻找突破契机 等她回来 必然突破五品 陈征说得信誓旦旦 她脑海中 现在就有完整的 六品炼钥匙传承 而且还是自带经验的那种 如果不是 实力跟不上 她称自己是六品炼钥匙 都没问题 而有着混沌神天诀 还有混沌神鼎的辅助 只要修炼资源跟得上 三到五年的时间 等她实力增长起来 成为五品炼钥匙 好像也问题不大 三到五年 必成五品 爱玲娜陷入纠结 但看着陈征真诚的脸 她也没有怀疑什么 每天就顿悟了 提前回来也说不定 到时候 我肯定让她帮你 陈征再次承诺 她虽然是在给爱玲娜花大饼 但这是 能够实现的大饼 所以并不算骗 好吧 那姐姐就信你一回 爱玲娜叹息一声 又恢复千娇百妹的模样 陈征重复了一开始的问题 所以 爱小姐愿意跟我去皇城吗 爱玲娜盯着陈征的眼睛 娇笑道 如果我不答应 你还会帮我吗 陈征没有犹豫 爽快道 当然帮 帮你是报救命之恩 邀请爱小姐 你去皇城 是为了合作 这是两码事情 看着陈征诚恳的眼神 爱玲娜眼神也温和了几分 问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今在这烟城 没有了炼药师的庇护 我情歌拍卖场 都快要开不下去了 再去皇城那种虎狼汇聚之地 又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陈征笑道 我自有办法 说着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 放到爱玲娜面前 爱小姐先看看这个 这是 爱玲娜拿起瓷瓶 打开瓶塞 顿时一股浓郁药气扑鼻而来 眼睛不由一亮 陈征在一旁笑着介绍道 这是用百年份的 烈羊草炼制而出的药液 如果修炼 羊属性功法的武者服用 短时间内 可以提升至少一倍的修炼速度 好东西 爱玲娜极肯定 这药液虽然比不上炼体液珍贵 但放出去 也绝对会被疯抢 这瓶烈羊草药液 虽然是不入品的灵药 但也算是一品灵药之下的极品 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入品灵药的 陈征笑道 这是我炼制的 爱玲娜露出惊讶之色 你炼制的 没错 陈征淡然道 要是给我时间 其实一品灵药我也能炼得出来 爱小姐 你刚才说没有炼药师 就站不住脚 没关系 黄都就有炼药师工会 到时候 我会去参加入会考核 取得炼药师资格 爱玲娜一识语色 陈征说得轻松 就好像通过炼药 试烤和跟喝口水那么简单 但看着手中的灵药 爱玲娜也不得不承认 陈征似乎有狂妄的资格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炼药的 爱玲娜忍不住问道 要知道 一个月前 陈征还是个人尽皆知的废物 差一点就被打死在擂台上 陈征笑道 爱小姐何必明知故问呢 一个月前 多亏了师父 我才能侥幸活命 并且解决了经脉问题 踏足修行之路 这也算给自己一身实力 做个解释 反正全部推到 那不存在的师父身上就是了 只要信的人多了 他这虎皮 就算是扯起来了 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仅武道修为突飞猛进 还顺便 还成为了一品炼药师 爱玲娜看陈征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怪物 陈征摸了摸鼻子 算是吧 这么听来 他自己都感觉有些离谱 不过 这也是事实 好 我会带上所有家当 跟你去皇城 爱玲娜不再犹豫 直接应下 在他看来 陈征能达成如此妖孽的壮举 固然跟他本身的天赋 脱不开干系 但也绝对不能忽略 那位大炼药师的作用 那位四品炼药师 绝非普通炼药师 一旦成就无品 自己家族说不定真的有救了 此刻 爱玲娜对于陈征背后的炼药大师 信心倍增 而且不谈那位炼药大师 单说陈征这妖孽的天赋 也完全值得他赌上一把了 陈征能一个月成就一品 说不定也能在十年之内 成就无品呢 一切皆有可能 未来可期 他一脸娇媚地靠到陈征身上 娇滴滴倒 好弟弟 姐姐的全部可都托付给你了 你可不能使乱中气啊 要不 姐姐从了你 告辞 陈征连忙挣脱爱玲娜的怀抱 满脸战红地跑了 这妖精 他还真难招架 看着陈征落荒而逃的样子 爱玲娜露出开心的笑容 似乎觉得有趣极了 对了 我成为一品炼药师的事情 还请爱小姐保密 免得田家那些家伙 又生事端 一切都等到了皇城再说 陈征去而复返 一脸严肃地说完 便直接溜了 不一会儿 贺兰一脸疑惑地走进来 小姐 我看小侯爷走得匆忙 难道是没谈妥吗 爱玲娜收敛笑意 摇头道 谈妥了 她一脸慵懒地靠在座位上 身上像是卸去了千斤重担 整个人都仿佛散发着明媚的光芒 让贺兰都为之痴迷 爱玲娜看向贺兰 我记得在皇城 咱们还有些产业 贺兰回神 点头道 有的 但皇城那种地方牛鬼蛇神太多 生意做不起来 怕是已经荒废了 爱玲娜笑道 无妨 传信让那边的人把地方收拾出来 还有燕城这边 愿意跟着一起走的 就带上不愿意走的 就给一笔遣散费 大家好聚好散 贺兰惊讶道 小姐要去皇城 爱玲娜点头 抓紧处理一下 咱们尽快出发 以陈征的身份 这趟皇城之行必定艰难 但终究让他看见了希望 除了情歌拍卖场 陈征便往家赶去 一路上 他听着街边路人嘴里 都在谈论狩猎大会的事情 也知道自己排名榜首的事情 对此 他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在猎场内 他杀魔兽 都把自己杀得肉身大圆满了 如果不是第一 那才奇怪 走进陈府 陈征正准备 将自己狩猎第一的消息告诉杨素 让娘亲高兴高兴 便听大厅内 传出一道嚣张的声音 姑姑 爷爷让我来看望表弟 你把人藏着 是什么意思 怎么 不过得了个狩猎第一 便猖狂起来了 听见这声音 陈征身形一顿 眼中多了几分煞气 连忙加快脚步 大厅中 一个青年满脸不耐烦地看着杨素 与其十分的不客气 姑姑 那废物成了狩猎第一 加入轩灵院 也算不得什么 咱们杨家在轩灵院又不是没人 赶紧让他出来见我 等到了轩灵院 说不定还能让我杨家添娇 照付他几分 杨素看着气势凌人的青年 脸色有些难看 这是他的亲侄儿 杨文耀 自从几年前 他跟杨家恩断一绝 便在未联系过 如今杨家的人突然上门 明显来者不善 你杨家也有脸来说 照付几年前 不就是你们杨家上门 带走了府上大量经营 才让臣府衰败至此 夫人整天以泪洗面 这就是你们杨家的说的照付吗 灵儿在一旁一份填膺 杨文耀目光一立 你一介见闭 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 杨素也不客气了 我说了 真儿不在 拿着你们的东西 滚 杨家已经伤透了他的心 杨文耀又是这般态度 他也无心多言 杨文耀眯起眼睛 姑姑 你当真要如此 当年之事 其实我杨家 也是用心良苦 赤野猴不在 只剩下你们孤儿寡母 又如何守得下 这偌大的家业 那些东西 不过是由我们代为宝馆而已 如果陈家珍有本事 能守得住 我杨家自会把东西 原封不动地送回来 杨文耀一脸义正言辞 但这是试探 若是赤野猴还在 他们杨家顺势服了 这个软也未尝不可 杨素冷笑一声 要不是已经见过 这些人的丑恶嘴脸 说不定 他还真信了这些鬼话 灵儿一脸不愤 这种话也说得出来 你们杨家还真是无耻 贱壁 我给你脸了是吧 杨文耀冷喝一声 身形一闪 来到灵儿面前 抬手一巴掌 狠狠删去 住手 杨素娇急喝道 这杨文耀 可是后天六众舞者 而灵儿不过是个普通人 这一巴掌下去 说不定要出人命 杨文耀听见了 但根本不理会 他心里也憋着一股火 前段时间 他们杨家便收到消息 赤野猴那个废物儿子 竟然突然崛起 杨家担心是赤野猴回来了 所以一直都在关注 昨天更是传回 有赤甲军返回燕城的消息 杨家一群人 顿时吓得够枪 派他连夜赶来燕城调查情况 今早杨文耀打听了一圈才知道 赤野猴根本没回来 所谓的赤甲军 也不过只有一个人 他顿时有种被耍了的感觉 然后又是陈征 获得狩猎榜首的消息 为了稳妥起见 杨文耀忍住怒火 决定来陈府探探虚实 结果到了陈家 杨素却说陈征不在 就连那个所谓的赤甲军成员也不在 杨文耀自然不信 他觉得陈家是在心虚 所谓的赤野猴回归 也不过是场闹剧 你不出来 我就逼你出来 杨文耀心中冷笑 这个灵儿他也知道 虽说是个婢女 但从小就长在陈家 在陈府最艰难的时候 也不曾离去 在杨素跟陈征心中的地位很高 他若动手 就不信陈征还能忍得住 眼看杨文耀的手掌落下 恐怖的威势 吓得灵儿面色煞白 心中被恐惧充满 根本动弹不得 杨文耀 你找死 快步进门的陈征 正好看见这一幕 身上杀意抱起 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一闪而至 顺意一般来到杨文耀身后 后天九重的气势 静熟绽放轰隆隆 气血涌动间 宛如战鼓雷鸣 陈征周身 泛起一阵淡淡的血雾 空气都出现了瞬间的扭曲 杨文耀感觉身上 像是压上了一座巨山 直接僵直在原地 他虽然看不见背后的陈征 却能感受到 那股浓郁的杀迹 心中泛起的强烈恐惧 让杨文耀忍不住尖叫 新疏救我 后天九重 气血如潮 跟随杨文耀一同前来的 中年刀壳面露震惊 齐名卢心 是莫成杨家的开麦境供奉 这真是赤野猴的儿子 赤野猴有个废物儿子的事情 可以说是 传遍了整个大渊 不足弱冠之灵 后天九重修为 肉身气血如潮 这要是废物 那他们这些人 又算是什么 废物都不如 被沉争震撼的卢心 一时间竟然忘了出手 直到杨文耀的求救声传来 住手 卢心终于反应过来 开麦境三重的气势 瞬间绽放 正要动手 一杆红鹰枪 已经抵在了他的腰间 敢动 就死 陈红鹰弹幕的声音响起 卢心瞬间将在原地 心中无比惊骇 什么时候 他很想拼一把 但是舞者的直觉 一直在提醒着他 别动 动了真的会死 由于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陈正的手 已经落在杨文耀的身上 之二 不要 杨素被儿子的杀意吓到 忍不住惊呼一声 他身上终究流着杨家的血 两家老死不相往来也就罢了 没有必要真正结下血仇 陈正本来打算直接干掉杨文耀 但听见杨素的呼声 便改变了想法 不杀也可以 但死最能免 活最难逃 咔嚓 气血涌动间 一股距离落在杨文耀身上 杨文涛肩骨瞬间碎裂 破碎的骨渣刺破皮肤 露出带着血丝的森白 啊 杨文耀嘴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但这没完 陈正又是两脚踹出 命中杨文耀吸窝 又是一阵让人牙酸的骨头碎裂声响起 杨文耀双眼仿佛要瞪出眼眶 张大了嘴巴 这次却是痛到了尸声 陈正抬手一扔 宛如死狗一般的杨文涛 就落在卢心面前 啊 新叔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杨文耀痛苦哀嚎着 整张脸都变得扭曲 他能感受到 陈正碎的不仅是他的骨头 还有他一身五脉 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卢心目自欲裂 但红鹰枪在后 他依旧不敢动弹 一脸色力内人 小侯爷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好意上门拜访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客 陈正激笑一声 你们也配 敢在我臣府动手 没杀了他 还是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 陈正神色冰冷 盯着嘴唇颤抖的卢心 诞声道 怎么 你好像不服 随着陈正话音落下 煞时 卢心背后泛起一阵恐怖的杀意 强大的契机将他锁定 就好像他胆敢说个誓字 必定泄洒当场 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 在这股威势之下 他浑身内静都仿佛凝滞 根本无法调动分喉 陈家何时有了这般恐怖的高手 不 服 我服 卢心脸上挤出笑容 不敢表露丝毫不满 那就滚 陈正摆了摆手 下一刻 卢心便感觉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恐怖威势散去 抵在腰后的红鹰枪也被撤去 一道鲜红似火的身影从他身旁走过 他抬头瞥了一眼 心中愈发惊惧 原来这就是赤甲军 这样的高手在赤甲军内至少也是统领级别 还能抽掉如此高手回来 莫非赤野猴真的还活着 一时间如心心乱如麻 陈正 你得罪了三大家族 燕城已经没有你立足之地 现在又对我下次狠手 你是再决自己的生路 杨文耀神色扭曲 话语间饱含恨意 只要赤野猴一天不回来 陈正就称不上安全 从他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 三家都已经恨陈正入骨 即便是到了轩灵院 如果不依靠他们杨家的势力 陈正也是实死无生 自己主动上门 陈正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却没想到 陈正竟然压根就不在乎 文言 陈正讥笑一声 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 杨家身为自己娘亲的亲族 对陈家禁欲视若无睹也就算了 还要在陈府最难的时候 伤口晒眼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他们其实要比田家那些人更加可恨 不想走的话 那就不用走了 陈正神情平静下来 眼中却多了几分杀意 走 小侯爷不要动怒 我们马上就走 卢星捂住杨文耀的嘴 不敢再让他废话 逃命似的往陈府外跑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一个长方盒子 突然从杨文耀身上掉落 东西 我的东西掉了 杨文耀焦急道 卢星正要回身去捡 陈红英却先踏一步 闪身来到木盒跟前 枪尖一条 木盒便落在手里 他也不看 直接扔给陈正 陈正 那是我的东西 还给我 杨文耀力声道 杨文耀焦急的样子 引起了陈正的兴趣 这么着急 看来是好东西 不过陈正也留了心眼 为了避免盒子里 是暗器之类的东西 他直接将木盒翻转 然后才打开卡扣 一本书籍模样的东西 从盒子里掉落到地上 嗯 是武技 书籍封面上 风雷刀法 几个字比走龙蛇 大气磅礴 确认没危险后 陈正才将书籍捡起 翻看一阵后 更是意外 还是一本黄洁上品的刀法 陈正 把武技还给我 那是我杨家的东西 杨文耀急得发狂 杨家的东西 不好意思 你杨家拿走我陈家 那么多金银珠宝 这本刀法 就算是利息好了 陈正满意地将刀法收起 诞生说道 刘云刀法圆满之后 他正愁没有武技可以修炼 毕竟比刘云刀法品贴低的 没有必要炼 而黄洁中品质上的武技 又很难得 这本风雷刀法 倒是来得正好 你 你无耻 杨文耀气得嘴唇发颤 这本风雷刀法 是杨家耗费了巨大代价得来 这次他们 让杨文耀带来阴城 本是想着 如果陈玉珍的归来 他们便以这本黄洁上品的武技 作为赔礼 求得原谅 但事情闹到现在这种地步 这武技自然不用再送出去 却没想到 还是落到了陈正手上 无耻 跟你杨家相比 我陈正绝对称得上是道德圣人了 看在这本刀法的面子上 我再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立刻消失在我眼前 否则生死自负 陈正挥了挥手 像是在驱赶苍蝇 新书 把武技给我抢回来啊 杨文耀此时 已经被气得有些糊涂 但卢欣可不糊涂 告辞 感受到陈红英再度扬起的杀气 卢欣十分从心 没有理会杨文耀的鬼哭狼嚎 拔腿就跑 陈正回头看向灵儿 灵儿 你没事吧 灵儿此时已经缓过劲来 看见杨文耀那么凄惨的样子 气也消了 连连摇头道 世子放心 李儿没事 陈正又看向杨素 杨素此时看起来有些失落 今天杨家的人上门 他一开始 其实是怀有期待的 但是杨文耀那话里话外的试探 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 娘 没必要为了这些家伙伤心 陈正上前安慰 杨素摇了摇头 挤出一丝笑容 正儿说得对 娘不伤心 对了 杨家的人 怎么会突然上门 陈正转移话题 杨素简单说了一下过程 陈正听后不由冷笑 杨家是怕父亲回来了 找他们算账 所以就派着杨文耀过来打探情况 结果发现父亲不在 就又原形毕露了 杨素叹息一声 罢了 以后不来往就是了 这次之后 对于杨家 他算是彻底死刑了 陈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这种事情 也只有靠母亲自己 来调节心情 此时 陈红英走了过来 将两张绿色金卡递给陈正 少主 田家的账我收回来了 每张卡里 都有一百万金币 一分不少 赌约的事情 陈正可没忘记 一大早 他就跟陈红英兵分两路 他去了情歌拍卖场 陈红英则去田家要账 否则杨文耀 恐怕也没办法 在陈府要舞杨威 辛苦了 陈正伸手接过 脸上露出笑容 有句话说得好 黄承鞠 大不易 以陈府现在的财力 想要搬去黄兜 还真有些捉襟见肘 不过有了田家这两百万金币 至少在黄城落脚 是没问题了 与此同时 卢星带着杨文耀 返回了下榻的客栈 那可是黄街上平武剂啊 就这么没了 杨文耀满脸懊恼 一旁 帮他检查伤势的卢星 再次告诉他一个噩耗 杨绍 你伤到得很重 痊愈的希望非常渺茫 陈正下手很重 杨文耀如果想要彻底恢复 恐怕得需要大量的珍惜资源 以杨文耀在杨家的地位 杨家可未必会愿意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来治疗他 而且这次来阎城 杨文耀不仅没能修复 还陪上了一本黄街上平武剂 回去之后 恐怕还得承受家族的惩罚 总而言之 杨文耀 完了 想到此处 卢星看向杨文耀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冷漠 杨绍 你好好休息吧 我去准备马车 卢星转身离开 看着渐渐关闭的房门 已经意识到 自己处境的杨文耀 脸上满是绝望 田家 书房内 田经义面目阴沉 田一灵坐在一旁 同样气愤不已 毕竟一大早就被人赌门要账 还弄得满城皆知 任谁也高兴不起来 那陈征欺人太甚 田一灵恨得咬牙切齿 还有彭家跟史家那些废物 明明是他们自己内讧 才让那陈征逃过一劫 现在竟然还有脸上门来找 咱们要赔偿 他们都该死 听着儿子的咒骂声 田经义反而渐渐冷静下来 他诞生道 他们想要赔偿 那就给 田一灵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解 父亲 为什么 田经义诞生道 派人给他们一家 送一百万金币 就当是为两家添交吊宴了 另外 私下告诉他们 我之前的承诺依旧作数 谁要是能杀掉那废物 赤野猴的位置 就给哪一家 事已至此 再追究谁的责任 也没有意义 田一灵皱眉道 我看他们已经 被那废物吓破了胆 还敢对那废物出手吗 田经义冷笑道 他们不仅敢 而且一定会去做 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你觉得他们还有 跟陈家缓和关系的余地吗 陈真不死 陈家不倒 他们睡觉都不会安稳 看着田一灵满脸不解的样子 田经义摇头解释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不是真的想要那点赔偿 只是在做给其他人看 说着 田经义忍不住发出一阵冷笑 那废物肯定以为去了轩灵院 就能高枕无忧 但他肯定想不到 到了皇城 才是真正的生死不由人 等着看吧 除非赤野猴放弃边境直接返回 否则那废物一定会死 而且会死得很惨 说到这儿 田经义话音一转 看向田一灵 所以 你也别太把那小子放在心上 抓紧养伤 争取在进入抵达轩灵院之前 把伤养好 田经义拿出一个瓷瓶 递到田一灵面前 这是 田一灵好奇结果 这里面一共有3D上品练体液 只要你在抵达皇城之前恢复伤势 利用这收3D练体液 便能弥补这段时间的空缺 你二叔传来消息 今年不同以往 这次轩灵院入门一试的时候 会有一场大比 你必须争取 拿到前十之位 田经义沉声说道 好 田一灵满脸兴奋 田经义脸上却不见半点高兴 满脸严肃地道 前往轩灵院的路上 我要你隐忍 无论那陈征如何挑衅 你都不要再跟他产生冲突 更不要给他对你出手的机会 我要你安全地抵达皇城 明白吗 田一灵心中有些不甘 如此以来 岂不是显得他怕了那陈征 但看着田经义严厉的目光 他也只能点头应下田经义叹息一声 我会嫌你们一日出发赶往皇城 童儿死了 为父不希望你再发生任何意外 田一灵惊讶道 父亲 你也要去皇城 他记得 田经义对于前往皇城 可是十分抵触的 现在这是转性了 田经义有些无奈 为父得去 父亲请罪 田无极传来消息 给了田一灵三滴上品炼体验 还交代了许多事情 话语间满是平和 独独对于田列的死 还有陈征的事情 只字不提 但越是这样 田经义就越是不安 他当然不想去皇城 但他现在不敢不去 深夜 沉浮小院中 陈征将风雷刀法 密集收好 因为精神力的存在 让陈征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将刀法 从头到尾 研读了几十遍 尽量做到 不放过任何一丝细节 这毕竟是皇杰上品刀法 不先将密集吃透 贸然修炼 只会事备公办 他长呼一口气 心中对于风雷刀法 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流云刀法关键在于 快跟鬼 适用于奇袭 而风雷刀法 则更适合正面作战 不仅快 而且猛 如果能修炼到大城境界 刀光可斩出雷霆之声 震慑敌人心神 先练练看 陈征站起身来 准备前往密室修炼 他想在启程之前 将风雷刀法炼至小城 这并非是他狂妄 而是风雷刀法在某些层面上 跟流云刀法是存在共通性的 如今 他流云刀法圆满 修炼起风雷刀法来 只会事半功倍 就在陈征要启动机关的时候 他身子骤然僵住 猛然转身 谁 陈征立贺一声 只见在小院阴影处 不知何时多了一道人影 他定睛看去 不由皱眉 许先生 来人正是轩灵院考官 许汉良 深夜叨扰 还请小侯爷误管 许汉良从阴影处走出 脸上挂着温和笑容 不负猎场之内的冷漠样子 许先生不请自来 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 陈征身行后退 跟许汉良拉开距离 不敢放松警惕 毕竟 这可是天刚进高手 对于陈征的提防 许汉良也不在意 笑呵呵地看向小院入口 小姑娘别藏了 我没有恶眼 陈红英从门墙走出 红英枪背负在身后 神情冷冽 眼底深处 有着一丝凝重 许汉良目光落向陈征 开门见山道 小侯爷 我此来 只为给你一个剑眼 没有感受到敌意 陈征神情也松缓了几分 抱拳道 许先生请说 在猎场时 这位许先生 就有一帮自己隐瞒 他还是有几分好感的 许汉良一脸严肃到此去皇城 不要藏桌 在宣灵院内 你天资越是妖孽 才会更加安全 小子愚钝 还请许先生 说得更清楚一些 陈征咒眉道 许汉良点头 此次入院仪式之前 在集结三十六成 共七百二十位天交之后 会举行一场大比 获得前三十名 都会有丰厚修炼资源奖赏 前二十名 可入皇室藏经阁 挑选黄金上品密集一部 前十 可封皇城校尉 领兵一千 第一 可得冤皇召见 封 少将军 陈征呼吸一致 忍不住道 少将军 可有十全 许汉良笑道 自然是有的 而且此次大比 就是由冤皇发起 具体缘由我也不知 但有一点我十分确定 冤皇对此事 十分重视 说着 许汉良脸色再次变得严肃 小侯爷你既然已经决定 要前往黄兜 那么就得取得大比前十 甚至第一的位置 方可宝性命无忧 陈征眉头微皱 听许先生的意思 如果不得前十 轩灵院就保不住我 许汉良苦笑道 不是保不保得住的问题 是值不值得 要不要保的问题 他沉声道 小侯爷 赤野侯在时 在皇都也留下不少人情 但这几年 为何没人来阴城看你们一眼 并非大家狼心狗肺 不怀感恩 而是因为一个人 陈征挑眉 谁 无疾侯 田家田无疾 许汉良眼中充斥着这无奈 也怀有一丝畏惧 小侯爷或许无法理解 但是等到了皇城 你便会明白 什么叫做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陈征不解道 这样霸道的家伙 大渊皇室也能容忍 许汉良摇头解释道 大渊皇室不是能容忍 是不得不忍 当初赤野侯在时 尚能跟无疾侯互相制肘 现在赤野侯生死未明 大渊国实在在损失 不起一位无疾侯了 陈征陷入沉默 无疾侯田无疾 跟自己父亲赤野侯一样 都是靠着战功镖饼 一步步血战 才走到如今地位 是大渊国公认的 两大砥柱之一 有他在 西域才能安稳 如今赤野侯不在 大渊国唯一能够仰仗的 也就只有田无疾了 两者之间 是选赤野侯之子 还是选择声名赫赫的 无疾侯 根本就不用想 田无疾要对付他 宣灵愿碍于名声 不会不管 但也绝对不会死保 除非 陈征能展示出相应的价值 如今大渊皇要选少将军 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陈征要是真能夺得投名 大渊皇朝不可能 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田无疾弄死 否则大渊皇 颜面和存我明白了 陈征深吸一口气 他之前的想法 还是太天真了 也没想到田无疾的势力 已经强盛到如此地步 徐汉良拿出一个瓷瓶丢给陈征 满脸愧疚道 这里是一滴极瓶炼体液 赤野侯 与我有救命之恩 但我能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还请小侯爷误怪 陈征将瓷瓶接过 不说徐汉良这次专门来提醒他 光是这一滴极瓶炼体液 价值就极高 说不定还要搭上不少人情 小侯爷珍重 两日后 咱们再见 徐汉良不再多说 抱了抱拳 身形一闪而逝 陈征转头看向陈红英 红英姐 你怎么看 陈红英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属下没有想法 但少主放心 若是有人胆敢想伤害少主 必定要先从属下的尸体上踏过去 月光下 陈红英那张英气的俏脸上 满是坚定 陈征目光柔和 好 有红英姐你在 便是刀山火海 我也不惧走上一遭了 虽然从目前来看 局势对他异常不利 但陈征也有着底牌 那就是他父亲赤野猴 别人都觉得 陈玉是生死不明 但陈征已经在陈红英这儿明确 父亲只是在钓鱼而已 红英姐 你先去休息吧 陈征叫走了陈红英 转身便打开小院内的机关 来到巨室后的秘密修炼室 之前将修为突破到后天大圆满 应该也不是问题 陈征心中估摸着 看着手中装有极品练体液的瓷瓶 想了想 还是收了起来 徐汉良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恶意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而且 有着混沌神顶内的金色液体在 练体液于他而言 可有可无 在神顶内取出一滴金色液体服下 煞时间 陈征便感觉浑身血气 像是沸腾一般躁动起来 强固经脉的同时 修为也在缓缓提升 他手握长刀 大步朝着投影室而去 修炼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 期间他只出去过一趟 拜访了艾琳娜 并且将母亲托付给他 让他带着杨素等人 一同前往黄兜 陈红英也会随之一起同行 有着两位开迈进巅峰强者在 母亲的安全应该能得到保障 至于陈征 要跟随许汉良 还有其他十九位 被选中的燕城天骄一起动身 投影室内 陈征正在苦战 一开始 陈征选择了困难模式 镜像投影 分别给他模拟出 后天八重到后天大圆满级别的对手 但对于现在的陈征来说 这样级别的战斗 通关起来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只能起到 让他熟悉一下 风雷刀法跟热身的作用 在风雷刀法逐渐娴熟之后 陈征启动了恶魔模式 恶魔模式的投影 没有受累 他的第一个敌人 是一个开迈进一虫的黑衣人 用的武器是一柄锯锤 一锤落下 陈征举刀格挡 瞬间划出树米 但他终究是抗主了 并没有像是在面对 田猎时候的那般无力 普通开迈进一虫武者的 极限力量就在两万五千斤 陈征后天九虫肉身大圆满后 也差不多是这个力量 精神力量方面 随着陈征修为提升 也得到了一定增长 勉强能够跟开迈进二虫武者持平 他现在唯一欠缺的 就是跟开迈进武者战斗的经验 就在陈征自信满满的时候 在跟镜像投影战斗的第二招 他便被锯锤砸中脑袋 被强行退出镜像 陈征并不气馁 再次战斗 然后撑过了三十招 紧接着是四十招 然后是五十招 终于在一天之后 历经了三十几场战斗 跟镜像投影打成了平手 两者谁也奈何不了谁 唯一的差别就是 镜像投影不会累 但陈征会 所以最终 还是以陈征战败告终 这时候 陈征便意识到 想要取胜 要么在修为方面更进一步 踏足后天境大圆满 要么在刀法方面取得近战 踏足小城境界 但这两者 偏偏都差了一些 又一次战斗 陈征在百招之后 就被一锤轰爆 这时候 陈征意识到 自己心态出了问题 他直接退出修炼室 好好睡了一晚 第二天 便是发出的日子 陈征提前了半个小时起床 吃过早饭后 陈征便来到了秘密修炼室 准备离开燕城的最后一站 休息了一晚的陈征 身心都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轻松 两百招后 陈征跟投影之间 再次陷入了僵尸之中 只是这一次 陈征没在着急 手中长刀一刀接一刀 他的气息越来稳 手中长刀也越来越快 终于 三百招后 陈征抓住脑海中 那一傻式的契机 刷 刀如电光 声如雷鸣 只见一抹紫光闪烁 竟向投影手中 锯锤尚未砸落 头颅便已冲天起 风雷刀法 小城 紧接着 他体内气血奔涌如潮 冲破了周身最后一条五脉 后天大圆满 成 投影渐渐消散 然后又很快凝聚出一个 开脉进二重的刀客 刷 长刀滑落 只见一道残影 陈征提刀上疗 刘云斩 修行黄杰上品的刀法后 刘云刀法的威力 在触类旁通之下 威力又有提升 咔 两道快到极致的刀影 碰撞到一起 建设出一阵火光 感受到手臂一阵发麻 陈征没有硬抗 直接闪身退出投影室 将投影关闭他 长呼一口气 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上开脉进二重 未必能赢 但保命肯定没问题 前往黄兜 路程也还有两三天 运气好的话 在半路突破开脉进也说不定 陈征精神之门提前贯通 开脉进的道路 便算是走过了90% 剩下的10% 就等着一身气血油力化进了 转身向着密室外走去 换上一身新衣服 他将尘府大门关闭 朝着烟城外走去 烟城外 一块平地上 聚集着大量的人群 有来为自家晚辈送行的 也有是单纯来看热闹的 其中当属田家的排场最大 彭时两家 因为今年没有家族成员入选 所以并未出现 唯有陈征一人 站在角落 没人送行 也没人过来打招呼 看着有些凄凉 他虽然是狩猎第一 但是得罪了田家 也没人敢跟他走得太近 另一边 田一林跟珠海被众人簇拥 跟陈征那边比起来 仿佛两座天地 见状 很想上前嘲讽一番 但想起田经义的菱形嘱托 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感受到一双双或怜悯 或幸灾乐祸的视线 陈征心如止水 没人打扰 他还乐得清静 许汉良则又是恢复那种冷漠的姿态 也没有刻意上前观照陈征 突然 一股强大的气压袭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抬头看去 是非洲 要出发了 死去黄兜 我一定要闯出名堂来 天空之上 一座巍峨飞船缓缓降落 掀起一阵风暴 这便是他们前往黄兜的交通工具 在非洲边上 出现两个身材壮硕的巨汉船夫 一条长梯被他们缓缓放下 直达地面 走吧 许汉良率先朝着长梯走去 言成天骄们也告别亲人 满脸兴奋地跟在许汉良身后 眼中满是期待 陈征不争不抢 落在最后 就在陈征踏足非洲的最后一刻 地面隐隐有呼声传来 小侯爷 保重啊 初始声音很小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声音 汇聚到一起 陈征就听得很清楚了 小侯爷 黄都待不住就回来 有我们在 就饿不着你 小侯爷注意安全 可别再拼命了 陈征回头看去 呼喊的都是烟惩 来看热闹的平民百姓 他们诚挚的脸上 挂着担忧之情 这也是他们唯一 能为陈征做的事情 陈征露出笑容 挥了挥手 大家保重 哄 伴随着一阵轰鸣 恐怖的气压冲击地面 飞船冲天气 穿越云层之上 但即便是如此剧烈的冲击 非洲之上依旧非常平稳 集合 徐翰良拍了拍手 将众人聚集起来 听好了 以飞鱼号的速度 要抵达黄兜 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希望你们不要懈怠 陈征的提示一下后 徐翰良便开始交代船上的规矩 二层是你们的住处 有单人间 也有多人间 至于怎么住 你们自己决定 另外 非洲上除了咱们燕城的人 还有其他三座大城的天交仔 尽量别跟他们起冲突 就算起冲突 也不要闹出人命 还有 别以为通过了狩猎大会 你们就能高枕无忧了 请你们一定要祭牢一件事情 宣灵院 不要废物 徐翰良说话的时候 非洲传仓的入口 涌出一群少年 脸上多少都带着巨傲之色 三五成群的站在甲板边缘 对着燕城天交们指指点点 这些就是今年燕城的前二十名 看着挺弱呀 三十六成 燕城最偏也最小 自然出不了什么天才 不是出不了天才 一座小城 接连出了赤野猴 跟无极猴两位国之抵住 怕是将一城五蕴都给透支了 也是 我听宣灵院的兄长说过 最近几年 燕城送往宣灵院的天交质量 越来越差 除了添加出了几个人物 其他基本都是垫底的存在 阵阵议论声传来 听得燕城天交们 脸色一阵清白 任谁被人指指点点 一口一个弱地叫着 哪怕说的事实 心里也绝对不会舒服 更别说 他们是一城之内最强的天交 也都有着各自的傲气 我眼睛是不是花了 他们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后天境七重的人在 在我们莽城 没有后天境八重 连参加秋季狩猎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来自莽城的天交 指着人群中修为最低的燕城天交 一脸惊讶的浮夸模样 声音大的 生怕别人听不见 他身旁 一个同伴配合嘲讽道 你这话就不对了 燕城那么小 能凑出二十个人就不错了 我听说 他们后天八重 就有免世的资格了 拿咱们这种大城的要求来 筛选他们 恐怕人数的被砍掉三分之二 你们什么意思 被嘲讽的燕城天交 脸色涨红 怒气冲天 被人点名嘲讽 他如何能忍 哟 你不服 一开始嘲讽的莽城天交 脸上泛起玩味之色 怎么 想跟我练练 燕城天交一点就然 怕你不成 此时 已经说完了注意事项的许汉良 根本没有要制止的意思 直接转身离开 一些心思活泛的 已经意识到什么 心中不由一沉 这三天路程 怕是不会平静 那就来吧 我叫蒋青 记住我的名字 莽城天交大步走出 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 朝着燕城天交靠近我视 我对一个废物的名字 不感兴趣 燕城天交刚要自爆姓名 却被蒋青打断 你 燕城天交大怒 正要动手 蒋青却先一步 宛如蛮牛冲撞而来 燕城天交只感觉眼前一花 根本来不及闪避 人便吐血倒飞而回 摔出数米之外 新来的 给你们提个醒 非洲上不准杀人 但没说不能把人废掉 蒋青笑容阴冷 一步步朝着燕城天交走去 不 我说了 我认说 燕城天交大惊 他好不容易才通过考核 怎么能在这里被废掉 蒋青吃笑一声 脚步不停 够了 一道身影挡在了蒋青面前 够了 看见党路的人 四周众人的表情不一 其他三座大乘的天交 都露出看戏之色 燕城众人面色复杂 陈征 又是这废物 他还真是喜欢出风头啊 田一玲冷笑不止 一旁的珠海 眼底闪过一丝担忧 但面上还是露出嘲讽的笑容 附和道 这不正好 还省了咱们亲自动手 一招启示便忘了天高地厚 其他三座大乘的天交 自毁教他做人 田一玲露出满意的笑容 朱兄说得在脸 船舱三层阁楼 四道身影站在栏杆后 看着下方的闹剧 哈哈 莽承的人性子 还是这般急躁 不过却也粗中有戏 还知道柿子挑软的捏 一个浑身肌肉的光头 摸着自己的脑袋笑道 他身旁 站着一个白衣女人 神情平淡道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再正常不过了 宋姑娘说的是 在这世上 弱小便是原罪 活该被人踩在脚下 烟成这些天骄 能平安抵达黄兜的 恐怕没有几个 一个身穿轻衣 留着两撇胡子的中年男人 讨好笑道 但白衣女人压根就不理会他 目光看向许汉良 冷漠的脸上露出笑容 许大哥怎么看 许汉良目光 一直都在陈征身上 文言只是淡淡吐出两个字 未必 除了许汉良外 其他三人 也都是前往各城 负责考核的考官 胡子男见状有些吃味 顶了一句 许教席是看好那小子 这蒋青 虽然不是莽成最强的天骄 但也排得近前五支数 莽成在三十六成内 也能排近前十五支练 莫非这小子姓田 许汉良摇头 不是 胡子男眯起眼睛 哦 既然不是田家之人 许教席竟然还能有如此信心 那不妨跟我赌上一把 许汉良看向他 赌什么 胡子男笑道 我这次去莽成 正好得到一柄下瓶宝器 许教席要是有兴趣 我便拿出来当作赌注 说着 胡子男转身进屋 很快拿出一柄血色战刀 下瓶宝器 光头男跟白衣女人 都露出惊讶之色 武器品阶分为 梵器 宝器 灵器 天器 梵器之上 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一柄跟自身契合的下瓶宝器 至少能提高使用者两成战力 价值在百万金币起步 而且往往有价无市 怎么样 胡子男得意地看向许汉良 许汉良皱起眉头 赌倒是无所谓 但我身上并没有同等价值的赌资 要不还是算了吧 文言 胡子男却以为许汉良是虚了 笑道 怎么没有 这样吧 我吃点亏 便以许教席你一年的高级教席的资源俸禄 作为赌注好了 许汉良自无不可 也行 好 胡子男大笑一声 看向白衣女人 还请宋姑娘做个见证人 白衣女人点了点头 好 赌约立下 光头男才好奇问道 许教席 你这么看好那小子 他总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许汉良点头 他姓陈 甲板上 蒋青看着拦路的陈征 嘴角泛起玩味的笑容 哟 还真有出头的 好好好 你们烟城的人费是费了点 但还算有种 陈征神色冷漠 他已经认输了 到此为止吧 他站出来 不是因为想出风头 而是因为的确看不惯 二嘛 则是因为许汉良的那些话 再结合那晚许汉良对他的提醒 陈征兴中有所判断 这场由大冤煌发起的考核 是不是从他们踏上非洲的这一刻 就已经开始了 到此为止 蒋青发出一阵讥笑 小子 弱者是没资格提出条件的 听不听 得由我这个强者说了算 话落 蒋青身形再次撞出 一击飞肩 直奔陈征兴脉 视若凶牛 后天九重的修为 尽数绽放 这一击 要远胜刚才那一撞 他必须让其他人知道 没有本事 却要强出头的下场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一个在宣灵院的长辈 偷偷传回消息 如果在非洲之上表现得足够亮眼 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而燕城这些废物 就是他人前 险上的最好踏脚石 陈征站在原地 没有丝毫反应 看上去就跟刚才那个 被蒋青一肩顶飞的燕城添娇一样 切 刚才那副装枪做事的样子 我还以为他有点本事 结果就这 哈哈 毕竟是来自燕城 理解一下 蒋青天赋一柄 一身气血天生雄厚 再经过特意开发 这一状的力量 堪比后天大圆满的极限力量 那小子 不会直接被一肩顶死吧 不至于 蒋青心里有数 不会为了一个废物乱来的 莽承一方 振振议论声传出 浑然没将陈征放在眼里 燕城一边 除了田一灵跟珠海满脸嘲笑之外 只剩一片沉寂 刚才那个后天七重的燕城添娇 让他们意识到 如果想安全抵达皇城 最好还是低调一点 对于陈征的行为 他们敬佩 但他们不会去做 明哲保身 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小子 下半辈子躺在床上 你会永远记得今天呢 蒋青满脸狂傲 碰 两人终于撞在一起 但预想之中的场景 并未发生 陈征没有被撞飞 甚至连身子都没晃动一下 这就让蒋青此时的姿势 有种老大爷碰瓷的感觉 看上去颇为滑稽 怎么可能 蒋青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感觉自己这一撞 就像是一只蚂蚁 撞上了大象 下一刻 恐怖的反冲之力袭来 咔 蒋青仿佛能感受到 浑身血肉骨骼的哀嚎 五脏六腑都传来阵痛之感 一口溺血 眼看就要喷涌而出 啪 一只充满了力量的手掌 握住了蒋青的脖子 溺血便又被他咽了下去 你说什么 我刚才没听清 你能再说一遍吗 陈征神情平静地看着蒋青 蒋青想要挣脱 双手握住陈征的手臂 但不管他如何发力 却始终撼动不了半分 恐惧的情绪开始不断滋生 看着宛如一条死狗般 被陈征捏在掌尖的蒋青 原本热闹的甲板 只剩下一片沉寂 船舱三楼 你说这小子是赤野猴的儿子 怎么可能 胡子男看蒋青被轻易制服 脸都快气绿了 赤野猴的儿子不是个废物吗 虎腹无犬子 有什么不可能的 另外 谢了 许汉良但笑一声 拿走了胡子男 作为堵住的血色战刀 转身朝着船舱走去 胜负已定 无需再看 恭喜许大哥赢得宝刀 我那儿 还有一瓶黄城带来的仙人酿 你要品尝一下吗 白衣女人跟着许汉良离开 哈哈 人家不跟你打赌 你非要赶着网上送 现在后悔了吧 光头男幸灾乐祸 哼 一见下瓶宝气而已 我蒋伦说得起 胡子男冷哼一声 强忍着心痛 拂袖离开 只剩下光头男 收敛笑容 依旧观察着下方四成的天骄 他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是眼猴的儿子 呵呵 有意思 陛下应该会很感兴趣 甲板上 蒋青的脸色红转轻 又由轻转子 双眼上翻 眼看就要窒息过去 你认输 我就放了你 如何 陈征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蒋青眼中流出出恐惧跟哀求 但他脖子被陈征掐住 根本说不了话 陈征当然知道他说不了话 因为他就没打算放过蒋青 既然你不说话 那就不能怪我了 陈征淡漠的话语声落下 抬起另外一只手 气血之力汇聚掌尖 在蒋青惊恐的眼神中 印上了蒋青心脉 同时 他掐着蒋青的手掌松开 碰 蒋青顿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弹飞出去 口中鲜血喷涌 砸进人群之中 蒋青废了 刚才跟蒋青一唱一和的 莽成天骄 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嘴里忍不住惊呼 脸上满是苍白 陈征那一掌 直接震碎了蒋青的心脉 自此一身五脉都要作废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蒋青从此只能一辈子当个废人 拧好很多的手段 蒋青的同伴看向陈征 眼露愤恨的同时 还带有一丝恐惧 蒋青的实力可不弱 但对上这小子 几乎可以算是被碾压了 燕成竟然也有这种天才 能让蒋青无法反抗 他那一身距离 恐怕超过万斤了吧 不要去招惹他 不仅是莽成的人 围观的其他大成天骄 除了少数一些人 看向陈征的目光 都充满了忌惮 也没人敢再出言挑衅 不服 来战 陈征看向蒋青的同伴 面色淡然地招了招手 我 我 那人面色微变 愤恨顿消 支支吾吾地不敢接话 最后竟然直接扭头跑了 废物 陈征摇头 不再理会 转头看向之前 被撞飞的燕成天骄 你没事吧 燕成天骄挣扎站起 满脸感激 多谢小侯爷 我没事 那就走吧 进屋 陈征摆了摆手 无视周遭的目光 大步朝着船舱二楼走去 余威游在 陈征所到之处 人群自动避开 被陈征救下的燕成天骄 连忙跟上 其他燕成天骄 相互对视 犹豫一阵后 也是渐渐跟上 去他娘的田家 刚才蒋青动手 田一灵屁 都不敢蹦一个 现在非洲上局势紧张 还是先抱紧大腿 保全自己再说 田一灵见状 面色不由一尘 朱海在一旁劝道 田兄不必忧心 这些人不过是墙头草而已 现在有求于那废物 自然跟着他 等那废物失势之后 自然又会皮颠颠回来 那陈征行事如此霸道 这三天时间 他必定不得安稳 田兄只管瞧着就是了 文言 田一灵心情顿时好上不手 赞同道 朱兄说的是 也只有你才配 被我引以为有 咱们也走吧 先选个好房间 等看不见陈征一群人身影 田一灵才招呼朱海 一起离开 不爽归不爽 但是 看着如此强势的陈征 田一灵心里还是有些怕的 我不是怕的 只是父亲有令 须得隐忍罢了 田一灵自我安慰 然后在进二层船舱之后 直接选择了跟陈征 他们不同方向的住处 甲板上 有非洲上的船公过来 抬着担架将奖金抬走 也没人出来 追究谁的责任 三成天交门面色淡然 仿佛对眼前这一幕 见怪不怪 他们要比燕城的人 提前几天上船 非洲上的规矩 他们也早就摸清楚 只要不死人 那些绚丽院考官 就不会出面 而那些被废掉的家伙 在抵达黄兜之后 会被原路遣返 白泽 你可真能忍啊 自己的人被废掉 还能看着那小子嚣张 我要是你 我肯定忍不了 一个身穿黑色武服的少年 突然看向蟒城阵营中 宛如众星捧月 被一众天骄 簇拥在中心的白衣少年 白泽神色平静道 是蒋青自己蠢 自大又无知 我为什么要给他擦屁股 丘野 反倒是你 不是最讨厌别人 在你面前嚣张吗 怎么刚才不动手 难道是怕了 丘野吃笑一声 别人嚣张的对象是你们 关我屁事 这两人 白泽是蟒城狩猎榜手 丘野是蕴城狩猎榜手 都有着后天大圆满修为 没戏看了 你们聊 我累了 一个留着满头红发 宛如猎羊燃烧的青年 摆了白手 带着人率先离开 他是严城猎手榜手 东方无缺 也是严城之主的儿子 丘野跟白泽 运城要好一些 但也强得有限 排在第十四位 但严城 已经躋身前十之列 排名第八 一城天骄的五道水平 自然也更强 等到了轩灵院 咱们再分胜负 白泽冷声说道 丘野吃笑一声 怕你不成 两人不再多言 各自带人离开 船舱内 陈征等人正在寻找空房 因为来的时间最晚 好一点的房间 已经被其他三城天骄占据 而且 严城天骄们 还发现一个重要问题 房间不够 哪怕住满 也还有人没地方住 到底什么意思 一群人皱起眉头 心中开始焦躁起来 突然 身后传来一阵骚动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满头红发的家伙 浑身散发着害人的气场 大步朝着这边走来 最终 东方无缺站到了陈征的身前 四周 其他人都被东方无缺 强大的气息压迫 忍不住避开 首当其中的陈征 却像是没感觉一样 神色淡然 有事 看着面不改色的陈征 东方无缺 慵懒俊逸的脸上 泛起一丝笑容 你果然跟那些废物不同 陈征神色平静 没有接话 东方无缺便继续笑道 我喜欢有本事的人 说完东方无缺停顿了一下 朱童 在 一个身材壮硕 面向老成的少年上前 你的房间 让给他 东方无缺诞声道 是 朱童直接应下 没有半点不满 陈征眉头微皱 正要拒绝 便见东方无缺笑道 你先别急着拒绝 每个房间都布置有灵阵 时间都很珍贵吧 陈征不再拒绝 多谢 客气 东方无缺笑容愈发灿烂 我叫东方无缺 你呢 陈征 东方无缺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其他严惩添交 看在陈兄的面子上 我就给你们讲讲规矩 在非洲上的一切东西 包括衣食住行 数量都是有限的 想要什么 就得靠你们自己去争 当然 争也有风险 争不过的下场 刚才你们也看见了 如果对自己没信心的 就老实睡甲板 夹着尾巴做人 也能安全抵达黄洞 不过有些东西 就注定与你们无缘了 说完之后 也不理会其他人是什么反应 东方无缺朝陈征点了点头 带着自己人离开 跟我来吧 朱童招呼陈征一声 走在前面领路 陈征也没有再理会 身后一群脸色忐忑的烟尘天骄 他可以帮忙 但他不是保姆 有些东西 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朱童带着陈征一路往前 最终在一处标记着 假十二的房门前停下 朱童一把将房门推开 进屋之后 他将被子连同自己的 其他东西卷起 扛在肩上 这里是你的了 被褥可以去找传宫领取 留下一句话后 朱童转身便去了隔壁房屋 没过多久 一个身穿警服的运程天骄 就被丢了出来 这人虽然脸色难看 但也不敢吭声 捡起自己的东西就走 目光打亮着其他房间 似乎在寻找目标 陈征收回视线 对于非洲上粗暴的规则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走进房间 顿时感觉浑身 被一股暖洋洋的气息包裹 通体舒坦 这就是灵震的效果 灵气可以滋养肉身 加快修炼速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修炼 进度至少能提高三成 如果再加上药液辅助 抵达黄兜之前 陈征说不定真有机会 炼化出第一缕进气 整个房间不大 但也足够一个人施展 反正陈征十分满意 与此同时 甲三号房内 这里是东方无缺的房间 几个心腹此时也聚在这里 那小子气血很强 能碾压蒋青 但也是蒋青自己大意 否则那小子 未必能赢得那么轻松 唯一的一个少女撅嘴道 少城主 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竟然为了教好那小子 让诸葛把房间让了 至于吗 他们三人 每一个都有着 后天大圆满的修为 自然也有平视沉争的底气 东方无缺只是笑笑 并未开口 嘎吱 房门被人推开 朱童走了进来 朱童 三人连忙招呼 看得出来 朱童在几人间的威望不小 陈兄那边没怠慢吧 东方无缺问道 朱童摇头 看他的样子 应该挺满意的 那就好 东方无缺点头 笑着道 你可有怨气 朱童神色平静 怨气没有 但有疑惑 你们觉得他不配 东方无缺问道 几人没有回答 算是默认 东方无缺摇头道 那你们可小瞧他了 你们是了解我的 对于庸才 我向来不屑一顾 就算是白泽跟丘也 我也不太放在心上 少女忍不住道 所以那小子到底有什么 值得少城主你在意的 东方无缺 脸上多了几分凝重 在靠近那小子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一丝危机感 其次 他姓陈 姓陈 又来自燕城 我还听见有人称呼 他为小侯爷 几人面色震动 他是赤野猴的儿子 赤野猴 大渊国绝对的传奇人物 可传闻不是说他是废物吗 白衣少年不解道 东方无缺笑道 所以传言不可尽兴 我也只相信 我眼睛看到的 这次轩灵院入院大笔至关重要 少女意外道 少城主你已经动开一半精神之门 而且以利化尽 只差一步便可贯通一条天脉 正是踏足开脉进 竟然不想争第一 东方无缺苦笑一声 本来我是想的 但是临行之前 父亲告诉我了一件事情 这次黄豆之中出了一个妖孽 父亲还告诉我 如果遇到 不做他想 只管认输 在确认房间没有其他隐患后 陈征便出门去到船舱一层 这里是非洲上员工的住处 也是后勤仓库 众人用餐吃饭的地方 来到登记台报备之后 之后便会有员工将陈征的被褥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送到房间假十二号房 负责登记的管事 诧异地看了一眼陈征 有什么问题吗 陈征诞声道 没有 管事摇头 只是言语间要多了几分笑容 语气也更柔软了些 在陈征登记完后 还不忘提醒一声 马上就要开饭了 陈公子不妨再等一会儿 或者先去站个好位置 桌子分为甲乙丙丁四等 甲座有五个座位 一座有十个座位 并有十五个座位 并有二十个座位 其中假座最好 以此类推 陈公子要是有信心 不妨试试前面的 陈征好奇道 这座位还有讲究 而且正常来说 四城一共有八十位天骄 总共却才五十个位置 剩下的人莫非都要饿着 管事神秘一笑 这自然是有讲究的 劳烦赐教 陈征也不着急走了 客气笑道 管事拱了拱手 好说 在下黄勇 是这非洲上的后勤管事 不知道公子怎么称呼 陈征 陈征回道 好名字 黄勇赞了一句 然后拿出一张 银白色卡片 递给陈征 笑道 我皇家在皇宗内 开设有灵药方 陈公子以后若有需要 拿此卡去购买 全场可打八折 见陈征点头接过后 黄勇才继续说道 这四等座位 都会供给零食 其中 假等座位零食最佳 一顿零食 可抵寻常修炼一日之功 一等零食 可抵半日之功 丙等零食 可抵数十之功 哪怕最差的丁等零食 对修炼也有不小的注意 陈征惊讶道 吃一顿饭 就能抵一日之功 黄勇笑道 没错 要知道 制作一顿假等零食 光说成本 就不下于五万金币 也就是宣灵院财大气粗 才能给入院新生这般福利 陈征越听越惊讶 按照这黄勇所说 非洲上 早中晚各有一顿 光是假等零食 一日最少 便要消耗近百万金币 这已经不能用 财大气粗来形容 完全就是在烧钱 网劫是没有这般待遇的 也就今年比较特殊 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黄勇笑呵呵道 仿佛一由所指 陈征抱了抱拳 道谢一声 转身便朝着饭厅走去 有这等好事 他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因为底子打得太强的缘故 他想突破 消耗也是常人的数倍 总而言之 他很差钱 饭堂内 一张张小桌罗列 光看外形 倒是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每张桌子上 都各自放有 甲乙丙丁不同的名牌 摆在最前面的五张假号桌 占地最大 彰显特殊 最后面的丁号桌子 几乎紧贴在一起 要是身材壮硕些的 吃起饭来 怕是还得磕磕半半 在丁号桌之后 还有着一块空地 空地中央摆放着一个大箩筐 箩筐里面装满了白面馒头 正冒着淡淡热气 这些就是得无作 天骄们准备的食物 此时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饭堂 基本都是莽城 运城 以及燕城三座大城的天骄 因为更早登上非洲的缘故 他们已经了解规则 也早就分好座位 一到饭堂便各自落座 晚来的燕城天骄们 则是一脸迷茫 想要落座 也会被其他大城的天骄们 凶狠地目光逼退 此时 一个身材臃肿 手里拿着大勺 像是厨师一样的男人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不少工作人员 有人扛着大桶 有人端着托盘 全部用盖子盖住 也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 帮帮帮 厨师用大勺敲击着铁桶 发出声响 吸引众人视线 今天有新人道 我就再重复一遍规矩 厨师说的东西 陈征已经提前知晓 便没有再细听 直接来到假号座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其他燕城天骄 一听零食的效果 顿时眼睛发亮 没位置的 看见那边的箩筐了吗 那就是你们的食物 但记住 只能在食堂范围内用餐 此话一出 燕城天骄们心中一沉 别人坐着吃零食 他们蹲着啃馒头 这也太伤自尊了 仿佛看出众人的想法 厨师冷笑一声 觉得丢人的 可以去抢座位 没本事又穷讲究的 可以选择饿肚子 不过非洲上 除了这一日三顿 不会再提供其他任何食物 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随着厨师话音落下 燕城天骄们还在犹豫 但已经有几个 别称天骄 沉默地朝着箩筐走去 拿起馒头 就往嘴里塞 舞者食量很大 吃得慢点 连馒头都没得吃 十分钟后 开始开始发放零食 想抢座的抓紧时间 厨师敲着铁筒 大声提醒 人群中 那位后天七重的 燕城天骄没有犹豫 静止朝着锣筐走去 他已经认清事实 后天七重 放在燕城 还算个天才 但在这非洲之上 他这是最底层的那个 要想安全抵达黄兜 就别想着要什么面子 其他人也开始行动起来 田一灵看了一眼 坐在假号位的陈征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这废物 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都不懂 一共踩五个座位 田一灵觉得 再怎么也轮不到陈征去坐 摇了摇头 他带着朱海静 直朝着以号桌走去 起来 他找上一个运城天骄 运城天骄正要发怒 便听田一灵诞声道 在下田一灵 我二叔无疾猴 运城天骄面色微变 闷闷地让开位置 田一灵又看向旁边一个人 你也起来 那人也没有废话 直接让位田一灵率先坐下 然后拍了拍旁边 朱兄 坐 不说这些 我说了 你忠于我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朱海低声问道 田兄为何不去坐那假位 田一灵笑容一江 阵阵有词道 不是我不能坐 只是父亲早有提醒 让我一路尽量保持低调 朱海一脸恍然撞 原来如此 嗯 田一灵点了点头 但实际上 能坐上前五位置的 都是心高气傲 且天赋卓绝之辈 万一人家不愿意给他让位 他岂不是尴尬 已坐 是最稳妥的 他回头看了一眼陈征 冷笑道 你看那废物 有点本事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那位置是他能坐的吗 简直是自取其辱 田一灵话音刚落 就见东方无缺 带着一群人 静止朝着假座走去 快看 那小子要倒霉了 田一灵顿时满脸兴奋 靠着自己无鸡猴侄子的身份 田一灵从别人那儿 探听到了不少有用信息 这座非洲上 势力最大 势力最强的 就是来自严城的这批人 而且据说 那东方无缺性格极傲 陈征占了他们的位置 双方必定会产生冲突 姓陈的 你懂不懂规矩 这位置 是我们少成主的 赶紧起来 东方无缺身后 浓眉少年冷声呵斥到 田一灵眼睛一亮 果然 哈哈 那小子死定了 就在田一灵兴奋不已的时候 却见狂傲至极的东方无缺 笑容爽朗道 哈哈 无妨无妨 五个位置吗 坐哪儿不是坐 陈兄既然喜欢这个位置 那就让给你了 田一灵笑容僵住 心里顿时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东方无缺 直接在陈征身边坐下 他挥了挥手 制止了还想说话的浓眉少年 回你们自己位置上去 浓眉少年几人瞪了陈征一眼 却也不敢忤逆 转身朝着椅座的位置走去 只有诸童神色平静 挨着东方无缺 坐上了第三个位置 陈兄勿怪 我这些朋友 虽然心直口快 但没有恶意 东方无缺笑着说道 陈征摇了摇头 无妨 东方兄要是坐惯了这个位置 我可以让你 面子都是互相给的 这东方无缺处处与他为善 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 陈征也会成情 不用不用 一个位置罢了 临时都是一样的 东方无缺笑着摆手 不远处 看着谈笑风生的两人 田一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那东方无缺性格傲慢 连其他两城榜首的面子都不给吗 我也没听说过 东方家跟赤野猴 有什么关系来往啊 这两人怎么会这么亲近 田一灵百思不得其解 本以为上到非洲之后 这废物会受到各种排挤孤立 现在 竟然混得比他还好 简直比杀了田一灵还难受 此时 又是几人走来 丘也看了一眼 坐在假号座的陈征 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笑容 也不说话 直接坐上一个位置 至此 五座只剩其一 然后很快 最后一个座位 直接被白则占据 剩下一人尬在原地 他看向东方无缺 皱眉道 东方无缺 你坐我位置上干什么 东方无缺头也不抬 但声道 你要挑战我 语气不重 却让问话的少年 面色骤变 连忙道 我没这个意思 哦 东方无缺 依旧看都没看他一眼 少年也不敢有丝毫不满 转移目光 先是看向朱童 由于一方后 最终将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眼中逐渐泛起危险的光芒 小子 这里没你的位置 后天大圆满的气息绽放 恐怖的压力 宛如山月一般 朝着陈征落去 朱童看了东方无缺一眼 眼看东方无缺 没有要干预的意思 便又收回视线 东方无缺盯着桌面 仿佛是在发呆 他虽然看好陈征 但陈征到底是个什么橙色 总得咽咽看 出手的少年名为庞士拳 莽承秋季狩猎第二名 后天大圆满修为 算是一个不错的石刀石 白泽跟秋也都露出看戏的表情 完全没有要干预的打算 哈哈 这废物果然还是要遭殃了 田一林再次兴奋起来 燕城天骄一边 却都面露担忧之色 一是因为同为燕城之人 难免吐死狐悲 二是因为他们现在还能安稳 都是靠着陈征之前 在甲板上威慑 如果陈征败了 其他三城怕是再无顾忌 他们便真的要沦落为最底层 被其他三城弃压 运城跟燕城的人都在看戏 莽承天骄们 发出阵阵欢呼 庞士拳 给那小子点厉害尝尝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装什么 让这些燕城来的香巴佬 见识一下 咱们莽承天骄的实力 莽承天骄们的兴奋 跟燕城天骄们的沉默 形成鲜明对比 呵呵 自己人都对那小子没信心 我看少城主是看走眼了 浓眉少年不屑笑道 他身边两个同伴 虽然没接话 但神色间 显然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就在这时 一道颤颤巍巍的吼声响起 小侯爷加油 众人回头看去 却是那个之前 被陈征救下的燕城天骄 他手里 还仅仅攥着一个 啃到一半的馒头 要不是陈征 他现在恐怕连 啃馒头的机会都没有 他实力低微 做不了更多 但喊句话还是可以的 没错 小侯爷加油 莽承也不过排名15 连前十都没有 狂个屁 真以为我燕城无人不成 其他燕城天骄 仿佛受到感染 也跟着开口吼道 反正他们的处境已经这样 也没法更差了 那还怕个屁 输人不输阵 爽了再说 一时间 那喊声竟然还要压倒莽承那边 田一林心中吃味 面上讥讽道 一群白痴 以为声音大就能赢吗 假号捉钱 庞士全皱起眉头 小侯爷 你是哪家的小侯爷 陈征站起身来 没有回答 他仿佛感受不到 庞士全绽放的强大气势 面色平静 诞声问道 你要分胜负 还是分生死 看着陈征淡漠的眼神 庞士全心中 竟然产生了一丝慌乱 他是赤野猴的儿子 有烟尘天骄大声道 闻言 整个饭堂都躁动起来 什么 这小子是赤野猴的儿子 赤野猴的儿子 不是个废人吗 原来是赤野猴之子 难怪这么厉害 赤野猴的威望 其实还在无疾猴之上 只是因为这几年生死不明 才逐渐淡出众人视野 一时间 一些人看向陈征的眼神都变了 再无轻视 但也有人依旧不屑一顾 田一龄大声说道 呵呵 赤野猴之子又如何 如今赤野猴都不在了 光靠名头 可吓不死人 有人认出田一龄的身份 连忙跟着附和 就是 庞士全别怕 废了那小子 庞士全眉头紧皱 不等陈征再问 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既然是赤野猴之子 那咱们点到为止就行了 四周顿时响起一阵虚声 田一龄更是忍不住骂了一句 废物 无视周遭嘈杂之声 陈征点了点头 那就来吧 你先出招 四周人主动一开位置 空出一片场地 庞士全知道 陈征一身怪力惊人 自然不会跟陈征贴身近战 他直接取下随身长刀 摆出架势 小侯燕 刀剑终究无眼 我出刀很快 你自己小心 庞士全沉声说道 陈征招了招手 来 庞士全目光一宁 脚下一踏 整个人宛如猎马横冲而来 气势害人 刷 急风斩 他手中长刀一斩而下 恐怖的刀气绽放 长刀化作残影 烈烈风声呼啸 人群中响起震震惊呼 是庞士全的成名刀法 急风刀法 刀出如风 快如闪电 一般人看不清他出刀 便以人头落地 那小子抗得住吗 竟然敢让庞士全先手 赤野猴之子输定了 看着庞士全这迅猛一刀 陈征神色始终平静 眼看长刀就要落下 骤然 四周围之一静 庞士全快决一刀 也停在半空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你说了 陈征淡漠的声音传开 不知何时 他背后长刀 已经架在庞士全脖梗 锋利的刀锋 让庞士全浑身汗毛树立 陈征收刀 重新坐回了位置上 四周阴浪也在此时炸开 你们看清了吗 他是什么时候出刀的 看不清 根本看不清 这刀也太快了吧 如果跟我对上 我怕 是连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太恐怖了 惊叹声四起 我说了 庞士全脸色难看 心中却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没逞强 这若是要分生死 有非洲上的规矩在 他肯定不会死 但被废掉 是必然的 认输后 庞士全也没废话 转身朝着椅座走去 随便选了个人 将位置抢了 被抢位置的人 又开始挑战其他人 整个饭堂都变得热闹起来 好 小猴也好样的 烟城天骄们大声笑道 顿绝扬眉吐气 仿佛是受到陈征感染 也有烟城天骄 向其他座位发起挑战 烟城虽然弱 但排名靠前的那些 总也不至于会在 其他大城垫底 多得不敢说 丙盯两个位置 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有陈征注意在前 其他人的战斗 顿时变得有些索然无味 虽然陈征战斗 结束得很快 但陈征那一刀 却让众人惊艳回味 陈兄修习的这门刀法 已经圆满了吧 而且品鉴应该不低 厉害 东方无缺笑呵呵地说道 一座上 浓眉少年三人 看向陈征的目光 也不再有丝毫不满 他们尚且不如庞世全 自然没有轻视陈征的资格 还好 陈征并不自傲 他斩杀一阶大圆满魔兽 都不知反几了 打赢一个后天大圆满 实在没觉得 有什么好得意的地方 一旁 白泽跟丘也 看向陈征的眼神 都充满了忌惮 如果陈征只有一身满力 他们还不放在眼里 但陈征现在展现的5G水准 已经足以让他们正视 碰 只听一声闷响 一位燕城天骄 将对手击败 取得了一个椅座位置 脸上满是兴奋 哈哈 我赢了 此人名为高宇 是燕城此次狩猎大比的第三 名次仅在陈征跟珠海之下 秀薇在后天九重后期 用的是剑法 走的却是大开大合的路子 他的对手是一位莽城天骄 秀薇跟高宇相当 两人战况算是几场战斗中最激烈的 最终高宇也是勉强胜出 身上留了不少伤口 但胜了就是胜了 陈征回头 对着高宇点了点头 以示祝贺 高宇激动地站直身子 对着陈征拱了拱手 虽然没有明面上承认 但此时的陈征 在这座非洲之上 就是燕城天骄们公认的领袖 而且以陈征的身份 以及他展现出来的强决实力 被他认同 在高宇看来 也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 陈征收回视线 高宇正要落座 一道冷哼声响起 赢了一个废物罢了 得意什么 你什么意思 高宇怒事而去 他刚取胜 心头自由 一股傲气在 我说你也是个废物 一个体型高大 身后背着众府的少年站起 脸上满是不屑 后天大圆满的气势绽放 黄暴的气息 响着高宇压去 众府少年脸上挂着凝笑 一步步朝着高宇走去 废物 你敢给我打一场吗 你 你不是已经有座了吗 高宇感受到众府少年的强大 面色战红 不敢应战 别说他现在身上有伤 就算是没伤 也不会是 这众府少年的对手 你们莽承的人 是不是太霸道了 这不符合规矩 就是 你有位置 干嘛还要捣乱 燕城天骄们 纷纷仗一开口 刚才陈征那一刀 不仅是赢了庞士拳 也仿佛是斩断了 他们心中的怯懦 闭嘴 众府少年怒喝一声 神色间满是讥讽 规矩 规矩是由强者制定的 我不让他做 他就没有做下的资格 高宇握紧了手中重剑 手背间轻轻抱起 显然气得不轻 但让他对众府少年拔剑 他又不敢 燕城其他天骄们见此 原本升起的勇气 也渐渐开始熄灭 他们认识到了现实 强的只是陈征 并不是他们 似承之中 他们燕城依旧还是罪弱 假号座 白泽嘴角微翘 但突然 碰 一把血亮长刀 拍到他的桌前 白泽愣了一下 抬头看去 只见陈征正盯着自己 眼中满是冷色 分胜负 还是分生死 陈征弹幕的话音响起 顿时吸引了众人视线 白泽眼睛微眯 小侯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好像没招惹你吧 陈征冷笑一声 你跟那个傻大个眉来眼去 以为我没看见 只敢在暗中导尸的鼠背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试探我的底线 虽然不知道 白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陈征的知觉 一向很准 尤其是在精神之门 提前动开之后 对于恶意 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察觉 那重复少年说话的时候 虽然嚣张 但目光总会往自己身上瞥 然后又会看白泽一眼 明明忌惮自己 却还要这么做 陈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只需要知道 这其中有问题 那就够了 既然有问题 那就解决问 又或者 说话间 陈征在拍了拍桌上的长刀 语气明明平静 但落在众人眼里 那姿态 实在霸气极了 白泽面色难看 跟陈征打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 万一输了 他在莽承一众 天骄心中的威望 必然跌到谷底 但若是 让重复少年主动让位 怕也是会让自己的 追随者们寒心 这位小侯燕 心思属实歹毒 不过陈征的预感也没错 他确实是在算计白泽 原因无他 只因自己表现的太过强势 若是不压上一压 恐怕会拉低自己的评价 别人不知道 他却清楚 在这非洲上 他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评分 评分越高 到时候在入院大比的时候 就会占据更大的优势 白泽其实也不想出手 但陈征废了一个 败了一个 却都是他莽承的人 他身为莽承天骄中的领袖 如果一直没有表现 评分必然拉低 一时间 白泽陷入两难境地 看见这一幕 秋也毫不留情地嘲笑 白泽 小侯爷愿意跟你打 那是看得起你 你还不赶紧应想 但他更快就笑不出来 因为陈征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你也想跟我打一场 秋也笑容僵住 小侯爷说笑了 那就闭嘴 陈征毫不给面 这秋也明显想把自己当枪使 以为他看不出来 秋也脸色铁青 心中不愤 这小子也太狂了 不过 他终究没在开口 四周一轮声四起 有人不愤 这小侯爷 未免也太霸道了 还有人冷笑 他还想一人挑战 两座大城的天骄领袖不成 但看着始终没有开口的白泽 跟秋也 众人又渐渐沉默下来 阎城天骄一方 却是一个个捏紧了拳头 脸色胀红 看起来无比激动 他们此时的心情 就两个字解气 莽城一边 脸色都无比难看 被人如此逼迫 白泽作为莽城领袖 竟然怕了 他们脸上实在无光 众辅少年看白泽迟迟没有开口 脸上闪过一抹失望 主动开口道 小侯爷 此事与你无关 你这般形式 问你也太霸道了吧 陈征看也不看他一眼 讥讽道 怎么 你觉得自己有资格帮他出头 既然如此 我跟你打一场如何 下一刻 一股灵力气息将他锁定 众辅少年 只感觉心中寒意狂飙 咬牙回道 不敢 灵力的气息散去 众辅少年如是重负一般 看了一眼依旧沉默的白泽 失落道 这座位 我让了 不用白兄为难 说吧 他转身朝着丙座走去 你要去哪 陈征弹幕的声音 再次在他耳边乍响 我说了 这里 没你的座位 众辅少年 面色铁青 小侯爷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陈征语气平静 你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另外 我不是指这一顿 我是指 在这非洲上的每一顿 在这饭堂之内 都没你的位置 也是说 这饭堂的零食 已经彻底与他无关 你 众辅少年目光血红 显然气到了极点 只是当陈征冷漠的目光扫来 宛如一盆凉水 从他头上浇落 众辅少年嘴唇微颤抖 却终究没敢开口 颓然转身离开 白泽此时坐回位置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一般 不能出手 我不是怕了这陈征 我只是不想让那东方无缺 跟丘也捡了便宜 他在心中自我安慰 神情也渐渐平静下来 好 小侯爷威武 燕丞天骄兴奋叫道 对陈征的崇拜 已经无以复加 其他三成的目光 却是投向了那个空出来的位置 以等座 零食只差甲等座一筹 尤其士兵等座的众人 已经忍不住躁动起来 陈征看向正满脸崇拜 看着自己 手中攥着馒头的那个 后天七重烟成天骄 他指了指控着的座位 笑着问道 敢坐吗 啊 那人显然猛了 一脸不敢置信 我 我吗 看见陈征点头 这人一把将手中的馒头扔了 兴奋地朝着座位走去 嘴里大声应着 我肯定是没资格的 但小侯爷让我坐 我就敢坐 陈征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大声回道 小侯爷 我叫徐姐 陈征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这位置 是你的了 徐姐满脸兴奋 谢小侯爷 其他人 尤其是那些没坐的人 都是满脸羡慕地看着徐姐 但陈征开口 此时也没人站出来反驳 陈征一句话 刚才还肯瞒透 修为只有后天七重的徐姐 就坐在一等座上 无视一众目光 陈征将长刀收起 重新坐回了位置 陈兄好手段 东方无缺 看向陈征的目光 充满欣赏 陈征这一番操作下来 不仅震慑了其他人 还凝聚了烟城天骄的人心 陈征笑了笑 没有解释 为烟城众人站台 是因为大家出自同城 帮助那高宇 是因为在陈征看来 高宇算是被他殃及 他理应出头 而把座位交给徐姐 则是因为 当才在烟城众人 无人敢吭声的时候 他一个后天七重的 敢率先站出 陈征欣赏他的勇气 这是对勇者的嘉奖 他做这一切 没有算计 完全出乎本心 邦邦邦 厨子敲响铁桶 大声道 时间到了 发放零食 吃饭的时候 不得再起争端 随着厨子话音落下 端着托盘的员工 便解开盖子 将一个个大碗 分别放到假号桌上 一号桌也是一样 丙号跟丁号桌 则是先一人发了个木碗 然后分别从不同大铁桶中 咬出一大勺护状物 这就是零食 陈征看向大碗里 有些发飞的护状物 有些疑惑 这玩意儿 实在让人没什么食欲 其他人已经开始用餐 陈兄可别小看着东西 你异常便知 东方无缺笑着说了一声 也拿起勺子 开始吃了起来 陈征没用勺子 直接端起碗 大喝了一口 嗯 这胡状物在入口的瞬间 变化作 振振精纯的能量 顺着喉管下坠 温热之感瞬间散步全身 陈征只感觉全身气血 仿佛都燃烧起来 后勤处 黄勇恭敬地 站在一个光头汉子面前 他叫谢天和 明面上 是前往严惩考核的考官 但他暗中却还有一个身份 是这非洲之上的纪录员 在非洲抵达黄兜之前 他会给这非洲上的 每个天交一个评价 此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布子 正好翻到了白泽一页 他从黄勇手里接过笔 像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谢天和露出笑容 将之前的写的评论都化掉 最后添了两个字上去 鼠辈 既然搞事就别怂 怂就别搞事 对于白泽这种喜欢搞事 却又怂的家伙 谢天和是不喜欢的 众情义 刀法扎实 心思灵巧 有奶腹之风 一旁黄勇偷瞄了一眼 心中惊讶无比 看来使者很看好这陈征啊 奶腹之风 对标的可是赤野猴血好后 谢天和将帮笔丢回给黄勇 关上布子 转身离开 对此 陈征等天交 根本毫无察觉 吃过零食后 众人也各自散了 没人再挑事 陈征吃得很快 一碗零食下肚 不仅有饱腹感 更是不断淬炼周身气血经脉 的确可抵一天修炼之功 陈兄 趁着零食药力还在 不妨回屋打磨气血经历 此时修炼起来 事半功倍 东方无缺提醒一声 便带着人匆匆走了 其他人也是一样 陈征朝着烟城天交门点了点头 便也转身回到二层船舱 回到自己房间后 陈征再吞下一滴金色液体 然后便开始锤炼起全身气血经脉 在金色液体 零食 以及零震的三重加持下 陈征只感觉全身气血 都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焰 一直到临近傍晚的时候 陈征终于有所突破 在体内凝炼出了第一缕净气 感受到体内再次增强的力量 陈征露出满意之色 不错 当净气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便可贯穿身体天脉 让凝炼的净气遍布全身 这便是开脉净一重 到时候不仅浑身气力大涨 一举一动间 更是有净气相伴 威力俱增 眼看到了要发放零食的时候 陈征正要前往饭堂 敲门声突然响起 谁 陈征上前开门 面露惊讶之色 许先生 来人正是许汉良 没打扰你吧 许汉良笑着道 陈征一边让开位置 让许汉良进屋 一边笑着回道 没有没有 许汉良进屋之后 也没废话 直接表明来意 我这次过来 一是想给你送件东西 二是想给你提个醒 说着 他直接将背后那柄血色战刀 递给陈征 这是 陈征下意识的结果 顿时感觉到 血色战刀上传递而来的 淡淡力量波动 就好像这战刀 是活的一样 宝气 陈征眼睛一亮 没错 许汉良笑道 这是一柄下瓶宝气 便是等小侯爷到了开脉镜 这武器也是实用的 陈征对血色战刀爱不释手 但还是摇头道 这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一柄跟自身契合的下瓶宝气 能增幅差不多二成战力 便是开脉镜 也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的 许汉良白手道 小侯爷无须客气 这东西 也算是你自己引来的 他将自己跟人打赌的事情说了 还有这样的事 陈征有些意外 但战刀他还是不愿收 无功不受禄 许汉良健壮便换了说法 那这柄战刀 便算是我借你的 而且我并不用刀 拿着也是无用 以后小侯爷 若是得到什么珍贵的锻造材料 记得给我留一份便是 陈征犹豫一番 点头印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 再拒绝就不礼貌了 见陈征收下战刀 徐汉良便说起了第二件事情 非洲之上 各城都有一位考官 除了我之外 分别是宋暖 张业 谢天和 其中谢天和身份神秘 我怀疑他还有第二重身份 你尽量不要得罪 宋暖宋姑娘 是个外冷内热 不在意交际人情的人 他幸遭 见到他 只需多恭敬几分便可 最重要的是那张业 徐汉良眼中闪过你一丝不屑 这人实力一般 却好大喜功 精于算计 最重要的是 他最近跟无极侯一脉的人交好 很有可能会对你不利 张业在徐汉良眼中实力一般 但是对于陈征来说 肯定就不是了 陈征皱眉道 他敢在非洲上 直接对我出手 那肯定是不敢的 徐汉良失笑 但他有可能会 穿多其他大城天骄 向你发难 陈征眉头舒展来来 那我就不拒了 其他人 只要眉道开迈进 在实力方面 就没有被他放在眼里的资格 感受到这份自信 徐汉良笑了笑 也不再多说 告辞离开 陈征将想了想 将原本的战刀 取下挂在腰间 然后将血色战刀 背在身后 一人两刀地走出房间 另一边 白泽房内 张先生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只想安稳抵达黄东 在这之前 不想节外生枝 而且对上那陈征 我也没有必胜地把握 白泽看着 站在他面前的张业 脸上满是无奈 真愿意动手 在饭堂的时候 他就不会忍了 张业吃笑一声 安稳抵达 你以为在饭堂之内的表现 我们四个考官都不知道 若是真有隐藏考官 你觉得 你现在的评价会如何 白泽脸色一沉 张业继续加了一把火 可以明确的是 我不是那个隐藏考官 但是以我对 另外三人的了解 你这种表现 他们都不会喜欢 甚至都不如烟成 那个修为垫底的家伙 等到了黄刀 你评价垫底 一点优势都占不到 你连非洲上 这几个人都压不住 但时候 你又怎么去跟 其他三十二成的天交去争 不如趁早放弃算了 面对张业的激将 白泽捏紧了拳头 陷入挣扎 可最终 他还是做出决定 咬牙看向张业 我要怎么做 他自认隐忍 自然野心勃勃 张业已经把话 给他说说透 他也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处境不妙 必须得拼一把 张业脸上浮现笑容 放心 我赶来找你 自然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若非我是莽成的考官 这好事 可还落不到你的头上 说吧 张业拿出一个词评 你挑战那小子的时候 只要吞付下这枚丹丸 一刻钟内 站立至少暴涨一倍 到时候 废掉那小子 岂不是跟杀鸡一般简单 白泽接过瓷瓶 打开筛子看了一眼 面色骤变 这是暴血丹 暴血丹 物如其名 能瞬间点燃舞者浑身气血 在短时间内 获得远超本身修为的强大实力 但后遗症也很大 这是真正用来拼命的东西 不到绝境 没人会用 白泽脸色难看 有些生气 张先生 你倒我是傻子 这暴血丹用了 即便赢了那小子 我也废了 张叶呵呵一笑 稍安勿躁 你看 这又是什么 张叶又拿出一个瓷瓶 白泽接过 打开瓶塞 顿时一股清香扑鼻儿来 这是润脉伞 除非你浑身经脉禁断 否则完全可以在两天之内 修复暴血丹留下的后遗症 张叶介绍了一番 然后再次加码 做成了这件事情 等到了皇城 我可以将你引荐给吴姬侯 白泽眼睛一亮 激动起来 当真 张叶点头笑道 我骗你有什么意义 而且 吴姬侯向来重视人才 如你这般天骄 他必然看重 你现在缺的 无非就是一块敲门砖罢了 白泽不再犹豫 将两个瓷瓶放进怀里 沉声道 干了 不过还得等上两天 我精神之门马上就要动开一半 到时候 说不定不用这包血丹 也能废了那小子 张叶自无不可 行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 除了上传的第一天 后续两天 四成之人已经形成层级 大家各不相反 还算安稳 今晚 便是一众天骄们 在非洲上的最后一顿零食 明天一早 非洲便会抵达皇城外 跟其他三十二座大城的天骄会合 终于要到了 苦日子到头了 下了非洲 我一定要去最好的饭楼大吃一顿 同去 同去 十几个挤在镂筐边上 啃馒头的天骄们 差点喜极而泣 放在外面 他们即便吃不到零食 也不至于整天啃馒头 更别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睡假板 哈哈 突破了 我突破了 一阵惊喜声传来 十几人抬头看去 露出羡慕之色 是那个走狗屎运的家伙 徐杰满脸兴奋 在三天零食的加持下 即便没有睡上有灵阵的屋子 他也终于更进一步 踏足后天八重 虽然 放在一众天骄之中 也不算什么 但也没人敢说 他是最垫底的存在了 毕竟这非洲上的后天八重 也有二三十个 多谢小侯爷 徐杰满脸兴奋地来到陈征这边 弯腰拘了一躬 若非陈征 他可没这样的机缘 陈征笑着摆了摆手 正要说话 一旁传来一道不耐烦的声音 吃饭就吃饭 滚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 将徐杰笼罩 徐杰面色瞬间煞白 眼看身子就要站不稳 陈征猛然站起 帮徐杰扛下了压力 白泽 你想干什么 陈征冷声道 白泽抬起头来 面露讥讽 你的狗叫的我心烦 我让他安静一点 有问题吗 四周投来好奇的目光 白泽这是疯了 都忍了两天了 现在跳出来干嘛 搞不懂 管他的呢 应该有好戏看了 振振议论声响起 尤其是烟诚跟莽承的天骄 都对白泽的做法不解 之前装得跟个孙子一样 现在眼看都要到了 还出来搞什么事情 陈征眯起眼睛 你想跟我打一场 白泽不负之前两天的沉默 吃笑一声 神态嚣张道 怕你不成 陈征淡笑一声 脑海中想起了两天前 本来平稳地度过几天 陈征还以为许汉良是多虑了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碰 白泽拍转起 冷笑一声 明月一早 甲板上 日出之时 你我分生死 敢不敢 陈征自然不惧 可以 白泽突然加大了音量 前两日我不吭声 不是我怕了你 而是我想 在那皇城之外 将你废掉 我要让你眼睁睁 看着皇都静在咫尺 却也永远触及不到 此话一出 在场莽承天骄 均是心中一阵 眼睛亮起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我莽承天骄领袖 怎么会怕烟城之人 好 阵阵叫好声传出 莽承天骄们因为白泽 这两天都有些抬不起头来 此时白泽突然雄起 他们心中的傲气 也再次被点燃 娘洗脾的 罗筐前 背负众府的莽承天骄 骤然站起 看向一座的高羽 废物 让你吃了两天零食 明月一早 我们两个分生死 敢不敢 看得出来 众府少年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不仅是他 不少莽承天骄们纷纷站出 向着燕承天骄们发起挑战 似乎是想将之前两天丢掉的面子 全部给找回来 怕你们不成 来就来 燕承天骄们脸色胀红 丝毫不让这两天时间 也养出了他们的胆气 更不愿在这种时候 坠了燕承的士气 安静 陈征平静的声音荡开 他看向几个挑战的莽承天骄 伸出手指 点了点他们 你们想打 可以 跟我打 两城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靠几顿灵石就能抹平的 而且这是针对陈征的发难 陈征不愿意将其他人牵连进来 呵呵 怎么 燕承除了小侯爷 都是无胆鼠辈吗 那干脆让小侯爷一个人去黄都好了 你们何必跟我来凑数 重甫少年出言讥讽 燕承众人愈发愤怒 陈征弹幕的声音传出 你一个后天大圆满 挑战一个后天九重中期 也好意思说 别人是无胆鼠辈 一句话 顿时对的重甫少年 说不出话来 修为不计 那是他们自己废物 白泽冷声接话道 陈征点了点头 诞声道 如此说来 你们莽承所有人在我眼中 连个废物都不如 白泽冷笑道 陈征 别成口舌之力 谁是废物 明日一战便知 说得好 陈征拍了拍手 大声笑道 我也给你们莽承一个机会 所有出言想挑战我烟成天骄之人 我陈某一人接下 四周响起哗然之声 白泽也忍不住露出惊讶之色 不敢置信地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征拍了拍腰间长刀 诞声道 我说得应该很清楚了 明日你我一战 除了你 你莽承之人皆可同时参战 我一人 打你们全部 小侯爷疯了 不少人都泛起这个念头 白泽怒笑道 陈征 你这是在找死 一人挑战他们全部 这分明是没将他放在眼里 小侯爷不要冲动 我们也不拒一战 烟成天骄纷纷色变 出言相劝 陈征摆了白手 烟成一众天骄顿势惊声 废话不用多说 就说敢不敢 事先言明 要参战的 就分生死 不论胜败 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陈征神色淡漠 但语气十分嚣张 就差把你们都是垃圾写在脸上 莽称一众天骄 都愤怒不已 但看着陈征 如此自信的样子 他们还真不敢轻易应声 而且以多胜手 便是赢了 脸上也没光彩 哈哈 不愧是赤野猴的儿子 白泽 既然小侯爷有此雄心 你们便成全他又如何 想当初赤野猴 北巨蛮荒 以亿敌万 不也胜了 田一灵开口笑道 言语间虽是恭维 但神色间满是饥讽 这小子既然想自找死路 他便推上一把 明知道是坑还往里面跳 这废物不死 谁死莽城这边十几人 后天大圆满 就占了七八个 再加上白泽 他不幸陈征还能赢的了 而且张掖已经私下找过他 他知道白泽手上有着杀手锏 见田一灵开口 白泽眯起眼睛 韩声道 好 小猴也竟然想踩在我们 莽城天骄的头上扬鸣 那我们就给你这个机会 诸位 明日谁愿同我一起出战 田一灵台阶都给他了 白泽自然不会放过 刚才答应 那就是乙多七首 现在答应 那就是为了成全陈征 我来 众府少年第一个应声 独自对上陈征 他没有丝毫信心 但再加上白泽 那可就不同了 我也来 我敬重赤野猴 现在便成全了小猴爷的心意 又是一位后天大圆满的 莽城天骄开口 有人带头 其他莽城天骄也不客气了 我也来 我修为不高 却也愿意为小猴爷扬鸣 一个又一个莽城天骄站了出来 嘴里都喊着要成全陈征扬鸣 实则是为明天的群殴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最后统计下来 除了白泽之外 还有十二个人 其中后天九重七人 后天大圆满五人 白泽出言嘲讽道 小猴爷 一战十三 你真的想清楚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此时 便是东方无缺 也忍不住劝了一句 陈兄 这白泽分明是有备而来 你可别中了他的圈套 如此阵容 便是他上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陈征摇头 无妨 他看向白泽一群人 但声道 我虽然没有扬鸣的心思 不过还是 谢过诸位成全的好意 最后 他语气变得讥讽 不过我会让你们知道 废物即便聚在一起 也还是废物 不会有任何改变 说吧 陈征也不理会 莽城天骄们难看的脸色 转身离开 跟他们浪费口水 还不如多回去磨练一下武技 两天时间 陈征风为刀法又有领悟 虽然距离大城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威力又强了数仇 陈征心中估计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跟家中 密室投影中的开脉镜一重战斗 最多十招 便可将其诛杀 至于白泽这些人 陈征心中只有两个字 呵呵 随着陈征离开 饭堂中众人也渐渐散了 韵城跟严城都满脸笑容 等着明天看好戏 还是太过拖大 少成竹 这小子也太狂了 本来对陈征所有改观的 浓眉少年几人 一时间又对陈征的感官 降到了极点 东方无缺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笑道 先别急着下结论 明天一早便知我 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看中的家伙 应该不会轻易 在这种地方倒下 几天接触下来 东方无缺 觉得陈征并不像是无脑的人 饭堂发生的事情 很快便被黄勇汇报上去 三层传仓 许汉良四人也在用餐 哦 以一敌十三 不愧是赤野猴之子啊 果然有胆破 张燕笑呵呵道 眼中带着激讽 如此一来 他的谋划 就该再无差错了 宋暖冷笑一声 这不叫有胆破 叫做没脑子 谢天河眉头微皱 不解道 以那白泽的胆子 敢在最后一天挑战陈征 莫非是有什么依仗不成 他感觉事情不要对劲 徐汉良神情平静 看了张燕一眼 诞声道 小猴爷看着 也不像是个莽撞的人 他既然开口 应该是有把握的 见许汉良这么说 宋暖顿时露出笑容 改口道 徐大哥眼光一向毒辣 你都这么说 看来明天的战斗 必然精彩 我等不妨观战一番 张燕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徐教席 你既然这么看好那位小侯爷 咱们不妨再打个赌如何 许汉良挑眉 赌什么 张燕笑道 明日一战 小侯爷若赢 便算你胜 小侯爷若输 便是我胜 许汉良诞声道 赌桌呢 难道张教席 还能再拿出一瓶宝器来 面对挖苦 张燕也不生气 自信道 宝器我是没有了 但我这里 还有一株五百年份的开养草 就赌我输给你的那笔血色战刀 外加你一年的供奉 如何 开养草 宋暖跟谢天河 都露出惊讶之色 开养草 是炼制开麦丹的主材料 一株五百年份的开养草 只要炼药师的水准不是太差 一炉丹药 少说也能出五六粒开麦丹 一定风险 而开麦丹 能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形成完美突破 在黄兜 一粒开麦丹的价值 就不下于百万金币 许汉良面色古怪 这张燕两次打赌 拿出的东西 都是陈征县阶段能用得到的 一时间 他也有些怀疑 这张燕到底是在针对陈征 还是在找借口 给陈征送给东西 看见许汉良迟迟没回应 张燕急了 激将道 怎么许教席 都赢过一次了 还怕输吗 徐汉良失笑道 倒不是怕 只是有些想不通 什么意思 张燕看着徐汉良的笑容 总感觉有些被冒犯 徐汉良摇头道 没什么 这赌约 我接了 张燕露出笑容 那便一言为定 说着 他看向宋暖 宋小姐 这次还劳烦你做个见证 你看好了 我这次 一定会连本带里的赢回来 可以 宋暖无所谓到 不过 我还是更看好许大哥 张燕气得够呛 谢天和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怜悯地看了张燕一眼 我吃好了 徐汉良率先起身离开 宋暖连忙起身跟上 张燕的脸更黑了 碰 他一掌拍到桌上 愤然道 这姓许的 到底有什么好的 宋小姐要对他如此清新 谢天和笑呵呵地道 人家许教席长得比你俊 实力比你高 脑子还比你好 在宣灵院内更受重视 还有 看着张燕已经黑成锅底的脸 谢天和停下 还要我继续说吗 张燕很想反驳 但竟然找不到反驳的点 哈哈 饱了饱了 张教席你慢慢吃 谢天和大笑一声 也起身离开 独留张燕一人 坐在原地气的发抖 你们给我等着 张燕暗自恼恨 等我搭上了无鸡猴的路子 你们到时候给我提鞋都不配 一夜过去 天刚明亮 甲板四周就已经围满了人 甲板中央 白泽十三人站在一起 面目冷立 杀气腾腾 小猴爷怎么还没到 不会是怕了吧 应该不至于 众人议论纷纷 等着好戏开场 此时东方 第一缕晨曦洒落 金黄的光线落在甲板上 宛如铺上了一层惊煞 小猴爷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船舱出口 人群自动退向两旁 陈征踏着晨光而来 风神俊朗 身姿阴挺 宛若神人 三层楼台处 真像啊 许汉良由衷地感叹道 那种神态 那种气质 还有那样貌 活脱脱一个年轻版的赤野猴 谢天和跟着点头 宋暖也是眼睛一亮 这位小猴爷实力如何暂且不说 但这样貌 确实是拔尖的 等到了黄兜 还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小姑娘 张叶冷笑一声 那他也得能到黄兜才行 就怕他连非洲都下不了 就得原路遣返 甲板上 人群中 看着万众瞩目的陈征 田一玲恨得牙痒痒 但一想到陈征 马上就要变成废人 他又高兴起来 等着废物被废掉 遣送回燕城 就让彭石两家暗中出手 将他杀掉 吃过一次亏 田一玲可不会再给陈征 一次重新崛起的机会 只有陈征成为死人 他才能真正安心 此时非洲鸣笛 速度开始减缓 两边传来船工的呼声 在有一刻钟 非洲必要开始降落 文言 白泽冷笑一声 一刻钟 足够了 我看根本用不到一刻钟 一旁的众辅少年讥笑道 其他参战的莽城天骄大声道 小猴爷 不要拖延时间了 若想认输 你就当着大家的面承认 此战便可作罢 若想又放弃了 将手握向了腰间刀柄 打这群垃圾 还用不到下瓶宝器 刷 陈征长刀滑落 风声如笑 刀尖指向白泽等人 诞声道 来吧 不过你们只有一次 对我出招的机会 记得珍惜 淡漠的语气 霸道的话语 瞬间点燃了白泽等人的怒火 白泽吃笑一声 狂妄 他朝旁边的众辅少年 使了个眼神 众辅少年瞬间会议 怒喝一声 一起上 碰 随着众辅少年话音落下 顿时有七道身影 如猎豹一般飞跃而出 气势汹汹地 朝着陈征围攻而去 众辅少年首当其中 浑身修为禁术绽放 双手握住金刚伏柄 神色猙獰 宛如一头冲锋的蛮雄 其势重 身却灵巧 脚步腾挪之间 便出现在了陈征的右后方 死 夫人高举 众辅少年双臂清惊必先 浑身气血激荡 空气间都隐隐传来撕裂之声 碰 空气乍响 众辅宛如陨石坠落 恐怖的契机将陈征锁定 不仅是众辅少年 剩余六个莽城天骄 也是招数其出 呼喝之间 或刀或剑 或枪或挤 撕裂呼啸之音 环绕陈征身旁 气血之力汇聚 杀鸡毕露 直接封死了陈征所有的退路 四周不由响起惊叹 这些人来真的 配合这么娴熟 怕是昨晚就演练过 小侯爷凶多吉少啊 这威士 我光是看着 就头皮发麻 看来都用不着白子出手了 在见识到七人 联手的恐怖威士后 没人再看好陈征 东方无缺皱眉 如果一开始拉开距离 逐个击破 击败这七人 倒也不费什么功夫 但现在让七人城镇 退路断绝 却是难了 他一时间 也想不到陈征该怎么破局 阎城天骄一方 人人神情紧张 忍不住为陈征捏了一把冷汗 三楼上 宋暖面无表情 张忍也神情兴奋 谢天和眉头紧皱 这小子拖大了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破例将陈征救下 突然瞥见一旁许汉良的表情 许汉良 竟然在笑 战圈内 陈征感受着七人带给他的压力 顿时有些 索然无味 太弱了呀 刷 陈征动了 轻量的刀银声宛如潮汐拍案 恐怖的刀银 在陈征的映照下 显得刺眼 刘云沙 无数刀影绽放 落在莽承七人眼中 只见银白之光下一刻 他们就感觉到手中一倾 却是七人握着武器的手掌 齐腕而断 陈征身形一闪 身如鬼魅一般 从七人包围穿行而过 又见一阵刀光流影 煞世间 莽承七人玩好的手臂 双脚 筋脉处 皆有血腺炸裂 血腥味顺着流风飘散开来 砰砰砰 七到四肢失去知觉 满脸迷茫的身影 相继跌落在地 啊 陈征宛如闲庭信步 连回头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他给了这些人出手的机会 但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好快的刀 你们看清了吗 根本看不清啊 比起之前饭堂打庞士拳 那一刀更快 我本以为那一刀便是他的极限 现在看来 那只是庞士拳的 所能承受的极限 观战众人震动不已 直接被陈征两刀折服 光这两刀 便足以打败 咱们非洲上九成九的人 有人笃定到 也没人出声反驳 便是被再次拿出来 比较的庞士拳 也没有丝毫不满 两者差距太大 能被作为比较的对象 他反而感到荣幸 除了荣幸之外 他还感到庆幸 昨天他差点 就被白则鼓动 好在最终忍了下来 否则今日倒在地上的哀嚎的 说不定就要多他一个 太强了 东方无缺周围 几个心腹都是由衷开口 即便是沉默少颜的诸童 此时也脸色凝重的 打庞士拳那一刀 我能接 这两刀 我接不住 龙眉少年几人面色复杂 本以为他要完了 还是少城主说得对 他不是没脑子 只是不在意 哈哈 能打破常人的认知 能做到常人所不能理解 这才是真正的天骄 东方无缺 笑容灿烂 黄都将至 陈征越强 于他而言 便越是有力 众辅少年 欺人嘴里哀嚎 不仅是身体之痛 还因为内心绝望 手筋脚筋被陈征切断 也意味着他们 这一身舞蹈 富诸东流 但无人可怜他们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大家的目光 永远只会落在 胜利者身上 陈征甩了甩手中长刀 阵阵轻盈声滑破空气 一步一步地 朝着白泽等人靠近 白泽的脸色 由兴奋变得错愕 再到现在的阴沉 他身后 一众莽城天骄 战意溃散 甚至不敢再看陈征的眼睛 太恐怖了 打不赢的 这就是个怪物 我不想打了 一个人上陈征是一刀 七个人上 陈征还是一刀 人海战术在陈征这儿 根本不起作用 陈征没走一步 他们都感觉到两股颤颤 又忍不住想要转身逃走的冲动 黄都将至 他们可不想倒在门口 丢下武器认输 可以推到场外 陈征诞生开口 一群被吓破了胆子的家伙 他也无意挥斗 认输 我认输 我也认输 不打了 多谢小侯爷 随着陈征话音落下 白泽身后的莽城天骄们 如蒙大射一般 纷纷将兵器丢下 头也不回地 朝着身后人群逃去 三楼 许汉良笑容依旧 谢天和跟宋暖都露出意外之色 张叶原本不满笑容的脸上 只剩一片铁青 他忍不住骂道 这小子 好歹毒的心 武胆被迫 这些人恐怕永远也过不了心魔那关 这辈子都注定与天刚进无缘 许汉良痴笑一声 武胆破了 还有机会养得出来 但被废掉 别说天刚进 这辈子 恐怕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谢天和点头赞同的 没错 真正可恨的 是利用他们的家伙 不过也怪他们自己太蠢 甘愿做了别人的刀 张叶被两人一阵暗讽 顿时更加恼火 他忍不住转头看向宋暖 宋小姐 你怎么看 宋暖毫不犹豫地道 我觉得许大哥说得对 张叶顿时想吐血 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 哼 许教席 你别以为自己就赢定了 那白泽我知道 实力未必就比赤野猴的儿子差了 他此时一步未退 必然还有所手段 张叶忍住怒气 强行替自己挽尊 许汉良依旧不慌不忙 无所畏道 那就祝你好运 甲板上 白泽看着步步靠近的陈征 心中也很紧张 陈征的强大的确出乎他的意料 但 陈征 他们怕你 我可不怕你 白泽宁笑一声 语气间依旧充满了自信 这股自信 让人群中的秋野跟东方无缺 都异常不解 尤其是秋野 他跟白泽 其实在上传相遇之后 就简单斗过一场 两人基本半斤八两 就算各自有隐藏手段 但也绝对强的有限 他在见过陈征出刀的速度后 心中连一成胜利的把握都无 这白泽 凭什么有这么强大的自信 陈征不会考虑这么多 他在距离白泽不足一丈的距离站定 抬刀摇指 神情平静 跟刚才如出一辙 跟他们一样 我让你先出招 但我希望你不会如他们一般 让我失望 陈征也想看看 这位莽承天骄领袖 能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征这副样子 放在一开始 众人只觉得他狂 现在 众人却只有一个感觉 霸气就好像陈征天生 就该如此 可笑的姿态 白泽怒笑一声 他目光凶狠地盯着陈征 直接从怀里 掏出一颗丹丸塞进嘴里 然后牙齿狠狠咬下 下一刻 白泽浑身的气血都被点燃 哄 白泽裸露在外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变得胀红 浑身经脉鼓起 如球龙交错 整个人都充斥着 一股狂暴的气息 他吃了什么东西 众人被白泽暴涨的气息 逼得后退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秋野惊声道 这不该是后天境的力量 东方无缺眯起眼睛 沉声道 是暴血丹 能让一个人 实力突然暴涨这么多 除了暴血丹 不会有其他东西 什么 暴血丹 这白泽疯了 四周响起阵阵惊呼 三楼 许汉良跟谢天和的目光 同时看向张燕 张燕满眼得意 却装作无辜道 两位 看我干什么 我还真没想到 这白泽留了这么一手 哈哈 看来今天这场赌局 我赢定了 不行 战斗必须终止 谢天和沉声道 服用暴血丹 白泽便能短时间 拥有开迈进一重的实力 哪怕无法熟练控制 但对上后天境 也足以碾压 这根本就是作弊 张燕冷笑道 谢教协 规矩是轩灵院定下的 你要破坏规矩吗 还是因为 他是赤野猴的儿子 就要对他网开一面 你现在出手 要怎么给那些 已经被废掉的 各成天骄们交代 谢天和皱起眉头 陷入两难 规矩 不能破 白泽手里 怎么会有暴血淡 谢天和目光冷力地 看着张燕 这种东西 一般开迈进才会使用 而且大多都出自军中 张燕耸肃肩笑道 我怎么知道 或许是这白泽天性谨慎呢 不用干涉 许汉良突然开口 他目光一直都在陈征身上 哪怕白泽此时 展现出开迈进的威势 他依旧没从陈征脸上 看见半点凝重 似乎还有些 失望 甲板上 看着仿佛要爆开的白泽 陈征眉头微皱 这就是你的底气 白泽冷笑一声 你还要装腔做事 化落 他身形闪烁 宛如一座奔袭的人形火山 四周围观天骄一退再退 根本承受不住 开迈进级别的威压 尤其是白泽被强行撕裂的精神之门 产生的精神力量 根本得不到控制 只会造成无差别的杀伤 白泽的身形转瞬极致 腰间长剑出窍 只听一阵剑影 剑光如灿烂的烟花绽放 龙牙 在气血之力跟精神力量的加持下 白泽这一剑 气机爆裂 仿佛能湮灭眼一切阻拦 白泽能感受到 经脉传来的撕裂痛感 还有仿佛要爆炸的大脑 他很清楚 必须要速战速决 否则赢了陈征 即便有润脉散的帮助 他的伤势肯定也无法彻底修复 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这一剑是杀招 倾注了他所有的力量 嗡 刀银呼啸 风声撕裂 陈征并未闪躲 而是直接出刀 这一刀同样很快 光论刀素 游在白泽之上 不过 你的出刀诡计 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白泽吃笑一声 长剑稍稍偏移 便已经挡在陈征落刀的诡计 他满脸兴奋 仿佛已经看见陈征的长刀 直接被自己一剑斩断 然后再被自己一剑废掉的场景 当 只听一阵金铁碰撞之声荡开 不出白泽所料 两人的兵器撞到一起 但他兴奋的脸色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他猜到了开头 却没猜中结果 你看见了 你接住了 但你挡得住吗 陈征弹幕的话语声不像嘲讽 更像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你挡不住 恐怖的距离袭来 陈征已经堪比开迈进二重的力量 自然不是白泽 靠着暴血丹 强行撑起来的力量可以比拟 凭什么自己会在决力中占据弱势 而且还是绝对的弱势 不 在四周茫然且震惊的目光中 白泽嘴里发出绝望的怒吼 但任凭他如何挣扎 哪怕浑身血管寸寸爆开 也依旧抵抗不住 陈征长刀落下的诡计 是 长刀最终落在白泽肩上 白泽拿进的臂膀摔落在地 鲜血如喷泉洒落 刘云沙 白泽还来不及惨叫 便又被一阵刀光环绕 本就炸开的经脉 非洲开始急速降落 扬倒在地的白泽 伸直了毒壁 五指紧握着 仿佛是想牢牢抓住什么 但他身子正在逐渐冰冷 眼中的光亮也在飞速消散 他听见了传宫的声音 白泽脸上写满了懊悔根不干 正应了他昨天对陈征说的那句话 皇城近在咫尺 但他却注定看不见了 噗 鲜血咕咚从嘴里冒出 不出片刻 白泽便彻底断绝了气息 也正是此时 非洲传来一阵轻微的震荡 传宫的声音再次响起 落地了 四周一片寂静 一众天骄 还沉浸在陈征带来的震撼之中 便是骄傲如东方无缺 此时也是一脸失神 他早就知道陈征很强 但没想到陈征会这么强 短暂拥有开脉镜力量的白泽 也依旧被他一刀斩落 一向对自己极有自信的东方无缺 此时竟然也不敢确认 自己能否挡下陈征一刀人群中 田一灵一脸呆滞 浑身颤抖 又怒又惧 这废物 怎么会强得这么离谱 哈哈哈哈 精彩 三楼处 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谢天河看向陈征的目光 仿佛在放光 宋暖看陈征的眼神 也不再有一点轻视 以陈征展现出来的潜力 追上他们 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徐翰良即便心中早有预料 但此时亲眼看见 也依旧难免震撼 张叶目瞪口呆 傻愣在原地 张着嘴巴 却说不出话来 直到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 愿赌服输 张教席应该不会赖账吧 徐翰良细血的声音响起 张叶脸色铁青 压下心中惊怒 将开养草丢给徐翰良 这小子竟然敢在非洲上杀人 我建议直接取消他训练院的资格 张叶看着白泽已经冷却的尸体 寒声道 徐翰良但笑道 那白泽分明是死于暴血丹的效果 就算开脉镜使用暴血丹 存活几率都不高 更黄论他一个后天境 谢天和跟宋暖都点头 赞同了这个说法 你们 张叶气急败坏 这一趟下来 事儿没办成不说 还亏了一顶夏萍宝气 跟五百年份的开养草 简直亏到了姥姥家 徐翰良也不理他 身形一跃 便落在甲板之上 满脸笑容地朝着陈征走去 徐先生 陈征抱拳行礼 不错 徐翰良赞了一声 然后直接将开养草丢给陈征 这是张教席给你的奖励 文言 陈征顿时会议 抬头看向张叶 多谢找张教席 以后若是有机会 我还想跟张教席讨教几招 到时候还请张教席 不吝赐教才是 看着陈征饱寒冷意的目光 张叶心中 竟然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但更多的 还是愤怒 区区后天境 竟然敢威胁 自己这位天刚境 此子天赋战力远超常人 绝对不能放任他成长起来 张叶心中的杀意暴涨 以前他还只是为了巴结无极侯 但现在 已经成了两人的私怨 张叶挤出一丝笑容 咬牙切齿 好说 轰隆 一阵轰鸣声传来 非洲长梯已然落地 谢天和大声叫道 所有人 下船 船公们默默上前 将白子的尸体 还有被废掉的 莽城天骄们抬走 他们已经没有下船的资格 还不走 谢天和皱眉 看向一众天骄 但一众天骄的目光 却落在陈征身上 就好像在等待他发好失令 便是田一玲 在这种气氛下 也感觉头皮发麻 根本不敢乱说乱动 陈征将长刀挂回腰间 大步朝着非洲阶梯 走去下船 随着陈征话音落下 一众天骄才开始动起来 跟在陈征身后 见到这一幕的许汉良 忍不住感叹道 无敌之事啊 这满船的天骄 不管心里怎么想 但在潜意识中 已经认可了陈征的地位 似承魁首 这是东方无缺一直想做 却没把握做成的事情 陈兄 你瞒我瞒得好苦啊 东方无缺追上陈征 却主动落后 陈征半个身位 脸上有些哀怨 陈征失笑道 东方兄 此话怎讲 你什么时候突破开脉镜的 东方无缺好奇道 陈征摇头 我没有突破开脉镜 看着陈征坦然的目光 东方无缺忍不住张大嘴巴 没有开脉镜 却拥有了击杀开脉镜的力量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便是以东方无缺的骄傲 看着满脸淡然的陈征 此刻也难免生起挫败感 他没有怀疑陈征 因为陈征根本没有骗他的必要 那咱们之间的合作 东方无缺苦笑道 陈征点头 赵旧 在上传的第二天 东方无缺就向他表明了合作的意愿 陈征也答应了 好 东方无缺露出笑容 放下心来 不再多言 一行人下了非洲 才发现非洲是停在一片巨大草坪上 此地距离黄都 至少还有三四里的距离 但即便相隔如此之远 众人抬头看去 依旧能够看到 北方那连绵不绝 高耸入云的斑驳城墙 那里就是黄都 普通大城最多也就容纳上千万人 但是据说黄都之内 人口早已过亿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城 这算什么 我听说在寻常大城难得一见的天刚镜强者 你在黄都内吃个早饭的功夫 就能看见好几个呢 夸张了吧 天刚镜可不是大白菜 一众天骄话语间 对于黄城充满了向往 为什么要把咱们停在这里 有人发出疑问 此时 非洲上的四位宣灵院教习 也走了下来 安静 许汉良蕴含刚员的音浪声 瞬间让现场寂静下来 在所有目光汇聚过来之后 许汉良才开口道 恭喜你们安全抵达黄兜 此刻你们手中 已经握住进入宣灵院大门的门票 文言 一众天骄都难掩激动之情 许汉良笑了笑 继续道 不过今年不同往年 除了前往宣灵院的门票之外 冤皇陛下还给大家准备了更多的东西 不过也得看你们有没有本事 抓得牢 他也不墨迹 直接将宣灵院入院前的大笔 做了详细说明 什么 封皇成效尾 少将军还是掌控军权的那种 只要能进前三十 那就卸转啊 没那么简单 咱们可是要跟全部三十六成的天骄一起比拼 七百多人 挤进前三十 先想想自己配不配 冤皇这是要干嘛啊 一众天骄直接炸了 神态各不相同 徐汉良给了众人足够的消化时间 才继续道 不想参与的 可以站到宋教席身后 一会儿宋教席会直接送你们去宣灵院 有伤亡的可能 而且并非是单纯的个人站 所以选择 尤为重要 一时间 众人视线纷纷看向陈征 眼中满是热情 陈征诞生道 后天大圆满以下的 退出 这不是你们能够参与的角逐 但若是觉得对自己实力有信心的 也可以试试 不过后果自负 陈征可没有给人当保姆的打算 即便给不了他注意 但也绝对不能拖他的后退 后天大圆满 就是一个合适的衡量标准 不少人眼中的光芒暗淡下来 我退出 徐杰率先开口 满面笑容道 徐孝席也说了 选择很重要 像我这种若鸡 参加选拔 也是给人送菜 还不如老老实实去绚林院待着 文言 不少天骄都露出释然之色 说得对 我也退出 我也是 跟这些怪物 根本没法比 传上几天 已经让不少人认清了差距 很快 留下的人越来越少 其中除了田一林之外 都是后天大圆满 一共15个人 分成三个阵营 首先 陈征这边占了六个 浓眉少年徐涛 白衣少年陈白鹤 还有唯一一个女孩 宁露 其次是以秋叶为首的 韵城天骄 一共三人 剩下六个 除了珠海之外 其他人分别来自 韵城跟严城 都在田一林那边 也不知道田一林 是许诺了什么好处 受甲板上最后一战的影响 网城天骄 没一个人选择留下 在确认没有变动之后 宋暖跟张叶 便带着选择放弃的天骄们离开 直接前往殉灵院 谢天和跟许汉良 则是带着陈征等人 留在原地等待 许先生 选拔的规则 还不能说吗 陈征主动开口问道 许汉良笑道 别着急 等其他三十二成的天骄道后 在一起宣布 陈征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问 盘腿坐下休息 东方无缺几人 也围在他身边坐下 小侯爷 我有个想法 大家同为一条船上的伙伴 不如做个君子协定 在必要的时候 咱们可以暂时联盟 你觉得如何 秋叶走了过来 满脸笑容道 陈征看了他一眼 直接拒绝 不便 他对着秋叶的感官不佳 合作的前提 是必须得到自己的信任 很明显 秋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秋叶大在原地 没想到陈征会拒绝得 这么干脆利落 他还想说话 陈征却已经根本就不看他 这让秋叶心头恼怒不已 这陈征 未免也太不给面子了 此时 田一林的声音传来 秋兄 小侯爷看不上你 你也别热脸提人家冷屁股了 跟我聊聊如何 见有人递了台阶 秋叶连忙笑着 朝着田一林那边走去 两边合成一个九人队伍 一副交谈甚欢的样子 小侯爷 那秋叶实力不错的 你为何要拒绝他 徐涛不解问道 倒也没有丝毫不满 他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必要的时候 如此笼统的界限 跟放屁有什么区别 还有 我们六个人就已经足够 再多 队伍就有些臃肿了 陈征诞生解释 东方无缺点头赞同道 这秋叶心思应得很 跟他合作完全没有必要 见东方无缺也这么说 其他人都不再问 突然 一阵厚重气压袭来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搜搜非洲 宛如飞龙一般 汇聚在云端 然后分批降落 来了 其他大城的天骄也到了 不知道其他大城 有没有出什么妖念 肯定有的 而且只多不少 碰 碰 碰 随着非洲落下 原本还空旷的草坪 顿时变得略显拥挤 一条条长梯被放下 一个个穿着各异的大城天骄 从非洲走出 脸上带着傲气 彼此之间不停打量 人数都少了 陈白鹤低声道 徐涛点头道 这是自然 咱们船上能打起来 其他船上肯定也是一样 就看损失多少的问题 田一林那边 也对走下非洲的一众天骄们 指指点点 那是第五大城 飞龙城的天骄 第七大城的 在那艘非洲上 第九第八大城的天骄 竟然在一条非洲上 这些人气息都很恐怖啊 阵阵议论声响起 他们在打量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打量他们 竟然有人先到了 拿几座城的 看服饰 有严城的 其他的不了解 应该是排名靠后的大城 哦 那严城的人 在非洲上应该过得很舒服 几百人聚在草坪 以同一非洲为阵营 在各自的大城考官的带领下聚在一起 各自交代了入院大笔的事情 其中一些人的气息 便是让陈征 都能感受到一丝压迫感 开脉镜 而且不止一个 陈征低声说道 东方无缺几人 闻言不由露出凝重之色 往年也不见这么多妖孽啊 东方无缺 苦笑不止 本来以他的水准 放在往年 即便排不上前三 前十也必有他一席之地 但是放在今年 前二十 他都未必有把握 徐涛三人 就更不用多说 感受到一道道强横的视线扫来 只感觉压力山大 陈征大概看了一眼 那些强者 也只集中在几个大城之中 他推测到 有些大城 应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一早就开始在做准备 东方无缺沉默 他就是在秋季狩猎之前 便得到了消息 有人比他更早知道 也不奇怪 家世背景 本也是自身实力的一环 陈兄有把握吗 如今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 陈征的身上 前十 他现在是真没把握了 陈征神情依旧镇定 如果只有这些人 有难度 但把握还是有的 东方无缺大笑一声 随即又一脸严肃地说道 哈哈 那我可就要仰仗陈兄啊 陈兄你若是能带我 进入前十之位 等进了轩灵院 我送你一份大礼 陈征点了点头 既然是盟友 我自当尽列 有没有大礼都一样 说着 他看向徐涛等人 你们也是一样 陈征向来不会亏待自己人 徐涛三人一正 看着陈征平静且坚定的目光 心中都有些感动 似乎在这位小侯爷眼中 只有自己人跟外人的差别 并不在乎身份的差距 我等定当尽列 三人一脸肃然 抱拳应倒 东方无缺笑了笑 并不在意 他视线扫了一圈 低声说道 现在三十五成的人 天交都到了 唯独差了皇城天交 三十六成 皇城独尊 每一年 皇城天交的实力 相比起其他大城 都要领先一大节 东方无缺叹息道 今年恐怕只会更加夸张 很快 各城的天交们都做出选择 大多数选择放弃 只有少部分留了下来 随着大量天交被带走 草坪上也只剩下百十来人 基本都是后天大圆满修为 其中还有三位突破了开麦境 呵 皇城的人好大的架子 明明离得最近 却要咱们三十五成的天交 等他们一成之人 一位开麦境天交 冷声笑道 其名白星 来自第三大城 海城 白星一开口 他身后的追随者们 都是纷纷附和 就是 皇城天交 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配让我们等着 刻在骨子里的狂妄 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今年可不同往年 他们还以为 自己能保住第一的位置 其他人虽然没有应声 但神情间 显然是赞同的 你好像很不服气 一道讥讽的声音传来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道路尽头 一行五人 宛如踏青一般缓缓走来 领头一人一袭黑衣 长发散落在后 眼眸若星辰 光是看上一眼 便让人心头沉重 说话的是 黑衣少年身旁一人 此人身材干瘦 天生一张嘲讽脸 让人看之不喜 此时他目光死死盯着白星 浑身气息绽放 哄 强大的威势席卷 白星身后 一群想要回应的天交 顿时面色煞白 这人是开麦境 你不服气 嘲讽少年 快不来到白星跟前 差点将脸贴到白星脸上 白星你起眼睛 丝毫不拒 你是开麦境 我也是开麦境 我凭什么等你 嘲讽少年吃笑一声 张开双臂 当然是因为我人多啊 白星挑眉 好像我人更多一点 是吗 嘲讽少年不屑一笑 你再看看 哄 身后 除了黑衣少年之外 剩下三人气息绽放 脸上都带着讥讽的笑容 开麦境 又是开麦境 黄承来的人 竟然都是开麦境 一众天骄亥然 便是同为开麦境一众的白星 也是忍不住紧张起来 够了 在一群蝼蚁面前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黑衣少年弹幕的嗓音传来 是 本来还狂傲无比地嘲讽少年 恭敬退开 煞时间 众人视线都会聚在黑衣少年身上 但黑衣少年视若无睹般 目光在人群中扫过 最终 他像是锁定了目标 大步朝着陈征走去 嘴角泛起讥讽的笑容 你觉得呢 小侯爷 陈征感受到黑衣少年目光中的恶意 眉头微粗 你是 黑衣少年轻笑一声 缓步朝着陈征走去 每走一步 他身上的气息就强剩一分 等靠近陈征的时候 身上的气息 已经定格在开麦境二重 在这可怕的威压下 便是东方无缺等人都忍不住后退 只有陈征还能镇定站在原地 黑衣少年面露惊讶之色 不愧是赤野猴的儿子 后方 人群声音已经炸开 开麦境二重 皇城一共五人 五个都是开麦境 谁能跟他们争 不愧是第一大成啊 原本还满怀信心的各成天骄 都被打击得不轻 赤野猴至子 看着也不强啊 嘲讽少年凑了过来 皱着张脸 十分嚣张地嘲讽着 陈征看他一眼 总比有些不忠看 也不忠用的强 顶着这张脸 还敢出来晃悠 能活到现在 你应该也不容易吧 接人就要接短 嘲讽少年顿时气得够呛 目露寒光你想试试 陈征摇头 怕了 嘲讽少年正要动手 却被黑衣少年拦住 我叫狄红 无极猴的弟子 不知道我 配不配成为你的对手 黑衣少年气息收敛 但眼中的恶意愈发明显 听见狄红表明身份 四周更是哗然 无极猴的弟子 难怪这么强 那人被叫小侯爷 又是什么来头 没听那狄红说吗 那是赤野猴的儿子 赤野猴的儿子 不是个不能修炼的废人吗 我怎么知道 众人视线在两人身上流转 东方无缺紧咬牙关 心中震撼 狄红 这就是父亲 给我说过的那个妖念 陈征没有废话 只是将手握向了背后的刀柄 他目光淡然 只透着一句话 要打 便来 住手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单薄 但眼神 极量的老人 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 副院长 看见来人 许汉良等人 连忙恭敬行礼 此人正是绚令院的副院长 有着天刚进大圆满修为的孙长龙 大笔即将开始 你们要打 有的是机会 孙长龙看了迪红跟陈征一眼 即使孙老发话 迪红自当遵从 迪红淡笑一声 直接转身离开 陈征在他眼中 无异于案板上的肉 倒也不急于这一时 嘲讽少年瞪了陈征一眼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也跟着离开 陈征神色不变 只是松开了握刀的手 他回头看了东方无缺一眼 低声道 你们不能再跟着我了 五个开脉镜 还有迪红这个开脉镜二重 陈征一个人 至少逃命没问题 如果再加上东方无缺几人 那可就难了 明白 东方无缺满脸无奈 只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其他人看向陈征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怜悯 真惨啊 迪红那伙人的敌意 根本毫无掩饰 一人独对五个开脉镜 其中还有迪红那个妖孽中的妖孽 换做是他们 恐怕已经跪地投降了 无极猴跟赤野猴之间的矛盾 众人也有所耳闻 以往都是赤野猴吻压无极猴一筹 现在赤野猴生死未卜 这报复 就要落到陈征这位小猴爷的身上了 陈征心中却还算平静 甚至还在盘算着 能不能找到机会 把迪红给宰了 光是无极猴弟子 这一条 就足以让陈征动杀心 毕竟这些年 他跟母亲经受的苦难 皆是败其所赐 见众人安静下来 孙长龙朗声道 若远之前的这场考核 奖励想必 你们都清楚了 现在我跟你们说说考核的内容 他指向不远处的一片山林 看见那片山脉没有 前段时间 陈卫军抓捕了一批流犯 其中有隐毛如血的野蛮人 也有穷凶极恶的重犯 他们每一个人手上 都沾染了不下百人的性命 而现在 他们都隐藏在那片山林之内 你们要做的 就是把他们找出来 处决 这些犯人身上都有一块名牌 将其斩杀后 名牌就会自动变成红色 你们最终的成绩 就由你们自己手中的 红色名牌树决定 提醒诸位一句 你们不仅是猎手 也是他们眼中的猎物 因为 我已经承诺那些人 只要斩杀超过三位天骄 就能重获自由 这些家伙 会比你们想象中的 更加疯狂 一个不慎 你们便会成为 他们手下的亡魂 一众天骄 看向远方的山脉 心中蒙上了一层乌云 孙长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参加考核 那是真的会死人的 不仅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匪徒 还有身边的人 甚至是自己的同伴 规则只说的 按照获得的名牌数量排名 但是获得名牌的方式 不一定就要去跟那些 凶恶匪徒们拼命 也可以选择更省力的方式 抢 孙长龙诞生到 这次考核的伤亡率 预估会在50%左右 如果还有想退出的 现在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最终 并没有人选择退出 好 既然大家已经做出决定 那就出发吧 孙长龙在前方带路 三十六成天骄门紧随其后 然后再是其他训练院的教习 小侯爷 这是你的东西 拿好了 陈征故意调到队伍最后 谢天和却找了过来 还递给陈征一个词评 这是 陈征伸手接过 面露疑惑 我是你们非洲上的记录员 会根据你们在非洲上的表现 打分评价 然后选出一个 自己看好的人投资 谢天和没有卖关子 直接开门见山 这词评里面装的是寻人风 能帮你更快找到 隐藏在山林中的那些恶徒 陈征看了眼前方队伍 有不少教习 在做跟谢天和一样的事情 他记得许汉良提醒过自己 在非洲之上好好表现 就有可能在后续的考核之中 获得更大的优势 指的应该就是这寻人风 多谢 陈征将词评收好 谢天和却没着急离开 只听他压低了声音 小侯爷 接下来的话 是我私人的提醒 以你的天赋 必定会被冤皇重视 所以也没必要在这种地方 非跟那敌红风的高下生死 陈征诧异地看了谢天和一眼 谢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谢天和笑道 只是善意提醒罢了 小侯爷只需保全性命 等安全进入宣灵院 自然就会明白 说吧 谢天和便不再多言 转身离开 陈征注视着谢天和的背影 不由陷入沉思 这位谢先生 对我似乎抱有善意 而且听他话中的意思 莫非他是冤皇的人 不过也有可能 是田无忌派来麻痹自己的家伙 陈征摇了摇头 不再考虑这些问题 反正这场考核 他并没有放弃的打算 很快 队伍便在山林外停下 此次考核 限时二十四个时辰 以烟花为号 烟花亮起后 一个时辰未能走出山林者 视为弃拳 成绩作废 孙长龙苍进的声浪 在队伍间激荡 清晰地传进 每位天交的耳中 即时开始 咻 随着孙长龙话音落下 一道火光冲天起 宛如炸雷一般的声音 在天空爆开 走 那些恶徒看见信号 说不定会提前埋伏 跟着我 别吊断 走 早就提前组好的队伍 纷纷朝着山林冲去 陈兄 东方无缺 来到陈征面前 满脸歉意 可惜 我们都帮不上你 徐涛几人 也是一脸羞愧 本来说好了共同进退 现在陈征被皇城天交盯上 他们却要跟陈征分开 哪怕是陈征主动提的 他们心里多少 也有些不适滋味 无妨 你们先走 保重 陈征无所谓地笑道 保重 东方无缺叹息一声 带着四个心腹离开 陈征目光落 突然 嘲讽少年看了一眼陈征 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 又看了一眼 东方无缺几人的背影 最后似乎对着狄红说了些什么 在狄红点头之后 嘲讽少年直接离队 朝着山林跑去 陈征健壮 眉头微醋 心中杀意见起 没有犹豫 他也立刻动身 朝着嘲讽少年 刚才离开的方向追去 狄哥 那小子好像追啊鬼去了 狄红身边 一个背刀少年皱眉道 要不要我跟过去看看 狄红摇头道 狄红也露出笑容 逸琳兄 师父交代了 你进入山林后 随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等考核结束之前 我会让人把血色名牌给你送来 保你进前十之位 田逸琳满脸兴奋 有劳二叔挂念了 他感受到身后几人的炙热视线 有些为难的开口道 狄红 我身后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我已经答应 带他们冲击名次 你看 狄红淡笑道 既然是逸琳兄你的朋友 那就是我狄某的朋友 前十我不能保证 但我能保证 他们进入前三十之列 说着 他看向邱爷等人 诸位只需跟好一灵兄 到时候 会有人把名牌一同送去 好 多谢狄少 多谢田少 我们誓死 也会保护好田少的 邱爷几人都兴奋不已 不用冒险 便能获得前三十的奖励 他们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 面对宫围 田一灵十分受用 但也没忘了正式 他一脸正色地看向狄红 狄兄 那姓陈的废物 有些不太对劲 他将非洲上 沉征对战白泽的细节说了 以后天境界 废掉了开麦境 狄红身后几位天骄 都露出惊讶之色 背刀天骄皱眉道 如果那小子真有这么强 阿鬼不会有危险吗 狄红却是一脸镇定 放心 那白泽吞了爆血丹 其实是空有开麦境的力量 能发挥出十之一二都算好的 就算退一万步讲 阿鬼不是对手 逃肯定是没问题的 众人一想也是 便不再多言 狄兄 一定不能让那废物活着出来 田一灵压低声音 神色争鸣道 狄红笑道 放心 不过师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代我 等我处理完 就会亲自去找他 前提是 到时候他还能活着 得到保证 田一灵也不再废话 心满意足地带着秋爷等人离开 狄哥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悲刀少年问道 狄红诞生道 按照计划 你们拿着之前我给你们的东西 找到那几个肥手 告诉他们 想要活命 那就听话 这些恶徒心高气傲的 未必愿意配合 一个杯枪添骄皱眉道 狄红冷笑一声 那就宰了 患能听话的人来 丛林间 东方无缺五人乘一字形 在灌木之中穿行 突然 走在最后的诸童出声 少城主 我们好像被人跟踪了 在前方开路的东方 无缺皱起眉头 这才刚进来 他们手上也没明牌 谁会盯上他们 但他没有怀疑诸童的判断 低声道 分散 猎阵 随着东方无缺一声令下 几人瞬间分开 落向不同的方位 将身形隐藏 很快 一道身影便穿过丛林 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内 还真有人 上 东方无缺冷喝一声 距离那道身影 最近的猪童 便率先动手 猎山 刷 雪白的刀光闪烁 带着一抹厚重的气势 展向来人身躯移 追踪者发出一针意外的叹息 这一刀还不错 紧接着 他伸出带着软丝手套的手掌 静止朝着猪童的刀刃抓去 当 只听一声惊鸣 猪童只感觉自己这一刀 像是披在了一块坚硬铁块上 冷力的脸上 不由露出震动之色 怎么可能 猪童心惊不已 他这一刀 便是连等人高的巨石 也能轻松一分为二 竟然被人轻松接下 直到他看清了追踪者 那张极具标志性的脸 惊得他连忙抽刀后退 拉开距离 同时喝止了想要出手的同伴 是皇城天骄 大家小心 徐涛三人顿时大惊 按捺住了出手的冲动 东方无缺从树上跳落 目光凝重地看着阿鬼 阁下为何要跟着我们 阿鬼嘲讽道 你们 不不不 你们还不配 他的目标是我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陈征正提刀而来 陈兄 东方无缺皱眉看来 陈征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你果然来 阿鬼露出得意笑容 只是他话音未落 便见璀璨刀光清洗而来 好胆 阿鬼目光一凝 征灵笑道 手掌再次抬起 想要抓住陈征落下的刀刃 自己身为开脉镜 收拾一个后天镜 简直不要太轻松 只是他念头刚落 手掌间传来的恐怖距离 便狠狠打了他的脸 别说接住陈征的刀刃 刀掌在接触的瞬间 阿鬼手掌便传来一阵 骨头碎裂的声音 若不是有阮丝手套防护 他半个手掌都要被切下 夏评宝切 看着阿鬼手套间渗出的鲜血 陈征面露差一只色 不说兵器风锐 光是他这一刀的力量 就不下于 开脉镜一重的极限力量 便是同为开脉镜一重 也绝对无法这般硬扛 但阿鬼却挡住了 足以证明 那软丝手套绝非反品 啊 阿鬼惨叫一声 心中顿时警醒 慌忙跟陈征拉开距离 脸上也无法保持那嘲讽的笑容 你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大 阿鬼瞪着眼睛 仿佛见鬼一般 再无刚才的嚣张模样 你隐藏了修为 你是开脉镜 阿鬼一脸笃定 还小子 竟然玩鹰的 任凭阿鬼在那里瞎猜 陈征根本没有理他 看向东方无缺五人 就跟来了他一个 你们放心走吧 后面看见皇城的人 尽量躲开 东方无缺点头 好 说吧 他也不犹豫 直接带着朱瞳等人离开 我准你们走了吗 阿鬼怒吓一声 正要动手 陈征身形一闪 已经拦在了他身前 你还有心情管别人 阿鬼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暂时费了一只手 就拿你没办法了 陈征将长刀挂回腰间 握住了背后刀柄 你有没有办法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你回不去了 你还想杀我 阿鬼仿佛听见了天大的笑话 满面嘲弄之色 陈征摇头 我从未想过杀谁 是你自己找死 手掌握上血色战刀的瞬间 那种气血的联动感再次传来 陈征尚未蓄力 便已经感觉到 全身气血沸腾起来 那就试试 阿鬼眼露寒光 这一次 他没有等陈征出刀 而是选择主动出击 直接阿鬼将受伤的手背到身后 身形一闪 整个人宛如猿猴一般 在地上翻滚一圈 然后对着陈征 心口一掌轰出 碰 气浪激荡 掌风未尽 陈征便感受到一股灼热气息飘荡而来 还伴随着一阵 让人眩晕的腥臭味道 读掌 陈征神色一鸣 怕了 阿鬼吃笑一声 气势绽放 朝着陈征拢罩而去 只见他没有被软丝手套包裹的手腕处 正冒起一条条黑色的血线 随着血线的增多 阿鬼掌风一变的愈发灵力毒辣 五毒掌 谢哲 掌力瞬间在陈征身前爆发开来 此刻 陈征也感受到了一丝切实的压力 这是密室投影无法带给他的感觉 也不同于白泽那种半吊子 眼前这个 是一位能够完美掌控自身力量的开脉镜 但陈征心中并未切战 反而兴奋起来 来 刷 血色战刀出鞘 伴随一阵刀鸣 血色长刀在半空划出一条血线 刀影闪烁锁 隐约有风雷其名 风雷斩 阿鬼只感觉眼前有紫光闪烁 瞬间便被刀影包围 陈征这一刀不同于刚才那一刀 刚才那一刀只是快 但这一刀 再快的同时 更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霸道感觉 阿鬼紧锁眉头 更让他在意的是 陈征身上绽放的气息 虽然雄厚的夸张 但的的确确 只是后天静 刷 碰 刀光与毒掌相撞 两种不同的力量瞬间形成对轰 汹涌的气浪 宛如倒流的潮汐 向着四方激荡 这力量 感受到掌尖传来的恐怖力量 阿鬼瞪大了眼睛 近乎撕裂的痛感 更是让他主动撤招 连忙跟陈征拉开距离 后天静 竟然要比他开脉镜 一重的力量更大 但他来不及细想 陈征的第二刀又来了 刷 风雷斩 同样一刀 却要比之前更快更重 陈征面色平静 你比我想象中的 要弱 找死 阿鬼顿时气急 再次回掌营上 这一次 他不再留守 直接全力出手滋滋滋 毒素透过掌风 朝着陈征激荡而来 空气都发出一阵腐蚀的暴鸣声 但 毒气根本无法穿透陈征的刀影 风锐的刀光袭来 阿鬼眼中第一次有了巨异 你怕了 陈征嘲讽的笑声传来 你放屁 阿鬼面色胀红 但身子却很诚实 脚下力量震动 身形宛如一个耗子 朝着来时的方向逃窜 对上陈征 他除了修为 别无优势 但这也正是离谱的地方 这小子有古怪 我必须通知狄哥才行 在心中为自己逃命的行为 找了个借口 阿鬼脚下的速度更快了 那小子肯定追不上我 跑出一段距离后 阿鬼忍不住回头看去 却没有发现陈征的身影 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可就在他心神放松的瞬间 一抹血色的刀影 搅碎他身旁的灌木 激荡而来 刘云杀 随着陈征身影出现 一道刀影 瞬间化作无数刀光 刀光诡计 宛如天上流云一般 诡诀难测 找死 阿鬼瞳孔一缩 浑身气势绽放 就要抬手阻挡 但可惜慢了一瞬 刷 刷 两只断臂掉落在地 阿鬼还来不及惨叫 一抹刀光 已经在他脖梗间划过 碰 争鸣的头颅 飞天又坠地 扬起一地污泥 陈征收刀 看着阿鬼的无头尸体倒地 直接走了过去 他先是找到两只断手 将软丝手套给撸了下来 一边打扫着战利品 一边在心中总结 这一战 总体来说还算轻松 一开始 阿鬼因为大意 直接被他废掉一只手 后来又被他的力量震慑 选择逃跑 但身法 又没有自己的快 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死亡便已经注定 不过开脉镜 带给陈征的压力还是有的 如果除了阿鬼 还有另外两个开脉镜一重在 陈征预估 自己就算能赢 也必然会付出惨重代价 看来对上迪红那些人 还得分而破之 最好就是偷袭 做完了战后总结 陈征开始清点战利品 而其中有样东西 让他止不住皱起眉头 这是 阿鬼身上 除了一些药物之外 还有一串用细麻绳 串起来的人骨手链 陈征用力捏了捏 用人骨打磨的饰品 竟然韧性极强 这至少是用开脉镜 武者骨头打磨出来的 陈征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这种东西 一般是北荒蛮子的最爱 那些如毛隐血的家伙 在战胜强大的对手后 就会将对手最坚硬的骨头 打磨成自己的战利品 狄红这些家伙 带这东西进来干嘛 阿鬼真要喜欢 也是该戴在身上 而不是藏在怀里 陈征突然想起 这山林之中 似乎也有被抓来的北方蛮子 这些家伙 又想搞什么 陈征一时也想不明白 便干脆不再多想 他只确定一件事情 不管狄红他们要干什么 他都必须要让他们办不成 陈征拿起软丝手套 用力甩了甩 上面沾染的血液顺脱落出去 陈征直接戴上 竟然感受不到多少重量 陈征拿起血色战刀一划 连条痕迹都没留下 果然好东西 陈征心满意足地离开 两个时辰后 一处隐蔽的山洞内 传出阵阵打斗声 是 刀光闪烁 断臂横飞 陈征脚踏七星 身形飞掠 一脚将双臂近飞的汉匪 踢倒在地 然后一脚踩上了他的脖子 再动一下 死 陈征弹幕的声音落下 还在挣扎的汉匪 感受到脖子上的重量 顿时消停 颤声道 别 别杀我 我还知道其他人藏身的地方 我可以带你去 山洞内 除了被陈征踩在脚下的开麦镜 一重汉匪之外 还有两具瞪着眼睛 死不瞑目的尸体 他们是汉匪的手下 只是在遭遇的瞬间 便被陈征一刀封喉 这些人 都是陈征通过谢天河 交给他的巡人风找到的 这山里 一共有多少你们这样的流犯 陈征看着被 吓破胆子的汉匪 并未着急动手 汉匪连忙回道 一共有三百多个 具体数量我也不清楚 我们是被分批送来的 并非来自一个地方 实力如何 基本都在后天九重之上 其中开麦镜有二十多个 其中蛮人有多少 占了至少一半 两人一问一答 汉匪基本有问必答 还不忘表现自己的用处 这位公子 你对那些蛮人感兴趣 我可以帮你啊 老子虽然是个恶人 但也最讨厌蛮人 你觉得自己 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 汉匪卑微道 我不敢 我只是想活二爷 公子 我真的很有用 这地方 我基本都没清楚了 无论你想杀谁 我都能带你找到 为了活命 汉匪绞尽脑汁 回忆着可以帮助自己活命的消息 对了 汉匪眼睛一亮 公子 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你肯定有用 昨天一个叫呼吃 哈尔的蛮人 派人给我送来消息 说是要邀请我过去 共伤活下去的办法 但我看不惯那些蛮子 就没理会 陈征吃笑一声 我看你是胆小 不敢去吧 汉匪尴尬一笑 这不重要 公子 你要是感兴趣 我可以带你过去 昨天送消息的人说 一直到今天傍晚之前 他们都会待在那里 陈征拿出人骨手链 丢到汉匪面前 问道 见过这个东西吗 汉匪连连点头 见过 那几个领头蛮人的手上 就带着这个东西 只是公子这个 要更精巧些 陈征松开了脚 汉匪心头一松 但依旧趴在地上 不敢动他 起来 得到陈征的命令 汉匪这才支起身子 跪在陈征面前 陈征看了他一眼 想活命可以 但你得帮我办件事 公子尽管吩咐 汉匪狂喜 陈征摇头摇头 先不着急 我不信任你 所以得先加一层保险 说吧 陈征从怀里摸出几个瓷瓶 然后从每一个瓷瓶内 都倒出一粒黑乎乎的药丸 这些都是从阿鬼身上 搜出来的毒丹 这些是 汉匪面色煞白 毒 陈征没有隐瞒 不过这些毒都是历史发作 你吃下后 不出一刻钟 必死无疑 我还得重新改改 说吧 陈征直接盘坐在地上 公子你这是 汉匪一脸不解 还有 这毒药还能怎么改 陈征没有回答 精神力量涌动 附着掌尖 陈征运转星空炼制法的法门 几粒黑色药丸 开始缓缓溶解 最终化作药液 其中一部分药液 被陈征分割出去 再将剩下的药液重新组合 凝炼化作一颗新的药丸 汉匪瞪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敬畏 你 您是炼药师 如此年轻的炼药师 闻锁未闻的炼药手段 他突然觉得 自己输得不晕 陈征将重新炼制的 丹丸扔给汉匪诞生道 这颗毒药 会在48个时辰之后发作 你只要做到我交代的事情 我就会炼制解药给你 汉匪满脸为难 公子 我可以发誓 这毒药 就没必要了吧 陈征将手握向背后刀柄 现在死 还是搏一搏 你自己选 别 吃 我吃 感受到陈征生疼而起的杀意 汉匪不敢再废话 直接将毒药吞下 你叫什么名字 陈征收敛杀气 诞生问道 回公子 我全名叫徐破天 你叫我一生老徐便可 汉匪恭敬回道 收拾好伤势 带我去那些蛮人聚会的地方 记住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手下 别露线了 陈征扒下汉匪其中一个手下的衣服 留下一句话后 转身朝着山洞外走去 徐破天看着陈征的背影 忍不住哀叹一声 不过他现在性命 全在陈征手上 也不敢再起什么歪心思了 一处隐蔽的峡谷内 两道身形 穿行于陡峭山崖之间 独臂的徐破天走在前面 断臂经过简单包扎 隐隐能看见渗出的血迹 面色苍白 看着有些许狼狈 跟在身后的陈征 也做了伪装 两柄刀用破步包起 歪歪扭扭背在身后 脸上满是血污 身形勾搂 狼狈姿态比起徐破天 也不遑多让 公 阿正 就是前面了 徐破天小声提醒道 陈征耳朵微动 向着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异常雄壮 满脸粗犷的汉子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你们是谁 不等陈征两人回话 大汉便宛如一个巨熊般冲了过来 狂暴的气势将两人笼罩 陈征就像是吓傻了一样 站在原地不动 陈征跌坐在地上 一副被吓懵了的样子 大汉见状不由鄙夷 冷笑道 你们大冤国的人 果然都是一群脑肿 我还没动手呢 自己就先倒了 徐破天面容阴沉下来 你再费一句话 我就杀了你 这大汉是个蛮人 修为在后天九重后期左右 徐破天哪怕此时状态不佳 杀他也不用两招 感受到徐破天的杀意 蛮人这才收敛神色 这我没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叫徐破天 身后是我兄弟 我们昨天收到 忽视哈尔的消息 说是这里有活命的机会 就过来看看 徐破天沉声道 你这手 蛮子看向徐破天 还在渗血地断臂 徐破天恼恨道 别说了 来的路上 被几个大乘天交给埋伏了 领头的是个开麦境 一照面 我手下就死得差不多了 我还是凭着断一臂的代价 才逃了出来 你们不会把人引来吧 蛮子满脸怀疑 碰 徐破天一把掐住了蛮人的脖子 不耐烦道 踏马的 老子要不是被你们邀请 也不至于遭这个罪 带我去见忽视哈尔 你还没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懂 蛮子感觉脖子都快要被掐断 这才点头 好 我带你们去 赶紧的 徐破天一把将蛮人丢下 骂骂咧咧地看向身后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不滚起来 要不是只剩你一个 老子 直接把你丢了 看着气势凶残的徐破天 蛮子站起身后 也不敢再废话 走在前面带路 徐破天走在中间 陈真跟在最后 几人在灌木之中穿行 一路上 还碰上了至少三处港哨 但有着之前那个蛮子带路 就没再被盘问 最后 在穿过一条狭窄的山道后 视线豁然开朗 这里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山间凹地 四面环山 树木茂密 十分适合作为躲藏的营地 平地上点着一堆堆篝火 每座篝火前 都围着七八个人 总共差不多有四五十来人 每人看上去都凶神恶煞 身上气息不弱 又有人来了 谁啊 诱 独臂大侠 看来是遭遇那些大成天骄了 惨 一时间 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 陈真两人的身上 神情间满是打量 似乎在评估两人的威胁程度 见两人姿态狼狈 不少人都露出幸灾乐祸之色 兄弟 只断了一臂 怎么没把命留下 一个手臂上纹着鬼面的男人 笑嘻嘻地朝着徐破天靠近 他伸出手来 朝着徐破天的断臂抓去 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 徐破天眼中煞气一闪 找死 他爆喝一声 开墨镜气息绽放 独臂探出 直接抓住鬼面男人伸出的手 然后猛地一扯 伴随着鲜血迸射 鬼面男整个手臂都被直接扯下 鬼面男还来不及惨叫 徐破天将断手丢下 又掐住了他的脖子 一把将其拉到镜前 你对我的断手很有兴趣 看啊 老子让你看得够 徐破天神情凶利 鬼面男满脸痛苦 眼中充满惊惧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么狼狈的家伙 竟然会是开脉镜 我错了 饶我 鬼面男惊声求饶 但话音未落 就已经被徐破天 一把掐断了脖子 笑啊 你们怎么不笑了 徐破天像是丢拉机一般 将鬼面男的尸体丢在地上 目光横扫 满是暴虐 现场寂静 除了少数几个人 都下意识跟徐破天错开眼神 陈征跟在身后 像是个木头默默看着 这些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死了也是活该 而且不够狠 在这里也站不住脚 骤然 一阵大笑声响起 徐兄弟别生气 有些人不懂事 冲撞了你 我代替大家 给你道个歉 不过 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我一时间 还真没认出来 一个赤裸着上身 肌肉线条棱角分明 有着粗犷气质的壮汉 从最深处的篝火旁站起 徐破天看向说话壮汉 冷声道 呼吃哈尔 你别在这里跟我装酸 老子是断了一只手 但实力还在 我也不计较你的试探 我就问一句 你之前让人带的话 还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 呼吃哈尔满脸认真 大家都是为此而来 那就行 徐破天冷哼一声 转头给陈征使了个眼色 然后带着陈征朝外围的 一处篝火走去 滚 他冷喝一声 本来围绕在篝火前的人 敢怒不敢言 默默离开 呼吃哈尔 让人送来疗伤药 徐破天看也不看 讥讽吧 别搞这一套 你们的东西 我敢用 他看向呼吃哈尔 直说吧 要怎么做 才能让我活灭 那些大成来的天骄可不弱 我这一只手臂 就是折在他们手上 呼吃哈尔 也不在意徐破天的无理 白手笑道 徐兄弟稍安勿躁 能给咱们带来活路的人还没到 在那之前 我还有另外一件事 要跟大家商量 众人视线都落到 呼吃哈尔的身上 有屁块放 徐破天 维持着自己的暴躁人设 呼吃哈尔也不卖关子 笑道 诸位有没有考虑过 活着出去后 有什么打算 在我看来 大渊已经没有 诸位的容身之处了 即便这次逃了 也很快会被抓到 依旧是死路一条 如果诸位愿意 我倒是可以给诸位 提供一条退路 有人应声道 什么退路 呼吃哈尔沉声道 跟我一起回北蛮 实不相瞒 我在北蛮 是一个千人部落的组长 有诸位加入 我部落实力必将大增 我也不会亏待大家 没酒 美人 应有尽有 也不用再像现在这般 东躲西藏 文言 不少人脸上 都露出异动之色 而呼吃哈尔的目光 一直在几个开脉镜 汗匪身上流转 显然 这才是他主要的拉拢对象 受到陈征示意 徐破天大声冷笑 呼吃哈尔 你这里话的未免太远了 先把我们弄出去 再谈其他吧 就在此时 一个蛮人战士 去到呼吃哈尔身边 低声道 族长 使者到了 好 那就一会儿再谈 呼吃哈尔 看了徐破天一眼 然后招了招手 顿时一道年轻身影 缓步而来 面容英俊 神色冷漠 一洗白衣 背后背着一把带巧长刀 身上开脉镜的气息 展露无遗 是开脉镜天骄 该死 咱们暴露了 他只有一个人 上 一时间 在场恶徒顿时躁动起来 呼吃哈尔 连忙安抚众人 笑道 大家别慌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能给我们带来生路的人 众人惊疑不定 隐藏在徐破天身后的陈征 皱起眉头 那背刀少年他见过 正是跟在敌红身边的 皇城天骄之一 这些家伙 果然想要搞事 陈征心中冷笑 轻轻踢了徐破天一脚 徐破天顿时会议 连忙站起 满脸怒龙道 呼吃哈尔 你把大成天骄找来 莫非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 你好独自狗活 回话的是背刀少年 只听他声音冷烈 放心吧 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来的就不会是我一个人 他目光横走 眼光如刀一般锐利 不幸的 现在可以走 但走了 就别指望还能回来 你说的活路 到底是指什么 又一位开脉进汉匪站了起来 见无人离开 背刀少年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 想活命 就得先帮我杀人 这名单上的人 一个都不能活 背刀少年杀鸣凌冽 将名单丢给呼吃哈尔 呼吃哈尔 再让手下送下去传阅 有人皱眉道 既然同样是杀人 那我们干脆按照 轩灵院的规矩做就是了 又何必要听你的 不少人都点头 背刀少年痴笑一声 听轩灵院的 你们真的以为 斩杀了三位大成天骄 轩灵院的人就会放你们离开 众人心中一沉 那你怎么保证 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有人咬牙道 背刀少年耸肩道 我没法保证 也无需保证 至于骗你们 我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现场顿时一片沉寂 显然 众人的疑虑 不是靠背刀少年三言两语 就能打消的 呼吃哈尔 此时站出来道 还请诸位听我一言 我可以保证 他说的话 都是真的 你拿什么保证 一个开脉进汉匪 迷眼问道 呼吃哈尔露出笑容 因为我跟诸位不同 你们是被抓进来的 而我跟我部族的勇士们 是故意被抓进来的 有人质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呼吃哈尔坦然道 我是北蛮的战士 沙大云的天骄 不是理所应当吗 而且诸位如果愿意跟着我离开 前往北蛮 大家就都是自己人 你们活着 对我才最有利 看大家还有顾虑 呼吃哈尔便继续道 若非早有谋划 我又怎么可能再进来短短一天 聚集这么多手下 而且 我可以告诉诸位 跟我一样 出自北蛮小部族的组长 还有四个 此时 他们正在其他地方 跟我做着一样的事情 看着众人震惊的脸色 呼吃哈尔得意道 我邀请诸位 而不是别人 是因为各自拉拢的人选 是我们五个人 早就提前分配好的 众人心中 不由泛起一阵含义 本以为大家都是棋子 结果这些蛮子 竟然也是下棋的人 而且 这些人能瞒过轩灵院 恐怕在大渊黄亭之中 也有内应 咱们三百多个好汉 接近二十多个开卖进高手 好了 别浪费时间 你们做决定吧 随着背刀少年话音落下 四周把手的蛮人 都缓缓靠拢而来 凶悍的眼神之中 仿佛闪烁着幽光 呼吃哈尔坐回地上 抓起身前 篝火上炙烤的瘦肉 张嘴一咬 带着血丝的肉条 便被他吞进嘴里 面色在火光的映照下 宛如责人而适的野兽 沉闷的气氛 就像是在众人心中 压上了一座巨石 很明显 呼吃哈尔并不打算 给他们拒绝的选项 干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些该死的大乘天骄 断了我一臂 这个仇我必须要报 在沉征的事意下 徐破天率先响应 呼吃哈尔意外地 看了徐破天一眼 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好 给徐兄弟上酒 上最好的酒 随着呼吃哈尔一声令下 立刻有蛮人战士端上酒肉 众人见状 面色各异 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加入 我也是 但他狗娘养的天骄 一时间 从者如云 好好好 都上酒 上肉 吃饱喝足了 才好痛快砍人 呼吃哈尔大声笑道 本来还气氛凝重的营地 顿时变成了狂欢之地 陈征看着起身 跟着背刀少年离开的呼吃哈尔 碰了碰徐破天 大哥 我尿急 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徐破天顿时会议 不耐烦地道 去去去 别乱跑 不然死了也白死 陈征陪笑一声 起身离开 原本带着徐破天两人过来的 蛮人战士见状 没有阻止 只是跟在陈征身后 远离营地后 蛮人战士不耐烦道 好了 就这里吧 好 陈征应了一声 原本勾楼的身形 瞬间变得笔直 身上那股皮态 也荡然无存 他转身 原本怯懦的眼神 只剩平静 喂 你想干什么 蛮人战士皱眉 感觉陈征不太对劲 陈征没有说话 气血震荡 手掌探出 蛮人战士看见陈征发难 面露不屑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要不是看在你大哥的面子 只是他话音未落 陈征伸出的手骤然增速 蛮人战士一惊 下意识抬手格挡 却被陈征恐怖的掌风 直接撕裂了手臂 怎 蛮人战士瞪大了双眼 但还来不及发出惨叫 脖子就已经被陈征抓住 咔嚓 只听一阵脆响 蛮人战士瞬间软倒 陈征将尸体藏好 便向着呼吃哈尔两人 消失的方向摸去 密林中 呼吃哈尔满脸兴奋地 看着背刀少年 东西呢 背刀少年将一串人骨手串丢给了他 但声道 你带不走这么多人 呼吃哈尔脸上笑容僵住 神色阴沉下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背刀少年皱眉道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要知道 用来传送你们的材料 足以用来传送一支天罡镜刺杀小队 你竟然还想用在一群后天镜身上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呼吃哈尔头上青筋抱起 愤怒道 这可跟你们之前答应我的不一样 背刀少年冷笑一声 我们答应你的 是保证你们蛮人自己能够安全回去 可并不包括那些汉匪 看着背刀少年眼中的冷意 呼吃哈尔冷静下来 我能带多少人走 阵法最多传送150人 你们蛮人就占了差不多100个名额 剩下的 你们自己商量 背刀少年神色冷卧 才这么点 呼吃哈尔有些不甘 这些可都是战力 如果能补充到自己的部族当中 部落势力说不定还能继续扩张一番 话我反正带到了 该怎么做 希望你心里有数 你要是下不了手 我们可以代劳 你只需要将那些人带到 背刀少年压低声音 说了一个地名 呼吃哈尔寒声道 这是你们一早就计划好的吧 背刀少年毫不避讳 当然 没有他们身上的名牌 我们怎么排出名词 所以一定有人要死 你要是舍不得那些汉匪 把你自己人送来也可以 你们蛮人 反正也不在乎这些 看着背刀少年讥讽的笑脸 呼吃哈尔强忍着怒气 行 我知道了 那就告辞了 背刀少年头也不会地离开 目送着背刀少年远去 呼吃哈尔脸上阴晴不定 突然 他耳朵一动 骤然回头看向一处茂密丛林 谁 伴随着一声爆喝 丛林顿时抖动起来 找死 呼吃哈尔眼中 闪过一抹煞气 身形宛如猛虎一般冲出 瞬间冲进丛林 只见一个满脸污垢 眼神惊恐的匪徒跌倒在地 你是徐兄弟的人 呼吃哈尔看见陈征 不由眯起眼睛 你来这里干什么 尿尿 我什么都没听见 真的 陈征装出一副下破胆的模样 呼吃哈尔脸上露出笑容 缓缓朝着陈征靠近 你听见了也没关系 你是徐老弟的人 活命的机会必然有你一个 我也相信你不会乱说 对吧 对对对 陈征一脸惊喜道 呼吃哈尔朝着陈征伸出手 笑道 起来吧兄弟 咱们一起回去 好 陈征假装看不见呼吃哈尔眼中的杀意 满脸兴奋地伸出手来 呼吃哈尔正要动手 陈征压在身后的另外一只手抬起 煞时间 一抹血光在呼吃哈尔眼前绽放 森寒的刀气让呼吃哈尔一惊 什么 呼吃哈尔根本没有想到 陈征会对他下手 也根本反应不过来 愣神的瞬间 手臂已经被血色战刀斩断 啊 断臂之痛让呼吃哈尔忍不住惨叫 碰 陈征抬起一脚 正中呼吃哈尔心口 咔嚓 噗 恐怖的距离在呼吃哈尔心口爆开 断骨声响起 口中鲜血更是止不住喷涌 人直接倒飞出去 陈征一拍地面 整个人便凌空站起 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宛如鬼魅一般 瞬间追上上位落地的呼吃哈尔 又是一掌落下 碰 呼吃哈尔直接被拍进了地里 陈征一脚踩着他的胸膛 一刀架在他的脖子冷声道 想活 就别动 呼吃哈尔满脸痛苦 心中惊怒无比 但是感受到脖子上的风锐之气 丝毫也不敢动他 陈征占据先机 这一套组合记下来 打得他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以他现在的状态 就算想跑也跑不掉 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呼吃哈尔强忍着痛苦 一脸不解道 还装 陈征冷笑一声 你刚才想杀我 以为我看不出来 误会 兄弟 以你的实力 必然会被我带回不足的 呼吃哈尔这话说得真心实意 早知道陈征这么强 他刚才绝对不会动杀机 我信不过你了 那个背刀的小鬼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最好一五一时地交代清楚 否则别怪我手滑 不小心切了你的脑袋 陈征神色争鸣 凶煞之气净险 好 我说 呼吃哈尔不敢废话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他是无极猴的人 我们会被抓进来 是因为无极猴想借我们的手 杀进三十五成 不愿意归顺他们的天骄 陈征心中一动 脸上露出质疑之色 放屁 无极猴可是大冤国砥柱 怎么可能跟你们这些蛮人合作 感受到刀锋切进肉里 呼吃哈尔慌忙道 真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场大笔 是由冤皇亲自主持 目的就是要分无极猴的军权 无极猴自然不愿意 所以才打算暗中操控选拔的名次 以保证排名前十的人 都是他自己的人 陈征咒眉道 你有什么证据吗 呼吃哈尔满脸忐忑 无极猴做事向来谨慎 这种落人口舌的事情 自然不会亲自出面 我也没有证据 但我说的都是真的 行吧 陈征点了点头 然后从怀里逃出一粒丹丸 这是他在路上的炼制的毒药 效果跟徐破天吃的效果相同 张嘴 陈征冷声道 这是 呼吃哈尔满脸不愿 陈征懒得跟他废话 脚下用力 呼吃哈尔顿时痛得张大嘴巴 陈征将毒丹丢进他嘴里 毒丹入口即化 呼吃哈尔都来不及反应 陈征松开了脚退开 但声道 这是毒丹 四十八个时辰后发作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徐破天 呼吃哈尔惊讶道 你不是徐兄弟的手下 陈征吃笑一声 当然想要活命 其次 就是干他娘的无极猴 这些皇城天骄自以为是 想要老子的命 那老子就要他们的命 呼吃哈尔瞪大了眼睛 你要对无极猴的人下手 陈征吃笑一声 他们把你当狗一样耍 你就不想报仇吗 老子凭什么要按他们说的去做 干掉他们 拿了他们手里的东西 不一样能走 说着 陈征掏出从阿鬼尸体上 搜到的人骨手链 在呼吃哈尔眼前晃了晃 你们开启传送阵 需要用到这个吧 呼吃哈尔震惊不已 你手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陈征嘻笑一声 有个不长眼的家伙盯上我 被我反杀了 这东西 就是在他身上搜到的 呼吃哈尔点头道 没错 这人骨手链 是开启传送阵的钥匙 不过还需要配上 相应的法门才行 否则贸然开启 传送阵会炸 言下之意 是告诉陈征 自己还有用处 陈征吃笑一声 放心 要杀你我刚才就动手了 不会留你到现在 呼吃哈尔松了口气 兄弟 那就没有转环的余地 而且 与其让他们逞心如意 还不如老子爽一爽 到时候传送阵一开 老子去了北瞒 就又是一条好汉 我不信那无极猴 还能来北瞒抓我 说着 陈征紧盯着呼吃哈尔 你应该还有事情没说吧 你们愿意冒着风险进来 应该有利可图才对 呼吃哈尔不敢隐瞒 苦笑一声 是 无极猴承诺我们 会给我们五个不足一批物资 东西就藏在这山林之中 陈征眼睛一亮 都有些什么 主要是一些灵药灵财 呼吃哈尔回道 陈征一脸嫌弃 就这 值得你们拼命 呼吃哈尔苦笑道 兄弟你有所不知啊 北瞒荒芜 高质量的灵药灵财极度稀缺 有了这批灵药灵财 我们五个不足的组长 不仅能实力更进一步 而且至少 还能培养出几个开脉镜 对于他们这些小不足来说 这已经值得他们冒险一事 陈征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嘴角泛起一抹阴狠的笑容 呼吃哈尔 既然这批物资这么重要 那不如咱们自己吞了 敢比大的 呼吃哈尔心中一动 问道 兄弟的意思是 装你娘的傻 陈征骂骂咧咧的 反正都是要杀 多杀一些又何妨 你想想看 另外那四个不足回去 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那不如直接干掉他们 带我们这些恶徒回去 我们跟你们那些 蛮子不同啊 去了北蛮 就是无根扶萍 除了依附你 没有其他选择 到时候你一家独大 我们跟着你 也能吃香喝辣 岂不是互惠互利 呼吃哈尔心头顿时火热 被陈征描绘的 美好场景诱惑 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这当然是好 但一对四 我也没把握啊 陈征一脸嫌弃 猪脑子 我教你 首先 你先收服手下这批人 然后再跟其他 四个部落的人会合 让手下这些恶徒 去联系其他恶徒 策反他们不就行了 呼吃哈尔一脸猛逼 怎么策反 陈征从怀里掏出瓷瓶 笑道 当然是特娘的用毒啊 难道用嘴 顺我者昌 逆我者 老子灰都给他养了 半个时辰后 营地中一群人 已经酒足饭饱 呼吃哈尔呢 还有那个大成天骄 都离开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一些比较警醒的恶徒 开始叫嚷起来 然后抱着毒臂 面色苍白的呼吃哈尔 从暗中走出 众人不由露出惊恶之色 不等众人发问 呼吃哈尔便沉生道 诸位 情况有变 经过呼吃哈尔一同解释 在场的恶徒汉匪们 都是怒不可遏 竟然想把老子当炮灰 该死 去他娘的无极猴 唯有几个开脉镜 还保持冷静 他们满脸质疑地 看着呼吃哈尔 呼吃哈尔 按你所说 这事情对你而言并无坏处 你会为了我们 跟无极猴的反目 他们盯着呼吃哈尔的毒臂 这呼吃哈尔 甚至为了他们 还被斩断一臂 一个蛮子 能有这么一切 他们不信 呼吃哈尔大笑一声 我当然不是为了你们 我是为了自己 我想跟诸位做个交易 你们帮我杀了 无极猴那几个使者 另外再帮我灭了 其他不足的蛮子 如此一来 我便能带着所有人离开 呼吃哈尔 直接将陈诚刚才 给他画的饼 拿出来给其他人 说了一遍一时间 众人看呼吃哈尔的目光 都变了 这蛮子的野心还真大 他哪来的自信 一个开脉镜 汉匪站起 冷声道 呼吃哈尔 我不会跟着你冒险的 他们这些开脉镜 跟后天镜不同 即便按照呼吃哈尔的说法 他们也完全有活命的机会 没必要一定要去拼命 呼吃哈尔摇头道 不 你们只能选择跟着我干 开脉镜汉肥冷笑 怎么 你在威胁我们 是的 呼吃哈尔点头 你们吃的酒肉里有毒 解药只有我有 不跟着我干 你们只能等死 什么 有毒 干你娘的蛮子 众人大惊 连忙盘腿坐下 查看着体内变化 尤其是几个开脉镜 有着精神力量的存在 感知更加清晰 真的有毒 毒素已经入侵五脏六腑 最多四十八个时辰 就会爆发 气血之力无法清除 一时间 一双双凶恶的目光 看向呼吃哈尔 诸位可以杀了我 但解药没在我身上 只有回了北蛮 我才能给你们解毒 呼吃哈尔一脸平静 言下之意 他要是死了 大家都得死 现场一片沉寂 娘的 我跟你干了 徐破天率先表态 其他人朝着徐破天看来 徐破天讥笑道 怎么 你们觉得自己还有得选 我们这些开脉镜 有活命的机会 你们这些后天镜 除了跟着这蛮子之外 还有什么活路 那些大成天骄要杀你们 无疾猴的人也要杀你们 就连这些蛮子 也要抛弃你们 你们怎么选 众人色变 对啊 他们根本没得选 我加入 我也加入 呼吃哈尔是个枭雄 跟着他混 不会吃亏 反正都是死 不如拼一拼 一时间 后天镜的恶徒们纷纷响应 剩下几个开脉镜 在毒性的威胁下 也只能选择妥协 呼吃哈尔松了口气 站起身来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出发 去跟其他四个部族会合 一行人稍作休整 便启程出发 徐破天作为第一个响应的人 为表重视 被呼吃哈尔交到了队伍最前方 跟呼吃哈尔同行 徐兄弟 你这手也是 呼吃哈尔低声问道 嗯 徐破天脸色难看 两人一人缺了左手 一人缺了右手 走在一起 看上去惊意外的和谐 徐兄弟 那位是怎么被抓来的 我看他做事果决 行事却谨慎 不应该这么轻易被抓到 才对呼吃哈尔 想要打听一下陈征信息 而早就得到陈征示意的 徐破天叹息道 他在我们这片圈子 虽然名声不鲜 但实力极强 而且为人阴险狡诈 这次被抓进来 只能说是意外 徐破天一顿猛吹 把陈征形容成了 汉匪中的枭雄 对此 呼吃哈尔也没有怀疑 毕竟同为难兄难弟 他觉得徐破天没有欺骗他的必要 而且 陈征给他的感觉 也跟徐破天描述的符合 此人若是能为我所用 呼吃哈尔 心中突然火热起来 虽然他现在还是受陈征钳钳制 但只要回到北蛮 陈征想要生存 也必须向自己低头 到时候 他只要姿态放得低一些 恩威病逝之下 未尝没有收服陈征的可能 看着满脸憧憬的呼吃哈尔 徐破天背过身去 脸上闪过一丝讥讽 他虽然惨 但总归还知道 陈征根本不是什么汉匪 而这蛮子 却是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 说不定到死的时候 都还不知道真相 这么一比较下来 徐破天心中顿时多了些许平衡 陈征根在队伍最后 平平无奇的他 根本没人在意 他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 目前来说 一切都还算比较顺利 只要策反了其他四处的匪徒 两边爆发矛盾 是必然的事情 现在他考虑的 是该怎么收尾 单靠他一个人 很难做成这件事情 他还需要几个信得过的帮手才行 正想着 前面突然想起一阵骚乱 有人 是大成天骄 抓住他 伴随着一阵爆喝 人群顿时躁动起来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正往密林间飞奔逃离 一个开迈进汉匪 正要追击 大哥 是之前埋伏咱们的人 陈征大声叫道 徐破天愣了一下 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面露怒涩 什么 都别动 那小子交给我来出脸 说着 他看了胡吃哈尔一眼 胡吃哈尔 你们先走 等我解决了那大成天骄 会赶上你们 话落 徐破天人 已经朝着逃跑身影追去 陈征也脱离队伍 紧随其后 本来想动手地 开迈进武者健壮 便不再动弹 胡吃哈尔知道 这是陈征的命令 大声道 所有人继续赶路 时间紧迫 争取早点跟其他人会合 队伍继续前行 另一边 正在逃命的大成天骄 感觉到身后两道人影 越追越近 心中不由绝望 知道逃脱无望 他干脆也不逃了 身形一闪 躲在一棵大树后 手中紧握铁挤 做好了突袭拼死的准备 哪怕换一个 也是好的 他调整好了呼吸 却发现 追击他的两个人 也放缓了速度 然后在距离他 不足三米远的地方 停下发现我了 大成天骄心中一沉 但下一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朱兄 是你吗 陈征笑着说道 那奔逃身影 正是朱童 术后 朱童愣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 只见一个满脸污垢 基本看不清脸的人 正盯着自己 但那双眼睛 朱童非常熟悉 小侯爷 朱童不太确定地叫了一声 出来吧 陈征笑道 然后朝着徐破天摆了摆手 你去放哨 是 徐破天转身远离两人 小侯爷 真是你 朱童不再怀疑 满脸惊喜地走了出来 东方兄呢 陈征点了点头 笑着问道 朱童叹息道 我们一直在搜寻那些恶徒 只是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少城主就让大家分开搜查 朱童顿了顿 疑惑道 小侯爷 你怎么跟那些恶徒混到一起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 陈征简单地解释了一番 朱童听后 震惊不已 皇城那几个 要联合这些恶徒 猎杀其他大城天骄 包揽名次 他们是疯了吗 这话要不是陈征说出来的 他绝对不信 刚才你也看见了 这些恶徒已经会合在一起 别说各自为战 就是所有人一起上 赢得希望也不大 这是死局 陈征摇头道 朱童脸色难看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上报给宣灵院 终止选拔 陈征失笑道 没用的 首先咱们没有证据 其次 你以为皇城那五个天骄身后 站的是谁 朱童脑海中闪过敌红的脸 忍不住失声道 是无极侯 他为什么 陈征将他朱童打断 无极侯应该派人拉拢过你们吧 但你们拒绝了 这就是原因 朱童一脸不敢置信 就因为这 陈征叹息道 这是无极侯跟冤皇之间的博弈 我等都是棋子 他拍了拍朱童的肩膀 压低声音道 现在要是想活命 便只能靠我们自己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 小侯也请说 朱童压下翻涌的新潮 如果陈征所说属实 那么他们恐怕很难有活路 陈征既然有办法 他自然会听从 我这里有份名单 上面都是无极侯要杀的天骄 也是咱们的天然盟友 你告诉东方兄 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等我的命令 陈征将被刀少年给出的名单 交给朱童 这些人会信吗 朱童皱眉道 你只需要将名单给他们看 再严明厉害 大多数都会信的 少数不信的 你们也要将他们控制起来 避免他们给敌红报信 等他们看见那些恶徒 自然就会明白 陈征一脸笃定 能有自信参与选拔 脑子至少不会太蠢 就算不信 也会在严明争伪之后再做打算 陈征顺便也跟朱童交代了一下 自己群狼吞虎的计划 最后 陈征还不忘给朱童画个饼 只要等这些人狗咬狗起来 就是咱们的机会 到时候前十之位 你等皆有机会 前十 朱童眼睛一亮 他们本就没有选择 还不如拼一拼 朱童没有犹豫 点头道 好 我立刻回去通知少城主 只是要怎么联系你 陈征笑着道 我会一路留下记号 你们跟着找来便可 在交代了一些细节后 朱童便转身离开 陈征找到徐破天 走吧 徐破天不敢废话 走在前面带路 突然 他感受到 背后一阵恐怖气息闪动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陈征捏了捏拳头 笑道 很好 我已经练出了八十缕精气 距离开启天脉 应该也不远了 从上非洲起 陈征就一刻不停 对体内气血地打磨 再加上金色液体的加成 他距离突破开脉镜越来越近 现在他手里如果有开脉单在 说不定已经可以尝试一番 可惜 陈征摇了摇头 如果能突破开脉镜 他也就不用谋划这么多 仅凭他一击之力 就足以杀穿一切 前方 听见陈征的嘀咕声 徐破天只感觉一阵心惊肉跳 众所周知 开启第一条天脉 是开脉镜最初 也最重要的阶段 因为这能决定 一个舞者未来的道路 能走多远 而能在后天进凝练的进气越多 就证明 这个人的五道天脉越强 正常来说 突破开脉镜 凝练出十缕进气 就已经差不多了 属于下屏五道天脉 是最普通 也是最大众的选择 徐破天自己就属于这一等 凝练二十缕进气突破 便是中品天脉 称得上一生天才 千里挑一 凝练三十缕进气突破 属上品天脉 可称天骄 已经是万中无一 天刚有望 而凝练四十缕进气突破 便是极品天脉 已经属于妖孽级别 堪称凤毛麟角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必成天象 相传 乌鸡猴跟赤野猴 都是凝聚的极品天脉 所有才会如此强大 至于像陈征这种 凝练八十缕进气 还未突破的 闻所未闻 徐破天心中苦笑 他也终于明白 陈征凭什么能够后天境界 逆罚他这个开脉进一重了 这种妖孽中的妖孽 本就不能以常理揣测 与此同时 一处峡谷内 狄红盘坐于一块巨石之上 突然 他睁开眼睛 只见悲刀少年 正穿过丛林 大步而来在外人面前 无比狂傲的悲刀少年 在狄红面前 却是异常恭敬 笑道 狄哥 我这边都办妥了 狄红点了点头 背刀少年话音刚落 又有两道身影 从不同方向走来 他们脸上都带着笑容 狄哥 妥了 我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那些蛮子还算听话 背刀少年看了一眼 皱眉道 阿鬼呢 怎么还没来 背枪少年笑道 他不是去找那位 小猴爷的麻烦去了吗 多半得多费一点时间 要等他吗 最后一个配见少年 看向狄红 狄红起身 摇头道 不等了 咱们先出发 阿鬼来了没看见人 自然会找过来 一个时生后 四人来到一处山崖之上 山崖下是一片湖泊 传送阵法 就设立在湖底 四周被骑士险领包围 只有一条路能通往这里 狄红盘腿坐下 诞声道 休息吧 养精蓄锐 等老鼠惊动 天色渐暗 呼叱哈尔的队伍 在密林间穿行 最终在一片宽阔的平地停下 到了 呼叱哈尔提醒一声 队伍便停下 原地休整 等他们点燃篝火 又一支队伍感到 领头的是一个身形 超过两米的巨人 头发扎成一个个小便 披散在两间 浑身散发着凶恶的气息 呼叱哈尔 你见到无极猴的使者了吗 来人看见呼叱哈尔 大步朝着这边走来 呼叱哈尔也站起身来 疑惑道 巴图 你没看见使者 来人正是其他四个部族组长之一 你这手势 巴图看见呼叱哈尔的断臂 不由惊讶 意外 等其他人来了再说 呼叱哈尔苦笑一声 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 巴图见状也不再问 只是神色间有些烦躁 又等了半个时辰 天已经彻底黑下 夜空也不见心愿 只有一片漆黑 唯有点燃的篝火 照亮了四方 剩下三个部落的人 终于全部到齐 足足三百多号人 原本还算空旷的平地 瞬间显得有些拥挤 巴图没见到使者 那就意味着 无法开启传送阵法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个看起来脾气火爆的 蛮人组长 咒梅说道 当然要先找到他们 不把后路留好 谁给他们卖面 没错 先去找他们 其他几个部落组长 纷纷响应 慢着 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呼齿哈尔站了起来 巴图四人目光 都落在他的身上 巴图沉声道 呼齿哈尔 你莫非知道什么 从一开始 你就很奇怪 大家一损俱损 你最好不要有什么隐瞒 当然 我确实知道一些事情 不过 咱们得换个地方再谈 呼齿哈尔一脸凝重 巴图四人对视一眼 点头应下 呼齿哈尔 然后便带着巴图四人离开 队伍中 徐破天几个开脉镜 趁着没人注意 手握利刃 悄悄跟了上去 密林间 巴图皱眉道 呼齿哈尔 已经够远了 有什么事情 你就赶紧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这段壁 呼齿哈尔转过身来 叹息一声 是无极猴的人 他根本没打算放我们离开 四人顿时一惊 什么 为什么 呼齿哈尔满脸凝重 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你们看 他一边靠近 一边将手伸进怀里 四人也不宜有他 凝神看去 就是这个 呼齿哈尔抬手一扬 一把毒粉直接飞出 四人一惊 连忙屏住呼吸 但终究慢了一步 只感觉眼前一阵血运 死 呼齿哈尔面露争鸣 杀意尽险 独臂一拳轰出 汹涌的气血之力 伴随着劲气 尽数轰击到四人中 最强的巴图身上 巴图惨叫一声 口中鲜血狂涌 整个人横飞而出 呼齿哈尔 你疯了 其余三人 姐姐跟呼齿哈尔拉开距离 口中怒吼不已 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呼齿哈尔 要对他们出手 抱歉 我只是想活而已 呼齿哈尔嘴里 说着抱歉 杀鸡却愈发浓烈 身形一闪 再次朝着一人冲去 此时 剩下三个部族组长 已经缓过劲来 愤怒宁笑道 就凭你一个人 也想杀我们全部 呼齿哈尔讥笑一声 谁说我只有一个人 话落 徐破天几人 已经从丛林间窜出 跑 本来倒地的巴图 此时突然窜起 大吼一声 直接朝着看似 最弱的陈征狠狠撞去 从巴图展露的气息来看 呼齿哈尔那一拳 似乎并没有对他 造成太大的伤害 滚 巴图眼中充斥着凶光 仿佛要将陈征 直接撞碎 陈征愣在原地 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动手 徐破天立刻一声 没有理会陈征这边 直接带着人 朝着另外三个部族组长冲去 这让巴图大喜 自觉逃命有望 但很快 他便意识到自己错了 碰 巴图跟陈征的身影撞上 两人一小一大 正常看来 陈征都是要被碾碎的那一个 在两人相撞的瞬间 恐怖的力量爆开 陈征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巴图却止不住口吐鲜血 再次倒飞出去 怎么会这样 飞在半空的巴图 满脸怀疑人生的模样 在他的感知中 陈征明明只有后天静的修为 但在刚才一瞬间力量的爆发 绝对达到了开迈进水准 同情之内 巴图觉得 自己在力量方面 已经算得上是天赋一比 但在刚才 他竟然被碾压了 可怜 徐破天鱼光扫到这一幕 不由露出冷笑 这巴图自作聪明 还以为自己挑的是软柿子 却不知 陈征才是最硬的那个 嗯 有好东西 陈征面露疑惑 他刚才那一状 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已经是蓄力一击 不说一击毙命 但巴图也不该 只是吐两口血那么简单 我的力量 在倾注到巴图身上的时候 至少被减弱了两成 这人身上 应该穿着软甲一类的宝物 陈征大步朝着巴图走去 巴图摔落在地 却也顾不得疼痛 捂着心口翻身站起 他目光一扫 其他三个部组长 已经被呼吃哈尔五个人为死 落败只是迟早的问题 我必须趁现在突围出去 找到无疾猴的使者 告诉他们 呼吃哈尔叛变 才有活命的机会 巴图心思流转 看着大步而来的陈征 神色逐渐争鸣起来 刚才那一撞 是他小看了陈征 疏忽大意 这小子力量再强 也终究只是后天井 我全力之下 他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巴图心中笃定 情绪也逐渐镇定下来 哄 他一拳轰出 命中身旁一颗巨木 气血尽力爆发之下 巨木直接断折 巴图顺势抱住巨木 借着巨木摔落的力量 朝着陈征狠狠砸来 给我死 巴图怒吼一声 巨木竟然被他挥舞出一道残影 恐怖的风暴在灵间产生 对此 陈征只是缓缓抬手 碰 巨木落下 竟然直接被陈征单掌接下 除了双脚下陷了几分 丝毫看不出 有任何吃力的地方 在宁练出八十缕劲力之后 陈征肉身力量再次得到增强 已经超过三万斤 堪比开迈进二重的极限力量 巴图跟他绝力 不过是自取其辱 陈征接下巨木一击后 也顺势用双手 将巨木一端环抱 气血之力翻腾 力量在瞬间爆发开来 猛然一抬 瞬间 另一边的巴图 被陈征连人带树 一起反举起来 巨木在空中 划出一道圆弧 然后狠狠砸进地面 碰 巨木崩碎 化作一地碎线 而早一步松手的巴图 也被惯性的力量甩飞 砸断了另外一棵巨树 这一次的冲击力量 直接让他断了两根肋骨 怪物 巴图满脸痛苦的同时 心中也惊惧不已 他竟然 真的输在了一个后天镜手上 噗 一口溺血喷出 巴图强忍的伤痛 挣扎地朝着身后的丛林跑去 陈征不慌不忙地跟上 丛林间 巴图亡命狂奔 直到感受不到身后人的气息 才渐渐放缓了速度 一屁股坐在一棵大树下 气息沉重地喘息着 他一把撕开身上的衣服 露出里面一件银白色的软甲 心中不由庆幸 还好 穿上了这件银铲甲 没有这件软甲 呼吃哈尔那一拳 就得要他半条命 更别说在陈征手上逃出来了 这就是 你给自己选的买骨低吗 一道弹幕的声音 在他头上响起 谁 呼吃哈尔一惊 抬头看去 却只见一片血色刀光袭来 隐隐伴随着一阵风围之声 他想躲开 但刀光太快 饶 是 求饶的话没说完 巴图定格在惊恐表情的人头 便冲天起 碰 陈征的身子落地 长刀一甩 血水洒落 他刚才就跟在巴图身后 只是一直在隐匿气息 没有让巴图发现 就是在等他彻底放松心神的一刻 对于杀人 陈征如今越来越得心应手 也知道怎么做 才会让自己更加省力 在确定巴图已经死透之后 陈征这才上前 扒下巴图身上的银铲甲 也不嫌弃 直接穿在自己身上 然后再拎起巴图的人头 原路返回 等陈征回去的时候 徐破天他们的战斗也已经结束 三个部落 组长中了毒 又面对五人围攻 拼死之下 依旧没有翻盘 但呼吃哈尔五人 也赢得并不容易 人人身上都留下了伤口 碰 陈征将巴图的人头丢下 看向徐破天 大哥 人我宰了 徐破天嘴角抽了抽 拿出大哥的派头 点头赞许道 做得不错 陈征黑黑一笑 这人中了毒 又被呼吃哈尔打了一拳 本就是强弩之末 我追了没多久 他就自己倒了 基本没费什么力气 这话 自然是解释给其他三个汉匪听的 他们对于陈征的话也没怀疑 看见巴图的人头 松了口气 大笑道 徐破天 你这小弟实力不弱呀 徐破天点头 那是当然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开脉 他要是弱了 之前也不可能跟我一起逃出来 好了 该回去了 呼吃哈尔深吸一口气 捡起一把大刀 直接将三具尸体的头颅斩下 然后连同巴图的头颅一起拎在手里 转身朝着营地走去 营地中 此时已经乱成一片 呼吃哈尔带来的汉匪们 在呼吃哈尔几人离开后 就按照计划开始游说 在得知事实真相后 本就生性多疑的恶徒们顿时炸了 这些蛮子 竟然没打算带咱们走 该死 一时间 汉匪恶徒们跟四大部族的蛮人 开始对峙起来 但也迟迟没有动手的迹象 直到呼吃哈尔 领着人头归来 喷喷喷呼吃哈尔没有废话 直接四颗人头丢在地上 巴图大人 奇木格大人 该死 呼吃哈尔 呼吃哈尔却根本没看他们一眼 只是看向恶徒汉匪一方 现在他们四个死了 开启阵法的信物在我手上 你们只要杀了其他四个部族的蛮人 我就带你们离开 呼吃哈尔语气强硬 完全不是商量的语气 这让一众匪徒有些不满 一个手握巨斧的光头汉匪冷笑道 我已经信不过你们这些蛮人 宰了你 抢了你的信物 我们不是一样可以离开 呼吃哈尔讥笑一声 你觉得光靠信物就能离开 开启传送阵法 还要有适配的法门 否则一经运转 传送阵会直接炸开 到时候你们连扎都不上 而法门只有我们五个部族组长知道 现在更只剩我一个 你在威胁我 光头汉匪满脸凶悍 呼吃哈尔懒得跟他废话 看向其他人 你不愿意走 那就陪着四个部族一起去死 名额有限 谁杀敌最多 我就带谁走 哄 吃 啊 随着呼吃哈尔话音落下 已经有人动手 一个蛮子直接被砍成两半 谁他妈的说我不愿意走 杀人吗 我最喜欢了 动手的正是光头汉匪 只见他现在脸上笑嘻嘻 完全没有刚才凶悍的模样 好 算你一个 呼吃哈尔直接应下 其他恶徒见状也不再犹豫了 呼吃哈尔已经说得很清楚 只能带150个人走 他们加起来的人数可不止 杀 尤其是后天进的恶徒汉匪们 他们清楚 想要活命 只能拼命 但其他四个部族的蛮人 也不是吃素的 眼看活不成了 一个个也被激发了凶性 跟他们拼了 呼吃哈尔 背叛盟友 你不得好死 冲 两方人马冲撞在一起 喊杀声震天 不消片刻 营地便已经洒满鲜血 断壁残枝随处可见 但呼吃哈尔一方人数更多 高手也更多 占据着绝对优势 四个部族的蛮人灭亡 只是时间问题 陈征混在人群中并未出手 他计算着两方的伤亡 最后还能剩下的 最多还有百十来人 完全符合他一开始的预期 半个时辰后 杀戮停止 此时还能站着的人 基本各个浑身浴血 地上满是尸体 篝火早已熄灭 此时 天空乌云散开 有惨白的月光洒落 映照着地面愈发恐怖 这一站 呼吃哈尔这边 折损了近五十人 其中还有一位开脉镜 蛮子那边 包括四位开脉镜 近百多人 全部战死剩下的 连同呼吃哈尔 自己部族的战士在内 还有近十位开脉镜 外加近百人后天镜 呼吃哈尔 剩下的人 你完全可以带走了吧 有人出声询问 呼吃哈尔深吸一口气 满脸认真道 这是当然 那还要猎杀名单上的 大乘天骄吗 光头汉匪扛着巨斧 皱眉问道 呼吃哈尔摇头 不用 人数不够 时间也不够 咱们剩下这些人 对上那些大族天骄 除了高端战力外 已经不占据任何优势 文言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他们也不想再继续拼杀了 什么时候出发 有人迫不及待问道 呼吃哈尔笑道 就现在 不过得先打扫战场 他命令众人 收集尸体上的血色名牌 还有这些狗牌子干什么 有人不满道 呼吃哈尔解释道 没有这些名牌 怎么跟无极侯的使者们谈判 你们觉得 他们会轻易放我们离开 众人这才行动起来 呼吃哈尔 则是偷偷找到陈征 兄弟 无极侯的人 要不咱们 就别杀了吧 呼吃哈尔 一脸诚恳地劝道 反正开启阵法的钥匙咱们有了 法门我也清楚 只要再将这些血色名牌交给他们 即便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 想来他们也不敢太过逼迫我等 如今只要回到北蛮 呼吃哈尔就是最大的赢家 他实在不想再继续冒险 不行 陈征冷声拒绝 与其暴虐道 他们敢算计我 我必杀他们 呼吃哈尔还想再劝 却见陈征满眼讥讽地看来 还有 你真以为不杀了他们 你能安安稳稳地 享受那些战利品吗 呼吃哈尔不解道 什么意思 陈征吃笑一声 你以为无极侯的便宜那么好战 你没完成他交代的事情 还忤逆了他们的命令 还想带着他们给他报仇走 就算他们迫于压力 放咱们走了 后续等 咱们回到北蛮 你能保证 他们不报复 呼吃哈尔心中一沉 陈征继续道 但只要杀了他们 做到真正的死无对证 真相如何 还不是任凭咱们自己编造 无极侯便是所有怀疑 但只要没有证据 也奈何不了我们 这 呼吃哈尔还在犹豫 陈征轻飘飘抛下一句 当然 只要你愿意放弃 那批灵药灵财 无极侯那些人 应该也不会再继续追究 咱们也不用跟他们拼命 不行 呼吃哈尔断然拒绝 他冒死过来 归根结底 就是为了那批灵药灵财 如今都只剩下最后一步 他怎么可能放弃陈征露出笑容 所以 咱们跟那无极侯的人 注定只有一方能活 更何况 你不觉得 现在咱们的人数 还是太多了吗 这么多不服管教的家伙 跟你回了北蛮 就真的能全部听你命令 按我的意思 但他们未必愿意继续拼命 陈征淡笑道 你忘了 你手上可只有四条人骨手链 无极侯那些家伙 不交出第五条来 你们走得掉 最后一条不是在你 呼吃哈尔话到一半 骤然一惊 对啊 这件事情 除了他知道 可没人知道 他只需要用血色名牌 去换人骨手链 无极侯那些使者 注定拿不出来 那么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 开战 懂了 陈征露出笑容 懂了 呼吃哈尔点了点头 看着陈征平静的眼神 就已经谋算到了这一步吧 如此心计 算计 真能为他所用吗 呼吃哈尔心有疑虑 但是已至此 他已经全无退路 既然懂了 那就去做吧 记住 眼计真一点 别露线 眼看就是收获成果的时候 你应该也不想功亏一篑吧 陈征上前拍了拍 呼吃哈尔的独臂 但笑道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 但只要去了北蛮 在你的地盘上 你还担心 我会害你不成 那时候 你我只有合作 凭借你的身份跟势力 还有我的脑子 何愁大事不成 呼吃哈尔 被说得心潮澎湃 点头道 好 等回了北蛮 我一定封你为大测试 地位仅在我一人之下 你我同心 必然能开创一番霸业 不管心里怎么想 此刻他也只能表现出 对陈征百分百的信任 毕竟自己的小命 都还在人家手里攥着 敬酒不喝 难道等着喝法酒 陈征闻言笑了笑 好说 很快 战场便打扫完毕 收起来的名牌 都被用一个大袋子装好 你来扛 呼吃哈尔将袋子交给陈征 一行人便朝着湖泊的方向出发 路上的时候 陈征悄悄离开一趟 将血色名牌藏好 然后又往袋子里面装了不少石头 光从外形上看 倒是也没差多少 更无人怀疑 密林深处 山崖上 闭目养身的迪红睁开眼睛 负责警戒的碑刀少年 从树上落下 其余两人也朝着这边靠拢 有人来了 碑刀少年说道 是阿鬼吗 碑枪少年皱着眉头 从白天等到黑夜 都没等到阿鬼过来 几人心中也产生了些许不安 不会真出事了吧 或者跟那些蛮子起了冲突 配见天骄神色间有些烦躁 我早就说了 他的性格不适合做这种事情 就不该带他进来 是什么人 狄红看像背刀少年 背刀少年笑道 听动静 人数不少 应该是那些蛮子 我觉得阿鬼可能跟他们在一起 以他的性格 参与受敛倒也不意外 听见背刀少年的解释 剩下两人倒是脸色好看不少 唯有狄红眉头微醋 不对 三人一正 什么不对 时间不对 狄红面露疑惑 按照我的推算 如今黑夜 正是他们狩猎的好时候 但除非名单上的那些家伙 刚好聚在一起 又恰好被他们遇到 大战了一场 否则狩猎不会这么早结束 在另外三个黄城天骄的注视下 狄红得出结论 要么 就是那些名单上的天骄 提前得到情报 所以聚集在一起 然后被这些蛮子剿灭 要么 就是这些蛮子毁约了 三个黄城天骄不由皱眉 这些蛮子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过来 东西都没到手 应该不会犯传才对吧 那批物资 虽然藏在山林间 但具体位置 只有他们五人知道 所以 哪怕将人骨手串 提前给了那些蛮子 他们也完全不担心 这些蛮子会反悔 狄红摇头 不清楚 先隐蔽身形 看看具体情况再说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要冒头 好 三人硬下 然后便各自分散藏好 唯有目光 朝着下方唯一的入口看去 到地方了 什么事发生 也让恶徒汉匪们松了口气 呼吃哈尔 无极猴的使者们呢 快让他们出来 这鸟地方 老子是一刻不想多待了 没错 赶紧完成交易 他们算计我们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不追究了 一群人大声叫道 山崖上 看着如此众多的恶徒汉匪 却不见其他四个不足的蛮人 狄红目光微宁 果然出问题了 你们藏好 我先去看看情况 见识不对 保命为重 狄红朝着三个同伴的藏身处 摆了白手 然后纵身一跃 哄 碰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恐怖的冲击力 直接在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什么人 呼吃哈尔等人一惊 纷纷戒备 呼吃哈尔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其他人呢 狄红缓缓站起身子 开脉进二重的气势 尽数绽放 恐怖的威势 直接让一些后天境汉匪 喘不上气来感受到这股威压 隐藏在人群中的陈征 面色威名 这狄红的真实战力 绝对不止开脉进二重 看见狄红冰冷的眼神 呼吃哈尔心头一颤 但想到陈征的交代 他还是咬牙挤出笑容 尊贵的无疾猴使者 事情出了一点小小的变故 呼吃哈尔正要解释 得到受益的徐破天冷声笑道 呼吃哈尔 跟他废话什么 小崽子 你联合这些蛮子 想要杀我们 只可惜 这些蛮子不顶事 反被我们给宰了 你服不服气 其他汉匪也是发出哄笑 狄红紧了紧拳头 看向呼吃哈尔 韩生道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呼吃哈尔苦笑一声 事情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 您看我这条手臂 若非还有些价值 恐怕也没法活着 来见你了 不给狄红继续发问的机会 呼吃哈尔便接着道 如今情况有变 名单上的人 我们是杀不了了 但其他四个不足的名牌 我带来了 你只要按照之前的约定 放我们走 我们就把这些名牌交给你 一旦我们离开 其他大城添交 也没了获得名牌的可能 你依旧可以包揽所有的名额 如何 狄红沉默 虽然没能干掉 其他不听话的家伙 但能完成主要任务 倒也可以接受 陈征拎着布袋上前 压错了声音说道 那些名牌就在这儿 你们把承诺的那批物资给我们 再把最后一串人骨手链交给我们 看在无机猴的面子上 你们算计大家的事情 可以一笔勾销 本来已经打算妥协狄红皱起眉头 什么人骨手链 那东西 我的人不是早就交给你们了 在他的理解中 他们的谋划既然暴露 阿鬼又一直没回来 那就肯定是被这些汉匪干掉 人骨手链自然也待在他们手里 什么意思 你不想给 陈征寒声道 大家为了活命 可以忍 但你要是不给大家活络 那就都别想活 在陈征的鼓动声下 不少人看向狄红的眼神 都犯起了杀意 使者 你还是把东西交出来吧 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大家都只是想要活命而已 呼吃哈尔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狄红眉头皱得更深 我说了 我们五人 人骨手链一人带着一条 已经分别交给了你们五个部族的组长 呼吃哈尔摇头道 巴图根本没有见到使者 他手里没有人骨手链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泄露了消息 破坏了计划 我没找你算账 就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狄红语气淡漠 不管这呼吃哈尔说的是真是假 狄红都不在意 反正打清狄里 狄红就没瞧得上过这些蛮子 而且这些家伙看他的眼神 让他很不爽 他是无极猴弟子 新一代皇城天骄魁首 这些臭鱼烂虾 也配质问自己 把东西给我 狄红看向陈征 语气不容置疑 你是在搞笑吗 陈征失笑一声 身后其他人也是怒目而逝 他们被这些皇城天骄算计 心里本就不爽 现在狄红又是这个态度 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条开启传送阵的钥匙 还在这些皇城天骄的手上 若是拿不到 他们就走不了 走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干你娘 真的我们是你捏的 小崽子 不把东西交出来 你今天别想走 干脆抓住这小子 把东西抢过来 就是 咱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 一时间 恶徒汉匪们都躁动起来 而看见这一幕 狄红只是冷笑 一群土鸡娃狗 你们觉得自己留得下我 话落 哄 狄红身形飞掠而出 黑发飞舞 恐怖的速度 带起一阵汹涌气浪 顷刻之间 狄红便已经出现在陈征身前 神色冷漠 一掌轰出 隐隐有气浪轰鸣 陈征抬手格挡 碰 两掌香蕉 陈征顿时横飞而出 掉进湖泊之中 他手中带子 也落入狄红手中 得手之后 狄红也不理会其他人 身形朝着山崖飞跃而去 几步之间 便登上了山崖半腰 其他人这时候 才反应过来 马德 那小崽子要跑 拦住他 不能让他跑了 不然 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此刻 便是那几个开脉金汉匪也坐不住了 纷纷出手阻拦 一大群人朝着狄红追去 只有狐驰哈尔落在最后 着急地朝着湖泊看去 兄弟 没事吧 别人不知道 他却清楚 最后的钥匙就在陈征身上 陈征要是出了问题 那才真是完蛋 别叫 陈征冒出头来 皱眉道 跟着追 那口袋里面没有名牌 无稽猴的那些人不会跑 哦 是 狐驰哈尔 见陈征安全 便也朝着山崖追去 陈征跃出水面 揉了揉有些发麻的手臂 心中惊讶 这狄红果然不是一般添骄 那随意一掌的力道 便已经有开迈进三重的水准 很明显 这狄红也具备越级战斗的能力 属于真正的添骄 还好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硬拼 陈征心中庆幸 皇城其他四人他都不拒 但这狄红 正面硬拼 他还真未必是对手 驱狼吞虎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现在 他还需要一些见证者 陈征看了山崖一眼 并未跟上 而是选择原路返回 与此同时 丛林间 二十几道身影正在穿行 领头之人 一头宛如烈阳般的火红头发 在月光的照射下 即便是黑夜 也极为显眼 东方兄 咱们这方向 确定正确吗 一路过来 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在他后方 一记轻衣的白星出声问道 在他身旁 还有另外两位大臣 开麦境天骄 朱瞳等人 则是跟在更后面 虽然不见人影 但一路过来的痕迹 你们也看见了 不会有错 领头之人 正是东方无缺 不过 身后这些人 都是在灭杀名单上的人 咻 一阵破空声传来 东方无缺头颅微偏 便躲过了丢来的石子 谁 我 黑暗中传来回应 东方无缺愣了一下 立刻反应过来 只是不等他开口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跟我来 你们继续前进 东方无缺回头交代一句 便飞身 找着声音的方向追去 跑出一段距离 前方身影才终于停下 陈征回头笑道 东方兄 没想到你已经突破了开麦境 可喜可贺 见真是陈征 东方无缺也松了口气 笑道 侥幸罢了 在得到朱通带回来的消息之后 东方无缺便当机立断 吞服了早就被好的开麦单 完成了最后突破 不到开麦境 他实在没有安全感 陈征不再废话 将前面的情况说了 你等无需参战 只要等到两边打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进行收尾即可 我只有一个要求 皇城那几个 必须死在这里 陈征杀意凛然 这是当然 东方无缺点头道 他同样也在猎杀名单之上 三百位后天镜 还有二十多个开麦境 真要联合起来猎杀他们 他们这边又是一团散沙 恐怕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我这边只找来了二十几人 不过三个开麦境天骄都叫来了 东方无缺也说了一下自己这边的情况 陈征听后笑道 有这些人收尾已经足够 准备行动吧 说定一些细节之后 两人便各自分开 东方无缺回到队伍 不等其他人问便直接道 最新消息 皇城大几个 已经跟那些恶徒汉匪拼杀起来 咱们注意隐藏 正好做个黄雀 白星惊讶道 他们不是在合作吗 怎么会内讧 东方无缺没有暴露陈征 诞生道 信我的 就按我说的做 不信的 可以现在离开 不过诸位 要是还对排名感兴趣 就跟我走 说吧 东方无缺加快了速度 如同四人连忙跟上 跟上 白星一群人犹豫一番 还是咬牙追去 虽然事情有些蹊跷 但万一是真的呢 山崖上 其他三位皇城天骄现身 狄哥 什么情况 怎么打起来了 冷声道 计划有变 先走 事情蹊跷 但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 事后可以慢慢再查 至于这些臭鱼烂虾 他倒也不怕他们乱说 毕竟没有证据 要是仅凭一群恶徒的污蔑 就能扳倒无缉猴 那也太小看无缉猴的分量了 闻言 背刀少年三人也不多问 转身朝着丛林跑去 但还没跑出多远 背刀少年骤然站定 他看着手中打开的袋子 面色难看到 狄哥 这里面都是石头 什么 狄红三人连忙止步 狄红几步上前 拿过袋子一看 神色间多了几分狠力 这群臭虫 竟然敢耍我 说话间 身后的脚步声 犹如急促的大雨 正在飞速逼近 呵呵 跑啊 你们怎么不跑了 几个小崽子 敢算计我们 真以为你们是无鸡猴的人 老子就不敢动你了 人死鸟朝天 你不给我们活络 那你们就跟我们一起 下地狱 把东西交出来 一个个恶徒冲破丛林 恶狠狠地看着狄红四人 狄红眯起眼睛 心中有杀意流转 碰 他一把将带子 连同石头甩到地上 寒声道 名牌在哪 趁我还有耐心 你们最好交出来 狄红身后 三位皇城天骄 同样面色冰寒 身上气息绽放 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汉匪们看着气势汹汹的四人 不由愣了一阵 随即气急而笑 这小崽子 还找我们要起东西来了 好好好 看来 你们是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找死 恶徒汉匪们 骂娘声不绝 听得狄红四人皱眉不已 看着这一处急发的局势 徐破天怒声道 小崽子 你把我们辛辛苦苦 收集起来的名牌抢了 现在还往里面装满了石头 反过来质问我们 怎么 你们是觉得 那些名牌不够用 又打上了咱们的主意 老子就怕你没命哪 文言 恶徒们看向狄红四人的眼神都变了 煞其欲重 那袋子里的名牌 可是他们亲手收集的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变成了石头 要说不是这几个小崽子搞的鬼 他们都不信 我懂了 这些人 压根就没想过 要放我们走 就是 还非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别说了 既然不给 那我们就自己抢 恶徒们的情绪愈发躁动 眼看时机成熟 徐破天怒吼一声 杀 徐破天一马当先地冲出 其他人受到感染 也纷纷冲杀而出 他们本就是亡命之徒 不缺拼命的血性 请客间 人潮便将狄红四人吞没 见此 狄红也丝毫不慌 向我靠近 只听他冷喝一声 背刀少年三人 立刻向他靠拢过来 四人背对着背 各自镇守一方 狄哥 怎么说 背刀少年已经抽出长刀 身上杀意十足 剩下两人 也在等待狄红的命令 狄红冷笑一声 既然他们不老实 那就拿他们的命来抵 他当才选择逃跑 只是不想浪费力气 跟这些臭虫纠缠 可不是因为他怕了 杀 狄红双掌齐出 气浪宛如海啸一般 直接抱成一团烂肉 血水洒满天地 哄 残余的力量 冲击到身后其他人身上 顿时引得一阵痛苦哀嚎 其他三个皇城 天骄也不含糊 动手之间便有命运 以四人为中心 方圆一米之地成为死地 只要有汉匪靠近 就会被瞬间搅碎 一群垃圾 还真以为人多有用 背刀少年嘲讽笑道 看着满地的尸体 汉匪们惊目不已 这四个太强了 后天镜对上他们 根本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办 恶徒汉匪们陷入了僵持 狄红四人却主动出击 开始收割众人性命 此时 呼驰哈尔正好赶来 剑撞连忙招呼 开麦镜的一群汉匪 一起上 否则咱们都活不成 本来近百多人的队伍 现在只剩下了一半 开麦镜的在摸鱼 后天镜的汉匪们 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一直拿命去填 一旦人心散了 只会被狄红他们各个击破 开麦镜的汉匪们 也懂这个道理 刚才不出手 也是因为想消耗一下 狄红他们的体力 当然不会真的找死 上 拎着重拂的汉匪 第一个冲出 直奔背刀少年而去 其他开麦镜汉匪 见状也是紧随其后 这种时候 谁要是在耍小心思 那大家就真的得完蛋 包括断臂的呼驰哈尔 以及徐破天在内 一共十一位开麦镜一重 朝着狄红四人围杀而去 联合的威势 犹如乌云压顶 除了狄红脸上 依旧云淡风轻 背刀少年三人脸上 都多了几分凝重 后天镜的汉匪们 连忙退开 给胡斥哈尔他们腾出空间 此时 陈征已经跟了上来 但他并未现身 而是躲在暗处 目光一直锁定在狄红的身上 眼中闪烁着杀意 其他人都不足为惧 最大的变数 就在这狄红身上 此人的实力 在场上 完全是断层的级别 陈征很清楚 单靠这些恶徒汉匪 根本不行 他必须找准机会 一击必杀 另一边 东方无缺一众添骄 也已经偷偷摸了上来 他们躲在暗处 观察着远处的战场 还真内红起来了 东方兄神算 哈哈 四对十一 狄红那几个 死定了 白星等人 看着远处局势 心中不由振奋 东方无缺 却没有众人那般恶观 皱着眉头 盯着人群中的狄红 能被父亲称作妖孽的家伙 恐怕没这么容易死 他念头刚落 便见狄红面对 朝着自己围杀而来的 三个开脉镜一重 讥讽一笑 一掌拍出 汗衫 这一掌不快 却极重 掌位置 三个围杀狄的开脉镜汗匪 便感受到 一股让人窒息的压力 落在身上 在他们眼中 狄红这一掌 仿佛在无限变大 一时间心神都被震慑 等他们挣脱这股气势威压 恐怖的冲击力 已然落在他们身上 不 三个开脉镜汗匪 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碰 足以催精断食的恐怖劲气 在三人身上炸开 三人胸前 顿时蹦射一团血花 口中鲜血狂勇 身子宛如死狗一般飞出 落在地上没了动静 一招 灭杀三人 原本还信心满满的汉匪们 只感觉心头被人狠狠踩了一脚 忍不住剧烈颤抖 原本凶悍的气势 也为之一致 狄格威武 背刀少年大笑一声 抓住汉匪们这一瞬间的破绽 可见骨的伤口 连忙神色惊慌地退开 枪忙跟剑光也随之绽放 将剩下的人逼退 狄红以四人之力 逼退了八人 还斩杀了三人 无敌之事 不仅镇住了一众汉匪 就连躲在暗处 准备当黄雀的东方无缺等人 都忍不住平住呼吸 一副震动不已的样子 妖念 父亲说的没错 这才是真正的妖念 东方无缺苦笑不已 本来突破了开脉镜 他自认已经有了 跟父亲嘴里妖孽对抗的资本 现在看来 自己是想多了 东方兄 看来咱们这个黄雀 也不好当啊 那狄红不死 咱们怕也不够他杀的 白心面色难看 剩下两位开脉镜天骄 同样面露畏惧 其他后天镜 自然更不必多说 东方无缺 心中一沉 如此状态下 这些人战力时程 恐怕也只能发挥出五成 众人都被狄红展现出的 惊人战力震慑 唯有躲在暗处的陈征 眼睛一亮 他看得很清楚 那狄红虽然表现得十分强势 但刚才那一掌打出的瞬间 他身上的气势 明显泄了许多 只不过硬挺着 才没被人发现 这狄红很强 但也不是不能战胜 陈征心中一定 呵呵 你们刚才不是很狂吗 再继续叫啊 背刀少年 看着被镇住的汉匪们 毫不留情地嘲讽道 汉匪们敢怒不敢言 狄红此时却没有再继续动手 冷声道 诸位 把你们藏的名牌交出来 我就放你们离开 呼持哈尔目光闪躲 不停地看向四方 寻找着陈征的身影 狄红的强大 实在超乎意料 他希望陈征可以站出来 结束这场争端 眼看无人应声 狄红神色欲冷 你们就这么想死 明明是你不给我们活络 一位开脉禁汉匪 忍不住应声 但凡能走 谁又愿意拼命 狄红皱眉道 我说了 人骨手链我这里没有 而且我还有个同伴 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 应该是死在了你们手上吧 没有 呼持哈尔摇头 狄红挑眉道 好 就算你们没有 但现在 你们把名牌交给我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你们去找剩下的人骨手链 总还有一线生计 汉匪们有些动摇 他们觉得 狄红既然有灭杀他们的实力 或许没有欺骗他们的必要 呼持哈尔 是不是真的搞错了 人忍不住问道 呼持哈尔强称道 那这些石头 你怎么解释 我们确实是将名牌装里面了 不可能是石头 狄红不耐烦道 我拿到的 就是石头 两方陷入僵持 眼看形势不妙 陈征从暗中走出 来到呼持哈尔身后 大声道 大家别被他骗了 刚才那一掌 耗费了他不少力量 他现在只是在拖延时间恢复而已 等他恢复了 大家都得死 狄红看向陈征 面露诧异 是你 这人接了自己一掌 竟然没死 而且他记得自己手上的袋子 就是从陈征手上拿来的 是你掉的包 狄红目光一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眼前之人 给他一种熟悉且厌恶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征吃笑一声 身形一闪 腰间长刀出鞘 血亮的刀光宛如半月坠落 问 空气刚鸣 找死 狄红冷吓一声 一掌猛然拍出 啪 气浪炸开 恐怖的冲击力 朝着陈征撞去 却被陈征一刀斩破 但陈征也不好受 身形亮腔的后退 但终究毫发无损 让众人震惊不已 一个后天静 竟然正面挡住了狄红一掌 但等他恢复之后 死的就是咱们 陈征大声叫道 徐破天连忙响应 难怪这小崽子愿意停手 原来是怕咱们看出破绽 说是放咱们走 指不定咱们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恢复元气 又来追杀咱们 呼吃哈尔心中叹息 面上也只能配合 没错 这些家伙 骗了咱们一次又一次 不能再相信他们了 在徐破天跟呼吃哈尔的鼓动 还有陈征的现身说法下 一众汉匪原本熄灭的杀鸡 再次燃烧起来 比起狄红这个 想杀他们的外人 当然还是陈征这个 自己人更可信一些 毕竟大家才是一条 绳上的蚂蚱 一时间 林间的气氛 再次紧张起来 呵呵 跟你们一群蠢货浪费口舌 实在是白费力气 罢了 你们既然这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狄红声音冷冽 杀气肆意 耐心已经到达极限 他的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尤其是你 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 他有预感 那些消失的名牌 必然在这混账手里 说不定这些变故 也都跟此人有关 陈征用压粗的嗓音嘲笑道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话落 陈征看着徐破天一眼 徐破天咬了咬牙 独臂手握钢刀 怒吼着朝狄红冲杀而去 分三个人拦住另外三个 剩下的都给我攻这小崽子一人 动了杀心后 这些恶徒汉匪们的执行力 倒也不必差 杀 动得快的 直奔另外三个皇城天交而去 慢一步的 嘴里虽然在骂娘 但也朝着狄红攻去 狄红神情冷冽 那一掌杀招 他的确用得比较勉强 但并不代表 他只能打出一掌 那就死吧 狄红双掌齐出 汹涌的气浪在他身上汇聚 恐怖的威压 宛如天崩一般 被这股气势笼罩 徐破天四人不由一惊 这特么的能叫强弩之末 四人身后 陈征隐秘身形 手握长刀 蠢蠢欲动 徐破天四人虽然惊惧 但都没有后退 上 别怕 怕只会死得更快 四人怒吼着 顶着压力 同时攻了上去 刚才那三人 就是因为被狄红震慑了心神 才死得那么快 他们可不会再不后尘 而且狄红给他们的压力 也的确没有刚才那么强了 看来他真的消耗不小 呼持哈尔大声叫道 给众人打气 徐破天也道 只要撑过几招 这小崽子后继无力 他必死无疑 剩下两人咬牙回应 好 四人皆是用出了权力 各施手段 朝着狄红攻去 狄红听见四人叫嚣 脸上露出冷笑 撑 你们觉得自己撑得住 随着话语声落下 狄红掌力 瞬间再次加强几分 两方力量冲击在一起 泛起一阵汹涌气浪 向着四方激荡 呼持哈尔四人被直接逼退 只感觉浑身刺痛 但终究扛下了这一击 哈哈 继续 这小子撑不了多久的 宰了他 大家都有活路 杀 没有伤亡 四人顿时信心大增 怒吼着 再次朝着狄红冲去 狄红面上多了几分苍白 目光愈发阴沉 得想个办法才行 正面硬刚 以一敌四 对于他来说 还是勉强了一些 他也不过才突破开迈进 二重没多久 虽然有着越级战斗的能力 但持久力不足 来 狄红冷喝一声 第一次脱离了四人小队 选择主动出击 他一身气势跋升到极限 恐怖的威压 让呼叉哈尔四人心头一颤 死 蕴含杀意的声音乍响 四人回过神来 发现狄红不再同时攻击四人 而是选中了四人中 气息最弱的开脉 进进汉匪 救我 杀意笼罩之下 汉匪不由惊呼 其他三人见状 连忙围杀而去 想要逼迫狄红后退 但狄红看也不看一眼 只是一掌挥出 哄 汹涌的气浪 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顿时将三人逼停了一瞬 也就在这一瞬之间 狄红身形一掠 化作一道残影 出现在被震慑的汉匪身前 蕴含着强悍尽力的一掌 也朝着汉匪心口轰然落下 汉匪连忙举起 手中狼牙棒格挡 砰 狄红掌镜轰击到狼牙棒上 狼牙棒几乎瞬间脱手 汉匪惨呼一声 而狄红掌镜不减 落到汉匪心口 咔 只听一阵筋骨断折的声音响起 汉匪瞪大了眼睛 一口烟红鲜血喷出 几乎瞬间毙命 汉匪失身横飞而出 砸进了丛林之中 但狄红眼中杀意不减 还不够 狄红唇舌紧咬间 又提起一股气 身形扭转 朝着身旁另外一个开脉镜汉匪冲去 几乎在瞬间落位 两人相隔只有不到半米 汉山 气浪升起 狄红又是一掌轰出 恐怖的杀意将汉匪笼罩 被震慑心神的汉匪 这次竟然连阻挡的动作都做不出 布满血色的双眼 充斥着惊恐 张大了嘴巴 似乎想要求饶 住手 该死 呼吱哈尔根徐破天反应过来 想要去救 但可惜 晚了 碰 胸骨断裂 心脏粉碎 已然失去生命气息的汉匪 横飞而出 杀鸡再次笼罩到了 呼吱哈尔根徐破天身上 二人顿时像是受了惊的老鼠 身形一顿 慌忙退开 狄红转过身来 脸色欲显苍白 但神色狂傲至极 一群垃圾 不是要我的命吗 来拿呀 呼吱哈尔两人脸色难看 虽然看得出来 狄红此刻状态不佳 但徐破天跟呼吱哈尔 已经没有了动手的胆性 谁能确定 狄红就没有余力再杀一个 另一边 发现自己这边捡员两人 本就被被刀少年三人压制的三个汉匪 顿时方寸大乱 死 被刀少年三人抓住机会 立刻一声 潜力在瞬间爆发 三人配合无剑 刀光 剑光 枪芒 宛如烈焰绽放 是 血光剑舍 本就受了轻伤的巨斧汉匪 没有了上次的好运气 身子直接被砍掉一半 内脏掉落一地 剩下两人也伤得不轻 仓皇退开 恶徒一方 如今只剩下四个开脉镜 皆是伤残 局势俨然已经逆转 丛林高地 白星等人无比震撼 这狄红 真是怪物 赢不了的 咱们还是退吧 保命为重 没错 没必要跟他们死斗 汉匪一方败亡在即 白星等人 被狄红强势表现震慑 战意全无 唯有东方吴缺一人 脸上泛起兴奋 沉声提醒 准备动手 啊 白星等人傻眼 一脸茫然地看着东方吴缺 东方吴缺目光灼灼 继续道 一会儿狄红身死 我们就冲出去 白星等人更猛了 死 谁死 那狄红怎么可能杀得死 靠那群汉匪吗 他们自身都难保了 东方兄 你清醒一点 众人忍不住开口 东方吴缺懒地解释 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战局 而他的视线 其实一直在陈征身上 而之所以 有底气说出这样话 是因为 陈征动手了 丛林间 把东西都交出来 狄红看着被震慑住的汉匪们 心中松了口气 拖延着时间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便能恢复体力 到时候再联合三的同伴 将这些臭鱼烂虾都给宰了 将自己逼到这般狼狈境地 他必须让这些混账付出代价 就在狄红心神松懈的瞬间 一道身影宛如鬼魅 猛然从呼叱哈尔雄壮的身躯之后窜出 出手的正是陈征 他当才一直靠着四个开脉镜 隐藏身形 降低存在胆 等的 就是现在一刻 呼叱哈尔他们被吓住 他可不会 陈征看得分明 此刻正是狄红最虚弱的时候 杀 陈征身形一闪而至 手中叙事已久的一刀 轰然落下 刀光如电 风浪滚滚 宛如雷鸣炸链 恐怖的杀意将狄红笼罩 狄红先是一惊 等看清出手的是陈征后 又不由气笑 又是你 一个后天静 竟然也敢偷袭自己 你要找死 我就成全你 静气鼓动 狄红一掌拍出 虽然远不及刚才两掌 但声势依旧害人陈征神色平静 只有手中长刀 威势欲重 风雷斩 宛如晴天霹雳 只听风雷声动 刀光绽放 隐隐有紫芒闪烁 凌厉的刀气 让狄红心头一寒 这是后天静能展出的力量 狄红神色微凝 心中震动 但这还没完 只见陈征浑身清净暴起 气血涌动间 声浪如潮 炙热的气血之力 宛如轰炉一般 将狄红笼罩 陈征手中长刀 仿佛都蒙上了一层血色 杀 陈征怒喝一声 精神力量翻涌 将狄红牢牢锁定 杀时间 狄红感觉自己像是陷入沼泽 无法自拔 意识都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不好 狄红心头大惊 但等他回过神来 刀光已经尽在咫尺 不 狄红满脸猙獰 眼中不满了不甘 若是他全胜时期 接下着一刀不说轻松 但也绝对没有问题 但此刻他浑身尽力已经耗尽 精神更显疲态 一身实力已然去了一半 即便捕捉到了陈征的刀光 却也有心无力 是 没有意外发生 长刀入肉 鲜血飙射 狄红一只手臂冲天起 刀光不剪 继续从狄红 脖梗间划过 狄红瞪大了眼睛 张嘴想要惨叫 但喉咙出的破口 根本让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鲜血咕咚直冒 碰 狄红失手倒地 鲜血蔓延开来 脸上由自定格着不甘之色 一刀得手 陈征身形不停 脚踏鬼影七步 掠出一道残影 瞬间来到背刀少年身后 此时狄红咒死 三个黄成天骄 都处于震惊之中 死 只见刀光闪烁 背刀天骄顿时汗毛直立 心中涌起无限寒意 同为用刀之人 但慌乱之下 他却根本捕捉不到 眼前这人出刀的诡计 只能眼睁睁看着 刀光在眼前炸开 吃 背刀天骄 不满惊恐的头颅冲天起 碰 无头尸身坠地 套 此时 剩下两位黄成天骄 才反应过来 惊叫出声 两人宛如丧家之犬一般 朝着丛林传窜去 神色苍皇 再没有一开始那般狂傲姿态 陈征全力之下 连斩两人 也感觉身体传来撕裂之痛 他深吸一口气 如今吸水 风声烈烈 声势害人 追 感觉身体得到缓解 陈征低贺一声 身形化作残影 朝着两个逃跑的黄成天骄追去 他视线余光 已经看到东方无缺等人 冲杀而来的身影 徐破天跟呼叱哈尔愣了一瞬 随即立刻跟上 等剩下的人反应过来 三人身形早已走远 他们正要追 杀 看着冲杀而来的大成天骄们 本就是强弩之末的汉匪跟蛮人 顿时慌张不已 但还未等他们逃命 二十几位天骄已经形成战圈 将他们围死 烈阳 东方无缺力喝一声 浑身静气宛如烈焰挣腾 一拳轰出 全忙所致 空气都被灼烫的扭曲 来不及抵挡的开脉镜汉匪 直接被一拳锤抱了心肝 满脸鲜血的倒飞在地 最后一个开脉镜汉匪 也根本没挣扎几下 耗费什么力气 便将全部恶徒蛮人灭杀 看着满地的尸体 大成天骄们脸上都有些茫然 就这么简单 有人忍不住感叹 东方无缺朗声道 收视战局 大家先将名牌收集起来 然后再找地方分配 我提醒诸位一句 谁敢私藏 别怪我下厮手 文言 众人都是兴奋起来 嘴里连说 不会 除了东方无缺自己人 其他大成天骄 包括三个开脉镜在内 心中对东方无缺 都有些发自内心的忌惮 从组织他们 到现在收尾 所有的一切 仿佛都在东方无缺意料之中 这由不得他们不多想 但好奇归好奇 他们也没有 要探究的意思 毕竟知道的他太多 未必是好事 有好处拿 就够了 打扫完战场 众人一共收集了 121枚血色名牌 可惜不知道 剩下名牌的下落 是啊 若是能将其他名牌找到 前三十的位置 便肯定被咱们包揽 再无错落的可能 还跑了几个 要不要去追 众人一脸跃跃欲试 你们反而不怕了 他的话就像是一盆凉水 让众人瞬间冷静下来 白星点头道 东方兄说的没错 咱们虽然得不到那些名牌 但别人也得不到 前三十的位置 依旧是咱们的 没有必要再去冒险 其他人纷纷应声 走吧 找个地方 咱们看看 这些血色名牌 该怎么分 东方无缺转身离开 至于陈征那边 连狄都死了 自然用不着他来担心 丛林间 狄哥死了 咱们该怎么向侯爷交代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妖孽如狄红 竟然会死在这里 还是死在了 他们根本看不上眼的 臭鱼烂虾手里 精神恍惚间 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杀鸡临近 蹭 只听一声刀银灵力的刀光 从两人身旁的茂密树丛中 绽放而来 森寒的刀气 让两人不自觉一颤 本就经历了恶战 再加上心神失守 两人一时间 竟然做不出有效的防护 仿佛吓傻了一般 眼睁睁地看着刀光 在眼前绽放 下一刻 雪花见射 两具尸体倒地 扬起一阵碎叶 陈征从藏身处走出 在二人尸体上摸索一阵 找到了一张地图 地图上正是这片山林的样貌 还有一处地方被做了标记 应该就是那批物资的藏匿地点 陈征将地图收好 徐破天跟忽迟哈尔 才姗姗赶来 兄弟 大成天骄们杀来了 咱们的人应该都死光了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忽迟哈尔脸色难看 陈征目光淡然 你们两个 只能活一个 忽迟哈尔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你 是 他话音未落 一柄钢刀从他胸前穿过 抱歉了 忽迟哈尔 徐破天冷漠的声音响起 静力涌动间 直接将忽迟哈尔一分为二 他上前捡起忽迟哈尔 化作血色的名牌 满脸谦卑地送到陈征面前 公子 我想活 看着满脸产妹的徐破天 陈征眉头微调 你就这么把他杀了 徐破天一愣 公子 不是你说的 只能活一个吗 陈征诞生道 但开启传送针的法门 只有他知道 你现在又该怎么活 你不会真的以为 轩灵院会放你活着离开吧 文言 徐破天却是松了口气 笑道 无妨 开启传送针的法门 我早就从他身上拿到了 他还以为 陈征是不想让他活呢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兽皮 上面写满了蛮纹 陈征看了一眼 如鬼画符一般 根本看不懂 所以认得他们的字 又恰好会一点下九流的手段 这张兽皮 我看呼吃哈儿宝贝的紧 就悄悄偷来了 没想到 正好是那传送针的法门 他看见陈征似笑非笑的表情 心中一惊 连忙道 这东西 我也刚弄到不久 本来就想献给公子 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行了 陈征挥手将他打断 就算徐破天想藏着 陈征也不在意 毕竟这东西于他而言 并无用处 陪我走一趟 陈征掏出地图 确定了方位后 便快步离开 徐破天连忙跟上 大概半个时辰后 两人出现在一处山崖脚下 就是这里了 陈征掏出地图确认了一遍 便沿着山崖寻找起来 徐破天也知道 陈征在寻找什么 即便知道那些灵药与他无关 但他也忍不住有些兴奋 不一会儿 公子 这边 徐破天手掌按在一处山壁上 轻声叫道 找到了 陈征走了过来 嘿嘿 公子看好了 徐破天得意一笑 掌尖尽力涌动 山壁顿时出现刀刀裂缝 最终粉碎脱落在地 露出一个黑油油的洞口来 陈征心中一喜 却也没有失去谨慎 他偏头 看向徐破天 去弄个火把来 徐破天不敢废话 连忙去找了个粗壮树枝 用衣服布料包裹起来 然后再裹上树枝 最后用火折子点燃 便做出一个火把 交给陈征 你走前面 陈征再次命令到 徐破天心中无奈 这小子也太谨慎了 山洞并不深 只走出四五米的距离 便已经走到尽头 只见一个长宽高 个约一米的木箱子 被摆放在尽头中央 这么点东西 那些蛮子就愿意卖命 徐破天看着不大的箱子 似乎有些不屑 陈征没有说话 缓步上前 用手中长刀挑开了箱口 见没有暗器之后 这才靠近 朝箱内看去 箱子里面的东西也不多 一共也才十几株灵药 外加五瓶 不知道装着什么的丹药小瓶 无疾猴也太扣了吧 徐破天再次忍不住吐槽 蛮子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陈征没有理会 目光落在那十几株灵药上 心中振奋 发财了 徐破天这个匹夫不识货 他却看得出来 这十几株灵药 没有一株低于五百年份 而且都还算是 比较珍稀的品种 单论价值 每一株都丝毫不逊色于 张叶书给许汉良的 那一株开养草 光这十几株灵药 不会低于两千万金币 陈征收敛心绪 又将目光看向五个单瓶 确认没有荼毒后 陈征拿起一个单瓶 打开瓶塞 倒出一粒淡黄色单药 一旁徐破天见状愣了一下 随即惊声道 开麦单 这倒是好东西 徐破天忍不住点头 想当初 他为了突破开麦境 可是耗费了数年时间 才积累到了一颗开麦单 成功突破开麦境 所以 开麦单的价值 他比谁都清楚 陈征将药瓶中的所有单药 都倒了出来 一共也才三颗 其他四个单瓶 也都装着开麦单 数量也是一致 想来是田无忌 给五个蛮人不足 准备的报酬 难怪忽斥哈尔说 有了这批灵药 他回去就能培养出几个开麦境 陈征摇了摇头 现在这一切 都属于他了 他偏过头 看向满脸鲜艳的徐破天 但笑道 想要 想 徐破天下意识地回答 然后连忙止住 慌张道 不 不敢 公子放心 小人绝对没有丝毫想法 陈征不治可否的一笑 说说吧 你到底犯了那些事 会被钉上穷凶极恶的名头 徐破天愣了一下 刚想开口 陈征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可以试着骗我 但不要被我看出来 否则 死 陈征与其平静 但徐破天没觉得陈征在开玩笑 他已经有些摸清陈征的脾气 眼前这位也表现得越是平静淡然 那就越说明他是认真的 本来倒嘴的一些胡话吞了回去 徐破天老老实实回道 小人冤枉啊 在徐破天的解释下 陈征了解了徐破天的过往 用一句话来解释 这家伙是个老六 专门干掉鱼执法的勾当 利用别人的贪婪之心 或利诱或色诱 亦或是其他方式 专门诱骗那些出出茅庐 但身价不菲的少侠 十来年间 也只失守过两次 第一次失守 被陈卫军抓捕 送来了这山林 作为试炼大成天骄的猎物 第二次失守 碰上了陈征 断了一臂不说 想要杀人越货 结果反被我杀人越货 这也怪不得我吧 徐破天极力为自己开脱 陈征摆了白手 我知道了 他看得出来 徐破天并没有说谎 这家伙算不上什么大恶人 但也绝对称不上良善 陈征随手捡起一个单瓶 丢给徐破天 徐破天慌忙接住 一脸茫然地看向陈征 公子 这是 陈征诞声道 此去北瞒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这三颗开卖单 就算是给你报仇 徐破天心甘一颤 并无惊喜 反而惊恐 这特么的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才值得上三颗开卖单啊 他满脸苦涩地看向陈征 我可以不要吗 陈征点头 开卖单可以不收 但事情必须去做 否则 死 徐破天顿时欲色 任命一般将开卖单收好 他深吸一口气 换上一副严肃表情 公子轻讲 陈征点头道 我要你加入蛮军 找到无极侯跟北蛮通敌的证据 啊 徐破天直接傻眼 他知道 陈征说的事情不会简单 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变态 这是他一个开卖竟能做到的事情 徐破天忍住骂娘的冲动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公子 你应该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陈征诞声道 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做成什么 只需尽力即可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几颗药丸 再次丢给徐破天吃了吧 徐破天脸色难看 公子 这不是毒药吗 陈征点头 是毒药 吃一颗 你只能活四十八时辰 但吃六颗 毒性会一直积累 可保你一年半载无忧 一年之后 我要你从北蛮回来找我 到时候 你手里即便没有通敌的证据 但只要向我证明 你这那三颗开卖单的价值 我也会将解药给你 徐破天很想拒绝 但看着 陈征淡漠的眼神 终究没敢开口 因为他清楚 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这毒非常难解 一不错 你会立刻暴毙 如果没有万全的把握 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陈征提醒了一声 徐破天不算穷凶极恶之辈 所以陈征也不愿意 轻易违背之前的承诺 当然 让徐破天去做这种 他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陈征也没有对他寄予什么期望 只是希望他能老实一点 有着毒药的前置 这老六也不会移去北蛮 就把自己给卖了 但如果不小心死了 也无所谓 不过一步嫌棋而已 无伤大雅 毕竟三颗开卖单 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小人明白了 徐破天无奈硬下 他当着陈征的面 将毒药全部塞进嘴里 还是那句话 他根本没得选 他灵药用衣服裹起 暂时背在身后 走吧 将东西收拾好后 陈征便带着徐破天 来到了湖泊处 他将最后一串人骨项链 也交给徐破天 向陈征道别之后 徐破天深吸一口气 直接跳入水中 朝着湖底游去 陈征就在岸上看着 片刻之后 湖泊表面突然涌现 一个巨大漩涡 一阵银白之光一闪而逝 传送阵法已然启动 待了一刻钟 陈征这才转身离开 此刻天空已经微微泛白 陈征估摸了一下时间 距离考核结束 应该还有五六个时辰 他不再单个时间 先是去拿回了 藏起来的血色名牌 然后直接返回之前 徐破天藏身的山洞 洗去一身污秽 换上了自己原本的衣服 盘坐于山洞之内 陈征开始覆盘 想要看看 自己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首先是身份 他借用的是那些恶徒的身份 除了东方无缺几人 跟徐破天几人 应该没人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徐破天已经远去北瞒 又被自己下毒 若非必死 轻易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东方无缺几人 应该也不会出卖他 所以 狄红几人的死 应该查不到自己身上 其次是收获 此次选拔 不仅破坏了无极侯的计划 杀了无极侯的弟子 还抢了无极侯的灵药 可以说是出了一口大大的恶气 一箭三雕 直接迎妈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 是要怎么将这些血色名牌 合理地带出去 陈征看着放在身前 接近两百只数的血色名牌 一时间有些犯难 若是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他之前的那些伪装 就成了掩耳盗铃 白费功夫 就在陈征沉思的时候 山洞外传来一阵轻微脚步声 陈征眉头微皱 起身摸了出去 来到洞口 只见一个身穿轻衣 气质凌厉的少年 正在左右张望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在其身前 还有一只正在振翅的寻人风 陈征略微犹豫 主动走了出去 谁 听见动静 看见陈征 轻衣少年眼中闪过一抹意思 原来是小侯爷 在下暴风城 崔海 小侯爷怎么会在此处 暴风城 三十六城排名第十一的大城 陈征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这崔海 并未在敌红他们的诛杀名单之上 应该是已经投向无忌猴的天骄 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淡了几分 我不该在此处吗 此时 崔海的寻人风 开始围绕陈征转起了圈 崔海眼睛微眯 看来是我晚到一步 小侯爷已经得手了 就是不知小侯爷已经收集了多少名牌 陈征皱眉道 你怎么知道 我身上有名牌 崔海指了指寻人风 小侯爷有所不知 此乃寻人风 可以找到身上携带名牌的人 陈征顿时恍然 这寻人风寻的不是人 而是名牌 他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多谢告知 陈征朝崔海抱了抱拳 就要转身离开 小侯爷且慢 崔海上前将陈征拦住 笑呵呵问道 我回答了小侯爷的问题 小侯爷可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陈征诞生道 你是问我有多少名牌 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数量 但我有很多 怎么 你有想法 见者有份 小侯爷是自己给 还是我来拿 崔海眼睛一亮 图穷笔现 陈征神色淡漠 我只提醒一次 敢对我出手 死 崔海作为能得到寻人风的天骄 自然也是天赋卓绝之辈 怎么可能被陈征一句言语吓住 更何况 他本身就已经投靠无极侯 对于陈征赤野侯之子的身份 根本没什么敬畏 那就试试 崔海吃笑一声 正要拔剑 只是他见未出鞘 一道血色刀光 便在他眼前炸开 吃 碰 十分两半 鲜血挥洒 摔落在地 陈征转身 也不看身后化作两半的尸体 直接返回山洞之中 他盘坐在地 倒出一颗开麦单 脸上跃跃欲试 反正还有时间 不妨试试突破开麦境 开麦单近在眼前 陈征觉得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但他并没有直接用开麦单 而是从混沌神鼎中 倒出两滴金色液体服下 我能炼化的静气 并未到达极限 陈征强忍着突破的诱惑 依旧选择稳扎稳打 他所求 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强大 唯有将身体潜力开发到极致 他才能像现在这般 一直强大下去 随着金色液体入腹 陈征浑身气血开始沸腾起来 在专注修炼的情况下 他体内的静气 开始不断增加 万事开头难 一开始 陈征宁练一道静气 陈征的气势开始不断变化 九十缕 一百缕 一百一十缕 当静气突破一百五十缕的时候 陈征才终于感受到身体的极限 三个时升过去 陈征的静气定格在一百三十八缕 他此时的状态 即便没有动开天脉 浑身静力也流转不绝 一举一动都能带起强大的威压 一掌按下 静气鼓动间 山壁被轻松按出一个手印 以我此时的状态 便是对上全胜时期的敌红 正面对抗 即便不能取胜 也自保无鱼 强大的力量 带给陈征强大的自信 尚未突破开脉 便已经掌控 能够对抗开脉三重的力量 放在大冤国武史上 也称得上是前无古人 还有时间 干脆一鼓作气 陈征有些按捺不住 但最终还是放弃 不急 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摇了摇头 陈征站起身来 先是将手掌的软丝手套收好 跟那些灵药放在一起 避免被无机猴的人认出 然后找了个坑 将连同灵药在内的包裹 直接埋进了土里 开卖单 他可以带在身上 但十几株灵药太过显眼 有暴露的风险 还不如先藏起来 后面再来取走便是 做完这一切 陈征离开山洞 朝着山林外而去 但他速度故意放得很慢 仿佛是在等待什么 没过多久 陈征就发现了 有其他人的踪迹 不由眼睛一亮 摸了上去 等他靠近 看见来人 顿时更加惊喜 朱海 确认朱海身边无人 陈征这才现身 看见陈征 朱海先是一愣 随即高兴道 小侯爷 你没事这是太好了 当时陈征跟迪洪的冲突 他也看见了 心里一直有些担心 现在看见陈征无恙 他也就放心了 陈征笑着点了点头 问道 田一林他们呢 朱海连忙解释了一番 原来田一林一群人 迟迟等不到迪洪 把血色名牌送来 有些坐不住了 便想着主动出来寻找 不用找了 迪洪他们已经死了 陈征冷笑一声 朱海瞪大了眼睛 小侯爷 你 陈征笑了笑 没再讨论这个事情 直接道 时间紧迫 先不聊这些 我想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方不方便 朱海压下心中的震惊 点头严肃道 小侯爷尽管开口就是 他潜伏在田一林身边 本就是为了跟陈征合作 陈征也不客气 富尔将自己的计划说了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朱海一群人重新汇聚 邱爷脸色难看 皱眉道 天少 咱们不会被耍了吧 还是嫡少他们 已经把咱们忘了 田一林脸色一沉 你什么意思 秋也摇头道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既然嫡少不愿意帮咱们 又何必做出那般承诺 我等自己拼上一拼 也未必没有机会 话虽如此 但秋也脸上明显带着不满 他身后的几位 大成天骄同样如此 说好了让他们等 结果把他们忘了 这不是耍猴呢吗 秋也 别在这阴阳怪气的 没人求着你陪我们等 是你们自己有不劳而获的心思 既然想占便宜 那也要做好吃亏的准备 朱海冷声开口 而且 田少爷一直跟咱们在一起 他不也同样着急 有气 你有本事跟迪红他们仨去 听着朱海的维护之言 田一林心中十分受用 看朱海也更加顺眼 他不满地瞥了一眼秋也 朱兄说的没错 要说被骗 我也同样是被骗者 你还想找我要个交代不成 若是不愿等 你们就滚 看见田一林生气 秋也等人一惊 连忙放低了姿态 陪笑道歉 这才平息了田一林的怒火 狄兄他们 说不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咱们也别像是无头苍蝇一般乱找了 直接去山林外等吧 免得跟他们错过 田一林开口道 他不觉得 狄红会骗自己 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 是 秋也等人自然不敢再有意见 众人开始往回赶 在走出一段距离后 朱海骤然止步 大声道 等等 怎么了 田一林好奇看来 朱海指了指身边一棵大树 这树有古怪 我看你才有古怪 朱海 别再浪费大家时间了 本就不爽的秋也皱眉道 他不敢对田一林发火 却不惧朱海这个狗腿子 田一林来到朱海旁边 端亮了一番大树 眼睛一亮 好像是有古怪 他直接一掌轰出 碰 大树硬声而断 树干是空的 那是什么 血色名牌 好多血色名牌 天哪 谁把东西藏到这儿来了 看着洒落满地的血色名牌 众人都惊了 随即心中又被狂喜填满朱海激动到 田少 这莫非就是狄少他们为咱们准备的血色名牌 田一林感觉不对 但此刻也顾不上这么多 点头道 应该是 赶紧装起来 咱们去山林外交差 管他是不是 不是也是 这颇天的富贵砸到脸上 他难道还有不接的道理 不一会 朱海等人便将血色名牌用袋子装好 我提议 名牌都由田少拿着 到时候出了山林 再让田少来分配 朱海大声说道 然后主动交出了自己那份 秋也等人不满地看了一眼朱海 也只能无奈交出 田一林心中对朱海愈发满意 果然 这朱海处处为自己某好处 这才是自己人啊 田一林毫不客气地 将所有血色名牌都倒进自己袋子里 看着一双双眼巴巴的目光 笑道 放心 诸位都是我田某的朋友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只是我也不确定 这些名牌是不是敌兄他们藏起来的 总要先问过他们才行 此时 渐渐冷静下来的田一林 觉得这些血色名牌 大概率是敌红他们藏起来的 毕竟除了他们 谁还有这样的本事 如果真是这样 他还真不好随便分配 否则破坏了敌红的计划 是要被自己二叔责罚的 对于田无极 田一林在自己父亲的不断提醒下 心中充满了敬畏 好吧 丘也几人心中不爽 这么多血色名牌 足以让他们也争一争前世之位了 不过想到以后 还要依附于无极猴 便也忍了 走吧 见众人没有意义 田一林扛起袋子 一行人加快速度 朝着山林外而去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碰 一道巨大的阵鸣声响彻天穷 田一林等人抬头看去 只见焰火在天空炸开 时间到了 没事 马上就要出山林了 田一林几人继续提速 但还没走出一段距离 咻 一阵破空声传来 一直就紧绷着心神的田一林等人 瞬间反应过来 有埋伏 众人止步 躲过了击世而来的石子 谁 田一林怒吓一声 在夏田家田一林 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敢挡我的去路 他想要以田家的身份 震慑偷袭者 一道身影从暗中走出 脸上带着杀意的笑容 田一林 没想到我守住待兔 竟然等到了你们 看来我跟你们田家 还真有缘分 看见来人 田一林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陈 陈征 怎么会是你 谁都有可能给田家面子 但陈征 绝不会给 田一林紧了紧手中袋子 陈生到陈征 大家终究同出一城 哪有什么过不去的恩怨 你放我们走 我可以帮你 在我二叔那儿美言几句 陈征吃笑一声 你当我傻 走可以 但把你们身上的血色名牌留下 什么名牌 你觉得 以我们的本事 能得到名牌 田一林心中一惊 嘴上断然否认 嗡嗡嗡 一只黄蜂震翅飞出 在田一林身边打转 这叫寻人风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上你们 陈征满脸讥讽 田一林脸色一沉 心中暗骂 该死 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这种东西 秋也此时站了出来 目光凌冽地看向陈征 小侯爷 我们这么多人 你实力再强 也未必一定稳赢 我们不过运气好 得了几枚血色名牌 你没必要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 陈征吃笑一声 有多少 我会自己看 至于你们 陈征不屑不屑一笑 无疾猴那个徒弟在这儿 还有资格说这话 你们几个垃圾 不配 你是在找死 秋也大怒 一副要动手的模样 手却在身后做着手势 跑 一声大喝 田一林一群人直接分开逃跑 陈征讥讥笑一声 直接朝着田一林冲去 田一林顿时大惊 一群人里 我修为最弱 这混蛋 怎么就盯上我了 其他人见状 暗骂一声 又连忙折返回来 血色名牌 都在田一林身上 田一林出世 他们屁都得不到 滚啊 几个后天大元满同时出手 刀光剑芒击射 将陈征笼罩 他们知道陈征的实力 丝毫不敢大意 一出手便是权力 但陈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刷 长刀出鞘 银亮刀光划过 刀光剑芒被瞬间粉碎 但陈征刀光 吃 鲜血炸链 几人惨叫着坠地 再赶过来 死 剑壮 原本还想上前阻挡的丘爷等人 顿时被震慑 回想起陈征在非洲上 一刀斩杀白泽的情景 心中一阵发颤 恐惧终究战胜了贪欲 不行 这就是个怪物 几人无奈放弃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征 追着田一林远去 密林间 眼看陈征越追越近 田一林心中无比焦躁 这混蛋是属疯狗的吗 就盯着我咬 田一林忍不住痛骂 田绍 是那寻人疯 他好像能找到 携带血色名牌的人 一直跟在田一林身旁的珠海 大声提醒道 什么 田一林心中一惊 咱们跑不过他的 田绍 放弃吧 珠海焦急说道 田一林满脸不甘 山林边界已经近在咫尺 他如何舍得死 就在田一林还在犹豫的时候 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 紧接着一抹灵力刀光击射而来 恐怖的寒意 让田一林浑身汗毛炸气 田绍小心 珠海惊呼一声 欺身而上 挡在田一林身后 是 刀光入肉 带起一阵血光 珠海惨呼一声 抢过田一林手中的袋子 用力一洒 血色名牌顿时散落出去 走 做完这一切 珠海推了田一林一把 被杀意震慑的田一林 这才惊醒 开始仓皇奔投 他回头看了一眼 陈征此时正忙着捡血色名牌 终于没再跟来 偏过头 田一林便看见 珠海几乎贯穿后背的刀伤 深可见骨 此时真不断往外渗透着鲜血 田一林心中无比厚怕 这一刀若是落在他身上 恐怕会直接被拦腰斩断 朱兄 他满脸感激地看着珠海 珠海脸色苍白 却依旧一副 为田一林考虑的模样 田绍 势急从全 还请您不要怪罪 不丢下那些血色名牌 我们都得死 田一林点头 这我明白 朱海继续道 不过 田绍也别这急 咱们赶紧出去 通知嫡少他们 只要再入口 将那小子截杀 蟹色名牌 依旧是咱们的 田一林眼睛一亮 朱兄说的是 终于 穿过最后一片丛林 二人眼前的视野 重新变得开阔 到了 看见山林外 站着的轩灵院教席们 田一林差点喜极而泣 朱海像是终于到达极限一般 双眼一番 昏死过去 田一林连忙将人扶住 视线在人群之中流转 寻找着狄红他们的身影 此时外面已经有不少天骄归来 却一个个面色震惊 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一般 但田一林此时也没心情八卦 只想赶紧找到狄红 一个投靠了无极猴的天骄 发现田一林 面色难看地凑了上来 不好了 田少 狄少他们五个 都死了 你说什么 田一林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竟然能听见如此离谱的话 真的 大成天骄苦笑道 消息是严惩少城主带回来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证 据他们所说 好像是山林中的汉匪 跟蛮子们联合到一起 将狄少几人围杀了 不可能 田一林依旧不信 狄红可是他二叔的徒弟 怎么可能死得这么随便 而且就算打不过 五个开脉进 还不能逃吗 大成天骄叹息道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但他们带回来了 大量的血色名牌 一共有一百多枚 据说是狄少被诛杀后 那些恶徒也只剩下强弩之末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捡了个便宜 听到这儿 田一林已经彻底慌乱起来 他视线不断在人群中流动 想要找出狄红 打破这个谣言 但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始终没有发现狄红几人的身影 怎么会这样 田一林彻底慌了 他将珠海交给那个大成天骄 然后快步跑到东方无缺几人面前 神色争鸣道 东方无缺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散播谣言 你到底是何居心 东方无缺诞生道 我什么时候散播过谣言 田一林咬牙道 那你说我狄兄他们死了 东方无缺神情平静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放心 宣传院的教习已经进去查看情况了 你很快就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说吧 他拎着自己所得的血色名牌 来到记录处登记 30枚血色名牌 是东方无缺给自己分配的数量 剩下其他三位开卖进天骄 一人15枚 再剩下的就由其他后天进天骄评分 对于这个分配结果 众人都没有意见 30枚血色名牌暂列第二 记录员报了名字 东方无缺不由皱眉 第二 没错 记录员再次确认 东方无缺眯起眼睛 照理来说 剩下的血色名牌都在陈征那边 但陈征暂时未归 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哈哈 不好意思了东方兄 第一的位置 是我的了 一道颇为得意的笑声传来 东方无缺转头看去 说话的正是白星 诸童此时凑到东方无缺身边 低声道 刚才白星好像从别人那儿 得到了不少血色名牌 应该是承诺了什么东西 东方无缺顿时了然 有些惋惜地看向白星 白星这种事情 何必瞒着我 早知道你要换血色名牌 我就直接换给你了 反正除了第一 第二跟第十 除了好听一些 根本没有任何差别 白星愣了一下 什么第二 我可是第一 为了取得这个第一的名额 他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 那些血色名牌 可是靠着他的实力 一块块买回来的 东方无缺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 说吧 他直接带着诸童几人远离白星 大家的合作已经结束 自然各过各的 尤其是像白星这种 喜欢耍小心眼 还自诩聪明的家伙 东方无缺一向是不喜欢的 也没有什么结交的兴趣 他 他 他 突然 一阵马蹄声响起 众人抬眼看见 只见一队身着黑甲 气势强大的骑兵 正侧马奔腾而来 气势凝聚之间 犹如黑巢翻滚 吞天实地 有眼间的不由惊呼 那是天卫军 天卫军 冤皇亲卫 每一位骑士 最差也是开脉进修为 副队长为天罡进阵队长 为天罡进大圆满 这也是大圆国内 除了赤甲军 跟无缉营之外的最强军团 他们怎么来了 领头的 不是天卫军统领 那好像是降公公 还真是 降公公可是冤皇亲信 据说是冤皇亲口承认 最信任的近士 虽是半残之身 但修阴阳宝典 已经是天罡进大圆满修为 莫非是戴冤皇过来传信 众人激动不已 一个个站直了身子 目光火热地注视着 这一对贵不可言的黑甲骑队 停 领头的祥公公大喝一声 阴浪滚滚 震慑心神 祥公公虽然是个公公 但身材雄壮 面白无虚 但也丝毫不见阴柔之相 一举一动间 都带给人莫大的压力 欲 天卫军骑士一拉缰绳 战马顿时前蹄扬起 然后重重踩塌在地 停止冲锋 游动转静 只在一瞬之间 唯见风沙滚滚 令人震撼 祥公公翻身下马 脸上带着淡笑 朝着孙长龙走去 有劳陛下跟公公挂面了 祥公公不再废话 直接问道 前十的名字定下没有 孙长龙摇头 还有半个多时辰才截止结算 暂时无法确定 祥公公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听说无极侯的爱徒 也参加了此次选拔 不知道成绩如何 孙长龙正要回答 一道声音率先响起 禀告祥公公 那嫡红五人 都被那些恶徒跟蛮人为杀 恐怕不会有名字了 祥公公转头看去 你是 说话的正是白星 见祥公公看来 他压抑着激动 抱拳道 小子海城白星 侥幸赞列选拔第一 哦 祥公公笑容和蔼 原来是夺命见白永胜的儿子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得到称赞 白星脸上笑容更甚 谢公公夸奖 家父也常提起公公 说 当年出来皇城 多亏了有公公照顾 才能有今天这份作为 祥公公不治可否的一笑 转移话提道 你刚才说 无极侯的徒弟死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白星连忙将事情经过说了 不过他也没说 无极侯勾结蛮人 妄图操控选拔的蠢话 只说了迪宏几人是怎么死的 人群中 田一玲面色苍白 白星当着祥公公的面 都敢这么说 这事情多半假不了 祥公公在确认 迪宏是真的死了后 脸上露出惋惜之色 可惜了我皇城英才 不过 这也是命 那神情间的高兴跟讥讽 只要长了眼睛的 都看得出来公公公说的事 白星抱拳恭维 祥公公环视一圈 朗声道 陛下说了 获得选拔前十的 他要亲自封赏 与天卫军同行 他指向刚才天卫军中 一匹无人乘骑 气质屁腻 神俊异常的火红大马 得投名者 其冤皇做骑火灵驹 一马当先 当人不让 文言 现场顿时哗然 目光灼灼地 朝着那匹火红大马看去 这是冤皇做骑 我要能骑上一回 足够吹一辈子了 那你还是别做梦了 派了祥公公过来 又带来了冤皇做骑 看来冤皇陛下 对这次选拔 真的非常重视 封壳掌军权的少将军 你以为呢 有人羡慕 有人崇敬 有人妒忌 有人惋惜 一轮声不绝 祥公公 我可以先试试吗 白星出声问道 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投名 当然不让 这里除了他 还能有谁 祥公公但笑道 当然可以 你现在暂列第一 有尝试的资格 不过我得提醒你 这火灵驹身具火灵血脉 哪怕血脉稀薄 但也非一般灵兽可比 你想降服他 可不容易 白星依旧信心满满 祥公公看好便是 说吧 在一众现彦的目光中 白星大步朝着火灵驹走去 没走一步 他身上的气势就强剩一分 等靠近火灵驹的时候 一身修为气息 已然飙升至极限 好马 靠近了看 这火灵驹遇险神骏 白星忍不住赞了一声 然后伸出手掌 朝着缰绳抓去 火灵驹打了个响鼻 偏头朝白星 递了个不屑的眼神 一个闪身便让开了位置 也让白星抓了个空 白星有些尴尬 哈哈 白星 看来火灵驹看不上你啊 有人大声说到 顿时引起一片哄笑 白星面色挂不住 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身形一闪 再次朝着缰绳抓去 但这一次 依旧落空 火灵驹体型高大 却异常灵活 白星不信邪 还想去抓 这一次火灵驹倒是没躲 反而主动撞来 碰 白星只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座巨山撞上 四周哄笑声欲大 翔公公的声音响起 火灵驹血脉神异 虽然尚未成年 光论力量 已经不下于开脉进三重 更有速度天赋 白公子不必气馁 虽然是安慰 但话语间的失望 白星听得清清楚楚 他顿时面色涨红 翔公公 我刚才没准备好 我还想再试一下 翔公公笑容淡了几分 你可以试 不过下一次 火灵驹可谓必会流利了 他性子暴躁 已经才死过五位照顾他的马夫 希望你不会成为第六个 白星顿时面色煞白 他还流利了 稀绿绿 火灵驹发出一阵嘶吼 仿佛是在回应 看着进退为难的白星 翔公公给了个台阶 便是做不了火灵驹 也可跟其他人一样 与天卫君同成 白星这才灰溜溜退下 嘴上还不忘为自己辩解 不愧是冤皇作祈 在场之人 恐怕也没人能降服得了他 只是他话音未落 便听一道声音响起 我来试试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白衣少年 腰间配着两柄长刀 背后扛着一个布袋 风神俊朗 气质卓绝 正是陈征 小侯爷 陈兄 不少人认出陈征 出声招呼 看见陈征平安归来 东方无缺 也彻底放下心来 众人让出一条路来 陈征大步朝着火灵驹走去 脸上满是剑烈欣喜之色 他身为赤野侯之子 见识过父亲策马英姿 自小便对军马情有独钟 只是小时候身交体弱 没有办法接触 大了后臣家又逢变故 没有机会接触 能够修炼之后 又没时间接触 他在看见火灵驹的瞬间 就爱上了 小侯爷且慢 白衣将陈征拦住 皱眉道 这火灵驹是给投名的嘉奖 自然也只有投名能试 而且 小侯爷不过才后天修为 还是不要冒险才好 他虽然确信 陈征无法降服火灵驹 但要是谁都能试一下 还怎么体现出他 这投名的特殊性 陈征看都懒得看白衣一眼 随手将手中袋子丢下 名牌碰撞间 发出一阵哗啦之声 这是 白衣一愣 用脚踢了一下 顿时大量血色名牌滑落出来 血色名牌 好多血色名牌 四周响起阵阵惊呼声 立刻有记录员上前清点 随即大声宣布道 严城 陈征 一共195枚血色名牌 位列第一 白衣猛了 一脸不可置信 忍不住叫道 怎么可能 你哪来的这么多血色名牌 陈征头也不回 简的 这个回答 让现场寂静了一秒 你当大家是傻子 白星气急而笑 陈征弹幕的声音传开 真是简的 不信你们问田一灵 她最清楚 随着陈征话落 众人的目光都落向田一灵 田一灵此时还会从 敌红五人死亡的打击中缓解过来 此时又听见陈征的言语 顿时感觉一阵气血上涌 差点气得一口溺血喷出 这些血色名牌 分明是自己捡的 而这混蛋 是抢的她 很想告诉众人事实 但她没脸开这个口 明明捡到了破天富贵 却被人抢走 她绝对会沦为最大的笑柄 我呸 田一灵脆了一口 也不给其他人询问的机会 转身就走 不管陈征是怎么得到 这些血色名牌的 陈征是投名 已经无庸置疑 所以白星 成了第二个想吐血的人 她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结果就换来了个第二名 就像东方无缺说的 第二名跟第十名 又有什么区别 但最欲哭无泪的 还是第十名 这一下掉出前十名次 可是亏到了姥姥家 她心中懊悔 早知道就不该跟白星做交易 此时 陈征已经来到火灵居前 感受到身边少年的气息 火灵居人性化的眼神中 多了几分凝重 白星身旁 祥公公察觉到火灵居的变化 不由眯起眼睛 脸上泛起意味难民的笑容 赤野猴之子啊 呵呵 有意思 白星有些不愤道 一个后天静罢了 现场有不少人 都是跟白星一样的想法 赤野猴之子又如何 后天静 终究只是后天静 连白星这位开脉镜 都被火灵居一击撞飞 陈征怕不是得被直接撞死 陈征此刻心思 全在火灵居上 自然没心情理会别人的看法 好马 陈征赞了一句 如同刚才白星一般 伸出手想要去握江绳 嘿嘿 小猴要倒霉了 那神居的脾气可不太好 希望别受伤吧 围观众人都十分不看好陈征 便是周边的天卫君骑士 也是一言不发地看着陈征那边 做好了随时出手救下陈征的准备 否则选拔投名被马给撞死 这传出去冤煌也面上无光 但让众人意外的是 火灵居没有躲 陈征顺利地拉到缰绳 然后一个翻身 直接坐上了马背 众人都惊呆了 怎么会 这神居怎么突然老实起来了 他莫非也认识赤野猴 知道小猴爷是赤野猴的儿子 你这太离谱 火灵居即便灵致很高 也到不了这种地步 那是怎么回事 我特么怎么知道 但最难受的当属白星 他在心中暗骂 该死 莫非这神居 刚才在跟我对抗之后 已经耗尽了力气 所以才让这小子 捡了个便宜 白星越想越觉得 是这样 心里郁闷地想吐血 这混蛋的运气是真好 捡到了血色名牌不说 还捡了自己的漏 马背上 陈征轻柔地摸了摸马踪 笑道 好马 乖马 似乎是感受到陈征的善意 火灵居原本有些躁动的情绪 渐渐平复下来 也不理会骑在自己身上的陈征 甚至还低头吃起草来 这就算是降服了 白星看向祥公公 很想举报陈征作弊 祥公公也有些意外 这批火灵居性子爆裂无比 除了冤皇 便是其他皇子 想要摸上一把 都得挨踹 更别说是齐了 今天冤皇让他带来 不过是临时起义 也根本没想过 真的会有人能将其降服 最关键的是 祥公公也看不懂 陈征是如何做到的 不愧是赤野猴之子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祥公公笑容更甚 如此看来 这所谓运气 也不尽然 请立刻与我出发 前往皇城 觐见陛下 其他天骄 随孙副院长返回宣灵院 排名前十的人 在众人羡慕的视线中走出 难眼激动地 朝着天卫君歧视而去 然后在一众歧视的帮助下 纷纷上马 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 但他们同样 也羡慕地看向最前方 陈征升起火灵居 走在最前 一马当先 便是祥公公 也要落后他半个身位 陈公子 就由你来喊出发吧 祥公公笑着提醒道 这是投名该有的殊荣 陈征点了点头 回头看了一眼 气势辉红的天卫君 便是以他现在沉稳的心性 也忍不住生起一股豪气甘云的感觉 金戈铁马 猎阵杀敌 是他从小的愿景 背后 是大渊国名列第三的军团 此刻 正在等待他发号失恋 今天 陈征也算是提前感受了一把 当将军的感觉 出发 陈征阴浪四雷 响遍全场 坐下火灵居 宛如一道烈火 一马当心地冲出 身后黑甲骑队紧随在后 马蹄声阵阵 扬起一地烟尘 在一众现夜目光中逐渐远去 此时 负责靖山林探查的教习 已经返回 田一灵满脸稀奇地凑了上去 徐先生 可有看见狄红他们 徐汉良没有说话 他身旁的谢天和摸着光头笑道 皇城五人 进阶战死 狄红的尸体我看了 先是被人一刀断臂 然后又被一刀封猴 应该是死在快刀之下 田一灵顿时呆若木鸡 最后一丝希望 也完全破灭 徐汉良却在寻找陈征的身影 连嫡红都死了 他便是对陈征再有信心 此刻也难免担心 他找到了徐涛几人 询问情况 徐涛三人笑道 小侯爷 少城主还有诸葛他们 都被降公公接走 直接去皇城 觐见冤皇陛下去了 徐汉良松了口气 谢天和也凑了过来 脸上有些无奈 如此看来 陈征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 这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太过冒险 自己都已经那么明示了 他又何必去冒险 其实除了宣灵院教习 非洲记录官之外 谢天和还有一个身份 皇庭寻英史 顾名思义 就是发觉有钱力的苗子 输送给冤皇 再由冤皇陛下暗中培养 所以有自己举荐 哪怕陈征不拼命 同样能得冤皇召见 事已至此 他也懒得在想 好奇问道 小侯爷挤进前十了 第几名 徐涛回道 第一 啊 谢天和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另一边 陈征正在享受策马奔腾的快感 他是第一次骑马 但一些骑马的要诀 他早已滚瓜烂熟 再加上火灵鞠异常配合 他没过多久 便已经掌握骑马的诀窍 比起其他天卫军骑士来 也不遑多让 至于是怎么降服火灵鞠的 陈征其实也不太清楚 但陈征猜测 或许是跟自己修炼的 混沌神天诀有关 他去拉江绳的时候 这火灵鞠的确有反抗的迹象 但是陈征体内 自动运转的混沌神天诀 突然展露了一丝气息 火灵鞠就瞬间老实下来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皇城便已经近在眼前 靠近了看 陈征愈发能够感受到 这座皇城的宏伟 那股苍茫威严的气息 透过斑驳厚重的城墙 几乎扑面而来 不仅是陈征 所有出道皇城的天骄 都感觉心头像是中了几分 见识天卫军 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门口守卫也不敢阻拦 一行人策马冲进城内 视野豁然开阔 来往行人不绝 人声鼎沸 挑担百摊的客商分裂两旁 气息深沉的五人摩肩擦肿 好一番繁华景象 领头的陈征 在进城的瞬间 便放缓了马速 避免冲撞了行人 他也正好借此 欣赏一番皇城景象 这就是皇城 我来了 我征服 此番 我是要闯出一番名堂 受这股气氛感染 一众天骄都忍不住 新潮澎湃 生出野望 陈征也是一样 但他不是想要闯出一番名堂 而是要在这龙坛虎穴之中 为自己父亲赤野猴 点亮一盏灯 好让父亲知道 自己刀该落相何处 也好让父亲早日归来 一家团聚 想到这儿 陈征渐渐平静下来 心头开始思念母亲 杨素提前出发 要比陈征提前抵达皇城 再加上陈征参加选拔的时间 陈征大概估算了一下 母亲他们抵达皇城 最少也有三日多了 不知道是否找好了落脚的位置 也不知道母亲他们钱够不够用 有没有受人刁难 一想到这些 陈征顿时感觉 面见冤皇也没那么期待了 只想着早点结束 去跟母亲团聚才是 陈公子在想什么 祥公公温和的声音传来 陈征这才回神 笑道 没什么 我娘亲要比我早几日抵达皇城 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有没有安顿好 有些担心而已 祥公公笑道 如果是这事 小侯爷可以放心 夫人抵达皇城之后 陛下就已知晓 陛下派人安顿夫人 他们住到了赤野侯府 经营细软 服侍的仆人 也赏赐了不少 生活想来是无碍的 陈征愣了一下 赤野侯府 我父亲在皇城还有产业 祥公公也愣住 怎么 小侯爷莫非不知 赤野侯乃是国之抵住 为大渊国立下过汉马功劳 虽然赤野侯不喜豪奢 经常拒绝陛下赏赐 但一座侯府 还是有的 陈征苦笑不已 父亲很少跟我提皇城之事 他生在燕城 长在燕城 只知道燕城有个陈家 还真没想过 在皇城 还有个赤野侯府 不过想想也是 父亲功高盖主 主动选择避嫌 冤皇也不可能真的怠慢了父亲 否则岂不是让天下人寒心 祥公公笑道 想来侯爷也是想让陈公子 过得轻松险 居皇城 大不易 可不仅仅是指生活 之前陈征只是个废人 要是待在皇城 保不起哪天就出了意外 赤野侯从小将陈征养在 燕城那种天僻之地 又故意不提皇城之事 恐怕也是不想让陈征 踏进这是非之地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陈征终究还是来了 既然母亲无恙 陈征也放下心来 以往他只知道 父亲是赤野侯 是名动天下的大豪杰 大君圣 是他崇拜的对象 却很少想过 在这些名头下 其代表的分量 如此看来 借着父亲的名望 在这皇城 我也不一定就举步维艰 陈征心中想着 他的心 一下子就开阔起来 或许有些事情做起来 也不一定要那么小心翼翼 看着陷入沉思的陈征 祥公公默默退下 街边两旁 助力的行人 对着陈征一行人 指指点点 猜测着他们的身份 白星等人 忍不住挺着胸膛 但更多的目光 还是汇聚在 一马当先的陈征身上 少年一记白衣 腰配双刀 眉头微皱 让原本俊朗的脸上 更几分忧郁深沉 坐下火灵居神俊一场 宛如鹤鲤鸡群一般 路边少女们 迟迟看着陈征 翘脸微红 眼波流转 这一幕 被其他人添娇看见 顿时有些吃味 哼 装什么 白星忍不住吐槽 若非杀出陈征 这个程咬金 这般殊荣 万众瞩目 本该就是他的 哼 旁边传来一阵吃笑 白星回头看去 皱眉道 东方兄 你笑什么 东方无缺道 自然是笑你无知 你们心里想的 除了名利就是女人 但陈兄不同 白星不屑一笑 那他能想什么 东方无缺憧憬道 天下 在经历选拔一事之后 他心中对于陈征 只剩下敬佩 以一己之力 破坏无极猴的计划 群狼吞虎 灭杀皇城 天骄五人 最关键是 做完这一切 他还能将自己 干干净净摘出来 心智 谋略 实力 都堪称恐怖 东方无缺身性 做成这一切陈征 绝对不会那么肤浅 等陈征成长起来 必定能如同赤野猴 跟无极猴一般 有搅动天下的能力 白星吃笑一声 东方兄 你是不是魔障啊 一个后天静 侥幸夺得第一 谈什么天下 在他看来 陈征除了顶着一个 赤野猴之子的名头外 根本一无是处 东方无缺不再言语 甚至懒得再理会白星 跟一个蠢人说多了话 他怕自己降制 一行人骑在马上 走了一个多时辰 才终于抵达皇宫大门前 珠红色的大门 左右各有一根 刻着盘龙的通天石柱 大门外两侧 还各有一处军营驻扎 气势森严 下马吧 祥公公朗声道 一众天骄连忙下马 天卫军也算是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策马归营 火邻居也被迁走 陈征颇有不舍 在祥公公带领下 一行人踏进皇宫大门 皇宫内大道宽阔 两边都是高耸的城墙 走了近一刻钟左右 陈征一行人 才来到皇宫大殿 天神宫门前 看见祥公公 殿外一个穿着灰衣的小太监 小步迎了上来 弯腰恭敬的 干店 陈下就在店内 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祥公公点了点头 挥了挥手 示意陈征等人跟上 脚下也加快了速度 一行人踏进大殿之内 头颅微低 不敢造次 直到一道威严声音响起 我大冤天骄 莫非都只是 会低头做人的无胆鼠辈 众人被这一击 顿时抬头 目光瞬间被大殿之上 端坐龙椅的魁梧身影蜥蜴 男人身着一身 绣着藤龙的明黄色长袍 面容坚毅 眉眼之间泛着贵气 一双仿佛能够看穿人心的眼睛 正在一众天骄身上流传 乌黑的长发张扬在身后 就像是一头霸气的雄狮 即便不说话 也带给人难言的压力 此人正是冤皇 李复生 在冤皇打量众人的时候 陈征也在打量着冤皇 这位大冤之主 已经临近百岁 但光看外貌 却最多只有三十中旬之数 那雄壮骇人的体型 相比起像一位帝皇 倒更像是一位无双猛将 据传早年之时 这位大冤帝君 也是一位沙场征战的猛人 李复生打量着众人 灵力的目光宛如利剑 凡是与之接触天骄 都控制不住地逃避视线 这不免让他大失所望 东方无缺好一点 但强撑着对视几秒 最终也败下阵来 最后 李复生的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却是不由一正 少年眼中全无畏惧 反而充满好奇跟打量 尤其是那张年轻的脸 让李复生有种熟悉的感觉 李复生眼眸闪过一抹了然之色 脸上也首次露出笑容 原来是陈玉的儿子 我就说怎么长得那么像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陈征抱拳行礼 谢元皇称赞 李复生摆了摆手 你们的君职 一个月后会在无极营颁布 选拔取得前十 这也只是你们获得军权的第一步 一个月后 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说着 他看向祥公公 派人带他们去皇室藏经阁 挑选一部黄街上品功法 然后就送他们回轩灵院去吧 是 祥公公公敬应了一声 便将陈征等人送出宫殿 交给了门口后者的小太监 临别之前 祥公公一有所指 诸位添交 一个月后 还请不要让陛下失望才是 陈征等人一头雾水 冤皇叫他们过来 真就只是为了看他们一眼 陈征倒是猜到了一些事情 但也没有要跟其他人解释的意思 老老实实跟着小太监离开 天神宫内 李复生皱眉看向祥公公 怎么回事 祥公公自然知道 李复生在问什么 宫敬答道 回陛下 死了 死得好啊 谁做的 这次选拔 本就是为了要分无极侯的军权 结果却被无极侯反将一军 皇城天交中 李复生安排的人 几天之内 要么是突然废了 要么是突然病了 最后剩下的 也就只有敌红五人 而这五人 还都是无极侯的人 李复生当然气愤 但面对全清朝野的无极侯 掌控着大渊第二军团无极营 还是一个能够与赤野侯起名的 天象镜圆满高手 他即便身为大渊皇帝 也依旧有些力不从心 身为大渊国皇帝 他其实还有跟田无极恶斗一场的底蕴 但那结果 必然惨烈 到时候 只剩下一个破碎的大渊 就凭自己那个又蠢又笨的废物儿子 也不可能守得住 他这次本都做好了竹篮打水的准备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祥公公恭敬道 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奴才已经让人去查了 天佑我大渊 像无极侯这种乱臣贼子 哪怕机关算尽 也终究无法左右陛下的计划 李复生沉声道 其他的人朕不管 但是赤野猴的儿子 你一定要让人给朕看好了 朕要他活着 而且必须好好活着 赤野猴大军失联 但朕了解赤野猴 他不会这么轻易死的 只要他儿子还活着 妻子还在皇城 他就一定会回来 说着 李复生眼中泛起一丝血色 透着争鸣跟无奈 大半 你说朕这个大渊皇帝 是不是当得太窝囊了 想公公跪地叩首 陛下千万不要这么想 是那田无极太狡诈 绝非是陛下之国 陛下一定要保重龙体 有您在 我大渊国才可千秋万代 千秋万代 李复生看向大殿门口 神色拓着落寞疲惫 这位铸言有数的大渊帝皇 终于有了一抹老太隆中之相 他口中喃喃 大半 朕好像真的老了 另一边 陈征几人已经跟着小太监 来到皇室藏金阁前 看着灰红气派的阁楼 一众天骄都是震动不已 这么大的藏金阁 得收录多少功法秘籍啊 有人忍不住感叹 带路的小太监文言 笑着介绍道 皇室藏金阁 号称收纳了大渊国内 所有入品武学 一共有13563册 其中 黄街上品武学 就有近千册 黄街极品武学 也有近百册 在藏金阁顶 甚至还有超越黄街的武学 一众天骄听的 星池神网 目光硕硕 寻常大乘 一部黄街中品的功法 都难寻 黄街上品 更是可作为家族传家之物 视为一族底蕴 黄街极品 别说见 就算听都很少听到 而这藏金阁内 竟然有近百册 不愧是皇室 才大气粗啊 便是东方无缺 这位城主之子 也忍不住感叹 陈征好奇问道 刘公公 黄街之上又是什么 见是陈征发问 刘公公脸上笑容更多一些 倒不是因为 陈征赤野侯质子的身份 而是跟其他天骄相比 他在陈征眼中 看不到半点 对自己这种阉人的歧视 其他人虽然面上不显 但营里的那种态度 常常在冤皇身边当差 习惯了察言观色的刘公公 还是能够清楚感受到 刘公公笑着回道 回小侯爷 黄街之上 为玄街 但玄街功法 不到天向静 是无法修行的 原来如此 陈征抱拳道谢 一群人正要进入皇室藏金阁中 大门内突然走出一位 身穿华服的少年 他打量了众人一眼 皱眉冷喝道 哪来的一群土包子 皇宫种地不得大声喧哗 你们不知道吗 仲天交不满华服少年的态度 但又不确定少年的身份 一时间也不敢吭声 刘公公连忙上前道 田公子 这十位乃是此次宣灵院 选拔前十名 被陛下赏赐 特来藏金阁 挑选一侧黄街上品功法 作为嘉奖 华服公子面色一阵 不可能 弟兄他们呢 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 刘公公摇了摇头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我可以告诉你 华服公子看向陈征 隐隐感觉有些熟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你是 陈征激笑道 田山 你真不记得我了 眼前嚣张跋扈的华服少年 正是田经义的大儿子 田山 田山仔细端向了一番陈征 默然瞪大了眼睛 你是陈征 你怎么还活着 田经义提前来到皇城赴京请罪 田山自然也知道了 阎城发生的事情 但他没想到 陈征的变化如此之大 气质 神态 简直跟当初他见过的那个废物 判若两人 最关键的是 此次他二叔专门派了 狄红五位开迈进参加选拔 目的之一 就是想在选拔中诛杀陈征 但为什么这废物还活着 陈征激笑道 我活着 当然因为你口中的那几个都死了 而且我还听说 他们死得很惨 的确死得很惨 尤其是领头的狄红 被人斩了一臂不说 还被抹了脖子 那血标的极为壮观 又是一道讥讽的声音响起 陈征诧异地看去 说话的是东方无缺 东方无缺朝陈征点头笑了笑 眼中释放着善意 在见识过陈征的心计天赋 还有刚才冤皇对陈征的态度 东方无缺已经做出选择 他想跟陈征建立 更为牢固的合作关系 眼下 正是表明立场的时机 陈征也领会到东方无缺的意思 点头已是回应 不可能 田山自然不愿相信 其他四个也就算了 但狄红是谁 那可是他二叔的清传弟子 才刚突破开迈进二重 便可逆罚开迈进三重的妖孽存在 此次选拔 谁敢跟他动手 谁又能杀他 你信不信 这都是事实 陈征嘲笑一声 就要从他身旁走过 慢着 田山目光狠立 伸手将陈征拦住 就算狄兄他们遭遇不测 你又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东方无缺上前插刀 讥笑道 就凭他是此次选拔第一 够不够 他第一 田山声音都变得奸细 他凭什么第一 陈征懒得跟他废话 让开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刘公公此时也上前说道 田公子 小侯爷确实是这次 宣灵院选拔投名 田山张大了嘴巴 一共三十六成天骄 即便抛去敌红五人不谈 也应该步伐 有开脉进存在 陈正一个后天境 凭什么什么投名 一道好奇的声音 自藏经阁内传出 众人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金黄蟒袍的 富泰青年大步走出 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浑身充斥着一股 养尊处优的气度 拜见三皇子殿下 刘公公看见来人 连忙行礼 众人心头一震 冤皇子嗣不少 但男丁不忘 一共也才三个儿子 其中两个早妖 只剩下三皇子李成龙 这一颗独苗 也是冤皇的唯一 可以选择的继承人 众人正要跟着行礼 李成龙摆了摆手 不用多脸 他一脸看热闹的模样 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刘公公连忙简单解释一番 原来如此 李成龙看向田山 笑道 田兄 你既然不认可 这位选拔投名 何不下场比试一番 陈征眉头微皱 作为冤皇唯一的继承人 这三皇子 怎么会对田家的人 如此亲近 田山却是眼睛一亮 硬道 三皇子说的是 他看向陈征 废物 我怀疑你这个投名有水分 可敢让我验证一番 你若是败了 就老老实实滚回烟城去 先不管选拔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但眼下 就是一个解决 陈征的好时机 三皇子给他这个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刘公公急到 三皇子 田公子 这不合规矩 投名已经定下 陛下都承认过了 李成龙哈哈一笑 这个无妨 规矩都是人定的 改掉就是了 至于父皇那边 自由我去解释 刘公公犹豫 可是 李成龙笑脸骤然阴沉下来 寒声道 狗奴才 你觉得本皇子 是在跟你商量 小的不敢 刘公公惶恐跪地 陈征眯起眼睛 愈发感觉这位三皇子反常 李成龙一脚将刘公公踹开 笑呵呵地 走到陈征面前 你就是赤野猴的儿子 我常听父皇说赤野猴 乃是我大渊国第一战神 可惜我只见过寥寥数面 今日得见胡子 也算全了一个面相 陈征看着满脸笑容的李成龙 一时间也摸不清 此人的到底想干什么 只能见招拆招 不卑不亢道 三皇子谬赞 怎么样 可敢跟田兄打一场 李成龙拍了拍陈征肩膀 陈征皱眉道 道不是不敢 只是没有必要 赢了他 于我而言 除了是浪费时间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李成龙哈哈一笑 原来是嫌弃没好处 好说 你若赢他 藏金阁内 黄街上品密集 你任挑一侧 陈征摇头 陛下已经刺下一侧 在下资质愚钝 怕是无暇修炼 这么多上品武学 这样啊 李成龙微微皱眉 那这样吧 你若赢了 便不用选黄街 上品武学 直接去选一门黄街 几品武学 如何 陈征这才点头 可以 好 李成龙拍了拍手掌 朗声笑道 让开让开 空出位置来给他们 本皇子要好好欣赏 一番赤野猴质子的战斗英姿 人群连忙散开 围成了一个大圈 东方吴缺 皱眉凑到陈征身边 低声提醒道 陈兄娘当心 这位三皇子 怕是没安好心 陈征好奇道 东方兄可知道 三皇子为何会针对我 东方吴缺苦笑道 具体缘由我也不知 但我听过一个传闻 三皇子作为冤皇 唯一继承人 本该早就坐上太子之位 但是赤野猴曾当众反对 说三皇子无帝王之才 难堪大任 陈征 看着三皇子对自己态度 这个传闻多半不是传闻 不过三皇子 竟然能跟田家的人走这么近 陈征倒是觉得 自己父亲的评价 没有错误 连敌我都分不清楚 能是什么聪明人 另一边 李成龙来到田山身边 脸上的笑意消散 只剩满面冷意 用只有田山能听清的声音说道 给我废了他 田山脸上浮现自信的笑容 殿下看着便是 他大步走到场地中心 朝着陈征招了招手 满脸嘲弄 废物 你一个后天镜 还真敢应战 我倒是有些佩服你的胆气了 话落 田山一身 修为气息绽放 俨然已是开脉进二重 天骄中 东方无缺跟朱瞳不由皱眉 眼中泛起一丝担忧 陈征虽然能斩迪红 但迪红当时的状态 不过是强弩之末 不好作为依据 其他天骄也都不看好陈征 尤其是白星 心中冷笑不已 哼哼 这小子的好运气 终于是到头了 在众人瞩目之下 陈征一脸从容 在怀里掏出一颗开脉单赛进嘴里 然后缓步朝着田山走去 他每走一步 身上的气势就重一分 陈征顶着田山制造的威压 一步步朝着田山靠近 最终在距离田山不到一米距离停下 谁说我是后天镜 陈征平静的话语声荡开 下一刻 积累到极限的恐怖气势 宛如山洪一般爆发 瞬间就碾压了田山的制造的威压 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临阵突破 威压也太强了吧 这真是开脉镜一重 可怕 一众天骄忍不住惊呼 东方无缺跟朱瞳对视一眼 眼中再无忧虑 后天镜的陈征都能对战开脉镜 如今突破开脉镜 自然更不必多说 田山一时不察 被陈征的气势碾压 心中露怯 身形竟然止不住后退一步 等他反应过来 脸色不由战红 心中无比耻辱 突破开脉镜又如何 我已经是开脉镜二重 依旧在你之上 田山怒喝一声 似乎在为自己打气 紧接着 他身形犹如奔狼一般 飞掠而出 带起一阵凌厉的进风 死 田山一拳轰出 直奔陈征心口而去 汹涌的气浪 宛如惊涛拍案 带着一股灼热气息 他所用 乃是黄阶中平武技 猎风拳的杀招 他想趁着陈征刚刚突破 尚且掌控不好力量 一击必杀 陈征带给田山的压力不小 他又在田经义那儿得知 陈征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真的等陈征熟悉地掌控了力量 田山还真没有必胜地把握 卑鄙 人群中 猪童忍不住开口 田山不屑一笑 作为宣灵院的前辈 这就算是我提前教给你们的道理 宣灵院内 圣者为王 在这汇聚了三十六成 所有顶级天交的学员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会让你们像是书呆子一样的学习吧 但很快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 前辈 你的拳头 这么软吗 陈征讥讽的声音响起 田山的拳头 竟然被陈征的手掌死死扣住 所有的尽力都如同泥牛入海 消散于无 怎么可能 田山瞪大了眼睛 你太弱了 未突破前 陈征的力量便以堪堪接近三万五千斤 达到了开脉进三重水准 如今第一条五道天脉贯通 无论是力量 还是精神力量 都已不在普通开脉进五重之下 这就是底子打得厚的好处 陈征掌尖用力 田山被他扣住的拳头 瞬间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声音 田山嘴里更是发出惨叫 然后 陈征松开手掌 抬起另外一只手 狠狠落下 啪 田山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整个人宛如利剑一般 直接飞出五六米开外 好 人群中 东方无缺带头鼓掌 发出阵阵喝彩 陈征能以开脉进一重 碾压开脉进二重的田山 而且明显未尽全力 岂不是比那妖孽的迪红 更加妖孽 他觉得自己没有赌错 一旁 白心面色苍白 心头再无任何想法 剩下两位开脉进 此刻也以心服口服 李成龙暗暗咬了咬牙 但笑容却异常灿烂 好好好 不愧是赤野猴的儿子 本皇子 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 刚突破开脉进 便能战胜田山 照理说 李成龙该好好拉拢陈征一番才是 不过他对于陈征 只有厌恶 陈征神色淡然 其实不突破他 也能击败田山 但这样做会很强烟 而且容易引起怀疑 此时虽然依旧强烟 但开脉进一重 战胜开脉进二重 还算合理范围之内 没有理会昏死过去的田山 陈征朝着李成龙抱拳 谢三皇子赏 好说 李成龙淡笑一声 意犹所指道 轩灵院藏着不少真龙 如今由你加入 想来会变得更加热闹 本皇子拭目以待 说吧 他指了指晕死过去的田山 对来到身边的护卫道 把这个废物 送回吴吉侯府上 让他们重新派个人来找我 护卫恭敬点头 然后将人拖走 大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吧 李成龙挥了挥手 便阴沉着脸离开 刘公公此时才敢从地上站起 招呼着陈征等人 进入皇室藏金阁中 陈征落在最后 递给了刘公公一瓶商药 低声道 刘公公 这是我烟城特产的花雨伞 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 你说好 刚才刘公公想帮陈征避免争端 虽然没成功 但心意陈征是领的 李成龙刚才那一脚 踢得可不清 刘公公感激收下 犹豫一番后 还是低声道 陈公子 以后再碰见三皇子 您还是闭着点好 三皇子殿下 自小记忆力超群 而且凡事都比较较真 您多担待些 刘公公话说得隐晦 但陈征听懂了 总结来说 就是李成龙这个人心眼小 还爱记仇 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 让陈征尽量躲着 陈征笑了笑 我明白了 谢刘公公提醒 懂了归懂了 但具体怎么做 还得看具体情况 生死走过两遭 陈征早已清楚 有些麻烦 是注定躲不过去的 告别刘公公 陈征也进入藏金阁中 藏金阁内有首格人 得知众人来意之后 正在讲明规矩 藏金阁一共六层 一层摆放的基础武学 二楼为黄街下屏武学 三楼为黄街上屏武学 以此推类 六层为禁地 不可善入 你们在领取 相应楼层的名牌之后 便可打开相应楼层的禁止 挑选自己心意的武学 不过切记 武学不可带出 不得超路 更不能私自传授他人 否则一旦被查到 轻者废除修为 众者杀无赦 首个人说话间煞气绽放 众人进阶悚然 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首个人看向众人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你们就可以领取名牌上楼了 陈征连忙上前说明情况 在得到确认之后 首个人点头道 既然是三皇子说的 首个人便坐回位置 不再理会众人陈征等人 也不浪费时间 直接上楼 东方无缺等人在四层止步 羡慕地目送着陈征前往五层 五层的空间相对要空阔不少 也没有摆放太多的书架 但是从墙壁上 明刻的复杂阵文来看 此处的防护力度 明显要比其他楼层更强 而且他并没有在第五层 找到通往第六层的路 陈征摇了摇头 收敛心绪 玄界武学 天向静 与我而言 还有段距离 五道之路 切记好高骛远 我当珍惜当下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无日三省无身 已经成了陈征的习惯 平复新静后 陈征走出楼梯 踏入五层阁楼之中 在楼梯跟阁楼的连接处 泛起淡淡连衣 但并没有对手握名牌的陈征 造成阻碍 陈征抬眼看去 皇室藏金阁五层 一共分了三个区域 功法 武技 秘术 有着混沌神天绝在 功法第一时间被陈征排除 他静止走向了武技区域 长排的书架上 一共三层 罗列着大概四十多册武技 书架的横延上刻有武技的名字 而每一本书册之上 都有荧光环绕 只要触手触碰 便会有具体介绍在荧光之中跳出 只可惜一圈下来 陈征都没有找到太满意的 他便将目光 又放向了最后的秘书区 所谓秘书 特指一些 能够临时增强战力的法门 亦或是无法对战力形成帮助 却在其他方面所有作用的法门 最常见的 就是类似于暴血竹 这类可以短时间内爆发气血的秘书 又或者是激发身体潜力 可以辅助修行的秘书 秘书区域的书册不多 一共也才十个 不过秘书难寻 更黄问黄街极品秘书 少也是正常的 十色秘书中 爆发类的秘书占了六侧 效果强大 但使用之后 后遗症也很大 陈征不太喜欢 剩下四侧辅助类的秘书 陈征经过比较之后 选定了一门名为 千姬百变的脸膝类秘书 休息之后 除非主动展露 便是天向静 也无法看出真实修为 算是半猪吃老虎的不二之选 除此之外 千姬百变 还有另外一个强大功能 易容 普通易容只能变化外貌 但千姬百变 不仅能改变外貌 还能改变人的身形 气质 完成极致的伪装 就选这个了 陈征心中立刻有了决定 千姬百变 虽然无法增幅修为 更没办法提升天赋 但对于陈征来说 却是异常契合 她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但为了最快的变强 这些秘密 她又没有办法彻底隐藏 就像是在燕城的时候 哪怕她做过伪装 但还是轻易被艾琳娜给识破 但如果有了千姬百变 她完全可以为自己 伪造出几个不同的身份 去做赤野猴之子 不方便去做的事情 做出决定后 陈征也不犹豫 将名牌插入 千姬百变 书架下方的凹槽中 下一刻 名牌被吞没 笼罩在千姬百变之上的光运 也散去陈征拿起书册翻看起来 上楼之前 首个人提醒过他们 他们只能在藏经阁内待三个时辰 这三个时辰 就是让他们来背书的 如果有人背不下来 那抱歉 她只能错过这场机缘 陈征将书册翻看一遍 便已经将内容全部记下 但为了稳妥起见 陈征又翻看了一遍 而这正是将肉身打磨到极限 还修行了混沌神天觉的陈征的强项 再加上远超常人的精神力量 足以让陈征轻松地掌控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肉跟气血 本该极难掌控的黄街极品秘术 陈征修行起来却异常地顺利 一个时辰 她便已经可以成功隐藏自身气息 虽然还达不到精神的地步 但天刚静之下 绝对看不透她的真实修为 两个时辰后 陈征已经能够操控身体肌肉 进行简单的变化 初步改变身形跟面貌 如果再加上一点着装的掩盖 也勉强可以达到隐藏她真实身份的目的 陈征停止了修炼 目前进度顺利地让她都有些惊讶 但她很快便明白了缘由 随着修为突破 混沌神天觉的效果也进一步发挥 她的天赋似乎又增强了 混沌神天觉的对于她的增强 不仅是在体质上 还有对悟性的变化 她将心神沉入混沌神鼎内 一道信息瞬间传入她脑海之中 随着陈征境界突破 混沌神鼎每日可凝炼的金色液体 不仅数量增加 效果也有增强 原本她还担心 随着自己实力增强 金色液体对她的注意会逐渐变低 现在看来完全是多虑了 同时 混沌神鼎凝炼血色液体的权限完全开启 在提升修为的同时 她依旧可以继续锤炼肉身 双管齐下 陈征再开迈进 说不定也能如同在后天静一般 创造逆伐一个大境界的奇迹 陈征取出一滴金色液体 服下用来巩固修为 眼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起身朝着楼梯口走去 来到底楼 其他九位天交都还未下楼 首个人看了陈征一眼 有些意外 还有半个时辰 明白 陈征点头 但秘书她已经初步掌控 多出半个时辰 也没法让她更进一步 而阁楼中 其实也不是一个适合修炼的地方 与其在上面浪费时间 不如早点下来 随你 首个人摇了摇头 重新闭上眼睛 陈征朝着门外走去 刘公公还在门口候着 看见陈征出来 也是露出惊讶之色 小侯爷 怎么出来的这么早 陈征笑道 记下了 自然就出来了 里面闷得很 我带不惯 随口解释了一句 陈征继续道 刘公公 我想请教一件事 我是必须要立刻 前往轩灵院报道吗 我想先去看看我母亲 据说新生加入轩灵院后 要进行为期半个月的 封闭式训练 在这期间 会断绝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虽然杨素的安全 应该暂时无忧 但他不亲眼看看 终究放心不下 还有爱玲娜那边 也需要交代一些事情 这 刘公公有些为难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别人肯定不行 但是小侯爷情况特殊 倒是没有关系 两人回头看去 干爹 刘公公露出恭敬之色 祥公公 陈征也抱拳行礼 祥公公笑着回礼后 继续道 小侯爷还不知道 赤野侯府在哪吧 咱家陪你走一趟吗 陈征自无不可 道谢之后 便跟着祥公公离开 出了皇宫 有天卫君骑士牵来战马 让陈征意外的是 给陈征准备的战马 依旧还是火灵鞠 这是 陈征看向祥公公 祥公公笑道 陛下说了 小侯爷既然跟火灵鞠有缘 他便成人之美 赐给小侯爷你了 看见陈征 火灵鞠开心地甩了个响鼻 主动凑了过来 陈征伸手摸了摸马脸 笑道 那就多谢陛下了 冤皇此番是想拉拢他 而他也的确想借冤皇的事 两人算是一拍即合 陈征自然没有拒绝冤皇善意的道理 祥公公笑容更甚 宝马配英雄 杂家也很期待 看见小侯爷跟着火灵鞠 在战场厮杀的英姿 成为我大渊抵住 那就借祥公公吉言了 陈征也笑着回应 两人翻身上马 直奔赤野侯府而去 赤野侯府的位置 就在皇城的正中心 这边也是王公贵族的聚集地 整片街区奢侈繁华 要比其他地方高出一个档次 普通平民甚至都不敢靠近 四周还有皇城卫来回巡逻把守 安全措施十分完备 赤野侯府 在这般核心区域 也处于中心的位置 皇恩可见一般 门口 祥公公抱拳告辞 小侯爷 我就送到这儿了 陛下那儿还等着我回话呢 要是有什么需求 可以跟府上的下人说 他们都会尽量满足 谢公公 公顺公公 陈征抱拳致谢 目送着祥公公远去 等到看不见祥公公身影 陈征脸上笑容才收敛起来 面色泛起一丝阴沉 有需要跟府上的下人说 那这些下人 到底是赤野侯府邸的人 还是冤皇的人 说是照顾 实则兼是 陈征虽然能理解冤皇的做法 但心中终究不舒服 罢了 我为妻子 先听之认知 等我跳出棋盘 再谈其他 陈征收敛心绪 上前扣响大门 很快 大门旁的一个小门被人打开 一个下人模样的中年男人 探出身子 这位公子 您找谁 陈征诞声道 这是我家 男人一愣 然后立刻反应过来 大喜道 原来是小侯爷道了 他连忙招呼其他人去通知杨素 又让人打开大门 恭迎陈征回府 然后带着陈征朝着府内走去 小侯爷 小人徐福 您叫我一声阿福就行 夫人这几天 可是天天派着您 担心的饭都吃不下 如今看您平安归来 必然高兴 阿福长的面扇 笑起来很容易让人产生清静的感觉 语气不急不缓 嘴上一直不停 此时也很难对其产生恶感 他也是府上的管家 小侯爷 我们都是陛下派来的 陛下也说过 您要是用不惯 可以把我们都换了 徐福显得很是坦诚 陈征摇头道 不用了 谁能保证 他换一批人 就不会是冤皇的人 与其让大家都不痛快 还不如卖个好 好的 徐福也不意外陈征的选择 依旧满面笑容的 为陈征领路 之二 陈征走进大厅时 杨素也匆匆赶来 看见陈征平安无事 脸上不由露出开心之色 他身后 还跟着灵儿跟陈红英 灵儿看上去圆润了一圈 想来府上伙食应该不错 陈红英脱去赤红战甲 换上了女子装扮 倒是让陈征眼前一亮 娘 陈征笑着迎了上去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杨素在陈征身上拍拍打打 一副如是重负的样子 几人落座之后 徐福送上了茶点 便拾去地退下 娘 在这皇城待得可还习惯 陈征笑着问道 杨素还没回答 灵儿便迫不及待得道 少爷 我觉得这比烟城好 有冤皇陛下保护 也没人敢欺负我们 而且 吃的穿的 还都不用咱们自己花钱 尤其是那醉香楼的烤鸭 陈征笑盈盈看着 也没打断这个吃货 至少从灵儿的表现来看 这段时间 母亲过得应该还不错 杨素敲了敲灵儿的脑袋 哎哟 灵儿痛哭一声 惨嘻嘻看看向杨素 杨素板着脸道 整天就知道吃 再胖以后就嫁不出去了 灵儿娇含一笑 那灵儿就不嫁 一直陪着夫人 杨素叹息一声 懒得理他 有些忧心忡忡地看向陈征 正儿 咱们要不搬出去住吧 身为赤野侯夫人 又是杨家千金 她自然不会像灵儿这般纯真 这世上不会有白吃的午餐 在烟城时 冤皇对他们母子不闻不问 到了皇城 又这般礼遇 杨素虽然想不通其中关节 但总觉得心里不安 陈征笑着安慰道 母亲不必多虑 安心住下便可 而且除非离开虎皇城 就算搬出去不也一样 反而没站住的舒坦 见杨素还是愁眉不展 陈征上前给他暗间 开迈镜的气势绽放 温声说道 杨亲 你儿子我如今已经是开迈镜舞者 更是此次宣灵院大笔的投名 德元皇亲自召见 一个月后 还要授封少将军 领兵一万 所以一切由我 杨请尽管享福便是 听见陈征的话 杨素震惊的同时 心里也松缓了几分 忍不住笑道 我家正儿这么厉害 等你父亲回来 你岂不是都要超过他了 陈征也笑道 未尝不可 安抚了母亲 陈征陪着母亲吃了饭 然后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便让母亲先去休息 大厅中 陈征叫退了其他人 只剩下他跟陈红英两个 红英姐 这一路 辛苦你了 陈征率先开口 陈红英摇头 魏少主跟主母分忧 是红英应该做的 只是现在府上都是陛下的人 咱们是不是 陈征摆手笑道 不用理会 他们是冤黄的眼线 但也算是我们身上的一层保护 我现在已经向冤黄表明了态度 天赋又摆在这儿 所以 除非父亲生死 冤黄陛下绝对不会放任 无极猴的人对咱们下手 他早就听说冤黄老了 寿元将近 已经失了锐气跟果敢 唯一的继承人 又是个不太聪明的家伙 但越是这样 冤黄就越不会放任田无极继续做大 在其死前 必定会想尽办法将田无极铲除 只是如今 两边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赤野猴就是打破两方平衡的关键 无极猴要杀他 那么李复生就一定会保他 陈征需要在家缝中求存的同时 找到对田无极一击致命的痛点 这也是他来皇城的原因之一 陈红英点了点头 像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道 对了少主 你要是有空 可以去秦歌拍卖场一趟 那边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陈征意外道 艾小姐的拍卖场已经办起来了 陈红英回道 这位艾小姐本就在皇城有产业 若非有冤皇陛下 伺下的赤野猴甫在 我跟夫人此刻 应该也会在他府上住着 犹豫一番 陈红英继续道 少主 这位艾小姐来历神秘 身上似乎藏着很多秘密 和这种人打交道 麻烦恐怕不会少 陈征笑道 这些我都知道 不过我已经跟艾小姐合作 而且若非是他 我早已经死在田经义的手上 只要他不负我 我也会竭尽全力帮他 听出陈征话语中的坚定 陈红英便不再多言 红英俭 侯府这边 还有劳烦 你都看过一下 我先去琴歌拍卖场看看 询问了琴歌拍卖场的位置 陈征便骑着火灵鞠离开 琴歌拍卖场 在皇城偏北的街区 虽然远离了中心城区 但也不算太偏 最重要的是 这里距离练药师工会很近 来往的人流量不小 但等陈征抵达 琴歌拍卖场的时候 发现门口异常冷清 只有几个小丝 站在门口摇摇欲睡 陈征翻身下马 几个小丝顿时惊醒 有客人来了 醒醒 都醒醒 几个人朝着陈征迎来 陈征笑着道 不用紧张 我是爱小姐的朋友 请问爱小姐在吗 其中一个小丝惊喜道 是小侯爷吗 小侯爷 您终于来了 小姐可一直念叨着您呢 陈征抬眼看去 不等他问 小丝便主动道 小侯爷 我叫小六 跟小姐一起 从燕城一起来的 陈征笑着应了一声 我带您去找小姐 小六满脸激动 带着陈征朝 拍卖场内走去 我听说拍卖场 最近不太顺利 陈征问道 小六愤然道 就是皇城这些本土势力 欺负咱们是外来的 一直在找咱们麻烦 拍卖场无法开业 现在只能做点零碎业务 陈征挑眉道 他们还有这个本事 小六压低声音道 如今户部尚书 江淮江大人 是田家的门生 陈征瞬间了然 说了半天 还是田家再搞鬼 这就不奇怪了 户部管商业 要卡琴哥拍卖场的 不过现在不同了 有小侯爷你在 这些家伙 肯定不敢继续放肆 小六满脸兴奋 看得出来 他对陈征信心很足 又或者说 是对陈征的身份 很有信心 户部尚书再厉害 还能比得上赤野猴 这是当然 陈征笑着硬道 这种时候 当然要给自己人信心 便是狂妄一些也无妨 小六将陈征 带到一处房门前 轻轻扣响 小姐 小侯爷到了 房门打开 开门的是贺兰 小侯爷 贺兰宫进行了一礼 笑道 小姐就在里面 小侯爷自己进去吧 说吧 他便带着小六离开 陈征走进屋子 只见爱琳娜 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一身紫色旗袍 将完美身材呈现 幽怨的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让陈征有些招架不住 冤家 你要是再不来 人家可就要被欺负死了 听着爱琳娜娇嘀嘀的声音 陈征只感觉一阵恶寒 苦笑道 爱小姐 能不能正常一点说话 小侯爷还是这般腼腆啊 爱琳娜咯咯一笑 缓缓从沙发上坐起 身躯曲线伸展 陈征忍不住多看两眼 喜欢 凑近点看嘛 爱琳娜朝陈征抛了个眉眼 她似乎迷恋上 调戏陈征的感觉 陈征轻咳一声 收回视线 在爱琳娜旁边的沙发坐下 爱小姐 明天一早 我就得去宣令院报道 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封闭式特训 时间有限 所以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陈征正了正神色 官府方面 我父亲的身份 还能起到一定作用 只要你对外宣称 情歌拍卖场 是我赤眼猴斧的产业 他们就不敢再为难你 爱琳娜笑道 这其实还是小事 主要是现在情歌拍卖场内 没有炼药师作证 作为一个新开的拍卖场 根本吸引不了客人 也没有跟其他人谈合作的资本 好弟弟 你懂我意思吧 陈征点头道 明白 还请爱小姐 帮我准备一套宽松一点的衣服 干嘛 爱琳娜不解 陈征神秘一笑 爱小姐一会儿便知 一刻钟后 爱琳娜看着眼前的矮壮中年汉子 有些傻眼 你是陈征 陈征笑道 连爱小姐都认不出我 想来其他人更认不出 对了 半个时辰后 来炼药师公会找我 也可以高调一些 但有一点 爱小姐一定记住 现在我不是陈征 是炼药师正成 说吧 陈征戴上斗笠 从情歌拍卖场 后门离开 走过了几条长街 陈征便来到一处灰红建筑前 几个鼻走龙蛇的大字 陈征朝着大门走去 还未靠近 便有一阵浓郁药箱扑鼻而来 走进大殿 便有穿着轻衣的丹童迎了上来 软糯糯道 居士止步 这里是大殿 非炼药师公会成员 不得随意乱走 若有其他需求 请前往偏店 那里会有工作人员接待 陈征笑道 我想参加炼药师等级考核 丹童惊讶道 原来是童道 不知师兄要考核几品 陈征想了想 二品吧 后天静的时候 他便已经能勉强炼制一品丹药 如今若是有丹颅辅助 炼制二品丹药应该不成问题 丹童神色愈发恭敬 那师兄先去柜台登见 我这就去请白大师 亲自来给为您考核 整个大渊 如今记录在侧的二品丹师 也不过才百人而已 丹童先将陈征带到柜台 然后便迈动着小短腿 跑去叫人很快 一个头发乱糟糟 脸上写满了烦躁的老人 在丹童的带领下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丹童嘴里白老 白仙行 也是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 大渊为二的四品炼药师之一 看着眼神 不是大渊国人 等陈征登记完毕 白仙行例行公事地问道 丹童在一旁介绍了白仙行的身份 陈征连忙拱手道 是大渊国人 不过之前一直随师傅修行 所以没来炼药师工会注册 白仙行点了点头 随我来吧 我亲自考核你 说吧 白仙行转身变走 丹童示意陈征跟上 然后苦着小脸 低声提醒道 这位师兄 你要当心一些 白老练要练魔症了 现在卡在一个关卡出不来 所以暴躁得很 陈征失笑道 在下正成 不知小师弟怎么称呼 丹童似乎对于小师弟这个称呼 十分喜欢 眉眼都带着雀跃 师兄 叫我清风即可 不过我现在只是一个要同而言 还没接触炼药师的知识 当不起小师弟的称呼 陈征依旧笑道 清风师弟这般机敏 成为炼药师也是迟早的事情 炼药之事 的确需要先打好基础 不宜接触过早 看来令师尊也是对师弟寄予厚望的 清风丹童文言更是高兴 看陈征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亲近 他接待过不少炼药师 便是一品炼药师 一个个也是骄傲的不行 对待他这个小丹童 也是爱搭不理 少有这位郑师兄这般亲和 清风再次压低了声音 小声道 郑师兄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白老对于考核意识并不上心 所以考核时 炼药过程不重要 但能不能出成品很重要 你一回炼制考核丹药的时候 选择最稳妥 最容易的二品丹药即可 炼药师考核中 难度一般都取决于 考核官的个人喜好 有的看中炼药的手段 以及对炼药的领悟 即便炼药失败 但过程考官满意 也会给过 相反 炼药手段粗糙 即便侥幸炼成 也会被判定失败 还有的只看中结果 即便是炼药手段在高明 但最终炼药失败 都会判定考核失败 白先行 明显属于后者 清风丹童给出的消息 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正成 这种第一次过来的人说 多谢清风师弟 陈征笑着抱拳谢果 然后跟着白先行 走进丹氏之中 你去那边炼药 只要是二品丹药 你都可以炼制 需要什么药材自取 若是这里没有的 可让阿明帮你取来 先说好 若是炼药失败 药材的损耗自费 若是炼药成功 炼制的丹药 炼药失败会取走一半 可有意义 白先行 先是指了只 角落出的一个丹炉 然后又看了一眼 房间中一个身穿白衣 气质卓绝 容貌惊艳的妙龄少女 少女年岁 看着跟陈征相仿 但容貌气质实在不俗 便是陈征也忍不住 多看两眼 被称作阿明的少女 眉头微皱 语气冰冷到 阁下准备好了吗 可 没有意义 抱歉 我先看看 陈征尴尬一笑 此时自己是一副 中年汉子的模样 盯着人家小姑娘看 属实有些猥琐 白先行摆了摆手 不再理会陈征 重新回到丹市中央处 正然着丹火的青铜丹炉前 眉头紧锁 嘴里念念叨道 看着确实有些魔症 惊艳少女也收回视线 恭敬地站在白先行身旁 仿佛在聆听教诲 陈征耸了耸肩 来到角落处 他看了一眼药架上的药材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他打算炼制二品丹药养神丹 这是一种比较大众 但是能够温养精神力量的二品丹药 难度算不上高 但也不是一般二品丹师能够炼制 最重要的是 这丹药对于陈征有用 毕竟承担后 自己能带走一半 相当于白嫖 没有人能拒绝白嫖的快乐 做下决定后 陈征也不耽误时间 先是开启丹炉下的机关 点燃丹火 然后再取来炼制养神丹需要的药材 进行处理 整个过程一开始 他显得比较生疏 但很快就熟练起来 另一边 金燕少女也在用余光看着陈征 看见陈征的操作 心里一阵嘀咕 故意藏桌 想要引起白老的注意 但这手段 未免太低级了 陈征心无旁骛 将处理好的药材 分批丢入丹炉之中 然后凭借着药香的变化 来控制丹火的大小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眼看就要丹程的一刻 突然丹火闪烁了一阵 丹炉瞬间躁动起来 不好 金燕少女一惊 这才想起 角落那处丹炉之前检修 好像出过一些毛病 本以为修好了 看来根本没有 要失败了 金燕少女心中惋惜 他看得出来 这个猥琐男人本事还是有的 但以白仙形的脾气 他不管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只看结果 所以 陈征的考核必定失败 而考核失败之后 需满一年之后 才能重考 但让金燕少女意外的是 那个猥琐男人 脸上并无挫败之色 在短暂的惊恶之后 干脆关闭了丹火 然后将双掌按在丹炉之上 神情严肃 有丝丝戏汗冒出 这是在干什么 金燕少女不解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本来躁动的丹炉 竟然渐渐平息下来 浓郁的药香飘散而出 约莫半壳中后 那猥琐男人才收回双手 一副大功告成的模样 成了 陈征看向白仙形 白仙形摆了摆手 不慎在意 阿密 你去看看 是 金燕少女上前 陈征伸手揭开丹炉 一阵保光之后 只见丹炉底部 凝练着十二颗银色丹药 是成了 金燕少女回道 闻言 白仙形也不回头 直接从旁边拿过一张丹子 签上姓名后 直接丢给陈征 丹炉中的成丹 你可去走一半 然后拿着丹子 去柜台办理品级证书即可 多谢白老 陈征也不客气 拿起一个空瓷瓶 装好了养神丹 便道谢离去 路过白老的时候 听见白老皱着眉头 盯着丹炉嘀咕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陈征看了一眼 忍不住道 白老 你这具像丹药城 火候可再若三分 另外再加一株换神花 嗯嗯 白老下意识地摆了摆手 显得十分敷衍 角落正在食剪丹药的金燕少女 忍不住摇头 一个二品炼药师 竟然想知道一位四品炼药师 怎么炼药 见状 陈征也不再多言 拱了拱手 离开了丹市 嗯嗯 白老此时才像是反应过来 目光一宁 惊讶到 他怎么知道 我在炼制巨像丹 巨像丹 四阶极品丹药 是天刚镜突破天象镜的必备丹药 一颗巨像丹 可增加突破者三成的成功概率 便是白先行 这位四品炼药师 大渊国炼药师协会的副会长 承担率也不过十之一二 价值无可估量 他看向惊艳少女 阿明 是你告诉他的 惊艳少女摇头 没有啊 说着 少女拿出一颗沉争炼制的丹药 这我没道 白老 刚才我没发现 现在才看见 这养神丹 似乎跟一般的养神丹不同 他是不是炼废了 给我看看 白老伸手接过 看见养神丹的丹纹上 淡淡的星辰印记 不由一惊 这是星空炼制法 惊艳少女 也惊讶得张大嘴巴 是那已经失传的炼丹手法 据说这是能百分百 熔炼药性的炼丹神迹 他连忙 将刚才看见的情况 跟白先行说了一下 白先行深吸一口气 他是在以神念代替丹火 看来就是 星空炼制法无疑了 就在两人感叹之际 一股刺鼻的药味传来 不好 白先行一惊 连忙回到自己的丹炉前 不行 不能再丹个时间了 否则这一炉具像丹 也废了 白先行脸色难看 一共也裁两炉的药材 白先行已经炼废了一炉 最后这一炉 也在炼废的边缘 即便相同的药材 药性也存在着偏差 炼药师必须根据药香 而现在 已经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 他脑海中突然想起 陈真刚才的提醒 火候若三分 再加一株幻神草 试试看吧 那小子虽然只是二品炼药师 但会失传的星空炼制法 说不定真能化腐朽为神奇呢 白先行无奈 但他没得选 如果按照他之前的经验操作 实诚的概率要废 做出决定后 白先行也不再犹豫 直接调弱了丹火 然后让经验少女 取来一株幻神草 处理好后丢入丹炉之中 很快 有用 真的有用 另一边 陈真拿着白先行给的单子 过来柜台登记 清风丹童凑了过来 笑嘻嘻问道 郑师兄 可是通过了 陈真笑着点头 拖了清风师弟的符 侥幸通过了 清风丹童摇头 脸上高兴道 这是郑师兄你的本事 对了 郑师兄可有挂靠的拍卖行 或者药行 如果没有 我可以帮着介绍 这皇城内的各大药行 还有拍卖行我都知道 保证不让郑师兄你吃亏 陈真抱歉道 我已经有合作的拍卖行了 清风丹童也不在意 依旧笑道 无妨 不过这些做生意的大多心黑 像郑师兄 你这般性格醇厚的人 很容易吃亏 合作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喜欢陈真 陈真抱拳道谢 这才与清风丹童告别 出了炼药师工会大厅 刚出门 便听见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 陈真抬眼看去 一群人又是敲锣 又是武师 排场极大的朝着这边靠近 领头的艾琳娜 一个个眼珠子仿佛像是 黏在了艾琳娜身上 透着难言的火热 停 艾琳娜看见站在门口的陈真 不由露出笑容 示意叫夫停下 然后身姿款款走了下来 对着四方拱了拱手 诸位 今天我们情歌拍卖场出了一件喜事 将要和一位炼药师达成合作 以后诸位若是有炼药需求 可以来我们情歌拍卖场 前十位客人可打五折 后续也会有更多的丹药展出竞拍 诸位要是感兴趣 一定要过来捧场 文言 四周众人不由露出古怪之色 这情歌拍卖场 不是听说被其他几家拍卖场 联合抵制吗 还有炼药师跟他们合作 不清楚 若是真的 倒是可以去看看 五折呀 不少了 他们逗他们的 咱们不至于跟前过不去 炼药师 几品 不会是一品吧 其他拍卖行都有二品炼药师做证 如果只有一品 这情歌拍卖场也没什么竞争力 众人窃窃私语 艾琳娜正要解释 一阵嘲讽的大笑声传来 艾小姐 你们连开业的流程都没走完 谈合作 未免太早了一些 艾琳娜抬头看去 不由皱眉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锦衣 手拿折扇的公子哥 正领着几个护卫 朝着这边走来 目光肆无忌惮地在艾琳娜身上扫射 脸上满是讥笑 是江玉江少 户部尚书江大人的儿子 这情歌拍卖场 还得罪了官家 这生意做得下去才有鬼 众人纷纷远离了艾琳娜的队伍 艾琳娜冷着脸不说话 洛飞不好暴露身份 别说一个户部尚书的儿子 就算是那位冤皇的独子 他杀了也就杀了 这些天 他是真被这些苍蝇恶心的不行 艾小姐 我说的可对 做生意的 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 你这满口胡言 实在有失伤人本分 如此品性 看来我得让父亲再多考察你们 情歌拍卖场一段时间了 江玉笑呵呵地凑了上来 艾琳娜看着陈征正朝这边靠近 脸上骤然展露笑容 妩媚的风情 让江玉人忍不住心神一颤 江东子 你到底要哪般 不如给个痛快话吧 艾琳娜一副任命的样子 江玉压下火热的心绪 笑道 好说 艾小姐若是真有意在皇城行商 不妨今晚来我府上 咱们可以彻夜相谈 四周顿时响起一阵哄笑 也在心中大骂江玉无耻 这分明就是想逼着艾琳娜就犯 艾琳娜叹息一声 忧怨道 奴家倒是无所谓 就怕有人不愿意啊 江玉傲然一笑 有我在 谁敢说个不字 喂 骤然 一只手搭在了江玉的肩上 江玉皱眉回头 还未看见来人 便见一只拳头 在她眼中无限放大 碰 根本来不及反应 江玉惨叫一声 整个人便横飞出去 碰 江玉重重摔落在地 口中吐出几颗血牙 神色争鸣不已 是谁 她满面惊怒地抬头看去 只见艾琳娜 此时正依靠在一个面向 普通的中年男人怀里 满眼计笑地看着自己 江公子 我说了 有人不愿意 您看您不听 这就吃苦头了不是 艾琳娜声音娇媚 却透着无限嘲讽 江玉面色战红 你们是在找死 怎么 你要杀我 陈征神色淡漠 你以为我不敢 江玉神色争鸣 你可以试试 陈征面露计笑 此时 江玉的护卫 已经惊呼着冲来 少爷 你你没事吧 混账 这可是护不尚书之子 你敢对他动手 找死 护卫们对着陈征怒目而逝 跟他废话什么 打断他的四肢 送去大牢 我要让他知道 得罪本公子的代价 江玉怒声吼道 是 一众护卫 顿时朝着陈征冲来 陈征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随手丢出一本册子 啪 淡绿色的册子 直接打在领头护卫的脸上 什么鬼动 领头护卫一把扯下 就要丢掉 却骤然看见 书册上炼药施工会几个大字 神情不由一将 等看清了书册上的内容 更是忍不住惊叫出声 住手 都住手 几个护卫连忙站住 疑惑地回头看来 江玉气急败坏 谁让你们住手的 上 丢飞了那混账 少爷 慢着 您看这个 领头护卫连忙跑回江玉身边 递过册子 江玉扫了一眼 争鸣的面色同样一将 炼药师工会二品炼药师 正成 这绿色册子 正是炼药师工会给陈征的认证证书 陈征淡默的声音传来 户部尚书之子 好大的官威啊 在我们炼药师工会的大门前 不仅要抢我的女人 还要废掉我这个二品炼药师 厉害 实在是厉害 文言四周一片哗然 二品炼药师 这么年轻 看来一小姐没有说谎啊 即便是户部尚书 也不敢这么对待一位二品炼药师吧 一轮声纷纷 便是艾琳娜 也一脸吃惊地看着陈征 忍不住低声问道 二品 你什么时候成二品了 陈征淡笑道 我突破开麦境 自然就成二品了 艾琳娜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那等你突破天罡 岂不是就能成四品了 开麦境 是成就二品炼师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是说突破开麦境 就一定能成二品炼师 有些炼师即便突破天罡境 也还只能在一品炼师徘徊 陈征摸了摸鼻子 或许吧 听着陈征如此自信地回答 艾琳娜一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好 但是喜大于惊 按照陈征这个突破速度 或许真不用等到 他那位师尊回来 陈征便可以帮助自己 另一边 江玉慌了 他堂堂护不上书之子 虽然不至于怕了一位 二品炼药师 但要说所以拿捏 那也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 陈征现在扯上了 炼药师工会的大旗 你别说了 我又不知道 你是炼药师工会的人 我江家对炼药师工会 想来是尊敬有加的 江玉强压着怒意解释 他可以得罪一位 二品炼药师 但绝对不能得罪 炼药师工会 哪怕只是嘴上的不敬 都不行 行吧 那你现在知道了 又该如何 陈征诞生道 江玉怒道 我已经挨了你一巴掌 你还要怎么样 陈征吃笑一声 那我现在打断了你的四肢 抢了你女人 然后再让你打一巴掌 事情是不是也能了 江玉陈生道 我说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 你的身份 如果知道 必然不会这么对你 你又何必强此夺理 大家个退一步不行吗 可以啊 陈征点头 但我也可以先打断你四肢 再知道你是户部尚书之子 然后我再去跟江大人 去个退一步 想来江大人也是愿意的 江玉有些忍不了了 韩生道 阁下不要太过分了 他堂堂户部尚书之子 何曾跟人如此 这般低声下气过 这混账还不依不饶 真当他是泥巴捏的 过分又如何 一道弹幕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却不是陈征 是谁说话 有胆子说 没胆子站出来吗 江玉恼怒道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出来挑衅他了 我白先行一把年纪了 众人不由呼吸一致 白老 这不是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吗 传说中的四品炼药大师 天 我见到活的了 一时间 众人看向江玉的目光 都充满了惊叹 得罪一个二品炼药师也就罢了 现在还要得罪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 一个字 牛 江玉在看见白先行的一刻 脸色顿时煞白 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嘴脸慌张道 不是的白老 我不是说你 我不敢 我以为 江玉语无伦次 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陈征向白先行行了一礼 好奇道 白老 您怎么出来了 白老脸上露出何须的笑容 郑小友 我这番出来 是想跟你道谢 还真担心你走了呢 文言 众人都惊异地看向陈征 这小子做了什么 竟然要白老亲自赶出来 跟他道谢 陈征顿时了然 笑着问道 单成了 白老指不住露出笑意 成了 虽然只出了三例 但对白先行来说 已经算是天大的惊喜 本来他都做好了血本无归的准备 白老这药是打算自用 还是有出售的打算 陈征问了一嘴 白老笑道 单成三例 一颗老夫已经应成给了别人 我自己还要留一颗 剩下一颗暂时没有去除 郑小友有兴趣 他问的不是陈征 而是在问陈征提过的那位师傅 能交出陈征这般弟子的 至少也是无品炼药师 如果对方真的需要 白先行就是吃些亏 也愿意卖个人情 不是不是 陈征连忙白手 不说买不买得起 就算买得起 他现在也用不上 如果白老有出售的意愿 不妨选择我们情歌拍卖场 白先行看了一眼爱琳娜 点头应下 可以 四周众人不由好奇 有人大声问道 白老 您练这什么丹药 四品炼药师出手 必然不凡吧 白老但笑道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就是几粒巨像丹而已 话落 现场直接炸了 巨像丹 可以帮助天刚镜 突破天象镜的神丹 不愧是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 此丹出售 必然引得一众天刚镜风抢 咱们皇城怕是要热闹起来了 定在情歌拍卖场拍卖 看来这情歌拍卖场要火了 众人看向爱琳娜的眼神都变了 有白先行这位四品炼药大师站台 情歌拍卖场现在的一切困境都将化解 在凭借巨像丹带来的巨大人气 情歌拍卖场借此机会一飞冲天 击身皇城顶尖的拍卖场也未尝不可 爱琳娜也很惊讶 但她惊讶的不是白先行炼出巨像丹 而是惊讶 陈征竟然能帮助白先行承担 一个二品 一个四品 天壤之别 前者能帮助后者 堪称天方夜谭 如此可见 陈征的天赋到底有多恐怖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一时间 爱琳娜更贴近了陈征怀里一些 一双眉眼都能挤出水来 盯得陈征心慌不已 这个妖精又在打什么主意 陈征倾咳一声 向白先行道了谢 然后看向一脸茫然无措的江玉 江公子 咱们之间的事情还没解决呢 江玉此时已经六神无主 咬牙道 你想怎么样 陈征淡笑一声 倒也简单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你跪在地上 给我们磕三个响头 说一声对不起 此时便算过去了 二 你自断四肢 你我之间的恩怨 也可一笔都消 对待敌人 陈征向来不会心软 你 江玉瞪大了眼睛 显然 陈征这两个选择 他都无法接受 白先行淡漠的声音响起 既然你不愿意 老夫就给你第三个选择 你如我练钥匙工会 其我练钥匙工会钥匙 我一掌 将你击毙 让你死个痛快 也全了 你这一身蒸蒸骨气 话落 白先行就要动手 抬手间 刚气汇聚 一阵狂风席卷 众人只感觉置身于惊涛骇浪 无法呼吸 江玉一惊 在死亡的恐惧下 在顾不得其他 翻身跪地 邦邦邦刻了三个响头 嘴里大声叫道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不该仗势欺人 更不该口出无状 还请郑秀先生 爱小姐 白老原谅 下一刻 风暴平息 白先行收掌 江玉双眼一翻 直接晕死在地 带着你们的主子滚吧 陈征看向江玉的护卫 冷声道 回去告诉你们江大人 情歌拍卖场 是赤野侯府的产业 如今小侯爷已经抵达皇城 他如果觉得我这位二品炼药师 不够资格跟他谈 那他可以等着小侯爷登门 只是他的脾气 可不一定有我这般好了 有赤野侯府的地位 再加上炼药师公会的势力 那江淮如果还要硬碰硬的屎半子 陈征自然有办法教他做人 是 我们记下了 几个护卫战战兢兢 连忙扛起江玉跑了 陈征又朝四方拱手笑道 我们情歌拍卖场 就定在一个月后正式开业 当天一切即拍的抽成 只取三成 到时候 诸位要是有空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也可以来捧个人场 定在一个月后 是因为陈征要封闭式训练 而且 具象单拍卖的消息需要传播 还得给其他人赶来的时间 既然要做 自然要做到最好 他可是对情歌拍卖场寄予厚望 这也是他后面最大的资金来源 白先行也笑道 那一个月后 老夫也去凑凑热闹好了 陈征自无不可 连声道谢 别的不说 有白先行这位四品炼药师的活招牌在 就足以吸引不少人流 围观众人都是热情回应 然后各自散了 陈征告别了白先行 带着爱琳娜离开 返回丹士后 经验少女凑了上来 白老 见到那位郑先生啊 白先行点头道 见到了 不过此人跟赤野猴之子交情不浅 经验少女脸色微变 似乎有些不快 但还是咬牙道 无妨 那就各交各的 我反正不跟那赤野猴之子 见面就舍了 白先行叹息一声 阿民 你的身份 注定逃不过这一步 必是避不开的 经验少女满脸不甘 正要说话 门口传来一阵扣门声 清风丹童的声音响起 李姐姐 有位宫里来的公共找你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经验少女面色一白 我知道了 她告别白先行 来到另外一处房间 祥公公正恭敬地站在中间 看见少女 弯腰行了一礼 公声道 九公主 陛下传信 要您明日之前前往轩灵院报到 必要的时候 给予小猴也一定的帮助 保证她的安全 毕竟 这可是您未来的夫婿 闻言 黎敏这位冤皇帝九女 大渊国九公主不由计较 怎么 我的男人 还需要我一间女流来保护 祥公公叹息一声 九公主 陛下说了 你若是能做好这件事情 顺利嫁给赤野猴之子 那么她可以放进飞出宫 黎敏顿时沉默 所以这是交易 她落寞一笑 随即面无表情道 好 回去告诉陛下 臣女知道了 祥公公犹豫一番 还是说道 九公主 您对于小猴也或许有些误解 她并非 行了 她是什么人 我早就知道 赤野猴虎父犬子 整个大渊谁人不知 黎敏冷笑不止 她作为大渊国最有才情的公主 不仅修炼天赋不俗 更有成为炼药师的前置 但几天前 自己父亲为了拉拢赤野猴 在朝堂残余的力量 不惜将她作为筹码 要让她嫁给一个废物 她如何甘心 但身在皇家 有些事情 也由不得她做主 这是我黎敏的命 我认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陛下言而有信 放我母妃自由 话落 黎敏拂袖而去 她心中有怨 只称陛下 不言父君 祥公公无奈 也不再多说 反正等黎敏见到 那位小侯爷后 自会明白 与此同时 已经回到情歌拍卖场的 陈征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谁在想我 陈征揉了揉鼻子 摇了摇头 看向一旁的爱琳娜 爱小姐 我这还有些事情 需要你帮忙 爱琳娜笑颖颖道 好弟弟还跟我客气 人家现在可是你的女人哦 娇妹的声音 让陈征心神一荡 她强自镇定 不去接爱琳娜的花茶 正色道 首先 我需要爱小姐 安排一个 跟我现在身形样貌差不多的人 时不时地扮演一下 正成的身份 其次 在黄城外 我参加选拔的山林中 藏了一批灵药 虽然不多 但是都价值连城 我把标了位置的地图给你 你有空的时候 去帮我取回来 不过一定要当心 不要被无极猴的人发现 陈征也不隐瞒 将选拔期间发生的事情 告知了爱琳娜 爱琳娜听后 不由赞道 不愧是我的好弟弟 连无极猴 也能玩弄于鼓掌 陈征苦笑 不过是占了信息 不对等的便宜 算不得什么 他可不会因为这点事情 就小看了田无极 说到底 狄红他们会败 是因为他们太过于骄傲 但凡他们再细心一些 再耐心一些 陈征都没这么容易成功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一大批魔兽精血 陈征继续道 如今在轩灵院 他无法像在燕城一般 去魔兽山脉狩猎 只能花钱用魔兽精血代替 效果也是一样 爱琳娜点头道 这个倒是简单 你什么时候要 陈征想了想 就现在 有多少我要多少 后续也可以帮我多收集一些 说着 陈征将母亲给她的绿色金卡 递给爱琳娜 金币先从这里面扣 要是不够 爱小姐可以去侯府找母亲 爱琳娜也不客气 伸手接过 便去安排了 一直到晚上 爱琳娜才收集到了一批魔兽精血 大多都是一阶八九品的兽血 还有少量二阶的 陈征要了一个房间 用混沌神鼎 将其炼化成血色液体 陈征发现 比起后天镜的时候 凝练的血色液体明显变少 不过血色液体的质量变高 正好适合开麦镜使用 一直到深夜 陈征大概筑备了二十来天的量 这才返回侯府 与此同时 无极侯府 灰红气派的大厅中 一道威严儒雅的身影端坐上手 男人看上去三十多岁 风神俊朗的脸上 始终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一举一动 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是那种天生就该 站在人群中心的人物 此时正是这座侯府的主人 大渊抵住 天相静圆满高手 无极侯 田无极 在他左手边坐着一言不发 目露担忧的田惊义 在他身前 跪着战战兢兢的田一灵 所以 狄红他们都死了 是死在那些蛮人汉匪的手里 但那些蛮人汉匪也都死了 只逃脱了一个 而且还找不到踪迹 对吗 田无极声音醇厚 仿佛拥有安抚人心的力量 田一灵点头道 是这样的二叔 我多方打听 都是这个结果 这些都是那些 大成天骄亲眼所见 我看他们 也不似说谎的样子 我知道了 田无极点了点头 神色平静 就仿佛死的不是他的弟子 而是几只无关痛痒的街边蚂蚁 既然入了轩灵院 就好好休息 给我跟你父亲长脸 去我府库 领一颗开卖单 外加一柄下瓶宝器 回轩灵院报到去吧 田无极挥了挥手 田一灵顿时大喜 谢二说 他连忙起身 看了自己父亲一眼 在田经义点头之后 才退出大殿 大哥 你怎么看 田无极诞生问道 田经义神色凝重 不可能是那些蛮人的谋划 他们没这个胆子 田无极点头 那你觉得是谁 田经义低声道 只能是那位 才有这样的能量跟实力 田无极笑道 你是说李复生 田经义心中一惊 敢直呼冤皇明慧 整个大冤 恐怕也就只有 自己这位二弟了 他苦笑一声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田无极摇头 继续按照计划进行 李复生要保那小废物 那我就让那小废物 死在他手上 田无极脸上闪过一抹 让田经义胆颤的笑意 他以为将那小废物 送到轩灵院就安全了不 那里只是另外一个地狱 田经义忍不住问道 二弟 你早就猜到了 田无极摇头 没有 我只是习惯 先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有所准备罢了 人人都说他算无一策 其实不然 他只是做好了所有准备而已 第二天清晨 陈征告别了母亲 其找火邻居 直奔轩灵院而去 轩灵院作为大渊国 标志性的学院 几乎占据了皇城 南边十分之一的区域 远远看去 甚至要比皇宫更恢弘 在轩灵院外 有一条茬宽的大道 名为登天梯 陈征翻身下马 牵着缰绳 缓步而行 他自小便听过轩灵院 乃是汇聚整个大渊国 天骄妖孽之地 那时候的陈征无法修炼 对于轩灵院 更是心持神往 他也曾幻想过 自己有一天 能来到皇城 踏足轩灵院 见识一下 整个大渊国 最璀璨的风采 现在 他做到了 陈征嘴角泛起笑容 体内气血 受到他心情的牵引 开始变得汹涌澎湃 一早服下的血色液体 在激荡的气血中 被加速吸收 混沌神天绝运转 轰隆隆 陈征体内 仿佛雷霆汇聚 气血激荡声不止 一旁的火邻居 感受到陈征散发的气息 身子不由一颤 变得愈发老实 好在这害人的动静 并未持续太久 甚至除了这一人一马之外 根本无人知晓 陈征捏了捏拳头 空气其拳肩挤压 劲气刺破空气 发出一阵暴鸣 开脉进一重肉身 竟然直接步入圆满 此番念头通达 一招得悟 省下下了数日之功 陈征心中高兴 这也算是开了的好彩头 走在登天梯大道上 陈征愈发从容 他左顾右盼 打量着四方的风景 此时正值秋季 淡黄落叶纷飞 别具一番肃杀的美感 靠近大门 一道身影骤然出现 勾搂着身形 看不透气息 他先是看了一眼火邻居 目光才落到陈征身上 脸上浮现笑容 陈征 陈征点头 我是 敢问老先生是 勾搂身形摆了摆手 一个守门人罢了 不值得小侯爷问 进去吧 说吧 勾搂身形的老人回头一掌 进气击蛋而出 厚重的铁制大门 缓缓动开 去吧 老人出声提醒 陈征抱拳谢过 便牵着火邻居 走进大门 在路过大门的时候 他尝试用力按住大门 便即便以他此刻堪比 普通开迈进五重巅峰的力量 依旧撼动不了 缓缓闭合的大门半分 登天梯登天门 陈征曾有过耳闻 轩灵院弟子 谁若是能在毕业之前 靠着自己的力量 从这的登天门走出 便真正有了一步登天的可能 不过迄今为止 还只有一个人做到 无极侯 田无极陈征觉得 自己会是第二个 而且必然超越第一个 轰隆 陈征踏入登天门的瞬间 身后厚重的铁门关闭 在他眼前 依旧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也被 轩灵院的学子们 取了一个名字 迎新路 每一位新路院的弟子 都将受到老一届学员的 热情欢迎 此时 迎新路镜头 已经为了不少人 一个个摩拳擦掌 眺望道路远方 嘿嘿 这一届的魁首还真摆谱 大家都是昨日报道 他非要今日才来 身份是这轩灵院里 最没用的东西 唯有实力 才是一切 嘈杂的人群中 有两道身影面色阴沉地走来 一人正是昨天 被沉争一巴掌山飞的田山 还有一人 站在田山前面 一身气息要更强大 他叫田延 是田烈的小儿子 严甸 那小子已经突破开脉进 肉身力量 更是达到了气血如潮的地步 一身怪力惊人 你一定要当心 田山想起昨天的遭遇 面色无比难看 田延眯起眼睛 眼中带着愤恨 这笔账 自然也被记在了沉争头上 田山点了点头 叹息道 可惜燃哥不在 否则我等也不必想这么多 直接让他出手 足以拿捏着废物 他嘴里说的是田烈另外一个儿子 田兴然 如今已经是开脉进五重的修为 只是最近领了院内的任务 不在皇城 三叔田烈 性格暴躁莽撞 能被田无极留在身边 除了他足够听话之外 也因为他两个天赋出众的儿子 田延比他小一岁 如今修为还要高他一镜 田兴然大他两岁岁 更是直接高他三个小境界 田延闻言冷笑一声 要我大哥出手 你未面也太看得起这废物了 田山苦笑道 我只是想稳妥一些 田延冷声道 放心吧 今日用不着咱们出手 自然有人会教他做人 哦 田山不由好奇 田延没有回答 只是看向对面一道白衣倩影 少女只是站在那 面无表情 便已经牵动在场所有人的心 初日的晨光 洒落在少女光洁精致的容颜 一头乌黑的长发 随意地搭在两间 冷漠高贵的气质 衬托得起宛如神女一般 少女目光注视着迎新路 秀眉微醋 不知所想 这是 田山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九公主 她竟然也来了 冤皇九公主 即便是退去公主的光环 也是一位足以让轩灵院 添娇疯狂的女神 如今不过十六岁 便已经踏足开脉进四重 师从炼药师公会副会长 学习单竹容貌 更是倾城 她怎么会在这里 田山不简 据传这位九公主深入简出 不喜在人前露面 今日竟然会来凑这个热闹 田严冷笑道 据传 冤皇有意将九公主 嫁给她废物 什么 那废物凭什么 田山惊了 不由愤然 田严痴笑一声 对啊 凭什么 很多人 都是这么想的 你看那边 田严目光偏向另一边 田山顺着视线看去 只见几个身材高大 气质喧昂的青年 同样注视着迎新路 脸上满是冷色 时不时的 还会看九公主黎敏一眼 眼中泛着深情 是初年级精英般的王魁 开麦境四重 还有薛天涯 也是开麦境四重 田山眼睛一亮 尤其是在目光落向 最后一个年轻面孔时 更是振奋 竟然还有天交般的燃秋 今年刚满十九 便已踏足开麦境五重的妖念 他们竟然也来了 田山不由惊讶 往年迎新 基本都是一些初年级垫底的存在 出来找乐子 毕竟真正的天才 也不会将时间浪费 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 但这一次 竟然一下子出来了三位天才 其中 还有一位天交般的妖念 轩灵院内 分为外 初 中 高四个年级 外班都是一些刚加入轩灵院 或者没有突破开麦境的各成天才 只要突破开麦境 便可踏足初年级 开麦境五重之上 可踏入中年级 达到开麦境九重 便可通往高年级 冲击天刚境 而每一个年级 学年不得超过三年 超过而为踏足下一年级者 便会从轩灵院提前毕业 每年级每个班 又分为普通班 精英班 以及天交班 每个班的待遇 以及资源供给 也是完全不同 本来要过来的 可不止这三个 只是学院教习出面阻止 最后才派了 这三个代表出来 不过也足够让那小子 今天在这颜面扫地了 田言冷笑不止 田山高兴道 原来如此 田言恶毒道 放心吧 今天只是开始而已 他以后的日子 只会过得一天比一天辛苦 直到他崩溃 主动离开 轩灵院规矩森严 但他们这些学员 也早就学会利用一些规则 而这 也是轩灵院默许的 原本半路的金色尘光 避开了乌云的遮挡 彻底洒落大地 宛如在银星路上 铺上了一层金色地毯 有人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众人的目光 都向着道路尽头看去 只见一人一马 正沐浴着金光而来 无数目光落到陈征身上 这就是陈征 那位赤野猴之子 看着似乎也没多厉害 人家可是这次选拔的第一名 你也知道今年的难度 屁的难度 也怪我早来了一年 否则今年前十 必有我一席之地 那些奖励 光是想想 都让我忍不住流口水啊 阵阵议论声 传入陈征的耳中 陈征依旧沉默地牵马而行 直到眼前的鹿被堵死 麻烦让一下 他看向蓝鹿的人 能来银星路上找乐子的 都是初年纪的学员 也都踏入了开脉境界 每个人身上 都散发着不弱的气息 呵呵 不愧是赤野猴的儿子 还挺有礼貌 蓝鹿的一个轻衣少年 吃笑一声 他左右的同伴 更是发出夸张的笑声 极尽嘲讽之意 其他人都静静看着 似乎想看看 陈征会怎么接招 麻烦请让一下 陈征再次开口 依旧还是同样的话 就连语气神态 都没什么变化 四周众人 不由露出鄙夷之色 堂堂赤野猴之子 竟然是个软蛋 轻衣少年 倒是笑容灿烂 好说 小猴爷开口 自然是要让路的 不过按照规矩 每个走过这条路上的新人 都得留下点东西来 想必小猴爷也能理解吧 陈征语气平静 你想要什么 四周 不由响起一阵虚声 软 这也太软了 就算不想惹事 也不至于耸成这样吧 这就是今年的魁首 这绝对是最弱的一介魁首 他也配当赤野猴的儿子 我呸 听着讥讽声 人群中 田山跟田炎 不由皱起眉头 对视一眼 这小子 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竟然这么能忍 田山不解 田炎眯起眼睛 冷笑道 多半是 他要当耸淡也可以 但别想这么轻易过关 黎明美目注视着陈征 神情复杂 他有些不屑陈征的软弱 但陈征不惹事的性子 又让他松了口气 他也是今天才知道 陈征不仅能够修炼了 还是这次轩灵院选拔的投名 只是在他看来 这其中必然有自己父亲的安排 这个所谓的投名 恐怕也有很大的水分 后面他还听到有个传闻 陈征能取得投名 不过是运气所致 今天再看陈征的表现 看来那传闻不假 在黎明身旁 染秋三人皱着眉头 他们今天过来 本就是想要压一压 赤野猴之子的气眼 顺便让黎明知道 这样的废物 根本配不上他 只是陈征这般软弱 他们反倒是不好出手了 轻衣少年也有些惊讶 就是之前两匹率先抵达的天骄 一群后天竞面对挑衅 尚且有胆子反抗两句 陈征这 这位赤野猴之子 选拔的投名 反而如此懦弱 他视线流转 目光落到陈征身旁的火灵鞠上 眼睛不由一亮 救他了 小侯爷若是愿意割爱 我们便让路 没错 留下这匹马 就让你走 轻衣少年身边的几个同伴 同样出声 看向火灵鞠的目光 满是贪婪 他们虽然看不出 火灵鞠是什么品种 但是认得出 这绝对是一匹好马 陈征还没应声 便有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不可 众人抬头看去 不由露出惊恶之色 九公主 都说九公主不满婚事 甚至为了此事 跟冤皇生了嫌隙 怎么会帮这个废物说话 众人看了染秋三人一眼 果然 三位天娇的脸色 都很不好看 李敏神色淡漠 别人认不出 他却认得 这火灵鞠 可是自己父亲的座器 陈征真要让出去 就算陈征不在意 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即便心有怨对 但李敏内心 还是很看重皇室荣誉的 陈征看见李敏 隐约感觉有些熟悉 随即便想起 这是昨天跟在 白仙行身边的 那个惊艳少女 今天少女 换上了一身正装 更显贵气 所以陈征也没有 第一时间认出 更没想到 她是大渊国九公主 让她走 都别惹事 有手痒的 可以跟我动手试试 李敏诞声说道 一介女流 却显霸气 呵呵 一道绩效声响起 王魁目光落到陈征身上 让一个女人帮你出头 你不觉得害臊吗 陈征摇头 当然不啊 女人帮我出头怎么了 怎么 你是看不起天下女流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陈征点头 好 既然你没这个意思 那你也承认 九公主帮我出头 没什么毛病对吧 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陈征朝九公主拱了拱手 朗声道 谢九公主 这位九公主 有意帮助自己 想来也是受到了冤皇的指示 陈征接受的心安理得 之所以不出手 自然是因为这几条臭鱼烂虾 还不值得她动手 你 王魁脸色战红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黎明有些意外地看着陈征 点了点头 这位赤野猴之子倒还有些极致 他心中又宽慰了几分 废物也就罢了 若是又废又蠢 那才让人绝望 他脸上挤出几分笑容 小侯爷第一次宣灵院 想来还不太熟悉 我带着你到处逛逛吧 文言 一众初年级学员面色一沉 看向陈征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极度 这小子 除了一个赤野猴之子的身份 何德何能 竟然能让黎明 这位天之娇女 如此关乎 陈征笑道 那就多谢九公主了 能有美女作伴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且有黎明在 他也能少去很多麻烦 毕竟苍蝇多了 他也不可能每个都伸手去打 那样只会恶心了 自己黎明微微汗手 身形一跃 来到陈征身边 走吧 在黎明的目光下 轻衣少年几人承受不住压力 灰溜溜让开 人群中 田山不由大吉 严爹 你不是说做了万全准备吗 这小子要走了 你快想想办法 田言冷笑一声 放心吧 说吧 他大步走出 朗声道 小侯爷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个 叫做东方无区的家伙 昨天他不小心 落了点东西在我这 小侯爷确定不帮他带回去吗 闻言 陈征始终平静的脸色 冷了下来 见状 田言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小侯爷 你有九公主护着 别人可没有 说着 只见他从怀里 掏出一块火红色的宝石 边缘钻孔 系着红绳 我听说 此物乃是七王母一物 不过看着倒是没什么价值 田言 你对东方兄做了什么 田言摇头道 也没做什么 只是依照惯例 给了他一些小小的照顾 东西给我 陈征诞声说道 田言吃笑一声 反手直接将宝石丢给王奎 王兄 此物便送给你了 王奎接过 大笑一声 好 多谢 说吧 王奎看向陈征 晃了晃手中的宝石 激笑道 小侯爷 想要吗 来拿呀 当然 你也可以放弃 只是你出了这条路 此物便不会再有了 陈征神色欲冷 不要冲动 他们是在逼你出手 你若主动出手 按照宣灵院规矩 我也帮不了你 黎敏秀眉微醋 低声提醒 九公主 你或许误会了一件事情 陈征语气平静 什么 黎敏不解地看向陈征 陈征缓缓朝着王奎靠近 话音传荡开来 我之所以不出手 不是因为怕他们 只是因为 人不予全废 众人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吃笑不止 这废物 好大的口气 黎敏上前将陈征拦住 冷声道 我不知道你的底气 从何而来 但这王奎 是开迈进四重 是你现在无法逾越的高山 陈征摇头 淡笑一声 这世上或许有 我无法逾越的高山 但绝对不会是一个 开迈进四重的废物 更不会是他 他绕开黎敏 继续朝着王奎走去 黎敏不由气笑 刚刚忍的 现在就忍不得了 看来所谓的隐忍 都是装的 他心中刚对陈征 升起的一丁点好感 此刻也荡然无存 小猴也好大的口气 刚才被李敏逼退的 轻衣少年 连同几个伙伴 再次朝着陈征 围拢而来 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 他没想到 陈征会这么愚蠢 为了一块烂石头 不仅惹怒了九公主 还敢像王奎这样的 天骄发难 当然 他们不会杀了陈征 也不敢这么做 但他们可以羞辱陈征 甚至不小心废了他 田炎脸上挂着冷笑 就像是一条毒蛇 默默退开 炎帝 那到底是什么宝贝 这废物竟然这么在意 田山惊喜道 他没想到 田炎只是拿出一块破石头 就能扭转局面 田炎得意笑道 那就是一块烂石头 那废物在意的 也不是这块破石头 而是严成那位城主之子 田山眯起眼睛 他还记得 昨天陈征一巴掌 将他扇飞 正是那东方 无缺第一个拍手叫好 两人关系匪浅 田炎解释道 我调查过 这小子从在非洲上 便开始收买人心 此时他若不出头 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将白费 遇事就躲 以后谁还敢向他靠拢 失了人心 他一个人在轩灵院中 孤立无援 只会更加艰难 他不蠢 所以即便拼着重伤一场 也绝对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退缩 听完田炎的解释 田山顿时了然 但还有些惋惜 可惜不能直接弄死他 田炎嘴角翘起 恶毒笑道 无妨 既然他已经拼命 闯进了轩灵院 又何必让他死得太痛快 陈征看着眼前的 青衣少年 神色淡漠 想要 给你 只要你拿得住 青衣少年不屑道 这就不老小侯爷担心了 陈征不再废话 挥了挥手 火灵居得到指示 前蹄在地上的摩擦了两下 甩了一个响鼻 下一刻 宛如烈火一般冲出 所到之处 地上留下道道焦黑的提应 不过数米的距离 转瞬极致 例如山崩一般爆开 青衣少年 骤然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张大了嘴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音未出 便听一阵筋骨断折声响起 汹涌的鲜血 自他五翘喷涌 整个人宛如一滩烂肉 横飞摔落在地 青衣少年几个同伴 都被吓蒙了 稀绿绿 马生四明 火灵居像是撒欢一般 兴奋的四体飞扬 几个少年天骄 瞬间被马蹄踹飞出去 虽然不像青衣少年那般凄惨 但他现在胸口 还是让他们呕血不止 好了好了 安静 陈征按住马脸 温身安抚 火灵居这才从兴奋的情绪中脱离 将马脸贴向陈征 仿佛是在妖宫 后方 黎敏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这火灵居性子极烈 便是在他父皇面前 也没有这般温顺过 这人到底是使了什么手段 不过 仅凭一匹马 可挡不住王奎这一级别的天骄 黎敏念头刚落 王奎便以闪身而出 其身如奔雷 开脉进四重的气势 禁术绽放 带起的气浪宛如海啸一般 朝着一人一马汹涌而去 一头畜生 也敢逞胸 王奎冷喝一声 右手探出 直奔火灵居马手抓去 火灵居听得懂畜生二字 眼中闪过暴虐的红光 正要迎头撞去 却被陈征一把推开 这个得交给我 陈征话音落下 身躯前踏一步 拦在王奎身前 看见这一幕 四周众人都露出惊诧之色 那陈征是在找死吗 哈哈 不愧是赤野猴之子 这胆子确实够大 阵阵讥笑声传出 李敏猝着眉头 体内尽力涌动 做好了随时救人的准备 但他不会现在出手 因为李敏觉得 人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哪怕陈征要为此 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 阮秋跟薛天牙挑眉 有些惋惜道 倒是让王奎小子 捡了个便宜 看着眼前的陈征 王奎脸上泛着冷笑 他并未主动向陈征出手 是陈征自动迎来 那么即便他不小心打死陈征 也只能算陈征自找 当然 他不会真的杀了陈征 毕竟他担不起 杀赤野猴质子的罪名 但废掉陈征 无碍 哄 静力涌动间 王奎身上气势欲重 开脉进四重 好像也不过如此 陈征神色平静 唯有宛如星辰的黑眸 闪烁一抹冷光 手掌抬起 修长的五指 准确无误地扣在王奎的手腕 王奎先是吃笑 然后愕然 最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一身来接近四万斤的距离 竟然在陈征五指之间 不得寸进 众人看见这一幕 不由惊诧 王奎 别玩了 薛天牙皱眉开口 他不想在一个废物身上 浪费太多时间 若非因为黎明 他今天都不会出现在这里 但很快 他便意识到不对 一旁的染秋也眯起眼睛 不对劲 王奎此时 脸上浮现起丝丝绽战红的血色 这样子看着可不像眼的 我提醒过你 开迈进四重 还不够资格在我面前嚣张 陈征冷淡的话语声落下 浑身气血激荡 犹如潮汐拍案的轰鸣声 自他体内发出 而且越来越想 直至正儿发溃 强盛的气血之力 甚至渗透皮肤 形成血污 环绕陈征手臂周围 空气都被灼烧 发出霹雳之声 哄 陈征扣住王奎手臂的五指 再次加重力道 只听咔嚓一声 王奎手臂竟然被声声捏爆 啊 王奎发出惨叫 但这还没完 陈征松开手掌 失力感让王奎失去重心 身形一直亮翘 陈征另外一只手掌 依然按在腰间血色战刀翁 只听一声刚鸣 血色战刀出鞘 在空气中划出一抹血线 风雷 冰冷的话音传荡 轰隆 血刀斩落 刀锋如雷鸣 淡淡紫光在王奎眼前炸开 已经试了方寸的王奎 竟然连反应都做不出 刷 鲜血标射间 一条断臂冲天气 被陈征伸手接住 啊 剧烈的痛感 再次让王奎发出惨嚎 陈征抠出断臂掌尖的红色宝石 微微皱眉 你好吵啊 他看了王奎一眼 像是丢垃圾一般 随手将断臂丢出 恐怖的力量 让这条断臂仿佛化作一柄重锤 狠狠砸落在王奎脸上 啪 鲜血在王奎脸上炸开 惨叫声戛然而止 强烈的撞击 让王奎瞬间失去了意识 整个身子向后飞落出去 最终摔落在地 浓重的血腥味散开 应该还有很多的招式手段没用 只可惜 陈征根本不给他施展的机会 这才有了现在这般震撼的一幕 陈征这位开脉镜一重 以近乎碾压的姿态 完胜王奎这位开脉镜四重 四周寂静 真落可闻 但陈征却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只是随意甩落血色战刀上残留的血水 重新将其挂回腰间 他招了招手 火灵局兴奋的思鸣一声 主动咬着缰绳 脚步轻快地跑到陈征身旁 将缰绳放入陈征掌肩 走吧 陈征拍了拍马脸 一如刚来一般 无视一地血腥 缓步朝着前方走去 道路尽头 还有站着几个惊呆的初级学员 麻烦让一下 陈征语气平静 一如刚才面对青衣少年那些人一般 但这一次 几个初级学员像是遭遇了洪荒猛兽 身子一颤 慌忙让开 脸上更是连连陪笑 小侯爷客气了 他们可不想落得跟青衣少年一个下场 不仅是他们 其他站在路边的轩灵院 触及天骄们都纷纷远离 生怕挡了陈征的路 怎么会这样 人群中 田山满脸惊恶 心中愤怒的同时又有些恐惧 田言同样是一副见鬼的表情 他知道陈征不弱 所谓为了稳妥起见 他这位开脉镜三重 都没有主动下场 但王魁 这位开脉镜四重 竟然还被直接秒杀 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 另一边 阮丘跟薛天牙对视一眼 虽然同样震惊 但他们已经看出了真相 王魁太轻敌了 薛天牙沉声说道 阮丘点头 这小子不过开脉镜一重 便能在单纯的力量上胜过王魁 这才让王魁心神失守 从而被抓住破绽 一击制胜 薛天牙低声问道 我们还要出手吗 虽然这小子肉身圆满 修成了气血如潮的异象 一身怪力惊人 但你我若是全力出手 这小子也必败无疑 阮丘嗤笑一声 薛天牙愣了一下 战一收脸 点头道 这倒是 而且此子战利惊人 又是赤野猴之子 得罪他 对咱们也没什么好处 阮丘看了黎明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阴沉 没再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 薛天牙摇了摇头 也紧跟着离开 人群中的田言田山健壮 脸色更是难看 什么狗皮天骄 这才败了一场 竟然就灰溜溜地逃了 田山气愤不已 田言压下怒意 他倒是猜到了 阮丘二人所想 沉生道 无妨 今天就先让这小子 得意一阵 他看了黎明一眼 脸上再次浮现 恶毒的笑容 这才刚刚开始呢 这废物 现在越是挣扎 最后只会更加绝望 闻言 田山不由眼睛一亮 他知道自己这位堂弟 一向诡计多端 低声问道 严谛 你还有办法 田言低笑一声 咱们这位九公主 追求者无数 但你知道 谁最疯狂 谁 田山摇头 田言深吸一口 才缓缓道 初级天交班公认的魁首 在开麦境 便领悟了建议的绝对妖念 卓文浩 田山瞪大了双眼 就是那个敢拒绝了 二叔收徒的家伙 没错 田言点头 笑容玩味 之前 陈征氏的废物 对于九公主 这位名义上的未婚夫 他也从未放在眼里 但现在 这废物展露天赋 已经隐有了 能够匹配九公主的资格 我不信他 还能做得住 田山大喜道 我听闻这卓文浩性格很辣 出手无情 他若要对这废物出手 这废物必死无疑 田言看向田山 笑道 尚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明白 交给我就行了 田山连连点头 脸上 闪烁着兴奋的色彩 另一边 陈征已经牵着火邻居 在两旁天交近卫的目光中 彻底走出了迎新路 自此 他便算正式成为了 轩灵院的一员 陈征转过身 看向正目光复杂 看着自己的黎敏 笑着问道 九公主 你刚才说要带我转转 现在还做数码 他将黎敏 视作自己跟冤皇之间 联系的纽带 自然不好怠慢 黎敏看着陈征明亮的眼眸 想起刚才自己 对陈征说的那些话 只感觉脸颊隐隐作痛 心中不由升起一股羞耻 但谁能想到 陈征的实力 竟然如此惊人 虽然有些取巧 但赢了 就是赢了他心中 对于陈征的固有印象 已经渐渐有了转变 这位赤野猴之子 不仅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废物 反而天赋惊人 黎敏收敛心绪 点了点头 身形 缓缓来到陈征身边 清冷的嗓音 泛起一丝柔和 走吧 两人一马 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 渐渐远去 等走出一段距离 陈征才压低了嗓音说道 九公主 陛下派你过来 可有什么指示 黎敏秀眉微调 但声道 父皇的指示没有 但我倒是有个要求 我希望你能在轩灵院毕业之前 突破天罡境 在他看来 这是取他的最低标准 陈征若是能做到 他便也心甘情愿地嫁了 陈征一脸严肃地点头道 我明白了 我会尽快突破天罡 不让陛下跟九公主等太久 他明显误会了 以为黎敏的意思是 自己如今不过才开迈进 要跟田无极这般的庞然大物对抗 还不够入局的资格 啊 看着陈征如此有干劲 黎敏有些慌乱 这人这么着急娶自己吗 其实 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 这种事情 细水长流的最好 黎敏脸上泛起丝丝红韵 她的追求者不少 但是陈征在她眼中 已经算是准驸马了 感官自然不同 这怎么能行 陈征没有注意 黎敏羞红的脸表明态度道 这种事情自然越快越好 万一期间出了什么变故 那就麻烦了 以后若是有什么变故 希望九公主能及时告知 我虽然实力不济 但也能做些准备 冤皇掌控的消息 肯定要比她自己能打听到的消息 详尽得多 若是能信息共享 自然再好不过 那好吧 黎敏点头硬下 见陈征如此重视自己 黎敏心里还是高兴的 只是陈征如此直白地表述 让她有些招架不住 走过了几条小路 黎敏指向远处的一方建筑 你们新人跟外班的学员 都是住在那里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你自己过去吧 说吧 也不给陈征挽留的机会 黎敏摸了摸有些发烫的脸 转身就走 陈征疑惑地 看着黎敏的背影 不由失笑 这位九公主外冷内热 熟悉之后 没想到这么腼腆 摇了摇头 陈征牵着火邻居 朝着外班驻地走去 此时 外班区域内 三十六成天交奇聚广场之上 举办着属于他们的迎新会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狂欢 今天之后 他们便要进行 为期半个月的魔鬼特训 半个月后 有人会离开外班 直接踏入初级班 但更多的人会留在外班 成为整个训令院的最底层 一些外班天交 也会趁这个机会 跟他们结交一番 尤其是几个 已经突破开迈进的 大成新人添娇 身边几乎围满了人 宛如众星捧月一般 一个个脸上 意气风发人多 喝了酒 气氛难免热练 而场子一热起来 又难免产生摩擦 啊 碰 只听一阵惨叫跟坠地声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后天八重的烟城 添娇在地上翻滚几圈 面色痛苦 胸前硬有一个鞋印 区区后天八重 我敬你酒 你敢不喝 一道怒骂声传来 说话的是一个外班学员 穿着一身黑色舞服 气息张扬 虽然不是开脉镜 但气息也远在 普通后天圆满之上 见有热闹可看 众人不由露出笑容 对着两人指指点点 那不是孙轩吗 听说他很快便能突破开脉 成为初级学员了 谁这么蠢 竟然敢招惹他 嘿嘿 他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 看你不顺眼 没事都要找事 一个后天八重 又是来自店底的烟城 算是他最喜欢捏的一类软柿子 也是 烟城除了那几家 哪一家不是手气包 那个倒霉蛋是谁 好像是叫许姐 在阵阵议论声中 一些出自烟城的外班学员 心中屈辱 却也只能默默低头 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无论在何处 阶级一直存在 而他们烟城 在这轩灵院内 一直都处在阶级的最低端 他们反抗过 但迎来的 只有更加激烈的羞辱 所以 他们已经认命 这个后天八重天交所经历的 不过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场景而已 好像 也没什么大不了 孙轩大步朝着 徐杰走去 脸上泛着张狂的笑容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喝了这杯酒 我就原谅你 说吧 孙轩将杯中之酒倾倒在地 你做梦 徐杰神色愤然 刚才孙轩也是这般 但这样的敬酒方式 谁会喝 哦 看来你还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孙轩吃笑一声 大步上前 抓住徐杰的头发 就要将其脸朝地上对去 骤然 刷 一阵沉重的剑风扫来 孙轩一惊 身子后仰 不得不松开徐杰 躲开了攻击 嗯 孙轩面色一沉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烟尘天骄 手握重剑 郑皱眉看着自己 你太过分了 出手的 正是高宇 陈征不在 他这个烟尘狩猎大笔第三 自然得站出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其他烟尘天骄 他们上前将徐杰扶了起来 看向孙轩的目光 同样愤然 因为陈征的缘故 这一届烟尘天骄 异常的团结 也更有血性 你要帮他出头 孙轩眯起眼睛 露出讥讽的笑容 恐怖的气息笼罩在高宇身上 高宇只感觉 身上像是压上一座大山 呼吸都沉重了几分 但很快 他身后的烟尘天骄 纷纷上前 帮高宇抗住了压力 孙轩吃笑一声 怎么 跟我别人多 他话音刚落 大量的海城天骄 面上挂着不屑的笑容 站到了孙轩身后 其中还包括 已经突破了开脉镜的白星 高宇等人心中一沉 孙轩露出玩味笑容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 让刚才那废物出来 喝了这杯酒 二 你们既然讲义气 那就一起跪在地上 把这杯酒给舔干净 高宇等人 被对方汇聚的气势 压得喘不过气来 身子摇摇欲坠 面色惨白不已 眼看就要承受不住 够了 一道冰冷的声音 骤然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面色苍白 满头红发的东方无缺 带着诸从几人缓步而来 他身后 同样跟着大量的严惩添交 东方无缺 你要帮这群废物出头 白星皱眉问道 东方无缺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白星 你们海长 要与小侯爷为敌吗 文言 白星面色骤变 这跟小侯爷有什么关系 白星皱眉道 在昨天见识过陈征的实力之后 白星已经丝毫不敢小看陈征 至少这次的头名 陈征实至名归 东方无缺看了高宇他们一眼 但声道 他们都是小侯爷的人 你说呢 白星吃笑 小侯爷能看得上这些废物 东方无缺道 并非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目光狭隘 他们的眼中 是你想象不到的辽阔 什么头名 一旁的孙轩皱眉问道 白星沉声道 赤野猴之子 陈征 他也是我们这次入院前 选拔的头名 昨天临战突破开麦境 一击击败开麦境二重的田山 文言 身后海城天骄不由哗然 什么 开麦境一重击败二重 这可是能跃及战斗的天骄啊 还是赤野猴之子 不能招惹 孙轩 算了吧 别惹事 本来还铁板一块的海城众人 顿时有了犹豫 说到底 他们也不过是一群 没有突破开麦境的外班学员而已 对于陈征这种 注定一非冲天的存在 可不敢随意招惹 孙轩面色阴沉 心中虽然有了退意 但面上有些下不来台 另一边 高瑜等人不由振奋 小侯爷突破开麦境了 好啊 这次又是沾了小侯爷的光 一时间 烟城天骄众人 对陈征的崇拜之情 无以复加 心怀感激 四周其他天骄们面色各异 消化着这个消息 眼看没热闹可看 正要各自散去 呵呵 陈征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哪还有心思管你们 一阵冷笑骤然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田一灵穿过人群 满脸讥笑 大步而来 在其身后 还跟着秋爷等运成天骄 放眼看去 浩浩荡荡荡 排场不小 田一灵 你什么意思 东方无缺看见田一灵 眼中不由闪过一抹冷光 昨天正是田家的田言出手 在迎新路上将他打伤 更是抢走了他真是的东西 对于田家人的厌恶 东方无缺 根本毫不掩饰 田一灵讥讽一笑 东方无缺 昨天经历的事情 你今天就忘了 你觉得那废物 能完整地走出迎新路吗 一旁 孙轩眼睛骤然一亮 田少 您的意思是 有人要针对那小子 田一灵淡笑道 不是针对 是新人都要经历的磨练 只是有些人经历的轻一些 有些人要经历的重一些 说着 他骤然提高了音量 我刚得到消息 迎新路上 初级精英班的王魁 薛天牙 还有天交班的染秋 都去迎接那位小侯爷了 看着田一灵嘲讽的笑脸 众人自然明白 迎接是什么意思 顿时一阵哗然 这位小侯爷做了什么 人还没到 就得罪了这么多天交 就连精英班跟天交班都去了人 一般人可没这个待遇 如此看来 这位小侯爷 怕是惨了 听着阵阵议论 孙轩脸上露出争鸣的笑容 再次看向高瑜等燕城天交 看来 你们的靠山 靠不住了呀 高瑜等人面色惨白 就连东方无缺等人 也都面色凝重 少城主 算了吧 没有必要为了燕城的人 把咱们也搭上 对啊 大势已去 且先隐远一些 燕城自己人都不出头 咱们又何必逞这个英雄 东方无缺身后 有燕城天交低声开口 明显是怕了 闭嘴 东方无缺冷喝一声 怕了的 就离开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但以后 大家再见 就是末路 趋利避害 人之本性 他不会因为自己是 燕城少城主 就强迫他们 但人 如果做出选择 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负 燕城中天交犹豫一番 近乎有三分之一的人 脱离了东方无缺的队伍 低着头 融入看戏的人群之中 白星眯起眼睛 东方无缺 你还要替这些废物出头 你本就受了伤 就不怕错过特训 那陈征得罪了这么多人 下场注定凄惨 你又何必自讨苦吃 东方无缺语气淡漠 略带讥讽 你这样的家伙 一定没朋友吧 如果你有天 落入这般的境地 会有人帮你出头吗 白星不屑失笑 放心 我没你这么蠢 也永远不会让自己 落入这般境地 东方无缺不再多言 只是带着人 站到了高瑜 等燕城天交的身旁 高瑜感动不已 东方少城主 多谢你们 东方无缺摇头 不用谢我 我会帮你们 是因为陈兄 你们若真的心怀感激 便要珍惜在轩灵院的光景 陈兄不可能每次都在 也不一定每次都护得住你们 唯有自身强大 才是一切 他神色冷漠 说句难听的话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便是感谢 于我跟陈兄而言 也是一文不值 文言 高瑜等天交心生惭愧 也憋足了一股气 暗暗发誓 要好好修炼 东方无缺注视着燕城众人神色 脸上多了几分柔和 如果有人因为自己这番话 就对自己跟陈征新生怨对 他此刻站出来 才是真的不值 现在弱小没有关系 但得有一颗强者的心 哼 冥顽不灵 你要保他们 我倒想看看 你保不保得住 白星冷笑一声 看了孙轩一眼 孙轩立刻会议 举起手臂 正要招呼身后众人动手 突然 一道身影气喘吁吁跑来 嘴里兴奋大叫 最新消息 赤野猴之子陈征 大败精英班王魁 斩其一臂 得九公主青睐 震慑群英 安全通过迎新路 此话一出 满场接惊 整个广场 都陷入了诡异的氛围 孙轩举起的手臂 将在半空 仿佛被定格一般 脸上的凝笑 也变得无比僵硬 你说什么 你说的王魁 是精英般的王魁 有着开脉进 四重修为的王魁 白星瞪大了眼睛 话语中带着难言的惊恐 对啊 小猴爷不愧为赤野猴之子 强得离谱啊 报信的大成天骄满脸崇拜 似乎被沉争的实力折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田一灵惊声叫道 再也没有刚才的得意嚣张 什么不可能 一道弹幕声音响起 脚步声伴随着马蹄声 正游远极近 缓缓而来 听见这熟悉的嗓音 田一灵身子一颤 缓缓回头看去 果然看见那个 已经快要成为他梦念的家伙 陈征 田一灵每个字 都仿佛是从牙缝中挤出 似乎恨不得将陈征嚼碎 在浓重的恨意中 田一灵心中的恐惧 也再一次加重 既然陈征平安出现在这儿 那就说明 刚才报信的大成天骄 说的都是真的 陈征竟然打败了一位 开脉镜四重的精英班学员 田一灵觉得惊悚的同时 又感觉无比荒唐 你好像很不愿意看到我呀 陈征牵着火灵居 缓缓从扑着 青石版的广场镜头而来 看向田一灵的目光 带着淡淡的嘲弄 众人也回头看去 风神俊朗五官 云衬挺拔的身材 从容不迫的气质 再加上一旁神俊异常的 火灵居远远看去 这一人一马 就仿佛是从书里走出的人物 就好像他一出现 其他人便都要黯然失色 这就是赤野猴之子 气度不凡啊 一轮声四起 尤其是一些女学员 看向陈征的目光充满火热 一个个美目泛着春水 仿佛恨不得将陈征 融化在他们的眼睛中 为什么啊 田一灵心在颤抖 牙齿都要咬出血来 这废物 凭什么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孙轩默默将举起的手臂放下 心中泛起恐惧 陈征牵着火邻居 缓缓朝着人群靠近 小侯爷 高瑜等人忍不住兴奋高呼 就像是有了主心骨一般 陈兄 东方无缺苍白的脸上 也露出笑容 他就知道 哪怕对方是初级般的添娇 陈征不可能这么轻易倒下 陈征先是朝着高瑜等人点头 然后抬手一丢 将火红宝石扔给东方无缺 收好了 陈征只是淡笑一声 没有多言 东方无缺接过宝石 心中不由一满 一旁 刚刚报信的大成天骄凑了过来 小声说道 东方少城主 刚才迎新路上 有九公主护持 小侯爷本可以直接安全通过 他是为了帮你 取回这红宝石 才对那王魁出手 东方无缺愣了一下 看向陈征 另一边 陈征也从高瑜口中 知道了东方无缺为了自己 哪怕顶着压力 也要帮燕城天骄出头的事情 两人目光汇聚 同时露出笑容 不负多言 知己者 一切静在不言中 陈征随手将将绳交给一旁的高瑜 火邻居不满地甩了个响鼻 但知道这是自己人 倒也没耍什么脾气 你们很喜欢喝酒 陈征看向孙轩等人 在陈征平静的目光注视下 孙轩等一群海城天骄 心中竟然升起一股巨异 忍不住齐齐后退一步 只有孙轩被顶在前面 退无可退 误会 都是误会 小侯爷 我就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而已 孙轩挤出笑容 卑微认怂 陈征淡笑一声 随手拿过一个装酒的酒壶 置落在地 酒水顿时散落满地 你把这些酒铁干净 此事便算过去 他目光平静地看着孙轩 另外提醒一句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很认真 辱人者 人横辱知 孙轩面色大变 心头一紧 若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还有什么脸面 在踏入初级版 他看了一眼仿佛哑巴的田一林 知道靠不住 只能将目光落向白心 白心心中权衡一番 开口道 小侯爷 他觉得自己跟陈征同位 此次选拔前二 后面还要去无极营授风 这点面子还是能有的 而他若是能平息这场风波 在海城中天交中的威望 必然大涨 但陈征的回答 却让他十分难堪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提面子 你不说话 我都忘了 地上的酒 有你一份 陈征诞生说道 然后看向沉默的田一林 对了 你也一样 田一林顿时脸色战红 陈征 你别太过分了 我二叔可是无极猴 你敢这般如我 陈征吃笑一声 我父亲还是赤野猴呢 无极猴跟我父亲相比 不过一个千年老二 有何拒之 田一林脸色愈发难看 比身份 他还真比不过陈征 但比实力 好像更比不过 田一林脸色煞白 有些绝望 他身后 秋也眯起说道 陈征 这里是轩灵院 你便是赤野猴之子又如何 别以为大家会怕了你 在选拔时 他就在田一林这儿失了信任 此刻正好找不回来 而且 轩灵院有规矩 学员之间不禁私斗 但不可造成生死残疾 过了迎新路 便要守规矩 否则会被轩灵院驱逐 至于一点皮肉之痛 秋也并不在意 呵 陈征发出一声轻笑 不再多言 身形一闪 脚踏七星 身如鬼魅一般 带起一阵凌厉凄浪 刮得众人视线模糊 忍不住眯起眼睛 隐约之间 他们似乎听见一声闷哼 等在睁眼时 众人发现 秋也已经躺在地上 捂着心口 气息为米 被陈征踩在脚下 让人震撼的气血 潮汐声回荡 秋也就像是一只 被人踩住的蚂蚱 根本挣脱不得 脸上也没了从容 惊恐叫道 陈征 你不能杀我 这里是轩灵院 你想被轩灵院驱逐吗 陈征淡笑一声 轩灵院竟致生死残废 却不经武斗 我不杀你 我也不费你 我只会让你在轩灵院 外班的床上躺上三年 然后提前毕业 已经渐渐习惯谋调 后动的陈征 昨天就已经找时间 摸清了轩灵院的规矩 所以他才会在迎新路上 毫无顾忌地对王魁出手 所谓规则 不过是让弱者安心的谎言 强者 可以掌控规则 陈征的语气平静 却让在场众人打心底 升起一股寒意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轩灵院 本就是为了提升实力 博个前程 真要空耗三年 跟废了又有什么区别 不 小侯爷 我错了 二 送你回去躺着 二 我选二 邱也心中屈辱 却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 他翻身爬起 双掌摇起地上 沾满灰尘的酒水 往嘴里灌去陈征抬头 看向田一林跟孙轩等人 笑道 现在该你们选择了 在陈征淡漠的目光下 孙轩首先承受不住 陪笑着跪倒在地 小侯爷 我喝 您给的酒 就算是舔着 我也得喝下去 这样做虽然很丢脸 但如果丢脸的不是他一个 那就无所谓了 行 那你就舔着喝 这样的要求 陈征自然满足 孙轩笑容一将 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但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 权衡利弊之下 他还是将头贴在了地上 陈征 你不要太过分了 白星看陈征目光扫来 不由一惊 但明显底气不足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个看热闹的 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对 行 我道歉 说着 他面向东方无缺等人 抱拳弯腰 对不起 白星身后 一众海城天骄也都怂了 对对对 都是这孙轩的错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看热闹而已 我错了 我愿意道歉 对不起 惊慌的道歉声四起 海城天骄们都弯腰拱手 一个个姿态摆得极低 陈征也不理会他们 视线流转 落到田一玲身上 陈征 我警告你别乱来 我绝不可能像一群垃圾道歉 田一玲嘴巴很硬 但忍不住倒退的身子 已经暴露了她的惊慌 但她后路 已经被其他人挡死 根本避无可避 我不需要你道歉 陈征淡笑一声 气浪翻涌间 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田一玲只感觉眼前一花 头上一众 脸已经被陈征拽着头发 按在地上 陈征 你松开我 田一玲屈辱教导 疯狂挣扎 但在陈征的距离之下 根本无济于事 陈征就这样按着她的脸 不断在地上摩擦 直到磨出道道血痕 也依旧不停 四周众人看见这一幕 止不住心中颤抖 也在心中 给陈征打上了狠人 不能招惹的标签 一旁跪倒在地的丘野 跟孙轩 看见田一玲的惨状 心中竟然有些庆幸 还好认怂了 否则被陈征这样 按着脸在地上摩擦 他们以后 恐怕是真的没脸见人了 陈征 我一定会杀了你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田一玲一边惨叫 嘴里还在发狠 这样的屈辱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我等着你 陈征一把将田一玲头颅拽起 看着那张血肉模糊的脸 笑容灿烂 对了 你这张脸 算是我给田一玲跟田山的谢脸 希望他们会喜欢 话落 碰 陈征再次将田一玲的头 按到地上 只不过这一次力道极重 地面都建设起一阵血花 田一玲更是被直接砸晕过去 陈征随手将如同死鱼 一般的田一玲丢下 站起身子 一脚踹出 碰 恐怖的力量撕裂空气 毫无防备 自以为已经逃过一劫的白星 直接吐血横飞而出 诸位 陈征诞诞生开口 语气不重 却牢牢将所有实现汇聚 我不管你们 是故意还是无意 又或者是被人窜多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像我 还有我的人出手之前 多考虑考虑 能不能负得起这个代价 陈征目光横扫 无一人敢与他对视 阉成天骄昂手挺胸 脸上满是激动 几个少女更是满面娇羞 小侯爷的人 喂 你一个男的 别用这种表情说这样的话 听着身后的窃窃私欲声 陈征有些破功 轻咳一声 摆了摆手 走了 阉成天骄跟东方无缺等人 连忙紧跟在后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来 除了敬畏之外 还有一些羡慕懊悔的目光 可惜 我们没遇上属于我们的小侯爷 这是阉成外班成员在苦笑 早知道是这样 就该多等一会儿的 这是刚才选择跟东方无缺 划清界线的阉成天骄在哀叹 他们此刻本该也是被瞩目敬畏的一员 只可惜 他们没有抓住机会 直到看不见陈征的身影 邱也跟孙轩才脸色战红的 从地上站起 低着头 一言不发地撞开人群 狼狈离去 看着满是狼藉的广场 众人也没了继续的兴致 一个个转身离去 至于倒地不起的白星跟田一玲 根本没人敢问 更没人敢管 只等人群散尽 才又一直在暗中观察的 轩灵院教习走了出来 派人将两人抬走 每年迎新会上 都会起一些冲突 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除非出现伤残致死的情况 否则他们不会现身干预 今年的天骄 有点强啊 一位短发教习感叹道 强的也只有那一个而已 另外一位女子教习摇头 并不认同 短发教习惋惜 本来该是两个 女子教习吃笑 死都死了 还说什么 无极猴的弟子 也不过如此 竟然死在了一群蛮子手里 着实可笑 短发教习面色微变 慎言 这里是轩灵院 你怕什么 女子教习拉开距离 面色冷漠的 上次老刘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第二月就被外派 最后竟然因为溺水 而往一个即将突破 天罡的舞蹈高手 身上一处伤口没有 却被水活活溺死 你说可笑不可笑 可怕不可怕 女子教习骤然沉默 只有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恨你 另一边 陈征等人朝着外班宿舍走去 高宇他们要早来一段时间 所以已经将这里摸清 小侯爷 这里其实跟非洲上 也没多大区别 高宇满怜苦笑 强者享受一切 弱者苦苦求存 其他烟城天骄 同样面色愁苦 显然这几天时间 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东方无缺诞生道 轩灵院本身就是个羊骨地 弱肉强食 更是天道 要想摆脱困境 那就努力 高宇摇头 东方少城主 你说的或许对 但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烟城天骄在这外班的处境 不是大家不想努力 而是有时候 你根本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 陈征正想询问情况 便听一阵激笑声传来 抬头看去 只见三道身影正大波来 他们样貌身材并不如何出众 只是身上散发的气息 都远超一般后天井圆满 这是外班似乎 他们是外班最强大的几个人 也早就有突破开脉 进入初级班的能力 但他们故意压着不破镜 高宇低声介绍道 故意不破镜 沉争不解 为什么 高宇无奈道 当然是为了外班的修炼资源 在这外班 只要不闹出人命 致人惨死 其他事情 轩灵院一概不管 所以 强者剥削弱者 弱者剥削更弱者 几乎所有修炼资源 都把控在最顶端的这几人之中 至于像我们燕城这种垫底的存在 能到手里的资源 激进于无 东方无缺皱眉问道 你们刚来 他们找你们麻烦干什么 他也是昨天才到 又一直在养伤 所以同样不太了解情况 高宇不敢隐瞒 低声道 我们刚来的那天 正好碰上轩灵院 发放修炼资源 我们藏了一些 没交完 陈征点了点头 看着靠近的三人 问道 不是说外班四虎吗 怎么只有三个 东方无缺身后 一位燕城外班学员回道 外班四虎中的大虎是孙轩 孙轩已经快在外班待满三年 所以最近才打算突破开迈境 进入初级班 陈征顿时了然 难怪那孙轩会针对高于他们 陈征一开始还以为是田一林指使 现在看来 是为了那点修炼资源 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燕城的废物们 我警告你们 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再不把东西交出来 你们就等着 一直在外院待到毕业吧 四虎中的二虎立声喝道 眼中闪烁着暴虐的凶光 看起来阴侧侧的三虎鸡笑道 二哥你说笑了 我赌他们都待不满三年 最为壮硕的四虎 同样咧嘴笑道 我觉得三哥说得对 二虎看了东方无缺一眼 皱眉道 燕城的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属于你们的份额 已经给你们了 别待在这里碍事 东方无缺没有动弹 更没有接话 直接将几人荡成了空气 他身后的燕城天骄 要么看天 要么看地 同样保持着沉默 你们燕城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保这些废物 二虎眯起眼睛 狭长的眼缝之中 有胸光流转 所谓四虎 原来就是一群 欺软怕硬的软蛋 陈征弹幕的话音响起 吸引了二虎几人的视线 你是 见陈征气度不凡 二虎压下怒意 皱眉问道 陈征弹声道 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 我来自燕城 二虎沉声道 燕城 你是姓田 还是姓史 亦或是姓鹏 燕城中 唯有这三家 能让他们有所忌惮 田家有无极猴字 不必多说 史家大爷使力 是皇城最大帮派之一 曹帮的副帮主 掌控着大渊国大半的 曹运水路 势力不小 鹏家二爷彭祖 天刚静圆满修为 是在皇城领值的大将军 虽然不像赤野猴 跟无极猴那般有名 但也不可小觑 陈征摇头 都不是 二虎心中一松 神色再次嚣张起来 既然都不是 你还不赶紧跪在地上 向我磕头 你要是能磕到我满意 我就放你们一马 如何 四虎视线流转 突然落在虎邻居上 妈 二哥三个 他们有匹好马 还真是 二虎四虎眼睛一亮 这马是你的 二虎看向陈征 陈征点头 是我的 二虎贪婪一笑 把这匹马交给我 磕头可以免了 好啊 陈征淡笑一声 从高羽手里牵过缰绳 将虎邻居拉到身前 拍了拍马脖子 来拿 算你识相 见陈征这么配合 二虎脸上闪过一抹意外 他虽然感觉哪里不对 但也没太放在心上 摆了摆手 老四 你去把马牵回来 正好让大哥带走 好嘞 四虎大笑一声 大步朝着虎邻居走去 浑然没将陈征等人放在眼里 二虎三虎 倒是一直提防着陈征他们 但陈征从始至终 都没有要出手的打算 这么老实 二虎皱着眉头 三虎嘲笑道 这小子也就嘴上叫得厉害 色力内人 被咱们这一下 耸了也正常 小侯爷高宇 这些烟城天骄 面露交集 心中不解 莫非陈征真的怕了 可是连孙轩都收拾了 还会怕这三个 只有参加过选拔的 东方无缺几人面色古怪 看向四虎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看着吧 陈兄这么做 自然有他这么做的道理 东方无缺出声训斥 烟城众人 这才冷静下来 四虎来到火灵居前 看着雄壮的大马 不由洗心余色 还不忘嘲讽地 看了陈征一眼 那就多谢了 他讥笑一声 然后将手伸向缰绳 骤然 火灵居将头一瞥 目光不屑地看了四虎一眼 然后张开马嘴 一个喷嚏打出 哄 炙热的气浪 瞬间轰击到 毫无准备的四虎脸上 啊 四虎惨叫一声 忍不住双手无脸 却感觉脸上一片软烂 稍稍用力 一滩被烫熟的面皮 就掉落在地 老四 二虎跟三虎一惊 稀绿绿 火灵居四鸣一声 猛然朝前撞去 只听一阵筋骨断折声响起 四虎的惨叫声 在空中时便戛然而止 身躯以一个正常人 绝对不会有的姿势 扭曲着摔落在地 俨然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死了 本来想冲上去的 二虎三虎都被 吓愣当场 你竟然敢杀人 他们惊恐地看向陈征 就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在轩灵院下杀手 可是要偿命的 陈征神情平静 摇头笑道 你可别乱说 我都没动手 怎么杀人 你们要抢我的马 结果我的马受惊发狂 不小心踹死了你们 应该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你 你强此夺理 二虎三虎浑身发抖 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怕的 稀绿绿 火灵居甩了甩头 身上泛起淡淡赤红火焰 宛如一座移动的赤燕山 朝着二虎三虎兴奋冲去 跑 恐怖的气息 吓得二人心头一颤 根本顾不得其他 转身就跑 但还没跑出两步 速度略慢的三虎 就被火灵居马蹄踩落在地 听着身后惨叫 二虎心惊胆战 差点腿软摔倒 突然 他看见一道身影 正朝这边走来 顿时喜极而泣 像是看到救星一般 大哥救我 听着淒厉的叫声 孙轩愣了一下 他目光远望 正好沉沉的视线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碰撞 只是一瞬 孙轩就下意识做出决定 碰 孙轩直接跪在了地上 正狂斑来的二虎傻眼了 满脸不解 大哥你 只是他话音未落 人就已经被兴奋火灵居追上 一头撞倒在地 然后撒欢的火灵居四体不断落下 鲜血剑射之间 直接洒落孙轩满脸 孙轩吓得瑟瑟发抖 二虎死后 火灵居又将马脸凑向了孙轩 孙轩怕得不行 却丝毫不敢动弹 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 脸上挤出讨好的笑容 马炎 他从火灵居人性化的眼神中 就明白 眼前这批神居 一定能听懂他的话 果然 看见眼前认耸的人类 火灵居不懈地打了个响鼻 像是失去了兴趣般 转身小步朝着陈征逃去 陈征摸着马脸 轻声责备道 你太冲动了 就算他们侮辱了你 惹怒了你 你也不该直接杀了他们 火灵居马脸猛逼 陷入了自我怀疑 莫非他当才误会了陈征的指示 火灵居虽然杀了人 但这都不是他的错 突然 只听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几个负责外班秩序巡逻守卫 大步而来 看着地上的地上 三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死人了 轩灵院的规矩 你不知道吗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轩灵院杀人 一个守卫看向陈征 目光冷立 出现这样的恶劣事件 他们都要受到处罚 自然恼火 陈征但笑道 几位这帽子扣得有些大了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出手 何来杀人一说 你们若是不幸 在场这么多人 都能为我作证 他身后 一众天骄顿时响应 没错 小侯爷根本就没动手 你们误会了 是他们想想小侯爷的马 结果马受惊 不小心踹死了一他们 对 是他们自己就由自取 闻言 几个巡逻守卫面色一沉 兜住嘴 领头的人怒视着陈征 那也是你纵马行凶 陈征依旧不慌不忙 冤枉啊 这可是鼎鼎大名的外班伺伙啊 他们找我要东西 我一个新人 我敢不给骂 陈征给出的理由合情合理 守卫们一时间竟然无法反驳 领头守卫有些恼怒 那这匹马 杀了我轩灵月学子 必须带走处理掉 反正 他们必须找个背锅的才行 不然 倒霉的就是他们 火灵据文言 顿时暴躁地看向几个巡逻守卫 鼻子里喷出两道白气 似乎想要动手 陈征直接将缰绳丢了出去 可以啊 不过我提醒诸位一句 此马乃是冤皇亲赐 之前也是冤皇最喜爱的坐骑 到时候冤皇陛下问起来 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 陈征语气淡漠 却让几个要上前牵马的守卫 身子僵住 冤皇亲赐 冤皇坐骑 光这两点 这匹马就已经不是他们能随意处置的东西 最关键的是 他们站立也就罢了 但他们也了解 这外门似乎的德行 知道陈征说的多半是真的 所以这错 还真怪不到火灵具身上 他们要是敢硬来 那冤皇也能直接砍了他们 一时间 几个巡逻守卫面面相去 有些骑虎难下 此时 一道无奈的声音响起 此事确实跟马没什么关系 你们退下吧 短发教习大步而来 看向陈征的目光有些复杂 人人都说赤野猴光明磊落 怎么生个儿子 心思却这般深沉 他是刚刚赶到 但也听清了事情经过 他相信陈征说的是实话 但他更清楚 这一切都在陈征的算计之中 但又偏偏让人挑不出错来 找不到把柄 这样的家伙 很可怕 哪怕他是开迈进巅峰的舞者 只要挥挥手 便能诛杀眼前的少年 但他依旧忌惮 更不想招惹 杨教习 守卫们朝短发教习 恭敬行礼 短发教习摆了摆手 这三人就由自取 你们把他们尸体收走 如实向上面汇报即可 上面不会为难你们的 文言 几个守卫松了口气 也不再废话 直接带着尸体离开 小侯爷 在如今这宣灵院 锋芒毕露 可不是什么好事 懂得藏桌 方是生存之道 短发教习 忍不住劝道 陈征神色平静 笑道 我本纯良 生性不好斗 杨教习多虑了 短发教习 眼角抽了抽 生性不好斗 一来就废了一个精英班学员 杀了三个外班学员 这叫不好斗 摇了摇头 短发教习也不多说什么 他看了火灵局一眼 转口道 小侯爷 此神局太过危险 我必须带走 不过您放心 轩灵院会妥善照顾 你要出行的时候 便可气走 陈征点头应下 好啊 在这轩灵院中 他带着火灵局 的确不太方便 有人能帮他养着 自然再好不过 而且养马 还是火灵局这种神局 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他上前牵住火灵局 将将绳交到短发教习手里 一脸郑重的道 我这马是冤皇做旗 从小吃惯了细粮 吃不了粗的 杨教习一定要注意 有什么好的 尽管给他 千万别给我恶寿了 你也知道 他毕竟是冤皇 我知道了 短发教习额上 引诱轻轻跳动 直接将陈征打断 轩灵院帮他养马就算了 还得为好的 陈征点了点了 反身拍了拍马脸 嘱托道 多吃点 稀绿绿 火灵局嘶明着回应 大有一副 看我把轩灵院吃垮的架势 短发教习黑着脸 无视孙轩哀求的眼神 直接牵着火灵局离开 陈征收回视线 目光落在孙轩身上 孙轩身子一颤 惊慌道 小侯爷 酒我喝过了 道歉也道过了 您就饶了我吧 孙轩很害怕 不怕不行啊 陈征是他第一个见到的 在轩灵院杀人后 还屁事没有的家伙 别激动 我只是想知道 那些被你们收走的修炼资源 都在哪里 陈征诞生问道 孙轩一颤 虽然吓得不行 但还是摇头道 不行啊 那些东西不能给你 那是要交给上面的 陈征挑眉 上面 没错 其实我们抢夺 这些资源 也并不是自己用了 我们也需要向 初年级的天骄上贡的 孙轩不敢隐瞒 直接说了 所谓的外班四虎 基本都是每三年一换 是由初级班的天骄 选定的合作者 他们会帮助初级班的天骄 掠夺外班的修炼资源 当然 孙轩他们也会有 一定比例的分成 但也只是 拿小头而已 还要空耗三年的时光 倒也真不知道算不算赚 我们要是不按照他们说的做 只要去了初年级 下场一定会很凄惨 孙轩满脸哀求 听过之后 陈征依旧诞生道 那批修炼资源在哪 看着陈征逐渐变得 危险起来的眼神 孙轩不敢再废话 直接道 在我们的院子里 拿出来 陈征命令道 孙轩无奈 只能转身进了房间 有东方无缺 他们盯着 孙轩也没法搞什么小动作 几个巨大的包裹 被拎了出来 每个包裹中 都装满了修炼丹药 外班学员 没人每月 可领取十枚撞血丹 每一颗丹药的价值 都在一千金币左右 外班上千学员 哪怕只收五成 每个月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这么做 轩灵院的人不管 陈征皱眉道 孙轩摇头 不管 东方无缺也皱起眉头 这般操作 永远是上层掌控着所有资源 一旦形成固有的阶级 那就很难再有改变 根本达不到杨谷的目的 如此大的弊端 连他都看得出来 轩灵院的人会看不出来 我明白了 陈征深吸一口气 难怪当初许汉良在燕城的时候 要来偷偷提醒自己 现在他终于明白 或许也不是轩灵院不想保他 而是轩灵院的人 对于轩灵院的掌控 已经没那么高了 有很多事情 或许他们自己做起来 也有心无力 拿上这些东西 跟我走 陈征看了一眼左右 燕城天骄毫不犹豫 直接上前拎起包裹 跟在陈征身后 不行啊小侯燕 面 孙轩大吉 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一旁的东方无缺一掌拍飞 意识模糊间 陈征的声音 清晰传入他的耳中 你可以向你的上面汇报 东西我拿了 如果有不满 他们可以来找我 等孙轩挣扎着直起身子 陈征等人已经走远 孙轩咬了咬牙 翻身站起 直接朝着初年级的方向 跑去没过多久 咚咚咚 洪亮的敲钟声 在外班区域回荡 这是召集的钟声 一个个外班学员 听见动静 纷纷带着好奇之色 汇聚到宿舍中心的空地 怎么回事 又要发放修炼资源了 前几天不是才发吗 外班天骄们议论纷纷 然后便看见 大中一旁 站着的陈征等人 没见过呀 星人 应该是星道的大成天骄吧 他们敲钟干什么 耍我们 一众外班学员 看向陈征等人的目光 都有些不善 也有在广场营兴会上 见过陈征的人 沉默不语 好奇打量着陈征 不知道这位小侯爷 又要做什么惊人眼球之事 你们被外班四虎收走的丹药 我帮你们拿回来了 陈征的第一句话 就让在场的人炸了 但现在 就得看你们 敢不敢自己拿回去 陈征的第二句话 又让在场的人沉默 陈征的身份 还有陈征做下的事情 也飞速地在人群中传递 赤野猴之子 选拔投名 逼贵孙轩 废掉精英班王魁 诛杀外班四虎中的三头恶虎 一个个消息 都让他们震动不已 有兴奋 有不幸 有痛快 有恐惧 各种情绪流转在众人心间 他疯了 即便他赤野猴之子 也无法打破 轩灵院长久以来的规矩吧 他是在找死 孙轩他们背后 可有初年级的妖孽撑妖 这陈征一旦进入初年级 必定生不如死 就凭他一个人 想抗衡整个初年级 但无论心里怎么想 众人有一个想法是一致的 他们并不看好陈征 各种议论声传入陈征耳中 但陈征始终不为所动 如今的轩灵院 就是一潭死水 陈征蕴含强悍气血静气的声音 穿透人群 传进众人耳中 他需要找到一批 还没有彻底丧失反抗之心 跟他志同道合的伙伴 毕竟一潭死水 光靠他这一条鱼 肯定是翻腾不起来的 他还需要更多的力量 我要 徐杰一如在非洲时那般 第一个战出 他对陈征已经是绝对的崇拜 以及无条件的信任 我也要 其他阉城天骄紧随其后 这么多好东西 虽然没我的份 但没人要 我就先领一份吧 东方无缺大笑一声 他身后的阎城天骄 也紧随其后 他们疯了 其他人看着陈征等人 就像是在看一群疯子 但 我受够了本来沉默的人群中 一个神色憔悴的外班阎城学员 大步走出 咬牙切齿 大不了不在这破地方待了 我真的受够了 他不想再过这样被压迫的日子 刚才在广场上 看着陈征等人 明知道陈征他们 是在飞蛾扑火 但他依旧觉得羡慕 他也想再封一把 哪怕是飞蛾扑火 他也曾经是 人人瞩目的天骄 不该像现在这样 成为一条只能忍气吞声的狗 有了第一个 自然就有第二个 我也要了 又是一道身影走出 同样是被长期欺压的 弱成天骄 他已经在轩林院外班待了两年 再不拼 本来也没有任何机会 我也来 我也是 干他娘的 仿佛是受到感染 一道道身影血红着眼睛 嘶吼着冲出 朝着陈征走去 远处 暗中观察着这一切的 短发教习 皱起眉头 汇聚一批雷坠 又有什么用呢 他身旁的女子教习 神色淡然 目光一直落在陈征身上 嘴角骤然绽放笑容 只要他这座头灯不灭 那么星星之火 也可燎原 短发教习叹息一声 以如今绚林院的局势 他想改变 无异于乙卵基石 孙师妹 你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跟无极猴作对 是没有好下场的 女子教习讥笑一声 那我听说 那田无极几次 想要拉拢你 你都拒绝了 短发教习沉默 过了一会儿才诞生道 不作对 也不代表就要同流合污 空地上 越来越多的人 站到了陈征面前 脸上带着激动 惶恐 以及冲动过后的茫然无措 陈征打量着每一个人 最终温声道 你们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 不后悔 最开始站出来的外班学员 战红着脸道 没错 不后悔 反正 我们也要待不下去了 其他人也纷纷应声 他们愿意站出来 自然不只是因为冲动 还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但陈征的出现 给了他们新的选择 即便这个选择看起来有些疯狂 但压抑太久的他们 依旧选择拼一把 好 陈征点了点头 不再多言 直接开始发放丹药 一人一份后 依旧还剩下不守 剩下不愿上前的外班学员 都是冷冷看着这群疯子 心中讥笑着他们愚蠢 陈征并不理会他们 如果一群人连自救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在陈征这里 就不值得被拯救 剩下的也分了吧 陈征诞声道 在陈征一声令下 站出来的外班学员 都拿到了超出每月份额 近乎两倍 还多的丹药资源 一个个洗心余色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东西你们能拿 但你们守得住吗 一个冷眼旁观的外班天骄 忍不住冷笑说道 他没有胆气站出来 但看见其他人拿着 丹药高兴的样子 又觉得羡慕 复杂的情绪 让他们感到烦躁 忍不住想要出声讥讽 陈征诞声道 小侯爷 要是初年级的人找来 有人忍不住问道 常年的恐惧 并不是那么好克服的 陈征诞笑道 初级班 能对外班的人出手 众人摇头 不得跨年级出手 这是铁律 否则初年级 也不至于要弄出个外班四虎出来 陈征又问 外班的人 谁敢对我出手 众人再次摇头 就凭陈征杀了外班的三头恶虎 就足以震慑所有人 陈征轻松笑道 那不就行了 可是 我们终究要升入初年级 有人面露无奈 若非还有这个念想 他们又何必冒险 陈征依旧笑道 训练之后 我会升入初年级 所以还请诸位请免 不要让我等太久才是 众人顿时眼睛一亮 但他们也清楚 陈征能不能在初年级站住脚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他们也不会喘到现在问出这个问题 只需等待结果便是 在陈征倒下之前 他们都可以将这美好的愿景留在心里 人群渐渐散去 每一个领了单要的外班 天交在离开前 都会向陈征问好事宜 一般似乎的小院 算是外班的最好的宿舍 也单独留给了陈征 对于这种优待 陈征坦然接受 烈日高升 陈征盘坐在床上 取出一滴金色液体吞服而下 随着肉身大圆满 她的修为 想要突破开脉镜二重 也变得更加简单 或许是底子打得太厚的缘故 陈征有预感 自己在开脉镜初期的修炼进度 会很快 与此同时 初年级区域 天交班宿舍外 孙轩跪倒在地 头颅抵着 来往的天交班成员 都市踏入空气 神色满是冷漠 孙轩对此习以为常 尽量保持着恭敬 他已经在这跪了足足四个时辰 原本高升的烈阳 都渐渐西沉 烈日的余晖洒落 凉凉的晚风袭来 一道白衣身影 才走到了孙轩的面前 卓少说 他很失望 白衣天交 语气淡漠 孙轩止不住身子一颤 惶恐道 我真的经历了 但那小子是开麦境 更敢在外班杀人 我们兄弟四个 就剩我一个人了 这是你的问题 跟卓少无关 白衣天交诞生道 孙轩心中无奈 面上却不敢表露分毫 恭敬道 是我错了 辜负了卓少信任 白衣天交冷哼一声 念在你这两年的苦劳上 卓少说 就不惩罚你了 但是你想要加入卓自营的事情 别想了 孙轩大急 我 白衣天交 直接将其打断 你可以滚了 感受到白衣天交冰冷的目光 孙轩不敢再废话 满脸颓然地离去 白衣天交反身 回到一处豪华的宿舍内 在踏足宿舍的瞬间 白衣天交便感觉浑身 仿佛被风锐之气刮过一样 浑身汗毛竖利 脸上也不自觉多了几分恭敬 他看向盘坐在床铺 身子鼻挺 宛如利剑一般的灵力青年 卓少 孙轩被我赶走了 灵力青年睁眼 嘴角挂起一抹森然的冷笑 裴东 明天帮我走一趟 给那位小侯爷 送一份大礼 白衣少年恭敬点头 是 而此时 陈正的事情 经过一个白天的发酵 也彻底在天交般传开 有人好奇 有人惊讶 也有人不屑 哼 王奎这废物 竟然被一个刚入院的家伙打败 简直丢了我们精英般的脸面 精英般领袖萧天和 神色冷冽 十分不满 在他身旁 还站着一个角色少女 他一拼一笑 都拥有着牵动人心的力量 少女咯咯一笑 能让九公主清新的人 我还真有些感兴趣了呢 其名徐嫣然 乃是初级班三大女神之一 在徐嫣然周围 除了萧天河外 还环绕着不少天交 其中甚至不乏天交般的妖孽 文言都是露出不满之色 那小子何得何能 很快 陈正吸引两大女神注意的事情 传遍初年级 也让无数对女神 清新的初年级天交愤怒 叫嚣着要给陈正一点教训尝尝 一夜过去 朝阳出生 尚且不知自己 平白多了许多敌人的陈正 睁开眼睛 只见他浑身静气翻涌 气血涌动 挽急流激荡 隆隆作响 他已经将第二条五道天脉贯通 踏入开脉镜二重 虽然陈正早就预感 自己在开脉镜的前几镜 突破速度会很快 但没想到会快到这种地步 满打满算 距离他突破开脉镜 也才过去两天而已 静气增长了近乎一倍 贯通两条天脉之后 无论是爆发力 还是持久力 都要更强 单纯的肉体力量 也增加了差不多一千斤 陈正正感受着自身变化 思绪突然被门外 一阵嘈杂的声音打乱 小院外 已经围满了人 他们并非是外班成员 而是初年级的天骄 足足来了一百多人 最弱都有着开脉镜 一重修为如此众多的开脉镜 天骄气势汇聚 厚重的气息 宛如黑云压城 带给人无限的压力 一个个外班学员 从自己的房间走出 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惊讶的同时 脸上也泛起冷笑 我就知道 那小子这么猖狂 初年级的天骄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那不是精英班的领袖 萧天和吗 他竟然也亲自来了 还有天骄班的妖念 也来了几个 他们倒是真给那小子面子 众人惊叹不止 是这里吗 萧天和诞生开口 一说话 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个妖念班的天骄大话 应该没错 萧天和点头 那就砸门 话落 他身后一位 开脉镜三重的精英班弟子 大步走出 拔出背在身后的长锤 凝笑着朝着小院大门走去 哄 碰 只听一声轰鸣 木制的大门直接碎裂 坍塌 残余的力量 仿佛让整个小院都在颤抖 一众外班学员 畏惧地看着这一幕 尤其是参与了 昨天分药的学员 面色苍白 拳头紧握 心绪难平 他们想过 初年级的天骄 不会善罢甘休 但是也没想到 他们敢直接打上门来 怎么办 小侯爷还在里面呢 要帮忙吗 众人陷入挣扎之中 萧天洛透过院落 看着紧闭的房门 眉头微挑 没人 灰锤的精英般天骄 冷笑一声 我看不是没人 是他怕了 躲在里面不敢出来 等我把他的屋子也砸了 我看他还怎么躲 说吧 精英般天骄 直接拎着重锤 卖动步子 想要进入小院之内 住手 骤然 一声爆喝声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东方无缺 正带人朝这边走来 长锤天骄脸上 露出玩味的笑容 哟 还真有帮这小子出头的 有趣 他停下步子 转过身 静止朝着东方无缺走去 外班学员中 昨天在陈征手里 领取过丹药的学员 此时见有人带头 也咬牙走出 汇聚到东方无缺的队伍之中 眼看东方无缺的队伍 越来越庞大 拎着重锤的天骄 脸色冷了下来 不仅是他 他身后所有初年级的天骄 都不由眯起了眼睛 哼 他来我们太久 没来着外班走动 他们已经忘了规矩 还是说那位小侯爷 给了他们反抗的勇气 不过一群蚂蚁 就算成群结队 也只有被咱们随脚踩死的份 初年级天骄心中 犯着莫名的怒意 在他们看来 外班的人 就该向他们扶手 跪在地上 朝他们摇尾起连 感受着莫大压力 东方无缺神色凝重 却也不卑不亢 这里是外班 不是你们这些初年级学员 该来的地方 长锤天骄 吃笑一声 轩灵院可没规定 高年级学员 不能到低年级学员的区域 东方无缺身后 有人高升到 按照规定 高年级学员 不能对低年级学员出手 否则就会被逐出轩灵院 长锤天骄耸了耸肩 朝弄道 你们何时看我对低年级学员出手了 我不过是砸个门而已 而且我不仅要砸门 还要砸屋子 我不仅今天来 以后每天都会来 东方无缺比一笑道 这就是初年级精英班学员的手段 着实可笑 可笑没关系 只要管用就行 长锤天骄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看着东方无缺满头红发 脸上露出恶趣味的笑容 你这红发不错 我要了 你是自己剃下来给我 还是要我这个当学长的帮你 东方无缺冷笑一声 想要你爹的头发 可以啊 跪下来求我 爹就赏你两个 诸童身后 众人配合地发出哄笑 长锤天骄面色微冷 那我自己来拿 华落 长锤天骄身形一闪 宛如一头蛮熊冲出 开迈进三重的修为爆发 狂暴的气势 落在东方无缺身上 将其压制在原地 宣灵院有规定 但这规定之中 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度 而他对于这种限度的把控 就非常擅长 记住 学长不是在找你麻烦 学长是想指点你一番 顺便再向你收取一点报酬 长锤天骄冷冽一笑 手中锯锤轰然杂落 东方无缺一惊 连忙抬手格挡 却被长锤上携带的佩燃剧力 瞬间压制 长锤落到东方无缺身肩上 却并没有造成什么杀伤 只是像一颗钉子 牢牢将东方无缺定在原地 然后长锤天骄身处另外一只手 朝着东方无缺头发抓去 他不伤东方无缺 只是取走他一头红发 这点小事 轩灵院根本不会管 但对于东方无缺来说 这绝对是莫大的侮辱 而像这种辱不伤的手段 他还有很多 咱们可以慢慢玩 长锤天骄讥讽地看着东方无缺 找死 东方无缺身后 朱瞳等人忍不住想要出手 长锤天骄的目光扫来 玩味笑道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要是敢主动跟我动手 那我即便出手教训你们 轩灵院的规矩也管不了 只能算你们就由自取 朱瞳等人不理 正要上前支援 东方无缺的声音传来 不要动手 别给他们发难的机会 他很清楚 这些人是冲着陈征来的 而在陈征出面之前 他要做的就是先稳住局面 得到东方无缺的命令 朱瞳等人这才停下 目光愤恨地看着长锤天骄 长锤天骄吃笑一声 眼看手掌就要落到 东方无缺头上 骤然 咻 一阵凌厉的破空声传来 长锤天骄感觉背后一凉 抬头一看 只见一柄血色战刀 正凌空飞来 炸裂的空气 让长锤天骄心头悚然 当 血色长刀跟长锤相撞 恐怖的撞击力道 让长锤天骄手掌一麻 长锤几乎瞬间脱手 砸飞出去 刷 血色战刀也朝地面坠落 却被眼疾手快的 东方无缺接住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刀斩出 嗡 下平宝气 有传导静气的能力 东方无缺休息的火系功法 静气爆发间 一阵灼热气浪在刀身荡开 长锤天骄被一击飞刀砸猛 此时还没反应过来 血红的刀光已然坠落 他不敢杀我 长锤天骄心中笃定 但看着兄弟的刀光 依旧心惊胆战 长刀划过 他果然平安无事 长锤天骄心中一松的同时 也感觉头上传来一阵凉意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 只感觉一片光滑 一根根发丝 在长锤天骄茫然的视线中坠落 四周响起 阵阵压抑的笑声 他抬眼看去 只见不少人正目光古怪地盯着自己 脸上满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发型 很适合你 东方无缺收刀后退 嘴里还不忘嘲讽一声 此时长锤天骄头上 周边的头发完好 唯有头顶 一片正亮 宛如一片地中海 长锤天骄终于反应过来 脸色瞬间涨红 眼中泛起丝丝血色 一个新人 一个开脉进一重 竟然敢如此侮辱自己 你在找死 长锤天骄怒喝一声 疯涨的怒意 几乎让他失去理智 一身开脉进三重的气息 尽数绽放 抬起一拳 想要将眼前这个胆感以下 犯上的家伙轰碎 但他拳还未出 一道身影已经闪烁而来 一把搭在他的手腕上 谁敢拦我 长锤天骄愤恨叫道 却正好跟 萧天骄冰冷的目光对上 他眼中的怒意 瞬间消融 有些惶恐道 萧哥 我不是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萧天骄毫不留情地骂道 看着萧天骄 凌厉的目光 长锤天骄终于惊醒过来 心中一阵后怕 刚才那一拳要是打出 东方无缺不一定会死 但他肯定没法 继续在轩灵院待下去 他抬眼看去 只见已经退远的东方无缺 脸上的失望之色 一闪而逝 这混蛋是故意激怒我 想要让我出手 长锤天骄又惊又闹 他竟然差点着了一个新人的道 萧天和松开了长锤青年的手 却没有理会东方无缺 而是转过身 朝着大门破碎的小院看去 不仅是他 几乎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那道缓缓走出的身影之上 只是寻常的白衣 套在那具奇长挺拔的身影上 却透出一股难言的魅力 腰间本该挂着的两柄长刀 已然少了一柄俊朗的五官 明亮如星辰的黑眸 让不少带着攀比心思而来的 初年级天骄自残行贿 也让不少跟来看戏的 初年级女学员眼泛桃花 难怪能入九公主的眼 这般样貌 别说不是个废物 就算是个废物 我也愿意啊 可不止九公主呢 还有徐嫣然 她可是公开表示 对小侯也感兴趣的 想来早就偷见过了 啊 好烦 那我岂不是没机会了 听着女学员们的议论声 一众初年级天骄的脸 都黑成了锅底 他们今天可不是过来 给陈诚长脸的 你就是陈诚 一个天骄班学员 眯眼打亮着陈诚 眼中闪烁着妒忌的光芒 长得的倒是人母狗样 难怪能被徐师妹看上 之所以不提黎敏 是因为天骄班的人都知道 黎敏是卓文浩认定的女人 他们根本没有竞争的资格 萧天和诞生开口道 小子 光凭一张翘脸 可在初年级混不开 毕竟你终究不是个女人 大家也不喜欢男人的屁股 粗鄙的话语引起一阵怪笑 就是 要是识相的 就自己离徐师妹远点 还想脚踏两只船 也不看看 自己是什么德行 两只船 我看他一条船 都未必踏得稳 单说卓师兄那一关 他就肯定过不去 听着阵阵击笑 陈诚面色始终平静 他也大概理清了事情的原味 他本以为这些家伙 是冲着昨天被他发掉的 那批撞血蛋而来 却没想到 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 所以这么一大清早 你们气势汹汹过来找我 黎明也就罢了 两人本就是盟友 被误会了也正常 但那个叫做徐燕燃的女人 别说见过 他就连听都没听过 明知道自己追求者无数 却还要当众说 对自己感兴趣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 他是纯粹的纯 但能被如此众多初年级添交 奉为女神的女人 脑子一定是够用 所以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他就是单纯的坏 这一切 都是徐燕燃故意为之 他在给陈诚找麻烦 对于这种家伙 只骂他一句纯女人 已经算是陈诚 既有教养的表现 陈诚的声音荡开 除了一些新人一脸茫然外 无论是外班学员 还是初年级的天骄 都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纯女人 只要见过徐燕燃的男人 即便不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至少也会注意风度 谁能骂出一句纯女人 你找死 萧天河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浑身强大的气息翻涌 大步朝着陈诚走去 她是徐燕燃的忠诚追求者 而且 徐燕燃跟她的关系也很清静 在她的潜意识里 甚至已经将徐燕燃 是做了自己的女人 没有人可以侮辱徐师妹 萧天河声音冰寒 在距离陈诚不足三米的时候 脚下一踏 哄 地面泛起一阵气浪涟漪 萧天河身形化作残影 近乎瞬意一般来到陈诚身前 她探出手掌 静止朝着陈诚头颅抓去 开脉进五重的气势 如山一般爆发 她目光冷烈地看着陈诚 嘴角泛起一抹技巧 你放心 我懂规矩 我不会伤你 但我要你给徐师妹 磕头道歉 她其实早就已经有进入天交班的实力 之所以 留在精英班 也只是因为天交班有卓文号压着 她注定要低人一头 宁为鸡头 不做氛围 远处 感受到萧天河强大的气息 东方无缺等人都忍不住 替陈诚捏了一把冷汗 在人群的最外围 还站着三道身影 目光恶毒地看着陈诚 眼看萧天河出手 眼中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一灵 我说了 这小子如猖狂 不可能在轩灵院中存活 你的仇 自然会有人帮你报 田山看着脸上缠满绷带 只有一双眼睛 露在外面的弟弟 笑着安慰道 田衍冷笑一声 这还只是开始而已 除非这小子主动离开轩灵院 否则他每天都要活在屈辱之中 不说咱们 在这轩灵院中 有的是一句话 就能让这废物吃尽苦头的存在 我倒希望他能坚持得久一些 如此 我们也能多看点乐子 田衣冷没有说话 恶毒的眼眸盯着陈征 恨不得将其生吞活泼 呵呵 萧天河亲自出手 这小子完了 嘿嘿 我倒还真想看看 这狂妄的家伙 在地上磕头道歉的样子 不会引来学院教习吧 无妨 你以为这些新人 没有学院教习暗中盯着 到现在都没出手 就说明 一切还在规则的容忍之内 一群杂鱼 还想翻天 可笑 阵阵击笑声传出 东方无缺等人 心中愈发沉重 他们也很清楚 陈征若是在此落败 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会成为笑话 尤其是那些外班学员 一个个面色绝望 但又隐隐藏着一丝期待 唯有陈征 脸色始终平静 看着萧天河探来的手掌 他同样一掌探出 朝着萧天河手臂抓去 与人决裂 陈征从未怕过 人生有极限 在后天进食 是磨练一身血肉的最佳时期 每一进突破 能增长上千甚至几千的力量 但随着肉身开发程度逐渐深入 力量的增长 会变得愈发艰难 到了开脉镜 更加注重是进气的磨练 正常来说 每一进增长的力气 最多上百斤 但陈征不同有着混沌神天觉存在 外加血色液体的强化 陈征的肉身力量 仍旧是以夸张的程度在增长 每一镜 他依旧能将肉身开发至极限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 在力量方面 他将拥有着绝对的优势 而且随着修为越高 这个优势也会更加明显 啪 两掌相交 发出一阵 让众人心中颤抖的碰撞声 萧天和眼中露出亚异之色 随即发出冷笑 你的力量果然惊人 不过可惜 我也不弱 说吧 他浑身气血绽放 静气也在瞬间爆发 萧天和知道 王奎昨天是怎么败的 但他依旧选择以这种方式 来教训陈征 他就是要在陈征 最得意的方面 将其击溃 在静气的加成下 萧天和的力量 瞬间增长数倍 两人绝力的手臂 也缓缓朝着陈征 那边压倒过去 萧天和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好 初年级学院中 爆发一阵叫好声 可就在他们认为 胜举已定的时候 一阵轰隆声宛如霹雳 骤然激荡而出 陈征气血如潮的异象 十分害人 萧天和淡然的脸上 也露出几分惊恶之色 只见被他压下的手臂 此刻竟然缓缓反压回来 做梦 萧天和脸色战红 低喝一声 劲气再次爆发 但陈征的力量 仿佛摧枯拉朽一般 让他根本无法抵抗 啪 被陈征压下的手掌 撞击到萧天和的脸上 萧天和奋力挣脱 身形连连后退三步 四周再次陷入寂静之中 片刻之后 才有阵阵哗然声传出 萧天和 败了 不是败了 只是单纯绝力而已 这小子着实有些门道 这一声怪力 未免也太惊人了 就是 抛去力量不弹 萧师兄杀他 不用三招 可是有萧灵院的规矩在 萧师兄也没法用 其他杀伤手段 否则一定会被萧灵院处罚 这 萧天和面色阴沉 他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腕 目光凌厉的看向陈征 陈征神色依旧平静 磕头道歉我不太懂 你不妨先给我示范一下 话落 陈征身形已然窜出 早已圆满的鬼影七步 一步踏出 就是三四米的距离 陈征身形宛如鬼魅 带起汹涌气浪 朝着萧天和冲击而去 萧天和怒笑一声 没想到陈征竟然还敢主动朝他出手 他承认 单笔力量 他的确是输了 但这也不代表 他没有其他手段 哄 萧天和身上气势绽放 掀起一阵无形气浪 只见他双掌齐出 化作叨叨残影 护持在身前 他不会主动攻击 但陈征要是自动靠上来 被他伤到 那也怪不得他 小子 你来试试看 萧天和讥笑一声 想要激将陈征 但陈征根本就不用他激将 早已一掌批出 刘云沙 陈征以掌带刀 瞬间滑落百刀残影 在恐怖力量的加持下 几乎碾压般 击溃了萧天和的掌影 不等萧天和反应 陈征已经手掌探出 抓住了萧天和的头发 然后猛然一拉 一拽 一砸 碰 在众人震惊的视线中 一阵清脆撞击声传出 萧天和被陈征拽着头发 以一个极其蛮横的姿态 狠狠将其头颅 磕倒在地 地上印有一点血字 陈征松手退开 目光淡然 这点伤势 微不足道 但侮辱性极强 尤其是陈征用萧天和所说的方式完成 更是嘲讽 萧天和猛了 连忙翻身站起 他能感受到 身后一道道难以置信的目光 而每一道目光 都像是一把刀子 刺在他的身上 愤怒 羞耻 种种负面情绪 在他心中滋生 也让他红起了眼睛 陈征 萧天和恨恨地看着陈征 再也没有一开始那般 从容无敌的姿态 但更是让他难以接受的事 身后传来阵阵惊呼 徐师妹 徐师妹 你怎么来了 萧天和一脸惊慌地回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着青色长裙的倩影 正在一众天骄的簇拥下 缓步而来 徐燕然目光落到萧天和身上 并未开口 甚至还露出一点淡淡的关心 但萧天和的脸色瞬间涨红 内心的屈辱 更是成几何倍的增长 他竟然让徐燕然 看见了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 此时 萧天和真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徐燕然身旁 几个天骄都嘲笑地看着萧天和 萧天和 被一个新人搞得如此狼狈 还真是丢脸啊 就凭这样的你 也想追求徐师妹 我劝你 还是趁早退出了吧 阵阵嘲讽 让萧天和气得浑身颤抖 精英般领袖 也不过如此 陈征冰冷的话语声传来 成为压倒萧天和理智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要杀了你 萧天和怒吼一声 杀意绽放 宛如一头风狼 再无任何顾忌 朝着陈征冲杀而去 陈兄当心 小侯爷小心 感受到萧天和爆发的杀意 东方无缺等人一惊 但陈征脸上 反而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 他静静站在原地 根本不做丝毫抵抗 人群中 徐燕然秀眉微醋 仿佛是在担忧一般 但心底却默默叹了一声 可惜 同样再可惜的 还有田家三人 该死 萧天和这蠢货 上当了 田延忍不住低骂一声 他已经看见 一道身影 宛如风雷奔袭而出 瞬间拦在萧天和身前 只是一掌 不待丝毫烟火气息 萧天和便被拍飞出去 被拍飞的萧天和 看见站在面前 正冷眼注视他的短发教习 也冷静下来 面色顿时煞白 杨教习 误会 我没想 他张口想要解释 却被短发教习挥手打断 有什么话 你自己去跟裁定处解释 我只会把自己看见的 告诉他们 你是自己去 还是要我带你去 萧天和面色难看 缓缓爬起 不敢劳烦教习 说吧 他也顾不上其他 转身离开 这件事情要是处理不好 他有可能直接被驱逐薰灵院 主动过去认错 还能从轻处理 杨教习 又见面了 陈征笑着招呼 短发教习 回头看了陈征一眼 无奈道 小侯爷 你就不能安分一点吗 陈征无奈 我想安分 但有人不肯 短发教习沉默 事情他都看在眼里 要论对错 还真怪不到陈征头上 此时 一阵拍掌声响起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袭白衣的裴东正 大拨来 裴东 这不是卓自营的副领袖之一 卓文浩的左膀右臂吗 他竟然也来了 众人露出惊讶之色 裴东 不要闹事 看见来人 短发教习不由皱眉 裴东淡笑一声 抱拳行礼 杨教习误会了 我这次过来 可不是来找谁麻烦的 短发教习根本不信 冷冷看着裴东 初年级中 要说最难管教的 就是卓文浩 以及他所带领的卓自营 所谓的卓自营 是指以卓文浩为首 聚拢的一个小团体 卓自营人数 一共也不超过20 但都是顶尖天骄 领袖卓文浩 开麦进五重巅峰剑修 天赋卓绝 已经领悟建议 有过一件 击败中年级学员的战绩 战力十分恐怖 而卓自营的其他人 同样不可小觑 就例如眼前这个 有着开麦进五重修为的 白衣裴东 同样有着 可以轻松越级战斗的能力 裴东转身面向陈征 笑容灿烂道 我是替卓哥 来送礼的 送礼 众人露出惊诧之色 莫非卓文浩 看好这小子 想要拉拢一番 这卓文浩是怎么回事 拒绝二叔也就罢了 还要给吃野猴的儿子送礼 田山满脸愤怒 田一灵也是气得 捏紧了拳头 唯有田言眯起眼睛 很快 他脸上泛起冷笑 你们想多了 据我了解 这卓文浩狂妄的眉边 怎么可能对一个一面 没见过的家伙看好 送礼归送礼 但未必是送的什么好礼 田言跟田一灵 眼睛顿时亮起 陈征静静静注视着裴东 没有说话 裴东从怀里取出一个木盒 抛向陈征 小侯爷 这是卓哥给你的礼物 要是够胆的 你就收下 陈征没有伸手去接 任由木盒落在地上 陪东眉头轻皱 小侯爷竟是个无胆鼠辈 陈征神色淡然 我只是怕弄脏了我的手 说吧 陈征提起脚尖 解开了木盒锁扣 顿时一柄银色小剑显露出来 刷 就在木盒开启的瞬间 一股风锐之气 朝着陈征扑面而来 心中生起的警罩 让陈征不由拔出长刀 一刀斩落 回味着刚才那一瞬间的力量 风锐 灵力 不可抵挡 他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剑意 陪东淡笑一声 没错 这柄小剑上 蕴含着卓哥一缕剑意 卓哥说了 你若接下 便送给你 你若接不下 他以后也懒得再找你麻烦 陈征冷笑一声 这个叫做卓文浩的家伙 着实狂妄到了极点 被他针对 还得有资格才行 陈征抬脚一提 木盒中的银色小剑飞气 被他抓在掌尖 离我收下了 等到了初年节 我会给他回礼 希望 他也能接得下 陈征语气淡漠 四周却想起一阵哄笑 这小子 竟然还想挑战卓师兄 可笑 出声牛毒骂 在见识到卓师兄的实力之前 总是能心怀侥幸 陪东吃笑一声 点头道 行 我们等着你 说吧 陪东摆了摆手 静止转身离开 就好像如他所说 他就是来送个礼而已 人群中 甜言面露笑容 好了 咱们可以安心了 但凡是被卓文浩盯上的家伙 下场都只有一个 短发教习看着陈征 张了张嘴 有心想提醒两句 最终还是摇头叹息一声 没有说话 不是不想 而是他清楚 陈征跟卓文浩 其实是一类人 只要打定主意 便不会更改 多说也无用 都散了 短发教习声音荡开 带着一丝严厉 初年级学员 给陈征留下一个 怜悯嘲讽的眼神 便也渐渐散了 唯有徐嫣然 卖动着步子 巧笑嫣然地 朝着陈征走来 但还不等他开口 陈征淡漠的眸子 便已经扫来 语气厌恶道 你就是那个 想要害我的蠢女人 徐嫣然脸上笑容顿时一将 蠢女人 一直被是做神女一般的她 何曾被人这样称呼过 混账 你最好对徐师妹客气一点 小子 别以为有轩灵院规则保护 就能高枕无忧 就是 除非你永远待在外班 否则等你升入初年级 我一定让你好看 徐嫣然还没说话 她身边的一群护花使者 就先炸了 一个个对着陈征 怒目而视徐嫣然 面露委屈之色 声音柔弱道 学弟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也不知道 萧氏兄他们会因为我一句话 就来找你麻烦 我在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找了过来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心难安 那副我见游连的模样 实在让人联系 陈征只是冷笑 拙裂的演技 行 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现在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对我感兴趣可以 但我 唯一 粗鼻 无耻 心爱的女神被人如此侮辱 一众添骄都是愤怒 反倒是一些女弟子 看陈征的眼光更亮了些 更有性质的 大声叫道 小侯爷喜欢大的 你看我行不行 我的真的很大 小侯爷可以咽火 如此奔放的发言 顿时引起一阵怪叫 饶视陈征也有些承受不住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她抬头看了一眼 说话的是一个初年级女学员 长相虽然普通 但胸怀确实要比徐嫣然 宽广深远得多 看见陈征的视线看来 女学员还得意地挺了挺胸口 陈征朝她竖了的大拇指 便收回视线 听着四周传来的轰笑声 徐嫣然此时也有些捧不住了 翘脸冷了下来 陈学爹 你好歹也是赤野猴之子 还是别做让赤野猴蒙羞的事情 陈征语气淡漠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 徐嫣然美目寒怒 但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又渐渐冷静下来 只见她面色诚恳道 陈学爹 你真的误会我了 这样吧 为了表示诚意 等你有空了 我在皇城最好的酒楼 单独宴请你一人 只要学弟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一句什么都可以 顿时让在场一众南天骄呼吸急促 看向陈征的目光 更是充满羡慕妒忌 恨不得取而代之 徐嫣然目光诚恳 淡粉的阴唇威名 精致清唇的脸蛋上泛着淡淡红韵 妩媚与清唇两股截然不同的气质 却恰到好处地在她身上融合 水汪汪的眼睛 仿佛能将人沉静 难以自拔 陈征也不得不承认 这女人除了平平无奇之外 的确拥有将这些舔狗添娇 玩弄于鼓掌的资本 陈学弟 如何 看着沉默的陈征 徐嫣然脸上泛起迷人的笑容 软糯的嗓音 仿佛可以融化含铁 她虽然看上去 就像一头柔弱的小鹿 但实际上 心里有着极强的自信跟骄傲 至今为止 整个初年级 还没被她征服的男人 只有一个卓文号 徐嫣然不觉得 陈征能成为第二个 在徐嫣然眼底深处 还藏着一抹讥讽 只等陈征答应 她便会狠狠羞辱陈征一番 陈征会拒绝吗 徐嫣然觉得不会 不仅是她 就连其他初年级学员 也是这样认为 曾经也有人如陈征这般 故作惊人之言 其实也不过就是为了 引起徐嫣然注意的 可笑手段罢了 与我独处 陈征目光平静地 看着徐嫣然 徐嫣然笑容 愈发舞媚灿烂 没错 但下一刻 她的笑容就将在脸上 因为陈征的回答是 你不配 但莫的话语声荡开 四周顿时寂静地可怕 徐嫣然脸上 闪现着茫然之色 自己竟然再次被拒绝了 她脸色涨红 心中无比恼怒 就算是卓文号 拒绝她 也是一脸遗憾地表示 自己已经心有所属 但陈征竟然敢说自己不配 一众初年级天骄 都是吃惊地看着陈征 甚至有人怀疑 这小子 是不是不喜欢女人 否则 面对徐嫣然这般家人 如何说得出 如此冰冷的话语 你说我不配 徐嫣然脸上的笑容收敛 妩媚跟清纯的气质 也陡然转变 仿佛由一汪春水 化作了尖兵 没想到 你只是靠着取巧击退萧天河 便已经狂傲到了这般地步 你这样的家伙 跟卓师兄提携都不配 听着徐嫣然恼羞成怒的话语 陈征依旧神色平静 你误会了 我只是在单纯表达 自己的感受而已 今天的我 即便是个乞丐 我觉得你不配 你也依旧不配 陈征的语气平和 就像是在阐述某种事实 但越是这样 徐嫣然越是感觉羞辱 你确实不配 又是一道冷冽的声音传 谁 徐嫣然怒然回头 神情不由一正 只见身材高挑的少女 脸上不失粉带 穿着一身素雅白裙 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打扮 但她出现 就注定周围一切 都要失去光彩 九公主 九公主也来了 阵阵惊呼此起彼伏 尤其是第一次 见到李敏的新人 眼睛都不由自主 黏在了李敏身上 光论外貌 李敏跟徐嫣然 算是各有千秋 但跟李敏比起来 徐嫣然的美跟气质 却都显得俗了 李 九公主 徐嫣然压下怒气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心中妒忌的发狂 她之所以针对陈征 其实也是因为李敏 啪 李敏毫无废话 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 一巴掌将徐嫣然扇飞 语气冰冷道 要发浪可言 但谁给你的胆子 敢跟我抢男人 此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瞪大了眼睛 呼吸一致 虽然听过传闻 但真的听见李敏承认 他们依旧觉得不可思议 拒绝着文浩的九公主 竟然亲口承认 陈征是自己的男人 陈征也猛了 一脸意外地看向李敏 九公主 你 闭嘴 李敏冷眼看来 看了李敏胸前一眼 轻咳一声 没有 小一些 也是可以接受的 众人不由道息一口凉气 这小子 还真敢打呀 嗯 李敏秀眉微醋 陈征顿觉失言 玩笑 都是玩笑之言 你最好是 李敏冷哼一声 陈征尴尬一笑 随即又反应过来 我心虚什么 他又跟这位九公主没什么 不过 想起这位九公主刚才的话 陈征脑子飞速运转 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莫非冤皇想以这种方式 建立跟自己的链接 以方便后面对自己施以援手 想到这儿 陈征便不吭声了 东方无缺那边 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小侯爷竟然是九公主的人 不对 应该是九公主是小侯爷的人 这有什么关系 这是谁主动谁被动的问题 你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 你这话说得好猥琐 李敏在轩灵院的名声不小 见到李敏帮陈征出头 众人的信心顿时足了不守 毕竟赤野侯如今下落不明 但冤皇可还健在 李敏 你凭什么打我 徐彦然捂着脸 神色间泛着些许争鸣 看着无比狼狈 她的那些护花使者 一个个都露出心痛之色 但出手的是李敏 他们可不敢出头 甚至连说句话都不敢 而看着这些人的反应 徐彦然心中愈发愤恨 李敏自己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在这些人的心中 她似乎永远都要低 这位九公主一头 李敏甚至什么不用做 便可引得无数追捧 甚至包括徐彦然求不得卓文号 她不甘 不服 更嫉妒 但徐彦然没有对李敏出手的勇气 所以在得知李敏要被嫁给一个废物之后 她还高兴了好一阵 甚至想通过设计 羞辱陈征这位驸马爷来给李敏难堪 但机关算尽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李敏视线冷漠 李游我已经给你了 你若是觉得不够 我就再加一条 你的那些可笑手段 恶心到我了 她不是蠢人 只有很多时候 她都懒得理会而已 你滚不滚 李敏弹幕的视线 落在徐彦然脸上 还是说 你觉得我给你的教训不够 眼看李敏又有要动手的迹象 徐彦然连忙爬起 愤恨地看了两人一眼 这才狼狈离开 几个护花使者松了口气 连忙追了上去 李敏走到陈征身边 低声说道 以你的身份 锋芒太露 不是好事 你也不该去招惹卓文浩 陈征淡笑一声 我的身份 就注定我不可能低调 田无极不会放过我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干脆选择一个 让我自己舒服的方式 你太莽撞了 李敏有些不满 他可不想自己还没嫁 就成了寡妇 陈征自信笑道 放心吧 这些人 包括你说的那个什么卓文浩 我都没有放在眼脸 并非是陈征自大 而是他的眼光 一直都在无极猴身上 虽然有些大言不惭 但这 才是被他视为对手的人 李敏气笑道 你知道卓文浩有多强吗 便是骄傲如林敏 也不得不承认 那卓文浩的确天赋异禀 尤其是在修炼跟炼剑这方面 强的变态 若非卓文浩的性子 他实在不喜欢 卓文浩在追求他的时候 他也不会拒绝得那么果断 至少有资格让他考察一番 看陈征 还是一副不放在心上的模样 李敏无奈 干脆直接安排 等你训练结束 进入初年级后 可以直接去我的小院找我 跟我在一起 卓文浩也不敢对你做什么 陈征所展现出来的战力天赋 虽然让人意外 但在李敏心里 还是卓文浩更强一筹 更别说卓文浩是开迈进五重 高出陈征 现在足足几个小境界 就算陈征能跃及战斗 但也得分战斗的对象 而且陈征一旦升入初年级 同一年级出手 就要少很多顾虑 到时候陈征遭遇的 必然是狂风暴雨一般的冲击暴斧 我无所谓 陈征没有拒绝李敏的要求 一是因为 他不想跟一个女孩争什么 二是他清楚 像是卓文浩这种妖孽 既然已经决定 要向自己出手 那就绝对不会因为李敏 而有所改变 毕竟卓文浩不是舔狗 他要的是征服 两人说得轻描淡写 直接将事情定下 其他人却是听得目瞪口呆 热血沸腾 我听错了没有 九公主刚才竟然邀请小侯爷同住 小侯爷还同意了 你这不是废话 这样的要求 谁会拒绝 没想到 他们两人的关系 竟然进展得如此迅速 众人感叹不已 也忍不住朝陈征投去羡慕的眼神 至于妒忌 以陈征现在展现的战力来看 差距太大 他们已经没有妒忌的资格 我先走了 黎敏听着四周的议论声 也察觉到 自己刚才的要求有些暧昧 心头慌乱 面上却依旧保持着冰冷 转身离开 好 陈征点头 小侯爷无敌 阵阵欢呼声响起 尤其是昨天选择战队 陈征的外班学员 一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目光泛红 嘴里发出嘶吼之声 他们赌对了 虽然知道 陈征不会自寻死路 可是当他们真的看见 陈征凭借一击之力 击退初年级学员 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更遑论有九公主 黎敏这层关系在 即便是去了初年级 陈征也不会孤立无援 这也代表着 陈征已经有能够在 初年级立足的资格 至于其他 出来看戏的外班成员 此时一个个 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面色阴沉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 没有再勇敢一些 否则昨天那些撞血丹 也有他们一份 他们可以很久 没有尝到丹药的滋味了 但也有人依旧不看好陈征 摇头冷笑着离开 哼 你们太低估卓文豪的可怕了 即便是九公主 也不一定拦得住她 相反 这样只会让她更加愤怒 都散了吧 陈征摆了摆手 除了三十六成新人之外 其他人进阶散了 东方无缺 笑容满面地靠了上去 陈兄本事不小啊 竟然连九公主都为你清新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陈征失笑一声 转移话提到 训练什么时候才开始 一道威严的声音 突然在他们身后响起 就现在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他们后方 不知何时站了一道 眼睛明亮锐利 身材却有些单薄的老人 副院长 副院长好 众人一惊 连连行礼 孙长龙摆了摆手 视线落在陈征身上 笑道 有把握能对付卓文豪 陈征摇头 没见过那卓文豪出手之前 不敢说有把握 大千事件 妖孽天骄层出不穷 陈征不会妄自菲薄 但也不会妄自尊大 做好自己能做到的极限 其他便交给天意 呵呵 这不是挺谨慎的吗 孙长龙轻笑一声 看不出是个什么态度 他摇了摇头 目光在所有人身上扫射一圈 蕴含刚原的声音 荡开 所有人跟我走 说吧 孙长龙便转身 朝着轩灵院后山走去 众人连忙跟上 脸上兴奋不已 魔鬼训练 就在后山 据说 只要坚持完成训练之后 便可脱胎换骨 也不知是真是假 可惜不能提前知道 封闭式修炼的内容 否则多做些准备 也是好的 众人窃窃私语 陈征等人走在最前 东方无缺 落后陈征半步 低声道 我问过外班的人了 具体情况 因为有训练院的规矩在 他们不能透露 但我也问出了一些消息 训练是单人进行 修为高低 跟训练成果并无直接关系 而且也不存在什么性命隐患 陈征点了点头 心头也好奇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训练 会不会跟军营一般 他还真有些期待 走进后山之后 孙长龙没有带众人走向山路 而是踏入一条 由众多高手把守的小道 陈征默默感受着这些人气息 竟然没有一个低于天刚进 最终 所有人都停在了 一处巨大石门前 孙长龙从怀里 拿出一块令牌 直接按进石门的凹陷处 紧接着钢气涌动 石门在一阵轰鸣声中 缓缓打开 从洞外往内看去 只能看见一片漆黑 无尽的黑暗 宛如深不见底的深渊 让人心声悚然 进去吧 你们会在里面待满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石门会再次打开 到时候就会决定 你们到底是否还会留在外班 孙长龙的声音荡开 没有解释太多 陈征没有犹豫 主动朝着石门走去 能被轩灵院如此看重的地方 里面必然有着其珍贵之处 身后东方无缺等人 也紧随在后 但是在踏进黑洞的瞬间 陈征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失去了时间 空间的把控 在一阵恍惚之间 便已经置身一处金黄沙漠之中 天空烈日高悬 散发着恐怖的温度 身后东方无缺等人 也失去了踪影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中 仿佛就只剩下陈征一人 饶是以陈征的心性 也忍不住惊讶 这便是山洞之内的景象 念头刚起 他便摇头否决 不对 一座大山之中 怎么可能藏着一片沙漠 光是这个规模 恐怕都要超过 轩灵院后山的范围 陈征弯腰抓起一把细沙 无论是灼烫的温度 还是细腻的触感 仿佛都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陈征像是想到什么 直接拔出腰间血色战刀 在手掌轻轻一滑 虽然有真实的痛感传来 但陈征的手掌 并未出现伤口 假的 这下陈征便已经确定 所以在踏入洞口的瞬间 我便陷入一场 真实的幻境之中 陈征面露惊奇 当圆十几米外 均有黄沙鼓起 仿佛正有什么东西前行而来 陈征心中 升起一股紧躁 掌尖血色战刀紧握 十几个巨型沙堆 围拢而来 然后猛然炸开 碰 十几条漆黑宛如体帘钩 巨大些尾击射而出 尾端闪烁着 森寒光芒的毒钩 朝着陈征狠狠刺来 空气中飘荡着腥臭的毒气 无数刺耳的嘶鸣声 传入陈征耳中 恐怖的危机感 在陈征心头跳动 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幻想 但陈征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但他很快便调整好了心态 手中血色战刀 宛如奔雷一般划出 这就是魔鬼训练 正好 拿你们磨练刀法 陈征眼中冷光闪烁 手中长刀挥舞之间 隐隐有风雷之音震荡 刷 一刀落下 便后几条蟹尾冲天起 四名哀嚎之中 陈征身形飞跃 脚踏七星 便脱离了一群毒蟹的包围 只见十几头散发着 二接二品魔兽气息的巨大毒蟹 从沙子里面爬出 挥舞着漆黑的钳子 后背一对中眼 还有两侧三对侧眼 都在疯狂转动 似乎在搜寻陈征的身影 山洞之外 看着已经完全闭合的石门 孙长龙转身离开 回到薰灵院中 在一处豪华书房之内 一个满头白发 气质儒雅的老人 正在奋笔集书 孙长龙敲响房门 笑道 院长 人我都送去了 老人正是宣灵院院长 名为骆天琪 来历神秘 并非大渊中人 实力也沉迷 但无论是冤皇 还是吴季侯 都对老人十分敬重 骆天琪是三十年前 开始担任的宣灵院院长 但虽然是院长 但骆天琪基本不怎么管事 学院的运转 几乎都是孙长龙在管 但唯有一件事情 骆天琪会异常上心 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封闭训练 辛苦了 骆天琪头也不抬 诞生问道 今天有什么好苗子吗 孙长龙早就习惯骆天琪的脾气 只要不是 他在意的东西或人 多看一眼 对他来说 都算是浪费时间 孙长龙一开始还觉得生气 后来发现 他对冤皇跟田无极也是这般 心里也就平衡了 他恭敬回道 有一个 赤野猴之子陈征 原本是个人尽皆知的废人 但最近突然崛起 天赋似乎不错 听见赤野猴的名字 骆天琪忙碌的手停了下来 抬起头来看向孙长龙 皱眉摇头道 谁的儿子都可以 唯独他的儿子 不行 孙长龙也不知道 骆天琪的不行 是指那个方面 他也没有知道的兴趣 继续道 本来还有个无极猴新收的弟子 可惜死了 骆天琪的眉头皱成了颈字 眼中闪过一抹烦躁 看来今年 又没希望了 孙长龙沉默 后山的那个山洞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其实也不知道 他只清楚 自从山洞建成之后 每年训练院新人入院 都要经历这么一次 与其说是训练 孙长龙更觉得 这像是一场测验 至于测验的标准跟结果 他就不得而知了 到他这个年纪 求的只是一个安稳 有些秘密 知道的越手 才越安全 享受了资源跟地位 即便当个工具人 他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好 院长 如果没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离开了 孙长龙恭敬说道 骆天琪摆了摆手 去吧 孙长龙退走 骆天琪放下了笔 坐了下来 神色多了几分疲惫跟争鸣 嘴里喃喃自语 我真的 还回得去吗 幻境之中 陈征看着身前 是碎成一地的巨蟹魔兽 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让他意外的是 这些幻境中的魔兽 在死亡之后 竟然不会消散 也不会刷新 连血液跟气味 都真实地让人意外 所以 接下来该干什么 走出这片沙漠 还是说 要在这片沙漠之中 生存15天 就会结束 陈征一时间 也摸不清这里的规则 但他不是坐以待毙的性子 握着血色长刀 旋转一个方向 便开始动身 一阵狂风刮过 黄沙漫天起 掩盖住巨蟹的尸体 也掩盖了一切痕迹 漫步在沙漠之中 陈征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但眼前的风景 一直没有过改变 除了黄沙还是黄沙 好像没有尽头一般 天空烈阳的照射 更是让人平添几分烦躁 更让陈征紧张的是 他干涩的喉咙 一直在提醒着他 他现在需要喝水 在这幻境中 连身体的饥渴 都同样真实 他已经没有了 一开始的轻松 真实的感受 让陈征无法确定 自己如果真的 在这幻境之中死亡 现实中的自己 是否也会死 陈征无法确定 所以他不会轻易去毒 在这样的紧迫感中 陈征开始节省体力 减少消耗 一直到日月倒转 天空的烈阳化作了圆月 清冷的月光洒落 跟白天的燥热相比 完全是两个极端 好在这样的温差变化 对于陈征这样的 开脉进舞者来说 影响并不算大 陈征体内气血流转间 便可驱散寒意 再次反过一个沙丘 就连陈征都感觉 有些绝望的时候 远处凹荡处 一抹暗淡的火光 让他精神一震 有人 是其他学员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陈征顾不上思考 加快脚步走了上去 但还没等陈征靠近 一阵破空声便袭来 皎洁的月光 折射出一抹森冷的光 刀光 撕裂空气的灵力的寒意 让陈征心头一惊 但他并不慌张 手中血色长刀抬起 便化作一团森然刀影 刘云杀 吭腔 只听一阵金铁碰撞之声 偷袭的刀影 被陈征瞬间击溃 陈征恐怖的力量 更是让对方忍不住 发出一阵闷哼 身形连连后退 刷 陈征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在月光的衬托下 更显鬼魅 近乎瞬意一般 来到偷袭者身前 别动 陈征冷喝一声 血色的刀刃架在 袭击者的脖子上 目光落在袭击者的脸上 但袭击者戴着黑色面纱 唯有一双漆黑的眼眸 冷冷注视着陈征 但看身形 应该是个女人 不是学员 陈征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为什么偷袭我 陈征皱眉问道 清冷的声音 响起不是你先突袭的我吗 陈征愣了一下 我什么时候偷袭你了 我不过是看见有火光 便想过来看看 面纱女人眉头皱起 打亮着陈征一阵 才开口道 那看来是误会 不过你不知道规矩吗 在这无尽沙漠中 不相识的 那就不要随便靠近 不打招呼就靠近 会被视为挑衅 无尽沙漠 陈征在脑海中 搜索着这个名字 但一无所获 还有眼前的女人 竟然有自己的思维 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幻境 未免也太真实了一些 想了想 陈征还是收起了血色战刀 诞生道 我的确不知道 有这个规矩 如果有冒犯的地方 我向你道歉 但你一出手就是杀招 就不怕错杀了好人 女人跟陈征拉开距离 失笑道 能被关进无尽沙漠的 都是穷凶极恶的囚徒 怎么会错杀好人 陈征挑眉 穷凶极恶 也包括你吗 女人一愣 气愤道 我是被冤枉的 陈征诞生道 那你怎么知道 我就不是 女人顿时欲色 有水吗 陈征问道 女人也不说话 解开腰间的水袋 丢给陈征 陈征伸手接住后 转身朝着火堆的方向走去 谈谈吗 咱们交换一下情报 以你的实力 恐怕很难在这个地方活下来 我可以帮你 陈征语气淡漠 表现得像是一个老鸟 蒙面女人犹豫一番 还是跟在了陈征身后 只是一只保持着安全距离 来到火堆 陈征直接盘腿坐下 她打开水袋的盖子 双掌捧着水袋 精神力流转 以星空炼制法的法门 驱除水中的杂质 这样一来 陈征也不用担心 这水里有毒 进化之后 陈征直接灌了一大口 腹中的饥渴 终于得到一丝缓解 重新将盖子拧上 陈征抬头 看向坐在她对面的蒙面女人 但声道 我叫郑成 你叫什么名字 宋孟宁 女人言简一概 陈征点了点头 名字只是个代号 她也不在意真假 继续问道 说说吧 你是怎么进来的 大家坦诚一些 彼此才会有合作的基础 宋孟宁冷声道 我说了 我是被冤枉的 陈征但笑一声 就算你是被冤枉的 总该有个过程吧 宋孟宁深吸一口气 将自己的事情说了 按照她的描述 她是因为得到了一件质保 结果被轻足算计 被人夺保不说 还被逼进这只无尽沙漠之中 我一定会回去 宋孟宁眼中闪烁着怨恨的光泽 那股恨意 不像是伪装起出来的 陈征面色平静 但心中已然泛起了滔天巨浪 在这宋孟宁的直言片语中 陈征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 恐怕并非是她之前 推断出的幻境 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无尽沙漠 青云大陆 这些都是刚才宋孟宁 提到过的地名 虽然陈征完全陌生 但她觉得 即便宋孟宁再欺骗她 也不至于连地名都要编造 你听过大渊国吗 陈征沉声问道 宋孟宁却表现得一脸疑惑 什么 青云大陆有这个国家吗 不过既然我不知道 想来也就是一个边陲小国 嘴上虽然比移着 但宋孟宁 还是悄悄记住了这个名字 眼前这小鬼年纪不大 但实力着实惊人 他一个天刚镜大圆满 进入无尽沙漠后 修为被压制地 到了开脉镜一重 这小子能一刀胜过自己 原本修为 恐怕得是天象镜 陈征猜不到宋孟宁在想什么 继续问道 那你听过神恋门吗 宋孟宁瞳一缩 带着一丝畏惧道 阁下是神恋门的人 他心中恍然 如果是神恋门的妖孽 如此年纪 有如此修为 倒是不奇怪了 陈征也不否认 但笑道 你觉得我神恋门如何 宋孟宁眼中满是恭敬 神恋门 可是我青云大陆 三大炼丹神宗之一 小女子没有资格评判 炼丹神宗 又是一个陈征 没有听过的名字 但他记得 当初差点害死他的丹臣子 临走之时 就是说了神恋门的名字 由此 他也更一不确定 这里绝对不是幻境世界 陈征拿起刀刃 再次往自己的手掌划了一刀 但他依旧 只能感觉到疼痛 而见不到伤口 他心中叹息一声 既然这是真实世界 那就倒过来推断 或许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我才是虚假的 在我踏入那山洞之后 或许有什么神秘力量 将我的意识化作投影 落入了这无尽沙漠之中 陈征无法想象 到底得是多么伟岸的力量 才能办到这般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还有 这世界似乎要比他想象中的宽广得多 大渊国 或许只是 这大千世界的冰山一角 宋孟宁见状不由疑惑 公子既然是神殿门弟子 为何也会来到这里 陈征收起长刀 嘴里诞生道 办事 他想尝试在宋孟宁这儿 套到更多信息 看着女人对神殿门如此敬畏 倒是可以先披上这一层身份 宋孟宁眼睛一亮 焦急道 那公子一定有出去的办法了 不知公子能否带小女子出去 小女子就算做牛做马 也会报答您的恩情 陈征神色玩味道 哦 带你出去可以 但我为什么要带你出去 你为此 又能付出什么代价 宋孟宁一正 咬了咬牙 宋孟宁揭开了面上的黑纱 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来 只见她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郑公子 你若能带我出去 替我报仇 小女子愿意侍奉在您左右 受您驱使 陈征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宋孟宁直接吞去了身上的黑纱 露出光洁的肩膀 白皙如玉的皮肤 在月光的照射下 闪烁着逆人的乳白 小女子普有之姿 自然是配不上不上公子的 但当一个侍奉的奴婢 小女子自认 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宋孟宁脸上泛起一丝魅态跟修逸 她想得很清楚 自己就算出去 也很难跟宋家对抗 但如果是傍上了神脸门的大腿 那就不一样了 虽然成为别人的婢女 非常耻辱 但如果是为了自由跟报仇 她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而且 她对自己的容貌手段十分自信 现在为奴为婢 以后说不得 还能当个女主人 看着不断靠近的宋孟宁 陈征甚至能闻到 女人身上传来的淡淡幽香 从未经历过这般场景的她 心中慌张不已 她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混账 为了掩饰心中的尴尬 陈征怒喝一声 宋孟宁看着面色 有些战红的陈征 顿时僵在原地 公子这是何意 陈征冷笑一声 你觉得本公子会缺女人 你这是在侮辱我 宋孟宁慌张道 公子误会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陈征冷哼一声 那就穿好你的衣服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想好了 再跟我谈 看着陈征冰冷的眼神 宋孟宁心中一惊 陈征顽未笑道 我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吗 陈征其实什么都不清楚 但她知道 自己不能露怯 更不能露线 所以她得让这女人 自己去想 自己去琢磨 看着陈征高深莫测的笑容 宋孟宁面色煞白 语气苦涩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所以一开始就在骗我 你就是冲着我来的 对吧 宋孟宁身上 泛起一丝危险的气息 似乎做好了拼命的准备 陈征心中一惊 知道宋孟宁一定是误会了什么 诞生笑道 不是 遇上你 只是巧合而已 你还不值得我特意去找 陈征神色屁腻 模仿着记忆中单臣子的神态 笑眯你倒 但我这个人 很喜欢找乐子 你从刚才到现在表现 都让我很满意 我可以跟你合作 宋孟宁皱眉 当真 陈征脸色骤然一沉 你现在让我觉得无趣了 摇了摇头 陈征直接站起身子 转身离开 宋孟宁一惊 公子等等 我愿意跟你合作 陈征语气淡漠可惜 我现在没兴趣了 看着没有丝毫留恋的陈征 宋孟宁慌慌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误会了 这位神恋门弟子 虽然知道自己的秘密 但应该不是宋家找来的 那自己是什么时候暴露的 除非 他的目的跟自己一致 看着越走越远的陈征 宋孟宁任命般地闭上眼睛 公子 别装了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 清云建军的传承而来 我确实有路标 但这路标只有我能用 所以 我得跟你提前说好 我们可以同去 但谁能获得传承 得看命 但为了公平起见 你得先告诉我 除去无尽沙漠的办法 文言 陈征脚步顿住 心中疑惑 清云建军又是谁 但陈征还得继续演下去 只见他冷笑着回头 不屑道 公平 你觉得自己 有跟我谈公平的资格 那你到底想要如何 宋孟宁满脸无奈 陈征淡笑道 我说了 让我看到你的价值 至于你能得到什么 得看我的心情 宋孟宁露出可怜之色 公子未免太霸道了险 陈征摇头 飞眼 以你我之间的差距 我本可以用 更简单的办法让你就范 但我没用 你该心怀感激才是 宋孟宁苦笑一声 发现陈征说的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当一个比你强的人 还愿意跟你讲道理 已经是最大的恩赐 我明白了 宋孟宁深吸一口气 重新穿好黑纱 然后也不知道 从哪摸出一个 大拇指粗的金色圆球 公子请看 他摊开手掌 嘴里念念有词 等了片刻 金色圆球骤然展开 化作一只金蝉 震动翅膀 朝着沙漠中飞去 陈征心中惊奇 面上却不露声色 只是摆出一副有趣之色 公子 跟着这金蝉 便能找到清云建军的 传承之地 到时候 还请公子 看在我没有隐瞒的份上 丢我往开一面 宋孟宁咬牙说了一句 便追着金蝉离开 陈征想了想 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 宋孟宁也不以为意 反而更加笃定 这人其实早就跟着自己 如此谨慎的家伙 怎么可能因为 看见一点火光 便激动靠拢过来 这分明就是在 故意又他出手 然后便可顺理成章地 对他提出要求 哼 这些大宗弟子 一个个道貌黯然 还非得多个大圈子 让自己占据在道德制高点 简直恶心 心中虽然气愤 但宋孟宁脸上 也不敢表如分毫 毕竟他还得靠着陈征 才能走出这号称 迷失之地的无尽沙漠 走了足足两个时辰 飞在前方带路的金蝉 才停了下来 宋孟宁上前 将金蝉抓住 在落入宋孟宁掌尖的瞬间 金蝉便再次化作 一颗金属圆球 就是这里了 宋孟宁回头提醒一声 眼中闪烁着复杂之色 若非遇上陈征 他本是打算一个人 来着青云建军的 传承之地 碰碰运气 成则成 不成则亡 这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陈征挑了挑眉 放眼四方 看不出什么有什么奇异之处 公子 我只能找到大致范围 但具体的入口 就无能为力了 宋孟宁老实说道 陈征正要说话 体内混沌神天诀 突然自动运转起来 陈征只感觉浑身滚烫 天穷 皎节明月光芒骤然收束 化作一道通天光柱 将陈征笼罩 陈征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 漂浮在半空 公子 这神异的一幕 让宋孟宁有些不知所措 轰隆隆 整片大地都开始震动 方圆树里之地 无数流沙宛如翻腾的海浪 不断下陷 一座巨大的石门缓缓升起 苍茫 幽远 强大 神秘 恐怖的气息 自聚大石门荡开 在这石门的映照之下 宋孟宁只感觉自己 像是一只蝼蚁 心中有无限的恐惧滋生 身子更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 在陈征身子触碰到石门的时候 石门中央出现一道宛如漩涡一般的黑洞 瞬间将陈征吞没 一阵恍惚之间 环绕陈征周深的月光散落 身子朝着地面砸落 陈征立刻反应过来 调整身姿 最终稳稳落地 他警惕地抬头看去 却不由一正 因为入眼 便是一座巨大的海谷石山 无数不知名的巨大海谷堆叠 透着恐怖的气息 放眼看去 绵延没有尽头 这就是石门之内的事件 围成了一个圈 在圈子的中心 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沟壳 这条沟壳出世极窄 但越往后就越宽 黑暗深渊之中 有凌厉的气息汇聚 只是多看两眼 陈征便觉得双眼酸涩 有针扎之痛 这又是什么东西 陈征忍不住感叹 这是剑痕 一道沙哑的声音骤然响起 陈征不由一惊 腰间血色颤刀出窍 转身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拢罩在黑袍之中的身影 浑身泛着淡淡的黑气 黑袍之下 也看不清面旁跟身躯 只有两点星红 注视着陈征 黑袍所在 连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扭曲 这人身上并未散发什么可怕的气息 却依旧让陈征 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有预感 眼前之人要是想要杀他 恐怕只是抬抬手的事情 混沌之子 为何这般孱弱 黑袍人语气带着一丝不满 陈征镇定心神 收起战刀 抱拳道 前辈 在下正成 无意闯入 还请前辈恕罪 黑袍人叹息一声 你不是无意闯入 是我顺着那个纺制品 感应到你的气息 将你召唤来 但我没想到 你竟然还这般弱小 陈征心中一动 他不确定黑袍人说的召唤 是从石门外开始算 还是从他踏入轩灵院后 山山洞内一刻开始算 陈征没有在黑袍人身上 感受到敌意 便试探性地问道 前辈就是青云建军 黑袍人苦笑一声 青云建军已经陨落 我不过是执念凝聚的 一缕残魂而已 我有什么能为前辈效劳 陈征继续问道 黑袍人摇头道 现在的你 还不够资格 混沌之子 记住 等你何时踏足心何境 再来找我 话落 黑袍人抬起手臂 衣袖间 由黑气凝聚的剑指点 在陈征眉心 陈征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感觉眼前一黑 身躯已然湮灭 做完这一切的黑袍人 发出一阵叹息 我的时间不多了 混沌之子 能不能抓住这份机缘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咦 像是感应到什么 黑袍人伸手一抓 只见空间破碎 一脸茫然的宋梦宁 便出现在古山之上 通灵之体 虽然成不了剑主 但做个剑事 绰绰有余 黑袍人诞生说道 看着眼前诡异的黑袍人 宋梦宁连忙磕头 前辈要收晚辈为剑事 是晚辈的荣幸 黑袍人摇头 不是我 我要你去失落之地 去找一个叫做正常的人 帮我督促他 保护他 百年之内 让他突破星河境 带他来找我 失落之地 宋梦宁一正 据他所知 失落之地乃是 大千世界最偏僻的一角 资源匮乏 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戒狱之间 空间又极为不稳定 每一次往返 都消耗巨大 因此根本无人关注 才得了失落之名 其实就是一片 被诸多戒狱遗弃之地 没错 你若应允 无便送你一场造化 黑袍人语气平静 宋梦宁疑获道 前辈 那位郑公子 不是神联门的人吗 为何要我去 失落之地寻找 黑袍人意外道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宋梦宁不敢隐瞒 将自己跟陈征相遇之后 发生的事情都说了 黑袍人听后 却是哈哈大笑 好啊 好一个奸诈的小子 说不得 他正称的名字 都是假的 虽然被骗 但黑袍人似乎还很满意 宋梦宁此时也反应过来 脸色战红道 前辈 您的意思是 那小子根本不是神联门弟子 他 竟然被耍了黑袍人笑道 没错 我虽然无法感知到他准确的位置 但他肯定是在失落之地 他看向满脸气氛的宋梦宁 你若为见识 即便是剑主 你可要考虑清楚 宋梦宁深吸一口气 压下情绪 恭敬地看向黑袍人 前辈可是青云剑军 是也不是 黑袍人摇头 与其期待得到 但那小子 只要不提前陨落 必将成为最强一代的青云剑主 宋梦宁心中一动 黑袍人心红的眼眸 落在宋梦宁身上 小女娃 能追随这样的存在 也是你的造化 做选择吧 你若不愿 我送你离开无尽沙漠 便算是你带来混沌之子的报酬 你若答应 我传你剑决 许你附件资格 但百年之内 带不回混沌之子 你必死 话落 黑袍人便不再多言 等待宋梦宁决定 宋梦宁几乎没有犹豫 晚辈愿为见识 百年之内 必定赢回剑主 很好 原本混沌的意识 也转为清明 我还活着 陈征心中涌起一阵狂喜 在黑袍人出手的那一刻 陈征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他连忙从地上爬起 抬头看去 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那 尸骸国度之中 也没有什么黄沙漫天 只有一座巨大的 正散发着淡淡金光的巨塔 耸立在百米之外 散发着强大厚重的气息 陈兄 你怎么了 东方无趣的声音传来 陈征这才发现 自己身后 还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只是一个个都目光怪异地 看着自己 这小猴也怎么了 进来之后 就盯着那塔发呆 跟尸魂一般 现在更是站都站不稳了 呵呵 看来对付那萧天和 对他来说 也不是什么意思 刚才只不过 一直在强撑而已 原来如此 听着阵阵议论声 陈征不由皱眉 陈兄 你还好吗 东方无缺压低声音 陈征问道 咱们进来多久了 东方无缺回道 也就半盏茶的功夫 陈兄 若是真的坚持不住 不用强撑 半盏茶的功夫 陈征有些傻眼 他在那无尽沙漠 就至少待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莫非 自己只是做了个梦 欢迎来到通天塔 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也打断了陈征的思绪 一个身材雄壮的中年男人 朝着众人走来 不等众人询问 中年男人便直接开门见山 我是郑琪 你们也可以称呼 我为首塔人 接下来十五天 你们都将在这里渡过 一时都有人会帮你们安排好 你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闯塔 便可获得开麦单 这是关你们是否能够 尽快脱离外班 所以大家还是上心一些的好 闻言 一众天骄顿时哗然 通过四层就有开麦单 轩灵院还真是财大气粗 恐怕没那么容易 但终究是个机会啊 开麦单有多难买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没有开麦单 只能靠着一身气血 跟精神力量强冲突破了还好 万一不成 伤了根基 那可是影响一辈子的大事 必须拼了 难怪都说秘密训练之后 实力都会普遍增强一截 原来是这样 等到一众天骄渐渐冷静 郑齐顿才继续道 我想诸位已经体验过外班的氛围了 那个地方就像是沼泽 待得越久 陷得越深 最终只有落寞收场 至于该怎么闯关 我也不多说 你们亲自体验一下 自然就会明白 通天塔周边就是你们的住处 选定之后不得更改 床塔期间也不得相互干扰 围着重罚 说吧 郑齐直接带着众人来到住处 所谓的住处 也就是搭个小棚 里面放了张床 门前有不连遮挡 勉强可以容身而已 但一众天骄 此时都被通天塔的奖励吸引 也懒得在乎这些 选定了住处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朝通天塔走去 虽然15天的时间是固定的 但是闯关的时间没有限制 只要你自己扛得住 即便你在塔里待满15天 也没关系 你们先去吧 我想先休息一下 陈征朝东方无缺等人摆了摆手 他的思绪很乱 需要理清一下 陈征如此做派 被其他人看在眼里 更是认定 陈征在跟萧天和等人交手的时候 受了不轻的伤 看来这小子也没那么厉害吗 呵呵 现在就这个样子 等他特训结束 我看他怎么面对初年级的天骄 猖狂 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些看不惯陈征的大成天骄 会故意在路过陈征棚前的时候 大声议论 陈征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更没兴趣搭理 他盘坐在床上 闭上双眼 心神沉浸于浑海之内 从刚才开始 陈征便感觉自己浑海之内 仿佛多了什么东西 只是一直没来得及查看 浑海中 只见一道青色的剑影 悬浮于混沌神顶的上方 剑影之上 散发着恐怖的风锐气息 让陈征有种在凝望古山深渊时候的感觉 混沌神顶泛起一丝波动 陈征脑海中瞬间多了一些信息 他惊讶看向青色剑影 这是剑魂 青色剑影极力想要挣脱混沌神顶的控制 却在混沌之气中无法挣脱 散发的恐怖气息 哪怕只是透露一丝 都让陈征忍不住胆战心惊 这是那黑袍人 留在我回魂海的东西 陈征心中震动 看来自己之前经历的一切 都是真实存在的 百年之内突破星河境去找他 但星河境又是什么境界 陈征心中有太多的疑问 不过魂海内多了一道剑魂 还是让陈征十分惊喜 剑魂 是在剑影圆满之后 方可凝聚的剑道之魂 能领悟剑影者 在大渊国内 已经是凤毛麟角 而能凝聚剑魂者 别说剑国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陈征以前无法修炼 便酷爱看书 尤其是那些仗剑天下的游历纪时 虽然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但也勉强能慰藉陈征的孤寂之心 剑魂之事 他也是在一本上了年头的小说孤本 见过描述 只是创作者语言不详 似乎也是一知半解 看着被束缚在混沌神顶的之上的青涩剑魂 陈征心头火热 我能否凭借观想剑魂 领悟剑意 他虽然一直用的是刀 但也并不代表他只想用刀 而且刀剑向来同名 同为利器 有不少相通之处 陈征转换起来 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陈征已经感受过卓文浩的剑意 虽然跟着剑魂力量比起来 连皮毛都算不上 但也的确是能威胁到他的力量 若自己也能领悟剑意 卓文浩的优势便荡然无存 击溃卓文浩 他便能彻底在初年级站稳脚跟 压下兴奋的念头 陈征将心神沉静 想要去感受剑魂的力量 但精神力量尚未靠近 就被剑魂霸道的锋锐之气斩灭 陈征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不由皱起眉头 长此以往 别说领悟剑意 他精神力量都要遭遇重创 难道只能放弃 陈征心有不甘 宝珊就在镜前 不肯上一口 他都觉得自己是亏的 就在此时 混沌神鼎再次犯起一丝波动 陈征将心神附着上去 陡然发现 顶中除了血色液体跟金色液体之外 还出现了一滴青色液体 只是青色液体很小 连半个指甲盖大小都没有 但青色液体之上 散发的锋芒气息 却让陈征很是熟悉 这不会是 陈征瞪大了眼睛 看着正被混沌之气 牢牢包裹的青色剑魂 心头冒出了一个想法 莫非混沌神鼎 连这剑魂都能练花 虽然一直都知道 混沌神鼎很厉害 但此时 陈征还是被惊到了 惊讶之后 就是惊喜 他将青色液体倒出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这东西能直接吃吗 不会把我绞碎吧 既然是混沌神鼎 炼化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对他这个宿主无害的吧 虽然有些害怕 但陈征还是将青色液体一口吞了 下一刻 陈征的意识 陷入一阵恍惚 在清醒时 已经在一片竹林之中 眼前有剑光飞舞 竹叶纷飞之间 任何人都强 但为什么偏偏领悟不了剑意 恼怒之声在陈征耳边响起 就好像是自己在喃喃自语 但陈征很清楚 这并不是他的身体 而是他的意识 附着到了别人的身体之上 能看人所看 但也只能当个看客 一道叹息声响起 十二 正是因为你的剑法太强 所以才无法领悟剑意 视线流转 陈征看见了一个身穿青袍的身影 只是人影模糊 陈征看不清样貌 身体的主人开口 师父 我不懂 轻袍男人笑道 你不用懂 你只需要知道 你领悟不了剑意 正是剑道钟爱你的表现 所以一旦等你领悟剑意的时候 必然已经走出自己的剑道 我该怎么做 陈征感受到 身体的主人情绪已经平复下来 轻袍男人只说了两个字 练剑 身体的主人沉默之后 心中坚定起来 那就练剑 春去秋来 身体的主人都只在做一件事情 练剑 陈征作为一个看客 已经忘却时间的观念 最关键的是 身体主人的心绪变化 他都能感同身受 对于剑法的领悟 一筹莫展时的恼怒交集 终有所得时的兴奋喜悦 陈征都像是真实地经历了一遍 他也意识到 这应该就是 那低青色的液体作用 他会带着陈征 走上那道青色 剑魂主人的剑道之路 陈征愈发沉静 甚至将身体主人荡成了自己 一直到第三个春秋 某天 身体的主人站在竹林 秋风刮过 漫天枯黄的竹叶飞舞 已经触碰到某种门槛的身体主人 此时的心境竟然出奇地平静 他闭上了眼睛 佩剑在其腰间震动 他将手握向剑柄 但始终没有出剑 某一刻 身体主人睁眼 眼前的世界仿佛骤然静止 下一刻 肃杀凌厉之气 充斥整座竹林 宛如风暴 席卷山林 他依旧没有出剑 但满山的黄竹 进阶破灭 青袍男人的声音响起 十二 你领悟了自己的剑道 身体主人心如止水 傲然笑道 我应再见到之上 也是此刻 陈征眼前骤然一黑 他的意识回归本体 陈征睁眼 眼中有流光闪烁 身上散发着无形的锋芒之气 抬手之间 凌厉的契机宛如利刃 他伸手朝着前方一滑 刷 七飞的布连 宛如被利刃切割一般 坠落在地 棚外正要摊手 敲响木棚的东方无缺一愣 等看清棚内的陈征后 更是大惊失色 陈兄 他慌忙走了进来 你这是怎么了 陈征一脸茫然 我 下一刻 他才感受到身体传来的虚弱感 还有一阵沉重的疲惫感 陈征低头看了一眼 只见双臂干瘦 这是我的手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略感坚硬 就好像是一身血肉都被抽空 只剩下面皮贴着骨头 发生什么事了 陈征有些茫然 东方无缺一番检查之后 发现陈征只是气血亏空 这才放下心来 听见陈征的询问 他无奈道 陈兄 这不是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吗 你进了这木棚 就没再出来过 如今已经是第十四天了 过了今晚 明日特训便要结束了 十四天 陈征心中一惊 他原本以为 这次陷入剑魂主人的记忆 也只是黄粱一梦的时间 没想到会过去这么久 不过以他的气血修为 即便半个月不吃不喝 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看来要吸收那低青色液体 对肉身的要求也很高 以后得注意才行了 陈征在心中整理着所得 东方无缺 则是掏出一个撞血丹 喂给了陈征 丹药入腹的瞬间 浓郁的气血之力 便在陈征周身经脉荡开 原本干枯的经脉跟血肉 犹如酒缝干露一般 陈征宛如干湿一般的身体 也终于恢复了几分人样 东方无缺叹息一声 陈兄 接下来就需要食物 来滋补了 撞血丹吃得太多 以你现在的状态 有害无益 陈征点头 多谢 我去帮你拿吃食 东方无缺说着 转身朝着棚外走去 趁着这个时间 陈征从混沌神顶中 取出一滴血色液体吞浮 在魔兽精血的滋养的下 陈征的身体 以一种肉眼可见的状态恢复着 在其棚前 时不时就有身影路过 扫过棚内 看见陈征的凄惨模样 都忍不住心中惊讶 这是陈征 怎么这副模样 看来真是伤得不轻啊 他是被萧天河打出了内伤 还是因为卓文浩那一道建议 应该是建议吧 我早就听闻建议霸道 能伤人于无形 以前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都是真的 卓师兄也太厉害了 阵阵议论声传入陈征耳中 陈征根本懒得理会 都给我滚 东方无缺端着吃食回来 驱散了一群看热闹的天骄 但陈征被卓文浩 一道建议重伤的消息 还是不静而走 吃过了东西 陈征虽然看上去 依旧有些血瘦 但已经有了正常人的血色 剩下的只能慢慢不起来 陈兄 那卓文浩的建议 当真有那么强 离开的时候 东方无缺犹豫一番 还是忍不住问道 陈征轻笑一声 我变成这样 不关他的事 而且总体来说 还是好事 看陈征不似逞强 东方无缺心中一松 我信你 不过陈兄你 也不用什么都自己扛着 到了初年节 我严惩也有不少天交赞 我这个少城主 多少还是有点面子的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一起面对 说吧 东方无缺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 陈征心中一暖 目送着东方无缺远去 他起身给木棚 换上了新的布帘 然后躺回床上 什么也不做 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 便有轻微的憨声响起 第二天一早 经过一晚的休整 陈征只感觉神清气爽 身体虽然看上去依旧单薄 但一身精气神 已然恢复巅峰状态 最后一天 陈征拿起血色战刀 掀开黑帘 大步朝着通天塔而去 小侯爷 你没事了 真是太好了 要注意休息啊 一些烟城天骄 碰见陈征 纷纷表露关切之情 陈征停下 跟他们闲聊了一阵 顺便了解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 高于苦笑道 小侯爷有所不知 现在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就是今天又死了几次 这奖励 可没那么好拿 到现在为止 接近六百位大城天骄 闯过第四层的人 不足十个 其中还包括了 东方无缺在内的 四个开脉镜 那我倒真想见识一下了 陈征来了兴趣 告别众人 来到通天塔前 看见陈征 正叫邪 陈征抱拳行礼 陈征点了点头 笑道 看你的样子 倒也不像别人 传的那般跋扈 陈征但笑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陈征不再多言 问道 距离结束 还有两个时辰 你要闯塔 陈征点头道 可以吗 只要时间未到 都可以 不过 你应该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陈征惋惜道 以你的实力 若是能提前熟悉一下 说不定有闯过高层的机会 无妨 陈征摇头 不慎在意 那就去吧 通天塔内 一切感受都是真实的 但不会伤 及你们肉身 在遭遇死亡攻击的时候 会被传送出来 正其简单 为陈征讲解了一下规则 陈征抱拳谢过 便朝着通天塔大门走去 在踏进光门的瞬间 陈征眼前一晃 人已经出现在一片平原之内 只是四周景色虚幻 下一刻 石头狼魔兽 由金光凝聚 将陈征团团包围 陈征好奇打量着 心中暗道 这倒是个密室中的镜像投影 由异曲同工之妙 阿妩 只听一阵乌叶嘶吼 石头魔狼朝着陈征扑咬而来 浓重的血腥味 传入陈征鼻尖 陈征并未出刀 吃 吃 只听一阵空气丝鸣 尚未靠近陈征的石头魔狼 便被瞬间切割 化作金光消散 陈征抬起手掌 仿佛有无形的锋锐之气激荡 这便剑意 可杀人于无形 陈征心中感叹着剑意的强大 而且他感觉到 自己这只是在领悟剑意的初级阶段而已 按照那剑魂主人记忆中的轻袍男人所说 剑意与剑意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 思绪流转间 又是二十头魔狼凝聚 陈征看也不见 只见微微抬手 剑意激荡而出 二十头后天径八重的魔狼 顿时宛如纸片一般碎开 只是这一次散落的金光没有再凝聚魔狼 而是化作一道金色光门 在金色光门旁 还漂浮着一个幕盒 是陈征通关第一层的奖励 这便算是通关了 陈征摇了摇头 大步朝着光门走去 通天塔外 越来越多的天骄闯关失败 一个个面色颓然地被传送出来 该死 就差一点啊 一个后天径圆满的大城天骄满脸奥猛 也有人露出解脱之色 终于结束了 我粗略算了一下 我在这通天塔内至少死了两百次 虽然不会真的死 但是真的疼啊 一阵光芒闪烁 东方无缺被传送出来 有些脱离的跪倒在地 但他苍白的脸上满是兴奋 看向手中握着一个紫色的木盒 成功了 见状 严成天骄跟烟成天骄都围拢过来 恭喜东方少城主 成功通关第六层 东方无缺抬头扫尸一眼 问道 陈兄呢 还在休息吗 高宇回道 小侯也去闯通天塔了 东方无缺眼中闪过惋惜之色 连他都能闯过第六关 如果给陈征足够的是错机会 肯定能够闯过更高的关卡 别的不说 四层以后的奖励都非常不错 五层给的是一枚 增强肉身力量的神力丹 丹论价值还在开卖丹之上 至于六层 东方无缺也不隐藏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打开手中紫色木盒 一股浓郁药香 瞬间飘荡在众人鼻尖 紧接着 就是一股精神力量的波动传出 这是 东方无缺能感受来自精神魂海的渴望 这是增神丹 正奇的声音传来 见众人投来好奇的视线 笑着解释道 这增神丹算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能够增加精神力量的丹药 最重要的是 它能扩充精神之门 但每人只能服用一次 闻言 众人不由露出惊讶羡慕之色 因为按照效果来说 这增神丹 已经算是增强武者天赋的丹药 而这种丹药 往往都很珍贵 可遇不可求 正奇看向东方无缺 正常来说 这枚增神丹 在踏足开迈进五重的时候 服用最佳 但我建议你 趁着现在 先用了再说 这是为何 东方无缺不解 正奇诞生道 因为出了这里 你未必还留得住他 东方无缺的笑容 顿时淡了下去 他看了通天塔一眼 犹豫一番 还是摇头道 再等等吧 正奇也不再劝 只是他像是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有些诧异地 回头朝通天塔看去 嘴里喃喃自语 这么快 通天塔内 陈征已经来到了第四关 前面三层 虽然凝聚的怪物越来越多 但是在陈征的建议之下 根本犯不起丝毫浪花 陈征甚至都没耗费什么力气 通关的速度自然也很快 一阵金光闪烁 一道人形身影显现 奇长的身材 俊朗的五关 腰间挂着一柄血色战刀 正是陈征自己 只是神情木认 宛如傀儡 所以第四关 通过的条件 就是战胜自己 陈征念头刚落 通天塔凝聚的假人 已然冲出 刷 血色刀光瞬间绽放 瞬间化作几十道刀影 灵力的气息 仿佛要将陈征切割 刘云杀 陈征面 面露哑然 他同样拔刀而出 血色刀影飘渺 刀气纵横 流云杀 坑枪 长刀触碰 剑起一阵火花 对撞之后 两人各自都后退一步 力量 刀法觐见 甚至连战斗习惯都一模一样 这通天塔 是完全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 陈征心中悚然 他现在担心的是 自己的秘密暴露 再来 陈征冷喝一声 脚踏七星 挥刀而上 体内混沌之力流转 气劲瞬间强上了数倍 甲人以同样的招数 朝着陈征冲来 刀影斩落 枪 又是一阵刀影碰撞 只是这一次 陈征纹丝不动 甲人直接被一刀劈退 陈征心中一松 看来通天塔 也无法复制混沌神天觉的力量 再试试剑意 问 只听空气传来一阵刚鸣 剑意凝聚间 一股速杀之气蔓延 无形的力量宛如利刃一般 朝着甲人激荡而去 但让陈征意外的是 甲人身上 同样泛起一股灵力气急剑意 这通天塔竟然连剑意都能复制 但很快 陈征又意识到不对 只见两股剑意碰撞之间 陈征的青云剑意 以摧枯拉朽之势 瞬间击溃甲人的剑意 甲人身形击退 却依旧被带走一截手指 陈征面露恍然 甲人的确能够复制剑意 但只能复制普通剑意 而陈征从青色液体中 领悟的青云剑意 显然远在普通剑意之上 陈征心中得出结论 这通天塔 虽然能够复制力量 但也无法复制一些特殊力量 或许是因为这些力量的层次 已经不在通天塔品质之下 试探完毕之后 陈征撤去了剑意 也收起了混沌之力 身形侵略之间 血色战刀 划出道道电光 隐隐有风雷之声激荡 甲人气势转换 同样以风雷刀法应战 陈征顿时陷入苦战之中 要赢很简单 但我要的可不仅是赢 陈征心里的目标很明确 这第四关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映照自身 突破自我 自己跟自己战斗 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因为你能想到的东西 假人也会想到 你会用的招数 假人同样会用 就好像自己所有的一切 都被对方看透 难怪接近六百个人 只有不到十人通过第四关 陈征心性平静 不急不忙 他沉浸心神 开始观察假人的一切 这一刀还能更快 不行 这一刀明显偏了 无用的小动作 他在假人身上 寻找着自己的不足 如此近距离的正面 感受着自己施展刀法 也让陈征对于 风雷刀法的理解 突飞猛进 陈征开始改进 出手的习惯 出刀的角度 力量 速度 在一次次改进中 陈征终于扶灵星至一般 刷 风雷之声涌动 初始只是细碎 紧接着已成龙龙之声 刀影间紫光激荡 宛如雷池翻腾 一刀落下 假人连人带刀 进阶阶烟面 金色之门浮现 奖励木盒漂浮在一旁 陈征并未急着离开 而是收刀站立 回味着刚才那一刀的鱼蕴 至此 风雷刀法 已然步入大乘之境 陈征压抑着兴奋 大步朝着金门走去 他现在很期待 想要看看这通天塔 还能带给自己什么惊喜 通天塔外 已经到了集训结束的时间 正齐朗声道 时间已到 已经出塔的学员 不得再次闯关 你们可以出去了 外面有接待你们教习 我预祝各位 五蕴昌龙 随着正齐化落 远处的山洞大门 轰然开启 一缕金色阳光洒落进来 一众天骄向正齐告别之后 纷纷朝着洞外跑去 半个月不见天日 每天除了死 还是死 他们早就带够了 唯有少数意识到 通天塔好处的天骄们 依依不舍 但也没法忤逆宣灵院的规矩 东方无缺等人忧心忡忡 小侯爷还没出来 正齐闻言笑道 这是好事 证明他还没有闯关失败 出去等小侯爷出关 一众天骄 跟随着东方无缺离去 原本热闹的山洞 恢复一片冷清 正齐回头看向通天塔 脸上泛起一丝激动 莫非 他真有机会 通天塔内 陈征凭借着大成的风雷刀法 一路杀进了第八关 第七关 围攻斩杀了一百道 开脉进三重的假人投影 这第八关 或许会出现 开脉进四重的投影 因为要磨练刀法的缘故 陈征一直没有使用剑衣 在第七关的最后 陈征面对近三十个 开脉进三重投影的围攻 差点力有不歹 好在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刀法境界 也愈发稳固 没有给陈征太多喘息的时间 一阵金光浮现 正如陈征所猜想的那般 一道道开脉进四重的投影浮现 陈征深吸一口气 吞入一滴金色液体 外加一滴血色液体 原本干和疲惫的筋肉血脉 顿时变得充盈起来 杀 没有犹豫 陈征直接提到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 陈征也不清楚 自己到底遭遇了 几波投影的围攻 在斩灭最后一道假人投影后 他已经摇摇欲坠 浑身筋肉仿佛撕裂一般 已经是筋疲力尽 但好处也有不少 凭着对自己的疯狂压榨 再加上血色液体的补充 陈征开脉进二重的肉身 已然圆满 用不了几天 在金色液体的帮助下 他便可踏入开脉进三重 金色光门再现 只是这一次 没有木合出现 而是漂浮着一块黑色令牌 陈征上前将令牌拿下 只见令牌之上 铭刻着刀剑图案 像是某种信物 没看出什么名堂 陈征便也懒得多想 暂且将令牌收好 然后走进通向 第九关的金色光门 下一刻 陈征已经出现在 一座金色宫殿之中 长长的黄金阶梯 一路通向宫殿的最深处 在一个威严宝座之上 一道身影端坐骑上 长发细眉 面容冷漠 气质凌厉 宝座之上的青年 正在打量着陈征 你身上有很多秘密 连我也看不透的秘密 青年骤然开口 声音带着众鹰 略显声音 活人 陈征有些诧异 青年摇头 我乃通天塔塔林 严格来说 不算是人 陈征顿时露出警惕之色 毕竟之前 自己发生的变故 很有可能就跟着通天塔有关 陈征突然想起 黑袍人说过的一句话 你只是个纺织品 青年明显愣了一下 脸上扯出一个声音笑容 没错 真正的通天塔 镇压在天外 说吧 青年起身站起 灵力的气息 在其身上激荡 一步步朝着陈征走来 放心 我就是一个塔林而已 只需要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 对于你的秘密没有兴趣 青年语气淡然 战胜我 可得神宗传承 神宗 陈征挑眉 但塔林显然没打算 给他询问的机会 身形一闪而至 抬手间 一柄金色光剑 出现在他手中 灵力的气息宛如风暴 建议 感受到这灵力的锋芒气息 陈征也不拖大 剑意同样绽放 无形的气机在碰撞 陈征的剑意 虽然在层次上 要高出塔林不少 但塔林的剑意 显然已经达到小城境界 所以 并没有被陈征第一时间击溃 但 也仅仅如此了 在塔林惊讶的目光中 两者剑意僵持了不到几息的时间 青云剑意便以霸道的姿态 将他的小城剑意击溃 紧接着 风雷升起 电光蔓延 锋芒之气宛如海巢翻涌 刀光瞬间斩破剑光 风锐的刀锋 划过塔林的脖子 头颅冲天起 在空中化作金光消散 宝座之上 金光蔓延 又有一道身形凝聚 很好 你过关了 随着塔林话音落下 身形已然凝聚 这一次 他变成了陈征的模样 他挥了挥手 顿时有三道光团 漂浮到陈征面前 塔林淡漠的声音传来 这是我神宗助击剑诀 如可三选其一 陈征看向三个光团 三道信息传入脑内 快剑诀 重剑诀 霸剑诀 这是三个光团 各自代表的剑法 而三种剑法 又代表了三种意境 一旦领悟 可以大大增幅剑法威力 陈征脑海中浮现起 自己领悟剑译时 那句身体的话 我之剑意 应在剑道之上 他毫不犹豫 便选择了霸剑诀 陈征觉得 自己的剑意 应该跟着霸剑诀契合 决定之后 陈征将手伸向光团 其他两个光团瞬间破碎 唯有代表霸剑诀的光团 化作一抹流光 飞入陈征脑海 有关于剑诀的信息 便被陈征接收 他看向塔林 前辈 这霸剑诀 属于什么层次的武技 塔林诞生道 既然是基础武学 自然是助击所用 只看个人领悟 不存在修为门槛 你以领悟建议 修行起来 只会事半功倍 陈征点头致谢 虽然没有门槛 但从这霸剑诀的描述来看 一旦学成 威力绝对不在 黄街极品武技之下 你可以走了 塔林挥了挥手 陈征只感觉 眼前世界倒转 在回过神时 已经出现在 通天塔外宽阔的山洞内 已经没有其他学员在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三道身影 正默默注视着自己 一人惊诧 这是正奇 一人笑脸 这是副院长孙长龙 还有一人陈征并不认识 看向陈征的目光 充满了复杂 身上气息也最为厚重 实力俨然还在孙长龙之上 天向静 陈征暗暗心惊 面上却不露声色 朝着三人恭敬行礼 见过正教席 孙副院长 还有这位前辈 孙长龙笑道 这是咱们绚灵院院长 骆天琪 见过院长 陈征连忙重新见礼 骆天琪摆了摆手 叹息一声 为什么偏偏是你 陈征一正 院长这是何意 骆天琪摇了摇头 有些烦躁的 拿出来吧 院长想要什么东西 陈征心中一阵紧张 但面上依旧保持着镇定 骆天琪诞声道 你通关第八层 获得的令牌 交给我 陈征心头一松 却没有立刻将那令牌 拿出 这我没问道 院长 这令牌是我闯关奖励 你为何要收走 骆天琪皱眉道 具体原因 你可以去问你父亲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这令牌 你拿着也没用 至于奖励 我后面 会在其他方面补偿给你 我父亲 陈征心中一动 看着院长的样子 似乎跟自己父亲非常熟悉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骆天琪诞声道 陈征摇头 没有了 他主动将那黑色令牌交出 既然骆天琪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 陈征自然不会不识去 骆天琪神色缓和了许多 你比你父亲要听劝 他当初要是也能 话到一半 骆天琪叹息一声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摆了摆手 骆天琪拿着令牌转身离开 身上充斥一股落寞之感 陈征心中奇怪 但也没有开口 他感觉这位骆院长 脾气似乎不是太好 院长就是这个性子 你不用放在心上 孙长龙开口笑道 算上你 近十年来 通关通天塔的天骄 一共也才无畏 不过 你切不可因此 就生出骄纵之心 天赋是天给的 但能走到什么位置 还是得靠自己 陈征抱拳 谢父院长教诲 孙长龙勉励陈征一番 便也转身离去 洞内便只剩下 正琪跟陈征两人 不愧是赤野猴的儿子 正琪赞叹一声 笑道 托你的福 我也可以离开 这黑区区的地方了 作为答谢 我给你一个提醒 我听闻外面 想找你麻烦的人不少 你可以在这里面 多待一会儿 养精蓄锐再说 陈征笑着摇头 不用 正琪耸了耸肩 那就祝你好运 他指了指门口 你可以出去了 陈征点头致谢之后 便朝着山洞大门外走去 此时 山洞外可谓人生鼎沸 每年集训结束 初年级的学员 必然会来看热闹 也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值得 关注的天娇出现 而今年 又要比往年更热闹一些 毕竟有一个 还未踏足初年级 便已经在初年级学员口中 出尽了风头的家伙在 赤野猴之子 陈征 这里至少有一半的 初年级学员 都是来看陈征的 尤其是扎堆的女学员 一个个满脸期待 那位小侯爷 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句 反正你一会儿 别流口水就行 能被九公主看上的人 你以为呢 怎么还不出来 东方无缺一群新人 就像是鸡仔一般 被人戏谑打量 新人天娇们 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毕竟初年级最弱的 也是开迈进 大哥 出了煽动的田一灵 第一时间 就带着自己的追随者 找到田山 如何 闯过第四关没有 田山笑着问道 田一灵面色战红 没有 就差一点 但如果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肯定可以 田言在一旁安慰道 一灵你无需觉得羞耻 那通天塔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都知道 你若不是 受了那废物太多影响 穿过第四关 肯定不成问题 田一灵像是找到了借口 满脸愤恨 没错 都怪那个废物 田山视线流转 没有找到陈征的身影 不由皱起眉头 那个废物呢 怎么还没出来 莫非是躲起来了 田一灵痴笑一声 大哥 严哥 我正想跟你们说呢 咱们之前 还是太高看的废物了 说吧 他朝身后看了一眼 已然决定 归附田家的秋叶 连忙上前 将山洞内有关陈征的事情说了 你们的是说 那废物进了山洞之后 就一直在养伤 根本没有时间闯关 形如枯骨 看来他真是伤得不轻 看来今天这废物 要吃不少苦头 田山跟田延对视一眼 均是露出幸灾乐祸之色 在田家几人 故意散播之下 陈征的事情 很快便传遍全场 被卓师兄一道建议伤到 不对 好像是被萧师兄 打成了内伤 所以萧师兄 才会被学院处罚 为了逞一时之强 竟然错过了通天塔的机缘 实在愚蠢 如此说来 那小子也不是很强啊 也不对你能再开麦进一重 便抗住卓师兄一道建议 至少那小子打赢王奎 是实打实的 一时间一轮声不止 初年级精英般 神色阴沉的萧天河 一言不发 在他身边 还站着面色苍白 手臂打着石膏的王奎 萧师兄 那小子是被你所伤 王奎低声问道 萧天河摇头 我都没怎么出手 如何伤他 倒是卓文浩送去的那道建议 还有可能 他深吸一口气 眼中止不住露出现眼之色 毕竟那可是建议 我大员国内 领悟建议者 也不过一场之数 一旁 徐燕燃今天穿了一身火红衣裙 再配合他五妹的气质 可谓颠倒众生 萧师兄 你今天会出手吗 他软软问道 不过这位小侯爷 可有九公主护持 你也不必为了我强出头 萧天河脸上露出温柔笑意 徐师妹放心 九公主固然身份尊贵 但在这轩灵院中 可不是皇家的一言堂 大家各凭本事说话 你那日受到的屈辱 我一定会帮你在那小子身上讨回来 徐燕燃露出感动之色 宛如春水的眼眸 让萧天河心情一荡 他身边几个天交班的学员 也是纷纷叫嚷着要出战 徐燕燃视线流转 看向不远处一些白裙 宛如雪山白连的李敏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怨毒 今日 我看你还怎么抱他 李敏周围数米之地 都被空出 不少人都在偷偷看他 却又被李敏声人物尽的气质震慑 根本不敢靠近 对此 李敏早已戏以为常 也无心理会一道道炙热的视线 他目光始终看向山洞入口 心中却在盘算该怎么保下陈征 田家 萧天河 还有卓文浩 这三个 是陈征最主要的敌人 田家几人喜欢煽风点火 应该不会自己下场 萧天河今日是有备而来 必然会出手 至于那卓文浩 卓文浩没来 算是今天唯一的好消息了 李敏心中叹息一声 在其中诧异的目光中 李敏走到了萧天河的面前 九公主 萧天河诧异地看着李敏 按照规矩 我排名在你之下 我现在要向你挑战 李敏诞声说道 初年级 无论是普通班 精英班 亦或者天交班 都存在一个总排名 修炼资源的多少 都是按照排名顺序给的 李敏自进入轩灵院后 便一直没有挑战过任何人 自然不存在名次 自动排在最低 按照轩灵院规矩 低名次 是有权利向高名次 发起挑战的 但两者名次不可相差过大 否则前者一旦迎战 是可以不对后者 考虑出手轻重的 即便后者因此残废身死 也算是旧游自取 李敏自然是没有这个顾虑的 这是他能想到 保住陈征的唯一办法 将所有能够威胁到 陈征的人全部打败 甚至打得他们 没法再向陈征出手 萧天河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泛起一抹阴沉 九公主 你至于为了那个小子 做到这种地步吗 四周一片哗然 大家都不是蠢人 自然明白 黎敏此时 跳出来挑战萧天河的原因 九公主 竟然想要帮小侯爷扫出障碍 那小子上辈子 是拯救了大渊国吗 值得九公主这般 九公主糊涂啊 无视四周的鬼哭狼嚎 黎敏继续道 按照规定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萧天河气笑一声 但他还没说话 身旁的徐嫣然便柔声道 萧师兄 你的确不可以拒绝 但你可以认输啊 输给九公主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吧 萧天河眼睛一亮 哈哈笑道 没错 九公主 我认输 我现在的排名是你的了 跟黎敏打 先不说赢不赢的了 关键是 无论输赢 于他而言 都没有任何好处 黎敏目光一寒 落到徐嫣然身上 看来 我那一巴掌 还是打得轻了 没让你长记性 徐嫣然依旧笑意盈盈 点头道 九公主教训的是 说着 他看向萧天河 萧师兄 九公主你不是对手 一会儿倒是可以 跟九公主那位一中人 好好讨教一番 萧天河笑道 这是当然 九公主放心 我一会儿肯定全力以赴 不会留守 你要跟我作对 黎敏语气冷冰 萧天河摇头讥笑道 九公主严重了 我可不敢 黎敏心中无奈 也懒得再多说什么事 转身离开 萧天河不肯接招 他也没辙 黎敏来到场地中央 清冷的声音荡开 诸位 谁要是敢逼陈征出手 就是我的敌人 想要替人出头之前 先掂量一下 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说吧 黎敏站到一旁 身上的气质欲冷 感受到黎敏的决心 一些原本还想找些乐子的初年级添娇 顿时打消了念头 黎敏心中叹息 我能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此时 一道身影从山洞大门处缓缓走出 来了 那就是赤野猴之子 看着的确人母狗样 阵阵酸言酸语传来 感受到四方投来的妒忌视线 陈征只感觉一头雾水 陈兄 东方无缺第一时间凑了上去 说明情况 陈征有些哭笑不得 觉得黎敏过于单纯 真正有胆子找他麻烦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被他三言两语吓到 黎敏这种做法 反而是在给他拉仇恨 你受伤了 黎敏闪声而来 看着陈征明显消瘦了一圈的身体 眉头紧重 看来田家传出的消息 都是真的 陈征摇头 不是受伤 我 黎敏冷声将他打断 一会儿 肖天河那群人必然会挑衅你 你不要理会 只要你不应战 他们就不能对你出手 似乎是觉得自己语气太过生硬 黎敏神色放缓了几分 却依旧严肃的 一时的成败不算什么 隐忍 也是成功者必须经历的一环 你能明白吗 看着黎敏认真的样子 陈征点头笑道 九公主所言 我都明白 黎敏松了口气 你能明白就好 你刚进学院 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 我相信 以你的天赋 最多一年便可超越他们大多数人 到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像现在这般顾虑良多 陈征摇头道 九公主 你误会我的意思 你说的我都明白 但就这些家伙 还不值得我这么做 黎敏皱眉 什么意思 陈征淡笑一声 没有回答 越过黎敏 大步朝着肖天河等人的方向走去 这小子想干什么 他莫非真要挑战肖天河 应该不会吧 众人诧异地看向陈征 田家三人 也在眯眼注视着陈征 田一玲冷笑道 这小子 果然还是这般猖狂 九公主想要救他 却是想多了 这种狂徒 只有死 才是他的唯一归宿 看着陈征靠近 萧天河脸上满是意外之色 他本以为还要费些口舌 才能激将陈征出手 没想到这小子 还敢主动送上来 小子 够重 我之前倒是小瞧你了 萧天河宁笑宁笑着上前 为了加奖你个勇气 我出手的时候 会轻一些的 但陈征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从他身边掠鼓 萧天河脸上的宁笑僵住 陈征的无视 让他这番作态 看起来像个小丑 陈征继续向前 直到来到徐燕然的面前才停下 你不会是想 看着陈征的视线看来 徐燕然娇俏的脸上 满是恶然 陈征点头 直接将他打断 你猜的没错 纯元 我要挑战你 文言 现场陷入了一阵寂静 这小子说什么 他要挑战徐师妹 他疯了 无耻 太无耻了 他竟然想对一介女流出手 对一个女人出手 还真是有出息啊 便是一些女学员 也是面露不愤 徐燕然惊恶之后 便再次恢复笑脸 小侯爷 你也听见大家说的了 你确定还要挑战吗 陈征讥笑一声 我听见了 所以你也赞同他们的话 我原本以为 能进续灵院的女流 都是像九公主这般的女中豪杰 现在看来 也不尽然 就你这样的一岁的花瓶 也配跟九公主比 恶心人吗 谁不会 陈征这一句话 像是戳到了徐燕然的痛处 陈征愣了一下 他竟是为了帮我出头 虽然觉得 这样做不太理智 但黎敏 心里还是很受用的 翘脸上闪过一抹羞红 小子 你有种的 就跟我打 欺负一个女人 算什么本事 萧天和怒声说道 想要帮徐燕然解围 陈征吃笑一声 你现在排名最末 有什么 让我挑战的资格 说吧 陈征看向一直在人群外围观望的教习们 朗声问道 按照宣灵院规则 这纯女人 应该没有办法拒绝挑战对吧 回答陈征的 是跟陈征有过一面之缘的女教习 她脸上带着欣赏之色 没错 她不能拒绝 但是可以认输 感受到女教习的善意 陈征点头弯腰致谢 然后转身看向徐燕然 所以 你是要跟我打 还是要认输 看着陈征满是细血的脸 徐燕然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正要应战 却被萧天和阻止 徐师妹 你不要中了这小子的激将 跟一个不知道连香西域的莽夫动手 会脏了你的手 你直接认输 我再来挑战她即可 萧天和冷冷看向陈征 只要陈征取代了徐燕然的位置 她再向陈征发起挑战 陈征同样无法拒绝 萧天和的话 算是给了徐燕然一个台阶下 徐燕然但笑道 萧师兄说的对 我认输 我就把这个机会 让给萧师兄好了 好说 萧天和宁笑着看向陈征 小子 我要挑战你 对了 现在的你 好像无法拒绝 慢着 黎明此时又走了出来 但声道 我也要挑战陈征 四周顿时一阵哗然 什么情况 内哄了 莫非九公主也看不惯这小子了 只有几个脑子转得快的 很快便领悟到了黎明的意图 你们懂个屁 按照规则 要是有多人向同一个人发起挑战 那么多人就得先决出一个胜者 最后的胜者才能获得挑战资格 闻言 众人不由道习一口凉气 原来如此 这小子真阴险 这是要把软饭吃到底啊 有人酸溜溜道 有人不愤 九公主糊涂啊 为了这么一个 只敢挑战女人的懦夫 值得吗 还有人叹息 九公主肯定是被逼的 身在皇室 身不由己啊 萧天河面色难看 九公主 你就非得保这小子 黎明一脸冷漠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单纯的 想要见识一下 赤野猴之子的实力罢了 既然你想跟我争 那咱们先手底下筋针好了 一时间 萧天河陷入两难之中 黎明名声在外 虽然很少见他出手 但实力绝对不弱 萧天河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而一旦输了 不但丧失挑战陈征的资格 也绝对会融为 整个初年级的笑柄 四周一众初年级 天骄叹息不已 有黎明立保陈征 今天看来是没什么乐子看了 田家三人面色难看 该死 冤皇竟然这么看中这小子吗 田言眉头紧锁 他没想到 黎明为了陈征 会做到这种地步 田一玲满脸妒忌 这小子怎么配 田山叹息一声 可惜卓文浩被院内 安排出去做任务了 否则有他在 即便是九公主出头 也无法改变什么 现场唯一高兴的 就是东方无缺一群人了 黎明的态度 在一定层面 也表明了冤皇的态度 如此一来 他们也算是有靠山的人了 就在众人以为 这件事情 就要到此为止的时候 陈征的声音突然响起 九公主 你的心有我心灵了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希望给她 一个挑战我的机会 此话一出 全场接近 一副看傻子的模样 看向陈征 我没听错吧 她竟然拒绝九公主的帮助 看来她还算有点肿 呵呵 在我看来嘛 这是愚蠢 她以为自己 能赢得了萧师兄 阵阵嘲弄声传出 萧天河诧异之余 脸上重新浮现 争鸣笑容 很好 九公主 她既然有这个意愿 你不如就成人之美 黎明皱眉 看向陈征 有些不满 你疯了 这人的脑子 怎么一阵聪明 一阵蠢的 我没疯 我也知道自己 她没你想的那么弱 萧天河虽然是在精英班 但在整个初年级 绝对排得进前十之位 陈征笑道 这样最好 要是太弱了 也起不到震慑作用 见陈征态度坚决 黎明 神色欲冷 那就随你吧 说吧 她便退回了人群 她愿意帮助陈征 但陈征如果非要找死 她也没有办法 哈哈 这小子疯了 她这是在找死 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一般变故的田言 不由惊喜 田一玲也满脸兴奋 我早就说了 这小子就是一个狂徒 她总有一天 会死在自己的狂妄上 无视四周或鄙夷 或嘲弄 或担忧的声音 陈征神色平静地 看向萧天河 你要挑战我对吧 萧天河吃笑一声 谁挑战谁 重要吗 陈征点头 当然重要 说着 她看向女子教习 按照规矩 她一个排名末尾的家伙 挑战我一个排名高位的人 我是可以直接将其击杀的对吧 这 才是陈征先要挑战 徐燕燃的主要原因 要么不打 要打 就打个狠的 她就是要告诉其他人 针对她可以 但要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 女子教习点头 笑意更甚 没错 得到确切答复 陈征重新转头 看向萧天河 严格来说 你我并无死仇 所以 你现在还有退出的机会 四周顿时一片寂静 陈征不仅要跟萧天河打 还要杀人 这已经不是狂妄了 这是疯了 萧天河气笑一声 眼中生腾着怒火 你以为你能杀死我 她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被一个开麦进一虫的小子 搅嚣着威胁 陈征诞生道 所以 你要挑战我 萧天河冷笑一声 挑战 小子 让我看看 你到底 有什么狂妄的资格 化落 哄 萧天河身形 已然掠出一道残疑 开麦进五虫的气势 尽数绽放 萧天河浑身 激荡着灼热的气息 行动间 气浪都被灼烧 带起一阵滚烫的热浪 显然 萧天河修炼了一门 威力不俗的火系功法 空气轰鸣 对着陈征一掌拍出 恐怖的掌镜 宛若石破天惊 哪怕四周观战的众人 都忍不住一阵心惊 那是萧师兄的成名武技 黄阶中平武技 烈火掌 据说他已经将这门掌法 练到圆满境界 一掌出 犹如烈阳焚饰 不可抵挡 呵呵 萧师兄一开始就动用杀招 看来心中怒气不少 这赤野猴之子 是自己找死 就由自取罢了 真以为我们初年级 是那么好闯的 萧师兄一掌劈了他 现场响起阵阵欢呼 几乎都是为萧天河呐喊 东方无缺等人面色凝重 尤其是东方无缺 作为同为修炼火系功法的人 他更加能够深刻感受到 萧天河的强大 这就是初年级添交的实力吗 东方无缺捏紧了拳头 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黎敏一言不发 但是也做好了出手救人的准备 他只希望陈征在吃了苦头之后 便由一股灼热气浪 朝着陈征扑面而来 吹得陈征衣衫飞舞 烈烈作响 你看好了 陈征淡漠开口 右手手掌已然握在血色战刀刀柄 身上刀势瞬间凝聚 一股锋芒之气 瞬间破碎了萧天河的掌风 陈征一身羞为激荡 浑身气血奔涌 轰隆宛如雷鸣 光看气势 竟然不在开麦进五重的萧天河之下 开麦进二重 观战的田山感受到此刻 陈征绽放的气息不由惊讶 这小子 这才突破开麦进多久 这就开麦进二重了 田炎神色阴沉 感受到了压力 这小子成长得太快了 必须尽早解决 田一灵妒忌的面色扭曲 这个废物 他凭什么 以前被他是做蝼蚁的家伙 现在竟然已经远远走在自己的前面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难受的了 呵呵 原来是突破了 但你觉得 一个开麦进二重 就能改变现在的局面 萧天河吃笑一声 依旧没将陈征放在眼里 只是掌尖的尽力 愈发沉重 焚镜四方 只听萧天河一声怒吼 已然轰击到陈征心口的掌镜彻底爆发 恐怖的灼热之气 仿佛要将陈征整个吞灭 结束了 人群中 有观战的天骄般妖孽 摇头计笑 萧天河这一掌 别说他一个开麦进二重 便是同为开麦进五重 都很难正面接住 他身旁另外一位天骄般妖孽 点头赞同 他毕竟是被卓师兄亲自开口邀请 可以进入卓自营的人 实力自然不同一般 有人发出不屑失笑 赤也猴至子 也不过如此 灼热的掌风 让陈征身前的空气都变得扭曲 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 轰隆 一阵雷鸣忽然响起 突兀而又猛烈 让在场众人都不由心中遗产 已经踏出半步的黎敏 骤然止步 美眸微睁 诧异地看向战圈 风雷 斩 陈征淡漠的嗓音传出 萧天和脸上的凝笑不在 瞪着眼睛 却已经看不清陈征面容 在他的视线中 只剩下一片紫光 还有耳边呼啸不止的风雷之声 灼热的气浪消散于无 耳边众人的惊呼声 仿佛也在渐渐淡去 萧天和只感觉 胸前仿有滚烫之感 他下意识地伸手摸去 却是一片粘稠 他抬手一看 是一片烟红血 谁的血 萧天和张开嘴巴想要说话 却只能发出一阵和和声 在他脖梗上 一抹血腺正在逐渐扩张 原来是我的血 萧天和的念头落下 意识便陷入永久的黑暗 砰 已然失去生命气息的尸体坠地 扬起一阵烟尘 萧天和脸上没有不甘 没有愤怒 也没有恐惧 只有茫然 他仿佛是在疑惑 自己为什么会死 呼 陈征深吸一口气 气血之力全力爆发之后 他身上升腾起一阵白烟 就像是一台过在之后的机器 不下于开脉进六重的气血之力 大成的风雷刀法 还有下品战刀的加成 除了建议之外 陈征几乎在这一刀上 倾注了所有 再加上萧天和的大意 这才铸就了现在之震撼人心的一面 开脉进二重的陈征 一刀 斩杀开脉进五重的萧天和 等到身体肌肉缓过劲来 陈征这才收到战力 四周依旧是一片寂静 就像是一幅被定格的彩画 诡异的气氛蔓延 陈征环顾四周 都是忍不住一颤 一个个用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陈征 他赢了 他竟然赢了 那可是萧天和呀 精英般领袖 他只用了一刀 你们看清了吗 看不清 恐怕连萧天和都没看不清 废话 他要是能看清 现在尸体还能躺在地上 怪物 真是怪物 一论声宛如热潮一般散开 有人忍不住问道 你们说 这小子 呃不对 是陈师兄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卓师兄 这话要是放在之前 肯定得被众人嘲笑地唾沫淹死 但此刻 众人几度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陈征所展现的战力 即便没有像卓文浩一般 有着建议的加成 但依旧变态地可怕 他可才开迈进二重啊 他们很清楚 妖孽也分很多种 建议很可怕 但也并不是领悟了建议的妖孽 就是唯一 田家三人面色麻木 眼中却都闪现了恐惧 这废物 怎么会这么强 哪怕一直蜘蛛在握的田言 此刻也难免生起一股无力感 小侯爷无敌 东方无缺等人先是惊恶 随即狂喜 神色激动 忍不住发出嘶吼之声 原本在初年级天骄身上 感受到的压力 此刻已经荡然无存 陈征的强大 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 黎明有些发愣 抬眼看去 陈征正好也看了过来 九公主 我说信我一次 没错吧 陈征淡笑道 黎明点头 是我小看你了 陈征一次又一次 打破了他的认知 萧师兄就这么死了 熊熊燃烧而起 他抬头看向 谈笑风生的 陈真跟黎明 心中不愤 凭什么 我到底比他差了哪 凭什么这些顶尖天骄 都要清心于他 而不是我 身旁 几个天骄般妖孽 低声开口 徐师妹 你 最好还是不要去招惹 这位小侯爷了 徐嫣然强忍着怒火 装出一脸哀伤道 那萧师兄的命 就这么算了 一个天骄般妖孽叹息 只能算他倒霉吧 谁能想到 今年的轩灵院 会出这么一个怪物 另外一个天骄般妖孽眼中 闪过一某畏惧 是啊 如今初年级 除了卓师兄 恐怕也没人敢再对他出手了 这一战 足以奠定陈真在初级般的地位 一个新人 能做到这种地步 简直匪夷所思 感受到这些天骄妖孽的距异 徐嫣然心中不甘 却也只能顺从点头 好吧 我本也无意与他为敌 反倒是他 因为九公主的缘故 处处针对我 以后我便绕着他们走好了 委屈的样子 顿时记起几个天骄妖孽的保护欲 徐师妹倒也无需如此 以后不好说 但如今这小子再强 也不可能是卓师兄的对手 没错 等卓师兄回来 自然会找这小子麻烦 他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臣服 要么陨落 以卓师兄的脾气 绝对不会容忍这样一个 能威胁到他的对手存在 几人出声安慰 徐嫣然露出感激之色 哄得几个天骄妖孽高兴不已 纷纷保证等卓文浩一回来 他们就会立刻请他出手 一山不容二虎 以卓文浩的霸道 和这小子的狂妄 必然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他赢得了萧天和 我不信他还赢得了 领悟了建议的卓文浩 走 田家三人也怀着满腔的郁闷 愤恨离去 此时 几个教习才走了出来 宣布分班 大多数都被留在了外班 只有几个开脉镜 可以直接进入初年级 而进入初年级的几个新人 最开始都得待在普通班 要想进入精英班跟天骄班 只能通过挑战的方式 占据排名 陈征因为挑战徐燕然成功 自动补位 进入精英班 可直接享受精英班的待遇 一直没有选定班级的黎敏 也因为这一次的挑战 直接成为了精英班的魁首 分班之后 便有各自的教习带着 前往各自班级分别之前 陈征对着一众追随者笑道 我做到了自己承诺的事情 接下来 我会在初年级 等着诸位 众人纷纷响应 也将这个消息 带回了外班 一时间 欢呼声 错恶声 充斥了整个外班区域 小侯爷竟然一刀斩杀了萧天和 哈哈 有小侯爷在 我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以后加油修炼 争取早日进入初年级 与小侯爷相见 选择站队陈征的外班学员 欣喜若狂 因为他们赌对了 其他人都陷入沉默 后悔有之 不甘有之 恐惧亦有之 他们清楚 从现在开始 初年级跟外班的格局 恐怕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前往精英班的路上 带路的人 正是陈征认识的女子教习 名为白秋 白秋走在前面 似乎故意跟陈征两人拉开距离 再给两人独处的空间 一对俊男靓女 走在初年级学员大道上 引得众人侧目 有人认出黎敏 更是惊呼不止 但黎敏跟陈征 都没有要理会的意思 黎敏一脸严肃地提醒 你想要在初年级站稳脚跟 卓恩浩是一座必须越过的大山 不要因为剩了一个萧天河 就心生懈怠 陈征淡笑一声 他若识去 我便跨过去 他若不识去 我便踩过去 九公主 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对手 可不在这轩灵院 而是那无极猴 黎敏目露错愕之色 你一个开脉镜 就想着对付无极猴了 陈征点头 目标不定地高一些 那还算什么目标 卓恩浩之流 顶多只能算是一块 挡路的绊脚石而已 我真不知道 该说你是自信 还是自打 黎敏摇头失笑 换做以往 他必然会觉得 陈征狂妄 但陈征今天已经向他证明 他的确有狂妄的资格 而且身为自己的夫君 就该有这样的气魄才对 对了 你什么时候去找我父皇说 黎敏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眼角当着一丝紧张 但神态 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虽然冤皇已经暗中赐婚 但是黎敏觉得 陈征作为男人 还是得主动一点 正式提亲才行 否则他们现在 这么糊里糊涂地在一起 终究是有些明不正言不顺 说什么 他这里会错了黎敏的意思 一脸严肃道 九公主放心 咱们之间的事情 我一定找个合适的机会 好好跟冤皇陛下说清楚 绝对不让你受到半点委屈 他以为黎敏是介意跟自己绑定 被说成情侣的事情 陈征也能够理解 毕竟名声仪式 对于女孩来说尤为重要 他会找个机会 跟冤皇解释清楚 看着陈征一脸郑重其事的样子 黎敏目光柔和了几分 心中更是泛起振振修意 陈征的态度 让他很是满意 他语气柔和道 我父皇性子霸道 你能有这个心意变后 万不可惹他生气 陈征点头笑道 九公主放心 我一定掌握分寸 前方 白丘亭下 直向不远处的宏伟建筑 对着陈征说道 那边是教学区 一三五维必修课 必须到场 二四六维实践课 可选择性到场 七维休幕日 可自行安排 明白了 陈征点头 明白了 白丘笑道 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也可询问九公主 还有其他地方 有九公主在 我也不一一带你去了 闲暇时 你们自己去逛就是了 你刚入学 有三天假期 三天后 记得去精英班报道 不准迟到早退 否则我可是要扣你学分的 说吧 白丘摆了摆手 直接离开 陈征抱拳谢过 目送着白丘远去 没有了白丘在 一些关注两人的初年级学员 愈发肆无忌惮 对着两人指指点点 那小子谁啊 竟然能让平日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九公主作陪 该死啊 她凭什么 我刚才还看见九公主 对她笑了 听着阵阵议论 饶是陈征在不在意 也有些无奈 九公主 你这追求者 可真不少啊 黎敏看着陈征 无奈的样子 嘴角微翘 怎么 怕了 陈征摇头笑道 确实怕了 我怕我一拳下去 就得跪在地上 求他们别死 黎敏不由失笑 先去住的地方看看 陈征摇头问道 九公主 那卓文浩是住在哪里 黎敏秀眉微挑 她现在不在学院 陈征笑道 不管她在不在 东西总还是要还给她 黎敏点了点头 带着陈征 前往天交班的宿舍区域 比起精英班 天交班所在驻地 明显更加奢华 甚至每个人 都有一个独立小院 黎敏出现的瞬间 便吸引了天交班 一众学员注意 只是比起其他班级 天交班的人 明显要克制许多 打量之余 还保持着基本的风度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是来找卓哥的吗 一阵笑声传来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 卑贱青年大步而来 只是他眼中只有黎敏 浑然将一旁的沉针 荡成了空气 黎敏眉头皱起 孙昊 你想找死吗 说话间 黎敏身上声腾起 一股沉重气势 朝着白衣卑贱青年 狠狠压去 此人是卓文浩卓自营的成员 也是卓文浩的狂热追随者 平日里口无遮拦 让黎敏非常讨厌 孙昊连连摆手后退 扫 九公主 你别生气 我错了 嘴里虽然说着道歉的话 但脸上依旧嬉皮笑脸 明显没有抱歉的意思 他一脸无奈的道 反正也是迟早的事情 九公主又何必抗拒呢 黎敏目光一寒 就要动手 却被陈征一把抓住 第一次被一个异性抓手 黎敏差点一掌劈上去 但很快想到 这是自己的未婚夫 便又强行忍了下来 你 你干什么 黎敏有些羞恼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他 莫非是在宣誓主权吗 否则你越搭理他 他就越兴奋 孙昊目光一寒 视线终于落到陈征身上 小子 你又是从那个毛坑 蹦出来的东西 谁让你爱我嫂子这么近的 你想找死吗 听见动静 四周有不少天骄 投来好奇的视线 怎么回事 在这天骄班 还有人敢跟卓自营的人叫板 那小子谁啊 怎么没见过 跟九公主一起来的 莫非是皇室的人 孙昊可是个疯子 除了卓师兄的话 谁也不听 被他盯上 除非他是冤皇亲子 否则孙昊可不会给面子 众人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天骄班有卓文昊镇压 可是少有争端出现 如今又乐子可看 人顿时越举越多 孙昊 你不要太过分了 黎敏神情冷恋 孙昊笑嘻嘻道 嫂子 你为了别的男人出手 卓哥知道 可是要生气的 陈征诞生道 他生不生气 与我没有关系 孙昊眯起眼睛 危险的气息蔓延而出 小子 看在九公主的面子上 我才没有对你立刻出手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跪地磕头 直到我满意为止 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知道知道 我生气的后果 陈征看向黎敏 问道 他是卓文昊的狗 孙昊一愣 眼中杀意大胜 你是在找死 他虽然不介意 当卓文昊的狗 但是别人这么说 不行 陈征却根本不理他 见到黎敏点头后 继续问道 他现在在初年级排名第几 应该是第九 黎敏皱眉回道 你想干嘛 陈征笑道 我在想依我现在的排名 要是挑战他 能不能直接下杀手 四周顿时一惊 这小子说什么 他说他要干掉孙昊 这绝对是我听到的 最好笑的笑话 真敢说啊 无知者无畏吗 孙昊脸上瞪大了眼睛 怒笑道 小子 你是认真的吗 陈征依旧没有理他 只是看着黎敏 黎敏摇头道 不行 作为挑战者 除非他先对你下死手 否则你不可以杀他 听见黎敏的回答 四周众人讥笑的脸一僵 因为黎敏用的是 不行不可以 而不是不能 这就代表在黎敏心里 这小子是有斩杀孙昊的能力的 好好好 我孙昊竟然也会有被小看的一天 孙轩怒急而笑 杀起大胜 他冷眼注视着陈征 小子 抱上明来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挑战我 我跟你生死战 黎敏拦住陈征 咒没道 你想清楚了 杀了孙昊 你跟卓文昊 可就结下死仇了 陈征无奈道 但不把他们打疼打怕 麻烦只会源源不断 我可不想把精力 浪费在他们身上 陈征并不是杀 但杀 的确是目前最方便的手段 有人要主动往他刀口上撞 陈征也不会手软 陈征神色平静地看向孙昊 别装了 你从一开始 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 孙昊自以为伪装得很好 但他那点演技 看得陈征想笑 孙昊愤怒的表情骤然消散 换上一副饶有兴趣之色 哟 被你发现了 嘖嘖嘖 不过我刚才生气 也是真的 所以 我不会让你死得很痛快 小侯爷 你做好心理准备 陈征神色淡然 那就去请教习做公证吧 孙昊正要应下 一道声音将其打断 慢着 孙昊皱眉回头看去 只见裴东正一脸阴沉地走来 他看向孙昊 语气严肃 孙昊 你不能跟他打 孙昊皱起眉头 一脸不爽道 裴东 你要拦我 裴东也不废话 只是压低了声音说道 萧天河死了 他怎么死的 孙昊面露诧异之色 作为能被卓文昊 看进眼里的人 孙昊对于萧天河的实力 还是认可的 至少跟自己在伯仲之间 被这小子 一刀斩杀的 裴东神色冷漠 话我跟你说了 你若还要跟他打 那就随你 对于孙昊这种 不服管教的家伙 裴东一直都不喜欢 若不是担心 事后会被卓文昊问责 他都不会来提醒 什么 孙昊瞪大了眼睛 一刀斩杀 你没开玩笑吧 裴东懒得理他 看向了陈征 脸上淡漠道 小侯爷来这里 应该是找卓哥的吧 陈征将木盒丢出 砸落到裴东的脚边 正是当初裴东送去的 银色小剑 我来还东西 既然他不在 你就帮我代位转交好了 裴东神色平静 好说 陈征看向孙昊 你还打不打 不打就别浪费我时间 孙昊顿时沉默 他了解裴东的性子 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说谎 他虽然疯 但不是傻 如果裴东所说属实的话 他自然不会跟陈征生死战 看着诚沉默的孙昊 四周不明所以的 天交班学员 都是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刚才孙昊还在叫嚣 现在怎么怂了 裴东跟他说了什么 我记得他可不是 一个听劝的人 四周的议论声 让孙昊心中无比耻辱 看来你是怕了 罢了 进入天交班一战 我本来就想选择卓恩号 你既然怕了 那就算了 陈征无所未到 说吧 他看向黎明 走吧九公主 嗯 黎明点头 两人就在一众 天交班的注视下 渐渐远去 察觉到气氛不对 也没人再跳出来挑衅 直到看不见人影 才又忍不住问道 孙昊 你到底怎么回事 裴东跟孙昊都没有回答 此时 一道刚刚赶回的身影 开口道 刚才陈征在后山 一刀斩杀萧天河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一阵哗然 众人回头看去 染秋 你不会再开玩笑吧 那可是萧天河 便是寻常开麦进六重 也很难胜他吧 更别说一刀斩杀 就是 文言 染秋苦笑道 我刚从后山回来 亲眼见证了这一幕 你们不信 可以向其他人求证 说吧 他也转身离开 一想到陈征入院之时 他还带人去挑衅 心中不由一阵后怕 幸亏当时出手的是王奎 若是他 恐怕也吃不了 什么好果子 裴东看了孙昊一眼 一切等卓哥回来再说 他才开麦进二重 能够斩杀萧天河 你应该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陈征是跟卓文浩 同一级别的怪物 这已经不是 他们能够设计的争斗 说吧 裴东也转身离开 人群便渐渐散了 李敏带着陈征 在初年级转了一圈 陈征一刀斩杀萧天河 进入精英般的事情 也已经在初年级传开 回住处的路上 众人看陈征的目光 不再是妒忌跟不爽 只剩下恐惧跟敬畏 陈征心中波澜不惊 这本就是他斩杀萧天河的意义所在 想来在卓文浩回来之前 他应该有一段安宁日子过了 李敏将陈征带回自己的小院 指了指小院主屋旁边的一个小屋 说到你就住那里 虽然屋子要小一些 但是其他都一样 我还让人在里面设计了聚灵阵 可以辅助修行 你若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说出来 我去找人处理 陈征眼睛一亮 在非洲上的时候 他便体验到了聚灵阵的好处 此时自然没有意见 多谢九公主 李敏看了陈征一眼 但一声道 你我之间 无须这么客气 陈征进屋看了一眼 发现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 而且一看就是心患上的东西 陈征心中意暖 这位九公主看着高冷 实则心还是挺细的 参观完屋子后 陈征便向李敏辞行 他还有三天假期 自然得先回家看看 另外 琴哥拍卖场那边 他也得去看看情况 你等等 李敏转身进到屋子 拿出一瓶丹药 这是我师父亲手炼制的养颜丹 一颗便可青春常住 排毒养颜 帮我带给伯母 等我下次休幕的时候 在灯门拜访 看着翘脸微红的李敏 陈征感觉有些奇怪 九公主你也太客气了 但不等陈征把话说完 李敏已经将丹药塞进他手里 转身进了屋子 陈征摇了摇头 懒得多想 将丹药收好 也没带火邻居 直接出了轩灵院 琴哥拍卖场 有着郑成 这位二品炼药师作证 还有赤野侯府的庇护 更兼有具象丹药拍卖 短短半个月时间 便机身皇城最热门的拍卖场之一 陈征远远看去 便能看见拍卖场 静静出出的人流不断 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走进拍卖场后 立刻有人迎了上来 正是小六 小侯爷 小六看见陈征 不由露出高兴之色 陈征看了一眼他身上的服饰 笑道 不错呀 升官了 小六嘿嘿一笑 脱小侯爷的服 如今当了的小管事 随着琴哥拍卖场红火起来 又招了不少新人 他们这批老人自然就上去了 小六带着陈征 朝里面包厢走去 最近没遇上什么麻烦吧 陈征问道 小六摇头 没有 那些家伙都涉于小侯爷你的威势 不敢找我们麻烦了 陈征失笑道 你还是警醒先 能盘踞皇城这么久的家伙 既然要针对咱们 那就绝对不可能草草收场 现在不出手 说明他们想憋得大的 是 小侯爷放心 我一定好好盯着 不出差错 小六一脸严肃 两人正要往狼道走去 大厅中骤然爆发一阵争吵 你们情歌拍卖场 以刺冲口 恶人是不是 一株失了药效的灵药 你们也敢收我八千金币 今天不给我个交代 我们没完 怒气冲冲的声音传遍大厅 吸引了不少 瞩目陈征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五服 身材壮硕的男人 正揪着一个拍卖场小四的领口 瞪着一双牛眼 仿佛要吃人一般 不是 不是 小四脸色胀红 奋力挣扎 还敢跟我狡辩 男人宁笑一声 干脆就要直接掐住小四的脖子 此时一只手臂骤然叹来 扣住了男人的手腕 松手 他不能呼吸了 陈征冷声道 男人回头一看 失笑道 你算什么 啊 话音未落 男人便惨叫起来 手腕处传来嘎吱声 仿佛随时都要崩断 让他不得不松开小四 怎么回事 陈征没有理会惨叫的男人 转头看向小四 小四连忙回道 是他换了药 他说他想看看 结果灵药到了他手里 就变了 但之前我检查过 药效绝对没有问题 陈征皱眉 药呢 小四从柜台拿来灵药 递给陈征 陈征看了一眼 就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一把将男人的手掌翻转过来 只见男人手掌上 还残留着一些淡淡的黄色粉末 如果不认真看 还真发现不了 谢灵散 这是一种用于烈性药材 起到中和调和作用的辅药 但一旦含量过高 便会消解灵药的药性 造成药效不足的情况 陈征冷眼看着男人 谁派你来闹事的 男人在听见谢灵散三个字的时候 就已经脸色大变 此时听见陈征质问 慌张叫道 什么谢灵散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看向围观人群 大声叫道 大家评评理啊 这就是家黑店 一次冲好不说 现在还要打人了 不明真相的围观众人 顿时对着陈征等人 指指点点 外地来的店 果然没本地的靠谱啊 听说是烟城来的 呵呵 小门小户 难怪会搞这些歪门邪道 那我的东西 可不敢卖给他们了 万一被做了手脚 哭都没地方哭去 白大师怎么会选择他们 小丝急道 不是的 是他在搞鬼 我们情歌拍卖场做买卖 想来是童所无欺的 陈征神色平静 目光扫视人群 看到几个贼眉鼠眼的家伙 在人群中不断地来回窜动 煽动气氛 呵呵 这就是你们情歌拍卖场的待客之道 一道冷笑声传出 人群纷纷转头 只见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青年大步走来 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 气势凌厉 无比张扬 见他一身贵气 人群不由自主地空出一条路来 看见来人 沉睁眉头微调 田欣然 青年冷笑一声 小子 你既然认得我就应该考虑清楚 多管闲事的代价 这情歌拍卖场 以次冲吼 坑害客人 你莫非跟他们也是一丘之合 四周 众人看向青年的目光 不由多了一丝畏惧 是田家的人 情歌拍卖场 这下惨了 唯独田家 绝对不可能 怕赤野猴辅 众人压低声音 一些脑子转得快的 已然绝出味来 生怕牵连事端 陈征讥笑一声 我刚才还在想 那些老油条 要找我情歌拍卖场的麻烦 怎么会用如此低级的手段 看来是你自作主张 田欣然面色一沉 他刚完成训令院派发的任务 返回皇城 来找情歌拍卖场的麻烦 的确是临时兴起 因为他压根 就没把情歌拍卖场放在眼里 更恼恨情歌拍卖场 竟然敢跟他的杀父仇人合作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这么共说话 田欣然眼中闪过杀机 陈征但笑一声 也不回应 只是掌尖加重了力道 啊 男人顿时惨呼 朝着田欣然喊道 田少救我 田欣然面色一沉 松手 陈征神情平静 我若是不松呢 田欣然身上 泛起恐怖的气息 开脉进五重的修为绽放 强大的威压 朝着陈征倾袭而去 不让 就死 田欣然目光冷烈 手掌已经握向腰间长剑 杀意高涨 陈征诞声道 试试 你以为我不敢 田欣然嗤笑一声 身形已然飞掠而出 狂放的气势毫不收敛 他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跟他田家作对的下场 刷 在距离陈征不到一米的距离 田欣然腰间长剑 已然出窍 凌冽的寒光游如风暴 在陈征面门炸开 四周众人感受到这森然寒意 止不住连连后退 唯有陈征 始终神情平静 他感受着田欣然这一剑的威力 脸上泛起一丝失望 太弱了 摇头间 陈征手掌 已然握住血色战刀刀柄 虽然同为开脉进五重 但是比起肖天河带给陈征的压力 这田欣然明显差了一大截 装枪作势 田欣然嗤笑一声 皇城有名的添娇 他都心里有数 眼前这小子 他却没有印象 怕是连号都排不上 静气鼓动间 田欣然挥洒的剑影 瞬间收束 最终又化作一剑 只是这一剑极快 极重 极狠 死吧 田欣然掌中之剑 像是早已叙事待发的 利剑刺向陈征咽喉 炫目的剑光 让众人不由眯起眼睛 心中更是忍不住 升起一丝惊悚 太弱 陈征弹幕的声音荡开 下一刻 雷霆升起 但比雷霆升更快的 是一抹紫色的刀光 如果田欣然的剑光 是让人惊惧的话 那么陈征的这一抹紫色刀光 则是让人窒息 刀光笼罩之下 众人只感觉浑身冰凉 坑腔 只听一阵惊鸣之声 田欣然只感觉掌心一麻 剑气瞬间消散 常见脱手横飞出去 他脸上还来不及露出金句之色 踏 只听一声踏地声 他眼前的陈征宛如鬼魅一般 已经来到身旁 血色战刀架 在他的脖子 锋利的刀锋 让田欣然止不住浑身汗毛炸起 额上渗出冷汗 惊俊 愤怒 难以置信 所有的情绪在田欣然心中翻涌 但在死亡的危机下 却只化作一句话 我是田家的人 你不能杀我 哦 那你能杀我 陈征讥笑一声 田欣然面色阴沉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比 田欣然 你们田家的人 还真是一样的健忘 陈征摇头吃笑 什么意思 田欣然心中泛起一丝不安 陈征却已经不再理他 只是朗声道 按照大冤律 当街袭杀勋爵之子 其罪当诛 田欣然先是一愣 死死盯着陈征那张脸 随即如梦初醒一般 神色陡然争鸣起来 你是 陈征 四周 看热闹的众人 露出惊讶表情 这就是赤野猴之子 难怪敢不给田家面子 这是铁板撞上了铁板啊 他敢动手吗 一轮声再起 田欣然脸上 泛着愤怒之色 你怎么还活着 还有 这废物 怎么会这么强 在陈征进入宣灵院之前 田欣然就已经被外派出去执行任务 所以并不知道 这段时间发生在陈征身上的事情 他分明已经告诉田延 一定不能让陈征活着走出宣灵院 我当然还活着 但你 马上就要死了 陈征语气淡漠 眼中的杀意 让田欣然心中一寒 暂时压下了愤怒跟仇恨 他咬牙道 我不信你敢杀我 陈征淡笑一声 刷 血色战刀一闪而逝 一抹血线在田欣然脖梗间炸开 田欣然骤然瞪大了眼睛 他想到陈征真的赶下死守 看来 你猜错了 在田欣然惊恶的目光中 陈征缓缓收刀 他早就想给田家人一些教训 在轩灵院的时候不好出手 在外面的时候 可没这个顾忌 更别说是田欣然主动来找死 碰 直到田欣然的尸体坠地 围观众人才从惊恶之中回神 死 死了 小侯爷 真的敢动手啊 田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人家是赤野猴的儿子 你以为他会怕 一时间 众人看向陈征的眼神 充满了敬畏 赤野猴的儿子不可怕 但一个杀法果断的赤野猴之子 很可怕 因为这代表着 只要陈征占据大义的情况下 他甚至可以杀掉在场的所有人 且不会受到惩罚 就像是这田欣然 他主动向陈征下杀手 现在陈征杀了他 田家即便找上门来 也没法对陈征做什么 说不得还得向陈征赔礼道歉 这就是赤野猴 给陈征留下的无形庇护 没有理会地上的尸体 陈征回头看去 只见闹事的男人已经被吓傻 面色苍白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见陈征的视线扫来 他连忙翻身跪倒在地 小侯爷饶命 小侯爷饶命 陈征语气淡漠 想活命 就把事情交代清楚 或者 我可以砍下你的手 拿去陈卫军检测 看看上面到底 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男人颤抖道 不用 我交代 我都交代 陈征连田欣然都杀了 男人自然不敢心怀侥幸 连忙一五一十地将事情交代清楚 是田少 田欣然 他给了我五千金币 让我手上涂抹谢灵散 说这可以消解灵妖的药性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男人颤颤巍巍地说完 原来是这样 真无耻啊 田家人也这么下作 四周顿时一片哗然 人群中 几个男人面色微变 就要开溜 但还没到门口 就被爱琳娜带人堵住 爱琳娜娇灭的笑脸上 满是冷意 几位想去哪里 几个男人还来不及说话 爱琳娜抬手一挥 灵力的掌风 就将几人惨叫拍飞 摔落到陈征跟前 但几人也顾不上疼痛 纷纷翻身跪地 不断向陈征求饶 小侯爷饶命 我们也是收了田欣然的钱 才会故意乱说的 我们知道错了 小侯爷饶命 几人交代之后 陈征也懒得对他们动手 把他们送到城卫军去 让他们处置 陈征看向爱琳娜 爱琳娜挥了挥手 她身后几个打手 连忙上前将几人抓起 朝着情歌拍卖场外拖走 让诸位受惊了 做完这一切 陈征抱拳看向四方 笑道 我情歌拍卖场 童走无期 不论客大客小 不做欺压之事 但也绝对不会容忍无端诋毁 众人连连附和 诸位自便吧 陈征说着 便抓起地上田欣然的尸体 爱琳娜凑了过来 脸上有些跃跃欲试 娇美笑道 要给田家送去吗 陈征意外道 爱小姐是真不怕田家人发飙啊 爱琳娜上前挽住陈征的手臂 胸前故意在陈征手臂摩擦 还朝陈征抛了个媚眼 有好弟弟 你保护人家 人家有什么好怕的 陈征连忙挣脱 脸上泛起一丝无奈 这爱琳娜对她 是越来越放肆了 送去田家就不用了 去外面竖个杆子 把尸体吊上去 再用块白布 写明事情因果 好让皇城的人 都看看田家人的嘴脸 爱琳娜惊讶道 这么狠 不等陈征说话 她又伸手捏了 捏陈征的俊脸 笑颜如花道 不过姐姐 就喜欢你这股狠劲 她正要招呼吓人去办 陈征魂海内的混沌神鼎 突然震动了一下 等一会儿 陈征看向田心然的尸体 脸上闪过亚异之色 伸手在田心然尸体 身前口袋摸索了一阵 一个巴掌大的木盒 出现在陈征手中 魂海内混沌神鼎 再一次震动 就是这个 陈征心中确定之后 人多眼杂的 也不方便查看 便先收进自己怀里 然后才将尸体 进入房间之后 陈征便迫不及待地 将木盒拿出 艾琳娜也好奇地看来 这是什么东西 陈征摇头 我也不清楚 但是能让混沌神鼎 产生产生反应的 必然是极好的宝贝 秉承着一贯的谨慎 陈征在确认 木盒不存在危险之后 才将木盒打开 一块形如水滴状 正闪烁着银白之光的石头 赫然出现在两人眼前 这是什么东西 陈征并未看出 什么名堂来 一旁的艾琳娜 却忍不住瞳孔一缩 这是先天之精 艾小姐认识 陈征朝她看去 艾琳娜点头 先天之精 乃是先天之气 凝聚而成的天才地宝 这先天之精 便是放在艾家 鼎盛时期来看 也算得上是稀少珍贵的宝物 她皱起眉头 可是四大渊 这般灵气匮乏之地 怎么会有先天之精存在 更奇怪的是 还出现在田兴然 一个开脉镜的身上 听见艾琳娜的话 陈征心中一动 从艾琳娜的口气来看 她之前的猜测没错 艾琳娜并非是大渊人士 但是她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问道 这先天之精 有什么作用 艾琳娜解释道 这先天之精的作用可就多了 可用于修行 也可用于炼气 炼丹 用于修行的话 最大的作用 就在突破天象镜之后的境界上 陈征好奇道 天象镜后又是什么境界 艾琳娜笑道 天象镜后为星河镜 只是在这失落之地 灵气匮乏 想要成就星河可不容易 但是有这块先天之精后 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而且运气好的话 还能成就先天之体 改善修炼天赋 陈征诧异地看向艾琳娜 这是 不装了 艾琳娜读懂了陈征的眼神 娇笑道 好弟弟 以你的天赋 还有你那位师尊在 你迟早是要走出这里的 所以有些东西 告诉你也无妨 只是我的事情比较复杂 现在告诉你 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既然想跟陈征更深入地合作 艾琳娜并不介意 给陈征透一些底 你们大渊国所在的疆域 名为失落之地 只是整片大陆最边缘的一角 在失落之地外 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如果你有想法去看一看 那就努力修炼吧 艾琳娜脸上浮现着少有的认真 至于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也没办法向你描述 你得自己去看才会明白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在失落之地外 像是无极猴 跟你父亲赤野猴一般的天象镜 也只是稍微大一些的蝼蚁而已 艾琳娜一直观察着陈征的表情 她本以为知道这些 陈征会惊讶 会感叹 或者会向往 但她在陈征脸上 看到的只有平静 原来天象之后 就是星河镜 陈征点了点头 之前海谷之地的黑袍人 让她星河镜后 再前往无尽沙漠 不过在那黑袍人的眼中 似乎连星河镜 也不算什么厉害的角色 而只是她眼中的一个门槛而已 好地点 你没什么想问的吗 艾琳娜美眸好奇地看着陈征 暂时没有 陈征摇头 她对外面的世界 当然存在着好奇 但她也并不像 艾琳娜认为的那般无知 无论是从之前 遇到的单臣子身上 亦或是海谷之地的 黑袍人身上 她都能感知到 外面世界的强大 以及危险 但以她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资格 踏足那样的地方 那就干脆不要去想 正如艾琳娜所说 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 除了徒增烦恼 没有什么益处 陈征一直都很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眼前 看来这块先天之精 是给田无极准备的 这老狐狸可真贼啊 如果被她偷偷突破了 星河境 岂不是就稳坐钓鱼台 到时候 我跟父亲所做的一切努力 恐怕在她眼中 都只是一场笑话 陈征心中泛起一阵后怕 嘴角泛起讥讽笑容 只可惜啊 她运到不好 她也想不明白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会放在田兴燃的身上 摇了摇头 陈征看向艾琳娜艾小姐 麻烦帮我准备一间 不会被人打扰的房间 她想看看 这先天之精 能让混沌神鼎 产生什么变化 好 艾琳娜笑意盈盈 陈征的反应 让她意外 却也更加满意 她见过太多的天才 但天才往往都是骄傲的 不可一世世常态 但这种人 陨落得也会很快 明白自己有几经脊俩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无极侯服 偏听 田兴一背着手 在厅内来回踱步 脸上闪烁着惊喜之色 二弟 你真有把握 能突破星河境 端坐上手的田无极 儒雅笑道 不说时辰把握 九成九 还是有的 好好好 一旦你突破星河境 无论是那冤皇 还是赤野猴 又有何惧 咱们田家完全可以立即起誓 田兴一激动到 田无极摇头到 还是不行的 做事不能急躁 我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大冤国 即便我能杀光他们所有人 但如果不能让他们沉浮 依旧没有意义 田兴一冷静了几分 点头到 二弟你说的对 不过一旦等你突破了星河境 那么那些家伙 就彻底没有了仙桌子的能力 他脸上泛着冷笑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咱们一点点蚕食 大冤国 已经是我们田家囊中之物 田无极笑了笑 视线看向门口 目光深邃如深渊 他的目标 可不仅仅是大冤国 欣然 也带回来了吧 田无极诞声道 田兴一叹息一声 只是可惜了老三 田无极诞莫道 无妨 三弟那份 就算在两个折身上好了 此时 偏听外 一个吓人匆匆跑来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不好了 欣然少爷被赤眼猴之子斩杀 尸体就挂在情歌拍卖场外 什么 田兴一怒喝一声 田无极儒雅的脸上 也多了一丝僵硬 又是那废物 那废物好大的胆 田兴一脸上满是暴怒之色 只是他话音未落 便被田无极冰冷的声音打断 大哥 恐怖的气势 让田兴一惊 回头看去 正好对上田无极 那双仿佛能将人冻结的冰冷眼眸 大哥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去把欣然的尸体给我带回来 记住 一定要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不能有任何遗漏 明白吗 田无极与其平静 但是田兴一却感觉身上 像是压上了一座大衫 双腿忍不住发颤 而前来报信的下人 早已经匍匐在地上 嘴里发出哀嚎之声 二弟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 田兴一颤声道 压力骤然散去 田无极摆了白手去吧 情歌拍卖场 密室之中 陈征盘腿坐在床上 手中握着仙天之精 将心神沉入浑海之中 在意识进入浑海的瞬间 陈征手中的仙天之精 也消失不见 直接落入混沌神鼎之中 下一刻 混沌神鼎 泛起一阵纯白之光 陈征隐隐能感受到 混沌神鼎传来的雀跃之感 陈征面露诧异之色 混沌神殿似乎在 净化 严格来说 这似乎也不算净化 而是一种修复 从混沌神鼎的反馈的信息来看 这混沌神鼎虽然神奇 但本身却存在着缺陷 依靠仙天之精之类的天才地宝 可以让它完成修复跟进化 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能力 陈征眼中闪现着期待 就混沌神鼎如今所展现的能力 已经匪夷所思 修复之后又能到达什么地步 陈征静静静等着 修复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 混沌神鼎环绕的盈盈白光 已然消散 淡淡地波动传出 也让陈征明白了 混沌神鼎的具体变化 混沌神鼎并没有彻底修复 因为这一块先天之精太少了 甚至只能让混沌神鼎 修复了侃侃1%的进度 也就是说 如果要彻底修复神鼎 至少还要上百块 这样的先天之精才行 你的胃口还真大 陈征看着混沌神鼎苦笑 我现在可没本事给你找来 从爱琳娜的表情中 陈征便能知道 这先天之精的珍贵 能让一位外界之人 都觉得珍贵的东西 在这失落之地中 恐怕都不不一定能见到第二块 摇了摇头 陈征也不失望 虽然没有彻底修复 但是混沌神鼎 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 就是混沌神鼎的炼化速度 变得更快了一些 陈征来到混沌神鼎旁 朝着鼎内看去 只见自从一开始 凝聚了一滴青色液体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静的青色剑魂 鼎内已经开始 有一缕缕青色液气浮现 应该用不了多久 便能炼化出第二滴 而第二个变化 则是融合 混沌神鼎内 原本精卫分明的金色液体 跟血色液体 已经融合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种新的金红色液体 陈征迫不及待地取出一滴 想要试试效果 在吞服的瞬间 陈征体内气血开始疯狂翻涌 经脉进气也是激荡不止 丹田内 新的进气不断滋生 下一刻 陈征身上爆发一阵强横的气息 无形的气流 在密室之中来回激荡 陈征睁开眼睛 脸上带着洗衣 本以为还有几天才能突破的修为 竟然在一滴金红色液体的作用下 直接突破 成功贯通体内第三条天脉 这金红色液体 能同时增长我的修为跟肉身力量 而不是像原来那般 还要自己兼顾两头 那其实消耗了大量时间 但如今液体融合 我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修炼速度至少能提升三分之二 液体融合之后 所产生的效果明显更加强大 不用开卖单 也可以进行完美突破 而且我还可以往神鼎内 添加其他领药 让混沌神鼎练化后 再次融合 加强效果 陈征心里分析着得失 从短时间来看 用一块珍贵无比的先天之精 就换来了这些变化 实属不至 但从长远来看 却是细水长流 也最适合陈征 如果他现在是天象镜 陈征会毫不犹豫地 吞下先天之精 而不是用来修复 百分之一的混沌神鼎 但陈征现在只有开卖镜而已 先天之精再好 他也只能看 陈征正沉思间 密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贺兰的声音响起 小侯爷 田家的人来了 他们要带走田欣然的尸体 陈征眉头微挑 起身朝着密室外走去 与此同时 秦歌拍卖场外 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 对着改在长竿上的尸体 指指点点 尸体下方写满了字的白布 更是被念了一遍又一遍 这田家真无耻啊 无疾猴府的人 也会做这么下作的事情 竟然欺负到赤野猴之子的头上 这也太过分了 听着四周的议论 站在尸体前的田惊义 脸都快黑成了锅底 但他又偏偏不能生气 还得保持风度 他看向从大门走出来的艾琳娜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艾小姐 咱们又见面了 艾琳娜脸上 泛着迷云的笑容 田家大爷可是希克呢 怎么也屈尊到 我这破拍卖场来了 莫非是看我秦歌拍卖场穷苦 又来送金币来了 田惊义脸色一黑 强忍着怒意陪笑道 事情经过我已经知晓 我这辙自作主张 竟然做下此等无耻之事 我田家也深感愤怒 但他已死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这个做大伯的 也不好不管 还请艾小姐行个方便 让我带走我这辙的尸身 让他入土为安 艾琳娜倾笑一声 田家好大的面子 一句入土为安 就想把人带走 那我秦歌拍卖场的损失 谁来赔 田惊义深吸一口气 咬牙道 我赔 来之前 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挥了挥手 身后的下人 立刻送上两张绿色金卡 这里有两百万金币 就算是我替我这辙 给秦歌拍卖场 赔礼道歉的了 田惊义姿态摆得很低 此事本就是他田家不占理 田惊义必须将田欣然 跟吴吉侯府做出划分 不能影响吴吉侯府的声誉 果然 看见田惊义这番姿态 围观众人都改了口风 如此看来 吴吉侯府并不知情 看来是家门不幸啊 出了这般败类 我就说 吴吉侯怎么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 看着绿色金卡 艾琳娜眉头微皱 此时 一阵脚步声从大门处传来 换上一身白色锦衣 风度翩翩的陈征大步走出 风神俊朗之姿 引个一片注目 陈征冷眼看着田惊义 秦歌拍卖场的损失你给了 那我这里的怎么算 看见陈征 田惊义眼中闪现杀鸡 但面上却露出一副悲愤之色 小侯爷 我欠也到了 钱也赔了 你堂堂是野猴之子 就非得跟一个死人计较 他姿态摆得这般低 如果陈征还要继续纠缠 就算有礼 也会失了人心 果然 他此话一出 四周众人看向陈征的目光都变了 陈征自然看得出 田惊义这可笑的把戏 他淡笑一声 也是 尸体你可以带走 但我这委屈 也不能白受了 你觉得呢 小侯爷不妨直言 田惊义叹息一声 心中却松了口气 毕竟他过来的第一目标 就是田惊然的尸体 陈征淡淡淡吐出两个字来 加钱 好说 田惊义咬牙硬下 摆了摆手 下人再次递上 两张满额的绿色金卡 这尸体 田惊义看向陈征 陈征无所未到 请便 田惊义连忙招呼手下 将田惊然的尸体放了下来 确认没有缺失之后 便急急匆匆地走了 看着田惊义匆忙的背影 陈征脸上笑容收敛 指不住皱起眉头 他原本还奢望 是田惊然自己走了狗屎运 无意间得到了那块先天之惊 但现在看田家 他对田惊然的紧张程度 很显然 并非如此 麻烦了 陈征叹了口气 那东西既然不是田惊然的 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田无极 既然如此 他就得多做一些准备了 另一边 田惊义带着田惊然的尸体 匆匆赶回无极侯府 然后一刻也不敢耽搁 直接送到了偏厅之中 他不明白田无极为什么会紧张一具尸体 但他清楚 田无极此时 很生气 二弟尸体 我找回来了 田惊义带着尸体进入 一阵狂风席卷而来 田无极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接过尸体后便是一阵摸索 紧接着眉头皱起 不见了 田无极眼中闪烁着冷光 田惊义一愣 什么 尸体是完整的 我检查过 田无极一把将田惊然的尸体丢开 汹涌的力量 直接将尸体炸成一团血物 他寒声道 东西 不见了 那块先天之惊 是他穷尽谋算 付出了不少代价 才骗过了诸多豺狼虎豹 为了安全 他更是兵型险招 将其放在田惊然的身上 以此来骗过诸多视线 但眼看着田惊然安全归来 眼看着他 就可以突破星河境 结果却在家门口出了意外 而这一切 还是因为田惊然的意识兴起 自作主张 如果田惊然此时还活着 田无极一定会削开他的脑子 好看看 里面到底装没装东西 看着炸成血物的尸体 田惊义冷冷出声 田无极此时散发的恐怖气息 更是让他颤抖不已 扑通 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二弟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下一刻 恐怖的威压收敛 田无极也恢复了平静 就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假象一般 大哥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但唯独有一点 我对你不太满意 你不太听话 但好在 你够聪明 至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田无极的弹幕的语气响起 田惊义瑟瑟发抖 不敢搭话 田无极扶起田惊义 脸上泛着温和儒雅的笑容 所以我希望 以后你能保持你的聪明 明白吗 田惊义连连点头 是 二弟你放心 我今天 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不知道 很好 田无极从田惊义身边掠过 平静的语气中 却泛着让田惊义胆颤的杀意 我要出去一趟 夜色降临 明月被乌云遮盖 整座皇城 虽然依旧灯火通明 但依旧显得有些压抑 不少人望向天空 要下雨了 小贩们开始收拾东西 前呼后患地离开 情歌拍卖场 后院的一处假山庭院中 陈征正坐在石凳上喝茶 石桌上摆放着几叠精致糕点 陈征却一口没动 望着黑夜 眉头不自觉的紧锁 也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整个情歌拍卖场一片寂静 仿佛没有活人 突然 一把伞撑在了她的头顶 陈征意外地回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姿曼妙的身影 正看着自己 安小姐 我不是让你先去侯府待着吗 陈征皱眉道 艾琳娜此时身上 没有平时的那种轻浮 叹息一声 我的好弟弟 实在不行 那块先天之精 还给田无极辨识了 突破星河境的希望 被陈征这么截断了 田无极就算再沉得住气 恐怕也不会再忍了 陈征摇头 还不了 不说那先天之精 已经被她用了 即便没用 她也绝对不会交给田无极 她想到的很清楚 一旦田无极突破星河境 第一个死的 还是自己 不仅自己会死 母亲也会死 到时候得到消息赶回来的父亲 多半也得死 这是一条绝路 反而是现在 她还有赌一把的机会 艾琳娜看着面色平静的少年 再次叹息一声 你有几成把握 陈征摇头 不知道 我只是筹码 能不能活 还得看有没有第二个人 愿意走上赌桌 她对着艾琳娜 歉意一笑 艾小姐 我对你的承诺 可能要誓言了 此事与你无关 你先走吧 艾琳娜咬了咬牙 无奈倒 要下雨了 伞留给你吧 说吧 艾琳娜身形消失 但她也并未离开 而是躲在暗处 看着石桌前 那单薄且孤独的少年身影 艾琳娜心中 泛起一丝难言的情绪 她当初好像也是这般 犹豫一番 艾琳娜做下决定 实在不行 便只能提前解开封印了 轰隆 先是一道紫电在天穷闪过 然后便是一阵炸雷声 响彻黄尘上空 雨来了 陈征握着伞 下一刻 啪啪啪 逗大的雨滴 砸落在雨伞上 溅起阵阵水花 汹涌来的寒意 让陈征这位气血强盛的 开脉进舞者 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伴随着雨滴砸落的 还有一道无声无息的身影 陈征似有所感一般 抬头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笼罩在黑暗之中 静静注视着自己 又是一道电光闪过 映照出黑暗中 那张儒雅的笑脸来 看着撑着雨伞 正不自觉颤抖的陈征 田无极眼中 却泛起一丝欣赏 小鬼 你胆子不小 大鱼宛如木布一般落下 但田无极身影 方圆一米之地 低雨不沾 就好像这疯狂乍落的雨滴 也在畏惧她 无极猴 陈征看着来人 深深呼出一口气来 手脚都泛着冰冷 眼前这个人 即便只是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也足以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不愧是能跟自己父亲 争锋相对的人物 田无极也在打量着陈征 好奇道 是陈御的谋划 还是意外所致 一个少年狼 能将他逼得站出来 哪怕有意外的缘故 一就让他很是惊讶 可惜 这是陈征的儿子 陈征摇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田无极轻笑一声 无妨 把我的东西给我 我可以先饶你一命 陈征依旧摇头 我说了 我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田无极脸上的笑容冷了下来 神态却依旧如雅 是吗 那我只好杀了你 然后自己去找了 他很清楚 陈征即便拿了东西 也用不了 无形的杀意蔓延 肃杀之气 宛如东风一般刺骨 田无极抬起手来 一股无形的气浪汇聚 陈征身前的空间仿佛都被撕裂 一道漆黑的裂缝 正朝着陈征飞速蔓延 陈征想躲 却发现身体重如千军一般 无力 绝望 这是陈征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上一次还是因为在后天禁食 遇上了开麦境五重的田脸 这一次 他面对的却是无极猴 一个天向境巅峰的高手 似乎 更没有活路 躲在暗中的艾琳娜 看着毫无挣扎之力的陈征 心中着急 你这小子的性子 不应该一点后手都不准备吧 他正要出手 一阵叹息声在小院中响起 下一刻 恐怖的契机激荡空间 发出一阵阵诈鸣 小院上空的痘大的雨滴 也因为这道叹息声的响起 而忽而一致 仿佛整个小院的空间都变得凝滞 又是一道身影出现在小院之中 身材高大 穿着一身蓝色颈衣 身后 绣着一头豹子 这是冤皇亲赐 也是独一份的恩宠 翔公公 看着挡在身前的高大身影 陈征紧张的心情未知一松 那股无形的压力也进阶散去 他脸上泛起一丝笑容 看来自己这个赌注 还是有些诱人的 他一直等待的第二位赌客 终于还是上桌了 暴雨之中 翔公公也如田无极一般 身旁三尺 低语不存 显然 他也是天向静 没有废话 翔公公一掌拍出 哄 炙热的气浪 犹如喷涌的火山 所到之处 雨滴直接被瞬间蒸发 化作一阵白色的雾气 龙 两股力量碰撞 抵消 轰鸣 田无极依旧稳稳站在原地 翔公公却止不住后撤了半步 即便都是天向静 差距也一目了然 田无极看着翔公公 眼中泛起一丝阴沉 前段时间 白仙形炼制的巨像丹 就是给你准备的 翔公公面色恭敬 不过是陛下圣恩罢了 田无极脸上路过一丝不屑 就凭你一个刚刚突破的天向静 也敢拦我 翔公公摇头道 咱家自然是没这个本事的 咱家过来 也不过是替陛下带句话 侯爷真要做如此大不韦之事 陛下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田无极面色冷淡 是吗 那陛下打算怎么做 又能怎么做 翔公公表情依旧恭敬 但气势丝毫不弱陛下说了 这取决于侯爷 那我今天非要杀他呢 田无极抬起手掌 无形的力量在他身前汇聚 仿佛石破天津一般 翔公公微微弯腰 笑道 你杀不死 话落 碰 又是一道身影落入院中 来人不像田无极跟翔公公一般 悄无声息 声势很大 坠落的瞬间 地面榨出一个小坑 你将朝着四方建设 看见来人 陈征脸上泛起一丝诧诧异之色 田无极 够了 你已经越界了 一个天象镜 来针对一个开脉镜 你还要脸不要了 来人语气极其不耐 指着田无极的鼻子破口大骂 看见来人 田无极身上杀意收敛 脸上泛起一丝无奈之色 院长 来人正是轩灵院院长 骆天骑 你在轩灵院的那些谋划 我可以不管 你要对付陈御 我也可以不管 甚至你要造反 我同样可以不管 骆天骑皱着眉头 但做人的底线 还是要有的 田无极沉默 脸上恢复儒雅的笑容 抱全道 多谢院长教诲 骆天骑冷笑一声 行了 你也别假惺惺惺的了 要不是现在没有把握 你恐怕连我也想一起干的吧 不过没所谓 你要是能做到 我也认了 但如果做不到 此事到此为止 行不行 田无极站直了身子 点头笑道 院长说了算 他看向陈征 小鬼 希望你的运气 能一直这么好 话落 宛如一阵清风 田无极的身影 瞬间消失 骆天骑回头看向陈征 脸上满是不爽 小子 我收回我之前对你的评价 你要比你那老子 更能惹事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们要是不来呢 一个开脉镜 就敢正面招惹 田无极这条毒蛇 真是贤命长了 陈征抱全回道 无奈之举 而且 我相信冤皇陛下 还虚伪 陈征笑了笑 不做回应 骆天骑也不再理他 而是转头看向祥公公 告诉李复生 我欠大冤国的人情 还完了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祥公公弯腰恭送 多谢骆院长 骆天骑冷哼一声 身形拔地而起 消失在小院之中 陈征握着伞 看向祥公公 多谢公公救命之恩 祥公公摇头笑道 小侯爷客气了 咱家也只是奉命而来 虽不知小侯爷是为何 但此番形势 陛下觉得 小侯爷太过鲁莽了一些 如今可不是对 无极猴出手的最佳时机 陈征无奈笑道 陛下有所不知 我这真是无奈之举 他隐瞒了 先天至今的事情 但是将田无极 想要突破 心合境的事情告知 祥公公顿时面色大变 小侯爷此言当真 祥公公脸上笑容收敛 锐利的视线 似乎要将陈征看透 陈征神色坦荡 绝无半点虚言 否则我又何必冒着 被杀的风险 来做这样的事情 他一脸认真地 看着祥公公 得到消息的时候 陛下一定也在犹豫吧 我其实也没有 百分百的把握 如今在这皇城之中 要抵抗田无极 皇室是他唯一的底牌 所以在确定 先天至今是田无极的东西后 他便派人通知了冤皇 但陈征也说其他的事情 只带去了一句话 田无极要杀我 祥公公笑道 说到这事 小侯爷还得多感谢一下 九公主才是 陈征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祥公公笑呵呵道 今晚九公主正好进宫 杂家禀报情况的时候 九公主刚好也在 陛下其实是犹豫的 但是九公主说服了她 陈征脑海中 闪过黎敏的身影 心中不由一暖 不过相见几面 黎敏愿意帮她 实在让她意外 还请公公带我谢过九公主 陈征一脸肃然 祥公公笑容古怪道 这种事情 还是小侯爷自己去做 显得诚心一显 杂家可就不待劳了 陈征一想也是 不再多言 祥公公继续道 今日危机虽解 小子明白 祥公公点头 小侯爷既然明白 咱家就不多说废话了 陛下让我告诉小侯爷一件事情 还有半个月 你就要去无济营寿风 陛下的意思是 只许成功 不能失败 好 陈征直接应下 冤皇这次为了陈征 不惜跟田无极提前爆发冲突 自然也要陈征 做出相应的回馈 至少要让冤皇知道 陈征是值得投入的 寿风仪式 就是一场考验 那咱家就不讨扰了 小侯爷放心 至少在寿风仪式之前 无稽猴都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祥公公说罢 身形也悄然消失 此时雨滴渐小 陈征抬眼望向天空 脸上泛起一丝如是重负之色 雨停了 不知何时 刚才还密布的阴云进阶消散 一轮明月显现 脚白的月光洒落 陈征放下雨伞 任由月光落在身上 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陈征也不回头 笑道 哎小姐 你没走 艾琳娜面色复杂 你猜到了 陈征摇头 没有 冤皇是她的第一层保险 那么身份神秘的艾琳娜 就是她的第二层保险 但她没有主动提出 让艾琳娜帮忙 而是给了艾琳娜 自己选择的权利 如果艾琳娜没留下 陈征也不会失望 更不会怨恨 但艾琳娜如果留下 陈征也会感激 她转头看向艾琳娜 做出保证 艾小姐 以后你若是有需要 哪怕只有一丝的成功机会 我也一定会舍命帮你 艾琳娜摇了摇头 看着脸色比月光 还要苍白的少年 忍不住问道 你就不怕死吗 说到底 今天陈征的所作所为 还是赌 看得是运气 陈征指了指背后 早已被冷汗尽头的衣衫 笑容灿烂道 怕呀 怕死了 但她实力不够 除了赌命 还能怎样 她根本没得选 吴极侯府 偏听 田径义一直恭敬站在厅内 宛如雕塑般一动不动 已经站了足足三个时辰 突然 她抬头看去 田吴极不知何时 已经翘无声息落在主作 平静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表情 二弟 东西 拿回来了 田径义小声问道 田吴极摇头 没有 田径义无比震惊 一时说不出话来 田吴极亲自出后 那废物竟然还能活下来 李福生插手了 田吴极淡淡说道 不等田径义答话 田吴极便继续说道 大哥 你即刻前往吴极营 我需要你帮我做些准备 田径义压下心中疑惑 恭敬弯腰 二弟尽管吩咐就是 一刻钟后 田吴极目送着田径义离去 俊朗的脸上泛起一抹不屑 一个被北蛮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另外一个都快进棺材了 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 第二天一早 陈征返回了一趟侯府 见了母亲一面 报了平安后 便又返回了情歌拍卖场 穿上特意让艾琳娜准备好的衣服 解下血色战刀 配上金刚宝剑 在千几百遍的作用下 陈征直接化身为一个青年剑客 好地点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 艾琳娜不解地看着陈征 如今陈征已经将千几百遍 修炼到大成境界 一容之后 很难被人看出破绽 就算是修为 天向静之下 也无法看破 陈征笑着解释道 如今我不方便出城 郑城的身份也被多方关注 要出城 只能准备一个新身份了 之前 陈征让艾琳娜去试炼排名的地方 帮她取藏好的灵药 但那边一直有田家跟皇城卫把守监视 艾琳娜担心暴露 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 陈征打算自己去一趟 在经历过昨晚的无能为力后 陈征对于实力的渴望 愈发迫切 若是能拿回那一批珍贵灵药 陈征就更有把握 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实力更进一步 艾琳娜皱眉道你又不会剑法 半个剑客 岂不是很容易露线 陈征笑了笑 也不废话 腰间金刚长剑出鞘 刷 雪白的剑光宛如暴雨梨花一般绽放 森然恐怖的剑意 更是让艾琳娜这位开麦境大圆满 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剑意 艾琳娜瞪大了眉毛 陈征不仅会剑法 更领悟了剑意 可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难道是半个月封闭特训学会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就只剩一个可能 陈征一直还藏了一手 想到这儿 艾琳娜脸上泛起逆人的笑容 身形款款朝着陈征走去 好弟弟 你到底还瞒了姐姐多少事情 不如让姐姐我好好看看 陈征从艾琳娜迷人的笑容中 感受到了危险 身形一闪 直接溜出了房间 艾小姐 我先走了 声音落下 人早已失去踪影 几个时辰后 陈征便来到之前 轩灵院排名试炼的大山 或许是因为已经过了 半个多月的缘故 大山的防卫力度 已经没有那么高 陈征很容易就混了进去 她直奔藏药的地方 来到山洞 将埋藏的包裹挖了出来 打开一看 无论是灵尿 还是软丝手套 都没有任何损伤 陈征也不耽搁时间 将包裹外面 再包上一层布 弄成新的包裹 这才将其背在身上 朝着大山外走去 出了大山后 陈征才放下心来 心中盘算着 这些灵药该怎么用 两种选择 要么炼制成丹药 虽然会耗费一些时间 但效果会更好 要么直接丢进 混沌神顶之中炼化 这样会方便一些 但效果会比较单一 那干脆一半一半好了 最适合炼丹的 就用来炼丹 不适合地 就直接丢进 混沌神顶中 陈征心中做下决定 大路上 陈征正思索间 急到身影 朝着他对面走来 陈征抬眼一看 不由皱起眉头 因为是熟人 云妹 你放心 有我们保护你 再加上两个 开麦境高手在 不过是去一个 曹帮剧地而已 根本不足为剧 轻衣男子自信孝道 另一边的 紫衣男人 同样孝道 没错 上次让你受了惊 是我们的错 这样的错误 我们绝对不会 不说了 紫衣男子 跟轻衣男子 对视一眼 同时说道 这三人 正是在烟城外 魔兽山脉中 因为一株阴灵草 差点围杀陈征的三人 原本只有后天 八九重修为的三人 如今都已经是 后天境大圆满修为 陈征眯起眼睛 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但想了想 又暂时放弃 如今以他的处境 还是不要随便 节外生枝的好 陈征收回视线 但是对杀意 极为敏感的 轻衣男人 已经皱眉看来 怎么了 紫衣男子问道 那小子在看我们 而且意图不轨 轻衣男人说道 紫衣男子眼睛一亮 看向陈征 什么 他好大的胆子 站住 紫衣男子冷喝一声 大步朝着陈征走去 他正愁 没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没想到就有人送上门来 三人自从上次 从烟城回来之后 被吓坏的范云 就一直闭门不出 两人也受到了家里的责罚 只能待在家里修炼 甚至连续运的 是连大会都错过了 好在三人都有免试的资格 直到今天 范云才愿意出门 两人立马凑了过来 但是范云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 已经不像是 原来那般信任跟亲近了 陈征站定 转头看去 有事 紫衣男人冷声道 你后背上的东西是什么 打开让我看看 凭什么 陈征语气淡漠 紫衣男子痴笑一声 凭什么 就凭我怀疑 你对我们图谋不轨 包袱里面藏着害人的东西 你服不服 陈征觉得这人脑子 多少有些毛病 摇了摇头 转过身不想理会 嘿 紫衣男子冷笑一声 我让你走了吗 话落 紫衣男子对着 陈征后背一掌拍出 汹涌的气浪 朝着陈征后背冲击而去 声势不小 后方 范云跟亲衣男子 都是冷眼看着 两个护卫扫了眼 也没多说什么 以范家大族的身份 杀一个人 只要手脚干净些 宰了也就宰了 紫衣男子脸上满是讥笑 这段时间 自己枪口上 也只能算他命不好了 感受到身后汹涌的气浪 陈征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你就这么想找死吗 冰冷的话音落下 下一刻 森燃的剑光 宛如牢笼一般 将紫衣男子笼罩 开脉进气息绽放 更是让紫衣男子 讥讽的笑脸 骤然大变 不 别 紫衣男子惊恐叫道 但他话音未落 金刚长剑 已然将其咽喉洞穿 碰 尸体坠地 紫衣男子脸上 游自定格着惊恐之色 陈征甩了甩长剑 血水洒落 他神色平静 大步朝着剩下几人走去 既然动手了 那就得做得干净一些 混账 你好大的胆子 看见紫衣男子死亡 轻衣男子怒声大喝 眼中更闪现了一丝恐惧 开脉进 两个护卫目光一鸣 连忙大步上前 拦在陈征身前 身上开脉进气息绽放 都是开脉进六重的高手 阁下 刚才只是误会 就此打住如何 因为密法千几百遍的缘故 两个护卫看不透陈征的修为 所以十分忌惮陈征诞声道 如果你们刚才在他动手之前 说这样的话倒是可以 现在跟我说 就此打住 太晚了 感受到陈征身上升堂而起的杀意 两个护卫皱起眉头 其中一人陈声道 我等乃是范家之人 阁下要与我范家为敌吗 范家 陈征思索一番 范家是皇城中一个老牌大族 虽然这些年 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底蕴身后 算是皇城中的一流势力 呵呵 陈征轻笑一声 他连田无极都不怕 怎么可能会被一个范家吓住 两个护卫眯起眼睛 各自握住刀剑 身上泛起淡淡杀意 好言相劝 阁下不听 那我们也只有得罪了 陈征摇了摇头 这就是你们的遗言 找死 两个护卫冷喝一声 同时飞掠而出 刀光剑影绽放 但下一刻 一阵风锐之气浮现 无形的剑意在两人身前荡开 刷 陈征只是抬剑一划 无形的力量 激荡而出 枪 只听一阵脆鸣 两个护卫手中的刀剑同时锻炼 两人眼中浮现惊恐之色 森寒的力量 让二人身上汗毛竖起 这是 剑意 无数雪花在二人身上绽放 碰 碰 已然化作血人的两具尸体 坠落在地 陈征抬眼看向 已经被吓傻的范云 还有轻衣男子 该你们了 冰冷的话语声 让二人身子一颤 不 轻衣男子脸上浮现争鸣之色 但他并没有对陈征出手的勇气 啊 只听一阵惊呼 轻衣男子竟然将范云一把朝着陈征推去 然后反身就跑 一脸猛的范云已经被吓傻了 整个人宛如木头一般 朝着陈征撞去 眼中指不住浮现惊恐之色 陈征却没理他 抬手一剑 剑意激荡 轻衣男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被拦腰斩断 范云摔倒在地 感受到陈征目光扫来 眼泪顿时如泉涌 身子更是止不住颤抖 别杀我 跟我没关系 我是范家千金 别杀我 看着语无伦次的女人 陈征见风滑落 再哭 死 看着架在脖子上的长剑 范云连忙捂住嘴巴 满眼哀求地看着陈征 我不哭 别杀我 陈征神色淡漠 那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范云脑子转动 没有再说自己是范家千金之类的废话 这个男人下手很辣 留着自己 必然是因为自己还有价值 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呢 嗯 陈征见风逼近 略显不耐 范云连忙道 有 中平宝器 我可以用中平宝器 来换我的命 陈征诧异 中平宝器 没错 范云从怀里掏出几张满额的绿色金卡 不过中平宝器 是我范家从外地购境的 现在还在一处曹帮据点中 我就是过去交易的 你要是想要 可以跟我同去 如果不想要 这些金币 也可以当我的买命钱 陈征没有立刻做决定 而是问道 那中平宝器 是什么 锤子 范云也不敢隐瞒 是用来打铁的锤子 但你不要小看它 我范家做的是练气生意 如果有这柄中平练气锤 就能打造出更高品质的武器 其价值 还要在普通中平宝器之上 陈征思索一番 收起宝剑 起来 陈征诞生说道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颗毒丹 吃下 这是 范云有些抗拒 陈征也懒得废话 直接将毒丹塞进他的嘴里 然后才道 毒丹 所以 你最好别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毒丹入口即化 范云也根本无力反抗 只能认命地点头 我明白了 带路吧 陈征诞生说道 范云不敢废话 连忙走在前方领路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范云试探性地问道 陈征讥笑道 怎么 想报复我 范云一惊 不敢 我 陈征诞生将他打断 告诉你也无妨 本公子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陆青云 希望你记住这个名字 也欢迎你来报复 他直接将那青色 剑魂主人的名字用上 陆公子说笑了 范云神色恍然 心中却将名字记下 一个时辰后 两人来到皇城外的一处巨大码头 远远看去 码头边大大小小的船 停了至少五六十艘 来来往往搬货的苦力 拿着账本算账的管事 还有背着行囊 挑着货单的旅人商人来往不绝 人声鼎沸 一派热闹景象 而此地 只是曹邦诸多码头驻地的一处而已 范云带着陈征 直奔码头上最华丽的一处建筑 进门之后 便有穿着青色布衣的下人迎了上来 两位有何贵干 下人脸上带着笑意 态度还算和善 范云冷着脸道 我找你们使馆室的 我叫范云 范家的范 下人闻言 面色更多了几分恭敬 原来是范家千金 使馆室一直在等着您呢 请跟我来 下人在前方带路 领着范云两人 朝着建筑深处走去 最终在一处房门前停下 使馆室 范家千金来了 下人扣响房门 房门打开 露出一张成熟的面庞 此人正是这处码头的负责人 史家史信义 范小姐史信义露出笑容 目光在陈征身上扫了一眼 便不再关注 让开身子 让范云两人进屋 进屋之后 范云也不废话 直接道 东西呢 史信义笑道 范小姐还真是快人快语 东西自然是有的 但您或许不知道 这一趟 我们走得可不太平 十几个曹邦的兄弟 都因此丢了性命 看着卖残的史信义 范云皱起眉头 将绿色金卡丢下 这是你们的报酬 其中一张 但单独给使馆是你的 扇尾的事情 请使馆是多多费心 这几百万金币 只是给曹邦的运费而已 中品保锤 范家已经提前付过账 史信义眼睛一亮 脸上笑容顿时灿烂 哈哈一笑道 好说好说 既然范小姐信任我 那史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她将金卡收好 然后从身后的桌下 拿出一个长形的木盒 这是范小姐你要的东西 范云看向陈征 陈征伸手接过木盒打开 一柄闪烁着流光的打铁重锤 浮现在三人眼前 但经范云的锤头 铭刻着复杂的皱纹 紫色的锤柄 有淡淡的流光环绕 光从外形来看 倒更像是一件工艺品 没有问题 范云点头 陈征将木盒关上 利用木盒上的背带 背在身后 钱货两清 范云正要带着陈征离开 史信义的声音再次传来 范小姐 我这儿还有个声音 不知道范家有没有兴趣 范云虽然不想理会 但是担心露线 只能耐着性子回头 什么声音 史信义笑道 坐下谈 范云看向陈征 见陈征点头 她才坐下 这一幕被史信义瞟到 不由眯起眼睛 这位公子是 与你无关 范云冷声回道 史信义呵呵一笑 也不恼怒 说起了正事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我想让你范家配合我 在轩灵院中 杀一个人 范云直接气笑 你知道轩灵院 是什么地方吗 还配合你杀人 你史家自己想找死 也别拖着我范家 史信义摆了摆手 范小姐稍安勿躁 我既然能开这个口 自然是有万全的把握 不会牵扯到你我两家的身上 范云皱眉道 你想杀谁 史信义笑道 赤野猴之子 陈征 范云瞪大了眼睛 你疯了 赤野猴之子 如今身在皇城 自有冤皇庇佑 你拿什么杀 说吧 他直接起身 想要离开 一旁的陈征 突然笑着开口 小姐 我看使馆室 也不像是蠢人 不妨听听看他怎么说 范云身子一僵 重新坐回沙发 那就听听看吧 史信义诧异地 看了陈征一眼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能让性格刁蛮的 范家千金如此听话 心中诧异 并不影响他脸上露出笑容 好 那我就说一说 其实也很简单 我知道 范家珍藏着一柄中品宝剑 我希望范家可以割爱 范云皱眉道 就凭一柄中品宝器 就能杀赤野猴之子 史信义点头笑道 没错 而且范小姐可以放心 这柄宝剑 我不会让你范家白出 我可以按照市价购买 而且 我史家还会欠你范家一个人情 范云看着史信义 没有轻易松口 你到底要怎么做 陈征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他其实也很好奇 这史信义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史信义轻笑一声 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我这边已经跟薛灵院 初年级魁首卓文浩联系上 我想请他出手 直接干掉陈征 范云惊讶道 卓文浩 领悟建议的卓文浩 史信义点头 没错 有他出手 范小姐还有什么疑虑吗 范云不解道 即便是他 恐怕也不能在薛灵院随便杀人吧 史信义笑道 范小姐有所不知 那位小侯爷如今在薛灵院中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此时正式膨胀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九公主 陈征眉头一挑 有些莫名其妙 这事儿跟九公主又有什么关系 莫非是因为那些子虚乌有的传闻 那卓文浩就吃了飞醋 要杀他 真要这般 陈征反倒要看清他几分 范云沉默 这种事情 他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但是此刻 他摸不准自己身后陆青云的打算 莫非这位陆先生 也跟赤野猴之子有仇 范小姐 此事要是做成 对于你范家而言 绝对百利而无一害 这不是我的承诺 而是我那叔父的承诺 石信义一脸认真道 范云心中一动 史家大眼 石信义点头 没错 我跟范小姐你偷个底 这件事情 正是我那叔父去谈的 那卓文浩性格极傲 仅凭我 可叫不动他 范云咬牙道 为什么一定要托我范家下水 石信义失笑道 范小姐误会了 要那柄中平保健 是卓文浩的条件 其实说到底 你范家也只是个卖家而已 并不会牵扯进来 范云看了陈征一眼 见他没什么反应 这才说道 这件事情我没法做主 需要回去问我爷爷 石信义点头 这是当然 那就劳烦范小姐帮我带个话了 范云站起身子 没其他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石信义起身相送陈征跟范云 一直到走出曹邦码头的范围 范云才恭敬道 陆先生 你若是跟那小侯爷有仇 我一定说服家里 促成此事 陈征诞生道 有几成把握 九成 范云直接道 我范家其实也一直想跟曹邦深入合作 如今石家大爷使力给了这个机会 我爷爷多半不会错过 而且 那中平宝剑虽然是我爷爷的珍藏 但只要符合利益 他绝对不会令习 陈征淡笑一声 我对那位小侯爷倒是没什么仇恨 不过 我对那中平宝剑倒是很有兴趣 范云面色苍白 陆先生 那东西是我爷爷爷的心肝 我拿不出来的 陈征呵呵一笑 你拿不出来 但是石家可以吗 他朝着范云招了招手 然后覆尔言语一阵 范云陡然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征 明白了 陈征诞诞生问道 范云不确定得到 刘先生 你的意思是 让我范家约那史信义 跟卓恩浩出来交易 然后你再 陈征点头 通吃 不过你放心 我会在你范家结束交易之后再动手 此事也牵扯不到你范家头上 那史家的人情 你范家依旧能得到 不会有任何损失 敢算计自己 陈征自然也能算计回去 范云苦笑道 那史信义可是天刚进高手 陈征无所谓道 谁说我就没有帮手 说着 陈征目光见了 还有 范小姐 你的命还在我手里 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为了史家 做出如此牺牲吧 那 这事要是做成了 陆先生能否放过我 范云满脸哀求 陈征淡笑道 好说 我陆青云向来说到做到 范云这才点头 我会尽力促成此事 对了 我还有件事 要你帮忙 陈征看向范云 看着范云满脸苦涩 陈征不由笑道 放心 与你而言 还是好事 办事成后 范家大听 爷爷 今天要不是陆先生 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更带不回这紫云锤 范云扑在一个面容威严的老人怀里 声泪俱下 老人正是范家之主 范荣兴 他一边安抚着吓坏了的孙女 一边打量着陈征 笑道 陆先生从何而来 陈征抱拳笑道 陆某乃是云游之人 无根之平 无所致 便是家乡 范荣兴眯眯起眼睛 陆先生可有所求 此人救下自己的孙女 还愿意护送紫云锤回来 要说只是单纯的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范荣兴是不幸的 陈征也想到了这一点 坦然点头道 却有所求 闻言 范荣兴反而放松了警惕 有所求就好 没所求 只能证明对方所求甚大 他笑道 陆先生不妨直说 陈征点头道 陆某如今见到有所突破 正好缺一把衬手的宝剑 范家乃是断气的行家 不知范老家主可有推荐 求一宝剑 范荣兴轻侣胡须 傲然笑道 这个好说 男人啊 在范荣兴招呼声下 很快便有下人送来一个剑侠 范荣兴上前打开剑侠 顿时一阵剑银升起 雪亮的剑光闪烁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一柄通体漆黑 剑柄 闻刻着龙闻的宝剑 正静静躺在剑侠之中 剑身流转的灵运 证明其必定不是凡物 一旁的范云忍不住惊呼 黑龙剑 这黑龙剑虽然只是下瓶宝器 但也绝对算是下瓶宝器之中的极品 陈征上前 一把拿起宝剑 剑意瞬间绽放 黑龙剑仿佛产生共鸣一般 剑身轻颤间 发出一阵宛如龙银般的剑影声 胆受到那股让人遍体生寒的森然剑意 范荣兴眼中泛起亮光 好剑 陈征看着手中的黑龙剑 忍不住赞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剑意的存在 比起血色战刀 这黑龙剑明显给他一种更顺手的感觉 范荣兴略带自得地笑道 此剑取材于一座黑盐矿 我在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 经过上万次的断打 方才形成剑胚 再有如火催炼七七四十九天 方才成剑 说到此处 范荣兴脸上泛起一丝惋惜 只可惜此剑乃是我的练手之作 同样的材料放到现在 说不定能成就中品 他看向陈征 笑道 范荣兴倾笑一声 摇头道 陆先生有所不知 这种级别的宝剑 我向来是不对外出售的 陈征脸色冷了下来 那范老家主是在拿我寻开心不成 飞一眼 范荣兴摇头 随即目光灼灼地看向陈征 这黑龙剑便送给陆先生了 陈征惊讶到 范老家主这是何意 一旁的范云也惊讶得瞪大眼睛 自己爷爷事件如命 这黑龙剑虽然品贴不是最高 但绝对是他最喜爱的宝剑之一 现在竟然要送出去 范荣兴倾笑一声 老夫也不卖什么关子了 将此件送予陆先生 原因有三 一位感谢陆先生救了我宝贝孙女 二位陆先生能送回这紫云锤 陆先生有所不知 我范家为了这紫云锤 可是耗费了不少代价 至于三吗 说到这儿 范荣兴顿了一下 一脸郑重地看着陈征 是我个人十分看好陆先生 想要卖陆先生一个人情 陈征脸上露出了然之色 傲然笑道 范老家主这笔买卖 做得很是划算 对于陈征所展现的狂傲 范荣兴不仅不生气 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眼前这人 可是跟卓文浩一样 领悟了建议的绝世妖念 完全值得他投资一把 两人闲聊一阵 陈征便提出告辞 范荣兴一直把人送到了门外 范荣兴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一幕 要是自己爷爷知道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那陈征自导自演 不知道会不会气到吐血 另一边 出了范家的陈征 范荣兴再也压不住嘴角 用一把没作用的锤子 换一柄顶尖的下瓶宝器 绝对是划算的买卖 杀了紫衣男子那些人 又拿了紫云锤 陈征必然是要被范家通缉的 但这样一来 就不利于他后面的计划 所以他才让范荣配合 将杀人变成救人 把仇人变成了恩人 只是如此一来 紫云锤肯定是保不住了 但一想到有中瓶宝器兜底 陈征也就忍了 毕竟这本就是无本的买卖 没想到范家会这么大方 他来领悟建议这件事情 要远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珍贵 既然如此 我就更给藏住 最好让陆清云这个身份 更加活跃一些 陈征心中思量着 在确认没人跟踪之后 陈征才偷偷摸回了拍卖场 他找到爱琳娜 试探性地问道 爱小姐 我是说如果呀 你权力之下 能不能在短时间内 干掉一个天刚镜三重 爱琳娜眯起眼睛 娇媚的脸上满是笑容 好弟弟还真是看得起我 让我一个开麦镜 去杀天刚镜 还得是顺杀 那我也跟你偷个底好了 如果是两败巨王的情况下 我连田无忌也帮你杀了 看着爱琳娜细血的表情 陈征尴尴尬一笑 爱小姐真会说笑 爱琳娜笑容更甚 不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吗 陈征倾咳一声 是我梦浪了 说吧 陈征就要开溜 却被爱琳娜一把抓住 没好气得到 说清楚 你又要干什么 可不准再瞒我 否则姐姐可真要生气了 对于陈征的惹事能力 爱琳娜已经深有体会 与其事后被吓一跳 还是早点弄清楚的好 她还能兜个底 陈征尴尬一笑 也没隐瞒 直接将来龙去脉说了 听完以后 爱琳娜美目微瞪 所以你杀了人家的人 还要人家把你当救命恩人 现在还要继续算计别人 陈征摇头 杀人是因为他们先动手 那范云本就该死 我不杀他 还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原物归还 难道不能算他们的恩人 而且我算计的也不是范家 是史家跟那卓文浩 爱琳娜吃笑一声歪理 但她也没觉得陈征做错了 甚至还有点欣赏 她在陈征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没有把人耍得团团转的本事 爱琳娜问道 那史心一杀了也就杀了 但卓文浩可不简单 甚至连你们宣灵院 那位神秘的院长 都对其青睐有加 她若是死了 整个皇城都要震动 你确定要冒这个险 陈征点头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不能用 自己的身份出手 我现在本就是重视之地 要是再出这个风头 恐怕就真的寸步难行啊 相反 卓文浩要是不明不白地死了 说不定能吸引大量视线 反而能给我减轻压力 既然做下决定 陈征自然各方面都有所考虑 爱琳娜失笑道 她就不能不死 陈征神色平静 她要我死 那她就必须要死 今天若不是无意 从史心一那边得到消息 有心算无心之下 她说不定还要吃个暗亏 爱琳娜无奈道 行吧 只是对付那时信义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陈征笑道 尽力即可 爱小姐不必勉强 商量了一些细节 陈征又找爱琳娜 要了一些辅助药材 这才脱下伪装 带着灵药返回侯府 赤眼侯府后院 偌大的庭院中 甲山花草都被移除 只剩下光秃秃的泥地 四周摆放了几个兵器架 还放着几个用来练招的甲人 一道火红身影 英姿萨爽 手中红鹰长枪如龙 刷 陈红鹰一枪刺出 犹如惊雷炸现 枪未至 坚韧假人 便被汹涌 凌厉的气径炸碎 陈红鹰收枪助力 啪啪啪 一阵掌声响起 陈红鹰回头看去 只见陈征正目光明亮地 看着自己 红鹰姐 你想突破天罡镜吗 什么 陈红鹰一震 随即笑道 少主放心 我已经触碰到天罡镜的门槛 即便没有天罡单 两个月内 我也必定突破 陈征摇头笑道 红鹰姐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嫌弃你秀为低了 我只是想帮你一把 陈红鹰好奇道 少主要怎么帮我 不就是天罡单吗 我帮你弄来 如果有天罡单的话 你多久能够突破 陈征笑问道 陈红鹰自信道 一天 好 明天我再来找你 陈征兴冲冲地转身离开 陈红鹰冷峻俏立的脸上 闪过一丝迷茫 天罡单虽然不像巨像单 那般珍贵 但也绝对算是稀缺之物 皇城之内 开迈进修者上百万 无数人都卡在这最后一关 一颗天罡单 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也会让他们疯狂 陈红鹰出去打听过 如今一颗天罡单 最低也被拍出了 两百万金币的高价 根本不是普通舞者 能够负担得起的 如今赤野侯府的情况 他也清楚 看似风光 其实根本没什么底子 若是花费大量金币帮他突破 根本不划算 另一边 陈征先去见了母亲 随即才进入他特意嘱托 给自己准备的单试 他并不担心 冤皇的眼线发现什么 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冤皇要是知道 自己单试的身份 只会更加看重他 当然 他也不会主动去说 被人发现价值 跟你主动展现价值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后者会显得廉价 进入单试 陈征将带回的药材 全部取出 眼中泛着跃跃欲试 这些灵药中 就有天罡单的材料 否则他也不会放下豪言 买到也勉强买得起 也不是不舍的 但是天罡单这种单药 并不是你有钱 就一定能买得到的 材料只有一份 机会也只有一次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陈征不断调整的状态 如果陈红英 能够突破天罡境 有他配合爱琳娜 那才能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确保承担率 陈征准备 先简直炼制自己的单药练手 开炉点火 处理灵药 火候掌控 陈征都信手拈来 不得不说 这单臣子的炼药本事 实在是好用 陈征心中感叹 心情也有些沉重 从无尽沙漠中 遇到那女人的口气来看 神烈门在外面的世界 也依旧是顶级的势力 以单臣子的炼药能力 恐怕地位不低 他若是想要报仇 任重而道远 一阵药相传来 将陈征的思绪拉回 陈征连忙开炉订单 星空炼制法运转 陈征双手按在炉之上 精神力量激荡 顿时一股浩大深远的气息 环绕丹炉 这么做 能够提升最后承担的几率跟品质 半课中后 陈征收回手掌 揭开炉顶 一股白烟飘荡而出 带着浓郁的药香 探头一看 一共成了十枚丹药 承担率高达七成 品质也基本是上品 还成了一枚极品丹药 陈征露出笑容 倒是开了一个好头 他直接取出一颗丹药服下 浓郁的药力 瞬间在经脉之间荡开 翻潮声有如雷鸣 静气的滋生速度再次暴增 这惊鸿液体 果然能够跟其他丹药的效果叠加 陈征感受着非速增长的修为 脸上不由露出兴奋之色 他干脆暂时放弃炼药 全神贯注投入修炼之中 毕竟 修为如果突破 炼药也更有把握 混沌神天诀 在体内高速运转 一切静气 都被转化为混沌之气 冲击着境界壁垒 深夜 丹炉中丹火早已熄灭 但丹室却透着一股燥热气息 气血汹涌声激荡 陈征浑身冒起 阵阵淡红色雾气 下一刻 环绕的红雾倒卷 气血轰鸣声瞬间静止 又在下一瞬 陈征身上爆发出一股强盛的气息 陈征睁眼感受着身体内汹涌的力量 脸上荡着喜意 开脉进四重 成了 按照这个速度 在前往无济营之前 我说不定能达到开脉进六重或者七重 除了我自己炼制的丹药之外 还有通天塔奖励的丹药可用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丹药方面 我都不会再缺 突破之后 陈征总会习惯性总结 确认自己接下来的修炼计划 不行 陈征抑制住了自己躁动的心情 提升修为固然重要 但其他方面也需要坚固 封围刀法虽然大成 但尚未圆满 更应该借着突破感悟 寻求更进一步 其次还有从塔林那得来的霸剑诀 一直没找到机会研究 也需要找个时间修行一下 我虽然从那青云剑一主人那 看回了不少剑招 但终究少一门压箱底的剑法 这霸剑诀 虽然更重意境 但剑试同样不俗 更有两式杀招 足以再次增强我的战力 增加底牌 陈征的思路逐渐清晰 服用丹药修炼 可以留在夜间 白天就练刀席剑 但练刀要优于练剑 毕竟明面上 他还是要以陈征的身份形式 实力绝对不能太弱 压下思绪 陈征平复情绪之后 便重新来到丹炉之前 点燃地火 他将早就处理好的天罡丹材料 分批次丢入丹炉 更是直接服役星空炼制法 保证承担的几率跟品阶 作为二品丹药中 最难炼制的丹药之一 陈征即便拥有着足够的经验 也依旧小心翼翼 一刻都不敢放松 一直到天空蒙蒙亮 陈征才顶着疲惫的身躯 走出丹室 在门口后着的徐福 剑撞连忙迎了上来 给陈征地上一碗醒神的茶水 他看陈征满脸皮下 温声安慰到小侯爷 小的虽然不通炼丹之事 但也知道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一次试验 无需介怀 陈征笑了笑 也没多说什么 他告别徐福 直接来到陈红英的乡房前 此时陈红英早已起床 而且已经开始炼枪 看着陈红英脸上泛起的汗水 陈征不由感叹 果然 即便是天才 要想强大 也得有足够的自律才行 陈红英的恐怖战力 就是他一个个日月清晨 汗水堆叠出来的成果 少主 看见陈征到来 陈红英收枪战力 没事 你继续 陈征也不废话 丢给陈红英一个瓷瓶 然后摆了摆手 打了个哈欠 转身离开 这是 陈红英一正 但想到陈征昨天说的 心头不由一动 他打开瓶塞 浓郁的药气扑边来 他瞬间感觉身体五脉 都在发出饥渴的轰鸣 天罡丹 而且是品阶不低的天罡丹 陈红英心头震惊 这天罡丹是哪来的 据我所知 最近皇城都没有放出 有天罡丹拍卖的消息 总不能是少主 自己炼制的吧 震惊之后 陈红英心中 就只剩下暖意 不管这天罡丹是从哪来的 陈征能交给自己 就证明了陈征 对自己的重视跟信任 陈红英不会严险 只会以死效命 将天罡丹交给陈红英后 陈征便直接出了侯府 来到情歌拍卖场 她找到爱琳娜 爱小姐 拍卖场有没有兴趣 提前先办一场小型的拍卖会 爱琳娜诧一道 这倒是无所谓 不过拍卖场 目前没有能够压底的东西 大家都还在观望的状态 随便开一场拍卖 有可能会拉低后续 巨像丹拍卖的档次 陈征掏出一个瓷瓶 放到爱琳娜面前 这里有三颗上品天罡丹 够压底的吗 爱琳娜惊讶到 上品天罡丹 她拿起瓷瓶 打开了看了一眼 虽然她确定不了品级 但哪怕是三颗下品天罡丹 也足够压底了 爱琳娜笑颜如花 好地点 你可能还不知道 如今这天罡丹可是刚需 多少大族都求够无门 我要是放出风声 恐怕整个皇城的开卖进修者 都要沸腾 陈征点头笑道 那就可以 另外 这还有一颗 说着 陈征单独拿出一个瓷瓶 递给爱琳娜 这次练丹 陈征一共承担五枚 三颗上品 两颗极品 她打算将三颗上品拍卖 剩下两颗极品丹药 陈红英跟爱琳娜 正好一人一颗 我的 爱琳娜伸手接过 打开瓶塞一看 她就是再不懂丹道 也能看出两种丹药的区别 后者明显要强于前者陈征说 那三颗是上品丹 那剩下这颗 只有一个可能 极品天罡丹 爱琳娜看着一脸云淡风轻的陈征 笑容愈发灿烂 好弟弟 你知不知道 这颗极品天罡丹放在外面 即便你出价五百万金币 也依旧会有大族抢着买 陈征笑道 我不管她价值几何 爱小姐都值得 也配得上 爱琳娜发出咯咯笑声 胸前伟岸颠簸 看得陈征气血上涌 连忙撇开视线 好弟弟 你不会真看上人家了吧 要是真的 你就开口 姐姐说不定就答应你了呢 爱琳娜伸出手 挑起陈征的下巴 两张脸相隔不过一指的距离 陈征甚至能感受到 爱琳娜扑鼻而来的温热呼吸 跟徐燕燃那种做作的媚态不同 爱琳娜的魅是那种浑然天成 能够在不知不觉中 就将你的活儿给勾走 哪怕是以陈征现在的定力 都还有些吃不消 爱小姐 我们还是先说正事 陈征退后几步 强装镇定道 哈哈 好了 不逗你了 爱琳娜将极品天罡丹推了回去 摇头道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天罡丹于我而言并无用处 陈征笑道 没用也没关系 就当是我送给爱小姐的礼物 你可以随意处置 爱琳娜轻笑一声 也不再拒绝 将丹药收好 然后指了指另外三颗天罡丹 问道 还是以你正常的身份拍卖 陈征点头 当然 还有 拍卖之后 再利用赚得的金币 帮我购置天罡丹跟开卖丹的灵药 有多少 我要多少 爱琳娜疑惑道 你要这么多灵药干什么 天罡丹跟开卖丹之所以珍贵 一是因为灵药难寻 二是因为承担率太低 往往要几份灵药 才能承担一次 最终算下来 基本都是入不敷出 陈征笑道 爱小姐 不妨猜一猜 我这五颗天罡丹 是用了几份灵药才炼制出来的 爱琳娜听陈征这口气 也是尽量往少了猜 四分 因为陈征承担的数量跟品质 爱琳娜觉得自己 这已经算是比较离谱的猜测 她点头道 如果能保持这样的承担率跟品质 那转头不小 但陈征却摇头 爱琳娜一正 猜低了 陈征笑道 猜高了 她也不再卖什么关子 直接道 一份 多少 爱琳娜惊恶道 你是第几次炼制天荡丹 陈征实话实说 第一次 爱琳娜面色茫然 炼药师之所以被称作烧钱的职业 就是因为哪怕有名师指导 也依旧需要消耗无数的灵药来炼手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承担率跟承担品质 这世上 真有这种生而会治的天才 我的好弟弟 你的天赋 已经在我的理解之外了 爱琳娜第一次在陈征面前 表现出失态的神情 陈征笑了笑 脸上不见丝毫骄傲之色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她这可不是天赋 而是靠着命运 还有运气好 声声撑过来的 爱琳娜很快便收拾好情绪 继续问道 你是想垄断皇城市面上的天罡丹 跟开卖丹 如果陈征每次都能保证 这样的承担率跟承担品质 说不定真能做到 陈征摇头道 不是 我又不傻 以咱们现在的情况 即便有垄断的能力 也绝对没有这个资格 真要这么做了 她绝对会死得很惨 哪怕是冤皇 都不一定保得住她 从古到今 吃毒食的 都没有好下场 炼制出来的丹药 五成拿出去售卖 剩下五成 留下来 我另有她用 陈征沉声道 行吧 见陈征还没有被冲昏头脑 爱琳娜也就放心了 陈征表明了自己的诉求 半个月内 有多少帮我收集多少 尤其是开卖单的灵药 爱琳娜点头硬道 好 那这三枚上品添荡单 我就定在三天之后拍卖 可以 陈征没有意见 拍卖的事情 爱琳娜是行家 陈征自然不会指手画脚 突然 魂海传来一阵波动 陈征告别爱琳娜 来到密室之中 她将心神沉浸魂海 来到混沌神顶前 原来是第二滴青色剑叶 凝聚完成了 混沌神顶中 一滴青色剑叶浮现 比起第一滴 明显要大了不少 而且随着青色剑叶形成 青色剑魂的炼化 也暂时停止 但陈征没有急着服用剑叶 毕竟上次服用剑叶之后 她可是足足在 剑魂主人记忆中待了十四天 这一次 陈征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 再服用 不着急 陈征沉下心思 走出密室 正准备去练习一下刀法 贺兰便找了过来 恭敬道 小侯爷 有位蓝城过来的客人 想要见正成大师一面 陈征诧意道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贺兰解释道 这位客人身上 有着三份天钢丹的主要 想要请正成大师帮忙炼制 不过她出不起炼制的费用 所以想跟你协商一下 陈征挑眉道 爱小姐不能谈 她这人大度 但又不是散财童子 出不起炼制费 她还能白帮忙不成 贺兰解释道 小姐的想法是 她那边提供三份主要 我们拍卖场提供其他服要 承担之后 无论承担多少 她都只去品接最差一枚小姐 让我来问问您的意见 同时 那位客人也想见您一面 自从上次之后 正成大师已经太久没露面了 外面难免会有一些疑虑 我不是让爱小姐 帮我准备一个替身了吗 陈征不解道 贺兰笑道 小姐的意思是 您最好能跟正成大师同时露面 如此一来 才能避免别人怀疑 行吧 陈征点头 贺兰带着陈征前往包厢 半路的时候 一个易容成正成模样的男人出现 他朝着陈征行了一礼 见过小侯爷 陈征上下打量一番 竟然找不出任何破绽 贺兰在一旁低声解释道 小侯爷完全可以跟他们一起露面 陈征皱眉道 这些人都靠谱吗 贺兰自信笑道 小侯爷放心 这些都是小姐的贴身暗卫 是可以为小姐赴死的人 陈征点头不再废话 只是跟正成交流了一下一会儿 三人来到包厢前 贺兰上前敲响房门 小姐 正成大师来了 还有小侯爷 房中 爱琳娜看向坐在一旁面容普通 且略显紧张的男人 笑道 正好 有小侯爷坐保 你我都能安心 是 男人点头英语 心中惊讶 早就听说 这情歌拍卖场 是赤野猴之子的产业 如今看来 传闻非虚 此时 陈征跟正成已经走了进来 男人立刻站起迎接 陈征摆了摆手 笑道 我就随便看看 你们随意 说着 坐到一旁 正成也坐了下来 拿捏着身为二品炼药师的气度 诞声道 孙先生是吧 你的诉求我基本知道 但三份灵药 是不是太少了一些 要知道 以天罡丹的承担率 除非是三品炼药师出手 否则四份灵药 都不一定能出一颗 男人苦笑着点头 这些他当然知道 其实情歌拍卖场 只是他最后的选择 他已经先去其他地方问了 但其他地方 根本不接受他的条件 其他地方的条件 三份灵药 除非承担两颗以上 才会给他一颗 要是没有承担 炼药师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至于三品炼药师 男人根本就没资格见到 看见沉默的正成 男人心中叹息 满脸无奈道 实在不行 我再到其他地方问问看吧 实在不行 他就只能答应 其他地方的条件了 哪怕知道九成九的概率 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慢着 陈征突然开口 众人视线落到他的身上 陈征淡笑道 孙先生 我前段时间正好 委托了郑大师 帮我炼制了三枚天荡丹 而且是三枚上品天荡丹 男人眼睛亮起 小侯爷的意思是 陈征笑道 我可以拿一颗天荡丹 跟你换三猪主要 但我明显吃亏 所以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男人目光火热 小侯爷请讲 陈征直接道 除了三猪主要之外 突破之后 我还要你为我情歌拍卖场 卖命三年 这个条件 你能否接受 男人一乐 卖命三年 不是这个条件太苛刻 而是他觉得这个条件 太简单了 陈征点头道 没错 这三年时间 我情歌拍卖场 还会提供相应的供奉资源 但有一点 这三年是笑死命 男人神情一灵 笑死命的意思 他自然明白 但 值得一读 万一三年时间 什么都没发生 他岂不是血传 我答应了 男人咬牙硬下 好 陈征招了招手 爱琳娜立刻让人 送来一枚天罡丹 陈征将丹药递到男人面前 这是你的了 男人伸出手 有着开脉进圆满修为的他 手掌竟然再止不住地颤抖 耗费了他数十年光阴 梦寐以求的东西 此刻就摆在他面前 啪 直到瓷瓶落入手里 男人才一副 如梦初醒的恍然模样 陈征笑道 要我们 为你准备一间修炼室吗 突破最好还是要放缓情绪 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男人看向陈征 小侯爷 东西就这么给我了 你就不怕我反悔吗 陈征摇头 如果一颗天罡丹 就能让你做出出儿反耳的事情 我琴哥拍卖场 也不会留你 而且信人不疑 疑人不信 看着一脸坦然的陈征 男人不由为陈征的气度所折服 小侯爷放心 三年内 我孙天宇的命就是您的 绝不惜命 陈征摆了白手 孙天宇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道 太多了 陈征笑道 都找来 小侯爷是想 孙天宇心中一动 却又有些不敢置信 但下一刻 陈征便肯定了他的想法 陈征但笑道 告诉他们 我能给他们提供突破天罡境的机会 但愿不愿意来听听我的条件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 孙天宇忍不住再次确认小侯爷 你说的是真的 我没有说谎的必要 陈征摇头 孙哥突破之后 帮我带话即可 孙天宇点头 是 郑成离开 孙天宇也被贺兰带走 房间中只剩下陈征跟艾琳娜两人 艾琳娜不解道 好地点 你到底在想什么 帮他一把罢了 陈征笑道 艾琳娜白了陈征一眼 你有这么好心 陈征点头道 当然 三猪主要 对于别人来说 未必是赚 但对于陈征来说 肯定是赚的 对于孙天宇来说 也没觉得亏 完全是双赢的局面 你不说算了 艾琳娜放下翘起的大长腿 对了 刚才有探材报 范家那个小姑娘 去奉天楼找你了 陈征点头 好 他没想到 范家竟然这么快就有了回忆 告别艾琳娜 陈征换上了剑客的装扮 前往奉天楼 三楼雅间内 范云皱着眉头 不断地看向梯口 等得有些心交 看见陆清云的身影冒头 他便迫不及待地站起 朝着楼梯口迎去 陆先生 范云唤了一声 陈征点了点头 两人落座之后 陈征不慌不忙地开口 有结果了 范云点头 事情很顺利 我已经先去见了史新亿一趟 约定好了交易时间 就定在明天下午 我范家城外的一处建庄之内 陆先生你要出手 便只能在建庄返回皇城这一段路程 我帮您查好了 有一处峡谷最适合埋伏 而且平时没什么人烟 只要动手够快 就不会被人发现 范云看上去有些紧张 陈征笑道 有劳范小姐了 范云叹息一声 陆先生 我只希望是城之后 你真的能放我一马 陈征点头 这是当然 那就这么定好 范云松了口气 可以 陈征并无意见 范云起身匆忙离开 第二天一早 陈征做好伪装 却并没有急着前往峡谷埋伏 而是来到了城外的一处茶楼等着 这也是前往式建庄的必经之路 日上三端的时候 史信义带着一个穿着白色静装 神色桀骜 气势凌厉的青年经过 那就是卓文浩 陈征打量着卓文浩的背影 隐隐能从其身上 感受到一丝建议的锋芒 这也是 他没有故意收敛的缘故 嗯 刚刚经过的卓文浩猛然回头 怎么了卓少侠 一旁的史信义 好奇问道 卓文浩看着远处空无一人 只剩一个空碗的茶桌 摇了摇头 没事 另一边 已经站到茶滩后的陈征 有些诧异 好敏锐的胆观 或者说 这才是他能领悟建议的原因 摇了摇头 既然确认卓文浩会来 陈征便前往峡谷 跟艾琳娜 还有陈红英会合 峡谷上方 红英妹妹 这么快就突破天当境了 艾琳娜笑页如花地看着陈红英 陈红英 则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与你无关 艾琳娜也不在意 继续笑道 妹妹好冷冰 不过姐姐现在可不是你的对手了 一会儿动起手来 你可得好好保护姐姐 陈红英语气冷淡 如果帮不上忙 那就安静待着 不要给我增添负担 要是破坏了少主的计划 我不会放过你 此时 陈征正好赶来 少主 陈红英脸上露出笑容 迎了上去 陈征点了点头 看向一脸忧怨的艾琳娜 艾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艾琳娜叹息道 刚被一个女人伤了心 陈征懒得搭话 说起正事 我已经确认过了 只来了两个人 一个史信义 天刚进三重 一个卓文浩 开麦进五重 卓文浩交给我 至于那史信义 她看向艾琳娜 如果艾小姐有把握 最好由艾小姐出手 陈红英皱起眉头 少主 一个开麦进三重而已 我五十招内杀她 用不着外人插手 艾琳娜气笑道 好弟弟 你就放心交给姐姐 那史信义 能在姐姐手上走过十招 都算姐姐无能 看着争锋相对的两人 陈征有些头疼 她先安抚陈红英 红英姐 之所以不让你出手 是因为你的招式 都是杀场磨练出来的 太容易被看出 我叫你过来 也只是为了兜底罢了 艾琳娜语气忧怨 好弟弟 那我呢 陈征笑道 别说皇城 就算是燕城的人 都少有见过艾小姐出手的 你出手杀掉史信义 必然不会引起怀疑 艾琳娜无奈道 行吧 陈红英冷冰冰看来 我警告你 不要误使 妹妹可别吓我 我这人胆子小 不惊吓 说不定待会儿 真让人给跑了 艾琳娜笑应应道 陈红英紧了紧手中长枪 陈征连忙站出打断 行了 按照计划进行 事成之后 我在绚灵院 也应该能安生一段时间了 陈红英将长枪背道身后 不再理会艾琳娜 靠在一处岩壁上 闭目养神 艾琳娜凑到陈征身边 低声道 好弟弟 这女人要不得 冷冰冰的 还是姐姐知冷知热 陈征无奈道 艾小姐 都什么时候了 能不能正经一些 艾琳娜轻松道 你是觉得 那卓文浩对于你来说是个问题 还是觉得 使心意对于我来说是个问题 陈征一正 好像 都不算是问题 艾琳娜娜娇妹笑道 所以啊 放轻松 陈征摇头 狮子薄兔 意用全力 艾琳娜点头 继续保持 半个时辰后 陈红英默然睁眼 有人来了 陈征跟艾琳娜 也同时看向峡谷 此时两道身影出现在峡谷路口 白衣青年背后 背着一个长方剑合 卓少侠 我答应你的条件 已经做到了 接下来 就看你的了 使心意满面笑容 卓文浩语气平淡 放心吧 只要那小子敢应战 他就怕 他没这个胆子 使心意笑道 卓少侠放心 我会给他一个不得不战的理由 嗯 卓文浩不慎在意 骤然 他停下脚步 怎么了 使心意不解道 你感受到了吗 卓文浩抬头看向峡谷上方 使心意一头雾水 什么 卓文浩眯起眼睛 杀气 哄 两人头顶 一块巨石轰然炸开 使心意目光一鸣 怒声喝道 我乃曹帮使心意 谁敢拦我的去路 曹帮的身份 足以解决大多数麻烦 卓文浩诞声道 别嚎了 杀意就是冲着我们两人来的 这些人不是要截道 是要杀人 谁 使心意怒不可遏 皇城脚下 竟然还有人敢 主动袭杀曹帮的人 简直胆大包天 回应他的 只有一道冰冷至极的寒冷掌意 找死 使心意冷笑一声 抬手一拳 激荡地尽力激荡而出 瞬间轰击到巨石之上 巨石轰然炸开 露出艾琳娜娇娇妹的脸来 女人 使心意皱起眉头 是个女人也就罢了 还是个开脉镜 这是来送死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使心意此时反而谨慎起来 手中全静静数爆发 汹涌的气浪仿佛狂失在怒吼 炙热静气犹如利剑 朝着艾琳娜澎湃而去 感受到使心意激荡而来的力量 艾琳娜不为所动 脸上油渍带着娇妹的笑容 小看女人 可是会吃亏的 话落 艾琳娜掌间的冰冷寒气 骤然暴涨 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攀升 天罡进一重 天罡进二重 天罡进三重 峡谷上方 陈红英默默注视着这一幕 冷峻的羞眉微皱 她看得出来 艾琳娜气息稳定厚重 实力绝非是靠着外物强行 把生上来的 而且显然 这也并非是艾琳娜的极限 这个女人 陈红英眼中闪过一丝忧虑 她不清楚 艾琳娜是故意隐藏修为 还是另有影情少主 如今跟着女人牵扯太深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下方 跟在艾琳娜身后的陈真 也有些诧异 她想过很多种可能 就是没想过 艾琳娜竟然能直接提升修为 她突然想到 那天晚上的对话 拼了命 连田无极也能换掉吗 之前她只以为 艾琳娜是在阴阳自己 现在看来 倒是未必了 喂 一道冷漠狂傲的声音传来 陈真抬眼看去 只见卓文浩 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自己 在茶棚的时候 雪白长剑 剑身闪烁着淡淡寒光 剑柄雕刻银色灵纹 剑尾点缀着麒麟寒珠 剑身挥洒间 带起一阵阵银白残影 剑风刺破空气 发出尖锐之声 是我 陈真没有否认 看向卓文浩手中的银白之剑 这应该就是范云所说的 那柄中平宝剑 白灵剑了 很好 拔剑吧 正好让我试试 这宝剑的威力 卓文浩脸上 泛着平淡的笑意 陈真眉头微挑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 远处 碰 在接连承受艾琳娜四掌以后 史信义浑身都冒起了寒气 史信义已经没有了 一开始的嚣张跟愤怒 脸上只剩惊惧之色 他自认在铜镜之内 已经算是佼佼者的存在 但是面对同样是 天罡进三重的艾琳娜 完全就被碾压 感受到身体传来的迟钝感 史信义清楚 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不出三招 必败无疑 该死 史信义暗骂一声 强行提起一身静气 朝着艾琳娜猛然挥出一拳 恐怖的气浪席卷 他这一拳不为杀伤 只是将艾琳娜逼退 艾琳娜身形一致 史信义抓住机会 头也不回地 朝着峡谷之外退去 至于卓文浩 他可就管不着了 你逃不掉的 艾琳娜轻笑一声 笑声魅惑 史信义却感觉浑身冰凉 无尽的寒气席卷心头 碰 下一刻 宛如龙卷的刚气 席卷而来 威力比起刚才 至少强了三倍 是 史信义根本来不及反应 身体便被贯穿一个血洞 尸体扑飞在地 脸上游自定格着惊恐之色 艾琳娜收回视线 身上气息飞速下降 又恢复了开脉进大圆满的状态 只是神色之间略显苍白 陈征脸上泛起淡笑 看来我用不着出手 卓文浩眉头微挑 看了一眼史信义的尸体 不屑道 果然是废物一个 陈征眯起眼睛 这卓文浩的态度 明显不太对劲 卓文浩转头看向艾琳娜 诞声道 姑娘最好不要出手 艾琳娜笑颜如花 那我要是出手了 又怎么样 卓文浩神情平静 会死的 下一刻 强大的气息骤然降临 陈征跟艾琳娜的面色微沉 峡谷上 陈红英手中紧握枪杆 名神朝着峡谷入口看去 只见一道满头白发的老人 身穿黑色舞服 双手背负在后 正慢悠悠地走来 天刚进大圆满 艾琳娜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转头看向陈征 我就知道 卓文浩没这么好杀 老人脸上泛着猥琐的笑容 视线肆无忌惮地打量着艾琳娜 好漂亮的娘们 看着带劲 玩起来应该更带劲吧 艾琳娜笑容灿烂 带劲肯定带劲 但你一把老骨头 也不怕散了架 老人黑黑一笑 总得是吧是吧 姑娘要是不在意的话 不如就现在 说着 老人身上气息骤然狂暴起来 浑身刚气宛如洪流 蓄势待发 慢着 卓文浩诞生喝止 他看向陈征 你我打一场 输给我 死 你若赢了 我可以放你们活着离开 卓文浩在陈征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极为熟悉的气息 所以 他想证实一件事情 来 陈征神色平静 腰间黑龙剑出窍 发出一阵剑风龙凝 呛 卓文浩手中白灵剑一挥而下 雪白的剑光宛如匹炼一般 光是这一剑 就绝对不是普通开麦精六虫可以承受 卓文浩眼眸血量 仿佛蕴藏无限锋芒 陈征心中微宁 大成剑意 陈征不敢拖大 浑身静气激荡 气血之力沸腾 混沌之气流转 来 陈征同样一剑挥出 激荡的剑气化作剑芒 青云剑意勃发 两股锋芒气息对撞 空气发出一阵滋滋声 激荡的风浪宛如利刃 两人身前瞬间变成一片狼藉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老人眯起眼睛 卓文浩冷傲的脸上浮现兴奋 果然 你果然也领悟了剑意 陈征面色淡然 所以呢 卓文浩手中白灵剑舞出一个剑花 剑意激荡而出 口中叹息道 一人独行 总是寂寞 前路无人 甚是无趣 他看向陈征 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杀你了 陈征失笑一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只是你坐井观天而已 在知道外面世界广播以后 在看卓文浩这番姿态 陈征只觉得好笑 卓文浩傲然一笑 谁是天 你妈 赤 赤 赤 无数剑光绽放 化作剑影牢笼 朝着陈征拢罩而来 森然剑意犹如咒语落下 剑状 陈征不为所动 浑身青云剑意激荡 一袍无风而动 手中黑龙剑颤鸣他 并未像卓文浩一样划出剑影 而是一剑笔直降落 剑速不快 但剑势急沉 空气荡开阵阵连衣 仿佛空间都被切割开来 沉重的剑意之下 身前一切都被一分为二 也包括卓文浩的牢笼剑影 枪 剑光激荡 破碎的剑意散落 两人周遭之地都被切割崩裂 猥琐老人眯眼笑道 嘿嘿 这小子有点意思啊 以开麦进寺重修为 竟然能跟少爷打得有来有回 老人家 你这身上的杀意都快慢出来了 莫不是对自家少爷没有信心 艾琳娜笑音音道 猥琐老人吃笑一声 似乎不屑回答 远处 两道剑光一处击分 虽然卓文浩修为更胜一筹 但是陈征一身气血之力完全碾压 一撞之下 竟然是卓文浩连退束步 在地上踩出一条深深沟壑 才堪堪停下 有点意思 卓文浩脸色愈发兴奋 就连身上剑意都变得赤剩了几分 卓文浩脚下一踏 地面崩裂 身形如同拉满的强弓一般 激射而出 激荡的剑意宛如倾泻的洪流 之前两剑只是试探 现在 他才开始动真格的 剑士 白虎 卓文浩低喝一声 体内静气倾注到白灵剑上 白灵剑顿时闪烁起一阵凌厉白光 耀眼的剑光凝聚成一头白虎虚影 朝着陈征咆哮而去 剑光所致 地面直接被撕裂出一道恐怖的沟壑 感受到这一剑的威力 陈征眼中也多了几分认真 青云剑意生疼 混沌之气荡开 一股恐怖深远的气机激荡开来 他依旧是一剑劈下 直接斩出一道宛如月牙一般的昏黄剑气 碰 剑气白虎跟月牙剑气对撞 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 这一次 两人都未后撤 而是陷入僵持之中 剑锋跟剑锋对撞 蹦射出道道金色的电弧 剑意跟剑意交融 犹如触碰的水火 相互磨灭吞噬 这一次 卓文浩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 你的剑意 从刚才他就觉得奇怪 陈正的剑意明明感觉没有自己的强盛 却偏偏能压制自己一头 陈正轻笑一声 发现了 我已入门及剑意都能跟你对抗 你已经输了 此刻 通过跟卓文浩的对战 陈正对于青云剑意也有了更深的领悟 他脑海中回荡起青云剑意主人的那句话 我的剑意应在剑道之上 之前 陈正以为这只是一个态度 现在 陈正明白了 青云剑意的主人只是在称述事实 青云剑意 似乎天生克制其他剑意 卓文浩的大臣剑意极强 但是在青云剑意之下 脆弱的就像是一张白纸 卓文浩面色微沉 失笑一声 对抗 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资格跟我对抗 话落 卓文浩身上的气息再次跋生凌厉的气息 让陈正都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 卓文浩浑身轻轻抱起 原本外放的剑意 此时骤然收缩 环绕于卓文浩周身 他眼中泛起淡淡血丝 身体似乎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 但卓文浩的眼神极其平静 更带着绝对的自信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能跟我站到这种地步 也不枉费 我一番期待了 只可惜 卓文浩直直看向陈正 眼中有杀气流转 你要到此为止了 陈正的剑意极为古怪 虽然卓文浩嘴上不说 但那种完全不讲道理的压制力 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忌惮 他本来想着留陈正一命 作为自己的魔刀石 但现在 卓文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恐怖的气机生腾 凝聚一线的剑意 进阶倾倾注到白灵剑上 白色剑光犹如高声的潮汐 化作一头完全由剑意凝聚的小型巨龙 剑士 神龙 卓文浩一剑刺出 空气被撕裂 剑意巨龙吞噬一切 带着无比恐怖的森然寒意 朝着陈正撕咬而去 我不信你 还能挡得住 看着自己倾注所有的一剑 卓文浩显得极其亢奋 他有预感 这次回去以后 自己的剑意 用不了多少时间 必定能够更进一步 结束了 猥琐老人脸上露出轻松笑意 卓文浩这一剑 开迈进八重之下 恐怕都难以抵抗 艾琳娜一直注视着陈正 见陈正始终一脸平静的样子 心中顿时有数 他脸上露出笑容 是该结束了 说着 他看向峡谷上方 感受到艾琳娜的视线 陈红英也低头看来 两人视线对撞 三秒 艾琳娜开口 陈红英紧了紧手中红英枪 点头道 可 猥琐老人眼睛一亮 哟 还有一个 一龙双凤 看来我今天有的辛苦了 陈红英没有废话 赤裂的钢器 犹如烈焰一般绽放 红英枪身蔓延起一阵火红之光 恐怖的温度 连空气都变得扭曲 猥琐老人面色微变 但不是因为陈红英 而是因为站在他不远处的艾琳娜 艾琳娜此刻身上 气息正在不断攀升 此时已经超过了天罡进七重 捏 猥琐老人瞳孔震动 正要出手阻挡 一抹红色枪芒激荡而至 一 陈红英淡漠的嗓音响起 滚 猥琐老人寒怒一掌拍出 直接拍歪了陈红英的枪间 但也成功将他限制在原地 陈红英招势一转 借着猥琐老人掌镜 枪杆轮远一圈 空气轰鸣炸裂 再次重重杂趣 二 陈红英浑身皮肤都开始犯血 但神情依旧冷冽 猥琐老人再次被逼停 脸上展露恶毒的杀意 你找死 陈红英不为所动 眼中闪现着死质 正要刺出最后一枪 够了 艾琳娜身形已经闪烁来 艾琳娜此时的气息 已经定格在天罡进大圆满 脸上的娇媚的笑容已然收敛 只剩下无尽的含义 若非是我受到限制 就你这样的垃圾 天罡进五重的修为足以斩你 艾琳娜眼中满是不屑之意 跟平时的气质大相径庭 陈红英此时心气松懈 整个人直接晕死过去 艾琳娜伸手将人接住 放到一边 娘妈 你好大的口气啊 一会儿躺在我身下 希望你还能叫得这么大声 猥琐老人 黑黑冷笑 艾琳娜不为所动 一掌挥出 对于一个死人 她还是抱有足够的耐心 哄 恐怖的寒意激荡 方圆数米之内 都冒起白色的寒烟 点点冰渣浮现 仿佛连空气都被冻结 寒掌 领冬 无尽的寒意席卷 凝结散发着微微刺痛 这是意境 猥琐老人面露震惊之色 艾琳娜这一掌 竟然蕴含了意境的力量 意境是对一门上乘武学 领悟到了一定程度后 从而从中领悟出香 对应的武道真意 具有神奇强大的力量 就像是艾琳娜此刻 所绽放的冰寒意境 便可压制别人心动 限制经脉肛源进气流动 除非有相对硬层次的力量抗衡 便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猥琐老人 想要振脱艾琳娜的意境封锁 浑身肛源狂暴涌动 但始终无法突破 艾琳娜的意境之力 刷 艾琳娜身形闪现 黄勇的掌力 犹如雪崩一般 本就墙上的冰雪意境 在此刻更是暴涨一倍 猥琐老人如遭雷击一般 身形定格在原地 碰 艾琳娜已然一掌硬上 猥琐老人瞪大了眼睛 面色惊恐 下一刻 冰金凝结 瞬间将其覆盖 直接将猥琐老人 动成了一个冰雕 下一刻 哄 冰雕轰然炸裂 猥琐老人 直接被分成了无数碎块 艾琳娜身上气息风掉落 再次变成了 开迈进大圆满的状态 脸色更显苍白 身子摇摇欲坠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身上再无冰寒之感 恢复了娇媚的气质 好弟弟 我是真不行了 你要是说了 咱们三个恐怕都活不成了 听见艾琳娜声音传来 被卓文浩建议巨龙逼得 一推再推的陈征 神色一定 气血激荡间 锋芒的气息暴涨 卓文浩想借用陈征的建议 磨练自身 陈征何尝又不是一样的心思 此刻 借着刚才灵光一闪的心境 陈征的建议 终于游入门 抵达小城境界 嗤 嗤 嗤 青云建议挥洒 空气发出 阵阵尖锐的暴鸣声 卓文浩的建议巨龙 竟然开始层层瓦解他面目 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怎么可能 碰 就在他还在心神震动的时候 巨龙建议已然彻底崩碎 犹如细语一般的青云建议 带着无尽杀意 朝他击射而来 你想杀我 你也配 卓文浩脸上泛起争鸣之色 再也没有一开始的从容跟狂傲 在他色力内忍的怒吼声中 掩藏着一丝 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位置 他一键挥出 汹涌的建议 虽然依旧害人 却已经少了一丝锋芒的气息 撕了 建议在相互碰撞抵消 卓文浩狂笑道 看 你根本杀不死我 但下一刻 一抹流光闪过 黑色长剑宛如划破白空的黑色闪电 直接洞穿了卓文浩的胸膛 陈征抽身退 长剑一甩 血水洒落 姿态飘逸消散 除了剑意 你一无是处 陈征弹幕的话音传来 或许是因为剑意太强 又或者是因为真的没有对手 卓文浩无论是剑法 剑法 亦或是对战斗节奏的把控 都很一般 当他的剑意 无法再形成碾压之后 落败 其实是已经早就注定的事情 卓文浩捂着 正在狂勇鲜血的胸口 身形亮腔着后退 眼睛大瞪 不甘地看着陈征 你到底是谁 张嘴间 卓文浩口中鲜血喷涌 生机正在飞速泯灭 但他仿佛有执念一般 目光死死盯着陈征 无愿倒下 你不配知道 陈征轻笑一声 手中黑龙剑一滑 灵力剑气激荡而出 卓文浩不甘地头颅冲天气 碰 无头尸体终于倒地 血腥味在峡谷之间蔓延开来 陈征长出一口气 转头看向艾琳娜 刚才还说着不行了的艾琳娜 此刻已经将陈红英扛起 好弟弟 我就先带着妹妹走了 你自己回去吧 艾琳娜说吧 身形一跃 飞上峡谷 瞬间消失不见 陈征上前 将卓文浩手中的白灵剑 连同剑桥一起收后 想了想 干脆将几具尸体上 值钱的东西全部摸走 这才转身离开 一直到深夜 陈征才摸回皇城 摆到凤天楼中 范云已经等待良久 脸上满是焦躁之色 患得患尸 毕竟陈征要是失败 那他也得死 包厢门突然被人推开 谁 范云转头看去 只见身负两把宝剑的陈征 走了进来 陆先生 范云连忙迎了上去 他一眼便认出了 陈征腰间的白灵剑 心中震动不已 脸上愈发恭敬 恭喜陆先生 陈征摆了白手 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什么好感激的 范云连连点头 满脸期待道 陆先生 那我的解药 陈征从怀里拿出一枚丹药 但笑道 此丹可保你半年无恙 范云面色微便陆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征但笑道 你我现在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但我并不能完全信任你 这只是在我信任你之前 所做的一场保障而已 这可跟说好的不一样 范云脸上泛起一丝酝怒 陈征摆了白手 不用着急 我并不会以此来威胁你做什么 这么做 只是为了避免 你会做出什么蠢事而已 他看向范云满脸真诚道 而且跟我合作 你也并非没有好处 有些你不方便处理的事情 也可交由我来帮你解决 范云压下怒意 此时人为刀组 无能狂怒也没作用 陆先生 那你给我交给底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陈征但笑道 告诉你也无妨 我背后乃是赤野猴府 外人都说赤野猴生死不明 你不会也当真了吧 范家作为断气使家 还有能用到的地方 陈征并不打算就此舍弃 闻言 范云脸上露出震动之色 却又觉得合理 难怪在得知卓文浩要杀陈征之后 这位陆先生就动了杀心 而且没有如果没有这般滔天的背景 一般人也的确没有对史性义 跟卓文浩动手的底气 我需要做什么 范云有些紧张 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 我需要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你也可以放心 我会给你选择的权利 到时候要不要做 你可以自己决定 说吧 陈征起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 陈征假期结束 告别母亲 返回轩灵院中 初年级宿舍区域 陈征走在大道上 一道又一道视线朝他头来 神色莫名 透着一股古怪的气氛 陈兄 东方无缺带着几个严惩天骄迎来 压低声音 神色凝重道 我得到消息 是卓文浩传回消息 今天他便会返回轩灵院 卓自营的那些人 此时都摩拳擦掌 等着看你笑话 陈征神色淡然 放心 他回不来的 东方无缺一愣 什么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陈征淡笑一声 转口问道 东方兄 你知道该怎么请假吗 请假 东方无缺不解 但还是给陈征 指明了教习的位置 等到陈征离开 东方无缺身后 几个严惩开迈进学员 才冷笑出声 少城主 这小子分明就是怕了卓文浩 所以想请假避灾 咱们冒着这么大风险支持他 真的值得吗 少城主 如今跟他划清界限 还来得及 几人纷纷劝道 东方无缺摇头陈兄 不是这样的人 陈征真想避战 今天就不用回来 何必多此一举呢 回不来吗 他想到陈征刚才的话 心中生起一丝期待 少城主 几人顿时大吉 闭嘴 东方无缺 神色冷恋 如果你们信任我 那就也要信任陈兄 或者你们可以跟其他人一样 无需跟在我身边 我也不会责怪你们 在得知东方无缺选择战队陈征之后 初年级严惩天骄 都纷纷选择跟东方无缺 划清了界限 如今还愿意跟在他身边的 也就身边这几个了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东方无缺并不生气 而且能够借此 分辨出 谁才是能够并肩作战的兄弟 也是一件好事 几人无奈 却也都不在开口 另一边 精英般教习白秋 皱眉看着陈征 请假 你刚放假回来 还要请假 是的 我于修行一道有些领悟 需要静修一段时间 还请教习通融 陈征抱拳笑道 白秋冷声道 你不会是为了躲着卓文浩吧 陈征淡笑摇头 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看陈征的样子不似座位 白秋沉硬一番 还是点头硬了 可以 你要请多久 陈征估算了一下 短则十五天 长则二十天 如今卓文浩已死 他也不必再浪费时间 想要早点将混沌神鼎中的 那滴青色剑液吸收 免得浪费了混沌神鼎 练花青色剑魂的时间 现在他已经确定 在新的剑液被吸收之前 混沌神鼎 便不会再产生新的剑液 陈征推测 这或许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毕竟这种进入别人记忆的方式 太过神奇 而且代入感极强 若是不能循序渐进 很容易让人的意识产生混乱 剑液的产生 应该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么久 白秋盯着陈征看了一会 才点头道 我可以准你的假期 但是假期之后 你必须让我看见你 所谓的领悟成果 否则一切都按照旷课处理 严重的话 你会被直接驱逐出轩灵院 陈征点头 可以 去吧 白秋摆了白手 陈征告辞离开 然后便返回了李敏的小院 小院中 李敏正在等待陈征 神色凝重道 卓恩豪要回来了 你做好准备没有 陈征笑了笑 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递给李敏 这里有五枚增弃单 大恩不延线 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九公主尽管开口 李敏摇头 你死了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如今你我已是一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你若真要感谢我 那就好好活着 更要活出个人样 陈征正正看着 李敏那张冷宴的俏脸 心中 生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这位九公主对自己 是不是太过关心了一些 还是说 这位九公主 真的是面冷心热之人 不管是哪种 这种纯粹的善意 都让陈征心中温暖 她伸手将李敏的手掌拉起 但这丹药本 就是为你准备的 你收好便是 陈征松开了李敏的手 卓文浩的事情 你不必担心 她已经回不来了 我要闭关一段时间 二十天内 尽量不要打扰 说吧 陈征转身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 李敏看着陈征的背影 心中渐渐安定下来 卓文浩回不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李敏深吸一口气 不再多想 此时 大量初年纪添交 朝着小院聚拢而来 李敏眉头微皱 直接走出小院 将房门关闭 你们过来干什么 滚 李敏朝着领头的裴东 冷声喝道 裴东身旁 背着常见的孙厚 嬉皮笑脸道 嫂子 我听说姓陈的那小子 为了躲避卓哥 直接跟教习请了长假 这样的家伙 你还要护着吗 李敏神色冰冷 我再说一遍 滚 他身上生腾起 一股霸道的气息 裴东神情淡然 轻笑道 九公主 你在墙 拦得住 我们卓字营所有人吗 人群后方 田家三人聚在一起 脸上带着兴奋恶毒的笑意 那小子太天真了 真以为躲得过去 田言神色冰冷 史家那边传来消息 今天这小子 必死无疑 田一灵兴奋到 史家那边也发力了 他在服用田无极给的开卖单后 已经成功突破 百岛初年级 田言点头 没错 史家对赤野猴的侯卫 势在必得 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 我们只需静静看戏便是 他眼中闪烁着恶毒的恨意 自己父亲死在了陈家手上 现在天赋最好的弟弟 也死在了陈征手里 田家三房一脉 就只剩他一根毒苗 田言怎能不恨 田山拍了拍田言的肩膀 叹息道 炎帝 今日这废物若死 欣然在九泉之下 也可安心了 田一灵也收敛笑容 出声安慰 一副胸有地公的模样 你们想干什么 东方无缺站了出来 虽然立单是薄 但该有的态度 还是得拿出来 呵呵 一个普通般的垃圾 也敢跟我们呲哑 孙皓吃笑一声 浑然没有将东方无缺少成主的身份 未来成就都不会在这之下 而且 严惩之主前力已尽 他们可还有无限 可能你不过年长过几岁而已 同岁之下 你在我面前 不同样是个垃圾 东方无缺冷声回队 态度毫不示弱 找死 孙皓眼睛微眯 身上有煞气涌现 正要踏出 却被裴东拦下 孙皓顿时恼怒 你又要拦我 那陈征也就算了 东方无缺有个开脉进一重 他难道还打不过 裴东诞声道 尝尝脑子 你要以什么名义 东方无缺嗤笑一声 你只要承诺 将修为压制到后天境 我就敢打死你 一个开脉进五重 也有脸在这叫唤 怎么 卓自营号称 初年级天交汇聚之地 却只敢欺负新人 你 孙皓眼中杀鸡闪烁 他卓自营的人 何时被这般讥讽过 黎明此时冷声开口 我是开脉五重 你有胆子 就跟我打 孙皓面色微变 嫂子说笑了 裴东此时上前一步 但声道 九公主 我们无意与你为敌 丢得起这个脸 说吧 他脸上泛起一丝笑容 拍了拍手 顿时有大量 普通班的学员走出 口中发出阵阵呼吓声 废物出来 堂堂赤野猴之子 竟然是个缩头乌龟 你枉为赤野猴之子 要是怕了 三跪九寇 卓师兄也饶你一命 滚出来 阵阵难听的言语回荡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过来看热闹 怎么回事 听说是卓师兄要回来了 赤野猴之子 直接请了长假 不敢面对 什么 我不是听说 他还要挑战卓师兄吗 呵呵 这你也信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 被人这么骂都不敢冒头 看来是真的怂了 竟然还让九公主出来顶雷 枉为男人 围观之人 也渐渐加入谩骂行列 今天陈征要是不出来 恐怕名声就要 臭得烂打街了 而且陈征畏惧卓文浩的事情 也会在整个宣灵院传遍 陈征之前建立的那些威望 都将付诸东流 裴东脸上泛着淡淡笑容 既然陈征 想当缩头乌龟 他便也成全了陈征的名声 黎敏跟东方无缺 面色微沉 今日陈征要是不应战 即便以后 陈征真的战胜卓文浩 这也将是陈征身上 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污点 裴东这个办法 虽然无耻 但的确有用 九公主 陈兄是怎么说的 东方无缺看向黎敏 黎敏皱眉到他说 卓文浩回不来 而且还让我不要打搅他 文言 东方无缺身后 几人再也忍受不住 忍不住嘲讽 怕了就是怕了 还说别人会不来 怎么 他是神仙 能够未卜先知不成 就是 少城主 这样的家伙 真的值得我们追随吗 我们几个愿意跟着您 那就不会怕死 但让我们死得这般屈辱憋屈 我们不甘心啊 东方无缺沉默不语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他在心中叹息 陈兄啊陈兄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更远的地方 一群轩灵愿教习 也聚集在一起 摇摇看向这边 那赤野猴之子 莫非真的怂了 不是说他有奶腹之风吗 趋利避害 人知天性 而且害怕的对象是卓文浩 也不算丢脸 但连出来面对的勇气都没有 那才丢人 一些教习摇头叹息 似乎对陈征颇为不屑 白秋冷着脸 一言不发 一旁短发教习好奇看来 白秋 以你的脾性 应该不会给他批价才对吧 白秋诞生道 因为他并非未占 什么意思 短发教习不解道 白秋脸上泛起一丝玩味笑容 不再回答 人群厚 田家三人冷笑不止 看来那废物真是怕了 田一灵焦急道 史家的人怎么还不出手 不会任由他当缩头乌龟吧 田言摇头道 不急 说着 他看向远处 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来了 田言跟田一灵同样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长着方脸的精英班学员 正匆匆朝着这边走来 此人名为史泰宁 正是跟田言联络的史家天娇 史兄 田言笑容灿烂地迎了上去 一切都准备当了吧 但田言的笑容很快消失 只见史泰宁面色难看得到 初遍顾了 我叔父死了 他的叔父正是史姓义 田言皱眉道 你叔父死了 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他才不在乎史家人的死活 他现在只想让陈征死 史泰宁深吸一口气 语气颤抖道 是我叔父去联系的卓文浩 现在的问题是 卓文浩也死了 田家三人呆愣当场 直到几个从外面跑来的初级班天娇 大声吼道 卓文浩死了 此话一出 原本还嘈杂的环境 瞬间变得寂静 一众出 年纪添骄都露出茫然之色 尤其是卓自营的人 每个人都忍不住揉了揉耳朵 觉得自己是出现了幻听 直到又有人叫道 卓文浩真的死了 黄成卫在黄城外天险峡谷 发现了三具尸体 其中一人 已经被证实 正是轩灵院初年纪添骄 卓文浩 此话一出 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 砸下一块巨石 顿时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哗然声四起 卓师兄死了 谁能杀他 不会吧 那可是卓文浩啊 那可是领悟了剑意的妖念啊 无数人惊叹 质疑 不信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 却也由不得众人不信 卓文浩 真的死了 在一片宣闹之中 唯有卓自营的一群天骄 依旧一片沉寂 他们脸上泛起茫然无措 那个一见无敌 孝谭要带领他们 征服大渊的妖念 就这么死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卓师兄怎么会死 天刚静之下 谁能杀他 孙浩脸色战红 神情激动 一副不能接受的模样 作为卓文浩的狂热追随者 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相比起来 裴东就要更加冷静一些 他分析道 不对 卓哥说过 想杀他的人不知反几 所以他身边一直都有为天刚静 大圆满的高手随行保护 哪怕吃饭睡觉 也会在他身边守护 谁能杀他 然后 他们便又得到一个消息 死去三人的身份都已确定 其中一人是曹邦分部的负责人 天刚静三重的史信义 剩下一人 分别是卓文浩 还有卓家 一位天刚静圆满的老供奉 这个消息一出 现场再次掀起逃天巨浪 天刚静大圆满也死了 出手的 莫非是天象静 可是大圆国内 天象静高手屈之可数啊 谁会对卓师兄出手 天哪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卓文浩之死 直接让整个初年级都沸腾了 便是教习那边 也是一个个面露震惊之色 但他们想到的更多 有人叹息 这皇城 怕是又要乱起来了 有人冷笑 这是自然 死了一位未来 注定可以比肩 无忌猴跟赤野猴的妖念 卓家必然疯狂 说不定 那位正在必死关的 卓家老祖都会出关 也有人嘲笑 嘿嘿 那卓文浩不可一世 如今却是这般下场 着实可悲 出手的人 有可能是天象静 卓家那位老朽的 天象静出关 又能如何 还有人无奈到 不仅如此 不少人可都是 是在卓文浩身上投注了的 如今卓文浩一死 相当于竹篮打水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卓文浩的死 也不只是关卓文浩一人 这种级别的妖念 必然牵连甚广 短发教习就没到 不仅是外面那些人 单说咱们轩灵院 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凶手 尤其是院长 一向深入检出 对任何事情 都不太上心的骆天旗 唯独单独召见过卓文浩 还公开表示过 对卓文浩的欣赏 如今卓文浩一死 院长不会暴走吧 突然他心中一动 看向白秋 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白秋此时也皱着眉头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 他本来以为出手的是陈征 但现在竟然还死了 一位天罡进大圆满 他倒是无法确认了 人群中 田家三人面目猙獰 便是一向以聪明人自居的田言 此时也忍不住破防了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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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卓文浩早不死晚不死 为什么偏偏死在这个时候 小院前 李敏跟东方无缺同样震惊 该不会 东方无缺忍不住开口 虽然感觉不太可能 但卓文浩死的 未免也太过凑巧些 而且 陈征回来时候的态度 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 黎明冷声道 不是他 他刚从外面回来 应该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所以才会如此笃定 不管是不是陈征干的 黎明只清楚一点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牵扯到陈征的身上 只有等待陈征的 只有无尽的麻烦 东方无缺也立刻反应过来 笑道 对 难怪陈兄一回来 就说 那卓文浩回不来了 原来是一早就得到了消息 这个陈兄 还给我卖起关子来了 他身后 几个严惩天骄 不由露出恍然之色 他们倒没怀疑到陈征身上 就算陈征能杀了卓文浩 难不成还能杀了 使信义跟那位 天刚进大圆满的卓家 共同不成 要是赤野猴在 却有可能 但以如今赤野猴府的势力 绝无可能 黎明看向卓自营 一群天骄 冷声道 卓文浩已死 你们可以滚了 或者说 你们中 还有谁想挑战陈征 只要你们敢出生 不用他答应 我就可以提前帮他答应下来 卓自营一片沉寂 他们赶来这里闹 是因为有卓文浩这个底气在 但现在 这个底气已经没有了 原本陪同卓自营 一起过来的初年级天骄们 此时也默默地远离了 卓自营的队伍 卓文浩已死 以后这初年级 还有谁是能够一刀斩杀萧天和 已经出现无敌之姿的 陈征的对手 他们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初年级的天 要变了 曾经让人向往不已的卓自营 如今 似乎一下子变成了 让人避之如蛇蟹的恐怖之物 走 裴东墙忍着震动跟恐惧 带着卓自营一群人转身离开 但黎敏并不打算这么放过他们 语气冰冷到 等陈征出关之后 我会将今日之事原原本本地告知 他会来找你们的 卓自营仲天骄脸上 更是蒙上了一层阴云黎敏 看向四周看热闹的学员 曾经心无旁骛 先是吞服了两滴金红液体 来维持身体气血 又吞服了一颗补充气血的丹药 直到感觉身躯血肉经脉都在发胀 这才将心神沉浸浑海之中 取出那滴青色剑叶吞服 在剑叶入腹的瞬间 陈征再次陷入 如上次一般的失重之感 视线再次恢复的时候 只见一阵火花剑舌 当 当 富有节奏的打铁声 在陈征耳中回荡 龙玉的火光 仿佛要将陈征吞噬 但陈征清楚 这不是自己的感受 而是青云剑叶主人的感受 他已经再次陷入 青云剑叶主人的记忆之中 师父 我让你教我磨练剑叶的方法 你带我来打铁干什么 青云剑叶之主 语气不满 轻袍男人唇厚的声音响起 谁说打铁 就不能磨练剑叶 等你真正掌控我这十八段法 你的剑叶 便可不入圆满之境 也可真正打造出 独属于你的第一把剑 听着这对师徒对话 陈征心中惊讶 莫非这次的记忆 竟然是打铁 打铁锤练剑叶 真是闻所未闻 但很快 陈征便意识到 青袍男人所说的打铁 并非是真正的断气 一开始 剑魂之主以铁锤打剑气胚胎 但青袍男人 并不是让剑魂之主 直接用蛮力挥锤 而是每次落锤之时 都要以剑叶融于铁锤 第一柄剑胚 就这样被青云剑魂之主 一锤锤的稀烂 剑胚宛如被力气 切割成无数小块 十二 你现在还觉得 维师这十八段法简单吗 青袍男人轻笑道 剑魂之主傲然道 只怪我剑意太盛 青袍男人并不反驳 而是点头笑道 此话当然不假 他话音陡然一转 手握力气 便是十岁小儿 也有诛杀成人的可能 一个强壮的青年 也会死在手拿弩剑的孩子手上 但他们强的是气 而不是己 青袍男人 语气充满了阴气跟期待 维师不希望你这样 维师想让你成为一个 无论是手握力气 还是手握一根稻草 依旧能战胜强敌的存在 你的剑意很强 但维师希望 是你遇使剑意 而不是依靠剑意 青云剑魂之主的心情 平复下来 沉生道 徒儿明白了 沉下心神的青云剑魂之主 重新拿起一个剑胚 再次一锤落下 当 火花剑射 剑意激荡 剑胚依然炸裂 但碎裂的快速 明显变少 轻袍男人大笑 好 沉生心神沉静 暂时忘却自我 将自己完全带入 青云剑魂之主的记忆之中 只有这样 他才能尽可能继承 记忆中的一切 相比起第一次 沉生更有经验 也更加从容 在一次次锤炼之中 剑魂之主愈发得心应手 在崩坏上摆条剑胚之后 剑魂之主终于在一锤之下 保留了完整的剑胚 那种成功之后的喜悦 沉生感同身受 我的剑意 剑魂之主举起铁锤 浑身剑意激荡 明显变得欲宁练几分 师父说的是对的 尝到甜头的剑魂之主 愈发上心 整个锻造室中 都被火光包裹 炙热的高温 让人汗如雨下 当 当 原本轻重不定 急缓不明的打铁声 也渐渐变得富有节奏 终于在第198个剑胚 一 二 十八 成了 剑魂之主精神振奋 原本宛如铁条一般的剑胚 经过剑魂之主的不断锤炼 已然有了剑气的雏形 本就普通的铁条 此刻 却散发着无比恐怖的锋芒气息 轻袍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剑气成形 接下来就是脆火开封 我要你以剑意为火 助剑开封 剑魂之主 这次没有再质疑 兴奋回道 好 但以剑意开封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剑意激荡的瞬间 已经成形的剑气 瞬间变得坑坑洼洼 虽然没有彻底崩碎 但已然废掉 这一次 剑魂之主不再急躁 而是沉下心思 学着操控自己的剑意 也不知过了多久 本该躁热的锻造室中 只有森寒凌烈的剑意充斥 地上摆满了废弃的剑气 剑魂之主就站在一堆 废弃剑气的中央 看着手中开封的长剑 脸上浮现平静的笑容 成了 他一抬手 手中剑光闪烁 有如冰冷的流水 剑意无声无息 身前一堆剑气 却进阶断裂开来 圆满剑意 哄 天旋地传的感觉传来 彻底沉浸在剑魂之主 记忆中的陈征 被强行拉扯出来 在短暂的茫然 跟怅然若失之后 陈征的意识 渐渐清醒 他先是查看了自己的身体 虽然气血有所亏空 但要比上一次 形弱枯稿的样子 好上太多 他连忙取出一滴 金红色液体服下 感受着身体传来的愉悦感 陈征止不住眯起眼睛 一身气血奔涌 随着能量补充 陈征浑身五脉 开始鼓动 第五条天脉 也隐隐有要突破的迹象 他又发现了 青色剑叶的一个好处 吸收剑叶 虽然会消耗身体气血的力量 但同时也有助于 帮助炼化液体 跟丹药的力量 陈征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直接拿出两颗修炼丹药 塞进嘴里 一鼓作气 轰身上气息骤然沸腾 一身静气 至少增加三成 第五条五道天脉 洒落进来 此时正值清晨 你出关了 清冷的嗓音传来 陈征转头看去 只见李敏正略带惊喜地看着自己 陈征露出笑容 九公主 我闭关了多久 李敏回道 十四天 明天就是你前往 无极营寿风的日子 你若不出来 我恐怕也得去叫你 陈征点头 看来并非是越到后面 需要的时间就越多 又或者是跟自己准备的 足够充足有关 看见陷入沉思的陈征 李敏继续道 卓恩浩一死 严肃地看着陈征 父皇让我告诉你 卓家要对你出手 未必是真的觉得 你杀了卓恩浩 只是他们想借着卓恩浩之死 做一些事情 以此来挽回自家的损失 出于某些原因 父皇无法给你太多的帮助 这次授风一事 你恐怕会很艰难 陈征并不慌张 笑道 无妨 他早就预想过这样的情况 也做好了被针对的准备 卓自营的那些人呢 陈征问道 李敏回道 这段时间倒是很老实 他将陈征闭关之前的事情说了 陈征拎起小院中的一柄重锤 笑着朝着小院外走去 来而不枉非理也 咱们也去拜访拜访他们 李敏震了一下 然后跟在后边 低声问道 你要报复他们 陈征摇头 不是报复 只是有些事情 光摆在暗地不行 必须摆出来 让大家用眼睛看见 卓恩浩一死 陈征变成了初年级的无冕之王 这恐怕已经是初年级 大多数人心中的共识 但只是心里清楚 还不够 他要改变轩灵院的格局 就得正大光明地 让所有人知道 他陈征 就是有这个能力 否则免不了有人心存侥幸 阳奉宁为 黎明点了点头 不再多言 走在学员大道上 来往的学员 都朝两人头来瞩目的视线 那是小侯爷 他出关了 陈师兄要去哪里 嘿嘿 这还用说 当然是卓字营 众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一个个远远跟在陈征身后 汇聚的学员也越来越多 陈征也不理会 任由他们跟着 台子摆好 自然也需要看客 卓字营区 十几位卓字营天骄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直都有关注黎明的院子 在陈征出关的第一时间 他们便得到消息 一群人脸上或焦躁 或害怕 抑或是愤怒皆有 陈征果然来了 怎么办 跟他拼了 他能一刀斩了萧天河 却也未必能够赢得了我们 要不躲一躲 躲得了一时 你躲得了一世 或者你想自动离开轩灵院 不躲 我丢不起这个脸 十几个人各输己见 一团乱麻 最终 众人的视线 都落在裴东的这个团队智囊的身上 见到众人安静下来 一直沉默的裴东 才看向另外一个高大青年 此人名为高懒 开迈进五重巅峰剑修 也是卓字营中 除了卓文浩 这位魁首之外 站立第一人 他跟裴东一起 被称作卓文浩的左膀右臂 高懒 要不你试一试 无需死斗 只需摸清他的真实战力即可 这些天 我也收集了不少信息 那小子虽然一刀斩杀肖天河 但似乎也并不轻松 一刀之后 当时在场不少人都看见 他露出了明显疲态 裴东眯起眼睛 话语中带着一股自信 高懒背着一柄黑色重剑 双臂怀抱在胸前 听见裴东的话后 他顿时回忆 你的意思是 这小子 或许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 裴东点头 没错 只要你能抗住他第一刀 以你的实力 那小子必败无疑 说到底 他也只是个开麦金二虫而已 闻言 卓自营的一众天骄 顿时振奋 高懒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应下 好 我也真想看看 赤野猴之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卓文浩之下的第一人 高懒自然也有着自己的傲气 不诈拜的事情 他做不到 此时 一位天骄班的学员 竟来报信 那陈征来了 身后还跟着大量学员 声势不小 恐怕是想拿咱们立威 卓自营众人 顿时露出愤然之色 作为初年级超然存在的他们 竟然也会有这一天 欺人太甚 孙昊握紧了腰间剑柄 高懒一言不发 眼中却有冷光流转 走 裴东冷哼一声 率先朝外面走去 今日 咱们便让其他人看看 即便没有卓师兄嘛 我们卓自营 也依旧还是那个卓自营 外面 陈征淡然助力 四周已然围满了人 不仅是学员 不少得到消息的初年级教习 也跑过来看热闹 有趣 这位无疾猴之子一出关 就来找出自营的麻烦 还真是牙子必报的性子 人家都骑到他头上去了 难道还不准别人骑回来 快一恩仇 倒真是有几分奶腹之风 呵呵 我看是欺然怕硬 卓文浩在时 他躲开闭关 现在卓文浩一死 他就迫不及待地赶来 着实无耻 阵阵议论声传来 陈征都听见了 但是丝毫无法影响到陈征的心境 他静静注视着远方 裴东跟高懒领头 一众卓自营添交 正大波来 你打算怎么做 李敏低声问道 他虽然知道 陈征不是未占卓文浩 但其他人并不清楚 一些人始终觉得 陈征不如卓文浩 但卓文浩已经是个死人 陈征又如何去跟一个死人分出胜负 陈征笑道 卓文浩当初是怎么收服他们的 李敏回道 卓自营的天骄 基本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卓文浩是靠着一人一剑 将他们彻底打服 陈征点了点头 那我也可以这么做 裴东的声音传来 小侯爷此来为何 陈征摆了摆手 跳过无用的环节 我今天过来 只为一件事情 打服你们 哦 裴东冷笑一声 小侯爷要如何让我们服气 陈征诞诞声道 我与你们打个赌 裴东等人皱起眉头 赌什么 陈征语气平静 我一人挑战你们全部 你们可全力示威 生死不论 但我会留守 至少留你们性命 此话一出 满场皆惊 我听错了吗 他一人要挑战卓自营全部 这也太狂妄了吧 还让卓自营全力出手 这不是找死吗 他疯了 卓文浩一死 给了他这么大的底气 还真是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各种惊讶声 质疑声 嘲弄声 不屑声不绝于耳 他们承认陈征很强 但并不觉得 陈征会强到这种地步 不要胡烂 便是黎明 也觉得陈征的选择 有些疯狂 便是卓文浩 也不敢这么做 卓自营汇聚了初年级 最顶尖的天骄 军事有越阶战斗的能力 非是一般人可比 联合之下 便是寻常开迈进八重 都得跌血 陈征淡笑一声 卓文浩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我也做不到 卓自营一方 一众天骄 脸上都被怒意充斥 在他们看来 陈征是在侮辱他们 陈征的声音再次传来 赌不赌 我输了 不必多说 任由你们处置 但我赢了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离开轩灵院 或者臣服我 陈征语气淡漠 却透着一股无言的屁拟 轰隆 高兰后背 重剑驻地 他拖着黑色重剑 在地上摩擦出一阵火花 朝着陈征大步而来 开脉进五重巅峰的气势绽放 高兰犹如一头愤怒的暴龙 不用其他人 我一人 便可斩你 高兰语气冷冽 气势压迫而来 陈征神色淡然 看着大步而来的高兰 手中重锤高举 接我一锤 接得住 就算你赢 狂妄 高兰宁笑一声 他用的是重剑 讲究的 就是大开大合 一身力量远超铜镜 哪怕陈征一身怪力 已经人尽皆知 但高兰依旧自信 至少一锤 他不可能挡不住 来 重剑 破山 高兰狂吼一声 黑色重剑骤然灰聚 瞬间轮成半圆 剑锋犹如滔天之浪 恐怖的威势 让四周众人都忍不住连连后退 脸上 止不住露出惊骇之色 以前 有卓文浩压着 还真没看出 这高兰的实力如此恐怖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手了吧 在卓文浩出现之前 高兰可也是在初年级 独一档的存在 那陈征想一招胜他 不太可能 小侯爷为什么不用 自己最擅长的刀法 阵阵至一声传来 陈征心如止水 脑海中回味着记忆中 剑魂之主挥锤的场景 青袍男人所教的十八段法 不仅是锻造之法 更是一门极其高深的锤法 陈征虽然不打算暴露剑意 但是一身圆满的气血之力 同样能发挥出十八段法的恐怖威力 陈征浑身气血开始沸腾 隆隆的气血激荡声宛如潮汐撞臂 又如雷声轰鸣 气血之物自陈征周身激荡而出 汇聚于双臂 又融入手中重锤 轮成半圆的重锤化作残影 猛然落下 众人心神都被吸引 看着陈征这一锤落下 所有人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大势压下 哪怕不被针对 也依旧感觉心头像是压上了一座大衫 压抑且沉重 好难受 好 可怕 这一声渐渐消散 所有人都被陈征这一锤惊艳 尤其是处在这一股无形之势中心的高懒 身上原本一往无前的气质都瞬间凝滞 他面上泛起一丝凝重 即便如此 高懒心中依旧不曾畏惧 直到陈征浑身气息绽放 哄 恐怖的劲气 威压激荡 不仅是高懒 也包括高懒身后的卓字营 还有四周围观的一种学员 脸上均是露出惊恶之色 开脉镜五重 便是看戏的初年级教席 也一个个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我记得他出入轩灵院时 才刚突破开脉镜不久吧 有教席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似乎在怀疑远处的人 是不是陈征 这才过去多久 一个月 短发教席到夕一口凉气 便是早有准备的白秋 脸上同样泛着震惊之色 这便是他闭关的成果 其他教席无言 但看向陈征的眼神 已经不再带有丝毫审视 一个月时间 开脉镜一重到 开脉镜五重 如此修炼速度 已经不能用妖念来形容 怪物 这真是一个怪物 一个留着胡子的教席 忍不住感叹 他超过我们 恐怕也用不了多久了 白秋面色古怪 他想到一件事情 陈征受风再急 又得缺课外出几天 等他再回来 怕不是要再破一击 这小子不会一节课不上 便要从初年级 升入中年级了吧 白秋越想越觉得 有这个可能 如果陈征 陈征必定会成为 轩灵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人 便是强如无极猴 当初也做不到这般壮举 不说后无来者 但肯定前无古人 还有人想到的更多 神色不定 之前便有风言风语传出 说是这陈征杀了卓文浩 二重不可能 但开脉进五重 可不一定了 在各种视线瞩目之下 陈征的重锤 跟高揽的重剑碰撞 当 一阵沉闷的金铁碰鸣声 传荡而出 高揽震惊的神情 瞬间被恐惧替代 陈征犹如 催枯拉朽的力量 已经足以让人绝望 那自重锤 激荡而来的劲气 同样瞬间将他碾压 还有来自重锤上 那股无形的事 高揽脸上 闪过一抹茫然 同为开脉进五重 怎么会有人强得这么离谱 便是卓文浩 也不曾给过他 这般绝望的感觉 碰 高揽毫无抵抗之力的 连人带重剑 一同被锤飞出去 口中有鲜血喷涌 重重摔落在地 看来你不行 陈征淡漠的话语声传来 高揽心中 却生不起一丝怒意 他面色麻木地躺倒在地 任命一般地没有说话 陈征这一锤 已经垂灭了高揽所有的心情 他的潜意识都在承认 面对陈征 他确实不行 而且高揽能感受到 最后的时候 陈征是收了力的 否则他必死无疑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陈征淡漠的话语声回荡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这可能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这一次 没有人嘲笑 更没有人质疑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向卓自营的方向 陈征领头的一群人 也在沉默 便是最为冲动的孙浩 此时也一言不发 上吧 陈征无奈叹息一声 这一战无论胜负 他们卓自营 都将颜面无存 沦为成全陈征名声的垫脚石 更可悲的是 他们赢得希望 还不大 他明明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谁能想到 才不过半月的时间 他得到的消息 竟然已经过时了 他们错估了陈征的实力 当然 即便不错估 彼此的实力差距就摆在那里 他们的赢面 依旧不大 但这么多人看着 除了战一场 他们根本没得选 否则以后 都将无法再在轩灵院 抬起头来那就来吧 陈征懒得废话 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冲进人群之中 笨重的长锤在他手中 却显得蹊跷 长锤一锤 接着一锤挥出 沉重的威势 根本无人可当 每一锤落下 便必定有一人飞出 呼 半刻之后 陈征长呼一口气 随手将重锤丢下 身边已经没有一人能够站立 你们输了 虽然早就已经意识到 会是这种结果 但四周众人的脸上 依旧止不住露出震动之色 站在初年级天交顶点的卓字营 就这么全军覆没 陈征环顾一圈 与气泛着一抹肃杀 现在该你们选了 离开 或者沉浮 一只手臂举起 却是最先落败的刀懒 服了 见状 又有陆陆续续的手臂举起 我也服了 心服口服 最后 只剩下裴东孙浩等少数几人 始终没有开口 裴东看向陈征 小侯爷 能否多给我们一些时间考虑 陈征吃笑一声 怎么 觉得我明天过不了无济营那关 裴东见陈征看穿 也懒得伪装 点头道 小侯爷 你若是安然无恙 从无济营回来 我等必然真心臣服 你若过不了无济营那关 我们便是假意臣服 与你而言 又有何用 他们臣服于卓文浩 也不仅是因为卓文浩的实力 还因为卓文浩背后的势力 以及皇城大人物们的青睐 但现在的陈征 除了那尚未兑现的恐怖天赋 完全就是一艘 置身汪洋的小船 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陈征点头笑道 你确实是个聪明人 谢小侯爷夸奖 裴东脸上无喜无悲 想让他们上船 总得让他们看看 陈征有没有能够在汪洋之中 前行的能力 陈征轻笑一声 那就等我从无忌营回来再说 但有一点 我不管你们服不服我 从今以后 初年级跟外班 我说了算 裴东点头 这是当然 陈征不再废话 朝着黎明点了点头 两人结伴离开 陈征所到之处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路 目光之间 只有敬畏 陈兄 东方无缺大笑而来 他刚得到消息过来 正好看见陈征 大杀四方的场景 心中无比振奋 小侯爷好 东方无缺身后 几个严惩天骄 已然心悦成福 陈征也不摆谱 对着几人点头示意 东方兄 外班那边 你还看着吧 陈征笑着问道 跟东方无缺 他也没有客气的必要 这段时间 陈征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外班的情况 根本无瑕关注 都是东方无缺 在帮忙操持东方无缺笑道 陈兄放心 你现在名声越来越大 外班的那些家伙 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咱们 愿意接受咱们制定的规则 陈征笑道 很好 我还想请东方兄 帮我办一件事情 陈兄但说无妨 东方无缺直接应下 陈征靠近东方无缺 低语一阵 东方无缺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此事 当真 陈征点头 自然是真 东方兄帮我传话即可 选择的权力 依旧交给他们自己 我不会强求 东方无缺点头 好 告别东方无缺之后 陈征又找到白秋 白叫喜 我 陈征话音未落 白秋便摆了白手 我都知道了 去吧 对了 记得活着回来 陈征奇怪地看着白秋 白秋神色淡然 不做丝毫掩饰 我看不惯田无极 只要是 能给他添堵的事情 力所能及 我都可以帮你 我希望 你能一直活下去 活到可以杀死他的那天 无极猴跟赤野猴是个什么情况 只要深入了解一番 都能看得明白 陈征身为赤野猴之子 跟田无极之间 也注定没有缓和的余地 这才是白秋 看好陈征的主要原因 多谢 陈征抱拳告退 返回小院后 李敏正在等他 九公主 陈征笑着迎了上去 李敏眉头紧锁 我刚得到消息 明天田无极会向你发难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陈征点头 明白 犹豫一番 李敏还是开口道 实在不行 暂时放弃军衔 也未尝不可 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陈征诧异地看着李敏 身为冤皇的亲女 陈征不相信自己这个 少将军的军衔 对于皇室的意义 这可是皇室 用来分解田无极兵权的 极好机会 他此刻这番话 却是站在陈征的立场讲的 作为皇女 显然并不合适 虽然一直都觉得 这位九公主面冷心热 陈征此刻也忍不住感叹 李敏的过于善良了一些 陈征的眼神 让李敏有些羞闹 你别误会 我并不是关心你 只是现在你我一提 我只是在为自己考虑 陈征失笑一声 没有多想 摇头拒绝了李敏的提议 多谢九公主好意 但是实不待我 只要是能减弱田无极力量的事情 陈征都不会轻易放弃 更遑论他为了明天 已经做足了准备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李敏 也只有成了少将军 才能让陛下放心 也让九公主放心 这是冤皇给他的考验 他绝对不能退缩 也只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冤皇才会真正 将他放在对等的位置上对待 而不只是当成一个 可以用来权衡利弊的筹码 李敏看着陈征炙热的眼神 只感觉脸颊发烫 心中有些慌乱 莫非他觉得 靠自己的实力 成了少将军 连忙转身进屋 看着落荒而逃的李敏 陈征一脸莫名 从很早的时候 他就感觉 这九公主面对自己的时候 有些怪怪的 只是他也一直找不到原因 莫非是很少跟人正常相处 所以多说几句话 就会害羞 陈征觉得作为朋友 以后可以多锻炼一下 李敏这方面的能力 先做正事 陈征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薰灵院 来到情歌拍卖场 找到爱琳娜 陈征直接问道 爱小姐 孙哥回来了没有 爱琳娜点头 回来了 你现在要见见他们 陈征摇头 暂时不 爱小姐 天罡丹跟开卖丹的灵药 现在都收集了多少 爱琳娜回道 天罡丹灵药收集了五份 开卖竟多一些 有十二份 陈征笑道 麻烦都帮我送到丹市来 好 爱琳娜摆了摆手 便有下人立刻去办 陈征进入丹市 很快就有人将灵药送来 点燃丹火 陈征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天明还有十几个时辰 时间应该是足够了 陈征深吸一口气 率先将处理好的 开卖丹灵药倒入 此刻他心无旁骛 只做一件事情 炼丹 第二天清晨 陈征才从丹市走出 一直在外面 候着的贺兰迎了上来 小侯爷 轩灵院把您的马送来了 陈征点了点头 孙哥他们都到齐了吗 昨天进入丹市之前 他就让爱琳娜 今天一早将孙天宇 一群人召集起来 贺兰点头 都到了 正在大会客室等着呢 陈征笑道 带我过去 大会客室内 一群人围坐成一团 眉头微皱 气氛不算太好 老孙 我们是信任你 才不辞辛苦 万里赶来皇城 结果 人家就把咱们晾在这儿 到底什么意思吗 一个圆脸汉子 终于忍不住爆发 他们被孙天宇叫来 已经差不多有半月时间 虽然琴哥拍卖场 一直好吃好喝的供着 但他们不远万里而来 可不是为了这点吃的 一个面向愁苦的男人 也开口道 老孙 我本来已经绝了心思 是你给我希望 现在又是这般 这玩笑 是不是开得太过火了 其他人也是纷纷抱怨 就是啊 给个准话 实在不行 我们回去就舍了 看着越来越激动的众人 孙天宇连忙起身安抚 诸位 今天就是小侯爷 让我叫你们来的 不管怎样 肯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因为陈征 没有向他承诺什么 孙天宇自然也没办法 承诺其他人 此时也只能尽力拖着 正说着话 房门便被一把推开 一道身穿白色锦衣 身姿挺拔 风神俊朗的少年走了进来 少年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明亮的眼眸扫来 便让人有种如沐春风之感 嘈杂声顿时压下 让诸位久等了 陈征笑着 朝人群拱了拱手 我叫陈征 赤野猴之子 也是拜托孙哥 将诸位叫来的人 不等众人说话 陈征便将一个瓷瓶 放到桌上 这里一共有十枚天宝丹 众人的视线 不自觉被吸引 尤其是在听到陈征的话后 众人视线顿时变得热气 小侯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圆脸汉子 忍不住开口问道 喉咙不自觉地吞咽着口水 视线更是像药年 在瓷瓶上一样 陈征笑道 相信孙哥已经告诉诸位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 突破天罡的机会 小侯爷 直说吧 需要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有人朗声问道 其他人也尽量压抑着 躁动的心绪 他们不蠢 也知道 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 好 陈征又拿出一个瓷瓶 放到桌上 这是独单 众人顿时色变 陈征也不磨叽 直接道 我想雇佣大家三年 天罡单是报酬 可以提前支付给大家 独单是手段 是为了让我自己放心 三年之后 我会给大家解药 三年之内 我需要大家尽心为我办事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 突破天罡之后 三年之内 我至少让大家提升 三个小金节修为 也不会让大家 去做送死的事情 陈征直接将话说开 有人冷笑道 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陈征摇头 我不需要拿什么保证 做选择是你们 信我者留 不信者去 你们也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考虑 说吧 陈征看向门口 艾琳娜已经捏着一根熏香 身姿恶挪地走了进来 陈征笑道 艾小姐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说吧 陈征便直接离开 艾琳娜笑盈盈地 将熏香插进桌上花盆的土里 目光环视一圈 诸位又何必纠结 堂堂赤野猴之子 有蒙骗你们的必要 看众人还在纠结 艾琳娜淡笑一声 说句难听的话 诸位都是潜力耗尽之人 除了小侯爷 谁还能给你们这样的机会呢 一颗天钢丹 还比不上诸位的一条命吗 艾琳娜此话虽然伤人 但也无人反驳 因为他们清楚 艾琳娜说的事实 一颗天钢丹放在外面 足以让一群开卖镜 争得头破血流 我想赌一把 面容苦相的男人率先站起 朝着艾琳娜走去 艾琳娜先是给了一颗毒丹 亲眼看着男人服下之后 这才倒出一颗天钢丹 当浓郁的药箱充斥整个房间时 一群卡在开卖镜 圆满几十年的老人 再次激动起来 上品 这是上品天钢丹 苦相男人惊喜的声音传来 他双手捧着丹药 脸上满是陶醉 现场众人顿时躁动起来 上品天钢丹 不会吧 老周这么好运 小侯爷准备的天钢丹里 竟然还有上品天钢丹 下品天钢丹 可以增添四成 突破天钢境的成功率 中品能增添六成 上品更是有足足八成 也就是说 拥有一枚上品天钢丹 就意味着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突破的失败的可能性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少人脸上 都露出现眼之色 他们本以为 陈征拿出来的 只不过是最普通的 下品天钢丹而已 看见众人神色 爱琳娜嘴角勾起 友情提醒诸位一下 剩下的九颗天钢丹 都是上品哦 而且诸位可能没听清楚 我那好弟弟说了 是成功突破天钢境之后 才有资格为他效力三年 如果突破失败 诸位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随着爱琳娜话音落下 房内先是一镜 随即一众开卖镜大圆满 都是风一般的 朝爱琳娜靠去 爱小姐 我愿意为 小侯爷效力三年 我也是 独单给我 让我先吃 用三年时间 来赌一个天钢镜 完全值得 另一边 陈征已经出了情歌拍卖场 小六正牵着火灵鞠 在门口候着 看见陈征 小六正要迎上 他手中的缰绳 便被火灵鞠挣脱 稀绿绿 陈征的怀里 陈征摸着马头 看着火灵鞠 明显撞势一圈的身躯 笑道 看来轩链院的火石 确实不错嘛 小侯爷 小六心有余悸地靠了过来 刚才火灵鞠在兴奋时 瞬间斩露的气息 可是将他吓得不轻 也让他明白 这战马可不只是 看着高大凶猛而已 陈征点了点头 拉住缰绳 翻身上马 我先走了 小六正要回话 骤然马蹄升起 火灵鞠宛如一道 及时的火焰 迅速消失在小六的视野之中 此去 吴吉英 目标 少将军 骑找火灵鞠的陈征 一路走来 收获了无数瞩目的视线 一些隐藏在暗中的探子 冷冷注视着陈征远去的背影 然后又匆匆转身离开 大道旁 一处豪华酒楼内 三楼雅间 看着骑找火灵鞠呼啸而过的身影 一个留着黑色 长絮的方脸男人冷笑道 少年仙衣怒马 着实让人现眼 只可怜了我那折 在他对面 田经义陪着笑脸 卓兄 卓恩浩的事情 我们田家也深表遗憾 但在这皇城之中 敢对他动手 又有能力对他动手的 可不多 方脸男人名为卓布群 是皇城卓家二房一脉的领头人 卓布群冷眼看向田经义 田兄 我明白 你的意思 但赤野侯府 如果还有能够诛杀天 刚进大圆满的底蕴 在那阉城 也不至于会被你们三家压得那么惨 田经义摇头道 并不会动手 其次是皇室 我们卓家虽然不曾道向他们 但也一直保持中立 甚至连无极猴收徒都给拒绝了 皇室也没有对我们动手的理由 然后是那赤野侯 如果陈玉还在 还有几分可能 但如今赤野侯府自身难保 他们怎么可能来得罪我们卓家 卓布群诞生分析道 系数皇城各大家族 最有可能得 反而是无极猴 卓文浩身死 整个卓家都震怒无比 但浩费了大量的精力 依旧找不出凶手是谁 此时田家突然找上门来 着实可疑 田经义看着卓布群冰冷的眼神 并不慌张 但笑道 卓兄说笑了 我二弟真要对你们卓家出手 又何必等到现在 卓布群冷笑道 自然是为了嫁祸给无极猴府 如此一来 无极猴不方便做的事情 正好能让我卓家来做 田经义叹息一声 卓兄实在是想太多了 但我认同卓兄后半句话 有些事情 的确不太适合 我田家来做 其他人 我又担心他们没这个能力 卓家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他目光浊浊地看着卓布群 如今损失一位麒麟子 卓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杀几个人 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卓布群吃笑 好一个证据确凿 田经义也不再打马虎眼 直接开门见山 陈真若死 我田家承诺 二十年内 帮你们卓家 培养出一位天象镜 卓布群脸上笑容收敛 陈生道 这是无极猴的原话 田经义摇头 此事跟我二弟无关 那我凭什么信念 卓布群冷声道 田经义拿出一个瓷瓶 放到卓布群面前 你卓家若是不信 还有第二种选择 这里有一枚中品巨象丹 卓家只要愿意印下 这枚巨象丹 我田家可以预先支付 巨象丹 卓布群瞳孔震动 卓家之所以如此愤怒 就是因为卓家老祖已然老朽 已经没多长时间好活了 而卓文浩 又是卓家最有机会 踏出那一步的天骄 一枚巨象丹 当然比不上卓文浩的价值 但也确实可解卓家 如今的燃眉之急 思虑再三 卓布群还是一把 抓起桌上的瓷瓶 起身站起 语气冷冽道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那折是死在你们田家手上 卓文浩身死 一枚巨象丹 是卓家根本无法拒绝的条件 田经义呵呵笑道 卓二爷说笑了 不过适逢其会罢了 我二弟对于那卓文浩 还是颇为欣赏的 我田家也绝对不会 做这般下作之事 卓布群冷哼一声 两个月内 给出一个时间 卓布群也不再废话 直接转身离去 田经义不以为意 手中端起早已凉了的茶水 眉头轻皱 陷入沉思 他其实也很好奇 卓文浩到底是谁杀的 赤野侯府 没这个能力 皇室 没这个必要 其他几家 更是没有出手的动机 这卓文浩 实在死得古怪 罢了 只要那废物死了 其他都不重要 田经义摇了摇头 抛开杂念 将凉茶一饮而尽 他嘴角泛起一抹嘲弄 那废物 应该已经出城 再前往无极营的路上了吧 只可惜啊 任你们机关算尽 也别想再无极营 带走一兵一族 城外 九道少年身影骑马 猎成一排 两旁是护送的队伍 队伍前端 由翔公公亲自带队 哼 咱们这少将军还没落实呢 倒是先摆起将军的普兰 让咱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 也真是好意思 白心阴阳怪气 脸上写满了不爽 眼底隐藏着怨恨 外班广场 他差点被陈诚一脚踢废 丢进了颜面 这个耻辱 就像是 钉在他心里的一根刺 东方无缺转头看来 冷声道 你可以不等 小侯爷连卓文浩那样的 天骄都能干掉 我可不敢不等 白心痴笑一声 东方无缺身上 泛起强大的威势 冷冷看向白心 你在胡说八道 我撕烂你的嘴 白心眯起眼睛 不屑道 东方无缺 你不过是陈诚身边的 一条狗而已 猖狂什么 得罪了田家 得罪了卓家 你以为他 还有活路 他话音刚落 稀绿绿 伴随着一阵战马丝鸣 一道炙烈如火的身影 汹涌而来 沉争 看着急迟而来的身影 白心不可抑制地 泛起一丝恐惧 恐怖的气势降临 其他人都没事 唯独白心坐下的战马受惊 口吐白沫 抽搐着砸落在地 白心一个翻身 身形亮强狼狈地落倒在地 下一刻 巨大的阴影将白心笼罩 狂暴的气势 带着炙热的气息 冲击到他身上 白心惊恐回头 只见火灵鞠双蹄高抬 脚底有火焰声腾 仿佛要朝着白心迎面踏来 碰 被吓傻的白心 直接跌坐在地 犯着火焰的双蹄 直接从他脑袋两旁擦过 飞烈的火焰 瞬间烧焦了他的眉毛 火灵鞠居高临下地看着白心 眼中泛起人性化的潮笼 甩头一个响鼻 顿时一大口粘稠的口水 被甩落在他身上 陈征淡幕的声音 从马上传来 抱歉 我没想到你这么弱 你 白心脸色张红 眼中闪烁着怨毒之色 怎么了 陈征淡幕的目光扫来 火灵鞠又有暴动的迹象 白心吓了一跳 连忙从地上爬起 姿态滑稽狼狈 身后 其他几位授风天骄 都发出轻笑之声 他们其实也不太理解 以陈征现在的威望 这白心到底是哪里来的胆子 还敢去挑衅人家 小侯爷 小侯爷好 众人纷纷出言招呼 不管心里怎么想 至少面上 还是保持着足够的尊敬 他们可不想落得 跟白心一样的狼狈下场 陈征朝着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拉紧缰绳 驱使着火邻居 朝着东方无缺走去 陈兄 东方无缺 脸上露出笑容 等到陈征靠近 才压低声音道 这个白心不对劲 陈征点了点头 表示心里有数 以这白心的胆子 能在这种时候 有这种反应 肯定是得到了 什么内幕消息 甚至有可能 已经参与其中 无妨 陈征诞声道 今日我自有计较 好 见陈征如此自信 东方无缺 也不再多说 小侯爷 那咱们就出发了 翔公公的声音传来 陈征抱拳道 有劳翔公公久等了 出发吧 走 翔公公一拉缰绳 坐下战马便奔腾而出 身后众人连忙跟上 只有白心的战马 还没缓过劲来 任凭白心如何驱使 始终站不起来 看着翔公公等人 没有要等他的意思 白心咬了咬牙 干脆放弃战马 黄奔着跟在身后 大概半个小时后 领路的翔公公 才放缓了速度 无极营到了 有人低呼出声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远处 白色银杖绵延树里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条 匍匐在青葱山脉的白龙 道路两旁 不断有推着 推车的假式路过 推车上装满了 各种魔兽精肉 以及各种瓜果蔬菜 缺一不可 那都是用金币 声声堆出来的 此时 一阵震天吼声传来 众人敢感觉 大地都在颤动 抬头看去 只见一股气血惊气 从更远处的叫场冲天起 恐怖的意象 宛如洪流一般 让人见之身位 是无极营的假式正在操练 好恐怖的意象 据说假式城镇 上千人的队伍 哪怕都只是开迈进 也能依靠军阵之力 绞杀天象镜 绞杀就有些太过了 天象镜没那么好杀 人家打不过 难道还跑不过吗 而且谁会那么傻 只身来闯军阵 阵阵议论声传出 一众天骄脸上 都泛着兴奋之色 便是徒步而来 气喘吁吁的白心 此刻眼中 也难免泛起向往之色 东方无缺感叹道 不愧是大渊第二的无极营 光看着声势 恐怕便足以阵视外敌 大渊第一的赤甲军 又该是如何的景象 说着 他的目光看向陈征 陈征脸上 露出一抹自信的笑意 赤甲军自然要比他们更强 东方无缺点了点头 其他人也没人反驳 第一第二 可都是在战场上 实打实拼杀出来的排名 呵呵 赤甲军被北边那些蛮子 打得抬不起头来 也配跟我吴继营的猛士比 一道嘲弄的笑声传来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 穿着白色重甲 留着满脸落腮糊的中年汉子 正冷笑着看着这边 你是 陈征诞生问道 汉子仰头傲然道 吴继营校尉 谢大力 陈征平静道 赤甲军之所以要镇压北蛮 正是因为你吴继营出师不力 你口口声声说 看不上那些北方蛮子 那你吴继营又算什么 汉子顿时面色战红 你胡说 我吴继营怎么可能会怕那些蛮夷 不怕 陈征吃笑一声 本来北京安稳 就是在吴继营接手之后 才暴乱不断 最后逼得我父亲 不得不再次出山 你们吴继营连声感谢都没有 重新归缩回自己的西域 我说的可是事实 吴继营当然没有这般无能 北蛮暴动 完全是因为田吴继不尽力 想要给自己父亲找麻烦而已 他将北蛮边境弄成一滩烂摊子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最后赤野猴也只能仓促顶上 稳住战局 陈征很清楚 这是田吴继 用来拖住自己父亲的手段 卑鄙无耻 却很管用 但对于吴继营来说 败在北蛮手上 绝对是一件无比耻辱的事情 汉子顿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有些恼羞成怒 混账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质疑我吴继营 有本事咱们两个比划比划 陈征并不上当 我乃赤野猴之子 冤黄清风少将军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比划 有翔公公带队 这汉子怎么可能认不出他们的身份 无非是装疯卖傻 想要变着法的找自己麻烦而已 汉子见陈征竟然不受激将 顿时沉下脸来 让开 翔公公此时也开口道 马上就要到寿风的时间 误了及时 拿你问罪 谢大力眯起眼睛 缓缓退开 一行人才得以继续通行 翔公公放缓马速 跟陈征同行 诞生孝道 小猴也不跟他计较是对的 这个谢大力并非是什么孝位 而是吴继营的偏将 有着天刚进修为 陈征一旦受机 丢脸的只会是陈征 到时候 陈征还有什么脸面上台受风 陈征点头 明白 他也没问翔公公 为什么不是先提醒他 因为他很清楚 今天是冤皇对自己的考验 除非田无极亲自对自己下手 否则翔公公绝对不会干预 在路过几道银口之后 陈征一行人 才来到无极营的教场外 越是靠近 就越能感受到 无极营假释的强大 那股排山倒海的一般的威势 足以让普通人窒息 在陈征等人踏入教场的瞬间 原本还在训练的无极营假释 手中握着长枪 猛然回身一次 呵 啊 伴随着一阵怒吼 恐怖的军阵气势 瞬间朝着陈征等人激荡而来 翔公公早已退开 凝聚而来的军阵之势 犹如一条凝结的大龙 带着无边惶惶之威 瞬间落在一众受风天骄的身上 哄 众人只感觉自己像是一夜偏周 正在滔天巨浪之间苦苦挣扎 摇摇欲坠 有几个后天竟天骄面露惊恐 坚持不到十秒 便被这强大的气势压跪在地上 再过了十秒 更是双眼一番 直接晕死过去 陈征置身在这军事之中 眼神有些古怪 他体内混沌之气流转 直接将军阵之力消解 此刻陈征根本就感受不到丝毫的压力 混沌之力竟然可以无事事的影响 军阵之力 根本对我无用 陈征心中惊讶 他这样的人 一旦上了战场 会很可怕 心思流转 虽然陈征此刻无比轻松 但也装出苦苦支撑的模样 避免被人看出端倪 大概三分钟过去 无济营假释才收起气势 长枪驻地 身姿笔挺 目光冷漠地看着一众天骄 他们视线之中带着审视 仿佛是在质疑这一众天骄 真的有资格统一他们吗 两旁 负责守卫的士兵上前 直接将晕死过去的天骄拖到一旁 像是丢垃圾一般 舍弃在路边 他们已经失去了 寿风的资格 降公公淡漠的话音传来 剩下的几位天骄 不由心神一领 他们还以为 今天过来只是走个过场 寿风之事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没想到 寿风还需要资格 陛下给了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更事先提醒过诸位 诸位不会没放在心上吧 降公公看着一些人脸上的慌乱 不由皱起眉头 不过这样的蠢人 失去资格也好 否则即便领了军权 也只会被田无极玩弄于鼓掌之中 啪啪啪 一阵响亮的巴掌声传出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银白盔甲 身材雄壮 背后背着一柄等人大小巨斧的男人 从假式队伍之中走出 不错不错 不愧是冤皇陛下 亲自挑选出来的精英 竟然能在我无极营 百人军阵之下 坚持三分钟 真是不错 男人嘴里说着夸赞的话 但是神色之间的讥讽 没有丝毫隐藏 几个摇摇欲坠 面色苍白的天胶面上 泛起一抹羞恼 身后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就这样的货色 也配统于我无极营的假式 实在可笑 谢大力大步而来 语气嘲弄 脸上更是极尽嘲讽之色 赢甲男人笑道 谢将军 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毕竟年轻 你我在他们这个年纪 未必就比他们强了 谢大力冷笑一声 但是咱们可不会像他们 这么眼高手低 什么样的能力 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得不配位 只会惹人笑话而已 两人一人一句 一人唱红脸 一人唱白脸 明里暗里的 将陈征等人贬得一文不值 就好像陈征他们出现在这里 就是个错误 想公共没有吭声 这是属于这群天骄们的考验 机会给了 但能不能抓住 就得看他们自己了 冤皇要的是一群无惧无疾猴 有着抵抗之心的天骄 而不是被人三言两语 一点挫折 就被磨灭兴气的废物 你们说够了吗 陈征淡漠的声音响起 说够了就让开 赢甲汉子 眯眼打量着陈征 笑道 这位就是赤野猴的儿子吧 果然虎父无犬子 疯子很不一巴啊 谢大力冷笑道 不知所谓的家伙罢了 你口口声声的 看不上我无疾营 又何必厚着脸皮过来 陈征神色平静 正是因为无疾猴懈怠 你们这群领头的废物 才荒废了我大渊 如此众多的大好男儿 他看向无疾营假事 一脸严肃道 这些都是百战之兵 为我大渊立下无数功勋 结果就因为你们 竟然被一群北荒蛮夷追着打 一是英明毁于一旦 我真不明白 你们两个恬不知识的家伙 怎么还有脸在这狗叫 我要是你们 现在就找根绳子上吊 正因为你们无能 所以冤皇陛下才派我等过来 重振军威 陈征语气坑枪 一些无疾营假事眼中闪动 作为名满天下的军团 精锐中的精锐 他们自然也有着自身的傲气 但是被北蛮击溃 输得莫名其妙 绝对是他们一辈子 都洗刷不掉的污点 他们心中并不是没有怨气 只是一直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感受到身后假事的气氛变化 谢大力面色微变 怒道 牙尖嘴利 安敢如我无疾营 陈征神情平静 非是如无疾营 我只是为这群百战之兵 鸣不平而已 凭什么你们这些废物犯下的错误 要让他们来承担 谢大力面色战红 还要说话 却被赢假汉子挥手指住 继续说下去 也无益处 赢假汉子露出笑容 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 要带走我无疾营的兵可以 但诸位得先证明自己 有这样的资格 一旁 祥公公嘴角翘起 看向陈征的目光 十分满意 几句话 便将事情拉回正轨 这便是能力 而不是像其他人那般 面对嘲弄跟讥讽 只能仗红着脸 当个人哑巴 你要如何证明 陈征诞生问道 赢假汉子呼出一口气 陈征道 闯三关 第一关你们已经过了 接下来是第二关 雷战鼓 说吧 赢假汉子大手一挥 身后无疾赢假士 顿时分开一条路来 露出叫场中央的点兵台 在点兵台的正中央 有巨大铁架 架着一面直接数米的巨大军骨 军骨两旁 各自摆着成人手臂粗细的骨锤 士兵上阵 军骨先行 军骨一想 能够振奋士气 让士兵爆发远超自身实力的战斗力 军骨 也是军阵的魂 鼓声不断 魂就不灭 战必胜 功必克 赢假汉子语气激昂 他看向假师莫伟的一个男人 朱大田 你去给诸位天娇演示一下 是 朱大田应了一声 转身朝着点兵台跑去 来到巨大军骨面前 朱大田拿起双锤 动 巨大的鼓声传荡开来 一众天骄 只感觉灵魂都在振战 这鼓并非是一般的鼓 便是陈征 精神也有瞬间的恍惚 不过他发现 无极营的假士们 在听见鼓声之后 不仅没有恍神 反而变得无比亢奋 或许是有什么特殊的法门 陈征心中推测 接响巨鼓之后 朱大田便直接下台 重新回到假士队伍之中 赢假汉子看向陈征等人 笑道 这第二关就是这样 雷战鼓 朗生道不就是打鼓吗 我来 刚才被赢假汉子 还有谢大力他们羞辱 这些天骄心里 也是憋了一股气 急于想要证明自己 众人视线落在他身上 赢假汉子脸上笑容不变 只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只有谢大力脸上 闪过一丝讥讽笑容 似乎在嘲笑 站出天骄的不自量力 站出天骄也不废话 迎着众人的目光 大步朝着泪抬走去 他来到聚鼓面前 双手握住鼓锤 碰 取下鼓锤的瞬间 天骄面色大变 鼓锤恐怖的重量 差点让他脱手 这么重 天骄在心里骂娘 他敢站出来 自然也是有着自己底气在的 他虽然还是后天镜大圆满 但一身气血之力 远超同龄人 他本以为就敲个鼓而已 肯定是手到擒来 现在才发现 似乎未必 不行就滚下来 谢大力大声叫道 天骄咬紧牙关 额上轻筋扭曲抱起 浑身气血被催发到极致 肌肉紧绷之间 终于举起了鼓锤 朝着聚鼓砸去 只是当鼓锤落在鼓面的瞬间 聚鼓根本没有半点声音发出 反倒是天骄手中的鼓锤 直接被弹飞出去 天骄嘴里发出一阵惨叫 手臂竟然直接断折 整个人飞下点兵台 无济引甲氏只是冷冷看着 眼底深处却隐藏着不屑 引甲汉子笑道 呵呵 忘记提醒诸位了 我无济引战鼓跟鼓锤 是由特殊材料打造成 光靠蛮力是敲不响的 要的是瞬间的爆发力 否则力量会被反弹 就像他一样 受伤天骄也被人拖走 表示他已经失去受风的资格 引甲汉子笑着劝道 诸位 有时候放弃 也不是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免得到时候伤了自己 又丢了脸面 不值 文言 有两个天骄面色难看 他们的实力跟受伤天骄 只在伯仲之间 在气力方面更是不如 我们放弃 两人最终还是做出选择 引甲汉子露出满意之色 很好 两位都是聪明人 我无极营愿意为两位敞开大门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可以从甲氏做起 以两位的天赋 做到校尉 也顶多是两三年的事情 而且 我无极营必定会重点培养你们 两人心中一动 犹豫到 我们考虑考虑 好 引甲汉子点头 一旁的祥公公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们今天的目标 可是来分无极侯的军权的 而不是给无极侯输送人才 我来试试看 东方无缺站了出来 他朝着陈征点了点头 然后大步朝着点兵抬走去 如今授风天交加陈征在内 也只剩下无人 都有开脉进修为 东方无缺手拿骨锤 宁气近神 将全身静气调动 双掌之上有恐怖的温度蔓延 气血之力瞬间涌动呼 骨锤划破空气 砸到聚骨骨面上 动 一阵悠扬的鼓声传荡开来 动 第二声冥想小了许多 动 第三声几乎微不可闻 但终究还是响了 碰 双锤落地 东方无缺双臂都在颤抖 显然已经透支了力量 好 银甲汉子拍手笑道 恭喜过关 谢大力阴阳怪气笑道 真是响亮的鼓声 要是再站远些 我都要听不见了 东方无缺没有反驳 他跳下擂台 朝着陈征走去 低声道 这股着实古怪 而且有很强大的反振之力 第二下跟第三下 我并非力竭 而是骨面越来越大的反振之力 抵消了我的力量 他率先站出 就是为了帮陈征探路 陈征点头道 辛苦了 加油 东方无缺站到身后 我也来试试 白星大喝一声 直接飞身上了擂台 抓起双锤 轰然落下 动 动 动 连续三声 虽然也没有多威娥响亮 但是富有节奏 明显要比东方无缺好得多 东方无缺眯起眼睛 这白星的实力 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陈征摇头 不是实力 是计较 这白星 明显不是第一次敲这面锯鼓了 再联想到白星之前的态度 陈征心中顿时有了计较 眼看两人接连成功 也给了其他两位开脉进天骄信心 两人对视一眼 一前一后地走上点兵台 只是两人一人只敲响了一声 另外一人只敲响了两声 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小侯爷 时时不愿动手 你是怕了吗 要是怕了就直说 谢大力出言讥讽 陈征神色平静 我都不慌 你慌什么 说话 陈征缓步朝着高台走去 谢大力嘴角挂着冷笑 爱他当然知道 陈征有一声怪力 但是这战鼓 你第一锤的力量越大 反正之力就越大 没有技巧的话 怪力反而会成为陈征的阻碍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陈征身上 陈征走上点兵台 轻松拿起双锤 鼓锤的重量不轻 但对于陈征来说 并不算什么 他双腿岔开 双臂高举 一身气血之力沸腾 伴随着淡淡红雾环绕 陈征一身气血奔涌声 犹如雷鸣一般 震荡之声传遍叫场 不少无疾引甲事 都露出震动之色 气血如潮 这位小侯爷 竟然还是一位体修 军中多体修 无形之间 陈征倒是跟他们 拉近了一些距离 陈征身子微微向后倾倒 摇幅用力 十八段法的技巧 在脑海中流转 他虽然不懂 这敲响着锯骨的技巧 但是刚才通过观察他发现 自己可以一锤定乾坤 哄 恐怖的风浪声 激荡陈征 浑身清金爆起 气血之力 犹如江海奔腾 双臂狠狠下落 骨锤落入骨面 碰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锯骨发出一阵轰鸣 然后直接飞了出去 便是赢甲汉子 跟谢大力 也是一脸愕然 他们想过很多场景 就是没想过 陈征会把战鼓 一锤打飞出去 无极赢甲氏 则是惊叹于陈征的力气 现在怎么算 你无极赢的战鼓不行 这不能怪到我的头上吧 陈征诞生说道 赢甲汉子 跟谢大力对视一眼 最后笑道 不愧是赤野猴之子 好 这一关 小猴也过了 虽然早有预料 但是陈征的力量 还是超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继续测试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两轮测试下来 十位授风添骄 就只剩下了三位 那就不浪费时间 直接开始第三关吧 谢大力出声道 眼中闪烁着冷燃之色 来 陈征也是丝毫不惧 赢甲汉子宣布道 第三关 闯军阵 这一次剩下的三人可以合力 只要闯过二十人的军阵 便算过关 随着赢甲汉子话音落下 便有二十个无济营甲氏走出 领头的正是刚才雷鼓的朱大田 有着开麦境三重修为 也是二十人小队的队长 他目光落在陈征三人身上 眼中闪烁着不懈的光芒 三位可要想清楚了 军阵不是二系 攻伐一起 我们未必能收到助手 万一有了伤亡 三位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这个代价 朱大田语气淡漠 二十白衣甲氏列阵 有恐怖的杀伐之气升腾 恐怖的威势降临 便是陈征也感受到一丝压力 这些无济营的假释 每个单拎出来 修为都比不上陈征 但是一旦结成军阵 便是开迈进七八重的武者 也可为杀 来 陈征懒得废话 大步朝着军阵走去 东方无缺紧随在后 只有白星落在最后 眼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在踏入军阵的瞬间 便有一股无形之势降临 东方无缺只感觉身上 像是压上了一座巨山 他神色无奈 低声道 陈兄 我可能帮不上你什么 陈征摇头道 无妨 你只要跟上我就行 白星默默跟在后面 仿佛根本没有受到军阵影响一般 陈征看了他一眼 白星丝毫不示弱 朝着陈征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挑衅动作 陈征收回视线 这个白星 果然有问题 陈征目光微冷 提醒了东方无缺一声 东方兄 一会儿你提防一下白星 他自然是不惧白星 但难免白星不会对东方无缺出手 明白 他手一挥 瞬间急赶长枪 朝着陈征等人刺来 无论是角度 力量 意或者速度 都很刁钻 在在军阵威势的影响下 一般开脉镜 恐怕会瞬间乱了阵脚 直接被捅成马蜂窝 但陈征不是常人 腰间血色战刀出窍 匹炼刀光 犹如血河落下 汹涌的刀气激荡而出 风雷 刀光如曝 瞬间绽放 气血之力激荡 直接将长枪逼退 但是长枪刚退 刷 前后左右 均有银亮刀光斩出 金铁战刀散发着森燃寒意 如同一条责人 而是的毒蛇 要将三人吞没 只是这一次 陈征没有再被动接招 脚下一踏 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掠出 他很清楚 陷入军阵之中 就绝对不能落入这些 无极营假释的节奏 否则只能是困手之斗 而且他还得伪装自己 不惧军阵之势的事情 着实有些辛苦 铿锵 一阵金铁碰撞之声传出 刘云杀 无尽的刀影绽放 犹如飘渺的刘云 被刀光环绕的假释 只感觉眼前之剩下一片森燃寒光 风雷斩 哄 陈征双手握刀 所有倒影收束 化作沉重一刀 刀声轰鸣如雷霆 沉重恐怖的威势 让手当其冲的无极营假释色变 碰 血色战刀 直接将三柄金刚长刀斩断 陈征压倒性的力量 以攻对攻 直接攻破一方的攻势 眼看就要开出一条路来 断刀的假释沉着后退 其他人瞬间补上 填补了缺口 陈征冲势受阻 只能再次退回 军阵的力量 着实不凡 军阵外 赢假汉子跟谢大力皱着眉头 眼中闪现着冷意 这赤野猴之子当真不凡 刚才差点就被他冲破了阵势 看来咱们做的准备还不够 谢大力有些无奈 赢假汉子还算轻松 笑道 无妨 反正我们也预留了后手 他也不一定能够闯过三关 退一万步讲 他便是闯过三关 授风成功 又能有什么作用 也是 谢大力闻言 神情松缓了几分 看着陈征的身影 露出一抹讥笑 军阵之中 肃杀之气越发浓烈 原本还有些掉以轻心的 无极营假释 在感受过陈征的实力之后 再没有丝毫轻敌大意 军阵之势 直接被激发到极致 东方无缺 感觉自己四肢都仿佛麻木 只需议论攻势 他便会粉身碎骨 在严承时 城主府同样有严承卫 他也体验过军阵的威势 但严承卫跟无极营的军阵对比 简直一个地下 一个天上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大渊第二的分量吗 东方无缺心中苦涩 对着陈征说道 陈兄 我直接退出便是 你要是找到机会 不用管我 自己冲出便可 陈征语气依旧平静 不慌 我会带你破绽 虽然不知道 陈征是哪里来的底气 但是既然陈征开口 东方无缺便决定在咬牙坚持一阵 接连借此尝试无果后 陈征便转变了战法 他不再使用刀法 而是将刀锋翻转 直接以宽厚的刀背作战 这小子要干什么 谢大力不解陈征的操作 赢甲汉子看出一丝端倪 你看他拿刀的姿势 是不是有些怪异 还有他发力的姿势 怎么看着 有些像是在 打铁 军阵中 陈征气血之力翻涌 混沌之气流转 恐怖的力量汇聚于双臂之上 一柄战刀 愣是让他以挥动大锤的姿势 狠狠砸出 一锤 碰 在十八段法锤法的加持下 陈征一身距离更显恐怖 强大的击打力量 这一次不再是将人击退 而是直接连人带武器 一同击飞出去 补上 朱大田怒吼一声 无极营假释虽惊惊不乱 立刻有人补上缺口 但陈征这次没有再退走 两锤 碰 恐怖的力量 就连形成的阵势都无法抵抗 厚重的刀背 将无极营假释的武器强势撞开 然后狠狠轰击到几人身上 顿时又是两刀身影飞出 还没结束 三锤 刀背挥舞 犹如重锤横冲直撞 陈征所到之处 竟是人仰马翻 走 看着眼前出现的巨大缺口 陈征并未着急突围 而是回身一把拉住东方无缺臂绑 然后猛然丢出 东方无缺就像是一块石头 砸出军阵之外 没有了军阵之力的压制 东方无缺也恢复了自身实力 身形微微调整 便稳稳落地 给我拦住他 朱大田怒声吼道 但此刻二十人的军阵 已经倒下四分之一 根本不成在难以承识 单纯就一些开脉进二三重的假释 就更不可能阻挡陈征的破阵的脚步 不想受伤的 就让开 敢拦路的 我不会留守 陈征淡漠的话语声荡开 手握血色战刀 直接来到陈征正面 只见他浑身气气血翻腾 皮肤都呈现赤红之色 手中战刀刚鸣 口中爆合 以我为毛 沙 随着朱大田话语声落下 其他无疾影甲士瞬间落位 摆出了一字长蛇的阵势 气势瞬间凝为一体 强大的沙一声腾 气血之力汇聚之间 在众人上方形成一道血色战毛的虚影 沙 朱大田首当其冲 控制着阵势 朝着陈征急冲而来 陈兄 东方无缺大喝一声 从教场的兵器架上 取下一柄黑色重锤 抛给陈征 血色战刀入鞘 陈征接住重锤 随意挥舞了几下 阵阵破空暴鸣声激荡开来 轻了点 但是够用 陈征双手握锤 模仿着记忆中剑魂之主 最后落下的那锤 一股无形的气势 自陈征身上升腾而起 教场边缘 无论是赢甲汉子等人 还是祥公公 都不由目光微睁 这是 意境 意境之力 虽然不如见一刀意 那般得天独厚 但能领悟者 也都属于得天独厚之辈 是在武学一道 有着极强悟性的存在 杀 感受到从陈征身上 升腾而起的 那股强大意境 领头的朱大田 只感觉心中意境 恐惧只感不由自主地滋生 手中长枪高举 猛然捅去 血色战毛虚影 也同时朝着陈征落下 恐怖的威势 让教场地面都开始军裂 东方无缺紧咬牙关 眼中闪烁着担忧之色 陈兄 挡得住吗 更让他愤怒的是 白星 东方无缺怒吼一声 只见原本一直待在陈征身后 没有任何存在感的白星 此时手握利剑 正翘无声息 朝着陈征身后摸去 嘿嘿 白星脸上划过冷笑 眼中杀意毫不掩饰 在十天以前 吴继莹这边 就派人过来接触过他 严明只需要帮他们 在关键时刻出手 诛杀陈征 便可让他直接成为 吴继莹校尉 而不用再经过重重考验 而且 吴继莹这边还沉默 事后 就算白星受到惩罚 吴继莹也能保下他 而且 即便被驱逐轩灵院 那他在吴继莹这边的待遇 也会比在轩灵院好 在体验过吴继莹设置的 三观强度之后 白星果断地选择了答应 如此一来 既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又能给自己出一口恶气 何乐而不为 原本白星也是个骄傲的人 所以才会在一开始 拒绝吴继侯的招揽 但见识过轩灵院 多如蝼蚁的天骄之后 他的骄傲早已磨面 他很清楚 要在这虎狼 盘踞的皇城站稳脚跟 就必须有靠山 而吴继侯 就是那根最大的粗腿 看着陈征毫无反应的背影 白星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心中恶毒笑道 我还得感谢你拿一脚 让我彻底认清了现实 死吧 白星手中长剑递出 直奔陈征后背妖父 长剑无声 宛如叙事已久的猎手 叫场边缘 谢大力跟银甲汉子露出笑容 呵呵 看来该结束了 只可惜 他是陈御的儿子 否则以侯也爱才得性格 怕是还舍不得杀他 怪只怪他自己投错了胎 两人摇头叹息 祥公公眯起眼睛 强忍住出手的冲动 冤皇在来之前 就跟他交代过 除非陈征主动求救 否则他便不能出手 而陈征一旦主动求救 那他便也失去了 跟皇室平等合作机会 冤皇依旧会重视他 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 东方无缺大声提醒 但明显已经迟了 结束了 白星神情轻松 脸上闪过向往之色 仿佛已经看见美好的未来 在向自己招手 但下一刻 呼 呼 宛如风雷思鸣一般的破空声 惊醒了他的美梦 一股无形的沉重气势 像是一座轰然降落的飓风 落在白星的身上 在陈征恐怖的一惊力量之下 白星只感觉自己 像是一块被捆绑住的烙铁 丝毫动弹不得 眼看见尖距离陈征腰间 不足三寸 但这点距离 却像是天欠一般难以跨越 眼中锤影无形放大 白星惊恶之间 甚至还来不及露出惊恐之色 碰 倒转而来的重锤 直接锤爆了白星的脑袋 鲜血见射 无头尸体摔落在地 扬起一阵沙土 血腥之气蔓延开来 赢甲汉子跟谢大力脸上的笑容 骤然僵住 祥公公紧锁的眉头舒展 东方无缺挥舞着拳头 脸色振奋 唯有陈征 依旧波澜不惊 就像是才死了一只脚下的蚂蚁 白星自以为隐藏得很好 但陈征 其实一直都没有将它遗忘 看我一锤定音 陈征气血之力 汇聚于双臂之上 双臂骤然膨胀一倍 沾染鲜血的重锤 抡出一个半圆 轰然朝着前方砸落 碰 重锤率先轰击到血色战毛虚影之上 在沉重的意境之力下 战毛虚影只坚持了不到一息的时间 便轰然破碎 啊 伴随着血色战毛虚影破碎 一众无极引甲事 都像是被抽干了精气一般 吐血瘫软在地 重锤去势不减 继续朝着朱大田落去 当 朱大田神色猙獰 看着不断下落的锤影 眼中倒映着恐惧之色 金铁碰撞之声 激荡而出 朱大田口吐鲜血 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出 自此 二十人的军阵彻底瓦解 陈征收锤站立 转头看向引甲汉子 我这算是过关了吧 引甲汉子面色一沉 没想到 还真让这小子过关了 谢大力冷喝道 你好狠的心 竟然连自己人都傻 陈征诞声道 他要杀我 我自然也能杀他 降公公笑着道 小侯爷说的是 眼看降公公都出来站台 谢大力脸色难看 却不再言语 好 这三关 便算小侯爷过了 引甲汉子咬牙出声道 其他无疾引甲事 也没有任何意义 陈征的实力有目共睹 军中崇尚强者为尊 陈征的实力 已经足以赢得他们的尊重 祥公公走上点兵台 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圣旨宣读 将陈征跟东方无缺的职位定下 东方无缺封皇城校尉 可领兵一千 陈征封皇城少将 领兵一万 独自成军 而且这一万的兵马 要直接从山无疾营中 分割出去整个无疾营 也才数十万兵马而已 冤皇这一下 直接斩去了十分之一 集合 引甲汉子大声叫道 下一刻 集合的鼓声传荡开来 整个无疾营都躁动起来 不消片刻时间 数十万甲氏 便汇聚到教场之内 放眼望去 皆是白衣 威武不凡 我无疾营共分十军 小侯爷看上了哪一军 自己挑吧 引甲汉子 脸上带着笑容 眼中却满是冷意 谢大力更是眯眼看着 眼中带着一丝莫名嘲讽 似乎在等着看好戏 陈征放眼扫视一圈 最终摇头 既然要成新军 那就从原本无疾营十军中 各自随机抽掉一千人 组成新军好了 引甲汉子诞声道 小侯爷自便 陈征也不客气 拿起十军名册 开始点名 耗费了小半日功夫 才将一万甲氏点齐 分裂一旁 被点名出来的无疾营甲氏 脸上带着明显的抗拒 他们本是大渊第二的强军 现在被挑出来组成新军 领头人 还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少年人 前途未知 自然心有不甘 陈征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也没有解释什么 他看向引甲汉子 军官名册呢 引甲汉子拿出另外一份名册 在这儿 陈征拿过 继续点名 一万兵马 下面还需要十个千夫掌 百个百夫掌 近五百个武掌 陈征的规划是 二十人为一武 百人为一营 千人乘一军 而要成为军官 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能服众的实力 尤其是 在这些心高气傲的 无疾营甲氏面前 实力不够 他们或许迫于军规 也不敢不听话 但要他们积极起来 也无可能 被点名的军官 一个个面色阴沉地站出 心中的不愿 直接表现在了脸上 在点名完后 陈征还没说话 一个被点出来的千夫掌 便大声道 小侯爷 我生是无疾营的人 死是无疾营的鬼 你还是另选他人吧 剩下九位千夫掌 也纷纷开口 直接表示了拒绝 就连百夫掌 也有不少人开口 整个场面 顿时显得极为混满 赢甲汉子 跟谢大力嘴角翘起 眼中泛着嘲讽之色 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幕 有兵无相 他们倒要看看 这小子 怎么把他无疾营的假式带走 但让他们意外的是 陈征脸上 没有丝毫慌张之色 而是等众人闹完 才诞生开口道 不愿意跟我的 都站到一边 闻言 最先开口的千夫掌 立刻站出 有他带头 其他人纷纷紧随其后 最终愿意留下的军官 竟然一个也无 是 身后谢大力 忍不住笑出声来 陈征回头看去 毕竟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 去组成什么新军 放在谁身上 谁也无法接受 小侯爷以为呢 赢甲汉子也笑呵呵地道 小侯爷 有兵无将 这些假式也不好管理 这样吧 这些假式就还是先留在无极营 等小侯爷什么时候找齐了人手 再来接走不迟 五掌至少也得后天八九重修为 百夫掌要大圆满 甚至开脉镜 千夫掌 至少要开脉镜圆满 或者是天刚镜 要一下子找齐这么多高手 无异于痴人说梦 陈征眉头微挑 这赢甲汉子话说得好听 但自己今日一旦走出无极营 这些家伙势必不会再认账 他没有跟赢甲汉子废话 而是转头看向 被他点名出来的无极营士官们 陈征诞诞生问道 你们确定不愿跟着我 领头的千夫掌抱拳 还请小侯爷成全 其他人纷纷响应 请小侯爷成全 陈征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 行 我尊重各位的选择 身后 翔公公皱起眉头 赢甲汉子跟谢大力 笑容更甚 领头的千夫掌眼中 闪过一丝不屑 心中冷笑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天赋再好又怎么样 性子太软 还不是被我们随意拿念 他念头落下 抱歉笑道 那就多谢 只是他话音未落 陈征便白手将他打断 自今日起 你们便算退伍了 一切费用均可按照 最高退伍规格来算 冤皇陛下 不会亏待 卫国玉学的将士 对吧 看着陈征投来的视线 翔公公一正 随即点头道 这是当然 其他人直接愣住 尤其是领头的千夫掌 一脸茫然 退伍 他什么时候说要退伍了 他们此时正值鼎盛时期 正是博前城的时候 这时候退伍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陈征淡幕的声音传出 既然诸位不愿意 在我手下做事 那我就全了 诸位的忠义之心 大家好聚好散便是 被点出的军官们大吉 领头的千夫掌连忙道 小侯爷你误会了 我们并非想要退伍 我们只是想留在无极营而已 你想去哪就去哪 是军规为何物 是国法为何物 千夫掌顿时面色战红 你们既然生是无极营的人 死是无极营的鬼 那我也不为难你们 就将你们的荣誉 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好了 陈征的淡幕的话语声 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刺入一众军官心中 按照大渊军法 退伍将士 没有原君主的准许 永远也不得负起 也就是说 这些军官一旦退伍 没有陈征的准许 他们甚至连 重新入军的资格都没有过 我不退伍 我愿意留在新军 没错 我也愿意留下 我想通了 一众军官都慌了 纷纷改口 陈征神色冷漠 军中启示而戏 我已经再三确认过 既然你们已经做出决定 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 营甲汉子沉声道 小侯爷 你这又是何必呢 没有他们 你如何指挥这一万甲事 这几百个经验丰富 实力强大的无极营军官 对于无极营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这小子 不会眼看军权无望 所以故意恶心他们吧 陈征语气平静 这个世界 并非是离了谁 就停了日夜交替 没有了他们 我自然还有其他人选 营甲汉子冷笑 好 我倒真想看看 小侯爷还有什么手段 他还不信了 这小子 还能凭空变出一群活人不成 陈征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也该到了 话音刚落 就见教场外 跑来一个无极营守门假释 报 无极营外 聚集了一批宣灵院天骄 说是来找小侯爷的 陈征看了一眼东方无缺 东方无缺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敬佩之色 原来一早 陈征就料想到今天这一刻 未雨绸缪 营甲汉子跟谢大力面色一沉 谢大力冷声喝道 军营重点 不是外人胡闹的地方 赶紧将他们赶走 慢着 陈征出声阻止 他们是我新军的士官 可不是外人 都请进来 东方无缺主动道 我去 说吧 便大步朝着教场外走去 很快 东方无缺便带着 大批宣灵院外班天骄 走了进来 其中大多都是临近期限 却又没机会突破的学员 但基本都有着 后天大圆满修为 看见陈征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小侯爷 我等若是从军 在你麾下做事 当真人人 可领你没开麦单吗 看着众人期待的眼神 陈征点头笑道 这是自然 我何曾骗过诸位 众人顿时振奋 多谢小侯爷 我等自然是信任小侯爷的 能在小侯爷麾下做事 是我等的荣幸 一颗开麦单 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 也许并不算什么 但是并非 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家境 再加上原本初年级 跟外班似虎的压榨 更是让他们失去了 在宣灵院继续进修的机会 一颗开麦单 便是他们踏入 更高阶层的梯子 现在是陈征把梯子 递到他们面前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一人一颗开麦单 这得是多少钱 赤叶侯府这么富有吗 阵阵议论声传出 赢甲汉子跟谢大力 都是看了祥公公一眼 在他们看来 陈征能给出这样的条件 必然是得到了皇室的支持 但此刻祥公公心中 也诧异不已 但脸上并未表露半分 误会就误会吧 反正这无论是对于陈征 亦或是皇室 都没有什么坏处 陈征看向一众轩灵院添娇 开麦单 你们一会儿 去琴歌拍卖场领取 我已经帮诸位 提前准备好了 暂时用不到的 也可先存在琴歌拍卖场 等需要的时候再领走 另外 我暂时先不设百夫长职位 率先突破开麦进者 变为百夫长 你等可有意义 闻言 一众天骄都是摇头 没有 陈征摆了摆手 那就入队 是 一众天骄站到新军之前 等到入侧之后 便算是正式加入军武行列 原无集营军官中 武长跟百夫长们面色苍白 陈征已经找到了替代他们的人选 而且跟这些尚且年轻 前途无限的轩灵院 年轻天骄比起来 他们这些潜力已尽的操汉 根本没法比 只有千夫长们 还保持着镇定 他们不信 陈征还能把轩灵院中 那些开麦进圆满的天骄也叫来 那些人都是前途无量的存在 绝对不可能轻易屈居于陈征之下 只是他们念头刚落 刚才进来报信的无集营甲氏 再次跑了进来 报 外面有一位红衣女将 自称是赤甲军的人 带着一群开麦进大圆满 说是来找小侯爷的 千夫长们面色一致 如遭雷击一般 怎么可能 赢甲汉子跟谢大力在心中怒吼 捏紧了拳头 这才没有露出失态之色 这群轩灵院天骄也就罢了 那群开麦进大圆满 又是从何而来 两人看向祥公公 却见祥公公一脸高深莫测的模样 心中顿时愤怒 又是皇室 他们不知 祥公公此时心中同样惊恶 这位赤野猴之子 到底偷偷做了多少准备 更关键的是 他是怎么做成这些准备的 三观之后 陈征其实就已经算是通过了冤皇考验 想公公也已经做好了 随时帮陈征出头的准备 冤皇也料到了田无极的手段 所以提前从皇城卫中 挑选了一批精锐出来 准备暂时先交给陈征应急 只是 陈征一直没有给他出手帮忙的机会 我亲自去见 陈征露出笑容 心中最后一块大石放下 他半个多月前就在开始做准备 今日果然还是用上了 很快 陈征便将陈红英 以及一众开脉镜圆满老武者带了进来 赢甲汉子跟谢大力看的眼角直跳 老是老了点 但这些人都是实打实的开脉镜圆满 而且 从他们展露的气息来看 一身修为底子打得极为夯实 在开脉镜大圆满中 都算得上市实力不错的那一批 陈征看向一众老武者 诸位既然前来 想必我的条件 诸位也都接受了 十二人进阶点头 是 他们连独单都吞了 别说根本没有后悔的心思 便是后悔 也迟了 人老成精 这点事情 他们还是拎得轻的 入列吧 陈征摆了摆手 等到众人站定 陈征才朗声道 我还要在宣令院学习 新军操练 恐怕分身乏术 红英姐 你就暂代我军主制止 负责操练新军 磨合队伍 陈征对于操练军队之事 九窍通了八窍 可谓是一窍不通 专业的事情 自然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是 陈红英肃然回道 一身英气 不若男儿 身后无极营假使们 泛起一阵骚动 找一个女人管着我们 没开玩笑吧 她行吗 晚上应该行 还应该挺不错 听见质疑声 陈红英也没有多说废话 天刚静的气息爆发 强大的气势镇压而来 现场瞬间寂静 天刚静 还是如此年轻的天刚静 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再无怨言 在军中 不管男女 一切终究还是要以拳头说话 陈征看向祥公公 公公 陛下可帮我选好了住地 祥公公点头笑道 当然 住地就选在小侯爷 当初参加 轩灵院排名选拔的山脉之中 基本都已准备就绪 另外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小侯爷可以尽管提 陈征点了点头 招了招手 稀绿绿 火灵居奔逃来 陈征牵住江绳 将他交到陈红英手里 笑道 红英姐 这马也暂时交给你照顾了 轩灵院内虽然伙食好 但终究不适合养马 而且陈红英也需要一个逮捕工具 是 陈红英接过江绳 摸了摸火灵居的马脸 神情柔和 他长在军中 对于战马 有着天然的亲切之感 而对外人向来暴躁的火灵居 在陈红英手下 倒是意外表显的温顺 陈征健壮也就彻底放心了 带人走吧 陈征退开 摆了摆手 陈红英翻身上马 取下背后红英长枪高举 清冷的嗓音 混合着钢圆激荡 出发 马蹄升起 陈红英直接带着万人假释出发 叫场瞬间显得空旷了不少 小侯爷 我愿意重新从假释做起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也愿意 小侯爷 我还不想退伍啊 求小侯爷开恩啊 一群被强制退伍的无济营军官 此时连长子都毁清了 对着陈征苦苦哀求 陈征神色淡漠 没有一丝心软 那些假释也就算了 这些军官都算得上是无济营的核心 也是无济猴的心腹 陈征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继续留用他们 这些人主动跳出来 当时陈征都要憋不住笑出声来 怎么可能还继续将他们留用在军中 既然无事 我等就先离开吧 祥公公淡漠的话语声传出 除了已死的白星之外 其他人全部跟着离开 看着陈征一群人远去的背影 赢假汉子跟谢大力终于忍耐不住 口中破口大骂 等到发泄完心中的郁杰之气 又相顾无言 咱们这下 该怎么跟侯爷交代 除了无极营 祥公公一路将陈征等人 送回轩林院中 然后才带着东方无缺离开 皇城校尉属于冤皇亲帅 还需要另外策封才行 轩林院中 看着陈征平安归来 一众初年级天骄都沸腾了 回来了 小侯爷回来了 尤其是在其他受风失败的人嘴里 得知无极营中发生的事情后 众人更是对陈征多了几分敬佩 不愧是小侯爷 哈哈 竟然连无极猴都奈何不了小侯爷 那倒不知至于 只能说是他那些手下蠢 也不对 换了咱们 就算闯过三关 恐怕也接不住那些人的刁难 不是无极营个人蠢 是小侯爷更厉害 虽然依旧有不少人不看好陈征 但是此番过后 陈征再出年级 也算是拥有了一批拥促 卓自营区 陪动一群人聚在一起 十几个人寂静无声 有人承受不住这压抑的气氛 开口道 咱们 真的要向他臣服吗 有人出声反驳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连无极猴都压不住他 咱们还能怎么办 或者还是你们有谁 真的想离开训令院 众人再次沉默 片刻之后 背着重剑的高揽沉声道 我不管你们怎么看 但现在的我是真的扶他了 我愿意臣服 而且说实话 我觉得他比卓文浩要强 众人视线落在高揽身上 高揽一脸坦然道 卓文浩除了领悟建议之外 还有什么 你们也知道 其实我是一直不太扶他的 他太霸道 而是是不讲道理的霸道 我之所以待在卓自营 只是因为打不过他 看着沉默的众人 高揽继续说道 但这位小侯爷不同 大家暂且放下偏见想想 他真的有做过什么无理之事 每次出手 他几乎都占据大意 我不是在说他有多高尚 但至少证明他有脑子 看见众人还是不说话 高揽耸耸肩 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我再劝你们最后一次 自己上门跟被别人打上门 还是有区别的 他可不觉得 沉真会忘记这件事情 看着高揽离开 有几个卓自营天骄也站不住了 我觉得高兄说得对 如今卓师兄已经死了 咱们总不能陪着他去死吧 成王败寇 得任 我不想离开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 他们自觉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算是人至一尽了 最后 也只剩下裴东跟孙浩 走吧 裴东叹息一声 任命道 孙浩眼睛血红 连你也要背叛卓哥 裴东皱眉道 什么叫背叛 小侯爷是堂堂正正赢的 条件也是 大家一起答应的 你想输了不认账 我反正绝对不会背叛卓哥 孙浩一脸坚定 裴东摇了摇头 神色冷漠 随你 他知道 孙浩不是真的对着文浩有多忠心 只是放不下自己那可笑的自尊 对于这种家伙 他没什么好说的 房间只剩下孙浩一人 神色阴晴不定 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 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 谁 孙浩皱眉回头 只见田延正笑容灿烂地看着他 孙师兄 你若不想臣服那陈征 不妨跟我谈谈 你是田家的人 孙浩认出来人 田延点头笑道 没错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离民小院门前看着汇聚而来的卓自营天骄 陈征神色平静 小侯爷 我等都愿意臣服于你 从今天开始 卓自营就不复存在了 高兰朗声开口道 陈征扫视一圈 但声道 还少了一个 此时 有人传来消息 孙浩退出轩灵院了 众人无不诧异 便是卓自营的天骄们 也没想到 孙浩竟然能做出这个决定 陈征倒是不甚在意 但声道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宣灵院一切资源 你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去争 但绝对不能从别人的手里去抢 这是我对你们的唯一要求 陈征收服卓自营 并不是要他们效忠自己 只是为了不让他们给自己捣乱罢了 散了吧 陈征摆了白手 便要转身离开 有废话的时间 还不如多练刀 参悟一下建议 如今的他 还是太弱了 看见陈征是这番态度 卓自营的众人不由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担心 陈征会对他们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如今看来 却是他们自己小人之心了 陈兄我有些事情 想跟你谈谈 高懒突然开口道 陈征也不回头 只有淡淡的声音传来 近来说 陈征看了高懒一眼 心中微动 也开口道 加我一个行吗 陈征招了招手 已是同意 其他人都散了 只有陈征跟高懒 跟着一起进了小院 陈征诞声道 说吧 有什么事情 不过 你们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 高懒点头 笑道 陈兄 一周之内 你可有把握 突破开迈进六重 前往中年级 一旁裴东眼中露出一丝亮光 果然 这高懒来找陈征 是为了那件事情 陈征皱眉道 什么意思 高懒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轩灵院中 外班是用来给学员熟悉学院生活 初年级也主要是以学习为主 轩灵院真正的资源 都要从中年级开始 就比如一周之后的天舞秘境 天舞秘境又是什么 陈征好奇道 他只知道 在轩灵院中 中年级以下 跟中年级以上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分水岭 中年级以上 轩灵院的规矩 就要少很多 而且 院区一个在东 一个在南 几乎完全没有交集 十分神秘 裴东抓住机会 抢过了高懒的话 笑道 小猴也可听说过小事件 这天舞秘境 就是从天坠落的一处世界碎片 是一座巨大的目的 更是一座无比珍贵的武库 据传在武库之中 还有学员得到过黄街之上的武学 目的 武库 小事件 陈征心中诧异 他原本以为 除了自己 别人都没有外面世界的概念 现在看来 倒是未必了 至少轩灵院跟皇室 应该是有世界的概念的 说不定也清楚 天外有天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 离开过失落之地 前往外面的大世界 摇了摇头 陈征收回发散的思绪 看向两人 你们跟我说这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妨直言 高懒率先回道 最多还有三天 我便可突破开麦进六重 到时候会前往中年级区 天舞秘境三年开启一次 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小侯爷若是愿意的话 咱们可以联手 陪东也在一旁道 我也有把握 一周之内突破 绚灵院中掌控着 不少秘境的位置 以及开启方式 但因为这些世界残破的缘故 实力过强的舞者 根本无法进入 否则会导致秘境空间蓄乱 造成秘境崩塌 到时候 里面的人会随着秘境 一同随身碎骨 高懒补充道 所以中年级学员 除了修炼之外 基本都在攻略秘境 在秘境之中 得到的秘籍 虽然归宣灵院 跟皇室所有 但自己也可踏硬一份 至于其他收获 自己想要就可以留着 不想要 学院也会一家收购 陈征挑眉道如此说来 从中年级开始 才是宣灵院 与众不同的地方 没错 陪东点头道 我们之所以要压榨下面 获取修炼资源 也是为了早日步入中级班 随便在秘境 获得一些东西 价值也要远超出级班 跟外班 发放的那点资源 这也是中年级跟高年级 没有来压迫 更低年级的原因 因为费力还不讨好 我明白了 但你们为什么 要选择跟我合作 陈征再次看向二人 高揽跟裴东对视一眼 最终还是高揽率先开头 首先 是小侯爷你足够强 便是对上中年级 那些天交学员 也有一战之力 其次 我们不跟中年级 天交合作的原因 是因为一旦 找他们合作 一次秘境下来 哪怕拼死得来的东西 也未必能到自己手里 最后 就是因为小侯爷你讲规矩 我愿意信任你一次 闻言 裴东点头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陈征看得出来 两人没说假话 对于那些秘境 他也颇为感兴趣 但也没有立刻印象 而是诞生到 我会考虑的 高揽见状不死心道 陈兄 天舞秘境在中年级秘境中 绝对算得上是最好的一类 错过一次 就要再等三年 得不偿失 陈征摆了摆手 两人只能无奈退去 出了小院 裴东看向眉头紧锁的高揽 笑道 高兄不必忧心 小侯也是在给自己留余地 他竟然没有直接拒绝 想来是已经动心了 我等只需安心等待便可 高揽叹息一声 但愿吧 有一点他没告诉陈征 那就是中年级的争斗 要远比中年级之下 更加的血腥跟残酷 那卓文浩一直压着修为 在初年级作威作福 实则也是畏惧 卓文浩很清楚 以他的性格 到了中年级不愿意低头 肯定是要吃些苦头的 而以陈征的身份 天赋 以及实力 是除了卓文浩以外 唯一有资格跟能力 庇护他们二人的存在 二人各自离去 准备冲击开麦六重 另一边 陈征返回房中 取出一滴金红色液体 吞服而下 突破开麦进六重 倒是不难 陈征对于高兰两人所说的知识 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更遑论他如今 正是需要修炼资源的时候 对于一切 可以加强自己的方式手段 陈征都不介意拿到手里 吞服金红色液体之后 陈征便来到小院 取下兵器架上的重锤 施展十八段法 锤炼身躯 日夜交替 浑身冒着热气 汗水已经进尸衣衫的陈征 一记重锤落下 哄 小院内直接出现一个大坑 陈征浑身气血奔涌 一身五脉颤动 陈征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喷涌的白雾 犹如利剑一般 发出尖锐的笑声 静气鼓动之下 身体第六条天脉 直接贯通 开脉进六重 陈征握了握拳头 感受到再次增长的力量 脸上不由露出满足之色 接下来 就该专注于武学的锤炼了 沙利匹配不上战力 就像是银枪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 陈征不断感受着自身变化 第二天一早 今天是情歌拍卖场 第一次大型拍卖会 有了上一次 天刚丹的小型拍卖会预热 如今情歌拍卖场愈发火爆 陈征作为半个主人 自然得要到场 只是 他刚出宣灵院 便有一个高大汉子走了过来 看见来人 抱拳招呼道 见过谢教席 来人正式乘坐非洲 将他们带来皇城的三位 高级教席之一 谢天和 而且 无论是船上还是船下 这谢天和都对陈征 展露过善意 不管他是因为看好陈征 还是单纯因为冤皇的命令 陈征都成这个情 看着眼前变得高大 挺拔了许多的少年 谢天和目光感叹 真龙欲水 果然是一飞冲天啊 陈征这才来皇城多久 便已经成长到了这般地步 简直匪夷所思 谢教席谬赞了 陈征笑道 今日 是我情歌拍卖场 第一次大型拍卖 谢教席有没有兴趣捧个场 谢天和失笑道 我看想让我捧个人场是假 让我捧个前场才是真吧 陈征点头 谢教席看破不说破吗 谢天和摇了摇头 我肯定会照顾生意 但不是现在 而且那拍卖场你也去不了了 你现在得去皇宫一趟 看着谢天和严肃的模样 陈征笑容收敛 陛下出事了 出事的不是陛下 谢天和摇头 是九公主 九公主 他怎么了 陈征诧异 以李敏的身份 谁还敢对他做什么 谢天和说明了情况 原来是三皇子李成龙 帮李敏介绍了一场婚事 如果是其他人 冤皇也就直接否了 但是过来提亲之人 是东周之主的小儿子 完颜杰 这么多年来 大渊北巨蛮荒 南镇西域 赤野侯跟无极侯两位战神 自然是出了大力气 但跟东周的暗中结盟 也是大渊国 能够战无不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所以在完颜杰提出要求之后 冤皇没有办法直接拒绝 免得伤了两国的情谊 更重要的是 无极侯田无极 还要当这个媒人 三皇子李成龙 更是引荐之人 这三人的分量放在一起 便是大渊满朝文武 都得掂量一下 谢天和叹息一声 最终还是九公主 以死相逼 再加上白副会长的面子 才让完颜杰改口 说是可以摆下擂台 三日之内 每天连战十场 谁若能胜他 这场婚事便可作罢 陈征皱眉道 皇室人才济济 莫非还奈何不了那完颜杰 谢天和苦笑道 那完颜杰如今临近三十岁 有着开脉近八重修为 更兼具一身怪力 肉身圆满 完全是一头人形魔兽 如此也就罢了 他人还无耻 直接点名说 我大渊五蕴昌龙 只准我大渊二十岁以下的天交出战 之前有个卓恩浩在 倒是能拼一场 现在吗 谢天和看着陈征 耸了耸肩 陈征问道 现在是第几天 赶上擂台了 继续这样下去 他将不战而胜 陈征没有犹豫 走 他调转方向 直接朝着皇宫而去 不说黎明九公主的身份 便是他给自己的那些帮助 陈征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与此同时 皇宫叫场内 中心区域的高台 直接被作为擂台使用 一个身材雄壮 浑身毛发旺盛 下和长絮编成鞭子的男人 正双手抱胸 满脸无趣之色 看台上坐着百官跟冤皇 在冤皇身边 还站着一身宫装白裙 犹如雪莲一般的黎明 九妹 你看维兄帮你挑选的 这个驸马如何 连战三天 如今更是无人敢战 如此这般万人敌的人物 莫非还入不了你的眼吗 三皇子李成龙笑呵呵说道 黎明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根本懒得搭理 李成龙冷笑一声 继续道 九妹 你为什么不说话 条件可是你自己答应下来的 可没有反悔的余地 你就算是死 我们大冤也得把你的尸体 送到西域去完婚 闭嘴 冤皇看向李成龙 满脸无力 一个西域皇子 站进我皇室天骄 你还觉得很光荣吗 这个蠢货 被人家荡枪使了 还在沾沾自喜 李成龙听见呵斥 这才闭嘴 只是眼中难免闪过一丝怨毒 此时 一道唇厚的嗓音响起 陛下误恼 三皇子殿下 这是心胸开阔 胜败乃是常事 我大冤又不是输不起 李成龙脸上顿时露出感激之色 无极喉说的是 我大冤输得起 田无极朝李成龙点了点头 李成龙连忙微笑回应 今日之事 其实都是田无极帮他谋划 因为田无极告诉他 冤皇毒虫九公主 是因为想要将九公主 培养成大冤第一位女皇 虽然内心深处 觉得不太可能 但一想到李敏的天赋 还有李富生平时 对李敏那种纵容的态度 李成龙心中 还是不由自主地 生起了危机感 此时看着李富生 看向自己失望跟厌恶的眼神 李成龙并不觉得是自己错了 反而生起了怨怼的情绪 无极喉说得没错 父亲就是看不上我 他眼里只有九妹 根本看不见我的才华跟本事 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要将李敏送走的决心 你们不仁 也别怪我不义了 李成龙眼中满是恶毒之色 看着完全被田无极 牵着鼻子走的儿子 李富生心中又气又无奈 他心中也再一次产生了 将大冤交到他手上 真的可以吗的想法 看着一旁紧咬牙关 却努力保持着镇定的女儿 李富生心中愈发无奈 米儿要是个男生 该有多好啊 所以连个真正的天骄都没有吗 擂台下 有人看不惯完颜杰的嚣张 怒声道 只要你敢 我跟你打 完颜杰看向说话之人 你多少岁 皇室天骄回道 二十五 但修为跟你一样 都是开迈进八重 你也不算吃亏 敢不敢 但他的激将明显对完颜杰无效 完颜杰拒绝得十分果断 不打 既然事先说好了规矩 那就按照规矩办事 我听说大冤一向律法言明 规矩森严 应该也不至于做出而反而的事情 我说了 二十岁以下都可上台 不过生死不论 看着脸皮比城墙还厚的完颜杰 一众皇室天骄也是无奈 我倒数五生 再无人应战 便算我胜了 九公主 我也要带回西域 完颜杰看向李敏 眼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 西域出美人 但是像李敏这种极品也不多见 更遑问这位九公主 还是冤皇之女 在床上厮杀起来 必然别有一番乐趣 李敏浑身冰冷 迎着完颜杰的目光 她深吸一口气 我跟你打 完颜杰眯起眼睛 这不合规矩吧 李敏寒声道 哪里不合规矩 我难道不是二十岁以下 而且我自己的婚事 自然由我自己来终结 她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她已经做好了 如果输了 就死在台上的准备 李敏视线环绕一圈 并没有发现那道身影 虽然知道她不是未战之人 但她心中难免还是生起一抹失望 为什么偏偏在我最需要的你的时候 你却不在呢 完颜杰嗤笑一声行 九公主既然有这个雅性 我便陪你打上一场 也让你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资格 当你的夫君 李敏没有废话 正要飞身而下 一道熟悉的嗓音传来 一个西域的废物 何须九公主千金之躯 亲自动手 我愿意代劳 闻言 众人不由露出诧异之色 纷纷回头看去 这种时候 竟然还有人敢来送死 一道俊郎挺拔的身形 缓缓从皇宫教场入口而来 腰配血色战刀 一头黑发张扬 宛如星辰的眼眸明亮 浑身透着卓绝的气度 陈征 这不是赤野猴之子吗 他怎么来了 你忘了 冤皇曾有意要将九公主 许配给赤野猴之子 真的 人都来了 还能是假的 我听说他们在轩灵院中 就你弄我弄了 这时候站出来 殊为不至 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倒是有些欣赏他了 一时间 所有的目光 都汇聚到陈征身上 田无极脸上 依旧挂着淡淡笑容 也谋宛如波澜不惊的 深渊幽谈 让人看不透想法 李复生脸上 闪现着复杂之色 他已经从祥公公口中 得知了昨天陈征的表现 整体来说 完全算得 尚是超乎意料之外的惊喜 黎敏眼神亮起 冰冷的神色如冬雪 一般融化 明媚的精致容颜 直接让完颜杰看呆了 但下一刻 一股无言的怒气 自他心中上涌 因为黎敏的笑容 并不是给他的 而是另外一个男人 已经将黎敏视为 囊中之物的完颜杰 顿时有种珍宝 被人窥视的愤怒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打 完颜杰冷眼看着陈征 眼中满是嘲弄 陈征诞生硬道 反正不是像你这帮狗 都不如的东西 找死 完颜杰眯眼眼睛 眼缝中流转着杀意 但陈征根本不再理会他 而是看向高台 祥公公翘无声息地 出现在陈征身旁 只有陈征能够听见的声音 传入耳中 陛下有令 你不要冲动 这完颜杰的实力 并非外人看到的那般简单 这是无疾猴设下的局 就等着你跳 陈征诞生道 那九公主呢 你们打算放弃了 祥公公沉默 而沉默 就是一种无言的回答 跟大局比起来 牺牲一个九公主 是李复生完全可以接受的 陈征倾笑一声 陛下 今天可以牺牲九公主 那明天为了大局 是不是也能牺牲掉我 祥公公皱眉 小侯爷 以你的智慧 不应该看不出来 怎么做才对你更有利 现在不是冲动行事的时候 陈征摇头 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 我今年十七岁 祥公公不解 这跟年纪有什么关系 陈征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继续道 我还是个年轻人 有时候 总得抛下一切 做点年轻人该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 祥公公错了 陈征却不再回答 而是看向高台 明亮的眼眸 跟李敏的视线对上 李敏面色苍白 看着祥公公出现在陈征身旁 以他的聪明伶俐 自然知道 祥公公会说什么 他绝美的脸上 露出一抹惨然的笑容 正要开口 陈征的声音率先传来 九公主 我带你走啊 李敏愣住 看着下方少年灿烂的笑脸 心脏狠狠抽动了一下 他眼角泛酸 一向坚强的内心 此刻竟然生出一丝委屈 在所有人都放弃他的时候 眼前这个家伙 却向他伸出了手 他脸上同样荡起明媚的笑容 却是摇头的 不料 李敏此时也反应过来 这一切 都不过是针对眼前少年设下的局 而陈征明明也知道 却还是毫不犹豫地来了 有这份心 就已经足够了 他不想让陈征去送死 碰 但他话音刚落 陈征的身形已经落在高台 李敏错愕地看向陈征 只见少年笑容依旧灿烂 但是却透着一股霸道 我可没说你可以拒绝啊 陈征朝着完颜结勾了勾手 杀意盎然道 过来送死 台下众人错愕 他真的上去了 这是在送死啊 未必吧 我听说 他可是如今轩灵院初年级的第一人 卓文浩死了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罢了 众人并不看好陈征 降公公满脸无奈 闪声回到李复生身边 陛下 李复生摆手 降公公立刻住生 他也没在李复生脸上 看见丝毫的怒色 陪伴冤皇从小到大的降公公 自然看得出来 冤皇是真的没有生气 反而还有一些 欣赏 而李复生的想法也很简单 正如陈征所说那样 今天陈征能为了大局放弃黎敏 那么以后 是不是也能为了其他什么东西 被刺皇室一刀 陈征这样的做法很蠢 李复生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但也绝对不会讨厌这样的人 李敏眼角被泪水湿润 却强撑着没有落下 蠢 他嘴里骂着 嘴一脚却忍不住翘起 擂台上 看着陈征轻视的眼神 完颜杰怒急而笑 他虽然看不透陈征修为 但眼见李敏般紧张的模样 那必然是不如自己的 你要找死 我就成全你 完颜杰冷漠的声音落下 浑身气势生腾 鼓动的静气 犹如在经脉之中扭动的大龙 浑身须发皆张 宛如一头发怒的雄狮 但这还没有结束 轰隆 一阵宛如浪潮撞壁的 激荡声回荡 有人发出惊呼声 气血如潮 肉身圆满 完颜杰 也是一位肉身圆满的体修 恐怖的气血之力回荡 其周身散发着淡淡红雾 展现出气血异响 强大的气势 宛如浪潮一般荡开 站在擂台周边的皇室天骄们 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压力 忍不住连连后退 刚才那个出炎 想要挑战的皇室天骄 更是面色苍白 原来他一直都没展现出 真正的实力 光是这股气势 他们都承受不住 更遑论战斗 刚才完颜杰要是应战 他的下场必然气惨 一时间 原本对陈征还有些信心的人 此刻也难免生起一丝绝望 赢不了的 差距太大了 我知道赤野猴之子 有着一身怪力 但是面对同样是体修的完颜杰 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皇室一些上在轩灵院学习的天骄 听过陈征的一些传闻 但此刻 面对完颜杰 他们都不知道陈征还能怎么赢 陈征神色平静 不仅没有紧张 眼中反而还带着一丝期待 他还没有跟真正的体修战斗过 他也想试试看 即便同为体修 是否同样存在着差距 来 陈征低贺一声 不像完颜杰那般声势巨大 却像是隐藏在地下的暗流 同样汹涌可怕 轰隆 气血如潮的一向展露 不等完颜杰攻来 陈征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犹如鬼魅一般 朝着完颜杰冲去 陈征身形虽然不如完颜杰强壮 但是浑身肌肉 呈现流线型的弧度 一举一动间 都有气血之力轰鸣 所到之处 风声炸裂 气势比起开卖近八重的完颜杰来 也是丝毫不弱 好强大的肉身 完颜杰感受到压迫的气息传来 忍不住眯起眼睛 按照常理来说 自己开卖八重的圆满肉身 应该足以碾压陈征才对 不该是这般势均力敌的碰撞 或者说 这小子真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完颜杰心里泛起了嘀咕 在他们西域 就有着这么一个怪胎 智力只有正常人六岁左右 但是天生身材高大 力量惊人 即便不用修炼 光凭肉身之力 就生生垂死了一位 开卖近二重的武者 后来他的天赋 被西域国师看中 亲自上门收为敌传 据说如今 凭着后天静圆满修为 就生生垂死了一位 开卖近一重武者 但看着陈征那正常的体型 完颜杰觉得 陈征应该没有 那样的天赋一柄 先试试看 完颜杰心中定下主意后 身形猛然前窜 同样朝着陈征冲去 两股汹涌的气势对撞 顿时化作一阵无形的涟漪 朝着四周扩散 让人窒息的气血压力 逼得擂台周边众人一退再退 好可怕 这才是西域皇子真正的实力吗 小猴也不弱呀 对上完颜杰 竟然不落下风 现在这么说 还为时过早 得看他抗不抗得住完颜杰的攻击 扛不住 一切都是笑话 在阵阵议论声跟瞩目视线中 陈征跟完颜杰同时轰出一掌 挤压的气浪声 宛如鞭炮一般诈鸣开来 碰 犹如大中轰鸣的闷响 自两人掌肩爆开 两人身形同时止住 强大的气血之力 不断冲刷手臂经脉 一刻不停地持续加持着力量 完颜杰手臂间青筋爆起 脸色胀红 陈征手臂同样有青筋浮现 但是没有完颜杰那般显得猙獰 你这一身气血 都是靠外里堆起来吧 陈征嘲讽笑道 他本是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却没想到 完颜杰这位气血圆满的开脉进八重高手 力量竟然如此孱弱 看来正如自己所想那般 即便同为体修 有着同样的境界 各自的力量强弱 也并不一定相同 就像陈征这幅身躯 先是经过混沌神天觉的不断吸力强化 再有血色液体的补充 还时不时地会打磨一下体魄 让自己每一镜的底子都打得尤为牢固 跟完颜杰这般 完全靠着灵财丹药堆叠出来的死力气 完全不一样 可笑 等你先赢了 我再放大话吧 完颜杰气急而笑 浑身力量翻腾 整个身躯再次膨胀 但他全力爆发的力量 落在陈征掌尖 就像是泥牛入海一般毫无反应 不可能 完颜杰瞪着眼睛 该我了 陈征弹幕的话音在完颜杰耳边响起 下一刻 完颜杰只感觉陈征的力量 就像是放了闸的江海 恐怖力量直接压下了完颜杰的手掌 朝着完颜杰心脏狠狠硬去 哎呀呀 完颜杰口中发出怒吼 不断地调动浑身力量 想要跟陈征抗衡 但是陈征的手掌 依旧有如催枯拉朽一般 朝他缓缓压来 台下众人都惊恶地张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是我眼睛出了问题吗 完颜杰此刻竟然落在下方 听着四方传来的骚动声 完颜杰面色战红 找死 他身上静气爆发 灵力的气息瞬间将陈征逼退 看来你不太行 陈征语气嘲讽 完颜杰面色一沉 小子 空有一身蛮力又如何 生死之战 可不是比拼谁的力量大小 话落 他朝台下招了招手 立刻有位西域武士 将一对狼牙大棒丢上高台 完颜杰伸手接住 双臂挥舞 狼牙棒碰撞 见射出一阵火花 刺耳的碰撞声响车擂台 小子 我刚才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完颜杰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浑身激荡着灵力的气息 是吗 我不信 陈征语气淡漠 轻慢的态度 已经让完颜杰十分不满 面色阴沉下来 眼中闪烁着凶光你会知道的 话落 碰 只听一声炸裂声传荡 是完颜杰一脚踏下 金刚铸造的铁台 竟然塌陷一块 完颜杰如同恶狂暴的巨熊奔袭而来 速度 比起刚才强了不止一筹 请客间 他便出现在陈征面前 双臂上台 一对布满了铁刺的狼牙大棒高举 气血之力激荡 灵力气息爆发 狼牙大棒化作残影 狠狠砸下 锤士 鬼哭 大棒带起的猛烈飓风 发出宛如鬼哭狼嚎一般的尖锐笑声 恐怖的气势笼罩 让人不自觉就先弱了三分气势 开脉镜八重的修为 尽数绽放 完颜杰脸上满是争鸣笑容 力量不如你 那我就以修为碾压你 他这大成的黄阶上品锤法 再配合爆发性极强的功法 两项结合之下 便是普通开脉镜九重 也绝对无法硬抗 四周 西域武士脸上 尽阶露出自豪的笑容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西域皇子的实力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虚无 敢跟完颜杰皇子作对 简直不知死活 赤野猴之子 呵呵 也不过如此 阵阵讥笑声传出 大冤皇室天骄们面色沉重 此刻完颜杰所爆发的气息 俨然已经超过寻常开脉进九重 如此大的差距下 陈征还能抗得住吗 他们实在没有信心 高台上 李富生扫了祥公公一眼 祥公公立刻会议 轻轻点头 他不会破坏比斗 但会在关键时刻 就陈征一命 陈征如今对于李富生的价值不可估量 甚至还在九公主之上 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但下一刻 一股沉重的气息压迫而来 祥公公浑身真圆犹如冰冻一般 陷入了瞬间的凝滞 这虽然伤不到他 却也让他失去了救援陈征的最佳实际 他抬眼看去 田无极冷漠的视线已然收回 该死 祥公公心中盛怒 却也无可奈何 擂台上 陈征心如止水 在完颜杰冲来的瞬间 他的手掌已然按在了刀柄之上 看着落下的狼牙大棒 陈征眼中泛起一抹锋芒之气 呼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来 浑身静气 犹如积蓄到极限的大坝 轰然激荡开来 风雷 破 轰隆 血色刀影闪现 宛如巨雷轰鸣的刀锋荡开 震慑众人心神 在血色之中 又有影子光芒绽放 带着视如破竹的气势 轰然上斩 风雷刀法一共有两式杀招 一为风雷斩 适合奇袭搏杀 狼牙断法的意境融入 更添几分 势大力沉的厚重质感 气血如潮爆发 混沌之气流转 完颜杰猙獰的笑容消失 脸上泛起了深深的恐惧 他一身气势 竟然被陈征的刀势 生生斩破声势 先是弱了一筹 血色战刀跟狼牙大棒碰撞 陈征恐怖的距离 配合十八段法的厚重意境 将完颜杰阵的手掌发麻 狼牙大棒都差点脱手 更让他绝望的是 陈征开迈进六重的劲气 对抗自己开迈进八重 不仅丝毫不落下风 更是隐隐有种压制的感觉 完颜杰心中满是荒诞之感 明明是待他处处压制陈征才对 但现在除了明面上的境界修为 一切都好像倒转过来 怪物 完颜杰心生恐惧 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形容 碰 完颜杰被一道斩退 身形亮枪 彻底乱了方寸 而此时精气神 都已经跋升到极致的陈征 犹如弗灵心智一般 手中战刀轻颤 他彻底忘却了招式 只凭着心中的感觉 一刀斩出 瞬间 风雷刀法 由大成步入圆满 一股无形的意境之力绽放 风雷 斩 咔嚓 这一刀快到了极致 雷声轰鸣之间 刀影犹如闪电坠落 完颜杰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在风雷一镜笼罩之下 他只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汪洋雷海 心神都被震慑 只能瞪着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刀光落下 四周 西域武士们面色大变 再不见刚才嚣张之色 即便没有直面这一刀 他们也感受到了 这一刀的恐怖 七皇子 认输吧 有人忍不住大声叫道 完颜杰被从风雷意境之中 惊醒过来 慌忙喊道 我认 迟了 陈征弹幕的话音荡开 掀他一步的是他手中的刀 刷 一刀斩落 灵力的刀光 自完颜杰身躯透体而出 他脸上定格着恐惧之色 惊慌之声戛然而止 下一刻 一抹血线在他眉心绽放 然后沿着身躯蔓延 碰 碰 分作两半的身躯 砸落在擂台之上 血腥之气随着流风飘散 四周一片寂静 只听陈征收刀之声 他脸上带着淡淡笑容 没想到这完颜杰 竟然还能让自己在刀法之上更进一步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片刻寂静之后 率先爆发的是一阵欢呼喝彩之声 好 你西域皇子不是厉害吗 布也被两刀斩杀 小侯爷无敌 刚才是我肤浅了 是野侯的儿子 如何能以寻常看之 西域一众武士 面如死色 七皇子死了 咱们怎么会去交差啊 完了 他们面色怨毒地看向陈征 怒声喝道 敢杀我西域皇子 你必须给七皇子陪葬 面对一双双怨毒的眼神 陈征神色淡然 轻笑道 够胆的 就上来帮你们七皇子报仇 怕你不成 一个开脉进七重的西域武士 忍不住跳上擂台 但还没等他站稳 刷 只见一道血色刀光闪烁 一颗不满愤怒的 猙獰人头冲天起 鲜血如全喷涌的无头尸体 坠下高台 洒落的热血 终于让一众西域武士 冷静下来 陈征随手甩开刀锋的鲜血 但声道 还有人要上来送死吗 一众西域武士 依旧怒视着陈征 却无人再敢发言 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 他们根本没有报仇的能力 看台上 一位西域天刚进强者 忍不住站起 脸上泛着圣怒之色 但还不等他动手 祥公公先一步踏出 身形宛如流光一般 瞬间来到 这位西域强者身边 客人 请坐好 祥公公伸手 按住西域强者的肩膀 恐怖的真元 让西域强者面色大变 天向静 他一脸震惊地 看向祥公公 身躯一点点 被押回座位之上 他杀了我西域七皇子 西域强者面色难看到 冤皇的声音传来 怎么 比我大冤人的命更金贵 西域强者迎着 李复生弹幕的视线 心中有无限含义滋生 不 当然不是 他感觉自己 但凡敢说个是字 恐怕就要血剑当场 李复生诞生道 婚事是你们提的 但现在看来 你们并没有娶我女儿的资格 这个结果 你们认不认 西域强者面色难看 认 祥公公五指 都快捏碎他的肩骨 他也不敢不认 很好 李复生点头 那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连姻之事 也不要再提 明白 西域强者点头 祥公公这才松开了手 帮助西域强者 整理了一番衣衫 笑呵呵道 使者 咱家一个奴才 出手也没个轻重 当才得罪了 西域强者脸上挤出笑容 公公客气了 刚才是我冲动 该感谢公公才对 祥公公笑了笑 脚下一踏 闪身返回李复生身边 李复生转头看向田无极 无极猴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田无极脸上不见半点怒涩 儒雅笑道 结果一分 陈无话可说 怪只能怪那完颜节废物 没有这个福分 闻言 西域一众使者 脸色愈发难看 李复生眼睛微眯 这田无极分明 是在给他拉仇恨 李复生淡笑道 无极猴是在嘲笑我大冤皇室 都是废物吗 今天若不是赤野猴之子 咱们两国这门联姻 便算是成了 擂台上 陈征神色坦然 十分平静地 接下这口黑锅 没错 这完颜节 的确不配 冤皇将锅摔给他 是不想给西域发难的借口 如今大约内忧外患 要是西域那边再出了乱子 那可就 真成了一团江湖 最后得力的 依旧还是田无极 而陈征 现在是属于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还能赚取冤皇一份人情 自然乐意为之 田无极不再说话 只是看向陈征的目光 有些惋惜 如此优秀的年轻人 怎么偏偏 就是陈律的儿子呢 对于陈征的识趣 李复生十分满意 脸上露出笑容 陈征至今为止的表现 都让他非常认可 他目光落向一旁 只见对自己这位父皇 都没有几次笑脸的女儿 此刻却满是笑容地看着陈征 眼中更是闪现着一丝莫名的光彩 李复生心中闪过一抹愧疚 但也并不后悔 作为人父来说 他当得的确很不称职 但他得先得是大渊的皇帝 然后才能是子女的父亲 帝王家 无情家 是无奈 也是事实 李复生面色平静下来 朗声道 还有人想挑战陈征吗 平准片刻 眼见无人应声 李复生才继续道 既然无人 那我宣布 侍野猴之子陈征 从今日起 便是我大渊驸马 赐婚 九公主 牺牲黎敏 是因为他要为大渊国的稳定考虑 赐婚 是因为他看出了女儿的心思 作为一个父亲的成全 而且借此 也能更加稳固地 将陈征跟侍野猴 绑在皇室这条大船上 可谓一举两得 黎敏绝美地脸上泛起羞红 但这次 他却没有像往常那般躲闪 而是目光坚定地看向陈征 陈征的所作所为 已经彻底地征服了他的心 恭喜陛下 得一家续 九公主跟小侯爷 乃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贺喜小侯爷 报得美人归啊 一众文五百官 都是起身恭贺 不管心里怎么想 至少面上都是一团和气 西域使者们阴沉着脸 无法融入这欢快的气氛 拖着自己人的尸体 默默离开 陈征此时却笑得很尴尬 谢天和只说 让他来阻止完颜节 可没说是 让他来代替完颜节啊 他转头看去 只见引入人群的谢天和 正朝他竖起大拇指 笑容灿烂 露出一口白牙 大意了呀 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吓套了 怎么了 你好像不开心 是不愿意娶我 李敏不知何时 已经走下看台 来到陈征的身边 李敏看着陈征皱起的眉头 不由鸣起了嘴巴 陈征抓了抓脸 倒也不是不愿意 李敏长得漂亮 性格也好 身份尊贵 堪称完美 这样的女人 只要是个男人都会喜欢 陈征也不例外 只是他还没考虑过 这方面的问题而已 陈征一脸认真地看向李敏 以我现在的处境 你跟着我 会很危险 我也没把握 一定能够保护你 李敏神情柔和了几分 我们的处境其实都差不多 身在皇室 身不由己的事情太多 我早就厌烦了 陈征点头笑道 你不觉得委屈就好 不如让我来帮他 选个良辰吉日 他只希望 李敏只要能嫁出去 不威胁到自己 至于嫁给谁 其实都无所谓 李富生笑道 婚姻大事 自然要等到赤野猴 回来之后再说 闻言 众人皆是沉默 大家都不清楚 如今赤野猴是什么情况 等到赤野猴回来再完婚 但万一 赤野猴回不来了呢 陈征倒是没什么意见 他跟李敏之间的接触不算多 多相处一点时间也无妨 否则仓促结婚 反而显得尴尬 谢陛下 陈征抱拳回道 他明白李富生的算计 但这些事情 他现在没有办法左右 李成龙面色阴沉 李敏一天不出嫁 那一天就是他的威胁 谁知道自己这个老糊涂的父皇 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父皇 我觉得不妥 李成龙沉声道 只是他话音刚落 李富生就白手道 闭嘴 今日之事 我之后再跟你计较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只是三皇子 不是太子 朕是只有你这一个儿子 但朕还有许多兄弟 他们同样能够继承大徒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尤其是那些皇亲国妻 原本沉寂的眼神 都变得明亮了几分 田无极眼睛微眯 心中骂了一句 老狐狸 这李富生 自知自己那废物儿子靠不住 便准备利用皇室的力量 来跟自己抗衡 李成龙面色大变 慌张道 父 父皇 李富生冷冷看了李成龙一眼 直接起身离去 冤皇一走 闻五百关 皇室成员也渐渐散了 各自带着思索之色 或平静 或深沉 或笑容满面 看着这一张张面色不一的脸 陈征只感觉 有一股名为权力的大王笼罩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皇室 李敏语气平静 但陈征却能听出 她话语中的厌恶 陈征笑道 你不喜欢 李敏翻了个白眼 难道你喜欢 或许是因为确定了关系的缘故 李敏在陈征面前 表现得愈发放松跟自在 这位看似冰山的九公主 其实也有着属于 小女儿的娇憨一面 陈征摇头 我也不喜欢 她突发奇想道 那你有没有兴趣 改变这样的局面 李敏不解道怎么改变 陈征诞生笑道 比如说 取代那位三皇子 李成龙被田无忌玩弄于手掌 就注定了是自己的敌人 让这样的家伙继承皇位 对陈征没有任何好处 李敏吃惊道 你疯了 我一个女子 如何继承皇位 陈征认真道 难道你觉得自己比不上三皇子 这不是比不比得上的问题 李敏无奈摇头 觉得陈征有些异想天开 陈征笑了笑 也不跟李敏争执 以后若是有机会 他自然会把李敏 往那个位置上推 以前没有 可不代表以后也不能有 回学院吗 陈征问道 走吧 两人直接出了皇宫 路上 李敏忍不住问道 咱们也才相处不过几天时间 你就愿意为我付出性命 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陈征笑道 我知道谢教习是陛下的人 既然是陛下叫我来 那自然不会让我来送死 所以我知道 即便我最后败了 也不会有性命之位 陈征点头 没错 听着陈征毫不犹豫地回答 李敏有些难过 陈征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过抛开这些 我也会出手帮你 只是不会用这么张扬的方式 看着陈征堵定的眼神 李敏的心脏 忍不住砰砰跳动 刚才所有的失落跟不愉快 都已经烟消云散 油嘴滑舌 面色微红的李敏冷哼一声 加快脚步跟陈征拉开距离 陈征一脸莫名 只能加快脚步跟上 九公主 你知道天舞秘境吗 反应过来 陈征如今已经是开麦境六重 已经可以升入中年级 陈征将高揽跟裴东的事情说了 李敏沉思一阵 才点头道 他们没有说谎 初年级升入中年级 就有一次免费进入秘境的机会 天舞秘境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性价比也极高 不过天舞秘境并非我大渊独有 西域 东周 北域皆有入口 三年一开启 能活着出来的人不足三分之二 争斗尤为激烈 陈征好奇道 如此危险 他们不是更应该找高年级的人合作 为什么会选择我 李敏摇头道 高年级的天骄 怎么会愿意 无缘无故地带两个累赘 他们一旦加入高年级的队伍 所得收获 至少要上交九成 陈征顿时了然 李敏帮着继续分析道 我建议你跟他们合作 首先 以他们的实力 威胁不到你 其次 秘境之中有许多险地 你需要探路的人 在秘境之中当独狼 会很辛苦 陈征问道 你能否赶上天舞秘境 李敏摇头 我刚突破开迈进五重不久 平时还要去百老那儿学习 天舞秘境开启之前 肯定是没法晋升中年级的 行吧 陈征点头 返回绚令院后 陈征直接找上裴东根高栏 小侯燕 两人军事恭敬 向陈征行礼 陈征摆了摆手 天舞秘境我会去 也能带上你们两个 但我要收取你们五成的报酬 我能承诺的是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不会舍弃你们 陈征不屑骗人 将所有情况 都跟两人说得清楚 甚至会拿两人 当探路时的事情 陈征同样直说 但陈征的坦荡 不仅没有让高栏二人吓住 反而松了口气 这些事情 即便他们加入别的队伍 多半也得做 而且陈征拿走一半的报酬 相较起高年级的那些天骄 已经算是良心 好 我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意见 两人纷纷表态 陈征摆了摆 那就抓紧突破吧 我在中年级等着你们 看着陈征转身的背影 两人愣了一阵才反应过来 满脸不可置信 他又突破了 另一边 陈征已经来到 初年级教习的区域 又来请假 白秋挑眉道 陈征摇头 不是请假 是升级 陈征笑道 白教习 你的课 看来我是上不了了 白秋正了一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他脸上 还是止不住 露出惊讶表情 你突破开麦筋六重了 陈征笑着绽放气息 白秋再无疑虑 白秋露出笑容 你是自己去中年级报道 还是要我带你去 陈征摇头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明天一早 我自己去中年级报道就行 行 白秋点头 陈征告辞转身 白秋的声音 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小心卓家 什么 陈征诧意回头 却见白秋朝他眨了眨眼 同样疑惑道 我说过什么吗 陈征顿时会议 摇头道 没有 白秋摆了摆手 那就走吧 离开轩灵院 陈征直奔情歌拍卖场而去 此时临近傍晚 拍卖会已经结束 陈征赶到的时候 依旧可见大厅内人声鼎沸的模样 顿时放下心来 小侯爷 小六眼间 一眼就看见陈征 连忙笑着迎了上来 领着陈征朝着里层包间走去 陈征问道 今天情况如何 小六兴奋道 很成功 那颗巨像丹 派出了六千万金币的天价 光是用金 咱们拍卖场就能赚不少呢 而且 名声也算是打出去了 不少客人都想在咱们这儿挤派东西 陈征笑着点头 那就好 以后除了自己 他还需要支撑 陈征一支万人军队的吃穿用度 在资金方面的压力绝对不小 虽然皇室会下拨军费 但想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 绝对不是靠那点资源 就能支撑起来的 进入包间 艾琳娜正毫无形象地瘫软在沙发上 即便看着陈征进来 也没有丝毫动弹的迹象 他语气忧怨道 好弟弟 姐姐的经历可都被你炸干了 陈征 这话怎么听都不对劲 他接不了 看着陈征吃别的样子 艾琳娜脸上荡开笑容 坐直了身子 说起正事 如今咱们也算是在皇城打开了局面 但主要靠的还是白老的面子 等这阵风头过去 恐怕会迎来其他几家的疯狂反扑 陈征皱眉道 主要是哪几家 情歌拍卖场如今是重中之重 绝对不能出问题 艾琳娜回道 主要有三家做兵器生意的白氏商行 做单要生意的卓氏商会 还有做海运的曹邦 陈征不解道 那白氏商行是怎么回事 卓家跟曹邦也就算了 大家本来就有仇 但白家跟他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为什么也要针对自己 艾琳娜解释道 白家是近几年皇城的新兴家族 原本皇城的兵器生意 一直是由范家把持 但自从白家崛起后 范家就飞快没落 据传白家身后站的是无极猴 陈征顿时了然 如果白家身后站的是田家 那就说得通了 陈征思索一阵说道 艾小姐 你可以尝试跟范家接触一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先解决这个白家再说 范新荣费尽心思 也要弄来一柄中品宝锤 想来还是不愿屈服的 这时候 秦歌拍卖场 以赤野猴的名义抛出橄榄枝 他们未必会拒绝 而且 陈征自己这边也能发发力 我试试看吧 艾琳娜点头道 陈征来到密室 换上剑客装扮 离开秦歌拍卖场 直奔范家 范家大听 范新荣神色难看 一众范家嫡气脸上 均是带着怒色 这白家欺人太甚 恶意低价竞争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范家就完了 户部那边怎么说 就眼睁睁看着他们 扰乱市场吗 呵呵 户部愿意出手 还用等到现在 我看传言不假 这白家身后 站的就是吴吉侯 否则怎么可能有这般能量 随着最后一人开口 范家众人陷入沉默 吴吉侯绝对是他们 跨不过去的一座大山 片刻后 有人低声道 要我说 当初田吴吉找上咱们合作 咱们就不该拒绝他 范新荣冷哼一声 他那是合作吗 他那是要我范家 当他的家臣 做他的奴才 我范家乃是几百年的 断气世家 哪怕是死 也绝对不做这般 辱默祖宗之事 有人无奈道 但田吴吉 现在就是要逼我们救范 咱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范新荣一时间 也说不出话来 前段时间 他答应史信义的要求 为的就是搭上曹帮这根线 另外打开局面 结果史信义跟卓文浩 都死得蹊跷 这条路 自然也就走不通了 最近几天 白氏商行更是通过低价手段 抢走了他范家不少订单 让本就有些低迷的生意 愈发雪上加霜 再这样下去 范家被白氏商行取代 似乎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 一个下人跑来 打破了沉默的氛围 老燕 有位陆清云公子 想要见您 说是有事情 想跟您商量 范家众人 均是朝范新荣 投去好奇的眼神 范新荣没有解释 但声道 请他到偏厅 准备最好的茶水 不可怠慢 是 下人连忙去办 范新荣深呼一口气 收敛心绪 朝着范家族人摆手道 都散了吧 你们放心 便是拼了我这把劳骨都不要 我也绝对不让范家就此倒下 范家众人 依旧士气低迷 一个个沉默离去 一些人眼神游离 明显是有了别样的心思 范新荣将众人神色 尽收眼底 心中只有无奈 等到众人离开 他才朝着偏厅走去 看见范新荣 陈征起身抱拳笑道 范老 我又来讨扰了 范新荣摆手 陆公子太客气了 我范家永远为陆公子敞开 你只要想来 随时都可以 客套一番后 范新荣直接进入正题 陆公子不是说 有要事跟我商量吗 不妨直言 只要我范家能办到 绝不退辞 陈征笑了笑 淡然道 我这次过来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范老 也为了范家 范新荣诧意道 陆公子此话怎讲 陈征解释道 因为某些原因 我欠了秦歌拍卖场 一个人情 他们有意想 跟范家达成合作 在知道我跟范家 有些交情后 便想请我来做个说客 我听闻范家 如今生意似乎不太好 便应了下来 不知范老意下如何 秦歌拍卖场 范新荣皱起眉头 没错 陈征笑道 秦歌拍卖场 如今刚刚拍卖了 一颗巨像单 正是人气火爆的时候 范家此时 若能跟秦歌拍卖场 说不定能有起色 范新荣苦笑道 卢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此事 还请容我再考虑考虑 秦歌拍卖场 是赤野侯府的产业 但据他所知 赤野侯府如今自身 都难保了 范家这时候 跟他们牵扯上 岂不是萤火自焚 陈征还想再劝 一个下人匆匆跑来 脸上带着慌张之色 老爷不好了 白家的人打上门来了 二爷都被他们给打伤了 什么 范新荣愤然站起 他看向陈征 卢公子 我这边出了些情况 今日就不招待了 下次我再向你杯酒陪罪 告罪一声 范新荣就像是一只暴怒的老师 大步朝着外面走去 陈征思索一番 跟了上去 范家大门外 范家族人 正跟另外一批人马对峙 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范家二爷范李捂着心口 嘴角溢着鲜血 被其他人搀扶 怒声道 白天宇 你们白家到底想干什么 白家一方 领头一人穿着短袖 留着落腮胡 浑身肌肉隆起 散发强大的气势 正是白家老三 白天宇 白天宇只向地上一批断裂的武器 冷笑道 范李 你何必明知故问 你拿一批烂货以次冲好 想要栽赃陷害我白家 好在老天有眼 被我抓个正正 说着 白天宇招了招手 顿时有白家族人 丢出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范家众人定睛一看 顿时面色大变 范鹏 地上的人影 是范家的一位老管士 掌管着范家三处商铺 身受范家信任 混账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你白家欺人太甚 真当我范家无人吗 范家族人气愤不已 一个个破口大骂 白天宇嘲弄道 这个家伙鬼鬼祟祟到我白氏商行 还带着这批烂货 想要找我白家的麻烦 你放屁 范家众人怒声反驳 我看是你白家栽赃陷害 我范家可做不出这么无耻的事情 白天宇冷笑道 你们要是不信 不如亲自问他 范黎看向左边 一个年轻的范家族人上前 来到范鹏的身前 鹏说 一口温热鲜血 直接喷了范家族人一脸 哈哈 白家一方发出嘲弄的笑声 白天宇吃笑道 抱歉 这人一直不肯说实话 所以在他说完实话后 我就割了他的舌头 年轻的范家族人失去理智 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愤然朝着白家 众人冲去我杀了你们 呵 白天宇不屑一笑 开迈进大圆满的修为爆发 瞬间将范家族人震慑在原地 随即抬起一脚 直接将人踹飞出去 他蕴含静气的声音荡开 你范家断气不行 做人更不行 大家都来看看啊 范家人做了坏事被我抓住 现在恼羞成怒 还要对我白家出手 当真是目无王法 无耻至极 聚拢而来的看重 都被白家带歪 对着范家众人指指点点 什么情况 似乎是范家的管事 据白氏伤行使坏 被人家抓了的现行 现在过来问罪来了 范家会做这样的事情 呵呵 现在范家都快被白氏伤行逼死了 做什么事情都不稀奇 这不是在砸自己的招牌吗 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 范家众人又急又怒 不是这样的 是他白家无耻 想要栽赃陷害 但对于范家的解释 众人并不买账 够了 一道厚重的声音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面色阴沉的范新荣 正大步而来 父亲 家主 范家众人像是看到救星一般 连忙围拢上去 父亲是他们白家 范离交集解释 但他话音未落 便被范新荣挥手打断 闭嘴 没做的事情 你又何必解释这么多 没长脑子吗 范新荣有些生气 被人牵着鼻子而不自知 简直愚蠢 他看向白天宇 说吧 你白家到底要干什么 白天宇眯起眼睛 指了指地上断裂的武器 我白家只想要个公道 公道 范新荣不屑一笑 我范家可练制不出这么垃圾的兵器 要找公道 不妨回你白家库房看看 那里应该都是公道 白天宇神色冷了下来 范老师质疑我白家的断气水准 范新荣吃笑 你白家也谈得上水准 白天宇冷笑一声 好 既然范老这么说 咱们不妨比一比 也让大家看看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垃圾 你想怎么比 范新荣傲然一笑 要论断气 在这皇城 他还真没怕的人 白天宇直接道 自然是比断气 一炉火 一块铁 就看看咱们两家 谁断造的兵器更厉害 来 范新荣疑然不惧 白天宇突然露出笑容 既然是鄙视 自然得有点踩头 范新荣眯起眼睛 你要如何 此时他也反应过来 这恐怕才是 白家此行过来的真正目的 只是他不理解 白家是哪来的底气 可以胜过自己 白家真要有这个本事 田无极恐怕也不用 想尽办法 也要让他范家就犯了 白天宇笑道 很简单 我若赢了 就证明你范家确实无能 从今以后 不得再做兵器生意 范新荣冷笑道 那我要是赢了呢 白天宇无所谓道 我若输了 从今以后 只要看见你范家人 必定退避三射 范新荣气笑 你觉得这个赌注对等 白天宇笑道 那范老想要如何 范新荣冷声道 我要你死 白天宇毫不犹豫地点头 可以 范新荣也不废话 直接让族人搬来火炉 跟锻造工具 他就要在范家门前 当街练气 也免得白家再耍什么手段 很快 一切准备就绪 陈征隐藏在人群之中 默默关注着一切 我要一个助手 白天宇突然说道 范新荣不置可否 随便 白天宇嘴角泛起一抹 阴险得意的笑容 他招了招手 一个身形犹如铁塔的汉子 背着重锤走出 看见来人 原本一脸自信的范新荣 瞳孔猛缩 止不住震惊出声 你是 魁吾男人赤膊着上身 浑身鸣刻着 宛如皱纹一般的黑色纹身 远远看去 如同恶鬼一般 在断气行业内 没有人不认识这个男人 毕竟 这可是大渊国内为二的 三品练气师之一 龚孙度 是可以炼制上品 甚至极品宝器的大炼气师 这就是你的助手 范新荣脸上闪现着怒意 白天宇单笑道 没错 范老 这可是你亲自印下的 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你要是觉得没把握 不妨直接认输 范新荣面色铁青 他做梦也没想到 白家竟然把公孙度给请来了 无耻程度 还要超乎他的意料 我只做助手做的事情 公孙度诞生说道 即便如此 范新荣依旧高兴不起来 公孙度的存在 就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他的头上 让他喘不过气来 范老要是觉得不公平 也可以找一个助手 我可不想胜之不武 白天宇得了便宜又卖乖 笑呵呵说道 范家众人进阶沉默 有公孙度在前 谁还敢站出来丢脸 他们心中绝望 范家 真的要就此倒下吗 我来吧 一道弹幕的声音响起 众人诧意看去 只见一个妖配黑剑的灵力青年 从范家的阵营之中走出 脸上满是平静之色 在青云建议之主的记忆中 陈征已经掌握了一套 完成的锻造之法 再加上有十八段法的存在 当个助手 还是绰绰有余 陆公子 范新荣惊愕地看着陈征 苦笑道陆公子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陈征也不废话 走到工作台前 拎起一把铁锤 轰然砸下 碰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震荡 铁块瞬间变形 外星人看不懂 但范新荣这种内行人 一眼就看出 陈征的确有打铁的底子 有些意外道 陆公子还会断气 陈征笑道 略懂而已 反正不至于给范老你添乱 行吧 范新荣点头硬下 看着范家族人 那畏畏缩缩的样子 范新荣也知道靠不住 还不如让这位 来历神秘的陆公子试试 那就开始吧 范新荣收拾好心情 陈生说道 他让人取来紫云锤 在钟平宝锤入手的瞬间 范新荣心中 又生起一丝底气 只要不是公孙杜亲自出手 对上白天宇 凭着紫云锤 他依旧有很大的胜算 似乎是看透了范新荣的想法 白天宇对着范新荣 黑黑冷笑一声 招了招手 立刻有人拎着一个长河过来 范家众人心中一沉 这白天宇又要搞什么花样 当着众人的面 白天宇直接开启长河 只见一阵流光闪烁 一柄通体漆黑 光泽犹如水晶的大锤 出现在众人眼前 感受到黑锤散发的能量气息 范新荣刚刚稳定的心神 再次乱了 上品宝锤 有范家人发出绝望的呼声 有公孙杜在一旁保驾护航 再加上一柄上品打铁的宝锤 他们实在看不见任何的胜算 即便是范新荣 此刻心中也难免生起绝望之胆 白家今天就是奔着打垮他范家来的 他有些后悔 不该冲动答应白天宇的挑战 光论断气手段 这白天宇自然是不如他 但是有着公孙杜跟上品宝锤在 完全可以弥补这些短板 白家准备得挺充分啊 人家就是奔着范家去的 范家要完了 众人的声音就像是一支支利剑 刺入范家众人的心中 一股绝望的氛围蔓延 白天宇满意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泛着灿烂的笑容 他看向范新荣笑道 范老 这样吧 只要你现在认输 答应成为我白家的附庸 并且上交锻造之法 我可保你范家无恙 范新荣嘴唇颤抖 说不出话来 成为附庸上交锻造之法 那他范家永远都不会 再有翻身的机会 其他范家族人神色各异 似乎可行 总比让人断了生路要好 没错 只要范家不倒 总还有翻身的机会 不少人明显心动 开始劝说范新荣 范新荣脸色苍白 绝望的心情 让他几乎要开口硬下 白天宇见状 压下眼中的急切的喜意 正要在家拔火 一道淡漠声音 骤然响起谁胜谁败 总要比过再说 范老 即便输了 你事后拿出范家锻造之法 还怕换不到一条活路 这些家伙费尽心思 要的不就是这些东西 只有锻造之法 还在范家手上 范家才是真正的安全 陈征一语惊醒梦中人 范新荣从牛角尖里钻了出来 说到底 白家就是为了他范家的锻造之法 即便落败 他也依旧可以拿这个作为条件 去跟白家谈判 何必未占先败 范新荣渐渐平静下来 朝着陈征头去感激之色 小子 你找死 白天宇冷眼看向陈征 脸上闪现着暴怒之色 眼看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得手 却被这小子一句话给毁了 着实气人 哄 身后一个开脉进七重的白家族人 得到示意 身形宛如恶狼一般扑出 掌尖有刀光闪烁 霸道锋利的气息 似乎要将陈征一分为二 你敢 范新荣怒喝出声 但白家族人出手太过果断突然 他根本已经来不及支援 看着闪烁而来的刀光 陈征神色平静 只有身上激荡起一阵无形的锋芒 灵力的气息 让出手的白家族人心中一寒 动作都为之一致 下一刻 枪 只听一声刚鸣 陈征腰间长剑已然出鞘 一道灵力的剑光激荡而来 剑意闪烁间 直接将那范家族人连人带刀 一分为二 白家众人脸上的戏血笑容凝固 白天宇更是面色一沉 眼中闪烁着不可置信的光芒 剑意 黄成忠 除了死去的卓文号外 竟然还有第二个人领悟了剑意 刷 黑龙剑入鞘 陈征看向范兴荣 范老 可以开始了吧 剑意 那真是剑意 刚才那位公子出手的瞬间 我只感觉有剑锋从我皮肉刮过 除了卓文号外 竟然还有人领悟了剑意 这小子是谁 围观众人都沸腾起来 不断打量着陈征 白天宇此时也冷静下来 眯眼盯着陈征 阁下要与我白家为敌 一个领悟出剑意的天才 绝对不会极其无名 白天宇不敢贸然得罪 陈征诞诞声道 你们在我眼中 就是一堆蹦跚的蚂蚱 何来为敌一说 白天宇气笑 阁下好大的口气 陈征不耐烦道 到底比不比 范兴荣此时 也学着白天宇刚才的语气开口道 你白家要是怕了 可以直接认输 此时他已经彻底放平心态 白天宇冷笑一声 好 我就让你范家树的心服口服 说吧 白天宇直接朝着断铁的熔炉走去 公孙杜一脸平静地跟在身后 范兴荣深吸一口气 陈下心神 朝着另外一座熔炉走去 他转头看向陈征 陆公子 有劳了 陈征笑道 范老放心 我们输不了 范兴荣叹息一声 但愿吧 炉火很快熊熊燃烧起来 两边各自取出铁矿丢进熔炉 等铁矿化作铁水之后 再倒入模具定型 等到铁块成型 范兴荣让陈征拿起铁夹 将铁块夹起 放到针子之上 准备锤打 若是炼制普通兵器 还需要将铁块持续烧红 再进行锤打变形 但两人比拼 锻造的自然不是普通兵器 所以需要冷铁锻造 将铁中的杂质敲打出来 同时还要交助其他矿质 融入其中 直到成型 这是一个复杂且废神的过程 对于断气师的能力要求极高 当 当 白天宇那边 已经开始敲打起来 公孙杜作为助手 只是帮白天宇拿着铁夹 但是口中不断口述着下锤的角度 以及该用的力量 白天宇完全就是一个工具人 跟作弊也没两样 范家众人虽然愤怒 却又无奈 范馨荣根本不看那边 让陈征帮忙操控铁夹 他挥动着紫云锤 同样开始锻造 每一锤落下 便会建设出紫色的火光 这些火光会融入铁块之中 增强武器的威力跟硬度 也是锻造宝锤 独特珍贵之处 公欲善骑士 必先利其器 一个基础牢靠的断气师 依靠着一柄足够强大的断气宝锤 便足够提升极大的水准 白天宇此时有着大士级的宝锤 还有大士级的锻造师在一旁指导 这也是范馨荣绝望的原因 悄悄打打进一个时辰 两人铁夹下的铁块也渐渐成型 他们按照各自的锻造理念 交注了不同的矿枝敲打融入之后 已然呈现不同的姿态 白天宇炼制的是一柄黑金色的宝刀 范馨荣则是准备炼制一柄紫青色的宝剑 随着千锤百炼 渐渐成型的铁块 也渐渐散发着宝气才会拥有的灵运光泽 都成功了 四周众人惊叹 只是不知能不能成中品 白家三也有公孙杜大师指导 更有上品宝锤辅助 所用材料也都是极品 锻造出一柄中品宝气 应该不成问题 范老炼制中品宝气的成功率似乎不高 只有三成左右 那就悬了 众人显然都不看好范馨荣 此时 范馨荣头上已经满是汗水 铸造宝气本就是一件十分费神的事情 而范馨荣为了争取那一线生机 更是全神贯注 亲近了自己所有精力 又是几个时辰过去 天色已经全黑 但旺盛的炉火将范家大门前照得如同白昼 此刻无论是范馨荣还是白天宇 都已经净显疲态 成了 白天宇率先发出笑声 吸引众人目光 只见他手中黑金宝刀已经成形 刀身正闪烁着宝光 尚未开封 已然是锋芒毕露 是中平宝气 有识货的路人大声道 其他人也不意外 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也成了 一旁传来范馨荣略显疲惫的声音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紫青宝剑同样闪烁着 不若于黑金宝刀的神韵流光 锋芒之气甚至要更胜一筹 也是中平宝气 有范家族人激动出声 看品质 明显要比那白天宇的好 是组长盛王 范家众人都激动起来 好 不愧是组长 有炼器大师协助又如何 有上平宝锤又怎样 技术才是一切 事实证明 还是我范家的锻造之法 更胜一筹 姓白的 你还有什么话说 此说吧 范家族人一扫刚才的绝望颓然 一个个脸上满是自豪之色 范馨荣深呼一口气 脸上同样带着喜悦 重压之下 他终究还是抗住了压力 甚至超常发挥 他朝着白天宇看去 却见白天宇脸上 带着似笑非笑的讥讽表情 白家众人脸上 更是不见一丝慌乱 范馨荣脸上的笑容 不由沉了下去 白天宇 你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 范馨荣沉声说道 他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气息 白天宇单笑道 还没结束 胜负未分 范老是不是有些太心急了 范馨荣皱眉道 神韵已成 品阶已定 你还有什么话说 白天宇嘲弄一笑 范老 你好好看看 你的是成了 但我的 还差一锤呢 文言 白天宇不仅没有丝毫羞愧 反而笑容灿烂 范老 我可没向你承诺过 公孙大师不会出手 不服气的话 就让这位陆公子 也帮你补一锤好了 他看向陈征 眼中满是挑衅之色 但让他意外的是 陈征竟然缓缓点头 可以啊 白天宇先是一正 随即发出吃笑 给你递个梯子 你就想上天了 小子 莫非你还是个 不是初的练习大师 可以跟公孙大师比肩 公孙杜站在白天宇身后 连看陈征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范馨荣神色绝望 此刻 他已经彻底没有了翻盘的希望 从天堂瞬间坠入地狱的感觉 实在让人难受 这白家人 分明就是故意的 他们早就 算计好了一切 范家众人心中发寒 此刻复盘 他们才发现 无论是他们 还是范馨荣 其实始终没有脱离白家的掌控 从头到尾 都在白家的算计之中 白家的人 没这个本事 能做到这一切的 只有那个号称 算无一策的 无极侯 范馨荣深深叹息一声 他虽然早就知道 田无极很可怕 但没想到 无极侯甚至都不用出马 就能将他范家 算计得死死的 白天宇一脸 吃定了范馨荣的表情 时时务者 为俊杰 我可以再给范老 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交出锻造之法 以后在皇城 还能有你范家的喘息之地 范馨荣看向范家族人 惶恐 畏惧 绝望 愤怒 各种情绪在他们脸上交织 眼中还带着一丝哀求 范馨荣无奈地闭上眼睛 那就 白天宇嘴角翘起 但范馨荣话未说完 一旁声音便将他打断 慢着 白天宇笑容将注 朝着陈征怒势而去 又是你 陈征看向范馨荣 范老 我若帮你赢下赌局 我之前的提议 你能否考虑一下 范馨荣愣了一下 随即苦笑道 卢公子 赢不了的 陈征只是目光淡然地看着他 并不话说 看着陈征平静的眼神 范馨荣心中一动 莫非 他看了一眼白家人得意的嘴脸 心中一股无名火起 沉声道 好 陈公子要是能帮我赢下 你说的事情 我可以直接赢下 范馨荣想要再赌一把 他就赌这位来历神秘的陈公子 不会狂骗他 这种时候 似乎也没有骗他的意义 白天宇眯起眼睛 瞳孔中闪烁着怒意 小子 你再捣乱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落 他身上刚气爆发 属于天刚镜的强大气势 蔓延开来 引得一阵惊呼 接连两次 被这小子破坏节奏 白天宇的忍耐 已经到达极限 眼中闪现着杀意 领悟建议并不代表无敌 卓恩浩就是前车之剑 四周 看戏的路人 也对着陈征指指点点 脸上犯着讥笑 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连范老家主都说 胜负已定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 难道真把自己当断气大师了 可笑 不仅是看戏的众人 便是范家族人 此时对陈征也有些恼怒 眼看就要说懂范馨荣 这小子来横插一脚 难道非得 将他范家拖入深渊 才肯罢休 家主 别听这小子的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啊 锻造之法给了白家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学不会 我范家依旧还有翻盘的机会 如果不能再做兵器生意 那才是让咱们范家断了根 宁可不能一错再错了 范家族人不断劝说着范馨荣 白天宇更是含声道 范老家主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若还要执迷不悟 我事后不仅会拿到你范家的断造之法 更要让你范家万劫不复 范馨荣怒道 你是在威胁我 白天宇冷笑一声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为了一个根本不确定的结果 赌上你范家所有人的未来 值得吗 陈征诞生道 范老家主 别听他胡说 一旦交出断造之法 你们范家就被他们彻底拿住命脉 何谈未来 当然 你们要是愿意彻底臣服白家 成为白家的傀儡 那就当我没说 陈征看得很清楚 白家此时的做法 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范家吞掉 这也是无疾猴惯用的计谋 无疾猴用计求的从来不是共赢 而是通吃 白天宇嘲弄道 小子 你到底是哪来的底气 敢说自己能帮范老家主取胜 你问问有人能信你吗 陈征神色平静 信与不信 事实就是事实 不会有任何改变 你若不信 不如跟我也赌一把 白天宇挑眉 赌什么 陈征诞生道 我若能帮范老家主取胜 你炼制的那柄中品宝刀给我 白天宇讥笑一声 那你要是说了呢 陈征无所未到 自然任你处置 好 白天宇胜券在握 自然不可能被陈征吓到 他目光冷冽地注视着陈征 你要是说了 就跪在地上 给我磕三个想头 打下奴役 做我白家的下人 他笑容恶毒道 有一个领悟建议的天骄 成为我白家的奴仆 也算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情 陈征看向范新荣 范老家主 你自己选择 范新荣犹豫再三 还是选择相信陈征 有劳陆公子了 哼 白天宇冷哼一声 看陈征两人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傻子 四周传来阵阵嘲讽之声 这小子真是自不量力 是不是练剑练傻了 众人都无法理解的陈征的操作 但为了稳妥起见 白天宇还是回头低声问道 公孙大师 那范新荣锻造的宝气 还有机会能胜过我吗 公孙杜淡莫道 可以是可以 但我做不到 白天宇顿时放心下来 连公孙杜这位断气大师 都做不到的事情 陈征自然更不可能做到 他出声催促 小子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开始吧 卢公子 用这个 范新荣将紫云锤递给陈征 眼中满是稀奇之色 用不着 陈征摇头 拎起一旁的普通打铁重锤 摆出一个怪异的姿势 然后猛然砸下 哼 恐怖的气浪激荡 白天宇大笑道 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打铁 这样的力道 这紫青常见上的灵运 这是 完了 范家族人忍不住闭上眼睛 只要稍微懂点断气知识的人都明白 陈征这一锤下去 必然要出事 便是范新荣 此刻也生起陈征是在胡来的想法 卢公子 他忍不住叫了一声 脸上的吸迹正在飞速消失 对于四周的声音 陈征浑然不觉 他的精气神 全部沉浸于这落下的一锤之上 他竟然敢开这个口 自然是有着百分百的把握 十八段法 第十二段 当 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敲打声气 背着断法之力融入宝剑之中 在众人惊讶的视线中 本该破碎的神韵之光 不仅毫发无损 甚至变得愈发璀璨 剑身之上 更是流转着一股锋芒气息 让人看上一眼 便会感觉瞳孔刺痛 剑意 他将自己的剑意融入了宝气之中 这想法实在是胡来 这也 太妙了 公孙杜仿佛看见什么绝世珍宝一般 一直以来平静的脸庞上 此刻已经满是兴奋之色 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 陈征手中成形的宝剑 仔细回味着陈征那一锤 不仅如此 那一锤恰到好处地落下 进一步去除了材料的杂质时 这才让宝气神韵更上一层 公孙杜口中喃喃自语 仿佛风魔一般 他虽然看出来了 但是却不明白陈征是怎么办到的 这就像是一盘美味真修 摆在面前 只能看不能吃 着实着急 是断法 他一直掌握着一门极其高级的断法 公孙杜心中十分笃定 一旁的白天宇直接傻眼了 看着公孙杜激动的样子 只感觉眼前一黑 公孙大 大师 你什么意思 是我赢了吧 他心中还怀揣着最后一丝期望 公孙杜摇头 毫不犹豫地道 是你说了 白家众人顿时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攻击 原本肆无忌惮的笑声戛然而止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茫然之色 说了 怎么说了 不会吧 围观众人惊讶不已 但公孙杜做出的评判 他们无法质疑 除了白天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白天宇目光血红 神色猙獰的吼道 我不可能会说 他可是把命都给堵上了 怎么能说 此刻的白天宇 哪里还有刚才丛容嚣张的模样 活脱脱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 公孙杜摇头 说了就是说了 他虽然是白家请来 但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 范家众人听见动静 一个个惊喜睁眼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赢了 真的假的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是真的 连公孙大师都自己承认了 我范家的生意 保住了 他好了 经历了几番心理波折 范家人的心情 犹如在刀尖上不断起落 此刻劫后余生 不少范家族人 甚至忍不住喜极而弃 范新荣先是一愣 随即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但脸上同样满是喜悦之色 陆公子 他朝着陈真看去 脸上满是感激 陈真看向白天宇 该你对些诺言了 天色已晚 你不妨早点上落 白家众人面色微沉 白天宇目自欲裂 嘴唇颤抖 我 我 看着白天宇恐惧无措的样子 范家众人只感觉出了心头一口恶气 快呀 白三爷 你不是怕了吧 刚才的你 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个男人 就痛快点 听着范家族人的嘲讽声 白天宇面色涨红 想要我的面 做梦 他陡然怒吼一声 身形猛然掉转 如一头声控的大鹰 朝着大街外砸落而去 竟然逃了 这白三爷太无耻了吧 怎么能这样 便是围观众人 脸上都忍不住露出错愕之色 白家众人沉默 就像是没看见一般 宛如泥塑一般站在原地 范家族人盛怒 想要出手阻拦 却已经来不及了 白天宇的无耻程度 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贪坐在地上的范新荣 脸上却露出冷笑之色 远处 已经落在大街的白天宇 根本不理会四周鼻翼的视线跟声音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本就是个脸皮厚如城墙的人 被骂几句 根本无关痛痒 就在白天宇觉得自己 已经逃出生天的时候刷 一阵破空声 带着尖锐的笑名声飞驰而来 白天宇心中一寒 止不住抬头看去 却见一只羽剑 在他眼前无限放大 白天宇甚至来不及反应 雪花便在他额前炸开 然后在后脑穿过 碰 羽剑携带的巨大力量 直接连同白天宇一起抛飞出去 重重坠落在地 扬起一阵阴尘 呵呵 范新荣冷哼一声 缓缓站起 不懈地看向白家之人 我早就知道你们无耻 又怎么可能不早做准备 陈征扫了远处一眼 屋檐后 一个背着巨大强弓 穿着夜行衣的身影 缓缓退走 范家能在皇城立足几百年 自然有着自己的底蕴 白家众人捏紧了拳头 怒视而来 你们可以滚了 范新荣不耐烦地挥手 指了指地上的一堆断裂的兵器 对了 记得把你们的破烂带走 四周 围观众人看向白家的眼神 也多有鄙夷 终究不是每个人都像白天宇 那般脸厚 走 一个白家族人咬牙低吼道 其他人连忙带着尸体 转身灰溜溜离开 眼见没戏可看 围观众人也渐渐散了 陆公子 范新荣满脸恭敬 将两柄尚未开封的中平宝器送上 刀是陆公子宁的 这件 便算是我范家对你的打谢 中平宝器虽然珍贵 但今天陈征算是挽救了范家 于情于理 他们范家都该表示一番 陈征也不客气 笑道 那就麻烦帮我开封 送到情歌拍卖场 去交给小侯爷 再帮我给小侯爷带个话 人情我已经还完了 下次再去找他 就是找他喝酒了 范新荣点头应下 是 陈征继续道 那你我之间的约定 范新荣笑道 卢公子放心 我范家可不会像白家那般无耻 如今他也看清了 田无极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既然如此 还不如跟赤野侯府联合 还能多一份生计 那就不打扰了 事情已了 陈征抱拳离开 走出一阵后 陈征突然回头 皱眉道 公孙大师 你已经跟了我一路 有什么事情 不妨直说 公孙杜这个铁塔一般的汉子 脸上竟然泛起一抹羞难 犹豫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将自己领悟的力量 融入断气之中 这是公孙杜 一直在追求的断气境界 公孙杜目光灼热地看着陈征 将你的锻造之法交给我 我可以用自己所有的技术来换 陈征沉思一阵 摇头笑道 交换就不必了 公孙杜脸上的神情变得失落 这位一门心思都放在打铁上的汉子 所有情绪都写在了脸上 陈征继续道 但公孙大师真的想学 我这里倒是有个提议 公孙杜又兴奋起来 你尽管说 一个时辰后 情歌拍卖场 拿到半步断法的公孙杜 满脸欣喜地走向情歌拍卖场 给自己准备的断气势 他如今已经是情歌拍卖场的供奉 陈征用半步断法 换了公孙杜三年时间 三年内 公孙杜会保证情歌拍卖场的安全 同时 每个月在拍卖场提供材料的基础上 替拍卖场断气一次 以公孙杜天刚进大圆满的修为 以及在断气一道上的地位 已经足以帮助情歌拍卖场 解决绝大多数的麻烦 便是田无忌要再出手 恐怕都得掂量一番 安小姐 剩下的事情 还得麻烦你了 陈征换下伪装 找到爱琳娜 交代了一些事情 爱琳娜上前 掐住陈征两旁的脸蛋 我的好弟弟 连断气你也会 你身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一个失落之地的少年 竟然有种越来越让他 看不透的感觉 简直匪夷所思 陈征挣脱爱琳娜的束缚 笑道 无论我身上隐藏着多少秘密 爱小姐永远都是我的朋友 有嘴滑舌 爱琳娜风情万种地 白了陈征一眼 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安排好一切后 陈征才返回侯府 第二天一早 便有情歌拍卖场的人 将开封之后的刀剑送来 白灵剑暂时剑不得光 黑龙剑也不能以 陈征身份的配剑出现 这柄紫青宝剑正好弥补 便叫你紫雷剑好了 看着手中散发着 淡淡剑意的紫雷剑 陈征十分满意 宝剑自带些许剑意 他在出手的时候 便可适当地斩露青云剑意 也不至于被人怀疑了 将剑挂到腰间 陈征又拿起黑金宝刀 经过上瓶宝锤锤炼 又经受了公孙度最后一锤 这黑金宝刀的品质 放在中瓶宝器中 也属上成 长刀挥舞间 刀锋破空 发出一阵鬼哭之声 那就叫你鬼气 陈征将腰间血色战刀取下 换上了黑金长刀 有着两柄中瓶宝器加持 陈征的实力也更上一层 一切准备就绪 陈征告别母亲 回到轩灵院中 直奔中年级而去 跟初年级区域比较起来 中年级区域看上去 更加简单质朴 没有太多的亭台楼阁 只有散落的小院排列左右 来到中年级教习区域 陈征意外地见到一个熟人 他曾经乘坐非洲上的 三位教习之一 张叶 小侯爷 别来无恙啊 张叶笑着问道 眼中却满是不怀好意之色 陈征也不跟他客气 我倒还好 只是张教习看看 混得挺惨 高级教习落到了中级教习 其他教习好奇看来 眼中带着不满 一个学员 敢跟教习这样说话 倒也少见张叶眯起眼睛 小侯爷还是这般伶牙俐齿 陈征懒得在跟他废话 我要入中年级 需要什么手续 签字即可 张叶丢出一页文书 陈征结果看了一眼 没发现什么问题 便签上名字 张叶收好文书 又丢来一块金银名牌 这是你在中年级学员的凭证 低血便可绑定 上面会记录 你在中年级的学分 初始学分为100 当降低到0 便会被宣灵院开除 到了中年级 学院就不再免费 提供修炼资源 一切都要用学分来换 至于赚取学分的方法 你自己去学分兑换处查看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张叶例行公事一般的说完 陈征问道 住处呢 张叶笑道 整片学院宿舍区域 都被处于临阵之上 但越靠东的位置 灵气就越浓郁 你可以自己选个位置 说吧 张叶拿出学院宿舍分布地图 让陈征自己挑选 地图上标插的部分 都是已经被人占据地方 陈征往东看去 最终选择了一个 还算空旷的环境 张叶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意 好 他给陈征写了一张文书 盖章之后交给陈征 拿着文书去后勤处 便可领取小院钥匙 陈征拿着文书离开 等到陈征的身影消失 其他教习才看向张叶 张教习 你似乎有些事情 没跟这位兴学员说啊 张叶冷笑道 年轻人总得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一些代价 否则以后到了外面 只会吃更大的苦头 其他教习文言 也没反驳什么 陈征刚才的态度 虽然没有针对他们 但那狂傲的姿态 也确实让他们不满 张叶脸上笑容淡去 眼中浮现阴冷之色 他可还记得当初 非洲之上陈征对他的威胁 这小子成长得太快 让张叶产生了危机感 再加上田家那边的吩咐 张叶才主动降级 来到了中年级 他不会再让陈征 继续成长下去 出了教习区域 陈征按照指引 一路来到学员宿舍区域 后勤处就在宿舍区域的最外端 在踏足宿舍区域的瞬间 陈征便感觉周围的灵气 变得浓郁起来 越往里走 这种感觉就愈发明显 陈征心中感叹 难怪哪怕没有修炼资源供给 初年级的学员 也急切地想要进去中年级 这源源不断的灵气供给 就不比初年级每月供给的 那点修炼资源差 后勤处呢 看了一眼陈征递来的文书 后勤处的老人不由皱起眉头 看了陈征一眼 摇了摇头 这才转身给陈征拿了钥匙 在将钥匙递给陈征的时候 老人诞声提醒了一句 年轻人不要太心急 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 否则容易噎死 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征接过钥匙 向着老人问道 老人摇头 我就是一个手库房的 不是什么前辈 更没什么可以教你的 我只能提醒你一句是 你选的地方并不好带 说吧 任凭陈征再问 老人都不在搭理 走出后勤处 陈征看着手中的钥匙 皱起眉头 现在想来 那么好的位置 却没有人选 的确有些奇怪 陈征正要去看看情况 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 小侯爷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背着黑色重剑的 高懒正大步来 你也突破了 陈征有些意外 高懒笑道 托小侯爷的福 他这话倒不是拍马屁 他是真的在得知 陈征已经突破之后 心中生起紧迫感 疯狂修炼之下 愣是提前突破了 毕竟陈征突破速度 实在太快 他担心 等自己两人 慢悠悠地突破后 陈征已经懒得 再带他们玩了 裴东最多还有两天 便能进入中年级 高懒补充了一句 陈征点头 无妨 小侯爷 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 高懒笑着问道 陈征没有拒绝 可以 闲逛之间 陈征也从高懒这儿 得到了不少 关于中年级的信息 中年级虽然管理 更加松散 但该有的规矩 依旧存在 还有刚才张叶 提到过的学分 是中年级 甚至高年级之间 最有价值的货币 甚至有人不惜 出到了一万金币 换一学分的高价 绚灵院中的一些 珍贵资源 都需要学分兑换 例如突破单药 极品的5G功法 各种品阶种类的宝器 只要你学分足够 甚至连巨像单都可以兑换 不仅是咱们这些学员 学院中的教习 所得报酬 都是以学分计算 听完高兰的描述 陈征好奇道 应该有赚取学分的办法 有的 高兰点头 最常规的 就是学院会下派一些任务 愿意去做的 就有学分奖励 虽然不多 但胜在安稳 其次 就是一年一度的年级大比 只要挺进前一百名 都会有学分奖励 排名越高 奖励就越多 最后就是闯秘境 这是收益最大 风险也最大的选择 目前宣灵院 一共掌握了12处秘境 其中中年级 可以涉足的有五处 开启时间也各不相同 每次进入 都需要缴纳一千学分 作为门票 说到这儿 高兰苦笑道 每次进入秘境 不一定都有收获 有时候 不仅门票钱赚不回来 甚至还有可能搭上性命 正常来说 一千积分 光靠学院下派的任务 至少得积累半年 所以 对我们这些新人来说 第一次秘境选择 尤为重要 第一步要是走稳 足以领先别人一大步 这也是 他跟裴东 哪怕知道陈征 会将他们当成探路时 还要抽取50%的报酬 却还依旧选择 跟陈征合作的原因 中年级 高年级的节奏很快 有些好东西 也不是固定有的 有时候 你只慢了一步 就足以被人拉开 巨大差距 陈征听完高兰的描述后 也对中高年级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总结就是一句话 强者 获得一切 一番交流之后 在高兰主动 放低姿态的情况下 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融洽了几分 至少说话 不用在那般小心翼翼 小侯爷 你选好了住处没有 我旁边倒是还有个空位 不如咱们做个邻居 高兰笑着问道 陈征摇头 已经选好了 陈征将自己小院的位置告知 高兰顿时色变 满脸焦急道 小侯爷 你怎么选到禁区去了 要不现在去换一下 说不定还来得及 禁区 陈征不解 高兰苦笑着解释了一下 陈征这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此禁区非比禁区 所谓的禁区 其实就是距离高年级宿舍区域 最近的一片地方 那里的灵气 相对于中年级其他地方来说 要相对更加浓郁 只是如今被中年级 排名前五的几个人霸占 想要入住的话 就必须通过他们五人的考验 只是到如今为止 能扛过五人的 一个也没有 这才被称为禁区 陈征皱眉道 这种霸占资源的事情 轩灵院也不管 是管不了 高兰摇头 就像是初年级 跟外班的情况一样 陈征顿时了然 高兰再次劝道 小侯爷 你超过他们只是迟早的问题 实在没必要早这个时候 跟那些人硬拼 换个地方住吧 陈征摇头 不用 张晏那恶心的笑脸 还历历在目 陈征就是要换 他也一定会找借口拒绝 陈征也懒得再浪费时间 带我去禁区看看吧 陈征语气平静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便是开迈进九重 也有一战之力 一群开迈进八重的家伙 还吓不到他 见陈征坚持 高兰也只好带路 一边走 一边介绍着禁地五人的情况 如今禁地之中 排名第一第二的郭伟叶 跟陈道琪正在秘境之中 短时间内不会返回 只剩下三个人在 正说着 一道嘲弄的声音传来 哟 狗又换主人了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黄色颈衣 手中拿着一把金刚铁扇的青年 正看着他们 一旁高兰眉头皱起 眼中带着浓浓的忌惮 烟雀 你别找事 刷 烟雀手掌一甩 金刚铁扇合拢 扇鞭便露出宛如锯齿一般的钢刺 呵呵 我听说卓文浩死了 真是可惜 我不能再剩他一次 烟雀故作感叹 眼中满是饥讽 怎么回事 陈征诞生问道 高兰连忙低声解释 此人名为烟雀 中年级排名第十 实力深不可测 当时卓文浩心高气傲 以初年级的身份 踏足中年级 连败几位中年级的天骄 最后就是败在他的手上 而且吃了不小的亏 后面才收了脾性 原本卓文浩 是想在踏足中年级后 找回场子 现在看来 是没这个机会了 走吧 陈征摇了摇头 对别人的恩怨没有兴趣 高兰点头 便要跟着离开 踏 踏 烟雀摆了摆手 他身后两位中年级天骄 一步飞跃而出 拦在二人面前 我可没说过 你们能走 烟雀讥讽冰冷的声音传来 看见学长 也不知道好好打声招呼 看来我还得教教你们做人的规矩 烟雀 你不要太过分了 高兰沉着脸道 说话间 手掌已经握住了身后中间的剑柄 一股灵力的气息激荡开来 剑状 烟雀吃笑一声 你敢拔剑 我就敢废了你 你若不信 可以试试看 烟雀语气不重 却有一股森然质感 高兰面色胀红 握住剑柄的手 冒起青筋 但中间始终没有出窍 因为他清楚 烟雀并不再开玩笑 这就对了 既然当狗 就该有当狗的自觉 连听话都做不到 还算什么好狗 烟雀神色嘲弄 这样吧 你对着狗叫几声 我就放过你 如何 你 高兰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 但烟雀冰冷的视线 就是一盆凉水 从他头上浇落 他在逼我出手 高兰心中一惊 这烟雀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戏耍新人 有不少人受不住激将 都被他废掉 下场无比凄惨 就在高兰要忍下怒气的时候 陈征淡漠的声音传来 拔剑 高兰一愣 看向陈征淡漠平静的眼神 如果面对强敌 你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不必跟我进入秘境了 陈征诞生说道 遇到点事 就微微缩缩 那即便进入秘境 也只能给自己拖后腿 可是 高兰心中还有一律 陈征补充了一句 尽管拔剑 其他的 交给我 呵呵 好大的口气 烟雀两个中年级追随者 发出吃笑 小子 你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面对是谁 陈征语气淡漠 我很清楚 不清楚的 是你们 烟雀视线落在陈征身上 并不生气 而是饶有兴趣地 问道不知怎么称呼 他见过的狂徒不少 其中最狂也最强的 就是卓文浩 那次他虽然碾压了卓文浩 但是建议的锋芒凌厉 还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说实话 在得知卓文浩死后 他心里还松了口气 但这也更让他清楚了一件事情 没有成长得起来的天才 屁都不是 所以他才喜欢找新人的麻烦 不只是为了满足 自己有些变态的心理 也是为了筛选威胁 面对询问 陈征眼睛都没抬一下 你还不配知道 他看向高兰 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想浪费在这 高兰眼中闪过一抹挣扎 但想到陈征之前的种种 他还是觉得赌一把 刷 背后黑色重剑出鞘 灵力厚重的剑锋激荡开来 开迈进六重的气息 尽数绽放 抛下顾虑的高兰 大声吼道 烟缺 我干你娘的 烟缺神色平静 只是嘴角泛起一抹 讥讽的弧度 这种货色 自然还用不着他亲自出手 找死 是两个追随者 眼睛微眯 眼中闪烁着寒光 开迈进七重的气息显露 汇聚在一起 直接朝着高兰笼罩而去 气息对撞之间 高兰身形一致 刷 其中一个追随者脚下一踏 身形宛如灵动的鱿 瞬间来到高兰身前 他腰间长刀出鞘 化作一抹森然刀影 落到高兰的重剑之上 给我滚 高兰怒喝一声 重剑再次爆发 发出一阵锋芒之气 枪 刀锋跟剑刃碰撞 感受到这一剑的恐怖力量 出手的追随者 脸色微变 高兰作为卓恩浩之前的 初年级第一人 自然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后面的同伴发现情况不对 连忙闪身 可来到高兰另外一边 进气鼓荡间 恐怖的压力在他掌尖汇聚 然后猛然一掌 朝着高兰心口拍去 高兰对付一人尚渴 但同时对战两位 开迈进气虫的天骄 显然有些力有不歹 但被激发了凶性的高兰 也并不畏惧 干脆不理会偷袭而来的家伙 口中发出怒吼 手中黑色中间 都冒起一股凌厉的白光 初刀的中年级天骄 手中长刀被不断压下 眼中闪过一抹巨色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初刀天骄 惊慌不已 感受着高兰身上惨烈的气势 他清晰地感知到 高兰分明是想以命换命 找死 另外一个同伴怒吓 他本想一掌先将高兰逼退 却没想到高兰竟然会如此疯狂 掌风顿时大涨 千军一发之计 骤然 一道黑金闪电 激荡而来 恐怖的凌厉气息 还有宛如鬼气一般的破空笑声 让徽长的中年级天骄 心中一寒 但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黑金之光 已然从他手腕划过 啪 一只断手坠地 脸色茫然的徽长天骄 才感受到无尽的痛感传来 嘴里发出凄厉的惨叫 一旁 已然收到的陈征前踏一步 一脚猛然踹出 气血之力激荡 轰鸣声宛如雷龙咆哮一般 碰 脚掌印在徽长天骄胸口 恐怖的力量在其身前炸开 鼓猎声如同爆竹 鲜血喷涌间 徽长天骄 直接飞出十几米开外 在地上翻滚几圈 便没了动静 啊 一旁 高懒嘴里发出怒吼 本就支撑不住的徽刀天骄 眼看同伴落败 心神失手之间 直接被高懒攻破了防御 恐怖沉重的剑锋 直接带走了 徽刀天骄的半个臂膀 滚 高懒一脚踹出 惨叫的徽刀天骄 也被踹飞出去 没了动静 他喘着粗气 目光血红地看向烟缺 但烟缺根本就没理会他 而是眯眼看向陈征 眼中带着惊讶之色 好快的刀 陈征诞生回应 放心 不会让你死得太痛苦 烟缺吃笑一声 你不会以为赢了两个废物 就可以跟我叫板了吧 陈征挑眉 你在我眼中 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 是吗 烟缺轻笑一声 缓步朝着陈征靠拢 每走一步 身上的气势便强盛一分 恐怖的压力 宛如泰山压顶一般 朝着陈征两人身上落去 高懒面色微变 原本生疼的战役 也在这股恐怖气势下瓦解 开脉进九重 你突破了 高懒惊声叫道 心中一沉 烟缺根本没将高懒放在眼里 对着陈征自信笑道 你现在觉得呢 陈征神色平静 淡淡吐出两个字 垃圾 烟缺失笑一声 嘴硬的家伙 我见过不少 但骨头硬的却很少 我希望你是后者 陈征神色淡漠 说大话的人 我见过不少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却很少 我也希望你是后者 烟缺眯起眼睛 身形闪烁 空气发出一阵暴响 速度比起刚才两人 快了不止一筹 他手中铁扇做枪 朝着陈征直直直次来 风锐的锯齿扇间刺破空气 泛起一阵骇人的气浪 再加上烟缺强大的修为气息 站在陈征身旁的 高懒指 感觉自己仿佛 身陷沼泽一般 身形沉重 就连意识都变得恍惚 这边的动静 也吸引了一些路过的 中年级天骄驻足 纷纷投来好奇的视线 怎么回事 那不是烟缺吗 他不是都升入高年级了吗 怎么还在中年级晃荡 呵呵 这还不明显吗 又有新人要遭殃了 碰上烟缺 算他们倒霉 众人看向陈征两人的目光 带着嘲讽跟怜悯 高懒脸色难看 奋力想要挣脱烟缺气势的束缚 但是差距实在的太大 哪怕用尽全力 也无济于事交给我吧 陈征轻飘飘的话语声传来 高懒既然已经向他证明了自己 陈征自然也会兑现自己的诺言 他脚下一踏 轻蚀做成的地面崩裂 陈征身形直掠而出 在行动中分出数道残影 犹如鬼魅一般 让人真假难辨 迎着烟缺次来的铁扇 陈征不躲不闪 腰间紫青宝剑出窍 流水一般的紫青 剑光闪烁而出 又在半空中分出数道光影 剑光交叉汇聚 犹如牢笼一般 朝着烟缺围杀而去 烟缺一开始还是神情轻松 嘴角泛起一抹嘲讽 根本上没将陈征这一剑 放在眼里 直到剑翼的锋芒之气闪现 剑翼 烟缺瞳孔猛缩 虽然同为剑翼 但是陈征激荡而来的剑翼 给他的感觉 跟卓文浩的完全不同 卓文浩的剑翼 只是单纯的锋锐 但陈征剑翼 更蕴含着一股可怕的意境 他虽然看不出其本质 但那种让人 有种胆颤的感觉 十分清晰 不可硬听 烟缺心中瞬间得出结论 手下变招 铁扇骤骤然撑开 金刚制作的扇面 猛然向上一台 带起一阵恐怖的飓风 撞击到剑翼之上 当 伴随着一阵金铁轰鸣之声 剑翼破碎 但是恐怖的锋锐之气 依旧占据上风 最终突破飓风 继续朝着烟缺激荡而去 而烟缺早就乘机后撤 躲过了这凌厉一剑 好 眼看陈征 竟然一剑逼退烟缺 高揽不由兴奋叫道 网论逼退烟缺 我看是烟缺没尽力 看着眼神啊 惊讶的众人 纷纷猜测起陈征的身份 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烟缺 一时间竟然沦为了背景板 这让他非常恼怒 都给我闭嘴 烟缺低贺一声 神色阴逸地横扫一圈 凡是触及到烟缺目光的 中年级天骄 都乖乖闭嘴 都知道这烟缺是个变态 便是一些实力不拒 他的天骄 也懒得招惹他 否则一旦被他盯上 烟都要被烦死 见状 烟缺脸上才泛起笑容 似乎对于自己的威慑力 十分满意 他目光落到陈征手中的紫雷剑上 感受到剑身回荡着的淡淡剑意 眼中不由泛起炙热之色 他就说 轩灵院何时又冒出一个 领悟剑意的妖孽 原来剑意并非出自于人 而是出自于剑 小子 你好东西不少吗 烟缺身上泛起危险的气息 就像是一个锁定了猎物的猎手 除了这柄蕴含剑意的紫雷剑外 陈征另外一把黑金战刀 同样是中平保气小子 我给你一个机会 留下刀剑 我放你安全离开 而且保证以后 都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烟缺一脸施舍模样 陈征神色平静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滚开 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 否则 死 烟缺眼睛微眯 身上的气息爆发 欲显恐怖 他脸上泛起冷笑 看来刚才那一剑 让你产生了不该有的错觉 陈征手中紫雷剑挥舞 紫青剑光宛如流彩一般挥洒 荡着森然寒意 气血轰鸣间 剑身都蒙上一层淡淡红光 大概了解了 这烟缺是个什么水准 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这烟缺虽然已经是开麦境九重 但要论实力 都还比不过被他斩杀的 那位西域七皇子 眼中有泛起淡淡杀意 站在陈征后方的高懒 心中陡然升起一阵可怕的寒意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陈征 小侯爷 高懒此时才发现 陈征显然要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厉害 想到此处 高懒心中又泛起喜意 如此一来 有着陈征领头 天舞秘境之行 也就更有把握了 感受到陈征眼中的杀意 烟缺脸上泛起一抹阴沉 冥顽不灵 你要找死 我就成全你 话落 烟缺浑身静气激荡 衣衫鼓动 手中铁扇泛起一阵森然之光 恐怖的契机激荡而来 正要出手 一道身影突然闯入 住手 来人身形高大 面容鹦鹉 一身气血之力强盛 显然是一位炼体舞者 看见来人 众人不由惊讶 李天鹤 他怎么来了 便是狂傲的烟缺 看见鹦鹉青年 也只能压下杀意 这我没问道 李天鹤 你要拦我 高懒快步来到陈征身边 低声道 这是中年级第四 近第五人之一 有着铁铠之称的李天鹤 陈征点头 眼中杀意收敛 李天鹤神色淡漠地 看向烟缺 我不是在拦你 而是在救你 说吧 他不理会脸色难看的烟缺 转身大步朝着陈征走去 高懒顿时紧张起来 小侯爷 这李天鹤 莫非是冲着你来的 陈征神色依旧平静 或许 四周 众人看向陈征的目光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在中年级 得罪烟缺或许还有活路 但是被禁地五人盯上 必死无疑 有人止不住感叹 前有烟缺 后有李天鹤 这小子怕是不死都不行了 听着四周的声音 烟缺也反应过来 沉着脸道 李天鹤 东西是我先看上的 若想要 咱们一人一半 那紫青宝剑 必须归我 李天鹤就像是没听见一般 根本没有理会 然后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李天鹤朝着陈征抱拳笑道 小侯爷 咱们又见面了 陈征皱眉道 我不认识你 李天鹤点头笑道 我认识小侯爷就够了 在下李天鹤 是宫青王的玄孙 爷爷专门叮嘱过我 让我见到小侯爷 一定要好好结交一番 宫青王 冤皇的七弟 深受冤皇信任 陈征脸上闪过一丝了然 李天鹤继续道 陛下既然已经赐婚于你 那你我也算是本家的兄弟了 四周 听见李天鹤的话 众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那小子是陈征 赤野侯质子 冤皇已经公开赐婚了 为什么我不知道 难怪李天鹤要保他 我的九公主啊 阵阵议论声传开 众人看向陈征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嫉妒 傍上皇室的大船 不说在这轩灵院横着走 但至少足以解决大多数的麻烦 难怪他敢跟烟雀叫板 原来是有皇室撑腰 我要是大渊驸马 我也敢 麻烦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看看自己配不配 听着四周议论 烟雀面色微变 神色几经变换之后 挤出一丝笑容 原来是赤野侯质子 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 皇室不是他能得罪的存在 否则不说其他 便是眼前的李天赫 就能教他做人 高揽神色振奋 他没想到 李天赫对陈征的态度 竟然这般和善 不过想想也觉得正常 以陈征跟九公主的关系 已经相当于是半个皇室的人 李天赫身为公亲王之子 力保陈征也没什么毛病 陈征没有理会烟缺 朝着李天赫点了点头 多谢 虽然他并不需要李天赫来帮他解围 但是对于别人的善意 陈征始终保持着欣然的态度 小侯爷客气了 你的事迹我也听说了 十分钦佩 李天赫一脸认真 这话并不是恭维 出入宣灵院一个多月 便从后天境圆满踏足开脉进六重 进入中年级 更是以六重的修为 斩杀八重修为的西域七皇子 力挽狂澜 为皇室挽留了颜面 若非如此 迫于公亲王的命令 他或许依旧会招待陈征 但绝对不会是现在这般态度 走吧 李天赫主动为陈征二人领路 所到之处 人群自动避让 阎缺就像是一个小丑 被遗忘在原地 即便心里气得发狂 但阎缺依旧不敢发作 因为他感觉得到 虽然李天赫没看自己 但有一股似有若无的气息 一直将他锁定 但凡他敢有一丝异动 便必定会遭遇雷霆之际 即便他已经突破了开脉进九重 却依旧不敢挑战禁地之子的 威严阎缺目光愿度地转身离开 他心中暗暗发誓 这个仇且先记下 等我突破天刚径 再来找你们算账 另一边 李天赫在得知陈征选择了 禁地区域之后 直接爽快笑道 小侯也无需担心 你要住进来 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高揽失去地告辞离开 陈征对着他道 裴东突破之后 带着他一起来找我 高揽兴奋道 是 他本以为陈征跟李天赫交好之后 便不会再看得上他们 没想到陈征依旧会跟他们合作 去吧 陈征摆了摆手 人无信不利 既然承诺的事情 陈征能办到的 就一定要办到 这也是父亲交给他的道理 等到高揽远去 李天赫才皱眉道 小侯爷 龙不宇蛇居 以后还是少跟这些人来往 免得拉低了自己的档次 很显然 他根本看不上高揽 陈征笑了笑 没有接话 在他眼中 人无贵贱 只有好坏 他虽然不认同李天赫的话 但也不会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到别人身上 见状 李天赫有些无奈地摇头 心中暗倒 这位小侯爷出身小城 终究沾染了些市井气息 不懂得上流人士的处世智慧 人只盯着脚下 只会拉低自己的眼界 只是这些东西 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但李天赫相信 只要陈征跟着他一段时间 有些东西自然就会明白 一阵无言间 李天赫带着陈征来到了境地所在 浓郁的灵气 让陈征眼睛一亮 李天赫正要带着陈征 前往自己的小院 一道身形宛如幽灵一般 悄然而至 来人浑身缠绕着黑色绷带 只有一双宛如蛇童一般的眼眸 露在外面 淡漠的声音响起 李天赫 谁让你带外人过来的 看见来人 李天赫眉头微皱 这是陈征陈兄 两天前刚斩杀了开脉进八重的西域七皇子 我认为他有加入我们的资格 此人名为宋典 中年级排名第三 有着鬼人的称号 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宋典语气依旧淡漠 丝毫没有要给李天赫面子的意思 李天赫眼中闪过一抹恼怒 他才刚向陈征夸下海口 保证万无一失 宋典这个时候跳出来 岂不是在打他的脸 他怒声道 宋典 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 宋典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眼中闪过一丝莫名之色 语气森寒道 行不行 总得让我试过再说 你是诚心 想要跟我作对 李天赫眼神冰冷下来 身上绽放恐怖的气息 宋典目光扫射而来 淡漠的话音中 多了一丝讥讽 要不是 看在宋典王的面上 你以为你有站在这里的资格 李天赫怒急而笑 眼中闪现着寒意 呵呵 那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陈征默默看着这一幕 心中古怪 看来这境地中的五人 也并非铁板一块 只是因为有着相同的利益纠葛 才能联合在一起 眼看气氛逐渐紧张 一个胖乎乎的青年 满面笑容地闪现而来 别吵别吵 都是自家兄弟吗 没必要伤了何解 青年笑呵呵地安抚着两人 身上同样绽放着恐怖的气息 陈征看了胖子一眼 按照高揽刚才的提供的信息 眼前这人 应该是中年级排名第五 笑面虎崔东衙 近地之子五人 除了还在秘境之中的第一第二 进阶到场 崔东衙 我要让小侯爷住进来 你有没有意见 李天赫冷声问道 崔东衙笑呵呵道 我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不过 当初大家可是说好的 其他人要住进来 必须五人同时答应才行 李天赫眯起眼睛 看来 李天赫气急而笑 好 你要打是吗 我跟你打 今天我就要你这个鬼人 假鬼变真鬼 话落 李天赫身上爆发激烈的气息 气血之力激荡间 就要朝着送点弓去 等等 陈征按住了李天赫的肩膀 李天赫脸上露出差异之色 虽然早就知道 陈征一身怪力惊人 但能够将爆发的自己按在原地 着实有些不简单 他心中的怒火暂时压下 看向陈征 只见陈征神色淡然 他既然是冲着我来的 那就让我来解决好了 免得牵连不断 麻烦不断 既然要解决麻烦 最好就是一步到位 陈征目光落在送点身上 诞生道 谁说 谁滚出这脸 我也想知道 你是否有跟我住在一起的资格 送点眼睛微眯 没有废话 身形宛如闪电一般 急掠而出 抬手间静气激荡 带起一阵狂风 汹涌的气浪 朝着陈征迎面冲来 凌厉的劲儿宛如刀子 发出阵阵破空之声 陈征手握鬼气刀柄 一身刀是凝聚 圆满境界的风雷刀法 自带一股风雷意境 此时意境荡开 在外人的看来 陈征就像是一团 郁郁着恐怖雷光的阴云 只是看上一眼 便让人心生恐惧 送点也感受到 此刻陈征的危险 放下心中的轻视 掌尖静气再次爆发 气浪凝聚 化作一道猙獰鬼脸 朝着陈征撕咬而去 阴浪掌 鬼咬 黄街上品的掌法 爆发出不俗的威力 四周的空气 都像是被抽空一般 在鬼影的映照下 陈征的身形 看上去显得无比单薄 崔东亚已经来到 李天鹤身边 李兄 这位小侯爷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值得你这般维护 想当初那领悟建议的卓文浩 尚且不值得你我这般关注吧 一个刚升入中年级的天骄 哪怕天赋再妖念 也绝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要说妖念 他们禁地五人 哪个不是 李天鹤看着被掌风包围的陈征 脸上没有半点担忧 反而露出嘲弄之色 你们刚才是不是以为 我是在维护他 崔东亚挑眉道 不然呢 李天鹤冷冷笑道 我不是在帮他 是在帮你们 可惜啊 有些人就是不长脑子 非要擦干净脖子 要往人家刀口上送 什么意思 崔东亚不解 只是他话音未落 便听一阵宛如霹雳的 刀锋声炸链 恐怖的锋芒之气 让他浑身汗毛炸气 心中止不住生起悚然之感 这是 他震惊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森然刀光 宛如摧枯拉朽一般 将宋典的掌风撕裂 风雷 破 轰隆 风雷意境荡开 宋典感觉自己仿佛置身雷玉一般 心中震惊之间 心神也有了瞬间的失手 踏 陈征脚下一踩 神形宛如鬼魅掠过 顷刻间便来到宋典身前 碰 气血之力激荡之间 陈征一掌拍出 虽然没有学过任何掌法 只来得及下意识阁荡 啪 只听一阵脆响 宋典阁挡在身前的双臂 直接断折 口吐鲜血 身形宛如断线的风筝 抛飞出去 没有理会坠地的宋典 陈征回头看向李天鹤 他的住处在哪 李天鹤脸上露出笑容 我带你去 说吧 他便带着陈征 直奔宋典住处而去 小侯燕 宋典住处前不久 才刚刚自己又额外 加了一个距离阵 正好坐于你的见面里 李天鹤故意大声说道 陈征点头 看了一眼 正在苦苦挣扎的宋典 多谢 噗 宋典顿时气血攻心 一股溺血喷涌而出 再次瘫软在地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陈征进了自己的院子 然后再将自己的私人物品丢出 不一会儿 李天鹤走出 语气嘲弄得道 宋典 小侯爷说了 以你的实力 还不够资格跟我们住在一起 限你今天之内搬出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宋典声音沙哑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被赶出禁地区域 他的名望就算是白养了 李天鹤吃笑一声 这是你自找的 说吧 他又看向崔东亚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崔东亚摇头笑道 没有 我从一开始 就没有意见 你最好是这样 李天鹤也没给崔东亚什么好脸色 这个胖子一肚子坏水 他一向不太喜欢 看着李天鹤远去的背影 崔东亚脸上的笑容也收敛起来 快不来到宋典身旁 将其扶起 口中叹息道 这李天鹤仗着自己是皇室之人 为师太嚣张了些 宋典不屑道 这些话 你刚才总不敢说 不是不敢 而是没有意义 崔东亚摇头 看向宋典 宋师兄 若非你的鬼体 如今正处于失控的状态 要赢那小子 绝非难事 宋典含声道 这还用你说 崔东亚陪笑道 所以啊 不必置一时之气 要出手 就要等到自己有万全把握的时候 将他们一棍子打死 说着 他骤然压低了声线 田家的人 也找你了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敌视 如果有 背后必然也有利益的趋势 宋典冒着得罪李天鹤的代价 也要对陈征出手 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宋典眯起眼睛 没有说话 崔东亚满眼真诚 我已经答应了田家的条件 所以 咱们是自己人 宋典依旧没有承认 而是问道 你想怎么做 崔东亚也不卖关子 低声笑道 如今天舞秘境开启在即 这小子选择在这时候 升入中年级 目的不言而喻 我还听说 高年级这次 也有不少人 打算前往天舞秘境一趟 咱们不妨 从他们那边入手 崔东亚眼睛明亮 宋典瞬间了然 韩生道 你是想让我去找我大哥 宋典有位亲大哥 如今正是高年级四大魁首之一 只要他大哥一句话 自然会有无数高年级学员 为他卖命 崔东亚点头 达成目的最重要 至于是怎样达成目的 不是太重要 宋典冷声道 我可以请我大哥帮忙 但是你又能为我做什么呢 陈征斩杀西域七皇子的事情 他其实早就知晓 刚才种种表现 不过是为了降低 陈征跟李天鹤的警惕 故意演戏而已 你我两方联手 那小子还能有活路不成 崔东亚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宋典看在眼里 心中却闪过一抹森然之感 这胖子 笑着就将人算计了 是真毒啊 另一边 陈征进入小院之后 便开始参悟通天塔林 最后奖励的霸剑诀 这是一门重义胜过招式的剑法 对于悟性 以及对剑道理解的要求极高 好在如今经过混沌神天诀的改造 陈征的悟性已经今非昔比 再加上青云剑一只主回忆中 掺杂着不少对于剑道的理解 修行起霸剑诀 陈征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第一天 陈征不断观想霸剑诀的法门仰视 第二天 陈征便已经触摸了一丝 霸剑诀的意境要领 第三天 陈征才走出房间 开始练招 先仰视 再练招 这便是霸剑诀的奇特之处 霸剑诀的招式 若无意境配合 便只是平平无奇 甚至连一门黄阶下屏的武技都不如 但如果能跟霸剑诀的意境相容 便能爆发恐怖的威力 小院中 陈征挥舞着紫雷剑 一柄轻剑 愣是被他施展出大开大合的气势 剑光宛如倾泄而下的洪流 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 每一剑落下 便有一层霸道的意境凝聚 陈征浑身的势也越来越强 越来越重 刷 当一身气势凝聚到巅峰之后 陈征一剑挥下 剑身之上爆发出一道三尺剑光 带着势不可挡的霸道气势 轰然落在小院练功假人之上 足以承受开脉进圆满全力攻击的假人 如同炸裂的山石一般 轰然破碎 霸道的意境四散 陈征保持着挥剑的姿势 闭眼回味着刚才一剑的韵味 最终才满意收剑 脸上露出淡淡笑意 如此 这霸剑诀 也算是入门了 三天时间将霸剑诀修炼入门 这种进度 想来应该也不算慢了吧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陈征看向小院房门 进来 房门被人轻轻推开 显露出高揽跟裴东的身影 在开门的瞬间 两人只感觉一股威压恐怖的气势压来 两人腿下一软 差点跪倒在地 你们来了 看见高揽二人 陈征点了点头 问道 天舞秘境要开启了 两人心神震动 朝着陈征看去 原本的陈征 给人的感觉是 泰然镇定 平和又不失灵力 但现在的陈征身上 却充斥着一股无言的霸气 仿佛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种让人想要拜服的冲动 感受到两人的不自然 陈征收拢了气势 二人苍白的脸上 才恢复了几分血色 只是神色间欲显恭敬 高揽回道 小侯爷 天舞秘境已经确定 会在两天后开启 但咱们今天就要前往广场集合 乘坐非洲 前往秘境遗址 那就走吧 陈征点了点头 他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配上刀剑 便带着两人朝着广场进发 一路上 三人跟不少气息强大的 天骄队伍汇聚 实力最弱的 都有开脉镜七重修为 他们都是准备前往 天舞秘境的队伍 同样要到广场集合 混杂在诸多气息 强大的队伍之中 陈征这三人小队 就显得尤为显眼 路过天骄 都会忍不住看上一眼 开脉镜六重 他们来干什么送死吗 谁会带着三个雷坠 应该是新人 不知者不畏 总是要吃些苦头 才会学怪 阵阵议论声 传入三人耳中 三人进阶沉默 陈征是不在意 高揽跟裴东两人 则是明白别人说的都是实话 他们根本没有反驳的资格 很快 众人便来到了 中高年级的广场之上 足以容纳上万人的广场 此刻已经是人声鼎沸 一支支队伍汇聚在一起 相互谈笑 猜忌 嘲笑 怒骂 各种各样的声音汇聚 在叨叨强大气息笼罩下 高揽跟裴东两人 只感觉自己 像是混入了狼群的鸡仔 强烈的危机感 凝聚在两人心间 经久不散 两人深吸一口气 同时看向前方那道腰配刀剑 白衣胜血 风神俊朗的身影 心中才升起了一丝底气 这就是差距啊 裴东忍不住感叹 陈征跟他们一样 同为开脉进六重 但是在一群中高年级的老人面前 丝毫不见胆怯之色 反而左顾右盼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周围人群 陈征观察着广场上的人潮 眉头微挑 有些不对劲 什么 高揽二人好奇问道 陈征指了指四方的队伍 说道 按照你们所说 天舞秘境属于中年级中 比较热门的选择 但是对于高年级的天骄来说 吸引力就不是那么大了 二人点头 是这样 陈征继续道 但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这广场之上 高年级的队伍 要比中年级的队伍更多 二人一正 朝着四方看去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还真是 刚才他们光顾着紧张了 没发现这些问题 陈征诞生道 看来今天这天舞秘境不同往常 或许有什么特殊的宝物出现 才让这些高年级的天骄选择下场 高揽二人心中并无喜意 高年级学员增多 也就意味着在秘境之中 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危险 突然 一阵喧哗声传来 三人朝着动静的方向看去 只见人潮自动让开一条路来 一只气势远超其他人的天骄队伍 大步而来 那是 看见领头之人 高揽跟裴东都忍不住瞳孔一缩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这支五人队伍 竟接是开迈进九重的舞者 领头之人 更是散发着开迈进大圆满的威势 光论气势 就要吻压其他人一减 领头之人一身黄衣 胸前 袖着一头猙獰猛虎 气势张扬霸道 神色淡漠 对于四周近卫惊叹的目光 视若无睹 那是高年级四大魁首之一 宋天虎 高揽压低了声音 脸色难看 裴东也是一样的表情 这种级别的存在 怎么会浪费时间 跟资源在天舞秘境上 他们不该去冲击 更高级别的秘境吗 陈征眼神微宁 只是看上一眼 陈征便确定 这宋天虎 是能够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人 但要说紧张慌乱 陈征还真没有 毕竟他还有不少底牌 没有展现 突然 陈征感受到一股 陈征充满恶意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他回头看去 只见浑身缠满了绷带的宋典 正目光怨毒地看着自己 原本缠满了绷带的脸 此时已经露了出来 纵横交错的黑色血管 在他脸上不断蠕动 看着无比甚人 他朝着陈征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陈征眉头微条 没有理会 淡然收回视线 他朝着一旁的高揽问道 这宋典跟宋天虎是什么关系 高揽沉声道 两人是亲兄典 陈征顿时了然 难怪宋典敢这么嚣张 人群中 崔东牙摸到了宋典的身边 惊讶道 宋师兄天虎魁首 这次竟然要亲自出手 宋典吃笑一声 他也配 我大哥可不是特地为他来的 当然 如果碰上 顺手解决了也无妨 崔东牙好奇道 那是为了什么 宋典眯起眼睛 诞声道 你没发现 今天过来的高年级天骄 有些太多了吗 我大哥他们得到消息 这次天舞秘境开启不同以往 秘境之中 还有一处宝地将会开启 他们都是冲着那处宝地而去 难怪 崔东牙脸上 闪过了然之色 他有些担忧道 如此阵仗 不会把那小子给吓退了吧 宋典冷笑一声 不吃些苦头 那样的家伙 会知道什么叫怕 这倒也是 崔东牙认同的点头 随即露出笑容 既然咱们得到消息 那西域 北蛮 还有东周那边 肯定也同样得到消息 此次秘境必然无比凶险 不如你我联手如何 宋典看了崔东牙一眼 冷声道 联手可以 但我希望你能把你那些花花肠子给收起来 否则我会叫我大哥 把你一起宰了 看着盛气凌人的宋典 崔东牙脸上露出公顺的笑容 这个宋师兄可以放心 进了秘境 我一定以宋师兄 你马首是瞻 你要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宋典冷哼一声 算是默认了崔东牙的加入 崔东牙便站到宋典身后 低沉的眼眸中 闪现着一丝莫名的狡诈神采 就在宋天虎到来不久 人群再次发出一阵骚动 是四大魁首的孙策辉 他竟然也来了 天哪 这次的天舞秘境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吸引了高年级两大魁首前来 不少中年级天骄看着这架势 心中不由打起了退堂鼓 但是高达一千学分的门票 又让他们不得不坚持看见孙策辉带人赶来 宋天虎终于摇摇看了一眼 显然这才是能被他放在眼里的对手 就在人心浮动的时候 一道厚重的钟声骤然响起 其中就有他熟悉的许汉良 似乎是注意到陈征的视线 一脸淡漠的许汉良同样朝陈征看来 脸上露出笑容点了点头 陈征微微躬身以示回礼 领头一人身子挺拔 气度斐然 正是轩灵院副院长孙长龙 孙长龙视线扫视一圈 威严的声音传遍整个广场 我相信不少人已经得到消息 那我就再跟大家确认一遍 这次的天舞秘境不同以往 产生了一些未知的变化 未知代表着机遇 同样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我希望诸位可以考虑清楚 有想要退出的 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 文言 不少人都露出犹豫之色 就连孙长龙都这样说 看来这次天舞秘境 的确不同以往 但是最后 也只有寥寥数人选择退出 其他人都留了下来 很好 既然大家已经做出决定 那就出发吧 说吧 孙长龙大手一挥 广场之上 顿时产生一阵强烈的气压 陈征抬头看去 只见一座巨大的非洲 宛如泰山压顶一般降落而来 比起当初做过的非洲 这座非洲还要更大 足以容纳五六千人 非洲落地之后 众人按照顺序 以此登船 同一个队伍的成员 在非洲的入口处 可以领取相同的房间钥匙 陈征三人 便被分到了 船舱二楼的三人房间 登船之后 学员之间也没有过多的交流 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大概半个时辰后 已经在创建躺好的陈征 感受到非洲传来的 轻微震荡感 睡在他左边床铺的高栏 忍不住直起身子 有些就紧张到 非洲起飞了 希望一切顺利 陈东这个一向相信智慧的人 此刻也忍不住在心中祈祷 如今天五密经 对于那些老学员来说 都算危险 对于他们两个 那就更是如此 但武道之路就是这样 除非你愿意 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 否则就免不了拿命 来拼一把的时候 两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陈征三人没有出门 待在房间养精蓄锐 吃食都是由船上的小厮送来 也没有遭遇什么麻烦 第二天的正午 门外传来船公粗犷的声音 非洲要降落了 诸位做好准备 按照房间号码 依次下船 船公声音落下不久 陈征便感觉到 一阵失重感传来 很快 非洲便平稳落下 按照顺序 陈征等人走下非洲 只见一片荒芜的沙漠之中 筑立着一座巨大的石雕园台 散发着幽远历史的气息 在巨大园台的另外三处方位 还有三只精英队伍 高揽低声道 西域 北蛮 还有东周的人 他们都先道了 陈征抬眼看去 三只队伍的人数 虽然不及轩灵院多 但个个都是精英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西域人以丝绸衣衫为主 再加上特有的方正脸型 凸显着一股贵气 北蛮则是一贯的粗犷风格 不少人都裸露着上身 露出坚实的肌肉 目光之中充斥着野性 如同一群没有被驯服的魔兽 东周的人 跟无论是在样貌 亦或是穿着跟生活习惯上 都跟大渊相近 他们目光不断在轩灵院众人身上扫尸 时不时露出冷笑 仿佛是在挑选猎物 孙长龙大步走去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便别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随着孙长龙话音落下 另外三国的队伍中 各自走出一个气息强大的男人 连同孙长龙在内 各自取出一块青铜色的碎片 四人将手中碎片抛飞出去 仿佛是受到牵引之力一般 四个碎片纷纷朝着高台飞去 在空中便组合在一起 化作一道圆形拱门 高台一阵震荡 一道光束冲天起 将圆形拱门照耀 而在光束力量的作用下 圆形拱门开始急速膨胀 最终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轰然落在圆台之上 伴随着阵阵破空声 所有光束开始收缩 汇聚于圆形拱门的之间 形成一道漩涡状的空间入口 秘境之门已开 孙长龙大声说道 最先动身的 就是北蛮的天骄 一个个争先恐后 如同一群真实的野狼 其他三国的天骄 则是不慌不忙 依次进入 陈征带着高揽二人 正要随着人流前行 一道阴冷的声音 骤然传来 小子 我会在里面找到你的 希望你不要死得太快 陈征抬头看去 直见颂点正跟他擦身而过 愿读视线犹如实质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在他身后 还跟着几个中年级的天骄 除了崔东崖外 都朝陈征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高揽跟裴东心中一沉 怎么还没进入秘境 他们便招惹了这般强敌 两人看向陈征 却见陈征脸上一片平静 浑然没将宋点放在眼里 他手掌轻轻按住刀柄 骏朗的脸上 泛起一抹击笑 不用等到里面 我现在 就可以给你们机会 咱们要不要看看 会是谁死 感受到陈征沉重的刀势 宋点目光一沉 冷笑道 先让你嚣张一会儿 他也不蠢 明明自己占据着绝对优势 他为什么要放弃自身优势 去跟陈征硬拼 走 宋点冷喝一声 身形已经踏进光门之中 其他人朝着陈征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然后紧随在后陈征 根本懒得理会 回头看向高揽两人 还是按照计划 进入秘境之后 先到约定的地点集合 若是发生意外 无法前往集合 便一路留下标识 我只要看到 就会去找你们 这是他们在非洲之上 商量好的事情 进入秘境之后 众人都会被随机传送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集合 是 明白 高揽跟裴东纷纷应声 那就走吧 陈征转身 大步踏进光门之中 在一时一阵恍惚之后 陈征便出现在 一片巨大的废墟之中 这里就是秘境 陈征闪身来到一处最高点 放眼看去 废墟绵延 没有边界 就仿佛 这里本身就是一处破碎的世界 这就是天舞秘境 被称作目的的原因吗 陈征心中猜测 无数废墟 的确像是一座座目的 谁也不知道 这废墟之下 到底埋藏着危险 还是隐藏着机遇 四周除了陈征之外 还有不少其他的学员传送而来 其中也包括其他三国的天骄 只是大家 虽然彼此提防敌视 却也没有贸然发动攻击 而是各自拉开距离 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 陈征在确认方向之后 也开始赶路 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 第一时间不是杀人寻宝 而是跟自己的队伍会合 身形在断壁残垣之间飞驰 陈征感受到了不少强大的气息 从他四周掠过 他脑海中归纳着一些 关于天舞秘境的信息 天舞秘境之中存在着不少遗址 里面隐藏着大量珍贵修炼资源 但是这些遗址 往往也存在巨大限制 一不小心 就有生死到消的危险 陈征虽然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但他也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学弟救我 此时 一道淒厉的女生传来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一道身穿紫衣的靓丽身影 正朝着自己急驰而来 在其身后 还跟着两位北蛮的天骄 师殿 帮我拦住他们片刻 学姐必有后报 紫衣女学员 从陈征身旁掠过 一双美眸宛如春水 让人不由沉浸 但是陈征内心 没有丝毫波动 反而皱起眉头 这女人不经过自己同意 便故意将人引到自己这 分明就是想拿自己当替死鬼 心思着实歹毒 她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让开身形 没有要阻拦那两位北蛮天骄的意思 你 紫衣女人不由大吉 也气恼陈征 竟然不对自己的美色动心 北蛮天骄飞驰而来 其中一人继续朝着紫衣女人追去 剩下一个 却朝着陈征冲来 脸上闪现着猙獰的笑意 大冤国的人 都该死 她一拳轰出 开迈进八重的修为 尽数绽放 气浪汹涌间 宛如利刃一般 激荡而来 陈征目光微冷 没有废话 手中鬼气战刀出鞘 黑金之光一闪而逝 森燃刀气宛如洪流 将北蛮天骄笼罩 气血之力激荡 几乎寝客之间 就冲散了北蛮天骄的全境 北蛮天骄 瞪起惊恐的大眼 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只能眼睁睁看着锋利的刀锋 从脖梗划过 是 一颗头颅冲天气 喷涌着鲜血的无头尸体 轰然倒底 陈征都没多看一看 脚踏鬼影七步 身形及时间 犹如鬼魅 很快便赶到剩下一个 北蛮天骄的身后 刘云沙 无尽刀影绽放 根本没想过 陈征还能存活的北蛮天骄 只感觉身后 传来一阵森然寒意 但他还来不及看清 这寒意来自何处 鲜血绽放间 他断成数捷的尸体 已经分散在地 眼见陈征如此强悍 一脸斩杀两位北蛮天骄 紫衣女人先是一正 随后心思流转间 干脆停了下来 脸上泛起迷人的笑意 学弟实力不凡 但我却看着眼生 看见陈征 只是冷冷地看着自己 紫衣女人有些尴尬 但还是强撑起笑容 瞧我 还没自我介绍 我是中年级学员柳红 你要是愿意 可以称呼我一声学姐 刚才学姐 被那两个北蛮蛮子追杀 一时间慌了手脚 不小心将学弟牵连进来 学姐在这儿向你道歉了 都是学姐的不是 还请学弟勿怪才是 柳红一脸委屈巴巴 我见犹怜的模样 试图迷惑陈征 你说完了 陈征诞生开口 感受到陈征淡漠的情绪 柳红心里有些恼怒 自己浑身解数都用出来了 还故意将胸前的衣服弄得凌乱 这小子竟然一点都不心动 莫非是不喜欢女人 他不由在心中吐槽 既然学弟不待见我 那师姐就先走了 柳红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他见陈征实力不凡 本想着忽悠陈征送他一程 现在看来却是没希望了 也懒得再浪费时间 柳红刚要转身 一抹黑金刀光就闪烁而来 森涵的刀器划过他的鼻尖 在地上留下一道争鸣的刀痕 你干什么 柳红恼怒地看向陈征 刚才但凡他快了一点 半张脸都没了 我们的账还没算清楚 我可没说你能走 陈征神色淡然 眼中有杀意流转 柳红皱起眉头 一脸警惕道 什么账 我可不欠你什么 陈征呼出一口气来 你当然欠我 你还欠我一条命 这两个北黄蛮子追你 你身上必然是有什么 值得他们追逐的东西 交出来 饶你一命 柳红下意识地后退 没有 这两个北黄蛮子 是看上了我的美色 起了色心 这才追我 我也是刚进入秘境 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陈征点头 两个北蛮天骄 的确是看中了柳红的美色 但是追逐间的那份贪婪 绝非都是由情欲所致 看来我只有杀了你 然后自己慢慢找 陈征淡漠的话语声落下 掌尖鬼气战刀挥舞 发出宛如鬼哭一般的呼啸声 震慑人心 感受到陈征身上 切实的杀意 柳红慌了 别 我身上真没什么东西 我不信 陈征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还是说 你想让我动手来搜一下 柳红面色胀红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若实力不足 便已经被你害死了 你现在说我过分 陈征不屑一笑 眼中闪过一抹不耐之色 最后给你三息的时间 不把东西拿出来 你就去死 柳红挣扎一番 最终还是拿出一个 造型古朴的册子 册子周边包裹着特殊金丝 偷着一丝不凡 我是猪浪师兄的人 你敢这么对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柳红咬牙威胁道 猪浪 我不认识 陈征语气淡然 用长刀接过书册 放到镜前查看 眼看没有什么威胁 这才拿起书册翻看 片刻之后 陈征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这书册上记录的 是一门黄街极品的 轻身步法 名为逍遥游 按照书册所说 这逍遥游 分为上下两侧 上侧名为逍遥游 是黄街极品 下侧名为神仙游 已经是玄街夏品 若是两侧能够融合 更是堪比玄街中品 陈征看向柳红 下侧密集呢 柳红剑搬出自己的 靠山野虎不住陈征 一时间也有些无可奈何 只能老实说道 这是我在一处废墟上捡的 我也不知道下侧在哪 而且出入秘境 哪有那么多时间寻找 这话陈征倒是没有怀疑 看见陈征将逍遥游 揣进兜里 柳红不甘心地道 朱浪师兄 可是跟中年级 禁帝五人中的鬼人 送点交好 你不怕朱浪师兄 难道还不怕送点师兄 闻言 陈征一愣 柳红见状心中一喜 还以为陈征是被吓住 脸上顿时露出得意之色 看来你还是知道怕的 实相的 就将那身法交出来 我还可以帮你美颜 话音未落 柳红便看见陈征脸上露出笑容 只是那笑容极冷 看得他心里发毛 原来你还认识宋点啊 陈征淡笑说道 不等柳红回话 陈征便继续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能这么轻松放过你了 看着陈征脸上 泛着的冰冷笑意 柳红心道不妙 身形一闪便要离开 但他哪里比得上陈征的速度 还没跑出两丈 便被陈征的刀光逼停 又是一记刀被落在驳梗 柳红直接眼前一黑 晕死过去 等他再清醒过来时 已经临近傍晚 一处被封的断裂墙壁处 陈征已经升起了篝火 橘红色的火光照耀到 陈征那张俊逸的脸上 凭添几分邪义的感觉 柳红翻身站起 满脸慌乱 先是检查了一番身上的衣服 眼见一切完毕后 这才松了口气 放心吧 我对平平无奇的身材 没什么兴趣 陈征嘲讽的声音传来 柳红抬眼看去 只见陈征手中正拿着 逍遥游身法翻看 根本没有抬眼瞧她 柳红心中升起一抹羞辱感 脸色战红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陈征语气平静 这取决你想不想活 什么意思 柳红满脸警惕 陈征将身法密集合上 深邃的眼眸落在柳红身上 柳红只感觉浑身 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心中升起一股无言的惊悚感 我要你把你嘴里的猪浪引来 做到了 我就放你走 做不到 那我就只好请你去死了 陈征语气平静 但柳红清楚 陈征绝对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 你要对猪浪师兄干什么 我对她没有兴趣 陈征摇头 我要对付的是宋典 是宋天虎 宋典已经摆明了 要对付她 与其千日防贼 还不如主动出击 陈征想得很清楚 与其到了关键时刻被人盯上 还不如趁着有机会 率先把麻烦解决掉 至于其他 进阶随缘好了 听见陈征的话 柳红瞪大了眼睛 一副看疯子的表情 竹浪也就算了 宋典她也不说什么 陈征竟然还要对高年级 四大魁首之一的宋天虎出手 你一定是疯了 柳红语气带着一丝嘲笑 做出你的选择吧 陈征没有要跟一个幼儿解释的意思 但生催促 你还剩最后一戏的时间 柳红心中一惊 脸上却露出冷笑 好 既然你自己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赶找宋家兄弟的麻烦 这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很好 陈征点头 不再理会柳红 而是站起身子 朝着废墟中的一处空地走去 只有淡漠的声音传来 你可以尝试逃走 但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森然的杀意 让柳红不得不压下心中的小心思 仿佛任命一般地坐到篝火旁边 眼眸中闪现着怨毒之色 陈征来到空地 一阵清风袭来 吹动陈征雪白的衣衫 天空中一轮仿佛被啃食过的残月 撒下微弱的亮光 宛若白霜 映照到陈征身上 柳红远远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竟然看得有些吃了 呸 长得再好 作为黄街极品身法 逍遥游的修行难度不言而喻 但如今陈征的悟性 也在潜移默化间增强了不知多少 刚才在翻看身法秘籍的时候 他脑海中就有不少灵感闪现 所以 此刻便忍不住想要来印证一下 篝火边 看着陈征跌跌撞撞的身形 柳红嘴角不由勾起嘲弄之色 心中讥笑不已 只是看上两遍 便想领悟黄街极品的身法 简直不知所谓 不说黄街极品 便是黄街上品的功法五技 没有十天半个月的魔力 都根本别想入门 据他所知 高年级四大魁手中 以悟性闻名的萧天乐 也耗费了足足五天时间 才将一门黄街极品的五技入门 空地中 陈征也感受到了 逍遥游身法的难度 但他并不着急 因为脑海中不断闪现的灵感 已经让他抓住了 这门身法的节奏 接下来要做的 只是不断地熟悉而已 陈征身形闪烁 脚下一踏肩 便出现了七八丈外 似乎是因为用力过猛 身形一个亮枪 眼看就要栽倒在地 是 一直关注着陈征的柳红 忍不住发出不懈的笑声 五技中 身法是公认最难练习的 而且危险程度不小 有时候 一个发力不对 身体骨头直接断裂 都有可能 他眼中闪过一抹期待之色 这小子 若是一下子把自己给练废了 说不定 我自己就有机会报仇 想到此处 柳红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杀意 但下一刻 柳红像是看见了 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骤然瞪大了眼睛 只见明明就要狼狈摔落 在地的陈征 身形陡然一个偏移 身形几乎贴着地面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姿势划过 潇洒 自然 圆融 逍遥的真谛 就是自由 这门身法的要领 便是要抛弃束缚 陈征心中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对于逍遥游的认知 也更上一个台阶 秀 秀 秀 陈征的身形越来越快 整片空地都仿佛充斥着 她的残影 身形潇洒自由 让人琢磨不透 更捕捉不到她下一刻的落点 片刻之后 陈征停下 所有残影皈依 陈征嘴角露出笑容 这 逍遥游 算是入门了 学会一门黄街极品功法 固然让她高兴 但更让她兴奋的 却是自己的悟性增长 不过半天的时间 便能学会一门黄街极品的武技 要是被外人知道 恐怕得惊掉一地打牙 反正至少现在的柳红 已经被深深震撼 她娇媚的脸上满是震惊 一眼不可思议地盯着陈征 眼中呢喃着两个字眼 怪物 第二天一早 陈征带着柳红继续出发 前往跟猪浪的汇聚之地 一路上 陈征也留下标识 陪东跟高揽看见 自己也会找来 先解决掉宋家兄弟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 一片倒塌宫殿的废墟之中 四个绚灵院弟子 正聚在一起 都有着开脉进七八重的修为 领头一人体型壮硕 背后背着一杆金铁中枪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此人正是中年级排名第十五 铁胆枪猪浪 朱师兄 柳师妹到现在还没到 莫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 有人低声说道 其余两人也是露出关切之色 这天舞秘境中人员博杂 柳师妹天生励志 的确难免会碰上一些问题 猪浪神色平静 摇头道 柳师妹心思灵活 除非实力能将她碾压 否则保命足矣 三人闻言对视一眼 点头道 那边再等等吧 突然 朱浪偏头朝着左边看去 冷峻的脸上露出笑容 来了 三人纷纷看去 只见视线镜头 一身紫衣 容貌艳丽的柳红正缓步而来 只是脸色看上去 有些苍苍白 朱浪带人迎了上去 柳师妹 你可让我们好等啊 一个训练院学员笑着说道 另外一人同样笑道 我们倒还好 关键是朱师兄 他可是担心的不行 也就只有柳师妹 才能让朱师兄这般上心了 闻言 朱浪脸上泛起淡笑 一脸温和道 柳师妹 你没事就好 柳红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抱歉 朱浪几人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便见在柳红身后 还有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缓步跟着 腰间左刀右剑 姿态从容 风神俊朗 脸上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你是谁 朱浪看了一眼神色难看的柳红 眯起眼睛质问道 眼中闪烁着妒忌的光芒 他明显是误会了什么 其余三个同伴 也面色不善地看向陈征 陈征迎着几人的目光 神色平静 诞声道 赤野猴符 陈征 你就是陈征 就算没听说过陈征的名字 赤野猴符也是如雷贯耳 朱浪眯起眼睛 眼缝中有危险的光彩流转 你就是那个 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了送点师兄的家伙 陈征诞声道 看来你认识我 朱浪吃笑一声 认识 当然认识 自以为有赤野猴符庇佑 就无法无天的家伙 我怎么能不认识 他脸上泛起一丝讥讽之色 可惜啊 如今赤野猴生死未卜 可没有庇护你的能力 送点在进入之前 就跟他们这些交好的 中年级天交交代过 一旦发现陈征的踪迹 就第一时间留下信号 他若看见 必然会第一时间赶来 在朱浪看来 在这天舞秘境中 得罪了送点 跟死人也没什么差别 赤野猴符放在外面 或许还有点威慑里 但是在这秘境中 看的只有一样 实力 没有实力 哪怕是冤皇子嗣 该死还得死 陈征神情平静 就凭你们 一个中年级学员 不耐烦道 朱浪师兄 何必跟这小子浪费口舌 直接将他干掉 取下他的头颅 送给送给师兄便是 就是 这小子竟然敢挟持柳红师妹 光是这一条 就足够他死上一万次了 另外两个弟子 也是一样的表情 浑然没有将陈征放在眼里 洪师妹 还得罪了送给师兄 必然是有点本事的 不可大意 嘲讽归嘲讽 但是在这秘境之中 朱浪不会小瞧任何人 是 三个中年级学员 宁笑气息绽放 挥舞着刀剑 朝着陈征冲去 刷 刷 刷 灵力的契机 在废墟之中回荡 几个中年级学员 在许轩灵院中 也属于精英之流 合击之法也颇为不俗 进攻之间 带给人不小的压力 陈征并未拔刀 更没有洞见 等到三人靠近之后 他的身形才开始动作 飘逸滑洞间 便躲过了三人的合击 三人灵力的攻势 就连陈征一片一角都没摸到 怎么会 三人脸上露出惊诧之色 朱浪挑眉 郝俊的身法 他看得出来 陈征必然掌握了一门 极其高深的身法 最低也是黄阶上品 呵呵 难怪能控制住柳师妹 朱浪脸上划过冷笑 能够掌控一门上城的身法 无论是追击 还是逃命 都有莫大的注意 也会是让人觉得难缠的对手 就比如现在 陈征凭借身法 就将三个中年级的精英戏耍 可惜 对我无用 朱浪脸上泛起自信的笑容 朝着面色苍白的柳红看去 柳师妹 你放心 我会将这小子宰了 抚平你内心的伤害 柳红看着朱浪自信的模样 张了张嘴 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苦笑一声 点了点头 朱浪不宜有他 脚下一踏 身形已经如同闪电一般踏出 哄 带起的汹涌气浪 宛如呼啸的利剑 朝着陈征急驰而去 闪开 朱浪低贺一声 三个中年级精英学员立刻让开 脸上还闪现着恼怒之色 这小子滑得灯个尼秋式的朱浪师兄 帮我们宰了他 都不敢跟我们正面对抗 还赤眼猴之子 我呸 以为身法高明 就能万事无忧了 可惜 你遇上了朱浪师兄 阵阵嘲讽声传来 陈征神色始终平静 看着如同闪电一般 急驰而来的朱浪 陈征身形站定 身姿挺拔犹如轻松 一股森然气机 从他身上荡开 刚才他只是想借用 三个中年级精英 验证一下逍遥游身法的实战 可不意味着他怕了 他手掌握住了剑柄 朱浪背后的重枪 已然被他握在掌尖 一枪刺出 犹如石破天惊 汹涌的尽力 汇聚于重枪之上 一股银白的气息闪现 凝聚成一道飓风虚影 铁弹枪 破山 朱浪立鹤一声 眼中闪现着杀意 一出招便是杀招 没有丝毫试探的心思 下一刻 飓风虚影轰然破碎 一股震荡的力量荡开 仿佛要将重枪身前 一切事物粉碎 陈征目光沉浸如水 直到枪尖袭 杀到面门 手中子雷剑才轰然出窍 轰隆 像是一阵气血如潮的 翻涌声荡开 一股霸道的意境绽放 在尽力的加持下 子雷剑身荡开一阵无形的气机 朱浪猛然瞪大了双眼 骤然之间 只感觉就像是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 身形都变得凝制了几分 手中的重枪 灵力攻势 瞬间去了八成 沉重霸道的剑光落下 霸剑决 横行 子雷剑斩落 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 剑风轰然落在重枪之上 枪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朱浪便感觉掌尖一麻 枪身传地而来的巨大震荡力量 更是直接让他重枪脱手 掉落在地 下一刻 绽放的紫色剑光 在他眼见绽放 灵力的锋芒气息 更是让他心神惊悚 剑意 不 他声音淒利 想要服软求饶 但剑光已然先一步袭来 是 利刃如肉的声音传开 血花剑射 落在满地残垣之上 宛如点缀的血色梅花 诡异而鲜艳 砰 朱浪已然失去生命气息的尸身 在另外三个中年级精英学员 惊恶恐惧的目光中 轰然倒地 扬起一阵烟尘 陈征常见一荡 血水进阶剥落 血腥的气息荡开 柳红绝望地闭上双眼 他就知道 虽然早就料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但是陈征出手的狠辣根果然 还是让他心里止不住 生起一阵寒意 跑 剩下三个中年级精英学员 此时才如梦初醒一般 立合一声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逃窜 朱浪师兄死了 得赶紧通知送点师兄 该死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 三人再无一开始的嚣张 脸上满是金锯之色 问 一阵间鸣声响起 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被吓破胆子的三人 更不可能是陈征的对手 在陈征的上乘身法下 逃顿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 不过几期的时间 三人中的两人便倒在陈征的见光之下 陈征看像已经跑出一些距离的毒苗 没有再继续追杀 回头看向面色惨白的柳红 你想死吗 柳红娇去一颤 我不想死 那就跟上 陈征诞声说道 朝着紧盛的中年级学员 不紧不慢地追去 击杀猪浪 可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至少要把宋典干掉 这场猎杀 才勉强算得上市圆满 柳红看了一眼 猪浪已经凉透了的尸体 不敢有丝毫捂逆 连忙紧跟在陈征身后 一路追踪下来 陈征发现 这位中年级学员 会在沿途留下一些标记 知道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吗 陈征问道 柳红连忙道 这是猪浪在进入秘境之前 交给我们的 说是跟宋典联系的记号 宋典看见标时 就会赶来 陈征脸上 闪过一丝恍然之色 他脚下速度骤然加快 片刻之间 就追上逃窜的中年级学员 别杀我 小侯爷 我知道错了 中年级学员被吓破了胆子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陈征不为所动 在他们对自己出手的时候 便已经注定是个死人 掌尖见光闪动 中间级学员 脖梗间一抹血线绽放 尸体骤然坠地 你为什么杀他 柳红满眼惊惧 有种吐死胡碑的悲凉感 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价值 陈征诞生道 从现在开始 你沿路留下标识 与其漫无目的寻找 还不如让宋典自己找上门来 柳红又惊又怕 如果自己也对陈征没有了价值 陈征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斩杀 可是看着陈征淡漠的眼眸 柳红实在没有胆气 说出拒绝的话来 我明白了 又是一夜过去 陈征睁眼的瞬间 身上激荡的气息一闪而逝 在诸多丹药 还有金红液体的加持下 他的修为 已然踏足开脉进七重 便是陈征自己 脸上也不由露出惊奇之色 他本以为到了开脉进六重之后 自己的修炼速度会逐渐减缓 现在看来 却是未必 而且修炼五技 也有强健经脉 增强消化药力的作用 再加上经过混沌神天诀 以及金红液体改造之后的 特殊体魄 陈征真正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突破如饮水 别人都是越修炼到后期 越是艰难 他却越到后期 越是顺畅 按照这样的速度 即便我不刻意修行 突破开脉进圆满 应该也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陈征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吐出 气息宛如利剑一般 他站起身子 看了一眼已经留好标识的柳红 也没招呼 继续前进 柳红不敢多言 只是默默跟在身后 只是低垂的眼眸之中 闪现着一抹 兴奋跟恶毒之光 他已经发现了 送点留下的标记 也就证明着 他们已经距离送点不远了 但他故意没有告诉陈征 而且在留下的标记中 还多掺杂了一些消息 他就不信了 做好了万全准备的送点 还杀不死一个陈征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陈征骤然止步 薛爹 怎么了 柳红心中一惊 还以为是自己偷偷地做的事情 被陈征发现 陈征没有理他 他停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发现了 高揽跟裴东留下的标记 看来两人运气不错 已经提前会合了 陈征观察着标记 解析着两人留下的信息 就一句话 发现宝木 素来 陈征按照标记指明的方向 加快了前进步伐 跟在身后的柳红松了口气 也是连忙留下一些标识 希望送点能够尽快赶到 陈征一路前进 在掠过几处破败的电雨之后 一阵剧烈的震荡声轰然传来 大地震战 如同地龙翻身 原本就破败的电雨 轰然倒塌 彻底沦为一地废墟 身后的柳红忍不住惊叫 地动了 陈征回头看去 什么意思 柳红不敢不答 这天舞秘境之中 留存着不少宝库 但大多数已经被 之前进来的人搜刮干净了 不过还有一些 掩藏在地底深处的宝库 会在地动之后显现 每次地动 也意味着有新的宝库出现 陈征点了点头 加快速度 朝着地方的方向 急迟而去 高揽他们发现的宝墓 应该就是这个 越是靠近 大地震荡的力量越是强盛 然后在某一刻 才恢复平静 陈征带着柳红 已然来到了一处 放碎石翻飞的废墟之外 哪怕隔得老远 陈征也能看见 远处崩裂的大地 一座漆黑洞口显现出来 真有新的宝库出现 那就是宝库的入口 柳红忍不住激动起来 随着天舞秘境的开发 能发现一座新的宝库 绝对是走了大运 若是能搜刮一番 这次秘境之行 就是绝对的稳赚不赔 兴奋之后 柳红才想起了 自己现在的处境 眼中闪过尴尬之色 她现在不过是 陈征案板上的鱼肉 宝库跟她 没有丝毫关系 陈征自然没兴趣 理会身后女人的情绪变化 她的视线 落在宝库门前的废墟空地之上 在陈征之前 已经有不少队伍汇聚在此 高揽跟裴冬就在此练 只是看上去 处境不太乐观 诸位 此刻不是争斗的时候 地洞的动静不小 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赶来 咱们每晚一刻进入 就是一刻的损失 所以我建议先放下成剑 共同进入宝墓 至于收获多少 就全看各自的本事了 一个开麦进九重的东周天骄 视线横扫 沉声说道 可以 在场的西域天骄 最先回应 没问题 轩灵院天骄也开口 在利益面前 一切恩怨都可以先放在一旁 身上鸣刻着皱纹 留着光头 有着一身宛如钢炎肌肉的开麦 敬九重北瞒天骄冷笑道 我们倒也没什么意见 但这里还有两个废物 难道还要让他们 也跟着进去 一时间 众人的视线都落下站在角落中 一直在努力降低存在感的两人 此时 随着众人视线扫来 两人根本无所遁形 一道道目光 宛如沉重的大山一般 落在身上 悚然的感觉 让高揽跟裴冬 止不住留下冷汗 裴冬当机立断 连忙抱拳道 诸位放心 我两人这就离开 不会进入宝墓 这时候 跟这些家伙对着干 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高揽也是同样抱拳道 没错 以我等实力 实在没办法与诸位相争 两人心中苦涩 这就是实力不足的悲哀 哪怕这座宝墓的最先发现者是他们 在其他强大者面前 他们也只能拱手相让 不过他们也没打算彻底放弃 只希望陈征 能够早点发现他们留下的标记 到时候赶过来 说不定还能减点汤喝 北蛮天骄嗤笑一声 眼中闪现着杀意 你当我们蠢 不禁宝墓 你们必然心生怨对 到时候出去大肆宣扬 岂不是给我们这些人 带来无尽的麻烦 文言 东周天骄跟西域天骄都皱起眉头 因为这些蛮子 说的也不是并无道理 轩灵院天骄们目不斜视 根本无心参与 也丝毫没有要帮助高揽两人的意思 现在北蛮的人 分明就是想借机发难 引起争斗 他们可不傻 不会为了两个开迈进六重的新人 主动上钩 保木在前 他们不想横生之劫 至于高揽跟裴东两人 就得看他们自己的命了 那你们想要如何 裴东看着轩灵院高级学院们的表情 就知道没什么指望 心中不由一沉 嘴里沉声说着 然后偷偷给高揽递了一个眼神 准备开溜 高揽也很快领会 做好逃命的准备 但让二人绝望的是 北蛮的人 似乎早就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人员分散间 直接将高揽两人为死 不给他们留任何退路 领头的北蛮天骄讥笑道 如何 我信不过你们 而且 我只相信 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说吧 他看向其他三国天骄 目光停顿在轩灵院众人身上 我也不要你们出力 你们只需要静静看着即可 如何 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你轩灵院要是有意见 那么这次保木 就跟你们无关了 北蛮天骄说道 眼中闪现着狡诈的笑意 东周跟西域的天骄 眼睛一亮 若是能少一支争夺的队伍 他们的收获就会更大 领头的轩灵院高级学员 神色漠然 毫不犹豫道 我没意见 高揽跟裴东顿时绝望 对视一眼 眼中军士闪过一抹决然 裴东低声道 一会儿 咱们各自分一个方向逃跑 能不能逃走 就看各自的命了 高揽取下背后的重剑 沉默地点了点头 北蛮天骄 发出吃笑声 你轩灵院还真是有意思 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 一会儿到了宝木 怕不是为了一点宝物 就能相互厮杀 领头轩灵院学员 根本不吃这套 但声道 你不用在这挑拨离剑 要动手就尽快 你们愿意为了两个废物浪费时间 我们可没闲情陪你 先走一步 说着 他直接带着身后同伴 朝着宝木走去 东周天骄跟西域天骄见状 也是连忙跟上 我们也先走了 你们北蛮的人自己玩吧 看着相继离开的三个队伍 北蛮的领头天骄 眼睛微眯 计谋不成 多少让他有些恼怒 但是宣灵院的人不上钩 他也没什么办法 一肚子郁闷 也只能发泄在高懒跟裴东身上 四几人都放弃了你们 看来是你们该死 北蛮天骄眼中闪现着杀意 他挥了挥手 身后顿时有四个同伴冲杀而出 身上绽放着开脉进七八重的气息 强大的气势汇聚 落在高懒跟裴东身上 让二人不由露出沉重之色 拼了 高懒眼中闪过一抹狠劲 手中重剑挥舞 力量的气息激荡 配合汹涌的劲气 展出沉重一剑 强大的威势 让冲杀在最前方的北蛮天骄脸上 闪现着诧异之色 有点意思 但是不多 他讥笑一声 从腰间抽出一根黑色铁棒 浑身气血涌动间 猛然上辽 砰 一阵沉重的撞击声传出 高懒只感觉手臂一麻 身形止不住连连后退 另一边的裴东还要更惨一些 一次交手 身上便多出了一道血痕 鲜血滴答落下 脸上满是绝望之色 修为跟人数的差距 让他们根本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逃不掉了 两人心中都很清楚 也真正感受到了 这秘境的残酷 三分之一的死亡率 可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你我联手 争取换掉一个 裴东眼中闪现着狠色 跟高懒背靠着背 低声说道 好 高懒身上泛起一阵暴虐的气息 显然准备拼命 北蛮几人 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 仿佛猫戏耗子一般 只有领头的北蛮天骄 眼中闪烁着不耐之色 力声喝道 别玩了 为了两个废物 你们还要浪费多少时间 面对训斥 四个北蛮天骄 才挣了正神色 那就去死吧 一个北蛮天骄率先出手 他手中拎着一般 闪现着金属光泽的石斧 夫人寒光闪烁 激荡着风锐的气息 气血之力混合着静气爆发 胎迈进八重的气势战放 夫人间顿时泛起一阵昏黄的光芒 带着沉重的威势 朝着高懒两人展露而去 高懒提剑而上 黑色重剑闪烁着剑光 想要奋力挡住这一副 裴东紧随在后 寻找着拼死换命的机会 但二人终究小看了这个北蛮天骄 石斧跟重剑对碰的瞬间 高懒面色大变 手中重剑直接脱手 摔飞出去 北蛮天骄 脸上闪现着凝笑 石斧威力不减 仿佛要将两人一分为二 感受到死亡的气息降临 高懒二人 不由绝望地闭上眼睛等死 但下一刻 一阵轻盈声在两人耳边激荡 孙然的寒意 更是让两人身上 止不住起了鸡皮疙瘩 身子都不由一颤 呛 只听一阵金铁碰鸣声响起 没有感受到石斧落下 两人不由茫然睁眼 只见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两人身前 奇长挺拔的身躯 仿佛一座高山 给人一种泰山不崩的安全感 小侯爷 两人不由惊喜 对面 石斧摔落在地 挥动石斧的北蛮天骄 此时掌尖已经是鲜血淋漓 陈征淡然点头 朝着满脸愕然的北蛮天骄走去 有什么事情 等先解决了这些北蛮废物再说 冰冷的话语荡开 也惊醒了一众北蛮天骄 找死 手掌鲜血淋漓的北蛮天骄怒喝一声 伸出另外一只完好的手臂 弯腰捡起石斧 但还没等他直起身子 便感觉眼前的视线多了一抹阴影 小心 提醒声传来 他心中骤然升起一股危机感 但还来不及做什么准备 一抹紫色的剑光 已然在他眼前绽放 森然的含义一傻而逝 下一刻 北蛮天骄便感觉眼前的视线天旋地转 甚至看见了一句异常熟悉 但是没有头颅 正在疯狂喷血的无头身躯 那是我 碰 尸体坠地 扬起一阵烟尘 陈征闲停信步 手中紫雷剑一挥 血水洒落 继续朝着北蛮众人走去 开脉镜七重 领头的北蛮天骄愤怒的同时 眼中也闪过一抹哑然 一个开脉镜七重的家伙 是如何爆发那般恐怖的速度跟剑速的 甚至让一位开脉镜八重的舞者 都来不及反应 陈征没有回话的兴趣 对于北蛮之人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杀 似乎是感受到陈征的杀意 领头北蛮天骄发出一声讥笑 小子 区区一个开脉镜七重 也赶出来逞英雄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嘴里不屑着 但是他已经给其他同伴递了眼色 一群人散开 直接将陈征围拢在中间 显然打算群起而攻之 小侯燕 高揽二人顿时露出担忧之色 陈征淡然的话语声传来 无妨 你们先退远 他们交给我来处理 是 见陈征如此自信 两人也不废话 连忙退开 不是他们不愿意帮忙 而是他们清楚 自己两人留下 也只是累赘而已 上 领头的北蛮天骄冷声喝道 其他北蛮天骄顿时如同出笼的恶狼 挥舞着的武器朝着陈征扑来 一时间刀剑之气纵横 掌尽全力爆发 各种兴致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形成恐怖的压力 进阶事加于陈征身上军阵 陈征眼睛微抬 闪过一丝惊讶 呵呵 怕了吧 领头北蛮天骄 出发得意得笑声 陈征摇头 讥讽笑道 一塌糊涂 下一刻 他身上爆发出一阵霸道的气息 气血如潮的异象爆发 淡红的气血之物环绕 如同给陈征披上了 一层血色铠甲 混沌之力流转 静气爆发间 犹如吞噬一切的深渊 带给人不可抵挡的信念 淡淡的锋芒之气流转 紫雷剑上凝聚出一阵璀璨之光 领头北蛮天骄脸上的笑容凝固 感受到那股森然之意 不由惊声叫道 剑意 陈征神色平静 已然一剑劈下 霸剑诀 横行 恐怖的威势荡开 出手的北蛮天骄们 顿时如遭雷击一般 被那霸道的意境之力震慑 陈征一剑 直接劈开了六位 北蛮天骄凝聚的气势 在紫雷剑锋锐的宝光下 不少兵器更是直接断折 但紧接着 又是一股更加霸道的气息爆发 霸剑诀 霸道 横行 霸道 是霸剑诀的两式杀招 联合使用 更是能爆发出强大的威力 本就被陈征一剑 斩灭兴气的北蛮天骄 此刻被更加霸道的意境镇压 顿时一个个面色恍然 仿佛吃傻一般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征的剑光滑落 吃 吃 吃 无数血花剑舌 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坠落在地 陈征收剑助力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 气息有些许的凌乱 霸剑绝强是强 但是太过耗费劲气跟精神力量 以后在群战之中 还是尽量少用 陈征心中做着总结 浑然没将剩下的领头北蛮天骄放在眼里 远处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高兰 跟裴东两人 此刻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 两剑 小侯爷只用了两剑 高兰语气满是不可思议 看着陈征雪白潇洒的身影 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崇拜之感 裴东面色复杂 他变得更强了 不说别的 才刚刚突破开迈进六重不久的陈征 此刻竟然已经是开迈进七重 他都无法理解 但他理解一点 怪物总是难以揣测的 看着陈征无敌的身姿 两人将心中的杂念抛除 脸上不由自主泛起笑意 如此看来 有小侯爷在 这座宝墓 咱们未必不能争上一争 血腥的气息荡开 领头的北蛮天骄 看着满地的尸体 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你还有什么一眼吗 陈征淡漠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看着踏步而来的身影 领头北蛮天骄 心中竟然止不住 升起一阵恐慌之感 这让他由衷感到屈辱 自己堂堂开迈进九重的舞者 竟然会被一个 气血骨当间 他裸露在外的黑色皱纹 像是活过来一般 不断在他身躯之上扭动 而随着皱纹扭动 领头北蛮天骄身上 泛起一阵邪意强大的气息 小子 能将我逼到如此地步 你也足以自豪 可以安心地去了 记住 杀你的人 是乌多拉 起天部落最天才的战士 乌多拉脸上泛着兴奋的笑容 精神状态看上去有些异常 陈征皱起眉头 这不是属于你的力量 乌多拉吃笑一声 唯我所用 那就是我的力量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 陈征嘲弄一笑 一个被力量控制的傀儡 口气倒是不小 乌多拉此时所爆发的力量很强大 甚至让陈征都感受到了 强烈的危机感 若是正面对抗 陈征必败无疑 但是显然 乌多拉根本无法控制这股力量 一个掌握劲弩的孩子 虽然同样可以伤人 但只要是一个智力健全的成人 哪怕手无寸铁 也依旧有一万种方法取得胜利 死吧 乌多拉身上的力量 集聚到了极限 浑身清津 宛如扭曲的蚯蚓 一掌拍出 激荡而出的力量 化作一道猙獰的鬼头虚影 朝着陈征撕咬而来 看着汹涌而来的恐怖力量 陈征并未选择硬抗 收剑归巧 见状 乌多拉脸上泛起不懈的笑意 怕了 陈征身形流转 潇洒随意地 便躲开了乌多拉的攻击 碰 汹涌的力量在地面炸开 形成一座深坑 远处高兰两人看见这一幕 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好可怕的力量 这攻击要是落在人身上 天刚静之下 恐怕没人扛得住吧 同样躲在暗处的柳红 满脸期待 希望乌多拉 能够直接斩杀陈征 如此 他便也可以逃脱繁龙 此时 他倒不是不想逃 而是陈征已经给他吃下毒药 不拿到解药 他也不敢逃 陈征身形一闪 再次躲过一道凶猛攻击 乌多拉有些恼怒的 你就只会跑吗 陈征不为所动 此刻他已经基本摸清了 乌多拉的攻击模式 缓缓将手按在了刀柄之上 一股灵力的气息展现 这就对了吗 如此 还能让你死得体内一些 乌多拉发出嘲笑 身上皱纹力量再次爆发 凝聚的黑色鬼影 朝着陈征张牙舞爪而去 这一次 陈征没有再逃 而是迎面朝着乌多拉冲去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准备正面 跟乌多拉硬碰硬对决 小侯爷别上当啊 他在鸡匠里 高揽跟裴东大吉 这小子疯了 柳红满脸惊喜 乌多拉猙獰的脸上 更是露出几分 奸计得逞的笑容 愚蠢 只是他话音刚落 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眼见陈征就要跟鬼影 撞上的瞬间 身形陡然变得虚幻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躲开鬼影的袭击 你 看着急迟而来的陈征 乌多拉眼中闪过一抹惊慌 但是陈征没有要跟他废话的心思 黑金色的刀光骤然落下 仿佛要劈开天地的一刀 携带着风雷之声 激荡而来 风雷 斩 极致的力量 让圆满风雷刀法的威力暴增 乌多拉看见一抹刀光滑落的时候 刀锋就已然划过了他的脖梗 是 鲜血见射 一颗猙獰头颅冲天气 陈征从容转身 没有理会 身后正在喷涌鲜血的无头尸体 看向满脸敬畏的高兰二人 先进去 地动的动静不小 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赶来 高兰二人点头 是 两人正要在前方领路 却被陈征叫住 没有理会高兰二人疑惑的目光 陈征看向隐藏在废墟之中的柳红 诞生道 出来 你来探路 柳红一脸无奈地走出 但是迎着陈征冰冷的眼眸 再看了一眼满地血腥的尸体 他终究说不出半句拒绝的话来 是 柳红率先朝着宝木洞口走去 然后才是高兰二人 陈征则是走在最后压阵 在陈征这儿 高兰两人也知道了 陈征进入之后发生的事情 一时间脸色复杂无比 要是换座之前 他们肯定会觉得 陈征不知天高地厚 有些过于拖大自信 但是在见识过陈征恐怖的实力后 他们已经不想再说什么 陈征跟传说中的四大魁首 孰强孰弱 恐怕真的还得打过才知道 至于送点 已经跟陈征不在一个档次 漆黑的通道一路延伸 走出了上百米的距离后 眼前的视线才豁然开朗 只见一处破败的电雨中 宣灵院学员 西域天交 还有东周天交 各自占据一个方位 正在彼此对峙着 气氛有些不对 在宫殿镜头 有着一处开阔的通道 不知通向何处 但是在通道的中央 正躺着一位被乱剑 砸成马蜂窝的宣灵院学员 显然是触碰了宝木的危险机关 我宣灵院已经率先探路 为了公平起见 接下来也该你们两边出人了 领头的宣灵院学员高盛 冷声说道 西域跟东周天交 都是冷笑 什么探路 分明是你们自己贪心 非得快人一步 这才丢了性命 要探路 也得从我们三方重新挑选 你宣灵院 别想置身事外 没错 你们宣灵院的人精明 也别把我们当傻子 前路危险 三方人马 因为谁探路的事情 陷入了僵持 一阵脚步声响起 三方人马回头看去 是北蛮的那些家伙来了 可惜 你当人家傻 在阵阵议论声中 他们却没有看见 北蛮天骄的身影 只见一个气质妩媚 妆容艳丽的女人 脸色难看地走出 紧接着 就是高懒跟裴东二人 三方人马先是一愣 随即惊喜道 那些蛮子竟然没有动手 好好好 如此一来 大家也就不用争了 直接让他们探路便是 只是这位姑娘 看着着实可惜 莫非是听见动静赶来 然后被那些蛮子抓住 高盛看见高懒二人 神色冷漠道 喂 你们两个 过来 高懒跟裴东抬头看来 根本没有理会 只是站在原地 没有动弹 高盛面色一沉 你们是龙了吗 他们龙没龙我不知道 但你的脑子 肯定是坏掉了 一道弹幕的声音响起 陈征的身影 在最后踏步而来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到陈征身上 这又是谁 那些蛮子呢 东周跟西域的人 都露出差一只色 他们朝着陈征身后看去 却始终没有看见 北蛮人的身影 小子 你再跟我说话 高盛眯起眼睛 身上绽放着危险的气息 陈征神色平静 我也可以是在跟狗说话 但就怕侮辱了狗 如果高盛只是为了自保 即便不理会高揽 跟裴东的死活 陈征都能理解 但帮着外人害自己人 那就着实让人不爽了 这种吃里扒外的家伙 在陈征看来 要远比西域东周这些人 更加地让人厌恶 好胆 高盛气急而笑 正要动手 他身后一位高年级学员 大步而出 脸上满是讨好的笑容 高师兄 这种货色 哪里还用得着你 亲自出手 我来代劳便可 高盛矜持点头 但笑道 你有心了 不过别把人打死 多一个探路的 我们就多一份保障 高师兄放心 我自有分寸 高年级学员 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陈征看着眼神 在轩灵院中 顶多也就是个无名小卒 他随手便可斩杀 小子 你现在跪地求饶 我可以下手轻一些 高年级学员看着陈征 满脸恶趣味的笑道 其他两方 西域跟东周的天骄 都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轩灵院的人自己狗咬狗 他们当然乐见其成 陈征神色淡然 这就是你的遗言 高年级学员 笑容一沉 不识抬决 下一刻 他身形闪烁而出 手臂探出 五指撑开 又曲指撑爪 指尖仿佛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进气激荡间 空气中传来阵阵撕裂之声 好俊的找功 孙师兄这一手碎金爪 恐怕已经不如大成之境了吧 这一找下去 金屎都要变成豆腐 那小子惨啊 高盛身后的一众学员 均是发出惊叹之声 高盛脸上带着淡笑 他这一手找功 距离圆满 也不过一步之遥 寻常开麦静九重 也很难正面接得助他一找 文言 有人不由露出担忧之色 那孙师兄 不会直接把人打死了吧 他倒不是担心陈征的死活 只是陈征死了 他们便少一个探路的人 风险就要被平探到其他人身上 众人念头刚落 便听一阵凄厉惨叫传来 啊 众人抬头看去 不由露出震惊之色 只见出手的高年级学员 此刻正捂着奇万断开的手臂 满脸惶恐地退开 发生了什么 有人根本没看清 刚才发生的一幕 剑意 有人沉声说道 文言 众人看着卧剑的陈征 不由心中一紧 他是卓文浩 不可能 卓文浩已经死了 但除了卓文浩 轩灵院中 还有谁领悟了剑意 众人一头雾水 高盛沉着脸 凝神看向陈征 随即像是发现了什么 神色一松 冷笑道 不是他领悟了剑意 而是他手中的剑 本身就蕴含着剑意 众人目光落在 陈征手中的紫雷剑上 还真是 这剑真神奇 一柄蕴含着剑意的宝气 莫非是这秘境之中的收获 一时间 众人眼中不由露出热切之色 剑意的强大众所周知 一柄自带剑意的宝气 绝对价值连成 甚至不在普通的上瓶宝气之下 感受到众人贪婪的视线 陈征神色平静 深邃的眼眸横扫 嘴角泛起一抹讥讽的弧度 谁想找死 尽管过来 化落 陈征身上气血之力绽放 汹涌的气血异向荡开 一眼看去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头恐怖的远古魔兽 强大的威压 让不少人面色一紧 气血如潮 竟然还是一位体修 不只是体修 他近其修为同样不俗 恐怕是气体同修 如此天骄 怎么可能寂寂无名 众人眼波流转 意识到陈征的不俗 一时间竟然都有些躊躇不前 反而是段万的高年级学员 仿佛是想起了什么 韩生道 你是赤野猴之子 陈征 此话一出 满场皆惊 赤野猴 一个被冠以无敌称谓的存在 他就是陈征 斩杀我西域七皇子的家伙 难怪如此嚣张 西域天骄 面色阴沉下来 眼中闪现着杀机 东周天骄眯起眼睛 他们跟陈征 倒是没有什么丝仇 但是赤野猴曾经一度 压得他们东周抬不起头来 对于赤野猴的儿子 他们也很难有什么好感 轩灵院一众天骄 最是惊讶 陈征 他才进入轩灵院多久 便升入高年级了 屁的高年级 人家只有开脉进七重的修为 七重很低吗 他进入轩灵院 恐怕还没超过三个月吧 妖念 这才是真正的妖念 他们眼中的敌意消散 不说打不打得过陈征 光润身份 他们也不敢对陈征随意出手 除非 他们能有必杀的把握 段万的高年级天骄退下 丝毫不见刚才张狂之色 高盛面臣似水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抱拳道 原来是小侯爷当面 恕我眼拙 没有第一时间认出 还请小侯爷误怪 不打了 陈征眉头微挑 都是自己人 本来就是误会 不打了 高盛笑呵呵说道 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咄咄逼人的嘴脸 陈征收剑归翘 带着高兰几人来到通道面前 成了第四方队伍 小侯爷 不妨跟我们一起 你我强强联合 足以瓜分这一处保木 高盛笑着发出邀请 西域跟东周的天骄冷眼看来 高盛不做理会 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陈征 陈征淡淡吐出三个字 你不配 扑斥 四周响起一阵倾笑 高盛笑容一僵 没想到陈征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东周的人 就没看向洞口 北瞒的人怎么还不来 他们来不了了 苏诞诞声说道 众人心中一惊 生起了一个惊悚的想法 什么意思 一个东周天骄看向陈征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之色 莫非 陈征却没有要再回答的兴趣 但声道 既然大家相持不下 我有一个提议 大家各出一人 败着探路 谁赞成 谁反对 文言 另外三方沉默一阵 最后都选择点头 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再磨叽下去 到时候的对手只会更多 陈征率先站出 其他三方对视一眼 领头的人都没有站出 而是从各自的队伍中 挑选出一人 四人混战 陈征却像是置身室外一般 根本无人敢对他出手 胜负很快分出 最终旋灵院天骄 被西域跟东周的天骄针队 凄惨落败 成了探路的人选 我去了 旋灵院天骄满脸不甘 只能咬牙冲了 身形闪烁间 犹如一道流光 通道两旁 发出一阵巨响 下一刻 无数乱箭飞出 好在旋灵院天骄早有准备 在付出了一条手臂 被冻穿的代价后 终于安全抵达通道对面 我们先走 高盛最先行动 身后的旋灵院学员 紧随其后 有着前一个人探路 他们已经将通道陷阱的 危险之处全部记住 在有意规避之下 都有惊无险的通过 该我们了 西域一众天骄 正要动身 率先通过的高盛嘴角 却泛起一抹阴险的笑容 你们想过来可以 但总得付出一些代价 西域跟东周的一众天骄 军士眯起眼睛 神色不善 什么意思 高盛却没说话 随手一掌 恐怖的进气激荡而出 轰击到墙壁两侧 在气浪的震荡下 通道两侧的机关 顿时陷入紊乱 原本有规则运转的 飞舰陷阱 开始疯狂暴动 整个通道都陷入 箭雨之中 危险程度提升了数倍 短时间内 其他人根本无法通过 诸位 祝你们好运 高盛得意一笑 深深看了一眼陈征 才带领着其他同伴离开 西域跟东周的天骄 军士暴怒 口中发出暴怒之声 该死 轩灵院的这群混蛋 竟然敢耍我们 别让我抓到这些家伙 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无耻 高盛的做法 显然引发了众怒 怒火甚至蔓延到了 陈征等人身上 高揽跟裴东 看着众人怒视而来的眼神 连忙道 我们也是受害者 一位东周天骄 冷哼一声 那你们也是轩灵院的人 承担责任 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陈征没有废话 手中鬼气刀出鞘 挥舞间一道灵力的刀器 击事而出 在地面划出一道巨大的沟壑 我只得死人交代 有谁想死的 可以上前一步 陈征淡漠的话语声传出 岳部站到高揽的身前 齐长的身躯 给人一种高山的巍峨感 厚重灵力的气势 让人望而生畏 西域跟东周天骄 面色微变 犹豫一番 还是没有清楚陈征的锋芒 他们倒也不是有多畏惧陈征 只是觉得 现在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否则白白让那高盛捡了便宜 在东周跟西域领头添交的事宜下 众人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 现在怎么办 有人皱眉到 等到这机关自动平息 不知道还要浪费多少时间 到时候等我们赶到 连屎都吃不上热乎的 你是会比喻的 闭嘴 你才想去吃屎 眼看气氛又躁动起来 陈征已经踏步而出 嘴里诞声道 跟上 高揽跟裴东一愣 倒也没有犹豫 紧跟在陈征之后 陈征看向躲在最后的柳红 你走前面 我 柳红面色煞白 不行 我会死的 看着柳红满面哀求的样子 东周跟西域的添交都有些不忍 这小子还真无耻 竟然让女人探路 轩灵院的学员 就没个好东西 如此美人 真是可惜了 阵阵不爽声传来 柳红眼睛一亮 朝着四方看去 但是根本没人为他站出来 一个个避开眼神 他们又不傻 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跟陈征翻脸 而且他们的确需要人率先探路 陈征既然有这个心思 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你走前面 未必会死 你若不走 必死无疑 陈征宛如一个冷面判官 冰冷的话语 让柳红根本没得选择 咬了咬牙 柳红一个闪身 朝着机关冲去 看似杂乱的剑雨 实则还是存在着空隙 柳红的身法还算可以 在凭着敏锐的观察力 很快便冲到了一半 但下一刻 他脸上浮现绝望之色 完了 本来就急速的剑雨 骤然再次暴动 一下子就打乱了他的节奏 本来就留存不多的缝隙 也被瞬间填满 他没路了 走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他耳边炸响 紧接着 便是一道宛如闷雷的破空刀声 风雷 破 陈征神色平静 仿佛是剑雨如无误 高盛内掌 算是彻底激发了机关 陈征远比寻常开脉进圆满 还要强盛的精神力 也让他看破了这陷阱的强度 不用再有顾解 这也是 他会主动探路的原因 没有缝隙 那他就批出一条路来 刀锋炸开 金刚制作的飞剑 在陈征灵力汹涌的刀器之下 要么崩碎 要么蹦飞 本来封死的通道 瞬间空出一条区域 柳红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陈征已经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啊 只听一声惨叫 柳红直接飞到通道对面 陈征也带着高兰二人闪身而过 稳稳落地 走 他没有要理会 其他两国天骄的意思 直接带着高兰等人离开 追 西域跟东周的天骄顿时急了 想要照猫画虎 复刻沉征的成功 我来 东周一方 一个身穿白衣 背着血色战刀的天骄冲出 静气激荡间 手中长刀轰然斩落 血色的刀光击射 劈砍到剑语之上 他似乎对自己这一刀十分自信 在刀器尚未落下的瞬间 便朝着通道冲去 但下一刻 他却瞪大了双眼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部 只见血色刀光 展落到剑语之上 别说开出一条路来 就连飞剑都没蹦飞几根 无数金刚利剑 从他身躯之中穿透 瞬间成了一个刺猬 血腥的气息蔓延 也让其他天骄止步 他们脸色难看 陈征同样是一刀 刚才他们还没有多大的感觉 但此刻有这位东周天骄 作为比对 他们才意识到 两者之间的差距 通过通道 在走过一段小路后 陈征等人的视线 便豁然开朗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片残破的大殿 大殿四方 立着四根残破的盘笼柱 墙壁贴着金灰 虽然同样残破 但从废墟的遗留中 依旧能够看出 当初这处大殿的 华丽堂皇 快看 是高盛他们 裴东低声说道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大殿尽头 一座巨大宝座之前 高盛等训令院高级学员 正背对着陈征等人 唯一站在宝座之前 他们莫非是 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高懒低声问道 陈征却皱起眉头 预感到些许不妙 他回头看向 正在揉着屁股的柳红 你去 又是我 柳红有种想哭的冲动 便是高懒跟裴东两人 也都觉得他有些可怜 但是对于陈征的决定 他们不会有丝毫的质疑 毕竟他们能活到现在 也都是靠了陈征 既然作为累赘 就该有身为累赘的自觉 陈征冷笑道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 能活下来的原因 不过等出了这座宝木 你我之间的恩怨 可以一笔勾销 柳红眼睛一亮 当真 陈征身上杀鸡一闪而逝 去还是不去 柳红一颤 不敢再废话 提起精神 朝着高盛等人走去 高师兄 我是中年级的柳红 你们在做什么 柳红看着始终 一动不动的高盛等人 同样感觉有些不对 停下脚步 娇媚问道 咔咔 咔咔 仿佛骨头摩擦一般的声音响起 高盛等人动作僵硬 缓缓朝着柳红转过头来 你们 柳红看清高盛等人的脸 不由露出惊恐之色 只见高盛等人 此时脸上都泛着僵硬且诡异的微笑 眼中满是绝望痛苦之色 救 救 我 高盛像是从喉咙眼里抠出来的字眼 充满祈求跟蹊迹 众人扭转到极限的脖子 依旧没有停止 继续朝着后方转动 高盛等人 依旧保持着僵硬的笑脸 只是嘴里有凄厉的哀嚎声传出 双眼之中有血色浮现 直接爆开 咔嚓 道道鼓猎声传出 高盛等人的脖子 直接扭转了180度 惨叫声也戛然而止 呵呵呵 但即便如此 他们竟然也没有死亡 嘴里发出一阵圣人的笑声 从喉咙溢出的鲜血 顺着嘴角不断留下宝物 来拿宝物啊 高盛等人 张开满是血水的嘴巴 以极快的速度 头颅朝背的姿势 朝着陈征等人冲来 看着这诡异圣人的一幕 高盛等人 心中止不住 升起一阵寒意 身子更是下意识地 后退几步 怎么回事 他们似乎被什么控制住了 他们现在到底是活着 还是死了 耳边传来高盛跟裴冬的惊慌声 陈征心中同样 升起一股寒意 但他还能稳住心神 而且隐隐感觉有哪里不对 啊 柳红已经被人扑倒在地 嘴里发出淒厉的叫声 高盛朝着陈征急驰而来 陈征手掌握住剑柄 紫雷剑正要出窍 突然 他体内的混沌之力 开始疯狂运转 脑海一阵的功夫 眼前的景象 已经发生立刻变化 他也连忙止住了拔剑的冲动 在陈征眼前 哪有什么高盛 朝他冲来的 分明就是面色猙獰的高盛 幻境 陈征心中瞬间有了答案 刚才那些诡异的画面 都不过是幻境而已 他刚才要是出剑 死的就是高盛 陈征朝高盛看去 只见高盛眼中一片灰暗 显然还处在幻境之中 另一边 柳红明明身前无人 却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 眼看就要将自己的脖子掐断 陈征则是不断出招 对着空气斗之斗勇 更远处 还有一阵讥笑声传来 哈哈哈哈 有意思 高师兄 咱们得这个宝贝 便是跟四大魁首级别的存在 说不定也能争上一争了 看那小子 刚才不是狂得跟什么一样 现在不还是被我们耍得跟猴子一样 我真想看看他发现 杀了自己人时候的表情 一定相当精彩 高盛一群人站在宫殿镜头 高盛盘坐在巨大座椅之上 在他怀中 还抱着一块宛如杨之玉一般的方形石头 石头此时正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 而这些光芒 宛如石质一般 朝着陈征等人飘荡而去 融入陈征等人的眼中 高盛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他们在通过通道来到这处大殿之后 便在巨大座椅上发现了这块银白石头 一开始 几个轩灵院学员 也被这块银白石头散发的光芒所迷惑 陷入幻境之中 但高盛身上携带着可以抵挡精神攻击的宝物 抵抗住了幻境的侵蚀 将银白之石收入囊中 然后唤醒了其他同伴 精神力量本就难以修炼增长 精神利一类的宝物更是稀缺 最关键的是 精神力量的突袭 往往让人防不胜防 就像是现在一样 看来天命在我 银白之石的存在 让高盛产生了一种 可以主宰一切的感觉 浑然不觉眼中 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暗 是他们在搞鬼 陈征已然清醒 却没有暴露自己清醒的事实 他依旧装作陷入幻境的模样 一脚将高揽 踢飞晕死在地 口中怒喝间 跟空气搏斗 宛如小丑一般滑稽 使则暗中不断朝着高盛等人的方向靠近 此时 西域跟东周的天骄也赶了过来 一个个面色阴沉 他们也来了 高盛冷笑一声 他怀抱着银白之石 灌注自己的精神力量 瞬间 银白之石光芒大圣 蔓延的光线 融入一众天骄眼中 煞时间 所有人眼中都蒙上了一层灰暗 在幻境的引导下 开始相互攻发起来 轩灵院的败类 我要杀了你们 敢耍我们 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 去死 啊 一时间 怒骂声 惨叫声 充斥整座大殿 看着不断倒下的各国天骄 高盛等人愈发得意 陈征看着一团乱麻的大殿 为了稳妥起见 以同样的方式 打晕了裴东 并且将他踢飞到安全的位置 至于柳红 他却没有再管 是死是活 全看他自己的造化 有着西域天骄 跟东周天骄的掩护 陈征做这一切 倒也没太显眼 在确保了高揽跟裴东的安全之后 他依旧按照刚才的计划 不断朝着高盛等人靠近 碰 找准角度后 陈征故意被一位东周天骄 一掌拍飞 朝着高盛的方向砸落而去 为了演得逼真一些 陈征逆流气血 顿时一口鲜血 从口中喷出 看着衰落而来的陈征 高盛脸上闪过一抹怨毒之色 给你合作的机会 你不珍惜 那就陪着他们一起去死吧 高盛抬起手掌 恐怖的静气 在他掌尖汇聚 化作一道凌厉的气刃 一掌朝着陈征轰然拍去 其他宣灵院 天骄脸上同样带着冷笑 在这天舞秘境中 身份的作用不大 能杀赤野猴之子 于他们而言 在这淡淡的讥讽 哪有半点陷入精神幻境的样子 你 高盛先是一愣 随即意识到不对 脸上泛起一丝争鸣 死 他浑身尽力爆发 冰寒的气息犹如寒流 朝着陈征席卷而来 神兵长 空气泛起丝丝寒霜 高盛口中怒喝 浑身轻轻爆起 俨然已经用上全力 虽然不知道 陈征为什么能够 不受精神宝物的控制 但高盛知道 现在是杀掉陈征的最好机会 否则其他人也被陈征唤醒 群攻之下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不想死的 就一起出手 高盛招呼身后的同伴 其他人虽然慢了一排 但是高盛想到的事情 他们也想到了 一时间眼中都充满了杀意 竟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找死 不能放他离开 尽快将他解决掉 一时间呼和声四起 一群绚令院添娇也不留守 纷纷施展杀招 想要将陈征直接绞杀 恐怖的压力袭来 即便强如陈征 也只能暂比锋芒 陈征身形在空中扭转 躲过了高盛汹涌而来的掌镜 腰间鬼气刀出鞘 在阵阵乌叶声中 寒光绽放 风雷 破 恐怖的刀光席卷 陈征身上更是绽放风雷意境 无尽刀光宛如雷霆阵阵 短暂地挡住了其他人攻击 陈征也接力离开了高盛等人的攻击范围 小子 你不是很狂吗 躲什么 高盛脸上挂着嘲笑 目光急冷 挥手间 其他宣灵院天骄分散开来 将陈征团团为死 既然已经动手 那陈征就必须死在这里 看着分散开来的人群 陈征眉头微挑 但笑道 你们还真是不知死活 高盛皱起眉头 什么意思 陈征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知道那些北蛮天骄 是怎么死的吗 感受到陈征身上 生疼而起的汽血之力 高盛神色不变 吃笑道 当然是因为他们废物 你可别奢望 我们会像他们一样 四国之中 宣灵院天骄实力 向来要搞其他三国一筹 高盛说出这样话来 倒也不足为奇 你错了 陈征摇头 真要论实力 这高盛还不如乌多拉 但乌多拉那群人 跟高盛一样 哪怕看似重视自己 但实则 心中还是带着轻视 换做是自己 他可不会在乎什么面子 肯定会招呼 所有人一起上 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能群殴干嘛单挑 这群人聚在一起 陈征得暂避锋芒 但如果像是这样各自分散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呼 陈征深吸一口气 逍遥游要诀 在陈征脑海中流转 静气涌动间 陈征身形宛如一阵清风 骤然消失在原地 权力施掌黄杰极品身法的陈征 快到不少人都 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形 只能看见一串拉长虚意 小心 高盛瞳瞳一缩 大声提醒 但他提醒声刚落 便有一道惨叫声响起 他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开脉进七重的同伴 心口多了一个血洞 此时正满脸痛哭捂着心口 最终不甘地倒下 但这还没完 刷 又是一阵剑鸣声响起 霸剑绝 横行 霸道的意境散开 三个开脉进八重的天骄 只感觉心中泛起一阵恐惧 大脑空白 只能眼睁睁看着剑光激荡而来 而他们却动弹不得半分 你敢 高盛目自欲裂 想要出手救援 但三颗头颅已然冲天起 宛如喷泉的鲜血 让他又惊又怒 但陈征根本就不理会他的叫嚣 脚踏逍遥游 身形潇洒四亿间 便又收割一条性命 追不上陈征的高盛 只能跟在陈征屁股后面吃灰 发出无能狂吼 其他训令院 天骄看陈征宛如砍瓜切菜一般 心中的恐惧更盛 别杀我 一个开脉进七重天骄 承受不住死亡的压力 直接转身想要逃走 但还没跑出两步 陈征身形已经天然而至 见光灰散间 地上便又多了一具尸体 怎么办 打打不过 逃逃不掉 我们怎么办 高师兄 救命啊 别杀我 他真的是开脉进七重吗 哪有这样的开脉进七重 怪物 短短一盏茶的功夫 高盛的队伍就只剩下高盛 以及两位开脉进九重的高年级学员 还在坚持 其余进阶命运 两个高年级学员 此时也被吓破了胆子 此时高盛也终于反应过来 别跑 站在一起 一起出手 他未必是我们合理的对手 文言 两个高年级学员连忙会合 同时出手 虽然没能逼退陈征 但也抵挡了陈征一瞬 也就是这一瞬的时间 高盛终于赶到 高盛体内功法运转 冰寒的静气汇聚于掌尖 猛然朝着陈征拍去 空气中满气阵阵白霜 点点冰渣凝结坠落 被冰寒的气息笼罩 便是陈征潇洒的身形 也凝制了几分 高盛眼睛一亮 大声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动手 杀了他 两个高年级学员 连忙提起静力 各自施展手段 朝着陈征袭杀而去 压力袭来 陈征却并不惊慌 只见他目光微沉 浑身气血传来阵阵轰鸣 淡淡血雾弥漫 他双手交叉 进阶摸向腰间 左手握住刀柄 右手握住剑柄 两股不同的意境之力 在他身上浮现 霸道意境 风雷意境 两股意境交织之下 竟然出奇的和谐 也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威力 在两股意境之力的笼罩中 高盛跟两位高年级天骄 宛如被定住的木头一般 神色一阵恍惚 也让他们心生绝望 等他们再回过神来 便只听见刀银剑笑 霸剑诀 霸道 风雷 斩 刀光跟剑影交织 森寒之气犹豫久悠 让人止不住心生寒意 刷 刺 伴随着刀光剑影飞舞的 还有心红的血 碰 碰 碰 三具面含不甘的尸体坠地 尤其是高盛脸上 不甘恐惧之余 还带着一丝后悔 似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才明白 自己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呼 陈征常呼出一口气来 浑身泛红滚烫的肌肤 也渐渐消退降温 刀剑归翘之后 他便感觉到身体之中 传来的空虚感 比起乌多拉 高盛虽然要弱一些 但队伍的整体实力更强 所以陈征杀起来 要更费力一些 刀剑其初 竟然能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威力 以后倒是可以多磨合一下 陈征习惯性地总结 他感觉刀剑之力 还有更多开发的空间 如果运用得当 说不定能爆发更强的力量 思绪收敛 陈征看向脚下 原本高盛手中方形的银白之石 正滚落到陈征身前 光芒一鸣一暗 不断交替 银白光线 依旧在源源不断地输出着 控制着其他人的意识 陈征犹豫一番 还是伸手将方形石头捡起 想要救人 射险是无法避免的 好在陈征的混沌之力 似乎能够克制的 这方形石头的散发的精神力量 否则 他也不会贸然出手 在银白之石落入手掌的瞬间 石头便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不见 陈征一愣 随即便感应到 混沌神顶传来的动静 心神沉静之间 便发现方形石头 已然被混沌神顶吸入顶内 源源不断地混沌之气 将其胶织包裹 仿佛要将其吞噬 传承 炼化 经过一些特殊的考验 而且考验极其凶险 也就是说 陈征即便不杀那高盛 高盛多半也得死在 这银白之石的精神污染之下 难怪我刚才感觉 那高盛的精神状态 有些异常 陈征回想一番 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高盛明显是个阴人 但在对付自己的时候 却显得异常 暴躁跟直接 这就很不符合他的性格 应该就是 受了传承之物的影响 不过 你还真是不挑食啊 陈征对着混沌神鼎笑道 脸上却带着期待之色 按照混沌神鼎的 传递得来的信息 混沌神鼎 可以直接将这传承之物练化 不用陈征经受什么考验 便可将那份传承 完全地剥离下来 再由陈征掌控 只是 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随着实力的增强 混沌神鼎能够练化的东西 似乎也变得更多了 陈征心中惊奇 他看了一眼 正在被练化的青云剑魂 速度也明显变快 最多还有半个月 便可练化出第三滴剑叶 如果在这半个月内 陈征还能突破 说不定时间还能提前 那便试试看 也正好印证一番 摇了摇头 陈征意识退出魂海 耳中传来阵阵嘈杂声 怎么回事 啊 我的手 谁砍了我的手 弟弟 我亲手杀了我弟弟 该死 不 随着传承之物的精神力量消失 东周跟西域的天骄们 此时也渐渐清醒过来 他们看着满地的狼藉跟尸体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都有些崩溃 陈征没有理会这些家伙 趁着混乱之际 叫醒了高兰跟裴东 小猴眼 两人脸上还带着后怕之色 陈征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低声道 出去再说 两人连忙点头 跟着陈征离开 慢着 一个东周天骄 血红着眼睛 将三人拦住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害得我们自相残杀 你们宣灵院的人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高兰跟裴东面面相去 陈征则更是直接 滚 陈征运足了气力 重达上万斤的一拳 猛然轰出 风声撕裂 宛如一记破天重锤 只有开脉进气中的 东周天骄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拳轰塌了胸口 空中喷涌着鲜血 瞪着眼睛倒飞出去 眼看就是活不成了 我说了 我只给死人交代 而死人 不需要交代 陈征淡幕的声音传出 这狠辣的一拳 也将其他人震慑 便是东周队伍 也没有人再出手阻拦陈征 眼睁睁看着陈征带人离开 直到看不见陈征身影 才有人忍不住愤慨 这小子也太狂了 不对 有西域天骄发出惊呼 指向远处的地面 高盛他们死了 众人随着西域天骄 手指的方向看去 才发现远处也倒了一地的尸体 正是高盛一群轩 灵愿天骄 谁动的手 西域领头天骄面色微变 东周领头天骄深吸一口气 沉重道 还能有谁 他们都陷入幻境之中 自相残杀 从结果来看 能动手 也有这个实力的 只有一个 陈征 西域领头天骄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带着金色 但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办到的 东周领头天骄沉印一番 才给出推测 看来这座宝墓之中的传承 被这小子给得到了 我怀疑 是精神秘宝 文言 无论是东周还是西域天骄 眼中都露出炙热之色 精神秘宝 那可是价值无限啊 而且 能将他们这么多人 拉入幻境的精神秘宝 绝非庸俗 领头西域天骄点头 如果是这样 那就说得通了 高盛这些家伙 恐怕就是被那小子 这么给杀死的 众人顿时露出后怕之色 气愤归气愤 但高盛一众宣 宁愿天骄的实力 他们还是认可的 陈征 能将所有人斩杀 简直不可思议 有人不解到 这小子 竟然下手这么狠 为什么要放过咱们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陷入沉思 最终还是领头的 东周天骄开口 要么使用那精神秘宝 有什么特殊限制 他无法连续使用 要么 就是使用那精神秘宝 消耗极大 说到这儿 他面色微变 不好 咱们被那小子 耍了 他这么匆忙离开 说明他此时的状态 已经是强弩之末 刚才装出的很辣之态 多半也只是为了 虎住咱们罢了 其他人眼睛一亮 没错 应该就是这样 那 追不追 追 西域天骄第一个表态 精神秘宝珍贵无比 陈征现在又是 最虚弱的时候 是他们最好的夺宝机会 否则等陈征恢复过来 又掌控了精神秘宝 他们就彻底没有了机会 地上高盛等人的尸体 就是最好的证明 走 东周天骄紧随其后 再怎么也不能让西域的人 捡了这个便宜 等等 领头东周天骄 突然看向角落中 满脸金句的柳红 这女人跟那小子是一起的 戴上他 或许有用 柳红顿时面色惨白 诸位 我是被那小子抢逼来的 而且那小子还在我身上下了剧毒 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无妨 领头东周天骄露出笑意 如此正好 你替我们领路 若是追上那小子 我们也好 帮姑娘把解药逼问出来 那就多谢了 看着领头东周天骄 那不容置疑的笑容 柳红抢笑一声 从地上爬起 与此同时 陈征已经带着高莱二人出了宝墓 三人刚离开不久 便又见一个队伍赶到 这里便是大地震动的源头 必有新的宝墓出事 墓口已开 我们来晚了 最先几人皱着眉头 身后还跟着崔东衙 跟一位开迈进八重的中年级学员 眼光要放长远一些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带着些许威严 所有人脸上 均是泛起恭敬之色 宋点回头看去 只见穿着黄色大衣 气场霸道的宋天虎 正不满地看着自己 宋点宛如恶鬼一般的面容上 露出几分畏惧 恭声道 大哥 被传送进天舞秘境后 他先是找到了崔东衙 跟一个队伍的同伴 在看见标记之后 又遇上了宋天虎的队伍 便干脆同行 宋天虎漫步走来 所到之处 人人恭敬让开 他来到宝木门前 扫了一眼满地北满天胶的尸体 最终将视线投向宝木入口 到了天舞秘境 你心里却总想着报仇 岂不是本末倒置在说了 那小子本就必死 你又何必这么着急 宋天虎淡淡说道 即便是赤野猴之子 哪怕天赋纵横 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依旧不足以被他放在眼里 要不是 但是为了这个不成器的弟弟 他早就前往中心区域寻宝 而不是在这边缘地带闲逛 但好在运气不错 在这边缘之地 竟然也能发现宝木出世 堪称意外之喜 大哥教训的是 我记住了 对于宋天虎的话 宋点不敢有丝毫忤逆 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大哥了 即便是亲兄弟 他动起手来 也不会有丝毫手软 残暴且霸道 崔东亚此时低声道 那小子不自量力 说不定已经死在宝木之中 宋点面色稍缓 如此自然再好不过 也省得我们再浪费精力 话落 便听见一阵脚步声传出 有人出来了 一个开麦敬酒重天骄 眼睛一亮 既然还有人 就说明他们来得并不晚 宋点虎神色淡然 双手背负在后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有人 率先追出宝木的西域天骄 看见站在洞口的宋点等人 不由露出警惕之色 尤其是 在看见他们衣服上的标识 更是泛起一抹怒色 是轩灵院的渣子 大家小心 宋天虎没有要跟他们废话的心思 但升到 东西呢 领头的西域天骄眯起眼睛 什么东西 宋天虎突然没有了说话的兴趣 挥了挥手 身后一众开麦敬酒重天骄 宛如恶狼一般扑出 既然不老是交出来 那他就自己拿 你们想干什么 看着杀气腾腾的宋天虎等人 西域天骄进阶色变 清一色地开麦敬酒重天骄 这恐怕不是一般的寻宝队伍 但回应他的 只有一抹森寒的刀光 不消片刻 西域天骄进阶辅诛 只有领头的一个还在苦苦挣扎 面上满是惊惧 也没有了一开始的张狂模样 我们没有招惹过你们 为何要对我们下厮守 一个开麦敬酒重的天骄 痴笑一声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天舞秘境 还因为 你们太弱 是 又是一道剑光袭来 领头西域天骄 直接被剑光从后胸贯穿 满脸不甘地倒底 没有 在摸失之后 宋天虎的队员均是皱眉 紧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响起 还有人 众人回头看去 刚从保木出来的东周天骄 看着煞气未消的轩灵院天骄 还有满地的尸体 先是一愣 随即面色大变 当机立断 逃 分开逃 他的速度也最快 只是还没跑出多远 便听身后一阵进风袭来 还有一道淡漠的声音逃 下一刻 鲜血挥洒 他直接被一击找宫洞穿 领头东周天骄满脸不甘 口中鲜血如泉涌 这便是天舞秘境 上一刻还在做着夺宝的美梦 下一刻便被人无情收割了性命 碰 满脸不甘的尸体 被随意甩在地上 宋天虎甩了甩手 将血水荡尽 他目光淡然 甚至懒得多看一眼地上的尸体 另一边的战斗 也结束得很快 地上倒满了东周天骄的尸体 还是没有 宋天虎的队员满有些烦躁 宋 宋师兄 一道颤颤巍巍的身影 从尸堆之中站起 刚才宋天虎等人出手的瞬间 柳虹便直接躺下装死 此刻才敢冒头 宋点皱眉看来 你是 柳虹连忙答道 我是猪浪师兄的队伍的人 路上的标记是我留的 感受到宋天虎的视线扫来 柳虹身子一颤 继续道 这宝木的东西 已经被陈征跟小子得到 应该才刚走不久 宋点面色一沉 终究还是来晚一步 宋天虎淡漠霸道的声音传来 是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太贵重的宝物 他便懒得再浪费时间了 柳虹恭敬答道 是精神秘宝 本来还一脸淡然的宋天虎 眸子骤然亮起 另一边 陈征带着高揽跟裴东 已经找了一处隐蔽之地 躲藏休整 此时 魂海内传来一阵震荡 陈征盘腿坐下 脸上带着期待 我倒要看看 这传承到底是什么 以混沌神鼎的炼化速度 能让他费一些时间的 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垃圾的东西 在意识沉入魂海的瞬间 便有一股信息传入脑海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股精纯 且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股力量 直接会入陈征的精神海内 陈征本就远超常人的精神力量 再次暴涨 隐隐有突破开迈进大关的限制 直逼天刚境的五道修者 幻梦练神法 陈征接收着脑海中的信息 那传承之物的传承 就是一门专门凝练精神力量的法门 一共五重 每修成一重 便可提升修者精神力量 而且还有诸多精神功法的手段 光从描述来看 就已经足够神意 若是能够修满五重 便可凝聚幻梦法相 将人拉入幻想之中 杀人于无形 陈征睁开眼睛 脸上止不住露出笑容 不说别的 只说这门精神练法 可以提升精神力量的效果 价值便在黄阶功法之上 便是一般的玄阶功法 恐怕也无法比拟 更遑论其中蕴含的诸多手段 一旦修成 只要精神力量在他之下 便是天刚静 他也能轻易杀得 距离陈征不远处 高揽跟裴东正在负责警戒 感受到陈征目光扫来 两人都有种如芒在背的不安感 回头看去 正好跟陈征的视线 对上两人顿时感觉 脑子像是被一柄大锤扔中 意识一阵恍惚 陈征健壮 连忙收敛精神力量 并非是他使用了什么手段 而是暴涨的精神力量有些失控 他还不能完美控制 在保木中 我得到了一门精神练法 等到两人回神 陈征淡淡的声音传来 并没有任何隐瞒 一是他不屑做这样的事情 二嘛 则是他很清楚 即便将幻梦精神练法交给两人 两人也无法修炼 修炼幻梦练神法 精神力量强大 只是最基础的条件 而这便足以筛退99%的人 剩下1%的人 还需要找到一种 名为练神时的宝物 也就是那承载了 传承的方形银白之石 用来开启精神海内的神脏 而即便找到了练神时 也仅有10%的概率 可以成功开启精神神脏 失败的后果 要么沦为吃傻 要么直接暴毙 不存在第三种可能 高兰跟裴东一脸惊喜 即便在得知诸多严苛条件之后 脸上的喜色也依旧不见 因为他们清楚 即便有如此诸多的限制 这门精神练法在轩灵院那 价值依旧不会低 哪怕不能修炼 轩灵院的那些 整日埋头研究功法的教习 也能从这门精神练法之中 剥离出有用的部分进行简化 这也是轩灵院惯用的手段 小侯爷 这东西可以说是 你凭一击之力拿到的 我们根本没出力 兴奋之后 高兰有些脸红到 裴东也是同样的表情 没错 若不是陈征 他们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哪还有脸面来分战礼品 陈征摇头 账不是这么算的 而且这两人能有这样的想法 陈征感觉分出一些收益 也无所谓 到时候功法上交 所得报酬 我分八成 你们一人一成 可有意见 陈征问道 高兰二人大喜 多谢小侯爷 陈征点了点头 意识便再次沉浸于精神海中 借着暴涨的精神力量 陈征准备一鼓作气 直接先修成幻梦炼神法一重 到时候 精神力量再次提升 足以比拟天刚进一二重的舞者 在凭借幻梦炼神法的诸多手段 天刚进之下 他如土狗 高兰跟裴东二人 则是一脸振奋地退回原处 压下心中的兴奋 神色间更显谨慎 有收获 固然值得高兴 但他们 也得有命回去享受才行 十几道身影 在废墟之中穿行 天色渐暗 天空半轮残月 洒下妖野的光芒 断壁残垣更显凄凉 还没到吗 宋天虎略显不耐的声音响起 走在前方领路的柳红 身子一颤 面色苍白道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我在那小子身上留下了印解 不会出错的 宋天虎身边一个队员 咧嘴露出森森白牙 最好是这样 否则害得我们白跑一趟 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宋天此时插嘴道 大哥 那小子掌握了精神秘宝 一会儿若是看见他 直接出手将其斩杀便是 不要给他挣扎的机会 免得出了差错 宋天虎看向自家弟弟 眯眼笑道 你这么想要那小子的命 应该不只是因为他羞辱了你吧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宋点神色一致 看着宋天虎冰冷的目光 连连摇头 大哥误会了 我只是担心而已 那小子能在三支队伍的争夺中 冲杀出来 必然是有些本事的 现在又得精神秘宝 看着宋天虎讥笑的表情 宋点的声音越来越低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找到了 柳红惊喜的声音骤然传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感受到宋天虎的视线一开 宋点暗暗松了口气 直到宋天虎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要不是 看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 你刚才就已经死了 等我杀了那小子之后 你最好想清楚 还要不要瞒我 看着宋天虎走远的背影 宋点神色无比阴沉 宋兄 吴姬侯的事情 告诉宋师兄又何妨 崔东牙不止之何时 来到宋点身边 低声说道 你懂个屁 宋点满脸脑木 你根本不了解他 要是被他知道 你觉得吴姬侯承诺的那些东西 能有一个子落到咱们手里 你是在做梦 自己这个大哥 除了残暴霸道之外 还很贪 这也是他不愿意 跟宋天虎亲近的原因 走吧 宋点目光闪烁 追随着队伍而去 实在不行 看见陈征死后 他便直接开溜 大不了事后回去 多准备些赔礼 看在母亲的份上 自己最多也就是断几根骨头 不至于会被打死 崔东牙跟在最后 感受到宋点的畏惧 眉头微皱 他将手掌藏于袖间 几只腕如蚂蚁的小虫 掉落在地 眨眼之间便消失不见 废墟间 陈征突然开口 不对劲 你有没有觉得太安静了 另一边的高揽皱眉 安静还不好 而且这里不是一直这样 不一样 陈征摇头 同样的安静 陈征却感受到 一股肃杀之气 他天生灵感比较敏锐 知晓这是危险逼近的征兆 正要出声提醒 眼睛猛然睁大 看向高揽身后 高揽也是 瞬间反应过来 体内近期正要爆发 一只有力的手掌 已然按在了他的肩头 恐怖的力量 让他动弹不得半分 弯曲的五指 直接抠进了他的肉里 捏得骨头嘎吱作响 高揽闷哼一声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神色间多了几分 慌乱一道疑惑的声音 在他背后响起 两个开麦精六重的废物 是怎么夺得宝木秘宝的 裴东正要出手之缘 却突然感受到 身后一阵强大的气势袭来 将他瞬间镇压 不敢轻易动弹 逗大的汗珠从他头上滑落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还有帮手 滑落 一只手搭在了裴东的肩上 满是威胁的话音 在他耳边响起 所以 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 你们剩下的人在哪 高揽认出了裴东身后之人 面色大变 向修文 高揽背后之人 也从阴影中显露 裴东同样色变 陶浩轩 这两人都是高年级中 有名的天骄 最重要的是 这两人都是 宋天虎追随者 我们被宋天虎给盯上了 高揽二人心中不由绝望 既然认出了我们 就该知道 挣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将人跟东西交出来 说不定看在 同位训练院学子的份上 我们还能饶你们一命 面容音质的陶浩轩 笑容讥讽 犹如细数的猫 他五指用力间 高揽忍不住发出惨叫 裴东咬牙怒吼 小猴也快逃 是宋天虎来了 以后再帮我们报仇 事已至此 托陈征下水也无用 还不如提醒陈征 让他离开 陈征若活 成长起来 以他的脾性 说不得以后 对他们亲族 还能有所照料 报仇也不是没有可能 裴东身后的向修文 眼睛微眯 露出不满之色 我可没让你开口 看来得给你一点教训 话落 只听一阵静风呼啸 向修文一掌拍下 掌间泛着昏黄之光 空气震荡呼啸 气势如山 一般沉重 裴东也不会坐以待毙 反身倾尽全力 一拳轰出 啪 全掌香蕉 发出一阵暴鸣 向修文脸上 泛着不屑的笑容 不自量力 碰 只听一阵鼓裂之声 裴东口吐鲜血 直接横飞出去 呵呵 敬酒不吃吃罚酒 看来我得先宰了你 剩下那个才会听话 向修文伴着 裴东摔飞的身影 大锅出 开迈进九重的气势净险 透着屁腻的气势 重重摔落 在地的裴东 只感觉全身 像是散了架一般 一身气血更是涣散 根本提不起半点劲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 向修文步步靠近 高懒倒是有心帮忙 只是他被陶浩轩 死死暗跪在地上 别说支援 自身都已经难保 结束了 向修文看着 裴东绝望的脸色 脸上闪过一丝无趣 手掌高抬 静气翻滚间 猛然轰响 是吗 一道弹幕的声音 突然在向修文耳边响起 让他神情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眼前一阵寒光闪烁 是 血花飞溅向修文 挥出强势一掌的手 已然掉落在地 染红一片 啊 凄厉的惨叫滑破夜空 向修文满脸惊暮 捂着断手 身形疯狂后撤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他看着宛如幽灵一般 出现在他身旁奇长身影 心中泛起阵阵寒一根后怕 他根本就没发现 这小子是怎么靠近自己的 自然也无从防备 若是那一件对准的是自己的咽喉 而不是自己的手 没事吧 陈征伸手将一脸茫然地陪东拉起 然后转头看向高揽那边 陶浩轩先是惊恶 随即露出愤怒警惕之色 你就是陈征 果然有点本事 难怪能带走宝木秘宝 陈征语气淡然 你的手 也不想要了 陈浩轩眯起眼睛 失笑道 小子 不过是偷袭得手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你想救人是吧 来试试看啊 话落 他目光死死盯着陈征 手爪进气翻涌 显然是动了杀机 那你看好了 陈征话音未落 身形已然消失 人呐 陈浩轩心中一惊 他竟然连陈征的残影都捕捉不到 在你旁边 向修文惊怒的提醒声传来 但陈浩轩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听一阵破空声在耳边呼啸 紧接着就是一片紫光剑影 下一刻 他便感觉自己 跟自己的手掌失去了感应 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痛袭来 啊 嗯 陈浩轩还来不及惨叫出声 陈征便抬起一脚 恐怖的肉身汽血之力灌注 轰击到陈浩轩的身上 只听一阵筋骨断折声爆鸣 人便喷血横飞而出 摔落到向修文的面前 我提醒过你们 陈征摇了摇头 似乎再为两人不听劝告惋惜 他伸手将高兰也扶起来 高兰脸上同样是一片茫然 视线跟裴冬对上 他们知道陈征很强 也见识过陈征出手 但此时的陈征 强得明显有些太过离谱了 两位开麦境九重 还是在高年级 都勉强排得上述的天骄 就被陈征这样轻描淡写 一人一剑 斩落一并 不知道的 恐怕都得怀疑 陈征是不是突破了天刚境 陈征感受着身躯中汹涌的力量 十分满意 在参破了幻梦炼神法一重之后 陈征也掌握了 以精神力量加持技法的能力 在精神力量的加持下 陈征无论是剑术 亦或是身法 都比原本增长了至少一倍 这绝对称得上是恐怖的提升 原来杀开麦境九重 陈征多少还是有些吃力 现在动起手来 真的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在见识到陈征的恐怖实力后 向修文脸上不再有丝毫的骄傲 抓起地上的陶浩轩 转身便跑 此子恐怖 唯有宋师兄方可胜之 看了一眼向修文仓皇逃离的身影 陈征并不着急追击 而是回头嘱托高懒二人 你们找个地方藏好 我去去就回 高懒跟裴东两人 只是木然点头 直到陈征动身 两人才反应过来 裴东惊声叫道 小侯爷 那两人是宋天虎小队的成员 不可应聘啊 我找的就是他 陈征语气平静 话落间 身形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 另外一处废墟中 柳红神色谦卑 已经帮忙升起篝火 一个高年级学员皱眉道 向修文他们去了有一会儿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传回 宋天虎盘坐在篝火前 语气淡然 稍安勿躁 他了解自己两个同伴的实力 哪怕那赤野猴之子有点本事 也不可能同时留得下他们两人 高年级学员无奈道 宋师兄 我倒不是担心 他们两个有危险 只是我们已经在这秘境外围 耽搁了太多时间了 孙策辉他们 此时说不定已经开始动手寻宝 我们去得晚了 怕是汤都没得喝 宋天虎摇头道 此次秘境动荡 天舞之门开启 但想要从天舞之门有所收获 可没那么简单 如果一两天就被他们攻破了 也不至于让这么多人屈之若鹜 大动干戈了 咱们晚去虽然会有些被动 但是先去同样有弊端 便先让那些人帮咱们探探路好了 文言 高年级天骄神色稍缓 小和和拍了个马屁 是我太心急了 还是宋师兄思虑的周全 宋天虎神色淡然 他之所以这么不着急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为了那精神秘宝 轩灵院四大魁首 各有个擅长的东西 也有各自的缺点 此次天舞秘境 其他人他都不放在眼里 唯有孙策辉被他是做威胁 而孙策辉的弱点 就是精神力量 若是能得到精神秘宝 再碰上孙策辉 他动起手来 就不会太吃力 宋天等人围坐在一旁 并不参与讨论 只是听见天舞之门时 不由露出好奇之色 有些东西 他们根本不知道 也只有这些得到消息的高年级 天骄知晓 来了 高年级天骄耳朵微动 站起身子 抬眼朝着北方看去 脸上露出淡淡笑容 希望向修文两个 能直接把精神秘宝带回来 也免得咱们再跑一趟 只是很快 他的笑容便凝固在脸上 借着夜色 只见一道身影 犹如败家之犬一般 朝着自己这边狂奔而来 在他肩上 还扛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家伙 正是向修文两人 救命 向修文看见火光 脸上不由泛起狂喜之色 身后似有若无的危机感 一直在提醒着他 陈征就跟在他们的后面 所以他一刻也不敢停留 直到看见宋天虎 心神才终于放松下来 你们怎么搞成这样了 高年级天骄大惊 连忙赢了上去 宋天虎也皱眉看来 宋点等人 更是露出惊诧之色 该不会是 崔东雅小声说道 宋点面色一沉 不可能 从上次交手 我就感受得到 那小子实力是比我强 但也绝对强的有限 这才过去多久 总不可能 那小子的实力 至少不该是陈征能够应付得了的 崔东雅不置可否 但愿吧 远处 快要被吓破胆子的 向修文惊声道 我后面有人 谁 高年级天骄 朝着向修文身后看去 却见茫茫夜色中 连个鬼影不看不见 你是不是看错 高年级天骄收回视线 正要质问 却见向修文满脸 惊恐地看着自己身后 你在找我吗 淡漠冰冷 却又陌生的嗓音 在高年级天骄身后响起 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煞时间 高年级天骄 只感觉浑身汗毛乍起 强烈的危机感 让她起了应激反应 滚 高年级天骄浑身静气激荡 手肘猛然往后一撞 杀气肆意 但可惜 啪 一只手掌抵住了 高年级天骄后撞的手肘 并且一点点的推回 在陈征恐怖的力量下 高年级天骄 甚至都没有反抗的余地 你太暴躁了 这样不好 话音落下 陈征按在高年级天骄肩上的手掌 骤然用力 轰隆 气血异象显现 犹如潮汐拍案的轰鸣声 震慑人心 力量绽放间 高年级天骄的肩骨直接炸碎 惨叫肩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烟红的鲜血浸透了半身 看着无比凄惨 向秀文大惊 扛着陶浩轩 朝着宋天虎狂奔去 直到站到宋天虎身后 冰凉的心才泛起丝丝安全感 陈征一脸轻松地 将高年级天骄按在地上 任凭他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他将手一到了 高年级天骄的头颅 再动 死 淡漠的话语声 却如阎王宣判 高年级天骄 瞬间将在原地 陈征转视线流转 扫过了满面震惊的颂点 最终落到神色阴沉的 宋天虎身上 嘴角露出淡淡笑容 听说你们在找我 巧了 我也在找你们 宋天虎吐出一口浊气 缓缓站起身来 身上犯着危险的气息 我只说一次 松开他 我要是不能 陈征诞声笑道 那就死 宋天虎一步踏出 恐怖的威势 犹如猛虎出笼 静气激荡间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空气中传来阵阵撕裂声 陈征目光一凝 这宋天虎的速度 竟然不比自己 在精神力量加成后慢多少 显然这宋天虎 修行了一门品阶不低的身法 而且已经步入圆满之境 虎袍 冷力的声音传出 宋天虎几乎一闪而至 身上绽放霸道的气息 就仿佛真如一头猛虎般 居高临下 审视着陈征 一拳轰出 带起阵阵惨烈的呼啸声 意境之力凝聚 宋天虎身后 浮现一头猛虎虚影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陈征撕咬而来 感受到这强大的威势 陈征并不慌乱 作为几乎站在 宋令院学子顶点的存在 宋天虎要是没这点本事吗 他反而才觉得奇怪 感受到宋天虎所带来的 选超寻常开迈进巅峰的压迫感 陈征脸上也多了几分认真之色 一把甩开高年级天骄 手掌已然握在剑柄之上 死吧 宋天虎脸上泛起凝笑 浑然不在意陈征的动作 陈征的实力虽然超乎他的预料 但也不至于让他动容 但很快 宋天虎便收起了这个想法 呛 清亮的剑鸣声 透着森然的寒意 紫色剑光 犹如瀑布一般倾泻 风锐的剑一荡开 带给宋天虎悚然之感 霸剑绝 横行 霸道一惊荡开 宋天虎只感觉被一股 宏伟气势笼罩 心中竟然产生一丝畏惧 身后的猛虎虚影 都在瞬间变得涣散不少 紫雷剑横扫而来 凌厉的剑风划破空气 也搅碎了宋天虎的霸道权益 猛虎虚影彻底破碎 感受到森然的剑光荡来 宋天虎眼中泛起一丝暴怒 却只能后撤 你的实力 似乎无法匹配你的口气 陈征诞生嘲讽 看见宋天虎竟然被陈征一箭逼退 向修文等高年级天骄 都是露出惊恶之色 冷汗之流 更是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不可能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 宋天有些破防 更因为心中生起的恐惧而恼怒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从陈征此刻展现的实力来看 他们若不是提前跟自己大哥会合 单独碰上 恐怕有死无生 柳红更是欲哭无泪 口中喃喃道 他更强了 他变得更强了 自己为什么要招惹这个怪物 宋天虎神色阴沉 小子 你的口气也不小 希望你的实力 能跟你的口气匹配 陈征手中紫雷剑 捂出一个剑花 空气激荡丝鸣 你会看见的 弹幕的话音落下 陈征的身影再次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 我只会看见你的尸体 宋天虎杀意凛然的话音落下 脚下一踏 身形同样消失 下一刻 一道沉重的碰撞声传出 两人身形显露 拳风与剑光交汇 四周空气都被绞碎 形成叨叨恐怖的飓风 向着四周席卷 他当真已经有了四大魁首的实力 崔东雅脸上不见畏惧 反而满是饶有兴趣的笑容 住口 宋天冷哼一声 不要让他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 那小子只会死在我大哥手下 崔东雅淡笑一声 这是当然 不过 我觉得他还需要一些小小的帮助 什么 宋天皱眉回头 却见崔东雅一掌拍来 碰 宋天根本躲闪不及 直接被一掌盖到头顶 只见崔东雅掌间有漆黑的雾气闪现 直接窜入宋天五窍之内 宋天惊怒的面庞瞬间平静下来 宛如舌童一般的瞳孔彻底张开 身上泛起一阵阴冷的气息 身具舌人之血 却不懂开发 自称鬼人 着实可笑 崔东雅摇了摇头 眯眼叹道 去吧 血脉虽然低等 但也可看一用了 崔东雅收回手掌 宋天脸上泛起争鸣之色 壮若癫狂一般 朝着陈征冲去 你 柳红一脸惊恶地 看向崔东雅 噓 崔东雅转过头来 胖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但布满了黑光的眼眶 却让柳红腿软地坐倒在地 却也捂住嘴巴 惊恐地不敢发出声来 乖 崔东雅满意笑道 伸手摸了摸柳红的脑袋 他重新转过身去 盯着远方激战的二人 眼眶中黑光散去 露出期待之色 让我看看 谁才是最合适的容器 杀 宋点嘶吼着冲来 宋天虎皱眉喝道 你来干什么 滚开 但宋点根本不理 身形跃起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朝着陈征扑去 一双手臂上 密布着漆黑的鳞片 浑身缠绕着诡异阴冷的气息 你的风病又患了 看见宋点的状态 宋天虎面色微变 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拉开距离 自己这弟弟天生神异 却又受神异影响 样貌丑陋 而且极为嗜血 一旦发起风来 六亲不认 十分危险 后来还是家里请高人 镇压了他体内异常的力量 这才让他除了样貌之外 基本与常人无异 此刻宋点身上散发的气息 让他都有些畏惧 看着扑杀而来的宋点 陈征眉头微皱 也感受到一丝危机感 宋点此时的状态明显不对 杀 宋点争宁丑陋的脸上 满是兴奋的杀意 诡异的力量缠绕双手 朝着陈征垂刹而来 受到那股诡异力量的影响 陈征感觉身体都僵直了几分 轰隆 混沌之力流转 汹涌的气血激荡间 直接冲碎了那股诡异力量的压制 陈征收剑归翘 将手摸向了鬼气刀柄 下一刻 漆黑的刀光 犹如火山一般炸裂开来 风雷 破 刀气呼啸间 便是让疯狂的宋点 也感受到一丝危机 但他被体内的力量控制 根本恨不为死 杀 他竟然探出一臂 朝着陈征的刀光抓去 是 刀锋入肉 鲜血见射 但陈征这凌厉的一刀 竟然没有斩掉宋点的手臂 而是卡在了宋点的手骨之上 宋点更像是没有痛绝一般 脸上油渍带着癫狂的笑容 另外一只缠绕着诡异力量的手臂 朝着陈征面旁抓去 死 后方 宋天虎看着这一幕 脸上并无喜意 宋点能压制陈征 那么对于他来说 也绝对是个麻烦 他现在只希望陈征 能够多消耗一些宋点的力量 宋师兄 向修文几个高年级天骄凑了上来 颇有些忌惮地看着宋点的身影 他这是 宋天虎没有回答 别问 一会儿一起出手 将他控制住 有人低声道 那要是控制不住呢 宋天虎眼中闪过一抹凶光 控制不住 那就把他解决掉 他不能再因为这些破事 浪费时间了 宋师兄 我觉得你还是一起出手比较好 宋兄好像不是对手 崔东牙悠悠的声音传来 宋天虎一惊 凝神看去 叫你有两只手吗 看着宋点拍来的手臂 陈征丝毫不见慌乱 右手握住剑柄 剑意激荡剑 骤然出窍 刷 在风锐的青云剑意之下 便是宋点手臂缠绕的那股诡异力量 都被瞬间切开 一只断手冲天起 喝呀 陈征左臂轻轻泛起 气血之力激荡间 爆发出一阵距离 原本卡在宋点手骨的鬼气长刀 也彻底斩下 是 又是一只断臂坠地 滚 陈征抬起一脚 只听力量轰鸣间 脚掌直接落在宋点铺来的 争鸣面孔上 下一刻 暗红色的鲜血 自陈征脚下绽放 宋点宛如陨石一般 横飞坠落 该死 宋天虎暗骂一声 身形再次踏出 他虽然希望 陈征能够消耗一下宋点的力量 可也没想过要陈征活着 你们也去 幽冷的声音传来 向修文等高年级学员 还没反应过来 便感受到背后被人拍了一掌 神情恍惚间 身形已经自行踏出 朝着陈征围杀而去 你们过来干什么 看着冲杀而出的同伴 宋天虎忍不住怒骂 现在明显已经不是他们 能够参与的战斗 他倒不在意这些人的死活 但自己的人要是都死光 他没了帮手 还怎么跟那孙策挥斗 滚啊 宋天虎再次怒喝 却发现 几人都像是听不见一般 身形愈发徐迅速 身上更是爆发出 惨烈的气势 一副拼命之状 被陈征一脚踹飞的宋点 此时也再次窜起 顶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嘶吼着 再次朝着陈征冲去 虽然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但宋天虎此时也来不及多想 干脆跟在几人之后 准备一击必杀 有什么事情 也等消灭了陈征 这个威胁再说 陈征手握刀剑 看着疯狂冲杀而来的众人 眉头不由皱起眼前 这些人的状态 明显不太对劲 尤其是那向修文 分明已经被自己吓破了胆子 此刻竟然还敢跟他拼命 看着向修文拍来的手掌 陈征并未挥动刀剑 而是同样一掌 朝着向修文对轰而去 碰 向修文口吐鲜血 抛飞出去 陈征也借着掌镜 身形向后退去 眼中泛起一丝恍然之色 精神力量 刚才在跟向修文接触的瞬间 陈征便在向修文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精神力量波动 而这股力量 显然不是属于向修文自己 陈征略微思索 便猜到了事情真相 有人靠着强横的精神力量 控制了他们 但会是谁 陈征抬眼扫去 目光先是落在宋天虎身上 但看着宋天虎那明显惊怒的脸色 便将其排除 目光落向更远处 他的视线 跟一张胖乎乎的笑脸对上 是你 看见陈征的嘴型 崔东亚脸上笑容更甚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看来你的精神力量也不弱 他略微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圆满的肉身 绝强的悟性 还有远超常人的精神力量天赋 真是绝佳的容器啊 应该 够我用上一段时间了 陈征收回视线 心中泛起一抹沉重 看着冲上而来的宋天虎等人 他没有犹豫 直接转身就跑 那果断的样子 让崔东亚脸上的协议笑容 都不由一致 摇了摇头 崔东亚痴笑一声 还真是够谨慎的 可惜啊 猎手没有让猎物跑掉的道理 追 崔东亚悠冷的声音荡开 宋典等人 包括高年级天骄跟柳红在内 都朝着陈征狂追而去 停下 穷寇莫追 宋天虎怒声喝道 但根本无人理会他 你们想找死吗 宋天虎大怒 直到崔东亚的身影靠近 他怒视而去 是你让他们追的 崔东亚淡笑道 是我 说吧 他抬手朝着宋天虎抓去 宋天虎眼中冷光一闪 找死 愤怒归愤怒 但宋天虎还没有失去理智 也反应过来 像修文等人的异常反应 说不定就跟眼前这胖子有关 他不清楚 这胖子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 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让这胖子去死 看着崔东亚手掌按来 宋天虎手掌悄无声息 摸响腰间 下一刻 荧光炸链 森寒之气闪现 一柄软件 这是宋天虎的杀招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一向以霸气示人的宋天虎 最擅长的却是身法 而杀手掌 竟然是一柄软件 想法不错 崔东亚暂许点头 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变 宋天虎心中一沉 随即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只见他的软件 在距离崔东亚不足一指的距离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隔 再也不得寸净 这是什么 宋天虎惊呼一声 想要抽身后退 却感觉浑身 像是压上了一座高手 根本动弹不得 崔东亚眼神一抬 金刚制成的软件 瞬间凝成了麻花 寸寸断折在地 在宋天虎惊恐的眼神中 崔东亚手掌按在了他的心口 崔东亚脸上笑容收敛 淡默道 你的身体 我就先收下了 宋天虎惊恐的面色 瞬间呆滞下来 碰 崔东亚身躯开始迅速腐烂 化作一滩浓水 洒落在地 下一刻 宋天虎呆滞的表情 边走边杀 身后追逐的人 也变得越来越少 轰隆 刀光闪烁 雷鸣炸链 最后一个高年级学员 头颅冲天气 鲜血喷涌间 陈征身形站定 看向紧盛的宋天 看着宋天身上 汹涌的诡异力量 陈征皱起眉头 这又是什么东西 一道轻笑声响起 这是妖力 陈征神色一宁 转头朝着黑暗看去 只见一道雄壮身影 踏着惨白的月光而来 宋天虎 陈征露出诧异之色 他本以为追来的 会是崔东雅 不对 你不是宋天虎 陈征皱起眉头 你是 崔东雅 宋天虎呵呵一笑 按住了躁动的宋点 我不是宋天虎 也不是崔东雅 你可以称呼我为 是神 陈征眉头微挑 在宋天虎身上 感受到了极强的危机感 他拍了拍宋点的肩膀 脸上泛起邪义的笑容 他本来是我认准的身躯 但现在被你毁成这个样子 你可要陪我 陈征一脸警惕 缓缓后退 跟宋天虎拉开距离 宋天虎 恍若未见一般 依旧笑呵呵道 当然是 拿你的身体来换 碰 一股恐怖的精神力量席卷 宋点整个人瞬间膨胀 然后像是烟花一般炸开 宋天虎收回手 消失在原地 陈征一惊 浑身气血之力绽放 空气丝鸣 刀剑齐出 霸道意境跟风雷意境激荡交融 强烈的危机感 让陈征不敢有丝毫隐藏 便是小城的青云建议 也尽数激荡而出 风锐霸道的建议 仿佛要诛灭一切 最后 陈征瞳孔缩成真状 一阵精神之力席卷 在他身前 形成一道无形之人 落神钉 这是陈征突破幻梦恋神法一重之后 所领悟的一门精神技法 不攻肉身 只攻神识 运用得当 可以让人瞬间失去抵抗之力 陈征手段齐出 但那股环绕在他心头的危机感 始终营绕不散 反而愈演愈烈 宋天虎已然站在距离他不足一仗之地 迎着陈征所有的攻击 脸上依旧荡着轻松惬意的笑容 不错不错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些天才 苦苦挣扎的模样 话落 宋天虎伸出手掌 轻飘飘地朝着陈征按去 恐怖的精神之力激荡 陈征所有的攻击 都像是纸壶一般 轰然破碎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精神力量 落在陈征身上 将他死死定在原地 陈征奋力挣扎 却像是一只落入网中的小鱼 根本无济于事 宋天虎的手掌 已然按在了陈征肩头 别紧张 深呼吸 一会儿就好了 我对你这副身体很满意 放心 我会好好珍惜的 陈征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一股恐怖的精神力量 便将他的意识湮灭 陈征浑海之中 一只硕大的 白色虫子显现 看着陈征远处浑海之中的混沌神顶 肥瘦的身子一僵 那是什么 这小子的浑海 为什么这么大 还这么奇怪 被翻滚的混沌之气包裹 世神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所谓世神 原来就是一条虫子 讥讽的声音回荡开来 谁 白色虫子身子翻滚 仿佛是在寻找声音的主人 混沌之气震荡 陈征的神魂之体 自神魂之海中走出 目光冷冽地看着 眼前的白色虫子 在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不足以跟世神对抗之后 陈征便当机立断 切断了神魂跟身躯的联系 躲进了浑海之中 而不出所料 这精神力量恐怖的家伙 也跟了进来 你还没死 白色虫子发出诧异之声 他明是神虫 乃是天生一种 最喜欢做的 就是吞噬天骄神魂 寄居其中 取而代之 至今为止 还从未失守过 直到这次 你果然不一样 是神虫嘴里发出兴奋的笑声 他从出生 便被遗落在这失落之地 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身躯 好待他脱离着繁龙 返回大千世界 眼前这小子 无疑就是上好的去窍 陈真看着兴奋的发抖的白虫 神色冷冽 嘴角翘起一抹讥讽的笑容 你好像忘了 这是谁的地盘 是神虫低笑道 看来你还不了解我 说吧 是神虫便要施展天赋神通 将陈真的神魂吞噬 取而代之 但很快他便发现 在陈真魂海之内 他竟然无法调动自身的力量 他那仿佛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第一次失去了作用 怎么会 不可能 是神虫惊慌叫道 欲感到一丝不妙 反神想要逃离 陈真的魂海世界 却见混沌之气汇聚 犹如惊涛一般 瞬间将其淹没 混沌之力 裹挟着是神虫 朝着混沌神顶汹涌而去 是你不了解我 陈真嘲弄的声音传来 便是强如青云剑军的剑魂 尚且无法挣脱 混沌神顶的前置 一条虫子 还能闹出翻起什么水化 不 饶了我 越靠近混沌神顶 是神虫心中的危机感 便愈发强烈 嘴里止不住发出求饶声 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很快 是神虫便被混沌神顶的力量笼罩 这是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的本源之力 不 听着是神虫凄厉的惨叫 陈真好奇地朝着混沌神顶内看去 只见在混沌神顶的炼化之力下 神顶底部 正有一滴新的液体 缓缓凝聚 虫子也能炼 陈真感觉混沌神顶的胃口 是越来越古怪了 摇了摇头 陈真将神魂抽离 重新回到身躯之中 身形亮腔间 陈真还能感受到 是神虫残留在自己体内 那股精神冲击的余韵 他心中泛起一丝后怕 那只蠢虫 如果不是想要占据自己的肉身 而是选择击杀自己 他恐怕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让他心中 泛起了一丝警醒 我现在即便拥有 轻易斩杀开迈进九虫的力量 在这天舞秘境 也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谁知道 这里面还隐藏着多少奇怪的家伙 陈真收敛心绪 看了一眼倒在地上送天虎 从外表看不见丝毫损伤 但实则 尸体都已经凉透 堂堂训练院高年级四大魁首 就这样死在这里 只能说事事无常 陈真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 然后弯下身子 开始摸尸 他眼含期待 堂堂四大魁首 身上总该有些好东西才对 摸完了尸 陈真原路折返 将其他尸体也摸了个遍 这才返回高懒二人藏身的地方 小侯爷 高懒二人从暗中走出 看见陈真平安归来 不由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陈真朝二人点了点头 丢下一个用破衣服做成的带血包裹 哐当 包裹坠地 发出一阵碰撞之声 这事 两人疑惑看来 陈真淡笑道 站立平 他们看着地上带血的破衣 隐约觉得有些熟悉 这好像 就是宋天虎的衣服 高懒跟裴东对视一眼 不由咽了口唾沫 那宋天虎他们 陈真淡然点头 嗯 都死了 即便所有猜测 但轻而听见陈真说出口 两人还是忍不住心神震动 陈真盘坐下来 没有理会两人震惊的脸色 询问到我这有个提议 你们要不要听一下 高懒跟裴东愈发恭敬 小侯爷请讲 后面 我就不带着你们了 陈真的第一句话 就让两人色变 露出苦涩笑容 是 我们两人的实力 的确有些拖累你了 陈真摆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后续就跟在我后面躲好 他指了指地上的包裹 顺便帮我管理一下战利品 等出去之后 除了那练神法的奖励之外 其他咱们九一分 如何 两人一愣 随即激动起来 当真 不用冒险 就有东西分 还有比这更舒服的事情 自然是真的 陈真笑着点头 不带两人 是陈真知道 后面的路会更加危险 以高懒两人的实力 根本无法参与进去 而陈真带着一大堆战利品 也不方便 干脆让两人帮自己搞搞后勤 也能各取所需 多谢小侯爷 两人躬身抱拳 脸上满是感激 陈真摆手笑道 行了 东西你们收好 顺便帮我咕咕驾 等出去以后 这些东西 也要麻烦你们帮我处理了 这是当然 两人欣然硬下 陈真从怀里 掏出一块金属碎片 你们认识这个东西吗 高懒二人凝神看去 只见陈真手中 只是一块普通金属碎片 并无什么神异之处 纷纷摇头 陈真点了点头 将碎片收好 这东西 是他从宋天虎身上摸出来的 还被宋天虎 特意单独藏在 那层夹层之中 绝对不是普通碎片 这么简单 休整一下 我们就前往中心区域吧 陈真招呼一声 高懒两人便开始 轻便起战利品 然后分类装好 陈真盘坐在地上 心神沉浸浸浑海之内 是神虫依旧在惨叫 陈真没有理会 看向神顶内 一滴金银液体 已然形成 陈真将其取出 混沌神顶气息浮动 一道信息传入陈真脑海 精神之华 扶之可提升精神力量 确认没有什么危害之后 陈真直接将其吞入腹中 煞时间 精神之海翻涌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陈真才睁开眼睛 只感觉世界也变得清晰了几分 灵魂更是隐隐有种漂浮感 这是陈真的精神力量太强 肉身快要无法承载的迹象 一滴精神之华 提升了陈真足足一成的精神力量 如今只论精神力量 他已经不弱于普通天罡径 陈真心中惋惜 可惜 在修为突破之前 我不能再服用精神之华了 否则神魂挤破了身躯 那玩笑就开大了 不过如今 他拥有着堪比开脉镜圆满的肉身力量 加上堪比天罡径三四重的精神力量 还有其他诸多手段天罡径之下 应该不会再有人是他的对手 陈真隐隐有些期待 不知道天罡径之后 我能不能有逆法天罡径的试炼 残阳如血 散发着怪异的光芒 不带丝毫温度 正在赶路的陈真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随着愈发靠近天罡径的中心区域 天象都在逐渐变化 就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骤然 陈真感受到 怀里传来一阵温热 他将怀中碎片掏出 只见原本普通的碎片 此刻正泛着淡淡的光芒 还带有一股淡淡的牵引之力 仿佛是在为陈真指明方向 原来是这么用的 陈真眼睛一亮 朝着碎片指引的方向大不敢去 与此同时 天舞秘境之中心区域 足足有十几只队伍汇聚 犹如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猛虎 在更远的外围 还有更多的队伍隐秘 就像是等待偷食的猎狗 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中心的一处建筑 跟其他断壁残缘不同 眼前的建筑完整 只是一半显现在地上 另外一半淹没在地下 就像是一个 被从地底拖转而出的棺材 十几只队伍 分成了四个阵营 西域天交 东周天交 北瞒天交 以及轩灵院学员 又分别以四人牵头 均是开脉进大圆满修为 催命长南宫也 落魂刀夏天克 满兽八个图 无影枪孙策辉 空气中泛着焦躁的味道 喂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八个图不耐烦叫让道 宛如远古蛮兽 一般的雄壮身躯 散发着远超 开脉进圆满的强大气息 夏天克阴阳怪气道 八个图 你还没看明白吗 分明是有人不想让我们进去 南宫爷也在一旁拱火 就是 轩灵院的这些家伙 就是想吃毒食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孙策辉一人身上 孙策辉眼眸微台 语气平静 开启这座木门需要钥匙 我这里有一把 另一把 在宋天虎身上 他不到 木门就开不了 他眼中也藏着脑溢 要不是宋天虎在那拖拖拉拉 他们本可以甩掉 其他三国天交 独享这座天舞宝木 他也不用被这些家伙 堵在木门 出言羞辱 天舞宝库开启 是轩灵院最先得到的消息 两把钥匙 也被作为奖励 分别落到了 他跟宋天虎的手里 虽然他跟宋天虎各有算计 但他实在想不明白 拖到现在 对宋天虎能有什么好处 他不会死在外围了吧 孙策辉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 外围 人头传动 所有人都在耐心等待 他们没有实力争 但并不代表 他们不能简陋 陈征隐藏在人群之中 大概弄清了 现在的状况钥匙 原来把金属碎片 是打开宝木的钥匙 陈征思索一番 后撤离开 来到高兰两人的藏身之处 向着两人问道 宋天虎的那件破衣 你们还没丢吧 高兰连忙翻出 袖着猙獰猛虎的破衣 递给陈征 在这儿 陈征接过衣服 藏到一座废墟石壁之后 运转千几百遍 片刻之后 一道穿着破衣的雄壮身影 从石壁之后走出 高兰跟裴东 都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宋 宋天虎 像吗 宋天虎嘴里发出的 却是陈征的嗓音 小侯爷 高兰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一脸惊奇 像 实在是太像了 无论是样貌还是气质 甚至是气息 都跟宋天虎如出一辙 自从在皇室藏经阁 起得千几百遍以来 陈征从未放下 对这门秘法的钻研 或许是天生契合的缘故 再加上陈征的悟性 不断提升 如今已然不如大成之境 不仅模仿起别人样貌来 毫无破绽 甚至是修为气息 同样能够模拟 这样呢 陈征身上气息浮动 犯着开脉进大圆满的威势 声音也再次改变 化作宋天虎的声音 一模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差别 高兰两人眼中满是惊异之色 他们现在都在怀疑 眼前的人 真的是陈征吗 我就是我 陈征从两人的神色中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满意笑道 是 高兰两人点头 不管如何 他们现在都是跟陈征 绑定在一起 一损俱损 其他的也没那么重要 你们自己找地方夺好 等我从宝木中出来 陈征交代了两人几句 便转身朝着 天舞宝木的方向走去 天舞宝木前 就在孙策辉也等得 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一道狼狈的身影 终于映入众人视线之中 宋天虎 孙策辉惊讶出声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其他人也纷纷投来 诧异的目光 陈征神色冷冽 模仿着宋天虎说话的神态 扯了扯身上破碎的衣衫 恼怒道 与你无关 他抬手一甩 金属碎片 顿时朝着孙策辉飞去 你来 他不清楚这钥匙的用法 担心露线 孙策辉眼睛微眯 也不宜有他 接触金属碎片之后 却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影响了其他一众热切目光 钥匙也到了 你还在磨蹭什么 八格图不满说道 其他人眼中也泛起危险之色 你不会是真的想吃毒食吧 孙策辉淡然摇头 吃毒食 我们当然没有这个本事 他也不询问陈征的意见 直接将陈征画入自己阵营之中 他身上绽放强大气息 语气冷冽道 但是这要是 也是我们耗尽千辛万苦 付出不少代价 才得来的 你们什么都不做 就想跟着进去 怕是不妥吧 夏天课皱眉道 那你想如何 孙策辉心中早有打算 沉生道 你们想进去可以 但得交门票 南宫也吃笑一声 这天舞秘境本就是无主之地 我们凭什么要别你交门票 孙策辉淡淡道 就凭 没有我们 你们进不去 八个图争鸣一笑 有本事 你们也别进去 孙策辉淡笑一声 要是在我们手里 我们当然可以这么做 与其让你们白白占了便宜 还不如干脆大家都别进 大不了 我们再等几年 等到下一次天舞宝木开启 他看向陈征 宋天虎 你觉得呢 陈征摆了白手 陪着唱起了双簧 也行 正好重新回去 休整休整 大不了再等几年 有门票前分 陈征自然是乐意的 孙策辉脸上笑容更甚 看向其他面色阴沉的天骄 当然 你们也可以试试用墙的 前提是 你们有这个本事 怕你不成 八个图怒笑一声 但却根本没有动作 夏天课跟南宫也都沉默 两大宣令院高年级魁首联合 还是有点威慑里在的 孙策辉眼看火候不够 再次开口 提个醒 天舞宝木开启的时间 只有八个时辰 现在 我们已经浪费了四个时辰 再有四个时辰 宝木便会重新沉入地底 到时候 你们就是愿意给门票也没用了 最终还是西域的天骄率先妥协 你们想要多少 孙策辉淡笑道 一支队伍 三百万金币 或者同等价值的东西 南宫也脸色一黑 太多了 那你可以不进 孙策辉丝毫不让 夏天课皱眉到 要是有人给了 有人不给怎么办 孙策辉冷笑道 这不是更好 大家一起把不愿意给的清理掉 还能少一些竞争对手 夏天课眼睛一亮 给你 他直接掏出三张绿色金卡 丢给孙策辉 韩生道 定个时间吧 十期之内不愿意给钱的 便算自动放弃 咱们直接动手 孙策辉挑眉 可以 白痴 南宫也骂了一声 也无奈交了金币 八个图看到三方投来的杀意眼神 哪怕心里不愿 也只能掏钱 出不起的 自动退出一里之外 谁要是不守规矩 哪怕进了天舞宝木 也只有一个下场 死 孙策辉冰冷的声音荡开 原本十几支队伍 人数瞬间少了一半 这是你的 孙策辉将一叠绿色金卡 丢给陈征 陈征欣然收下 这就是冒用宋天虎身份的好处了 不仅能省了许多麻烦 得了好处 也不用担心被人惦记 别再浪费时间了 八个图不耐烦地催促 这次孙策辉没有再废话 抬手一甩 两块金属碎片 在各自的牵引力下拼接在一起 正好嵌入大门的凹槽之中 嗡 大地震战 一股无形的气机激荡开来 恐怖的威势 让在场所有天骄都为之色变 轰隆 在阵阵轰鸣声中 巨大的石门自中间分开 露出一道缝隙 走 孙策辉一马当先 他队伍的天骄也是紧随其后 紧接着便是一直注意着孙策辉动向的陈征 其他队伍稍慢了一些 却见只露出了一道缝隙的大门 竟然又有了要闭合的迹象 顿时气急败坏 该死 木门再重新关闭 冲 快呀 等他们冲进去后 被逼退到一里之外的其他队伍 即便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终究没能改上 轰 轰 阵阵轰鸣间 本来半露在外的建筑开始沉默 最终在一众懊恼的视线中 被断壁残缘淹没 另一边 已经冲进石门的队伍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直到树西之后 那种失重感才渐渐消散 陈征视线流转 悬挂着一轮血色残月 星红的光线洒落 映照到平原之上 阴冷的凉风吹拂 半人高的杂草来回摆动 就像是一片血海荡漾 孙策辉 你为什么不事先提醒我们 我们差点就进不来 八格图愤怒的质问声传来 那不还是差了点 孙策辉挑眉道 而且事先说了 其他队伍会那么配合离开 说吧 他来到陈征身边 压低声音道 宋天虎 你没人了 不如加入我 跟我合作如何 没兴趣 陈征果断拒绝 这孙策辉精于算计 极为聪明 陈征到底对宋天虎了解不深 无法模仿的入目三分 万一跟孙策辉待得久了 难免不会露出破绽 孙策辉眉头微皱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这里便是天无宝目 看着就那么顶点大的地方 怎么会是一片荒原 现在该往哪走 陌生的幻境 让一众天骄摸不着头脑 陷入茫然之中 突然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靠近谁 众人环顾四周 点点血色幽光 自荒草之中浮现 低沉的吼声 带给人莫名的惊悚感 什么东西 野兽吗 不可能 天无秘境 遗留有各种考验 但是绝对没有活物 没有生物 能再破碎世界存活 众人下意识地靠在一起 但荒草间的血色幽光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 看着无比甚人 众人也终于看清了 这些东西的样貌 那是一只 只以四只匍匐在地 形如枯柴一般的干尸 他们本以为 是某种野兽瞳孔的血色幽光 其实是一颗颗 悬浮在这些干尸胸膛 被诡异红线链接 正在明灭闪动的心脏 四 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所有人都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吼 伴随着一阵猛烈嘶吼 仿佛吹响了进攻的信号 诡异的干尸们 犹如蜂蜒的蚂蚁一般 朝着众人扑杀而来 便进阶粉碎 只有宛如琉璃一般的血色心脏 完整地掉落在地 咦 孙策灰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这些形貌恐怖的怪物 竟然出奇地脆弱 其他人见状 胆气顿时足了起来 纷纷出手 不消片刻 众人四周便被干尸的残躯堆满 也不过如此嘛 巴格图痴笑一声 弯腰捡起一颗血色心脏 拿到眼前打量 这东西这么硬 莫非是什么宝物 巴格图浑身气血之力涌动 掌尖不断发力 想要试试这血色心脏的极限 啪 在巴格图用到八分力时 血色心脏终于碎裂 直接化作一滩血水炸开 护了巴格图满身 呸呸呸 巴格图满脸嫌弃扯下衣服 一脸晦气地丢开 其他人也收回视线 不再关注 各位 我就不奉陪了 孙策灰朗声说道 然后带着自己人 选定一个方向离开 显然没有要跟大家一起行动的意思 那就各凭本事吧 夏天克也带着东周的天骄 朝着跟孙策灰相反的方向离去 南宫也犹豫一番 最终带着西域一众天骄 选择了跟孙策灰一样的方向 最后 只有陈征跟巴格图等一众北蛮天骄 还留在原地 陈征没有要跟这群北荒蛮子相处的兴趣 正打算离开 却见巴格图的视线扫来 神色阴沉道 宋天虎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是说要多带几个帮手吗 此时的巴格图 哪里还有半点刚才莽撞冲动的样子 陈征心中惊讶 但面上表情不变 路上出了点状况 巴格图吃笑道 这是你的问题 既然如此 你可别怪我小倩 之前答应你的几个名额 只能作罢了 陈征根本不知道巴格图在说什么 但也并不妨碍他演戏 只见陈征面色一沉 就没有什么补偿 巴格图吃笑一声 你还想要什么补偿 他挥了挥手 其他北蛮天骄 就像是早有准备一般 各自拿出一个口袋 将地上的血色心脏捡起 陈征阴沉着脸 心中思绪流转 他弄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什么局面 所以只能避免多说多错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宋天虎似乎跟这些北蛮蛮子 提前达成了什么交易 还有 这些蛮子 似乎对这个地方颇为熟悉 别生气了 诺 这些都是你的 巴格图从同伴手中 接过一个袋子 塞进陈征手里 他一脸认真地看着陈征 你虽然从小在大渊成长 但你身上 终究流淌着我们蛮人最纯正的险 蛮神在上 不会忘记你们异族的付出 这段话的信息量有些大 陈征眼眸微尘 看着手中的袋子 以此掩饰心中的惊讶 宋家 竟然是蛮人 巴格图没有察觉到陈征的异常 扛起最大的袋子 看了一眼天空的血月 转身朝着荒原深处走去 走吧 只要迎回了血蛮祖魂 你们异族 回归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陈征一言不发地跟在最后 虽然他不知道 所谓的血蛮祖魂是什么 但一听 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皇城 无极侯府 书房 田无极收起笔 站在一旁的田经义 看着宣纸上写下的巨大血字 只感觉一头雾水 他摇了摇头 有些焦急道 二弟 不能再放任皇室 跟那个废物继续猖狂下去了 前线传来密报 那些蛮子 恐怕是挡不住陈征了 一旦陈征返回 咱们就更没机会了 田无极神色平静 在巨大血字旁边 又添了一个蛮字 他拿起两张宣纸 嘴角泛起淡笑 陈征返回不来了 田经义眼睛一亮 他很清楚 自己二弟的性子 既然说出口 就至少有九成的把握 与此同时 天舞秘境外 四国高手都惊恐地看向天空 只见原本是天舞秘境入口的地方 此时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无边的血色自缝隙蔓延而出 也将缝隙渐渐称大 恐怖的威压充斥天地 仿佛有什么恐怖之物 正要正途而出 那是什么 一位东周的天罡镜圆满强者 在这股恐怖威势下 身子竟然止不住站立 其他人也是差不多的样子 孙长龙死死盯着天空 咬牙道 快 打开秘境 将人传送出来 要出事了 其他三国的强者文言 不敢犹豫 联盟上前四道力量会 原本已经暗淡的通天光柱 再次闪耀 巨大光门开启 一道又一道身影 被传送出来 怎么回事 怎么出来了 到时间了吗 一众天骄 脸上满是茫然 发生变化 该死 八个图呢 我北黄天骄 怎么没出来 一个浑身不满 黑色皱纹的北门巫师 焦急叫道 夏天克 我东周天骄也没出来 背负重剑的东周高手 怒声喝道 满面阴沉的西域高手 看向孙长龙 我西域顶尖的那批天骄 也一个都没出来 不会是你绚灵院搞的鬼吧 孙长龙视线环绕 脸色同样铁青 放你娘的屁 你看我绚灵院天骄出来了吗 孙策辉跟宋天虎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对于轩灵院来说 绝对是一场重大的损失 高年级四大魁首 可都是照着天象进去培养的 现在一下就少了两个 懒得理会找世的三国高手 孙长龙随便拉了的天骄过来 沉声问道 宋天虎他们呢 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高懒一脸猛逼 正要实话实说 裴东连忙开口 回复院长 宋师兄跟孙师兄 连同其他三国的顶尖天骄 全部都进了天武宝墓 天武宝墓 孙长龙皱起眉头 心头略微松缓几分 他是知道天武宝墓 会在这次秘境中开启的 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 孙长龙望向已经快要 染满半边天空的血色 无奈地叹息一声 他摇了摇头 蕴含刚原的声音传遍全场 所有轩灵院学员听好了 立刻上非洲返回轩灵院 孙策辉一群人无法被传送出来 他们又进不去 能不能活 也只能看孙策辉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至少 先保证已经出人的安全 一众轩灵院提天交虽然不解 但也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看见了天边恐怖的血缝 能够感受到 那股可以将他们轻易碾碎的威压 孙长龙 不把事情说清楚 你还想走 背负重见的东周天刚进高手 冷眼看来 心情不佳的孙长龙语气不善 放心 我没打算走 至少在通道崩碎之前 我不会离开 你们三人也是一样 先把其他人送走 你们留下就行 如果里面的人还活着 有我们四人接应足矣 西域天刚高手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难看到 你是觉得 他话音未落 便被孙长龙不耐烦地打断 你们自己没长眼睛 孙长龙只向天空的裂缝 这还不明显吗 那天五秘境中 分明是有什么东西苏醒了 这是世界之灾 世界之灾 其他三人均是震动不已 所谓世界之灾 就是这些世界碎片化作的秘境 某些残留力量的苏醒 或许是某位强者的残魂 又或者是某种觉醒了自我意识的宝物 亦或者是一些轻负世界之后残留的邪恶之力 作为各国的一流强者 他们自然知道天外有天 这也是他们一直让各国天骄攻克秘境的原因 通过从秘境之中带出的东西 也能让他们知道天外世界的信息 甚至做好踏出天外的准备 但随着深入了解 他们也愈发认识到了天外世界的恐怖 从这些世界碎片所发掘的东西 让他们明白 这些崩碎覆灭的世界 每一个都是远比他们所在世界更加强大的存在 但即便是这样强大的世界 也依旧落得这般凄惨的下场 他们踏出天外后又会遭遇怎样的恐怖 未知的危险让四国惆怒 但对天外的向往 又让他们明知道 这些世界碎片的危险 也依旧不愿意放弃 我记得上一次 是一道已经发疯的强者残魂 哪怕残留了不足1%的力量 也依旧让我们四国付出了惨重代价 东周强者神色凝重 西域强者补充道 一共死了三位天象镜 四十七位天刚镜 天刚镜之下 王者更是不计其数 北蛮强者不耐烦道 所以现在要怎么办 孙长龙叹息一声 先把其他人送走 然后将各国的强者叫来 为了稳妥起见 一国至少要来三位天象镜 你们应该也感受到了 天上那东西可不是好相遇的 行 三国强者进阶应下 各自转身安排去了 孙长龙也让返回的宣灵院教习 尽快把消息带给洛天奇 北蛮一方 非洲之上 浑身鸣刻皱纹的大巫师 脸上没有在孙长龙等人面前 时候的那种沉重 反而犯着狂热兴奋的笑容 当平一切 借着这次机会 一举解决其他三国的顶尖战力 蛮神的荣光必然洒落天下 其他北蛮高手也都露出狂热的笑容 蛮神在上 与此同时 天无保穆之内 陈征跟着一众北蛮天骄 在平原之上穿行 陈征拿出一颗血色心脏 尝试勾动混沌神鼎 想要看看能不能练化 结果混沌神鼎反馈给他一道嫌弃的意念 不是好东西吗 陈征皱起眉头 看向最前方的八格图 还有多久 八格图回过头来 笑道 怎么 等不及了 陈征摇头 我只是不明白 什么 八格图疑惑地看着陈征 没什么 陈征突然看向身后 咱们好像被盯上了 八格图面色一沉 冷喝道 谁 孙策辉带着人从荒草之中走出 脸上带着奇怪之色 你怎么会在这 八格图眯起眼睛 孙策辉讥笑一声 你不会以为 你那可笑的眼界 毫无破绽吧 别人不知道你八格图 我还能不知道吗 顺天部落少组长 凭借一己之力 弄死了自己两个哥哥 五个弟弟 成为唯一的继承者 孙策辉对八格图的过往 如数家珍 他讥笑地看着八格图 你的演技确实不错 但你演得太过 也表现得太蠢 说着 孙策辉视线落到陈征身上 好奇道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猜的 陈征淡淡道 这孙策辉的脑子 的确机灵 而且也够谨慎 如果不是陈征的精神力量 远超常人 还真不一定能发现 他就带着人跟在身后 孙策辉不置可否 我很好奇 你拒绝了我 却跟这些蛮子走到一起 他们到底向你承诺了什么好处 陈征一脸诚恳 说实话 我也很想知道 别说废话了 孙策辉 就凭你一个人 也赶来找我们的麻烦 八格图眼中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北蛮天骄 根本不用招呼 便各自散开 将孙策辉等人包围起来 眼中进阶带着杀气 孙策辉不慌不忙 谁说我是一个人 南宫野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随着孙策辉话音落下 南宫野带着人从暗处走出 脸上带着明笑 八格图 一个人吃毒食 可不是个好习惯 八格图眉头微皱 眼中煞气不减 夏天客呢 让东周的人也出来吧 孙策辉摇头 不用炸了 那些傲慢的家伙 是真的蠢 没来 是吗 八格图叹息一声 眼中隐隐有血光浮现 那还真是可惜 孙策辉眉头微挑 可惜什么 哄 伴随着一阵空气诈鸣 八格图的身影 顿时变得扭曲 宛如狂风一般席卷而来 只是瞬间 八格图便已经冲到孙策辉身前 右臂弯曲高举 五指张开 一股暴虐的气息 在他掌尖汇聚 然后对着孙策辉 轰然落下 孙策辉神色平静 手中长枪 如同游龙刺出 一点寒芒蹦射 紧接着无限放大 风锐的气息绽放 眼看枪盲绽放到最盛的时候 八格图却一把朝着枪尖抓去 死 死 孙策辉眼中闪过一抹惊恶之色 只见他枪尖的力量 竟然被八格图掌尖的暴虐之气消融怕 八格图一把握住了枪尖 眉心上 一道血色红印浮现 紧接着 孙策辉只感觉长枪上 传递来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力量 强烈的震荡之力 让他手掌猛然炸出刀刀血线 他不得不放弃长枪 抽身而退 无影枪 竟然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吗 八格图讥讽的笑声传来 倒到血线自他眉心的红印朝着全身扩散 而随着血线扩散 八格图整个身躯也在逐渐膨胀 身上的气息变得愈发恐怖 孙策辉看了一眼血肉模糊的手掌 心中生起一丝不安 这八格图的状态明显不对 本来想晚点再解决你们 既然你们非要来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八格图宁笑一声 身形猛然腾空 来到孙策辉上空 张开的双臂 犹如重锤一般 轰然落下 虽然身躯膨胀了不少 但是八格图的速度反而变得更快 膨胀的身躯 虽然看着略显臃肿 但势则无比灵活 恐怖力量带来的沉重气压 让孙策辉有种凶闷的感觉 南宫也 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他冷喝一声 此时的八格图 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对抗 别吵 八格图出乎意料的强大 让南宫也产生了一丝压力 本来作弊上官的心态 发生了转变 裂风掌 南宫也身形一跃而出 澎湃汹涌的掌镜 犹如利刃一般 朝着八格图袭杀而去 孙策辉顶着着压力 既然手中无枪 那就干脆以手带枪 碰 一记直拳 带着灵力的锋芒 朝着八格图胸膛然垂去 面对前后夹击 八格图脸上不见丝毫慌张 由自带着自信的笑容 不自量力 他身上血线亮起 气息再次暴涨 已经隐隐有超过天刚镜的趋势 但下一刻 他猙獰的笑容凝滞 眼中泛起一丝痛苦 身体也出现了瞬间的僵直 本来被八格图恐怖气势 吓到的二人 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手中攻势愈发凌厉 小心 陈征一步踏出 来到八格图身边 缩成真状的瞳孔恢复正常 气血之力翻涌间 对着南宫也一拳轰出 砰 强大的力量 直接撕裂了南宫也的全径 将其一拳逼退 然后陈征拉住八格图的后颈 猛然的一拽 原本孙策辉轰向八格图心脏的一拳 贴着身躯划过 只是留下一道血痕 孙策辉大怒 宋天虎 你要吃里爬外 八格图此时也恢复正常 脸色难看到 走 他们还隐藏了一个精神力量修者 好 陈征也不废话 拽着八格图的后颈 便朝着荒原深处跑去 拦住他们 到祭坛会合 八格图大喝一声 其他北瞒天 胶身上也浮现到的红线 气息顿时暴涨一大截 眼中涌现着疯狂之色 朝着孙策辉等人主动攻去 在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陈征才将八格图放下 多亏了你 不然 我可能真被他们算计了 八格图脸色难看 身上血线消退 眉心的血印也渐渐隐去 他是真没想到 对方的队伍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 精神力量如此强大的家伙 能对狂话状态下的他产生影响 那么 对方的精神力量 绝对不在天刚镜之下 陈征皱起眉头 你就这点本事 八格图面色一沉 你什么意思 若不是那隐藏的精神力量修者出手 我以一敌二 也可诛杀孙策辉两人 陈征诞生道 你那血印 无法抵抗精神力量 八格图恼怒道 我这才是一级血印 等一会儿完成仪式 便可晋升为二级血印 那时候 我便可不惧精神攻击 陈征点头 所以 现在其实是对付你的最佳时候 说话间 陈征已经按住了八格图的肩膀 你想干什么 八格图意识到不对 正要动手 一股强横的精神力量 已经降临在他身上 落神钉 陈征瞳孔缩成真状 无形的精神力量 犹如风暴 凝成一股 狠狠扎入八格图脑海 刚才是你 八格图惨叫一声 声音中透着无边的怒火 刚才暗中出手的精神力量修者 就是这宋天虎 是我 陈征淡然承认 手中力量翻涌 一把将失去行动能力的八格图 掀翻在地 紧接着一连轰出四拳 只听一阵筋骨断折的声音响起 八格图四肢全被打断 为了稳妥起见 陈征最后一拳 直接落在了八格图的汽海丹田 咔嚓 啊 八格图惨叫声在起 双眼大瞪 浑身气息犹如破了洞的筛子 开始疯狂减弱 抱歉 时间宝贵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 让你老实一点 陈征淡默的声音传开 八格图一口溺血喷涌 愤怒的眼神中不满不解 为什么 你身上流着蛮人的血 蛮神的荣光即将照耀天下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背叛 陈征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八格图 一开始 陈征是打算按兵不动 想要看看这些蛮子 到底打着什么主意 但是 随着朝荒原的不断深入 陈征心中的危机感 也越来越强 为了稳妥起见 陈征便改变了主意 直接点出身后 跟踪的孙策辉等人 他本意是想等两方拼个两败俱伤 他再出手 却没想到 八格图竟然有利压人的手段 便只能暗中出手 顺便带走八格图 现在 既然已经试探出 八格图的所有手段 陈征便也懒得装了 他正要开口审问 八格图却像是想到了什么 面色阴沉道 是田无极 你一定是被田无极给收买了对吧 陈征目光微闪 这件事情 还跟田无极有关 他继续保持沉默 八格图却以为是自己猜中了 宋天虎的心事 连忙沉声劝道 宋天虎 你糊涂啊 那田无极想借我们北荒的力量消灭陈御 看似是我们在为他做事 但我们北荒 又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呢 只要等雪蛮将士 无论是那赤野猴 还是那无极猴 都得死 到时候你宋家 又该如何自处呢 陈征心里消化着消息 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出 犹豫纠结之色 八格图健壮不由心中一定 他强压下心中的杀意 继续劝道 刚才那股力量你也看见了 你若继承了这股力量 什么狗屁四大魁首 都不会是你义和之敌 陈征露出心动之色 纠结道 不对 你别想骗我 无极猴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 八格图吃笑一声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是不是说自己掌控血蛮之印 即便血蛮大将复苏 也要受他操控 呵呵 你被他骗了 他手中那血蛮之印是假的 也是我北荒故意让他得到 用来迷惑他的 他手中的赝品 虽然的确具备一些威能 但只要我们拿到真正的血蛮之印 他手中的赝品 就只是一块没用的废物 什么 陈征虽然不知 那血蛮之印是何物 但还是装作露出震惊之色 八格图一脸自信地笑道 现在你明白了 宋天虎 趁着现在还有回头路 停下吧 重归蛮神的怀抱 陈征神色闪烁 咬牙道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在骗人 那可是无极猴 你们能骗得过他 八格图吃笑道 我没有骗你的必要 毕竟不管是我们 还是无极猴 有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 那就是唤醒血蛮大将 等血蛮大将苏醒 你自然就会明白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 你宋家可就没有了回头的余地 陈征仿佛是被震慑住 叹息一声 面露无奈道 好吧 告诉我你们的计划 我要验证一番 看你有没有骗我 说吧 陈征眼中泛奇凛略的杀鸡 一把掐住八格图的脖子 如果让我看出 你有半句假话 我会立刻杀了你 八格图笑道 可以 在八格图的描述下 陈征终于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心头顿时无比沉重 按照八格图的说法 这是北荒跟田无极 联合部下的一局大棋 血蛮大将 传说中蛮神座下的大将 拥有远超天象镜的实力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一直都在沉睡之中 十年前 田无极便将血蛮 偷偷送入天舞秘境 借着天舞秘境残存的世界灵性 想要将血蛮大将复苏 一个月前 天舞秘境震荡 其他人都以为 天舞秘境中有宝木出世 只有北荒跟田无极知道 这是血蛮大将要苏醒的征兆 北荒跟田无极 将要借着血蛮大将出世 诛杀几国顶尖战力 如此一来 便可扫平一统天下的障碍 只是北荒跟田无极各怀鬼胎 不仅是要三国强者的性命 更想要彼此的性命 关键点就在于 那血蛮之印的归属 现在看来 似乎是田无极上了当 受了这些蛮子的蒙骗 但陈征觉得 这些蛮子想得过于天真 能跟自己父亲 都这么多年的家伙 一个已算无一策着称的强者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被一群蛮人蒙骗 陈征脸色难看 真要被田无极掌控了 操控血蛮大将的方法 那可就麻烦了 巴格图一脸傲然 宋天狐 你现在明白了 只有重归蛮神的怀抱 才是你宋家唯一的活路 陈征眯眼道 那些血色心脏就是祭品 如果没有祭品 血蛮大将是不是就无法复苏 巴格图皱眉道 你在说什么胡话 这心脏只是用来 净化我们血脉的祭品 血蛮大将 在你们用钥匙 开启保木的那一瞬 便注定了会醒来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随即 巴格图又露出恍然之色 你还在试探我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宋天狐 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陈征探服 这都被你看出来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巴格图没听出陈征的反话 还真以为陈征 是惊叹于自己的智慧 自得孝道 外人都说我北荒人没有脑子 但也不尽然 我巴格图 就是注定要超过赤野猴 跟无极猴的存在 他一脸诚恳地看着陈征 宋天狐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记恨报复你 反正等重塑血脉的时候 一身血肉筋骨都得重塑 此乃破而后立 说实话 让我自己来 我还未必下得去这个手 陈征点头 一脸诚恳道 以前是我糊涂 还请巴格图兄弟误怪 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还请兄弟教我 巴格图心中冷笑 面上却洋溢着灿烂笑容 好说 你扛着我 带上忌品心脏 一路往北走 在荒原的最深处 有着一片血色的湖泊 血蛮大将就沉眠在湖底 在血湖中央 便有着一块悬空祭坛 我等只需携带血色心脏 便可重塑肉身 脱胎换骨 也能加快血蛮大将苏醒的进程 陈征点了点头 一眼扛起巴格图 拎起装有血色心脏的袋子 朝着北方跑去他得去试试 有没有什么阻止血蛮大将苏醒的办法 外见 无极侯府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恐怖的威势激荡四方 无极侯府的下人们都指不住双腿发软 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田无极 你给我滚出来 落天祺脸上充斥着暴怒之色 呵呵 一道轻笑声传来 一袭轻衣 净显儒雅气度的田无极面露疑惑 院长为何动怒 落天祺气笑 少跟我在这桩 天舞秘境的事情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田无极露出惊讶之色 什么 天舞秘境出事了 落天祺寒声道 一个月前 天舞宝木的消息 是你带回来的 要是更是你给的 结果就这要巧 世界之灾出现了 田无极苦笑 我这可就冤枉了 院长 我念旧情 为绚丽院做些贡献 还做出岔子来了 好好好 你不承认是吧 那你最好别让我抓到证据 落天祺冷哼一声 否则 你也不用等陈遇那个混账回来 我会让你知道 不守规矩的下场 话落 落天祺化作一道流光 冲天离去 只留下一句话 在大院之中回荡 一刻钟后 非洲集合 前往天舞秘境 田无极面色恢复平静 田经义跌跌撞撞地 从府内跑出 满脸都是金句之色 二弟 落院长这事 田无极眼中 透着彻骨的寒意 笑容却静显何续 没什么 老人家入土之前 发发牢骚罢了 田经义面色震动 但不等他问 田无极便再次开口 宋家的人到了吗 田经义恭敬道 到了 等了有三四个时辰了 田无极笑道 怎么好让贵客久等 我去看看 客厅中 旁卫上 一个面容富泰 身材魁梧的汉子 如坐针毡 桌上的茶水 换了一杯又一杯 他也一口未冻 此人便是皇城宋家之主 宋道衡 哈哈 久等久等 让宋家族等这么久 是本侯的不是 田无极满脸笑意地走路 宋道衡连忙站起 弯腰抱拳道 侯爷折杀小人了 小人能够今天 可全仰仗的侯爷 田无极摆了摆手 示意宋道衡坐下 这才开口道 刚才你也感应到了 院长正拿我撒火呢 你说我这侯爷当的 憋屈不憋屈 宋道衡头上冷汗落下 不憋屈 侯爷是尊师重道 实乃无被楷模 宋某佩服都还来不及呢 田无极笑了笑 喝茶 宋道衡慌忙道 小的不渴 啪一个茶杯呼啸而来 宋道衡堂堂一个 天刚静圆满的武人 竟然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茶杯便在他脸上炸开 碰 锋锐的碎片在他脸上 划出道道血痕 恐怖的力量将其撞飞到墙上 再反弹落地 噗 一口鲜血喷涌出 本侯让你喝茶 田无极依旧是那副和煦的笑容 宋道衡浑身一颤 连忙匍匐 爬向洒落在地的茶水 伸出舌头 像狗一般铁饰 下一刻 一只脚掌踩落在他后背 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他踩趴在地 又是一口鲜血喷洒 田无极唇厚的嗓音响起 没有本侯 你还在那荒芜之地 靠着启石为生 狗一样的东西 谁给你的胆子 敢背叛本侯 侯爷饶命 是乌木格 是他逼我的 宋道衡惨叫不已 乌木格 北荒之主 重蛮之王 看来你还是惦记着 你身体中的那点蛮族血脉 不妨 我便全了你的忠意 田无极吃笑 宋道衡奸声道 侯爷饶命 是乌木格派人告诉我 说您命不久矣 还说让我弃暗同名 我当然是不信的 我这次过来 就是来提醒您的 田无极一脚 将宋道衡踹开 讥笑道 一边让自己的儿子 配合那些蛮子做事 另一边又来向我示好 你倒是两头不得罪 宋道衡一脸震惊地 看向田无极 您 您都知道了 田无极重新坐回位置 诞生道 本侯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 乌木格给我的那块血蛮之印 只是赢品 闻言 宋道衡本就没有多少血色的脸 此时更是一片苍白 那您还 田无极摆手 不这么做 他又怎么能放心地 把脖子伸到我的刀下来 本侯是最讨厌叛徒的 你也该知道本侯的手段 田无极的语气平静 宋道衡却像是吓破了胆子 不断地磕头求饶 侯爷饶命 侯爷饶命啊 瞧你 还是这么不惊吓 田无极呵呵一笑 身形一闪 来到宋道衡的身旁 伸出双手 将宋道衡搀扶站起 田无极拍了拍 宋道衡颤颤巍微肩膀 温声道 本侯心软 便再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但 你得帮本侯半件事情 田无保木内 在巴格图的指引下 陈征终于来到了他嘴里所说的 那片血色湖泊 陈征望向天空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感觉天上的血月 似乎变大了许多 又或者是 离他更近了 巴格图满脸兴奋 快 将我送到祭坛之上 没有理会巴格图 陈征收回视线 看向远方的血色湖泊 微微荡漾的血波 倒映着天上血月的倒影 但陈征凝神看去 水中分明是一张 不满猙獰的面孔 天上的血月 也不过是那猙獰面孔下的 一只眼睛 陈征悚然一惊 身形止不住后退两步 天穷之上的血月 颜色骤然加深 汇聚出一点黑色瞳孔 血月转动之间 犹如一只眼睛 正在死死盯着他 你还在犹豫什么 此地已经被 血蛮大将的力量同化 一旦血蛮大将苏醒 我等身上没有 重塑血脉就会加快 唤醒血蛮大将 巴格图点头 没错 不过你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身具 血蛮大将血脉 血蛮大将苏醒 不仅不会攻击我等 我们还能有 意想不到的好处 陈征问道 我要怎么做 巴格图望向淡血湖中央 满脸渴望 看见那处悬空的祭坛没有 你只需要戴上 我跟血色心脏 将我们放在祭坛上即可 到时候我再教你 陈征皱眉道 是不是不太安全 咱们在重塑血脉的时候 若是被其他人打扰 破坏了祭坛怎么办 巴格图满脸焦急 所以我才让你快 尽快唤醒血蛮大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一旦祭坛损坏 血蛮大将也会受到影响 延长苏醒的时间 若非如此 也用不着他们多跑一趟了 巴格图也没想到 这次的计划 会出这么多的变故 先是被孙策辉这些人 识破了自己的伪装 再是已经答应合作的宋天虎 临时倒戈 但好在 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机制 将宋天虎稳住 我懂了 陈征点头 你懂了就好 巴格图露出笑容 实则心中杀意高涨 等上了祭坛 获得血蛮之力 我第一个就杀了你 他对陈征说的都是真的 只是隐藏了一些东西 血色心脏 的确是改换精华血脉的祭品 但也需要 有特殊的方法跟仪式 而且仪式一旦开始 就不会被中断 血蛮大将的力量 将庇佑他 也就是说 这蠢货 只要将他跟血色心脏 送上了祭坛 那么一切 便可尘埃落定 只是他得意的念头 尚未落下 陈征已经一把 将他摔在地上 你干什么 巴格图惊怒地 看向陈征 陈征吃笑一声 你当我是傻子 巴格图还以为 是自己的意图暴露 连忙道 宋天虎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只有我知道 开启仪式的方法 让他没想到的是 陈征不禁反省 只有你知道 那就 再好不过了 陈征抬起拳头 右臂气血汹涌 泛起淡淡红雾 恐怖的杀意 笼罩巴格图 随即轰然落下 开启仪式 既然只有巴格图知道 那他干脆 还是早点死得好 免得夜长梦多 不明所以的巴格图 一脸愤怒茫然 甚至还有点委屈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问题是出在哪里 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陈征拳头落下 啪 鲜血犹如炸裂的 脆瓜蹦射 陈征没有理会 倒地的尸体 回头看向血湖中心 上方的祭坛 说是祭坛 其实看向是一个 巨大的镂空的血色骷髅 在妖野的血色月光照耀下 显得异常可怖 陈征犹豫一番 还是决定上去看看 正要朝血湖走去 精神力量带来的强大感知 让他发现 正在有人偷偷靠近 谁 出来 陈征冷喝一声 一行人马立刻走了出来 但让陈征意外的是 出来并非北蛮的人 跟孙策辉他们 夏天克 陈征眉头微皱 更让陈征意外的是 夏天克在见到自己后 竟然露出恭敬之色 然后单膝跪地 大人 属下来迟了 听着夏天克自称属下 陈征心中一脸茫然 但脸上已经自然摆出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的演技 经过这么多次的磨练 已经达到浑然天成的地步 不知道该做何应答的陈征 只是淡淡恩了一声 而看见陈征淡默的样子 夏天克却是连头上的冷汗都吓出来 慌张解释道 大人 非是属下怠慢 只是从您露面开始 便没有给我任何指示 属下便以为您 是要避免跟我接触 以此来麻痹其他人 莫非是属下领会错了大人的意思 陈征沉默 一时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宋天狐 竟然还有第三重身份 夏天克摊开手 几个宛如蚂蚁一般的黑色虫子 便落在地上 朝着陈征爬去 看着这些黑色虫子 陈征感受到了一丝清静感 起来吧 陈征诞声说道 是 夏天克战战兢兢 从地上站起 脸上陪笑道 多亏了大人 您的这些宠物 我才能这么快找打大人您 宠物 陈征看着爬到自己手掌的黑虫 心中不解 把虫子当成宠物 宋天狐还有这种爱好 夏天克不解的声音传来 大人 您不是说自己找到了一副完美的身躯吗 怎么选择了这宋天狐 此人虽然天赋还算不错 但这样的人 我东周又不是没有 陈征心中一动 顿时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原来夏天克说的不是宋天狐 而是是神虫 我选择谁 需要给你交代 还是说 你想成为本大人的去巧 陈征模仿着 是神虫的说话的姿态 笑眯眯问道 夏天克一颤 慌忙跪下 不敢 其他东周天骄也是连忙跪地 将头处地 吓得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看着夏天克等人的反应 陈征心中愈发笃定 还真是那是神虫 行了 不要浪费本大人的时间 你还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吗 陈征不耐烦地挥手 夏天克连忙道 知道 当然知道 陈征眯眼笑道 那你倒是跟本大人好好说一说 说错了 后果你应该明白 是 夏天克也不宜有他 恭敬道 属下这次过来 是专程为大人送一件东西 陈征不动声色 继续 夏天克笑道 有了这样东西 大人便可操纵血蛮 助我东周一统天下 到时候 集天下之力 也可助大人重返天外 又是血蛮 陈征有些不解 北荒要复苏血蛮大将这件事情 到底还有没有人是不知道的 东西呢 陈征诞生道 夏天克朝身后看了一眼 立刻有位东周天骄 解下背后包裹 递到陈征面前 陈征接过包裹 也没立刻查看 而是吩咐起夏天克 你先守着这里 本大人还要做些准备 记住 不管谁来 都不准他靠近血壶半步 夏天克等东周天骄 沉声应下 是 拿了包裹 陈征便脱离了一种东周天骄的视线 但他也没走得太远 找了个能够清楚 看见血蛮全貌的地方 这才将包裹打开 包裹中是一个巴掌大的墓盒 墓盒内 则是装着一块用白玉雕琢的玉虫 散发着淡淡能量波动 陈征看不出什么名堂 便先将东西收好 然后盘腿坐下 意识进入神魂之中 饶了我 我愿意奉你为主 受你差遣 不要恋了我 我乃天生一种 留着我 用处更大 一看见陈征 视神虫便发出凄惨的求饶声 别吵 陈征冷喝一声 视神虫连忙放低了声音 我没有说谎 我若奉你为主 与你签订契约 便无法再背叛你 对于视神虫话 陈征自然一个字都不信 没有信任的契约 不过就是一句空话而已 但陈征也没把话说死 诞生道 我问你一些事情 你若如是说了 你的事情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 你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视神虫连忙道 陈征问道 你这次进入天舞秘境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东周的那些人 为何要称呼你为大人 视神虫不敢隐瞒 连忙娓娓道来 原来视神虫的成长 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原本视神虫就是降生在东周 经过最初的艰难之后 便吞噬了东周一位高官的神魂 取而代之 后来 他被东周的高手发现 视神虫当时还处于弱小状态 本来打算溜走 却被东周皇帝说服 最终选择跟东周合作 但是视神虫发现 仅凭东周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 送他离开失落之地 返回大千世界 东周皇帝便劝说他 帮助东周成为天下公主 如此一来 东周便可及天下之力 助他离开 然后视神虫便来到了大渊 这个明面上最强大的国家 一边寻找合适的躯体 一边寻求一桶的机会 一次无意中 视神虫发现了 田无极跟北蛮的谋划 知道了雪蛮大将的事情 便联系东周 准备截狐 只是没想截狐还没开始 自己就先栽在了陈征的手上 视神虫语气复杂道 那只狱虫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 只要注入 我的精神本源便可激活 将其放到祭坛之上 被那雪蛮大将吸收后 便可吞噬雪蛮大将的残魂 操控他的身躯 陈征亚然 如此一来 是不是那雪蛮之印 便无用处了 视神虫闷闷道 也不是 如此 我也只能短暂操控 雪蛮身躯 但灭杀几个高手 也足够了 还有一个问题 那雪蛮如此强大 你为何不直接 占据他的身躯 陈征疑惑道 视神虫不屑笑道 雪蛮只是好听的称呼 他其实应该被称作 血奴才对 无论是血蛮 亦或是神魂 都被打上了奴印 致死 也不得自由之身 我若占据了他的肉身 同样会被奴印侵染 到时候想脱身可就难了 陈征震动 如此强大的存在 竟然只是别人的奴隶 视神虫笑道 强大 也是 因为天灵静放在这失落之地 的确算得上是天一般的存在 但要放在外面 呵呵 也不过是一只强壮一些蚂蚁 你不是降生不久 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 陈征好奇道 视神虫话语间 带着一丝优越 呵呵 像我这种天生一种 从降生之初 便有传承记忆 自己是什么天生一种 现在看来 还是有点门道的 但越是这样 陈征就越发坚定了 不能放这虫子出去的决心 放虎归山这种蠢事 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尚不知道 陈征心中所想的是 神虫用诱惑的语气道 怎么样 你现在该知道我的用处了吧 让我认你为主 你我合作 我让你成为这天下的共主 到时候 你再放我离开 咱们各取所需 如何 陈征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如何 视神虫仿佛是愣了一下 片刻之后才气急败坏的道 为什么 没有我 你就无法操控那狱虫 陈征诞生道 那我就不操控 你给我想个办法 阻止那血蛮大将苏醒 或者 直接干掉他 你疯了 视神虫有些破防 陈征语气平静 恰恰相反 我现在很冷静 血蛮大将的力量 对他的诱惑力不小 毕竟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 能够诛杀田无极的机会 但有个问题 陈征忌惮田无极 但也忌惮这来历神秘的是神虫 他无法确定 这是神虫嘴里说的话中 到底有几分真假 而且这是神虫 其实已经算是摸清了自己的底细 自己能制住 他的唯一手段 便是混沌神顶 但一旦将其放出 这虫子应该不会蠢到 再一次往自己神魂里面钻 而是大概率会用他那强横到 离谱的精神力量 将自己撵成一滩烂肉 陈征叹息一声 看着不断在神顶之中 来回扭动的白色肥虫 语气笃定道 放你出去这件事情 现在就不要想了 视神虫怒道 那你也别指望我会帮你 陈征摇头 不 你必须帮我 视神虫气笑 凭什么 陈征平静道 你不帮我 血满大将苏醒 我必死无疑 一旦我死 我神魂之中的这座神顶 也会随之崩碎 而你 也会跟着一起 砰 陈征做了一个烟花炸裂的动作 看着肥虫明显颤动一下的身体 陈征嘴角勾气 这肥虫 果然很怕死啊 看是神虫不说话 陈征也放缓了语气 你若帮我 我虽然不能放你出去 但是能向你保证 我会留你的性命 以后 说不得还能放你真正的自由 如果它能成长到 无视是神虫威胁的地步 是神虫是生是死 它都无所谓 只要这是神虫 不再胡乱害人 占人身躯 陈征也不是不能给它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凭什么信你 是神虫不满道 陈征摇头道 现在的问题是 除了相信我 你别无选择 一边 是你陪着我一起死 另一边 是你活着 甚至是自由的机会 你怎么选 说吧 陈征便不再废话 等了片刻之后 终究还是是神虫败下阵来 满是不甘道 行 我帮你 但我有个请求 能不能先别再令我了 这样我很难受 陈征笑道 当然不行 若是不削减你的力量 我怎么能放心放你出来 那你等待自由的时间 岂不是大大延长 是神虫气笑 那我还得感谢你 陈征摇头 感谢就不用了 说吧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血满苏醒 时间拖得越久 就越容易出变故 是神虫叹息一声 其实也不难 你只需将那枚玉虫 送往血满的祭坛县纪 没有的我的精神本源控制 玉虫会在血满体内失控 然后跟着血满的神魂一同炸开 他本身也是想在操控血满 干掉几国强者后 便让血满永久沉睡 否则万一后面被血满之音的控制 他也将陷入危险之中 在询问了县纪的仪式之后 陈征便脱离了魂海 耳边顿时传来一阵冷力的争吵声 血湖前 一众北蛮天骄 正对着东周天骄们怒目而逝 眼中闪烁着浓重的杀意 夏天克 你竟然敢杀巴格图 我北皇与你势不两立 杀了他们 为巴格图报仇 该死 那一事只有巴格图 我们现在怎么办 干脆跟他们拼了 面对北蛮天骄的贺骂 夏天克满脸平静 虽然巴格图不是死在他的手上 但他也心甘情愿地接下了这个锅 他脸上泛起讥笑之色 连巴格图都死了 你们还拿什么跟我斗 说吧 他取下背后长刀 幽冷的气势如同风暴席卷开来 朝着北蛮仲天骄笼罩而去 北蛮天骄虽然没有了巴格图领头 但他们也凛然不惧 伴随着一阵怒吼 众人眉心皆有血印浮现 身上泛起狂暴气息 条条血线瞬间覆盖全身 一身气势虽比不下天克 但也远超其他东周天骄 啪啪啪 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 呵呵 一群蛮子也想甩掉我们 做梦 你们跑不掉的 南公野跟孙策辉两支队伍 脸上带着凝笑出现 北蛮天骄们顿时色变 以一对三 他们可没有胜算 夏天克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孙策辉跟南公野看见夏天克 不由露出差异之色 夏天克笑呵呵道 巧合而已 孙策辉看见远处地上八个图的尸体 不由冷笑 那未免有些太过巧合了 他转头看向南公野 先解决完夏天克 咱们再对付那些北荒蛮子 逼问这宝木之中的秘密 南公野目光微沉 点头笑道 好啊 孙策辉也不宜有他 取下背后长枪 枪间咬指夏天克 你是想死在这儿 还是自己管 夏天克正要说话 却露出差一只色 碰 只听一阵破空声炸裂 孙策辉感受到身后袭来的恐怖涨风 面色大变 却已经躲闪不及 只是靠着身体的本能反应 稍稍移动了一下位置 噗 一口溺血喷涌而出 孙策辉手中长枪脱手 整个人被拍飞出去 则 南公野有些惋惜地收回了手 孙策辉身体本能躲的那一下 竟然躲过了要害 本来能直接毙命的一掌 现在也只要去了孙策辉 半条命现场众人 除了西域天骄之外 进阶有些傻眼 内哄了 尤其是北蛮一众天骄 更是一头雾水 刚才这两人还在合作 对他们大打出手 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南公野 孙策辉艰难地挣扎起身 满是愤怒地看向南公野 脸上同样写满了不解 这南公野就算要出手 此时反应过来 连忙闪身 护到孙策辉身前 怒视着南公野 南公野却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一脸不满地 看向北蛮众人 还愣着干什么 一群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无极猴早就知道 你们不靠谱 若不是派了我来 差点让你们这些废物 坏了大事 众人心中一震 无极猴 南公野这群西域天骄 竟然是无极猴的人 我们凭什么信念 一位北蛮天骄 江姓江仪 南公野催了一口 用你们的猪脑子想想 现在巴格图死了 你们谁还知道 祭坛开启的仪式 除了信我 你们还有第二选择 听见南公野提到仪式 北蛮天骄们不再怀疑 清楚仪式的事情 除了他们北蛮之外 也就只有无极猴 北蛮天骄们放下戒备 问道 无极猴有什么指示 南公野诞声道 我是来给你们擦屁股的 还能有什么指示 当然是做你们没做完的事情 你们拦住夏天课 跟宣灵院的人 我先杀了孙策辉 咱们再联手 解决其他人 免得他们来坏事 文言 北蛮天骄们立刻冲出 一部分朝着夏天课等人袭杀而去 另外一部分 将护卫在孙策辉身边的 宣灵院天骄们击退 南公野闪身朝着孙策辉而去 嘴角挂着自得的笑容 一开始跟孙策辉合作 是因为他知道 巴格图有爆发的手段 想着先解决掉巴格图 如此一来 北蛮这些家伙 就只能听自己的命令 他也好完成 无疾猴交代的事情 虽然期间出了些波折 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还是好的 孙策辉此时受伤极重 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地 安心去吧 南公野看着孙策辉绝望的表情 嘲弄笑道 骤然 一道身影宛如清风 挡在了两人之间 慢着 看见眼前出现的身影 南公野面色微变 闪身撤回 宋天狐 你还活着 南公野满脸不解 看见巴格图的尸体 他便以为同行的宋天狐 就算不死 那也肯定是重伤状态 应该不可能回来才对 他压根就想不到 这巴格图 就是死在了宋天狐的手上 陈征没有理会惊讶的南公野 面色复杂的 回头看了一眼孙策辉 叹息道 我看错你了 他其实已经在暗中看了一阵 此时 也算是彻底理清了几支队伍的关系 北蛮跟西域的人 分别属于北荒跟无忌猴的势力 虽然合作 但是各怀鬼胎 东周这些家伙 也是为雪蛮而来 一早就知道事情真相 只有孙策辉 这个第一眼 被陈征认做聪明人的家伙 才是真正的一清二白 什么都不知道 平白卷入一场恐怖的漩涡之中 若非是陈征 孙策辉恐怕死了 都还搞不明白 自己为了什么而死 孙策辉怒道 我才是看错你了 宋天狐 你我虽有争端 但同为宣灵院高年级魁首 院长待我们不薄 你竟然跟这些外族人 混到一起去了 你枉为大冤人 陈征眉头微条 听着孙策辉的意思 他应该是属于落天骑一派 算是清静皇室的势力 宋天狐 我 孙策辉还要再骂 却见陈征一巴掌扇来 直接将他打翻在地 双眼一翻 失去了意识 废话真多 陈征摇了摇头 南宫也眯着眼睛 试探着笑道 宋天狐 你心里装着的 到底是猴爷 还是北蛮那片荒芜 陈征摇头 都不是 我也很好奇 你们西域就这么见 还是被无极猴打出了感情 竟然还跟他合作了起来 田无极镇压西域 可是杀了西域不少高手 按理来说 西域的人应该恨他入骨才对 但无论是上次西域皇子逼亲 还是这次的天无宝木 都看得出来 田无极跟西域皇室关系的暧昧 南宫也吃笑一声 你懂什么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罢了 我对你们这点破事 也没有兴趣 陈征摇了摇头 他抬头就看了一眼天空 血色残月 似乎变得愈发心红 原本平静的血色弧面 也泛起了淡淡的波纹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人 夏天克的声音传来 让南宫也一愣 谁是大人 夏天克问道 咱们现在要怎么做 在南宫也的诧异的目光中 陈征诞生达到 当然是 统统杀光 若是不知事实 陈征还怜悯几分 既然明知故犯 陈征不会手软 是 得到陈征命令之后 夏天克便不再留守 汹涌的刀器犹如风暴 杀得两位北蛮天骄 连连后退 追魂刀 夏天克冷喝一声 刀光瞬间暴增两倍 一个躲闪不及的北蛮天骄 直接被抹了脖子 惊恐地捂着喉咙倒下 该死 南宫也面色一沉 身形一闪 直奔陈征而去 似乎想先把他干掉 陈征有些惊讶 照理来说 宋天虎的实力 应该在南宫也之上 这人是哪里来的自信 催魂 南宫也一掌拍出 陈征身前 仿佛所有的空气都被抽空 化作一道灵力的掌镜 沉重的威势荡开 仿佛要将陈征吞没 这可不够 陈征摇头 体内气血之力激荡 但并未斩露修为 伴随着气血的轰鸣声 陈征一拳轰出 毫无计较 全凭蛮力 找死 南宫也冷笑一声 想要凭借血肉之身 来抵抗的他的掌镜 就跟拿块豆腐 往石头上撞势一样的道理 但很快 他便笑不出来了 咻 无形的精神力量荡开 直接撕裂了南宫也的掌镜 陈征以视如破竹的姿态 继续朝着他奔袭而来 怎么可能 南宫也满脸不可置信 心中一时到不妙 正要将手掏向口袋 突然 洛神钉 无形的精神之刺 狠狠扎入南宫也的脑中 南宫也顿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也失去了对身躯的控制 犹如一个木偶般待置在原地 等他再回过神时 人已经抛飞到了半空 剧烈的痛苦侵袭着他的神经 让他止不住发出惨叫 南宫也艰难地向下看去 只见自己胸膛 已经深深塌陷一块 张嘴尖 顿时有内脏碎块 混合着鲜血喷涌而出 砰 摔落在地的南宫也脸色扭曲 却还想不忘伸手摸向腰间口袋 可惜摸了个空 你是在找这个吗 陈征的声音传来 南宫也茫然看去 只见陈征正好奇 把玩着一把白玉小剑 还给我 南宫也面色猙獰地 朝着陈征伸出手 刷 一道身影闪身而至 夏天课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 就平民 也敢跟大人动手 真是自不量力 他手中长刀滑落 森寒之气激荡 南宫也不满不甘 跟懊悔的头颅 顿时冲天而起 做完这一切 夏天课才恭敬转身 回大人 此为运到时 是极为难得的宝物 可以留存强者力量 只要力量够强 便是后天境催动 也能诛杀天罡 哦 陈征眼睛亮起 此时 北蛮跟西域天骄 看见南宫野生死 军事亡魂大冒 南宫也死了 走 不可立敌 一群人被吓破了胆子 惊慌转身逃亡 给我追 夏天课面色一沉 冷声喝倒 一个都不准放过 慢着 陈征的声音传来 他大不上去 按照夏天课所说的方法 朝运到时内注入力量 瞬间 陈征便感觉自己 跟运到时 建立了一种特殊联系 根本不用多说 陈征心念一动 运到时 顿时光芒大作轰 恐怖的气机荡开 在场所有人 军事指不住汗毛竖起 下一刻 一道巨大的剑光 自运到时闪烁而出 犹如斩天的巨剑 朝着北瞒天骄 跟西域天骄等人 逃跑的方向落去 砰 剑光砸落大地 大地震荡 血湖翻涌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动荡 等到剑光散去 远处的荒原 已经多了一条长十几丈 宽五六丈 深度也有个三四丈的 巨大沟壑 就连陈征身上 也泛起冷汗 他熟悉这股力量 这是田无极的力量 陈征看了一眼 手中出现裂缝的运到时 估摸着 最多还能使用两次 夏天克也被吓到 大人 这是天向镜的力量 陈征点头 难怪南宫也如此自信 真被南宫也用出来 陈征还真未必跑得掉 这也给陈征提了个醒儿 有大招 就得先放 免得死得憋屈 陈征回头 看向轩灵院众人 宋师兄 你要背叛大渊 背叛轩灵院吗 陈征没有废话 指了指昏迷不醒的孙策辉 带上他 滚 轩灵院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扛上孙策辉转身就跑 夏天克皱眉道 大人 为什么要放走他们 陈征诞声道 我自有我的考虑 怎么 我还要向你解释 不敢 夏天克诚惶惶惶恐 陈征叹息一声 面色阴沉道 事情有变 这件事情 无极侯早有谋划 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不过是为他做嫁衣把了 必须改变策略 夏天克惊讶道 怎么会这样 陈征摇头道 我们都太小看无极侯了 他号称算无一策 说不定咱们的动作 也同样在他的算计之内 夏天克恭敬道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咱们无法得力 那么干脆掀了桌子 谁也别想好 陈征冷笑一声 我准备让这雪蛮彻底沉眠 如此一来 不管那些蛮子 还有无极侯 有什么谋划 都得泡汤 夏天克自然不敢有什么意见 陈征继续道 对了 回去告诉陛下 虽然这次谋划不成 但我也不是没有其他收获 我已经控制了赤野猴的儿子 到时候 我会占据其身躯 等我掌控了赤甲军 再与东周里应外合 大渊便也脱手可得 夏天克眼睛一亮 是 陈征点头 只是我要以赤野猴之子的身份 取得皇室信任 甚至直接掌控赤甲军 就必然需要做出一些功绩 到时候 少不得需要陛下配合 你让陛下做好准备 夏天克恭敬道 等我解决了这血蛮 此处宝木必然崩碎 到时候 我们会被传送出去 切记不可露线 是 夏天克连忙带人离开 陈征沐浴血湖 朝着祭坛而去 很快便爬到了骷髅祭坛之上 没有浪费时间 陈征直接取出玉虫 按照是神虫所说的方法 开始献祭一事 祭坛震荡 血湖翻涌 天空的血色残月 犹如崩碎的瓷器 出现叨叨裂痕 阵阵沉重的喘息声 响彻天地 一股强大恢弘的气势 生腾而起 此时 夏天克等人 虽然已经远离了血湖 但也依旧被这股恐怖的气势震慑 双骨颤颤地停在原地 一些实力稍弱的 更是忍不住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这便是血蛮的力量吗 夏天克满脸震撼 另一边 轩灵院众人 也是同样的景象 扛着孙策辉的轩灵院天骄 身形亮呛 脚下一软 孙策辉便被摔飞出去 处在血湖正中心的陈征 同样感受到了 那股仿佛能够将它轻易碾碎的力量 这就是天灵镜吗 陈征忍不住感叹 体内混沌之力流转 挣脱了这股气势的纠缠 没有犹豫 转身朝着血湖之外跑去 咔嚓 碰 只听一阵让人牙酸的崩裂声 响彻天地 天空的血色残月 终于彻底崩碎 化作碎块 朝着血湖坠落 漆黑的太空 也出现到裂痕 犹如天崩一般 陈征才刚刚上岸 便感觉到身后血湖震荡 他回头看去 直接血水翻腾 掀起两道百丈巨浪 血湖直接从中间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分开 露出宛如深渊一般的湖底 一道深沉威严的声音 响彻天地 五 终于要 外界 天舞秘境外 四国高手已然齐聚 大渊一方 来的是无极侯天无极 轩灵院院长骆天齐 还有一位皇室的老供奉 其他三国 也各自出了三位天象镜高手 而且还都是天象镜中的老牌强者 北蛮一方 领头的是一位顶着光头 换身鸣刻着争鸣屠咒 双眼仿佛蕴含着黑光的魁梧老人 其名二思棱 这个名字在北蛮是狮子的代称 天象镜圆满 北蛮第二高手 西域一方 领头的却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 浑身透着魅惑的气息 实在年龄已经超过两百之数 其名完颜霜 天象镜九重修为 西域第三代皇帝的大女 西域支柱之一 东周一方 领头是一位身穿破衣 手拿铁棒的乞丐 神盖周杰 天象镜大圆满 东周第一高手 自出手以来 唯一败祭 也只输了赤野猴半招 天穷之上 依然彻底被血色轻染 血缝不断扩大 已经有二十几丈的距离 远远看去 就像是天空破开了一个大洞 面对这般诡异的景象 四国高手 却始终保持着尖末 更无人选择出手 见到这一幕 骆天骑面色阴沉 心中泛起强烈的不安 他回头看向那位皇室的老供奉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老供奉满脸苦笑 骆院长 陛下并无任何交代 其余三国明显对此都有准备 反而是被称作四国之首的大渊 却连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骆天骑忍不住叹息一声 李富生 是真的老了 这样的大渊 面对田无极 真的还能守得住吗 骆天骑收敛心绪 朗声道 诸位 田无秘境中 明显有位超级强者正在苏醒 此时大家合力 说不定还有机会 二思棱轻笑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位正在苏醒的强者 尚且不知他是敌室友 我们又何必给自己招惹麻烦 完颜霜看了一眼田无极 也娇笑道 没错 骆院长实力强决 不怕得罪人 您就自己出手好了 周杰眼睛微抬 嘴角泛起一抹讥讽笑容 虽然没有说话 但意思已然明确 骆天骑脸色难看到 诸位就不怕萤火自焚吗 田无极此时开口笑道 院长说笑了 有我们十二人在 一揭残身 又能翻得起什么风望 骆天骑不再废话 退到皇室供奉身边 低声道 一会儿见识不妙 直接逃 老供奉诧异 这是为何 骆天骑却不再理他 开始闭目养神 反正该提醒的都提醒了 结果如何 他无法保证 至少得保全自身 天无保目内 陈征看着从湖底 探出一只血色大手 恐怖的威压 让他感觉身体都要爆开 顾不得多想 陈征直接转身狂奔 分出一部分心神沉入魂海 对着是神虫问道 血蛮苏醒了 那玉虫什么时候生效 是神虫回到 放心 那血蛮出不了这世界碎片 此时 一道犹如远古巨人的身体 从血壶之中缓缓站起 犹如高山钢炎一般的 监视身躯 带给陈征极大的震撼 无将回归 无主 何在 血蛮张开锯口 声音回荡天地 他伸出双手 手掌握住天空裂缝 然后奋力向着两方撑开 咔嚓 只听阵阵崩碎声响起 整片天空都出现了 犹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而且这裂痕一路蔓延 直至地面 碰 大地震荡 地面破碎 混乱的空间之力 正在吞噬这个世界 外界 血缝持续扩张 两只巨大的手掌 骤然从血缝之中探出 紧接着 就是一颗争鸣头颅探出 震荡的声音传递开来 无主 何在 共奉一番 就要开溜 但紧接着 受到强横的气息汇聚 将两人镇压在原地 这力量 来自北瞒 东周 西域三方的天向境强者 也包括站在一旁的田无极 院长 事情未了 您可不能先走 田无极脸上 带着恭敬的微笑 洛天骑心中泛起强烈不安 怒道 田无极 你想找死吗 但十大天向境高手联手 他跟皇室供奉 一时间还真无法挣脱气急封锁 其他人没有理会怒喝的洛天骑 但很快 他们脸上的笑容便僵住 五 五主 不 只见原本气势射人的血蛮 嘴里突然发出一阵凄厉惨叫 原本闪烁着血光的明亮双眼 瞬间暗淡 生命气息骤然消逝 爬出一半的巍峨身躯 也像是失去了所有动力 又朝着血色缝隙坠落而去 田无宝木内 看着犹如高手坠落的血蛮之躯 陈征心中一定 成了 但是天地裂缝不仅没有愈合 反而崩碎得越快 田无秘境要彻底崩碎了 此地被血蛮吸尽了所有力量 已经无法继续维持 将要彻底湮灭在无尽时空之中 逃 从一些空间缝隙之中 尚且能够看见外界的景象 这便是退路 东周天骄跟宣灵院众人 疯狂朝着空间裂缝跑去 如果不在世界崩塌之前逃出这里 他们也将随之泯灭 陈征正要离开 突然 魂海震荡 陈征接收到了混沌神鼎传来的信号 有好东西 陈征顺着牵引之力 转头朝着血湖看去 此时血蛮之躯砸入血湖 激起一阵巨浪 与此同时 还有一团银白色光团 从血蛮之躯脱离 缓缓升起 碰 陈征脚踏消遥游 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 随即借力高高跃起 一把将光团抓进手里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东西 光团便化作流光 窜进陈征经脉之中 下一刻 恐怖的能量在陈征体内乱窜 若非陈征一身经脉坚韧 恐怕得直接爆开 大意了 陈征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本以为这股力量会被混沌神顶吸收 却没想到会直接窜入自己的经脉丹田 为了尽快吸收这股快要将自己撑爆的能量 陈征也顾不上逃命 疯狂运转混沌神天诀 每一次能量冲刷 陈征浑身气息便强剩一分 没过多久 陈征体内第八条五道天脉 便被蛮横冲开 随着修为突破 陈征身体中的那种撕裂感减轻了一些 但这明显还远远不够 她的修为还在持续暴涨 浑海内 混沌神顶似乎也意识到了陈征的危机 顶身震荡 金红液体自动从体内飞出 融入陈征体内 一边给陈征补充气血 一边修复着陈征体内濒临破碎的经脉 咔 第九天五道天脉 很快也被冲破 陈征的修为直抵开脉进九重 但她体内的那股力量 依旧残存了大半 不断冲刷着陈征体内 气海经脉 要是换作平时 如此恐怖的提升 陈征自然欣喜 但现在的时机不对 陈征奋力睁眼 只见破碎的世界中 通向外界的缝隙正在逐渐缩小 混乱了的空间之力 正在疯狂地吞噬一切 我得走 陈征一边运转混沌神天诀 一边朝着朝着缝隙通道艰难前行 若是被空间之力吞噬 绝对是有死无生 但每走一步 陈征就感觉 浑身像要爆开一般 在剧烈的痛苦之下 她的速度犹如龟爬一般 太慢了 陈征心中不由绝望 在痛苦的不断清洗下 她终究坚持不住 意识陷入昏迷 身躯衰落在地 魂海之内 似乎是感受到陈征的危机 原本被混沌神鼎炼化之力 死死控制住的青云剑魂 开始疯狂震荡 恐怖的风锐气息 让一旁的是神虫 止不住瑟瑟发抖 欲哭无泪 这小子 都往魂海里装了些什么怪物 似乎是理解了青云剑魂的意图 混沌神鼎主动放开炼化之力 青云剑魂脱离束缚 飞出陈征魂海 此时陈征眼看就要被崩塌的空间风暴吞噬 一柄青色长剑骤然显现 风锐剑意充斥天地 就连空间都被泯灭 一剑斩落 不带丝毫烟火气息 却在陈征身下 斩出一道空间通道 将陈征身躯包裹吞噬 青云剑魂再次化作流光 隐没在陈征体内 与此同时 一处荒芜之地 一个背后背着长剑 风尘仆仆的亮丽女人 似有所感一般 朝着北方看去 她身后的长剑也在颤动 女人不由狂喜 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上 此时荒野四周 窜出十几个手拿力气的壮汉 领头一人扛着一把鬼头大刀 面向凶恶 她看向女人的视线充满贪婪 嘿嘿 没想到这荒郊野外 也有这般 没人自动送上门来 看来我刘三 也是被上天眷顾之人 凶恶匪徒大笑间 手下已经将女人团团包围 女人却像是没有发觉一般 目光游自看向北方 似乎在努力搜寻着什么 只是那股气息 很快便又消失 宋梦宁脸色不由阴沉下来 自她被黑袍人传供之后的半个月 便被黑袍人 送往这失落之地 一开始 她无法适应此地灵气的贫瘠 流浪了好久 才一边赶路 一边找来大渊 只是黑袍人所说的建议感应 她一直都没感应到无奈 她只能一路辗转 走遍了大渊三十六座大城 但是对于正成的消息 依旧一无所获 虽然找到不少同名同姓的 但无论是年龄 亦或是样貌 根本完全对不上 宋梦宁一度绝望地以为 黑袍人为她制定的建筑 已经死了 却没想到 今日突然有了感应 好 好啊 没死就好 宋梦宁虽然再次失去感应 但是知道建筑还活着 那就足够了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宋梦宁深吸一口气 看向周围一众匪徒 我现在心情好 你们一人留下一手一腿 我便放你们活着离开 四周匪徒一愣 随即发出嘲讽大笑 这女人莫非是个傻子 背把破剑 就以为自己是行侠仗义的女侠了 嘿嘿 老大 得给她点教训尝尝 匪手刘三也露出玩味笑容 列点好啊 玩起来才够近 说吧 她身上骤然气息绽放 天刚进三重的威势 朝着四方席卷 一众匪徒都不由头来敬畏的目光 这些目光 让刘三十分受用 小娘子 你现在 刘三正要调戏一番 只是她话音未落 一抹刀光犹如闪电 自她脖梗划过 砰 无头尸体坠地 刘三脸上 油字带着嘲弄笑容 四周匪徒 犹如被掐住脖梗的鸭子 张大了嘴巴 却惊恐地发不出丝毫声音 哄 宋梦宁无形的威势荡开 天向静 宋梦宁没有理会一地血污 脚下一踏 真圆激荡间 身形便拔地而起 她身后浮现一对巨大翅膀 犹如狂风一般 朝着刚才感应的方向飞去 天舞秘境外 看着血污倒卷 正在渐渐闭合的巨大血风 气氛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 怎么会这样 二思棱看向田舞集 完颜霜也看向田舞集 就连周杰也收起了讥笑 神色凝重地看向田舞集 而田舞集 此刻心中也有些许的迷茫 对啊 怎么会这样 但此刻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血蛮复苏失败 那一声惨叫 现在还游字回荡在他们耳边 田舞集没有说话 眯起眼睛 看向三国高手 难道有人看破了他的谋划 竟然能忍得住 血蛮这个大杀器不用 而是直接将其毁掉 但看三方的表情 似乎又不是这样 哈哈 一阵嘲弄的大笑传来 洛天奇看向众人 嘴里嘲讽道 怎么 你们机关算尽 就得到这么个结果 到了此刻 他如何还想不到 这些家伙的谋划 无非是想见那复苏的强者 铲除一己 包括田舞集在内的四方 恐怕都有 控制那复苏强者的手段 只有他跟大渊皇室 一直被蒙在鼓里 面对嘲笑 一众天象镜 脸色愈发难看 洛天奇怒笑地 看向田舞集 田舞集 你胆子不小 竟然连我也要杀 好啊 好的很 田舞集神色平静 院长误会了 洛天奇吃笑一声 你也别跟我装 以前你的那些破事 我本来是不想管 也懒得管的 但你既然要对我出手 那老夫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大渊这边的事情 我管定了 还有 你最好别给老夫机会 否则老夫一定亲手干死你 洛天奇此刻 哪里还有半点高手风范 活脱脱一个 被逼极了眼的暴躁老头子 田舞集不再说话 只是眼中多了几分阴霾 碰 洛天奇跟皇室供奉 挣脱一众天象镜强者的 气势封锁 正要离开 突然天空下起了一阵人雨 周杰眼尖身形一闪 抬手一掌 恐怖的气浪升空 原本掉落下来的夏天克等人 顿时被定格在半空 然后缓缓降落 周老 夏天克朝周杰点了点头 便不再多言 周杰瞬间领会 抬手一挥 一众东周天骄 顿时被气浪卷到他身边 然后对着剩下两位东周高手诞声道 走 身形起落间 很快便消失在众人视线 也根本不给其他人询问阻拦的机会 此时 又是一阵惊慌叫声传来 众人抬头看看去 洛天骑眉头微皱 看见了落下众人中的孙策辉 他连忙调转身形 将一众宣灵院添交接住 只是这一次 其他人可不会给他们走脱的机会 一众天象镜围拢过来 一群宣灵院添交不由瑟瑟发抖 你们想干什么 洛天骑面色阴沉 他跟皇室供奉倒是好脱身 但还要带着这么多宣灵院学子 基本没可能 田无极诞声道 院长无需紧张 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洛天骑无奈 看向孙策辉道 说吧 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孙策辉满脸愤然道 院长 是宋天虎 他勾结北蛮之人 他是叛徒 有另外的宣灵院添交提出异议 不对吧 我记得他是勾结西域之人 南宫也还想招揽他呢 又有一道反驳的声音传出 你们都不对 分明是勾结东周的人 我看他跟东周的人联手 杀了南宫也 众人各执一言 把一众天象镜强者都给说迷糊了 田无极也是一样 要说宋天虎在自己跟北蛮之间犹豫徘徊 他都能够理解 但为什么最后会跟东周的人联手 杀了南宫也 南宫也手中有自己给的运道石 他们怎么杀得了南宫也 宋天虎 便是洛天骑 也是不由皱起眉头 自己选定的四大魁首 培养的核心天骄 竟然会是别人的人 这多少让他有些心里不爽 宋天虎人哪 洛天骑问道 孙策辉等人摇头 没看见 他没有跟我们一起 此时 天空的空间裂缝 已经彻底被闭合 众人不由醋眉 空间通道闭合 意味着天舞秘境彻底崩塌 在狂暴的空间力量下 别说一个宋天虎 就算是他们这些天象镜 也绝对无法存活 所以 宋天虎死了 众人陷入沉默 真相似乎也无从得知 行了 你们自己慢慢想吧 洛天骑讥一声 带着皇室供奉 还有一众轩灵院天骄离去 田无极等人也并未阻拦 血满复苏失败 他们已经失去诛杀 其他天象镜的机会 尤其是洛天骑这种高手 除非能一击毙命 否则 他们不会与之彻底撕破脸皮 我们也先走了 完颜霜看了田无极一眼 挥了挥手 带着西域高手离去 现场 就只剩下北蛮高手跟田无极 田无极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二思棱阴沉着脸道 田无极神情平静 你还有脸找我要交代 他拿出一块血色印章 五指用力间 印章直接化作粉碎 这东西是假的 你又该给我什么交代 二思棱面色微变 你胡说什么 田无极诞声道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一群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你们要是老老实实听话 少摆弄你们那二两脑子 事情可治愈到这种地步 你 二思棱气得面色战红 田无极却根本懒得理他 直接飞身离开 只在原地留下一句话 回去告诉乌木格 我帮了他一个大忙 自己想好 给我什么谢礼 否则下次见面 就是我踏平你们北荒的时候 闻言 二思棱大怒 身后两位北蛮天象镜高手 也是怒不可遏 这田无极也太狂了 他真以为自己是陈玉 一个被我们撵着跑得丧家知犬罢了 听着同伴的嘲讽 二思棱却没有搭话 身为蛮王的亲兄弟 他当然知道 田无极当初落败的真相 此时 天空传来一阵寥亮的阴体 一只体型巨大的猎鹰 从天而降 落在二思棱肩头 二思棱皱眉 从猎鹰脚上绑着的竹筒中 拿出一份用兽皮卷起的信件 摊开一看 先是惊愕 随即狂喜 他终于知道 田无极所有的大忙是什么 哈哈 好啊 好 真是天助我北慌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 一处前往大渊皇城的 行商车马队伍中 一个中年坐在罗马 拉着的板车上 两边还分别坐着一位少男 一位少女 郑先生 这里距离皇城 应该不远了吧 少年兴奋问道 眼中满是向往之色 少女虽然更加沉稳 但眼中同样充斥着期待之色 中年面色带着些许病态的苍白 文言点头笑道 应该快了 他正式化名正成的陈征 那一日 被体内汹涌的能量 差点称爆 事后陈征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掉落到 一处偏僻的山村 好在运气不错 被一位淳朴的山民救下 带回家足足休养了半个月才苏醒 又过了足足十天 他才能下床走路 虽然差点生死 但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那股能量的 让陈征在即便没有天罡丹的辅助下 也突破到了天罡境 只是如今一身经脉还需温养 轻易不能动手 否则很容易会加重伤势 荒野偏僻之地 也没有什么灵财 可供陈征使用 只能靠着金红液体 跟混沌神天爵的自我修复之力 等到了皇城 有灵药的辅助 陈征的情况便能很快好转 要是阿公也能来看看就好了 少年丁圣脸上泛起一丝悲伤 少女丁玉文言不由本的小脸 出声训斥道 阿公寿远已尽 走得也没有痛苦 我们应当高兴才是 陈征文言也笑道 你们便连同阿公的那一份 好好看看吧 两人嘴里的阿公 便是救下陈征的人 只可惜 陈征还没来得及报答 这位天术已尽的老人 便含笑离去 只是在最后时刻 将孙子孙女托付给他 陈征也答应了 会尽兴照料 这才带着人一同返回皇城 三人先是做了非洲 只是非官方准许的非洲 不能落在皇城之外 所以三人下了非洲后 交了些钱 便混在了一处商队之中 如此一来 也能少许多麻烦 三人正闲聊着 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陈征抬眼看去 竟然是山匪劫道 他不由诧异 这里距离皇城可不远了 什么山匪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敢在皇城为眼皮子 地下劫道 要上马 丁盛身子紧绷 眼中满是跃跃欲试 别乱来 丁玉拉住了地底 看向陈征 陈征摇头道 别慌 这支商队有三位天刚径 强者坐镇 那群山匪应该翻不起什么风浪 果然 随着商队三位天刚径上前交涉 向征性地留下些金币后 山匪便退去 商队继续前进 唉 丁盛顿时像是双打的茄子 陈征失笑摇头 少年气盛 向往快意恩仇 仙衣怒马的生活 却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下 也埋着多少人的鲜血 他看向丁玉 小月 你去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城之外竟然还有山匪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陈征担心 是不是皇城之内出了什么变故 丁玉点头 很快去而复返 郑先生 我问清楚了 据说是有大批的蛮人 还有东周跟西域的人进城 皇城的人手都被派去盯着 他们去了 这才导致城外匪徒泛滥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捞一笔快菜 说着 丁玉靠近了陈征几分 压低了声音道 陈大哥 我还听人说 北蛮边境 赤野猴被神秘强者重伤 赤甲军大败 如今已经彻底跟大渊失去联系 北荒 气愤道 赤野猴可是我大渊战神 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他怎么可能死在麻人手上 赤野猴陈玉 最知底层人民的艰辛 远离皇城之后 也会带领赤甲军 常年巡逻边境 尤其是一些大渊军事照顾不到 或者说是根本不想照顾的地方 所以 越是出身偏僻 反而对赤野猴最是了解 也最是崇敬 少年丁盛 便是赤野猴的狂热拥促 先别着急 流传的消息未必准确 一切等进了皇城 再做打算 陈征压下心中的慌乱 反而安慰起丁盛来 他早已不是当初 焉成的少年 经历的那么多事情 陈征已经能够做到 不被情绪左右思考 首先 他也不相信自己父亲会死 其次 他现在着急也没用 万一是真的 他也得尽快赶回皇城 确保母亲的安全 最后 已经突破天刚径的他 即便还远不是田无极的对手 但也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如果能够联合皇室 也能跟田无极斗上一斗 现在的问题是 其他三国的人马 进入大渊皇城 又是为了什么 很快 陈征三人跟着商队 来到了皇城门外 但看着气派恢弘的城墙 便是丁盛此刻 也提不起几分精神 进入皇城后 陈征几人便跟商队脱离 行走在大街上 陈征发现 就连来往的行人 都没有以前那般精气神 一个个行色匆匆 两旁的摊贩老板 也都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陈征带着两人 在一处茶馆坐下 然后又指使丁盛 前往赤野侯府 查看一下情况 记住 不要引人注意 得到消息 回来 向我汇报便是 陈征脸色严肃地叮嘱道 如今情况不明 父亲身死的消息传开 田无极说不定 已经采取行动 陈征必须更加地 小心谨慎才行 就算是要救人 也得以自保为前提 毕竟不管父亲死没死 现如今 他都肯定是指望不了的 一切都得靠自己 是 目送着丁盛离开 陈征又看向丁玉 你去情歌拍卖场 找一个名为爱丽娜的姐姐 就说郑成大师远游归来 邀请她过来一续 问清了位置后 丁玉也起身离开陈征 则是端着茶碗 听着四周其他客人的议论声 自古以来 茶馆酒楼 都是消息流通的绝佳场所 他只需要耐心等待 必然能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消息 而结果不出他所料 在他隔壁一桌 一个大胡子 哀声叹气不止 唉 想我大渊身为四国之首 如今竟然沦落到 要向其他三国俯首求和的地步 真是可悲 求和 陈征面色一沉 大渊的处境 似乎要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糟糕 坐在大胡子对面的男人气愤道 我听说这次求和 是三皇子一力促成的 我大渊铁血男尚且没有巨战 坐在皇宫养尊处优的人 倒是腿软得快 慎言啊 大胡子一惊 连忙阻止同伴 转移话题道 要是赤野猴还在就好了 对面的男人自觉失言 也是顺口接道 谁说不是呢 但我听说 赤野猴被神秘高手偷袭 败逃的时候 就已经只剩下半条命 这么久没有消息传来 还任由三国如此猖獗 想来是真出事了 大胡子止不住哀叹 可悲啊 莫非真是天要往我大渊 听着四周议论 陈征心中也大概有底 父亲陈御的确出事 但是也并没有确切地死讯传来 陈征相信自己的父亲的能力 他能诈败一次 自然也有可能诈败两次 其次 因为赤甲军大败 北瞒边军大四攻城 大渊国境遭受重创 丢失了不少属地 与此同时 本来为同盟国的西域 也突然被刺 对大渊边境发起进攻 东周这位大渊的老对手 自然不会放过落井下石的机会 同样参与进来 一时间 大渊父辈受敌 近乎崩溃 好在关键时候 无极猴站出来 力挽狂澜 暂时稳住了局面 三皇子李成龙 更是提出求和的提议 在田无极的默许 还有一众大臣的沉默下 这个提议最终被采纳 这才有了三国大量使臣 入皇城的情况 议论中 还有提到陈征的 赤野猴唯一的儿子 也死在秘境之中 赤野猴府 现在算是断根了 我听说 最近有不少北瞒的使臣 前往赤野猴府前辱骂 要不是九公主及时赶到 这些蛮子都要冲进去 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一旦一和 北瞒恨赤野猴入骨 必然不会放过赤野猴的夫人 皇室的人不管吗 呵呵 他们自身都难保了 拿什么管 我还听说 三国使臣提出条件 一国要娶一位公主走吗 陈征捏紧了拳头 但是听到母亲暂时无碍 倒是让他松了口气 又过了一会儿 丁盛便跑了回来 压低声音道 陈大哥 赤野猴府外有不少人守着 我不敢太靠近 但看着似乎没什么问题 陈征点了点头 给丁盛到了碗茶水 辛苦了 丁盛一脸气愤 不辛苦 陈大哥 来回的路上我都听说了 皇室无作为 那废物三皇子 更是个窝囊废 竟然眼睁睁看着蛮人 在赤野猴府门前撒泼欺辱 咱们不如带上赤野猴的夫人 逃命去吧 此刻 他心中已然没有半点 对皇城的向往 虽然此地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繁华 但皇室的所作所为 都让他觉得羞耻 陈征看着丁盛一份甜鹰的样子 不由失笑 先不慌 又等了一会儿 丁玉也返回 身后还跟着一位身着子裙 妩媚妖娆的女人 她一出现 整个茶馆都响起咽口水的声音 爱小姐 陈征起身笑脸相迎 在真正看见陈征那一刻 艾琳娜的心才彻底放下 她笑颜如花道 郑大师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都忍不住要去找你了 这话一语双关 艾琳娜言下之意 是陈征再不回来 她可就要开溜了 陈征点头 心中没有不快 在这样的时局下 自己又生死未卜 艾琳娜能等到现在 已经很是难得了 一切还好 陈征问道 艾琳娜点头 算是不好不坏 陈征点头 不坏就成 艾琳娜看了一眼左右 笑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回情歌拍卖场吧 陈征应想 好 之所以不直接回去 是因为陈征也不确定 这时候的情歌拍卖场是否安全 但既然艾琳娜说没事 那就无妨了 一行人返回情歌拍卖场 艾琳娜直接将陈征三人 带进了拍卖场深处的密室 在这里 陈征竟然意外地看见了母亲跟灵 此时陈征已经解除千机百遍 露出了本来样貌 之二 神色憔悴的杨素 在看见陈征那一刻 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这才确定自己没有做梦 一下子扑了上来 灵儿也在一旁激动地落泪 杨青 儿子还活着 让您担心了 陈征一边安抚着母亲 一边好奇地看向灵儿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灵儿看向艾琳娜 是艾小姐带我们来的 艾琳娜笑道 如今时局危险 夫人乃是北蛮那些家伙的眼中刺 放他们在赤野猴府内 感动之情 艾琳娜这么做 就相当于是即便知道陈征死了 也会照顾自己的家人 艾小姐 陈征一时间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千言万语 此刻似乎都显得轻弱 艾琳娜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笑道 我好歹教了你这么久的弟弟 你的家人 自然也是我的家人 陈征放开母亲 抱全道 大恩不言谢 艾小姐 我如今已经是三品炼药师 再过一段时间 成就四品也不困难 若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告诉我便是 艾琳娜瞪大了眼睛 什么 直到看见陈征再次点头 他才咬牙切齿地道 臭弟弟 看来你一直对姐姐我留了一手啊 在他看来 陈征之前肯定是故意隐瞒他 否则一个人的炼丹技术 怎么可能一下子提升这么多 陈征苦笑一声 也只能任由艾琳娜误会 毕竟这事情 他也不好解释 陈 陈大哥 你是赤野猴之子 身后 丁圣丁玉姐弟 也是瞪着眼睛 陈征虽然没有对他们隐瞒真容 跟真实姓名 但也没有特意说过 自己是赤野猴之子的身份 陈征笑道 没错 丁圣 我不是早告诉你 你若想加入赤甲军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丁圣面色战红 我 我以为你吹牛 陈征看向艾琳娜 红莹姐那边如何 艾琳娜笑道 她本来要去找你 但是被我劝下了 现在正疯狂练兵呢 有咱们的资源疯狂堆积 再加上范加提供的军备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你那支万人军队 战力至少也翻了一倍 即便比不上三大军团 但也算得上是一流了 对此 陈征也不意外 那些普通军族 都是从猿无极营新兵里分出来的 本就是精英 再加上资源的堆叠 战力提升也属正常 继续 接下来一段时间 有多少资源 就砸多少资源进去 陈征沉声道 如今这风雨欲来的架势 随时都有开战的可能 陈征必须尽可能地做好准备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艾琳娜看向陈征 陈征沉思了一番 一脸认真道 我要返回赤也侯府 杨素出声阻止 之二 如今北瞒的人如虎狼 你现在回去 就是自投罗网啊 还有你父亲 陈征上前抱住母亲 温声道 杨青 一日不见父亲尸体 那就说明父亲未死 他乃是大渊战神 没人可以杀他 如今我要做的 就是帮他守住这后方 而且只要我在 赤甲军就还有主 更不会散 最重要的是 陈征体内肛源流转 混沌之力激荡开来 化作一阵恐怖的气势 不满整间密室 除了丁盛跟丁玉之外 所有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天当静了 便是爱琳娜 也忍不住失声 没错 陈征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一脸认真地向杨素保证 杨青放心 儿子如今也勉强算是有点自保之力 而且 儿子向你保证 不会做逞强的事情 杨素正正看着陈征 遇险高大的身躯 伸手摸了摸儿子的脸 叹息一声 脸上满是疼惜 一道白衣胜血 气质非凡 另外一道身影 穿着一袭轻衣 腰配长剑 神色冷漠 身上泛着凌厉的气息 白衣 是爱琳娜手下半成的陈征 轻衣 是顶着着陆清云身份的陈征 陈征虽然打算回归 但暂时也不打算暴露实力 以陆清云的身份 待在自己身边行事 无疑是最稳妥的选择 但他并没有着急返回无极侯府 而是跟着陈征 朝着轩灵院的方向赶去 这也让三国使臣愈发猖狂 直言大冤无天骄 注定消亡 轩灵院外 一座特制的擂台上 一个袒露上身的北蛮青年怒喝一声 一拳便将一位轩灵院高级天骄 轰下擂台 高师兄 四周围满的轩灵院天骄连忙上前 却发现人高年级天骄气海都被轰碎 已经彻底沦为废人 该死 这蛮子下手也太狠了 连高师兄都败了 还有谁能上 一众轩灵院天骄愤然之后 便是茫然 这位高师兄 在高年级 也是能够排进前二世的存在 但依旧不是高台上那蛮子的对手 轩灵院不是号称汇聚了大渊英才吗 怎么 你们大渊的英才 都只是一群废物 北蛮青年大声嘲笑道 三国的高手 更是毫不掩饰地发出嘲笑 轩灵院中天骄 指不住握紧了拳头 却又无可奈何 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我来吧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身紫衣 背后背着黑色长枪的青年 大步而来 是孙策辉孙师兄 四大魁首 他们终于愿意露面了 他好了 有孙师兄在 看他们如何猖狂 轩灵院学子 进阶兴奋起来 自从三国高手摆下擂台以来 四大魁首 除了已经确定 死亡的宋天虎不谈 其他三位魁首 也一直不曾露面 甚至都有传言说 他们是未斩了 今日孙策辉站出来 可以说是打破了谣言 远处 一座高楼之上 站着两道挺拔身影 均是气质不凡的青年 一人脸上满是慵懒 仿佛对一切都不甚在意 另外一人天生一张笑脸 只有一双丹凤眼中 透着犀利的光芒 两人是四大魁首之二 慵懒青年 是有着觉悟之称的萧天乐 笑脸青年 则是号称绝影剑的周不宇 萧兄 你说这孙策辉是不是蠢 三国高手齐聚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现在下场 岂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平白丢脸不说 还有性命之威 周不宇摇头失笑 做一脸叹息状 萧天乐依旧是那副慵懒模样 要说聪明 他其实比我们更聪明 你说的那些 他也都明白 他不是蠢 是比我们有种 周不宇眼中闪过不满之色 萧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若觉得他对 那边下场去帮他 萧天乐语气平静 我怕死 也不敢 但我认 当了婊子 就别想着立牌坊 孙兄今日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计他是条汉子 至于你我 根本没有评价他的资格 哼 周不宇吃笑一声 似乎颇为不屑 擂台边 孙策辉朝着擂台步步靠近 身上的气势愈演愈烈 他就伤未愈 所以必须先生夺人 擂台上 北蛮高手一身漆黑骨甲 超过两米的身躯 犹如一个小巨人 他看见孙策辉 眼中泛起一抹凝重 但嘴上依旧嘲笑 哟 终于来个能打的 希望你能陪我多玩一会儿 说吧 一柄银亮巨斧 被丢上擂台 北蛮高手伸手握住 挥舞间 风雷声动 带起阵阵狂风 恐怖威势 让擂台周边众人心惊不已 刚才此人动手 竟然还未尽全力 孙策辉身形一闪 已经出现在擂台之上 就怕你活不了那么久 话落 孙策辉背后黑枪 犹如狂龙奔袭 枪势生腾 汹涌气浪撕裂空气 炸裂的气机笼罩 北蛮高手 顿时浑身汗毛树立 他怒吼一声 驱散心中的巨翼 银亮巨斧 犹如开山一般落下 近期爆发 气血之力崩腾 化作一往无前的气势斩落 死 四周围观众人 都被这股狂暴的气势所震慑 身形止不住一退再退 面对北蛮高手强势一击 孙策辉不躲不闪 眼中泛起一抹煞气 无影枪 明煞 在灵力的枪势之下 孙策辉的黑色长枪 却比枪势更快一步 犹如一道黑色闪电 长枪穿过巨斧落下的空隙 在北蛮高手惊恐的目光中 扎进了北蛮高手的咽喉 是 长枪贯穿 哐当 巨斧坠地啊 孙策辉怒吼一声 便连人带枪一起 将已经死透的北蛮高手 抛飞出去 摔落到三国高手的身前 好 孙师兄无敌 轩灵院一众学员扬眉吐气 口中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三国高手醋眉 凝神看向擂台 却在下一刻又露出玩味笑容 透支身体潜力 血肉传来的撕裂之感 神情平静 这里是大渊 是轩灵院 不是你们这些外邦蛮夷 可以撒野的地方 不想活的 就上来 面对孙策辉杀气腾腾的挑衅 三国高手并没有被震慑住 反而露出玩味的笑容 我倒还真好奇 刚才那一枪 你还能刺出几次 最开始说话的西域青年高手 闪身上了高台 他手中拿着一把金刚制作的铁扇 铁扇之上散发着淡淡灵运 明显是把宝气 他淡然笑道 记住 杀你的人 是南宫望 秀 我没兴趣去记死人的名字 孙策辉话音未落 已经手握长枪而出 灵力狂暴的气势在起 但是已经有了准备的南宫望 自然不会让孙策辉得手 只见他脚下一踏 身形顿时 宛如一阵清风飘散而开 只留下一道残影 被孙策辉长枪刺破 嗯 孙策辉一枪落空 体内暗伤爆发 再加上身体透支 身形都出现了一瞬间的亮枪 呵呵 我说了 杀你足够 孙策辉冷喝一声 强提起一股劲 身形再次奔袭而出 速度竟然比刚才还要快上三成 但这一次 南宫望却并没有躲 摸清孙策辉底细的他 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 他手中铁扇一甩 扇鼓撑开 顿时无数银针自扇面飞出 针间泛着幽暗的光芒 明显带有剧毒 竟然用暗器 卑鄙 下方众人不由怒喝 孙策辉一惊 不得不停下攻势 枪奸如墙 将独针尽数格挡 但一身强行提起来的气势 也卸了大半 呼 一阵狂风呼啸而来 南宫望身形已至 趁着孙策辉 正后继无力的时候 扇鼓冒起犹如锯齿一般的尖刺 朝着孙策辉脖梗 滑落而来 孙策辉提枪格挡 却被早有准备的南宫望一扇拍下 看着越来越近的扇风 孙策辉不由绝望 高楼之上 周不宇急笑道 看见没有 这就是强出头的下场 闭嘴 萧天乐此时 已经没有了慵懒的模样 他回过头 一脸认真地看向周不宇 我没胆子上擂台 但是打死你 倒是可以试一试 周不宇撇了撇嘴 不在言语擂台边 住手 你敢 孙师兄认输啊 一众宣灵愿天骄怒吼出声 擂台上 南宫望恍若未闻 嘴角带着淡淡讥笑 眼看扇风就要滑落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 落在孙策辉身后 一只大手探出 朝着铁扇抓去 你在笑什么 冷泪的声音 让南宫望笑容一致 他惊恶地看向 站在孙策辉身后的陈征 什么时候 不仅是他 就连擂台下的众人 都没看见陈征是怎么上去的 他们只感觉一眨眼的功夫 擂台上就多了一个人 看着陈征探来的手掌 南宫望眼中闪过一抹韵怒 找死 尽力鼓动之间 南宫望手中铁扇 锋芒之气更显 陈征面色依旧平静 只有掌尖气血之力汇聚 只听一阵如潮的气血轰鸣 气血翼向展露 集结的气血红雾 直接化作血铠 包裹在陈征手掌 咔 恐怖的气血之力 直接撕破了南宫望的锋锐气机 陈征手掌握在铁扇之上 然后猛得一转 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让南宫望甚至都来不及抵抗 铁扇便已经脱手 落入陈征手中 这里交给我吧 陈征另外一只手掌 按在一脸迷茫的孙策辉肩头 稍稍往后一带 孙策辉便凌空飞起 朝着擂台下落去 南宫望身形暴退 甩了甩发麻的手掌 神色愤怒道 你轩灵院是输不起吗 陈征随手将已经有些变形的铁扇 丢到南宫望面前 但笑一声 我不是轩灵院的人 南宫也更怒了 那你掺和什么 你三国摆下擂台 挑战的是我大渊天骄 我身为大渊人士 自然也有上台的资格 陈征神色平静 南宫也看了一眼 地上略微变形的下瓶宝器 眼角止不住抽了抽 这可是宝器啊 竟然被这小子一找给毁了 好恐怖的怪力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南宫望尘身问道 此时 一道戏谑声音从擂台下方传来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伙 鹿兄不过是我赤野猴属下 一个无名小族罢了 众人回头看去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路 一袭白衣 英俊绝伦的身影 逆着光影而来 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小侯爷 陈征 隐藏在人群中 正在看热闹的田一林几人目自欲裂 该死 这小子怎么还活着 他不是死了吗 三国青年高手 也军事色变 尤其是北瞒的人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陈征不死 得到消息的赤甲军残部 未必不会卷土重来 攻迎新主 东周高手中 一直兴致缺缺的夏天刻眼中 燃起兴奋之光一个月来 他迟迟没有收到陈征的消息 还以为大人真的随天五蜜 已经一同泯灭了 他还因此差点受到惩罚 现在 他只需要确定一点 这个陈征 到底是不是大人 正思索着 他便看见陈征看了他一眼 还不留痕迹地微微汗手 夏天刻差点喜极而泣 是大人 真的是大人 他没有死 夏天刻忍不住在心里狂呼 不行 要忍住 不能破坏了大人的隐藏计划 他压下心中的激动 心中盘算着该如何回去禀报 看着顶着自己面孔 接受万众瞩目的替身 演技比起我来少了一次低调 但不得不承认 艾琳娜帮他安排的这个替身 无论是神态 气质 意或者是言行之上 都非常到位 演技十分逼真 陈征迎着众人目光 一脸风轻云淡地看向陈征 卢兄 我看他们好像不太服你 陈征但笑一声 那就让他们一起上好了 他转过身 看向南宫望 你说我坏了规矩 这样吧 我也让你坏一次规矩 你们三国高手 可以一同上来 我一人占你们全部 生死不论 此话一出 满场皆惊 这小子说什么胡话 这些三国青年高手 可都是四大魁首级别的战领 他竟然想一人站支 车轮战就已经很难打了 他是不是疯了 竟然还想打全部 高楼上 周布宇皱起眉头 这小子什么来头 口气倒是不小 萧天乐看见孙策辉无恙 此时又恢复了慵懒的模样 人家能一击逼退西域高手 自然有狂的资格 周布宇吃笑 但这样的人 往往会死得很惨 倒也未必见得 萧天乐盯着擂台上 那道青涩身影 他悟性超绝 灵感也远超常人 在陈征的身上 他感知到了 令他毛骨悚然的危机感 一些学院中的天罡进教习 都无法给他这样的感觉 擂台上 听闻陈征狂言的南宫望 不由气笑 行 这可是你说的 但他不会意气用事 而且 陈征所展现的恐怖力量 也让他忌惮 真让他自己一个人上 他还真不一定有什么把握 但现在这小子 自己找死 他便成全了也无妨 南宫望回头看去 诸位 上来吧 让我们领教一下 赤野猴府的抵御 西域两位青年天骄帅 先跳上高台 北蛮天骄也随之响应 屁得个抵御 被我们堵在家门口 连门都不敢出 现在倒是猖狂起来了 两人跳上擂台 脸上游字带着宁笑 也罢 先杀了这狂徒 再宰了赤野猴家的小崽子 面对麻人的挑衅 陈征也是伸出了脖子 嘲弄道 有本事 就来拿呀 看着迟迟没有动静的东周天骄 南宫望皱起眉头 你们什么意思 夏天克诞声道 没什么意思 以多敌手 你们西域跟北蛮不要脸 我们东周还是要脸的 你们玩 我们先撤了 说吧 夏天克直接带着东周天骄离开 他现在只恨不得飞奔回住地 将消息带回去 南宫望等人面色一沉 呸 北蛮天骄更是忍不住脆了一口 算了 没了他们东周 也不会影响大局 南宫望摆了摆手 回头看向陈征 你已经准备好受死了吗 陈征没有说话 伸出一根手指 南宫望醋眉 什么意思 陈征但笑道 在我大渊的领土 我便略进地主之意 给你们一人留下一句遗言的机会 南宫望五人顿时震怒 找死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你会后悔挑衅我们 五人气势爆发 瞬间凝成一股 犹如汪洋拍案而来 兄弟 小心啊 被推下擂台的孙策 挥止不住叫道 虽然这人表现得很狂很蠢 但是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就已经值得敬重 无需担心 替身淡然的声音传来 脸上满是蜘蛛在握的笑容 他比谁都清楚 站在擂台上的那个正牌货 可是货真价实的天刚静 擂台上 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五人 陈征却连拔剑的兴趣都没有 只是抬起手掌 轻轻一划 请客间 无边的锋芒之气 充斥整个擂台 恐怖的气势犹如山红 将南宫望五人凝聚的气势 瞬间碾碎 当 南宫望五人 甚至还没来得及露出惊恐的表情 风锐无匹的青云剑意 便将他们连人带武器一同贯穿 哐当 碰 断裂的兵器坠地 随之坠地的 还有五人已经断成两截的尸体 烟红的鲜血砸落擂台 然后扩散 龙玉的血腥味道荡开 刺激着围观众人的鼻腔 还有他们那颗 差点忘记跳动的心 剑意 天刚静 我的天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擂台上 那道青衣身上 却见陈征只是打了个哈欠 无趣 他看向擂台另外一方的 两国随行人员 诞生问道 你们还要继续挑战的吗 但不等他们回答 陈征便失笑道 好像 你们也没人了 两国随行人员顿时气炸 狂徒 你怎么敢杀我北荒天骄 你该死 阵阵怒骂声中 一些天刚静的高手 更是忍不住斩露气息 大有要上台教训陈征的意思 陈征扫了一眼 诞生笑道 怎么 小的不行 你们这群老的想上 行啊 想送死的 就都上来 一个西域天刚静高手 怒笑一声 这可是你说的 说吧 他身形拔地而起 朝着擂台飞掠而去 陈征神色平静 站在原地已然不动 但身后 已经有一道身形飞跃而来 天刚静的气势展露 狂暴的气息犹如山崩 凶悍的刚气化作一只巨拳 直接朝着西域天刚静高手轰去 西域天刚静高手出手阁挡 却被崔枯拉朽一般击溃 飞跃半空的身躯 犹如陨石一般又砸落回去 大地崩裂 西域高手直接被砸进坑里 四肢扭曲 五翘之间皆有血雾流出 两国高手又惊又怒 抬眼朝着擂台看去 只见一道雄壮身影 正站在陈征身前 脸上带着鄙夷的笑容 还想以大欺小 你们真是脸都不要了 你们要打 我来陪你们玩玩 这人还是陈征的熟人 轩灵院高级教习 黄庭寻英史 谢天和 身后 还有更多气息强大的身形 闪现之 没错 还是陈征记忆中那般高傲的模样 其余众人都是轩灵院高级教习 其中许翰良站在守卫 身上散发着厚重的气息 与气平静的荡开 要么死 要么滚 对于轩灵院教习出手 陈征并无意外 陈征激怒这些异国天罡境 就是在给轩灵院这些教习们 一个介入的机会 刚才是青少年一辈交锋 他们无法干预 更不能介入 因为作为大渊第一学院 他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气度 两国高手脸色难看 但他们也不蠢 知道自己等人 不可能会是轩灵院这些教习的对手 咬牙忍下心中的怒气 他们默默收敛高台上天骄的尸身 然后扛起重伤的西域高手 这才恨恨地撂下一句 领教了 但这件事情 不会这么轻易结束的 面对色力内人的叫嚣 轩灵院自然不会在意 直到看见两国高手退去 四周才想起震天的欢呼声 谢天河转过身 诧异地看向陈征 赤野猴府隐藏得可真深啊 前有陈征那样的妖孽 现在又出来一个领悟建议 年纪轻轻便已经突破天罡境的怪物 赤野猴到底留下了多少底蕴 陈征却维持着自己的高冷人设 对于谢天河的问题充耳不闻 只是转身下了擂台 然后在一众敬畏的目光中 朝着替身拱手道 小猴燕 信不辱命 替身满一点头 不错 陈征默默站到替身之后 替身看向四方熏灵院天骄 如今三国猖獗 竟然敢踩到我大渊头上 身为大渊子民 我很愤怒 蕴含静气的声音传遍四方 顿时吸引了所有视线 身为陛下清点的少将军 我更羞愧 今日 我来这里的目的 除了教训这三国的狂徒之外 还有一个 征兵 此话一出满场哗然 征兵 什么意思 轩灵院教席们更是皱起眉头 听陈征这话的意思 是想跟轩灵院 抢人 小猴燕 现在可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徐汉良一脸头痛的模样 替身淡笑一声 我可没有胡闹 国之将清 谁能独善其身 我轩灵院 就是为大渊国培养银财 如今三国猖獗 正是我大渊国用人之计 难道诸位 还能安心地待在那鸟笼之中 幻想着万世太平吗 我大渊子民的哀嚎 愤怒 不甘 你们当真是一点都听不见吗 替身脸上 患上愤慨之色 回城的路上 有山匪盘踞 烧杀抢掠 来的路上 我看见有北蛮军士 抢杂贪贩 我大渊子民 敢怒不敢言 而黄承位的人 就在一旁看着 黄承位不管 各处治安衙们也不管 好 我管 现在 我只需要一匹血味粮 骨味断 气上存的同伴跟我一起 我要让那些蛮夷 那些暴徒知道 这里是黄承 这里是大渊 替身脸上浮现争鸣之色 敢问 可有同行者 虽然这些话 都是陈征提前交代过的 但替身的表现力 还是让一旁陈征 忍不住心中赞叹 他朗声道 陆青云 愿与小侯爷同行 陈征目光横扫 再加上陈征刚才的强势表现 终是勾动了一些人的心气 孙策辉推开身旁搀扶的同伴 朗声道 孙策辉 愿与小侯爷同行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初年级学员 东方无缺 愿与小侯爷同行 人群让开 东方无缺带着朱同等人大步走来 朱同 徐涛 陈白鹤等人也是纷纷开口 几个月过去 他严惩的那几个追随者 也进阶突破了开脉境 进入了初年级 在几人身后 还跟着大批的外班学员 领头的 便是燕城添交 已经后天进 九重的徐杰大声笑道 外班徐杰 愿与小侯爷同行 我徐杰天赋一般 实力更是不济 但也知果耻 有热血 若未果存 虽死不悔 紧接着便是卓自营成员 高揽跟裴东牵头 我们也愿与小侯爷同行 虽死不悔 说着 两人还将鬼气刀 跟紫雷剑递给替身 脸上满是高兴之色 小侯爷 我们就知道 您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陈征的实力 已经让征服了他们 陈征所表现的义气 更是让他们幸福 这也是他们愿意 带头站出来的原因 徐汉良一众轩灵院教习 面色复杂 陈征这才加入轩灵院多久 竟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拥挫 胡闹 一道阴冷的贺声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张叶面目阴沉而来 眼中满是怒火 视为皇室 唯大渊 可不是为了成为 你赤野侯府的私君 而且我大渊如今 正是国情紧张的时候 你如此乱来 莫非是想将我大渊 拖入战火 让三十六成生灵涂炭吗 张叶越说越怒 最后还给陈征扣上了一顶大帽 陈征 你是不是要造反 田家三人 也看准机会站了出来 田一玲冷笑道 没错 要不是你父亲赤野侯太废物 何至于让北蛮的人如此猖狂 更让其他两国抓住机会 联合逼宫 田山更是质问道 三皇子如今好不容易立挽狂澜 稳住了局面 你又要跳出来导师 莫非是跟北蛮之人窜通好了 故意要激起战事 田言讥笑一声 你说得好听 口口声声 为了我大渊 但在我看来 你不过是知道 北蛮恨你陈家入骨 也知道自己没有活路 这才想要拖着大家下水 听见田家三兄弟的话 众人热血渐渐冷却 朝陈征投去了狐疑之色 对啊 他不会是 想拖我们下水吧 听说赤野侯府 如今自身难保 还真有这个可能 听着众人质疑 替身皱起眉头 陈征此时上前一步 诞声道 刚才不见你们站出来 现在倒是狗叫的厉害 你们也就只剩下 算计自己人这点本事了 张叶冷眼看向陈征 小子 你不是我轩灵院的人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陈征环视一圈 吃笑道 如果早知道 轩灵院都是像你这样的鼠杯 我还真不会过来 且不论小侯爷的想法是什么 但他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实情 你们有眼睛 可以自己到大街上去看看 去听听那些哀嚎的声音 众人顿时沉默 如今皇城乱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其实也有所耳闻 但是谁都在叫他们人 所以他们 只能当做看不见 听不见 久而久之 似乎就真的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陈征如今 不过是扯下了他们的遮羞布而已 陈征看向田家三人 不懈道 至于你们田家 赤野侯哪怕是死 也是为了帮你们田家 帮田无极收拾的烂摊子 谁都可以嘲笑他 唯独你田家 不配 更没有这个资格 田一零三人心中恼怒 却也语色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 陈征回身给替身递了一个眼神 替身也是 立刻回忆 半生笑道 我不会为自己辩解 但我知道一点 大渊要的安定 从来都不是靠膝盖求来的 否则那是对我大渊因略的羞辱 愿望者 便与我同行 说吧 他直接转身 朝着大街走去 我呸 张叶催了一口 说了半天 还不是要拉着大家陪葬 陈征淡目的声音传来 在你们心中 他早就死了不是吗 小侯爷若是怕死 这次就不会返回皇城 说吧 陈征缓缓转身 紧跟在替身之后 只是悠悠叹道 懦弱者 卑鄙者 总是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 但你们 骗不过你们自己的心 哈哈 反正我严惩 吴懦夫 东方无缺大笑一声 带着人大步跟上 严惩天骄同样走出 脸上带着傲然的笑 我严惩 接英雄 孙策辉将黑枪背在身后 脸上带着释然的笑容 死 不过是死 我孙策辉 愿为轩灵院 愿为大冤战 他随着陈征而去 几个追随孙策辉的高年级学员 对势一番 也是咬牙跟上 现场至少一半的学员 都跟在了陈征的身后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条长龙 这让张叶等人恼怒无比 张叶气笑道 愚蠢 现在跟三国为敌 便是皇室也不会管你们 死了也白死 皇城卫都不敢管的事情 你们凭什么敢管 田言三人也是冷笑不止 可笑 可悲 突然 一道慵懒的声音 在三人身后响起 喂 你们挡路了 田一灵恼怒回头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只是他话音未落 一个巴掌便在他眼前无限放大 啪 田一灵横飞而出 血水随着碎牙飞射 人未落地 已经晕死过去 萧天乐 田言跟田山大怒 但看着眼前的慵懒身影 却不敢发作 萧天乐静止穿过两人 朝着陈征的队伍走去 萧师兄也要去 剩下的轩灵院学员 都露出惊讶之色 滚开 一道不爽的声音 在田言二人耳边乍响 这次两人学乖了 连忙让路 只见黑着脸色的周不宇 也朝着陈征的队伍走去 周师兄 他也去了 四大魁首 除了已故的宋师兄 竟然都选择追随了小侯爷 惊诧之余 一些脑子好点的学员 已经意识到不对 连忙跟了上去最后 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学员 还留在原地 许汉良 你就这么看着 你这个院间 就是这么当的 张叶向着许汉良质问道 许汉良却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 便一言不发地 带着一众教习离去 只有谢天和 在路过张叶的时候 才略带怜悯的嘲讽道 张叶 我虽然早就知道 你很蠢 但没想到 你会这么蠢 看着谢天和嘲笑的表情 还有一种 轩灵院教习冷漠的态度 张叶此时也反应过来 脸色顿时更加难看 另一边 陈征带着一大群 轩灵院学子走在大街上 顿时吸引了不少瞩目的视线 这些不都是轩灵院天交吗 这么多人 这是要去哪 莫非是被其他三国高手 给赶出来了 不至于吧 听着四周议论 一个高年级学员 忍不住凑到孙策辉身边 不解道 孙师兄 咱们就算真的要干 也没必要跟着赤野侯府吧 孙策辉神色平静道 我不是跟着赤野侯府 是遵从学院的安排 几个追随孙策辉的高年级 天交一愣 学院安排 学院什么时候安排了 我们怎么没有得到消息 孙策辉叹息一声 不表态 就是最好的表态 学院真要反对 也不会任由那陈征 在学院门口表演那么久了 你们没发现 教席们也从始至终 没有任何劝阻吗 几人顿时有种恍然之感 孙策辉记笃定道 等着看吧 留下的那些 最终都会被学院清理掉 张叶其实有句话说的没错 轩灵院是为大渊培养的人才 如今国难当头 如果都还不敢站出来 那么学院凭什么 还要继续培养你 孙策辉 看来 你脑子还不蠢 周步雨冷笑着上前 几个高年级天骄见状 连忙让开位置 孙策辉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理会 只是对着肖天乐点了点头 肖兄 肖天乐摆了摆手 伤势如何 孙策辉笑道 暂时死不了 被无视的周步雨 脸色冰冷 孙策辉 你当我是空气吗 孙策辉摇头 我只是懒得跟蠢人说话 你说谁蠢 周步雨嘲笑道 今天要不是赤野猴府的人来 你现在都是一具尸体了 你错了 孙策辉神色平静 便是赤野猴府的人不来 我也死不了 周步雨挑眉 什么意思 孙策辉诞声道 这几日 三国高手挑衅 宣灵院上下 无论是教习 还是院长他们 都没有任何提示 只是任由我们自己发挥 你没想过是为什么吗 周步雨吃笑 当然是不想背锅 还能是为什么 你又错了 孙策辉摇头道 是为了筛选 他看向肖天乐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肖兄应该是早就得到了上面的指示 所以才不愿出手 肖天乐沉默 周步雨骤然变得难看 孙策辉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咱们四大魁手中 肖兄实力最强 天赋也最强 所以是宣灵院学子的底 他不能败 所以才不能战 肖天乐骤然露出笑容 脸上也没有了慵懒的模样 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孙兄果然聪明 咱们四大魁手 我最强 孙兄脑子好 宋天虎最神秘 至于周步雨你吗 最自以为是 肖天乐看向脸色难看的周步雨 如今是你最好的补救机会 若是还顾着你那些小聪明 便准备离开宣灵院吧 孙策辉猜得不错 即便没有陈征出手 也会有另外的人将孙策辉救下 副院长孙长龙一早就找过他 借着三国高手挑衅 院长想将宣灵院学子筛选一遍 只有两种人可以留下 要么的确是心怀热血 愿意为国尽忠的 那么 就是脑子足够聪明 分得清楚利害关系的 因为田无极的缘故 宣灵院如今已经并不纯粹 落天旗本来也没打算管 但是由于天舞秘境的事情 让他对田无极恶感极重 所以就借着这次机会 干脆肃清一遍 听见肖天乐承认 周步雨脸色愈发难看 最让他难受的是 宣灵院竟然更看好 肖天乐这个懒人 而不是他 看着孙策辉不屑的眼神 周步雨有些破讽 说到底 你孙策辉还不是在算计 跟我又有什么区别 孙策辉吃笑一声 你还是错了 我跟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即便明知道会死 你会选择逃避 而我 依旧会站上擂台 说吧 孙策辉便懒得理会周步雨 两者 本就不是一路人 他快步来到陈征替身身边 问道 小侯爷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既然训令院高层不出面 那就是相当于默认了 陈征的领导权 他自然得先听听陈征的想法 替身停下脚步 指向远方 到了 孙策辉顺着替身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里不是斩首处吗 孙策辉皱眉 来这里干什么 一旁的陈征诞声道 当然 是为了方便 替身点头笑道 骆兄说不错 走 替身带着大队人马 朝着斩首处 走去斩首处 又被叫做斩首衙门 是专门用来处决犯人的地方 设立于皇城各大区域的交汇之处 来往人流密集 放眼看去 就是一座巨大的高台 高台上设有矫形的木架 也有斩首的木墩 高台四周 还侵染着冲刷不掉的血迹 只是靠近 便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道 整座高台 都环绕着一股浓郁的煞气 一众绚灵院学员 均是一头雾水的 跟着陈征登台 高台四方 来往的人群 也是好奇地会拢过来 朝着台上张望 向着左右打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替身大马金刀地坐上主位 拿出早就写好的榜文 丢给陈征 陈征 务兄 劳烦你 帮我张贴一下 陈征直接将榜文张开 挂在高台最高最显眼的地方 众人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有十字的大声念叨 经文三国兵匪猖獗 作恶无数 百姓苦矣 赤野猴之子陈征 原为百姓谋个公道 若有冤屈 尽可上台 皇天在上 当肃乾坤 口口相传间 榜文便越传越远 赤野猴回来了 不是赤野猴 是赤野猴之子 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这种时候 恐怕也只有赤野猴父敢站出来了 皇室都不敢管 他敢管 他凭什么 一众百姓议论声不断 有质疑 有不幸 还有蠢蠢欲动 但等了片刻 没有等来深渊的人 倒是等来了一个 喝得烂醉的西域假释 只见他蛮横地推开身边百姓 摇摇晃晃地朝着高台走来 脸上游字带着嚣张的笑容 呵呵 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 还想审判我们 只见他走上高台 从怀里掏出一块带血的玉佩 当着众人的面摇了摇 看见没有 这是爷爷 我刚才从你们的大渊百姓手上抢的 那废物还不想给 爷爷就打断了他的双手 最后这东西 是他求着让我收下的 西域假释大声叫嚣道 来 你们倒是审判我呀 不过爷爷我提醒你们 老子是西域使臣随行的护卫团假释 要是伤了一根手指头 你们大渊就等着兵货吧 下方 一众百姓军事露出愤怒愤恨之色 一众轩灵院学子 更是被西域假释嚣张的态度激怒 忍不住紧了锦手中的兵器 见状 西域假释不仅不慌 反而愈发嚣张 只见他伸长了脖子 拍打着自己的脖梗 大声嘲笑 来啊 朝这儿砍 你们要是不砍死我 一会儿我就回去砍死那残废 我 是 他话音未落 一道破空声便激荡而来 锋芒之气闪现 正拍打着自己脖梗的西域假释 一下 便将自己的脑袋拍到了地上 鲜血犹如喷泉涌出 砸落在地的脑袋脸上 游子挂着嚣张的笑容 众人呆呆看着这一幕 陈征一脸淡然地收手 真 真在了 这可是西域史臣团的假释啊 皇城卫的人都不敢招惹 就这么杀了 一众百姓惊恶又解气 也终于确定 赤野侯府的小侯爷 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 一时间 人群顿时躁动 一些本就有些犹豫的人 纷纷跑到擂台边上 小侯爷 我有冤屈 小侯爷 我妻子被这群禽兽抓走 至今没有音讯 还请小侯爷为我做主啊 那群天杀的蛮人 只因我而挡了他们去路 便被他们一脚踹死 我而才七岁啊 请小侯爷做主 我牛三愿意生生世世 做牛做马 报答小侯爷的恩情 小侯爷 一道又一道地哭诉声传来 他们就像是 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面目血红猙獰的看向高台 陈征的替身 看向高台一种轩灵院学子 语气淡漠道 躲在轩灵院中 应该很清静吧 孙策辉已经取下背后的长枪 韩声道 小侯爷 下令吧 我们该怎么做 替身诞声道 自然是有怨抱怨 一血长血 他将一众轩灵院学子编队 分成了近三十个队伍 一个队伍十几人 其中至少也有一位 开迈进九重的高年级学员领头 如此配置 已经丝毫不弱于皇城卫的编制 一切准备就绪后 替身站起身来 朗声道 以赤野侯府之名 凡有罪者 统统抓来 闻言 一众轩灵院学员 最后一丝顾虑也放下 既然是以赤野侯府的名头出手 也就是说 一切后果 皆由赤野侯府承担 皇城卫府衙 请大人为我做主啊 满头白发的老人 跪在大门前 双眼红肿 身子颤抖 嘴里还不断嘶哑叫道 老人名为王二 就是皇城外 一个普通老农 生活清贫 但一家六口其乐融融 也算过得幸福美满 但就是这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却在几天前化为乌有 儿子二媳进城卖山货 被蛮人撞见 直接抢走了儿媳 儿子上前理论 却被那蛮人一脚踹断了骨头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 晚上的时候 儿媳也被送回来了 只是已经丢了清白 但当天晚上 儿子便咽了气 本来强打起精神 照顾儿子的儿媳 直接投了紧 等捞起来的时候 人都已经泡白了 老婆子受不了这个刺激 被生生气死 王二也想死 但他放不下家里两个孩子 更想为自己的儿子二媳 讨一个公道 他每天都会来这里跪着 希望皇城卫的大人们 能给他一个 攻到皇城卫衙门前 一个守门的青年面露不忍 上前说道 老爷子 回去吧 这里要是能给你攻到 你也用不着跪上三天了 王二一脸迷茫地抬头 但这里是皇城卫啊 如果这里 都给不了我攻到 谁还能给 青年叹息一声 压低声音道 我帮你问了 你们得罪的是 北黄使臣的亲外生 你 认命吧 王二更迷茫了 得罪 此时 一道大笑声 从衙门内传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 蛮人汉子 在几个蛮人护卫的 簇拥下 走了出来 一旁 还有一位 皇城卫的队长陪同 我就说了 都是误会 蛮人汉子 一脸得意跟讥讽 你们还非得 腰跑这一趟 说着 蛮人汉子 看见了跪在地上的王二 脸上泛起一丝阴沉 就是这个老东西 一直想找我麻烦对吗 队长面色微变 沉声道 多龙多 没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走了 蛮人汉子 却根本不理 大步朝着王二走去 喂 老家伙 听说你在这里跪了三天了 不就是打死了你儿子 玩了你的儿媳吗 至于这么记仇吗 多龙多话音充满了不屑 是你 王二顿时目光血红 张牙舞爪地 朝着多龙多扑去 我要杀了你 但还没靠近 就被多龙多一脚踹倒在地 口中鲜血喷涌 王二嘴里发出宛如野兽一般 无助愤怒的嘶吼 嘿嘿 听说你家里 还有两个小东西 多龙多恶毒的声音再次传来 王二一惊 你想干什么 多龙多玩味道 我只是想找他们玩玩 不要 我不告了 我再也不告了 王二惊慌叫道 多龙多嗤笑一声 一脚踩在王二的胸膛 目光凶狠道 你不是要公道吗 公道岂是你想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的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要你亲眼看着那两个小东西 被我折磨死 这 就是你的公道 王二被吓坏了 奋力转头 看向皇城卫的人 大人 救救我的孙 队长面色阴沉 拦住忍不住想要出手的青年皇城卫 一言不发 王二眼中留下绝望的泪水 四周 拒拢围观的百姓无比愤怒 却连声音也不敢发出 突然 碰 正在狂笑的多龙多被人一脚踹飞 谁 蛮人护卫大怒 只见一道身影 跻立在原本多龙多的位置 正弯腰将王二掺扶起来 东方无缺冷冽的声音响起 奉小侯爷令 凡有罪者 接待往斩首处统一发落 多龙多从地上爬起 脸上满是怒火混账 是哪个小侯爷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然还敢管我多龙多的事情 这些天 那些王公贵族 他也不是没见过 一个个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不过一群起活的狗而已 他看向黄承卫的人 这些人袭击一和使臣 你们黄承卫还管不管了 若是不管 我就只能如是向我舅舅汇报了 到时候 若是一和失败 你黄承卫就是千古罪人 队长面色微变 看向东方无缺等人 若公子 到底怎么回事 他在一群青少年中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他顶头上司的儿子 据说如今在宣伦院中进修 被称作若公子的青年 苦笑一声 你就别管了 队长心中微动 没有动作 多龙多健壮 不由怒笑 好 很好 你们给我等着 眼前这些人虽然年轻 但一身实力不俗 他可不会蠢到硬碰硬 只需要回家 跟自己舅舅一说 自己舅舅再到冤皇面前一闹 这些小崽子 自然会知道 得罪自己的下场 话落 他就想带着手下离开 一道身影闪烁而至 开迈进九重的高年级学员 面无表情地拦住了他的退路 其他人也直接将 剩下的蛮人护卫围围住 东方无缺弹幕的声音响起 我说了 小猴也有令 你们得跟我走一趟 多龙多神色阴沉下来 那我要是不能 东方无缺挑眉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 找死 一个蛮人护卫怒喝一声 挥舞着宽刀冲出 东方无缺头都没抬 一位中年级学员闪身而出 见光挥洒间 蛮人护卫握刀的手 便已经坠落在地 啊 蛮人护卫惨叫不止 又是一人冲出 直接一脚踹在他的嘴上 只见鲜血见射 蛮人护卫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整个人直挺挺倒在地上 嘿嘿 我来 一个后天静的烟城天骄上前 抓起昏迷护卫的脚踝 像是脱牲口一般脱走 多龙多眼中终于犯起恐惧 我是北荒使臣的侄儿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东方无缺诞声道 那你就老实一些 说吧 他拍了拍王二身上的尘土 笑着道 老人家 能不能劳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赤野侯府的小侯爷 此时正在斩首衙门 你要的公道 别人给不了 但他 一定能给 王二眼中泛起息迹之色 真的 东方无缺点头 然后朗声道 诸位 若有冤屈 可直接前往斩首衙门 不论对方什么身份 什么来列 一旦何时 赤野侯府 军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四周顿时哗然 赤野侯府 赤野侯回来了 去吗 去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一群蛮夷 凭什么能踩到我大渊头上 围观百姓无比激动 随着人流 朝着斩首衙门进发 目送着众人离开 皇城卫队长 连忙转身进了衙门 赤野侯指子臣 争回归 要审判三国罪人 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他能够处理 必须尽快上报上去 皇城很大 但消息传播的速度也很快 尤其是陈征如此大张旗鼓 一些高层 很快便得到消息 有人不羡 赤野侯都死了 一个乳羞未干的矛头小子 还能翻起什么风浪 不是自寻死路罢了 有人担忧 既然没死 何不徐徐徒治 这时候站出来 殊为不至啊 但不管众人是什么想法 他们此刻 都选择了沉默 毕竟他们的想法不重要 重要的是 皇庭中的那位 是怎么想的 御书房中 李夫生听着暗卫传来的消息 神色平静 我知道了 祥公公在一旁轻声问道 陛下 是否需要我去提醒一下小侯爷 李夫生笑道 提醒什么 提醒他不要为我大冤尽忠 他能带上轩灵院的天骄们 如此胡闹 自然是得到洛院长默许的 祥公公皱眉 可是 李夫生白手 将祥公公打断 没什么可是的 我之前装糊涂 现在同样只能装糊涂 闹吧 闹得越凶越好 他眼中泛着冷色 不把这谁搅混一些 那些躲在阴沟里的蚂蚱 又怎么敢踹蹦的呢 感受到李夫生身上泛起的杀意 祥公公一惊 陛下 您是想 李夫生放下手中的笔 看着白纸上龙飞凤舞的沙字 语气却出其的平静 大渊跟朕一样 已经老朽了 无极侯府 大厅中 三皇子李成龙来回踱步 脸上写满了愤怒之色 那废物为什么还没死 没死也就算了 他凭什么还敢来 坏本皇府的好事 他转头看向 脸上挂着淡笑的田无极 无极侯 你可要帮我 田无极点头 这是自然 三皇子稍安勿躁 本侯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哦 李成龙大喜 快说 田无极笑道 那野侯府既然想当这个英雄 那咱们便成全他们好了 赤野侯之子不是要论罪吗 那也不用他的查了 咱们主动将罪证给他送过去 李成龙一脸荒唐之色 咱们还要帮他 田无极摇头 当然不是帮他 罪证送去 他若真要断罪 那就几乎要杀进三国使臣 到时候三国大怒发兵 我再诈败两场 生灵涂炭 他这英雄自然也成了罪人 到时候三皇子在御驾轻征 在我的帮助下平定战乱 三皇子你继承王选 也不过是顺势而为的事情 李成龙脸色好看了不少 他若是不敢呢 田无极笑道 那就更好办了 顾名钓鱼的名头一做时 赤野侯府的威望必然大落 到时候三国使臣发难 以赤野侯府之血 换取大渊太平 想来也不会有人拒绝 李成龙满脸兴奋 所以不管那小子怎么做 都必死无疑 好好好 本皇子这就去办 说吧 李成龙迫不及待地 朝着大厅外跑去 一旁田精一凑了上来 二弟 要不要我派人去宰了那小子 田无极摇头 无妨 赤甲军溃散是真的 陈玉重伤也是真的 单凭一个陈征 在这皇城掀不起什么风浪 也不值得我们浪费精力 这小子本可以苟且保命 却在这种时候跳出来 在他背后 必然还站着其他人 或许是李复生 或许是骆天骑 但无妨 我会盯死他们 田无极眼中泛着自信之色 陈征的确给了他不少意外 但是不到天象镜 便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如今陈玉重伤 赤甲军溃散 至少在皇城之势尘埃落定之前 赤野猴府 不过是空有名头的直老虎而已 整个皇城 还能给他带来威胁的 也就只有冤皇李复生 以及轩灵院那位来历神秘的院长 只要盯死了这两方 那么他便可大局在握 田无极脑海中 闪过陈征的身影 虽然他不觉得 这小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他不动手 也可以让其他人动手 田无极看向田精义 大哥 联系宋家跟卓家的人 该是他们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还有史家 彭家那边 告诉他们 现在是击溃赤野猴府最好的时机 问问他们 这爵位 他们还想不想要 田精义脸上泛起兴奋之色 好 赤野猴府内 李敏神色冰冷 手掌紧紧握着宝剑 在他一旁 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女 面容跟黎敏有三分相似 也比黎敏看上去要年长几岁 他伸手按住黎敏的剑饼 无奈道 小妹 咱们现在要坐的 就是人 你要是出去 那才是碎了他们的愿 黎敏深吸一口气 情绪平静下来 五皇姐 你说的我都明白 但我就是气不过 一群狗东西 也配来赤野猴府狂吠 轮椅上的少女 名为李皇哥 是大渊武公主 先天便患有腿疾 不受李父声所洗 但是跟黎敏关系默逆 两人虽然不是同胞 但感情却更胜同胞姐妹 看黎敏气愤的模样 李皇哥失笑道 你这人都还没嫁过来呢 倒是为赤野猴府考虑起来了 黎敏翘脸微红 五皇姐 你胡说什么呢 你是知道我的 我一向敬重赤野猴 李皇哥摆了摆手 神色变得无比认真 你我姐妹 不必找这么多借口 不过九妹 我得提醒你一句 赤野猴目前生死不明 那陈诚更是死不见尸 你再跟赤野猴府 这般牵连下去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黎敏笑道 我明白 但他既然能为了我豁出性命 我又何尝不可呢 而且我明白一件事情 如今三国想要娶亲 三皇兄 必然是不会放过我的 他一脸赌燃 既然如此 不如去死 对于黎敏的回答 李皇哥也并不意外 他叹息一声 事不可为的话 你就跟着赤野猴夫人一起走吧 至于父皇那边 我会去帮你交代 如今府内的杨素是假的 他们早就知晓 黎敏咒眉道 五皇姐 此事与你无关 你能过来陪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绝不会托你下水 李皇哥苦笑道 昨日皇庭议事 我已经确认 要被嫁到北蛮去 你我如今皆是局中人 能逃一个是一个吧 黎敏美眸微瞪 愤怒道 再怎么轮 也轮不到五皇姐你头上吧 李皇哥摇头道 是无极喉体的 这些年 咱们做过的那些事情 他恐怕早就知晓 如今不过是在为三皇兄 扫清障碍 压制李成龙一头 天赋异禀是真 但聪慧绝伦一事 却要印到自己 这五皇姐的头上 这么多年来 李敏身后 其实一直都是 李皇哥这位 透明一般的大渊国五公主 在帮忙出谋画策 五皇姐 不如你跟我一起走吧 李敏咬牙道 李皇哥摇头 我走不掉的 如今我无论到哪 都有蛮足的探子随行 今日过来 不过是想来见你最后一面 他脸上带着释然的笑容 舅妹 这就是面 我认了 李敏捏紧了拳头 脸上满是不甘 此时 门外再次想起了 北蛮假式的乌言慧语 怎么 堂堂赤野猴斧 竟然都是一群缩头乌龟吗 有本事就滚出来 嘿嘿 赤野猴的夫人 老子还真想 尝尝是什么滋味 大门外 一群北蛮假式围坐 骂得兴起 更有人直接在 赤野猴斧大门上撒尿突然 一道雄壮身影 大波来 一群北蛮假式 连忙攻进迎了过去 呼伦大人 现在已经查明 贼人混入了赤野猴斧 给我铺开大门 本大人要亲自将其捉拿 北蛮假式们面色一变 强闯 这 要他们在外面耍耍威风还行 强闯赤野猴斧 这性质可就变了 呼伦沉声道 这是哲别大人的意思 一切后果 皆由我来承担 给我破门 哲别 北蛮三大使臣之一 也是此次议和的决策者 如今谈判 已经快要到达尾声 他想探探大渊皇室的底线 也想 彻底绝了赤野猴斧的根 大渊皇室 只要装聋作哑 那么哪怕陈玉侥幸没死 跟大渊之间 也必然绝恋 闻言 一群假式便没了顾忌 兴奋地朝着赤野猴斧大门去 只是人未靠近 大门已经轰然打开 黎明闪身而出 脸上满是冰寒之色 谁若胆敢踏入猴斧一步 死 呼伦吃笑一声 脚下一踏 身形犹如狂熊一般飞掠而出 天刚进三重的气息绽放 犹如大山一般朝着黎明压去 黎明凝聚的气势瞬间溃散 九公主 得罪了 呼伦伸手 静止朝着黎明头上按去 黎明奋力挣扎 却根本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呼伦的手掌抓来 骤然 一袭轻衣如狂风袭来 冰冷的声音 犹如刀锋一般刮过呼伦的耳膜 你是在找死 呼伦心中泛起一丝寒意 手下顿时便招 空气炸裂间 朝着轻衣身影一掌拍去 来者正是陈征 斩首衙门那边有替身帮他吸引注意 暂时出不了什么乱子 他便以陆青云的身份得以抽身 好做些准备 刚回赤野侯府 便看见了这一幕 看着呼啸而来的掌力 陈征面色平静 瞳孔瞬间缩成了真状 凝聚的精神力量 激荡而出 化作尖刺 狠狠扎入呼伦魂海之中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呼伦 顿时露出痛苦之色 身形亮腔间 一身刚气瞬间涣散 等他回过神来 脖子已经被陈征掐住 捏 呼伦大惊 刚要反抗 陈征一个剑指刺出 直抵呼伦汽海 是 无形的锋芒之气 顿时将呼伦汽海洞穿 一身修为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飞速溃散 不 呼伦惨呼一声 口中鲜血翻涌 眼中更满是不甘跟愤怒 放开呼伦大人 四周的蛮人假释 此时才反应过来 瞬间结成军事 怒喝着朝着陈征冲来 但充满杀气的军事 落在陈征身上 根本无法对他产生 丝毫影响刷 当 黑龙剑出窍 锐气滑破空气的声音 荡开 剑银声犹如龙鸣 陈征只是随手挥洒一剑 在青云剑一霸道的风锐之下 蛮人假释身上 顿时绽放血险 一分为二 鲜血内脏洒落一地 呼伦顿时感觉浑身冰凉 眼中的怒意消散 化作深深的恐惧 你到底是谁 陈征淡笑一声 你还有心情管我是谁 感受到陈征身上 生疼的杀意 呼伦连忙搬出考山 小子 我是哲别大人的人 你不能杀我 否则 话音未落 便被不耐烦的陈征打断 哲别是吗 我记住了 我会去找他的 咔嚓 在呼伦惊恐的眼神中 陈征直接捏断了他的脖子 碰 陈征随手将尸体丢下 也不理会满地的鲜血 转身看向一脸错愕的黎米 笑道 九公主 我奉小侯爷之命 过来接你跟夫人 小侯爷 陈征 他还活着 黎米脸上泛起激动之色 陈征点头 事情复杂 进去再说 黎米点头 带着陈征进门 如今赤野侯府中 下人都已经被遣散 除了黎米跟李皇哥 就只剩下爱琳娜安排的两个替身 看上去颇为空气 九妹 李皇哥滚动着轮椅出来 这位是 看见李皇哥 陈征眉头微皱 黎米在他是知道的 却没想到还有陌生人 这是我无解 黎米简单解释了一番 然后迫不及待问道 陈征真的还活着 李皇哥文言也露出惊讶之色 在得到陈征肯定的回答之后 黎米不由露出灿烂笑容 我就知道 他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李皇哥则是焦急道 九妹 如今时机正好 你跟着小侯爷他们立刻离开 远离大渊这个是非之地 否则一旦被无极侯 跟北蛮那些人知晓 你们想走就困难了 陈征摇头道 走不了 他将如今正在做的事情 简单跟两人说了一下 他疯了 李皇哥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如今赤野猴生死不明 赤甲军溃散 短时间内很难再形成战斗力 他父皇态度又模棱两可 朝堂之上 李成龙站进了主导权 陈征这时候站出来 可谓四面皆敌 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陈征笑道 小侯爷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 李皇哥露出苦笑 便是黎米也实在想不到 陈征还能有什么翻盘的可能 两位 跟我走吧 陈征催促着两人 李敏叹息一声 算了我跟吴姐返回皇宫 既然他没死 那我想试试看 能否劝说父皇回心转意 事已至此 除了选择相信陈征 也别无他法了 他看向陈征 卢公子 你杀了北满使臣的手下 直接不会放过你的 最好隐匿一段时间 至于夫人他们 早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你让陈征无需担心 陈征皱眉道 九公主既然早就知道 又何必在这守着 李敏无奈道 我若不在这守着 又如何骗得过 吴姐侯那些人的视线 陈征眉头舒展 一脸正重道 九公主 你所做的一切 小侯爷都会记在心里的 李敏俏脸微红 冷哼道 我可不是为了他 只是不想见我大冤中粮 落得凄惨下场 陈征心中笑了笑 也不戳破 点头道 九公主大意 李皇哥叹息道 走吧 我们赶紧返回皇宫 既然小侯爷如此大张旗鼓 父皇他们 恐怕也早就得到消息 咱们先回去探探 父皇的口风再说 既然陈征回归 他们在守着这赤野侯府 也没有意义 告诉陈征 别死了 李敏离开之前 冷冰冰说道 但那目光中的关切 却被陈征捕捉道 是 我一定把话带到 陈征笑着硬道 目送着两人离开 陈征找到了艾琳娜的两个手下 让他们先行离开 然后又换了一身装扮 运转千机百遍 化作了正常的样貌 跟其他人所想不同 陈征如今手上的筹码 其实不少 但为了更加稳妥 在打瞌睡的丹童清风 看见出现在门口的身影 不由眼睛一亮 郑师兄 陈征笑着点头 清风失地 好久不见 清风丹童迎来上来 白副会长一直在找您呢 陈征诧意道 是吗 正好 我也有事要与白副会长商讨 清风丹童连忙带着陈征来到丹市 见到了正在埋头练丹的白仙行 陈征也不打扰 只是片刻之后 丹炉之中便冒起一阵黑烟 丹市之中 更是充斥着一股刺鼻的难闻味道 显然 这丹市恋毁了 白老 听说您在找我 陈征凑了上去 看见陈征 白仙行难看的脸色稍缓 点头道 郑先生 我找你 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陈征一脸好奇 还请白老赐教 白仙行一脸认真道 事业侯府的事情 你不要参与 陈征心中不由一尘 白老 能否告诉我原因 陈征不解道 他这次过来 本就是想要尝试 联合炼药师协会的力量 却没想到还没开口 就已经被否决白仙行看到 郑先生有所不知 我炼药师协会 虽然地位尊崇 但一直都有规矩 不可参与各国之间的争斗 而且这规矩 是会长亲自定下的 他一脸慎重地看向陈征 郑先生 你若要强行干预 一旦出事 我炼药师协会 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陈征沉默一阵 随即笑道 我明白了 不知白佬是否有空 我想申请三品炼药师考核 白仙行惊讶道 三品 陈征点头 没错 白仙行皱眉道 行道是行 不过郑先生 你可要考虑清楚 童年连续考核一旦失败 五年之内 都无法再申请考核资格 这也是 为了避免一些 有天赋的炼药师 急于求成 好高骛远 我明白 陈征点头 见陈征坚持 白仙行便不再劝 带着陈征 进入了三品炼药师的考核单试 郑先生 规矩你都清楚 我便不再多说 你若准备好了 随时都能开始 陈征环视一圈 集齐了自己所需要的灵财 他要炼制的是一种名为 血连丹的疗伤单药 可以大幅度提升自己体内 伤势的恢复速度 你要炼制血连丹 白仙行惊讶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血连丹在三品单药中的炼制难度 算得上市中等偏上 别说陈征现在只考核 便是一些已经取得三品炼药师资格的单诗 都有失败的风险 白老看好便是 陈征淡笑一声 开启单试地火 开始炼制 血连丹中的谢连 是一位珍贵的灵财 除了炼药师协会之外 外面根本就不好找到 这也是陈征过来炼药师协会的原因之一 白仙行摇头 觉得陈征有些拖大 但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认真观察着 但陈征接下来的表现 却让他无比意外 无论是在药材的处理上 还是在丹火的控制上 陈征都表现得无可挑剔 便是让他这位四品炼药师看来 都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虽然早就猜到 这位郑先生可能来历不凡 但白仙行此刻 还是止不住的惊讶 上一次考核 他没有盯着 所以只知道陈征使用了星空炼制法 却不知道陈征在处理药材 还有控制丹火一道上 都颇有门道 在炼制的后半段 陈征直接关闭了丹火 使用了星空炼制法 精神力量化作璀璨的星光 环绕丹炉 这股力量 白仙行不由瞪大了眼睛 他惊讶的 不是陈征会星空炼制法 而是陈征这堪称恐怖的精神力量 光从强度来说 陈征此时 显露的精神力量 已经不在天刚九重之下 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 这位郑先生 哪来这么堪称恐怖的提升 大概一刻钟后 丹炉震荡 陈征撤去了精神星空之力 浓郁的丹香飘荡而出 成了 虽然无惊无险 但陈征毕竟是第一次练制三品丹药 心中难免还是有些压力 如今丹程也算是松了口气 他伸手按住丹炉 精神力量激荡间 以独门的开炉法 将炉顶揭开 伴随着一阵灵光闪烁 最后一步也已经圆满完成 白仙行走上前去 看向丹炉之中再次被震惊 丹程十六 承担率有九成 上品丹药五颗 其余皆是几品 这种承担率跟承担品质 便是他 这位成名已久的四品丹师 都不容易做到 陈征笑道 白老 按照规矩 我能带走一半丹药 对吧 白仙行深吸一口气 平缓了心绪 没错 你可以带走八颗丹药 都选极品品质的吧 陈征也不客气 抱拳笑道 多谢 白仙行看着陈征云淡风轻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郑先生的失诚 应该不在这失落之地吧 这话算是试探 陈征也不意外 白仙行能说出失落之地的名字 炼药师协会的分布驻地 近乎遍布整个失落之地 而且不受各大国钳制 地位超然 陈征早就猜到 他们是来自天外的势力 犹豫一番 陈征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白老 炼药师协会真的不能住 赤眼侯府一臂之力 即便有规矩 但凡事总有例外吧 白仙行皱起眉头 这一次 他倒没有直接回绝 因为陈征没有否认他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一种回答 在弄清楚陈征的背景之前 他也不敢贸然回绝 万一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他们这些都快被遗忘的家伙 处境恐怕会变得更加艰难 白仙行斟酌着字句 缓缓道 郑先生 以你的身份 又何必要蹚这么一趟浑水呢 最关键的是 赤眼侯府跟我们炼药师协会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我们贸然插手 实在是不符合规矩 陈征文言却是眼睛一亮 如何才算是直接关联 白仙行苦笑道 就比如那赤眼侯之子 若是我炼药师协会 二品以上的注册炼药师 便是被称作精彩艳艳的黎明 都还差了一些资格 陈征却是愈发惊喜 白佬此话当真 白仙行一头雾水 什么当真 陈征笑着问道 白佬你看我 有没有被你们重点培养的资格 白仙行愣了一下 随即失笑道 郑先生别开玩笑了 当然 若只轮炼药技术 你肯定是有资格的 但要得到我炼药师协会的重点培养 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条件 那就是不能超过二十岁 即便退一万来说 这两项条件 郑先生你都满足 这也跟赤叶侯府没什么关系 他是在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告诉陈征 这个忙 炼药师协会真的帮不了 但让白仙行疑惑的是 他并没有在陈征脸上 看见任何失望之色 只见陈征一脸认真的问道 那如果 他就是我呢 白仙行一脸猛 随即反应过来 失笑道 郑先生 这样是不行的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你是你 他是他 如何能混为一谈呢 陈征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等白仙行再问 陈征直接解除了千几百遍 便回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白仙行顿时傻眼 你 你是 陈征点头 歉意笑道 白老 你没有看错 我就是赤叶侯之子陈征 郑先生不过是我的化名 因为自身处境原因 所以才不得不如此 还请白老无关 白仙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郑先生 陈征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随即 他意识到一件事情 如果郑先生就是陈征 那就意味着 站在他眼前的是一位年 不过二十的三品炼药师 准确来说还不满十八岁 如此年龄 便是放在失落之地外 也完全称得上一具天才 陈征问道 白老 您刚才说的话 还做不做说 他在白仙行面前显露真身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炼药师协会地位超然 而且白仙行已经明确告知 不愿意参与俗世王朝斗争 那么 即便陈征暴露 白仙行也没有理由 会将他暴露给别人 而自己凭借着年龄优势 若是真的引起炼药师协会的重视 得到助力 那便是大传 白仙行脸上泛起一丝为难 他刚才那么说 其实也只是想让陈征知难而退 但谁能想到 陈征竟然真的满足条件 白仙行苦笑道 小侯燕 你应该是有失诚的吧 你何不向您身后的那位求助 他还想再摸摸陈征的底 陈征笑了笑 又到了扯虎皮的时候 他已经轻车熟路 实不相瞒 我师尊乃是出自青云大陆 不过如今已经返回 而且我师尊说了 他招惹了强敌 在外最好也别报他的名号 文言 白仙行也没怀疑 而是露出一副了然之色 青云大陆 可是大千世界中 排名前列的存在 陈征能说得出这个名字 就已经足以证明 陈征话中的真实性 而且若非民事教导 陈征这一身单竹 总不能是从娘胎里 带出来的白仙行叹了口气 一脸诚恳道 小侯燕 此事事关重大 非是我一人能够做主 我恐怕得请示会长才行 陈征点头笑道 无妨 白佬别忘了丢我一个答复就成 没有拒绝 在陈征看来 便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 陈征抱拳道 不过 我还有一事相求 不管炼药师协会是否愿意帮忙 都还请白佬不要向外人泄露 证诚真正的身份 白仙行一脸肃然 这个小侯也可以放心 白某可以以人格担保 陈征告辞离开 目送着陈征离去后 白仙行便迫不及待地 朝着炼药师协会后院走去 此地乃是炼药师协会的禁区 除了少数几个人外 其他人都没资格进来 刚踏进小院 一道黑袍身形便闪烁而至 伸手将白仙行拦住 可是 白仙行不敢怠慢 拱手道 我有钥匙禀报会长 黑袍人皱眉道 会长正在闭关 若无钥匙 不得轻易打扰 白仙行笑道 劳烦帮我通传一声 便说炼药师协会一直想找的人 已经找到了 另一边 陈征重新幻化成正常的样子 通过密道返回了赤野侯府 然后再换上了陆青云的装扮 房间中 陈征意识深入浑海 将带回的血连丹 统统丢进了混沌神顶之中 在炼化之力的作用下 直接将血连丹的药性 跟金红液体中和 炼化出新型的药液 将药液吞入腹中后 陈征顿时感觉千疮百孔的经脉 受到了滋养 忍不住发出舒服的身影声 他能感受到体内的暗伤 在飞速修复 而在伤势修复的同时 陈征体内的静气 也在不断转化 气势变得愈发厚重 开墨镜 开辟五道天脉 以力化静气 天刚镜 则是一个以气化液的过程 当初在血壶之上 窜入陈征体内的精纯力量 是血蛮大将陨落之后 尚未来得及完全消化的破碎真灵 那是一种比灵气 还要精纯的能量 哪怕只是残存了一丝 也差点将陈征生生称爆 但好在大难不死 修为稀里糊涂的 就来到了天刚镜 当时陈征苏醒的时候 体内一身静气 已经有九分之一凝聚成钢液 步入天刚镜一重 但那一丝世界真灵 依旧还剩下一些 隐藏在陈征破碎的 经脉血肉之中 如今随着陈征伤势被修复 这些残存的力量 也被挤压出来 再次成为陈征的助力 不到一个时辰 随着身体疯狂吸收 陈征不仅修复了伤势 修为也来到了天刚镜二重 不过到此为止 世界真灵的能量 也彻底消耗殆尽 陈征睁开眼睛 眼中仿佛有神光一闪 而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于他而言 提升最大的 还不是修为境界 而是精神力量 因为受伤的缘故 陈征这一个月 几乎都是在温养身躯经脉 除了最开始的暴力提升 可以说是在原地踏步 因为无法修炼的缘故 陈征便干脆将重心 放在了提升精神力量之上 幻梦炼神法 已经突破三重 是神虫炼化出的精神之夜 也吸收了差不多五滴 再加上刚才的突破 陈征粗略估计 只说精神力量 他如今应该不会 弱于天刚进大圆满的修折 再加上 他远超常人的体魄 跟刚气质量 天刚进五重之下 配合精神攻击 他几乎能够做到秒杀 至于五重之上 还有待验证 时间也差不了 该回去 陈征收拾好心情 大步走出房间 刚到侯府门前 便看见一批蛮人假事 气势汹汹而来 领头一人身高接近三米 肌肉膨胀 如同小巨人一般 天刚进七重的修为气息 也毫不掩饰 脸上犯着凝重的煞气 领头蛮人看着满地的尸体 目光愈发寒冷 是谁做的 给我滚出来 蕴寒刚气的粗犷声音荡开 震得侯府大门都颤动不已 陈征眼睛一亮 燕征的家伙 这不就来了 四周 不少听见动静的行人围拢过来 但看着蛮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也不敢靠得太近 怎么回事 我的天 怎么死了这么多蛮人 有知情的人低声笑道 嘿嘿 你们刚才没看见 那些蛮人在赤野猴府前撒泼 出言侮辱赤野猴的夫人 最后还想强闯赤野猴府 结果被一个轻衣剑客一剑灭杀 不少人露出解气之色 杀得好 看这群蛮人还猖狂 有人面色大变 噓 你不要命了 如今的蛮人可不是以前的蛮人了 就连皇室的人都要避养三分的 那轻衣剑客多半惨了 有人好奇道 那轻衣剑客什么来头 竟然赶在这个时候触瞒人的眉头 我知道 一个挑着扁担的霍狼笑道 我刚从斩首衙门那边过来 赤野猴之子陈真没死 如今正在斩首衙门那边 说是要审判三国的罪人呢 那轻衣剑客 就是小猴爷的人 众人惊诧不已 什么 赤野猴之子没死 我看他是疯了 叫他一声小猴爷 他还真把自己当赤野猴了 简直就是胡闹 显然 众人并不看好陈真做死的行为 霍狼战红着脸道 我倒觉得小猴爷有种 不愧为赤野猴之子 这些日子 三国兵匪已经不知在皇城 做下多少恶事 就该有人站出来 质疑治他们 但能住在这个区域的 多是一些富贵之人 三国假世一般也不会来闹事 自然无法感同身受 文言纷纷露出不屑之色 一个身穿锦衣的男人嘲笑道 你这就是愚民思想 上位者自然要从大局考虑 如今正是议和的关键时刻 岂可为了一些小事 耽误了大事 霍狼不服道 你们所谓的大局 或许是太过激动的缘故 霍狼的声音不自主地放大了些 顿时吸引了蛮人假世的注意 领头的熊壮蛮人回过头来 凶狠的目光落到霍狼身上 你好像不服 霍狼顿时面色煞白 我 没有 我没有 把他给我抓过来 熊壮蛮人大手一挥 立刻有一位蛮人假世 凝笑着上前 霍狼连忙转身想跑 刚才跟他争辩的锦衣男人 突然伸腿 将霍狼绊倒在地 脸上带着恶毒的笑意 你不是要有种吗 跑什么 蛮人假世一把将霍狼抓起 朝着锦衣男人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你不错 锦衣男人连忙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 放开我 霍狼恐慌叫道 疯狂扭动身躯 想要挣脱蛮人假世的束缚 但他一个普通人 如何能挣脱一位开脉进的修为的假世 看着霍狼在那宛如蛆虫一般挣扎 一众蛮人均是发出嘲笑之声 人群中 一些人目录不忍 却也不敢站出制止 更多人面色冷漠 更有甚者 还会配合地发出笑声 雄壮蛮人冷烈的声音传来 斩断他的四肢 拔了他的舌头 把他挂到赤野侯府牌匾之下 我要让这大渊的子民看看 帮赤野侯府说话的下场 伴随着雄壮蛮人残暴的视线扫过 围观众人心中不由泛起一阵寒意 纷纷低下头来 是 蛮人假世应了一声 然后将霍狼拉到身前 一边从腰间抽出战刀 一边嘲弄问道 你的小侯爷在哪 为何不来救你呢 霍狼自知不能幸免 反而激起一丝血性 一口浓潭 直接朝着蛮人假世萃去 可惜被蛮人假世偏头躲过 迎着蛮人假世暴怒的眼神 霍狼咬牙道 你们这群不服教化北地蛮夷 等着吧 赤野侯一定会卷土重来 将你们捅捅杀光 小侯爷也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蛮人假世气急而笑 很好 希望一会儿 我的刀落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的骨头 也能像现在这么硬 划落 他手中战刀高举 霍狼虽然极力想要表现得硬气一些 但是眼中依旧止不住泛起惊恐之色 身躯也止不住地颤抖 而蛮人假世 就像是要故意羞辱霍狼一般 长刀落下的极为缓慢 霍狼绝望地闭上双眼 后悔吗 自然是后悔的 毕竟谁能不怕死呢 但那些话 却都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 是 只听一阵利器入肉的切割声响起 霍狼感觉自己突然下沉 鼻尖传来浓重的血腥味道 一阵惨叫在他耳边激荡不止 下一刻 他下落的身躯 像是被什么人抓住 霍狼迷茫地睁开眼睛 他并没有感觉到身躯的缺失 那血腥味道跟惨叫声 又是从何而来 还好吗 温和的嗓音在他耳边响起 霍狼抬头看去 才发现 抓住自己的是一位青衣少年 一双心眸璀璨 一双剑眉鹦鹉 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 青年一手抓着他 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柄黑色宝剑 鲜血正从剑尖滴落而下 一旁 一只握着战刀的断臂 正静静躺在地上 沾满了灰尘 而断臂的主人 正捂着不断冒险的缺口 嘴里发着凄惨的叫声 我 我没事 霍狼连忙站直了身子 知道是陈征救了自己 霍狼满脸感激道 多谢少侠 陈征摇了摇头 转身看向雄壮蛮人 你在找我 雄壮蛮人面色阴沉 人是你杀的 陈征笑道 你可别诬蔑我 我生性良善 不爱杀人 见下指展畜生 雄壮蛮人眯起眼睛 身上刚原之气爆发 浓密的毛发张扬 犹如一头暴墓的棕雄 小子 我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丢到赤野猴之子的面前 陈征撇了撇嘴 是吗 我不信 哄 空气颤鸣 雄壮蛮人脚下一踏 地面瞬间崩裂 缝隙蔓延至陈征身前 蛮人身形破开空气 犹如一座移动的山峰 化作残影 朝着陈征狠狠撞来 一拳轰出 刚原汇聚 顿时发出刺耳的暴鸣声 面对雄壮蛮人的强势攻击 陈征神色平静 修为气息同样荡开 雄壮蛮人不由露出吃笑之色 天罡进二重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陈征不做回答 只是挥剑 天罡进二重 对天罡进七重 那小子死定了 真是不知所谓 可惜了 那是他活该 围观众人面色不一 或嘲笑 或叹息 但唯独没有人看好陈征 便是霍郎也忍不住出声劝阻道 少侠 不必跟这些蛮人硬拼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陈征淡然的声音传出 我不是不能逃 但只凭这些杂碎 还不配 话落 陈征剑影 犹如激荡的涟漪 风锐的剑意挥洒 犹如牢笼一般 将雄壮蛮人笼罩 而原本满脸嘲弄的雄壮蛮人脸上 只剩下了震惊剑意 碰 蛮人浑身刚气 被青云剑意轻易切割 一身凶残的气势 也在剑意的笼照下溶解 璀璨的剑光 迎着凶残蛮人 逐渐惊恐被眼神炸开 是 鲜血飞剑 一只断臂摔落在地 血腥之气弥漫开来 雄壮蛮人口中发出一声痛呼 却头也不回地 朝着人群之中跑去 好恐怖的剑意 雄壮蛮人面色仓皇 丝毫不见刚才的霸道猖狂 他也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会在面对一个 天刚进二重修者的时候 毫无抵抗之力 那仿佛能切割一切的锋锐之气 不仅斩去了他一臂 也斩去了他心中的胆气 陈征面露诧异之色 看来自己的预估有错误 即便不依靠精神力量 他也出乎意料地能打 看着雄壮蛮人仓皇逃离的背影 陈征只是伸手一指 落神钉 咻 精神力量凝聚的无形之针 狠狠扎入雄壮蛮人浑海 雄壮蛮人身躯一顿 陈征脚下一踏 身如游龙一般 从雄壮蛮人身边穿行而过 灵力的剑光也犹如流水划过 啪 一颗游子带着痛苦迷茫的头颅坠地 喷泉一般的鲜血 见射到躲闪不及的路人身上 顿时饮得一阵尖叫 逃 直到此时 剩下的蛮人假饰 才如梦初醒一般 面色恐惧地朝着四方奔逃 但下一刻 强大的精神力量 宛如牢笼一般 将蛮人假饰笼罩 他们一个个 犹如深陷泥潭一般 动作迟缓地可笑 刷 又是一道剑光挥洒 鲜血如泼墨染地 阵阵惨叫声间 地上便又多了一堆 残缺不全的尸体 轻衣身影缓缓收剑 面色平静 就好像是做了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唯有不断漂浮的血腥味 还有满地的尸体 提醒着围观众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众人的情绪 都来不及转变 脸上依旧残留着 几分嘲讽叹息的表情 但又因为震惊 而长大了嘴巴 看着格外的滑稽 大哥可愿陪我走一趟 陈征没有理会 众人惊讶或惊恐的眼神 回头看向货狼 货狼愣了一下 我妈 去哪儿 陈征笑道 作为一个大冤人 去做个见证 是斩首衙门 可以 货狼重重点头 他本来也是打算 回去放了东西 便去看热闹的 只是半路被这边吸引 所以才耽搁了 陈征点头 那就走吧 陈征在前方领路 货狼跟在身后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来 不愧是赤野侯府啊 底蕴真是身后 随便出来一个人 天刚进七重 说宰就宰了 人家可是领悟了 建议的天才 肯定是赤野侯府 暗中培养的 乃来的随便 天才也没用 杀了这么多蛮人 北蛮使臣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无所谓啊 反正杀一个也是得罪 那还不如多杀几个 陈阵窃窃思语声入耳 陈征也浑然不理 只是手掌微抬 一道凌厉的建议激荡而出 风锐之气穿透人群 激起一地鸡皮疙瘩 下一刻 一道凄厉惨叫声响起 啊 我的腿 我的腿 众人惊恐回头看去 只见刚才半倒霍廊的锦衣男人 此刻正跌倒在地 一条腿被从大腿根部完整切割 此时正抱着血流不止的伤口哀嚎 陈征淡幕的声音传来 一时间 便连交谈声都小了许多 人人敬畏地看向陈征 跟在陈征身后的货郎 也不自觉地挺直了胸膛 只感觉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这就是赤野猴斧 这才是赤野猴斧 斩首衙门 高台之下 已经聚集了不少皇城子民 他们翘手看向高台上 一个个被五花大绑 跪在高台边缘的三国罪犯 站在最前排的苦主们 一个个血红着眼睛 咬牙切齿 恨不得亲自上台 将这些家伙生吞活泼 替身身前的桌子上 摆着轩灵院学员 整理的罪犯名单 以及他们犯下的罪行 还有他们各自的身份 其中有三国使臣的侄子 有护卫使团假释 甚至还有使臣的亲子 替身心中 忍不住为陈征捏了把汗 这些人要是都死了 三国使团 必然恨极了陈征 最终两者之间 必然只有一者 还能继续存活在这世上 东方无缺上来汇报 陈兄 抓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 还有躲在使团军营里面的 咱们得人不好动手 替身点了点头 再等等 突然 一道蒙面身影 踏空而来 落在高台之上 谁 轩灵院学员们 连忙将蒙面人包围 诸位不必紧张 在下听闻 赤野猴之子 有意为我大渊子民 伸张正义 也想助小侯爷一臂之力 蒙面人大笑一声 属于天刚进强者的气息荡开 压得轩灵院学子们 止不住倒退 替身眯起眼睛 阁下既然有意帮忙 何不露出真容 做好事 难道也怕人知道 蒙面人摇头笑道 在下没小侯爷这般胆破 事情能做 名声吗 可不敢见 说吧 蒙面人甩出一个厚厚的名册 飞落到替身桌前 小侯爷 我收集了三国使团 在我大渊皇城作乱的证据 上面是完整的名单 还包括了一些 与三国使臣勾结 狼狈为奸 迫害我大渊子民的叛徒 蒙面人眼底犯着一抹嘲弄 诞生笑道 小侯爷既然要杀 那除恶物尽 千万不可放过任何一个 替身已经看出来者不善 但声道 阁下似乎话里有话 蒙面人淡笑道 不敢 我只是想替咱们大渊子民看看 小侯爷是想孤名钓鱼 还是真心想为我们报这个仇 雪这个齿 他指向替身桌上的册子 那上面 有兵部侍郎家的独子 暗中跟一个西域使团的假式勾结 抢了一个一直觊觎的女人 因为担心暴露 就把人家全家都给宰了 还有彭大将军的三子 勾结蛮人 冲凉冒功 一周之前 屠灭了皇城外一个山寨的山民 却说是剿匪 如今已然容生 对了 还有北蛮使臣折扁 三天前 虐杀了一位从北蛮战场退下的老兵 更是将其家人做成人棍 如今都还在他府邸密室之中关着 还有 蒙面男人每爆出一个名字 替身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因为这些人要么有大背景 要么本身就是大人物 赤野侯府若是真的要管 便不仅是跟三国使团为敌 而是在跟整个大渊皇城的上位者为敌 但若是不管 那么 陈征现在做的这一切 便都成了笑话 一众轩灵院学员 也都是心中一沉 光是听着那一个个名字被念出 他们便感觉 像是有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压在身上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一群被安跪在台上的三国罪人 此时都不由发出猖狂的笑声 哈哈 你赤野侯府不是要审判吗 杀呀 将他们统统杀光 你们不会只敢拿我们这些小人物 做做样子吧 杀 我倒要看看 你们敢不敢杀 说话间 他们还不忘看向台下的苦主们 一个个露出残暴之色 一群蛆虫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有人会在意你们的死活 替你们讨要什么狗屁的公道吧 我们也不过是那些上位者手里的刀而已 你们的仇 永远也报不了 苦主们看向高台 看向沉默的小侯爷 脸上不由露出绝望之色 蒙面人痴笑道 小侯爷 你不会是怕了吧 你所谓的正义公道 便是如此狭隘吗 说到底 你跟这些家伙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一样是只敢向弱者挥刀 替身依旧沉默 因为这个决定 他无法替沉默做出 台下 原本翘首以待的皇城民众 一个个像是被抽掉精气神一般 纸布底下的低下颓然的头颅 一个样 结果都是一个样 什么狗屁赤野猴之子 若是赤野猴在 绝不会这般怯懦 装腔做事 哈哈哈哈 可悲 可笑 期待之后的失望 更加让人绝望跟愤怒 再在有心之人的故意引导下 整个高台下都想起声讨陈征的英朝 反倒是站在最前方的苦主们 反而没有那么激动 他们脸上只剩下一片死寂 高台上 便是一些轩灵院学员 听着台下的嘲弄谩骂 也忍不住对陈征新生怨怼 既然没这个胆子 又何必拖我们下水 这下好了 我们都要沦为笑柄 赤野猴之子 呵呵 也不过如此 周布宇站在替身身后 阴阳怪气得道 小猴爷 你怕什么 要我说 就跟他们干 免得人家还以为 咱们是来唱大戏的呢 孙策辉跟肖天乐对视一眼 皱起眉头 心中不解 院长看中的人 就只有这样而已 东方无缺也不解地看向陈征 他总感觉今天的陈征 跟往常不太一样 像是缺点了什么 蒙面人看着这混乱的场面 眼中露出满意之色 他朗声道 原来赤野猴斧 也不过须有其表 着实让人失望 那我便懒得 跟你们浪费时间了 蒙面人冷哼一声 身形一跃 便准备离开 突然 一阵精神力量 犹如风暴席卷 蒙面人只感觉自己 像是身处大海内的 一夜偏周 完全迷失了感知 等在恢复意识的时候 只见一个身穿布衣 头上戴着沾帽的货郎 正跟自己面对面站着 两人大眼瞪小眼 意识何必着急走呢 弹幕的声音 在蒙面人耳边响起 蒙面人这才反应过来 偏头看去 只见一个轻衣剑客 正死死按住他的肩头 将他束缚在原地 撒手 蒙面人眼中 闪过一抹煞气 钢源犹如火山爆发 想要挣脱陈征的束缚 但下一刻 一股强横之极的力量 反冲进他的经脉 瞬间将他的钢源解断 一身恐怖气息 顿时消散 蒙面人心中一惊 知道碰上了硬茶 也不再挣扎 脑声道 怎么 你们赤野猴斧的人 不敢将刀伸向那些罪人 反而要对我这个 给你们提供消息的意识出手 还是说 被我点破了你们丑陋的面皮 所以想杀我献狠 陈征吃笑一声 叫你一声一试 你还真敢答应 你什么意思 蒙面人皱起眉头 陈征神色冰冷 我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 小侯爷懒得搭理你 我却不会忍你 话落 陈征抬起一巴掌 气血涌动 视若奔雷一般 朝着蒙面男脸上 狠狠扇去 蒙面男被陈征精神力量 死死定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征的巴掌 在他眼中无限放大 啪 蒙面男脸上的黑布 直接炸开 血齿横飞肩 身形也如一条死狗般 摔落到替身面前 碰 陈征身形飞略 一脚踩在蒙面男胸口 爆发的混沌之力 直接将蒙面男气气海 碾碎蒙面男一口鲜血喷涌 嘴里发出惊恐的叫声 赤野猴之子要杀人灭口了 大家要眼睁睁看着吗 闭嘴 陈征掉转目标 又一脚踩在了蒙面男的嘴上 看在那侧子的份上 我不杀你 但我要你好好看看 我赤野猴斧 到底敢不敢 陈征抬头看向一旁 把他丢吊起来 说吧 陈征看向替身 抱拳笑道 小侯爷 您让我做的事情 我都做好了 您要我带来的人 我也带来了 替身领会到陈征的态度 露出满意的笑容 那就有劳禄兄了 说着 他便站起身子 陈征带着货郎来到主位上 货郎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陈征按在了椅子上 货郎一脸茫然地看向陈征 少侠 您这是要干嘛 陈征笑道 小侯爷说了 大渊是整个大渊百姓的大渊 这些罪人 也当由我大渊百姓来审判 货郎一脸惶恐 我 我不行的 我就是一个卖货的 何德何能 能够代表大渊百姓 陈征摇头道 非也 每一位能够不畏强权 敢于为弱者发生的人 都可为我大渊表率 你要远比那些 在朝堂之上指点江山 却不知百姓疾苦的大人物们 更能代表大渊 赤野猴曾经教导过我 人不自弃 天不弃智 众生黎明 尽皆平等 货郎看着陈征明亮的眼神 只感觉有一团烈火 在他胸口熊熊燃烧 他就是一个货郎 没读过书 甚至也没练过舞 一直处在生活的最底层 从来没人告诉过他 众生平等 我 真的可以吗 货郎咽了一口口水 语气干涩道 此时 已经被吊起的蒙面人 发出一阵嘲弄大笑 愚蠢 什么众生平等 不过是上尉者说出 用来安慰 你们这些蛆虫的谎言 他这么说 也不过是想将罪责 甩到你一个平民百姓身上 着实可笑 卑鄙 陈征没有理会 而是站直了身子 看向擂台下 一双双或怀疑 或疑惑 又或者激动的目光 他诞生道 众人不平等 皆是因为实力的差距 但从现在开始 我赤野猴斧 愿成为大渊黎明的刀 成为大渊黎明的力量 话音不重 却透过纲原 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陈征回头看向货狼 我也向你保证 在我死之前 不会有人能伤到你一根汗毛 你愿意相信我吗 我 我 货狼面色战红 显得无比激动 他不知道该不该信任陈征 但他知道 这是他这一辈子 甚至几辈子 仅有的如此耀眼的机会 我该怎么做 货狼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征 陈征笑了笑 从桌上的竹筒 抽出一根判签 递到货狼手中 货狼接过印有斩字的长签 手掌都有些颤抖 一阵嘲弄的大笑传来 哈哈 可笑 你们是来唱大戏的吗 一群驱虫 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们 你知道我是谁吗 胡吃力 是我亲舅舅 我是大荒使臣的亲外生 杀了我 你们全部都得陪葬 跪在地上的多龙多 无比嚣张 在他看来 这赤野猴斧绕了这么大的圈子 无非就是因为两个字 不敢 他们不敢对自己等人动手 才借口将决定权 交到那群驱虫的手里 因为赤野猴斧的人也清楚 一群软弱无胆的驱虫 根本做不出这个决定 货狼顿时面色大变 上涌的热血 也骤然冷却 手中的叛迁 迟迟无法丢出 他羞愧地看向陈征 少侠 我 陈征摇了摇头 人都有胆怯的时候 更何况一个小人物 哈哈 演 我看你继续演 蒙面人满眼恶毒 你赤野猴斧的人 就是一群道貌黯然 贪生怕死之辈 陈征依旧没有理会 只是拿起竹筒一甩 二十几根叛迁 便掉落倒站在高台下 最前方的一众苦衷面前 陈征诞生道 人不自弃 天不弃之 若是刀都递到你们手里 你们都没有挥刀的勇气 那就散了吧 只是等下一次屠刀 再次落到你们身边人 或者自己的身上 不要后悔就行 多龙多失笑 还要装 他看向台下离他最近的王二 嘲弄道 老东西 你不是要报仇吗 来啊 把那破签子丢上来 我倒要看看这群废物 敢不敢杀我 但不得不说 你那儿席确实够骚 可惜就是丑了些 不然我肯定留着多玩几天 对了 你家还有两个小崽子 等我回去 我会把他们抓来 好好炮制 王二目光血红 嘴角都咬出了血痕 他低头看向地上的盼迁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扑通跪倒在地 一把抓起盼迁 朝着高台丢去 王二生死力竭地吼道 求赤野猴斧 为我主持公道 斩了这个畜生 多龙多看着 落在自己身前的标签 不屑一笑 他要是敢 赤 多龙多话音戛然而止 碰 满是不屑笑容的头颅砸落在地 咕噜噜滚下高台 落到王二面前 无头尸身扑倒 鲜血狂涌而出 四周陷入一片沉寂 尤其是三国罪人 以及蒙面男人 脸上布满了震惊跟恐惧 真的杀了 赤野猴斧 竟然来真的 还有吗 陈征手握黑龙剑 神情平静 死得好 死得好啊 王二抓起多龙多的头颅 又哭又笑 壮若癫狂一般杀 统统杀光 王二只感觉心里说不出的畅快 他转头看向其他苦主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他们不死 你们觉得 他们还能放过咱们 咱们一心想要个公道 不是早就做好了 舍弃性命的准备 怎么如今 公道就在眼前 伸手可碰 你们却不敢拿了呢 文言 一众苦主尚未说话 高台上的三国罪人 却绷不住了 不要冲动 我愿意补偿 我老婆再多生几个就是了 一个西域假释 看向高台下一个面容苦相 看着老实芭蕉的庄家汉子 文言 庄家汉子浑身一震 双目瞬间赤红 不就是 到了现在 你心里都没有一丝愧疚吗 西域假释一惊 愧疚 我非常愧疚 我真的知道错了 庄家汉子惨笑一声 呵呵 你不是知道错了 你只是知道怕了 他缓缓蹲下身子 捡起判牵 朝着高台丢去 血红的眼眸中 布满了刻骨的恨意 你这样的畜生 就该去死 请赤眼侯府 替我主持公道 刷 见光激荡 又是一颗人头坠地 滚烫腥臭的鲜血 像是激发了某种开关 一个又一个百姓 血红着眼睛 弯腰捡起判牵 朝着高台丢去 父亲 高台上 霍郎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转头看去 只见人群之中 一个孩子正满脸崇拜地看着自己 这是他的儿子 迎着儿子明亮崇拜的眼神 霍郎手中捏紧了判牵 只感觉脸上火烧一般 相公 一个穿着不衣的女人 来到孩子身边 担忧地看着台上的丈夫 霍郎叹了口气 心中无奈 我不能冒险 我还有家人 东方无缺诧异地看来 那是你的妻子 霍郎恭敬道 回大人 是我妻子 东方无缺点头 指了指台下的苦主们 那你比他们幸运 我刚才路过街边的时候 你儿子差点被一个蛮人假式 骑马撞死 被我顺手就吓了 什么 霍郎大惊 随即感激道 多谢大人 东方无缺摇头道 不用谢 只是这次被我就吓了 那下一次呢 下下次又该怎么办呢 霍郎一正 裴笑道 我会好好管束柚子 不会再让他乱跑 东方无缺摇头 没用的 看见那个人了吗 霍郎顺着东方无缺手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东方无缺 指的是台上的一个北蛮罪人 我审问了一下 他们本就是冲着你家去的 他看上了你夫人 若不是我恰好碰上 你觉得等你回家 看见的会是什么 霍郎浑身一颤 张着嘴巴 要放他离开吗 霍郎回头看了一眼妻子 眼中也渐渐蒙上了一层血色 此刻 他才终于想清楚了一件事情 此时他手中握着的 不仅是步入深渊的阶梯 也有可能是他唯一能够将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机会 霍郎不再犹豫 站起身来 朗声叫道 请赤也侯福 为我大冤百姓 主持公道 他丢出已经握出血印的判迁 踢身看了一眼 单身开口 那就杀 不 饶命啊 我知道错了 不要杀我 一时间崩溃声哭嚎声 谩骂声充斥高台 应该丰富则行刑的 轩灵院学员们对视一眼 终是举起了手中的刀剑 一时间 头颅如雨下 道道血流汇聚 躺下高台 血腥味道飘散开来 几乎蔓延整条大街 杀了 真的杀了 小侯爷不是顾名钓鱼之辈 他是真想为我大冤子民做主 一时间 怀疑 质问的声音的消止 围观百姓 皆是敬重地看向高台 被吊起来的蒙面男人 却发出大笑 小侯爷 杀这些小喽喽算什么 看我那名册上 去杀那些大人物 无论陈征杀不杀人 都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替身诞声道 你会看见的 与此同时 暗中有不少视线 正在注视着这一切 一处阁楼之上 看着斩首衙门血流成河的场景 孙长龙不由皱起眉头 这位小侯爷的杀性 是不是太重了些 在他对面 落天旗诞声道 不重又怎么样 摆在他面前的 本来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乖乖躲着不出来 要么就出来拼 他既然选择了后者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就是赚 别看这小子大意凛然的 其实脑子聪明得很 他现在这么一搞 整个皇城的明星 都被他煽动起来 皇室的人再想装死 也没可能了 如果继续一合 皇室会彻底试了明星 这明星一丢 田无极在想搞事 那可就容易多了 除非李复生 真想把大渊交到田无极手上 否则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你以为这小子 先来轩灵院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探探我的态度吗 田无极对我起了杀心 我自然也不会让他好过 知道我的态度后 他就明白 皇室必然也会入局 他自然就有赌一把的底气 他的赌性跟胆子 可比他那混账跌更大 孙长龙苦笑道 他能想到这么多 骆天骑摇头道 别小看了那个小鬼 不过我也很奇怪 这小子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还有 他目光落向高台山的轻衣剑客 陈玉是从哪儿找来 这么个剑刀胚子 那剑意绝非一般 孙长龙笑道 院长动心了 骆天骑点头 动心是动心了 不过得先等他 能活得下来再说 孙长龙不解 有院长跟冤皇陛下的帮助 还能出什么变故 骆天骑无语地看了孙长龙一眼 小孙啊 你这脑子 也就适合躲在轩灵院里面 交交学生了 孙长龙笑了笑 并不反驳 全谋心智一道 他确实不太擅长 骆天骑继续道 帮忙归帮忙 但想让我们下场 总得有个合适的契机跟名头 现在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得住了 正所谓 敌不动我不动 陈征要想他们亲自下场 再怎么 也得把田无极先逼下场再说 骆天骑突然看向门口 我说的对吧 老家伙 一道身影 在一阵扭曲的光影之后显现 一身明黄色的大袍 身形容貌苍老 身上更是泛着一阵腐朽的气息 见到来人 孙长龙连忙站起 脸上满是恭敬之色 晚辈孙长龙 见过高将军 来人摆了摆手 笑呵呵道 客气了 我如今不过一介白身 马上就要入土 可不是什么将军了 高将军说笑了 孙长龙依旧不敢有丝毫怠慢 只因为眼前之人名为高虫 在赤野猴跟无极猴横空出世之前 便是靠着这位 镇压三国 奠定大渊强国之机 他是老一辈中的无敌强者 有着无敌神枪的美誉 只是随着年龄增长 在家有后起之秀崛起 高虫才渐渐淡出大渊视线 但孙长龙知道 高虫只要一日不死 他便是大渊皇室的定海神针 无极猴野心勃勃 还能在皇室之下这么老实 一部分是忌惮赤野猴成针 另一半就是在提防这位 骆天奇仔细看了高虫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黯淡 老家伙 你就要死了 什么 孙长龙一脸震惊 高虫却是一脸平淡的笑容 是快了 所以出来走走 他目光落向斩首衙门的高台 嘴角泛起一抹恶趣味的笑容 你们可都被他骗了 骆天奇眉头微挑 什么 高虫呵呵一笑 求我就告诉你 骆天奇一把将酒壶丢出 滚 高虫随手接住 朝着嘴里灌了一口 笑道 陛下那边确实有些坐不住了 关键也是那无极猴鼻的太狠 骆天奇吃笑道 那还不是他自己养的 当初要是能将陈玉留在皇城 和至于今天这般 高虫摇头 田无极有野心 但还能用 那陈玉嘛 可惜他中的是大渊 而不是大渊皇室 骆天奇面上露出无趣之色 有什么区别 高虫笑道 区别就在于 只要能给大渊百姓安定 陈玉根本不介意坐在 那龙里上的是谁 这一点 身为臣子 确实不改 所以陛下始终无法信任他 可悲 骆天奇摇头 脸上满是嘲弄 也不知道是在说谁 高虫收回视线 看向骆天奇 骆院长 陛下让我来找你要个确切的答案 你是真的要天无极死 骆天奇诞生道 当然 但也有个前提 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如果要我冒险的话 免谈 高虫点了点头 笑道 好 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话落 他将酒壶丢回桌上 身形扭曲间 便消失不见 一旁一直保持沉默的孙长龙 终于忍不住问道 高将军他 骆天奇摆了摆手 兽缘已静 天树将至 他脸上泛起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田无极这个时间 可是选得真好 一位兽缘将至的天向境巅峰高手 绝对比任何时候 都要更加危险 对了 神出鬼莫高虫又突然出现 迎着两人疑惑的目光 高虫笑道 陛下还想要两位 帮他办一件事情 擂台上 在陈征的吩咐下 被斩首的罪人尸体 全部用麻绳挂起 头颅则是垒成金冠 可谓凶残至极 蒙面男被挂在一群无头尸体之间 浓重的血腥味 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 姓陈的 你就是个懦夫 有本事杀了我 替身抬头但笑道 不急 我还要你亲眼看着 我把名单上的人 统统杀进 蒙面男吃笑道 杀 你拿什么杀 那些人如今已经早就得到风声躲起来了 你有本事 就去兵部去抓人 到大将军府去抓人 到使团驻地的去抓人啊 不说敢不敢 就凭一群开迈进的宣灵院学员 根本就顶不了事 下方 一众百姓露出无奈之色 对啊 就凭这些娃娃 还能杀到军营去不成 就算有那个轻衣剑客在 恐怕也是寡不敌众吧 还能怎么办呢 就这样了吧 虽然知道 这是现实的无奈 但众人心中 就是憋屈 尤其是心中 那把名为尊严的火焰 已经被陈征彻底点燃的情况下 他们就愈发觉得不甘 在陈征的事意下 替身来到高台之前 背后是头颅累成的警官 诸位 替身的声音荡开 顿时吸引了所有视线 他手中拿着名册 除恶无尽 接下来 就是这些人了 众人脸上露出错恶之色 似乎没想到 陈征真的还要继续 替身脸上露出笑容 我说了 我只想诸位告诉我 这些人该不该杀 要不要杀 众人正正地看着陈征 眼中的敬意也在不断高涨 且不说陈征能不能半岛 但一些少年 愿意拿出性命 来践行自己的诺言 便值得他们尊重 小侯爷 算了吧 我等已经知足了 跪在地上 抱着多龙多头颅的王二 满是感激地看向陈征 其他苦主 此时也是纷纷开口 是啊 小侯爷 无需为了我们这些人 赔上性命 我们知足了 若无陈征 他们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陈征若死 谁还能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人总得给自己留个念想 得知道感恩 陈征身后 一众轩灵院学员 暗暗松了口气 事情到了这一步 陈征只需顺水推舟 便算是告一段落了 真让他们去冲击兵部 冲击大将军府 闯进使团驻地抓人 他们还真有些处 被挂起来的蒙面人大吉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群苦主 竟然会反过来劝阻陈征 这群蛆虫 莫非是脑子坏了 陈征真要顺水推舟 那上面交代的计划 岂不是全打乱了 他刚要开口 一颗石头呼啸而出 击中他的后脑 蒙面人直接晕死过去 这场闹剧 也该结束了 周部与神色阴沉地收回手 他可不想陪着陈征继续玩命 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 却见替身摇头道 你们满足了 但我 不满足 迎着一双双不解的视线 替身笑道 多谢诸位替我考虑 但我没有半途而废的习惯 突然 一道冷喝声传来 胡闹 众人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面目威严的老人 正大步走出 副院长 孙副院长来了 一众绚灵院学员不由振奋 替身看向孙长龙 孙老有何见叫 孙长龙猛哼道 我觉得此事可以到此为止了 至少我绚灵院学子 不该陪着你 白白丢了性命 替身摸不透孙长龙的想法 隐晦地瞥了一眼陈征 看见陈征点头 他才诞生到副院长说的事 若是有愿意跟着副院长回去的 我不阻拦 孙长龙怒吼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要我亲自请你们吗 混合着刚员的声音荡开 一众绚灵院学员身子一颤 本就不想再继续掺和这件事情的学员 连忙跳下高台 站到孙长龙身后 走了 周布宇冷哼一声 带着自己的追随者离去 其他人见周布宇都走了 也不再犹豫 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 不消片刻 还站在陈征身边的 已经不足四十之数 孙兄 你怎么看 萧天乐看向孙策辉 两人均未选择离去 孙策辉眉头紧锁 淡淡吐出四个字来 二次筛选 确定 萧天乐挑眉 孙策辉摇头 不确定 但若是赌对 迎接你我的 便是一场颇天富贵 萧天乐皱眉道 若是赌错了呢 孙策辉笑道 若是赌错 当然只能认栽 你我 包括那赤野猴之子 都不过只是棋子而已 我们能选择的 只有成为棋子 亦或者是在棋盘上 厮杀留到最后 萧天乐点头 说的也是 你们是打算脱离轩灵院吗 孙策辉面色阴沉地 看向陈征身后剩下的人 孙策辉朗声道 副院长 吴等在轩灵院修行 本就是为了成为 对大渊国 对大渊百姓的有用之才 如今正是我等 才尽其用的时候 还请副院长成全 其他人也是纷纷应声 请副院长成全 孙策辉身后 周不宇吃笑一声 一群蠢货 孙策辉紧皱的眉头舒展 只是冷漠说道 那就随你们吧 说吧 孙策辉便转身准备离开 周不宇一愣 连忙追上 副院长 就这样了 孙策辉诞声道 不然还要哪样 周不宇不解道 那些家伙不听您的话 妄自作为 你不是要将他们驱逐轩灵院吗 孙策辉皱眉道 我只是不想他们送了性命 又没说他们做的有错 而且 迎着孙策辉幽深的目光 周不宇只感觉浑身不自在 而且什么 孙策辉收回视线 诞声道 你等惜命也就算了 难道还要阻止别人 拿命博场富贵 富贵 周不宇一愣 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 脸色骤然变得难看无比 他试探地问道 副院长 我现在能否 不能 孙策辉直接将其打断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高台上 陈征回头看了孙策辉一眼 不得不说 这孙策辉脑子确实敏锐 当初在秘境之内 也算是没白救了他 小侯爷 现在 咱们怎么办 东方无缺皱眉看向提身 现在就剩下这大猫小猫两三只 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等 陈征踏前一步 结果东方无缺的问题 众人视线也汇聚到他身上 众人不解 等什么 陈征突然看向远方 脸上露出笑容 来了 众人顺着陈征的视线看去 却什么都没看见 正要再问 骤然 一阵的动感传来 怎么回事 地震了 不对 有马蹄声 是蛮人攻城啊 一阵惊慌声中 远处骤然扬起一阵烟尘 阵阵马蹄声 游远极静 响动越来越大 在大街视线的镜头 一道火红身影 骤然浮现 这是一个女人 长发术在脑后 一张精致 却不是阴气的面容 满是坚毅 坐下一匹火红雄壮战马 身形堪比成年巨像 奔腾间 马蹄泛起身烈焰 留下道道焦黑的提应 女人一身赤红战甲 背负红鹰长枪 煞气逼人 那是何人 萧天乐只感觉没心直跳 忍不住开口 又是一个看上去 明明跟他同龄 却能带给他恐怖危机感的家伙 孙策辉皱眉道 看他装扮 像是赤甲军的人 莫非是赤甲军回归 萧天乐差一道 不是 孙策辉摇头 因为在红甲女人之后 又是十二道魁梧身影 骑着战马奔袭而来 身上穿的都是青色战甲 在十二道身影之后 又有排列成五的轻衣甲氏 背负长枪 腰胯战刀 紧随在后 远远看去 犹如一条青色长龙 不见尾端 是陈副将 东方无缺 在无济营的时候 见过陈红英 一眼就将人认出 心中不由振奋 他终于知道 陈征在等什么 他大笑道 我都差点忘了 陈兄你可是少年将军 手下有着一支万人军团 其他人此时也反应过来 是小侯爷的军队 怎么是个女人领军 看着倒是挺有威势的 就是不知道战力如何 剩下的轩灵院学员们 议论不止 原本紧绷的心情 也松缓了不少 他们还真担心 陈征就带着他们 四十几人去抓人 他们倒不是怕死 只是不想死的这么蠢 台下 一众百姓也是露出喜色 尤其是看见 领头穿着火红赤甲的陈红英 一个个激动不已 是赤甲军吗 若是有赤甲军在 和聚三国使团 人群自动让出一条大路 让陈红英领军通过 到了台前 陈红英勒紧缰绳 潇洒翻身下马 单膝抱拳跪倒在地 属下陈红英 携陈自营 愿为邵将军赴死 身后十二位千夫长 紧随在后 愿为邵将军赴死 说话间 一身修为气息绽放 恐怖的气势凝成一鼓 冲天上 顿时机的天空 风云翻涌 天刚静 都是天刚静 好 好啊 万人假释 齐声怒吼 愿为邵将军赴死 军事汇聚 犹如一条青龙冲天上 阵随云层 并不断朝着四方扩散 大雨倾盆下 阁楼上 已经重返的孙长龙 感受到这惊人的威势 不由诧异 他这新军训练了 还不足两个月吧 竟然已经有了这般气象 骆天骑眯起眼睛 他挑选的 本就是经过无极营 层层筛筛选出来的精兵 当然 能达到这种地步 领头的那个小女娲 恭莫打烟 他忍不住叹息 这父子两个 倒是会挖掘人才 可惜了 高抬 替身大笑道 诸位 可愿再信我一次 我再问一遍 这名册上的罪人 该不该杀 要不要杀 杀 王尔第一个响应 他已经感受到了 这位小侯爷的决心 既然如此 他们还有什么好扭捏的 杀 该杀 要杀 请小侯爷 为我大冤百姓做主 杀 杀 杀 受到军事影响 一众百姓也是热血上头 此时倾盆的大雨 也浇不灭 他们正在熊熊燃烧的 复仇之心 替身看向陈征 陆兄 你来替我主持吧 陈征点头 上前一步 满含纲员的声音 充斥天地 众军听令 即刻开把 目标 北满使团营地 但有拦路者 杀 武 射 出发 随着陈征一声令下 陈红英等人 立刻翻身上马 轻易假释调转方向 浩浩荡荡地 朝着北荒使臣团的 驻地前行 浩荡的声势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消息也如这场 倾盆大雨一般 飞速荡开 诛杀了三国罪人 现在还要去 北荒使臣团 驻地抓人 赤野侯府的人 是不是疯了 不是 他们来真的 陛下不管吗 一时间 原本一群抱着 看笑话心态的 高层大人物 再也笑不出来 尤其是那些名字 在陈征名册上的家伙 大将军府 一个青年满是慌张 所谓上 一位魁梧男人 面色沉静 正是大将军彭祖 而慌张青年 名为彭洪盛 是他的三儿子 前段时间 因为剿匪有功 如今已经容身偏降 慌什么 彭祖呵斥一声 眼中蕴寒煞气 彭洪盛一颤 低声道 父亲 孩儿倒不是怕死 只是孩儿的事情暴露了 我担心会给你抹黑啊 彭祖诞声道 放心吧 那小子蹦倒不了多久了 彭洪盛一喜 父亲 您的意思是 彭祖摆了摆手 这段时间 你给我老实待着就好 只要不出这大将军府 威夫自然会保你无恙 是 彭洪盛这下彻底放心了 心满意足地退下 目送着彭洪盛离去 彭祖招来了自己的暗卫 神色阴沉道 去告诉田无极 他的事 我硬下了 另外 下次要是再敢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拉我下水 我不会跟他客气 曹帮总部 一众高层汇聚 守卫上坐着的是一个身穿布衣 看着老实芭蕉的壮士汉子 男人 看着颇为威严 正是副帮主使力 这些年 甘元奎前行修行 一切事物 基本都是由使力在打理 他也深受甘元奎的信任 使力一脸严肃道 帮主 这次叫您出来 也是不得已 如今 那赤野猴之子陈征 正在清算与三国勾结的罪人 其中就有我曹帮不少高层 我等该如何应对 还需您亲自决断才行 甘元奎扫尸一圈 不少高层都是战战兢兢的低下脑袋 他在心中过了一遍数 若是任由那赤野猴辅施围 那么曹帮高层 至少有一半 得被送上斩首台 甘元奎诞生道 有转环的余地吗 使力苦笑 恐怕不行 那陈征 这次弄得动静不小 却迟迟不见皇室出来制止 怕是已经得到暗中受益 想要在皇城来一次大清洗 帮主您也知道 如今我曹帮的势力越来越大 几乎遍布了大渊所有海域 早就被大渊皇室所忌惮 这次 他们恐怕不会放过 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闻言 甘元奎点了点头 看向下方诸人 语气依旧平淡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你们自己去自首 免得连带了 我曹帮其他兄弟 碰 碰 碰 一时间 跪地生无数 不少高层出生哀求道 帮主 我等也是为曹帮流过血汗的 也是曹帮的兄弟啊 您可不能不管我们 求帮主救命啊 甘元奎叹息一声 继续道 那你们就选第二条路 拼一把 只要杀了赤野猴之子 摧毁他手里的那份名册 你们自然也就安全 如果你们要做 邦里会尽量为你们提供便捷 一个脸上留有刀疤的高层咬牙道 帮主 我选第二条路 大家都是血海里杀出来的 谁不给兄弟们活路 那我就先绝了他的活路 没错 什么狗屁赤野猴之子 想要我们的命 那我先宰了他 跟他拼了 其他人也是纷纷出声 脸上满是凶悍的杀意 实力此时也站起身来 叹息一声 罢了 我这边看看 能不能联系上名单上的其他人 大家一起动手 即便那赤野猴斧 有军队的优势 咱们也不至于毫无胜份 众人顿时露出感激之色 多谢副帮主 实力摆了摆手 笑道 都是帮里兄弟 不说这些 大家先下去做准备吧 要动手的时候 我会通知你们 是 一众曹帮高层 军事摩拳擦掌的离开 房间中 就只剩下实力跟甘元奎两人 帮主 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 实力恭敬地看向甘元奎 笑着问道 甘元奎平静的眼神 骤然变得犀利 嘴角也泛起一丝笑容 实力顿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实力 你脑子好 会办事 所以这些年 将曹帮交到你手里 我很放心 你想利用曹帮 做点你自己的事情 我也可以满足你 甘元奎语气平静 但无形的威势 已经让实力直不起腰来 甘元奎起身上前 拍了拍实力的肩膀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不管你跟无极侯府 达成了什么交易 没出事 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 但要是出了事 实力咬牙道 属下一例承担 很好 甘元奎收回了手 身上的气势也散去 缓步朝着门外走去 实力始终弯腰低着头 面色阴沉无比 他本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又是一只老狐狸 北荒使臣团 驻扎在皇城外 几十里出的一个 宏伟庄园中 虽然他们这次过来 是耀武扬威的 但也没有彻底施了警惕 在接手庄园的第一时间 就简单地建造了防御攻势 远远看去 犹如一座小城 营地四方 皆有甲氏巡逻把守 嘿嘿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这大渊的女人 玩起来就是比咱们北荒的带劲 那确实 只是可惜啊 太不禁玩了 我上次抢那个 一个时辰不到 就玩死了 是你玩得太变态了 下次休目 我再多抢几个回来 反正大渊的人也不管 嘿嘿 几个守门的蛮人甲氏 猥琐的笑声不断传出 突然 大地震动 几人一惊 连忙抬头看去 但还没等他们看清 便见几杆长枪 在他们眼前不断放大 吃 吃 吃 长枪贯凶而过 直接将几个守门的蛮人甲氏 钉死在地上 巨城搭起的城墙上 一群蛮人甲氏 看着远方乌泱泱一片 犹如青龙奔腾而来的 青甲兵队 面色大变 嫡媳 快关门 怎么回事 谈崩了 一众北蛮甲氏慌张不已 有人连忙朝着营地深处走去 北荒使臣团 一共派出三位使臣 如今有两位都在皇宫之中 只剩下一位留守在营地 正是陈征想要寻找的蛇别 暗牢之中 腥臭的味道刺鼻 半张脸留着稍痕的蛇别撇了撇嘴 嘖嘖嘖 这就玩死了 没劲 他一脸嫌弃地摆了摆手 连忙有属下 将远处行架上 几具烂肉一般的尸体拖走 一旁的牢笼中 几个披头散发 四肢都被斩下的男人 嘴里不断发出贺骂 北蛮的杂种 你们等着 我大渊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些都是一些 从北蛮战场退下的老兵 前些天被哲别派人偷偷抓来 饱受折磨 嘿嘿 我等着呢 哲别脸上泛起凝笑 看向一旁的手下 去把他们舌头给我割下来 丢去喂狗 是 一个蛮人假释正要上前动手 便有守卫仓皇跑来 不好了 哲别大人 大渊的军队 把咱们给围了 恐怕来者不善啊 哈哈 你们这群畜生的末日到了 一群老兵 发出大笑之声 哲别眯起眼睛 是谁的军队 以大渊如今的处境 不应该敢对他们动手才是 而且 就算要动手 他也该提前收到消息才对 不知道但属下看见 他们挂着陈的旗帜 报信守卫连忙到 哲别皱眉 陈 据他所知 这大渊 可没有姓陈的将军 突然 一道弹幕的声音 传入几人耳中 是赤野猴之子 陈征 谁 北蛮假释一惊 纷纷亮刀 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一道黑袍身影 犹如幽灵一般出现 只有一双眼睛裸露在外 看向哲别 语气淡漠道 他是来抓你的 抓我 哲别不屑一笑 一把推开身前的蛮人假释 来到黑袍人身前 那你呢 黑袍人诞生道 我自然是来救你的 哲别吃笑道 你是田无极的人吧 也就只有他 喜欢干这种 捂着耳朵放屁的事情 你们真当大渊皇室的人 是傻子 不知道你们无极侯府 跟我们北蛮的那些破事 既然做了 何不光明正大一些 闻言 黑袍人语气依旧淡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哲别撇了撇嘴 不耐烦道 行了 说吧 要我怎么做 不过 我得事先提醒你们 我要是出事 田无极也别想好过 黑袍人诞生道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情 跟无极侯无关 至于要怎么做 我会教你 另外 说吧 黑袍人探出手来 哲别只感觉眼前一花的功夫 人已经被黑袍人掐住脖子拎了起来 哲别一惊 刚想反抗 却发现自己一身肛原 被黑袍人犹如大山一般死死镇压 根本没有半点抵抗之力 天 相敬 哲别艰难出生 一群想要上前帮忙的瞒人假事 也被黑袍人骤然绽放的气势蹦飞出去 想活命的话 就听话 明白吗 黑袍人随手将哲别丢下 凌冽的杀意 让猖狂的哲别选择了隐忍 他摸了摸脖子 压抑着怒火道 说吧 要我怎么做 黑袍人诞生道 你只需这般 片刻之后 哲别带着手下出现在驻地城头 看着下方乌泱泱的轻衣假事 脸色阴沉 森寒的刀截寒光 在阳光的阴影照下 犹如一片森罗之海 无边的寒意生腾 让人望而生畏 在一众假事前方 是骑着战马的轩灵院学子 更前方 则是十二位千夫长统领 跟陈红英 最前方便是陈征跟替身两人 那便是赤野猴之子 谁替我将他的手机取来 哲别目光落在陈征替身之上 摸了摸脸上的烧痕 眼中泛着恶毒的恨意 他当初也是北蛮名将 先有败绩 只可惜碰上了陈玉的赤甲军 他永远也忘不掉那场惨败 那一次 他差点死在陈玉那场火攻之中 哪怕最后活了下来 但心中的阴影 也让哲别再也不敢踏上战场 直到陈玉重伤身死的消息传来 他才主动请鹰来到大渊皇城 想要彻底跟赤野猴斧 做个了断 哪怕陈玉没死 那他也要绝了他的根 如此 方可解他心头之恨 我来 他身边 一位蛮人假式统领大声应道 他取下背后巨大石弓石剑 身上天刚进五重的强大气息 骤然爆发 一身气血之力凝聚 蔓延至弓箭之上 顿时泛起淡淡血色光韵 死 蛮人统领一声大喝 直接将弓弦拉至满月 石剑犹如流星一般 击视而出 空气呼啸 犹如雷鸣阵阵 狐狸大人出手了 狐狸大人 可是我北蛮神射手 凭着一身剑术 以天刚五重修为 射杀过天刚六重的敌人 蛮人假式们 顿时发出欢呼之声 看陈征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在神射手面前 还敢站得这么近 不是找死是什么 但看着呼啸而来的利剑 无论是替身还是陈征 都面色镇定 丝毫没有要出手的迹象 他是放弃抵抗了 狐狸脸上泛起不懈的笑容 但下一刻 他脸上的笑容不由僵主 刷 只见陈红英双腿夹紧马腹 火灵局野士 瞬间会议 四体奔袭 犹如爆裂的火山 转瞬极致 陈红英一枪刺出 刚原在枪间绽放 瞬间将狐狸射来的十剑粉碎 攻来 陈红英收枪伸手 立刻有假释 扔出强弓跟剑筒 被他一把抓住 陈红英起身飞跃 立于马背之上 三只羽剑 被他打在强弓之上 弓弦瞬间拉满 吸吕吕吕 火灵局发出兴奋的叫声 前提飞扬立起 陈红英手中的羽剑 也顺势放出 化作流光激荡而出 一个女人 也敢跟我比剑术 狐狸顿时大怒 再次弯弓搭剑 不要大业 那女人身上穿着赤甲 应该是赤甲军的人 折别阴沉的声音传来 狐狸自信笑道 大人放心 单论剑术 同境界之下 属下有着绝对的把握 说话间 在力量的加持下 狐狸手中的石弓石剑 再次闪烁起星红的光芒 强大的威势荡开 弓弦震荡声才刚刚响起 血红石剑 已经飞掠而至 撞击到宛如流光一般的羽剑之上 咔 只听一阵短暂的轰鸣 羽剑直接炸裂开来 哼 唯是不减地 朝着陈红英第二只羽剑飞去 碰 又听一阵轰鸣之声 羽剑再次炸裂 结束了 狐狸脸上露出无趣之色 赤甲军 好像也不过如此 一旁 折别的脸色也好看了几分 只是很快 他们的脸上的笑容 便直接凝固 咻 只见声势依旧浩大的石剑 继续向前飞掠 只是这一次 却没有在跟陈红英的 第三只羽剑碰撞上 而是擦身而过 狐狸这才意识到不对 见得诡计 是 狐狸脸上油字闪现着惊恶之色 宛如流光一般的羽剑 已经静在眼前 恐怖的洞川之力 在他眉心炸开 碰 陈红英不躲不闪 任由被他两剑改变诡计的石剑 擦着脸庞飞落 在地面炸出一个大坑 石墙之上 狐狸头颅宛如西瓜一般爆开 炸裂的血肉 忽了身旁众人一身 屋头身躯 直接跌落到城墙之下 威武 陈红英身后 一众轻衣假释 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闻着鼻尖传来的淡淡血腥味道 哲别心中生起无限寒意 他倒不是 被一个天刚进二重的神射手吓到 而是回忆起了那个 被赤甲军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击溃的夜晚 陈松的恐惧被唤醒 然后这股恐惧 又很快化作刻骨的恨意和杀意 果然 这群怪物就不该存在 所有跟赤野猴有关系的家伙 都该死 哲别目光愿毒地看向下方 蕴含钢元的声音荡开 你们大渊国是想向我北方宣战吗 你们大渊边境 可还驻扎着我北方八十万大军 只要我一个消息传回去 你大渊三十六成都将血流成河 咻 回应他的是一道乍立而来语剑 哲别目光一沉 抬手朝着流光抓去 刚才他是没想到 忽利会在剑术的笔拼上输掉性命 所以才来不及反应罢了 哄 钢元气血之力在他掌尖炸开 飞立而来的语剑 直接化作碎屑荡开 天刚静大圆满 陈红英感知到哲别身上 那一闪而逝的气息 也是干脆利落地收起长弓 如此巨大的差距 已然不是依靠剑术能够弥补 他目光看向替身 少主 下令吧 替身举起右手 朗声道 金凤大渊黎明之令 讨伐三国恶匪 凡不参与者 可气泄投降 不杀 但有抵抗者 必杀 进攻 替身高举的五指骤然握拳 冷烈的声音传遍全场 动动动 战鼓声轰鸣 全场轻一假饰眼中 进阶泛起血色 无边的战意滋生 凝聚的气血之力 化作一条血色大龙盘旋升空 踏 踏 踏 陈征一马当先 冲锋在前 紧接着便是陈红英 跟十二位天刚静千副长统领 一众绚令院学员 虽然同样热血上涌 但是容不进军阵之内 便只能驱马避开 来到替身之后 万人假饰开始移动 盘旋的血色大龙 在虚空盘旋 不断壮大 张牙舞爪时 仿佛要将北荒 驻地一口吞灭 碰 碰 大地震战 站在石墙之上的 一众北蛮将领 感受到这恐怖的 军阵之势 军事面色大便 折别大人 这些人都是精锐啊 大渊真的不打三一和了 咱们挡得住吗 求援吧 听着手下传来的惊慌声 折别脸上 却始终保持着镇定 慌什么 集结假释 准备御敌 此处城墙虽小 但家持有防御阵法的力量 足以让他们久攻不下 磨灭他们的士气 我等仰精蓄锐 等到城破之时 城市杀出 足以撕开一条血路 文言 一众北蛮将士 面色稍缓 也镇定下来 开始集结兵甲 他们虽然人数不多 只有上千人的甲士队伍 但也都是精锐 若是能以一代劳 再杀得出其不意 只要不练战 还真未必怕了 外面那支万人军队 最关键的是 那军阵之中 虽然天罕境不守 但是却没有可以抗衡 折别这位天罕境 大圆满的顶尖战力 优势在我 大家做好准备 一会儿让大圆这些娘们 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猛士 北蛮将士们 开始调动士气 城墙之上的折别也没闲着 扭动了开启防御阵法的开关 顿时 整座石墙之上 都荡起了一层银白的涟漪 涟漪之上 还有道道金色符纹 若隐若现 是防御阵法 陈红英出声提醒 这一类阵法 多被用于各大城防御攻势之上 可以加固城墙 抵御攻击 我来 陈征神色不变 身上升腾起一股恐怖的锋芒之气 防御阵法的力量十分强大 就例如 大渊三十六座大城的防御阵法 足以抵御天象镜圆满高手的冲击 而且 在力量耗尽之前 也不用担心被攻破 唯一的缺点就是 布置起来十分繁琐 而且每开启一次都消耗巨大 非不得已 不会轻易使用 眼前蛮人驻地所使用的 的确是防御阵法 但明显是最简洁的阉割版本 能够抵御的力量 也应该非常有限 此类防御阵法 若是能一击打破他的承受上限 便可瞬间破支 可笑 看着策马奔腾而来的陈征 折别嘴里发出吃笑 他这的确是最简单的防御阵法 但也绝对不是一个 天罡进二重的小子 能够独立破开 不要逞强 陈红英也忍不住出声制止 他久在军中 见过不少防御阵法 眼前这个虽然算得上是 最简弱的版本 但是寻常天罡进大圆满 恐怕也很难破开 在他看来 依靠万人军阵之力 破城而入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陈红英正要上前制止 便听陈征的声音传来 红英姐 信我便是 熟悉的称呼 让陈红英身形一顿 会叫他红英姐的 也只有一个人 少主 陈红英心中惊愕 正正看向远处锋芒壁露的 轻衣身影 他一直以为 这位轻衣剑客 是艾琳娜派来的帮手 却没想到 这才是真正的陈征 最关键的 还是陈征的修为 天罡进二重 他又还记得 当初魔兽山脉之内 陈征才是后天境修为 而他 已经是开脉进大圆满 如今才过去多久 陈征就已经追上他了 陈红英自认已经算是天才 陈玉也多次夸他 不弱于宣灵院的顶级天骄 但他也无法理解 陈征是怎么做到的 万般思绪在脑海流转而过 等陈红英从震动中脱离时 陈征已然距离城门 不足一丈之地 嗡 黑龙剑出窍 宛如龙英的剑笑声激荡开来 青云剑意 在瞬间被陈征激发到了极致 霸道风锐的剑意 随着陈征高抬的手臂生腾 无形的连衣荡开 撕开刀到黑色的裂缝 恐怖的风锐含义激荡 让在场所有人都止不住 升起一股凛然质感 那真的是剑意吗 或者说 这才是真正的剑意 肖天乐跟孙策回脸上 都泛起震动之色 他们知道剑意的强大 也在卓文浩那儿感受过剑意 但剑意给他们的感觉是 强则强矣 但还不足以到 让他们畏惧的程度 但此刻陈征的剑意 却由衷地 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 城墙之上 折别眼睛眯起 原本戏血的目光 多了几分冰冷 大渊还真是五蕴昌龙 所以这种天才 还是死掉的好 陈征感受到 自己激发到了极致的剑意 却是皱起眉头 不够 非是剑意不够强大 而是 他对剑意的领悟程度 还不够 若是能够将青云剑意 领悟至大成 他说不定真的能够只靠剑意 便破开着防御阵法 但现在 显然不行 但好在 他还有其他手段 轰隆隆 一阵浪潮拍案的声音 击大而起 陈征浑身气血之力 在经脉之间疯狂翻涌 身形犹如膨胀的气球一般 瞬间膨胀一倍 气血异象显现 红雾缠绕 蔓延至长剑之上 让陈征看上去 犹如复苏的一般 还不够 陈征浑海翻腾 精神之力 犹如潮汐一般翻涌而出 同样加持到黑龙剑上 剑身四周 撕裂的空间缝隙不断扩张 仿佛要吞噬一切 城墙之上 原本还云淡风轻的折别 此时已经彻底变了脸色 不可能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 陈征此时所绽放的气息 便是让天刚镜圆满的他 都感受到毛骨悚然 丝毫没有正面 接下这一剑的底气 但那小子 可才天刚镜二重啊 不仅是北蛮众人被震动 便是陈征一方 也被陈征此刻 爆发的实力所震撼 尤其是轩灵院学员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他们一向被冠以天才之名 但是此刻面对陈征 他们却有种 无地自容的感觉 这小子真的是人吗 便是一向 以天赋自居的萧天恶 此刻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唯有轻衣假释 被陈征强大的气息所带动 战役愈发高涨 杀 恐怖的战役激荡开来 天空由阵势凝结的 争宁血龙异象 再次身形暴涨 咆哮着朝着北蛮驻地冲撞而去 而此刻 陈征手中的剑 也终于落下 霸剑诀 横行 本就无匹的锋芒之气 更增添了几分霸道之势 在黑龙剑挥出的瞬间 陈征体内混沌之力流转 加持到剑意之内 在纲原的凝聚之下 汇聚了霸道之势 青云剑意 气血之力 以及精神力量的一剑 竟然化作一到三丈的巨剑虚影 朝着墙头轰然斩落 北蛮一众将士 顿时瞪大了眼睛 差点被吓破胆子 明刚成相 这不是天象镜强者 才能使用的手段吗 该死 挡不住的 防御阵法也挡不住 逃吧 往哪儿逃啊 在陈征这道恐怖剑影之下 本来凝聚战役 准备杀出一条血路的蛮人将士 顿时战役溃散 碰 轰 在一众震撼的目光中 剑光轰击到防御阵法之上 顿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声 银白连衣激荡 金色符文疯狂闪烁 但终究没有抵抗住陈征这一剑的威力 咔 仿佛瓷气崩裂的声音 崩裂出道道裂纹 仿佛随时都可能炸裂开来 而陈征这一剑的威力 也已经耗尽 此时陈征只感觉浑身虚脱 显然暂时已经没有再挥一剑的可能 但北蛮众人还来不及松口气 万人军阵所凝炼的军事意想 已经砸落而来 碰 整个北蛮营地直接炸开 一时间哀嚎声无数 一些站在墙头的蛮人天罡进蛮人将士 直接被这股军阵之力的碾碎 化作烂肉被倒塌的城墙掩埋 杀 陈自营假释踏过倒塌的城墙 冲杀而至 已经被彻底吓破胆子的蛮人假释们 甚至来不及反应 已经被刀锋划过脖子 头颅坠地 我跟你们拼了 一个自知活命无望的蛮人假释 统领面色猙獰地朝着陈自营冲来 刷 只见一道火红身影穿梭而过 犹如飞驰的烈火 蛮人统领都来不及反应 便已经被一枪穿凶而过 陈红英枪头一挑 直接将蛮人统领的尸体举起 冷冽的声音传遍整个营地 缴械不杀 暗罪论处 一时间 反应过来的蛮人假释 纷纷丢盔卸甲 跪倒在地 折别呢 陈红英跳下战马 目光横扫 却没发现折别的身影 不由皱起眉头 一位天刚静圆满的修者 除非正面硬抗 否则应该不至于被军阵之势 碾杀才对红英解 借马一用 此时 已经暗中再次跟替身 交换了身份的陈征 来到陈红英面前 不等陈红英回应 陈征已经翻身上了马背 火灵鞠发出一声兴奋的嘶鸣 在陈征的控制下 犹如一阵裂风飞驰而出 等陈红英反应过来 陈征早已骑着火灵鞠走远 陈小姐 无需担心小猴眼 此时 替身顶着陆清云的身份 出现在陈红英身旁 他跟陈征在出门前 就故意穿了一样的鞋子 要想交换身份 也只需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 交换衣服样貌即可 陈小姐 刚才那一件 已经耗尽我所有的力量 无力再出手了 替身一脸认真的道 陈红英也是瞬间会议 知道陈征又将身份调换回来 陆清云要是再出手 就会露线 我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跟在我身边 我会保护你的 陈红英皱眉道 虽然不清楚 陈征到底要做什么 但陈红英此刻 也只能配合出演 在主将几乎死绝 折别又失踪的情况下 一众瞒人假释 已经彻底丧失抵抗之心 陈红英不费吹灰之力 便控制了整个瞒人营地 另一边 陈征策马奔腾 很快便看见了折别的身影 刚才在陈征一见落下的瞬间 那折别就最先开溜 陈征看得清清楚楚 而在前方奔逃的折别 也发现了追在身后的陈征 在发现只有陈征一人追来之时 脸上不由露出诧异之色 但他不动声色 反而故意放慢了速度 似乎是担心陈征跟不上他 陈征健壮 也全然当作没有发现 不远不近地跟在折别之后 他们两人都各自有着自己的谋算 至于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就得看谁更技高一筹了 马背上 陈征运转混顿神天绝 吞服下金红液体 快速恢复着力量 很快 一只千人轻衣 假释小队 连同轩灵院学员在内 在一位千夫长统领 带领下追了上来 小侯爷 我来了 统领策马跟上陈征 此人名为周道 在吞服陈征 所炼制的上品天纲当后 后继勃发 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突破了天纲进二重 内心对陈征十分感激跟敬佩 他带人追来 也是提前得了陈征的命令 陈征点了点头 指了指前方 折别就在前面 咱们只需要跟着 没我的命令 都不准动手 周道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认真执行了陈征的命令 将消息传递下去 一众宣灵院学员同样不解 肖天乐跟孙策辉两人 都是策马上前 这我没问道 小侯爷 现在既然有机会逼停那折扁 为何还要放任他继续逃窜 你就不怕真的被他逃掉 如今 他们只需靠着军阵之力 将折别围困住 再等到支援过来 即便折别是天罡境圆满的武者 也只能叠血陈征但笑一声 放大尔才能钓大鱼 此时还不是收网的时候 肖天乐眉头微醋 小侯爷 你就不怕一会儿 真把大鱼钓出来 反倒把咱们一口吞掉 陈征摇头 无需担心 说到这个 就还得多谢诸位的帮助了 我们 一众绚灵院学员 皆是一头雾水 他们这里修为最高的 也才开迈进圆满 即便联合起来 对上那天罡境圆满的折别 都是实死无生 陈征竟然还打算依靠他们 究竟是他们太小看自己 还是陈征疯了 没错 陈征一脸认真的回答 也不多做解释 肖天乐跟孙策辉对视一眼 两人脑子转得很快 那就是他们的身份 孙策辉皱眉 难道他是想 他念头未落 队伍骤然停下 也打断了他的思路 抬眼看去 才发现 折别已经停止了逃亡 反而转过身来 一脸挑衅地看着他们 就好像在看一群死人 你们的胆子很大呀 敢追我这么远 折别蕴含刚原的声音荡开 饱含杀意的气息 朝着众人笼罩而来 周到看了陈征一眼 见陈征点头 这才抽出腰间战刀 冷声喝道 猎阵 刷 便冲破了折别的煞气 周到长刀挥舞 率先一马杀出 冲锋 杀 身后轻衣假释杀意凝聚 在队伍上空 凝聚一柄血刃 以极快的速度 跟在周到身后 朝着折别冲杀而去 周到所率领的 这一千轻衣假释 乃是从陈自营中精锐当中 挑选出的精锐 在陈征提供的 大量资源供给之下 如今实力最弱的 也不下于后天境九重 单个放到战场上 也是能够以一敌石的存在 如今在军阵之力的加持下 更显恐怖 还未靠近 便让折别这位 天刚进圆满的老将 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但折别并不慌张 毕竟他停下来挑衅 可不是为了送死的 救你们人多 折别发出一声嘲笑 下一刻 从四周 骤然浮现十几道强大气息 杀 杀了那小子 纲原爆发间 十几道骤然杀出的蒙面身影 犹如狂风而来 目光血红 杀意直指沉争 在这十几人之后 还有上百道身影包围而来 接绽放着开脉进气息 一众绚令院学员 顿时惊慌不已 不好 有埋伏 现在怎么办 逃吧 周统领 快回来 是陷阱 相比起其他人 萧天乐跟孙策辉还算镇定 两人同时看向陈征 却见陈征眉头皱起 似乎不太满意 就这 他特意以身犯险 可不是为了调出几个天罡镜 是曹邦的人 孙策辉低声道 虽然这些人蒙着脸 但那有黑的皮肤 还有一身海盐味 根本藏不住 而且在皇城 能一下调动 这么多高手的地方势力 又符合这个特征的 只有曹邦 他们果然跟蛮人有所勾结 一众轩灵院学员 气愤不已 眼看被认出了身份 曹邦一众高层也不慌张 只是身上杀意更重几分 都杀了 一个不留 认出也没关系 反正死人可没法指正 远处 看着放任陈征等人不管 依旧朝着自己冲来的千人军阵 折别皱起眉头 这些人是明知道逃身无望 所以死也要拉自己垫背 天真 折别吃笑一声 看向身后 我说的对吧 两位 在其身后 有两道身影浮现 两人都戴着面具 同样身材魁梧 只是一人充满了示警气 一人满是铁血气息 身穿不衣的男人不满说道 彭兄指一人前来 是不是有些不太地道 铁血男人声音雄浑 军中高手 如今都在皇室监控之下 而且 我一人过来便足矣 实力 我劝你 最好不要没事找事 两人正是实力跟彭祖 实力冷笑一声 既然你不愿意出力 那么赤野猴的爵位 便落到 我屎家身上好了 彭祖丝毫不让 我说了 出力多少 看的是实力 你带再多的废物过来 又有什么用 两位 折别打断二人 笑呵呵道 这些问题 你们可以放到分战礼品的时候 再去解决 现在我们还是先解决 眼前的问题再说 实力冷哼一声 站到折别身旁 一群蝼蚁 有何拒之 彭祖站到另一边 将手按在腰间 颤刀刀柄之上 一起出手 只要破了军事 他们便只是一群 带宰的白肉而已 说话间 两人身上爆发出 强大的气息 恐怖的钢源冲天起 风声撕裂 威压四散荡开 两位说的是 折别宁笑一声 修为同样绽放 三位天刚进大圆满的 舞者气息凝结 犹如一座大山般 朝着轻衣假式镇压而去 在这恐怖的压力下 周到坐下的战马 发出一阵哀鸣 身后一众轻衣假式 也受到影响 队伍陷入轻微的混乱 天空由军事 跟战役凝聚的血色刀影 也隐隐有了要崩碎的迹象 剑撞 折别发出嚣张的笑声 你们刚才不是很狂吗 来啊 杀我呀 周到勉强维持 这军阵之势不散 但显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实力跟彭祖二人的实力 已经不是单纯的 天刚进大圆满 两人其实都已经有 冲击天象镜的资格 只是这些年 一直在打磨自身 以求更加稳妥的突破 但今年积累下来的力量 也远超普通天刚镜圆满之上 即便不算折别 光是这两人联合起来的力量 便抵得上半个天象镜 挡不住了 后方 看着被彻底压制的周到等人 轩灵院众人 不由露出绝望之色 陈兄 还有其他办法吗 东方无缺看向陈征 陈征叹息一声 有 听陈征说得如此笃定 众人眼睛不由亮起 什么办法 小侯爷 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 再留着大家命都要丢了 就是啊 陈征点头 行吧 诸位跟着我学 众人一头雾水 学 学什么 在一众迷茫的视线中 陈征深吸一口气 蕴含静气的声音 瞬间响彻天地 救命 众人顿时傻眼 难道陈征所说的办法 就是喊救命 不少人气的想骂娘 这种时候 这种地方 喊救命 有个屁用啊 远处 折别三人 也都露出诧异之色 折别忍不住嘲笑道 看来赤眼猴的麒麟子 已经被吓傻了 实力跟彭祖对视一眼 心中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跟着喊啊 陈征招呼着 宣灵院一众学员 嘴里继续交道 贼人猖獗 要杀我宣灵院学子 请院长大人救命 孙策辉跟肖天乐对视一眼 均是露出了然之色 果然 两人不再犹豫 虽然感觉有点丢脸 但也总比丢了性命要好 宣灵院高年级学员孙策辉 请院长救命 宣灵院高年级学员 肖天乐 请院长救命 其他人一看 两大魁首都开口了 也是压下疑惑跟羞耻 跟着高声喊叫起来 一时间呼救声响彻一片 顿时引得一众曹邦高手嘲笑 呵呵 宣灵院号称汇聚了大渊英才 结果就交出来这么些酒囊饭贷 大渊的衰败 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别说了 人家说不定还没断奶呢 哈哈 一群白痴 没有人能就得了你们 嘲弄奸 曹邦十几位天纲进高层 已然杀到 纲原激荡间 虚空都被撕裂 狂风席卷而至 仿佛要将陈征等人碾碎 完了 一众绚灵院学员 被恐怖的气势 根本压得喘不过气来 面色苍白 犹如木桩一般 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便是 萧天乐跟孙策辉 都忍不住紧张起来 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只有陈征依旧一脸平静 他已经感知到 空间荡起的淡淡涟漪 来了 哄 只听一阵轰鸣之声 天空之上风云变化 明亮的天空骤然变得昏暗 雷霆汇聚之间 化作一道人形虚影 恐怖的威势荡开 犹如雷神降临 混账 魏妍的声音充斥天地之间 大地仿佛都在振战 曹邦一众高手 身形骤然凝滞 犹如陷入沼泽的囚徒 脸上嚣张嘲弄的笑意散尽 只剩下无尽的恐惧 天象镜 该死 天象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群人亡魂大冒 轰隆 雷霆轰鸣 紫色电将凝聚的雷神法相 虚目皆张 愤怒威严的声音 再次激荡开来 何人敢伤我绚令院学子 死 雷玉 天罚 随着声音落下 道道紫雷凝聚 化作手臂粗细的闪电 飞速降落 碰 碰 碰 每一道紫雷闪电 都精准地落在曹邦 十几个天刚进高层身上 这些人甚至都来不及的惨叫 便化作一地焦炭炸开 紫雷坠地之后 又化作一地紫芒荡开 犹如蔓延的火焰 将剩下的曹邦高手包围 电将轻浮之下 一群开脉近身 根本连逃跑都余地都没有 惨叫间化作一具具焦黑的尸首倒地 空气中弥漫起浓重的焦臭味道 一道威严身影 背负着双手 从天而落 碰 大地军裂 缝隙朝着四方一路蔓延 是院长 院长真的来救我们了 轩灵院一众学子不由惊喜 落天其脸上游字带着愤然之色 真是混账 要不是我恰好来这边散步 又恰好听见这边的动静 我轩灵院学子 差点就遭了毒手 到底是谁 想断我轩灵院的根 远处 实力跟彭祖二人 毫不犹豫选择了撤退 毒溜气的蹊跷声音的折别 站在原地 面色阴沉道 落院长 你当我是傻子吗 他算是看明白了 什么狗屁的恰好 这分明是个局 一向散去 落天其看向哲别 露出诧异之色 这里怎么还有个蛮子 哲别强忍着怒火 落天其 你们大渊是真的打算 跟我北方开战吗 落天其咒没到 我一个教人练武的 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开不开战 你得去问李富盛 你们会后悔的 哲别目光怨毒了 看了几人一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他担心继续待下去 落天其连装都不装了 直接把他干掉了院长 既然都出手了 为什么不斩草除根 落天其没有理会其他人 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小子 你就没想过我要是不出来 你该怎么办 陈征但笑道 我对轩灵院 对院长是百分百的信任 所以没想过 会有其他结果 落天其看了一眼陈征的左手 在衣袖的遮盖之下 一块运到石被陈征重新藏好 虽然不知道 这小子哪来的底气 但显然 他还留有后手 落天其冷哼一声 年纪轻轻 心思这么多 可对修行无异 陈征叹息一声 够活而已 别无他法 如果可以 谁又喜欢在刀剑上跳舞 在夹缝中求生 走到今天这一步 陈征也无可奈何 而且他没有退路 陈征问道 院长 折别那边 落天其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有人会解决 小子 该出的例我已经出了 接下来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在田无极下场之前 你也别指望 我会再出手帮你 老夫虽然讨厌田无极 但对你 也谈不上多喜欢 陈征抱拳弯腰 多谢院长 落天其不再理会陈征 看向其他训令院学员 你们跟我回去 在事情完结之前 所有人都不得 再踏出训令院一步 东方无缺皱眉道 院长 我等答应了小侯爷 要帮他 落天其直接打断 失笑道 棒 就你们这点修为 除了成为他的累赘 还有其他作用 平日里 你们自视甚高 自认天才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们算个屁 一个个认不清自己的精良 这小子带着你们 你以为他是真的 看中你们的实力 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 逼我出手罢了 文言 轩灵院众人脸色 变得有些难看 即便是早就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肖天恶 跟孙策辉两人 被落天其如此直白地讲出 两人心里 依旧有些不舒服 但这 就是事实 陈征但笑道 陈某以本心启示 我对诸位 绝对不是利用 我之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出自真心 诸位愿意留下来帮我 我也有种地感激 只是你们的舞台 不在现在 真要说利用 他也只是想利用 落天其跟大冤皇室 这遭老头子坏得很 竟然想败坏自己的形象 陈兄 我信念 东方无缺第一个响应 他笑道 不过 我等实力不计是事实 有朝一日 踏足天刚进 我等才算真正有了一定的话语圈 阎城一众天骄同样道 没错 以后 小侯爷要是还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不管陈征心里是如何想的 但至少陈征至今的所作所为 他们都看在眼里 设身处地的思考 他们能像陈征一般 他们办不到 所以他们服 陈征抱拳笑道 多谢诸位 落天其嘴角抽了抽 冷哼一声 走了 等到落天其带人离开 周道才率领队伍靠近 小侯爷 还要追吗 陈征摇头 再等一等 落天其说了 折别那些人 有另外的家伙解决 想来也不至于会在这种事情上骗他 等什么 周道不解 下一刻 一阵惨叫声呼啸而来 众人抬眼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被人裹成了一个球 正飞射而来 是折别 周道一惊 拦在陈征身前正要拔刀 却被陈征一把按住 别紧张 碰 球形折别坠地 随之一起落地的 还有两颗面容恐惧 眼中带着骇然之色的猙獰头颅 这不是曹帮副帮主吗 还有大将军彭祖 两颗头颅脸上 油渍还有扎入肉里的面具碎片 周道惊声道 是那两个蒙面人 陈征目光落在折别身上 折别此时腰骨断折 几乎折叠在一起 四肢扭曲交缠 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块还完整的骨头 现在还没死 单纯是靠着天刚进大圆满的 强大体魄掉着命 凄惨的模样 让周道一众陈自营假释 心中都升起一阵寒意 陈征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出手之人的身影 也懒得再找 直接掉转马头 带上他们 返回 是 周道领命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往蛮人驻地赶去 与此同时 一道黑袍身影 躲在暗处 看着队伍中的陈征 犹豫再三 终究没有出手 而是缓缓退去 吴吉侯府 客厅之中 田吴吉正在跟自己对弈 一颗黑子落下之后 田吴吉纯和的声音 在大厅中荡开 卓老家主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几席之后 一道冷哼声 才在田吴吉身后响起 田吴吉 我差点被你害死 你让我去杀翅野猴之子 可没说他身边 还有骆院长守着 更没告诉我 皇室那位守护神 会出手 黑袍身影 在田吴吉身后 缓缓显身 他拉下帽子 露出一张苍老干瘦的脸庞 英智的目光中满是愤怒 此人名为卓阳洲 卓家天象敬老祖 闻言 田吴吉露出诧异之色 高虫也出来了 骆天骑出手 他是有所意料的 但是高虫 他没想到 别告诉我 你什么都不知道 卓阳洲面色阴沉 要不是他留了个心眼 没有着急出手 否则 无论是被骆天骑盯上 还是被高虫盯上 都必死无疑 田吴吉淡笑道 卓老无须动怒 既然如此 卓家欠我的人情 便算是还了 陈征死不死的 在田吴吉看来 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现如今李复生的态度 这段时间 李复生一直没表现出 什么明显的意愿来 也让人摸不清他的想法 但现在 田吴吉可以确定了 藏桌 田吴吉落下白字 眼中闪现着戏血之色 也不怕藏着藏着 就把自己给藏死 田吴吉 我卓家不欠你的了 卓阳洲冷哼一声 便准备离开 既然高虫都出来了 那这场争斗 他卓家还是不要继续参与的好 卓老 我还想请你 再杀那小子一次 田吴吉开口 将人拦住 卓阳洲皱眉 你觉得我是傻子 田吴吉笑道 我会为你创造机会 而且 我可以向你保证 洛天奇跟高虫 都不会插手 卓阳洲眯起眼睛 但我为什么要帮你杀他 田吴吉诞声道 不是帮我 是为了你卓家的未来 而且 你觉得 你卓家为我办事的事情 能瞒得住 卓老 两头不沾 那也有可能两头都得罪 你确定 卓家能够承担这个后果 卓阳洲眼中泛起阴影 你在威胁我 田吴吉摇头 我只是在好心提醒你 皇室如今在大清洗 这把火 随时都有可能烧到任何人的头上 主动还是被动 由你自己选择 卓阳洲沉默不言 田吴吉又加了把火 事成之后 我向你保证 卓家 便是下一个赤眼侯府 卓阳洲讥笑 田吴吉 你还没坐上那个位置呢 你的保证 一文不值 田吴吉白子落下 最终将棋盘黑子大龙斩灭 他抬起头来 看向着扬州 嘴角泛起淡笑 迟早的事情 就看卓老你 敢不敢赌一把 另一边 陈征返回蛮人驻地 陈红英已经将整个营地 清理了一遍 也将那些被虐待的老兵救出 当从这些老兵嘴里 听见哲别的做下的那些事情 陈红英恨不得直接多了哲别 少主 那些老兵已经答应为我等作证 另外在营地中 我还发现了一些 蛮人跟皇城势力来往的罪证 陈红英将东西全部交给陈征 陈征大致翻阅了一下 虽然早有预料 但依旧觉得触目惊心 他摇头叹息 这大冤 真实烂到了灯里 一道雄魂的声音 突然响起你说的对 陈红英一惊 浑身灵力气息绽放 凝神看向前方 只见空间扭曲间 一个浑身激荡着腐朽气息 双手背负在后的黄袍 高大老人显现 小牛啊 别紧张 老夫要对你们动手的话 你们已经死了 高虫摆了摆手 笑呵呵道 陈红英冷烈的脸上 泛起震惊之色 但是依旧挡在陈征身前 没有一丝动摇 下一刻 一阵恐怖的枪势 从高虫身上爆发 高虫淡笑道 你学的是老夫的枪法 应该也认得老夫的枪势吧 在这股恐怖的枪势笼罩下 陈红英面色惨白 身形止不住的站立 摇摇欲坠间 却始终没有倒下 陈红英的枪法 是陈玉所受 陈玉也告诉过他 这门无敌枪势的来历 在感知到这股枪势的瞬间 他便清除了眼前这人的身份 你是无敌神枪 高虫 高虫露出满意之色 陈玉倒是帮老夫 找了个不错的传人 小女娃 能不能让我跟这小花头 单独谈谈 说着 他目光落到陈征身上 只见陈征此时 已经跌坐在地上 一副快要晕厥的模样 高虫面露古怪之色 失笑道 小子 别装了 藏金阁那本千几百遍 是我放的 文言 陈征才停止了伪装 皱眉从地上站起 红英姐 你先去忙其他事情吧 可是 陈红英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陈征笑道 你还信不过高老将军 我可是从小听高老将军的故事长大的 像他这般英雄 不会为难我这样的小辈的 见陈征坚持 陈红英只能点头离去 陈征正要开口 高虫已经闪身而至 苍老的手臂按在陈征肩头 却犹如一座大山般 让陈征动弹不得分吼 哄 下一刻 恐怖的真元 窜入陈征体内 陈征眉头微醋 也不反抗 只是默默运转混沌神天诀 将一身混沌之气隐秘 天刚进二重 肉身大圆满 未知的恐怖剑意 小子 你身上隐秘了不少秘密啊 高虫笑呵呵道 陈征神色淡然道 藏桌只是为了活命 若是大圆安定 谁又不想做耀眼的天才 高虫脸上笑容淡了几分 沉默地收回了手 陈征身上压力散去 目光平静地看向老人 高老将军找我 应该不只是为了吓唬我吧 他虽然不是真的听高虫的故事长大的 但的确听父亲说起过这位老将军 也深知高虫的强大 而且他还知道 这位老将军 跟自己父亲是两个极端 赤野猴忠于大渊 忠的是大渊百姓 这位高老将军同样忠于大渊 但忠的是大渊皇室 所以 除非是渊皇要杀他 否则陈征不用担心高虫会对他不利 高虫突然问道 小子想当大渊皇帝吗 陈征一愣 看向高虫浑浊的眼睛 失笑摇头道 没兴趣 高虫疑惑道 那你现在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若只求保命 此刻离开皇城 我想 田无极也不会为难你 陈征笑道 我也说不上来 大概就是因为看不惯 老将军到底想做什么 高虫不再废话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陈征露出好奇之色 高虫一脸认真道 我会帮你出手 对付田无极 而你 要保证大渊皇位上的人 必须信礼 而且保大渊至少百年昌盛 陈征皱眉 老将军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如今不过天刚静 恐怕还没资格左右 大渊皇室的未来 高虫摇头 我会让你有这个资格 陈征不置可否 换了一个问题 老将军又杀死田无极的把握 高虫还是摇头 我杀不了他 但我会让他的视线 无法注意到你的身上 你有妖孽的天赋 现在最缺的 无非就是时间 我会为你布局 留给你足够的成长时间 田无极会死在你的手上 陈征看着一脸自信的高虫 不太明白 对方的自信是来自何处 小子 你就给我个准话 答应 还是不答应 高虫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陈征笑道 如果真能得到高老将军的帮助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高虫露出笑容 那你就是答应了 陈征点头 我可以答应 但我想知道 老将军凭什么如此相信我 高虫淡笑道 老夫不是相信你 老夫是相信自己 这双月人无数的眼睛 无法理解高虫的想法 陈征也懒得去想 问道 就按照你现在的想法做好了 不管如何 有老夫帮你兜底 好 陈征点头 且不论高虫的承诺会不会兑现 至少高虫的承诺 已经表明了皇室的态度 那么他接下要做的事情 便可百无禁忌 陈征翻身上马 准备跟随队伍离去 只是在离开之前 陈征忍不住问了一句 高老将军 如果我刚才的回答是拒绝 你会如何 高虫笑道 当然是杀了你 虽然高虫笑得很随和 但是陈征却在那一瞬间 感受到了十分真实的杀意 这位 可不是在开玩笑的 目送着陈征远去 高虫脸上的笑容渐渐散去 看向一旁 玩味道 怎么 担心我对他出手 你不是很讨厌这小子吗 骆天奇的身影显现出来 脸色冷漠道 我不在乎他的死活 但他现在不能死 你真的想杀他 高虫摇头 我很喜欢这小子 但如果他对大渊的皇位感兴趣 那他就一定要死 骆天奇一脸不减 你说说你 这一辈子都在为了皇室征战 到死 都不愿为自己活一次 你到底图什么 不觉得可悲吗 高虫哈哈一笑 我的命是先皇给的 我这一身本事 也是先皇教的 世卫之急者死 快哉 你不懂的 骆天奇不屑一顾 我是不懂 但你最好别小看了那天无极 这么多年 谁也不知道 他还隐藏了多少手段 高虫无所未到 我一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家伙 他要是想进来 我便把他一起带进棺材好了 你到底想怎么做 骆天奇皱眉道 这位老伙计的自信 连他都有些看不懂了 高虫看向北方 那是皇城的方向 他眼中仿佛有神光绽放 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 碰 高虫双腿微曲 随即猛然绷直 身形犹如利剑一般 化作流光 朝着皇城坠落而去 无极侯府 卓扬州应下田无极的邀请 正要离开 碰 一阵恐怖的炸裂声 激荡而来 整座无极侯府 都似乎为之一颤 下一刻 恐怖的气息 将整座无极侯府笼罩 无极侯 便是卓扬州这位 天象镜二重的高手 在被这股气息笼罩的瞬间 心中也止不住 升起一阵寒意 他抬眼看去 却已经看不见 田无极的身影 只有被震翻的棋盘 以及散落一地的棋子 院落中 气质儒雅的田无极 皱眉看向院落中心 那位顺身绽放着 死亡之气的老人 他皱眉道 高老将军 这是为何 高虫脸上泛起灿难的笑容 老脸犹如一朵舒展的句话 老夫今日过来 不为别的 要么打死你 要么被你打死 他很清楚 玩一谋诡计 他是玩不过 这位号称算无一策的无极侯的 玩不过 那就先桌子嘛 要打 就得打个出其不意 高老家军是在开玩笑 田无极面色阴沉下来 他想过高虫会跟落天气联手 也想过高虫会在某个时刻 跳出来跟他换命 但他没想到 高虫会选在这个时机 还是以如此大张旗鼓的方式 如此一来 皇室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高虫从背后取下一根短棒 针缘倾注下 短棒绽放一阵黑色流光 弹出了枪尾跟枪尖 恐怖的枪势激荡而出 地面层层翻滚 裂缝静直朝着田无极 蔓延而去 田无极眉头微皱 脚下一踏 恐怖的力量倾注 大地瞬间炸裂开来 两股恐怖的力量对冲 异散的力量 让整座无极侯府地动山摇一般 仿佛随时都会崩塌 田无极 今天这架 你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老夫可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有胆的 就跟我来 高虫大笑一声 身形再次冲天起 朝着城外飞去 田无极眯起眼睛 身形同样飞起 朝着高虫追去 他深知这个老无赖的性格 若是不能碎了他的院 恐怕会一直纠缠自己 老将军 你要刺叫 无极便领教了 田无极的声音 在整座皇城荡开 无数人好奇地朝天空看去 只见两道身影飞跃在半空 在两人之后 均有巨大法相显现 仿佛遮天蔽日一般 让人望而生畏 是无极猴 他跟谁打起来了 好像是无敌神枪 高虫 老将军竟然还活着 一时间 所有的视线都被两人所牵动 城外 骆天起傻眼地看着这一幕 这老东西 到底是要干什么 莫非是想在老死之前 疯狂一把 骆天起脸上浮现纠结之色 犹豫着要不要出手 他本来以为 要对付田无极 至少得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外加一个恰当的时机 却没想到 高虫竟然选择了 简单粗暴的蛮干 哄 天穹炸裂 一柄由枪式 凝聚的黑色巨枪虚影 朝着田无极法相猛刺而去 咔嚓 只听一阵碎裂之音 田无极法相出现叨叨裂痕 枪影也直接崩碎 骆天起耳边 响起高虫的声音 骆院长 你还在犹豫什么 老夫帮你顶着 你直接敢死田无极啊 你不会是怕了他吧 骆天起脸上清惊暴起 干你娘的老疯子 华落 天空雷霆汇聚 风云翻滚 电闪雷鸣间 雷神法相骤现 怒吼着 朝着田无极法相狠狠撞去 不管高虫现在打的是什么主意 骆天起此时也只能出手了 他已经入局 没有退路可言 若是看着是高虫战死 那么他的处境 也会变得更加艰难 三位顶尖的天象镜高手交手 声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 恐怖的余威 让整座皇城都变得人心惶惶 关键是这场战斗 来得太过突然 谁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 皇宫 御书房 李复生放下手中的书卷 看向窗外 一旁 祥公公也似有所感一般 面色微变 陛下 李复生摆了摆手 看向站在门口的李皇哥跟李敏 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去你们母后那里 要变天了 就别出来乱逛了 父皇 李敏皱眉 刚要说话 却被李皇哥拉住 父皇 那我们就退下了 您 保重 李皇哥拉着李敏行完了礼 便带着李敏离开无解 父皇到底是什么意思 离开的路上 李敏忍不住问道 李皇哥叹息道 父皇已经做出选择 但父皇不想我们参与进来 那咱们就别自讨没去了 陈征那边 李敏露出担忧之色 李皇哥摇头 脸上泛起无奈 听天由命吧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李敏咬牙道 正要离开 一群黑衣暗卫 便从四方闪身而出 将两人团团围住 李敏一惊 你们是谁 领头一人 绽放着天罡静圆满的气息 恭敬道 属下黄尹为许忠 奉陛下之命 护送两位公主回府 李敏刚想拒绝 许忠已经闪身而至 一记手刀落在李敏后 驳驼处 李敏双眼一番 直接晕厥过去 许忠将人交到李皇哥手上 依旧恭敬道 五公主 请吧 李皇哥叹息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御书房的方向 父皇 你到底想干什么 曹帮 正在密室静修的甘元葵 也被三大高手的 弄出的动静给惊了出来 连忙回道 副帮主带着堂主们出城去了 还没回来 甘元葵继续问道 有没有赤野侯府的消息 没有 小头目摇头 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个曹帮的赤后 骑马奔驰而来 翻身跪倒在甘元葵面前 回帮主 赤野侯之子陈征 已经攻破北荒使团驻地 活着使臣折别 此时正在回城的路上 甘元葵深吸一口气 废物 显然 实力的猎杀计划失败了 如此一来 他就必须考虑 是否要壮士断腕了 突然 一阵清风拂过 甘元葵心中 浮现一抹紧照 赤 赤 赤 在他四周 所有曹帮帮众 喉咙间血线绽放 瞪着眼睛倒下 谁 甘元葵目光一沉 一道高大身影 习惯性地勾搂着腰背 出现在甘元葵身后 面白无须的脸上 泛着淡淡笑意 甘帮主 咋家这项有礼了 甘元葵回过身 眯起眼睛 翔公公无缘无故 杀我曹帮帮众 意欲何为 翔公公脸上 依旧挂着淡笑 咋家是奉了陛下的命令 过来给甘帮主两个选择 愿闻其详 甘元葵挑了挑眉 翔公公笑道 依依 从今天开始 曹帮纳入大渊军部 受我大渊皇室亲自管辖 甘帮主可谓监军 官从三品 甘元葵吃笑 我要是拒绝呢 说得好听点就叫监军 说得不好听 不就是让他当的傀儡 然后眼睁睁看着 皇室一点点的 蚕食掉曹帮的势力 翔公公笑容依旧 二 曹帮勾结北蛮 残害我大渊百姓 甘元葵身为罪手 其罪 当诛 感受到翔公公身上 绽放的杀意 甘元葵怒急而笑 想杀我 就凭你一个 刚刚突破天象境的烟祸 把老子逼急了 大不了真的跟北蛮合作 你信不信 有我曹帮开路 北蛮走水路 最多不用三天 便可杀入你大渊皇宫 他以一揭白身 一步步将曹帮 带到如今的地位 可不是被吓大的 哄 恐怖的气势爆开 甘元葵脸上浮现 争鸣之色 巨大的法香 自他身后生疼而起 仿佛要跟翔公公拼命一般 但实则 他已经在脑海中 规划好了逃跑的路线 去城外 找到吴吉侯 他能保我 甘元葵深知自己的价值 只要自己答应投靠 田吴吉必定会救他 但让甘元葵意外的是 翔公公并未出手阻拦 反而一脸怜悯地看着自己 甘元葵心中 升起一丝不安 下一刻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他耳边炸响 郑姓 可惜 你没这个机会了 天空之上 一只由真元凝聚的 黄金巨手破空而来 按在甘元葵 尚未彻底成型的法香之上 甘元葵感受到 那巨手的力量 脸上第一次露出 金巨之色 天象镜大圆满 不 碰 咔嚓 巨手轰然坠落 甘元葵的法香 瞬间破碎 巨手去世不减地 朝着甘元葵头顶坠落 巨手尚未靠近 大帝已然被恐怖的 威压碾碎崩裂 甘元葵更是五翘流血 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巨手落下 碰 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炸响 碎石纷飞 尘土飞扬 等到烟尘散尽 地面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坑印 甘元葵躺在坑印中心 四肢残缺 五脏俱灭 已然没了生命气息 坑顶旁 一道威严身影助力 双手背负在后 祥公公恭敬上前 陛下神威 李富生指了指坑中 割下他的脑袋 给那小子送去 走吧 久不出宫 朕想多走几个地方 另一边 陈征正率军回城 也感受到了 远处恐怖的战斗余威 这就开始动手了 陈征眉头紧皱 那位老将军是真的忙 还是另有深意 他做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逼皇室的人下场 但他总觉得 事情过于顺利了一些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 陈征摇头 想不明白的事情 干脆先就放到一边 不管如何 如今的局势对他而言 还是力大于弊 陈征一马当先 策马进入皇城 却在第一时间 就感受到了四周诡异的氛围 无论是守城的假式 亦或者路边围观的百姓 看向陈征的目光 都充满了一种难言的 畏惧 陈征眉头紧锁 心中生起一阵莫名的烦躁感 他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只见一对黑甲骑士 正策马而来 跟陈征的陈自营相对而立 天卫军 陈征眉头微醋 没有说话 领头的天卫军统领 冷漠看向陈征 朗声道 赤眼猴之子陈征 朱曹邦 灭大将军府 残杀兵部礼部尚书 且无皇命 私自调动军队 现收押后审 但有反抗者 以叛国最润处 话落 天卫军统领大手一挥 立刻有两位天卫军假式 策马而出 想要将陈征捉拿 我看你们谁敢 陈红英美目寒煞 踏前一步 枪势爆发 经得两个假式 坐下坐骑斯明驻足 身后十二个千副长统领 同样摆出动手的架势 他们受雇于陈征 对于大冤皇室 并无多少敬畏之心 便是陈自营假式 也都下意识地 摆出防御阵势 恐怖的气势生腾而起 天卫军统领眼睛一瞪 你们要造反吗 红英姐 无妨 我跟他们走 在陈征中有许多疑惑 想要弄清楚 少主 陈红英皱眉 想要劝阻 陈征摆手笑道 你先带队归影吧 在陈征的坚持下 陈红英只能无奈带队离开 天卫军见陈征如此配合 倒也没有为难陈征 只是将陈征围拢在中心 朝着天牢的耳去 陈征沉默不言 四周不断有议论声 传入他的耳中 曹帮帮主都死了 也是赤野猴府做的 甘元奎的脑袋 现在都还在斩首衙门上摆着 这还能有假 听说大将军府 兵部尚书府 以及礼部尚书府 都被赤野猴之子 派人灭掉了满门 血都从门缝里流出来了 那场面看着老惨了 听说 是因为他们通敌叛国 是的 证据都找到了 现在正怪在斩首衙门公事呢 那小猴爷做得漂亮啊 为什么还要抓他 做的是对 但是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上面的那些大人物 如何能忍受 万一有一天 赤野猴府也给他们安一个罪名 直接灭他们满门呢 看来这是怕了 陈征眉头愈发紧锁 他大概已经清楚 现在是什么状况 灭曹帮 赴灭大将军府 扳倒兵部礼部 的确是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 这些事情 他还没来得及做 只是如今曹帮副帮主 还有大将军彭祖的脑袋 还在火灵局的脖子上挂着 从周围的目光便可得知 显然已经认定了这件事情 这是个绝啊 陈征心中泛起一阵寒意 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他好像太小看了 那位年迈的冤皇陛下 这位看似无力的陛下 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谋划 而且 藏得比谁都深 本以为做了一回起手的陈征 还是不小心落在了人家的气盘上 进入大牢 陈征直接被关在一处单独的牢房中 也没人为难他 更没人审问他 就好像已经将他遗忘一般 一直到深夜 劈头散发 气息萎靡 背负着断腔的高虫 才出现在牢房外 小子 你还挺沉得住气 高虫看着盘坐在枯草的上的少年 笑着拍了拍铁制的牢门 陈征抬眼看来 现在我喂鱼肉 沉不住气有用吗 高虫黑笑一声 怨气还挺大 是你自己要当救世的英雄 现在名声都给你了 你还不乐意 陈征皱眉道 皇室的人 到底要做什么 高虫一屁股坐到地上 吐出一口血水 才继续笑道 蝶花 你想知道了 老夫都会告诉你 接下来 高虫也没再卖什么关子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清楚 正如陈征所猜测的那般 这一切都不过是李附生布下的局 顺势而为地向三国提出议和 任由三国假释 在皇城内外为非作歹 完完全全的势敌已弱 目的都只有一个 骗田无极出手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 只可惜 田无极要远比他们想的 还要沉得住气 始终隐藏在背后 一丝马脚都不肯露出来 无奈 李附生只能退而求其次 一刀斩掉田无极渐渐丰满的羽翼 高崇对着陈征笑道 这个计划本没有你的 是你自己闯进来 我们也只好将计就计 用你来分散其他人的注意 这口锅 当然也只能落在赤野猴府的头上 陈征还活着 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 但这也在无形之间 帮李附生分担了不少压力 甚至逼得骆天奇这位狗王 都不得不出手 也让田无极这位算无一策的智者 直到被高崇强行拉着打上一架 都没能反应过来 陈征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田无极死了吗 高崇无奈道 没有 他比我预料中的更强 哪怕我跟洛院长联手 也只是将其重伤而已 但至少一年之内 他应该是没法再出手了 陈征皱眉 干嘛不一鼓作气 高崇叹息一声 拉开胸口的衣服 只见一道争鸣血洞 心脏早已不见踪影小子 不杀他 是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 以大渊如今的处境 也没法跟他于死网破 陈征沉默 高崇 明显是活不了了 高崇却显得很是洒脱 我本就受缘将近 以残驱 为大渊再争取一年时间 老朽觉得值了 说吧 老人脸上的表情 骤然变得严肃起来 好了 闲话聊完了 我们该谈谈正事了 他一脸认真地看向陈征 小子 接下来一年的时间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 专心修炼 一年后 你若杀不了田无极 大渊必将会落入他手 一切你所在乎的东西 都将不复存在 陈征失笑道 一年时间 沙田无极 高老将军 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高崇依旧一脸认真 这里当然不行 我会送你去 更适合你修炼的地方 哪里 陈征好奇道 高崇笑道 失落之地 陈征皱眉 我们所在 不就是失落之地 高崇摇头 一届何其广博 我要送你去的是 真正的失落之地 距离天外最近的地方 真正的失落之地 陈征还真是第一次 听说这个说法 高崇便简单地 为陈征介绍了一下 失落之地分为两个板块 其二则是被称作灵界 灵界的灵气 要更加的充足 更适合人修行 但是 无论灵界的人想进来 亦或是这里的人 想进入灵界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们宣灵院的洛院长 就是来自灵界 而且 灵界跟我们这里不同的是 灵界地势要更加宽广 而且没有国度一说 而是充斥着各种各样 大大小小的家族 以及宗门 灵界算是天外世界的缩影 如果你以后 想前往真正的天外世界 那么提前熟悉一下 外面的生活 对你也有不小的帮助 高崇所说的 算是给陈征开了眼界 灵界这么好 为何不全部迁往灵界 反而在这平级之地 打声打死 陈征不解道 高崇摇头 灵界跟我们所在的区域 虽然同属一个世界 但依旧存在着限制 无论是往返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于具体的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陈征问道 我可以不去吗 高崇摇头 如今我们对田屋级出手 算是将其逼到了极限 以他的性子 一旦恢复过来 恐怕不会再像 现在这般温吞行事 到时候 你若是不担心身边的人 葬身血海 就可以不去 此人看似温和大度 实则心眼极小 他不会放过你的 陈征沉默一阵 问道 什么时候出发 高崇会将希望放在自己身上 那就说明 皇室对于田屋级 是真的没什么办法了 既然如此 陈征也无法将希望 寄托在他们身上 一年之内 想要成长到 诸杀田屋级的程度 即便有着混沌神鼎的帮助 希望也微乎其微 灵界 说吧 他一掌 拍开牢房大锁 你可以走了 明天一早 前往皇城外集合 有什么要交代的 趁着今晚解决清楚 好 陈征点头离开 一道威严身影 从暗中走出 正是冤皇李复生 他叹息地看向高崇 老将军 我大渊的命脉 真的只能放在他手里 高崇诞生道 此子身上有秘密 会成为一部妙棋 万一真的来不及 他事后也一定会回来 为我大渊肃清乾坤 李复生不甘心道 田屋级当真 有如此可怕 高崇眼中 闪现着凝重之色 陛下 我等沉寂数年 方有今日一战之功 但这样的机会 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李复生深吸一口气 恢复平静 朕明白了 另一边 陈征离开天牢之后 趁着夜色 来到情歌拍卖场 找到爱琳娜 她没有隐瞒 将事情经过说了 要你前往灵界 爱琳娜皱起眉头 灵界比起这里 的确更适合修炼 机遇也会更多 但想打开通往灵界的通道 可并不简单 在确认 确有灵界一事后 陈征便放下心来 爱小姐 我母亲她们 还要劳烦你继续照服了 陈征满脸歉一道 如今爱琳娜帮了她不守 但她却一直没能 为爱琳娜做些什么 爱琳娜无所未到 见识不对 我会带着伯母她 她们走的 拍卖场这边有我看着 也不会出什么岔子 你放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陈征要是能前往灵界 爱琳娜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陈征现在 所做的这些事情 在她看来 完全就是在刀尖上玩命 而且陈征成长得越快 她所有的投资 也能尽快有所回报 爱琳娜拿出一块紫玉 交给陈征 这块玉你拿着 若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凭借此玉 去灵界的爱家寻求帮助 那一群囚徒 应该会很乐意帮助你的 好 陈征也不矫情 点头收下 不知道灵界是什么情况 多几分底牌 总是好的 跟爱琳娜询问了一些 灵界的问题后 陈征便向母亲辞行 只是并未提及灵界的事情 只说自己要外出历练一段时间 另外 她还留了一封信给陈红英 让爱琳娜代为转交 忙完这一切 陈征又练了一夜的单 主要是天罡单跟开卖单 她让爱琳娜到时候 连信一起交给陈红英 陈征希望自己离开之后 陈自营也不要懈怠 清晨 出阳未生 陈征便赶到城外 高崇却比她更早 除了高崇之外 还有绚灵院院长骆天琪 以及绚灵院四大魁首的 萧天乐 孙策辉 以及周布宇 骆院长他们会随你 一同前往灵界 看见陈征疑惑的目光 高崇笑着解释道 院长也要离开 陈征诧异道 那绚灵院怎么办 骆天琪冷笑道 管我屁事 反正我欠大冤的 已经还完了 身为灵界的人 骆天琪对于大冤 并没有什么归属感 再加上接二连三的 被田无极跟皇室的人算计 他离开的心也愈发迫切 对于骆天琪的不满 高崇也没多说什么 招呼道 人齐了 那就出发吧 众人登上非洲 陈征才发现 非洲上还有一个熟人 九公主 陈征诧异地看着 站在一个蓝衣中年身后 亭亭玉立的黎敏 看见陈征 黎敏眼神微动 嘴角住不住翘起 犹如一朵绽放的冰帘 高崇说道 九公主会与你同行 此时 黎敏身旁 气质高雅的蓝衣男人 轻声笑道 这位就是赤野猴之子吧 果然是少年英杰 黎敏连忙低声介绍道 陈征 这位是炼药师协会的会长 上辉上大师 陈征连忙抱拳 见过上会长 上辉 炼药师协会中 唯一的一位无品炼药大师 平日里 神龙剑手不见尾 先有露面 小猴也无须客气 上辉笑呵呵地摆手 然后朝陈征 丢出一块铜质的令牌 到了灵剑 你便跟九公主一起 若单中学习吧 凭借令牌 便可免施入门 文言 高崇跟洛天祈斗精了 黎敏也就算了 本就是炼药师协会的人 但这陈征 何德何能 面对众人投来的疑惑视线 上辉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笑了笑道 既然人都到齐了 便出发吧 下一刻 非洲传来一阵猛烈颤动 宛如流光扎入云层之中 走 洛天祈也没有招呼其他人 只是带着三大魁首离开 高崇看了黎敏一眼 转身进了船舱 九公主 你也要前往灵界 陈征看向黎敏 黎敏板着脸 不欢迎 陈征摇头 当然没有 黎敏这才解释道 是上会长说 还能多出一个名额 父皇就让我来了 陈征好奇到前往灵界 需要上会长的帮忙 黎敏点头 上会长是两届传送阵的守门人 只有他能启动阵法 昨天师父告诉了 我不少关于灵界的事情 你后面有什么不懂吧 可以问我 好 陈征点头 换了个话题 那骆院长他们呢 为什么也要前往灵界 黎敏解释道 因为骆院长本就是灵界大宗的长老 但因为犯了一些过错 所以才被罚到我们这里 为宗门挑选英才 父皇跟他有约 他会在关键时候 帮助大渊出手一次 代价是 他会带走自己看中的天骄 返回灵界交差 陈征好奇道 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新生入门时候 要闯的通天塔 能通关者便可得到入宗令牌 黎敏好奇道 你不是通关了吗 没看见令牌吗 陈征咒眉道 令牌当时就被院长收走了 黎敏咒眉道 听说院长跟赤野猴的关系很差 看来他是不想收你 陈征耸了耸肩 笑道 或许吧 两人来到非洲甲板边 眺望着茫茫云海 黎敏也跟陈征说了一下 大渊皇城如今的情况 田无极重伤 宣布闭关疗养 李富生则是以迅雷不及掩耳 诛灭了北蛮跟西域的使团 同时以叛国罪名 清理掉了一大批官员 同时 边境将领也在得到密报之后 主动出击 打了两国一个措手不及 取得了难得的大胜 最关键的是 东周突然宣布要跟大渊合作 被刺了其他两国 如今战局陷入僵持 却诡异地和平起来 也多亏了东周突然反水 不然我大渊边境的压力会很大 黎敏说话间 神情也多了几分轻松 一切 似乎都在往好的发展 陈征笑而不语 东周那边 是他已是神虫的身份 写了一封密信 交给了东周使团 忽悠他们临时反水 但陈征很清楚 危机还没有过去 而且他的身份 也不知道能瞒多久 安定只是暂时的 他必须抓紧这段 可以轻松喘息的时间 抓紧成长起来 炼药师协会的非洲速度很快 只用了一天时间 非洲便飞出了四国境遇 驶入一片诡异的黑色迷雾之中 在黑雾中穿行了不到一个时辰 视线再次豁然开朗 但眼前所见的景象 却让陈征感到深深的震撼 只见在他们头顶 本该是无尽天空 此刻却犯着倒灌的海水 汹涌的海浪不断冲击着非洲 但好在都被非洲的防御阵法消融 在下方才是一片无音的空旷 放眼看去 一片湛蓝 却根本看不到边境 强烈的错乱感 让陈征非常难受 是非洲倒转过来了 陈征忍不住发出疑惑声 身后 一道温和的声音 响起不是非洲倒转 是天地倒转过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逆转之地 再过几个时辰 便能到达界限之门了 一记白衣的上辉 缓缓走了上来 站到陈征身旁 逆转之欲 一切事物都拥有着 跟外界完全相反的性质 你看那海水中的鸟 一旦脱离海水 便会缺氧 你再看下方游荡的鱼 一旦游入海中 便会溺死 上辉指了只远方 有长在黄沙中的茂密的植被 也有枯死在潮湿泥地中的参天大树 越是亡里 奇怪的事情就越多 正常人一旦在这里面待久了 也会被这里的规则所同化 要么疯 要么傻 或者变成精神错乱的怪物 但最可怕的 还是在这逆转规则之中 自主衍生出来的怪物 此时 非洲正驶入一片山群 骤然 一只大手从荒山之中探出 巨大的手掌 近乎堪比整座非洲 恐怖的气势 让陈征都忍不住站立 这绝对是远朝天象径的力量 碰 非洲上泛起一阵能量涟漪 抗住了大手的攻击 非洲阵战间 爆发出十倍速度 飞速驶离了荒山群落 陈征忍不住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长满了眼睛的巨人 攀爬至群山之巅 朝着非洲 发出咆哮的嘶吼 但下一刻 又被一条宛入山岩的巨蟒缠绕 拖拽着沉入山底 看着被震撼的陈征 上辉笑道 放心 这些怪物被逆转规则孕育 也只能在逆转规则之中生存 无法踏足外界 陈征收回视线 这就是难以越界关键所在吗 不说那些逆转规则 光是这些怪物 就绝对不是天象镜能够抵御的了的 上辉笑道 没错 想要前往真正的天外 那里的逆转之地 还要比这困难百倍 若是不依靠外物 想要仅凭自身横渡 几乎没有可能 就例如这非洲 陈征好奇道 上辉点头 没错 只是这外物也不是那么好借理的 不说打造 这样一艘能够横渡逆转之地的非洲所需的耗费 光是这来回一趟 就已经耗尽大渊国百年积累 陈征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上辉叹息道 大渊这次也算是孤注一掷了 陈征点头 只感觉身上的担子又中了几分 一路上 上辉给陈征说了许多灵界的情况 陈征都牢牢记在心里 对于上辉的善意 陈征也大概能够猜到是为什么 看来自己暴露天赋 虽然没有得到炼药师协会的直接帮助 但显然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非洲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好在一路有惊无险 又过了几个时辰 在越过头顶的一片沙丘之后 非洲便停在一处巨大的漩涡之上 非洲逆转 吸附在头顶人为铸造的巨大际台 所有人都来到甲板 看向头顶下方的巨大漩涡 入口到了 上辉按下了非洲上的一个按钮 原本环绕非洲的光照瞬间扩展 将整个际台都包裹起来 下非洲吧 上辉率先下船 在光照力量的影响下 众人以倒转的方式 可以在地上稳稳前行 只是在感觉上有些奇怪 你们准备一下 上辉来到祭坛中心 吩咐众人在镇法周边站好 唯有高崇来到了上辉身边 高老将军 你还行吗 看着高崇苍白又苍老的脸 上辉不由皱眉 高崇笑道 老夫只要还没咽气 就一定行 那就开始吧 上辉说吧 拿出一把手掌大小的钥匙 插入身前的凹档处 下一刻 祭坛便猛烈震动起来 原本嵌入的钥匙 也在震动间 一点点往外伸出 我来 高崇上前 伸出双手 按在钥匙之上 浑身针缘爆发 气血之力崩腾间 清净犹如囚龙一般显现 但哪怕用尽全力 也依旧无法抵挡住 不断不断滑出的钥匙 高崇怒吼一声 浑身开始泛起淡淡血污 一身血肉 开始飞速消融 凝聚的本源天象 也渐渐崩碎 化作高崇瞬间爆发的力量 钥匙终于渐渐被反推回去 哄 在钥匙触底的瞬间 祭坛周边开始泛起阵阵光线 最终所有光线收束 化作一道通天光柱 冲入下方漩涡之中 原本稳定的漩涡 在光柱的冲击之下 开始疯狂运转 我会在这儿等你们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 若是等不到你们返回 我会离开逆转之地 上辉出声说道 别浪费时间了 洛天奇看了一眼 已经快要完全化作白骨的高虫 带着人大步踏入通天光柱之中 高老将军本就是靠着丹药调命 不要辜负他最后的心血 黎明脸上闪过一抹悲伤 拉着陈征 同样朝着光柱走去 小子 别忘了对我的承诺 踏进光柱的前一刻 陈征听见了高虫的嘶吼声 吴皇 万岁 陈征反身 朝高虫的方向抱拳鞠了一躬 下一刻 人便被光柱吞没 陈征已经失去了 对于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他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的身躯所在 只感觉自己的意识再不断漂流 谨守心神 跟谨我 洛天奇的声音传来 陈征精神一震 下一刻 一阵金光将他包裹 陈征才终于感知到了自我的存在 他转头看去 只见踏入光柱的几人都在一起 洛天奇漂浮在最前方 他手中握着一柄金色小剑 金光正是从金剑之上散发而出 除了金光范围之内 四周皆是一片漆黑 再坚持一下 不要脱离金光范围 否则失去空间锚点 迷失在无尽空间之中 要么被狂暴的空间之力似的粉碎 要么被空间法则改造 沦为怪物 洛天奇冷声提醒 众人连忙打起了精神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众人前方出现了一抹光点 到出口了 洛天奇激动到 终于要返回灵界 他可是做梦都在等着这一天 突然 一阵恐怖的阴影笼罩在金光之上 金光顿时泛起阵阵液 被金光包裹的众人 在一阵震荡间 差点被甩出金光之外 院长 怎么回事 周部宇惊慌叫道 洛天奇也是面色大变 抬头看去 是虚空之魔 洛天奇顿时被吓得冷汗直流 虚空之魔 由当于空间法则的怪物 没有理智 只有吞噬一切的欲望 但正常来说 他这金光有驱逐虚空之魔的效果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院长 你想想办法呀 周部宇慌张道 其他人也忐忑不已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虚空之魔 但能够感受到这怪物的恐怖 猙獰怪物猛然张开黑洞一般的嘴巴 嘴角朝着两边裂开 并且不断扩张 仿佛是要将金光之中的众人一口吞没 你们抓住我 洛天奇亡魂大帽 怒吼一声 浑身气息暴涨 直接燃烧本源 加住力量到手中金剑之上 咻 金剑瞬间提速 摆脱了虚空之魔 咔 虚空之魔一口咬空 漆黑的瞳孔间闪过一丝迷茫 然后看向已经飞远的金光 嘴里骤然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 吼 虚空之魔人手余伸 每一次尾巴甩动 就会引起一阵空间动荡 不行了 人太多了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 洛天奇无奈道 李敏问道 院长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后方 巨大阴影清洗而来 虚空之魔缓缓张开争鸣巨口 此时 周不宇突然开口 九公主 我有办法了 但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过来一下 众人诧异地看向周不宇 李敏也不宜有他 漂浮着朝着周不宇靠近 什么办法 周不宇笑道 周老不是说人太多了吗 咱们只要丢下一个人 不就好了 孙策辉呵斥道 周不宇冷笑道 你们装什么圣人 一个死还是全部死 难道还用考虑吗 众人沉默 关键的是 要丢下谁 我知道 你们拿不定主意 我帮你们选 周不宇却像是早就有了答案 冰冷的目光落在李敏身上 陈征顿感不妙 小心 陈征大喝一声 飞速朝着周不宇靠近 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 周不宇已经一掌 将毫无防备的李敏拍飞出去 陈征也顾不得再隐藏修为 纲原爆发 再次提速 终于在李敏彻底脱离金光之前 抓住了李敏的手 然后猛然一甩 将人又甩飞回去 但陈征却因为惯性 根本停不住 瞬间便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不 李敏看着被黑暗吞噬的陈征 眼泪狂涌而出 他想去救陈征 却被萧天恶一把拉住 来不及了 在少了一人的情况下 金剑再次提速 终于窜出了出口 白点瞬间消失 好 再次失手的虚空之魔 发出一阵不甘的怒吼 调转身形 朝着陈征掉落的方向 飞速游荡而去 没有了金光的庇护 陈征再次陷入那种 感知不到自我的状态 他感觉自己 仿佛都要被这无尽的 空间法子同化 吼 他耳边隐隐传来 虚空之魔的吼叫声 那怪物正在飞速靠近 到此为止了吗 陈征心中无奈 救人完全出乎本心 也谈不上后悔 他就是有些不甘 就在陈征快要放弃 心中希望的时候 魂海之内 混沌神鼎感受到 陈征的危险 再次震荡起来 混沌之气 犹如海潮一般汹涌 原本静静躺在 神鼎之内的青云剑魂 发出一阵剑影 化作流光飞逝而出 一旁 瑟瑟发抖的视神虫 急紧崩溃 又来 外界 无尽的黑暗之中 一道青色的剑光 骤然显现 恐怖的风锐之气 硬生生滑破狂暴的 空间之力露出一道缝隙来 只是原本是强盛的 青云剑魂 也在此刻暗淡了不少 陈征虽然搞不清 这突然的变故 但也知道 这是他活命的机会 浑身力量调动 全力朝着滑坡的缝隙 游荡而去 好 虚空之魔感受到 猎物的挣扎 顿时变得愤怒起来 鱼尾甩动间 空间壁垒层层崩塌 近乎瞬意一般 来到陈征身后 睁您巨口张开 正要一口咬下 原本暗淡的青云剑魂 再次明亮起来 恐怖的剑意 近乎您为实质 一顶十几张的巨剑显现 对着虚空之魔 轰然斩落 虚空之魔似乎感受到危机 刚想躲避 但是剑光已经穿透他的身体 吃 哄 巨大的动静 也引爆了原本还算平静的空间 空间风暴 犹如汹涌的海啸一般 要将万物吞噬 虚空之魔被斩落的身躯 直接被狂暴的空间之力吞噬 头颅正要开溜 陈征身上 却突然泛起一阵混沌之光 将其笼罩 恐怖的拉扯之力 让虚空之魔根本无力挣脱 直接被拖入魂海之内 暗淡的青云剑魂 再次辟出一剑 将要闭合的空间通道再次扩张 然后才重新引入 陈征魂海之内 在被空间风暴吞噬的最后一刻 陈征终于落入缝隙之中 一处茂密山林间 刀剑碰撞之声不绝 一身紫衣的少女 正被几个蒙面刀客团团围住 四周躺着十几道护卫装扮的尸体 少女手中握着细剑 面色苍白 却强自镇定道 几位若是求财 我可以将身上东西全部交出 我乃北叶城墨家嫡系 未婚夫更是斩月宗核心弟子公孙浩 我若死在这里 你们必然也是逃不掉的 拿了东西离开 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子依少女振振有词 却是越说底气越足 但可惜 并没有震慑住这些蒙面刀客 哼 好大的身份 我可要被吓死了 一个蒙面人嘴里发出吃笑 另外一人搭嘴道 行了 别浪费时间了 一起上 话落 人影已经如大鹏飞跃而出 剩余几人也是紧随其后 凌然的杀意让子依少女脸色一白 他紧握细间 正要拼死一搏 骤然 一道虚空裂缝显现 无尽的锋芒之气冲斥山林间 无论是子依少女 还是几个蒙面刀客 都是身形一颤 止不住汗毛炸起 什么 几个蒙面刀客 看着头顶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 意识到不对 正要抽身后退 一道青色剑影 已经从裂缝之中激荡而出 是剑意 几人眼中泛起惊恐之色 下一刻 恐怖剑意形成的青色剑光 直接将几人消融 恐怖剑光坠地 哄 只听一阵轰鸣 大地直接被切割出一道 数十丈的猙獰沟壑 仿佛将整片山林一分为二 但凡剑意所处 进阶化作飞灰 子依少女瞪着眼睛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脸上满是惊惧 她朝着天空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从裂缝掉落而出 空间裂缝也随之闭合 子依少女缓过劲来 爬到沟壑边 向下看去 只见一个少年 正静静躺在一地血泥之中 由于一番 子依少女下到沟壑中 叹了叹少年的鼻息 还活着 子依少女皱眉 眼中泛起一丝挣扎 最后还是将少年背上 跳出沟壑 朝着山林深处走去 陈征此时正陷入一种 奇怪的状态中 她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却始终无法醒来 意识沉入魂海 陈征来到混沌神鼎旁 只见神鼎之内 一颗猙獰头颅 正追着一只白色肥虫乱窜 救救救 救命啊 是神虫发出凄厉的惨叫 虚空之魔 陈征皱起眉头 她真是越来越看不懂 这混沌神鼎的口味了 这也能炼化 好 虚空之魔的头颅 似乎是感受到陈征的注视 苍白猙獰的头颅猛然抬起 嘶吼着朝着陈征冲来 但下一刻 混沌神鼎震荡 无数混沌之气 自顶底向下汹涌而起 化作无数细线 一根根缠绕上虚空之魔的头颅 最终将虚空之魔绑成了一个粽子 朝着顶底拉扯而去 虚空之魔似乎是感受到威胁 开始疯狂挣扎 走你 一直被追着咬的是神虫 看见反击的机会 来到头颅上方 肥瘦的虫身猛然一弹 狠狠落在虚空之魔头顶 精神力量激荡间 虚空之魔再也无法抵抗 直接朝着混沌神鼎底部落去 练了它 先练了它 陈征耳边响起是神虫焦急的声音 这是完全由混乱空间法则凝聚的生物 不存在意识 只有最原始的吞噬欲望 留着它没用 混沌神鼎也传来一道信息 混沌神天诀竟然能加快神鼎的炼化速度 来不及多想 陈征连忙运转混沌神天诀 神魂化作的双掌按在混沌神鼎上 在混沌神天诀的加持下 混沌神鼎的炼化之力得到增强 终于将那虚空之魔彻底镇压 一滴新的液体飞速在神鼎内成型 在液体成型的瞬间 陈征才撤去了混沌神天诀的力量 下一刻 一阵强烈的空虚赶袭来 陈征低头看去 只见神魂化作的身躯 竟然隐隐有了崩溃的迹象 他心中一惊 看来这法子也并没有那么好用 神魂一旦崩溃 他的意识也会湮灭 即便肉身存活 也会变成活死人 小子 你就不能安生点吗 你不想活 本座还想活呢 是神虫恼怒的声音传来 陈征稳住神魂 再次朝着神鼎内看去 只见已经被炼化过一次的虚空之魔 变得无比虚弱 已经完全没有了挣扎的余地 陈征眉头皱起 他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小子 你体内的剑魂救了你两次 如今已经彻底崩溃了 再有下次 可没什么能救得了你 是神虫的声音再次响起 陈征这才反应过来 是青云剑魂 神鼎内 已经不见青云剑魂的身影 唯有一滴 比之前剑叶大了两倍的青色剑叶 静静躺在底部 陈征想起在空间通道中 看见的璀璨剑光 那就是青云剑叶的力量 之前天舞秘境 也是剑魂救了我 陈征诧意道 是神虫讥笑道 不然呢 你不会以为 是靠自己熬过去吧 小子 你的底牌已经没有了 以后老实一些 或者在找死之前 先把我放出去 陈征眉头微条 拍了拍混顿神鼎 岭内顿时翻涌起 一股练花之力 是神虫肥瘦的身躯一颤 爷 错了 我错了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你现在精神之夜够用了 先别练我了 虽然练不死 但是那种本源 一点点被抽离的感觉 是真的难受 陈征冷哼一声 那就注意你的态度 一念微动间 练花之力又沉了下去 是神虫松了口气 心中虽然恨得牙痒痒 但也只能谄媚的 是 我刚才也是担心 陈彦你的安危 所以说话才急了些 陈征诞声道 别舍这些 到底什么情况 跟我说清楚 是神虫连忙将事情经过说了 陈征心中泛起一阵复杂情绪 他一直对那个黑袍人 留下的剑魂忌惮 没想到这剑魂 其实那黑袍人 给他留下的保命手段 可惜两次就陈征于危难之间后 青云剑魂的力量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最后残存的力量 也彻底被混沌神鼎炼化 陈征叹息一声 他意识到一件事情 仅凭着最后一滴剑叶 恐怕并不足以让他领悟出剑魂 鼎天也就能将剑意 打磨至大城或者圆满 陈征原本的计划是 借着灵界的资源勾起来 用这一年时间 提升修为的同时炼化剑叶 若是能够领悟出 青云剑魂的力量 即便只是刚刚突破天象径 陈征自觉也有跟田无极一战之力 青云剑魂跟混沌神鼎一样 算是陈征心中底气所在 只是如今 计划却是泡汤了 必须另想他法才行了 陈征心中虽然无奈 但也没觉得可惜 毕竟若非青云剑魂的力量 他都已经死了两次 收拾好心情 陈征朝侍神虫问道 我现在神魂无法归位 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啊 侍神虫严肃道 陈彦你放我出来 我帮你好好检查一下 神魂无法归体 这可不是小事 若是时间长了 灵魂跟身体会产生排异反应 你恐怕就彻底回不去了 闻言 陈征嘴角泛起冷笑 这肥虫 还真是剑缝插针 贼心不死 看来你还没学会老实 陈征念头微动 炼化之力再起 是神虫一惊 连忙求饶 但是 这一次 陈征没有再停手 任由炼化之力 将是神虫包裹 凄厉的惨叫传出 陈征诞生道 你什么时候说清楚 我就什么时候停 是神虫不敢再耍小心死 连忙道 陈也你的肉身内 此刻充满了空间法则的力量 若是神魂归位 空间法则力量爆发 你会瞬间炸成血物 是你体内那股奇怪的力量 再帮你 陈征顿时了然 也知道 是神虫所说的奇怪力量 正是混沌之力 我现在能做什么 陈征问道 等 是神虫道 你体内的力量 在修复你的身躯 等到修复完毕 神魂自然能够归位 停下吧 别恋我了 我都说了 是神虫哀求道 陈征冷漠道 我什么时候神魂归位 就什么时候停止 外界 背着陈征 已经走了不知道几个时辰的默梦雨 体内静气早就枯竭 浑身都被汗水浸透 但他根本不敢停下 因为这里是弑魔之灵 一旦夜幕降临 群魔乱形 他等背后的少年 都得沦为妖魔血时 坚持 快了 就要出去了 默梦雨凭借着求生的意念强撑着 但速度已经越来越慢 若是舍弃背上少年 他也能更轻松些 但是这少年犹如天神降临 邪剑光而来将他救下 他不愿丢下陈征 更不敢丢下陈征 谁知道 那道恐怖剑光的主人 斩杀那群杀手 自己却平安无事 是巧合 还是有意为之 他若是抛弃陈征 谁知道会不会 突然又降下一道剑光 留着陈征 说不定还是自己的一张保命符 天色愈发暗淡 丛林之间 淡淡灰色雾气漫移而起 一阵阴风刮过 默梦雨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突然 他停下脚步 明神看向前方 只见一阵火光 犹如鬼火一般 朝着自己这边飘忽而来 默梦雨紧张起来 是人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默梦雨无法确定 只能背着陈征 隐藏在一棵大树之后 阵阵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默梦雨隐藏在暗处 偷偷看去 只见四道背剑身影 手中举着火把 快步而来 四人身上穿着白色长衫 长衫胸口 绣有一轮残月 各个气势凌厉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动静 人呐 是不是听错了 夜幕降临 妖魔将出 他若是出不来 肯定就出不来了 我等也好 几人低声交流 躲在暗中的默梦雨 看见四人装扮 却是眼睛一亮 直接背着陈征现身 四人听见动静 君士一惊 回头朝着默梦雨的方向看去 默梦雨连忙自报家门 几位公子 可是展月宗弟子 我乃北夜城墨家墨梦雨 展月宗核心弟子 宫女公孙号的未婚妻 四人目光闪烁 领头一人笑道 墨小姐 公孙师兄见你迟迟不到 特意派我等来寻你 你没事就好 快随我等离开 墨梦雨不觉有意 正要朝几人走去 背上突然传来一阵虚弱声音 快逃 他们是来杀你的 什么 默梦雨一惊 下意识地停下 再次朝四个展月宗弟子看去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原因 在橘红色的火光映照下 四个展月宗弟子 忽明忽暗的脸 显得有几分可不争鸣 墨小姐怎么了 领头的展月宗弟子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缓缓朝着默梦雨靠近 快逃 陈征再次发出提醒 他刚才虽然一直无法神魂归位 但是对于外界的感应无比清晰 刚才这四个青年 在见到默梦雨的一刻 杀意虽然一闪而逝 但依旧被他捕捉到麻烦的事 陈征现在虽然神魂归位 但一身血肉经脉 犹如刀割一般 暂时无力作战 已然立即的少女对上四人 只有死路一条 仔细观察之下 默梦雨也察觉到四人的异常之处 就比如说最后三人 手掌都已经按在了剑柄上 这是攻击的前兆 默梦雨今儿不乱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几位稍等 我有些东西藏在后面 我先取来 再给你们离开 说话间 默梦雨转身朝着大树后走去 领头斩月宗弟子眯起眼睛 暂时停下脚步 他身后另外一个弟子含声道 不对 他想要逃走 别装了 直接动手 他只有一个人 而且是强弩之末 没有威胁 至于陈征 则是被他当作默梦雨重伤的随行族人 下意识地忽视了 话落之间 斩月宗弟子常见出窍 身形犹如流光一般闪烁而来 闪耀的火把 在密林间拖拽出一道火龙般的残影 他们真是来杀我的 为什么 感知到身后的动静 默梦雨面色一白 心中惊怒不已 往左边跑 陈征再次出声 感受到身后浓烈的杀意 默梦雨也只能暂时抛出杂念 提起最后的力气 朝着陈征所指方向狂奔 公子 我跑不了多远了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默梦雨焦急问道 陈征虚弱道 尽量为我争取时间 说话间 一滴金红液体出现在掌尖 被他吞服而下 随着液体的力量在身体之中散开 修复速度大大增快 但想短时间内 达到能够与人动手的地步 几乎没有可能 犹豫一番 陈征神魂沉静 片刻后 拿出一滴分离之后的金色液体 伸手放到默梦雨嘴边 吞下去 默梦雨犹豫了一瞬 便伸出粉红舌头 将金色液体舔势 如今他跟陈征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觉得 陈征应该也没有害他的必要 在金色液体入腹的瞬间 默梦雨便感觉到 一股精纯的力量 自丹田处流向四肢百骸 本来酷竭的力量 正在飞速恢复 就连身体中的一些暗伤 都在悄然恢复 默梦雨眼睛一亮 如此神物 这位公子果然不简单 他庆幸自己 没有丢下陈征 碰 地面炸开 恢复力量的默梦雨 开始全速前进 想要摆脱身后 四个斩月宗弟子的追击 原本悠哉悠哉的 斩月宗弟子面色微变 他的速度变快了 该死 他刚才是装的 赶紧将他拦下 现在已经快要到 魔物活跃的时间 遇上可就麻烦了 原本想将默梦雨追的力竭 然后轻松收割的四人 顿时改了主意 开始全速朝着默梦雨追去 甩不掉他们 感受到身后的气息越来越近 默梦雨头上流下冷汗 陈征开口道 西北方向五丈距离 收敛气息 躲进灌木之中 默梦雨错愕 如此近的距离 躲有什么用 但他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咬牙选择相信陈征 默梦雨调转身形 被斩月宗弟子 再次拉近了距离 给我死 一道立合声传来 领头斩月宗弟子一箭斩出 犹如月华一般的灵力剑光 激荡而出 想要将默梦雨拦腰斩断 而早就有所准备的 默梦雨身形一滴 朝着茂密的灌木从中扑去 剑光几乎贴着陈征的头皮划过 好在只是带走了几根发丝 剑光便落入幽暗的山林之中 哼 剑光炸裂 一颗巨木轰然断裂倒塌 四人正要追击 一道凄厉的嚎叫声 却让四人不得不止步 而且面色大变 嗷 一头灰白相间 长四米 高约两米的巨大魔狼 从刚才斩月宗弟子 攻击落下的地方窜出 带起一阵腥风 只见他半个耳朵残缺 正滴答着鲜血 星红的瞳孔中 泛着人性化的怒意 死死注视着握剑的斩月宗弟子 是笑月魔狼 领头斩月宗弟子面色一僵 身形下意识地后退 他也没想到 自己随意一见 竟然会捅了魔狼窝 四周 点点星红之光 在幽暗的丛林之中浮现 一头头巨大的魔狼 缓缓从四方走出 直接将四人为死 星红的兽童之中 满是暴虐跟杀戮的欲望 腥臭的咸水不断滴落 灌木丛中 陈征两人都被茂密的灌木遮盖 默梦与面色通红 因为陈征此时正全部压在他身上 姿势有些尴尬 公子 他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 别动 也别说话 陈征低声提醒 踏 踏 两人耳边响起一阵踏地声 还有阵阵低沉的咕噜声回荡 显然在他们身边 就有一条魔狼存在 陈征说话的热气 吹到默梦与耳边 让默梦与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脸上更是布满了飞红 他难免会起一些反应 但此时生死危机之下 两人倒也顾不得太多 均是压下了心中杂念 陈征更是抓紧时间 想要尽快恢复行动能力 外界 四个斩月宗弟子奋力搏杀 想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是魔狼进退有度 仿佛经过专业训练的精锐士兵 根本不给四人机会 徐师兄 你快想想办法呀 有人朝着领头弟子焦急说道 领头斩月宗弟子沉声道 如今之法 只有一鼓作气 选择一个方向突围 我数三生 我等一起朝着南方突围 至于谁死谁活 就各安天命了 好 剩下三个斩月宗弟子 均是沉声应道 一 二 三 冲 徐师兄怒喝一声 三道身影瞬间狂掠而出 但徐师兄却趁着三人 吸引魔狼的间隙 爆发权力 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逃去 徐师兄 三个斩月宗弟子目自欲裂 完全没想到 对方会如此无耻 心神大乱间 瞬间就被汹涌而来的魔狼撕碎 听着外面传来的阵阵哀嚎 陈征提醒莫梦宇 趁现在离开 往北边走 动作尽量轻一些 好 莫梦宇连忙动身 陈征几次帮她度过危机 她现在已经不会怀疑陈征的决断 她北起陈征 勾搂起身形 小心翼翼地在灌木丛中穿行 有惊无险地脱离了魔狼战场 此时天色已经全暗 树林之间飘荡着浓重的灰色雾气 原本天空皎洁的明月 也化作血月 星红之光洒落 穿透灰雾 让整片森林都增添了几分诡异之感 四周更是时不时传出 阵阵怪异的响动 让人不寒而栗 夜晚的视魔之灵太危险了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 莫梦宇出声提醒道 陈征点头 她此时虽然没有行动能力 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却能帮助两人提前察觉到危险 在陈征的指路下 两人一路都没有遭遇什么危险 前面有人 还不止一个 陈征突然发声 莫梦宇连忙停下 是斩月宗的人 陈征摇头 从气息感应来看 不是 莫梦宇犹豫一番 将陈征藏到大树之上 决定过去看看 单凭他们两个 实在很难在视魔之森存活下来 躲在暗中 莫梦宇看见了陈征所说的队伍 一共七人 军事身着黑袍 袖口烫着一个烈子金纹 莫梦宇心中一喜 是裂魔队的人 裂魔队隶属于裂魔公会 算是临界最大的平民组织之一 只要能够通过裂魔公会的验证 便可成为裂魔人 再通过裂魔 获取修炼资源 甚至获得功法武技 里面人员很杂 但各个都是刀尖舔血的狠人 犹豫一番 莫梦宇还是选择主动现身 谁 七人队伍中 一个身形矮小的男人 第一时间发现了莫梦宇 历生喝道 停下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煞时间 另外六道气势 也将莫梦宇锁定 莫梦宇连忙摊开双手 表示没有恶意 几位不要紧张 我乃北夜城莫家之人 这次外出历练 跟同伴不幸遭遇笑月魔狼偷袭 想要向几位寻求帮助 若是能将我等安全送回 必有重限 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的莫梦宇 没有提自己未婚妇的名字 几人皱起眉头 莫家的人 可有凭证 莫梦宇连忙从怀里 取出一块玉牌 丢给几人 这是我莫家嫡系族人的身份名牌 可作验证 矮小男人接过查验一番 向着同伴点头道 是真的 七人领头的 是一个气势深沉的中年汉子 一道宛如蜈蚣的疤痕 贯穿半张脸 平添几分凶悍之气 他打量了莫梦宇一番 才开口道 我等可以护送你回去 不过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狩猎笑月魔狼 你得等我们狩猎之后 还有 你得替我们带路 莫梦宇点头 可以 男人点头 我叫铁刀 一个人 一千零食 没问题吧 莫梦宇咬牙 行 就一千 我们一共两个人 铁刀继续到 商员你自己照顾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们会尽量保证你们的安全 若是出现意外 我们会舍弃你们 可以接受吗 可以 莫梦宇点头 铁刀能将事情说明白 反而证明了人家的靠谱 铁刀挥了挥手 带你同伴过来吧 那些魔物的鼻子铃得狠 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 停留太长的时间 莫梦宇反身重新背上陈征 也将猎魔队的事情说了 靠谱吗 陈征问道 对于这些灵界的势力 她是一窍不通 默默与无奈道 猎魔宫会的人良有不齐 这些人至少看起来还是靠谱的 关键是 咱们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 单靠我们两个 想要走出这世魔之灵 不太现实 明白 陈征点头 一会儿她更警醒一些便舍 而且最多再有一个时辰 她应该就能自己下地行动了 跟猎魔队的人会合 队伍中唯一的女人看了陈征一眼 眼中灵光一闪而逝 然后来到铁刀身旁 经脉俱损 不死也废了 没有危险 铁刀点头 直接让默孟宇背着陈征 走在她后面指路 这些人的水平不错 即便没有陈征提醒 他们也避开了大部分的危险 极少部分的魔物 也被七人联合斩杀 取走最珍贵的部分 陈征视线在七人身上扫过 对七人的实力 也有了大概的预估 七人军是天罡进修为 除了领头的铁刀 大概在天罡进五重左右 剩下都是天罡进一二重修为 但按照默孟宇的说法 这样的配置 在猎魔宫会 也只能算是顶级的 初级猎魔小队而已 但七位天罡进 若是放在大渊 已经算得上 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战力 这也让陈征深刻感受到 两界之间的差距 很快 众人便返回了 校园魔狼所在的区域 队伍中的矮小男人 皱了皱鼻子 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是这脸 我已经闻到他们的气味 铁刀看向女人 女人点头 从身后包裹 举出一根紫色的长箱点燃 然后交给矮小男人 矮小男人接过长箱 犹如幽灵一般 悄无声息地朝着丛林摸去 片刻之后 男人便远远吊着一头校园 魔狼返回 早已隐藏在暗中的六人同时发难 魔狼几乎瞬间毙命 连哀嚎声都来不及发出 继续 铁刀吩咐道 矮小男人点头转身 其他人则是将魔狼快速分解 铁刀从怀里抽出一柄锋利小刀 扎入魔狼脑袋 一扭 一抽 一颗银白魔精便随着刀尖划出 铁刀正要将魔精收好 陈征突然发声 那魔精可以给我看看吗 铁刀凝神看来 陈征脸色平静 他之所以开口 是因为在见到校月魔狼魔精的瞬间 魂海之内的混沌神鼎震荡了一下 沉默一瞬 铁刀看向莫梦宇 一百零食 莫梦宇眉头微皱 校月魔狼的魔精 虽然远比一般魔兽的珍贵 但顶天了也就五十零食一颗 这人明显是坐地起价 莫小姐别觉得贵 现在你们还不一定能够安全回到莫城 也就是说 我不一定能收到报酬 魔精提前给你们 我是担了风险的 铁刀诞声道 莫梦宇看向陈征 要几颗 陈征笑道 先要一颗看看 我也不确定是否有用 莫梦宇点头 那就先要一颗 爽快 铁刀露出笑容 将魔精丢给陈征 他也不担心 莫梦宇会赖账 在灵界 还没有人敢赖猎魔协会人的账 陈征拿过魔精后 将魔精揣进怀里 莫梦宇疑惑地看了一眼 但也没有多问 只是静静守在陈征身边 抓紧休息 恢复力气 陈征闭上眼睛 心神沉静间 发现一丝丝银白的力量 正缓缓汇入混沌神顶之中 这是什么 陈征只知道 这是从魔精之中 炼化提取出的力量 却不知道具体有何作用 是神虫突然开口 是月华之力 陈征好奇道 什么是月华之力 是神虫被陈征教训了一顿后 已经变得老舌许多 解释道 月华之力 就是月臣凝聚的精华力量 也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 日月精华一部分 陈征继续问道 对我有什么帮助吗 是神虫回道 当然有 月华之力 有着极强的疗伤效果 只可惜 这点月华之力太少了 否则你的伤势 不仅能够痊愈 说不定还有机会 凝聚月华之体 对了陈爷 你这月华之力 是从哪提起来的 陈征也没隐瞒 直接说了笑月魔狼 是神虫道 我的传承记忆中 倒是有这种魔兽的信息 不同于一般魔兽 这个族群能够在月圆之夜 吸收月之精华 他们的魔精内 蕴含着月华之力 倒也正常 话虽如此 但是神虫心中 却暗暗心惊 正常来说 月华之力 已经跟魔精融为一体 想要单独提取出月华之力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这神鼎的效果 着实惊人 须知 这世上还有许多吸收 天地万物精华的魔兽一种存在 这神鼎 要是都能够提取其精华力量 这小子得变得多么恐怖 陈征不知道是神虫的想法 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情 我若想彻底修复身体伤势 大概还要多少魔精 这才是当务之急 是神虫大概估散了一下 至少也还需要十颗左右吧 但具体 也得看魔精的质量 知道了 陈征心里大概有数 神魂重返肉身 朝着莫孟宇看去 莫孟宇感受到陈征的视线 回头看来 关切道 公子感觉怎么样 陈征点头 好多了 莫小姐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笑月魔狼的魔精 能不能再帮我购买一些 我事后一定连本带里还你 莫孟宇没有犹豫 笑道 无妨 公子救我两次 无需跟我客气 他已经意识到陈征的不凡 根本不介意陈征欠他人情 公子还要多少 我去跟他们谈 莫孟宇问道 陈征沉吟一番 说道 越多越好 我有大用 行 莫孟宇点起身 朝着铁刀等人走去 一番交涉之后 才重新回到陈征身边 他们说 一共也就三十来头魔狼 他们还要留下十颗魔精 回去交任务 能再卖给咱们十五颗 陈征点头 应该差不多 让他们取一颗 给我一颗 虽然觉得这个要求有些奇怪 但莫孟宇也没多问 上前跟铁刀谈条件去了 很快 又一头魔狼被埋伏击 便再次将心神沉静 利用混沌神鼎 将魔精中的月华之力 炼化而出 两颗魔精 炼化出的月华之力 已经隐隐有了水雾的形状 再有八九颗 应该就能形成一滴月华之眼 不过陈征也留了的心眼 只是炼化了魔精中的月华之力 光从外表看 笑月魔狼的魔精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另一边 铁刀等人也在暗暗谈论 他们要这么多的魔精干什么 而且还要得这么解 队伍中的女人满脸狐疑 不会是想搞什么鬼吧 另外一人搭话道 笑月魔狼的魔精 不是有疗伤的效果吗 他莫非是在疗伤 女人翻了个白眼 蠢货 除非那小子是炼药师 才有可能提取魔精之内的力量 否则直接使用 会直接被魔精之内的能量 冲爆经脉 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铁刀打断众人 行了 只要他们给钱 怎么用是他们的事情 不用咱们关心 都警醒一些 我听协会的一位前辈说 这笑月魔狼一族 将要诞生一位王者 所以 咱们要抓紧这次机会 以后再想进来狩猎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铁刀威望不小 他一发话 众人顿时竞生 打起了百分百的精神 随着时间推移 负责隐怪的矮小男人 开始增加了隐怪的数量 而在几人娴熟的配合之下 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陈征的15克魔精 很快便已经凑齐 陈征运转混盾神天绝 加速了炼化速度 终于在神魂快要崩碎之前 炼化出一滴完整的月花之液 陈征直接将液体吞服 请客间 月花之力流淌全身经脉 配合着惊鸿液体 飞速修复着身体经脉 只是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陈征便感觉一身伤势 已经好了大半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自己 此刻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仰头看了一眼天空的血液 心中竟然升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陈征运转千几百遍 收敛了一身气息 依旧保持着自己重伤的样子 另一边 铁刀看着突然变得寂静的山林 从埋伏的地方站起 皱眉向一旁问道 老鼠去了多久了 女人低声回道 半刻钟左右 太久了 铁刀沉声道 你们准备撤离 我去看看情况 说吧 铁刀正要往丛林深处走去 骤然 一双双心红瞳孔 在幽暗的丛林中亮起 一阵血腥臭味 顺着流风扑鼻而来 该死 老鼠被发现了 女人面色微变 其他人也连忙从隐藏处走出 来到铁刀身边 伴随着阵阵低沉的嘶吼 一头头恐怖巨狼 踏着灰舞跟黑暗走出 但铁刀的注意力 却没在这群笑月魔狼身上 眼中泛起神光 朝着一众魔狼后方看去 只见一头体型 比寻常魔狼大了三倍还多的巨狼 宛如移动的小山一般 缓缓从黑暗之中走出 所到之处 巨木崩断 大地仿佛都在颤抖 恐怖的气势席卷 一众魔狼微微匍匐 已是沉浮 看见那道恐怖巍峨的争鸣身影 铁刀三人忍不住身形一颤 是笑月魔狼王 真的有王者诞生了 该死 不是说还有段时间吗 老鼠呢 为什么不示警 那混蛋不会丢在咱们跑了吧 众人顿时方寸大乱 笑月狼王三阶魔兽 哪怕只是刚刚突破 但作为三阶之中的王者魔兽 实力也远在一般同等级的三阶魔兽之上 等同于人族天象敬强者 别吵 铁刀强自镇定 低声喝倒 越慌死得越快 老鼠已经没了 他看得清清楚楚 笑月狼王不断咀嚼的嘴里 一只印有老鼠纹身的锻掌掉落在地 正是队伍中的矮小男人 笑月狼王嘴角不断有鲜血滴答落下 一双暗红色的瞳孔中满是细血之色 刀哥 现在怎么办 女人第一个冷静下来 出声问道 铁刀神色阴沉道 别急 这畜生狡诈得很 我们杀了他们这么多同族 他不会让我们死得太痛快的 他还要享受狩猎的快感 这也是我们的机会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魔者 那笑月狼王一个眼神 他就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 虽然高阶魔兽的智慧不输于人类 但也终究只是个畜生 准备逃 铁刀出声提醒 女人低声道 刀哥 莫家那两个人怎么办 铁刀眯起眼睛 带着一起 众人一惊 但铁刀一个眼神扫来 其他人顿时会议 顿时没了声音 莫小姐 背上你的族人 准备跟我们逃命吗 铁刀出声提醒道 莫梦宇此时早就背上了陈征 听见铁刀的话 他却意识到不对 犹豫道 要不咱们还是分开跑 这样大家活命的机会还大一些 我实力不济 还带着一个伤员 会拖你们的后腿 铁刀摇头道 既然答应了莫小姐 不到最后时刻 我们是不会放弃你们的 无须多言 豹子 一会儿你走后面断后 保护好莫小姐他们 一个身材高瘦的男人笑道 明白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莫梦宇愈发感觉不对劲 铁刀眯起眼睛 寒声道 莫小姐是想赖账不成 顿时 其他几道凶狠目光 同样看向莫梦宇两人 答应他们吧 陈征低声道 他不知道 这些人是真的舍不得 莫梦宇承诺的东西 还是另有他想 是前者还好 如果是后者 陈征眼中泛起一抹冷意 他也不会客气 闻言 莫梦宇才改口道 行 那就麻烦诸位了 我们若能活着回去 我向你们承诺的报酬 可以翻倍 铁刀笑了笑 挥手道 杀出去再说 话落 他右手握住腰间刀柄 身上气势犹如火山一般爆发 形成的刚风 朝着四方席卷 惊得四周魔狼亮枪后撤 就是现在 冲 铁刀立鹤一声 脚步一踏尖 地面顿时炸一个坑洞 身形呼啸而出 他腰间不断积蓄力量的长刀 也终于出脚 刷 犹如匹炼一般的刀光 散发着森然的寒意 呈半月状 在铁刀身前数米炸开 空气轰鸣 一头蛮牛大小的魔狼 来不及躲闪 瞬间被分成数块 其他魔狼被铁刀的强势一击惊道 纷纷后撤 原本围满的一圈 顿时露出一道空隙来 走 铁刀飞身而出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公子 这铁刀实力远超同街 你有把握吗 默梦宇压低声音 用只有陈征两人 才能听到声音问道 铁刀刚才的态度 让默梦宇警醒 他必须未雨绸缪 无妨 陈征诞声音道 听见陈征淡定的语气 默梦宇心中也松了口气 不再多想 紧跟在猎魔小队之后 众人不断在丛林之间穿行 身后魔狼群 也不远不近地掉着 就像是追逐猎物的猎人 想要将铁刀众人的戾气耗尽 然后在绝望中品尝美味 尤其是笑月狼王 时不时就会加速 猛然出现在众人身旁 一口魔猿吐息出口 便让众人难以招架 精力也被飞速消耗 他是戏耍我们 一个猎魔小队成员怒声道 铁刀沉声道 你应该感激他 还有戏耍咱们的兴趣 默梦宇一直在观察路线 他虽然认不得具体方向 但是四周越来越重的黑雾 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这根本不是出去的路 咱们要去哪里 默梦宇忍不住问道 铁刀像是猜到默梦宇所想 淡漠的声音传来 我们不能往外面跑 否则那笑月狼王 说不定会直接出手 想要摆脱这群畜生 只有想其他办法 默梦宇看铁刀镇定自若的样子 心头诧异 还有些愧疚 莫非真是我小人之心了 他真有活命的办法 铁刀不再说话 再次加速 很快 众人便进入一处沼泽之地 铁刀骤然止步 看向远处一片被毒雾笼罩的乌黑沼泽 到了 铁刀转身 只见原本跟在他们身后的魔狼队伍 此刻正停在他们百米开外 嘴里发出阵阵乌液 似乎有些畏惧 便是笑月狼王 原本戏血的目光中 也多了几分凝重 但铁刀清楚 单靠气息 根本唬不住 那头刚刚晋升的狼王 莫小姐 铁刀阴沉的目光 落在莫梦宇身上 其他猎魔小队的成员 也默契地将莫梦宇围了起来 诸位是什么意思 莫梦宇神色警惕道 铁刀平静道 此地有一头三阶魔兽王者 独名铲除 领地意识很强 若是能将其逼出 必然会跟笑月狼王起冲突 到时候 就是我们逃命的机会 莫梦宇醋没到 那这不是好事吗 铁刀抽出腰间长刀 只是有个问题 如今正是独名铲除沉睡的季节 要想将其唤醒 就必须以人类血肉血迹 作为一个猎魔老手 铁刀对视魔之森的一切 如数家珍 莫梦宇眼中泛起冷色 你是想用我们的血肉 引出独名铲除 你们才好逃命 从一开始 你是不是就打定了这个主意 铁刀也不否认 而是一脸坦然道 两位收了我那么多魔精 而且没有我们 你们可能早就沦为 这视魔之森魔物的粪便 如今万不得已 也只好麻烦二位了 四周 其他猎魔小队成员身上 泛起杀意 女人冷声道 两位 你们是自己动手 还是要我们帮忙 默默语气笑 你们这是在 给猎魔协会抹黑 铁刀诞声道 且不论猎魔协会 能不能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与你 也只有口头协定 所以也算不上为约 他抬眼看了一眼 蠢蠢欲动的 笑月魔狼群 身上逐渐泛起杀意 好了 时间宝贵 跟你们说了这么多 也只是 想让两位死个明白而已 此时 陈征突然开口 所以 我们还得感激你 莫小姐 放我下来吧 默默语松开了手 陈征身形 亮腔地落在地上 面色苍白地 看向铁刀几人 看在那十几块 魔精的份儿上 我也给你们 一个选择的机会 现在就离开这里 我们可以帮你们 拖延一下时间 看陈征口气这么大 铁刀不由眯起眼睛 看了身旁的女人一眼 女人眼中泛起神光 扫了陈征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她学有一门 用来探查的秘法 陈征在她眼中 依旧是一个 经脉拒损损的废人 如此作态 在她看来 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铁刀瞬间明了 放下心中的疑虑 诞生道 抱歉 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陈征叹息一声 那就是没得谈了 铁刀挥了挥手 下手快一点 给他们一个痛快 是 几个猎魔小队的成员 面露争鸣之色 手握力气 朝着陈征 两人冲杀而来 莫小姐 放弃抵抗 你能少些痛苦 女人诞生说道 脚踏诡异步伐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莫梦宇靠近 在树到天罡禁气室 笼罩之下 莫梦 于是感觉像是 被人牢牢定住 别说做出反应 便是抬一根手指 都觉得困难 完了 莫梦宇看见迎面 而来的剑光 不由绝望地闭上眼睛 下一刻 陈征温和的声音 在他耳边荡开 莫小姐 借剑一用 莫梦宇顿时感觉 手中一松 细剑已经被陈征取走 他惊愕地睁开眼睛 发现陈征 已经站在自己面前 原本并咽咽咽的模样 已经完全不见 身形挺拔 犹如轻松一般 给人一种难言的安全感 灵力的气息 荡开猎魔小队 众人面色微变 天刚静 尤其是女人 她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看走眼了 这小子肯定修行了 一门极为高深的脸稀法 莫小姐 看来 你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信任过我们 女人有些恼怒 气势冲击 进阶被陈征挡下 莫梦宇也恢复了行动力 她一边后撤 一边冷笑道 难道不应该吗 她自知实力不济 留下指挥给陈征添乱 只有保证自己的安全 才能不让陈征分心 他们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豹子 这小子交给我们 你去宰了那个女人 练魔小队的女人开口道 如今已经跟莫梦宇撕破脸皮 那就绝对不能放他们活着离开 否则一旦被北叶成莫家记恨伤 即便背靠练魔协会 也依旧会十分麻烦 好 身材高瘦的男人硬了一声 闪身朝着莫梦宇追去 陈征脚下一踏 身化残影 快到其他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已经天然而至 拦在豹子身前 滚 豹子立合一声 一拳轰出 灼热气息化作滚滚气浪 朝着陈征迎面来 陈征天刚进二重 虽然比豹子高了一个小境界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忌惮 对此 陈征只是挥剑 刷 剑光如流水 豹子只感觉眼前一阵荧光大作 紧接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一具正在喷咏鲜血的无头尸体 轰然倒下 一剑消首后 陈征身形没有丝毫凝滞 脚步梦幻 身形潇洒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下一个目标冲去 豹子 正是让他们忌惮 刷 剑光闪烁 风锐的寒意 让猎魔小队唯一的女成员 止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抬剑格挡 同时不忘招呼其他同伴 一起 只是他话音未落 声音便已经戛然而止 森寒的剑光 竟然直接穿透他格挡的剑身 剑风再起脖梗滑过 你太慢了 陈征弹幕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 女人自以为挡住了陈征的剑 但其实只是挡住了陈征挥剑的残影罢了 是 星红的鲜血犹如喷泉绽放 女人手中常见滑落 瞪着眼睛不敢倒地 此时 已经逃到安全位置的默默于反身看来 正好看见陈征大杀四方的场面 心中不由振奋 陈公子果然不是凡人 陈征目光扫落 仅存的三个猎魔小队成员一惊 连忙闪身返回了铁刀身边 铁刀此时眉头紧皱 但并没有因为同伴的死亡而愤怒 够了 铁刀冷漠到 两具尸体 已经够了 陈征皱眉 铁刀平静看来 无谓的伤亡没有意义 而且只有我知道 引出独明蝉处的方法 陈征吃笑一声 你还真是冷血 铁刀神色依旧淡然 我只是做出最理智的选择 后方 见到陈征等人突然自相残杀 笑月狼王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不安的感觉让他有些烦躁 嘴里发出一阵长笑 瞬间 整个笑月狼群都开始躁动起来 笑月狼王的嚎叫声带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一群魔狼在声浪中眼眸红光大作 发狂一般朝着陈征等人发起冲击 不要浪费时间了 否则大家都得死 铁刀皱眉看向陈征 陈征沉硬一番选择退开 来到默孟宇身边 陈公子 你的伤 默孟宇关切问道 陈征笑道 好了大半 我们先走 说吧 陈征直接拉着默孟宇离去 铁刀身边三个成员皱眉道 刀哥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他们有种怪异的感觉 虽然以往的铁刀也是理智大于感性 但也不至于表现的像现在这般冷漠 铁刀没有理会 快步上前 拎起地上两具尸体 朝着沼泽中心丢去 然后又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 打开瓶塞 将一些淡黄色的粉末倒入沼泽之中 煞时间 整个沼泽犹如沸腾一般 开始冒起阵阵粘粘稠腥臭的气泡 做完这一切 铁刀才回头诞生道 不然如何 你们有杀掉那小子的把握 三个队员回想起 陈征那快如鬼魅的两剑 均是沉默下来 现此 铁刀脸上多了几分柔和 来到三人面前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你们放心 大家的仇 我一定会报 那两个墨家的人 也绝对走不出这世魔之森 三人闻言 不管心头是怎么想的 但面上还是表现出了信任之色 刀哥 我们也没怪你的意思 没错 要不是刀哥你 我们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刀哥 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做 三人收拾好心情 关键身后 魔狼已然靠近 已经没有时间让他们多想 铁刀突然笑道 我还需要向你们借件东西 三人皆是硬道 刀哥你尽管开口便是 没错 只要我们有的 绝不吝啬 刀哥 你想借什么 铁刀点头 借你们的命 划落 铁刀身上 骤然爆发一股强横的气息 原本漆黑的圆铜 化作树铜 泛起淡淡的金色 三个猎魔小队成员 被震慑原地 面容呆滞 刷 灵力的刀光划过 三颗头颅冲天气 铁刀神色冷漠 手中洒出一把红色粉末 然后抬脚横扫 三具无头尸体 顿时被他踹飞 朝着笑月狼群飞去 碰 随着尸首坠落 原本疯狂的狼群 顿时朝着三具尸体撕咬而去 趁着这个间隙 铁刀身形一闪 隐匿在一旁的巨树之上 整个人犹如跟巨树融为一体 连一丝气息都探查不到 只是这一幕 被去而复返 早就隐藏在一旁的 陈征两人尽收眼底 陈征刚才就察觉到了 这个铁刀的异常 做事离开 也不过是为了麻痹对方而已 他到底想干什么 亲眼看着铁刀 一刀斩杀了自己的同伴 默梦于此时充满了疑惑 陈征摇头 他也猜不透铁刀的想法 但是联合铁刀 此时所做的一切 陈征有一点可以笃定 这铁刀从一开始 进入这室摩之森 就是冲着 那孝月狼王跟独明禅出来的 什么协会任务 恐怕只是 欺骗自己同伴的皇子 铁刀做的准备太充足了 形势更是有条有理 干脆利落 这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能够做出的反应 莫非这独明禅除 跟孝月狼王有什么特殊之处 值得他冒这么大风险 甚至将自己的猎魔小队 都给搭进去 此刻 沼泽的中心 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紧接着 便是一阵犹如雷鸣的 挖鸣回荡 继续拽入沼泽深处 鼓 呱 下一刻 沼泽炸裂开来 一道长约五六丈 高约三四丈的 巨大黄色蝉雏 冲天起 犹如小山一般 砸落在沼泽岸边 身上满是宛如皮革一般的 凸起的毒囊 这便是沼泽霸主 独明蝉雏 独明蝉雏 鼓起的墨绿色大眼 360度旋转一圈 最终将视线定得在 孝月狼王身上 呱 独明蝉雏下巴 陡然撑大 轰击到地面 肿胀如透明的外生囊中 有暗绿色的能量流动 恐怖的鹰浪 化作阵阵涟漪 朝着前方激荡 所到之处 草木翻飞 大地都被刮出一层沟壑 一头沉迷于 近时的孝月魔狼 被声浪直接命中 顿时被掀飞出去 筋骨断折之声轰鸣 五翘中 鲜血迸射而出 刷 犹如利剑的 长蛇弹射而出 将被先飞的魔狼卷起 独明蝉雏宽大的巨嘴张开 直接将其整个吞下 嗷 看见手下被吞 孝月狼王发出一阵威严的嚎叫 他虽然能够感受到 独明蝉雏的强大 但是身为王者的尊严 却不允许他轻易退却 而且 那恶心的蛤蟆身上 竟然透着一股异常的香味 不断刺激着他的味蕾 恨不得上前将其撕碎吞下 而被吵醒的独明蝉雏 感受到了极强的饥饿感 墨绿的瞳孔 泛起暴虐之色 他已经将眼前这群 闯入他领地的魔狼 当做了自己的食物 至于才刚刚晋升的孝月狼王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躲在暗处的铁刀 看着两头王者魔物之间 升起的火药味 脸上泛起兴奋之色 他暗自振奋 好 不枉费 我筹备了足足两年 月华之精 再加上禅王毒囊 足以让我的神功更进一步 他在几具尸体上 都加了些毒料 这些魔物 只会越打越凶残 直到一方彻底死亡为止 到时候 就是他的机会 另一边 陈征新神沉浸魂海 想要询问一下 是神虫之不知道 关于孝月狼王 跟独明蝉雏的事情 独明蝉雏 又是一头一种魔兽 是神虫惊讶到 他虽然不知道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但有一件事情 他很清楚 陈爷 即便是在大千世界 一下子碰到两头一种魔兽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是在这失落之地 对方能有计划地做成此事 必然所谋不小 而且 背后肯定还有其他支持 我的建议是 不要谈谎 他不在乎陈征死不死 但是陈征要是死了 他也要死 如今已经没有剑魂保护 是神虫非常没有安全感 不急 陈征摇头 人已经得罪了 出入灵界 既然结下死仇 当然要斩草除根 免得事后麻烦不断 他可没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 抽离心神 远处两头王者魔兽的的战场 已经是一片狼藉 独名蝉除 虽然占据着地力 等级也比孝月狼王更高 但是此时正值月夜 孝月狼王有月华之力的加持 抹平了等级的差距 在服役狼群的帮助 一时间也没有落在下风 魔猿土息轰鸣 毒液纷飞 很快 两头王者魔兽身上都挂了伤 两者之间的煞气也越来越重 看着开始拼命的两头王者魔兽 沉征不由皱眉 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节的矛盾 以两头王者魔兽的智慧 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不会死斗才对 迷神伞开始生效了 另一边 铁刀握紧了刀柄 一双蛋黄树桐死死盯着战场 似乎随时准备出手 陈征猜得没错 从一开始 这就是他部下的局 负责隐怪的矮小男人 手中拿的隐魔箱早就被他做了手脚 所以才会将狼王吸引过来 而且在出发之前 他在给那些同伴的食物中 加了一些迷神伞 要力散于这些人的血肉之中 再被两头王者魔兽吞噬 两头王者魔兽 便会受到要力影响 相互厮杀 到死为止 而且在布局之前 他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两头王者魔兽的实力 知道最后必然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到时候 他便有足够的自信收尾 唯一的意外 就是碰上了陈征两人 想到此处 隐藏在大树间的铁刀 回头看了一眼 嘴角翘起讥讽的弧度 而灵感敏锐的陈征 也第一时间察觉到了铁刀的注视 心中不由一沉 他发现我们了 什么 默默语疑惑道 陈征摇头 没有解释 既然铁刀要装作看不见 那他也不介意陪着表演 至于最后谁才是渔翁 还得看手下的本事 陈征考虑得很清楚 铁刀既然要设计 才能解决两头王者魔兽 就证明 其就算有隐藏手段 也必然达不到 两头王者魔兽的实力水准 而自己 同样留有底牌 至于逃 陈征刚才或许还有所些犹豫 但现在 却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以他的脸习手段 铁刀能这么快将他锁定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铁刀或许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什么未知的标记 从一开始 铁刀就没想过要放过他们 陈征深呼一口气 排除杂念 精神保持着高度集中 远处的战场 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 笑月狼王身边 已经一头手下都没有了 原本霸气的银灰狼毛 被独名蝉除的独叶 腐蚀的坑坑洼洼 变成了一只丑陋的赖皮狗 独名蝉除同样不好受 身上布满了撕裂的咬痕 储藏毒液的毒囊 混合着血水流淌而下 左腿更是被笑月魔狼的吐息 轰碎大半 行动都受到了限制 两头王者魔兽都打出了火气 在弥神散的作用下 理智更是趋于混乱的边缘 他们此刻都只有一个念头 杀死眼前的对手 嗷嗷 笑月魔狼仰天长笑 雄壮的身躯泛起淡淡银白之光 丛林间浓郁黑雾缓缓散开 天上的血月顿时变得明亮 星红的月光 化作一道光柱 投射到笑月魔狼身上 顷刻间 笑月魔狼身上的伤势 在飞速修复 同时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他张开的狼嘴之间急剧 毁灭的气息 向着四方激荡开来 咕呱 似乎是感受到威胁 独名蝉除的外生囊 连同肚皮都猛然膨胀 就像是一颗随时都要炸开的皮球 他身上所有的毒囊 都开始干扁塌陷 浑身毒素 同样汇聚于古杖的口中 呱 又是一阵尖锐的蛙鸣 独名蝉除猛然张开嘴巴 一道由毒液组成的恐怖黑色光柱 宛如利剑一般 朝着笑月狼王喷涌而去 而此时笑月狼王的力量 也继续完成 经过月华之力加持的魔元吐息 要比正常的粗壮了两倍有余 以摧枯拉朽之势 朝着独名蝉除轰击而去 哄 两道光柱在半空相遇 发出激荡轰鸣之声 溢散的力量朝着四方建设 一时间树木崩断 大地翻卷 崩鸣声不断 索性陈征等人躲得够远 才没有被殃及到 最终 还是有着月 滑之力加持的笑月狼王 更胜一筹 抗住了毒液的侵蚀 魔元吐息压过了毒液之柱 直接将毒鸣铲除地轰了个对穿 鲜血炸链 嗷 笑月狼王发出兴奋的嚎叫 似乎在宣示着自己的胜利 骤然 咻 一根粗壮红蛇 犹如是人的毒蛇一般 呼啸而来 已经耗尽力量的笑月狼王 根本来不及躲闪 脑袋便被直接冻穿烹 巨大的狼狮轰轰倒底 震起一地烟尘 另一边 发出最后一击的毒鸣蝉除 已经连收回舌头的力气都没有 墨绿色的瞳孔 渐渐暗淡下去 失去生命气息的巨大身躯 犹如一团腐烂的肉衫 铁刀从树间跳落 嘴里发出笑声 事情竟然要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 两头王者魔兽不仅是两败俱伤 而且是两败俱王 天要助我 铁刀目光落 向陈征两人所在的方向 但声道 你们还要躲到什么时候 莫梦宇一惊 看向陈征 陈征已经起身吵走出 你果然早就发现我们了 铁刀淡笑道 你好像并不惊讶 莫梦宇含声道 残杀自己人 猎魔协会不会放过你的 铁刀吃笑一声 猎魔协会 放心 我也不打算回去了 话落 铁刀面容突然一阵扭曲 身体更是不断传来咔咔声响 很快 站在陈征两人身前的铁刀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原本普通的面容变得俊美阴柔 一双淡金色的树桶 透着阴冷威严之感 雄壮的身躯也变得薛瘦 但个子看起来更高 尤其眉心一点黄金灵印 更显尊贵 铁刀淡声道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似乎在哪见过 莫梦宇却是面色大变 你是蛇人 王族 蛇人 陈征露出诧异之色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对魔形感到熟悉 死在他手上的鬼人送点 就伸具蛇人血脉 莫梦宇伸手拉拉拉陈征 是以陈征小心 蛇人一族 伸具上古蛇魔之力 算得上灵界顶尖种族之一 尤其是最近几年 族内出现了不少觉醒先祖血脉的 王族添娇 势头正盛 最关键的是 蛇人一族跟人族 乃是死敌 也难怪魔形根本不在乎几个同伴的死活 蛇人一族 这里可是斩月宗的领地 你就不怕被斩月宗高手察觉 将你宰了吗 莫梦宇拉出斩月宗荡靠山 斩月宗身为灵界大宗之一 势力范围覆盖万里 也是抵御一族的中间力量 魔形失笑一声 他们要是能发现我 还用等到现在 这本是属于我的试炼 是你们自己闯进来 那就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 说话间 魔形探出手来 恐怖的气息在他掌尖滋生 漆黑的蛇磨之力化做一条毒蛇 朝着陈征两人撕咬而来 陈征伸手拉住莫梦宇 脚踏逍遥游 身形犹如流风一般退去 咔 一掌落空 魔形也不惊讶 目光落在陈征身上 脸上满是细血的笑容 能多带回一颗人族天骄的头颅 应该也能为我此次试炼加分不少 他手掌落像刀柄 一身恐怖气势骤然绽放 天当近七重 莫梦宇指不住露出金色 魔形竟然从刚开始 就一直隐藏了实力 一位蛇人王族 哪怕没有觉醒始祖血脉 实力也绝对远超同间 魔形的天刚进七重 完全抵得上 寻常天刚进大圆满的舞者 就算他对陈征再有信心 此刻也指不住犯起担忧 毕竟两者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些 但陈征脸上始终平静 他抬脚一勾 地上猎魔小队成员遗留的一柄长刀 便落入手中 左手细剑 右手长刀 碰撞交叉在身前 弹幕的话应荡开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你会死在这里 魔形愣了一瞬 随即吃笑道 小子 你口气是真不小 陈征摇头 我只是喜欢说实话而已 那就让我看看 魔形话音未落 身形已经化作残影冲出 在其周身 漆黑的蛇魔之力环绕 阴寒气息就连空气都被冻结 留下一地冰炸 你有没有资格 请客之间 魔形便已经出现在陈征身前 恐怖的气势压迫而来 腰间长刀竖屁而下 蛇魔之气沸腾 伴随风锐的刀光坠落 陈征目光一鸣 体内气血之力轰鸣 混沌之气流转 刚原犹如火山一般喷发 明明才二重的境界 却爆发出不弱于七重的威势 就这 魔形眼中闪过不屑之色 但下一刻 他脸上的绩效凝固 风雷 破 陈征手中长刀子盲绽放 灵力的刀光 裹挟着风雷意境上辽 犹如升空的半远 霸剑卷 霸道 细剑争鸣 霸道意境随之荡开 一剑刺出 犹如不可抵挡的巨浪 朝着魔形倾袭而去 但这还没完 陈征周身 空间泛起阵阵扭曲的涟漪 恐怖的风锐之气席卷 青云剑一荡开 仿佛要斩灭一切 刀剑齐鸣 所有的力量 凝为一股无匹的力量 斩落在魔形下落的刀锋之上 只听一阵精鸣碰撞 魔形手中 长刀蔓延的蛇沫之力 被瞬间斩面 恐怖的力量 自刀身传递到魔形手臂 手中长刀 瞬间脱手 刷 璀璨剑光在眼前绽放 朝着魔形脖梗滑落 魔形心中泛起一阵寒意 立刻一声 想杀我 你在做梦 在陈征诧异的目光中 魔形脖梗猛然伸长扭动 剑光几乎擦边而过 只留下一道细微的血痕 魔形抓住机会 身形暴退 跟陈征拉开距离 他摸了摸脖子上的血痕 脸色无比难看 陈征一言不发 闪失而上 不打算给魔形喘息的时间 刀剑之光绽放 顷刻之间便将魔形包围 感受到让人汗毛乍立的森寒之气 魔形脸上第一次露出暴露之色 低剑的人足砸碎 我会让你知道 激怒的下场 随着魔形话音落下 哄 他周身蛇沫之力 如同火山爆发 浓郁的黑气覆盖其身 淡金色的密林浮现 犹如给魔形踢上了一层黄金战甲 一身气息更是暴涨 远远超出了天罡境的范畴 后方观战的默默语 面色大变 这是蛇魔凡族 陈公子小心啊 魔形不仅是蛇人中的王族 还是一位血脉凡族的王族 小心 有用吗 魔形冷笑一声 淡金蛇童 泛起浓重的杀意 被一个人族青年 逼得不得不动用十足血脉的力量 这在他看来 是种莫大的耻辱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痛快的 魔形抬手一抓 掌尖蛇魔之力凝聚 化作一头黄金巨蟒 身躯翻腾之间 直接粉碎了陈征的刀剑之力 随即去世不解 静止朝着陈征缠绕而去 放弃挣扎吧 魔形狂傲的声音传来 陈征叹息一声 将手中刀剑丢下 仿佛真的放弃抵抗了一般 见状 魔形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后方观战的默默语有些绝望 只是他很快便看见 陈征从怀里摸出一柄白玉小剑 原本沉下的心又猛然提起 眼中重新泛起蹊跡之色 陈征意念微动 他手中白玉小剑便颤动起来 咔嚓 原本就充斥着些许裂痕的运道石 顿时裂纹密布 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碎 刷 恐怖的气机荡开 灵力剑光激荡而出 仿佛要斩破天地一般 碰 蛇魔始祖之力凝聚的黄金巨蟒 瞬间炸裂 剑光去世不减 依旧朝着魔形落去 不 我乃蛇人亲王之子 你不能 看着铺天盖地的剑光 魔形露出惊恐之色 只是他话音未落 剑光已然落下 碰 大地崩裂 严沉之后 一道巨大沟壳显现 沟壳之中 魔形整个身子都被恐怖的剑气湮灭 但锦盛的头颅 竟然还留有意识 他目光愿毒地看向陈征 我父不会放过 吃 陈征懒地听他废话 抬手一指 灵力建议激荡而出 魔形 仅剩的头颅 也碎成树块 锅躁 后方 莫梦宇反应过来 惊讶地张大嘴巴 不要 只是他的声音 终究比陈征的动作慢了一步 怎么 陈征好奇回头 莫梦宇无奈道 陈公子 他是蛇人王族 你杀了他 会有大麻烦的 陈征笑道 他都死了 除了我们两个 还有谁知道 我相信 莫小姐是不会出卖我的 对于陈征的信任 莫梦宇心中十分受用 但还是苦笑道 陈公子有所不知 蛇人王族一旦身亡 就会产生蛇院骤印 您可以看看自己的胸口 文言 陈征扒开胸口的衣服 只见自己左胸的位置 的确多了一道漆黑的小蛇印记 莫梦宇继续道 有骤印存在 若是附近有蛇人一族的族人 会立刻感应到 对你展开追杀 陈征皱眉 他本想着斩草除根 却没想到 模型竟然还有这么恶心的手段 莫梦宇满脸自责 他若是早点提醒陈征就好了 无妨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陈征摇头 很快便收拾好心情 他遭遇过的危险 实在太多了 既然无法躲避 那就勇往直前 至于是撞出一条生路 还是撞得头破血流 那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陈征出声提醒 先打扫战场 然后离开此地 满地的孝月魔狼尸体 可都是财富 他拿起刀剑 开始挖取魔精 莫梦宇也上前帮忙 很快 魔精就被两人收集 其中 孝月魔狼王的魔精 跟独名缠除的独囊 足足有成全拳头大小 绽放着精纯的能量 陈公子 这应该是那模型留下的东西 莫梦宇拿着一本金色册子 朝着陈征走来 那金册是他在沟壑之中无意找到 大半都被淹没在污泥之中 若非他看得仔细 说不定还会错过 陈征伸手接过 翻看了两眼 却发现金册内 都是写他看不懂的符号 这是蛇人文 莫梦宇在一旁提醒 陈征点了点头 将金册收好 这东西能抗住运到石内那恐怖一箭 必然不是俗物 但现在也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 打扫完战场 两人便离开了沼泽森林 准备先脱离这个危险之地 莫梦宇虽然不知道具体路线 但是却知道出去的大致方向 之前陈征重伤 他不好冒险 如今两人倒是没有这个顾虑 而且以陈征的实力 也足以抵挡多数危险 至少保命无余 两人借着夜色一路往北 在陈征强大的精神力量下 几乎没遭遇什么危险 在天空泛起淡淡光亮的时候 两人终于成功走出了视魔之森 路上 陈征跟莫梦宇交谈 也了解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首先 这里的确是灵界 只不过不是陈征要去的北域 而是在南域 两者之间相距亿万里 便是乘坐最快的非洲 至少也需要三个月时间 这让陈征有些郁闷 显然 他不可能将时间浪费在赶路之上 提升实力 才是他的第一要务 其次 但好在 南域也不是 没有可以媲美丹宗的顶尖宗门 就譬如 他现在所处区域的斩月宗 便是南域九大顶尖宗门之一 修炼资源无数 若是能够加入 也不会比加入丹宗差 幸运的是 斩月宗如今正值招收门人之际 陈征有信心 如果自己展露天赋 必然能被斩月宗高层看重 也同样能够得到重点培养 他现在差的 无非就是一个清白的身份 毕竟像是斩月宗这种顶尖宗门 陈征看向莫孟宇 这一路上 莫孟宇对他有问必答 而且从不多嘴 让陈征十分感激 从交谈中 他也了解了莫孟宇的一些事情 莫孟宇这次前往斩月宗 一是为了去见见自己的未婚夫公孙号 二嘛 也是有要加入斩月宗的打算 但之前斩月宗弟子说是公孙号派来 却对他痛下杀手 让他意识到了一些事情 莫孟宇神色冰冷道 去 我必须知道 究竟是有人想陷害他 还是他真的要杀我 若是前者 他正好解除误会 但若是后者 他必然要讨回一个公道才行 公孙号本是北夜城一个小族子弟 天赋斩路后 被莫家看中 耗费人情送往斩月宗修行 在斩月宗斩路头脚后 莫家更是将莫孟宇许配给他 这几年来 莫家给公孙号提供了不少修行资源上的帮助 这才将他一步步推上了斩月宗核心弟子的位置 莫孟宇虽然跟公孙号没有感情 但看对方如此争气 便也对婚事没有意义 此次前往斩月宗 只是想进行最后的考察 却没想到 差点死在半路上 陈征皱眉道 他若真有异心 你此去不是紫头罗王 莫孟宇摇头笑道 陈公子不用担心 斩月宗内也有我莫家的长辈 真要到了那里 我反而安全 陈征点头 不再多劝 他这次跟随一同前往斩月宗 是以莫家门客的身份 以后若是帮得上 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莫孟宇查开话题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陈公子 翻过前面那座山 我们便到了斩月宗山门之下 不过天色已晚 今天咱们先休整一晚 明日一早 再继续出发 斩月宗大开山门十五日 算是今天已经过了十天 如今还上山考核的人 应该不会太多 有我做保 考核只需走个过场便是 莫家身为一成大族 再加上有族内长辈 在斩月宗内担任要职 走走后门 混个弟子身份 还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 说是走个过场 但最基本的要求 必须打到 对此 莫孟宇并不担心 以年龄跟实力来看 陈征别说 当个外门弟子 便是核心弟子 也绰绰有余 好 陈征点头 对莫孟宇的安排 没有意见 休整一晚 他也正好可以 做些准备 翻过大山 两人来到大陆 走了大概半刻中 便有一座大阵的轮廓 远远浮现在两人眼前 莫孟宇介绍道 那是洛月镇 斩月宗弟子出门 亦或者返回 都会在镇上落脚 也是来往行商的必经之地 镇上有不少交易方式 若是运气够好的话 还能买到一些好东西 陈公子若是有兴趣 我晚上可以带你出来逛逛 望山跑死马 看着距离不远 但是两人也走了 足足半个多时辰 才终于来到洛月镇大门 说是镇 但在陈征看来 跟一座大城 根本没有区别 高耸的城墙 残留着斑驳的痕迹 恢红的巨大石拱门上 被人用力气刻下 洛月镇三个大字 陈征抬头看去 目光落在那三个大字上 只感觉双眼一阵刺痛 四周的环境飞速模糊 三个大字像是活过来一般 扭曲脱落 最终化作一柄利剑 朝着陈征狠狠刺来 问 空气猙獰 似乎是感觉受到挑衅 陈征一身剑印猛然绽放 化作一柄青色剑影 以霸绝的姿态 朝着大字化作的利剑飞去 咔 利剑崩碎 陈征一时一颤 眼中世界重新恢复正常 陈公子 陈公子 耳边传来莫梦宇的呼喊 陈征回头看去 怎么了 莫梦宇一脸担心地看着陈征 你刚才盯着石门发呆 像是魔症了一样 没事吧 陈征正要回答 咔 只听一阵崩裂之声 巨大石拱门上的三个大字 浮现出道道裂缝崩碎开来 字体变得模糊不清 这一幕惊呆了不少进出的路人 什么动静 快看 字裂了 据传 这可是展跃宗大长老 亲自刻下的字 谁干的 噓 快走 别被殃及吃鱼了 不少人色变 连忙加快了步伐 陈征皱眉 意识到这件事情 恐怕跟他有关 他不想招惹麻烦 也连忙带着莫梦宇离开 进入镇内 陈征愈发有种 进入了大城的感觉 来往人潮 雄伟建筑 在陈征看来 繁华甚至不在大渊皇城之下 陈征好奇问道 莫小姐 北叶城 比这落叶镇更大吗 莫梦宇笑道 这是自然 落叶镇再繁华 也只是个镇而已 人流堪堪过亿 我北叶城 作为南狱大城之一 不算城外的农户 只说城内 就容纳了近十亿人口 陈征忍不住暗暗心惊 就一个北叶城的规模 起步就相当于 八九个大渊皇城 莫梦宇为陈征 简单介绍了一下 镇内的布局 然后带着陈征 来到一处豪华酒楼 进门后 直接来到柜台处 给我两间上房 一旁的小思维难道 客人 抱歉 住宿已经满了 您不如到其他地方看看 莫梦宇也不废话 拿出自己的身份名牌 丢到柜台上 正在打算盘的掌柜 抬头看了一眼 面色大变 连忙制止了说话的小思 慌忙走出柜台 有 有房间 小姐请跟我走 莫梦宇诞声道 我叫莫梦宇 三房一只的人 一会儿还得劳烦掌柜的 帮我捎封信回去 小姐客气了 掌柜的恭敬道 掌柜的亲自将两人送入客房 又贴心地询问了一下其他要求 这才攻身退去 陈征笑道 莫小姐认识这酒楼的主人 莫梦宇摇头道 这酒楼就是我莫家的产业 不过我第一次过来 所以掌柜的不认识我 陈征点头 莫家能在展月宗门下 开起来这么大的产业 想来在展月宗内 势力也不小 也难怪莫梦宇明知危险 也有负显的底气 莫梦宇笑道 陈公子先休息吧 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吩咐下人 或者直接来隔壁 找我便是 陈征抱拳道谢 送走了莫梦宇 陈征来到床上盘坐 心神沉浸浸浑海之内 混沌神顶中 一缕又一缕的月华之力 被混沌神顶炼化 陈征收集的笑月魔狼魔精 已经差不多都炼化完毕 一共形成了三滴月华之夜 只剩下笑月魔狼王的魔精 尚未炼化完成 用试神虫的说法就是 狼王的魔精 跟其他魔狼的魔精 有着质的差距 杂质极少 所以炼化的难度 也要更大一些 但是产生的月华之夜 也会更多 最少也能够炼化出十滴 若是能同时吸收 说不定真的能够 让陈征的体质发生改变 形成月华之体 陈爷 在我的传承记忆中 月华之体 虽然只是下等特殊体质 但也算得 尚是下等体质中的极品 而拥有特殊体质的天骄 便是放在大千世界 也会被各大势力看中 更别说在这失落之地了 是神虫喋喋不休地 跟陈征介绍着 特殊体质的好处 蛇人一族 也算是特殊体质吗 陈征好奇道 是神虫摇头 他们那只能算是 种族天赋 陈征不解 两者有什么区别 是神虫解释道 要说区别 种族天赋属于生而有之 特殊体质 则是属于极少数的信任 而且 后者往往要更加难得 并且强大 就拿月华之体来说吧 一旦体质觉醒 首先修炼资质会大为提升 其次还会觉醒诸多特性 例如强大的自愈力 可吸收天地月华之力 为自己辅助疗伤 也可借助月华之力修行 在夜晚作战 实力至少可以提升一倍 而且 不用像那些爆发秘籍一般 存在诸多的后遗症 还有 是神虫说了不少 反正就一个意思 特殊体质很好 月华之体也很强大 至于到底如何 就得陈征自己的感受了 陈征运转混沌神天诀 准备消耗神魂的力量 加速炼化速度 他想争取在明天出发之前 将月华之体形成 如此一来 他便可在斩月宗入门考核上 大放异彩 说不定还能惊动斩月宗高层 一步登天 跟在大渊时不同 在这灵界 陈征无需再隐藏自身 与此同时 落月阵外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般 出现大陆中央 但来往行人 却像看不见他一般 只是每每撞向他的人 都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缓开 男人身着一身金色长袍 背后袖着一轮残月 抬头凝视着 巨大石拱门上崩裂的字印 有趣 男人注视了一阵 回头看了一眼小镇 身形扭曲间 已经消失不见 因为陈征特意嘱咐过 所以一晚上 默默雨都没来打扰 一直到清晨的时候 陈征才终于将 笑月魔狼王的魔晶彻底变化 看着混沌神鼎内 十五滴月华之夜 陈征强忍着疲惫 将其取出吞服 请客间 陈征感觉到 自己一身血肉都开始融化 意识更是陷入一种古怪的境地 意识模糊间 陈征感觉自己 仿佛来到了一片银白的世界 四周充斥着月之精华 舒适的感觉 让陈征忍不住想要沉醉其中 外界 本来已经蒙蒙亮的天空 又骤然陷入黑暗之中 暗淡的明月 绽放出皎洁的光线 洒落在落月阵内 此时 除了起早床的商贩 大街上并没有多少人 但奇怪的天象 还是引起了一阵哗然 这天怎么又暗了 你们看那月亮 亮得有些吓人 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别担心 这里可是斩阅宗山门下 还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 所有人仰望天空 注视着天空皎洁的明月 说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人人脸上泛起一抹迷坠的诡异微笑 双手对着月亮撑开 犹如朝拜一般 行走在大街上 金袍男人突然抬头 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月魔 下一刻 恐怖的剑翼撕裂虚空 拔地而起 陈征房间中 在无意识间 陈征感觉自己 被一双柔软的大手还住 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 好孩子 睡吧 这声音仿佛蕴含着魔力 陈征原本就模糊的意识 只恨不得立刻睡去 但他的潜意识 却在告诉自己 不能睡 睡着会有危险 醒来 陈征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但个人的意志力 明显无法抗衡那股神秘伟力 陈征的意识 依旧控制不住的点点沉沦 下一刻 混沌神鼎震荡 差点彻底迷失的陈征 心神一阵 恢复了一丝清明 他扶灵心智一般 开始运转混沌神天绝半 随着混沌之力 在体内崩腾 陈征的意识 终于彻底清醒过来 在彻底苏醒的那一刻 陈征耳边 仿佛听见了一阵魅惑的低笑声 有趣的小家伙 我会来找你的 陈征猛然睁眼 谁 他冷喝一声 却发现自己依旧盘坐在床上 四周没有白光 也没有什么还住他的手 一切风平浪静 就好像陈征 只是做了一个梦 不是梦 陈征心中笃定 以他如今强横的精神力量 即便是做梦 也随时能够清醒 绝对不会出现 这种失控的状态 陈征扒开上衣 看了一眼胸口的蛇人纹身 莫非是蛇人的咒印在搞鬼 想不明白 陈征干脆将心神沉浸浸浑海 打算问一问是神虫 但这一次 是神虫也无法给他答案 陈一言 我的传承记忆告诉我 只要吸收足够的月之精华 便可成就后天月华之体 没有记载你说的那种情况 是神虫生怕陈征不信 说得异常笃定 他可不想被陈征继续炼化 陈征也没怀疑 毕竟自己出世 是神虫也得完蛋 他应该没有算计自己的必要 是神虫见陈征没有责怪 心头松了口气 提醒道 陈也 如此看来 以后再想吸收这些炼化出的精华之液 还是得小心一些 这神顶炼化后的力量 直至本源 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古怪存在的注意 也不是没有可能 失落之地虽然贫瘠 但也不代表 真的没有强者存在 陈征点头 世神虫说得没错 混沌神顶 虽然可以炼化出一些强力液体 但并不会考虑 陈征身体能不能够承受 就例如之前的剑叶 若非剑魂有灵 特意卡在陈征吸收的极限来炼化 一滴剑叶 说不定就能让它暴体身亡 看了一眼 已经凝聚出一滴半的虚空之液 陈征叹了口气 以后除了自己有十足把握的 其他东西形成的药液 最好还是经过实验之后再使用 就比如 这虚空之魔凝聚的液体 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收敛好心绪 陈征神魂回归本体 暂时想不明白的事情 陈征也懒得为难自己 当务之急 是要看看自己那月华之体 到底沉默成 陈征抬起手来 只听一阵爆响 碰 好在陈征眼疾手快 连忙偏头 才避免被自己打一巴掌的窘境 嗯 陈征不敢随意再动 静静感受身体的变化 力量变强了 所以才会出现失控现象 陈征开始调整自身状态 片刻之后 他才重新开始动作 只是行动犹如一个老翁 颤颤巍巍 又如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姿势别扭 看着无比喜感 又过了几分钟 陈征才终于渐渐习惯暴增的力量 至少简单的起行坐卧 不再是问题 当然 满桌粉碎的茶具 还有地板上坑坑洼洼的痕迹 就是他控制力量所付出的代价 陈征脸上浮现兴奋之色 力量至少暴增了一倍 身体所能容纳的刚元气血 上线也拉高了不少 这就代表 同样是天刚进二重 现在的陈征 可以顽虐昨天的自己 这还只是月滑之体 所带来的基础变化 陈征拿起一旁的细剑 朝着手掌一滑 却只能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直到陈征加持了剑椅 才割出一道口子 但是这道口子 很快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这便是月滑之体的自愈能力 至于其他神医的变化 陈征现在也不方便试验 只能暂时作罢 陈征心中无比惊讶 这还只是下平体质而已 就已经如此强大 若是中平 乃至上平体质 又该如何妖念 随着混沌神天觉的不断改造 陈征本以为自己的天赋 哪怕比上天外的天骄 也不会逊色 此刻却是放下了自傲的心思 不过我也不必气馁 有着混沌神鼎存在 我以后未必不能觉醒更厉害的体质 陈征在心中给自己打气一番 便平复了心情 估摸了一下时间 陈征打开房门 朝着隔壁走去 陈征敲响了莫梦宇的房门 房门很快便被打开 莫梦宇笑意引引道 陈公子 昨晚休息得可还好 换了一身白色长裙 又经过洗漱休息的莫梦宇 荣光焕发 丝毫不见昨日的狼狈姿态 倾城之笑 便是让陈征也有些惊艳 但他身边的美人不少 李敏跟爱琳娜更是其中佼佼者 所以陈征也没展现失态的模样 点头笑道 很好 只是 昨天修炼有所感悟 一时兴起 让房间中的事物有所破损 还劳烦莫小姐 让掌柜折个价 事后 我必会连本带息偿还 莫梦宇称怪道 陈公子这是什么话 你就我几次 别说只是弄坏了些东西 便是把整座酒楼拆了 又何妨 他制止了还想说话的陈征 迈步走出房间 朝着楼下走去 走吧陈公子 吃些早点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陈征本就不是个扭捏的人 便也懒得客气 点了点头 跟着下楼 楼下早就有人备好早点 两人吃过之后 便上了掌柜备好的马车 车厢内 看了一眼陈征腰间挂着细剑 笑道 陈公子 这剑不适合你 还是还给我吧 陈征一正 随即连忙取下细剑 抱歉笑道 瞧我 都忘了 这剑是你的 莫梦宇笑着摇头 伸手接过细剑此剑名为细柳 虽然只是下瓶宝气 但却是亡母所赠 与我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 而且 公子剑法霸道 也不适合带他 陈征笑道 我明白 此剑如此重要 还好昨日没有损坏 莫梦宇笑道 陈公子误怪 我不是在责怪你 我只是想跟你解释清楚 免得你觉得我小气 陈征失笑 莫姑娘说笑了 她本来随身带了鬼气刀 跟子雷剑 只可惜遗失在了空间通道之中 恐怕也没有找回来的可能了 将细柳还给莫梦宇之后 她腰间还挂着一柄长刀 是魔形狩猎小队成员的武器 只是一柄极品烦气 不过也勉强够用 莫梦宇反身 从车内坐箱拿出一个长方木盒 递到陈征面前 陈征心中一动 诧异地看向莫梦宇 莫小姐 这是 莫梦宇笑颖应道 陈公子不妨打开看看 陈征伸手接过 木盒入手集成 显然盒子里装的是个大家伙 她打开盒盖 只见一柄寒光凛冽的巨剑显现 河中巨剑也像是认可了陈征一般 不再颤动 静静躺在剑盒之内 只有剑身不断流转着宝光 这是一柄宝气 而且最差也是中平宝气 莫梦宇一脸诚恳道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但我又想表示一番 思来想去 宋前太俗 便干脆送陈公子所需之物 此剑名为巨龙 中平宝气 乃是由龙金石锻造而成 最适合陈公子 你这种大开大合的路子 陈征伸手抚摸了一下剑身 这是一柄双手中剑 但以陈征如今的力气 便是单手同样无碍 而且也不用担心灵巧的问题 她的确一直都想要一柄中剑 正如莫梦宇所说 这巨龙剑跟她十分契合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陈征摇头 虽然不舍 但还是将剑盒关上 还了回去 说是她救了莫梦宇 但若是没有莫梦宇 陈征一开始 恐怕也没法 在那弑魔之森活下来 所以陈征并不觉得 莫梦宇欠她什么 莫梦宇秀眉微醋 陈公子莫非是嫌弃 这礼物不够贵重 故意挤兑我吗 陈征摇头 自然不是 那就收着 莫梦宇又将剑盒推了回来 见陈征还要推辞 便笑着道 陈先生如果觉得故意不去 便算是欠我一个人情好了 而且 这件一般人也用不了 陈公子也不想看着保剑蒙尘吧 见莫梦宇坚持 陈征思索一番 便也不再客气 干脆接过剑盒 那便多谢了 如今她在灵界 算是无根之平 莫家又是大族 人家有意结交 她也没必要把人往外推 毕竟说不定 以后还要要麻烦人家的地方 莫梦宇见陈征收下 这才笑容灿烂道 陈公子不嫌弃就好 而且 以陈公子你的本事 以后我便是想让你欠我个人情 恐怕都难了 这并非恭维 就是抛开陈征神秘的来历不谈 光是陈征展露天赋跟实力 便已经值得莫家投资 两人一路闲谈 马车走了大概两个时辰 小姐 到地方了 车外传来马夫的声音 陈征跟莫梦宇下车 入眼便是一片茫茫云海 放眼看去 四周山川叠障 最显眼的便是四座 犹如天柱助力的巨大山峰 隐藏在天物之中 显得威严而神秘 展岳宗一共有五峰 我们所在 便是五峰之一的残岳峰山脚 也是展岳宗的主峰 莫梦宇带着陈征 一边朝宽阔的山梯走去 一边向陈征介绍 新人弟子考核 皆是在残岳峰山顶广场 届时 五峰军会派出长老 若是考核通过 又被看中 便会被长老挑走 陈征好奇道 若是没被挑走呢 莫梦宇笑道 那便只能打到回府了 说着 莫梦宇眨了眨眼睛 俏皮道 所以人情 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以陈公子你的天赋 必然会被五峰长老争抢 无需担心这些 陈征失笑道 但愿吧 陈征深吸一口气 只感觉浑身血肉经脉都在沸腾 别的不说 光是这灵气的浓郁程度 就不是凡界可比 而且 这还只是山脚 若是在灵气汇聚的山顶 陈征都不敢想象 那感觉会有多美妙 在如此中灵玉秀之地修炼 陈征对于一年之约 也愈发地有底气了 陈征抬头看向 仿佛没有尽头的山梯 好奇道 这一路上去 得走多久 莫梦宇笑道 走不了多久 前面便有非洲接送 只不过 咱们得先证明自己有登上 非洲资格 陈征正要说话 突然 一阵惨叫破空而来 碰 一个青年从天而降 砸落到两人身前 口鼻皆有血水渗出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这是 陈征皱起眉头 莫梦宇却是一副 司空见惯的模样 带着陈征绕过此人 继续朝着山上前进 陈征回头看了一眼 缓过劲而来的青年 已经从地上爬起 跌跌撞撞地 朝着山下走去 莫梦宇解释的声音传来 这便是我说的资格 不达标的 还没有自知之明的 便是这个下场 他这还算好的 要是碰上脾气差的考核 说不定连命都丢掉 陈征不太理解 为何要下这么重的手 默默语笑道 展阅终身为难遇大宗 不知道多少人 挤破了脑袋也想加入 哪怕只是入门当的杂役 也有无数人争抢 若是不设置一些门槛 恐怕每个人都会 想要来碰碰运气 这么做 也只是让这一部分家伙 知难而退 陈征深吸一口气 其实 要想人知难而退 还有很多方式 但展阅终偏偏选择了 最血腥也最直接了当的方式 说白了 其实也只是为了省事 但这种你亲我怨的事情 陈征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 他只是在心中提醒自己 终门不比学院 或许争斗还要更加激烈 心该狠的时候 还是要狠起来 在走过了一道千步长街之后 两人便来到了一处平台 远远便听到一道 不耐烦的声音 一个开脉进一众 也敢来凑热闹 你这样的 连山上到粪桶的都不如 我想试试 一道坚定的声音响起 冷笑声响起 这可是你自找的 化落 便是一阵惨叫响起 一个不一少年甩飞而出 鲜血挥洒间 朝着陈征两人的方向 狠狠砸来 刚才那个青年 恐怕就是这样飞下去的 默梦宇正要让开 陈征已经伸手将人接住 他将人稳稳放落在地上 看着不一少年 满脸痛苦之色 神色淡漠道 离开这里吧 多 多谢 不一少年弯身道谢 姿态狼狈地 朝着山下走去 默梦宇笑道 陈公子还是菩萨行长 陈征摇头道 我只能懒得躲开而已 只是伸一手的事情 陈征觉得无所谓 默梦宇笑了笑 不再多言 喂 谁让你帮他的 一道不爽的声音传来 陈征抬眼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 斩月宗弟子服 长着一张马脸的青年 正冷眼看着自己 在其身旁 还站着另外三个弟子 此时都是一副 看热闹的样子 不是很大 此时也神色不一地 看着自己 陈征神色淡然 他要砸到我了 马脸弟子皱眉道 你不知道躲开 陈征皱眉看他 我为什么要躲开 哟 马兄 看来是碰上了硬茬子 马脸弟子身后 一个抱贱弟子笑呵呵道 听那语气 明显是在拱火 马脸弟子 或许是觉得丢了面子 脸色一沉 正要说话 默梦宇已经上前笑道 师兄误怪 我这朋友就是个牛皮妾 绝对没有不尊重师兄的意思 看见默梦宇 几个斩月宗弟子 都是眼睛一亮 马脸弟子怒气稍缓 矜持道 这位姑娘 也是来参加我斩月宗 入门考核的 正是我跟我朋友一起 还请师兄行个方便 默梦宇笑迎迎道 对了 飞雪峰默之默管事 是我姑姑 不知几位师兄可曾见过 文言 四个斩月宗弟子 面色微变 多了几分正色 斩月宗管事地位 虽然比不上长老 但也跟核心弟子等同 绝非他们几个外门弟子 可以招惹 马脸弟子温和笑道 原来是默管事的族亲 我就说 见到默小姐 就有股倾泻感呢 我也是飞雪峰弟子 默小姐先上非洲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等正好出发 至于上非洲之前的考验 提都没提 多谢 默梦宇道谢之后 转身看向陈征 陈公子 走吧 陈征点头 心中感叹着 刷脸的重要性 今天若非默梦宇在这 他少不了要跟这个 马脸弟子起冲突 非是他不能忍耐 而是他清楚 面对马脸弟子这种家伙 忍耐只会让对方更加猖獗 如今能少些麻烦 陈征自然也是乐意的 没有继续跟马脸弟子呛声 一言不发地上了非洲 这位兄弟 也是默家的人 抱歉弟子笑着上前 陈征摇头 我只是默家门客 哦 那也挺好 抱歉弟子 脸上少了几分热切 转身招呼默梦宇去了 默梦宇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被众人围拢在中心 陈征则是被挤到了角落 但他不以为意 太晚些 恐怕连上山的机会都没有了 马脸弟子笑着说道 默梦宇露出诧异之色 还有四五天 就已经提前招满了 抱歉弟子抢着解释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今年出现的天才特别多 莫小姐想要通过考核 还需多加小心才是 马脸弟子不满地看了 抱歉弟子一眼 补充道 因为人数太多 所以宗门决定联合考核 提前开启试炼之门 闻言 费州上另外几个参加入门考核 天交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自找死路 陈征不知道什么试炼之门 但是从众人的脸色看来 必然不是什么异虞之底 默梦宇的声音传来 试炼之门 据说是斩月宗老祖发现的 一处秘境小事件 里面充斥着无数魔兽 还有各种珍贵灵财 甚至还有强者一幕 后来斩月宗前辈 若是感觉到受限将至 也会主动前往试炼之门开辟目的 留下传承 等待门下有缘之人 里面充斥着危险 但也是机遇 默梦宇目光看向陈征 明显是在向陈征解释 陈征抬头看了默梦宇一眼 微微点头 小姐放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她现在的身份 是默梦宇的门客 自然要扮演好自己的身份 默梦宇笑道 我当然是信任陈公子的 几个斩月宗弟子 诧异地看了陈征一眼 此人能得默梦宇如此看重 想来也是有过人之处 马脸弟子揉了揉脸 对着陈征笑道 这位兄弟 试炼之门虽然不禁止组队 但是若非绝对信任之人 最好还是不要一起 对于马脸弟子的主动示好 陈征也抱拳笑道 多谢师兄提醒 客气了 见陈征如此识趣 马脸弟子满意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其他几人 正色道 今年的上山考核 我会卡得这么严 也是这个原因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 你们便是进了试炼之门 也只是丢命的份 七人连忙抱拳致现 站稳了 一个斩月宗弟子出声提醒 紧接着 一股强烈的失重感传来 非洲便已经直线腾空而起 穿越云层 向着下方俯瞰 陈征愈发感觉到了 斩月宗五峰的巍峨 跟五座山峰相比 诺大的落月阵 看上去就像是 稍大一些的蚂蚱 被五座山峰环绕 立 一阵尖锐的叫声 吸引了陈征的注意 抬头看去 只见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 从他们头顶飞过 在其身后 还有其他灵情 每一只都体型庞大 会和一起 仿佛遮天蔽日一般 操控非洲的斩月宗弟子 连忙停下 让这群灵情先走 马脸弟子 低声朝着众人解释道 这是宗门供养的飞行灵兽 实力最差的 都有三阶实力 地位等同宗门长老 你等若是有幸通过考核 成为宗门弟子 以后遇上 一定要保持恭敬 否则被一口吞了 也别指望 宗门会帮你们出头 众人顿时凛然 纷纷低声道谢 陈征诧异地看了 马脸弟子一眼 此人虽然暴躁了些 倒也尽知尽责 相比起来 其他几个弟子看似随和 但除了对默默语之外 始终保持着一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 眼看飞行灵兽就要过去 骤然一阵狂风大作 立 又是一阵鹤鸣 领头的仙鹤 突然调转身形 朝着非洲冲来 众人顿时亡魂大冒 几个斩月宗弟子 更是大声叫道 请师叔息怒 但仙鹤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俯冲而来 又在非洲前停下 宛如黑宝石一般的黑童 疑惑地打量着陈征 散发的威压 让陈征根本无法动弹 身上止不住冒起冷汗 这头仙鹤 绝对有着三阶巅峰的实力 立 但好在仙鹤并没有恶意 伸出尖利的嘴巴 在陈征肩上拍了拍 便留下一头雾水的众人 反身飞走 咻 陈公子莫非你认识金皇大长老 抱见弟子满脸探究地问道 脸上多了几分恭敬 金皇 残月风大长老 星河靖剑修 杀利无双 被无数斩月弟子 视作崇拜的对象 那头仙鹤便是金皇的坐骑 所以他才有此疑问 陈征也是一头雾水 摇头道 不认识 哦 抱见弟子点头 也不知道姓氏没信 但是众人的态度 明显比刚才更为和善了一些 唯有默孟语知道 陈征没有说谎 毕竟陈征真要认识金皇 也没必要搭上他这里的关系 非洲继续上升 很快便拨云见雾 见到一座巨大的山门 非洲不再上升 平缓地进入山门 缓缓降落在一处巨大的平地之中 此时 平地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放眼看去 人数不在万数之下 修为气息也大多在开迈进七重之上 其中天刚进的不在少数 这些都是跟陈征他们一样 想要加入斩月宗的人 你们就在这待着 我们先去提交名册 一会儿自然有人会安排你们 马脸弟子提醒一声 并跟着几位同门离开 陈征他们是最后到的 自然引来了不少瞩目的视线 但大多数视线 都集中在默孟宇身上 默孟宇无论是样貌 还是气质 都太出众了 完全碾压了现场大多数女弟子 而站在默孟宇身边的陈征 自然也被不少妒忌的目光盯上 此时 一个黑衣青年 身后带着五个同伴 来到默孟宇面前 笑着问道 这位姑娘 我叫童阳萍 天风成人士 现在队伍中还差一人 不知道姑娘是否有兴趣加入 说话间 童阳萍气势绽放 天刚镜五重的修为 引起四方侧目不已 他身后五人 同样展露气势 都有着天刚镜修为 脸上满是骄傲之色 显然 这是一个精英小队 默孟宇看向陈征 陈征诞生道 不用 多谢 以他的实力 人数自然越少越好 否则于他而言 都是累赘 我们童哥问你了吗 你在这儿自作多情什么 童阳萍身后 一个红衣少女冷声呵斥 说吧 他又看向默孟宇 童哥邀请你 是在给你面子 你别不识好歹 默孟宇眉头微皱 但还是保持着风度 但笑道 多谢 但是不用 你们另找他人吧 他知道试炼之门的危险 也知道一个强力队伍的好处 但放着陈征这根大腿不抱 他又不是脑子坏了 你 红衣少女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却被童阳萍挥手打断 罢了 既然姑娘不愿 我也不强求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默孟宇诞生道 默孟宇 童阳萍笑道 好名字 他看了陈征一眼 目光重新落到默孟宇身上 语气自信道 我们还会再见的 说不定到时候 你会改变主意 童阳萍的目光 让默孟宇有些不舒服 没有再回答 童阳萍也不纠缠 直接带着自己人离开 此时 跟随陈征两人一起上来的几人 也找了过来 我们是最后一批 不如干脆组成一对算了 几人目光闪烁 明显有着自己的小算板 陈征冷漠摇头 没兴趣 我可以支付报酬 陈征眼神微动 忠于松口 说说看 被人白嫖陈征 自然是不愿意的 但如果愿意支付报酬 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现在一穷二白 要是能赚点外快 也是好的 眼前白衣少女跟默孟宇一样 都是开迈进九重修为 即便帮不上忙 也不会太累赘 多带一个人 对陈征来说也不是太麻烦 白衣少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样 一千零食 试炼之门中所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陈公子只需要带我通过试炼即可 陈征没有急着答应 而是看了一眼默孟宇 对于零食的购买力 他也不是明了 不知道这个价位是否合适 默孟宇明白陈征的意思 主动上前一步 摇头道 一千零食太少 两千零食 姑娘也应该清楚 一个展月宗弟子的席位 放到外面便是一万零食 也是有人愿意出的 白衣女人皱眉 但我也是担了风险的 毕竟陈公子也不一定保证我能通过试炼 陈征点头 我的确不能保证 但我能承诺尽力而为 这样吧 两千零食 欲交一千定金 若是通过 你再将剩下的给我 若是没有 我便将一千零食退回 你要是还不能接受 便另寻队伍吧 白衣女人犹豫一番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金色卡片 这里面有一千零食 各大灵桩都可兑换 陈公子收好 陈征接过卡片 打量一番 发现这卡片是由特殊的材料制作而成 上面还鸣刻着皱纹 在卡片背后印有一千的字样 他看了默孟宇一眼 见默孟宇微微点头 这才开口 行 不知姑娘方明 我叫李心如 白衣女人笑道 陈征点头 我叫陈征 互通姓名之后 李心如便在站在了陈征所在的队伍中 四周 组队的人不少 各自一团站在一起 少得四五人 多得十几人也有 各自交流着信息 顺便磨合一下默契 等了大概半个时辰 平台上空骤然昏暗下来 一股厚重的气息浮现 引得众人止不住抬头观望 只见一头青色巨鸟 正在他们上空盘旋 展开的翅膀 足有上百米 伴随着一阵尖锐的提名声 巨鸟降落在平台 唯一的圆形高台之上 急到身影 缓缓从巨鸟背上走下 是五封长老 李心如低声说道 那个长眉老者 是列阳封五长老欧阳空 星河进二重 一手列阳拳法爆裂无双 还有那个腰间挂着葫芦 头发乱糟糟的 是天雷风草爽 星河进一重 天雷风盛蝉体修 是气血修士的最好去处 还有飞雪风梦连 藏剑风靴尾 裁月风北冥建军 李心如对于五封长老 如属家珍 一副甚为熟悉的模样 便是默孟宇 也忍不住头去好奇的视线 能够认识这些人不奇怪 但能一下子认出这些人 那就不简单了 这李心如的身份 恐怕也不简单 他看了陈征一眼 陈征摇了摇头 不管这李心如身份如何 他只收钱办事 见陈征两人没有要探究的意思 这才松了口气 此时 飞雪风长老孟连 朝陈征这边看来 瞪了李心如一眼 李心如默默躲到陈征身后 像只安纯一般 将自己隐藏起来 简直是胡闹 孟连收回视线 忍不住叹息一声 一旁草爽 和和笑道 年轻人嘛 而且不经历风雨 如何能真正成长 这次试炼之门开启 就是个不错的机会 宗内五风 不少都将后辈拎来参加试炼 也不多太一个 孟连皱眉道 这次不一样 上面闹着什么改革 说要选拔真正的英才 试炼之门的死亡率 恐怕要超过一半 欧阳空捏了捏自己的长眉 笑道 这是对的 我反正很支持 如今入宗的弟子 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再这样下去 我人族之地 迟早要被那些异族侵占 腰间挂着两柄常见的薛维冷声道 如果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 还是早点下山 别留在斩月宗内 如今异族有暴动的倾向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战 怕死的 只会死得更快 行了 都少说两句 一身紫色长袍 背后印有残月的北冥剑军开口 几人这才停止讨论 北冥剑军来到高台边缘 下一刻 一道恐怖剑气冲天起 刺破苍穹 强悍的气息荡开 嘈杂的平台瞬间安静下来 我只说三件事 一 此次试炼之门开启 要远比以往更加危险 除了参与试炼的你们之外 斩月宗还在试炼之门中 投入了大量的一族 你们将是他们狩猎的对象 二 试炼之门以七日为限 因为时间流速不同 换算到试炼之门中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可以选择隐藏狗活 也可以选择成为猎手 但在试炼结束之前 所有人都必须赶往最终目的地 否则将被视为淘汰 三 今年斩月宗弟子名额 只有五百之数 在进入之前 会给大家发放一块记录名牌 斩杀魔兽 亦或者斩杀一族 都会被名牌自动记录 最后会被换算成积分 排出前五百的名次 愚者淘汰 最后 我再提醒诸位一点 名牌采取不记名的方式 所以需要诸位自行保管 一旦丢失 被别人捡去 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北冥建军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 哗然声顿时此起彼伏 这规则 岂不是逼着咱们厮杀吗 狗只能被淘汰 那还不如干脆不进去 五百人 上万人争抢五百个名额 竟然还投放了一族进去 该死 那些家伙可不好搞 今年怎么这么难 陈征沉默无言 消化着选拔规则 这倒是跟他参加 轩灵院入门选拔时候的 规则有点像 但显然 试炼之门中 要更加的凶险 竞争难度也要更大 等到众人讨论的差不多了 北冥建军才开口道 有想退出的 现在就站到一边 一会儿 我们会安排人送你们下山 随着北冥建军话音落下 下方并没有人动弹 能来这里的 要么是一群对自己 有绝对信心的 要么是卯足了劲 想要凭借加入 斩月宗逆天改命的 无论是哪种 吐槽归吐槽 但绝对不会离开 对这样的结果 北冥建军也不意外 既然大家已经下定决心 那便开始吧 在北冥建军的事宜下 便有大批的杂役弟子 过来给众人发放名牌 等众人都拿好名牌之后 北冥建军随手扔出一面铜镜 铜镜在落地的瞬间 瞬间膨胀 镜面泛起涟 只见一片模糊景象 进入试炼之门吧 北冥建军话音荡开 众人立刻行动起来 纷纷朝着巨大铜镜走去 然后一个个被镜面吞噬 在更外围的地方 还有一群看热闹的内外门弟子 其中之一 便是在视魔之森追杀过莫孟宇 最后被引到笑月魔狼领地 以其他同门为诱饵 才侥幸逃过一命的徐师兄 只见他面色阴沉 因为在人群中 他看见了莫孟宇的身影 深吸一口气 徐师兄收敛心绪 看向一旁 都安排好了吗 他旁边的外门弟子 说讨好笑的放心吧 徐师兄 发给那女人的名牌 已经动过手脚 人未安排了 保证让他活不过这次试炼 徐师兄冷哼一声 最好是这样 他不死 我们就准备等死吧 说吧 也不理会陪笑的外门弟子 转身朝着残月峰 深处的核心区域走去 他来到一处精致的小院前 恭敬地扣响了房门 进来 一道温润的嗓音响起 徐师兄这才推门进入 只见小院中心 一个身穿黄色舞服 气质卓绝 面如关玉的青年 正在喂鸟 那鸟声的极为漂亮 是一种无害的观赏性灵情 算不得珍贵 却也极为难找 深受一些女性喜爱 徐师兄恭敬道 公孙师兄 莫小姐果然活着出来了 不过您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他绝对没法活着 走出试炼之门 黄仪青年 正是斩月宗残影残月峰 核心弟子之一 公孙昊 文言 公孙昊神色不变 只是淡淡道 上次你也是这么跟我保证的 徐师兄顿时冷汗直流 公孙昊拎起鸟笼 缓缓朝着小院外走去 脸上挂着深情的笑容 该去给金师妹送礼物了 落过徐师兄的时候 公孙昊拍了拍他的肩膀 反正那个女人活着 我就只能杀你灭口了 既然办不成 那就只能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你明白 我的意思吗 徐师兄身形一颤 点头道 明白 天空弥漫着一层 仿佛永远也不会散去的黑雾 昏暗的环境 带给人极其压抑的感觉 茂密的丛林 在模糊的光影下 显得阴森恐怖 四周一片死寂 仿佛没有活物一般 这便是试炼之门的那个景象 踏过镜面后 上万人便出现在了一处平原之上 众人十分默契 没有交流 更没有废话 各自跟着各自的队伍离开 也没有对身边的人展露敌意 他们很清楚 即便要抢夺名牌 也不该在这个时候 陈征拿起名牌感受一番 发现名牌上 犯着一股淡淡的牵引力量 仿佛是在为他们指名方向 莫梦宇开口道 名牌会给我们指路 所以 只要计划好时间 就不用担心迷路 无法感到最终的目的地 李心如站在两人身后 没有说话 似乎在等待指示 咱们去哪 莫梦宇看向陈征 陈征对这里面也不了解 转头看向李心如 李姑娘知道 哪里魔兽多一点吗 我想先验证一下 试炼之门中的魔兽实力 狗是没用的 即便最后打算抢劫别人 也有不可控的风险 最好还是要自己 先积攒一些积分才行 所以 厮杀是必须的 但盲目行动 也是不行的 李心如思索一番 指向北方 我看过试炼之门内的布局图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那边有一片血色荒林 驻扎着一大批血源 实力也不算太强 血源体内凝聚有血珠 来是体修大捕之物 如果陈公子想要狩炼 去那是最好的选择 路上的时候 李心如也懒得装了 跟陈真跟莫梦宇 科普了一大堆试炼之门中的知识 这些东西 连是莫梦宇也不知道 那就说明 李心如必然是属于内部人士 但几人都心照不宣的 没有说破 等三人靠近血色荒林的时候 已经听见荒林中传出的战斗声 显然有人跟他们打的是 同样的主意 而且已经先来一步 喂 这一片 被我们占了 你们去其他地方吧 荒林入口 陈真三人刚要进入 便有三道身影 从密林之中闪烁而出 拦在陈真等人面前 领头的是一个背刀少年 天刚进三重修为 剩下两人 也有着开脉进八九重的气势 莫梦宇上前笑道 几位 这座荒林这么大 仅凭你们也吃不下 不妨合作 咱们一人一边 互不干扰便是了 背刀少年看见莫梦宇跟李心如 不由眼睛微亮 再看陈真的目光 就多了几分妒忌 两位姑娘可以留下 但他不行 这小子何德何能 能被两位美女环绕 莫梦宇解释道 陈公子是天刚进修为 背刀少年吃笑 天刚进很了不起吗 我也是天刚进 里面正在厮杀的 还有三位天刚进 背刀少年 视线冷力地看着陈真 小子 不想死的 自己滚 说话间 他手已经握向了刀柄 身后两个同伴 同样做出了攻击的姿态 莫梦宇此时来到陈真身后 低声道 陈公子 据我所知 血色荒林中 心立了一位天雷风前辈一幕 他们如此强势 应该是所有发现 文言 原本懒得跟这些家伙 争的陈真 顿时改变了主意 他将手摸向了腰间刀柄 但声道 我只警告一次 让开 在这试炼之门中 本就是各凭本事 不争 就是愚蠢 如今陈真在这灵界 本就没有根基 身处难遇 更是失去了单宗的助力 一切只能倚靠自身 他身上还承载着大渊的希望 任何一点能让他变强的机会 他都不会错过 若是有人挡路 那便统统碾碎 哄 陈真强悍的气息激荡开来 朝着背刀少年三人笼罩而去 背刀少年面色微沉 小子 你是在威胁我吗 他身后两个同伴 眼中闪烁着冷光 王兄 跟他废话什么 反正在这试炼之门中 便是死一个人 也正常 说的也是 背刀少年眼中泛起一抹杀意 眼看三人不打算让路 陈真也懒得废话 身形踏前一步 腰间长刀已然出鞘 背刀少年健壮 不由怒喝 找死 天刚进二重修为绽放 只听一阵刀鸣之音 凌冽的寒光激荡 诡诀的刀影在三人眼前绽放 刘云沙 犹如风暴一般的刀光 将三人包围 等到刀光散去 星红血线便在三人身上见射而出 瞬间将三人染成血人 啪 一直握住刀柄的断手 砸落在地 我不是在威胁你 只是在提醒你 可惜 你自己不听 陈真弹幕的声音 在三人耳边荡开 背刀少年三人 连惨叫的机会都来不及发出 便瞪着惊骇的眼神 气绝砸落在地 枪 长刀归翘 陈真弹过三人的尸体 朝着血色荒铃而去 对此 默默于表现得无比淡定 紧紧跟在陈真身后 李心如却还沉浸在陈真那惊艳一刀中 心中忍不住感慨 好强 同时又有些惊喜 嘿嘿 看来压队饱了 我就知道 能被先和师叔另眼相待的人 不会简单 收敛心绪 李心如也是连忙跟上 走出一段距离 陈真回头 看向李心如 李姑娘 你说的强者一目 知道大概位置吗 血色荒铃很大 漫无目的寻找 明显不靠谱 李心如笑道 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位置 但是大概了解 一目设置所要遵循的规则 一目所在 必然有强大的魔兽守候 这也算是对外来者的一种考验 在这血色荒铃中 最强大的便是一头血魔猿王 实力大概在三阶七重 而且一身气血远超寻常断体舞者 陈公子有把握对付吗 陈真笑道 行不行 总的试过再说 三阶七重魔兽 大概对应的便是天刚进七重舞者 这种实力 还不被陈真放在眼里 我大概知道 那头血魔猿的位置 我来带路吧 李心如笑道 李心如的主动 让陈真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按照约定来说 李心如并没有陪着他冒险的义务 而且以他的性格 其实不太愿意占人便宜 李心如走在前面 尚不了解陈真的想法 但他如此主动 自然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 不过在确认陈真有那个实力之前 他不会开口 一行人在血色荒林之中穿行 越是靠近荒林深处 树木丛林就愈发茂盛 丛林的血色也变得愈发浓郁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起一阵血腥的味道 潮湿的地面也被血色染红 透着一股诡异的氛围 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陈真忍不住问道 李心如笑着解释 这地方就是长期沾染了血缘的力量 才转换成这样 不仅是这里 试炼之门中的其他区域 也会受到魔兽力量 而渐渐转化成 因为那一片是一群炎魔的栖息地 陈真露出惊奇之色 是因为这些魔兽本身就具有特殊性 李心如摇头 这是因为试炼之门的特殊性 说是试炼之门 这里其实可以算作斩月宗的养殖地 无论是养魔兽 还是种植灵药 都很方便 陈真忍不住感叹 还真是神奇 他本来以为这试炼之门 就是跟在大渊时候的那些秘境一样 是破碎世界遗留下来所形成的空间 现在看来完全是两个概念 默默于此时插话道 基本都拥有自己的伏地 这也是他们能称霸一地的底蕴所在 李心如笑着点头 没错 就像斩月宗 除了这试炼之门外 另外还有两座伏地 一围无量山 据说里面灵气充裕 堪比天外世界的一些修行圣地 五封老祖常年在内闭关 一般人享受不到 二围剑气海 斩月宗盛产剑修 就是因为有着剑气海存在 据说里面是一片由剑气跟剑意组成的汪洋之海 若是能在里面磨练剑法 威力远胜外界 还有机会能够领悟剑意 只是一般弟子 也没机会进去就是了 听着李心如的介绍 陈征心中火热不已 若是他也能进入无量山修炼 同时借用剑气海磨炼剑意 一年之后 成就天象镜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 要达成这个条件 肯定很苛刻就是了 默孟宇此时笑道 伏地自然神奇 不过我听说 天外世界 还有比伏地更厉害的秘境 名为洞天 神圣奇妙 还远在伏地之上 陈征对于灵界显得很是生疏 其次 以陈征的天赋跟实力 总不可能还是来自 比灵界更差的下界 陈征自然不知道 默孟宇的想法 对于天外世界 也有些向往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等解决了无极猴 处理完自己的事情 一定要找机会 天外世界看看 不断开阔的眼界 也滋长了他的野心 摇了摇头 陈征压下躁动的心 还是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 再谈其他 突然 一股警罩升上心头 小心 陈征猛然探手 一把扣住李心如的尖头 向后一拉 与此同时 一道星红身形 从一旁扑击而过 血色身影带起一阵近风 腥臭的气味 在三人鼻尖荡开 一道身高超过两米 浑身被星红绒毛覆盖 双眼赤红的人员 出现在李心如刚才所在的位置 这便是血缘 似乎没想到自己会失手 血缘眼中 泛起一抹人性化的恼怒 挥动粗壮的臂膀 一拳狠狠朝着李心如杂取 便有一阵刀光闪烁而起 灵力的锋芒一傻而逝 自血缘面门透体而过 血缘顿时被一分为二 鲜血内脏洒落一地 没事吧 陈征拉过李心如 没事 李心如摇头 虽然刚刚遭遇惊险 但脸上并无多少恐惧之色 这让陈征留了的心眼 要么是李心如被吓傻了 要么是李心如本身 就有应对危险的能力 但看李心如的表现 明显属于后者 只是陈征也没有探究的心思 只是知道 后面在行事的时候 或许估计能够更少一些 默孟宇弯腰 拔出细柳剑 在血缘尸体腹中一条 一颗血色圆珠飞起 被他接在手中 这便是血丹 血缘一身精华所在 默孟宇将血丹交给陈征 陈征拿过一看 能够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气血精华之力 若是通过混沌神顶练化 应该能够练出许多血色液体 先离开这里吧 李心如出声提醒 陈征将血丹收好 摇头看向四方 走不掉了 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传出 默孟宇跟李心如神色一宁 朝着四周看去 只见一道道直立的血色身影 正缓缓从密林之中走出 粗略看去 足有二十三之数 其中还不乏三阶的存在 李心如皱眉道 看来咱们运气不好 碰上血缘部落了 血色荒林中血缘不守 但大多都是独立生存 也有极少数会形成部落 共同狩猎 这种就非常难缠了 一共三头三阶血魔源 找个机会溜吧 先摆脱他们 再找一幕 李心如低声提醒 一众轻面獠牙的血缘 已经朝着三人围拢而来 眼中泛着贪婪嗜血之色 口中不断有咸水滴落 显然将三人当作了猎物 二阶为血缘 三阶为血魔源 光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 血魔源的体型 是寻常血缘的两倍以上 而且腥红的瞳孔 也会转为暗红色 陈征摇头 不用走 混沌神鼎内的血色液体存量不多 正好拿这批血缘补上 李心如皱眉 陈公子 血缘要远比一般魔兽更加聪明 尤其是这种形成部落的血缘 群攻之下 怕是那头血魔源王都得暂避锋芒 陈征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问到给我一炷香的时间 两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吗 莫梦宇率先点头 可以 李心如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 跟着莫梦宇身形一跃 躲到了身后的巨树之上 陈征气势绽放 将所有的血缘目光吸引过来 金刚长刀在手 也不管这些血缘能不能看懂 朝着他们做了几个挑衅的动作 吼 一头血魔源发出怒吼 抬手指向陈征 听见吼声 血缘们顿时犹如血色洪流一般 朝着陈征奔涌而来 请客之间 七八头血缘便冲到陈征面前 身形高高跃起 双臂握拳高举 犹如重锤一般 朝着陈征狠狠杂落 让陈征意外的是 这几头血缘之间 形成了一阵古怪的阵势 不过几头二阶魔兽 联合之下爆发的威力 竟然达到了三阶水准 请客间 陈征便被身躯庞大的血缘淹没 树上 虽然知道 陈征应该不至于 被几头血缘就解决掉 但李心如还是忍不住 泛起担心之情 下一刻 璀璨刀光自血缘之身绽放 在阵阵哀嚎声中 七八头血缘 直接碎裂崩飞 洒落的鲜血 更是形成一片血雨落下 陈征身形潇洒 脚下一踏 便是数米的距离 避开了血雨凌声 然后主动朝着血缘群冲去 好 李心如捏了捏拳头 脸上泛起振奋之色 默孟宇好笑地看着李心如 李姑娘很少出来历练吧 李心如点头 嗯 机会不多 默孟宇点了点头 心中若有所思 如此看来 李心如在展阅宗的背景应该不小 才有可能被保护得这么好 默孟宇问道 李姑娘可认识公孙昊 李心如点头 当然 公孙昊乃是残月峰核心弟子 天赋极好 近两年深得大长老看重 说着 李心如压低了声音 一脸八卦道 据说公孙昊如今正在追求大长老的孙女 残月峰经常有人看见 两人成双入队的进出 我看多半是要成了 默孟宇心中一沉 李心如却不表露分毫 笑道 是吗 但我听说 公孙昊不是有个未婚妻吗 李心如诧意道 你是听谁说的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默孟宇笑了笑 那可能是谣传吧 他心中充满了疑惑 即便公孙昊 因为金黄孙女的缘故毁婚 要跟自己撇清关系 但又如何能堵得住默家 在这斩月宗的嘴呢 除了他姑姑默之外 默家在斩月宗的弟子也不少 家里总不该一点消息 都得不到吧 默孟宇想到了一种最坏的可能 是不是家族里的一些人 也想让他去死呢 默孟宇深吸一口气 摇了摇头 暂时压下了心中疑虑 下方陈征挥舞长刀 流云刀法跟风雷刀法交替使用 如入无人之境 大杀四方 原本凶悍无比的血缘们 竟然反被陈征的气势震慑 一个个畏缩着仓皇后退 但这一幕 也惹怒了几头血魔源 吼 一阵凶利的吼声传出 恐怖的音浪 震得四方树林瑟瑟发抖 是 其中一头血魔源 一把抓住一头后撤的血缘 双臂用力间 竟然直接将血缘生生撕了 然后拿起断断臂 放到嘴里大口咀嚼 鲜血顺着嘴角低落 血魔源暗红的毛子 死死盯着陈征 净显凶恶之相 陈征自然不会被吓到 笑着朝三头血魔源招了招手 你们一起上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陈征的话 三头血魔源都表现得异常愤怒 怒吼间身形飞掠而出 撕裂的颈风犹如风暴 带起一地残液 吼 其中一头血魔源 重锤一般的双臂 绽放星红之光 犹如覆盖上了一层红色盔甲 携带着千军之势 朝着陈征狠狠砸来 剩下两头血魔源则是一左一后 联合包抄而来 双臂同样绽放红光 带给陈征的压力 要比一群血缘强大了数倍 看着血魔源挥舞而来的巨拳 陈征一刀斩出 风雷斩 刀锋滑出雷鸣之音 刀芒犹如紫电一般 劈砍到血魔源泛着鸿芒的双臂 风雷一镜笼罩 三头血魔源眼中都不可抑制地 犯起一丝恐惧 是 刀锋入肉 也抵住了血魔源 犹如重锤一般的双臂 血魔源嘴里发出一阵痛嚎 剧烈的痛苦 也让他挣脱了意境的震慑 淒厉的惨叫 也将其他两头血魔源唤醒 陈征正要加力 先解决一个 却听咔的一声 手中金刚长刀 竟然在发力的瞬间断成两截 一半被卡在血魔源 犯着鸿光的手臂关节 李星如说的没错 这群血缘 体魄确实强大 尤其是三头血魔源 一身铜皮铁骨 丝毫不弱于极品繁器 经过强化之后的血肉骨骼 硬度游在繁器之上 好 被陈征砍了一刀的血魔源 一把扯下卡在骨头里的断刃 受伤反而激起了他的凶性 原本暗红的毛子亮起 闪现着暴虐之色 也不顾还在飙写的伤口 挥动双臂 再次朝着陈征狠狠捶来 不好 陈公子的兵器断了 树上 李星如面色大变 此时 另外两头血魔源也已经趁势攻上 不打算给陈征喘息的机会 即便陈征背后还有一柄重剑 但此时去拿武器 显然是来不及了 李星如正犹豫着 要不要出手 默默语平静的声音传来 别慌 陈公子既然没叫咱们 那么就代表一切 还在他的掌控之中 见过陈征跟模型战斗过的默默语 并不觉得三头血魔源 能给陈征带来什么麻烦 而事实也正如默默语预料的那样 陈征干脆丢掉断刀 身形不必反进 主动朝着受伤的血魔源冲出来 陈征立鹤一声 浑身气血奔涌 肌肉高高隆起 轻轻犹如球龙一般凝结 一拳猛然挥出 轰隆隆 气血犹如浪潮撞毙 激荡的同时 也带给陈征无穷的力量 李星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陈公子疯了 跟血魔源近身肉搏 即便是天雷风的那些炼体疯子 恐怕也不敢轻易尝试 而眼看着陈征朝自己近身撞来 血魔源眼中 也闪过一抹人性化的错愕 似乎没想到 陈征会自寻死路 好 血魔源一声怒吼 手臂间鸿芒大作 威势更甚 为报一刀之恨 他也是用出了权力 想要将眼前不知死活的人类 一拳捶爆 瞬间 一大一小两个拳头 对轰在一起 恐怖的力量对撞 轰破了空间壁垒 荡起一阵扭曲的涟漪 血魔源眼中的愤怒 转为了惊恶 因为陈征这一拳的力量 竟然丝毫不比他弱 而且 陈征这看似普通的一拳上 还蕴含了其他力量 剑意 是 只将持不到三息时间 陈征拳拳锋然浮现一股灵力的气息 形成锋锐的拳芒 瞬间洞穿了血魔源俱全 鲜血剑射 霸道的轻云剑意 直接粉碎了血魔源附着在手臂上的鸿芒 血肉崩碎 宛如金属一般粗壮的骨头 瞬间崩裂开来 陈征势如破竹 拳锋继续往前 在血魔源惊恐的目光中 狠狠砸中他的面门 咔嚓 仿佛石头崩裂的声音传出 血魔源的整张脸都被砸进了脑子 鲜血剑射间 庞大的身躯 犹如陨石一般飞出 砸断了足足两颗巨木 才停了下来 四肢疲软的搭拉在地 俨然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 爽 陈征兴奋地大喝一声 浑身气血沸腾 形成淡淡血雾 将其身躯包裹 气血如潮 陈公子还是一位体修 李兴如一脸不可思议地道 默默于点头笑道 其实陈公子最厉害的 应该还是剑法 剑法 李兴如一脸茫然 下方 陈征已经取下了背后巨龙重剑 两头血魔源都被陈征凶悍的一拳震慑 眼中已然有了退意 但陈征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脚踏逍遥由身法 手握重剑的陈征 身形直接掠出一道残影 霸剑绝 横行 陈征请客之间便出现在两头血魔源身前 重剑横扫 霸道意境绽放 无比恐怖的压力 笼罩两头血魔源 本就新生巨异的血魔源 直接被定格在原地 是 在剑翼的加持下 重剑无缝的巨龙 却展现出了极致的锋锐 两头血魔源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剑拦腰斩断 鲜血断枝洒落 陈征却没有结束 身形再次消失 来到一群血源身旁 剑气纵横间 地上便又多猪多碎块 战斗很快结束 在陈征极致的身法下 一头血缘都没有逃脱针 陈征中剑一甩 将剑身血液荡尽 然后将剑重新背在身后 他回头看向巨树笑道 两位 你们可以下来了 两刀倩影自树顶落下 默默语笑道 碰上陈公子 算他们倒霉 李星如满脸惊奇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陈征带给他的冲击太大 锻炼到极致的肉身 惊艳无比的刀势 还有霸道无双的剑意 只单另一样出来 便足以让各风当作预备核心培养 尤其是剑意 残月风弟子上万 几乎都是剑修 但能领悟出剑意的 全风上下 也不足百人之数 李星如苦笑道 陈公子 以你的本事 完全可以参加斩月宗特招的 所谓特招 就是可以摒弃繁琐的入门考核 直接成为斩月宗内门弟子 并且提前享受核心弟子待遇 陈征笑了笑 没有搭话 他又不懂这些 默默语此时帮腔道 好了 赶紧取出血丹离开这里吧 如此浓重的血腥味 说不定又要引来其他血缘 默默语话音刚落 便听丛林间 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几人抬眼看去 只见三道气息强大的身形 从密林走出 两男一女 皆是天刚静修为 领头一人妖配长剑 气质凌厉 配见少年目光横扫一圈 眸子骤然亮起 最后才将视线定格在 陈征三人身上 只听他笑呵呵说道 我们三人追赶了这批血缘半天 已经将他们追得筋疲力尽 没想到 却被你们捡了便宜 陈征眉头微挑 默默语看了陈征一眼 没有说话 只有李心如不愤道 你们什么意思 对面三人中 唯一的少女冷笑道 薛大哥的意思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些血缘 我们也有份 而带着金刚圈套的少年 已经弯腰开始挖去血丹 李心如直接被气笑道 你们有出过一份力吗 凭什么有份 配见少年淡笑道 我说了 这批血缘是我们盯上的猎物 是你们横插一脚 看在你们也出力了的份上 便分你们两成好了 你们可有意见 话落 配见少年身上气息闪动 朝着陈征三人震压来 默默语跟李心如 都忍不住亮枪后退 你们 李心如脸上泛起怒色 陈征却上前将她拦住 摇头道 让他们动手吧 默默语跟李心如 都露出差一只色 虽然接触陈征的时间不长 但他们觉得 陈征应该不是那种 愿意吃亏的主 看着陈征平静的脸色 两女也是反应过来 不再多说什么 另一边的三人见状 都是露出得意的笑容 少女更是冷哼一声 算你们识相 说吧 便也加入挖取血单的行列之中 唯有配见少年没有动手 契机一直将陈征锁定 他看得出来 三人中是以陈征为主导 而且陈征身上 还残留着战斗留下的痕迹 加快速度 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配见少年出声提醒 他敢来争夺战利品 一是出自对自己等人 实力的绝对自信 二则是知道 陈征三人能诛杀 这么一大批血缘 必然是经历了一番恶战 此刻正是后继无力的时候 但他也故意没将事情做绝 免得这些人拼死一搏 自己等人 还要承担未知的风险 现在这般 不费一分力气 便能取走八成的战利品 他都忍不住在心中 为自己的智慧喝彩 此时 带着拳套的少年 忍不住发出惊喜之声 竟然还有血魔单 配见少年抬头看去 只见拳套少年手中 正拿着一颗暗红色 因而拳头大小的血色珠子 比起普通的血单 血魔单无疑要珍贵许多 少女也忍不住入出效益 一颗血单 可以兑换五点宗门贡献 一颗血魔单 可以兑换一百点 而五百走宗门贡献值 便可兑换一门黄街顶级功法了 这些都可成为他们 进入斩阅宗后的底蕴 唯有配见少年眉头微皱 毕竟有血魔员率领的血缘群 跟没有血魔员率领的血缘群 完全是两个概念 他深深看了陈征几人一眼 对三人的实力又重新做了评估 陈征此时突然开口 这里还有两颗 说吧 陈征将默孟宇刚才帮他收集的两颗血魔单 扔向全套少年 全套少年一脸猛逼 这还有主动上交的 懂事 全套少年露出满意笑容 眼中却闪过不屑 软淡 看来此人已经被他们吓破了胆子 他心中突然开始盘算 给这些家伙两成 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在他看来 自己三人能留他们一条小命 已经算是难得的恩赐了 仿佛是看出少年的心思 陈征的声音再次响起 都收了吧 什么 这次 便是少女也忍不住 投来诧异的眼神 陈征指了指 地上血缘的尸体 我说这些血单 你们干脆一下子都收了 配件少年眉头深皱 总感觉眼前这家伙不太对劲 全套少年却已经笑着硬下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也不用同伴帮忙 全套少年动作利索 将所有血单都收集起来 他扯下一张完好的血皮 将血单全部包裹起来 然后丢给配件少年 配件少年伸手接住 食指佩戴的蓝色戒指 闪过一抹幽光 包袱便消失不见 陈征眼睛一亮 储物戒指 他小时候翻阅杂书的时候 曾经听说过这样的宝物 据说储物戒指 乃是锻造大师 截取空间之力 以特殊的材料制作 而成小小的戒指中 甚至能装下一座大衫 默默与眉头微皱 摆到陈征身边 低声提醒道 陈公子 这人的身份应该不简单 储物戒指 在灵界中 也属于珍惜之物 便是墨家 总共也才五眉 陈征摇头笑道 无妨 若是在外界 他或许还会顾忌几分 如今在这试炼之门 看得只有实力 身份什么的 只要他不在乎 那就不重要 那就多谢了 全套少年心情很好 配件少年看了陈征一眼 但声道 走吧 三人正要离去 慢着 陈征身形一闪 拦在三人身前 脸上挂着淡淡笑容 朝着三人伸出手来 全套少年皱眉 你要干什么 少女目光冷练 小子 我劝你 最好不要找事 配件少年一言不发 手掌已经按在了剑柄 陈征淡笑道 辛苦几位帮我收集血单 若非你们帮忙 我们多办 还要费一番功夫 文言 莫梦宇跟李心如对视一眼 嘴角泛起笑意 他们就知道 陈征不是吃闷亏的人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全套少年额头清惊闪动 小子 谁帮你了 这是我们的东西 再也不滚开 杀了你 配件少年眯起眼睛 我们要是不给呢 陈征笑了笑 突然问道 对了 你们认不认识一个背刀的家伙 全套少年皱眉 你认识王硕 陈征终于确定 眼前三人 便是他入灵前 遇到那个背刀少年的同伴 陈征笑着点头 认识 他还在等你们呢 全套少年神情稍缓 王硕在哪 哄 空气诈鸣 陈征身形略出一道残影 全套少年根本来不及反应 已经被陈征五指按在脸上 身躯被缓缓提起 弹幕的声音在他耳边回荡 在黄泉路上 陈征五指用力 捏得全套少年头骨嘎吱作响 嘴里发出七粒惨叫 他下意识地想要反抗 却感觉一股强大力量 冲进他的经脉 将他一身肛原镇压 根本半分力气也用不出 松手 配件少年跟少女听见惨叫 都是冷力地朝着陈征看来 陈征一手拎着人 一边看向配件少年 最后一次机会 将东西还给我 我放你们走 配件少年冷笑一声 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 东西到了自己手里 他怎么可能再交出来 不过他也看出来了 陈征的实力的确不简单 虽然有偷袭的嫌疑 但那瞬间爆发的速度 着实让人心惊 小子 按照一开始说好的 我可以分你两成 如此 你我哥退一步 也是对你都好 配件少年诞生说道 却暗暗给一旁少女使了个眼色 少女瞬间会议 面上不动声色 眼中却多了一抹锐气 看来你的同伴并不在意你的死活 陈征看向手中之人 似乎是感受到陈征的杀意 全套少年恐惧道 别 薛兄 给他 都给他 你不是他的对手 没有真正感受到陈征的力量 恐怕根本无法体会这种绝望 配件少年面色微沉 心中有些不满 只觉得全套少年废物 但他面上却不表露 反而叹息一声 洋装无奈道 行吧 但你要说到做到 不要伤害我的朋友 话落 配件少年直接取下戒指 朝着陈征丢去 陈征伸手去接 请客间 配件少年目光一寒 上 伴随着一声冷喝 少女已经率先动手 脚下一踏 身形窜出 双臂伸展 两柄短刃从其袖肩化滑落 落于掌肩 少女一个划铲 刚圆激荡间 短刃泛起寒芒 朝着陈征双腿 狠狠刺去 陈公子小心啊 李星如忍不住出声提醒 时了 配件少年冷笑一声 速度同样不慢 身形犹如流光闪烁 剑锋呼啸间 璀探见光在陈征眼前绽放 周边骤然响起一阵崩裂之音 下一刻 强横的精神力量 倾泻而出 落神钉 配件少年跟少女 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无形的精神之刃 扎入浑海 嗯 只听一声闷哼 两人凶悍的攻势瞬间消失 面色呆滞 犹如木偶一般 哄 恐怖的气浪声将少女唤醒 却只见一只脚印 在她眼中无限放大 不 少女嘴里发出惊恐的呼声 但话音未落 陈征脚掌已然落下 碰 鲜血剑射间 少女交好的五官瞬间崩裂 整个头颅都被陈征深深踩进了地里 只见少女四肢抽搐一阵 便彻底没了动静 死 这一幕 让默孟宇跟李心如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死法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无疑十分残忍 也让他们明白 怜香惜玉 对于陈征来说 是不存在的 另一边 配件少年身形一个亮枪 还没缓过劲来 便感觉到脖梗紧缩 仿佛被锁链套住 强烈的失重感传来 人已经被陈征提到半空 他刚想挣扎 便感觉腹下一阵钻心疼痛 一身肛圆 犹如泄了气的皮球 消散于无 你敢回我气海 配件少年瞪大了眼睛 愤恨地盯着陈征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死定了 是吗 陈征目光平静 一把将配件少年扔到地上喷 强烈的冲击力 让配件少年惨叫不已 只感觉全身仿佛都失去了知觉 你想活吗 陈征看向全套少年 全套少年眼中泛起浓浓的恐惧 他没有配件少年那么蠢 也看得出来 陈征是真的想杀他们 想活 大哥 你放了我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我发誓 全套少年苦苦哀求 陈征将手松开 全套少年掉落在地 捂着脖子不断咳嗽 想活简单 陈征弹幕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刷 配件少年掉落的宝剑 也被陈征一脚踢到他的身边 杀了他 你能活 或者 你也可以选择向我出手 全套少年一正 看了一眼身旁的宝剑 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不断挣扎的同伴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你有三息的时间 他不死 你就先死 陈征诞生说道 然后开始报数 一 二 三的声音尚未落下 全套少年便面目猙獰地捡起长剑 犹如一条疯狗般扑到配件少年身旁 李柯 你敢 配件少年目自欲裂 别怪我 我都提醒过你们了 是你们非要找死 是你自己找死 全套少年双目充血 双手握住剑柄 重重刺下 是 常见穿胸而过 将配件少年定死在地上 看着死不瞑目的同伴 李柯像是被抽进了精气神 一下子他瘫软在地 大哥 现在行了吧 李柯回头看向陈征 陈征从怀里逃出一粒毒丹 丢给李柯 笑道 吃下他 你就是自己人了 这是陈征在离开下界前一天 炼制开卖丹跟天荡丹的同时 顺便炼制了一批加强版毒丹 他贴心地为李柯解释了一下毒丹的效果 李柯虽然不愿 但也只能咬牙吞下 说说吧 这家伙什么来头 见李柯吞下毒丹之后 陈征才指了指 已经凉透了的佩健少年 李柯苦笑 他叫薛展 天荡城薛家嫡系 文言 李心如面色微变 他是薛家的人 陈征回头看向李心如 好奇道 来头很大 默孟宇也是面色凝重 这来头何止是大 天荡城是展岳宗的灵药攻击第一 薛家更是跟展岳宗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我所知 不少薛家族人 都在展岳宗身居要职 李心如补充道 如今展岳宗 新进的五品炼药师薛扬长老 便是薛家族人 李柯叹息道 薛展 正是薛扬长老的嫡孙 李心如眉头紧皱 这可就麻烦了 陈征疑惑道 他还能查到 我们头上不成 默孟宇苦笑道 以这薛展的实力 能杀他的人本就不多 薛阳要是铁了心 一个个排查下来 总能查到咱们头上 陈征早有对策 笑道 那就不用他查 什么意思 三人好奇看来 陈征解释道 之所以要查 无非就是因为 薛展死得不明不白 那我只要给他安排 一个足够合理的死法 甚至让所有人 都看见了死法 不就行了 三人依旧一头雾水 陈征也懒得解释 先是将薛展的空间 戒指戴上 然后上前 拔出薛展的配件 顺便再将薛展的衣服 扒了 自己换上 最终在莫梦与三人 惊恶的目光中 陈征运转千几百遍 体型面容不断变化 逐渐变成了薛展的样子 陈征将宝剑挂在腰间 模仿着薛展说话的姿态 如何 李柯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若非薛展的尸体就在地上 他都怀疑 是不是薛展死而复生了 无论是体型外貌 亦或是修为气质 陈征都挑不出丝毫破绽 太像了 李柯止不住感叹 莫梦与跟李心如 此时也反映过来 明白了陈征要做的事情 莫梦与问道 陈公子 你是想在恰当的时候 再让薛展死上一次 陈征点头 没错 他看向李柯 从现在开始 你要将薛展的一些习惯 跟在这试炼之门中认识的人 全部告诉我 不要有任何遗忘 若是有什么厉害一点的死对头 那就再好不过 李柯点头 明白 他这时也反映过来 恐怕这才是陈征留他一命的真正原因 陈征又看向莫梦与两人 你们也换个称呼 不要露线 莫梦与跟李心如也是从善如流 好的 薛公子 四人处理好尸体之后 继续朝着密林深处前进 赶路的时候 陈征也搞清楚了空间戒指的用法 只需要抹出原主人的精神烙印 然后再打上自己的烙印 便可使用精神力量控制开关 戒指内的空间不大 只有一丈的范围 而且无法存放活物 但对现在的陈征来说 也完全够用 在戒指中 存放着不少修炼跟疗伤的丹药 以及一侧名为 陈征也不放心 看着陈征不容置于 陈征的眼神 李柯只能无奈跟上 有那么一瞬间 他的确是起了抓住默梦鱼两人 胁迫陈征交出解药的念头 可惜陈征根本不给他机会 走 等默梦鱼两人藏好后 陈征带着李柯加快的速度 沿着巨大脚印一路搜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陈征猛然止步 你感觉到没有 李柯一头雾水 什么 大地在震动 陈征看向北边 骤然加速 跟上 片刻之后 一处密林中 两双眼睛从茂密的树叶中显露 看向远处的山壁 哄 碰 轰鸣声不绝耳 每次巨响 便引起大地一阵颤动 树叶声哗哗不止 只见一头高约三丈 浑身被茂密暗红色绒毛覆盖的巨猿 正站在山壁前 泪人的身躯 肌肉犹如起伏的山巒 带给人极致的视觉冲击 那就是血魔猿王 陈征暗暗心惊 李心如的情报显然有误 单从这头血魔猿王斩露的气息来看 便不弱于三阶九重的魔兽 只是此刻 血魔猿王满脸痛苦 而他痛苦的来源 则是他身后背着一个巨大石棺 那石棺有三分之一 都嵌入了血魔猿王的后背血肉 关身更是用粗壮的锁链 跟血魔猿王身躯缠绕 勒出到血痕 好 血魔猿王发出一阵震天怒吼 犹如小山一般的身躯 猛然朝着山壁撞去 似乎想要以这种方式 摆脱背后的束缚 但石棺无比坚固 山壁炸裂 石棺也没有丝毫的损伤 李柯战战兢兢道 陈 血兄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血魔猿王已经发狂了 正是最危险的时候 而且这些强者一幕 本来就不是给咱们这些初次 进入试炼之门的人准备的 以你的实力 以后还有机会 没必要现在冒险 李柯苦口婆心地劝道 他倒不是在意陈征的死活 但是陈征死了 他服了毒丹没有解药 恐怕也活不了 陈征再强 也无法跟三阶九重的 王者魔兽抗衡吧 先试试看 陈征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搜寻 就这么离开 他又不甘心 正要下述 一阵脚步声 突然从在他们下方响起 陈征停下动作 透过缝隙朝着下方看去 只见三个体型高大 气息强盛的身形正缓步而来 三人的注意力 都在血魔猿王身上 丝毫没有发觉 周围还有人 旁若无人地交谈起来 斩月宗这群蠢货 若非我等故意 他们难道真以为 能抓住咱们三人中 体型稍显瘦弱一些男人 率先开口 阴柔的语调中 竟显讥讥讽 其余两人微微弯腰 笑着吹捧道 还不是少主足智多谋 这才骗过了那些自大的傻子 阴柔男人白手道 行了 抓紧时间 取了这血魔猿王的血丹 还要尽快跟其他人还会合才行 嘿嘿 斩月宗这群蠢货 空有福地 却将它当作了 药元跟兽元来用 简直可笑 待我取得传承 不出十年 我必率领血魔一族 踏平斩月宗 树上 听着几人交谈 陈征目光微沉 李克张了张嘴 无声说道 一族 陈征摇了摇头 示意李克稍安勿躁 从这些血魔一族的交谈中得知 他们也是为了血魔猿王而来 不妨安心等着 看看能不能当一回黄雀 而且尚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实力 贸然现现身 十分不智 李克也不是蠢人 微微点头 尽量掩藏着自己的气息 陈征就要大胆多了 有着千几百遍的脸习手段 他几乎跟四周环境融为一体 即便偷偷打量下方三人 也不会被发现 下方 血魔族少主指了指 远方还在不断撞山的血魔猿王 动手吧 是 两个手下的令 纷纷朝着血魔猿王走去 似乎是感知到了两人的存在 血魔猿王停下撞山的动作 缓缓转身 星红暴躁的眼眸 落在两个血魔族人身上 嘿 我们来帮你解脱吧 被血魔猿王狂暴的气息笼罩 两个血魔族人却是丝毫不惧 其中一人更是做出挑衅的动作 本就在丧尸里至边缘的血魔猿王 怒吼一声 身形跃起 犹如高山一般朝着两个血魔族人砸去 似乎打算将两人踩扁 砰 大地震战 血魔猿王这一击却没有奏效 两个血魔族人早已经闪身躲开 但血魔猿王的下一次攻击紧随而至 轰 血炸裂间 两人犹如破烂的娃娃横飞而出 一个砸进了山壁中 另外一个砸断了几颗巨木 软塌塌地倒在地上 见此 陈征脸上露出古怪之色 这些家伙 就这点实力还敢挑衅血魔猿王 是来搞笑的吗 但他看了一眼血魔族少主平静的脸色 心头微动 意识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好 血魔猿王发出泄愤一般的怒吼 但很快 地上瘫软的烂肉 竟然缓缓站了起来 破破烂烂的身躯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视线 陈征凝神看去 只见那血魔族人破烂的身躯中 血液仿佛拥有生命一般 凝聚成道道血线 不断编织 修复着血魔族人的身躯 这让他心中惊奇不已 这些异族 果然一个个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本事 蛇人异族的种族天赋 便是狂暴的蛇人之血 这些血族的种族天赋 难道就是身体中 那具备修复能力的血液 不死之身 陈征努力抓取这细节 免得一会儿交手的时候吃亏 另外一个血魔族人 也从山壁之中缓缓爬出 除了一山稍险破碎之外 身上看不出有半点受伤的痕迹 他看向另一边的同伴 这头血魔员 王太强了 正面作战 不可能赢得过他 同伴点头 那就按照计划进行吧 说吧 两人身躯开始膨胀 双眼泛起血光 嘴巴长出獠牙 双手更是缓化成锋锐的利爪 浑身血管爆起 犹如缠绕的囚龙 看起来无比猙獰 上吧 其中一人话音落下 身形顿时撕裂空气 犹如血光一般窜出 只留下一地幻影 顷刻之间 便来到血魔员王身前 随即身躯跃起 挥动着闪烁着寒光的利爪 却只能在血魔员王身上 留下淡淡的痕迹 破不了他的防御 他高声提醒自己的同伴 随即又被愤怒的血魔员 王一泉轰飞出去 另一个同伴 此时已经绕到了血魔员王的身后 身形一跃踩上石棺 然后循着被石棺 跟铁锁勒出的伤口 双臂猛然一炸 这一次 风锐的双爪 直接透过伤口 刺入了血魔员王的身躯 吼 血魔员王发出吃痛的吼声 开始疯狂挣扎 似乎想要将身后的家伙甩出去 但血魔族人 任凭血魔员王如何挣扎 都稳如泰山 只见无数血线 透过血魔族人扎入的利爪 朝着血魔员王体内涌入 我来了 另外一个血魔族人 也紧随而至 以同样的方法 落在了血魔员王背后 随着血线不断涌入 血魔员王挣扎的力度 越来越小 最后更是不知一般的跪倒在地 在其皮膜之下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不断鼓动 只是两个血魔族人 明显也不好受 面色苍白 原本浑身骨障的血管 都变得干瓶了不少 少主 两人抬头发出呼唤 血魔族少主身形一闪而至 他俊秀却略在鞋义的脸上 泛起一抹笑容 双臂同样化作利刃 直直插入血魔员王双瞳之中 是 滚烫的热血喷涌而出 脚灵在血魔族少主身上 血魔族少主却露出兴奋的表情 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笑道 不愧是以气血灼称的魔兽 吸收了你一身精血 本少主的实力又能精进不少 血魔员王嘴里发出痛苦的吼声 却丝毫不能动弹 这一幕 让躲藏在树上的陈征 皱眉不已 光从实力来说 这三个血魔族人都不算太强 但那强悍的不死之身 还有诡异的控制能力 着实有些无解 似乎是看出了陈征的疑惑 李克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些血魔族十分难缠 除非能击碎他们的血核 否则很难杀死他们 而且还不能沾染他们的血 否则就会被他们控制 血核 在什么位置 陈征皱眉问道 李克苦笑道 他们能够自己控制血核移动位置 所以才这么难杀 杀死他们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瞬间将他们完全斩碎 还有 他们的恢复能力也不是无限的 每一次恢复 都会消耗他们身体内储备的精血 一旦精血耗尽 他们也没法恢复了 陈征点头 所以 要杀死血魔族人 只有两个方法 要么找到血核 一击必杀 要么就不停地消耗 生生耗死他们 既然不是无解 那就无妨 陈征深吸一口气 将手握在了剑柄之上 身形犹如鬼魅 从树上滑落 踏地无声无痕 借着三个血魔族的视线死角 不断靠近 此时 血魔族少主 正沉浸在吸收血魔源 王金雪的快感之中 闭着双眼 脸上满是享受之色 浑然不觉杀鸡一尽 下一刻 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利剑 出现在血魔族少主搏梗 凌冽的寒意 甚至让血魔族少主 都来不及反应 一颗头颅 已然冲天起 但是被斩断脑袋的 血魔族少主并未死亡 高飞的头颅眼睛猛然瞪开 犯着无穷的怒火 混账 随即 血魔族少主无头的身躯 掉转 抽出一条手臂 泛着凌冽寒光的利爪 朝着陈征呼啸哗来 无数血线 犹如扭动的线虫 仿佛随时准备 往陈征身体里钻 陈征不慌不忙 手中宝剑一荡 顿时绽放无数剑影 璀璨的剑光 伴随着青云剑意散落 是 血魔族少主的身躯 骤然炸裂 化作无数细碎的烂肉 即便有血和存在 恐怕也碎得不能再碎 但血魔族少主的头颅 依旧保持着惊人的活性 在脑子里骂 陈征抬手一剑 直接将血魔族少主一剑洞穿 就像是串堂葫芦一样 串在剑身 少主 两个血魔族人大惊 连忙抽出利爪 无数血线也瞬间收回 两人眼中血光一闪 空气震荡间 化作残影奔袭而来 一人直奔陈征 另外一人 则是奔向陈征手中之剑 陈征一年微动 空间借着泛起亮光 下一刻 巨龙中间落入掌尖 明明看着无比笨重的剑身 却被陈征单手 回出了灵巧的感觉 刷 刷 刷 剑光 击视而出 随之而出的 还有奔勇的精神力量 落神钉 看着森寒剑光 两个血魔族人正要躲闪 却感觉脑子像是被大锤轮中 陷入了瞬间的空白 等他们再回过神时 身躯已然化作 一地血魔碎屑 唯有完好的头颅 如同血魔少主一般 被陈征长剑洞穿 挂在剑身之上 吼 此时摆脱了血魔族人 控制的血魔猿王 也恢复了一丝行动能力 想要挣扎着爬起 陈征自然不会给他 这个喘息的机会 在确认三个血魔一族 暂时没有威胁之后 他手中巨龙重剑高举 浑身气血激荡 异象轰鸣间 一身力量 尽皆会于一臂 猛然斩下 青云建议激荡 极致的风锐之力 虽然在血魔猿王 那堪比宝器的身躯上 受到了一些阻碍 但是在陈征强悍的力量 以及建议下 终究还是缓缓滑落 碰 重剑砸落在地 血魔猿王争獰 巨大的头颅滚落出去 鲜血犹如喷泉一般 自血魔猿王断裂的 驳梗处狂涌 顷刻间便染红大地 血腥味飘散 碰 血魔猿王庞大的身躯坠地 扬起一阵树皮碎屑 另一边 血魔族三人 驳梗处 血线不断翻涌 想要补全身躯 但在陈征的建议压制下 根本就是徒劳 陈征看着面色争鸣的三人 心中有些古怪 其实对付三人 于他而言 并没有耗费多大的功夫 但是这三人 却能压制连他都觉得 棘手的血魔猿王 只能说 这些异族的种族天赋 确实强大 这也让他心中警醒 若是再遇上其他异族 要更加小心 警惕才行 混账 我乃血魔亲王直系血义 你敢杀我 必将被我血魔一族 追杀到天涯海角 眼看振脱不得 血魔少主强压着心中的巨异 出声恐吓道 陈征但笑 接下之求 口气倒是不小 此时 李克也从树上滑落 看向陈征的目光 充满了敬畏 血魔少主目光一沉 你们一早就躲在这里 那我们刚才的谈话 你都听见了 陈征但声道 不然 你们凭什么觉得 自己还能活着 我耐心有限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你刚才说的传承 到底是什么 血魔少主尚未开口 一边的血魔主人便含声道 人族砸碎 我劝你赶紧放了我们 此次我们各族联合 但凡进入 这试炼之门的人族 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你若识相 任少主为主 还能苟且活命 陈征神色淡然 一言说完了 话落 砰 开口的血魔族人 直接被剑一搅碎 一颗崩裂的血色金河 掉落在地 正是血魔一族的血河 陈征挥动巨龙重剑 将碎裂的金河 直接碾成了粉末 你说 陈征看向另外一个血魔族人 你敢 血魔族人脸上 泛着惊怒之色 陈征眉头微挑 见义激荡间 血魔族人连同自己的血河 直接炸开他目光 落到锦盛的血魔少主头颅 你是说 还是死 血魔少主心中愤怒不已 但在陈征淡漠的视线中 只能选择妥协 我若说了 你能否放我离开 陈征笑道 可以 血魔少主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来 每年斩月宗会往试炼之门 投放一批异族 作为门下弟子的血战试炼 所以今年血魔异族便提前做了准备 直接以囚徒的身份混了进来 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得到消息 在试炼之门中 封印着一尊天灵镜血魔遗骨 只需布下阵法 血魔少主便可在天灵镜血魔遗骨复苏 直接一步登天 掌控一副天灵镜血魔的身躯 血魔异族 也可再增添一位天灵镜的顶尖站立 封印之地在哪 陈征问道 血魔少主吃笑 你当我傻 我若直接告诉你 你出而反而怎么办 小子 我看你天赋不错 与其留在斩月宗当个普通弟子 不如加入我血魔一族 看见陈征不说话 血魔少主寻寻善诱道 只要你助我成事 等我掌控了天灵镜的力量 便可为你换血换骨 让你成为我血魔一族的直系血液 人族如今处境岂岂可危 灭族也是迟早的事情 我血魔一族的强大你也看见了 你又何必在意一个人族的身份 陈征诞声道 你说完了 血魔少主看着陈征平静目光 心中突然泛起一阵凉意 小子 你说过不杀我的 陈征诞笑一声 放心 我不杀你 说着 他转头看向李柯 你来杀 李柯一脸猛逼 啊 但看着陈征不容置疑的目光 李柯也只能无奈接受 朝着血魔少主头颅走去 混账 你敢耍我 血魔少主满脸愤痕 目自欲裂 李柯一拳轰出 碰 钢圆激荡间 血魔少主的头颅便被一拳轰碎 正当陈征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咻 一团红光包裹着血魔少主的血和化作一抹流光 飞窜而出 小心 李柯惊声叫道 他这一拳可是用尽了全力的 没想到血魔少主竟然还有手段 红光飞略间却没有逃走 反而笔直地朝着陈征冲来 已经猜到 这血魔少主的想要做什么的陈征面色古怪 没有阻拦 而是任由他冲入自己浑海之内 而不出他所料 血和窜入陈征魂海的瞬间 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便直接被混沌神顶镇压 陈征也没急着进魂海探查 而是拿着宝剑来到血魔猿王的尸体身边 你没事 李柯试探问道 跟陈征拉开距离 陈征诞声道 我应该有事 眼见陈征毫无异状 李柯便放松警惕 也识去的 没有多说什么陈征常见挥动 挖出了血魔猿王的巨大血丹 跟普通的血魔猿比起来 血魔猿王的血丹不仅更大 而且阴阴已经有精化的状态 这代表着血魔猿王 已经踏出了 迈向四街魔兽的第一步 若非受到背后十关拖累 再加上是三个血魔族的诡异手段 陈征想要将其斩杀 除非动用仅剩一次的运道时 否则可能性不大 一旁 李柯满脸鲜艳 不算之前那批血缘跟血魔猿 光是斩杀这头血魔猿王 恐怕都能给陈征积累不少积分 如果能够实时看见排名的话 陈征此刻必然名列前茅 他也彻底放弃了小心思 抛开已经被下毒了不谈 光是陈征的实力 便已经打碎了他 想要搞事的勇气 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 陈征自然不知道李柯的想法 他利用手中宝剑 将血魔猿王一身珍贵材料尽数取下 存入空间戒指中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了石棺之上 随着血魔猿王死亡 原本缠绕在血魔猿王的身上的巨大铁锁 也像是失去了支撑一般 变得松松垮垮 陈征一箭披落 铁锁便应声而断 石棺滑落 陈征将棺材板一把揭开 却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天雷锋前辈的遗骨 只有一本蓝色的册子 外加三瓶正闪烁着悠悠紫光的柱形小瓶 陈征看向一旁的李柯 你帮我把东西拿出来 虽然知道是在拿它躺雷 但李柯也没说什么 大不上前 将册子跟紫光小瓶交给陈征 陈征摆了白手 足足等了小半斩茶的功夫 确认李柯没事 陈征才接过东西查看 册子是一本名为 紫雷霸体的炼体功法 品级为玄阶下品 最关键的是 这是一门只要体魄达标 在天当镜便可修炼的玄阶功法 三个紫色小瓶 则是辅助功法入门的秘药 李柯扫了册子一眼 不由诧异到 天雷锋莫望长老 竟然葬在了试炼之门 陈征好奇看去 李柯连忙为陈征解释了一番 莫望是天雷锋长老 天向镜六重的体修 但是凭借一身独门的紫雷霸体 站立丝毫不逊色于普通的 天向镜巅峰强者 莫望受缘将近 这是五风皆知的事情 李柯惊讶的是 莫望竟然没有将这门 紫雷霸体留在宗门 或者是留给自己的后人 而是选择放在了试炼之门中 陈征不解道 有什么问题吗 李柯解释道 据我所知 莫望长老一生未曾收取弟子 族内也没有可以传承其一波的后辈 一般情况下 应该会将独门秘法留给宗门 然后让宗门照付家族后辈才对 会将传承留在试炼之门的 基本都是一些 没有家族后人的宗门前辈 文言陈征点了点头 不管这位莫望长老是什么想法 到手的好处 他不会不要 而且他也正缺一门炼体功法 否则简直白瞎了这一身圆满气血 李柯犹豫一番 继续说道 陈 学兄 你若要修行子雷霸体 就相当于接受了莫望长老的传承 既然他还有后人在世 你可是要帮忙照付的 陈征看李柯吞吞吐吐的模样 眉头微皱 有麻烦 是有点 李柯苦笑 莫望长老跟烈阳风的孙气长老不太对付 随着莫望长老生死 莫家一脉在斩月宗的处境可不太妙 陈征问道 这位孙气长老又是什么境界 李柯回道 天象镜七重 陈征眉头松缓 那无妨 如果是星河镜 陈征还会掂量掂量 但如果只是天象镜 还不至于将他直接下退 实在不行 那快运道时也不用省了 找个合适的机会 用了便是 运道时只剩下最后一击的力量 但是陈征能够感觉到 这最后一击的力量 必然远朝之前两件 至于不管莫家后人 且先不论陈征 能不能过得了自己心理难关 既然这是斩月宗的默认规矩 陈征真要这么做了 恐怕也没法在斩月宗立足 一个往事规矩 不知感恩的人 宗门又怎么可能着重培养他 宗门可不是善堂 李克看着陈征 一脸轻松的模样 虽然不知道对方底气来自何处 但也不再多说什么 换了个话题 薛兄 那雪魔族传承你打算 陈征白手将其打断 什么传承 我不知道 李克一愣 一尊天灵镜遗骸 薛兄莫非不心动吗 陈征看白痴一样看他 你觉得这些家伙能混进来 真的是因为他们够聪明 李克反应过来 惊恶道 你的意思是 陈征再次将他打断 我没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也不是你我可以参与的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都给我烂肚子里面 斩月宗作为南狱顶尖的宗门 能这么轻易地 被几个雪魔族废物混进来 在听雪魔少主在那炫耀的时候 陈征便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违和感 这里可是斩月宗伏地 陈征思来想去 只有两种可能 一 雪魔一族在斩月宗内有内应 二 斩月宗早就知道 不过是在利用这群一族 仔细想想 原本要一个月后 才会开启的试炼之门 偏偏提前了 又偏偏遇上了一族潜入的时候 陈征深知一个道理 当巧合太多的时候 那么大概率 其中还包含着算计 而无论是哪一种 都不是陈征能够参与进去的 他只需要相信一点 斩月宗不会轻易倒下雪魔少主 虽然叫嚣得厉害 但最后还是选择这种偷偷摸摸 甚至有些屈辱的方式进来 就已经足以说明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陈征要牢记的 只有两件事 1.碰到一族 有能力就杀 没能力就躲 2.血魔天灵境遗骸的事情 他一概不知 收拾好东西 陈征便沿着原路返回 李柯也不再提血魔族的事情 老是跟在身后 回去的路上 陈征突然问道 你也是斩月宗的人 在斩月宗 除了弟子长老之外 也有经过多年经营 最终形成士族家族 这些人世代生活在斩月宗内 自然称得上斩月宗的人 不过 要想真正成为斩月宗弟子 也需要跟其他人一样 经过考核才行 否则也只有居住权 而没有培养资格 这李柯知道这么多斩月宗的事情 应该就是属于这一类 面对陈征的询问 李柯也不敢隐瞒 点头道 我爷爷是斩月宗职士堂长老 对此 陈征倒不是太惊讶 能跟薛长混到一起的 身份自然不会差得太多 斩月宗职士堂 其实就是负责一些杂物 地位来说并不算太高 反正跟薛阳肯定是没法比的 陈征出声敲打道 既然有活命的机会 薛兄你放心 我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 他心里松了口气 陈征这么说 应该是没有杀他灭口的打算了 陈征不再多言 两人走了半个时辰 才回到默默与两女藏身的丛林 薛公子 两女看见陈征 不由松了口气 从藏身处走出 成了 李心如好奇道 陈征点头笑道 成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天色也晚了 找个能安身的地方再说 闻言 两女也不再多问 还是李心如在前面带路 不一会儿便出了血色荒林 试炼之门中没有日月星辰 白天的时候倒是有光亮 但是夜晚一片漆黑 好在以几人的实力 也不影响赶路 最后 四人找了一个洞穴 暂时安身 在薛展的空间戒指中 有着不少基础的出行装备 李克寻来了干柴 陈征用火影点起了篝火 然后又拿出一些干肉 分给众人 李心如起身来到洞口 撒下了一些粉末 害怕陈征误会 还解释了一下 我撒的是驱魔粉 高阶魔兽的粪辨制成 可以驱散低肩魔兽 在试炼之门中 天明的时候 魔兽大多会待在 自己特定的区域 但是一旦到了晚上 就喜欢到处乱窜 陈征点了点头 一边吃东西 一边跟梁女说了一下 猎杀血魔猿王经过 但她并没有说具体细节 更没有说血魔族的事情 并非是不信任梁女 而是有些事情 只要知道 就有漏线的风险 反而容易给 他们带来灾难梁女 对陈征的实力惊叹一番 李心如更是一脸羡慕到 没想到 竟然是莫忘长老的一幕 那紫雷霸体 在天刚静就可以修炼 在天雷锋 也属于难得的炼体功法了 而且有紫雷霸体打底 后期转修品阶更高的炼体功法 也能事半功倍 她可是知道 陈征那堪称变态的体魄的 这还是在陈征 没有修行炼体功法的情况下 如今有了炼体功法 最后真要进了天雷锋 恐怕会将天雷锋 那群天骄打击的倒心失衡 要是陈征最后没加入天雷锋 那就更有趣了 一群专门炼体的 结果还比不上人家一个兼修炼体的 那场面想想都觉得好笑 看着黑黑傻笑的李心如 陈征一头雾水 他摇了摇头 问道 我如今拿了传承 但最后要是没有通过考核怎么办 李心如笑道 不会的 陈 薛公子你拿了天雷锋前辈的传承 就相当于提前锁定了 进入天雷锋的门票 即便最后真的没有通过考核 也会被天雷锋破格录取 只是没有了选择其四封的资格罢了 说着 李心如顿了顿 又笑道 不过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能够取得传承的人 又怎么可能无法通过考核呢 陈征一想也是 前辈传承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就比如这 紫雷霸体 即便是陈征 若非捡了血魔族的便宜 都不一定能够拿到 几人闲聊一阵 便各自准备休息 陈征暂时没有困意 便来到洞口 拿出紫雷霸体 准备先研究一番 这可是玄阶功法 他也是第一次见 说不好奇 那是假的 借着火光 陈征先是一目三行地翻阅一遍 然后再仔细地重新研读一遍 直到读完了三遍 对里面的所有内容 做到辽熟于心 陈征这才将书册收好 开始闭眼覆盘领悟 紫雷霸体 一共五重 每修成一重 便可在体内结成一枚雷印 不仅可以增长气力 速度 而且能够强化身躯 堪比神兵 更是能催动雷印 以肉身爆发雷霆之力 按照功法总纲所言 五道雷印齐聚 单凭肉身 便可硬抗中凭宝气爆发 雷印催动 更是能爆双倍战力 五印齐动 便是五倍战力 而且一身气血 蕴含雷霆之力 每一次攻击 都能造成爆发性伤害 陈征大概估摸了一下 若是紫雷霸体 圆满 再叠加自己诸多手段 说不定能够以天刚径修为 逆伐天象径高手 这难度 可比开脉镜 逆战天刚镜 还要困难十倍 而且这 紫雷霸体 修炼起来并不困难 只是对修行者 本身的体魄天赋 有着极为严苛的条件 但对于陈征 每一镜都靠着圆满肉身 叠加起来的体魄 根本不是问题 总而言之 只要抗得住 这紫雷霸体 完全是一门 可以塑成的断体功法 对于时间紧迫的 陈征来说 十分契合 陈征心中盘算着 修炼紫雷霸体 一重的关键 就在于三瓶紫雷密钥 唯一的问题是 即便我身体承受得住 但密钥中蕴含杂质 我要吸收三瓶密钥 也需要一段时间 来中和吸收 除非 陈征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洞内已经入睡的三人 这才放心 将三瓶紫雷密钥拿出 然后将心神沉浸于浑海之内 来到混沌神鼎前 他先看了一眼 被神鼎镇压的血核 只是此刻血核 已经被混沌神鼎炼化 在顶底形成一团 粘稠的血色液体 便是是神虫 也无法确定 那是什么东西 搞不明白便先不管 陈征摇了摇头 将紫雷密钥 倒入混沌神鼎中 他想借混沌神鼎的炼化之力 剔除紫雷密钥中的杂质 如此一来 应该能大大的缩短 身体的吸收时间 紫雷密钥倒入神鼎之后 便被炼化之力包裹 很快便形成 一滴滴晶莹剔透的紫色液体 让陈征意外的是 混沌神鼎传来一道信息 紫雷密钥 竟然能和金虹液体融合 一年微动 两种液体便迅速交融 最后形成了新型液体 睁开眼睛 陈征先扶下一管融合密钥 请客间 陈征只感觉 全身传来撕裂般的痛苦 魔之间 更是隐隐能看见电弧闪烁 陈征咬牙 运转紫雷霸体 功法的当药 梳理着体内霸道乱窜的力量 让其有规则 又秩序地开始强化肉身 三管紫雷密钥 其实就是截取自然天雷的力量 然后以特殊方式转化而成 陈征此刻 便是相当于在以天雷脆体 在习惯了身体带来的痛苦之后 陈征很快便沉浸其中 并且开始享受体质不断强化的快感 在确认自己的身体 还有承受能力后 陈征将剩下两管密钥 也全部倒进嘴里 不知过了多久 陈征身体表面的电弧开始减弱 但这种减弱并非消失 而是渐渐回缩 溶于经脉血肉之中 按照常理来说 这种脆体方式 是会给身体带来不小损伤的 但是因为有混沌之力的存在 所以陈征在受到损伤的同时 又会被飞速修复 而且紫雷密钥中 融合了血色液体 跟金色液体的力量 这就让陈征体魄的提升强度 远超紫雷霸体中的描述 而在身体吸收完 所有密钥力量的同时 陈征的修为也再次突破 来到了天刚镜三重 陈征缓缓睁眼 眼眶间仿佛蕴寒雷霆 紫光流转 过了几夕才缓缓消失 公子 你没事吧 默默雨的声音传来 陈征转头看去 才发现默默雨三人都已经醒了 正一脸惊恶地看着自己 陈征感受到体内汹涌的力量 忍不住露出笑容 没事 我现在感觉好得很 抬手间 静风呼啸 发出空暴之音 他将手按在山壁之上 感觉就像是按在一块豆腐上 十分轻松地 便留下一道掌印 理科一脸不敢置信 薛兄 你莫非在修炼紫雷霸体 据他所知 紫雷霸体虽然强大 但是每次修炼 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虚弱期 但看陈征的样子 明显不像虚弱的样子 莫非 消息是谣传 陈征也没隐瞒 笑着道 第一重 算是成了 粗略估计 他一身力量 至少暴涨了两倍 远超紫雷霸体 一重的描述 这应该是他提纯密钥 又融入了金色液体 跟红色液体的原因 他有预感 如今即便紧凭肉身之力 就可以碾压天 刚进七重之下的对手 你们暂时不要靠近我 陈征提醒了一下三人 缓缓站起 碰 也不见用力 陈征半个小腿 都陷入了地里 显然 暴涨的力量 还需适应 李星如在一旁 忍不住提醒道 公子 以你的体魄 不修炼一门拳脚功夫 实在是可惜 陈征点头 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以往战斗 一旦近身 他便只能依靠蛮力作战 确实白瞎了 这一身横练体魄 此时 李克犹豫一番 开口道 薛兄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 我有一门黄街上品拳法 威力强弱 很看体魄 若是体魄够强 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丝毫不逊色于 黄街极品的拳法 跟薛兄你十分契合 陈征诧意道 会有麻烦吗 李克摇头 不会 这门拳法 是我在一处拍卖会上买下的 教授给外人也没问题 虽然不知道 这李克为什么 突然向自己示好 但陈征也没拒绝 点头笑道 那便多谢了 现在交 李克询问 陈征点头 去外面吧 里面是展不开 此时 众人也被陈征 刺激得没有了睡意 一群人干脆将篝火 一到了洞外 温热的光芒 照亮了四周漆黑的夜色 拳法名为 叠浪拳 招式简单 却重拳意 一共十五式 前十三式为打法 以及发力方式 进阶交给陈征 没有丝毫藏私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真的被 陈征妖念的天赋惊到了 妖念的天赋 加上陈征的老练的形式方式 以及果决 却谨慎的性格 这种家伙 在展阅宗内出头的几率很大 反正已经上了陈征的贼船 不妨顺势投资一番 一门黄街上品的拳法 与他等于李克而言 也不算什么太珍贵的东西 看着李克演示了一遍后 陈征便开始跟着练 在练习拳法的同时 陈征对于力量的把控 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一连三遍后 陈征已经学得有模有样 但是指得骑行 不得起一波浪 李克怒喝一声 一声连绵的气血 混合着肛原 在其拳间爆发 汹涌的气浪犹如惊涛 轰击到一帐外的巨树之上 哄 只听一声轰鸣 巨树炸裂 轰然倒塌 李克深吸一口气 收敛拳势 自得笑道 薛凶 蝶浪拳中的便是连招 拳势犹如蝶浪 一拳重过一拳 让对手挡无可挡 不过你也不用心急 我当初修行这门拳法 用了一个多月 才步入小城之境 可以连续打出这第十四拳 以你的天赋 试炼之门结束之前 必定可以 李克担心陈征心急 转身想要勉励一番 却只感觉一阵气浪 犹如龙卷扑面而来 脸上的笑容顿时僵重 不仅是李克 默梦与两女也是 差不多的表情 轰隆隆 气血轰鸣声传出 没有刻意激发 陈征一身气血 直接被拳势所带动 显现出气血意向 淡淡红雾蔓延 还伴随着淡淡紫光 环绕陈征周身 犹如给陈征披上了一层铠甲 电弧流转间 陈征整个人看上去 犹如雷神在世 一拳一拭 都自带一股毁灭的威势 让人不由感到站立 这怎么可能 李克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他其实说谎了 当初为了修行这门拳法 他可是 足足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才将拳法小成 蝶浪拳 不同于其他武技 入门极难 但只要得起法 后续的修行 只要循序渐进 反而没有什么难点 但陈征这才练几遍 竟然就要小成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李克不知道的是 陈征进度能这么快 一是因为他本身的悟性 二则是得益于陈征强大的体魄 圆满级的肉身 再加上特殊体质月华肢体的加成 如今还有 紫雷霸体 一身体魄 别说远超同阶体羞 便是以肉身剑掌的魔兽 都比不上陈征 而这门 蝶浪拳 的确很吃体魄 力量够强 层层跌力 就更加简单 陈征此时 已经完全沉浸于拳势之中 任由体内气血奔涌 在十三拳后 一身拳势攀升到了极致 然后犹如水稻渠成一般 顺势打出了第十四拳 破浪 哄 恐怖的轰鸣声 激荡四方 气血之力 混合着钢源猛然爆发 仿佛在陈征拳风 形成一道紫红色的潮汐虚影 带着覆灭一切的威势 猛然落下 砰 树科巨木轰然炸裂 明明是同样的一拳 陈征的威力 却明显要比李科 强了不止一筹 陈征收起拳架 叹息道 最后一招用不出来 李科僵硬的脸上 挤出一丝笑容 两式杀招 破浪为蓄力 覆浪为蓄势 要打出最后一拳 至少也得等拳法大成才行 以学兄你的天赋 最多 说到这儿 李科便说不下去了 他怕又被打脸 对于这种怪物 根本无法以常理揣测 陈征也不纠结 抱拳笑道 多谢指教 李科连倒不敢 陈征看了一眼天空 原本漆黑的夜空 已经泛起了点点光亮 要天亮了 大家再休息一会儿吧 陈征带着众人 重新返回山洞 这一夜 三人陪着他折腾 根本没有休息后 陈征便提议 晚点再出发 等到三人睡下 陈征来到洞口 实力突破 体质再次增强 陈征并未感觉到疲惫困顿 精神反而充满了亢奋 无事可做 练拳又怕影响到三人休息 他干脆将削斩的 极光剑法拿出来演习 既然要演戏 自然得演得像一些 至少要将这门剑法 修行至小城 免得与人对战的时候露线 陈征手捏剑指 对着剑谱练习起来 两个时辰后 洞外天色便已经全亮 陈征将剑谱收好 起身朝着洞外走去 他脑海中回荡着 极光剑法的钢领精钥 腰间宝剑出鞘 挥动间 犹如点点荧光洒落 剑光激荡间 爆发出无数残影 剑气纵横 陈征周边 瞬间化作一地狼藉 残液犹如尘埃一般飞舞 片刻之后 陈征皱眉停下 他能挥动残影 靠得自身强大的体魄 而非剑法之势 而指得其行 不得其事 便是空架子 根本无法发挥剑法的威力 随即 陈征眉头松缓 不由自嘲 这可是黄阶极品的武技 我若是瞬间能够掌控 那才奇怪 蝶浪拳 与他自身实在是太过契合 只能算是意外 欲速则不达 心境才是最重要的 实力骤然暴增 外加蝶浪拳的速成 让他的心境有些失衡 变得急躁起来 这可是武者大计 陈征摇了摇头 自我反省间 心绪渐渐平静下来 反正他也不依靠这门剑法 增强占领 能装装样子 便也足够了 公子 此时 默默于几人也已经醒来 纷纷走出洞口 陈征收剑归翘 笑道 都休息好了 那便出发吧 三人自然没有意见 李心如笑道 昨日已经在这耽误一天 今日便向着最终目的地前进吧 我知道一条最佳路线 既不会单的路程 也能让我等有机会猎杀魔兽 积攒积分 李克诧异地 看了李心如一眼 就算是他 也只是对这试炼之门一枝半解 这女人竟然敢夸下海口 必然是对里面无比熟悉 能做到这一点的 必然是展阅宗高层 只是 他翻遍了脑海中的身影 也没有认出李心如是谁 但见陈征没有意义 他便识去的 没有多说什么他很清楚 经过教授全法之事 陈征如今顶多是不讨厌他而已 还远谈不上把他当做自己人 四人正要动身 骤然 山林间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李心如面露诧意之色 这时候 还有人在这外围活动 他们这山洞的位置 相当于是歧视点 按照常理来说 不该还有人才对 陈征神色平静 抬眼看去 只见五道身影大步走出 天刚静修为静险 丝毫没有要遮掩的意思 居中一人 穿着一些黑衣 脸上挂着淡淡笑容 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天然带着一股傲气 看见五人 默梦与眉头微皱 看了陈征一眼 这五人正是在 进入试炼之门前 想要邀请他组队 却被陈征拒绝的 佟阳平五人 陈征摇了摇头 是以默梦与稍安勿躁 穆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佟阳平脸上挂着淡笑 目光落到陈征 跟李克的身上时 笑容才渐渐隐去 薛展 你怎么在这儿 佟阳平皱起眉头 显然 他是认识薛展几人的 陈征没有说话 一旁的李克也担心露线 上前一步道 佟阳平 这话该我们问你才对吧 佟阳平眼中 泛起一丝犹豫 最后只向默梦与 诞生道 把他留下 我放你们安全离开 佟阳平冷漠的话音话回荡 带着不容置疑的态度 默梦与眉头轻皱 眼中泛起思索之色 这些人竟然是冲着他来的 能让这些家伙 放弃前期赶路的优势 还特意折返 回来找他 必然不会只是为了他的美貌 一定还有什么 其他的原因掺杂在内 他虽然身为墨家之女 但是除了墨家本族之人 于展岳宗 其实并无太多交集 所以思来想去 最大的可能还是 公孙昊 是公孙昊让你们来的 默梦与出声问道 目光冷烈地看向五人 佟阳平眉头微调 笑道 我不知道墨小姐在说什么 找他的人 虽然没有点名公孙昊的名字 但他确实有所猜测 他最开始的计划 本来是想直接让默梦与 加入他的队伍 如此一来 也方便动手 却没想到 会被默梦与拒绝 刚进入试炼之门的时候 他又担心人多眼砸 到时候落人口舌 成了别人的替罪羊 所以忍着没有动手 而是跟着大部队 走出一些距离后 才趁着无人注意 折返回来 但没想到的是 默梦与竟然换了队友 而且还是薛展 以同家在展岳宗的势力 虽然不至于怕了薛展 但他也不愿意轻易得罪 薛展若是识去 自然最好不过 而且 自己的态度 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 这薛展只要不是脑子坏了 应该也不至于 为了一个女人 跟自己翻脸 想到这儿 童阳平露出笑脸 看向陈征 再次开口 薛凶 只是他话音未落 就被陈征打断 滚 童阳平脸上的笑容 将在脸上 瞬间阴沉下来 薛展 你敢这么动说话 陈征吃笑一声 神色屁腻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让路 说话间 陈征已然将手 按在腰间剑柄 凌裂地杀意蔓延 我再说一遍 要么滚 要么死 他知道童阳平 肯定跟薛展认识 所以干脆少说少错 而之所以不急着动手 也是想多炸 一些消息出来 眼见陈征要来真的 童阳平有些恼了 你疯了 这女人到底 给了你什么好处 陈征但笑道 没有好处 但本公子乐意 童阳平眯起眼睛 你保不住她的 真要参与进来 便是薛阳长老 也要受到牵连 现在离开 是你最好的机会 闻言 陈征适时地 露出惊讶 犹豫之色 皱眉问道 哦 凭什么 童阳平深吸一口气 知道不透露一点消息 恐怕是打发不了 这嚼势棍 陈生道 因为此事是 观残月峰大长老 严禁于此 你自己好好思量 看着童阳平 一副神秘莫测的模样 陈征发出一声吃笑 你笑什么 童阳平皱眉 陈征讥讽道 一个尚未入门的女弟子 能让金黄大长老 亲自出手针对 你当我是白痴 不等童阳平再问 陈征直接说道 就是公孙昊对吧 童阳平没有回答 只是阴沉脸道 我最后问一遍 你到底走不走 陈征诞生笑道 那我也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公孙昊 到底给你许诺了什么条件 竟然敢让你 连我爷爷的面子都不给 童阳平脸色骤然变得平静 眼底却略过一抹森然争鸣 我说了 此事与其他人无关 既然你不想走 那就不必走了 事情进展到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没有留下活口的必要了 童阳平当机立断 指了指陈征 留他一口气 封了他的气海 然后丢到魔兽七夕地 薛阳长老也查不到咱们头上 至于其他人 格杀勿论 闻言 童阳平身后四人对视一眼 身上泛起杀意 身形犹如恶狼一般 非一律而出 童阳平 你好大的胆子 李柯立鹤一声 率先迎上 挡下一人 但剩下三人 依旧朝着陈征冲来 至于默孟宇跟李星如两个开脉镜 压根就没被他们放在眼里 只要先解决两个天罡禁 剩下两个女人 便是他们案板上的鱼肉 仿佛已经提前锁定胜局 其中一个长脸少年 轻松笑到童哥 这两个也算绝色了 直接杀了岂不可惜 其他几个少年 不约而同地发出猥琐笑声 只有唯一一个红衣少女 脸上露出嫌弃之色 恶心 童哥可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童阳平弹幕的声音传来 我只要结果 不问过程 明白 几个少年大笑一声 红衣少女撇了撇嘴 干脆脱离队伍 身形激略之间 朝着童阳平两女杀去 一副施舍的模样 我劝你们放弃抵抗 还能有个清白之身 得个痛快 几个少年顿时大吉 童阳平同样没有阻止 正如他所说的那般 他只要结果 请客间 他便来到两女身前 余光瞟到两位同伴 已经将削斩缠住 便干脆不再理会 天刚进气息爆发 如山一般的压力 瞬间落到默梦与两女身上 但让他意外的是 他竟然并未在两女眼中 看见丝毫聚色 他手中常见起舞 见光刚要荡开 就听一道冷漠声音 在他耳边回荡 说得好 那我也给你一个痛快 请客间 一股寒意铃声 红衣少女只感觉 浑身汗毛乍气 但他都还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 眼前便一阵天旋地转 视线更是不断拔高 他看见满脸惊恶的童阳平 也看见了两个被拦腰斩断 鲜血洒落一地 脸上游字定格着 痛苦之色的同伴 最后 他还看见了一具无头女尸 穿着他最喜爱的红衣 轰然倒地 然后 他才后知后觉 那就是 我自己 碰 满是茫然的头颅坠地 犹如一颗圆球般 滚落到童阳平脚下 已然失去神采的双眼 就好像在直勾勾地 盯着童阳平 童阳平身躯一颤 从震惊之中震脱出来 见鬼一般地看向陈征 不可能 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这么强 陈征神色淡漠 脚下一踏 在恐怖的力量带动下 身形犹如鸡射的飞剑 手中长剑轻盈 李柯只感觉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他面前的对手 变成了一具无头之事 就像是顺手 碾死了一只蚂蚁 陈征身形毫无凝制 最终停在童阳平面前 手中长剑高举 随即猛然斩落 是 剑风呼啸 发出刺耳的破空间鸣 感受到这一剑的分量 童阳平面色微凝 但已经避之不及 想杀我 做梦 童阳平怒吓一声 脸上浮现猙獰之色 手掌探出 须止成爪 天刚进五重的气息爆发 五指间竟然泛起一阵星红之光 带着恐怖的撕裂气息 静止朝着陈征剑锋抓去 散魂爪 枪 利爪跟长剑碰撞 竟然发出一阵金铁碰鸣之声 但童阳平还来不及松口气 便感受到陈征剑身所携带的恐怖力量 他面色大变 再也顾不得跟陈征硬碰硬 收回攻击 同时身形急速后撤 但陈征如影随形般 紧跟在前 哄 这一次 陈征没有再出剑 而是一拳轰出 只听一阵浪潮升起 童阳平瞪大了眼睛 被叠浪拳 全是笼罩 他感觉眼前仿佛浮现了一片惊人浪涛 要将它直接吞没 滚 童阳平根本来不及多想 双爪再次泛起星红之光 刚原激荡间 犹如树到利刃绞杀而出 空间都被撕裂 但在陈征朴实无华的一拳面前 一切进阶破碎 哄 气血轰鸣间 陈征拳风 隐隐有紫盲绽放 碰 犹如摧枯拉朽一般 童阳平双臂炸开 化作一滩烂肉 汹涌的气浪轰击到童阳平身上 童阳平口吐鲜血 横飞而出 身上筋骨断折声不绝 最后像条死狗般摔落在地 陈征收起全架 眉头微皱 他最后都收了五分力气 但这童阳平还是没抗住 摇了摇头 陈征大步来到童阳平面前 迎着童阳平惊恐的眼神 陈征诞声说道 三个问题 公孙昊到底承诺了你什么 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 除了你们 是否还有其他人 此时 默默与三人也围拢过来 看向陈征的目光充满了敬畏 陈征明显变得更强了 现在他们都觉得 陈征是不是已经有资格 在这试炼之门中横着走了 学斩 你不能杀我 我 看着陈征冷漠的视线 童阳平终于知道怕了 正要出声威胁一番 刷 剑光闪烁 童阳平一根手指便被斩下 嘴里的威胁顿时化作惨叫 陈征弹幕的声音在他耳边荡开 这不是我问题的答案 你 童阳平满面愤恨之色 刷 又是一根断指飞出 这一次 童阳平痛得说不出话来 陈征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长剑再起 又是一根断指飞起 陈征弹幕的声音再次响起 断了你食指 我再去你四肢 挖你五翘 斩你心肝 这些你 若是都能扛下来 我便敬你是条汉子 给你一个痛快 听见这话 别说是童阳平 李克三人心中都止不住冒起阵阵寒意 还不说 陈征脸上露出森然笑容 手中长剑高举 童阳平终于承受不住 说 我说 陈征举剑的手也不放下 只是静静看着童阳平 童阳平咬牙道 找我的不是公孙昊 是斩月宗的一个外门弟子 但他是帮公孙昊办事的 他告诉我 事成之后 可以给我一次 进入剑气海的资格 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也不清楚 至于能找到你们 是因为这枚玉佩 说着 童阳平掏出一枚半月玉佩 留在地上 看见玉佩 默梦与面色微变 从身上拿出另外一块 同样是半月形 两者合一 便是一块整体 这是一年前 公孙昊托人 带回莫家送给他的礼物 说是有宁气近神的效果 李心如在一旁道 这是子母玉 莫小姐你手中的 应该是子玉 携带母玉的人 可以通过感应 知道子玉所在的位置 莫梦与面色煞白 也放下了心中 最后一丝幻想 原来从一年前 公孙昊就已经在 谋划这件事情了吗 学斩 我虽然不知道 公孙昊为什么要杀这个女人 但是公孙昊 马上就要成为 金黄大长老的孙女婿 前段时间 已经突破天罡境大圆满 近段时间 更是准备冲击天象境 与他为敌 你应该清楚 意味着什么 童杨平咬牙怒视着陈征 陈征露出恍然之色 所以 你不仅是为了 进入剑气海的资格 也是为了投资 童杨平点头 没错 薛展 为了一个女人 搭赏你整个薛家值得吗 你听我一句劝 杀了这个女人 我可以为你引荐公孙昊 甚至剑气海的资格 也可以让给你 童杨平心中掩藏着恨你 但此刻为了活命 也为了完成任务 他只能强行忍耐下来 报仇 可以等出去再说 陈征露出笑容 听你这么说 我都要动心了 童杨平心中一松 脸上同样露出笑容 薛展 你我虽然有些误会 但你只要杀了这个女人 我可以既往不救 这样啊 陈征脸上露出遗憾之色 可惜 你认错人了 化落 在童杨平恶然的目光中 已经确认 童杨平没有价值的陈征 手中长剑滑落 鲜血剑射 人头滚落 陈征甩甩剑上鲜血 收剑归翘 打扫战场 随着陈征话音落下 李克便时序地动起来 弯腰在几具身体上摸索起来 但除了一些修炼丹药 以及一些杂物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价值最高的 当属童杨平手上的一枚空间戒指 只是跟薛展的空间戒指一样 都属于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否则一旦被薛家 跟童家的人查到 后患无穷 简单处理了一下尸体 陈征便带着人继续赶路 一路上 莫梦宇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最后忍不住来到陈征身边 满脸愧疚道 公子 我连累你了 如果真的涉及到金皇 那一级别的存在 莫家都扛不住 陈征打断了莫梦宇 平静道 没什么连累的 反正沙同阳平是薛展 关我什么事 至于那公孙后 你更不用担心 若真是金皇大长老 要对付你 他又何必偷偷摸摸 在我看来 他无非就是做贼心虚 莫梦宇担忧道 但若真是金皇大长老 陈征笑道 那也无妨 我不会因为谁 就放弃自己的朋友 大不了 就带着莫梦宇 离开这盏月宗 身后 听见两人对话的李心如 深深看了陈征一眼 李柯看向陈征的目光 也充满了复杂 他感觉自己 有些看不懂陈征了 陈征强大 冷酷 果断 也为了自己的同伴 放弃这康庄大道不走 最关键的是 他看得出来 陈征对于莫梦宇 并不存在男女之间的欲望 难道就为了自己心中的情谊 这样的家伙 太矛盾了 但又让李柯不自觉地 生起一股敬意 让他忍不住 想要朝着陈征靠路 毕竟谁又不想身边存在 这样一个强大 聪明 而且绝对可靠的人呢 李柯从小接受的教育 便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所以他才会跟着薛斩一起 毫不犹豫朝着弱者下手 但此刻 看着陈征 他心中产生了一丝动摇 陈征自然不知道 身后几人的想法 他只是做出忠呼本心的决定 这就是他 薛公子 一会休息的时候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不知道可以吗 李心如上前 低声问道 陈征自无不可 点了点头 其余两人看了李心如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 他们都是因为陈征才聚在一起 真要说关系 彼此间根本就不熟悉 逼着他们也数正常 在走过一片沙丘之后 几人来到一处绿洲稍作休息 默默与跟李克都拾去地离开 给两人留出空间 李姑娘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陈征看向李心如 李心如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李心如 飞雪峰大长老 是我太奶 只不过我们李家向来低调 我又不爱走动 所以认识我的人并不多 陈征静静听着 对于李心如的身份 倒也没觉得太惊讶 他只是好奇 李心如到底想找他干什么 李心如也不卖什么关子 直接道 这次试炼之门提前开启 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里面有一处隐藏秘境将要开启 李心如目光火热地看向陈征 一处浮地中的隐藏秘境 陈公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征老是摇头 他连浮地的说法 都是第一次听说 更黄论其他 李心如一正 失笑道 那我给你打个比喻吧 这消息一旦传出 必然会引得其他纵门觊觑 甚至有可能直接打上门来争夺 里面蕴藏着无限机遇 有可能是让人一步登天的极品灵药 也有可能遗留着绝世强者的传承 或者是其他能够改变艺人 甚至一宗的绝世机缘 十五年前 便有一个二流家族 无意中找到了一处无主伏地 更是好运地 发现了伏地秘境 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 便一跃成为了当地最顶尖的家族 文言 陈征不解道 既然伏地秘境这么重要 岂不是应该关起门不让别人发现 为什么还要这么大张旗鼓 李心如笑道 陈公子有所不知 秘境一旦开启 动静极大 各个顶尖势力 均是在对方那里插了眼线 所以根本瞒不住 所以 宗门才想借识练的幌子 作为掩饰 此次参与考核的人中 其实有不少展岳宗正式弟子 其中还不乏各封内门的顶尖添交 除此之外 宗门还做了其他准备 以保万无一失 但具体是什么 我就不得而知了 陈征顿时恍然 李心如嘴里所说的其他准备 十之八九 就是那头天灵进雪魔族的遗骸 他如果没猜错的话 展岳宗不仅识破了雪魔族的计划 甚至还想顺势利用雪魔族的计划 来掩盖秘境的事情 陈征消化了一下李心如所告知的消息 这我没问到 李姑娘跟我说这些 是想让我做什么 李心如告诉她这些事情 总不可能只是为了倾诉 我想跟陈公子合作 李心如一脸正色道 陈征眉头微挑 静待下文 李心如目光灼灼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名额 我想将她交给陈公子 到时候里面所得一切 五五分账 如何 陈征并未急着答应 皱眉道 以李姑娘你的身份 想找帮手应该不难才对 李心如摇头道 我这个名额并非是从家里要来的 而且因为一些原因不便暴露 我信得过的人实力不够 实力够的 我又信不过 就目前看来 陈公子你就是最好的选择 他混在新人里 本就是想看看这一介新人 有没有拔尖的存在 陈征无论是人品 意或者是实力 都是上上之选 陈征问道 会有危险 李心如老实摇头 不清楚 因为是座新秘境 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不存在什么危险 要说最危险的 或许是你身边同乡之人 贪婪 便是一把杀人的刀 看见陈征有欲 李心如继续加码 陈公子若能硬下 斩杀薛斩之势 我可以一立丹下 我还可以说动家族长辈 将墨小姐收入飞雪风 如此一来 他也不用担心 会被公孙号针对 陈征深吸一口气 好 我答应你 道不全是为了默孟宇 他自己对那秘境 也非常感兴趣 如果能得到李心如所说的机缘 说不定能够提前达成自己的目标 陈征看向李心如 接下来要做什么 李心如笑道 按照我所说的路线 积累足够的积分之后 陈公子将我等送往终点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就行了 要预留多少时间 陈征问道 李心如大概估算了一下 至少十天吧 陈征点头 那就出发吧 接下来的时间 陈征开启了加速模式 带着三人 沿着李心如所给的路线 一路杀法 在陈征压岛性的实力面前 试炼之门的魔兽 跟带宰高阳没什么区别 在进入试炼之门第十天的时候 四人便走完了大半路程 天空是一成不变的暗淡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道 高温让空气看上去都变得扭曲 大大小小的暗红胶岩助力 军裂的大地 时不时就有火苗一出 这是一处火山平原 也是研磨的栖息地 好 好 猙獰的吼声此起彼伏 但又很快消散 碰 一个浑身焦黑的石头巨人 宛如流星坠下 紧接着便是犹如咒语般的 剑光闪烁而至 直接斩断了石头巨人的四肢 陈征收剑 身后默默与连忙补上 一剑刺穿了石头巨人的核心 将其毙命 另一边 陈征已经再次解决一头研磨 这一次是由李心如补刀 平原上 犹如小山一般的研磨尸体 已经不知道堆叠了多少 刷 陈征才收敛气息 15天时间 极光剑法便已经大成了 陈征收剑归翘 哄 体内骤然响起一阵轰鸣 钢源犹如翻江倒海一般 大量劲气在钢源的带动下 凝聚成叶 天刚进四重 陈征脸上泛起笑意 不间断的战斗 以及对5G的苦修 似乎对修为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李心如来到陈征身边 指向火山另一边的冰原 笑道 只要穿过那片冰原 便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问道之灵 李克此时也带着收集好的 炎魔魔精走了过来 交给陈征 以我们现在积攒的积分 别说前500 便是前200 也应该有了 这并非是他胡乱猜测 而是根据斩月宗以往的成绩 作为参考 最后得出的结论 陈征时 再太变态了 沙魔兽真如砍瓜切菜一般 仅仅用了一半的时间 便完成了别人一个月的猎杀成绩 严谨来说 应该是陈征一拖三 毕竟除了陈征外 其他人都只是补刀而已 根本算不上作战 莫梦宇也走了过来 继续前进吧 他跟李克都看得出来 陈征跟李星儒是在赶时间 忙他们帮不上 当然只能尽力配合 走吧 陈征跟李星儒走在最前面 李克跟莫梦宇 则是拉开一段距离 跟在后面 虽然李星儒向陈征保证了 会接过薛家的仇恨 但陈征此时依旧顶着薛展的外貌 短时间内也没有要换的打算 陈征想得很清楚 既然李星儒要隐藏 那不妨隐藏到底 他就以薛展的身份进入秘境 如此也不会太过扎眼 李星儒用只有两人 能够听清的声音低声道 薛公子 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分别之前 我再给你说几个我知道的 你需要注意的对手 首先是藏剑锋李如来 天刚近期重剑修 已经领悟剑意 杀力极强 然后便是残月锋孙天帝 天刚近八重刀修 靠自己便领悟了刀意 据说 他还掌控了一门玄阶下品刀法 哪怕只是领悟皮毛 也绝对不可小觑 其次还有天雷风 卢明成 猎阳风 肖无机 飞雪风 陆星瑶 这些都是各风 有资格踏足核心弟子的存在 薛公子你的实力 肯定不会逊色于他们 但他们身上 难免不会携带一些秘宝 所以 还是要小心一些 陈征点头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自信 但也不会小觑别人 将这些人名统统记下 又询问了一些细节 两人才停止交谈 下一刻 一阵刺骨的寒意袭来 就像是突然从烈日下来 到了冰雪天 陈征抬头看去 他们已经走出了 严谋的区域 来到血域的边缘 陈征体魄强大 温差变化 根本无法影响他分毫 但是身后三人 包括李柯这位天刚静在内 都或多或少地 受到了温差骤变的影响 李星如笑道 这种时候 往往都是名牌猎人 最好的出手时机 所谓的名牌猎人 自然是指那些实力强大 却又想不劳而获的人 一阵寒风刮过 陈征忍不住皱起眉头 有血腥味 人血的味道 三人顿时紧惕起来 陈征指了指前方 李星如皱眉道 看来已经有人遭遇毒手了 要绕开吗 只不过 其他可以通行的地方 恐怕也有人守着 陈征摇头 那就不绕 他不想找麻烦 但避无可避 他也不会怕 做下决定 陈征便率先朝着前方走去 李星如三人紧跟在后 一处血缘峡谷内 地上几乎摆满了 雪怪的尸体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参与考核的 少年尸体 别 别杀我 我知道错了 一道哀求声响彻峡谷 最后却依旧化作一声惨叫 最后一个了 七 这点本事 也敢当猎人 一个黑衣青年缓缓收刀 看着被他割破喉咙的家伙 脸上满事不屑 除了黑衣青年之外 还另有三道身影 此时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解决完自己的对手 四人的目光 是三阶九重魔兽 雪怪之王的头颅 另外一个青年接口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用了三刀 他旁边的青年摇头 错 是两刀半 青山青年淡笑道 行了 继续出发吧 既然来了 那边做戏做拳套 先去问到知灵集合 就仿佛在他看来 几刀斩杀一头三接九重的魔兽王者 根本不算什么 值得称道的事情 黑衣青年四人点头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因为青山青年名为孙天帝 残月峰内门第一人 是让不少核心弟子 都为之侧目 并且视为威胁的存在 走吧 孙天帝摆了白手 率先朝着雪原深处走去 剩下四人连忙跟上 黑衣青年凑到孙天帝身旁 笑呵呵问道 孙哥 你说其他四风的人 道没道 孙天帝诞生道 道不到 有什么区别 黑衣青年咧嘴一笑 也是 在孙哥面前 他们在不在 也没什么区别 在雪原的另外一个方向 一道剑意冲天而起 无数雪怪被无情切割 尸体很快又被风雪掩埋 一道白衣身影 闲停性不斑 缓缓前行 所到之处 就连风雪都要避开 三个追随者忍不住感叹 李如来神色平静 其长的身躯 犹如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 透着无尽的锋芒质感 他淡淡道 此次秘境 但有拦路者 杀无赦 一处冰川上 一道赤裸着上身 肌肉犹如钢炎 身材壮硕的青年 一拳轰击冰川之上 在其恐怖的力量之下 裂缝犹如蜘蛛网一般散开 犹如钢铁一般的尖冰 被青年炙热的气血之力消融 一个巨大的冰窟显现 嘿嘿 青年咧嘴一笑 然后整个人跳入冰窟之中 足以将人瞬间冻结的冰河 却无法限制青年的行动 片刻之后 青年便从冰窟之内窜出 手中还拎着一条 比他身躯大上五六倍 三接六重的冰川鱼兽 冰川鱼兽 张开满是锯齿利牙的大嘴 朝着青年手臂 狠狠咬去 呛 只听一阵金铁之音 恐怖的利嘴 却连青年的皮膜都破不开 反倒是 崩碎了冰川鱼兽的牙齿 碰 熊壮青年一拳打入冰川鱼兽的身躯 然后猛地一拉 冰川鱼兽体内最嫩的软肉 就被撕扯而出 被青年放进嘴里 大口咀嚼 卢明成 你还是这么粗鲁 一道嫌弃的声音传来 熊壮青年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穿红色锦衣 气质卓绝 长有满头红发的翩翩公子 缓步而来 在红发青年眉心 还印有一点红色火云 红发青年所到之处 犹如大日降临 冰雪进阶消融 卢明成也不恼 一边进食 一边笑道 萧无机 人饿了就得吃饭 肚子痛了就得拉屎 怎么 难道你不拉屎吗 萧无机一脸嫌弃 粗粗 我这叫真实 卢明成吃完软肉 挖出了鱼兽魔晶 用冰雪擦了擦手 这才起身 他粗犷的脸上 泛起一抹脚侠 真想看看其他两封 别让他们看出端倪来 卢明成笑着摆了摆手 然后转身离开 放心 我讨厌你 你也讨厌我 都是发护本心 根本不用演 也是 萧无机点头 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离开 等陈征等人赶到的时候 只见满地 已经快要被掩埋的尸体 看来咱们来晚了 李克松了口气 默默于走了一圈 拿着许多名牌回来 看来这些猎手 碰上了硬查 狩猎不成 反倒把自己搭上了 杀人者连名牌都不要 显然不是名牌猎人 李星如目光 落在远处的巨大圆球上 那是雪怪之王的头颅 几人靠近观察 雪怪这种魔兽 一旦死亡 身躯便会化作冰晶 跟血缘融为一体 从雪怪之王头颅 晶体化的程度便能看出 其死亡时间并不是太久 陈征目光微宁 好强的刀法 从雪怪之王头颅 断裂的切口便能看出 雪怪之王死前 并未经历太多的挣扎 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李星如神色凝重 能有这个实力的 恐怕也只有斩月宗 混进来的那些正式弟子 他好奇问道 雪怪之王 比之雪魔猿王的实力 谁更强 李星如笑道 那肯定还是雪魔猿王的实力 更强 即便是雪怪之王 也没有多少灵智 在试炼之门中 雪怪的实力 跟其他铜监魔兽相比 都是垫底的存在 陈征点了点头 心中大概有数 走吧 既然有人提前帮他们解决了麻烦 陈征也乐得轻松 一行人继续前进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前方有人开路的原因 四人一路走来 竟然顺风顺水 一头魔兽都没遭遇 很快 他们便穿过了大半血域 摇摇看去 已经能隐隐能看见 一片青葱灵海的边缘 李星如笑道 等穿过了问道灵 便可抵达排名十碑 到时候 只要上交了名牌 十碑便会自动转化为分数 别人就算是想抢 也抢不走了 陈征点了点头 开始加速 眼看就要走出雪原 突然 一阵暴雪袭来 迷住了四人的眼睛 恐怖的寒意降临 让除了陈征外的三人 都止不住打了个寒战 有人 陈征出声提醒 腰间长剑已然出窍 但他并未着急攻击 因为他 暂时还没有在来人身上 感受到敌意 等到风雪散尽 陈征凝神看去 在雪原出口 多了一道纤细身影 那是一个少女 精致面孔 冷漠的神情 绣长黑发随风舞动 一双犹如宝石般的湛蓝眼眸 仿佛拥有射人心魄的力量 一袭白裙 清冷的气质 让少女看上去 犹如一朵一世独立的白脸 李心如跟默孟宇 都算是难得的美人了 但在白裙少女面前 都有些黯然失色 陈征神色威宁 倒不是被白裙少女的美貌震撼 而是因为 她在少女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危机感 眼前看似柔弱的少女 气势很强 白裙少女 却根本没有理会陈征 湛蓝的眼眸 落在李心如身上 淡漠的神情 也多了一丝无奈 透着冷意 却也悦耳的声音回荡 师妹 师傅不是说了 不让你来吗 李心如脸上泛起一丝尴尬 心瑶事件 我就过来看看 没别的意思 白裙少女 正是飞雪峰内门大师姐 有着飞雪女神之称的陆心瑶 陆心瑶冷声道 跟我走吧 你一个人 在里面太危险了 李心如眉头微醋 默默躲到了陈征身后 这是无声的拒绝 陆心瑶的视线 终于落到陈征身上 冷冽的视线 就像是要将陈征动穿一般 你是 雪斩 陈征诞声回应 让开 陆心瑶化落 一阵风雪倾袭而来 陈征抬手一剑 剑光绽放间 直接将风雪切割 凌厉的剑气 飞掠至陆心瑶面门 陆心瑶双瞳微闪 冰寒气息荡开 瞬间在身前凝聚出一层冰盾 只见冰块碎裂的瞬间 陈征剑气的力量 也消耗殆尽 陆心瑶眼中多了几分认真 刚缘激荡间 飘散的风雪 也变得愈发刺眼见状 李心如一脸无奈地出来阻止 心瑶事件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没必要在这浪费力气 薛公子的实力不弱于你 还是说 你打算放弃秘境 文言 陆心瑶皱眉 师妹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李心如点头道 我当然清楚 心瑶事件你就当没看见过我 行吗 看着李心如固执的模样 陆心眼眸微动 散去力量 好吧 不过你得向我保证 不会进入秘境 否则哪怕放弃秘境 我也会带你离开 李心如笑道 师姐放心 我向你保证 绝不进入秘境 陆心瑶不再多言 视线重新落到陈真身上 语气凌裂道 我记住你了 我师妹若是有半点损伤 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陈真笑了笑 没有回应 陆心瑶踏着风雪 犹如雪中神女一般 转身离开 随着陆心瑶离去 四周便又恢复了正常 那股散之不去的寒意 也瞬间消散 好强 默默于忍不住感叹一声 毕竟那可是飞雪神女啊 李柯眼中满是震撼 这试炼之门中 怎么会出现正式弟子 而且 他看了一眼李心如 能被飞雪神女 叫上一声师妹的 这位李姑娘的身份 恐怕要比自己猜测的更高 李柯默默叹息一声 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安安稳稳通过试炼 众人继续出发 李心如低声陪罪道 公子 心瑶师姐并无恶意 他性格就是这般 你别放在心上 陈征摇头 无妨 犹豫一番 李心如继续道 到了秘境中 如果可以 公子不妨尝试跟心瑶师姐合作 心瑶师姐是我飞雪峰妹们第一人 更深具雪女之体 你们要是合作 便是强强联合 李心如本意是想避开其他认识她的人 但如今竟然碰上了 就没什么好藏的了 一切以利益为先 陈征笑道 我倒是无所谓 但你那师姐 不像是会与人合作的样子 李心如苦笑一声 他比陈征更了解李心瑶 自然知道 陈征说的是真的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希望陈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照顾一下李心瑶 心瑶师姐实力强大 但是心思纯直 恐怕斗不过其他几封的花花肠子 闻言 陈征没有拒绝 很快 一行人便走出血缘 来到茂密森林之中 放眼看去 只见一层白雾笼罩丛林 可见度极低 李心如向陈征解释道 在问道之灵中 藏着一头四阶射梦之禅 这白雾就是 射梦之禅力量凝聚而成 不过只要不对 斩月宗心怀恶念 便不会有事 是宗门避免外宗 插入探子的手段之一 四人穿行在白雾密林之中 让陈征意外的是 随着白雾入体 陈征不仅没有被拉入幻境 而且精神力量 还提升了一丝 哪怕这一点提升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还是引起了陈征的注意 不仅如此 他修炼到第三重后 哪怕使用是 神充凝聚的精神之夜 都无法再有所提升的 幻梦宁神法 此刻竟然开始自主运转 陈征眼中露出诧异之色 他目光看向丛林深处 总感觉 那边有着什么吸引他的东西 犹豫一番 陈征开始带路前行 李心如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几人紧跟在陈征身后 随着不断深入 白雾变得越来越重 李心如忍不住提醒 公子 如此浓重的雾气 说明咱们正在靠近射梦之禅 那是四肩魔兽 而且极为擅长幻境攻击 咱们要是继续靠近 哪怕他不主动攻击咱们 我们恐怕也扛不住 他不知道的是 陈征此刻的精神力量 正在疯涨 但因为幻梦练神法 也在提升的缘故 哪怕精神力量 已经超出他肉身 所能承载的极限 却依旧在他的控制之中 而在精神力量的持续刺激下 陈征体内的静气 也加快了液化的速度 修为开始逐渐攀升 陈征意识到 这是一场难得的机缘 不过他也清楚 默默与三人 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承受这股力量 无奈 陈征只能忍下心中的悸动 转身朝着原本的路线走去 我先送你们到终点 虽然只剩下最后一段路 但陈征不会掉以轻心 路上 陈征几人还看见 几具死状凄惨的尸体 但从他们的死亡的模样来看 都是死在自己手上 其中一具尸体 更是直接用剑 穿透了自己的脑子 但脸上却残留着 得意兴奋的笑容 李心如解释道 这就是被射梦之禅 力量影响的下场 不过这些人 要么是其他宗门的探子 要么是心怀不轨的恶徒 但他们还算幸运 至少死在了自己的美梦之中 陈征好奇道 没有人能规避这种力量 有的 李心如笑道 只是不会容易就是了 很快 四人便走出了问道之灵 没有了白雾阻碍视线 眼前顿时一片豁然开朗 只是还不等几人松口气 一阵杀意便将四人笼罩 森寒的刀光 犹如烟火一般 在四人眼前绽放 除了挥刀偷袭的人 另外还有三道身影 从暗中窜出 脸上带着凝笑 瞬间将四人团团包围起来 显然 名牌猎人 并非只有血缘才有 但顶着灵猎刀光 陈征神色平静 思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因为他感觉到 一股熟悉的力量 在他身后浮现